你敢信吗 一个奸杀案的凶手竟然是个女性 我本是无案不破的大神坦 如今却改头换面成为一个网约车司机 还变成了奸杀案的犯罪嫌疑人 这天夜里我接了一个美女乘客的订单 于是妹子一上车我就臭美地向她搭闪 去哪呀美女 没想到妹子高冷得很 没话找话 订单上不是写了去风之灵酒店 继续搭了几句话后 我又厚着脸皮向妹子摇微信 果然还是被高冷地拒绝了 我只好熟练的明经收兵 气氛一阵尴尬后 美女拿出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亲爱的 这个司机话真多 好讨厌 9月11日凌晨 在我施安府路大桥100米左右的江边 发现一具女尸 死者年龄25岁左右 体型偏瘦 相貌娇好 死者衣物破损 脖子上留下一道勒痕 经法一初步鉴定 死因为后卫勒毙 死前曾有过性行为 我们随后在河道下流300米处 找到死者被丢弃的胯包 找到了证件 手机等物 后经调查确认 死者随身携带的1000元现金被人拿走 手机因为河水浸泡无法开机 后经技术修复 在上面找到了死者最后发出的两条短信 对象均为死者男友 短信内容为 亲爱的 这个司机话真多 好讨厌 刚下车 好像有人在跟踪我 警方走访死者男友证实 他确实在同一时间收到了这两条短信 目前我们正在联系该网约车平台 调查该司机个人情况 是刑侦大队队长林秋普 用冷静的声音念完案情概括 鸦雀无声的下面渐渐有了动静 又是一起网约车司机杀人案 根据死亡时间推断 案发当时是凌晨3点 渡江大桥周围车流稀少 凶手是司机的可能性很大 林秋普拍了拍桌子 下属们立即安静下来 网约车 强奸杀人 年轻女性 在上一期网约车杀人案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 没想到这样的关键词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案子一旦曝光 社会影响很大 因此上级对本案格外重视 责令我们尽快破案 于是我作为案件的最大嫌疑人 很快被带到了警局审讯室 不久后两名警员从审讯室冲了出来 我受不了了 这家伙歪道理一套一套的 逻辑还在缜密 队长还是你亲自来吧 林秋普把茶杯一蹲 我去会会他 一进来林秋普就开门见山 晨时 9月10号的晚上 你做了什么 一五一十的交代 我无奈地回答 林大队长 我说了我不是罪犯 六到七点半 我和几个哥们在大排档吃饭 七点半到凌晨两点 我一直在拉客 你可以查询我的记录 凌晨两点半 我回到住处洗澡睡觉 林秋普冷笑了一下 晨时 我劝你还是坦白从宽 我来帮你回忆一下吧 9月11日凌晨两点 一位名叫古梦醒的女乘客 坐上你的车 乘车期间 她发给男朋友的短信证明 你曾对她有过语言骚扰 第二天她的尸体在江边被发现 有明显的尖杀迹象 你敢说你是完全清白的吗 我揉了揉眉 11号凌晨 是有一个漂亮的女乘客坐过我的车 但我送她抵达了目的地 峰之灵酒店 我的行车记录仪可以做证明 行程起点是哪里 石猴子路旁边的一家烧烤摊附近 我当时在那里趴活呆了两小时左右 为什么呆这么久 我睡着了 据我所知 从石猴子路去往峰之灵酒店的途中 会经过案发地点 我一翻白眼 无奈地摇头笑道 去调取我的行车记录仪 那是可以伪造的 听完我笑了 你特么究竟想知道什么真相 我告诉你你又不相信 我有证据你说是伪造的 你现在巴不得我把这口黑锅痛快地背了 你当破案是相亲啊 看着合适就行 注意你的措辞 我一个清白公民 好端端被拘到这里 大中午的也没口饭吃 连杯水都没有 被你们言语羞辱 逼我认罪 我特么稍微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 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这是林秋普的妹妹林东雪问的 你对那名女乘客有言语骚扰 此事属实 我笑了笑 我国法律对口头方式的性骚扰 界定如下 以下留语言挑逗异性 向其讲述个人性经历 黄色笑话或色情文艺内容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我并没有口头性骚扰事实 只是普通的搭讪 不要偷换概念 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对该乘客 进行言语骚扰 是你没有搞清楚概念 在你看来 何种程度称得上骚扰 普通聊天 询问联系方式 调查家庭情况 还是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 林东雪有点无言以对 据我对你的了解 你似乎对车上的女乘客 表现得过分热心 在凌晨两点 对单身女乘客过分热心 我认为非常不合适 那是你认为 首先 我这人话多 其次 我喜欢异性 最后 我单身 看见年轻漂亮的女乘客上车 聊两句有什么不对的吗 作为单身男性 我认为和异性 无论在任何场合 时间搭讪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此时林秋朴忍不住一拍桌子 少在这里避重就轻 眼下的事实是 死者曾坐过你的车 我认识地说道 三十年前一个秋天的晚上 你家外面的马路有条狗被车砸死了 第二天 你出生了 林秋朴站起来 把桌子拍得山下 胆大包天 侮辱执法人员 你找死 而我不屑地说道 我说了这是因果关系吗 我说了吗 这话一出一旁的林东雪眼嘴偷笑 林秋朴气得直瞪眼睛 笔路远有些发梦 不知道这段该怎么记 我继续开口 你刚刚说的几件事 都是事实我承认 但摆在一起不代表就有因果关系 这是基本的逻辑 在没有明显证据之前 他们仅仅试得孤立的几件事 很好 林秋朴气得不知所措 看来不动真格是不行了 林秋朴拿起电话 故意提高音量 小王 监控关了 林东雪当然了解他哥 这是他惯用的吓唬嫌疑人的手段 但动用私刑是绝不可能的 接着林秋朴拿起一打打印纸走到我面前 你的履历可真够丰富精彩的 我瞥了一眼资料 这些是我过去干的 怎么了 这就是你们怀疑的理由 一个劣迹斑斑的刑满释放人员 凌晨两点载着漂亮的女乘客 且对她进行言语骚扰 随后女乘客遭到奸杀 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想 我非常不同意你的话 政府设立监狱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帮我们这种人改造 一个过去走过弯路的人 经过国家的改造重返社会 不偷不抢 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 难道不应该是值得鼓励的正面典型吗 怎么到你那却成了被怀疑的理由 照你这样说 我们这样的人出来之后 非得重操就业 才合情合理是不是 少在这里绕弯子 说 你那天晚上究竟干了什么 我不耐烦地拧起眉毛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死活不相信 我理解你的想法 我国庭审采用的是有罪辩护 但我觉得你把这套策略带到审讯室来 只会酿成大量冤假错案 哪怕我自己走进派出所 说人是我杀的 你们要做的也是千方百计 找到我的犯罪证据 才能定我的罪 可我现在看到的是 你们手上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证据 一旁的灵冬雪都吓得一身冷汗 生怕他搁在气头上 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 而我则是继续开口 假如今天我认罪了 首先我个人受到了侵害 我的家庭也会跟着遭殃 然后死者没有成员招雪 最后真凶逍遥法外 也许不久的将来 他还会继续作案 一下子害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林大队长 岸上一滴墨 民间千滴血 一定要慎重再慎重了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林秋朴气急败坏地扬起手 而就在这时 扯开嗓子囊吗 住嘴 不许喊 我阴险一笑 现在这里没有监控 我脑袋上这个伤 出去可解释不清哦 荒谬 林东雪也看不下去了 站起来 有我们两个在场 你还想讹人 你们两个的证词有用吗 一个是下属 一个是妹妹 我国法律重物证轻人证 再加上亲属避嫌的原则 真要上了法庭 你们觉得你们能说得过我 林东雪和笔路员面面相许 这家伙太厉害了 瞬间反客为主 林秋朴吼道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派出所 讲法讲理的地方 没有证据强制拘留 审讯 违反审讯条例 关掉监控器 嫌疑人身上出现伤痕 仅此三点 我不必找龙安最好的律师 随便找个刚毕业的小律师 你也白口莫辩 作为执法者经常会忽视一件事 我现在提醒你 法律不光约束 坐在这张椅子上的人 也约束你们 一阵沉默后 林秋朴汉刘加倍 用手指勾着脖领 那是他无可奈何地表示 深吸一口气后 走出了审讯室 交代了一句 放人 而就在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 专案组炸开了锅 头一次遇到 连林大队长都拿不下的嫌疑员 随后林东雪 带我去了地下库 取回我的车 我检查一番后点了根烟 对着林东雪说道 我帮你破案 什么 林东雪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 我说我帮你破案 要不要 过了这村 可没这店了 拉倒吧你 破案可不是耍嘴皮子 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听我说 直觉告诉我 这案子另有蹊跷 极有可能是一桩 蓄谋已久的谋杀 你侦探小说看多了吧 你哥在我这里碰了钉子 接下来他会这样查 调查当晚 经过命案现场的其他车辆 扩大目击证人范围 以及调查我身边的朋友 我明确告诉你 这些方向是完完全全的浪费时间 你们将错过最佳的破案时间 放跑真凶 如果我说中了 今晚带上试检报告来找我 陈石把烟头弹掉 拉开车门 临走前冲林冬雪 扬了扬下巴 晚上见 林冬雪完全猛了 直到那辆车消失在车库门口 才跺着脚骂道 自作聪明 吃过午饭 林秋朴召集大家去趟会议室 林冬雪进来的时候 见徐晓东正眉飞色舞的 对几名女警员说 听说没有 上午林队被一个低歌戏弄的哑口无语 最后乖乖放人了 瞎说些什么呢 林冬雪撂下手里的资料 女警员们各回个座 徐晓东嬉皮笑脸的凑过来 我也没别的意思吗 你不要动气 我看这家伙是个老油条 没有证据 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离我远点 林冬雪嫌弃的说道 林大小姐 有气也别往我身上撒嘛 要不我晚上请你吃火锅 滚滚滚 谁稀罕 这时林秋朴进来 底下立马安静 林秋朴轻轻喉咙说 目前这案子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但我们手上还是缺乏证据 我知道各位查案辛苦了 但仍然不能松懈 简单的汇总了一下 目前手头上的情报 林秋朴给警员们分派任务 小齐 小王 你俩去趟交管局 调查一下 当晚经过命案现场的车辆有哪些 小冬 老王 你俩在现场周边走访一下 我需要扩大目击证人范围 其他人 我会给你们发一份上午的审讯记录 你们去核实一下 陈某所说的情况是真是假 林冬雪瞪大眼睛 难道陈石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吗 几乎连措辞都一模一样 有人站起来提问 林队 你还觉得陈石有嫌疑 林秋朴回答 我不相信他是完全清白 此人岂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不能轻易放掉 林秋朴说的铿锵有力 不少人信服地点头 若不是陈石有言在先 林冬雪可能也会跟着赞同 现在他脑袋里嗡嗡作响 尽管一直以来讨厌哥哥 但他从不否认哥哥的能力 可是现在 他却在怀疑这一点 后面的话 林冬雪一句也没听进去 直到林秋朴宣布解散 他才站起来往外走 第一时间给陈石拨过去电话 你在哪 看来我说中了 电话那头 还是漫不经心的声音 林冬雪实在不想抬举这家伙 就说 勉强蒙对了 陈石大笑 我现在在风之灵酒店外面 带上试检报告 和现场照片过来 给你一小时 林冬雪叫没叫住 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了 林冬雪气得跺脚 试检报告之前对里 隐映了好几分 林冬雪轻易地倒到一分 至于现场照片 他只能溜进林秋朴的办公室 用手机偷射下来 林冬雪叫了一辆车 左看右看正准备拨电话 陈石在喊他 这边这边 陈石大咧咧地坐在一家牛肉面馆里面 正在吃面 林冬雪在旁落座 你倒是清闲 我在查 陈石稀溜溜地吃了一大口面条 跑这里查什么 我反复跟你们讲 那天晚上的女乘客 是在这里下车 你们死活不幸 我只能亲自跑一趟了 不过人家不让我看入住记录 还得借你的证件用 风之灵酒店 可是那女人半路上就死了 按理说 陈石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你还认为人是我杀的 说不准 你这么狡猾 林冬雪突然想 自己在干什么 眼前这人很可能是真凶 他居然和他在讨论案情 陈石一言一行 都是如此的坦荡自信 哪里有半点凶手的感觉 但也说不准 林冬雪在警队里待了半年 参与过几桩案件 但都是悄悄编谷 从没有参与过核心调查 也不知道真正的凶手是什么感觉 陈石从他手里拿过试检报告 一边打开一边说 你要是相信我 我回头送你一个头等宫 念出上面的几句话 后卫勒臂 勒勾于耳廓平行 死者身上咽出微量酒精 此前曾发生过性行为 死者的未容物理找到酒精了吗 上面没写 林冬雪说 死者是一名医药代表 平时应酬较多 据其同事称 当晚他有饭局 喝酒了吗 应该喝了吧 沉食乐了 林大小姐 你查案全靠懵吗 林冬雪脸上一红 辩解道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凶手显然是见色起义 死者吃喝过什么 与案情关联不大 你这话草点太多 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吐槽好 案子侦破之前 一切细节都是重要的 我告诉你 这个细节意义何在 如果胃里没有酒精 血液里却有 那么死者很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摄入的 其他方式 你还真是笨啊 酒精是一部分药物的溶剂 比如乙咪 林冬雪恍然大悟 陈石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 在试检报告旁边补充一句 未容物是否存在酒精 血液里是否含有麻醉药剂成分 他说 死者是医药代表 一颗声 如果是身边的人行凶 出现麻醉药剂的可能性很大 陈石继续看文件 他用手指敲打着那张纸 道 有过性行为 衣服破损 身上有多处瘀青 据此就得出强奸杀人的结论 我认为有点草率 林冬雪仔细考虑他的话 突然说 你就算想洗刷自己的嫌疑 也不能这样混淆视听 这怎么不是强奸了 陈石猝不及防地问 你是处女吗 林冬雪的脸刷一下红道耳根 气得拍桌起立 说什么的你 强奸的甄别 不能全凭这二者 在被外人强制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由于身体没有性唤起 私处干涩 往往会伴随撕裂 出血 内部擦伤的位置 又可以判断凶手采取的体位 仅仅因为有过性行为 就断定是强奸 我认为相当草率 难道不能是死者在死亡前 与他人发生过性行为吗 啊 有道理 林冬雪不情不愿地承认 在此基础上 奸杀就更加不成立了 试想如果是强奸的话 凶手必然要控制住死者的手脚 采取潜入位 即便是勒臂也是前卫勒臂 可是死因却是后卫勒臂 我想象不到 凶手是如何完成这一套动作的 这也未必啊 也许是办完事之后 突然杀人 林冬雪脸红红地说道 我说的是大概率事件 凶器从形态上 看是一根很粗的绳子 似乎是跳绳之类的 按照你们的假设 这是一桩激情杀人 现场出现一根跳绳 这也属于不合理 一边说陈石一边在文件上 写上自己的补充意见 整张纸快被写满了 林冬雪深感佩服 这家伙明明是个外行 可是所说的 却句句在理 简直比在行政课上 听讲还要受益 强奸杀人 依我看 即可能是伪造出来的 陈石道出自己的结论 什么 凶手在误导你们 林冬雪认真思考陈石的话 还有一件事 说出来怕你不相信 陈石说 什么 陈石把死者正脸的照片推过来 这个女人 并不是那天晚上坐车的人 第八章 凶手是女人 林冬雪大惊失色 不是同一个人 不对 她的手机显示 明明坐过你的车 你在耍我 陈石无奈摇头 林大小姐 你要是还认为我是凶手 那咱们 没法继续讨论下去了 难道带着手机的 就一定是本人吗 那你的意思 当晚拿着死者手机 乘坐你的车的人是凶手 可她是个女人啊 我刚刚都说了 兼杀是伪造的 凶手是个女人 你还记得她的长相吗 陈石示意她坐下 别凭感觉猜测 坐我车的女人 也未必就是凶手 咱们接着分析 陈石翻阅手机上的 现场照片 注意到一个细节 死者的右手掌 有一个圆形的印痕 上面有些图案 但已经很模糊了 陈石问 死者手中握的东西 在现场找到了吗 没有 我们仔仔细细找过了 要是能亲眼看看就好了 现场有人在复看 我没法带你去 我就是说说 你注意到没有 现场是一处 退了水的石滩 摩擦系数很大 死者衣服干薄 且多处撕裂 如果说 应该会出现大面积的生前擦伤 然而并没有 除非 除非什么 陈石笑了 除非凶手是把死者 吊起来干的 混蛋 林东雪把一杯茶水 泼到他身上去了 哎 你这个人 陈石发着牢骚 用纸巾擦拭 陈石继续看 林东雪问 还有什么发现吗 目前只能看出这么多 除非让我亲眼看看尸体 切 你会吐出来的 你以为我是你啊 陈石把资料和手机 交还给林东雪 陈石分析的这些 建立了一套 更加完美的罪案假设 把所有的细节都圆了进来 林东雪忍不住问道 你到底是谁 一个热衷港台警匪片的低歌 这回答你满意吗 陈石笑笑 少来了 我猜不信 林东雪盯着他的眼睛 陈石点上一根烟 这么说 你愿意和我合作了 你得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和来路不明的人合作 说我不能告诉你 你估计我当成一个民间高手吧 等咱俩彼此熟悉了 我再告诉你我是谁 陈石猥琐地挑了下眉毛 谁和你彼此熟悉 少占我便宜 林东雪扬着粉拳要揍他 陈石连连告扰 等林东雪消停下来 他说 咱俩定一个合作章程 你说 首先 别老追问我的身份 我总得有点隐私是不是 然后 此事暂时对外保密 我暗中帮你出谋划策 功劳吗 全是你的 当然 奖金要不要分我一份 就看你个人了 最后 我需要你 对我完全信任 林东雪不敢相信 有这等好事 一个民间高人主动提出帮他破案 还不占他的功劳 他问 你图什么呢 我喜欢啊 林东雪脸一红 瞎说什么呢 我说我喜欢 我喜欢破案 再说眼睁睁看着你个弄错方向 我坐不住 我这人就是饥饿如愁 看见闲事就想管 你这么高尚 林东雪一脸不相信 我说过 高尚和无私是两码事 事后 我可是要报仇刀 你得请我吃饭 林东雪咬着嘴唇 这家伙高深莫测的 实在看不透 姑且相信他一次吧 看上去 他确实有破案的能力 毕竟 他比谁都想立功 让其他人刮目相看 成交 陈石伸出一只手 林东雪戒备的说 干嘛 合作的仪式 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林东雪伸出手 同他握了握 陈石的手很细腻很温暖 完全不像一个低歌的手掌 两人来到风之灵酒店 陈石对前台人员说 我刚刚说我证件没带 还不信 现在我带个真警察过来 信了吧 陈石递个眼神给林东雪 林东雪掏出证件 我们正在查案 希望贵酒店配合 前台人员狐一地瞄了一眼陈石 道 你们要查什么 9月10号到9月11号的登记入住记录 陈石说 前台人员调出电脑资料 陈石扫了一眼名单 问林东雪 死者古梦醒的男友叫什么 沈居 显然他当天没有在这里登记入住 你们走访这人了吗 呃 注意力全放我身上了吧 陈石对前台人员说 你们这里有停车场吗 有 旁边就是 陈石回头望了一眼门外 确实停了不少车 他说 停车场有监控吗 有 随后两人来到监控室 调出当天的录像 陈石直接用八倍速 眼睛不眨地盯着屏幕 屏幕右上角显示凌晨两点的时候 他突然按下暂停 指着屏幕右侧出现的一束强光 这是我的车 确定啊 林东雪不敢相信 自己的爱车 我当然不会看错 当天那名乘客 确实要求我在这里停车的 监控正常播放 画面中 陈石的车离开之后 一个穿着A字裙的女人 走到停车场 因为是黑夜 加上他移动得很快 脸不是太清楚 没有开车 去往停车场走 陈石难难道 两人继续看监控 想看看这女人什么时候离开的 之后到时有几辆车离开 林东雪一边看一边 在纸上记下车牌号 不用接了 他不在这几辆车上 陈石说 你怎么知道 陈石把监控导回去一段 一辆黑色家用车经过的影像 他一帧一帧地播放 在某一帧停下 指着车下面 那里隐隐露出一双 穿着高跟鞋的脚 他借着这辆车的掩护 和我们玩了一个大便活人的魔术 陈石笑道 看来他进来的时候 发现了监控 有意躲避 不想再被拍到 果然可疑 林东雪这回终于相信 凶手另有其人 我考考你 接下来你要怎么查 第九章 不检点的女人 林东雪不停思索地回答 调取沿途的监控记录 看看有没有拍到这女人 陈石说 重规重矩的答案 但是案发地点 安抚大桥附近并没有监控 我觉得效率不高 而且当时天很黑 飞警用监控录像的质量 实在堪忧 找到也未必看得清 林东雪说 你能把他的相貌复原出来吗 陈石笑了 案发至今 几天了 四天 你觉得一个低哥 四天时间要见多少人 记忆污染听说过吗 我怕复原出来不是本人 反而会误导我们 陈石打个响指 走吧走吧 去哪 见见沈居 林东雪打电话给同事 问到沈居在一家外企上班 他和几个同事一起 租了间三居室 来到沈居的住处 一个长得白皙干净的小伙子来开门 他的眼圈红红的 找谁 林东雪亮出证件 你是沈居吗 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请借 几个男人合作的房子 自然是乱糟糟的 沈居将两人带进自己的卧室 他的卧室还算收拾得很干净 陈石轻车熟路地提了几个问题 沈居一一作答 他自称和古梦醒交往有三年 一开始 两人是在一款社交游戏上认识的 因为住在一个城市 就提议见一面 见面之后 感觉聊得来就交往着试试 古梦醒在一家医药公司上班 无论性格长相都很讨人喜欢 沈居每次带他出去 都感觉备有面子 当然 他也是真心喜欢他的 想和他结婚 谁承想 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一个禽兽网约车司机 竟然害死了他 说着 沈居捂着脸哭起来 陈石对他的痛苦视而不见 冷静地问道 你女友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有你们共同认识的人吗 沈居一一回忆 陈石在林东雪的小本本上做记录 林东雪瞥了一眼 他的字迹工整大气 感觉像是练过书法的人 记完 陈石扫了一眼名单 说 就这样 他没有闺蜜什么的 有啊 不过我不认识 你们问这个干嘛 警察查案 当然得聚系无疑了 我渴了 能不能麻烦倒杯水 好的 您稍等 沈居前脚一走 陈石立马不老实 在屋子里四处搜索 林东雪小声地说 喂 你干嘛 这不符合规定 我又不是警察 陈石从抽屉里搜出几何药 扔在桌上 外面传来脚步声 林东雪说 还不放回去 陈石却跟笼子一样不理不睬 沈君端着茶杯进来了 陈石说 不好意思 稍微检查了 一下你的抽屉 沈君面路不快 但没有说什么 这几何药 我没记错的话 是治疗林病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对我没隐瞒 令 林病 林东雪错愕地望向这个 看着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这个 这个 沈君咬着嘴唇支支吾吾 我希望你对我不要有任何隐瞒 有任何隐瞒 放心 在这里说的话 只要出了这扇门 我绝不会透露给第四个人 我 我是患有灵病 沈君说 怎么得的 有 有一次年会 公司发了笔奖金 几个同事拉上我去那种地方 回来之后 我就觉得下 下面又痒又痛 沈君尴尬地骚骚鼻子 你没说实话 你的表情 动作证明你在撒谎 我要你对我无所隐瞒 沈君张红了脸 这和命案有什么关系呢 得病是我自己的事 梦醒她 明明是被那天的网约车司机杀掉的 你们不去查她 查我 有没有关系 是我们来决定的 你不说 我听你说 你很爱你的女朋友 所以你下意识地维护她 灵病是她传染给你的 对吗 沈君不安地搔着头 沈时继续说 你的桌上放着情侣马克杯 还有你们合影的照片 你每次提到她名字的时候 眼神都会变得不一样 证明你对她的感情很深 所以 你不希望她的名声受到玷污 可实际上你知道 她的私生活很不检点 甚至把这种病传染给了你 够了 沈君摔了杯子 我不许你这样说她 林东雪吓坏了 然而沈时却淡定地点上根烟 笑道 生气了 看来我说中了 沈君打开门 这里不欢迎你们 出去 别捎带上我了 林东雪小声埋怨 当场惹毛调查对象 脸皮薄的她 已经羞得脸红耳赤 沈时摇头 一个25岁的未婚女性 和多名男性有过亲密接触 证明她的人际关系 远比你想象的复杂 她的死 与此很可能有莫大的关联 这与案情能不能侦破 有着直接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 你下一次再见到警察 他们会告诉你 不好意思 这案子 我们未能侦破 请你去领回你女朋友的尸体吧 假如你希望是这样的结局 那行 我们走 大不了少拿一笔奖金 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 可是对你 古梦醒在九泉之下 会永远怨恨你 杀人凶手也将逍遥法外 或许不久的将来 会出现第二个 第三个古梦醒 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你 为了无聊的脸面 拒不与警方合作 你给我醒一醒吧 陈石说这些的时候 林东雪一直在用口型对他说 不要说了 可他却视而不见 沈军背着当头棒喝 弄得不知所措 他攥着拳头 全身颤抖 突然降门一摔 坐到离自己最近的一张椅子上 痛苦地抓扯头发 我说 他确实给我戴了绿帽子 还不止一次 怎么发现的 陈石问 有一次 我同事告诉我 看见他和一个老男人进了酒店 我起初不相信 可是一心作祟 我日日夜夜想着这日睡不着 一想到清纯可人的他 居然被别的男人按在床上的傻 我就坐不住 所以我在他的手机壳后面 装了一个定位器 然后我真的把他捉肩在床 搞笑的是 这次居然又换了一个人 回来 我自然是和他大吵一架 我提出分手 然而面对他的眼泪 我还是心软了 事情过后 他仍然屡教不改 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约炮 我们为此不知吵过多少回 他后来连哭也不哭了 反而和我讲起歪道理 他反复强调 就算他身体不老实 心永远是属于我的 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我不能不信 因为我太爱他了 再后来 沈君苦笑着摇头 他居然染上了这种恶心的病 还传染给了我 第十章 第二个男朋友 林东雪听呆了 下意识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 嗨嗨 诚实打断他 问沈君 你们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 一款社交手游 名叫 我不是指这个 你们第一次见面之前 相互知道长相吗 不知道 因为在游戏里 用的都是些卡通头像 我们休息时间一致 经常在一起玩 后来他提议见一面 第一次没见成功 他突然有急事 一星期后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彼此感觉不错 就开始交往了 陈石妈撒着下巴 你平时休息时间 是怎么安排的 公司比较忙 我每天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我没有午睡的习惯 晚上九点下班 每周三会轮休一次 他也是每周三轮休 谢谢配合 陈石就此告辞 下楼的时候 林东雪说 你把人家的隐私都挖出来 也不安慰两句 安慰个屁啊 你是警察 又不是心理医生 冷酷无情 这小伙也真是能忍 这样都不分手 我国法律从未约束出轨 这种行为 对这种事情的接受程度 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一次也容忍不了 有的人就是可以 投上一片大草原 也无动于衷 要是换作我的话 我可是一次都接受不了 陈石突然站住 在这里等我 我还有见识忘了问 陈石快速折返回去 在楼下等待的时候 徐晓东打来电话 说 你在哪 管你什么事 嘿嘿 我查到一些劲爆的线索 上午那个低哥 据他一名朋友反应 他干这一行时间不长 可能也就一年不到 连驾照都是一年前考的 那他以前是干嘛的 15年 以前一直在 另一个城市的监狱 出狱之后 音讯全无 没有任何记录 甚至有传闻 说他死了 然后18年 突然出现在龙安 孤身一人 孤身一人 他不说自己家里有母亲吗 他这么说的吗 没有 他家一个人也没有 他自称 亲人都在老家 可是我们查了 他所谓的老家 压根没他这个人 他就好像凭空出现的一样 听见下楼声 林东雪匆忙道谢挂断电话 望着陈时 林东雪想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头 怎么了 见林东雪神色有异 陈时笑着问 没什么 接下来去哪 你觉得呢 林东雪思考了一下 去调查一下 死者古梦醒的人际关系 他那些火包有 陈时笑着摇头 查得过来 直接去他家和他的公司 两人上了车 林东雪望着陈时的侧檐思考 这家伙曾经是一个劣迹斑斑的黑恶分子 可是同他短暂的相处 他发现他身上全无半点力气 相反是一身正气 还有他破案如此熟练 若没有一定的积累 全凭无师自通 是断然不可能的 那没有记录的三年 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彻底改变了这个人 两人直接来到古梦醒所在的医药公司 古梦醒刚刚去世 他的工位还没有收拾 上面摆放了一束红玫瑰 陈时说 看来这女生人员还不错 这时是下午五点左右 大部分员工都出去吃饭了 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 陈时坐在工位上 开始翻查古梦醒的遗物 林东雪提醒 唉唉 指纹 戴着手套呢 陈时抬起一只手 上面戴了一副 从公司里随手顺的清洁手套 他拉开抽屉 里面有几盒药 都是口服的 陈时说 这些药 和在沈君那里看见的一样 也属于治疗林病的药物 陈时审视桌子 说 死者性格随和 是一个容易相信他人 热衷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但内心也有一点固执己见 这样的人 一般会为自己的行为 找合理的解释 唉 这怎么看出来的 陈时比划着说 宫卫是一个对外展示的个人空间 很能看出一个人的喜好 性格 你看死者的宫卫上 东西摆放的一目了然 没有丝毫遮挡 他看的书随便放在桌上 用来当书签的东西 竟然是卫生棉条的包装 说明这女生心大 再看这张备忘帖 上面的字迹龙飞凤舞 显示他是一个热情而富有活力的人 可是字迹的转角 收尾比较硬 证明他内心有点固执 林东雪一脸震惊 陈时笑着望向他 我是低哥吗 平时见的人多 所以看人比较准 一个小伙拿着饭盒进来 看见两人坐在古梦形的宫卫上 上前说道 你们干嘛 谁允许你们私自进入乱翻东西的 林东雪亮出正见 小伙的态度立马软下来 原来是警察同志 你们在调查他的死因吗 只是调查一下他的人际关系 陈时注意到 小伙一直在看桌上的花 问 这花是你送的 不 不是 是同事们联名买的 这么好的女孩说没就没了 大家都挺受打击的 你和他什么关系 小伙一阵慌乱 普通同事啊 是吗 陈时拽下花上的便条 和小伙饭盒上的姓名比对了一下 字迹一致 这树红玫瑰是你送的 普通同事会送这个吗 我 这里没外人 说吧 小伙脸颊一阵通红 我们再交往 什么 林东雪大惊 我和他交往有半年了 老实说 我从进这公司开始 就暗恋他了 他那么漂亮 温柔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我觉得我是没有希望的 有一次大家出去K个 我借着酒精就向他表白 没成想他竟然答应了 我那天幸福死了 后来我们就开始交往了 可是有件事挺奇怪的 他从来不在单位和我说话 下班也从来不一起走 只是偶尔星期天会出去约个会 不过我已经挺知足了 后来他出事了 我才知道 原来他还有一个男朋友 我挺受打击的 可我也是真心喜欢过他 这树花 就当作 是我对他的哀悼 一往情深啊 陈时笑道 问你个私人问题 最近你生病了吗 没有 有没有得性病 小伙一开始发猛 突然把饭盒扔了 暴跳起来 混蛋 你瞎说什么呢 第十一章 意外收获 调查对象被惹毛 可把林东雪吓坏了 但陈时只是拿一只手 压下他的肩膀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伙 说 你知道我们在死者 也就是古梦醒身上 发现了什么 什么 小伙被问梦了 陈时复耳低语 一种性病 小伙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 看了一眼林东雪 小声地说 那 那您的意思是 问我和他有没有 那什么 性行为 小伙的脸更红了 像个成熟的柿子 在陈时的反复追问下 他才支支吾吾地承认到 是开过一次房 有一次约会之后 天比较晚了 我送他回家 开玩笑问他 要不要去酒店 没成想他居然答应了 那也是 我头一次 所以比较慌乱吧 这和案件有关吗 当时 有保护措施吗 嗯 中途带了套 那你染上新病了吗 没有 我一直挺健康的 当时是什么时候 两个月前 说完这些 小伙又瞅了一眼林东雪 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 陈时拍拍他的肩膀 谢谢 这对我们的侦破工作 很有帮助 警察同志 我可以走了吗 对了 古梦醒平时休息日 是怎么安排的 周三 一直都是周三 小伙回忆了一下 说稍等 去取来一份轮休的表格 道 公司给他安排的轮休是周一 但他和小张对调了 换成了周三 这是去年的事情 陈时打量着表格 一脸若有所思 又问 最后一个问题 古梦醒有什么同性好友 闺蜜之类的 啊 这我不清楚 谢谢 随即 陈时和林东雪离开办公室 林东雪说 你为什么要打听死者的闺蜜 莫非你怀疑 凶手是他的朋友 陈时说 从犯罪心理学来说 女性凶手的杀人动机 一般很直接 与妾身利害相关 尤其是情感因素 我可以90%肯定 坐我车的女人 和古梦醒是认识的 犯罪心理学 林东雪一脸难以置信的 看着陈时 拜托 低哥平时没事 就不能看看书啊 不要老质疑 我的专业性好吧 我还纳闷 你咋这么专业呢 林东雪嘀咕道 那接下来 要锁定嫌疑人吗 从死者的人际关系 开始调查吧 这个就交给你 陈时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低哥朋友 他在电话里嚷嚷 老陈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啊 刚刚有警察来找我 问你三天前晚上干嘛去了 简单的几句交谈后 陈时把电话挂了 摇头笑道 你哥可真是个人才 整个专案组 都被他带到沟里去了 到现在还在查出租车 怎么有这么执迷不悟的人呢 林东雪剁脚说 不许背后说我个坏话 我只是用生动的语气 在陈述现实 述现实 对了 你要是想立功的话 去查死者的人际关系 就别依靠专案组的人 什么立功不立功的 查案子 当然是为了还死者一个清白了 三观不正 林东雪嗤之以鼻道 得得 那你叫上你哥吧 顺便告诉他 咱俩一起再查 林东雪背对得哑口无言 陈时点上根烟 又说 接下来的调查会有重大收获 想不想立功你自己掂量 找到符合特征的人 记得联系我 符合特征 什么特征 你能回忆一下吗 陈时摸着下巴说 25岁左右的女性 模样端正 身高175左右 很大可能从事医疗工作 可能是名医生 性格内向严谨 你怎么知道是医生 死者是干嘛的 医药代表 他认识医生的概率很高 如果是这样 那两人可能会有业务上的往来 陈时摇头 未必 医药代表一般只和医院的负责人 有业务关系 再一个想查客户资料 就得请出搜查令 估计不太好申请 而且耽误时间 两人年龄相近 我认为是同学的可能性很大 你可以从古梦醒的同学里找 尤其是大学同学 这些虽然都是搜查的基本技巧 但经陈时嘴中说出来 就条理清晰 林东雪一边点头 一边记录下来 我先走了 今天没开工 晚上不跑几单 要喝西北风了 有事情打电话 陈时禁止离开公司大门 分开之后 陈时并没有去趴活 而是来到案发现场 时隔三日 警方已然将现场的警戒线撤去 陈时双手插在兜里 在昏暗的石滩上漫步 听着耳畔机械的水潮声 他的眼睛在地上 搜寻着地上的蛛丝马迹 然而几天的风吹日晒 基本上已经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转了一圈一无所获之后 陈时自嘲般笑笑 自语道 明明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为什么还不肯死心 难道这就是你的命运吗 他一抬头 突然看见路旁 走过来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 背着装满瓶子一拉罐的蛇皮带 身上却穿着一件酒红色的女士 竖腰长风衣 感觉特别不大 陈时一眼就发现一个细节 这件长风衣是双排扣 但其中少了一枚 他突然像捕捉到某种灵感 嘀咕道 死者手上的 难道是 于是 陈时大不留心地走上前 客气地说 大妈 请问你身上的衣服 是从哪里来的 石慌大妈有点畏惧地看着陈时 不肯回答 但陈时礼貌地问了几遍 他才开口 与其依旧戒备 是我从垃圾箱里翻出来的 大碗上的 你想干嘛 陈时笑笑 你们别误会 我就是瞧着这款是挺不错的 能不能让给我 石慌大妈 慌忙捂住胸口 左右看看 说 啊 你要抢啊 陈时掏出钱包 数出三张百元大钞 说 我想买下来 石慌大妈仍然保持戒备状态 陈时编了一套 想买下来送女朋友的谎话 他这才将信将疑地同意卖出 陈时特别小心地去车上 取了一个塑料袋 把衣服装好 没有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指纹 待石慌大妈离开后 陈时看看手中的衣服 欣喜地说 意外收获 第十二章 揭露真凶 之后两天 陈时仍就像往常一样跑出租车 他给人的印象 就是一个爱唠客的低歌 不管坐上车的是什么人 都能聊得热火朝天 警方把陈时周围的朋友 全部走访了一遍 包括案发当晚一起撸穿的几个哥们 当然还是一无所获 这些是他的哥们 通过微信和电话告诉他的 林东雪请技术中队做了药物化验 果然验出 死者体内有蚁蜜残留 将这条消息告诉了陈时 这天上午 陈时正跟一个乘客 大谈东南亚经济形势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林东雪打来的 电话里 林东雪兴奋地说 找着了 死者果然有个闺蜜 名叫高小慧 是个医生 在一家私人医院上班 发个地址 我用微信发给你 你现在在那里 是啊 他的坐诊时间 是到中午十二点 还差十分钟就要下班了 我现在上去找他 等等 你赶紧过来吧 就这样 说着 林东雪把电话挂断了 这一头 林东雪手里 拿着挂号单 站在人流如梭的医院大厅 他深呼吸了几下上了电梯 高小慧是皮肤性病科的医生 林东雪敲门进屋 一个长相端庄 衣着整洁 竖着发际的女医生微笑着问 哪里不舒服吗 林东雪出示证件 我是警察 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高小慧微微扬了下眉毛 问 原来是警察小姐 是想打听古梦醒的事情吧 我在朋友圈里听说了 我心里挺难接受的 我跟他是大学同学 想不到竟然 说着 高小慧用纸巾擦拭了一下眼角 露出几分悲切的表情 头一次和可能是凶手的人 当面对峙 林东雪有点紧张 但他心里不肯服输的那一面 又告诉自己说 我一定能拿下他的 请问 你和古梦醒最后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 几个月前 他约我出去吃饭 那 林东雪思考着该问什么 案发当时 你在做什么 高小慧微微张了下嘴 警察小姐 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难道你在怀疑我 我和他可是多年的好朋友 我就是问问 林东雪脸上一红 我当时 高小慧回忆着 跟几个同事在聚餐 我有当天的发票 我找给你 高小慧从抽屉里翻出发票 林东雪看着上面的日期和时间 有点不知所措 他不停地咬着嘴唇 高小慧笑着问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该下班了 你 你和古梦醒有什么丝绸吗 高小慧一脸惊讶 没有 我都说了 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关系特别要好 林东雪懊恼地攥了下拳头 这时高小慧起身说 不好意思 我该走了 再晚食堂该抢不着饭了 失陪了 这时 门突然被重洞推开 陈石站在门口 他脸颊微红 显然是一路跑上来的 陈石问 高医生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些问题想问你 你是谁 宇安 MBSP 林东雪像看见旧星一样 说 这是我的搭档 他刚刚在下面停车来着 陈石用眼神示意 林东雪别插嘴 进屋之后关上门 向椅子示意了一下 哦 请坐 高医生 我下班了 可不可以长话短说 高小慧显得有点不耐烦 这恐怕不行 陈石笑笑 谈谈你是怎么杀死古梦醒的吧 高小慧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林东雪差不多也是相同的表情 他在警校上过的行政课上 也没有提过如此直接的问话方式 你在说什么 高小慧陡然提高音量 梦醒的死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这样 跑进来 毫无道理的乱怀疑 我是有权起诉你们的 高医生 咱俩应该见过面吧 陈石直指自己的脸 见过吗 当时太黑 你可能没看清我的长相 但我记得你 那天晚上你坐了我的车 你是 高小慧的神情中 透出一丝慌乱 你好像认出来了 我是那天晚上在你的司机 陈石笑道 而你的目的地 距离案发现场非常近 意识到踩到陷阱的高小慧 立即下意识地 摆出防御性的姿势 抱起双手 眉头紧锁 嘴唇铭起 这些小动作 统统没有逃过陈石的眼睛 陈石打开手机 把一张图片给高小慧看 正是他从石荒大妈那里 买下的女士风衣 他说 有印象吗 高小慧咬着嘴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 龙安市的气温是10到16度 穿这件衣服正合适 可是我记得 我在你的时候 你的衣服却很单薄 当时我就在想 这个美女不怕冷吗 你究竟在说什么 这件衣服 是不是你的 不是 我从没见过 是吗 如果警方在上面找到你的指纹 毛发 皮屑呢 你又将作何解释 高小慧突然不说话了 这当然只是诚实的虚张声势 这件衣服入手之后 他并没有条件去做这些鉴定 就算有 也没有比对样本 但通过察言观色 他已经基本认定 高小慧的嫌疑没跑了 少案无躁 请听我把话说完 那天晚上 古梦醒和某人在风之灵酒店开房出来 时间大约是8点左右 你上前叫住他 和他一起走到江边 然后用你准备好的影迷 将他马倒 随后用一根跳绳 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 但是麻醉的效力并不深 古梦醒在这时醒了 他拼命挣扎 抓住了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便是你衣服上的一枚钮扣 杀了人之后 你拿上古梦醒的胯包匆匆离开 半路上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衣服上少了一枚钮扣 你慌急了 如果这枚钮扣落在命案现场 便会是致命证据 于是 你做了两件事 首先处理掉身上的衣服 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 返回命案现场附近 没想到司机 也就是我 试个自来熟 和你搭讪 你灵机一动 想起网上正道的沸沸扬扬的网约车杀人案 于是 利用古梦醒的手机 给他的男友 发了几条短信 下车之后 你回到江边 顺利从古梦醒手中找到了钮扣 然后进行了一番伪造 撕烂他的衣服 重新摆放尸体 并将他的包扔进水里 你的计划几乎成功了 警方确实一度认为这是 网约车杀人案 拜你所赐 我也被请去喝了杯茶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坐上我的车 第十三章 闺蜜 陈时的话说完之后 高小慧一脸慌乱 他站起来吼道 血口喷人 这只是你的无端揣测 就凭一件衣服 你怎么能证明 而且 我还有不在场证明 高小慧拿出那张聚餐的发票 递到陈时面前 陈时轻描淡写的伸手挡了下来 说 这种不在场证明 根本没有法律效力 除非有当事人可以证实 要不你把那天吃饭的几人叫来 搞着反驳的话语 他的手在暗暗发抖 证据不仅仅是这件衣服 陈时说 你大概不知道 古梦醒思生活不检点 他的男友为了捉奸 在他手机上装了一个追踪软件 你当时拿着他的手机 在案发现场周围 来回移动了两次 期间你被酒店的监控拍下来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人证可以证明 陈时用大拇指指自己的鼻子 就是我 这两项证据 在法庭上足够形成证据链了 还有隐秘的事情 只要在这家医院搜查 一定能找到丢失隐秘的证据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高医生 高小慧向被人抽走了几两股 软软地坐回椅子里 眼神不停地犹豫着 林东雪准备掏出手铐 陈时向他做了一个且慢的手势 他安静地等着 突然高小慧像换了一个似的 他咬牙切齿地说 那个贱人该死 他仰起头 他抢了本该属于我的男朋友 陈时露出感兴趣的表情 他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说 那个游戏 你也玩吗 我和沈君是在游戏里认识的 我们无话不谈 后来他提议见面 我从来没有和网友见面的经验 生怕是个骗子 所以我就拉上了古梦醒陪我一起 我后悔死了这个决定 第一次见面 沈君如约赶到 我和古梦醒 就在不远处偷偷观察他 我对他很满意 正准备去赴约 古梦醒那个贱人 却突然说肚子疼 非要拉着我离开 几天后 我准备补偿我的爽约 在游戏上重新约沈君出来见面 可他却说 不是刚见过面吗 这时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当面质问古梦醒 他一开始还和我撒谎 后来瞒不住了 才把真相告诉我 原来他看中了沈君 便谎称 是我和他见面了 更让人气愤的是 两人竟然还上床了 我想不到最好的闺蜜 竟然抢我的男朋友 不 其实我早该想到 他就是那种 没有男人不行的贱女 别人用过的东西 我是不会再要了 我生自己的气 从那之后 我和那件人很少联系 他却经常主动来找我 好像故意气我似的说 他们进展怎么怎么好 我心说 你这样的贱人 迟早要被人捅死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几个月前来了一个病人 竟然是沈君 他染上性病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猜这是一定和那贱人脱不开干系 一打听果然如此 他在外面乱搞 染了病 又传染给沈君 我气得又哭又笑 沈君是个多好的男孩子 为什么会被这种贱人勾走 而且 他居然根本不知道珍惜 说到这里 高晓慧痛苦地捂着脸 陈氏说 所以 你蒙生了杀意 是 高晓慧的脸埋在手里说道 整个过程 和你推测的差不多 我本以为我 计划得很周密 为什么你会知道的这么清楚 你以为自己计划得很周密吗 不 简直是漏洞百出 我 我会判死刑吗 我不想死 想死 求你们放我一码吧 高晓慧哭了 那可不是 我能说的算的 杀人就该付出代价 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想必已经料到这样的结果 我同情你的遭遇 可我不赞同你的做法 杀人是最传的解决方式 陈石站起来 向林东雪招手 林东雪长呼了一口气 没想到真凶竟然落网了 这是自己有生以来 第一次给真凶戴上手铐 心中的激动难以言喻 林东雪走过去 正准备给高晓慧戴手铐 他突然力气很大的推开林东雪 从抽屉里抓出一支注射器 飞快地朝自己的腿部扎去 陈石眼疾手快地拦下他的手 注射器掉在地上 一股苦人味弥漫在室内 陈石盯着高晓慧的眼睛说 听着 你这种情形未必就会判死刑 好好争取 你还是有机会重见天日的 高晓慧哭着喊道 就算几十年后能重见天日 那时候 我也是个老太太了 我的人生全毁了 全毁了 我甚至连一场恋爱都没有谈过 说到这里 高晓慧情绪失控地大哭起来 陈石抱着他 轻轻地拍打肩膀 似在安慰 这一幕把林东雪看呆了 好半天他才意识到 陈石在做手势 找他要手铐 陈石拿过手铐 给高晓慧戴上 这次他竟然很听话 陈石说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这是你自己选择 不要怨天尤人 再说你如果真想自杀 监狱里还是有大把机会的 唉 林东雪叫了一声 这家伙怎么可以说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陈石拿了一件外套 给高晓慧的手遮上 给他留一丝尊严 准备出门的时候 高晓慧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热心司机罢了 陈石笑着回答 三人坐进车上 林东雪兴奋得快不行了 当然当着犯罪嫌疑人的面 他不便说什么感谢的话 这时林秋朴打来电话 说 东雪 你跑哪去了 早上你没打卡 是不是又擅自行动了 我说过多少遍 作为警察 哥 我逮着嫌疑人了 电话那头的林秋朴一愣 首先是林东雪的这句话 其次是林东雪 从不在工作时间 喊他哥 林秋朴问 又逮着了 这次是真的 你放心 有证据 你在哪儿 我一会就回来 准备审讯吧 林秋朴迟迟为挂电话 末了说了一句 可别再出什么岔子 挂了电话 陈石突然笑了 林东雪问 笑什么 想到待会你哥的表情 就觉得很好笑 他转身问高小慧 高医生 去公安局之前 还有什么心愿吗 高小慧 此时已经是一脸任命的淡然 他笑道 想吃寿王公的麻辣烫 正好我也饿了 走着 陈石发动汽车 唉 别擅自做决定啊 林东雪慌张地叫道 第十四章 向往之人 吃过麻辣烫 陈石的嘴唇 被拉得红通通的 林东雪一脸不爽地看着他 陈石说 我长得帅 也不用一直盯着我看吧 林东雪气得拍了他一下 说 你知道当当在店里 我多提心吊打吗 生怕他 他看了一眼后座的高小慧 生怕闲一远跑了 行行 我下次注意 这一路上 林东雪接到三个催促的电话 林秋朴生怕他这边有什么变故 半小时后 三人来到市局门口 林秋朴和几个警员饭都没吃 在门口眼巴巴地候着 林东雪突然明白了 这家伙没安好心眼 他是故意拖延时间 报上次的仇 车停了 当看见林东雪和陈石从车上下来 林秋朴的眼睛一瞪 然后露出冷笑 他上前说道 真是山不转水转 陈先生 谈谈二进宫的感受吧 去审讯室好好谈 陈石也乐了 直指车上 林队是不是该背负眼镜了 车上还坐着一个呢 没看见 林秋朴朝车上一看 一脸不解地看向林东雪 林东雪说 林队 那才是犯罪嫌疑人 他已经全招了 怎么是个女人 你做记录了吗 呃 没有 林东雪吐了下舌头 陈石掏出手机 道 这上面有录音 我发给你吧 你好细心哦 林东雪佩服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一起查蛋 林秋朴望向陈石 你和东雪在一起 陈石故意忽略他眼中的敌意 轻描淡写地说 这案子全是林大小姐搞定的 我就是帮了点小忙而已 林队 我觉得 你平时太忽视 你妹妹的能力了 她的直觉可是相当敏锐的 保证 你待会审讯完 会自叹不如 林东雪被夸在脸上红彤彤的 林秋朴则是一脸震惊 他转向林东雪 你怎么可以不听指挥 擅自行动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了 林东雪笑笑 一次就足够了 等着处分吧 林秋朴一脸严肃地说 好了好了 剩下的事情 你们自己处理吧 赶紧把人提走 我还得工作 陈石拉开车门 对了 开庭需要人证提前通知我 我很忙的 陈石走后 林秋朴听了现场的录音 案情的真相 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可是她有一件事不太明白 她问林东雪 那家伙不是说 只是帮了个小忙吗 怎么录音里全是她在说 你俩到底谁帮谁啊 林东雪不好意思在隐瞒 啊 我说出来 你可别不信 这案子 基本上是她一个人搞定的 她 一个出租车司机 林秋朴震惊良久 高小慧对案情供认不讳 加上证据确凿 很快便移交法律程序 媒体对外报道了此案 使用了横刀夺爱起杀心 闺蜜设计害闺蜜 这种抢人眼球的标题 报道中当然没有提陈石的名字 只是说 在一位好心市民的协助下 林东雪因为立了重大功劳 受到了局里的嘉奖 虽然这是有生以来 头一次获此殊荣 可是捧着嘉奖令的时候 林东雪却觉得受之有愧 表彰大会结束后 林秋朴板着脸对她说 来一趟我办公室 进了林秋朴的办公室后 林东雪进了个礼 说 队长 是要处分我擅自行动吗 处分 你都立这么大功了 局长 局长请自加奖 我还处分 人家不得说我小心眼啊 那你找我干嘛 我就想了解一件事情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司机 又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怎么就把案子给破了 而且还 林秋朴本想说 把专案组给甩在后面 心里觉得太丢人 就咽下去了 其实 我觉得她挺专业的 行政知识说得一套一套的 我甚至在想 她该不是个卧底吧 瞎说 你见过卧底去当司机的 你查查吧 她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越想越觉得可疑 无论作为你哥还是上级 我都不能容忍 你和一个来路不明的家伙 搅在一起 林哥你放心吧 我和她就是一起查而已 没别的 林秋朴瞪她一眼 林东雪立即毕恭毕敬地进得理 说 我尽快去查 还有 林秋朴收起了作为上司的严肃 这周日要给你介绍个相亲对象 啊 林东雪的嘴张得老大 相什么亲 废话 你说相什么亲 是你大姨介绍的 我退不掉 那你就把我卖了 胡说些什么呢 女大当婚 你就当走个过场 你自己干嘛不去 林东雪一脸不情愿 妹妹 你配合一下吗 真是的 难道大姨觉得我嫁不出去吗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 人家好心好意给你介绍 总不能一口回绝吧 真是的 林东雪指的答应下来 对方是什么人 你问了吗 林秋朴拿起照上一张相片 一边擦拭一边说 好像是个软件工程师 海归 学历蛮高的 照片我看了 还行 有你帅吗 林秋朴笑了 不同风格吧 林东雪也笑了 望着林秋朴手上的照片 他说 对了 有件事 我一直想问你来着 你桌上干嘛摆个男人的照片 你该不会是 林秋朴扎了下嘴 说 胡说八道 这是我特别崇拜的一个人 是个警察 哦 林东雪看了一眼照片 上面是一个二 三十岁的男人 穿着一件风衣 两手插腰 面带笑容 显得特别有自信 这是谁啊 这人叫宋王 是我的一位前辈 我刚当上警察的时候 受过他不少照顾 你当时还在上中学 所以不知道 这个人简直太厉害了 他经手的案件 没有破不了的 是出了名的神探 龙安有过五年以上功龄的警察 没有不知道他大名的 好多大学想聘请他当客座教授 可是他很低调 一概不同意 为什么我在龙安没见过他 这人 现在已经掉到厅里去了吧 林东雪猜测 林秋朴摇头 不 他失踪了 被人报复了 一言难尽 据说他杀人了 当时通缉他的时候 我也参与了任务 可我心里怎么也不相信 这是真的 我把他的照片放在桌上 就是为了激励自己 我希望有朝一日 我也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林秋朴妈撒着相框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哀伤 林东雪看着照片上 那个神探的笑容 他突然有种错觉 怎么好像在哪见过这表情似的 第十五章 相亲 休息日这天 林东雪接到陈时的电话 陈时说 林大小姐 今天休息吗 是啊 干嘛 你不是忘了吧 答应请我吃饭的 我刚跑完几单 肚子正饿的咕咕叫呢 林东雪想起这件事 当时就是随口说说 没想到陈时居然还记得 他说 那行 我请你吃饭 你能来接我吗 地址 林东雪让陈时在华运商煞等他 到了地方之后 陈时左看右看没见到人 一个穿着绿色连衣裙 墨绿色短夹克的美女 拉开车门 陈时眼前一亮 是你啊 我都没认出来 林东雪平时都是比较中性化的便衣打扮 今天休息日便穿上了新买的一身衣服 他说 你这是在夸我吗 你以为呢 衣服不错 人更好看 跟人说 你是警察都没人相信 陈时笑道 林东雪称怪道 照你这样说 警察就没有长得好看的了 警察没这么可爱的 至少我见过的里面没有 有嘴滑舌的家伙 你见过几个警察 本以为陈时会宰他一顿 但他挑的饭店只是一家很普通的馆子 进店点了几道菜 林东雪从胯包里拿出一个厚实的信封 说 这是上次的奖金 陈时拿在手上点数一下 总共有两千块 他问 一人一半 不 这是全部 我觉得这案子基本上是你一个人破的 所以 奖金都归你吧 那我就笑那了 多谢 林东雪惊讶的张大嘴 你这人 一点都不客气啊 钱我收了 这顿饭我请 总想了吧 不不 说了我请就我请 一会饭菜上桌 陈时狼吞虎咽的 吃得特别香 看着他吃饭 林东雪都觉得饿了 比平时多吃了半碗 心里又有点后悔 这一下又要长肉了 一边吃 陈时一边闲聊 讲的都是平时拉克时遇到的奇葩事 林东雪怎么看 这人都只是个普通司机罢了 林东雪打断他问 我就好奇 你为什么会破案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特别培训 陈时一边把菜汤浇到饭上 一边说 咱俩不是说好 这件事不问的吗 好奇吗 再说了 我是警察 你不肯说我还不会查 那你查呗 一个人的过去 绝对不是那些白纸黑字 可以概括的了的 更不要说我这种人生经历丰富的人了 妾 故弄玄虚 吃罢午饭 陈时提议 反正今天休息 我也挣了两千块钱 要不我请你看场电影 你想的美丽 林东雪伴着鬼脸说 吃饭是吃饭 我跟你又不熟 大叔你谁啊 行行 你等着 反正还有机会见面 你省省吧 我才不会找你呢 两人走到熙熙攘攘的闹市区 陈时在一家电影院门口停下 说 蝶中蝶六 上映了 要不要一起看 打来打去的片子 有什么好看的 林东雪一脸不屑 阿堂哥多帅啊 好多小女生都喜欢的 切 我才不喜欢 陈时竟然禁止走进电影院 先掌后座的买好两张票 回来说 二十分 二十分钟后开始 看吗 看吗 林东雪一脸犹豫 平时忙于工作 好多年没进电影院了 他有点心动 陈时说 这样吧 进去看一会 要是你不喜欢的话 我晚上请你吃饭 算是补偿 你这个人 脸皮也退后了吧 林东雪说 来嘛 我也正想看呢 林东雪终于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正准备往电影院走的时候 林东雪的电话响了 是林秋普打来的 他以为局里有什么急事 没想到林秋普一上来就说 你跑哪去了 什么事 我不是说了 今天要相亲吗 人家在饭店坐了一个钟头了 啊 我忘了 告诉我哪个饭店 我现在就过去 挂了电话 林东雪一脸惆怅 陈时问 咋了 要去相亲 难怪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我还纳闷呢 胡说 要是知道是相亲 我就不穿这一身了 所以 你这是为我打扮的 林东雪脸上一红 愤人愤然跺了 陈时一脚 陈时痛得嗷嗷叫 说 这翻脸跟翻书一样 一点警告都没有 叫你瞎说 女孩子就喜欢打扮得好看 难道是为了给谁看的吗 十难矮 我错了还不行吗 对了 我送你去吧 不用了 你不是买好了票 准备看电影吗 你自己一个人去吧 说着 林东雪转身离开 没步几步 陈时追上来了 说 我送送你吧 你的票呢 送人了 送人了 林东雪惊讶道 你的是比较重要吗 陈时笑道 林东雪心中一动 虽然知道 这都是男人的套路 可偏偏又很吃陈时这一套 陈时开车 把林东雪送到一家饭店 停车的时候他说 相亲也不是什么大事 用不着紧张 随便聊聊就是了 你哪只眼看我紧张了 是是 你不紧张 这一路上不停看镜子 摆弄头发 一言不发的那个人 不是你 我一言不发是 是因为我不想理你 林东雪瞪他一眼 推门下车 林东雪走进饭店 扫了一眼正在吃饭的客人 顿时感到很紧张 一个穿西装打领 戴戴金丝眼镜的男人 招手叫住他 请问是林小姐吗 啊 你是 林东雪突然忘了相亲对象的姓 我姓林 男人笑起来的时候 眼角堆起皱纹 他的长相还算端正 可是脸上油油的 头发也油油的 感觉整个人就像镀了一层油 看得林东雪很不舒服 林小姐 今天打扮得好漂亮 比照片上还要美 说着 男人上下打量林东雪 露骨的眼神也让他颇感不适 落座之后 男人开始做自我介绍 并问了他几个问题 家里几口人 是不是本地户口 什么学历 林东雪一一作答 心里觉得异常乏味 相亲 果然和传说的一样无聊 桌上的菜他一口也没动 听男人喋喋不休地聊自己 在海外留学的经历 林东雪的思绪和眼神 都飘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突然发现 窗外站了一个人 再看一眼 居然是诚实 他还笑嘻嘻地招手 冲他打了个招呼 第十六章 心思细腻的大叔 侃侃而谈得聊完自己的事情 男人问 林小姐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刑警这份职业呢 林东雪强颜欢笑地作答 没有什么为什么 就是喜欢 哦 这样啊 我觉得 你在选择职业上还是很有眼光的 警察也算是公务员 在各方面也还不错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当上几年警察 身份倍增 在择偶方面 也可以相当有更多的选择 听到这里 林东雪再也坐不住了 他说 你什么意思 我当警察 是为了给自己加点身价 以后好嫁人是吧 对方笑笑 闲聊吗 你不要这么冲动好吧 警察也算一种职业 难道他就和其他职业不一样了吗 我没说 警察就高人一等 但你这样谈论 让我很不爽 理由呢 话不投机半句多 不好意思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告辞了 说吧 林东雪站起来往外走 男人竟然追了上来 一路喊着哀哀 等等 当走到饭店门口的时候 男人啪的一声抓住他的手腕 林东雪愤然回头 你干嘛 男人一脸对笑 你先不要急着走 菜还没吃呢 我花几百块钱订的 我觉得咱俩还应该再深入了解一下彼此 我对你没兴趣 放手 林东雪的叫声 引来其他客人的围观 男人笑着冲他们说 没事没事 和我女朋友吵架呢 谁是你女朋友 林东雪愤然挣脱他的手 刚走几步 奇料这家伙竟然从后面抓住他的肩膀 男人说 林小姐 其实我爸 对你有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林东雪气得咬牙切齿 后悔当初干嘛要答应 来相亲 这时 陈石从外面走进来 停在两人面前 陈石说 先生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人家对你没兴趣 你还死缠爱打 有意思吗 你哪位 男人露出一脸敌意 我朋友 林东雪急于脱身 拉住陈石的手 一看见两人如此亲密 男人尴尬地放开手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 转而变成怒容 他说 林小姐 你是在耍我吗 你有男朋友了 还跑来相亲 我花了几百块钱订个饭菜 又浪费了宝贵时间来见面 我觉得 你这人人品有问题 陈石回敬 我不是他男朋友 只是普通朋友 是这样 男人将信将疑 贵姓 李 李先生 你对相亲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来相亲 就可以动手动脚 给你稍微普点法吧 未经允许的异性身体接触 在法律上属于性骚扰 五到十五日拘留 和五百元以下罚款 明白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陈石 男人灯石软了 辩解道 我只是一时着急 法律会管你怎么想的 还有 当一个女人说不的时候 意思就是不 死缠赖打的男人最讨厌 明白吗 别以为全天下都是你妈 听到最后这句话 男人瞪大眼睛 你 陈石看了一眼林东雪 说 走吧 我送你回去 屁 离开饭店 林东雪常常的舒了口气 他说 我进去了多久 半小时不到吧 陈石看了下表 天 我以为在里面待了几个钟头 平时开会都没这么煎熬的 我下次再也不相亲了 你也用不着一棍子打死吗 感情这种事 不去反复是错 怎么能够找到对的 你说是吧 切 别装出一副情感大事的样子 林东雪一脸不现 对了 你干嘛要说别以为全天下都是你妈 你在骂她 这是个妈宝男 你没看出来 什么 陈石阵阵有词地分析道 你注意到没 她的衣服很干净 胸前放了一块手帕 她的头发刚剃不久 胡子至少有两天没刮 牙齿也不怎么干净 手腕也有点脏 另外有点发胖 说明她并不是一个特别注重怡荣的人 可能在家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 但是有人替她洗衣服 还有就是 她无意中的动作 暴露了这个人 从小很少承受挫折 在对方拒绝的时候会采取过激的举动 从以上种种看 她应该和异性亲戚同居 所以我得出结论 这人是个妈宝男 林东雪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是一个电话打来 是她大姨 大姨说 雪雪 你对人家小李不满意啊 林东雪心说 居然这么快就告状了 这男人还真是奇葩 她敷衍道 大姨 多谢您费心了 我就是觉得性格有点合不来 其实小李 这孩子挺不错的 学历又高 工作又好 要是不合适 那就算了吧 本来就是两厢情愿的事情 大姨 下次不用 替我介绍了 我还年轻呢 你都二十四了 还没躺过男朋友 我能不着急吗 大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一听大姨开始唠叨 林东雪赶忙打断 对了 大姨 问你件事 小李是和母亲一起住的吗 她告诉你的 是啊 小李是单亲家庭 小时候父母离异 和母亲一起长大的 她是个特别孝顺的孩子 听到这里 林东雪一脸惊异地看向诚实 这家伙太神了吧 完全说中了 又啰嗦了几句 林东雪可算把电话给挂了 陈石几眉弄眼地问 怎么样 切 算你蒙对了 蒙 这叫观察好吧 你作为一名警察 这点观察力都没有吗 好吧好吧 我服了还不行吗 林东雪忙打断她 等我一下 陈石跑到一家小卖部 买了两瓶矿泉水 递给林东雪一瓶 从上午到现在都没喝水 渴了吧 林东雪心中呐喊 这家伙看得是个操大叔 怎么心思这么细腻 陈石说 我觉着吧 长辈介绍相亲对象 总是喜欢看工作 学历这些外部条件 却往往忽视了感情最基本的要素 对了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 我帮你留意着呗 不需要 林东雪声音地拒绝了 我可不想嫁个滴哥 他一想 这话容易引起误会 立即改口道 我意思是 你认识的人不都是些开出租车吗 越描越黑 你其实不用刻意解释的 陈石坏笑道 你这个臭大叔 林东雪骂道 用拳头倒了陈石的肚子一下 第十七章 我最怕进这种地方 上车之后 林东雪打算就此回家 看了一眼正在专心开车的陈石 他心想 难得的休息日 总不能一直跟这家伙腻在一起 赶紧回家舒舒服服地窝在沙发里 刷上两集 演习攻略吧 他知道自己长得好看 从小到大被人表白也有过多次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无意中露出一次笑容 就被暗恋他的人 误认为是有意思地表示了 倒不是因此自明得意 被不喜欢的人喜欢上 心里也是蛮别扭的 所以 绝对不能让陈石认为自己有机会 话又说回来 他是低哥 他是警察 以后怕是没机会再见面了 哪有那么巧合的 正好在一起的时候 就碰上案件 又不是拍电影 有人跳楼了 路边的小区里 传来一声尖叫 陈石猛的一刹车 推开车门冲下去 林东雪叫梅教主 心里埋怨一声 但还是解开安全带下车来了 两人冲进小区 见一栋单元楼下面 围拢了一堆居民 陈石一边说着 要让一边分开人群挤进去 当看清跳楼者时 林东雪惊恐地捂住嘴 那是个小孩子 可能才上小学一二年级 他落在一片栽满灌木的花坛里面 身上穿着汗衫和短裤 脑袋上全是血 陈石过去摸了一下他的脖子 说 还活着 赶紧打120 他是从几楼跳下来的 一个居民说 这孩子是老许他家的 住三楼 是不是父母不在 把他一个人关屋里了 怎么就掉下来了 陈石冲林东雪摆了下头 道 你上三楼看看 我在这里看着他 然后他开始不停地和那孩子说话 试图唤醒他的意识 林东雪上了三楼 几个居民也跟来了 林东雪敲了几下门 无人应门 便冲居民们说 物业那里有钥匙吗 应该没有 不过小区不远处 有个开锁的 但得派出所开示证明才行 林东雪亮出证件 道 我就是警察 叫他过来开锁吧 有我证明 林东雪站在楼道里等待 突然嗅到一股血腥气 他一开始以为是楼道里的气味 当把鼻子凑近门一闻才发现 气味是从门内飘出来的 林东雪大惊失色 立即给陈石拨了电话 说 喂 事情有点不对 我闻到有血味 你想办法进去 进去之后别乱动 等救护车 来了我再上来 挂掉电话 林东雪突然想 自己为什么第一反应 不是给局里打电话 却给他打电话 他准备给林秋普拨过去 转念一想 这血味也未必救人血 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意外 大约十五分钟后 锁匠被请来了 锁匠看过林东雪的证件之后 这才动手开锁 三两下就把锁筒开了 推门一看 客厅里到处是血 沙发后面露出一双穿着拖鞋的脚 显然是有人倒在那里 围观的居民发出一阵惊呼声 大家议论着 老许家出啥事了 是不是进了贼了 光天化日之下 物业是干嘛吃的 说着 众人要往里面挤 林东雪拼命阻拦 大家退后 都退后 不要破坏现场 换现场 谢谢大家了 我们就看一眼 我们跟老许邻居十几年了 他家出了这么大事 我们能不关心吗 仍然有人在不懈努力 林东雪挡在门框上的胳膊 快拦不住了 这时 一个沉着而严厉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你们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 这是命案 你们如果有人 在现场留下半个脚印 到时候 要给我们警方 增加多少工作负担 众人回头一看 只见陈石双手插兜 站在楼梯 缓步台上 被他这样一呵斥 众人信心地散了 陈石又说 等等 现场的人 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一下 之后 我们要挨个走访 一个居民说 警察同志 我们平时都忙 这案子肯定是外来的人干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陈石冷笑 一个个缩头乌龟 小孩跳楼 没人敢上前查看 看热闹的时候 一个赛一个积极 现在要他们留下联系方式 又都怂了 他把语气软了下来 说 我不是说 这案子和你们有关系 在场各位都是目击证人 比方说 你们看见什么可疑人员进小区 这些我们都得了解一下 你们以为 破案是靠警察 错了 破案是靠大家提供的线索 各位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哪天发生在你们家中吗 这半虎半虾的最后一句话 让众人一个个静若寒蝉 纷纷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诚实拿手机一一记录 弄完之后 他点头说 还有 这件事请大家一定要保密 在侦破之前 千万不要乱说 因为凶手 极有可能还在小区附近活动 极有可能是你们见过的人 我绝非威严耸听 你们如果到处说 搞得不好 会给自己惹来麻烦 众人面色苍白地点头 说了句 那不妨碍 你们办案了 警察同志 请一定要抓住凶手啊 随后 众人纷纷散了 林东雪松了口气 说 真有你的 处理群众关系这么拿手 陈石笑笑 从口袋里掏出烟 我自己就是群众 能不了解他们吗 再说了 我这也是狐家虎威 要不是和你在一起 他们也不会拿我当警察 你是说吧 说着 陈石叼上一根烟 哎 你要在这里抽烟 我先来一根酝酿一下情绪 你赶紧给你个打电话 林东雪闲艳地瞅了他一眼 特别叮嘱 烟头可别乱丢 搞不懂你们这些男人 烟有什么好抽的 林东雪打完电话 陈石的烟也抽完了 他用烟盒上的锡纸 仔细地将烟头包起来 然后冲屋门摆了下脑袋 道 进去看看吧 好的 望着那好像被写涂了一遍的屋子 林东雪有点胆怯 你先进吧 女士优先 我说 你不是害怕了吧 陈石摸着下巴 说 不怕你笑话 是有点害怕 我估计屋里死了不止一个 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 好吧好吧 我先进 林东雪深呼吸了几下 硬着头皮钻进屋子 在鞋套机上套好鞋 随后陈石才进来 躲在他身后 林东雪以为他害怕是装的 你真害怕 真的 陈石苦笑一声 我最怕进这种地方 第十八章 现场推理 林东雪说 我说 咱俩进来干嘛 先等技术中队的人到场吧 我们要是动了现场 我哥不得骂我呀 陈石说 万一有活的呢 好吧 你说的有道理 林东雪转向屋内 感觉身上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 他吞咽了一下唾沫 小心地避开地上像泼沫般的血迹 屋内家具倒不是太凌乱 看来凶手下手十分干净利落 两人来到沙发后面 那里躺着一个穿家居服的女人 年龄在三十岁以上 整个脑袋像血糊的一样 陈石上前准备试探脉搏 林东雪盲叫住他 等一下 别留下指纹 于是 陈石掏出手机 将手机屏幕放在死者鼻子下面 静候几秒 上面没有呼吸的水汽出现 他说 死了 两人又来到卧室 这间卧室和客厅的装潢风格不太一样 是清一色的老旧红木家具 还有一张藤椅 显然是老人住的 地上躺着一个老太太 她的脖子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就好像被野兽撕咬的一样 血染红了大片石木地板 陈石左右观察 发现地上胡乱扔了一把厚实的剁肉刀 上面裹满凝固的鲜血 他说 看来这是凶器 两人又去了另一间卧室 这是夫妻二人居住的地方 床前的墙上挂着这对夫妻的婚纱罩 卧室里没有尸体 床头柜上放了一碗汤 陈石过去嗅了嗅 说 银耳联子羹 陈石只起身 望向和卧室连成一体的小阳台 阳台是半封闭式的 上面有推拉窗 一扇窗户处于打开的状态 地上搁着一个小凳子 陈石问 你找锁将开门的时候 是反锁的吗 不是 林冬雪回答 陈石向下面望了一眼 看来小男孩是因为太害怕 才从这里跳下去的 下面是花坛 多少起了一些缓冲的作用 但他伤的还是挺重的 一觉醒来 发现全家都死了 真是太可怜了 林冬雪说 一觉醒来 陈石一脸疑惑地看向他 自知失言的林冬雪 忙改口道 我就是随口说说嘛 用得着自自叫真 死亡时间待会等法医来定吧 走 去厨房看看 两人随即来到厨房 这套户型厨卫是连在一起的 在厨卫之间的地板上 趴着一个男人 正是婚纱罩上的男主人 他的后脑勺被砸得稀烂 陈石一了一声蹲下来检查 说 杀死这男人所用的凶器 和另外两人不一样 陈石沉阴片刻 突然快步冲进厨房 翻箱倒柜 从柜子里取出一双橡胶手套 林冬雪说 哎哎 你干嘛 不看一看 我不死心 你现在先别动尸体 能我哥他们来了 你哥来了 会让我看吗 你不是害怕吗 社会怎么又不怕了 林冬雪嘀咕道 陈石蹲下来检查男人的头部 他招了招手说 看 头发里有一些白色的碎瓷片 林冬雪蹲下来一看 说 真的爱 于MBS 陈石站起来 走进卫生间 瓷砖地板上 散落着一些白色的碎片 再一看 马桶抽水器上的盖子不见了 地上的这些碎片的量 正好可以拼个陶瓷盖出来 林冬雪试着做出分析 看见凶手一开始 是躲在卫生间里的 男主人发现之后 立即往外跑 凶手情急之中 拿起陶瓷盖 朝他脑袋上砸了一下 先别着急分析 再搜集一些情报 陈石走进卫生间 把门拉上 卫生间的门 看不见 把灯打开 林冬雪从外面 打开卫生间的灯之后 陈石的影子 模模糊糊印在魔花玻璃上 他说 能看见 但不是很清楚 不过 我在里面能看见你 陈石走出来 指着卫生间 门正对的厨房窗户 说 窗户是朝东的 光线很强 把你的人影 清楚地印在上面 那我的推理是正确的了 林冬雪喜滋滋地说 陈石一本正经地说 推理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只有合理和不合理 哎呀 你这个人 夸人一句会死啊 陈石笑笑不知可否 又去检查那具男尸 他掰开死者的眼皮 捏捏他的肌肉 又活动了一下他的手臂 得出结论 角膜轻度浑浊 尸将固定 强力压迫颜色会减退 手指 关节僵硬 昨晚的气温是10到15度 据此判断 死亡时间应该是昨晚12点左右 误差在两小时以内 林冬雪像看怪物似的看着陈石 陈石说 这些都是基础知识 随便买本法医学的书就能学到 我无话可说 陈石收敛笑容 盯着男尸 他说 不对 刚刚的两具女尸都穿着家居服 这男人怎么穿着外套 可能是下夜班刚回来 林冬雪猜测 陈石摇头 但他脚上穿着拖鞋 刚刚进门的地方 墙上的挂钩上放着一套男尸家居服 这个家收拾得很整洁 回家就得换衣服 是这家人的生活习惯 习惯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的举动 林冬雪沉膺片刻 突然灵光一闪 在厕所再换衣服 陈石又摇头 你这不叫推理 叫瞎菜 林冬雪撅着嘴说 你这就是双镖 为什么我的就不叫推理 推理 要把所有的线索员进来 刚刚你说的只能算是假设 得出假设之后必须去验证 经过验证才能算是推理 你过来看 陈石蹲下来将尸体翻到侧面 林冬雪一脸茫然 叫我看什么 他没有失镜 如果真是尿急 在后脑勺受到强力击打的情况下 扩约机是会失去束缚 尿到裤子上的 可是死者的裤子异常干净 甚至有点干净过头了 说到这里 陈石突然站起来 走进卫生间 掀开马桶盖看了一下 一股尿骚味飘出来 陈石像发现了宝藏一样 高声说道 马桶里的小便还没有冲掉 死者在死前上过厕所 第十九章 细节是魔鬼 林冬雪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大反应 一脸不解地看着他 陈石苦笑道 我推翻了你刚刚的假设 你说凶手埋伏在卫生间里 死者怎么会在有人埋伏的情况下 上完厕所呢 林冬雪想了想 似乎说得通 但好像又有破绽 他说 不对不对 这抛尿未必就是死者的 没准是埋伏起来的凶手 憋不住方便了一下 怕惊动这家人 所以没有冲 陈石笑道 你也学会自己思考了 很不错 这抛尿是谁的 一会化验一下就知道了 之后告诉我结果 林冬雪搔搔脸 说 我不明白 三个人死在这 现场一片凌乱 你连凶器都不看 却在这里研究小便 一桩案件里面 每一件反常的事情 就要深究到底 这往往就是破案的关键所在 这话是谁说的 我自己总结的 你自己总结的 你去哪总结 陈石不慌不张地说 我平时看TVB的刑侦剧 自己爱总结 不行吗 鬼才谢 林冬雪嘀咕一声 陈石再次强调 这句难事我认为一点颇多 待会技术组来了 务必要仔细倒查这一块 说曹操曹操道 楼下传来一阵警笛声 陈石立即从卫生间里出来 说 抓紧时间 他飞快地来到客厅的女士那里 用同样的流程检查了一遍尸体 说 死亡时间差不多也是12点左右 膝盖 手肘部分有擦伤和瘀青 似乎是自己摔的 额头右侧也有一块 他看了一眼沙发靠背 是碰到木质沙发靠背刻出来的 这应该是生前伤 此外 手上有一处反抗伤痕 凶手身上应该有留下痕迹 陈石语速很快 林冬雪拿着小本本 只能记个大概 看完 陈石又走了卧室 检查了那具老人的尸体 说 死亡时间相同 身上几乎没有反抗的痕迹 似乎是在完全昏睡的状态下 被杀死的 他被杀的时候 有喊叫吗 做一个隔音测试 快到屋子外面去 哦 林冬雪立即退到屋外 陈石在屋里说 能听清我说话吗 能 林冬雪进屋 陈石说 木质门 隔音效果似乎不太好 老人死亡的时候 或许发出过声音 也许惊动了外面的人 他摸着下巴 石几凶器看了一眼 剁肉刀 厨房的刀架上少了一把 应该就是这个 刀口有点卷刃 从伤口形态 看凶手反复砍了多次 以至于木质的刀柄都裂开了 等下 刀柄上有血迹 陈石浑然忘我 完全沉浸在案情分析当中 林冬雪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仿佛看到一个惊艳老道 思维敏捷的神探 他打死也不相信 陈石只是一名普通的低哥 刀柄上的微量血迹 很可能是凶手留下来的 这应该是重要证据 然后他对着死者的嘴嗅了嗅 说 死者死前吃过什么东西 似乎是甜食 刚刚另一个卧室里 放了一碗银耳莲子羹 我在厨房里 也看见一大锅 之后做个取样分析 里面可能有安眠药成分 奇怪 这是凶手干的吗 难道是 难道是有预谋的 谁在里面 一声立刻从客厅传来 林冬雪正认真听着陈石的分析 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林秋朴带了几名警察进来了 他们以为有可疑分子混进来 手上端着枪 待看清两人之后 林秋朴的眉毛拧了起来 又是你 陈石站起来 笑道 林队 别来无恙 谁允许你大摇大摆的闯进命案现场 在这里到处碰的 你知道你的行为会给警方侦破 带来多大麻烦 林冬雪 你作为刑警 第一时间不保护现场 居然带一个不相干的人进来 面对林秋朴的呵斥 林冬雪几乎要吓哭了 支支吾吾的说 我们怕里面有活人 所以进来看看 陈石也直指自己的手套 说 林队 你先别激动 我戴了手套的 你居然还准备了手套 不啊 我从厨房拿的 什么 林秋朴的音量陡然高了八度 你居然拿命案现场的东西 你知道你的行为 知道知道知道 陈石连声说 我知道 错了 还不行吗 不打扰林队破案了 希望林队这次能把案子破了 我先走了哦 陈石满不在乎的 林秋朴怒视的眼神中离开 林冬雪辩解道 哥 他当当确实在勘察现场 可是他分析的还挺有道理 我们发现了一些疑点 林冬雪 回答他的是 几乎要震他天花板的吼声 你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 把那家伙叫住 如果让我发现 半枚他的指纹或者脚印 我就以妨碍司法罪 把他拘留 林冬雪色缩着脖子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林秋朴突然一阵心软 可是脸都拉下来了 又不好当着下手的面哄他 便说 赶紧出去吧 来到外面 陈石正站在楼道抽烟 林冬雪愤愤的说 都怪你 非要跑进来看 怪我怪我 回头补偿你一下吧 晚上我请你吃火锅 陈石笑道 少来 得寸进尺 两人安静的站了一会 身后的屋里 传来咔嚓咔嚓的照相机声音 技术中队的人正在拍照固定 陈石吐出最后一口烟 把烟头掐了 说 这案子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你哥破不了 所以 还得陈大神探出马 林冬雪雨带讥讽的说 神探说不上 我妈 就是一位骨刀热肠的好心市民 哎 说你胖还喘上了 不说这些了 我认真的跟你说 这案子有蹊跷 你想不想立功 林冬雪绕着病脚的一柳头发 遮遮掩掩掩的说 老是单打毒头 对李不得批评我 想不想立功 想 那行 陈石笑笑 我再帮你一会 第二十章 打赌 看着命案现场 警员们纷纷发出感慨 太惨了 一家子都 龙安市已经快十年没有灭门残案了吧 什么样的人 能干出这种兽刑 这无意识的大案子 既会是今年最大的案子 同时也是林秋普 穿上警服以来经手的最大案件 林秋普叫他们仔细取证 不要遗漏每一个蛛丝马迹 自己则在现场来回走动查看 林秋普拿起桌上的电视机遥控器 打开 这家装的是鸡顶盒 上面显示上一次观看 是昨天深夜十一点左右 他叫过来一名警察 说去一下物业那里 看看昨晚十一点之后 有没有拍下什么可疑人员进入 卫生间前面的那具尸体 他得出和林东雪相同的结论 男主人是被埋伏在卫生间的凶手 突然杀害的 林秋普摸着下巴思考 如果十一点家中还有人在看电视 凶手潜入应该是在这之后 当时全家都睡觉了 凶手藏在卫生间里 随后男主人下班回来 被凶手杀害 然后凶手杀死了刺卧里的老人 紧接着女主人听到动静出来 被其杀害 可是 为什么没有对小孩下手 凶手心慈手软了 杀人的目的又是什么 报复 临时起义 这时一名警察进来 说林队 我们向邻居核实了一下这家的信息 男主人姓孔 叫孔文德 是某保险公司的职员 女主人姓李 李玉 全职家庭主妇 两人有一个男孩 孔文德是外地人 李玉是本地的 当初两人结婚 女方家把房子卖了富的首付 孔文德的岳父岳母就搬来一起住 今年三月左右 孔文德岳父患胃癌去世 死掉的那个是他岳母 很普通的家庭会和人结仇吗 你再去打听一下吧 林秋普说 那名警察前脚刚走 另一名警察进来了 说 林队 昨晚十一点半左右 监控拍到这家男主人 和一个陌生人走进来 十二点左右 又拍到一名可疑人员外出 从身高体型上 看像是同一个人 录像位已经拷贝了一份 拍到脸了吗 林秋普激动地问 警察摇头 那人似乎知道 小区监控的位置 有意回避正脸 而且他裹着围巾 离开的时候 穿着一件黑色卫衣 熟悉监控的位置 林秋普突然走进卧底 挨个打开衣柜 这家人的衣服 规制得很整齐 一件归一件 在一排男士服装中 有一个空了的衣架 林秋普问 围巾的颜色 白色针织 林秋普取下衣架 凑近面前看了看 上面果然有一些白色纤维 他把衣架交给技术中队取证 说 嫌疑人和死者一起进小区 穿的衣服是从家里取的 他熟悉小区和这个房子 说明是熟人作案 出去打听的警察补充道 对了 物业还反映说 小区有门禁系统 外人是进不来的 林秋普点头 熟人作案 只要从死者的人际关系切入就行 这案子有希望侦破 当警察的最怕的 就是那种无差别的连环杀人 林秋普的心情 突然变得轻松起来 他问 那个司机还在门外站着呢 我刚刚上楼的时候 看见他在和邻居闲聊 下属回答 叫他进来 一会功夫 林东雪和陈石一起进来了 望着自己花枝招展的妹妹和这 妹妹和这个不休蝙蝠的中年大叔 站在一起 林秋普心里就来气 他想刁难一下他 这家伙不是自称会破案吗 让他知道一下 非专业人士和专业人士的区别 遇到难题了 陈石不紧不慢地说 哼 一抹冷笑 浮现林秋普的嘴边 这家伙以为自己是谁啊 神探夏洛克吗 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吧 他说 看来陈先生对自己的破案本领 相当有自信吗 我就是爱看一些刑侦剧 没事翻翻一些侦探小说 对了 你喜欢阿加沙 克里斯蒂吗 别和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陈石 我告诉你 你少在这里搬门弄斧 搬门弄斧 陈石怂怂间 林队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会独心啊 你这样的业余人士 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和小运气 以为自己比警察厉害 像你这样的人 我见多了 我当上队长以来 没少见过你样的民间高手 结果一上阵 个个让人笑掉大牙 民间高手也有好坏之分 就像警察也有聪明和愚笨 陈石笑笑 听到这句冒犯的话 林东雪芒 揪了一下他的袖子提醒 这个动作没逃过林秋璞的眼睛 他暗想 这两人关系这么好了吗 心里蹭蹭冒火 今天不给这司机一个下马威 他就不姓林 哼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类 你说自己会破案 那我给你这个机会 你当当不是看过现场了吗 你来说说这个案子 我倒要瞧瞧 你有几斤几两 可是咱们挂面调言 有言在先 如果你说的不合理 我希望你从今以后在我眼前消失 尤其是不许再联系林东雪 林东雪急了 说 林队 和谁来往是我的私事 你干嘛插手 我都多大了 你还拿我当成一个没有自辩能力的小孩子 林秋璞一本正经的说 于公 我是你上级 你这样带一个业余人士在现场乱晃 已经严重违反纪律 我不能管吗 于思 当着下属的面 林秋璞一般不太愿意承认他们的兄妹关系 便省略成 于思 我管你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讲理 林东雪 绝着嘴 哎 妹妹 林秋璞一慌便失了口 旋即又恢复大队长的威严 回去再谈你的问题 望着这一幕 沉实笑了 林秋璞不快地说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我还以为林队打算怎么考我呢 原来就是这个 好吧 我答应 不许反悔 但你有条件 我也有条件 说说看 如果我的推理合情合理 你要允许我参与这案子 和我分享所有情报 以及侦破进步 必要的时候提供警力支持 当然 我也不是来添乱的 我会尽全力协助破案 不可能 林秋璞几乎叫出声来 你只是一个司机 要以什么名义参与到案件里 这不合规定 规定是人定的 况且警方不也有聘请顾问一说吗 顾问 你想得美 整个龙安几千名警察 都破不了案 再说了 你连个证件都没有 出去调查 要以什么名义 陈时看了一眼林东雪 笑道 我不需要证件 和他搭档就成了 第21章 熟人作案 一听这话 林秋璞立即火了 指着陈时志问道 你是不是想 他本想问你是不是泡我妹妹 然而当着下属的面说这种话 未免有点跌分 于是改口道 你安的什么巨星 我的巨星 很简单啊 成罪杨善而已 你以为我会信 林大队长 我知道你是警察 怀疑一切是你的工作 所以我也不跟你见识 咱能不能不扯这些了 扯也扯不明白 回到刚刚的话题上吧 你开条件 我为什么不能开条件 对等的打赌才有挑战性 还是说你心虚了 害怕的我得出的结论 比你的还靠谱 明知是激将法 但林秋璞还是中招了 他说 心虚 大言不惭 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 经手的案件有十几起 害怕被你给比下去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既然你认为我没能力 答应又何妨 林秋璞想了想 陈时只是在现场 转了一圈而已 并没有去物业那边 打听和看监控 所以他应该很难得出 熟人作案的结论 看着现场 谁都会以为 是歹徒闯入行凶杀人 他脸上再次露出微笑 说 撑 我答应 希望林队信守承诺 陈时微微一笑 少废话 赶紧说吧 首先这是一桩孽门惨案 凶手的杀人顺序 应该是先男主人 然后老太太 然后女主人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 凶手放过了小孩 陈先生的高论 真是语境四座 这些我完全不知道 林秋璞急嘲道 心想这些事 还用得找你说 陈时不以为然地笑着 说 然后 这是熟人作案 什么 林秋璞瞪大眼睛 你懵的 懵的不算 懵 那我和你说说 推理过程吧 陈时走到门边 指着墙上说 一般人家进门 是有灯开关的 但是这家庄的是遥控开关 你们可以找找 肯定有一个遥控器 我进来的时候 灯是关的 死者死亡时间 应该是昨晚12点左右 当时灯应该是开着的 凶手走的时候 把灯关了 说明凶手以前来过这个家 很可能是这家人的朋友 他知道这个细节 等一下 死亡时间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诗将 诗斑 还有瞳孔的浑浊程度 我看过一些法医的著作 所以有一定了解 林秋璞留下冷汗 这家伙真是深藏不露 他说 仅凭这一点 也不能判断 就是熟人作案 卫生间前面的男尸 他是从后面 被人用马桶 注水器的袋子砸死的 从尸体的倒向看 很容易得出 凶手是埋伏在卫生间里 这个结论 你想说不是吗 并不是 你有没有看马桶里面 有一泡霉冲掉的小便 无论是凶手还是死者上的 都证明这个推论是不成立的 凶手和男主人 很可能在卫生间前面有交谈 凶手趁其不备 将男主人杀害 林秋璞对一名下属说 去看一下 下属过去一看 说 马桶里面 确实有没冲掉的小便 林秋璞咬着嘴唇 怎么会忽视这个细节 让这家伙占了便宜 占了便宜 他问 还有吗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凶手杀人所用的工具 全部是这个家里的 他并没有自带凶器 据此可以推断 凶手走进这扇门的时候 极有可能并没有杀人预谋 还有一个细节 厨房里有一大锅银耳莲子羹 老太太屋里有一碗 灌洗池里放了四个碗 说明当时多一个人 主人怎么会给陌生人 成银耳莲子羹呢 他一定是熟人 而且是很熟的人 深夜造访 关系一定匪浅 林秋璞又是佩服 又是懊悔 这家伙说的头头是道 比他们分析的还要全面 林秋璞沉默不语 陈石说 林大队长 你没忘记你的承诺吧 林秋璞突然发现 其他警察都在围观 他呵斥一声 但活去 等众人散开 他长出了口气 说 行 你可以和专案组一起行动 但要接受我的指挥 仅限于这个案子 看了一眼林东雪 林秋璞想 我绝对不让你有可乘之计 我不接受 陈石回答 你敢 在我的专案组 就得听我指挥 我不需要个人英雄主义 如果你不接受 请你回去吧 陈石笑着摇头 刚刚可没有 这条附加条件 现在突然提出来 算什么 小孩耍赖吗 论年龄 我是比你大十岁 可你也不能真拿自己当小孩子 我 被当面顶撞 林秋璞气得几乎要抓狂 我不允许你和林东雪一起查案 哥 凭什么 林东雪说 是啊 理由 因为她是你妹妹 陈石也问道 背道中心事 林秋璞脸上一阵发红 她故意回避问题 说 我说不允许就是不允许 你不是队里的人 他是 他得服从命令 林东雪 我不允许你俩搭档 哥 你太不讲理了 林东雪气得扭头就走 陈石也准备告辞 突然被林秋璞抓住肩膀 林秋璞说 当我求你行吧 别当我妹妹主意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他主意了 陈石有点好笑地问道 队里这么多人 你和谁搭档不行 非得找他 他能力又不行 经验也不足 林大队长 你知道他和你最大的不同之处吗 他不会看人下菜碟 而你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一直拿我当个开车的 拿一个人的职业和出身 去衡量他的价值 是最大的不公 小同志 希望你能加强一下 自己的思想建议 待人要平等了 说吧 陈石反手在林秋璞肩膀上拍拍 离开了 望着陈石离开的背影 林秋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 一名下属过来说话 他语气很重地说 干嘛 对方被吓了一跳 小心翼翼地说 林队 我们找到一张欠条 什么欠条 高利贷 这家人背了巨额的高利贷 一听这话 林秋璞的心思又回到工作上来 他说 总额多少 连本带利 接近八十万了 下属说道 这对普通家庭而言 是一个天文数字 林秋璞突然心里生起一线希望 看来案件有眉目了 第二十二章 破绽 讨厌 讨厌死了 来到楼下 林冬雪愤愤然踢着地上的石子 林大小姐 干嘛发这么大劈欠 陈石从后面走上前 笑着问道 我最烦我哥处处管着我 林冬雪停下 去虐待一株 从花坛里伸出的枝叶 我很好奇 既然你们关系不好 为何你当初还要到市局 才不是呢 当初申请的时候 我有一避开他工作的分局 没想到我进来一年 他突然调到这里当大队长 说是来照顾我 哎 真是烦 其实 你哥还是挺疼爱你的 不许帮他说话 我最讨厌听到他也是为你好这种话 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摊上这样的控制狂哥哥试试看 好好 但我没说 接下来去哪 去趟医院 看看那小男孩醒了没有 救护车的钱我还没付 正好去接一下 林冬雪打量了一下小区的布局 说 不走访一下吗 找找有没有目击证人 不必 这件事 你哥一定会做的 警方出面 肯定调查的更细致全面 他既然答应和我分享情报 我想 他是不会食言的 林冬雪好奇地看着他 我还以为我会说出什么高人一等的话 原来你也会承认不足之处 我什么时候高人一等了 陈诗苦笑 单打独斗 当然有单打独斗的不足之处了 其实查案这件事 就是在拼人力 投入的人力越多 案件越容易侦破 这是个大案 警方肯定会重视 至于你哥能否在我们面前 把案子破了 我先持保留意见 林冬雪扑吃一乐 还说自己不高人一等 明明就是 两人悬急驱车赶往医院 付医药费的时候 陈诗说麻烦开个发票 抬头写上龙安市刑警大队 林冬雪奚落道 你还真不客气 干嘛要客气 我又不是百万富翁 两人在护士的带领下 来到小男孩所在的病房 护士说 小男孩摔断了脚踝和臂骨 有轻微脑震荡 整体无大碍 来到病房 小男孩穿着病号服 坐在床上望着窗外默默流泪 林冬雪突然一阵心酸 想到小时候父母出车 或死去的那天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这种打击不赤于天塌下来了 小朋友 你还好吧 陈诗轻声道 小男孩转过脸 脸上泪痕斑驳 他一言不发 哪里还疼吗 叔叔想问你一些事情 好吗 陈诗彻底没撤了 林冬雪低声道 我来试试吧 他笑着问 小朋友 你叫什么呀 姐姐是警察 别怕 我们会保护你的 小男孩突然大哭起来 扑向林冬雪 林冬雪抱着他单薄的身体 拍打着后背轻轻安慰 没事了 没事了 陈诗向他递去一个佩服的眼神 小男孩哭得如此伤心 林冬雪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对他来说 在回忆起昨晚发生的事情 未免有点残忍 正犹豫间 陈诗突然问 昨晚发生了什么 你还记得吗 小男孩恐惧地看着他 把林冬雪抱得更紧了 仍然不说话 陈诗又问 你爸爸妈妈 啊 啊 小男孩突然搜到被子里 捂着脑袋痛苦地叫着 得叫着 不要再问了 现在不合适 林冬雪小声说 为什么会这么大反应 陈诗沉吟道 还说 林冬雪责备 你这人有点良心吗 赶紧走吧 下次再来好了 陈诗一脸思考撞得随林冬雪离开 快离开医院的时候 他突然快步往回走 林冬雪怎么叫都没叫住 陈诗并没有去病房 他静止来到护士站 问 谁负责203病房的小男孩的 一个胖胖的护士说 找我有事 麻烦借一步说话 三人来到一旁 陈诗掏出手机 说 家的微信 你要干嘛 胖护士戒备地说道 不知道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掏出证件说 我们是警方 请配合一下 那小男孩家里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一看到警察证 护士的八卦之心便被唤起了 加下微信 我有事 陈诗重复一遍 哦 好的 加上微信之后 陈诗飞快地给他转了一千块钱 护士惊呆了 说 哇 大哥 这是干嘛 要我好好照顾他吗 放心吧 我会的 这钱我可不能收 这里有规定 帮我做一件事情 小男孩住院期间 如果有人来探望 你要记住探望者的相貌特征 最好拍下视频 然后联系我 能办到吗 让我当眼线 护士一脸茫然地说 你别想多 就是协助办案而已 可 我这周只有白天上班 你自己想办法 看在钱的份上 护士还是答应了 并收下了钱 离开医院 林东雪不解地看着陈诗 说 你这家伙 平时扣扣巴巴的 怎么一下子出手这么大方 第一 我平时并不扣 你又不了解我 第二 这件事和案件有关 我认为 你觉得 凶手会来探望小男孩 林东雪猜测 整个案件里面 最大的疑点就是这个 为什么凶手 单单留下小男孩 这绝对是一个扑破口 也未必吧 有些人虽然很坏 但不会对孩子下手 那他对一个80岁的老人 就下得了手 陈诗一言惊醒梦中人 林东雪恍然 对哦 凶手放在第一位考虑的 永远是自己的安全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 什么本性善良 都是不存在的 他既然能对一个老人下手 断然不可能 单单放过一个孩子 所以这里面有其他原因 这个原因将决定 整个案子的最终走向 难道凶手是亲切 这时林秋朴打来电话 说 东雪 案件已经立了 回来开会吧 挂了电话 林东雪说 我哥叫我回去了 一起来吗 不了 你之后告诉我一下就行 陈诗突然打量起林东雪 林东雪说 看什么看 大叔 你穿成这样 去参加专案组会议 林东雪朝自己身上 一看才想起来 今天是周末 他穿得太休闲 陈诗说 去趟你家 换身衣服吧 来得及吗 我可不想迟到 老司机说来得及 就肯定来得及 陈诗笑道 第二十三章 小心眼的哥哥 陈诗把车停在 林东雪家楼下 望着这片 其貌不扬的小区 陈诗问 你就住这啊 你这话 是说 我住的地方太差 还是嫌这里地段不好 租的房子嘛 从这里上班比较近 我自己上去就行了 你别跟来 我和你可没熟到 让你进家 我在这里等你 就是了 你和你哥一样 都爱 把人往坏处想 陈诗笑笑 那可不一样 我哥是疑心重 我只是普通女孩子 的戒备心罢了 二十五岁 乡亲的年龄 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女孩子 找打 林东雪扬起粉拳 饶命饶命 在这里等我 说吧 林东雪下车去了 陈诗 趴在方向盘上发呆 小区门口出来一对父子 父亲拉着 盘山学部的小男孩 脸上满是宠溺 小心翼翼地说 宝贝 慢一点 望着望着 陈诗想到一些事情 没注意到林东雪 什么时候过来的 他在车门上拍了一下 问 看啥呢 发呆罢了 陈诗回答 林东雪 换上了平时穿的一身夹个衫 头发扎成马尾 显得干净利落 陈诗还注意到 他的脸好像还没刚刚白了 原来刚才化了淡妆 走吧 林东雪说 路上 林东雪问 你还像上次那样 猜猜我哥会怎么查呗 还能怎么查 既然已经认定是 熟人作案 无非是从人际关系入手 现实中的命案 可没那么多恩爱情仇 私人矛盾说白了无非两个字 利益 所以 你哥会重点查一些 和死者有利益纠纷的人 然后 他很大可能会派你 去查木济证人 你怎么对我哥这么了解 我不是了解他 只是他太容易了解 林东雪乐了 你是在骂我哥笨了 像你哥这样的年龄 能爬到这样的位置 无非两种可能 一种是天才 一种是先飞的笨鸟 我哥属于哪种 自以为天才的笨鸟 林东雪大笑着打了诚实一拳 道 你的推理不合理哦 还有一种可能 也许是靠家庭关系呢 没有这种可能 你父母双亡 哪来的关系 林东雪突然震惊地说 你怎么知道 啊 猜的 你看你不和父母一起住 却在外面租房子 和你交谈中 也一次没提过父母 给你介绍相亲的 也是你的姨 所以我这样猜 如有冒犯 还望恕罪 林东雪将信将疑 不知是否错觉 一向沉着冷静的尘时 刚刚进入出一丝慌乱 难不成他认识他哥 转念一想 这怎么可能吗 两人的人生 完全没有交集 林东雪回到市局 会议室里坐无虚席 林秋普像往常一样 挺着笔直的腰杆 目光炯炯地环顾众人 说 我是昨晚发生了一桩 特大灭门惨案 死者孔某 是某保险公司的职员 介绍完死者和案件的情况 他继续说 局里对本案非常重视 一旦案件公开 会引起全省乃至全国的关注 所以我们务必要给死者一个交代 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请在座的各位都严肃看待 拿出你们的锁 问得所有的精力 放在侦破工作上 争取48小时内破案 有信心吗 有信心 众人齐刷刷地回应 林秋普关了灯 用投影仪一将现场照片 挨个投影在白幕上 一边放一边解说现场的情况 没有参与现场调查的警员 看见那惨不忍睹的尸体 纷纷发出嘀嘀的惊呼声 众人也各自发表看法 从目前掌握的种种线索来看 此案应该是熟人作案 林秋普分派的侦查任务 也是从死者的人际关系入手 尤其是向死者放贷 80万的高利贷公司 是本案侦破的重点 听到这里 林东雪又一次 对陈石大胆佩服 猜得丝毫不差 他还猜中了另一件事 分派给他的任务 果然是最没有难度的那一项 走访目击证人 放在以后 林东雪肯定是会抗议的 但现在有陈石这个强力帮手 他再也不纠结这件事了 反而想 你越轻视我 我越要立功给你看看 然而林秋普的下一句话 让他大胆意外 林秋普说 对了 林东雪 你和小冬一起去 什么 林东雪下意识地说 什么什么 服从命令 就这样 解散吧 警员们陆续去执行任务 被分配了美差的徐小冬 喜滋滋地凑过来 说 东雪 咱俩现在就去吧 林东雪气得咬牙 鬼都能瞧出来 林秋普是不放心 才叫徐小冬跟上 他心里骂林秋普 显直太小眼了 瞅了一眼徐小冬 林东雪说 我去趟厕所 来到走廊上 林东雪给陈石打电话 说 真让你猜中了 我哥 果然叫我去找目击证人 不仅如此 还派了一个同事一起 哈哈 电话那头 陈石笑道 那就去呗 可是 我知道你立功兴歉 说话的声音 同时从手机和侧面传来 林东雪扭头一看 陈石竟然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了 林东雪将电话挂了 说 你来干嘛 林队不是都答应了 让我协助破案 我竟然没问题吧 继续刚刚的话 我知道你立功兴歉 但是案件破冰阶段 大家都是抓下 你去走访一下也没什么 那你干嘛 和我一起吗 这种苦差事就算了吧 不仗义 其实我来 是想看看技术中队有什么发现 比起人的意见 我更想听听客观的鉴定结果 这对侦破更有帮助 这时 徐晓东从会议室里走出来 看见陈石 他的嘴巴变成了一个欧字形 说 咦 你不是上回那个谁 李人陈石 林队叫我过来协助破案的 多多指教 陈石大言不惭地 拿着鸡毛荡令剑 还伸出一只手 徐晓东一头雾水地同他握了握手 扭头问林东雪 真是林队叫他来的 哦 是的 高人呀 徐晓东惊叹道 不敢当不敢当 陈石直指前面 我先去技术中队了 等一下 林东雪叫住他 这里你谁都不认识 我带你去吧 正好我也想听听 第24章 凭空消失的凶手 来到技术中队 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解剖 技术警员则在化验现场 提取到的各种证物 两人站在门口 这时徐晓东也奔来了 林东雪没好气地说 你来干嘛 咱俩是搭档啊 徐晓东回答 谁和你搭档 徐晓东一手武胸 面色优秘的 做出内心受伤状 中队长彭思觉 正在发号施令 小张 把这几份表皮样本 拿去化验 再做一份光学病理出来 小李 现场的脚印踏片 分析出来吗 哎 我的糖呢 我的糖呢 彭思觉左看右看 在一堆文件下面 找到一包不合糖 往嘴里放了一颗 埋头在几份文件上签字 还是老样子 陈时低声自语道 静止走过去 我想问一下 现场凶器刀柄上的血迹 化验出来了没有 彭思觉并没有抬头 就问 你谁啊 当这里是医院 谁都可以进来 医院还要挂号呢 是林队 叫我来协助破案的 证明 彭思觉简短地说道 戴着黑矿眼镜的眼睛 仍然在浏览文件 林东雪走过去说 彭队长 他说的是真的 我可以作证 书面证明 彭思觉丝毫不买账 有着一张冷酷面容的他 向来以铁面无情著称 碰了钉子的林东雪 哭笑不得 陈时掏出手机 给林秋普打了电话 听明白之后 林秋普说 胡闹 谁允许你去妨碍 人家工作了 有情况 我自然会告诉你 林队 你跟人家说一声 拜托 陈时开了免提 放在桌上 沉默了一会 林秋普才用无奈的口吻说 思觉啊 这男的是我叫他来帮忙的 你可以对他透露情报 彭思觉这才抬起头 打亮眼诚实 然后打开自己手机的录音功能 说 林队 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我要录音作证 警队上下都知道 彭思觉认真的性格 于是林秋普又说了一遍 录完音 彭思觉才开口 DNA鉴定没那么快的 还得等几个小时 有点常识没有 树叶有专攻吗 陈时笑答 现在化验出来了哪些 彭思觉转身 把一打照片扔在桌上 现场找到了一组沾鞋的脚印 43码的运动鞋 外侧有严重磨损 带回来的鞋里 没有吻合的 推测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现场的鞋号有哪些 34 35 43 彭思觉流畅地回答 凶手和男主人 穿同样的鞋码 陈时陈因道 其他呢 指纹找到了四组 凶器上面的指纹有两组 男女主人的 没有凶手的 男主人的指纹较多 现场那几个碗 上面应该能提取到指纹 凶手既然是熟人 不可能一开始就戴着手套吃东西 小张 彭思觉喊来一名警员 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 名叫小张的警员回答 晚上只有一家四口的指纹 没有其他人的 太谨慎了 陈时暗暗说 徐晓东说 我明白了 凶手早有预谋 在指纹上涂了502胶水 彭队长 查一查凶器和晚上面 有没有502胶水残留 彭思觉瞪了徐晓东一眼 我不需要你来指挥我的工作 该做的 我肯定不会露下 说吧 他又往嘴里塞了一颗糖 不 不好意思 吃了一个白眼的徐晓东 善善说道 彭思觉补充道 唾液没比对也显示 吃东西的只有四个人 五个碗 只有四个人吃东西 陈时一脸疑惑 彭思觉斜了他一眼 我的化验不会出错 陈时说 我没有怀疑 你的意思 对了 我想请你帮我做一项检查 胸器上的血液 如果是外人 请和这家小男孩的血液 做一个亲子鉴定 样本 我稍后送来 我知道了 没事的话就请回吧 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不好意思 离开技术中队 林东雪对陈时说 彭队长就是这种性格 我们队里其他人 一开始都受不了 没事没事 其实这种性格也挺好的 有效率 陈时笑道 我说 你为什么要把凶手的血 和男孩做亲子鉴定 你难道怀疑 没什么 做一个排除法罢了 两人说话 把徐晓东晾在一旁 他不高兴地说 东雪 才几天不见 你怎么和这个大叔走这么近 队里传闻的是真的 林东雪站住 转身 我认识谁 关你什么事 还有 队里传什么来着 没 没什么 徐晓东笑笑 说啊 是不是有人背后说我 用不着介意别人说什么 赶紧办正事吧 陈时道 最讨厌别人背后乱议论了 林东雪做了一个厌恶的表情 这种事 他深有体会 自己是队长的亲妹妹 别人就喜欢揣测 他是走后门进来的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而且 正因为是林秋朴的妹妹 他反而立功的机会 比谁都要少 在队里待了两年 几乎一点功劳胃力 来到外面 陈时突然站住 林东雪说 你干嘛去 陈不和我们一起 陈时说 我去医院取下小男孩的血样 完事了 回去补个教 你们有进展了再告诉我吧 我又不是警察 没必要跟着你们连轴转吧 这案子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哥那边呢 他打算把侦破重点放在哪 一个放高利贷的 徐晓东插了一句 这家人欠了八十万呢 高利贷简直太可怕了 陈时想了想 说我提个建议 趁着走访的时候打听一下 这家人怎么会欠这么多钱 那 你觉得 这个放贷人会是凶手吗 别忘了我说的那件事 林东雪想了想 他应该是指 凶手对小男孩手下留情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放高利贷的 不太可能是嫌疑人 咱们回头见了 陈时笑笑 然后走了 徐晓东问林东雪 东雪 原来你喜欢大叔啊 滚 林东雪不假思索地说 转念一想 徐晓东平时总是各种献殷情 趁此机会 让他死心也好 又改口说 是啊 我就喜欢成熟大叔 怎么了 徐晓东一点为难 说 可他一点也不熟啊 你瞧着不修蝙蝠的样子 身上还有烟味呢 真恶心 哼 那也比别人一转身 就背后一轮人的家伙成熟 说着 林东雪也走开了 徐晓东歪着头 琢磨了半天他说的话 自言自语道 你是故意的吧 第25章 邻居大眼 林东雪坐着徐晓东的车 回到案发的小区 两人在死者所在单元楼挨个打听 案发当时已经是深夜 住户并非听到什么异动 只是反映了一下这家的情况 邻居们说 这家人挺和善的 平时经常给邻居送些食物 有时也打扫一下楼道 尤其是男主人 进出都和人打招呼 是的老好人 至于陈氏交代的那个问题 邻居并不知情 只有一个住对面的大爷称 前阵子有一帮不三不四的人 来打听孔文德的住址 手里拎着油漆 看样子是来泼油漆的高利贷 大爷警告他们 林东雪正准备道谢并结束问话 这时陈氏打来电话 问查得怎么样了 没什么进展 都说这家人人品不错 邻里关系和睦 问一下夫妻关系 会不会查 说吧 陈氏把电话挂了 林东雪嘀咕一声 你是我上司吗 然后对大爷说 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夫妻关系怎么样 这有啥好问的 人家夫妻关系肯定不错 这家伙就是在瞎指挥 你还真听他的 徐晓东听见了刚刚的电话 抱怨道 没想到大爷不假思索的说 以前还好 今年不知道为啥事 总是吵架 是吗 两人一惊 林东雪忙追问 能具体说说吗 大爷屋里传来一些动静 大爷说 我汤煮开了 不好意思 然后进屋去了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林东雪说 进去呗 不好吧 人家没同意 徐晓东说 有啥不好的 林东雪静止进屋去了 大爷在厨房忙活完 端了两碗排骨汤出来 说 你们也累了吧 喝口汤吧 啊 不便 没事没事 边喝边说 两人只好恭敬 不如从命 大爷说 死者夫妻二人 吵架频率特别高 基本上五天一大吵 三天一小吵 每次一吵便摔锅逛晚 孩子也哭得特别凶 家里老人就拉偏架 处处数落男主人的不是 有几次深更半夜 他听见男主人大吼 这种日子 我不想过了 林东雪想 这大爷怎么这么清楚 对面的事情 他环顾屋里 屋里没有电视 种种摆设看大爷是独居 想必独居老人都很寂寞 因此 爱关注这些家常里短 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心里挺美 正所谓敬诸者赤 自己现在也能做一些 像模像样的推理了 大爷 这对夫妻吵架 是为什么 林东雪问 为什么 大爷眯缝着眼 一副先别人底的暗爽表情 凭见夫妻百事哀 还能为什么 钱呗 家里背着这么大的外债 四口人全靠男的那几千块工资养活 能不急眼吗 夫妻俩顶着压力 所以 芝麻大的小事都能吵起来 看来 宁摸得挺透 那可不 这小区的事 没我不知道的 大爷自得地说道 这时 徐晓东插了一句 大爷 你这汤有点咸了 林东雪一看 这个脑袋缺根咸的家伙 竟然真的在喝汤 已经快喝完一碗了 他立即用胳膊肘倒了他一下 徐晓东嗷呜一声叫出声来 那我再去加点水 大爷准备起身 不不 别理他 您继续说 您知道 他们家为什么签这么多钱吗 我没听他提过 可我估摸着 是因为老丈人的病吧 他老丈人是今年三月份走的 之前拖了快一年 花了不少钱 最后人没了 钱也打了水漂 当时我就劝来着 劝他保守治疗 不要动手术 医院是什么地方 要钱要命的地方 老丈人都八十多了 早走完走也是个走 花那个钱没有必要 唉 这年头 生病就是要命啊 林东雪思考着 似乎说得通 又觉得哪里不对 徐晓东又开始评价汤的味道 夸了几句大爷的厨艺 大爷很高兴 希望他们以后常来吃饭 林东雪突然想明白了 可是一般人家会借高利贷治病吗 真砸锅卖铁 也是把房子抵押了 对了 他家的房产没有动吧 大爷摇头 这我不清楚 你问问派出所吧 小姑娘 汤你咋不喝 哦 这就喝 喝口汤 大爷把两人送出门 徐晓东还在跟大爷套近乎 等离开单元楼 林东雪白太眼 说 你跑来查案 还是来吃东西的 哎呀 你不懂 这叫搞好群众关系 要不是我在那套近乎 你能打听到这些情况吗 林东雪懒得理他 发微信把这些线索告诉陈时 陈时几乎秒回了一句 此事必有蹊跷 去趟死者公司 徐晓东在旁头看 说 这家伙 真拿自己当客聪了 还指挥起我们来了 我听林队的 不听他的 人家比你厉害一百倍 林东雪呛了一句 徐晓东备受打击的说 东雪 你不是真喜欢那样的吧 林东雪 静止往小区外面走 徐晓东追上来 这都五点了 要不找个地方吃饭 我请你呗 吃吃吃 就知道吃 赶紧趁人家公司没下班 去走访一下 玄机 两人来到孔文德就职的保险公司 这里还没下班 徐晓东忽然灵光一现 说 我明白了 死者是保险公司的 这案子一定有保险有关 能有什么关系 林东雪反问 啊 就比方说 有人拿他逃了保 保险受益人 一般都是直系亲属 外人是不可能的 徐晓东搔着脸颊 不甘心地说 我觉得还是有关联 问问看吧 两人找到孔文德 所在团队的负责人 是的大妈一问其孔文德 大妈便说 小孔啊 他人挺好的 又敬业又实诚 在我手底下干了十年 没出过什么差子 明知道 他欠了巨额高利贷的事情吗 林东雪问 高利贷 大妈一惊 然后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但那表情一闪而逝 林东雪并未在意 这我不清楚 是他私事吧 他投过保吗 徐晓东问 投过呀 给谁 自己 妻子 丈母娘还有孩子 一听这话 徐晓东更实来劲了 兴奋地对林东雪说道 你看你看 我就说 这案子有保险有关 第26章 挪用公款 大妈惊讶地问 案子 什么案子 林东雪心里气死了 徐晓东这个不靠谱的家伙 什么情报都没打听到 反而把案件的事情捅出去了 林东雪忙找不到 十分抱歉 这事我们不便透露 大妈说 那不行 孔文德是我的员工 我当然要关心他的事情 他到底怎么了 林东雪还准备说什么 谁知没有心眼的徐晓东开口了 他被人杀了 什么 大妈惊诧地捂着嘴 林东雪现在掐死 徐晓东的心情都有了 大妈问 谁干的 迟到是谁干的 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 徐晓东说着 为自己的幽默感笑了一下 所以你们再查这个 你们怀疑是公司的人 不不 我们就是打听一下 哦对了 这是不要乱说哦 我们警方还没有公开消息 了解了解 林东雪气得咬牙 人家肯定一转身就告诉同事了 然后叮嘱一句 不要乱说 这种话 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 徐晓东自作聪明地问 您知道 孔文德和谁有四仇吗 据我所知 没有 孔文德人员还挺好 即便有那么一两个出不来的同事 可也没到以死相拼的地步呀 林东雪把话题搬了回来 问 刚刚您说的 孔文德为自己全家投保 是怎么个情况 投保啊 我们自己是干保险的嘛 给自己买个保险 是很正常的呀 还有就是 有时候这个月业绩不够 就自己买一份来凑单 这都是正常情况 像我就是全家老小 都在保险柜里 林东雪瞅了一脸震惊的徐晓东 心说 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 真是自作聪明 林东雪继续问 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 他欠下巨额高利贷的事情 这个 大妈欲语又止 要是不知道就算了 我们再去问问别人 徐晓东已经准备站起来了 他磨用了公款 大妈突然说道 两人又坐回来 林东雪惊讶道 什么 您刚才为什么不说 我是才想起来 大妈笑笑 这演技实在太差了 连林东雪都看出来了 对方一定是知道 孔文德已经死了 一方面没有了顾虑 一方面怕遭受怀疑 才告知真相的 如此说来 徐晓东无意中透露的案件 还起到了一些作用 能详细说说吗 是这样的 孔文德负责新人培训这一块 上半年公司的会计 发现了几十单虚报的发票 有几百个新员工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有人以他们的名义 蓄领了一大笔培训经费 总额达到四十万左右 这么多 徐晓东惊呼 这是一查就查到孔文德头上了 这小子自以为滴水不漏 可是公司专事专管 一查不就查到他了 我私下找他对质 他承认了挪用一事 一开始是小额小额的挪 后来越干越大 胆子也越来越肥 竟然挪走了四十万 大家都是老同事 我不想闹到对薄公堂的地步 就勒令他把这个缺口给补上 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 后来他确实把钱还上了 我就没再提着查了 几月份的事情 林东雪说 今年四月 今年四月初 我记得 谢谢您的配合 离开保险公司 林东雪试着把线索汇总一下 他分析道 看来孔文德挪用公款在前 然后老丈人生病 拿这个钱去侨病 然后东窗事后 这才不得已借了高利贷 徐晓东说 说来说去 反正嫌疑最大的就是高利贷 你真认为高利贷会杀人 放高利贷的都是些什么人 你知道吗 都是一些前流氓团伙 黑道分子 你是没有接触过 不了解这些人有多狠 徐晓东振振有词地说 林东雪暗想 要不是陈时之前就提点过他 他也会这样认为 总之他更愿意相信陈时的推测 高利贷绝非凶手 天色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吧 徐晓东笑嘻嘻地说 用不着 我自己打车 明天单位见 说吧 林东雪静止走到路边 招手拦了辆出租车 晚上他给陈时发信息 告诉他进展 陈时没有回复 可能真是睡觉去了 他不禁埋怨 这家伙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么悠闲 隔日一早 他来到局里 先去了一趟技术中队 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中队长彭思绝正对着屏幕看一些数据 从桌上的几罐红牛看 他一定是整宿没睡 来得正好 彭思绝说 桌上有DNA鉴定结果 你自己看吧 林东雪拿起来一看 小男孩的血样和刀柄上那滴血的鉴定结果 竟然是99%匹配 他差点惊呼出来 陈时猜的一点也没错 小男孩和凶手是父子关系 高兴什么啊 彭思绝突然泼了一桶凉水 看第三页纸 林东雪一点狐疑地翻到第三页 看完结果后 他惊讶地说 那滴血 彭思绝在椅子上转过来 手里拿着一袋薄荷糖 那滴血是男主人的 不是凶手的 不对啊 刀柄裂开了 很显然是划破了凶手的手指 男主人的血怎么会溅在上面 这是你们的工作了 我只提供鉴定结果 好吧 谢谢 等一下 昨天和你一起的男人 是谁啊 一个司机 彭思绝摸着下巴沉吟 他说话方式 怎么有点像那个人 谁啊 林东雪问 我并没有对你说话 你走吧 别妨碍我工作 彭思绝冷冷地下起逐客令 哼 摆臭脸给谁看 离开技术中队 林东雪心里嘀咕着 但是转念一想 彭思绝好歹帮了忙 不表示一下说不过去 队里的人还没到齐 林东雪去外面买了一份永安豆浆套餐 领到技术中队 笑音音地说 彭队长 谢谢喽 我给你买了份早点 趁热吃吧 心意我领了 我不吃外面的东西 你拿走吧 彭思绝头也不回地对着电脑 若非知道他就是这种性格 林东雪真想把手里的早餐 扔到他脸上 他还是客气地说 我放桌上了 喂 拿走 彭思绝一回头 林东雪已经不见了 他摇头叹息一声 站起来把门关上 然后打开热腾腾的早餐 尝了一口皮蛋瘦肉粥 抱怨道 真难吃 随后 飞快地将食物吃完了 第27章 紧急任务 会议室里 警员们陆续到场 大案当前 不少人都睡眠不足 但这不影响他们的心情 同事见面仍然笑着打招呼 递烟 林东雪坐在角落里 将DNA鉴定结果 用微信告知陈时 陈时仍然没有回复 他埋怨道 死哪去了 突然吵吵闹闹的会议室 瞬间安静下来 林东雪立即坐置身体 原来林秋普进来了 他威严地环顾一圈下面 说 都到齐了 开会吧 林秋普将目前掌握的线索 汇总了一下 经过技术鉴定 在现场找到的指纹 DNA 唾液煤 鞋印 均没有外人的存在 林秋普说 看来凶手非常狡猾 他没有留下一丁点蛛丝马迹 这也正是他很心虚 他就在死者的人际关系圈内 徐晓东举手说 凶手一定是用502胶 把指纹盖了 可以化验一下 林东雪心想 还就着这件事不放呢 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警员 当即反驳说 有没有用502胶盖指纹 查这个没意义 502胶又不能当法庭上的证物 而且浪费时间 啊 说的有道理 徐晓东碰了钉子 善善地坐回去 林秋普叫人打开投影仪 他工作效率很高 昨天已经将死者夫妻二人的人际关系 排查了一遍 罗列出有犯罪动机的三人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已经查明的高利贷业者 绰号大虎的前流氓分子 大虎这家伙 可以说劣迹斑斑 留下不少案底 此人行踪不明 我想 他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林秋普说到这里 突然顿住了 因为一只手举了起来 从来不在会议上发言的林东雪 固执地举着手 林秋普不能视而不见 便说 林东雪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不明白 高利贷的目的是收钱 一般来说 收不回钱他们会绑架 贩卖借钱的人 怎么会杀人呢 这里面必有隐情 只有找到大虎本人 才能弄明白 那我还有一点疑问 高利贷杀人 为什么要放过小孩子 我说了 只有找到大虎本人 才能明白了 我还有一件事 行了 你别说了 林秋普粗暴地打断 林东雪固满地坐回 新说林秋普这次90% 又弄错方向了 林秋普分派了一下工作 落到林东雪和徐晓冬头上的任务 仍然是无关养痛的外围工作 林东雪和徐晓冬 走访了一上午回来 累得腰酸被痛 在办公室里休息 徐晓冬从抽屉里拿出一盒曲奇 献宝似地说 东雪 尝尝这个 我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饼干 林东雪异性阑珊地看了一眼 说 不吃 吃甜食会长胖 你又不胖 怕什么 来一个呗 在徐晓冬的死劝之下 小太监似的笑盈盈地问道 味道如何 不好吃 口是心非 徐晓冬自己拿了一块放进嘴里 林东雪拿起手机 查看微信和短信 陈时还是没有回复 他心中埋怨 这家伙死哪去了 为什么偏要在这个结果眼上玩失踪 难不成他也没辙了 一扭头 林东雪发现 徐晓冬正在偷看他的手机屏幕 他呵斥道 看什么看 离我远点 哎 你就这么关心他 你这人有毛病啊 我是关心案子 又不是关心他 他跟案子有半毛钱关系 林队那边不是进展顺利吗 这家伙就是走狗使运 破过一次案子而已 你还真以为偏方治大病 高手在民间啊 不可能的 这话说 林东雪耳朵都要听出老简来了 他不理他 自顾自地打开游戏玩了起来 见办公室里没人 徐晓冬从口袋里 掏出两张张学有演唱会的门票 咳了一声 林东雪专注地盯着手机屏幕 他又咳了一声 东雪 什么 我这里有 走廊里突然传来林秋普的声音 所有人集合 在的人全部出来集合 太配枪的 赶紧去枪库支领 林东雪立即放下手机冲了出去 徐晓冬懊恼地垂了下桌子 收起门票也跟了出去 几十名载职警员迅速集合 林秋普深吸一口气 说道 重大情况 交警那边打来电话 刚刚拦下一辆装满现金的轿车 车上四人很可能跟大虎有关系 那辆车已经被拦停 车上的歹徒正在和派出所警员 以及交警僵持 他们手上有枪 众人倒吸了一口气 街头枪战啊 大多数警员这辈子只在电视中看过 心中既不安又期待 众人依次离开 当看见林东雪也来参加任务时 他拦下他 说 你不许去 凭什么 为什么要对我搞特殊 因为我是女人 还是因为我是你妹妹 林东雪愤然甩开他的手 跑了出去 林秋普在后面喊 你射击成绩很辣 你去有什么用 听见这话 不少警员都笑了 林东雪气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他不想在人前丢脸 强忍住泪水 钻进一辆特警的警用车里 这次任务 因为与刑事案件有关 所以刑警特警一起出动 坐在车上 这边的特警大汉们 含笑风云 视若等闲 另一边的刑警们 满脸紧绷 心事重重 大家都穿了防弹衣 体格健壮的特警 穿着防弹衣 显得更加威猛 而刑警们 却好像穿着救生服的 勇客一样伪顿 徐晓东问 这防弹衣 真能挡下子弹吗 能啊 一名特警拍拍防弹衣说 不过子弹的冲击力 会震断几根肋骨 是 什么感觉 挨过拳头吧 就好像一拳头 砸在身上一样 另一名特警补充道 当然 子弹要是打在腿上 或者脑袋上 是挡不住的 还有 要是打穿了腿部的大动脉 也是会死的 徐晓东艰难地吞咽一口唾沫 说 我想上个厕所 对面的特警一起笑了 灵冬雪无奈地仰面浮额 跟这家伙在一起 真是丢人 车突然停了 神游的徐晓东 猛然坐着身体 到了 门开了 特警们鱼逛而出 拍拍徐晓东的肩膀 走吧 又不是上战场 有什么好怕的 徐晓东哭丧着脸 我想先上个厕所 第28章 英勇的徐晓东 来到路上 现场并不像灵冬雪 以及大家想象的那么激烈 歹徒们坐在路旁的花坛后面 派出所民警和交警 则以这边的花坛做掩护 距这里不远处 一辆桑塔纳车 撞倒了路旁的一个水果摊 特警的到来 对民警和交警而言 不斥于神兵天将 刚刚还有说有效的一帮壮汉 立即打着手势 训练有素地在路面上架起防弹盾牌 将阵线向前推进 跟上 跟上 林秋普招手说 刑警们一个个躲在特警强壮的身后 以三路对歹徒形成包容之势 一名特警队长拿出喇叭说 立即放下武器投降 你们现在只是携带枪械而已 还没有伤人 如果伤人或者袭警 将最佳一等 立即缴械 才会有宽大处理 不要逼我们 一名歹徒对着天空开了一枪 枪声吓得不少刑警身子一震 从南边开来的几辆车 突然急刹车停住 特警队长继续说 让我们撤退是不可能的 我再重复一次 立即缴械投降 如果你想硬碰硬 我们奉陪到底 看看你的子弹多 还是我们的枪法准 对方归缩不动 林秋普询问一名交警 什么情况 我们看见这辆车有点可疑 就拦下来了 我同时发现 车里有个大箱子 要求打开 里面全是现金 这事歹徒意识到不妙 突然开车就跑 把我同事给带到地上去了 然后就被我们点到这里了 有人员伤亡吗 万幸没有 我那同事摔了一跤 擦破了皮 不过没有大碍 林秋普点头 对特警队长说 这几个人和目前 我们正在侦破的刑事案件有关 可以的话就抓活的 尽量不要击毙 队长点头 我尽全力交涉 这时 歹徒身后的路口 走出来一对幼儿园的小朋友 有老师领着 众人大惊 原来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林秋普冲那边招手 赶紧离开 危险 不好 歹徒有异动 特警队长说 他们如果有劫持人质的启动 立即击毙 会吓到孩子 林东雪说 哭不了那么多了 特警队长说 幼儿园老师看见这一幕 吓得尖叫起来 那帮孩子 也像受了惊的小鸡仔一样 哇哇乱叫 顿时乱成一团 花坛后面 一名歹徒正跃跃欲试 想冲过去 就在这里 队伍里跑出一个人 众人惊呆了 竟然是徐晓东 他一边跑过去一边喊 快走 快走 回来 林秋普大喊 徐晓东完全暴露在 歹徒的射击范围内 上 特警队长当机立断 众人立即举起盾牌冲过去 从两面包抄过去 只听见一阵激烈的枪声 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大家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环顾四周 看看有没有人中枪 不远处那帮孩子 全部下地蹲在地上 徐晓东在拿身体 替他们当做盾牌 林秋普快步上前 见四名歹徒 全部被反捡双手 按在地上 每人身上都压着一名 人高马大的特警 他问 刚刚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特警队长说 有一个家伙想开枪 被我们打中胳膊 他那一枪打到天上去了 没事 无人伤亡 他好了 呃 林秋普擦擦额头的冷汗 危险结束之后 重担的歹徒被送往医院 剩下三人 则戴上手铐压到车上 林秋普走到徐晓东面前 后者正在安抚那帮孩子 没事 没事就赶紧走吧 下次小心点 谢谢 大家谢谢警察叔叔 孩子们齐齐回答 谢谢警察叔叔 虽然刚刚有不少孩子被吓哭了 可以转眼功夫 这帮孩子又说说笑笑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 对这帮孩子招招手 林秋普收敛笑容 转向徐晓东 大声呵斥道 谁允许你擅自行动了 不 徐晓东支支吾吾 我当时就是一冲动就跑出来了 徐晓东的两腿还在发抖 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回去给我写份检讨 知道了 徐晓东垂头丧气的说 回去的车上 同行的特警对徐晓东的勇敢行为 大家赞赏 一名特警说 我们队长夸你来着 说你当时太勇敢了 要不是你当机立断 歹徒跑到孩子中间 演变成劫实事件 就很麻烦了 另一名特警说 队长还问你叫什么名字 要不要考虑加入特警队 徐晓东尴尬的骚头笑笑 说 没什么 我就是头脑发热罢了 林东雪也拿胳膊肘了一下徐晓东 笑道 虽然你受了处分 可在大家心中 你绝对是这一次任务的大功臣 一听这话 徐晓东喜上眉梢 心里像吃了蜜似的甜 歹徒的车也被开回了市局 当警察们打开后车厢一看 众人全部惊呆了 后车厢里有一个滴血的麻袋 麻袋里装着一具蜷缩成一团的男尸 林秋朴确认死者相貌之后 立即认出来 此人正是他们要找的大虎 另外 车内的手提箱里装有大量现金 目测有一千多万的样子 这可是一笔大数目 审讯工作立即开始 林秋朴亲自参与 其他警员则站在外面旁听 审讯室里 林秋朴翻看着几人的档案资料 对受审的其中一名歹徒说道 你们几个都是大虎的手下 说说吧 车上的钱和尸体是怎么回事 嫌疑人拼命摇手 政府 这不关我们的事 不关我们的事 你觉得我会信吗 尸体和现金就在你们车上 你们还公然持谢袭警 这如果都不关你们的事 怎样才关你们的事 对方支支吾吾 不肯明说 林秋朴怒拍桌子 老实交代 你还有从今发落的可能 我明确告诉你 现在你的同伙 正在其他审讯室接受审讯 倘若你先招出实情 还能捞个戴罪立功 少判几年 可如果你犹豫了 这最后一线希望没你的份了 这招果然动摇了对方 他的眼神开始闪烁 嘴唇吸动着 像要开口 然而 他毕竟是流氓分子 提防警察是骨子里的习惯 这还不足以撼动他 林秋朴继续进攻他的心理防线 你年龄最大 资历应该比那三个都要老 现在你的老大也死了 你已经没有效忠的对象了 究竟要替谁考虑 好好想清楚吧 嫌疑人突然哇一声哭了 说 政府 我全招了 第二十九章 人算不如天算 嫌疑人称 大虎是被人杀掉的 他们今天到事务所才发现 人死得很惨 脑僵子都被人砸出来了 他们做这行的 肯定结仇比较多 但也不可能说报警 按理说 他们应该联系大虎的大哥 可是几人一和解 不如来一个顺手牵羊 商议已定 他们把保险柜里的 一千多万现场取走了 然后准备把大虎的尸体 弄到野外埋了 这不就等于大虎卷款潜逃了吗 上面查下来 也是死无对证 他们四人就可以做地分赃 即便哪天大虎的尸体被找到 也不会怀疑到他们头上 自然有杀大虎那人背黑锅 他们原本是打算去埋尸 顺便把钱转移走 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带了这笔巨款 心里自然不踏实 所以就带了几把自制的手枪防身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谁承想路上被交警给劫了 情急之后才出此下措 说完 嫌疑人道 哎 这也是命啊 看来我们几个注定发不了横财 老话说的一点也不假 命力七尺 莫求一丈 林秋普冷冷地看着他 笑道 边 接着边 嫌疑人慌了 把手铐晃得哗哗作响 说 政府 我可以对天发誓 如果有半句假话 叫我吃枪子 本来贪污黑道的钱就是完命的勾当 我不求什么从宽发落 我只求一件事情 千万不能把这事捅出去 要不然 我们就完了 这时彭思觉来了 说 林队在里面呢 在呢 林东雪回答 彭思觉拿起审讯室外面的电话 里面的电话响了 林秋普拿起来 彭思觉说 林队 尸体看过了 死因是顿气 击打头部造成的闭合性颅内伤 死亡时间估计三天左右 尸体的衣服上找到了这几人的指纹 可是从分部看 应该是搬运时留下的 另外 尸体手部有抗击伤痕 凶手身上肯定留下了余青 林秋普点头 把电话挂了 问嫌疑人 你们老大什么时候死的 不知道 早上一去事务所 发现人躺在地上 脑袋叫人开了花 你那个事务所 周末不开张吗 开张 只是这两天 我们下去收账了 收账收两天 对方是下面的乡镇企业 这笔款子比较大 老大说钱收上来 我们可以拿10%提成 也算是走运吧 顺利把钱收上来了 把款子打到老大账上之后 我们就拿着那笔钱玩了两天 所以星期一才回来 哼 你们过得倒是逍遥自在 政府 你是误会我了 我们民间贷款也不容易啊 经常碰到老赖 还有那种要钱 没有要命一条的主 有一次我在江西 被一个老赖砍了一刀 差点没把脑袋砍下来 让你说这些了吗 你和大虎最后一次联系 是什么时候 上周五 嫌疑人望着天花板回忆 大概晚上六 七点的样子 老大问我们到了没有 我说到了 就说了这个 你觉得谁会杀大虎 多了去了 嫌疑人说了一堆名字 记录员统统记下 结束审讯 林秋普叫人把他带出去 被带走的时候 他还在拼命祈求 千万不要把这事捅出去 求你了 林秋普来到外面 揉了揉脖子 望着警员 这警员们期待的脸 他说 你们都听见了吧 觉得他说的是几分真的 大家都在思考着 彭斯觉得 这种人嘴里不可能全是真话 但有一点可以确信 杀人的事情不是他们干的 林秋普皱着眉头道 人先压着 去核实一下 他所谓的不在场证据吧 说把他转身离开 不知是否林冬雪的错觉 哥哥的背影有点落寞 也许是因为线索断了吧 原本希望最大的目标突然死了 而且是死在案发之前 这意识着 整个调查都得重来 警员们也站在原地沉默着 直到有人催促说 散了散了 但活吧 林冬雪掏出手机 陈石仍旧没有回复 他试着拨了一下陈石的电话 想了几下陈石才接 他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说 不好意思 我在车上睡着了 电话那边有汽车行驶的声音 林冬雪说 你开着车睡觉 你瞧你 思维定势吧 我就不能坐车呀 坐车去哪 你怎么一条信息都不回呀 我还当你失踪了呢 陈石顾左右而言他 案子怎么样了 有突破吗 没有 线索断了 意料之中 对了 帮个忙 去说服 你哥做一件事 什么 立即在全市个交通出口查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他的相貌和死者酷似 你究竟在卖什么关子 乖乖听话 去吧 林冬雪不高兴地挂了电话 嘀咕一句 故弄玄虚 他立即去了林秋普的办公室 办公室没关门 林秋普一脸沮丧地坐在座位上 把头发都揉乱了 正拿着桌上的合影 罩在自言自语 前辈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查 林冬雪敲了下门 林秋普立即坐置身体 语气又恢复正常 怎么了 陈石他说 需要你帮个忙 说完 林秋普挑着眉毛 找一个和死者酷似的人 没有名字 没有身份证号码 这工作量太大了 不行不行 我不能仅因为他的一句话 就动用这么多公众资源 可是哥 你别用这种语气 我们现在线索是断了 但我也没到病急乱投医的程度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他呢 我还想问你 你为什么愿意相信他 一个业余人士的灵光一现 难道比这么多警察的直觉还要可信 极贤度能 狠狠撂下这句话 林冬雪头也不回地走了 冬雪 林秋普伸出一只手想要挽留 却已经挽了 他又变回一脸沮丧的表情 对着照片说 前辈 你如果在这里就好了 我现在是前驴技穷了 林冬雪气的朝走廊的垃圾桶踢了一脚 他拿起手机 准备将这情况告知陈时 没想到他发来一条信息 饿死了 帮我点封外卖 一定要有肉 林冬雪气的笑了 回复 点到哪 菊力 我马上过来 第三十章 陈时的进展 过了一会 陈时风尘扑扑地进来了 看着他脸没洗 胡子没刮地邋遢样 林冬雪调侃道 你去哪了 刚从非洲回来 也差不多了 累死我了 一晚没好好睡 饭呢 已经送到了 两人来到办公室 大家都忙活去了 陈时打开饭盒 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不时夸奖一下饭菜 看他吃饭 林冬雪都有点饿了 可是他更期待的 是他关于案件的看法 结果陈时一句也没说 林冬雪猛地一拍桌子 哎 光顾着吃 陈时上下打量了一林冬雪一眼 到 换发卡了 挺好看的 林冬雪气得笑了 谁要你说这个 你是不是查案去了 嗯 陈时嘴里塞得满满的 先说说 你们这边的进展吧 林冬雪一五一十地说起来 听完陈时说 你得的方向是错的 是啊 可他不听你的 没事 让他多吃几次亏 才能学会虚心求教 那你究竟查到什么重大线索了 林冬雪仔细观察他的反应 试探地问道 你肯定查到什么了吧 陈时加了一块紫菜 笑道 这条线索太震惊了 我想留到最后一刻掀开 请让我保持一点神秘感 你这家伙 真是气死人了 与此同时 徐晓东从走廊里走过来 手里拿着两张演唱会门票 边走边嘀咕 东雪 和我一起去听演唱会吧 这周末你有空吗 你喜欢张学友的歌吗 换了几套方案 都感觉不合适 不知不觉 已经来到办公室门口 一抬眼就看见两人在里面有说有笑 顿时备受打击 整个人僵在那里 陈时一抬头和徐晓东四目相接 笑咽咽地问 吃过了吗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徐晓东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刚来 对了 拜托你一件事情 我没开车 待会一起去趟医院 什么 叫我开车送你 你谁啊 怎么了 小伙子 吃了枪药了 一肚子不爽的徐晓东 被他一次击 灯时爆发出来 说 东雪 你干嘛老跟这个司机在一起 你也太迷信他了吧 我不相信 他能把案子破了 要不要打个赌 陈时笑道 鬼才给你打赌 我不吃这一套 没自信 身为警察 却连一个司机都不如 激将法虽然老套 可总是屡事不爽 徐晓东的自尊心 立即被激起来了 他高声说 好啊 打赌 赌什么 赌你手上那个 徐晓东忙把手上的门票 藏在背后 可是上面的内容 早已被眼见的陈时看见 徐晓东说 你 你要这个蛋麻 我可喜欢歌神了 早听说他要在龙安办演唱会 可惜票钱太贵 舍不得买 你也太会占便宜了吧 既然打赌吗 公平一点 我赢了 这两张门票归我 我输了 这票钱我掏 好吗 徐晓东私存着 虽然嘴上不承认 但他心里觉得 这家伙可能确实有两把刷子 两把刷子 自己是不是上当了 但当着林东雪的面 又不甘心就这样认怂 他说 附加条件 你不能利用目前的线索 包括照片 画验数据 证物等 好 诚实爽快地答应 现有的线索我一概不用 不过 我自己找到和查到的不算 一言为定 徐晓东看了一眼林东雪 心想 只要破了这案子 林东雪一定会对自己刮目相看 那我先告辞了 离开的路上 徐晓东思量着 虽然现在头号嫌疑人不存在了 但还有二号 三号 四号嫌疑人 挨个走访一遍 一定会有收获 动作要快 绝不能让这个情敌占了先机 徐晓东走后 林东雪奚落到 你可真缺德 自己明明胸有成竹 还要打赌 也未必啊 没准我这条线索是错的 破案嘛 就是不断是错的过程 多一个人去是错 就多一份侦破的几率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仔细一想全是歪理 这可是 你自己挑起来的 我可不管 不管谁赢谁输 你都有演唱场可听 这不是渔翁得利吗 胡说八道 林东雪正色道 我对他又没感觉 我觉得 你们挺般配的 造谜 林东雪养了养粉拳 我说错了 陪我去趟医院吧 看那孩子 不 是另一家医院 两人旋即驱车来到 一家医院 陈石并没交代要做什么 只是告诉林东雪 在必要的时候 出示一下证件 两人找到一位医生 陈石说 您好 我们想要一份体检报告 你们是什么人 陈石地眼色 林东雪亮出证件 我们是刑警 正在查一宗案子 希望您配合一下 哦 警察同志啊 试镜试镜 要查什么 某某保险公司的员工 是不是在你这里做的体检 有印象 公司体检 一般是哪些内容 血肠规 尿肠规 肝功能 血糖这些 我想找一个叫 孔文德的人的体检报告 林东雪错愕地看了陈石一眼 小声问 找他的蛋麻 陈石只是挤了下眼睛 医生很快从档案库中 找到孔文德的体检报告 并打印出来 陈石扫了一眼 说 上面的数据属于正常吗 这个人显然是血脂有点偏高 另外有点脂肪肝 和泪风湿病的前期症兆 好的 谢谢 离开医院 林东雪再也忍不住了 追问道 你究竟在找什么 怎么又开始关心死者的身体状况了 陈石站住 你说 我卖关子 那我现在给你提个醒 现场没有找到任何外人的指纹和DNA 凶手对孩子手下留情 凶器上的那滴血 被证实是死者的 这些线索连起来 你能猜出真相吗 如果这还猜不到 我看你是真的笨 林东雪皱眉想了半天 摇头 你告诉我吧 陈石拿文件拍了一下他 看来你是真的笨 走了 回局里花燕一样东西 第31章 惊人的真相 两人回到局里 静止来到技术中队 陈石对彭斯爵说 彭队长 请你帮我化验一样东西 彭斯爵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问 什么 还记得凶器上那滴血吧 已经验过了 不 我不是要化验DNA 我是要化验一下他的血脂含量 再和死者的做一个比对 彭斯爵静静静地看着陈石 回答 我凭什么听你的 现在手上火很多 没工夫理你这些要求 林队又开始调查了 林东雪问道 嗯 他刚从大虎被杀的现场回来 带回来一些证据 现在挺忙的 请回吧 林东雪揪了一下陈石的衣角 报 那咱们走吧 彭队长 陈石突然提高音量 你给人的印象 一直是个冷静客观的人 可你刚刚说的这句凭什么听你的 我认为就非常主观 既然我是参与侦破人员 为什么不能使用这里的资源 难道你这里也是看脸的吗 彭斯爵突然站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陈石 说 我的人品怎么样 轮不到你来指摘 林东雪吓坏了 他入队以来 头一次见彭斯爵被人惹毛 陈石这家伙 简直就是属狗尾巴草的 谁都敢招惹 他不停地揪着陈石的衣服 示意他走吧 但陈石并不理会 他语气软下来说道 求你帮我这个忙 当然我也不是白求你 陈石从口袋里 掏出一包薄荷糖 放在桌上 一点小意思 彭斯爵愣住了 笑道 拿我当小孩子吗 再贵的东西 我也拿不出来了 化验血脂 为什么要化验这个 你必须说明 你会帮我吗 看你说的是否合理 这样 你先验出来 等看到结论 我再说明 就更直观了 彭斯爵陈膺片刻 道 你最好不要骗我 我这人很记仇 你要是骗我 下次就别再进这个门了 哪敢 陈石笑笑 彭斯爵去冰箱里 取了血液样本 在操作台上开始化验 一边打开陈石送的 这包薄荷糖吃起来 实验室里很安静 林东雪不敢大声说话 同一个人的血氧 有什么好验的 同一个人吗 你咋这么不开窍 我都给你提示那么多了 还想不明白 林东雪灵光一现 莫非 莫非 说啊 陈石笑着鼓励道 莫非那滴血 是以前流下的 陈石无奈望天 你这脑回路 我服了 去死 林东雪踢了他一脚 彭斯爵两手 各拿着一根试剂条 惊讶地抬头道 两个血样的血脂含量 天差地别 可是他们的DNA却是一样的 我明白了 双胞胎 双胞胎 林东 林东雪震惊 陈石眼带笑意 这就是真相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彭斯爵问 一开始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想 现场怎么可能完全没留下凶手的指纹 DNA 拖叶眉 凶手为什么不对小男孩下手 还有一件事 那天我们对小男孩提到爸爸妈妈的时候 他突然表现异常慌张 所以 我去了一趟孔文德的老家 找到了他的父母 这也是再度 假如案发前后 孔文德和家里通过气 那么我铁定什么也问不出来 我花了一些手段 从他父母口中得知 孔文德出生的时候 其实是一对双胞胎 但是当时家里太穷 养不起两个孩子 就抽签决定遗弃掉其中一个 他的父母 把那个遗弃的孩子 放在了林镇的一家寺庙前面 后来就再也没有下落 有这条线索 整个案件一下子就说通了 现场的男士并非孔文德 而是他的孪生兄弟 孔文德才是凶手 小男孩亲眼看见了自己父亲杀害母亲 老了 所以才会精神失常 也许小男孩也在孔文德的灭孔名单上 可是毕竟虎毒不食子 他最后还是没下得去手 听完陈时的长篇大论 林东雪和彭思绝都震惊得良久说不出话来 陈时又说 听着很荒诞吧 现实有时候比小说还荒诞 其实这种双胞胎互换身份的杀人案 并不是没有潜力 美国德州则有一个双胞胎妹妹杀了姐姐 和姐夫同居了几个月 后来是因为一场火灾暴露了线索 警方在他家里找到他本人的尸体 当时警方的反应跟你们也差不多 后来才知道 死的那个是凶手的孪生姐姐 所以 你让我找我哥 去找一个和孔文德很像的人 林东雪问 你认为他会逃离龙安市 不 其实我觉得他大概率还在龙安 我拜托我的司机朋友帮忙 搜集了一下 室内心境张贴的寻人启事 里面并没有和孔文德很像的人 如果我是他 我这个时候会躲在哪呢 没错 我会假扮成自己的孪生弟弟 取代他的身份 龙安这么大 警方想破头也想不到吧 林东雪惊讶地看着陈时 他以为他这两天在摸鱼 原来他暗中做了这么多事 几乎独自完成了侦破工作 一个人胜过一支专案组 他心中不禁再次想问 陈时 你究竟是什么人 之前验尸的时候我就发现 尸体的手上有很多老简 脊椎有轻微的腰间盘突出 我猜想他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我去通知林队 按这个线索去查 彭思学说着 就准备去取桌上的手机 彭队长 谢了 陈时说了一句 便转身离开 出来的路上 林东雪表现得很不高兴 这没有逃过陈时的眼睛 他问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让我来猜猜 我之前说要让你立功 现在就通过彭思学 把真相告诉了你哥 不高兴了是吧 没有了 谁破案不是破案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林东雪绝着嘴说 陈时掏出手机编辑其短信 原本等着安慰的林东雪 看见这个举动 心里更不高兴了 陈时发完短信说 共享情报是合作的基础 如果我藏着掖着 害整个专案组浪费警力和时间 这就是原则和人品问题了 告诉归告诉 你哥未必就能抓住人 而且 我有一个更快抓到孔文德的办法 是什么 林东雪眼前一亮 跟我去趟报社 第32章 该来的 终于来了 隔日一早 林秋普来到单位 去技术中队取一份化验报告 彭思觉又在这里待了个通宵 咖啡机上正香喷喷地煮着蓝山咖啡 彭思觉盯着电脑屏幕 头也不回地说 林秋普都是喝龙井 但这两天忙于破案实在太疲惫了 闻到咖啡味 他便自己动手倒了一杯 彭思觉就是这样的人 他从不跟人客气 也用不着跟他客气 苦苦的咖啡喝进肚里 林秋普感觉昏沉沉的头脑清爽了许多 他说 多亏了你啊 老彭 要不是你想起来化验血脂 我们打死也想不到凶手竟然是他 对了 你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 不是我想到的 是陈石告诉我的 陈石 哪个陈石 林秋普一惊 手里的咖啡杯差点打了 陈石吗 不就是你瞧不上的那个司机 他 林秋普震惊地放下杯子 心中十分不快 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 怎么又一次抢在专案组前面 昨天得到这条线索之后 他还满心得意 心想 这次一定能赢过他 彭思觉淡淡地说 我是不是不该告诉你的 林秋普甘笑一声 是我让他协助破案 有什么该不该告诉他 你俩没打什么赌吧 这次 没有 那就好 省得你在妹妹面前丢人 换做是别人 林秋普可能立即就发火了 但彭思觉不是别人 林秋普喝罢咖啡 拿起报告说 我先走了 彭思觉并没有一句道别的话 他仍然专注地看着电脑 上面是一份户籍资料 姓名正式陈石 这份资料最后一栏填着于2016年失踪 彭思觉沉吟道 你究竟是谁呢 林秋普来到会议室 距离他定下的破案时间 还剩下不到十小时 今天的案情分析会上 也不准备说什么了 案件已经明朗了 调动所有力量去搜捕吧 会议室里 众人正在传看一份报纸 林秋普站在几个女警员身后 对方起初没发现 待发现之后 几人吓了一跳 立即站直身体 林队 你来了 看什么呢 呃 今天的龙安早报 不知道哪个记者 把这案子给捅出去了 写得还挺详细 什么 让我看看 林秋普接过报纸 快速浏览一遍 报上把案件经过详细地写了一遍 还添油加醋地说 当受害人的孩子醒来 看见全家被杀 竟无助地从三楼跳下 摔坏脑袋 这个可怜的孩子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孤儿 希望全是好心人 可以伸出援手 捐助热线 林秋普记得几乎要把报纸撕了 他对着全是的人吼道 谁把消息捅出去的 大家皆一脸茫然 读读林东雪脸上掠过一丝慌张 因为他知道 这是昨天陈时告诉一名记者的 当时他也在场 期间他也劝过陈时 说他哥要是知道肯定得发飙 陈时却坦然地笑道 没事 第一 我不是队里的人 第二 林队事先并没事先要求我保密 还有就是 反正出了事有我背锅 你怕什么 这份报纸便是陈时社 陈时社制的诱饵 虽然陈时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可林东雪却不以为然 孔文德真的会看见报道后 冒着危险去医院探望自己的孩子吗 今天的任务 仍然是继续搜寻孔文德 全部交代完毕 林秋普叫大家先散了吧 然后叫住两名警察 老张 小张 你俩去医院监视 林东雪一惊 他的反应被林秋普看在眼里 林秋普走过来说 想立功 也不能这么干 林东雪红了脸 道 是陈时的主意 我就猜到 林秋普咬了下牙 林东雪站直身体 林队 我请求一起去医院监视 定定的看了林东雪几秒 林秋普说 去吧 你先别得意 我可不是想叫你立功 因为我敢肯定 他这艘主意没有用 我们已经在全市搜捕孔文德 这么大动静 他躲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冒着风险现身 况且 瞅瞅你们挑的这报纸 销量才十几万份 你觉得孔文德会看到 自作聪明 说吧 林秋普走了 林东雪长松了口气 他从另外两名警察来到医院 按之前的约定 陈时已经早早守在这里 那孩子的身体已经恢复 只是精神上受到太大打击 仍然呆呆的 陈时在他房间里 仔细地削着苹果 不时逗他说话 你出来 林东雪说 把切好的苹果放在盘子里 陈时走出来 仍旧一脸笑意 怎么了 气冲冲的 瞧你的搜点子 我哥识破了 他还说 这报纸销量才十几万份 孔文德可能根本不会看到 是 销量是不高 但不代表阅读量不行 知道我为什么选 这份报纸吗 因为他便宜 好多早餐铺都有定 客人看完就拿他包早点 孔文德总得吃东西 他很可能看到 如果看不到呢 凡事都是有风险 我只能说 孔文德大概率会来这里 但愿像你说的一样 监视工作是很无聊的 小男孩和谁都不愿意说话 独独和林东雪可以聊两句 但是每当提及家里人 他就暗淡落泪 一想到这小男孩 一下子失去双亲 林东雪一心中感伤 落了几滴泪 陈石说 有些人远看可憎 近看可怜 明明有家有事 却因为各种缘故走上绝路 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说这话时 陈石眼色沧桑 林东雪称怪道 说的你好像接触过好多罪犯似的 电视剧里看的吗 对了 我最近在追 独心神探 陈石又恢复那笑嘻嘻的表情 时间一晃就到了下午 林东雪有点着急 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看着医院人来人往 他心中的幻想一点点破灭 孔文德根本不可能来吗 虽然嘴上不说 可他心里是非常想立功的 想要向林秋普证明自己 眼看着一切成泡影 他心骄不已 这时 走廊里突然传来刺耳的警报声 红光闪烁 护士大喊 有火警 有火警 赶紧避难 陈石从屋里跑出来说 该来的 终于来了 第33章 真凶伏法 林东雪诧异地问 你怎么就能肯定 也许只是单纯的意外呢 因为如果是我 也会这么做 你带枪了吗 林东雪拍拍衣服 带了 不过提个醒 我枪法一般哦 另外 两名警察从屋里出来 拉住一名护士问 哪里失火了 护士回答 好像是东面的一个仓库 别的倒没什么 主要是里面有些氧气罐 就怕发生爆炸 已经联系消防队了 护士匆匆而去 两名警察交换了一下神色 小张说 去帮忙救火吧 老张警铃20年 经验丰富 他说 这一定是嫌疑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现在绝对不能离开这间病房半步 火在东边 这里是西边 不会影响到的 陈石说 您二位在这里盯着 我去楼梯口看着 他拉上林东雪就走 走廊里不时跑过护士 和两人几乎相撞 林东雪说 喂 现在这么危险 不要乱跑好吗 笨蛋 你以为孔文德会去哪 难道不是这里 报道上写的小男孩昏迷不醒 所以他肯定会去ICU病房 林东雪恍然大悟 整个医院陷入慌乱之际 一个人影悄悄溜进来 他挨个推开ICU病房的门 检查病床上躺着的人 看过之后 似乎没找到自己所要找之人 便轻手轻脚地离开 准备去另一个病房 这时 一把手枪顶在他的太阳穴上 他下意识地举起手 孔文德 你被捕了 林东雪说着 剪下手铐 抛给站在另一侧的陈石 陈石接住 麻溜地把孔文德压在墙上 反考住双手 孔文德穿着一件卫衣 把脑袋遮住 他焦急地问道 我儿子呢 你还知道来看儿子 陈石冷笑 他现在已经没有大碍 在普通病房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报道上不是说 孔文德转过脸看着陈石 突然明白 这是一个局 悔恨已经晚了 从他做下这件事的那天起 就无数次想到这种结局 手铐清脆地靠上之后 他心中那根绷得紧紧的弦 反而松了下来 让我见见他吧 孔文德祈求道 见完之后 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 陈石说 见他可以 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不怕在他心中留下阴影吗 他的精神刚刚恢复 为他考虑一下吧 孔文德的嘴唇哆嗦着 慢慢蹲下来 好淘大哭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看着这个中年男子 放声大哭的模样 林东雪有一丝同情 仍然一想到他干下的事情 那点同情便灰飞烟灭 这是他旧游自取 是他活该 你在哪方的火 陈石问 孔文德抽气着回答 我没放火 就是拿打火机 烤了一下火警感应器而已 毕竟我儿子在这医院 我怎么可能放火 原来是一场虚惊 林东雪通知两名警察 听说嫌疑人已经伏法 两人大感震惊 随即 他们把孔文德压到了车上 林东雪看了一眼手表 时间是下午三点 正好赶上了专案组 给自己设下的48小时期限 孔文德被扭送回局里之后 林秋朴除了震惊之 而震惊之外 也把在外面搜捕的警员 全部召回来了 并宣布本案告破 会议室里掌声雷动 人人欢呼 除了徐晓东脸色不快 等众人安静下来 林秋朴站在台上说 这次能够在48小时内破案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一下 他就是 众人屏息等待 林秋朴环顾一圈 说 哎 他人不在吗 林东雪说 他说饿了 出去吃饭去了 让他进来 林东雪找到 在附近馆子里 刚点了一碗牛肉面 准备开吃的陈石 一听林队要现场点名表扬 陈石皱着眉头说 有没有搞错 之前还对我有意见 突然转变态度了 你真打我个当小心眼啊 你的功劳 他当然得提一下了 我不去 说好了功劳归你 再说 我又不是警察 我就是一个热心市民 胆紧的 大家等你呢 我先把面吃了 结账 结账 林东雪把钱扔在桌上 硬拉着陈石离开 回头我请你吃好的 陈石被请回会议室 林秋朴虽然面有不快 可还是轻轻喉咙 说 这次咱们能破案 多亏了陈石沉先生提供帮助 他不是咱们队里的人 没有正式表彰 所以我建议大家 把掌声送给他 众人一起补掌 一向坦然的陈石 倒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林秋朴虽笑一下 说 陈先生 上台说两句吧 免了免了 陈石摆手 来吧来吧 去吧去吧 林东雪也在后面推他 陈石抱怨一声 这对兄妹 走到台上 望着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他沉默了几秒 才从口袋里 掏出几张发票 我知道 奖金没我的份 不过这几张发票 能不能报销 我说完了 谢谢大家 说吧 他鞠了一躬 在众人惊诧的视线中下台了 林秋朴咳了一声 行了 案子虽然结束 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 继续忙回去吧 解散之后 徐晓东找到陈石 掏出两张演唱会门票 说 陈哥 我愿赌服输 我承认是不如你 哇 想不到你这么坦诚 陈石拿过门票 你是不是打算 请林东雪一起去的 徐晓东羞愧地承认到 票都输给你了 还有啥好说的 陈石拉过他的手 把两张票拍到他手上 说 我逗你玩的了 真以为我惦记你的票啊 喜欢人家就勇敢一点嘛 去邀请他呗 徐晓东惊讶地瞪大眼睛 这话是应该从情敌口中 说出来的吗 还是说 他一直都弄错了 陈石并不是他的情敌 你真不要啊 我不要 我们90后都听周杰伦 什么格神 我根本不认识 陈石笑笑 转身朝审讯室走去 他可不想错过 接下来的审讯 徐晓东冲着他的背影喊 你是90后 1890后 不行吗 陈石回声笑道 徐晓东望着手上的票 失而复得 越发珍惜 心里盘算着 今天一定要送到林东雪手上 第34章 自私的男人 审讯室里 孔文德坐在审讯椅上 垂着脑袋 林秋普和另一名老警员 以及记录员坐下 轻轻喉咙开始提问 姓名 审讯室另一侧的闭露电视前面 专案组全员几乎都聚集在这里 他们都很关心这案子的真相 当然 陈石也在场 交代完基本信息 林秋普说 孔文德 你会坐到这里 想必原因不被我来说了吧 交代一下你做过的事情吧 孔文德抬起头 我招了 能同情吗 这得看你的合作type 林秋普说 其他在场的人都明白 孔文德手上 至少有三条人命 死刑是跑不了的 一阵沉默之后 孔文德说 我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还得从我挪用公司款项说起 我在保险公司发现了一个漏洞 就利用他不停的挪用公款 一开始是小笔小笔的 后来越来越大 到今年三月 我已经挪了快四十万公款 这钱我原本是打算存着以后买套学区房 没想到去年末的时候 老丈人生病了 胃癌 几台手术下来 几乎就花光了存款 我恨保险公司 投保的时候说的好好的 结果理赔的时候 却一直扯皮 赔得那点钱 只够付床费 如果当时他们痛快的理赔 我想 就不会有僵下来的事情了 林秋普打断他 现在是要你交代 你别给我找其他原因 说你自己 孔文德要了边烟 抽了一口继续说 老丈人的病 一直拖到今年三月 然后死了 我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结果眼上 我的主任竟然发现了挪用公款一事 以告上法庭 为威胁 让我把漏洞补上 我当时急得没有办法 就借了高利贷 原本我也想过卖房子 可我心中有一条底线 绝不能牺牲家人的幸福 听到这句话时 林秋普微微露出一丝嘲讽的笑 这个声称 绝不牺牲家人幸福的男人 竟然之后亲手灭了自己全家 高利贷这东西 确实占不得 利滚利 我信用卡都刷爆了 也还不上利息 那帮家伙隔三差五在我家 在公司赌我要账 把我逼得没法没法的 大概是今年五月份上 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我的孪生兄弟来找我了 起初我并不知道 我有这个兄弟 他在一家饭店打工 我俩一见面都呆住了 我们几乎是一个模子客出来的 我打电话给家里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我有一个孪生兄弟 只是小时候家里穷被遗弃了 我和他一起吃过几次饭 他见我西装革履的 以为我混得不错 言谈之中透着 想叫我帮一把的意思 我心里只是苦笑 他羡慕我 我还羡慕他呢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逍遥自在 哪像我现在 几乎快走投无路了 因为欠钱的事情 我和老婆五天一大吵 三天一小吵 加上高利贷的催债 我工作上又老是玩不成业绩 各种压力逼得我要疯 那是我恨周围的一切 我考虑过去死 给家人留笔钱 可是一想到保险公司的嘴脸 一想到 我老婆整天骂我窝囊费的样子 我又想 我干嘛要去死 是这些人该去死 说到这里 他目入凶光 一瞬间从一个温和的中年男人 变成凶暴的罪犯 上礼拜五 我拿着东拼西凑借来的钱 去了趟高利贷那边 准备先还上一部分 却被告知现在 我的负债是八十万 比当初整整翻了一倍 我和大胡理论 说他这个不合理 可那个臭流氓却冷嘲热讽 还说 要是还不上 就卖器官 卖老婆 卖儿子 我当时一股热血冲到脑袋上 抄起桌上一样东西 一样东西 就砸在他头上 回过神来才发现 人已经没气了 我害怕极了 我的人生就要这样毁掉了吗 我在那里做了很久 突然想到一条计划 一条金蝉脱鞘的完美计划 反正我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不如赌一把 于是我把现场收拾干净 匆匆离开 然后去药店买了一些安眠药 回到家 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我心中反复做着思想斗争 真的要把全家都杀掉吗 我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孪生兄弟的事情 我家人也知道 必须灭口 无独不丈夫 如果我不做 警察就会来找我 我就得坐牢 况且这样的日子 我已经不想过了 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重新开始人生 我为什么不抓住他 说着 孔文德露出一丝病态的笑容 他仿佛忘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仿佛还在回味 筹划这一切的那个夜晚 礼拜天 我联系了我那个孪生兄弟 请他来家里聚聚 见见嫂子 这天晚上我找到他 我俩吃了饭 我请他去一家会所找小姐 趁此机会我赶紧回家 老婆弄了一锅银耳莲子羹 于是我把准备好的安眠药粉末 放进食物里 然后走了 大概晚上十一点左右 我和那个孪生兄弟一起回来 我特别注意 没让监控器拍到脸 进了家之后 家人果然全部睡着了 电视还开着呢 我让孪生兄弟 喝完银耳莲子羹 自己进了卫生间 原本我在卫生间藏了一把锤子 结果发现 让老婆收起来了 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娘们 我那孪生兄弟在外面敲门 说他也要上厕所 我思来想去 已经没有退路了 就拿起水箱的盖子 然后对他说 你把我厨房灯灌一下 趁他一扭头的时候 我用力往他脑袋上砸了下去 这一下他就死透了 水箱盖也砸得粉碎 好像把我的手也划破了 当时太兴奋 我没注意到 然后就开始计划的下一步 我先杀的是老丈母娘 老实说 杀他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他死的时候惨叫了一声 可把我吓坏了 我老婆还被惊动跑了出来 我吓出一身冷汗 打开门 一刀劈在他头上 他倒下之后 我又补了一刀 感觉他死透了我 才走进卧室 孔文德吞咽了一口唾沫 继续说 我儿子也被动静吵醒了 我打开卧室门 看见他塑在被窝里 两眼亮晶晶地看着我 我心里有点难过 我怎么能对自己的 轻生骨肉下的巨手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 最终我还是下不去手 所以我赶紧收拾了 一下现场就走了 如果当初我能下得了狠心 现在你们也不可能捉到我 说来说去 我毕竟只是个普通人 干不出那么绝情的事情来 果然要成事 就得心硬如铁才行 说到这里 孔文德埋下脑袋 捂着脸 林秋普和外面的一众警察都听呆了 这个人已经完全扭曲了 林秋普说 你错了 你儿子并没有透露任何线索 你现在会坐在这里 是因为你的犯罪 根本就漏洞百出 犯罪本身就是一个弥天大谎 世上根本没有完美犯罪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已经没什么可问的了 审讯就此结束 亲眼见证一个普通人的堕落 警员们各个感慨良多 林东雪说 虎毒不食子 这家伙虽然内心扭曲 但毕竟还是有一丝人性的 陈石摇头 你错了 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爱儿子 本质上就是爱自己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 在他的意识里 杀人成了唯一的解决途径 正是因为他本性冷漠自私 而这样的人 在人群中还有很多很多 没有像孔文德一样被逼到绝路 第35章 演唱会 9.27特大面门惨案 在各大媒体上 很是热闹了一阵 这次的报道上 又出现了好心市民 龙安市的论坛里 网友不禁猜测 这位连续两度出现的好心市民 究竟是什么来头 进入十月 陈石的火又忙起来了 每天起早贪黑的跑出租车 跟乘客天南海北的闲聊 也乐在其中 这天他接到林东雪的电话 把一名乘客送到目的地之后 他立即去了市局门口 林东雪今天还是一身清爽打扮 他拉开车门坐进来 然后重重关上门 陈石从后视镜贴了他一眼 说 怎么了 林大小姐 谁惹着你了 你 陈石从烟河里抖出根烟 我怎么了我 是不是你鼓励徐晓东 来邀请我去听演唱会的 我明确声明 我没有鼓励他 我就是说 追女孩子要勇敢一点 林东雪气得要笑 这还不叫鼓励 你的人家没意思 就直说呗 用得着找我撒气 拜托 他又没表白 我说什么 人家还不当我自作多情啊 那你答应去听演唱会了吗 没有 怎么可能答应 你这家伙 以后不许做这种多余的事情 你又不知道 我喜欢什么类型的 就在这瞎掺和 那林大小姐 重义哪种款式的男士 告诉我呗 以后我可以目的明确的掺和 林东雪对着驾驶座座椅 被踢了一脚 少来 找我就这事 不全事 林东雪掏出两张张学游 演唱会门票 坏笑着说 你想当月老 想叫我欠人情 我偏步 我就要 让你内心不安 你不是喜欢张学游吗 我请你 陈石扬起眉毛 说 让我猜猜 现在是十一 各银行都有现实优惠活动 这票是浩羊毛浩来的打着票吧 你这家伙 还不领情 还在这挑三拣四 我错了 我错了 陈石立即道歉 林大小姐请我听演唱会 受宠若惊啊 老实说长这么大 还没有女孩子邀请我去听过演唱会 有什么说到吗 没什么 就是还人情呗 上的案子 你出了不少力气 我想换一种方式 再说 可是又不想跟徐晓东一起 所以就拉上你吧 什么时候的 今晚 那行吧 不见不散 林东雪把票扔到陈石怀里 说 到时你来接我 不许迟到 陈石看着票笑了 自言自语道 兄妹俩都这么不坦率 晚上七点 陈石准备来到见面地点 林东雪穿着一身俏丽的黑色连衣裙 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座 陈石心说 这小姑娘换衣服挺勤的 不过身材好 穿什么都好看 倒也挺娘眼 看什么看 臭大叔 注意到陈石的视线 林东雪美好气地问 秀色可参 参你的头 林东雪做事 要拿手指插他的眼 赶紧开车 别晚了 路上 陈石问 你是90后吧 为什么会喜欢歌神呢 还不是受我歌影响 小时候家里一直放他的歌 我 歌 我就跟着听 跟同学去KTV唱他的歌 还被人取笑 我觉得好听就行了吗 干嘛要分那么轻 说的有道理 来到大体育馆 外面排着长龙 陈石把车停好 从后座上取了一件外套 换上 是新买的一件夹克衫 也是黑色的 林东雪觉得他穿着身体精神的 也显得年轻 知道吗 陈石说 喜欢黑色的人 多少有点抖S 听不懂听不懂 林东雪捂着耳朵 不要污染我唇集的耳朵 陈石笑笑 走吧 体育馆的广播 反复播放着演唱会的消息 排队途中 不少小贩过来都售荧光棒 LED灯 还有人卖盗版 CD 陈石对那个卖盗版的小贩说 胆也太肥了吧 知不知道质售盗版是违法的 竟然跑到这里来卖 小贩回答 管你屁事 爱买不买 有种 我这就举报你 陈石大声对工作人员说 喂 这有个人卖盗版CD 工作人员走过来 小贩电撞 撒鸭子就跑 一边跑一边回头喊 回头找人削死你 拜托削得好看点 我正好想整容呢 陈石对着远去的小贩喊道 林东雪又好笑又好气地戳了陈石一下 你也太爱管闲事了吧 卖盗版跟偷钱是一样的 偷的不是别人的钱 偷的是我偶像的钱 我能不管 陈石义正词严地说道 切 你偶像会领你情吗 那不重要 对了 你要荧光棒吗 给你买一些 多傻呀 在现场会这个 难得来一次 陈石叫出一个小贩 买了荧光棒和歌神我爱你的LED灯 小贩找林之后夸赞一句 你女朋友真好看 林东雪跺着脚说 我不是他女朋友 不要瞎说 他扭头一看 陈石面带笑容的样子 火气直冒 说 你居然还暗爽 果然大叔内心都很猥琐 我这人就爱笑 不行吗 陈石言不由衷地辩解道 林东雪扭头不理他 突然看见S型的队伍后排 竟然站着徐晓东 而且 徐晓东正和一个女孩有说有笑 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赶紧把脸别过来 一声说 看那边看那边 看见了 怎么了 陈石表现得很平静 你不觉得这家伙很没节操吗 一转身 就把票给别人了 幸好我没答应他 林东雪嗤之以鼻道 我觉得没什么啊 这是雄心正常的求偶策略 多处撒网才有回报 难不成你还希望人家一棵树上吊死啊 哎 你这家伙 不要动不动就长篇大乱好吧 你就不会简单附会一句吗 太没节操了 陈石演技做做地说 真假 林东雪笑着打了他一拳 千辛万苦 总算排到场馆里面 林东雪找到座位 幸好和徐晓东不在一起 他回头正要对陈石说话 发现人没了 一会功夫 陈石回来了 手里提着一袋饮料和小吃 笑盈盈地坐下说 边吃边等吧 估计还有一个多小时 林东雪埋怨到 喝饮料不得上厕所呀 你知道女孩子上厕所多麻烦 尤其人这么多 真不体贴 说着 伸手从袋中拿了一瓶可乐 第36章 追捕通缉犯 两人坐了一会 突然林东雪听见身后传来一声 我靠 他一回头 看见徐晓东 徐晓东惊讶地指着两人 你们一起来的 你不是说不来的吗 林东雪说 我只是说 不和你一起来罢了 又没说不来 徐晓东五兄坐受伤状 太打击人了 你不是有人陪吗 啥 那是咱单位的小李 林东雪看了一眼 警员小李在招手打招呼 原来刚刚没看清 他对徐晓东说 恭喜恭喜 恭喜个屁 徐晓东拍拍衣服 下面藏了枪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他压低声音 有个网桃通缉犯 到演唱会上来了 林队派我俩过来盯梢 你瞧 那排那个戴帽子的 林东雪望了一眼 真的呀 那个是通缉犯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们来了就是为了盯着他的 因为斜查还来得太晚了 买不到票 我就说我有两张 于是林队就派我来了 我们和场馆方面说了 对方希望我们不要搞出大动静 进来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辆黑车 就是派出所的同志 等演唱会完了 只有我一声令下 他们就冲进来了 还一声令下 林东雪鄙视的说 你不过也是来执行任务的罢了 那你们呢 你俩在约会啊 不是 林东雪和陈时 异口同声的回答 陈时说 我们就是普通的来听演唱会 兴趣相投罢了 你不要误会 我是没有误会 徐晓东说 瞅了一眼两人的装束 和手上的饮料 你回去吧 好好盯上 林东雪说 需要帮助喊我们一起 打手机 陈时掏出手机 你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记完联系方式 徐晓东大咧咧的说 没事的 我们肯定能搞定 这时 那个通缉令突然回头 陈时盯着他 对方也看着他 对视了几秒 对方又别开脑袋 陈时喝了一口饮料说 这家伙有点警觉啊 提醒小冬兵牢一点 你怎么表现得这么贫静 林东雪问 歌神演唱会 逮到通缉犯 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 胡说八道 林东雪笑道 这时 演唱会正式开幕了 舞台上升起大片烟花 观众们激动地站起来欢呼 陈时看见徐晓东 和警员小李也在欢呼 在一看通缉犯 他正站起来 在人群的拥护中 快速离开 不好 陈时说 可是周围太吵 林东雪根本没听见 陈时摇了摇林东雪 一指前面 林东雪看清那个空座位之后一惊 大声喊徐晓东的名字 可是对方根本没听见 陈时当机立断 拉着林东雪的手就往外走 因为是情急之中 林东雪也没想太多 当来到郭道上 他突然脸上一红 正脱开陈时宽厚的手掌 戴着鸭舌帽的男人 正消失在紧急出口 陈时快步追去 一边走一边 拨徐晓东的电话 可他一直没接 两人追到外面 林东雪说 徐晓东回去 肯定要挨处分 先把人抓住再说 在哪 两人立即追赶 一直来到地下车库 只见一辆车车灯刺 车车灯刺目地冲出来 陈时说 鸣枪示警 没带啊 眼看着车直接撞过来 陈时抱住林东雪闪到一旁 擦身而过的车上 传来通缉犯的骂声 死条子 被陈时搂着 林东雪脸上一红 眼下不适 顾虑这些的时候 陈时迅速去取了自己的车 开到停车场出口 车几乎没停 林东雪小跑着上了车 他哀悠一声 怎么了 陈时目视前方 打着方向盘 我斜掉了 刚买的达夫妮呢 林东雪心疼地说 陈时经过那辆民警的车 冲上面大喊 人跑了 赶紧追 车上的民警 根本不知道 冲他们喊的人是谁 也不敢采取行动 便打电话给徐晓东 却提示战线 徐晓东这时发现 通缉犯跑了 手机上陈时有未接电话 他拨了回来 背景是 如果这都不算爱的现场演唱 反正的徐晓东 那懊恼的语气 特别滑稽 陈哥 人怎么跑了 你们看见没有 正在追 他的车牌号是 叫民警同志赶紧跟上来 好的 你不用来了 去趟地下车库入口 那里掉了一只达夫鞋的女鞋 很重要 你请回来 快速交代完 陈时把电话挂了 林东雪压抑地看了陈时一眼 陈时笑道 放心吧 人能抓到 鞋也不会丢 系好安全带 系好安全带之后 陈时突然提速 紧追着前面的尾灯 通缉犯在前面连续闯了几个红灯 陈时也奉陪到底 很快两车之间距离缩短 变成了骑头并近 通缉犯下的满脸冷汗 冲这边骂道 死条子 滚远点 信不信我宰了你 陈时没搭理 给林秋蒲打去电话 林东雪问 你联系她干嘛 陈时打开免提 说 林队 我们正在追演唱会的通缉犯 什么 徐晓东呢 他在后面呢 我和通缉犯正在飙车 为什么 你会在这里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打算拿车撞她 修车费报销吗 你脑子有病啊 你在哪条路上 我现在就派人支援 报销吗 快回答 见林秋蒲不回答 林东雪急的大喊 哥 通缉犯马上就要溜了 没时间考虑了 报销报销 全额报销 林秋蒲无可奈何地说 一定要抓回来 等等 你俩怎么在一起 谢了 陈时挂断电话 陈时说了声作文 闻打方向盘朝通缉犯的车撞过去 伴随刺耳的刹车声 那辆桑塔纳在路面上打滑 然后勉强稳住 通缉犯咬牙切齿 突然撞了回来 林东雪感觉全身一颤 五脏六腑都在震 敢撞我的爱车 陈时说着 又一次撞过去 咣当一声 那辆车撞到夹道树上去了 通缉犯一脚踹开门 一瘸一拐地拔腿就跑 陈时猛一刹车 解开安全带就冲了出去 通缉犯被追击了 朝马路对面跑去 这时 一辆轿车迎面驶来 不偏不倚地撞上他 整个人旋转七百二十度 飞上半空 林东雪下的差点捂住眼睛 回过神来 通缉犯已经倒在路面上 一动不动了 第37章 我怎么不能管了 撞人的车立马 停了下来 司机慌张地说 不关我的事 他自己冲出来的 陈时说 没你的事 放心吧 你在这里等交警过来处理 我先把人送医院 好的 司机心惊胆战地说 他没死吧 陈时摸了摸通缉犯的脉搏 便把人抱起来 回到车旁边大喊 开一下后面的门 然后将人放到后座上 林东雪闻到一股血尾 看着通缉犯 血呼拉叉的脑袋 皱了下眉 这时民警同志赶来 摇下车窗问 怎么了 陈时坐回驾驶座 对外面说 逃跑的时候被车撞了 我现在送他去医院 你们处理一下现场 等一下 你谁啊 林东雪说 我是刑警 跟徐晓东一个队的 我们已经跟上帝说了 好的好的 陈时发动汽车 林东雪说 哎 怎么会弄成这样 是他运气不好 陈时给林秋普 拨通电话 说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别卖关子 林秋普的语气里 透着焦急 人逮着了 可是他逃跑的时候 叫车撞了 现在昏迷不醒 我正送去医院 哪个医院 你稍等一下 陈时看了一眼导航 回答 最近的就是百花医院了 我一会过来 来到医院 林秋普带着一名警员 先行赶到了 陈时把人从车上抱下来 放到手术推车上 林秋普向随行警员 递个眼色 他过去给通缉犯 取指纹 取唾沫 以被验明身份之用 林秋普不放心 准备把他的手腕 和手术推车 烤在一起 医生说 警官同志 用不着这么小心 待会 要麻醉的 跑不了 给监狱的囚犯 我们也做过手术 不会出差子 听人家这样一说 林秋普才放心 通缉犯被送进急救室 林秋普朝外面 坐在车上的灵冬雪 看一眼 又看了一眼沉实 沉生道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听演唱会呗 听演唱会 谁允许的 沉实笑了 这种事 还用得着谁允许 林队长 你这人是不是控制欲 有点强了 林秋普气得要发飙 吼道 她是我妹妹 我怎么不能管了 我一再禁止你 和她走得太近 你究竟有何企图 沉实轻描淡写地挡下 林秋普指着她鼻子的手指 说 林队 亏你是个受过教育的成年人 你觉得这种话 有任何逻辑性吗 别说是你妹妹了 就算是你的女儿 你也无权干涉她 而且 我再强调一遍 我们就是听演唱会 你爱怎么享受 你的自由 我先走了 回头记得 帮我报销一下修车费 林秋普报好道 给我站住 一名医生 拿着手术同意书过来 麻烦签下字 林秋普拿起笔签字 询问了几句病人的状况 一回头发现 陈石已经开车离开了 他气得直咬牙 车上 陈石说 回去继续听演唱会吗 算了 送我回家吧 林冬雪显得有点不高兴 怎么了 嫌你哥处处管你 语恩 MBSP 林冬雪指着陈石 警告你 你要是敢说什么 他也是为你好这种话 我马上翻脸 他是为你好 陈石故意说道 观察着林冬雪的表情 我一直觉得这句话 是偷换概念 把动机和结果混为一谈 但是有些事情 长此以往成了习惯 当事人便认为理所当然 比方说 你哥管你这件事 如果你小时候 不是处处依赖他 会有今天你们这样的关系吗 别老是指责别人 也想想自己的原因 是是 我反思 我小时候是很依赖他 我们是孤儿嘛 住在姨娘家里 我能不依赖他吗 可我现在都这么大了 他还总是管着我 太讨厌了 我认为 自由和权利一样 是慢慢争取来的 多拒绝几次 让你哥习惯你的独立 林冬雪盯着陈石看 陈石说 看什么 我脸上有字啊 孤男寡女的时候 跟我说这个 总觉得你没安好心 那得看你怎么定义 好心和坏心 哼 以为能瞒过我的眼睛 你现在心里想的 肯定不是好事 路面车流稀少 车里拨着轻缓的音乐 空气非常安静 林冬雪突然意识到 这句话里包含着调情的味道 脸刷一下红了 若是换作别人 陈石并不介意顺水推舟的继续下去 但他不想和林冬雪 有太过密切的关系 于是岔开话题说 演唱会泡汤了 遗憾吗 当警察不就是这样 工作肯定是第一位的 一会功夫 陈石把车开到林冬雪 租住的小区外 林冬雪没鞋子 陈石说 要不我背你 少赚我便宜 林冬雪哼声道 那你把钥匙给我 我去取双鞋下来 林冬雪考虑了一下 这办法还算折中 就把家钥匙交到他手中 特别叮嘱一句 一单元403 不许乱碰我东西 鞋在鞋架里面 陈石找到那间公寓 打开灯 屋里乱糟糟的 吃剩的饭盒堆在垃圾桶里 沙发上放着刚亮好的衣服 他拖鞋走进去 卧室倒是布置得很温馨宜人 被子叠得很整齐 床上放了不少毛绒公仔 散发着一股香喷喷的气味 像个女孩子的闺房 在看厨房 冰箱里几乎没什么都没有 锅碗似乎也长期未使用过 看来林冬雪平时太忙 根本无暇做饭 陈石取了双运动鞋下去 林冬雪正在打电话 口气颇不耐烦 一听就听出来在和谁通话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是我哥又怎么样 管我一辈子 我们现在在我家楼下呢 本想把鞋递给他 见他分不出心 陈石就半蹲下来 拉过他的一只脚 将运动鞋穿在上面 然后把另一只脚上的 女士凉鞋脱掉 换上运动鞋 挂了 别再打给我了 林冬雪挂了电话 突然看见陈石准备帮他系鞋带 脸上一红 你干嘛 别动 陈石麻溜的把鞋带绑好 他系鞋带的方式 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解打在侧面 虽然有点怪怪的 可是多看几眼 就会感觉特别有意思 绑好鞋带 林冬雪的脸 已经红得像个苹果 陈石站起来说 行了 你上去吧 你 你不进来做做呀 林冬雪说这话 并没有别的意思 仅仅是出于客气 话说出口 才突然后悔 这岂不是让他有可乘之机 不了 大晚上的 我去你家 好说不好听啊 陈石笑笑 第38章 瞎操心的魅控 林冬雪回去之后 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 陈石琢磨 要不要去跑一会出租 但还是懒惊发作 心想 今天就偷个懒吧 全当休息 小区外面有家馄饨馆子 飘来一股诱人的香味 陈石便去买了碗大馄饨 坐下来吃起来 吃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一辆出租车驶来 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 不是别人 正是林秋普 他那表情 就像要杀人似的 陈石哑然失笑 这个魅控 有必要搞到这个份上吗 秋普 他喊了一声 林秋普一愣 左右环顾 这才发现陈石 他异常惊讶地走过来 说 冬雪呢 回去了呀 林秋普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沉默数秒 坐下来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叫欲擒故纵 故意装出一副绅士的样子 来赢得他的好感 你是不是哺乳期缺乏关怀 长大了没有安全感啊 那你希望来看见什么 我和你妹正在他屋里激烈地 玩游戏啊 我妹不打游戏 她是好孩子 我又没去过她家 我怎么知道 再来一碗馄饨 不必 请你的 不用 爱吃不吃 一碗香喷喷的馄饨端上来 林秋普拿勺子 撇掉上面的葱花 香菜 说 我再次重申 有完没完 我明确告诉你 我对你妹妹兴趣 哼 笑话 我妹长得又好看 又乖巧 从来没谈过恋爱 你会没兴趣 陈石彻底服了 说 你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吃差不多了 陈石掏出烟 递给林秋普一根 林秋普拒绝道 戒了 来一根不会上瘾的 由于片刻 林秋普借过烟点上 突然直勾勾地看着陈石 因为这句话 曾经有位前辈也对他说过 一个他非常尊敬的前辈 不可能吧 这时陈石升过打火机来点烟 他点烟的姿势 和那位前辈完全不一样 林秋普这才放下心 不可能是一个人 通缉犯怎么样了 陈石问 医生说 断了几根骨头 撞到了脑袋 可能得昏迷一阵子 具体是几个月还是几年 就不得而知了 实在不好意思 没把人胡伦抓回来 没事 我不愿你 人逮到就行 这家伙是个强奸杀人犯 作案无起 四处流窜 现在落在我们龙安警方手中 也算是立功一件 陈石点头 突然想戏弄一下林秋普 眼睛望着小区门口说 你没出来了 林秋普慌了 赶紧把烟扔在地上踩灭 用衣服遮住脑袋 逗你玩的 陈石笑道 你这家伙 林秋普气得咬牙 吃差不多了 林秋普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按下接听 严肃地说 什么 在哪 保护好现场 我现在过来 他挂断电话 掏钱买单 陈石说 我收了我买 大不了下次你请我 没有下次 林秋普把钱给了摊住 站起来要走 因为没开车 林秋普一边走一边叫网约车 陈石跟过来说 县城的出租车不坐 你还叫车 存心不照顾我生意 生意 林秋普犹豫了一下 说 你别又想掺和进来 怎么了 命啊 我不掺和行吧 送到地方我就走 林秋普犹豫了几秒 道 到了地方 我按出租车的价钱付你 放心 不会收你特殊服务费的 什么意思 不懂幽默的家伙 地点在近郊一条主干道旁边 陈石开车抵达 远远看见警车停在路边 警灯闪烁 林秋普开始掏钱 他把钱放在置物柜上 说 行了 你走吧 陈石笑笑 把钱收了 林秋普来到现场 技术中队正对着尸体拍照取证 那是一具无头女尸 身上一丝不挂 身材偏瘦 年龄大概在25岁上下 大晚上的看见 实在有点瘆人 谁报的案 林秋普问 一名警员回答 一个下车撒尿的司机 看见尸体被吓坏了 人我们已经问过 应该和案子无关 留下联系方式 让他先走了 老鹏呢 鹏队长参加省里的行侦技术交流会 去了 今天告了假 怎么没带个法医过来 队里的法医都参加交流会去了 没成想 今天会有案子 有什么发现 女士身上有捆绑坟迹 从周围提取了一些粉末 纤维 还有几个毛发 女士身上被人泼了一层腐蚀性药水 应该是死后泼的 指纹估计很难提取到 林秋普摸着下巴沉吟 头被砍了 身体也很难断定 这案子有点棘手 林队 你站着别动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林秋普一惊 正准备回头 那人说 别动 你脚下踩了东西 慢慢一开 林秋普慢慢挪开脚 原来他刚刚站的 草地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压痕 因为太浅 警员们赶紧拍照取证 陈石扶着膝盖研究 看上去像是一口大箱子 谁要你过来的 林秋普呛声道 我等客人哪 下来溜带一会 等什么客人 你是不是对低哥 这职业不太了解 送完客人 我原路返回 汽油钱算谁的 我肯定得等客人 叫车了再走 你说是不是 是案子 行了行了 我看两眼就走 那谁 麻烦拿副手套过来 林秋普十分气不顺 手下警员 竟然真的递了一副橡胶手套过去 林秋普心说 倒要看看你怎么出阳相 验尸这工作 没几年底子 是不可能完成的 陈石蹲下来 活动着死者的关节 并用手按压他的胳膊外侧 说 尸僵已经过了高峰期 局部出现缓和 尸般指压不褪色 他把一只手 贴在死者的小腹上 用手指在上面敲打 下腹鼓胀 遗含有大量血型漏出液 林秋普一脸惊愕 这些专业术语 绝不是一个普通人会知道的 陈石检查起周围的草叶子 重点检查被死者压住的草精 和他身下略成干燥的土壤 继续说 这两天下过一场雨 气温落差大 综合来看 死亡时间应该在48小时以上 误差不超过5小时 具体的还得做解剖 旁边警员拿着小本本准备记录 却又用寝视性的眼神 看了一眼林秋普 林秋普点头 先记下来吧 第39章 两个大男人开一间房 陈石对着死者断掉的脖子 看了一眼 说 窗口不是太整齐 边缘有一些锯齿状皮绊 可能是用锯子锯断的 周围有一些轻微的皮下出血点 锯掉脑袋的时候 一些表皮细胞还是活的 所以应该是死后不久就锯的 他环顾周围 这里几乎没有血迹 肯定不是第一现场 而是气室现场 一名取证的警员说 刚刚发现压痕的地方 提取到了一些纤维 似乎是那种渗透性很好的纸 看来箱子里塞了很多纸 把血吸收干净了 这得相当多的纸才行 你们从这里到路边看一下 找找有没有脚印 血迹之类的 警员向灵秋蒲眼神请示 灵秋蒲点头同意 陈石对着死者的乳头仔细看 灵秋蒲皱眉 看什么呢 陈石招手叫他过来 说 左边比右边黑 被人咬过 踩一下唾液 警员过来踩急了 用了两根棉签 一根放进试剂盒里 试剂有了反应 警员称 有微量的血液反应 这些应该是死者自己的 看来咬得比较重 给我紫外线灯 陈石拿着紫外线灯 对着死者的皮肤检查 发现他的腹部 有一些喷射状的液滴 警员采集了一下 陈石说 这看上去像是飞沫 有人对过尸体打过喷嚏 好重的消毒水位 这是汽车上用的 找到两组脚印 警员站在远处喊道 做个唾膜 灵秋蒲说 陈石让灵秋蒲过来 帮忙把尸体翻一下 灵秋蒲说 先别急着翻 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 没了 放心吧 两人在地上 铺了一层防水布 将尸体翻了个面 背后的绳子 勒痕较为清晰一些 结合手腕上的勒痕 陈石说 之后 你可以怀愿一下勒痕 我估摸着 是把四肢绑在背后 死因是什么 一种可能是在脑袋上 一种可能就是体位性窒息 当人长时间 限制在某种异常体位 使呼吸运动 和静脉回流受阻 而引起的窒息死亡 用不着你解释 给我棉签 陈石讨了个棉签 分开死者的双腿 灵秋朴微微醋眉 这家伙心也太大了吧 陈石捂着嘴 把棉签塞入死者下体 取出来 上面有沉血 和某种水性润滑剂 他说 被人强奸过 而且时间很久 也许是轮间 失陪一下 陈石突然跑回车旁 一通呕吐 然后拧开一瓶矿泉水漱口 又点着一根烟 轻轻喉咙 逞呢 灵秋朴不屑地说道 差不多做完取证工作 警员对灵秋朴说 队长 你真有仙剑之名 知道法医没来 把这位高人请来了 巧合罢了 灵秋朴善善地说 他来到车边 陈石正在吞云吐雾 灵秋朴鄙试地说 受不了吧 这种活 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 让你冲淡吧 对了 你是在哪学的法医知识 自学成才 加上我特别喜欢看 法证先锋 灵秋朴将信将疑 你对这案子 有什么看法 多人作案 怎么就能确定 感觉 死者身上的各种细节看 凶手不是惯犯 可是又处理得很谨慎 我是说 站在犯罪的角度 应该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干的 再加上轮奸这一点 如果解剖证明 是体位性窒息 那么极有可能 是意外过失致死 凶手害怕暴露于是 在郊外处理了尸体 割掉脑袋 也是为了延长侦破时间 我觉得 可以从调查 失踪人员入手 我让你说看法 没让你知道我工作 要不这次案子 你来办得了 不得 我没时间 灵秋朴瞪他一眼 你还当真了是吧 灵队的意见呢 我的看法和你截然相反 现场干净利落 没有多余痕迹 显然是惯犯所为 打个赌 又来 行啊 如果我说对了 你以后不许在后妹妹 哎 别拿别人的事情打赌 用自己的 还有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限制 你妹的交友自由 却要给他安排 不靠谱的相亲 上次相亲 他差点被心骚扰 你知道吗 什么 灵秋朴的声音 陡然高了八度 我改天找他孙子算账 碰了一下手罢了 你别这么大反应 想滥用直拳 这样好了 如果我说中了 请我吃顿涮羊肉 如果你说中了 我请你 灵秋朴瞅他一眼 让你知道专业人士 和民间高手的差距 说吧 他朝警车走去 结果那几辆车一起开走了 灵秋朴喊道 喂 怎么这么没眼力尽 我没开车啊 陈时笑得直不起腰 说上来吧 车开不久 灵秋朴见到一个电话 是徐晓东打来的 他说在通缉犯车上 找到一个包 里面有一家招待所的钥匙 并告知了地址 灵秋朴说 掉头掉头 去哪 这里 他指着导航 客来招待所 这家招待所 就在两公里外 主要招待过往司机 当两人走进来时 看见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正上楼 陈时盯着她的背影看 灵秋朴鄙视地说 眼珠子错不开了是吧 先别暴入身份 这里可能有暗昌 经验丰富啊 灵秋朴奚落道 店主问两人开房吗 陈时说 开一间房 然后压低声音 有特殊服务吗 店主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 你们两个大男人 开一间房 要不要多开一间 反正又不贵 不必开了 灵秋朴掏出警官证 警察 来查案 店主惊讶地张张嘴 警察同志啊 来找谁 灵秋朴从手机里 翻出通缉令 递给店主辨认 店主带上老花镜 看了半天 惊讶地说 天哪 这家伙竟然是通缉犯 我就说他看着不像好人 警察同志 我是真不知道 知道我肯定报案 现在提供线索 还有奖金拿吗 我已经抓住了 过来调查一下 太可惜了 不不 我是说 太好了 带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房间 行 我这就带你们去 店主带他们来到 三楼的一间客房 灵秋朴让他先走吧 陈氏说 你不该这么早暴露身份的 这些地方都见得很 不会一下子告诉你有没有暗昌 你就这么在意这件事 我这人一向很有正义感 谢 谁谢 第四十章 意见分歧 这房间里放着一个大箱子 灵秋朴一眼就看见了 戴上手套过去检查他的边角 说 这箱子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想说现场发现的压痕 陈氏说 灵秋朴将其打开 里面有一些衣服 衣服下面藏着一瓶成分不明的药片 一个扳手 一肯绳子 一副劳保手套 现金上千元 此外还有若干本色情刊物 趁他检查箱子的时候 陈氏打开床头柜看了一下 里面有保险套和一些色情卡片 就是宾馆里常见的那种 陈氏说 我说 这里有暗昌吗 灵秋朴没理他 走到窗前朝外面看 这里距离抛尸地点不过两公里路途 加上我们找到的物证 基本可以认定 无头女尸正是通缉犯贾某一手炮制的 陈氏摇头 我看未必 你刚刚也说了 死亡时间在48小时以上 贾某在龙安市活动的时间也差不多是三 四天前 你敢说二者全然没有联系 小同志 你知道 你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话 有多自欺欺人吗 是的 我承认万事万物皆有联系 但这联系 未必就是你认为的那种联系 我不觉得贾某是这案子的嫌疑人 理由 陈氏打开手上的小卡片 这里有暗昌 贾某要满足欲望 花点钱就行 还有 他为什么要在这么近的地方抛尸 不是引火烧身吗 最重要的一点 抛尸就抛尸 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把死者的脑袋割下来 割脑袋这种行为 说明死者的身份会对凶手不利 贾某是外地来的 放在他身上说不通 那你要怎么解释箱子 箱子 陈氏笑了 那么大箱子 装上尸体 知道有多重吗 两公里说来不远 但要是 手提几十公斤走过去 可一点都不轻松 所以凶手肯定有车 既然有车 他就会选更远的地点抛尸 你这些 不能完全说服我 是你不愿意接受罢了 对了 赶紧联系辖区派出所 查一下这里的暗昌 我敢肯定这些暗昌和招待所 有利益关系 刚刚我们暴露身份 店主一转身 就会通知对方隐蔽起来 动作一定要快 身为警察 这是没有不管的道理 林秋朴当即给辖区派出所打了电话 特别叮嘱叫他们 不要开警车过来 以免打草惊蛇 陈氏说 贾某既然把这些小卡片 放在抽屉里 说明他很有可能进行过交易 人的欲望一旦得到满足 就会有一段时间的饱和期 所以他不会在这个区间顶峰作案 我敢肯定 待会抓到的暗昌里面 一定有位刘英和贾某上过床 林秋朴摇头 这些都是 你个人的看法 就你那点经验 也想说服我 经验 你没资格说我吧 哼 我破的案子可比你多多了 少在这里搬门弄斧 咱能不能不要在所谓的 资格论上浪费时间 就事论事 林队是打算围绕着 昏迷不醒的贾某开展工作 林秋朴并不想透露自己的计划 可都讨论到这个份上了 也只好说了 是 那你就想方设计证明吧 我会沿着我的思路去调查 林秋朴看着陈石 你谁啊 我说过 让你参加了吗 陈石不以为然的笑笑 我瞅着你 又要把砖 又要把砖案组往沟里带 我想出点力气 我把砖案组往沟里带 林秋朴气得要笑出来 别以为自己侥幸破过两次案 就成专家了 资格论 陈石提醒 林秋朴想 这家伙爱管闲事 每次都找理由掺和进来 反正拦也拦不住 不如索性 让他去查好了 这一次 林秋朴胸有成竹 陈石的方向一定是错的 他说 好啊 我允许协助调查 不 我要单独查案 但是得找你俩个人 我妹妹不行 林东雪和徐晓东 我就和他俩熟 立了功肯定归他俩 当然 也是你这个组长的功劳 说了我妹妹不行 你问他自己干不干 是愿意跟我立功 还是愿意在专案组里 做一些外围工作 林秋朴气得咬牙 陈石笑眯眯地看着他 想来想去 他说 约法三章 第一 必须三人一起行动 第二 情报共享 不准藏着掖着 第三 如果专案组有紧急情况 需要调度人员 一切以专案组优先 成交 陈石伸出一只手 谁要跟你握手 合作的仪式 陈石笑笑 林秋朴不情不愿地伸出手 和他握了握 这时 楼上传来破门声 有人在外面大喝 穿上衣服出来 两人来到走廊上 民警同志已经赶来抓嫖 一队男女 从一个房间内被撵出来 灰溜溜地蹲在墙角 一名民警认出林秋朴 上前说 林队 多谢你提供的情报 不客气 对了 我们正在追查 一宗刑事案件 这些卖淫人员 你们先拘起来 之后队里会要来人 这个不用你说 肯定会控制起来 一个都别漏下 陈石补充道 这位是 那位民警没见过陈石 我是他朋友 陈石说 林秋朴瞪他一眼 陈石的身份 确实不太好说明 只好说 是我朋友 他是协助破案的 你管他叫老陈就行 民警忙活去了 林秋朴说 帮忙把屋里东西搬走吧 两人仔细地扫了一遍屋子 没放过任何细节 连垃圾袋都拿走了 颇有三光的感觉 杂七杂八的政务 全部放进陈石的后车厢里 车刚上路 徐晓东给林秋朴打来电话 火急火燎地说 林队通缉犯他 怎么了 他的手术费和住院费 要四万多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 现在在医院走不掉了 林秋朴松了口气 你小子说话 别这么大喘气行吗 人现在怎么样啊 躺在ICU病房 昏迷不醒 我现在回队里 一会把钱给你打过去 那边有几个警察 我和小李 还有民警同志 你今晚别回来了 在那里守着 陈石直指自己 意思是 徐晓东已经归他了 林秋朴会议 等一下 你还是回去吧 明天早点过来 另外有项工作交代给你 我会派其他人去医院监视 第41章 正式立案 隔日 陈石把撞坏的车 送到4S店去修 坐车来到市局 10点7无头女士案刚刚立案 早上刚开完案情讨论会 林秋朴还是那套论点 认为此案 无论地理还是证据上 都指向目前昏迷的通缉犯贾某 调查工作 围绕贾某展开 他也交代了林冬雪和徐晓东的工作 两人负责协助陈石去调查 听到这消息 两人都很激动 一个是因为林秋朴居然转变态度 愿意与陈石合作了 另一个是激动可以和林冬雪搭档 陈石赶来的时候 两人在市局门口等他 徐晓东大献殷勤地说 陈哥吃早饭了吗 我请你啊 咋这么开心 陈石笑着问 当然开心了 跟陈哥一起查案 又自由又有立功机会 而且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林冬雪 你别得意 跟我查案可不轻松 了解了解 走走 请你吃饭 不了 抓紧时间吧 今天咱们把死者身份确定下来 彭队长回来了吗 林冬雪说 他在呢 正在开始解剖 不等我来 陈石快步冲进局里 法医实验室里 彭思觉和另一名法医家好摄像机 正在记录尸体的各项数据 陈石站在隔离链外面说 彭队长 我能进来吗 换衣服 你先别下刀子 陈石换上消过毒的防护服 徐晓冬面有惬意 说 这次解剖 我就不去了吧 林冬雪把一张带香味的面筋纸 垫在口罩内侧 说 怂呀 徐晓冬苦笑道 我受不了那画面 我在外面 你们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你去给各匣区派出所打电话 问一下 近期有没有符合特征的失踪人口 好嘞 徐晓冬如蒙大涉事地走了 陈石问林冬雪 你不怕吗 林冬雪有点犹豫 他说 这都怕 以后还怎么独当一面 好样的 两人进到解剖室里 彭斯绝责备一声 这么慢 抱歉 换衣服耽误了时间 让我先仔细看一下尸体 昨天 你说死亡时间在48小时以上 说错了 彭斯绝面无表情地说 刚刚测过肝温 死亡时间应该在58小时以上才对 现在来说 陈石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想了一下才明白 彭斯绝居然在开玩笑 他笑道 谢谢彭队长的认可 少得意 判断死亡时间 也只不过法医的基本功罢了 对对 我也只能看看这个 其他的 我就是搬门弄斧了 陈石检查了一下尸体的皮肤 重点检查了一下手腕上的勒痕 旁边架子上放着一段绳子 另一名法医解释说 绳子就是林队昨晚带回来的 我们比对了一下 基本吻合 陈石拿起绳子比对了一下 说 确实吻合 但也不能说明就是这根绳子 这种尼龙绳是长途运输用的 到处都能买到 捆绑的姿势弄清了吗 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这个 法医拿起一张白板 上面画着剪图 死者是被反扭着手脚 从后面绑起来的 陈石望着图沉映着 说 不对 内部和背后的捆痕又做何解释 也许是多捆了一道 彭思觉说 陈石摸着尸体表面的捆痕 说 瞧 这捆痕并不均匀 肋骨处比较重 后背边缘较轻 而且后背的捆痕中断了一大块 垫了其他东西 彭思觉早就考虑过这一点 垫了什么呢 应该是硬质的物体 否则捆痕不会完全消失 全消失 陈石的眼睛望向另一张空着的铁床 走过去说 谁比较有现身精神 上来躺一下 彭思觉看向林东雪 林东雪说 看我干嘛 你是女人 女人怎么了 死者也是女人 林东雪被他的逻辑打败了 只好为破案现身一下 没想到陈石却说 不 彭队长 你来吧 拒绝 林东雪是女孩子 我怕她放不开 咱俩都是老爷们 还是你来吧 彭思觉想了几秒 这才走过来 仰面躺在铁床上 陈石用绳子比划着说 像这样 把你的双手双脚绑在桌子下面 然后在身上再补一道 可是既然后背边缘会留下捆痕 说明下面这个东西比身体要窄 死者的身材本来就不胖 比身体还窄的东西 会是什么呢 条的 林东雪说 可是条的不是很常见 以前倒是很多 现在谁还用这个 法医说 彭思觉说 我们二次取证的时候发现 死者的手部和腿部 有轻微的铁锈 是四氧化三铁 陈石立即反映过来 新铁锈是三氧化二铁 陈铁锈是四氧化三铁 看来这东西下面有金属支撑物 而且锈级斑斑 铁支架 有铁支架的条凳 林东雪掏出手机搜索起来 惊呼一声 啊 我怎么没想到 瞧 这东西 每个单位都有 他举起手机 上面正是各处食堂 普遍可见的一体式餐桌椅 下面是铁支架 彭思觉浮了浮镜矿 陈音道 这种一体式餐桌椅 一般家庭不会买 凶手现场 是有集体食堂的某单位 林东雪说 那我们应该立马去 死者所在的单位打听一下 你知道他是谁吗 陈石反问 彭思觉说 继续验尸吧 几人来到尸体旁边 彭思觉检查了一下死者的脖子 说 断面有叫硅则的锯齿状皮板 似乎是用锯子 把脑袋锯下来的 这个我昨天 就对林东说过了 陈石淡淡地说 全身没有明显外伤 死因是 我的意见是体位性窒息 你能不能不要老插嘴 彭思觉瞪他一眼 小王 帮我把尸体翻一下 调整了一下尸体的体位 彭思觉用手按压了一下尸体背部的尸斑 说 尸斑有扩散 死后被移动过 接着他注意到 尸体侧内下方有一小块胶痕 陈石也发现了 两人几乎脑袋对着脑袋 在盯着那里看 彭思觉直起身说 你挡住亮了 林东雪捂着嘴扑吃一乐 是被烫伤的 生前伤 上面好像有烟灰 彭思觉一边说 一边用棉签取样 陈石摸了下那一小块被烫伤的皮肤 道 这个烫痕 应该不是烟头直接摁上去的 是有人不小心把烟灰落在上面造成的 检查完 几人又将尸体翻过来 彭思觉用镊子将尸体的阴道扩张 用手电筒检查 然后说 阴道必有大面积刮擦伤 是生前留下的 死者生前被迫发生过性行为 可能是多人 什么体位呢 陈石问 林东雪一翻白眼 怎么老是对这个感兴趣 彭思觉平静地说 刮擦伤全部集中在副册 那么 应该是从正面进入 结合身上的捆绑痕迹看 死者是被捆起来之后 被一群人轮奸 但是尸体身上没有明显伤痕 我鉴定过不少强奸案 被人强迫 身上或多或少会流下伤 也许死者当时意识不清呢 有没有可能喝了酒 彭思觉摸着下巴 考虑诚实的话 然后对助手说 准备解剖 第四十二章 尸检 接下来便是林东雪最胆寒的画面 彭思觉用锋利的解剖刀 从死者的锁骨中央一刀拉下来 把整个躯干的皮肤破开 肋骨和皮下组织 血淋淋地露在外面 他下意识地一开视线 沉实小声问 怕了 才没有 接下来 彭思觉和助手 用开胸剪将肋骨一根根剪断 虽然画面颇为血腥 但从医学角度来说 死者年龄很轻 没有不良嗜好 内脏相当的完好 连彭思觉都不禁感慨一声 可惜这么年轻就死了 是啊 养下一个女儿 被一帮禽兽糟蹋 也不知道父母得多伤心 陈时说 彭思觉习惯从上到下解剖 他先切开气管 助手在旁 用一台类似血液回收剂的装置 把组织中溢出的血液吸掉 接着 彭思觉剖开了死者的肺 说 肺部无异常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一个地方 然后俯下身 用镊子去扒肺泡 说 这肺泡是不是有点肿大 应该是有一点病变 助手道 做个病理切片吧 然后他按照血流的方向 剖开心血管 接着是肝脏 陈时说 一股酒味 彭思觉白了他一眼 法医鉴定 没有直接用鼻子的 他说 肝脏略微浮肿 有点发白 可能是酒精过量造成的 随后他取了些样本 留待化验 接着是为 死者未容物 对于鉴定死亡时间 场合 乃至死者身份 都较为重要 彭思觉将完整的胃带 放到托盘里面 剖开 随着未容物的流出 一股好似醉汗 呕吐物的恶心气味 飘荡开来 凌冬雪隔着口罩 都能闻见 不禁醋眉 彭思觉用镊子 在那一坨西周式的 碗衣里挑剪 把没有消化干净的芹菜 金针菇 豆腐干 依次挑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肉 大概找到了三种 陈时用肉眼观察 说 猪肉 鸡肉 鱼肉 这一餐吃的够多的 加上喝了酒 凌冬雪补充道 考考你 你能从这些食物里 瞧出什么吗 死者家里很有钱 哈哈 角度够刁钻 不过你说错了 死者应该 只是一个普通上班族 工资仅供糊口的样子 你看他的小肠外侧 没有太多脂肪 说明平时吃的一般般 再看手掌 只跟部位有劳减 说明 他长期骑自行车 还有就是味容物理 有已经几乎消化完的鸡蛋皮 从遇害时间往前推 应该是早饭吃的鸡蛋灌饼 说明死者很穷 肚子里这丰富的一餐 我看很可能是同事 或者公司聚餐吃下的 因为每种食物的量都不多 种类却很丰富 精彩的推理 助手鼓着掌说 彭思觉白了一眼助手 助手立马兴兴地垂下脑袋 彭思觉声音地说 要展现你的才华 到外面展现去 别在这里耽误我的工作时间 我只负责找出事实 推理真相是你们的工作 你这个人 真是太没意思了 一边解剖一边推理 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诚实的 彭思觉望着他的眼睛 突然想起一个人 他的一位老朋友 也说过类似的话 那个人每次都喜欢 在这里大发红乱 是巧合吗 B2 他一闪念地想 然后又继续投入工作 从未融物的消化程度看 死亡时间是在 最后一餐的三小时以后 结合肝温来判断 应该是10月4号晚间 99点左右 彭思觉说 助手刷刷地 在笔记上记下来 英雄所见略同 诚实点头 罔顾彭思觉递来的白眼 这是什么 彭思觉加出一个白色小颗粒 已经被胃酸严重腐蚀 他随即得出结论 是个药片 他把那东西 装进室馆里 留带化验 陈时说 等一下 死者的未融物最好 仔细记下来 判断一下他吃过哪些菜 胃酸也取各样化验一下 有些饭店会放添加剂 一些冷冻食材 往往还有防腐剂 之后通过食品安全部门 没准可以找到他就餐的饭店 用不着你说 我是跟他说的 陈时看了一眼灵冬雪 把剩下的器官一一解剖之后 尸检至此就算结束了 四人离开解剖室 陈时对彭思觉说 彭队长 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吧 化验有结果 记得通知我 彭思觉面无表情地掏出手机 问 你这次和林队又打什么赌了 他觉得这句女诗 是演唱会上逮到的通缉犯干的 我认为不是 你觉得呢 陈时笑道 我不参与你们无聊地打赌 好好 有结果一定要通知我 废话 离开技术中队 憋了半天的陈时 掏出一根烟来过瘾 林冬雪问 现在要做什么 等 陈时严谨一概 没有化验结果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你这次真有把握啊 林冬雪怀疑地看着他 刚刚你也听见了 死者曾受过轮奸 所以 你哥的方向从根子上就是错的 那也未必啊 凶手又没有留下DNA 说不定是同一个人 反复多次实施强奸 话说出口 林冬雪脸红了 自己竟然也能说出这种话 什么反复多次 哈哈 陈时大笑会独立思考了 你有进步啊 切 那我说的对吗 其实我昨晚查了一下 那家伙犯下的案子 人的行为是有稳定性和连贯性的 除非他的性格 最近发生了重大转变 否则不可能是他做的 这时 徐晓东兴冲冲地爆来 手里抱着一打打印的资料 他说 这些是从各派出所 分局发来的 近期失踪人员资料的传真 哇 这么多 林冬雪胆楷 陈时拿过几张看看 说 不错 知道把男的都摘出去 死者是个女的 我当然知道了 徐晓东得意地说 不过失踪的立案 一般是48小时 特殊情况 也是可以24小时立案的 你这里面有好多上星期的 就不必看了 只看8号和9号的就行 这个交给你们了 哎 你去哪 林冬雪冲着诚实的背影问 我回家睡一觉 养养精神 第43章 反复多次 筛选出几名符合特征的失踪者之后 林冬雪和徐晓东 便挨个走访一遍他们的住处 其中并没有和死者完全吻合的 这一天下来 两人都累坏了 林冬雪回到住处 倒在沙发上就睡愁了 隔日一早 太阳晒到眼皮 他睁眼一看时间已经7点40了 什么也顾不得 匆匆忙忙赶到单位 打完卡 正好撞见陈石走进来 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袋子 笑容满面地说 林大小姐 昨晚没睡好吗 切 你还有脸说 一天下来腿都跑戏了 什么也没打听的 你是不是没刷牙 有口气吗 林冬雪忙哈了口气 在手上闻闻 你平时每天都会换件衬衣 我看你身上的衬衣 还是昨天的 眼角上有眼屎 所以猜你没刷牙 辛苦你了 说着 陈石掏出一包绿剑口香糖给他 手上拿的什么啊 嚼着绿剑 林冬雪问 样本 两人来到技术中队 彭思绝严禁手下在工作场所抽烟 但屋子里的气味还是有点糟 看几名技术人员的脸色就知道 昨晚一定熬了一宿 林秋普 陈石同时在调查两个方向 落在彭思绝头上的工作量自然是巨大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处理 辛苦了 彭队长 陈石笑盈盈地说 彭思绝站起来 捏着鼻梁说 工作量太大 一晚上完不成 你要的鉴定结果只出了几样 他递来几张打印文件 陈石扫了一眼 说 这些就够了 顺便把未融物的种类也给我一份 小王 去把昨天验尸的笔记复印一份给他 陈石将手上的袋放在桌上 说 这些是市面上常见的几十种香烟品牌的烟灰 我分门别类地标注了 和死者身上的烟灰比对一下吧 有样本应该很快地 陈石拍拍彭思绝的肩膀 道 谢了 老兄 少操近活 陈石和林东雪走后 彭思绝打开袋子 里面出了烟灰样本 还有一份热腾腾的早餐 他冷笑一声 然后招呼一名手下 去化验一下昨天的烟灰 陈石一边走 一边看着手上的文件 林东雪急不可待地说 上面说了什么 死者身上找到了至少六个人的拖也没 你说的反复多次 应该是站不住脚了 林东雪脸上一红 我只是提出想法吗 案件破冰阶段 难道不应该集思广义吗 我又没打击你的意思 鼓励你多多思考吗 这时 一大批警察从会议室里出来 他们有说有笑 看上去春风得意 林东雪知道 那是只有当案件出现重大进展时 大家脸上才会有的表情 他心里咯噔一下 等人群走完了 林秋朴最后一个走出来 他的视线落在两人身上 笑道 怎么样 有进展吗 看林队的样子 怕是有重大进展了吧 陈石说 是啊 不告诉你 嗨嗨 咱们可是说过 要情报共享的 被将了义军的林秋朴眯起眼 说 那你先说 我们还没开始 哈 林秋朴乐了 你们可得抓紧了 我们再通缉犯贾某鞋带 某鞋带的刀具上 发现了血迹 已经判定是人血 他近期有过行凶事实 林东雪惊讶地张了张嘴 难道这一次 真的会输给他哥哥 看来贾某一定有很多朋友 陈石不紧不慢地笑道 举起手上的鉴定结果 死者身上 找到六个人的唾液霉 是留在死者皮肤表面的 这又怎么解释 林秋朴突然皱起眉头 然后说 案件中不合理的点 往往就是最关键的突破口 我会去查明的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不过我觉得 你用错地方了 这个不合理的点在你的整体构想中 根本就说不通 呵 是吗 走着瞧 林秋朴走开了 然后又折回来 说 说出这句话的人 比你厉害一百倍 是吗 我真想认识一下他 陈石笑了 林秋朴走后 林东雪说 如果按照我哥的构想 六个人的唾液 也不是解释不清的 还记得第一个案子吗 也许是死者 在遇害前沾染上的 这一点我也考虑了 但是概率不高 为什么 六男一女 AV都没这么拍的 林东雪脸上一红 骂道 色狼 怎么还骂上了 我只是就事论事 陈石叫上徐晓东 三人上了徐晓东的车 徐晓东十分兴奋地说 陈哥 今天去哪里查案 吃饭去吧 啊 这才八点 陈石笑笑 打开手机导航 找到抛尸的地点 用手指在周围画了一个圆 说 我们从抛尸地点周边 十公里的饭店开始找 这要找到猴年马月 徐晓东立马泄了气 咱们手上的线索 只能这么找 林东雪问 能不能排除掉一些呢 方圆十公里面的饭店 少说有一百多家吧 看看吧 陈石掏出那份笔记的复印件 摊开 三人盯着上面的食物清单看 林东雪说 青红椒 小米椒 豆豉 这些是川菜 或者香菜常用的配料 徐晓东说 有甲鱼和扇贝 这肯定是比较上档次的饭店 陈石说 水产有四种 我想这家饭店 一定有水族箱 上档次的川菜 或者香菜馆子 有水族箱 就这样找吧 出发 这项工作极为繁重无聊 一直查到中午 仍一无所获 三人顺便就在一家饭店吃了饭 林东雪问 什么也没查到 怎么办 陈石淡淡地说 继续查 扩大范围 徐晓东说 万一还是找不到呢 抛尸人应该是两人以上 开了车 既然是两人以上 抛尸的时候 就会相互商量 当人与人的经验相互覆盖的时候 就会出现较为保守稳当的结果 他们选择的地点 即可能是其中一人曾经来过 或者经常路过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点距离案发现场 就不会太远 我估计应该是十公里以内 说着 陈石给自己舀了一碗汤 你怎么知道 是两人以上 徐晓东愣愣地问 现场不是一条马路吗 马路旁边有许多石子 现在已经证实 尸体是被箱子装过的 可是石子上面并没有留下脱痕 这就证明是两个人抬动的 而不是一个人拖着走的 徐晓东深感佩服地点点头 林东雪提出异议 那也未必 万一凶手是一个大力士呢 第四十四章 我把真体手套忘在您家了 陈石笑了 我说林大小姐 你总得钻下牛角尖是吧 林东雪撅着嘴说 这怎么叫钻牛角尖 讨论吗 一切可能性都要考虑到 我说的这些是大概率事件 当然非要验证的话 抛尸地点到马路有一段缓坡 假如是一个大力士 一个人抱着箱子走下来 学过物理吧 两个人的重量施加在缓坡上 他必须用非常大的力气 才能站稳不摔倒 那么缓坡上 一定会留下极重的脚印 但是现场并没有找到 林东雪终于幸福了 他说 我可不是要钻牛角尖哦 我就是想弄明白 你老说什么大概率大概率的 我就想 大概率也不代表绝对啊 如此可叫 陈石笑笑 赶紧吃饭吧 这时 陈石的电话响了 是彭思绝打来的 他在电话里说 死者身上的烟灰 通过比对胶油和一氧化碳含量 应该适应中滑 死者胃里的药片是扑热吸痛 一种常见的非抗炎止疼剂 我记得这种药 对肺功能有一定的副作用 肺水肿和这个有关 目前看来似的 谢了 老彭吃饭了吗 彭思绝并不想跟他套近乎 直接把电话挂了 陈石摇摇头 指着电话说 这人咋这样 机器人啊 徐晓东说 你知足吧 彭队长亲自给你打电话汇报结果 对了几个人 有这样的殊荣 林东雪说 彭队长这冷面冷心的 是不打算结婚了吧 三十多了 还没有女朋友 哎 怎么聊上八卦了 赶紧吃了饭干活 陈石催促 吃完饭 三人继续打听 陈石打算用了一个新方法 把要打听的区域分成几块 三人各自负责一块 林东雪挨个饭店走访 嘴都说干了 直到下午四点左右 陈石打来电话 问 打听到什么了吗 没有 林东雪听出她的口气呆着喜色 别卖关子了 你是不是查到什么了 到地江大酒店 我在这等你 林东雪和徐晓东 前后脚来到那家酒店 陈石正在柜台和副经理抽烟闲聊 见两人赶到 他说 这位王经理刚刚告诉我 前两天有人订过一桌酒席 和单子上的菜基本吻合 副经理道 就是旁边的康星电子公司订的 好像是嫉妒末的庆功宴吧 我们直接把菜送过去的 哎 你们真是警察啊 在查什么案子 陈石直接无视他的最后一句话 说 对了 刚刚你说的那件事 麻烦再说一遍 说着 陈石给他递了根烟 我听员工说 他们送餐的时候 看见两个男员工 正在相互伤耳光 伤得还怪厉害的 嘴巴子都流血了 林东雪压然地看了一眼陈石 陈石笑笑 谢谢你 我们就去那家公司看看吧 我说 你们到底在查什么案子 是不是死人了 副经理仍在后面 不依不饶地追问 来到康星电子公司 林东雪掏出警员证 对前台说 要见经理 等待的时候 陈石在看旁边墙上的企业宣传栏 说 原来是卖这些东西的呀 这家公司是做保健电子产品的 就是那种按摩机 这类产品成品低 利润高 说白了 忽有的成分较大 主要还是靠销售缓解 果然 当前台回来 带他们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 一路上三人看见墙上 贴满了销售金句 比如什么目标不是用来达成的 是用来超越的 没有卖不出的产品 只有卖不出产品的人 除此之外 还有嫉妒销售明星榜 徐晓东小声说 好重的鸡血位 林东雪说 我有个同学 毕业以后也干了类似的行业 整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在同学会上见到 一点都找不到共同话题了 陈石笑道 人家也是干一行爱一行 你应该向他学习 难道我走到哪 都要让别人瞧出来 我是警察 来到经理办公室 一个红光满面 西装革里的胖经理 过来和三人握手 他手筋很大 捏得徐晓东暗暗甩了半天手 一阵热情的寒暄之后 经理才问 呵呵 几位找我有何贵盖呀 你们公司最近有人失踪吗 陈石问 呵呵 没有啊 为什么要问这个 让我看看 你们这里的员工信息表 呵呵呵 好的好的 稍等片刻 经理打了个电话 然后进来一个职员 怯生生地看了三人一眼 放下一张表格 陈石拿在手里看 光看名字也瞧不出什么 经理又在旁边不停地寒暄 几位怎么不喝茶 抽不抽烟 说着 他掏出一包硬中华 陈石的视线落在烟壳上 说 你一直抽这种烟 呵呵 抽习惯了 来一根 不必了 谢谢 我们四处看看可以吗 呵呵 这恐怕不行 员工正在工作呢 我们公司虽然小 但工作量可一点也不轻松 希望各位民警同志 体谅一下我们的难处 是刑警 林东雪提醒 经理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是刑警同志啊 失敬失敬 呵呵 那就不打扰了 好的 几位慢走 我就不送了呀 呵呵 离开办公室 徐晓东长长地出了口气 道 这个经理 真是太热情了 我感觉他有点假 笑得就像戴了张面具似的 林东雪说 是的 很圆滑的一个人 伪装得太好了 连我都瞧不出什么 什么也没查到 林东雪有点灰心 说 就这样民精收兵了 谁说我们就要走了 陈石笑笑 当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陈石突然站住 说 带我杀个回马枪 你们在这里等我 他静止回到经理办公室门前 把耳朵贴在上面 同时没忘记将手机的录音功能打开 屋子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刚刚有条子查上门来了 你叫他们把嘴给我堵岩石了 谁要敢乱说 我弄死他 陈石突然推门进屋 正在打电话的经理瞪大眼睛 一瞬间凶向毕露 但下一秒 他又切换回那副原花老道的模样 笑嘻嘻地说 怎么了 陈石拿起打火机 摇了摇 那啥 不打搅您工作了 好的好的 术不远送啊 待陈石离开后 经理一屁股坐回椅子里 疯狂地从抽纸盒里 拽出抽纸 擦拭脸上的油汗 第45章 特殊的日子 陈石笑容满面地回来 林东雪迫不及待地问 听到什么了 陈石打开手机 把音量调低 播放刚刚的录音 听罢之后 两人大感震惊 林东雪说 果然有问题 徐晓东说 就凭这条录音 就可以申请搜查令了 不 这在法律上 算不上有效的证据 不过已经揭开了冰山一角 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走吧 这次是真走吗 林东雪笑问 当然 不是 他们来到公司下面 找了一家冷饮店 坐着喝了杯饮料 坐到晚上六点 公司里仍没见一个人出来 徐晓东说 我去 这家公司加班 加得推狠了吧 不遵守劳动法的公司 比比皆是 可是员工有什么办法 只能任其压榨 毕竟这是饭碗 陈石说 同感 当警察 可比这个自由多了 林东雪说 但也不轻松 徐晓东说 喜欢的工作 就算累一点 也很开心吗 这时从楼里下来 一个清洁大妈 陈石立即站起来说 目标出现 走走走 两人追着他出门 林东雪说 你等半天 就为了等清洁工 现在还不足以正面攻坚 不妨先悄悄编鼓 陈石说 陈石禁止走到 清洁大妈面前 说 打扰一下 我们是警察 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清洁大妈露出戒备的神色 您是不是天天来这家公司打扫 是的 您知道这家公司的情况吗 知道什么都行 就是一家普通公司 你们是不是查逃税漏税的 这个我可不知道 陈石掏出一张百元大钞 说 您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这是一点情报费 放心吧 我们肯定会保密的 见有外快可证 大妈乐开了花 立即打开花匣子 他说这家公司管理比较严格 早上八点上班 晚上经常加班到十点 主要就是打电话销售 或者拎着产品上门推销 还有 这家公司好像一直推行什么狼文化 他有好几次看见员工 因为没完成业绩 相互伤耳光 跪地 吞纸团子 心里直摇头 心想 这不是折腾人吗 人家也是爹娘生的孩子 咋就轮到这帮人遭见 可是没办法 为了挣口饭吃 唉 大家都不容易 大妈叹息 狼文化 徐晓东说 是狼性文化吧 对对 就是这么个说法 有一阵子 还在公司下面贴了一张大灰狼的照片 呲牙咧嘴 看着怪瘆人的 那最近公司有人失踪吗 陈石问 这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都认识 不过好像有个女孩子 好几天没见着了 平时她总会跟我打招呼来着 她叫什么 小丽 我听她同事这么叫她 她最近生病了吗 生病了 生什么病 严重吗 看来 大妈也不知情 陈石请她描述一下小丽的特征 大妈形容半天也说不清楚 几人只好作罢 陈石又掏出一张一百块塞给她 大妈没开眼笑 说 也没提供什么线索 不好意思啊 哎对了 你们在查什么案子呢 不便透露 您忙吧 道别大妈之后 林东雪奚落道 你可真大方 打听这点线索 就掏两百块 人家也不容易吗 对了 这钱报销吧 你叫人家大妈给你开 妈给你开张发票啊 林东雪笑了 行了 陈石转向公司正门 右手比了一个手枪的动作 指着公司招牌 这家康星电子公司有鬼 明天开始 继续追查 我相信真相就隐藏在这栋楼 和经理油腻的笑脸后面 今天咱们就下班了 徐晓东欢呼 下班了 走走 吃火锅去 不去 我得回家洗澡了 正好 我要去4S店取我的车 顺便烧我一程 取完车 徐晓东还在向林东雪献殷勤 说 我送你回家呗 林东雪说 不了 我打车很快的 陈石道 那就顺便照顾一下我的生意吧 今天正好没开张 你还真好意思 十块钱 送到家 上来吧 林东雪还是上了陈石的车 陈石俯着方向盘说 宝贝 林东雪瞪他一眼 原来陈石在对自己的车说话 两天没见 你又变漂亮了 恋物皮啊 林东雪笑道 妄下结论 要不要顺路吃个饭 你这十块钱 服务还挺丰富 不了 我想回家洗个澡 身上臭烘烘的 陈石把林东雪 再到他所住的小区 跟着下了车 林东雪没好气的说 你下来干嘛 送你上去啊 陈石笑容可惧的说 妾 来到林东雪的家门前 林东雪说 你打算进来 既然你请我了 就进来坐坐吧 脸皮真厚 我警告你 可不要动什么歪主意 我可是会请拿的 进来喝杯水 也要被打吗 走进屋里 陈石赶凯 果然是女孩子房间 林东雪说 庄 你上次不是看过了吗 跑了一天 林东雪累坏了 换了拖鞋 就往沙发上一坐 打开了电视 陈石很不客气的进厨房忙活起来 林东雪起初以为他在烧水 后来听见锅碗瓢盆的动静 便叹着脑袋大喊 你在干嘛呢 煮碗面吃 当是你自己家啊 马上就好 一会功夫 陈石像杂耍一样 端着两个碗两个碟子出来 一一放在茶几上 他煮了两碗方便面 切了黄瓜丝和海带丝 面上面还握着两个水包蛋 撒了香菜 香气扑鼻 凑合一顿吧 陈石笑着递过筷子 想不到 你还挺精致 林东雪接过筷子开动了 吃着东西 看着电视 林东雪突然觉得很奇怪 自己怎么会放心的 让一个大叔进屋 他瞅了一眼陈石 陈石立即察觉到他的视角 扭过头 问 有啤酒吗 没有 他生硬地说 吃完东西 已经八点了 林东雪好奇 这家伙怎么还不走 便一直盯着陈石看 陈石也看着他 林东雪突然说 我是不会跟你上床的 扑 陈石一口面汤喷出来 忙从桌上 抓过抽纸擦嘴 林大小见 你这车开得有点猝不及防啊 我只是生命 以免你动什么坏心眼 是是是 我知道 陈石的眼神突然暗淡下来 今天十月十号 是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我不太想一个人待 所以跑到你这里来蹭点人气 怎么了 你生日啊 准确来说 应该算是我的忌日吧 陈石心底 一个声音默默地说道 第四十六章 狼信公司 见陈石不回答 林东雪说 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 你有朋友 是在今天去世的 你就让我保留一点隐私吧 陈石又恢复了平时的表情 两人看了一会综艺节目 林东雪说 哎 你听说过宋王吗 正在削苹果的陈石顿了一下 说 你前男友啊 去你的 这人是一个神探 听说特别厉害 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我想你要是龙安市的人 应该听说过吧 没有 我是前两年才来这边的 口音倒是听不出来 我学得快嘛 整天和乘客唠嗑 渐渐就带上口音了 突然提这个干嘛 没什么呀 就是前两天听我哥提起 突然想到的 电视里再播广告 林东雪起身把碟子收拾了 他心里有点犹豫 要不要赶他走 可是看他的样子 只是单纯的想在这里待一会 犹豫半天 他说 我得洗澡了 哦 那你洗吧 陈石的眼睛盯着电视 随口答道 林东雪心里气得响乐 这人是装傻吗 这么明显的竹科令都听不出来 他走进浴室 把门反锁上 开始洗澡 耳朵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 心里有点坠坠不安 再怎么说 也是有一个大男人在他屋里 这时 他听见放水的声音 还有乒乒乓乓的声音 他很好奇 想推开一道缝 瞧瞧这家伙在干嘛 但还是忍住了 洗完澡出来 屋里没人了 碟已经清洗干净 插在架子上 客厅的电视还开着 茶几上放着一叠切好的苹果 旁边放着一张纸条写着 我走了 早点休息 明天见 林东雪笑笑 拿起一块苹果放进嘴里 隔日一早 三人仍旧在局里碰头 陈石又恢复朝气蓬勃的样子 手里提着一袋早餐 徐晓东说 陈哥请吃早饭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给你们的 你该不会又是给彭队长买的吧 林东雪说 有求于人 当然要带点好处了 切 只知道给他买 就不知道给我们买 我们好歹 也算临时搭档啊 林东雪不高兴地说 好好 我待会请你们就是了 说着 陈石来到技术中队 一走进屋里 就看见几名研究员 横七竖八的摊菜座椅 他在桌子上 睡得正香 彭思觉脚边的纸楼里 扔着许多咖啡纸杯 看样子又熬了一宿 林东雪不惊想 彭队长这也太强悍了 连熬了两个晚上 听见脚步声 彭思觉在椅子上转过来 他的两眼顶着黑眼圈 肤色比平时更加苍白 他调侃道 你们几个跑得倒是够勤啊 拜托你一件事 我想借个东西 陈石说 随手将早餐放在桌上 彭思觉看了一眼 带里的东西 冷笑 就知道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店 用得着我的时候 就大嫌殷勤 你把我说得也太势力了吧 要不我天天给你买早餐 反正我出车 是从这里路过的 省省吧 别老在我面前晃 说吧 要借什么 我需要一套勘查血迹的设备 彭思觉这一次意外的爽快 站起来走到里屋 然后提着一个银白色的法衣勘查箱出来 说 会用吗 于NB BSP 你教我 陈石笑笑 小冬应该懂这个 你教他教你吧 别弄坏了 下班之前还回来 谢了 陈石接过勘查箱 同彭思觉告辞 出来的路上林东雪说 你现在跟彭队长 好像交情挺好的样子 你的错觉罢了 他这种人 其实也挺好打交道的 我觉得比你哥好多了 哎 怎么还 稍带着损一下我哥 这叫损吗 我只是说 你哥不太好打交道而已 陈石兑现了承诺 请两人吃了顿早餐 然后开车来到康星电子公司 路上他绕了一个路 停在一辆车旁边 车里的司机是个大光头 他抱怨说 怎么这么慢 我都误了三单了 不好意思 回头请你喝酒 这是你要的东西 大光头将一个纸袋子递来 然后开车走了 林东雪好奇地错过脑袋 这是什么 秘密武器 陈石神秘一笑 来到康星公司 三人站在楼下 陈石对徐晓东说 晓东 给你个任务 你把手机调成震动 待会我给你递个眼色 你马上离开 路上尽量别让人看到 然后去找保卫科 引开里面的人的注意 这是要干什么坏事吗 徐晓东笑道 你想多了 我打算找找证据 昨天我注意到 公司内部有监控 被人看见就不好了 你帮我引开保安的注意 直到我打电话给你 你就可以收工了 Yes, Sir 徐晓东静了个礼 三人走进公司 发现前台竟然没有人 走廊里的一个房间里 传来忽高忽低的声音 虽然听不清在说什么 但那语气 就像师生大会上 校长训斥小屁孩似的 来得正巧 他们在开晨会 陈石说 哦 瞧瞧去 晓东 徐晓东会议 马上离开 奔赴保卫科 陈石和林东雪 捏手捏脚地摸到 那个房间外面 门是虚掩着的 陈石推开一道缝 只见一排员工 背着手站着 胖经理走来走去 正在训话 不要老是想着 公司能为你们做什么 要想想自己能为公司做什么 你们是公司的一份子 应该有集体荣誉感 不要老想着那点眼前利益 那是目光短浅 你们到这里来 是做事业的 懂了吗 满嘴屁话 林东雪小声地吐槽 经理结束了 务掌的训话之后 叫员工们 齐齐地背诵了几个销售金句 那场面就像军训一样 充斥着鸡血位 然后经理说 行了 今天的陈会到此结束 赶紧撤 林东雪拽了拽诚实的袖子 等一下 员工们并没有立即离开 只见女员工们一个个出列 站成一排 他们的神色有的很尴尬 有的则是一脸麻木 女员工们挨个经过胖经理的身边 和他接吻 林东雪吓得捂住嘴 这究竟是什么仪式啊 胖经理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 每次吻过一个女员工就点点头 有几个稍有姿色的女员工 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 他还在人家的屁股上捏了一把 遇到敷衍了事的女员工 他会命令对方回来 重新完成这个仪式 旁边的男员工大多低着脑袋 似乎不太愿意去看这一幕 好个狼性文化 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小王国 员工全部熏化成奴隶 诚实冷笑 第47章 贾某逃跑 眼瞅着员工们要出来了 两人赶紧开溜 他们躲到会议室隔壁一个 用来堆放产品的小仓库里 林东雪小声说 为什么不直接强攻 没有证据 来得多了 怕是会被拒之门外 那就难办了 其实咱们现在属于非法入侵 啊 没事 有问题我背就是 这就是民间人士的好处 走廊没人了 我们去刚刚的会议室看看 两人跟做贼似的 溜进刚刚开晨会的会议室 这层楼的结构是一个回字形 办公区域集中在北侧和西侧 南面是公司正门 会议室在入口左手边 这时 徐晓东打来电话 他在电话里压低声音说 好了没有 我这边快聊不下去了 没呢 再撑一会 陈石说 卧槽 撑不住了 烟都快抽光了 那你就要求调看监控 把电脑站着 别让保安看到我们 好主意 徐晓东把电话挂了 小伙子 还需要多多学习啊 陈石感慨道 你又是从哪学的这些呢 林东雪歪着头看他 人生惊艳 咱们开始吧 他把箱子打开 里面是个电瓶 接上插口之后 紫外线灯就可以使用了 林东雪在后面双手捧着箱子 陈石在前面勘察 走到一个地方时 陈石突然停下 说 瞧这里 发现血迹了 林东雪兴奋地说 不是 你看地上有一些痕迹 这里放过一张桌子 和捆绑死者的一体 是铁架桌椅很类似 陈石站起来环顾 发现墙上原来有一排窗口 但已经被堵上 并刷了层漆 看这个构造 这里应该是按着食堂设计的 刚刚咱们待的小仓库 就是后厨 只是后来被改成了两个房间 大的当会议室 小的当仓库 这种没人性的公司 怎么会贴心地为员工准备食堂 林东雪嘲弄道 他将脱脂棉凑到鼻子下面闻 说 有酒味 看来公司的人在这里吃过饭 可能是聚餐 血戒 血戒啊 林东雪焦急地催促 他生怕哪个员工走过来 把他们逮个正着 身为警察却在干贼的勾当 这就太丢人了 两人几乎把每一寸地面照了一遍 全无收获 陈石说 没有血迹 你的推理错了 死者死于体位性窒息 死亡的时候 不会有血涕落下 只会是巨头的时候有血 走 到楼梯间看看 哎 前台还有人呢 不好意思 忘了 两人缩在门口盯着 当前台小姐起身 去洗手间的时候 他们立马溜出来 陈石没有马上走 他从之前那个大光头 给他的纸袋里 掏出一个无线摄像头 放在会议室门旁边的盆栽里 用落叶盖好 林东雪惊讶地张了张嘴 原来是这玩意 两人翘无声息地来到楼梯间 继续重复之前的作业 于MB BSP 然而这里依然没找到血迹 陈石用手指按着额头 说 这么看来 尸体是完整扳下去的 血迹可能在车上 或者野外 倘若是后一种可能的话 根本就找不到 我说 会不会死者 根本就不是 在这里遇害的 是不是在这里遇害 先排除掉所有的 不可能再说吧 收工了 陈石拨通电话 是一徐晓东可以撤了 收工 不见见经理吗 见他有什么意义 明天过来强攻 为什么是明天 笨啊 我刚刚放了一个摄像头 只要拍下他们的陈慧 就可以以性骚扰 最起诉经理 不就可以正大光明地 进来调查了吗 哈哈 还有这招 林东雪拍着巴掌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可是你这个取证手段 有点 没事 我会把拍下的录像 匿名寄给你 然后你走正式程序 申请逮捕令 这就是民间人士的 方便之处 你的花花长子可真多 三人在公司楼下碰头 陈石将两人载到市局 道 明天或者后天见 我去跑几单 这两天都没开张 诚哥 我们没什么任务吗 徐晓东说 歇着吧 林东雪说 你就这么自信 人就是死在公司里的 万一出错了吗 要不要再调查一下 其他线索 陈石摇头说 小同志 查案子说 难听一点就是 盲人摸像 个人负责个人的 那一块就行了 最后拼出来的 就是真相 一个人的精力 是有限的 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点你 可以和你哥学学 逮着一个线索 就往死里查 这种欺而不舍的精神 是很值得鼓励的 你的口气 可一点也不像是在夸奖他 哈哈 自行理解 我先走了 两人下了车 徐晓东说 十一点了 要不咱先吃个饭 我请你呗 林东雪白他一眼 你家有矿啊 整天请我 那你一次也没答应过啊 不好意思 我现在不饿 正巧林秋普 拿着一打资料 从正门出来 看见两人 笑着说 怎么样 有进展吗 我们这边可是有进展的哦 贾某的刀上沾染的血迹 和死者血腥一致 林东雪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 这次难道真的会输给林秋普 他问 那DNA呢 嗯 还在化验中 不过我相信 结果百分百是一致的 你们那边呢 别和我隐瞒哦 林东雪便把他们的发现 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林秋普听罢 冷笑摇头 我觉得他是把案子 想得太复杂了 就算那家公司作风不怎么好 可他们也是普通人 普通人第一次作案 总会拖泥带水 这案子做得这么干净利落 从一开始 我就料到是惯犯所为 林东雪哑口无言 他怕现在说什么事后 都会成为化饼 老实说 现在他已经对陈石的推理 有点动摇了 他想幸运之神 不可能次次多眷顾他吧 这时林秋普接到一个电话 听着听着他神情大变 说 糟了 贾某从医院逃跑了 你们现在跟着我 赶紧去搜捕 第48章 贾某的秘密 两车警察火速赶到医院 下车后 林秋普把在等候在医院门口的 两名直守警察 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通 怎么搞的 两个人盯着也会让人跑掉 警察假说 我们就是到走廊上抽了根烟 五分钟的功夫 拿小的人就没了 警察一说 那小子早就醒了 他偷了护士的圆珠笔 把手铐捅开了 医院方面 说他可能要昏迷几周 我们就 就替意清新了 林秋普挥挥手说 行了行了 现在不是反思的时候 赶紧把人抓回来 大家把无线电 调到同一个波段上 分头行动 周围每一个小区 停车场 商场 乃至下水井盖 都要检查 警员们火速散开 林秋普站在原地指挥 他不断从无线电里 听见属下说 这里没找到 我问了周围居民 没有看见身着病号服的人经过 林秋普越来越心骄 也很懊恼 这个通缉犯 有过两次逃跑前科 他本应该加大警力的 这时 林东雪的声音 从无线电里传来 哥 玫瑰花园小区附近 赶紧过来 我发现他了 林秋普火速 让附近的人赶过去 自己也跳上警车 风驰电车的赶赴那里 来到小区 就听见里面在喊 四单元的居民们 请把门关延 有一名通缉犯逃进楼道里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必要的时候 可以采取自卫措施 声音正是林东雪的 林秋普循着声音走去 见他手上拿着大声弓 正在对一栋单元楼喊话 原来他发现贾某之后 开枪示警 贾某狗机跳墙地 钻进一栋居民楼 害怕演变成劫持事件的他 当机立断地 向居委会借来大声弓 提醒该单元楼的居民注意 警员们上楼抓人 又让另外一批 从旁边的单元楼上到天台 上下夹击 贾某带着伤 本来就没多少力气 两路警员最终在七楼发现了他 他正在疯狂地 撞着一栋公寓的门 门内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不许动 取起手 在手枪的包围下 贾某只好举起双手 灰溜溜地再次被烤伤手铐 看着贾某被压下来 林秋普提在嗓子眼的心 总算落回肚子里 他对林东雪说 这次行动 寄你头等功 功劳倒不重要 没有居民受伤就好了 林东雪欣慰地笑着 林秋普想 妹妹现在似乎也变得很能干了 难不成是那家伙的影响 一名警员过来汇报情况 当得知贾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疯狂去追某公寓的门时 林秋普说 我看这家伙是狗急跳墙 我上去安抚一下那户居民 你们先把人押回去 我也去 林东雪说 两人上了楼 得知危险解除 楼道里的居民纷纷开门张望 向林秋普询问情况 林秋普随口敷衍着 来到七楼 那户公寓仍然关着门 林秋普朝门上看看 说 这家伙力气够大的 把防盗门都撞别进去了一块 他上前敲门 你好 我们是警察 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事 屋里的女人答 没事 就是吓坏了 人已经白起来了 哎呀 那太好了 谢谢 谢谢警察同志 说着 一个少妇打开门 林东雪注意到他挺个大肚子 林东雪朝屋里探头张望 说 大姐 就你一个人 是啊 我丈夫还在单位 乃至到发生这种事 吓死我了 十分抱歉 害你受惊了 对了 这个门撞坏了 之后的修理费 我们可以报销 林秋普说 不了不了 人抓住就好 这种人就该被枪毙 和少妇告辞之后 两人朝楼梯走去 林东雪突然停住 说 哥 我怎么觉得这少妇认识贾某啊 何以见得 你瞧这个楼层的布局 一层有八扇门 贾某不挑离楼梯最近的 却偏偏挑戏边最里面的一扇门 刚刚那少妇说 这种人就该被枪毙 他难道知道 贾某犯的事情 他的通缉令 好像没有在本事发布过 还有之前我追他的时候也是 他好像有目的似的 跑进这个单元楼 林秋普沉映着 觉得林东雪分析的有点道理 便说 再回去核实一下吧 两人再次上前敲门 少妇打开门说 有事 林秋普道 恕我冒犯 您是不是认识刚刚那个男呢 不 不认识 少妇眼神飘忽着 那他为什么会跑进这个单元楼 在被捕的一刻 疯狂撞你家的门 您再说笑吧 这我怎么知道 你问他 说着 少妇伸手捋了一下头发 林东雪注意到 他的小臂上有一道 心静留下的刀伤 他说 您最近被人袭击了 啊 少妇看着手臂上的伤口 这是 这是我不小心划伤的 林秋普又说 人已经抓住了 你有什么隐情就告诉我们吧 真的没有 二位请回吧 对方下起了逐客令 他们也强迫不得 然而 当他们刚刚转身之际 少妇突然在后面喊 两位 我有些话想说 可不可以请你们进屋 林秋普和林东雪 交换了一下神色 随即转身进屋 进了屋 两人在客厅的桌旁坐下 少妇寒暄一通 问他们要不要喝茶 两人说不必 少妇叹息一声 道 实不相瞒 那个不成奇的家伙 是我的前夫 啊 林东雪一脸惊讶 少妇说 他和贾某是十二年结婚的 当时在立通市 贾某当时是个工人 一开始和他好上 是因为这人风趣幽默 长得也挺帅 少妇家里是非常反对他 和他来往的 他就不顾家人劝阻 和贾某私奔了 两人结婚后 贾某恶劣的本性 才渐渐暴露出来 他是一个好吃懒做 脾气暴躁的人 每个月不好好上班 竟琢磨一些歪门邪道的路数 为此 两人背了一大笔外债 贾某稍有不顺心 就对他又打又骂 当时他后悔死了 后悔没听家人的话 整日以泪洗面 后来他铁了心 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就趁一次贾某出差 偷了些钱逃回龙安市 再后来就认识了 现在的丈夫 虽然是家里介绍的 可是两人生活的 也挺美满 很快就郁郁出了 爱情的结晶 万没想到的是 他在新闻上 看见贾某杀人被通缉 当时他心情很复杂 又是震惊 又是怜悯 又是痛快 这个不争气的家伙 走到这样一步 也不算意外 第49章 攻坚 林秋朴打断少妇 问 你和贾某并没有离婚 然后又和现在的先生结婚 这岂不是犯了重 他这个罪名太过严苛 他没把话说完 少妇道 我当初和贾振华私奔的时候 家人把我户口本扣下来了 所以没有领证 从法律上来说 只算同居而已 林秋朴点头 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少妇继续说 前几日他出门买菜的时候 贾某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 手里抓着一把刀 恶狠狠地说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争执中 少妇的手臂被划了一刀 万幸当时有路人经过 贾某落荒而逃 少妇并不想让丈夫知道这件事 所以没有报警 这家伙根本就是个人渣 谁和他在一起谁倒霉 请你们一定给他判个无期 让他永远别出来 祸害别人 少妇祈求道 贾某手上有几条人命 死刑是逃不了的了 林东雪说 林秋朴皱紧眉头 沉淫了片刻 他说 方便的话 我想取一些您的DNA样本 和凶刀上的血迹做个比对 好的 林秋朴叫人拿个棉签上来 在少妇的嘴里取了些样 然后便告辞了 回去之后 他把贾某丢给其他人审讯 自己第一时间来到技术中队 彭思觉说 林队 来了 凶器上的DNA已经化验出来了 和死者不匹配 一旁的林东雪 看见林秋朴好像要晕倒了似的 他逃出少妇的DNA样本 和这个样本比对一下 紧快 接下来两个小时 林秋朴就一直在技术中队门口来回徘徊 无奈林东雪说什么也劝不动他 结果终于出来了 彭思觉走出来 手上拿着两份打印件 道 二者的DNA完全吻合 系同一个人 凶器上没有其他DNA了吗 没有 只有这一个人的 林秋朴仰天长叹 最后还是弄错了 一名警察跑来 说 林队 审讯已经结束了 贾某拒不承认和无头女士有关 人不是他杀的 先收监吧 林秋朴无力地摆了下手 林秋朴失魂落魄地回到办公室 坐在桌子前 两手撑着太阳穴 林冬雪知道他现在一定沮丧透顶 他小声地说 哥 我们的线索又不是完全中断 陈石那边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对 为什么总是被这个司机比下去 林秋朴弹开双手 林冬雪苦笑一声 说 反正案子破了 功劳也是专案组合你的 唉 流年不利啊 林秋朴拍拍脸颊 恢复了状态 陈石那边是什么情况 林冬雪大致说了一遍 称明天就可以正式搜查那家公司 林秋朴点头 说 告诉他 这次打赌我又输了 这案子要是破了 我请他去东大顺吃涮羊肉 不 请专案组所有人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直接开口 哥 你现在认错态度 怎么这么好了 林冬雪好奇地看着他 死丫头 会说话吗 这怎么叫认错 我只是愿赌服输罢了 虽然贾某这边 确实弄错方向了 可是我很庆幸 没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眼下至少还有你们 那条线索 往好的方向想 你这次既能破获 能破获无头女士案 又逮着一个跨省犯 林秋朴破冰战言 露出笑容 说 去吧去吧 八字还没一撇呢 林们一脚 你们可别弄砸了 出了门 林冬雪便把这个消息告诉陈时 陈时回复短信说 如此可叫 你哥现在没那么讨厌了 看看明天运气如何吧 隔日一早 陈时发来信息给林冬雪 叫他看邮箱 邮箱里有一个匿名市民 寄来的偷拍录像 内容康星公司陈会上 经理公然猥信女员工 林冬雪立马拿着录像 到局长那里 申请了一张逮捕令 林冬雪 徐晓冬带了几名警察 来到康星公司 陈时早早地赶到这里 正在楼下等他们 他说 逮捕令下来了 瞧 够神速的 走吧 正面攻坚 当胖经理 看见一帮警察涌进来的时候 脸都下白了 忙站起来陪着笑脸 各位警察同志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林冬雪亮出逮捕令 故意卖个关子 怎么回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胖经理吓出一头冷汗 眼神飘忽着 当徐晓冬上前要给他考手靠时 他竟然抑郁跳窗 被几名警察给按在桌上 林冬雪说 你在公司里 公然猥亵员工 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和我们走一趟吧 哦 这是啊 胖经理的神色 竟透出一丝侥幸的欣喜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陈时笑着问 没有 没有 他把脑袋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两颊的肥肉抖动着 那猥亵的事情是真的咯 这也是假的 我没有干过 冤枉啊政府 林冬雪挥挥手 带走 陈时在林冬雪耳旁小声说 把这胖子先押回去 找两个健谈的审讯员 慢慢陪他号 留几个人在这里搜查 玩了一手假到法国 现在整个康星公司 就可以随意搜查了 林冬雪让两名警员下去 在停车场和大楼出入口 附近寻找血迹 自己和徐晓冬 陈时以及另外两名警员 把员工召集过来 准备盘问 员工被集中到会议室里 大家面色茫然 其中有几个眼神犹疑 不知所措的 陈时手上拿着员工的名单 问 全部人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我们公司就17个人 谁是会计 一个女人出列 陈时说 借一步说话 陈时让会计给他看工资表 几年的工资表 全部显示 只有17人 陈时不相信 看了一下文档属性栏 说 这些15年 16年的文件 为什么近期修改过 会计单大的笑笑 说 经理让我做个报单 所以近期都打开过 什么时候 几天前 星期几 星期一吧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陈时猝不及防地问 6400 陈时笑了 他瞅了一眼 会计胸前的姓名卡 指着表格上的一列说 可是这上面 你的工资是7000多啊 第50章 守口如瓶 会计一头冷汗的回答 是这样的 一部分交了五险一金 撒谎 陈时毫不留情的揭露 上面写得很清楚 剧掉五险一金之后 是7000多 是 是迟到扣的钱 陈时冷笑 掏出电话 把林东雪叫来 两人带着会计 来到职员办公区 陈时挨个拉个抽屉搜查 找到了两张工资条 然后他们回到会计室 一核对 果然实际工资 比工资表上要少 陈时拿了一支笔 粗略计算了一下 然后叫过林东雪 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 这部分多处的工资 正好是一个人的工资数量 那胖子贼得很 知道我们会查这个 狡猾 林东雪直起身 看着会计说 17个呀 说谎 明明就是18个人 工资单和员工资料 都做过手脚 你们把那个消失的人 凭空抹掉了 会计善笑 警察同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们到底 在查什么案子 陈会上 你也和经理接过问吗 陈时突然问 会计一头冷汗 陈时笑了 我想起来了 没有你 哦 你姓萧 经理也姓萧 你们是亲戚 所以你才帮他隐瞒 算了 不问你了 我去问别人 如果让我们查到这件事 你的包庇罪名是没跑了 两人起身离开 会计拉着陈时的袖子说 警察同志 我真不知道 你们在查什么 你自己心里真的不清楚吗 陈时甩开他的手 陈时叫来一名警员 看着会计 两人把另一个员工 带到办公室 陈时这次开门见山地问 小丽是哪天出事的 员工一阵慌乱 拼命摇头 谁是小丽 陈时冷笑 他的举止神态 已经暴露了他在撒谎 可死鸭子嘴硬 这家伙就是死不承认 他遇害的时候 你参与强奸了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陈时猛拍桌子 把桌上的仙人球都震了起来 员工吓得一缩脖子 他脑门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冷汗 陈时说 一条人命 你们当做儿戏吗 警方已经掌握了证据 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 要么戴罪立功 要么罪上加罪 员工抖炉筛康 嘴上还在拼命地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之后 无论陈时说什么 他就这一句话 这人已经进入了心理防御状态 完全在逃避现实 陈时灰灰赶他走 林东雪说 嘴太硬了 经理一定给他们开过小灶 那怎么办 再问 这次换个女人 随后一名女员工被带来 她进来的时候 就下的脸色苍白 陈时这次唱起了红脸 笑眯眯地说 你和小丽关系怎么样 关系 谁是小丽 女员工猛地抬头 眼神充满戒备 别演戏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小丽的尸体 她的家人已经报案了 一切证据只向这家公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女员工万分紧张 看看林东雪 又看看陈时 不敢和他们有任何目光接触 陈时指着她说 你的衣服很旧 脚上却有一双新买的鞋 我注意到这里的员工 要么有新买的手机 要么有新买的饰品 说明你们最近小发了一笔横财 看来经理给了你们每个人封口费 女员工的手抖个不停 她突然捂住耳朵 拼命地说 别问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陈时咬咬牙 挥手示意 把她带下去 林东雪说 看他们这精神状态 都不是什么硬汉 要不要带回去慢慢审 那岂不是让你哥看扁了我 林东雪扑斥一乐 你们男人就这么要面子 事关男人的尊严 陈时细血地说道 还要继续审吗 等一会 我们先出去吃个饭 那些人呢 那警察们盯着 好了 别耍花枪了 有什么招 赶紧使出来吧 我就是要熬一熬他们 对了 你叫一名技术人员过来 带上化验唾液眉的试剂盒 之前的样本数据也带上 两人自然没有去吃饭 只是在这里待了一会 陈时倒是一秒没闲着 把所有人的工位挨个看了一遍 然后徐晓东跑进来 说 你们在搞毛线啊 这都两个小时了 要问赶紧问 别说他们 我都快站不住了 别急嘛 要不你先出去吃个饭 换别人盯一会 陈时漫不经心地说 陈哥 你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关子 这时 走廊上传来脚步声 只见彭思绝和一名助手 拎着勘茶香走进来 陈时瞪大眼睛 说 彭队长亲自来啊 太给面子了吧 人手不够 没办法 赶紧开始吧 彭思绝冷冷地说 陈时对徐晓东说 去给他们一人一杯水 喝完之后 把杯子收回来 一定要记得 哪个杯子是谁的 十七个人 我哪记得住 林东雪拿起一次性纸杯 说 可以在这个纸杯底部 做一个不起眼的标记 这主意好 东雪 你可真是冰雪聪明 一 少拍马屁了 赶紧去吧 十分钟后 徐晓东提着一袋纸杯过来 彭思绝和助手 立马开始化验 在场几人焦急地等待着 成败就再此一举 样本一号 和死者身上的唾液煤 完全吻合 彭思绝说 林东雪握紧拳头 做了一个欢呼的动作 彭思绝泼了的冷水 别刀心太早 唾液煤可不像DNA 那么稳定和准确 最终 死者身上的六个唾液煤 有五个在员工中间找到 陈时离开了一下又回来 手里拿着一个老板杯 说 再咽下这个 完全吻合 咽罢 证据确凿就是这帮员工和胖经理 对死者实施的强奸 好个狼姓公司 害了一条人命 竟然集体沉默 林东雪意气风发地说 要不要申请第二张逮捕令 请他们回局里喝茶 不必换场了 再叫一个人进来 当面对质 这时 外面传来一声喊叫 不好了 那帮人要逃跑 第五十一章 真相 他们来到会议室一看 那帮员工正闹哄哄地往外跑 现场的两名警察 在拼命维持秩序 陈石过去说 多给冷静点 想洗紧吗 不知是谁手上的板凳腿没长眼 砸到了陈石脑门 几滴渗了出来 陈石一阵恼怒 踢倒走廊上一个盆栽 咣当一声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陈石脑门上沾着血的样子 显得凶巴巴的 他低吼道 别以为警方不知道 你们十月五号晚上干了什么 你们现在再怎么闹 也不过是狗急跳墙 没人能帮你们 唯一的出路 就是和警方合作 自己看着办吧 员工们一个个低垂着脑袋 像犯了错的小学生 尤其是男员工 表情格外慌乱 林东雪扫了一眼 男的有十个 也就是说 这里面至少有五人 都参与了强暴死者 员工被带回会议室 陈石耍了一个小心机 叫看守的警员把外套脱了 露出装了实弹的配枪 做贼心虚的人看见枪 马上就老实了 然后 一名戴眼镜的男员工被踢出来 单独盘问 林东雪掏出面金指给陈石 说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陈石摸了摸脑门上 被砸坏的地方 说 不碍事 我去卫生间洗一下就行了 一会功夫 陈石脑门上贴个窗口贴 回到办公室 那名男员工 被徐晓东 林东雪 彭思绝包围着 俨然三堂会审的架势 他紧张不安地搓着双手 陈石小声问徐晓东 他是几号 六号吧 这是他们纸杯上的编号 陈石记得 这人也是参与强奸者之一 他扫了一眼 男员工胸口的牌子 说 你叫洛小辉是吧 认识小丽吗 不认识 仍然是这样的回答 你们经理 是不是对你们威逼利诱过 不准任何人说出实情 可是现在你们经理 已经被扣起来了 谁能帮你们 谁也帮不了你们 真的 真的不认识 你知道你这个谎撒的 有多低级吗 完全可以给 一年级的警校学员 当学习范本 那名员工低头不语 徐晓东小声说 我擦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彭队长 给他看证据 彭思觉冷静地说 你的拓业眉 和死者身上 找到的完全一致 员工一脸慌乱 却还是不愿意招供 陈识走到他的工位上 从一打杂志下面 抽出一本 公务员考试CT集 说 小辉 你最近在准备考公务员 就是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这上面几乎快写满了 看来你不太喜欢 现在的工作 你很讨厌经理吗 还是讨厌这里的氛围 员工低头不语 陈识走到他面前 想考公务员 底子不干净 是没人会要你的 你档案上 会不会留下污点 全看你现在的态度 这艘船就要沉了 你拼命维护它 毫无意义 就算你们一个个守口如瓶 这些证据拿到法庭上 你认为 你们能逃得掉 我们现在是给你一个机会 过了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你要想清楚 员工突然抱着脑袋 蹲在地上 好逃大 好逃大哭起来 把在场几人吓了一跳 陈识贴心地 给递过一张面金纸 因为他点上 员工用瑟瑟发抖的人 吸了一口烟 开口第一句便是 人不是我杀的 说说 你看到的经过 他开始诉说 那晚发生的事情 当天是发工资日 同时也是一个 销售季度结束后的总结会 公司里叫了一些 好酒好菜来聚餐 可是大家心情都不太高涨 因为他们知道 今天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这家公司 一直推行狼性文化 业绩不好的人 会受到严厉惩罚 比如大冬天脱光膀子 去雪地里跑步 或者相互扇耳光 更有甚者 经理会逼他们喝马桶里的水 以此来羞辱他们 几年前就有一个男员工 因为大冬雪在雪地里 裸奔得了呼吸道疾病 经理竟然直接把他辞退了 还严厉地告诉众人 这个世界 就是弱肉强食的 废物只有被淘汰的份 他曾经扪心自问 为什么要来这里受这种羞辱 也有一些员工 受不了这个辞职走人 劳工事上最不缺的就是人 用经理的话来说 你不干 有人会来干 经理骂他们也好 在晨会上 逼女同事做出那种事情也好 体罚他们也好 待得久了 大家似乎已经麻木了 人的适应性 真的是很可怕的 说案件 林东雪不耐烦地打断 好的好的 那天晚上 他说那天晚上吃完饭 经理板着脸站起来 按照惯例 叫几名没完成业绩的员工出列 那些侥幸过关的人 各个幸灾乐祸地看着 这些倒霉的员工里 就有小力 这次经理 想了新花招 叫他们脱光了衣服 不停喝酒 喝到涂再继续喝 几名男员工 他最近在生病不能喝酒 经理火了 骂了几句难听的话 叫两名员工过来 捏着他的鼻子硬灌 可能是这个过程中 经理碰了小力几下 起了歹念 小力身材确实不错 加上平时穿得很性感 很容易让人起邪念 于是经理叫他们 把小力给绑在桌子上 虽然大家心里觉得有点不对 可在公司里 没人敢反抗经理的威严 小力被扒光了绑起来之后 经理解开裤带 说 看着 这就是废物的下场 然后竟然当众强暴了他 当时小力 已经喝得烂醉如泥 也没怎么挣扎 经理爽过了 跑到一旁去抽烟 那天 大家都喝了不少酒 一名平时总在经理后面 溜须拍马的男员工 也开始脱裤子 几名女员工看下去准备走 经理呵斥 不许走 似乎是得到了经理的默许 那名男员工越发嚣张 完事之后 对一名和他关系要好的员工说 这小X挺紧的 你也来爽爽 事后回想起来 真的很可怕 他们竟然在那晚集体 对小力实施了强奸 包括诉说者自己 总共几个人 诚实问 七个 除了那三个挨罚的 剩下的全部上了 员工留着冷汗说 之后 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 说小力没呼吸了 大家吓坏了 过去做心肺复苏 和人工呼吸 经理吓得酒当时就醒了 他用手一探小力的呼吸 环顾众人说 这件事 你们个个都有份 谁也不许说出去 谁要敢说出去 我找到上兄弟弄死他 第52章 人性本恶 经理在小力的尸体旁边 转了半天 几乎抽光了一包烟 现场每个人都很害怕 经理突然说 得把他的脑袋锯下来 警察不知道他是谁 就不会查到这里 然后他一指那些女员工 你们去拿工具 在经理的喝止下 女员工们慢慢挪出去 去几条街外的五金店 买了工具回来 女员工里面有一个会计 是经理的亲戚 也是他的心腹 整个过程 都是在他监督下完成的 为了叫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 经理监督着女员工 把尸体搬到停车场后面的一片空地 在那里锯掉脑袋 用消毒水擦洗一遍 然后清理血迹 之后 他叫两名男员工 用塑料把尸体裹了 去野外扔掉 头和身体被扔在了两个地方 然后经理从办公室的保险柜 取了一袋子钱 给每人扔了一万块 说 今天的事情 谁也不许说出去 否则 我们都得死 听明白了吗 这件事发生之后 整个公司笼罩在一片恐惧 压抑的气氛下 同事们平时遇见 也没有笑容了 大家都带着尴尬的神色 经理还做了一些善后的事情 包括把捆绑小丽的那张桌子处理掉 清除他所有的档案 让他彻底蒸发 还有就有反复跟员工们施压 他告诉员工们 如果警察找上门 就说不知道 警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的 由他来应付就行了 他还说 警察会把他们单独审问 然后诈他们说 别人已经招了 不要怕 都是套路 经理还说 行了行了 林东雪已经听不下去了 他的牙齿膜的咯咯作响 简直是一帮禽兽 陈石问 小丽家人怎么打发的 小丽是外地来务工的 一个人住 和家里就逢年过节联系一下 所以还不知情 他的工位呢 员工指着一个方向 原来是在这 后来 处理掉了 是 他一头冷汗的附和道 有他的资料吗 全部销毁了 等一下 员工带他们来到楼道里 他打开一个宫殿箱 里面竟然是一个小型的灵堂 放着一个女孩的照片 两旁摆着电子蜡烛 照片下面是一些糖果 糕点之类的简单贡品 员工说 也不知道是谁最开始弄的 大家心里怀着愧疚 就悄悄来这里祭拜他 说到这里 员工抹了一把眼泪 小丽 我对不起你 我不是人 现在说 这个有什么用 林东雪对这帮人恨之入骨 你做噩梦吗 陈石问 员工一愣 说 每晚都做 梦见没有脑袋的小丽 来找我索命 陈石对林东雪说 行了 真相大白 把人全部控制起来吧 员工慌乱地说 警官 不是说要放我吗 我可没说 等案子完全弄清楚 再决定对你的处置 人不是我杀的 我发誓 我干他的时候 他还在哼哼 他一反之前的态度 拼命地为自己开脱 林东雪恨得 想扇他一耳光 林东雪给局里打电话 林秋朴亲自带了一批人马过来 把人全部带走了 这家公司也疯了 林秋朴说 一锅端 真有你们的 陈石笑道 咱俩的赌约 行 东大顺涮羊肉 过两天我请你们 虽然打赌输了 但案子破了 林秋朴的表情格外轻松 但案子还没有真正结束 这案子最大的难点 是判断刑事责任的归属 男员工们在审讯中 花样百出地为自己开脱 种种丑态 看得审讯员们想吐 彭思觉向林秋朴建议 死者死于体位性窒息 准确来说 他正在服用扑热吸痛 这种要对废功能 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他是在这种情况下 遭到粗暴捆绑 造成的窒息死亡 所以 刑事责任人 应该是那个捆绑他的人 林秋朴采纳了他的专业建议 整个案子最后的刑事责任 落在胖经理头上 尽管他花言巧语地 替自己开脱 又无理取闹地要求找律师 但一切都太迟了 很快所有涉案人员 便被移送了司法机构 胖经理的过失杀人罪和强奸罪 是逃不掉的 至于那些员工 除了几个挨罚的没有参与 算是走了大运 其他人或多或少 都在屡历里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 他们会用自己一生的艰辛 来偿还那一夜的疯狂 这些都是后话 审讯工作开始的同时 陈时 林冬雪和彭思绝 驱车来到西郊的一片荒地 局里现在人手不足 十八个人审问 所以 找寻死者遗体的工作 就落到了他们三个头上 是这附近吧 林冬雪一直在看外面 前面有根涂了红漆的电线杆 就是这了 在这里停车 三人来到荒野里寻觅 基班母的荒地找一颗脑袋 无异于大海捞针 陈时找的腰都酸了 站起来点根烟喘口气 突然发现彭思绝就站在他旁边 出于礼貌 陈时递过去一根烟 说 彭队长 来一根 彭思绝竟然接了过来 说 从来没人给你递烟 因为我从不在单位里抽烟 所以他们都以为我不抽烟 你怎么知道我抽烟 我可不知道你抽烟 陈时笑了 我只知道这是礼貌而已 陈时 你总是让我想到一个人 让我猜猜 你朋友吗 彭大队长这么冷面冷心的人 还有朋友吗 彭思绝并未理会他的玩笑话 说 一个出租车司机 连破三桩奇案 太不可思议 你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 我一直也想知道 陈时耸间笑笑 打着打火机 用手掌遮着 给彭思绝递过去 找到了 林东雪欢天喜地地跑过来 看见这一幕 笑道 你俩啥时候 关系变这么好了 咦 原来彭队长也抽烟啊 少废话 过去看看 彭思绝掏出一只试管 把刚抽了两口的烟 扔进去熄灭 三人来到那里 草丛里有一颗腐烂的头颅 从他的长发 能看出来属于一位女性 林东雪叹息 好好一个女孩子 落到这样的下场 为什么这帮人会这么坏呢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集体无意识吧 一个拥有道德的人 放在集体里 就会被分为感染 失去理智 变成野兽 陈时说 卡尔 荣格的理论 彭思绝说 可是为什么一群人 就会做出邪恶的事情 也许归根结底 人性本额 寒风吹过 仿佛王林在哀气 林东雪对着那颗头颅合拢双手 默默地说 小丽 一路走好 第53章 彭思绝的怀疑 当晚 林秋普在东大顺 请大家吃涮羊肉 算是这次的庆功宴 收到短信之后 彭思绝还在整理办公室 这两天忙得要吐血 办公室里乱糟糟的 这是他最难以忍受的 把垃圾装袋 东西归置好 彭思绝满意地点头 这两天睡眠时间加起来不到十小时 令他的神色稍显憔悴 老实说他没啥食欲 只想回去好好睡一觉 像是想起什么 彭思绝从抽屉底部 掏出一张相片 是他和一个男警官的合影 照片上 他比现在要年轻五岁 表情倒是如出一辙 另一个笑得很开心的人 正是他过去的同事 宋朗 妈撒着照片回一片刻 他突然站起来 朝外走去 取了自己的车 静止来到案发现场 此时已经是晚上八点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整栋大楼黑灯瞎火 彭思绝来到康星公司所在的楼层 用戴着手套的手条开警戒线 来到走廊时 他一手拿着棉签 一手打着手电 在地上寻找 他在寻找一片血迹 可是找来找去 一无所获 他用手碾了一块区域 放在鼻子绣纹 确认那是暗水的味道 只有一些高道的犯队分子知道 暗水可以清除血迹 当然 资深警察也是知道的 混蛋 他站起来走到窗台 突然看见一辆车 正从停车场离开 车型和陈时那辆很像 这时林秋朴打来电话 说 老鹏 你怎么还没到 肉都下锅了 那个司机去了吗 他说还在送一个客人 马上就到 行 我这就过来 彭思绝下了楼 火速赶到饭店 但是并没有进去 他在门口站着 眼睛盯着进来的每一个人 终于 陈时那张笑嘻嘻的脸出现了 陈时打声招呼 才到啊 你刚刚去哪了 彭思绝冷冷地问 送的客人 也是顺路 是吗 彭思绝突然抓起陈时的手 虽然看着若不经风 可他的力气很大 他把陈时的手 拽到鼻子下面闻 然后上面什么气味也没有 陈时抽回手 彭大队长 这是要干嘛 我们这么熟的吗 彭思绝冷哼一声 转身从饭店离开了 路上自言自语道 我一定要查明你的身份 五头女师 很快进入法律程序 在如山铁证前面 胖经理对所有罪行 供认不讳 但是审判结果下来 他却非常不服气 指着旁听席上的员工说 人是他们杀的 跟我没有关系 我要上诉 我要上诉 这天陈时和林东雪也来旁听了 陈时说 死到临头 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林东雪说 现在想想 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完全和这个公司的氛围有关 而这种肆意践踏员工 人格尊严的老板 比比皆是 你是不是想说 幸好你不用在这种公司上班 陈时笑道 这么严肃的场合 你也笑得出来 林东雪用拳头捶了陈时一下 相关报道很快就出来了 上了头版头条 林秋普立了大功 风头无两 而陈时只是报道中 一笔带过的热心好市民 陈时对这件事 倒是一点也无所谓 网上有不少人 自发的为死者梦小丽祈福 但随着热度的消逝 这件事 只用了一个星期 就淡出了公众视野 生活依旧如常 如常 平静的生活 一直持续到十月底 这天陈时拉活的时候 一个神色慌张的小伙子 跳上车 催促道 赶紧开车 哎 这是网约车 你没下单呢 陈时提议 少废话 开你的车 小伙子甩了两张百元大钞过来 陈时把钱拿到鼻子下面 闻了闻 一股很重的汗水味 陈时问 去哪 眼睛瞎呀 去医院 原来小伙子腿受伤了 那就去最近的第三人民医院吧 不过 找一个小诊所 陈时冷笑 发动汽车 路上顺便给林东雪发了条短信 车直接开到了市局旁边的一条马路 小伙子正在低头玩手机 车一停他抬起头 发现有点不对劲 破口大骂宝 臭开车的 你把我拉到哪来了 到了 下车吧 滚你 Triple X 我一刀囊死你 旁边就是公安局 你眼睛是不是瞎呀 这时 一帮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警察突然把车围上了 小伙推开车准备逃跑 被徐晓东一套漂亮的擒拿擒柱 按在车上给他戴上手铐 陈时探出脑袋说 注意点 别把我车刮花 放心吧 陈哥 徐晓东说 小伙愣愣地看了一眼陈时 陈时笑道 下次留点神 招子放亮点 别逮着车就上 恐怕没有下次了 林东雪看着手机说 没错 是那个抢劫团伙的成员 带回去吧 徐晓东他们把人带走了 林东雪顺势上了车 拍拍陈时的肩膀说 真有你的 你怎么看出来 这是个逃犯呢 陈时指指自己的额头 他脑门上 不是清清楚楚地 写了坏蛋两个字吗 胡说八道 林东雪笑着捶了他一拳 你最近怎么样 想我了 少来 我还是老样子 你们呢 哎 忙死了 天天抓一些小猫贼 林大小姐 是不是巴不得 发生一桩轰动的大案 才没有 才没有 林东雪拼命否认 龙安是平平安安的才好呢 可别再出什么灭口惨案了 说起来 咱们这块风水宝地 好像一次也没出过连环杀人 闭嘴 你个乌鸦嘴 不要瞎说 陈时把林东雪 载到市局门口 说 我还要拉客 今天就不陪你聊天了 百天见吧 对了 你今晚能来趟我家吗 要请我吃饭啊 陈时笑问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会不会修顶灯 我天花板上那个吊灯 卡一下掉下来了 房东全家出去旅游了 我又不知道该找谁 我请你吃饭 准备啤酒 林东雪本想答应 突然一想 说喝完酒你不能开车了 难道想在我家过夜不成 你要是同意的话 我倒是没意见 滚 你这个色大叔 好 我晚上下了班 就过来找你 带上工具 我家可没有 第五十四章 校园分尸案 晚上林东雪下了班回家 刚换了身衣服 就听见门铃响 门一开 陈时提着大包小包进来 林东雪震惊了 你干嘛呀 打算住我这了 陈时把东西放下 原来全部是超市买来的蔬菜和肉 他说 瞧你天天吃方便面 我都看不下去了 给你整一顿好吃的 林东雪一阵苦笑 但也没有拒绝 把灯修好之后 陈时便卷起袖子 去厨房忙活了 林东雪半集电视剧还没看完 他已经麻溜的做好了几道菜 蚝油生菜 鱼香肉丝 肉末茄子满满的摆了一桌 林东雪赞不绝口 想不到你还有这手艺 哼 我一个资深单身汉 要是连饭都不会做 岂不成废物了 林东雪尝了一筷子 陈时的手艺很赞 但毕竟吃人的嘴软 他说 突然跑来给我做饭 你是不是又没安好心啊 你什么时候能学会 把人往好处想 职业习惯 好吧 既然你这样想 那你打算怎么回报我 林东雪的音量 一下子高了八度 哼 果然没安好心 人际交往本来就是这样 互惠互利 就算不是要眼前的好处 也是要以后的好处 那你要什么回报 请你吃饭 夸我一句吧 见林东雪一脸惊讶 陈时说 我辛辛苦苦又买菜又做饭 你连句好话都没有 林东雪便支支吾吾的说 真好吃 乖 陈时笑笑 低头扒饭 林东雪暗想 这家伙对别人好 还拐弯抹角的 但这也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不行不行 绝不能因为一顿饭 就对他产生好感 他在心里告诫自己 吃完饭 陈时把碗碟收拾了 林东雪说我来吧 但陈时很麻溜的 就把碗碟洗好了 林东雪说 要不要给你泡杯茶 不用了 我回去看电视了 走了 林东雪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送送你吧 来到楼下 林东雪接到林秋普的电话 东雪 你现在在家吗 在呀 怎么了 清竹路附近有一所私立中学 有人报案说 发现一袋尸体 我这边有事情要忙 疼不出控 你过去处理一下 一听说一袋尸体 林东雪立即想到 莫非是杀人分尸 好 我这就去 路上小心 别打那些黑车 到地方发个短信给我 哥 我是去办案 不是去走亲戚 行行 我先忙了 林秋普善善地把电话挂了 林东雪直接打开车门 坐进副驾驶座 陈时问 怎么了 有案子 林东雪好奇地打量他 你到底什么体质 这话从何说起 为什么我一跟你在一起 就有案子了 单纯的巧合而已 去哪 清竹路 清竹路距离林东雪的住处 只有三公里不到十五分钟 两人来到这里 向书报庭的人打听了一下 这条路有一所普斯外博语学校 是一所私立中学 两人进了学校 林东雪向拦车 向拦车的门卫出示证件 门卫激动地说 哎呀 你们可来了 学校里面快炸开锅了 发生什么事了 晚上有个清洁工收拾垃圾桶的时候 发现一个血淋淋的黑袋子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有些毛发和肉 他一开始以为是动物下水 一拨了 看见一只人手 就赶紧报案了 你们快去看看吧 就在四号教职工宿舍楼下 陈石去把车停了 两人来到四号教职工宿舍 看见那里围着一堆人 林东雪手持证件挤进人群 见警察到场 群众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和门卫描述的情况大致相同 陈石高声说 一个一个说 谁第一个发现尸体的 一个老实模样的人说 清洁工老张 把他叫来 这里有监控吗 嗯 这里没有 只有教学区有监控 那这栋楼住的全是教室了 是的 麻烦各位先不要走 我们得登记一下 对了 谁屋里有橡胶手套 拿两副过来 再拿个手电筒 一回功夫 说明情况的那个教师 取来陈石要的东西 两人套上手套 掀开垃圾桶 一股恶臭味扑别而来 看见塑料袋里的尸块 林东雪一阵恶心 胃里不停地倒酸水 想吐就去楼里找卫生间解决一下 陈石说 不料 林东雪硬压下作呕的感觉 一堆人看着呢 你怎么这么平静啊 其实我也想吐 陈石苦笑一声 现场人这么多 他们不打算在这里看尸体 陈石拨拉着尸块 说 是个小孩子 看着手指 可能才十二 三岁左右 这话让林东雪顿感一阵恶寒 难道是这里的学生 十有八九 林东雪忍住想回头 环顾人群的欲望 尸体在这里被发现 凶手极有可能是教师 甚至就是刚刚和他们 交谈过的某个人 就在这时 他看见一个男人 从楼道里出来 那男的瞪大眼睛 突然扭头回楼里去了 这个袋子 装不了一个人 陈石的话 将他的注意力拉回现实 陈石依次打开其他袋子 果然在尸袋下面 找到了其他装有尸体的袋子 他用手提了提 差不多就是一个 十几岁儿童的重量 先带回去吧 好 咱俩分工 你去登记一下在场的人员 林东雪挨个登记了现场的人员 并询问了一下 发现尸体的那名清洁工 清洁工乘 是在晚上八点左右发现的尸体 陈石叫门卫取来一大卷塑料袋 将这些尸袋 以及沾了血 和没沾血的所有垃圾袋 全部装起来 并给每个袋子标上序号 然后套进塑料袋 放进车后箱里 辖区派出所的警察和协警们赶到 他们主要是来保护现场的 林东雪将工作交接一下 便上了车 陈石点上根烟 说 完事了我这车该洗一遍了 林东雪十分不解地说 你干嘛要把这么多垃圾都往回袋 还编号 陈石反问 你行政课怎么上呢 尸袋上下左右的袋子 有没有沾染血迹 可以直接判断 这个袋子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进而推测气湿的时间段 我便序号 是为了方便之后还原 林东雪心服口服 可能我上课的时候 灵魂出窍 你赴我身上了吧 哈哈 去买两瓶可乐过来 我快吐了 第55章 验尸 刚在审讯室里 撬开一名抢劫犯的嘴 问出他的同伙 林秋普便出来 通知大家今晚要加班 赶紧去吃个饭 早已习惯这种生活的警察们 并没有多少怨言 三五成群的往外走 林秋普给林东雪打电话 他没接 凭他对他多年的了解之道 他应该是快到了 林秋普便来到门口 果然 林东雪叫住几名警察 正在从一辆车上往外搬袋子 林秋普过去问 现场情况怎么样 学生都放学了 只有一些校内人员在场 没有引起太多轰动 民警已经把现场和周围保护起来了 人员都登记了 登记了 看见垃圾带上编了序号 林秋普正想夸咱妹妹干得好 这时沉实从车上下来了 笑着打招呼 林队 好久不见 你们怎么又在一起 林秋普吼了出来 当着众人面被凶的林东雪 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沉实过来拍尖地烟 林秋普没接 说 有你在 准没好事 这次跟我没关系 我真的只是路过 你教教我 怎么随便一路过 就能撞上命案 可能是运气吧 林秋普白了他一眼 招呼众人将垃圾带搬进来 沉实也老大不客气地跟了进来 听说有杀人分尸案 彭四学早已在法医实验室等候 当看见大包小包的垃圾被搬运进来 他一阵皱眉 沉实说 总共有六个袋子 死者应该是个十二 三岁的小男孩 我大致看了一下 所有零件都在这儿 袋子底部有轻微渗血 袋口很干净 周围和上方的垃圾袋 也沾有血迹 弃尸者应该是故意把袋子塞到中间去的 林秋普咳了一声 意思是 谁是队长 我只是在陈述一下自己的发现 没问题吧 沉实说 你在这里站着就有问题 行了行了 无关人等都出去吧 彭思觉驱赶众人 林秋普要留下来旁观验尸 换消毒服的时候 他发现陈时也在换 便瞪他一眼 陈时说 林队 你今天怎么老跟我眉目传情 谁允许你在这儿的 也没人不允许 那我现在命令你出去 彭思觉说 林队 让他留下来吧 只准看不准做别的 林秋普啊啊呐喊 彭思觉什么时候被这家伙收买了 架好录像机 彭思觉和助手将两张铁架床拼在一起 准备验尸 全部倒出来 除了尸块以外 下面还垫了厚厚一层抽纸 彭思觉从中取了几张当作正物 大家沉默地看着彭思觉拼凑尸体 这个过程很漫长 他把尸块按照原本的顺序依次排好 铺了一大片 最后说 看来所有器官都在这里 没有遗漏 从体型特征看 确实是一名十几岁的男童 怎么下得去手的 林秋普摇头 死鹰呢 从这些尸块的边缘来看 是沉重切气分尸的 应该是很重的菜刀一类的 没有发现明显生前伤 头部眼额周围有大 周围有大面积的错裂伤 右眼球受损严重 我推测 凶手是用盾气大力击打死者头部 这其死亡的 说着 彭思觉用标尺测量致命伤的长宽和角度 并让助手一一记录下来 林秋普说 这个角度 像是从正面击打造成的 是 最重的一击是从正面打不来的 这应该是最初的一击 其他伤势和脊椎中轴线有轻微的斜角 大概15度左右 那么 凶手应该是一击将死者砸倒在地 然后站在他身上反复击打 两人就要达成共识的时候 陈时却说 等一下 脖子周围的血明显有点淡 我记得书上说 如果是静脉被切开 会有大量空气进入血管 形成过量的血氧融合 使血液变成霉红色 你想说 死因不是脑袋上这一下 林秋普问 我只是提出我的观点 小王 做个血氧化验 助手取了血氧出去了 彭思觉用镊子拨开脖子伤口的皮肤和肌肉层查看 说这伤口确实有点像生前伤 这时助手进来 递来一份化验结果 彭思觉扫了一眼 道 他说对了 林秋普不服气地看了陈时一眼 陈时笑笑 运气 运气罢了 彭思觉推测 看来凶手以为死者已经咽气 其实死者只是进入昏迷状态 然后在分尸的时候 一刀砍向脖子 这才是真正死因 林秋普虽然有点不服气 但他也经手过分尸案子 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一些凶手甚至在分尸的时候 尸体会突然坐起来 他朝死者的额头看了一眼 整个额头血肉模糊 使得死者面孔遭到破坏 任谁都会以为那是致死伤口吧 接下来 他们开始判断死亡时间 这次几人没什么意义 从种种迹象看 死亡不超过五小时 林秋普说 能不能复原死者的面孔 彭思觉说 应该是可以的 但得花时间 陈时抱着双手说 如果第一击是从正面打过来的 死者的身高也不过一米二左右 那凶手多高呢 难道也是小孩 助手说 从杀人到抛尸部超过五小时 一个小孩能做得这么干净利落 应该是死者站的位置高 或者是死者躺着 林秋普提出自己的观点 准备解剖 彭思觉宣布 彭思觉一一剖开死者的器官 取样 当切开食道的时候 众人发现 里面有一些食物残渣 食道内壁 有被胃酸侵蚀的痕迹 一股呕吐的恶臭 弥漫室内 彭思觉道 胃酸逆流 可能是头部重击造成的呕吐反射 然后他把整个胃取出来 残渣不多 从消化程度看 死者应该没来及吃晚饭 这和死亡时间的预测是一致的 陈时闻到一股甜甜的气味 说 可乐 话咽一下才知道 彭思觉用棉签取样 这可乐里面 会不会插了什么东西呢 面对林东普不爽的目光 陈时耸了下肩膀 我就是随口一说嘛 咽一咽也没什么吧 第五十六章 兄妹矛盾 解剖结束之后 陈时来到外面 看见林东雪沮丧的坐在椅子上 陈时挨着他坐下来 说 我觉得都能挂油瓶了 不管你是 让我猜猜 是不是因为你得当众凶你 不高兴了 背道中心事 林东雪有点羞愧 插开话题 解剖怎么样 有什么重大发现吗 暂时没有 应该说是一宗普通的杀人分尸案 普通 林秋普从技术中队走出来 陈时 你口气也太大了吧 死者是十几岁男童 手段如此残忍 这案子一定会引起各界轰动 林东雪还在生他的气 把脑袋别了过去 陈时说 我只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他就是一宗普通案件 那你 林秋普刚想说 那你破给我看看 又收住话头 这个司机已经几次证明他的实力 绝不能中他的圈套 我怎么了 陈时笑眯眯地问 要不要我帮忙 林秋普瞪他一眼 不需要 我们还没有沦落到 次次都要场外求助的份上 行行 这次我不插手 林秋普像逮到把柄一样 立即说 好 你说的 这次你不准插手 说不插手 就不插手 林秋普心里一阵痛快 这个好管闲事的家伙 这回自掘坟墓了 他还就不信了 没他帮忙 难道连的案子都破不了 但还是得提防他 所以他又声明 事先讲好 如果你插手的话 以后 我就不出现在你面前了 成交 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 别和我讲条件 林队这是指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为什么 你可以谈条件 我就不能 难道你怕了 我会怕你 林东雪越来越听不下去了 心说林秋普 现在怎么越来越小气了 他正想站起来就走 陈石却递个眼色过来 陈石说 但是这次查案 你要给林东雪完全的自主权利 允许他独立调查 林东雪瞪大眼睛 莫非 陈石在帮他找回面子 凭什么 林秋普说 我说这案子简单 简单到林东雪一个人就能侦破 根本不需要林队 你心事动众 林秋普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了 陈石又在跟他打赌 不过这次他 可是玩脱了 林东雪的能力 他这个当哥哥的 还能不清楚 可是陈石非常狡猾 说不定他会在暗中指点 林秋普正犹豫的时候 陈石像看穿了他的心事 你放心好了 我这两天挺忙的 所以绝不插手 也不会给你妹妹当幕后军师 哼 你是想说 我们整个专案组 连我妹妹都比不上 林东雪再也坐不住了 站起来吼道 你总是拿我当小孩子 我要证明给你看 我不比谁差 林秋普的话头立马软了下来 妹 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关心你 不需要你关心 你这个控制狂 UNBS 什么 你说我控制狂 太伤人心了 如果这案子我能破 以后不许再干涉我的私事 更不许当面让我下不了台 说吧 不给林秋普任何反驳的机会 林东雪掉头走了 陈石笑道 就这样定了 林秋普气得蹊跷生烟 从妹妹口中说出的控制狂 那三个字像锥子一样 扎得心头低血 小时候父母双亡 两人寄宿在亲戚家里 没少受白眼 他处处替林东雪遮风挡雨 妹妹在学校被小流氓欺负 他揣着半块板砖去找人算账 被揍的一身是血 后来他上了警校 妹妹在电话里哭诉 夏天别的同学都穿凉鞋 他却没有 只能穿球鞋 他便违反校规去外面偷偷打工 攒下钱寄给他 林秋普一下子变得很失落 坐在椅子上抱着脑袋 陈石拍拍他的肩膀 关心的太多 也会成为负担的 用不着 你这个外人插嘴 好好好 我先撤了 就这样说定了 看着陈石的背影 林秋普攥紧拳头 这案子他一定要抢在前面侦破 陈石追上林冬雪 嗯 气消了吗 林冬雪的脸颊 不好意思的红了红 道 谢谢你替我争口气 我可没帮你出气 只是给你争取了一个机会 林冬雪想到袋子里林碎的尸块 死者的身份 凶手的动机 完全是一个谜 他的脑袋一下子大了 道 可是 这案子我要怎么破呀 你也太高看了吧 虽然说进诸者赤 可我也没你那个能力 别急 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 行 我请你喝一杯奶茶 两人来到一家奶茶店 要了两杯珍珠奶茶 陈石说 我和你说一下这案子的一点 哦 站在凶手的角度考虑 既然都做到杀人分尸这个份上 为什么要扔在学校的垃圾桶里 学校是一个封闭环境 那栋楼总共才多少人 查起来太容易露线了 凶手是蠢吗 这是其一 其二 尸体已经分装了 为什么还要扔在一起 对于凶手来说 越晚确定死者身份 对自己就越有利 一般的杀人分尸 会把尸体扔在不同的地方 让警察费尽全心万苦的去寻找 但这次的凶手 未免太耿直了 呃 你是想说 凶手有什么隐情 陈石笑了 你考虑的太复杂了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凶手不是学校内部的人 但是他选择在这里抛尸 透着一股浓浓的家伙味道 这人一定和学校有联系 而且他有能力分尸和抛尸 显然凶手中有成年人 凶手中有成年人 嗯 凶手不止一个人 我认为 主犯是个小孩 而分尸者极大可能是他的监护人 你只要顺着死者的人际关系 去调查就行了 但是要注意一点 对于小孩来说 动机往往是一件 在成年人看来 并不重要的事情 林东雪好像醍醐灌顶一样 兴奋的说 就这么简单 看上去越难搞的案子 往往线索越简单 不要被假象浓蔽 尤其不要受你割的骗 记住我的话 按照这个思路去查 我相信你肯定能办到 林东雪心里一阵感激 道 你干嘛要这样帮我 陈石喝了一口奶茶 平静地说道 因为我喜欢你啊 第57章 思立中学 听到这话 林东雪脸颊一阵发烫 说 胡说些什么呢 别误会哦 我说的喜欢就是字面意思 like你明白吧 不要想多了 林东雪用手指挫着桌面说 切 害得我心脏砰砰跳 这是什么反应啊 别误会哦 林东雪提高音量 生命 我是被吓到了 被一个大叔表白 我当然吓到了 我可没误会 放心吧 我喜欢成熟点的女人 谢谢放过 林东雪双手合十 做感谢状 喝完奶茶 陈石就先告辞了 验尸和化验的工作 进行了一整夜 待到晚上十点 林东雪觉得 留在这里没意义 就先回去休息了 隔日一早 他来到局里 撞上林秋朴 从眼睛上的黑眼圈看 林秋朴昨晚也没怎么休息 再次见面 兄妹俩都有一丁点尴尬 林东雪抬起头说 咱们可说好了 这次查案 你不许指挥我 行行行 说到做到 不过你一个人查案 可得注意安全 晚上别一个人 又来 林秋朴闭上嘴 两人的目的地 都是技术中队 路上林秋朴说 妹 找个时间 咱们吃个饭呗 干嘛 林东雪没好气地问 谈谈 我想想吧 还有 说了别在单位喊我妹 林秋朴苦笑 昨晚他反思了一宿 觉得自己确实管得有点多 也该找个时间坐下来 解决一下矛盾 毕竟 他不希望自己 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将他是做路人 彭思觉显然一宿没睡 一屋子全靠咖啡硬撑着 各项化验工作进展顺利 唯独药物化验最难 死者未容物理 找到了某种大分子化合物 应该是药物 彭思觉匹配了常见的 几百种麻醉药物 却无一对得上号 彭思觉将化验报告 交给林秋朴 林秋朴用嘴挪了 努灵冬雪 给他也打印一份 彭思觉好奇地 打量二人 道 怎么 这次 你们兄妹杠上了 实在无法理解 你们凡人的好胜心 老鹏 你什么时候成仙了 还凡人 林秋朴调侃道 小王 再多打印一份 不行了 我去密议会 撑不住了 两人查看手上的化验报告 林秋朴说 一个人能搞定吗 搞不搞得定都是我的事 上午要去学校 一起吧 我这可不是干涉你 你要是想去别的地方 我不拦着 无论怎么查 案件的起点在学校 林冬雪便答应了 考虑到影响问题 大伙都没有开警车 来到学校之后 校长亲自接见 客套话说了一堆 又是表示沉痛悲伤 又是要加强学校管理 林秋朴不耐烦地打断他 道 现在死者身份还没有确认 我们手上有一份 死者的相貌复原图 您拿去打印几份 分发给各班主任 好的好的 不过他们还有课 可能得到中午 没事 我们可以等 警方就在一间办公室 临时驻扎 大概上午十点 一个谢顶大叔 急匆匆跑进来 手上捏着死者相貌复原图 说 各位警官同志 这 这是真的吗 怎么 你认识死者 林秋朴问 死者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就变成死者了 我说他 怎么今天没来上课 抱歉抱歉 这个打击太沉重了 让我缓了缓 林秋朴叫人 给这位班主任倒了杯水 他坐下来 摘下眼镜擦拭了一下 说 实不相瞒 这孩子就是我班上的 叫杜磊 他是我班上的语文课代表 成绩很好 人也很乖 好好一个孩子 怎么就 说着 班主任抱着脑袋 但林东雪瞧出来了 他眼里根本没有泪 他家庭情况怎么样 我不久前还坐过家访 杜磊爸妈都在外地务工 一年就回来一趟 他平时和奶奶住在一起 奶奶也又花儿又聋 所以这孩子经常抽空 帮奶奶做家务 特别听话懂事 平时也不跟那么 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唉 好好一个孩子 怎么就 说着 又要表达悲痛之情 您先别难过 杜磊和哪些同学关系比较好 学生之间的情况 我不大清楚 这个我得去班上问问 稍后我再告诉你们 昨晚他见了什么人 和谁一起放学 麻烦您问一声 方便的话 把相关人士带到这里来 只是普通询问罢了 叫那些孩子不要害怕 好的好的 我一定全力配合警方 争取早日抓住凶手 那个 我问一句 这是不会影响到 我今天平直称吧 事情一闹开 我怕校长把责任怪到我头上 可是你们也知道 一个班这么多孩子 我又没有分身术 怎么可能从学校管到家里 您放心 这是我们会和校长沟通 谢谢 谢谢 班主任千恩万谢的走了 林东雪不屑的说 孩子都死了 还关心自己平直称的事 林秋普从保温杯里喝了口茶 道 人之常情嘛 谁都怕他上岛没事 你也不必太苛责 到中午为止 陆续有和杜磊同班的学生 进来反映情况 孩子们见到警察都有点紧张 说的话 也是一个人一个样 有的孩子一口咬定 是班上谁干的 因为杜磊和他打过架 有的说 看见杜磊放学和 某某跑到网吧去了 有的说 杜磊大概是变态无杀掉了 变态无就是刚刚那个班主任的绰号 七嘴八舌的话 听到大家脑壳都疼 但是林东雪 注意到 有三个孩子都提到了杜磊和一个叫王静松的孩子经常在一起 林东雪便问 王静松是谁啊 鼻涕王呗 他跟杜磊是好基友 林东雪笑了 你知道基友是啥意思吗 麻烦你把他叫来吧 一会功夫 王静松来了 看见警察 他也是格外紧张 林东雪安慰道 别怕 我们就是问问情况 都说你和杜磊关系挺好的 是这样吗 那孩子点头 林东雪又问 昨晚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 我们五点半一起放学来着 在路上还吃了一根羊肉串 然后我问他 数学作业能不能让我看看 他一翻书包 发现落在学校了 就回去了 然后公交车来了 我就没等他了 你俩坐一趟公交车 是的 我们住得挺近的 说这句话时 王静松突然显得很紧张 两只手搓来搓去 这是你最后一次看见他 是啊 他怎么了 是不是被人杀掉了 这个不方便透露 还有什么情况要反应吗 王静松嗓嗓脑袋 道 对了 他跟我说 宇文老师真讨厌 还有呢 没了 第58章 可疑的老师 问完 林东雪示意 王静松可以走了 临走的时候 王静松问 警察阿姨 杜磊被人强奸了吗 林秋普差点一口茶喷出来 说 你这孩子 不要瞎说 林东雪说 还有 我可不是什么阿姨 王静松半个鬼脸走了 林秋普摇头 现在的孩子 林东雪问 时间还早 要不要把授课老师叫来问问 嗯 行 老师陆续进来 对于杜磊 他们能提供的情报 就是 这孩子又勤奋又听话 是个好孩子 一名老师还拿出上个月的期中考试成绩 林东雪扫了眼 杜磊居然名列前三 看来成绩确实不错 他好奇地在上面找了找王静松的名字 发现这孩子居然是个吊车尾 他暗想 成绩就是班级里的阶级 这两人怎么会走得很近 林东雪问 王静松怎么考这么差 是不是没发挥好 数学老师说 他发挥挺稳定的 一直都是班里倒数五六名 好的 林秋朴看了一下名单 说 宇文老师怎么没来 可能还在上课吧 我去叫他 一直等到中午 大家都快不耐烦了 宇文老师才进来 看见那张长着阴沟鼻子的脸 林东雪突然瞪大眼睛 这人就是昨晚在四号单元见过一面的男人 宇文老师提供的情况 也和其他老师大同小异 林秋朴问 你是宇文老师 难道不应该对杜磊了解的更多吗 宇文老师笑笑 也没什么交流 就是布置作业 分发作业什么的 林东雪老师上完课就走了 有些还在外面兼职挣点小钱 您要是有问题 可以问班主任 好的 林东雪突然问 你住四单元 宇文老师下出一头冷汗 旋即恢复笑脸 是的是的 林秋朴的眼神 从他脸上一到林东雪脸上 林东雪继续问 昨晚我在现场的时候 你好像出来又进去了 哦 昨晚那是你啊 没什么 我就是出门的时候忘了关门 突然想起来 就回去啊 警察同志 不会因为这个 就怀疑我吧 林秋朴对这人产生了兴趣 你们教师宿舍楼是怎么安排的 一个年级住一起吗 不是的 都是混住的 学校里提供住宿 我们这些老师不少都是外地的 就在学校住了 有学生说 杜磊有点讨厌你 谁说的 宇文老师一阵紧张 然后又说 学生嘛 讨厌哪个老师是正常的 这不代表什么 可不可以让我们去你宿舍看看 可以 那我们这就去 林秋朴起身 宇文老师又慌张起来 现在就去 我宿舍乱得很 让我收拾一下呗 不必 我们又不是查起 随便看看而已 麻烦带路吧 大家往外走 林秋朴小声对林东雪说 这家伙有猫腻 林东雪呕了一声 如果不是陈石先给他打过预防针 他应该也会这样想 他坚信陈石的分析 凶手不在学校内 林秋朴问 还没 还没请教你怎么称呼 免贵姓李 李老师带他们来到宿舍门前 进门之前 李老师尴尬地笑笑 各位警官同志 我呢 作为一个单身汉 有一些私人爱好 也是很正常的 请你们不要把这个和命案联系到一起 我对天发誓 这是跟我没关 林秋朴越发觉得他可疑 连语气都变得严厉起来 有没有关系 是由我们来判断的 麻烦开门吧 李老师一脸尴尬 那要是捅索眼的时候 失败了好几次才对着 打开门一看 警员们都发出嘀嘀的惊呼声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一个死肥宅的房子 不到二十平的房间里 墙上贴满了卡通海报 主题全部是穿着暴露的动漫小萝莉 电脑桌上 还摆着一些手办 也是一个小萝莉 洗手池里扔着用过的飞机杯 飞机杯上画着卡通萝莉 居然就这样晾着 也没有清洗 林东雪感到一阵生理上的恶心 你 你失恋铜匹 林秋朴问 萝莉控 萝莉控了 李老师善笑 我作为一个单身男性 喜欢这些卡通作品 没什么问题吧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就是义营 绝对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 这样的人也能当老师 林东雪小声吐槽 警察们开始调查现场 当林秋朴要打开一个抽屉时 李老师熬低嗓子扑过来拦住 林秋朴喝道 起开 李老师一头冷汗的说 警察同志 给我留一点隐私好不好 你们知不知道 作为一个萝莉控 我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就处于鄙视链的最下层 在你们普通人眼里 就更不上台面了 你们进来搜查 对我来说 就像扒光了衣服被看一样 我很难看的好吧 我发誓 这抽屉里 没有什么和案件有关的东西 就是普通的见不得人而已 请你们高抬跪手 林东雪想象一下 这个大叔扒光衣服的样子 更加感到恶心 真不愧是宇文老师 真会说啊 你哪憋的 省师大 让开吧 放心 我们不会嘲笑你 李老师十分尴尬地让开 抽屉里全是可疑的叠片 没有任何封面 只用记号笔 写着一个简单的编号 林秋朴打开电话 播放其中一张 李老师全程阻拦无果 在众人眼里 他已经和人渣无异 音箱里飘出一阵银档的声音 大家错愕地盯着屏幕 那不是普通的银湖一光碟 画面中 分明是一个油腻大叔 和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 在发生关系 从镜头角度看 是偷拍的 李老师低着头 冷汗如铺 恶心 林秋朴啪一下 将电脑给关了 我发誓 我就是在家看看 一银而已 李老师支支吾吾地说 从今来到现在 你都发多少事了 这些玩意 是从哪弄来的 网上下的AV 骗谁呢 这种东西 在哪个国家都是违法的 好好 我交代 是网上搞到的一些资源 知不知道制作 传播这种东西 是违法的 而且还是 未成年女性 罪上加罪 我只是收藏 收藏而已 这个不违法 我可以举报那个论坛 你们去抓他们好了 李老师对着笑脸说 林秋朴冷着脸 看了他半天 突然说 考起来 第59章 林东雪的调查 李老师拼命哀嚎求饶 还把双手举高高 不让警察戴手铐 他这副困兽油斗的样子 把警察们都逗乐了 李老师哭丧着脸说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为人师表 给个面子好不好 我可以去局里 但是别靠行吧 行 林秋朴说 但你要是耍花招 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 一定 一定 林秋朴环顾屋内 道 把那些叠片带上 回头给扫黄打飞的部门 鉴定一下 李老师说 警官同志 收藏这个不犯法吧 这个说不准 让专业人士鉴定了再说吧 把李老师带出学校的时候 某个教室的窗口 传来欢呼声 大色狼狈呆起来咯 林秋朴望了一眼 那扇挤满孩子们 幸灾乐祸笑脸的窗口 道 你吧 是的 别听他们瞎说 这帮小毛孩 就爱给任客老师起绰号 但愿只是绰号 林秋朴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李老师不查不知道 一查不得了 下午林秋朴信冲冲地 把所有人召集起来 说他以前有过伪系儿童的案底 一次他在电梯里 强行和两个女童接吻 视频被传到网上之后 这家伙很快被网名人肉出来 落得个人人喊打的地步 不但被原来的公立学校开除了 还吊销了他的教师资格证 后来是通过关系 进了这所私立中学 看来他的个人爱好 还一直保留着 尸体被扔在他宿舍楼下 失踪的正好是他班上学生 死者生前也暗示过 他对自己有过骚扰 再加上重要的一点 李某完全拿不出 案发当时的不在场证据 林秋朴认定 此人非常可疑 让全组把工作重心放在他身上 有嫌疑人浮出水面 大家性质都很高涨 打得鸡血一样 各处去调查李某的情况 唯独林冬雪记得诚实的话 千万别受林秋朴的误导 下午四点 林冬雪便从局里离开 徐晓东跟了上来 嬉皮笑脸的说 查案去啊 我和你一起呗 又是我哥让你跟着我的 不是 徐晓东明显露出掩饰的神情 准备去了 我开车送你 架不住徐晓东的热情 林冬雪还是上了他的车 上车后 徐晓东问 陈大神这次怎么不插手了 他是不是留下了什么锦囊妙记了 以前叫陈哥 现在改叫陈大神了 林冬雪奚落到 哎呀 我这辈子没服过谁 就服他 他是真厉害 他到底说了啥 林冬雪抱起双手 一脸戒备的看着他 喂 你该不会是我哥派来的戏作吧 没有没有 徐晓东矢口否认 林对是叫我保护你来着 但没有叫我刺探情报 我就是自己想知道 你看 说漏嘴了吧 徐晓东懊恼的做了一个山尔光的动作 问 这案子你有把握吗 林冬雪不说话 上次立个三等功 太爽了 我就知道 跟着你和陈大神 一定有肉吃 这次也要带着我哦 完事了 请你俩吃饭 我可没什么把握 你别抱太大希望 没事没事 跟你一起搭档茶 我就很开心 林冬雪白了他一眼 徐晓东却仍是一脸毫无心机的傻笑 两人来到学校 私立中学放学居然挺早的 才四点半 就看见一大批学生往外涌 林冬雪说 糟了 来晚了 快找找有没有初二 四班的学生 都穿着校服 我哪认识 一帮小孩围过来 一个拖着鼻涕的小胖子 袖着林冬雪的袖子问 姐姐姐姐 我们班李老师 是不是被抓起来了 他是不是把杜磊杀到了 李老师是不是永远不回来了 太爽了 不用再写语文作业了 七嘴八舌的提问 搞得林冬雪头都大了 他问 你们也是四班的 是啊 那你们知道杜磊家住在哪吗 大家都摇头 刚刚那个小胖子说 王静松肯定知道 他俩每天一起放学 王静松现在在哪呢 前面小巷子里面 有一家网吧 他经常去那 林冬雪和徐晓冬 随即来到这家黑网吧 乌烟瘴气的网吧里 有不少穿着这所学校校服的 小孩子在打游戏 还有不少社会青年 真不知道 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 来这里玩会是什么心情 林冬雪四处寻找之际 徐晓冬站在一个小孩身后 直点起来 出什么多了啊 买鞋子 哎 你干嘛来的 林冬雪瞪他一眼 不知不觉被感染了 徐晓冬善笑 你多大了 还打游戏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男人永远长不大 只是玩具越来越贵 我讨厌幼稚的男人 徐晓冬立马转变态度 正正依领说 其实我这人吧 外表幼稚 内在还是蛮成熟的 我做过一个小测试 我心里年龄四十多岁呢 少来了 林冬雪被这里的烟熏的头昏脑胀 正打算撤退的时候 听见一阵十分激烈的叫骂声 中路中路 盖伦你脑子里进屎了吗 抢NMB的兰Buff 努努 NMB的不要放大 打你妹啊 TMD都给我回来 准备开团 那个小孩戴着耳机 正在和游戏里的队员语音 把键盘拍得啪啪响 连网管都心疼的朝这边瞅了几眼 辞子日后必成大气 徐晓冬评价道 林冬雪发现 这孩子侧脸有点熟悉 走过来一看 正是王静松 他拿手指戳了戳他 王静松回头瞪他一眼 又继续全身心的投入到游戏中 玩了一会才缓过神 扭过脑袋 因为戴了耳机 声音很大地说 我打完这把呢 我们去外面等你 林冬雪比划着说 好好好 C 不要不我的兵 我R&M 两人站在门口等着 林冬雪不识朝门里张望 徐晓冬说 渴了吗 我给你买瓶水吧 不用不用 林冬雪又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人不见了 他急忙进去询问老板 老板说 那孩子刚刚结账下机走了 往哪走的 不是只有这一扇门吗 厕所旁边还有一个安全通道 林冬雪跑到那里一看 一个小小的身影 正在路上狂奔 书包被颠的一上一下 他气得想飙脏话 道 追 第六十章 白发人送黑发人 两人立即沿着安全通道下去 王静松在前面跑得很快 怎么喊都不停下 林冬雪尖尖穿的是皮鞋 十分不给力 跑得脚都疼了 再一看徐晓冬 居然已经气喘吁吁了 他问 要不要鸣枪示警 鸣什么枪啊 一个小孩子还追不上 这时 一辆大众家用车 突然在路旁停下 从里面出现一男一女 王静松不跑了 男的恶声恶气地说了几句话 突然一巴掌扇了王静松脸上 然后那女的推着男的一下 蹲下来把王静松搂在怀里 不停地哄他 王静松这才哇哇大哭 林冬雪走到近处 听见男的在骂 狗东西 放学不知道回来 还跑到外面上网 不知道家里有事吗 女的回了一句 你少说两句吧 你自己不还通宵斗地主吗 他是狗东西 那你是什么 看来这对男女是王静松的父母 林冬雪走近 掏出证件 说 您好 你们是王静松的父母 王静松爹一脸惊讶 然后堆起笑脸 警察通知 找我没有事 他开始掏烟 递给林冬雪身后的徐晓东 徐晓东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 他便自己叼了一根 林冬雪问王静松 小朋友 你刚才跑什么 我 王静松躲在母亲怀里 切备地看着林冬雪 哦 是这样的 我们给他打电话 问他在哪 他才急匆匆地跑下来的 母亲笑着说 是吗 我们想打听一下 杜磊家住在哪 快告诉警察阿姨啊 母亲催促道 丰院小区四单元十号楼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我们住一起啊 王静松刚说出口 父亲突然哀了一声 神情显得特别严厉 王静松下的报警母亲 面对林冬雪疑惑的眼神 父亲陪着笑脸说 是这样的 杜磊他父母 和我们以前都是印刷厂职工 后来回迁分在一个小区 不过不在一起 我们家住在另一个单元 那你们经常一起玩了 这话 林冬雪还是冲着王静松问的 父亲代为回答 也不是经常一起玩 初二是关键的一年 学习比较紧张 平时他俩很少来往 你能不能不要老插话 林冬雪有点烦这个男人 小孩子不懂事吗 父亲依旧笑着 哎 你们在查什么 我听说杜磊死掉了 学校里有个老师被逮起来了 这年头 老师越来越不靠谱了 你怎么知道的 母亲回答 家长群里都炸了 有人说 这家伙以前还猥亵过儿童 是个人渣 学校怎么能让这种人当老师 他们的回答 似乎滴水不漏 但林冬雪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是他们的反应吗 他在考虑接下来问什么 徐晓东说 方便的话 可不可以搭你们的车 去趟那个小区 这个 父亲犹豫起来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车是用来拉货的 下午刚运的海鲜 气味难闻得很 母亲说 对对对 要不我们帮你们叫个车吧 不用了 告诉我们地址 我们开车过去 车停在学校呢 从父亲那里得到地址后 一家三口上车走了 林冬雪摸着下巴沉吟着 徐晓东说 一看就知道这家人有问题 你也这么想吗 林冬雪兴奋的 兴奋的说 你反应怎么这么激烈 我是说 你看这家家教就有问题 在这种家庭 长大的孩子 身心肯定不健康 取车去吧 天快飞了 林冬雪的态度 一下子又冷了下来 徐晓东追上去 你怎么了 我说的不对吗 两人驱车来到这个小区 找到杜磊家时 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您放心吧 我们正在找呢 有消息马上会通知您 肯定是小孩子贪玩跑丢了 门是虚掩的 林冬雪推开门 看见一个老奶奶正在哭 两个民警同志正在安慰他 看见外人进来 民警的眼神有些变化 林冬雪亮出证件 民警这才会议的点头 过来说 孩子走丢了 刚报的案 一个老人家带着孙子 怪可怜的 公安局没通知你们吗 林冬雪问 什么 难道 那孩子被杀了 民警吓得捂了下嘴 林冬雪看了一眼老太太 民警说 没事没事 他耳朵聋 另一个民警问 尸体找着了吗 简单交换了几句话之后 林冬雪借着民警的东风进了屋子 民警大声对老太太说 这两位是公安局的同志 他们过来看看 有什么线索 老太太点头 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念叨着 雷雷啊 你一定要回来啊 不然我可怎么活啊 听见这话 林冬雪一阵心酸 旁边的徐晓东 已经揉起眼眶来 他说 白发人送黑发人 太可怜了 林冬雪来到杜蕾的卧室 这个在老师口中听话懂事的孩子 屋里也放了一些 属于这个年龄段的爱好 漫画书和偶像的海报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奖状 几乎站满了一整面墙 屋子不大 转一圈就能看遍 桌上放着一些资料书 一台小电视机 另一端空着 林冬雪走过去 发现上面的灰尘有些异样 这里好像放过什么东西 一个四四方方的物件 这是什么 该不会是游戏机吧 徐晓东拉开下面的抽屉 看见几张游戏碟 真的是PS4 卧槽 我一直想要的 你能不能不要废话 叫你妈给你买去 她把目光转向桌子 看起来这台游戏机 刚刚被拿走 谁拿的 去问问老太太 来到客厅 看见还在哭泣的老太太 林冬雪不忍心开口 冥警过来问怎么了 说明情况后 冥警过去问 老人家 屋里有台游戏机 怎么不见了 啊 老太太进屋一看 摇头说 她其中考进了全校前一百 她爸给她买的 不知道去哪了 可能被同学借走了 她平时和谁经常一起玩 啊 和我最近 从小是我把她带大的 我问 她平时爱和谁一起玩 啊 哦 我不知道 你问问她班上同学 累累在班上是班长 老太太竖起大拇指 悲伤的神情中 透出一丝自豪 冥警示意林冬雪出来 来到外面 冥警说 你们别再问了 我怕你们说漏了嘴 老人家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要是知道孙子被人杀了 肯定当场就得玩 林冬雪说 就算我们不说 局里也会派人过来 让他去认领尸体的 别别 这要害死人的 难道就这样一直瞒着吗 徐晓东说 要不就撒个谎骗他吧 第61章 走访 徐晓东出了一个搜点子 虽然搜 但大家觉得还是可行的 于是派出所 民警当即给杜磊的父母 打去电话 通知了杜磊的死讯 电话那头 夫妻二人痛哭的声音 格外刺耳 民警尴尬的说 我们 我们想请你们撒个谎 不要让老太太知道 十分钟后 门里传来老太太的破口大骂声 你们把雷雷接走了 狗东西 也不说一声 害我以为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天冷了 给雷雷晚上多加一床被子 感冒可不是闹着玩的 过年记得来看奶奶 通话声结束 徐晓东松了口气 应该能瞒过去吧 也只能瞒一时 林东雪道 离开这栋单元楼 几人心情都有点沉重 林东雪想去王静松家里看看 便去物业那里打听了一下 然而来到他们家 敲了几下门 也没人应门 要不要问问邻居 徐晓东说 两人敲开邻居家的门 邻居也不知道 他们去哪了 猜想可能是出去吃饭了 林东雪便站在楼道里等 徐晓东说 你怀疑这家人 说不上怀疑吧 林东雪也说不出来 他真希望陈石在这里 给他纸条名路 但既然这次要和哥哥打赌 他就铁了心 不求助陈石 左等右等 时间渐渐到了八点 林东雪冷得直跺脚 徐晓东为了缓和气氛 就不停地说冷笑话 林东雪苦笑 别说了 越说越冷 电话响了 是林秋朴打来的 他上来就问 妹 你在哪 茶呢 哈哈 还茶呢 这个老师 越审越可疑 我们问了学校里面的人 他们都说 李某平时和学生交往过密 风评不怎么好 可是 就算是猥亵儿童 怎么会弄到杀人分尸的地步 我手上还有一个重要证据 你猜猜是什么 我们在死者的胃里 找到了一种进口的催情药 掺在可乐里面 为什么小孩子会吃这东西 林东雪震惊 昨天还是 陈石提醒他们 化验一下胃里有没有药物 居然找到了这东西 他有一丝动摇 却又立即提醒自己 相信陈石 相信自己的判断 林秋朴显然兴致高涨 说 妹 别怪我这次杰族先登了 审讯还在继续 这家伙死活不开口 我们打算跟他耗下去 我相信真相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了 你也别太忙了 赶紧回来吧 用不着你管 林东雪愤愤地把电话挂了 他一扭头 发现徐晓东挨得很近 没好气地说 离我远点 徐晓东听见了刚刚的通话 震惊地说 卧槽 这证据太有分量了 要是在李某家里 找到同样的药 直接就能上法庭了 不可能这么简单 林东雪咬着手指 不对啊 他只对女孩子感兴趣 杜磊明明是个小男孩 练同匹都是心理变态 你怎么知道 他们是怎么想的 可为什么要杀人呢 为什么要把尸体 扔在自己楼下 可能是玩脱了 第一次杀人太紧张 不对不对 这一切似乎能圆上 但林 但林东雪又觉得 哪里对不上 王兴松一家 看样子一时半会不会回来 林东雪只得杀鱼而归 回到家里 一整晚他都在网上搜索 想知道恋同匹 是否也有取向 百度上蹦出来的答案 各个驴头不对马嘴 他气得想摔鼠标 查来查去 最后找到一个 比较靠谱的答案 恋同匹确实有取向之分 但也存在着 男女通吃类型的 林东雪沮丧地上床睡觉去了 隔日一早 他被手机的消息 提示音吵醒 徐晓冬叫他看微博 微博上已经炸开了锅 变态老师奸杀男童 并分尸这种不负责任的标题 赫然出现在各大营销号的头条 引来网民的口诛笔伐 黎某以前的 事迹也被起底 林东雪发消息给徐晓冬 咋回事啊 不知道 可能消息走漏了吧 今天林队恐怕要发火了吧 林东雪来到局里 林秋朴已经发完了火 正在生闷气 他窃窃地说 哥 怎么了 你看见了吧 微博上炸了 不知道哪个混蛋捅出去的 现在满世界都在说 林秋朴朝窗外看看 外面一片平静 似乎是担心有愤怒的人群来赌门 领导看见了 把我骂了一顿 叫我尽快给民众一个交代 不是自己人捅出去的吧 肯定不是 这些网络报道没几句真话 都是添油加醋 胡编乱造 肯定是学校方面透露的 林秋朴郁闷地掏出一根烟 叼在嘴上 那就好 林东雪松了口气 不过问题也不大 李某现在还拘着呢 嘴硬得很 非要请律师 好啊 他要走流程 我们就跟他走流程 杀人分尸 耶稣也保表他 你那边呢 进展几乎为零 要不 最后一轮审讯让你上 这次咱们就算平手了 林秋朴笑道 哥 林东雪突然认真起来 我认为李某不是杀人犯 而且 我会证明给你看 说把他离开了 林秋朴叹口气 这丫头 中了什么血 林东雪还是打算去见见王静峰一家 徐晓东自然也跟来了 来到小区 敲门 还是没人理会 林东雪气得咬牙 道 去学校 我不幸堵不到那小子 他转身离开 身后的门突然开了 王静松父亲穿着睡衣 睡眼惺忽地看了他们一眼 说 呦 警察同志啊 找我没有事 你们在家啊 怎么半天不开门 真不好意思 小孩上学去了 夫妻之间 那啥 你懂的 进来坐 将两人让进门里 王静松母亲从卧室出来 满嘴寒暄 王静松父亲叫他去泡茶 切水果 林东雪道 不必了 就是问几个问题 说着 他在客厅里来回转了一下 顺手推开一扇门 里面是王静松的卧室 写字桌上有台电脑 即便不太懂硬件的林东雪 也瞧出来了 这电脑肯定很贵 墙边有个架子 里面摆满了塑料小人 另一个架子 放满了漫画书和杂志 墙上还挂着一把吉他 已经落满灰尘 角落里的足球 也很久没动过 注意到林东雪的视线 王傅笑道 我们家不会教育孩子 平时惯坏了 要什么就买什么 让您见笑了 第六十二章 调查受阻 林东雪问 昨晚你们不在家吗 哦 我们去亲戚家了 王静松父亲笑道 哪个亲戚 这个 这也要问吗 警察同志 你们找我们 有什么事 是跟杜磊的命案有关吗 林东雪差点就脱口而出 命案发生时 你们在干什么 但却想起陈时闲聊时 给他开过的小灶 越是怀疑的人越是 要让对方麻痹大意 要学会指动打西 不动声色地套出情报 他声音的几出笑容 是这样 杜磊奶奶目前还不知道这事 我们撒了个谎骗他 是是是 老人家一个人带孙子 现在出了这种事 真是可怜 是啊 白发人送黑发人 王静松母亲也附和道 所以 有些情况我们不方便直接问他 就过来问问你们 杜磊和王静松不是经常在一起玩吗 也不是经常 就是偶尔 王静松父亲 还是昨晚的那套说辞 他最近有没有对你们说 杜磊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没有没有 我们平时都忙 王静松回家就是写作业 要么就是玩电脑 交流有点少 王静松父亲道 他母亲说 是啊是啊 我们两口子都是下岗职工 为了雇这个家 起早贪黑的 和孩子交流是有点少 只能在物质方面 尽量满足他 对了 今天微博上不是说 案子已经确定下来了吗 这对夫妻一唱一随的 让林东雪心中的怀疑 变得更深了 他顺着话头说 案子现在确实有眉目了 他好了 王静松母亲 突然一反常态的激动起来 又意识到自己的失利 说 我是说 能得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真是太好了 你们警方办案 也挺麻溜的 人家家孩子都没了 不要在这里瞎说 王静松父亲呵斥一句 林东雪这才得以把话说完 不过还得调查取证 所以我们就来这里走访一下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杜磊那孩子 又听话又懂事 我们平时教育王静松 叫他多跟人家学学 王静松父亲道 他母亲补充一句 其实我家孩子还是挺聪明的 就是聪明用错了地方 整天就知道玩 还不是你惯的 他的电脑 游戏机不都是你买的 两夫妻开始相互责备 林东雪突然问 什么游戏机 啊 王静松父亲紧张起来 笑道 小孩子玩的游戏机 什么游戏机 林东雪重复了一遍 这次语气变得严厉起来 哦 王静松母亲马上插嘴道 是他爸答应 这次期中考试 要是考进三十名 就给买游戏机 可是我们看了成绩单 他这次好像是倒数 徐晓冬说 是啊 所以就没买 王静松父亲笑道 林东雪感到 这两人遮遮掩掩掩的 看来直接问世不行 他说 那我们先走了 好的好的 不送了 夫妻二人露出一阵轻松的表情 林东雪学尘时那一招回马枪 小声对徐晓冬说 拖住他俩 然后突然说 不好意思 借用一小卫生间 呃 卫生间 在这边 我带你去 徐晓冬忽然大声说 问一下 你们这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林东雪进了卫生间 他一眼就看见 里面有一道帘子 后面想必是浴缸 他上前准备拨开帘子 王静松母亲突然闯进来 满脸堆笑道 怕你不会用这个马桶 我教你 哦 没事 我会的 按下这个 再把这个放下来 硬是科普了一遍智能马桶的使用方法 王静松母亲这才离开 当林东雪再次准备拨开帘子时 他又在外面敲门 只用完了吗 要不要我拿一卷进来 这女人难道自己忘了 这是智能马桶吗 林东雪无奈地吐了口气 说 不必了 谢谢 他再次向帘子伸出手 那女人在外面剧烈敲门 哎呀 不好意思 我拉肚子 能不能让我先用 林东雪气得钻拳 他什么都不顾了 一把掀开帘子 当帘子发出哗啦一声响的瞬间 王静松母亲竟然撞断了门栓冲进来 和林东雪面面相去 那一瞬间 他脸上表情阴森 但这表情转瞬即逝 王静松母亲笑道 不好意思 我实在忍不住了 行吧 我去下面解决 林东雪流着冷汗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离开王家 林东雪一言不发 徐晓东说 哎 你怎么了 看见什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你的手怎么在抖啊 林东雪站定 后面的徐晓东 差点撞他身上 林东雪转过来 看着那扇窗户 道 这家人有问题 老实说 我也感觉到了 有点 太客气了 不只是客气的问题 一个骑着摩托 送快递的小哥进了小区 接过他身边时 听见他在打电话 王斌 下来取一下快递 林东雪扭头看了一眼 看见摩托车上 放着一个很大的纸盒子 好像是电子产品 徐晓东说 这就是PS4 和杜磊房间里一样的游戏机 对对 林东雪走过去 亮出证件 请问 这是谁家买的 小哥看了下单子 说 这栋楼504的 没错 那正是王敬松家 徐晓东疑惑的说 不是说成绩不好不给买吗 这家人未免太没原则了吧 陈时说过 小孩子的动机 可能是成年人眼中的一件小事 难道就是这个 林东雪站在那里等 可是王敬松父亲就是不下来 快递小哥信信地骂了一声 开着车走了 林东雪在原地站了很久 思考着案件的另一种可能性 直到被电话声惊动 又是林秋朴打来的 他一上来就说 妹妹 林秋朴只有心情最好的时候 才会这样称呼他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也许对你是坏消息 我们在李某家中 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垂情药 你不用再跑了 哥 我想申请一张搜查令 搜查令 你要搜查谁 你有证据吗 没有 没有证据你瞎搞啥 又回来 不和你说了 李某请的律师来了 我看看 他还能说些什么 第63章 神来知彼 又一次鲨鱼而归 林东雪的心情沮丧极了 回来问同事林秋朴去哪 对方回答 还在和律师说话 林东雪就在门厅转来转去 徐晓东说 别转了 我眼都花了 怎么可能是李某呢 林东雪站住说 卧槽 你现在的表情有点像柯南 催情药 为什么死者胃里会有催情药 难道是分尸的时候塞进去的 不可能吧 我看过试体检报告 死者的胃是完好的 徐晓东的话 一直在碎碎念的林东雪 哪里错了 哪里错了 林东雪开始抓头发 你别抓头发 小心秃头 这时 办公室里传来咣当一声 林秋朴的咆哮声从里面传来 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 跟我玩舌车饱足这一套 另一个声音说 林队 你冷静点 我的委托人确实是这样说的 林秋朴一脚踹开门出来 叫住一名警察 去学校 找一个叫玛丽的女生 把他带来 林东雪上去问 哥 怎么了 他说 林秋朴朝办公室里看了一眼 半开的门里 有个穿西装的男人 正气定神闲地喝茶 他的律师说 案发当时 他正在给另一个女学生开小灶 开小灶 是什么意思 猥亵 所以 他死也不肯说 自己案发当时在做什么 不对 哪里错了 一定是哪里错了 这肯定是他的花招 把那女孩叫来核实一下 就水落石出了 整个专案组都在焦急地等待 连午饭都没有吃 下午两点左右 一个女孩被带来 他窃窃地看着满屋子成年人 在场只有林东雪一个女性 于是他主动上去问道 小妹妹 别怕 我们是来帮你的 能不能告诉姐姐 10月28号下午 也就是星期三放学后 你在哪 小姑娘瑟瑟发抖地说 我回家了 真的吗 小姑娘的眼里 勤满泪水 又点点头 无论怎么问 小姑娘都是这样说 但她的神情却暗示她 没有说实话 大家无计可施 林东雪说 那我送你回去吧 他拉着小姑娘离开 走到门口的时候 小姑娘突然哭了 说 警察阿姨 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妈妈 林东雪蹲下来替她失泪 说 好 我保证不说 李老师她 她把我叫进屋里 然后 听完小姑娘的叙述 林东雪气的 只想现在就进去抽林某两个耳光 她压下怒火 道 让法医阿姨给你检查一下身体好不好 放心 这件事 我们一定会保密的 小姑娘点了点头 一名女法医替小姑娘做了检查 众人站在外面等着 检查完毕 女法医道 她确实有近日被性侵的迹象 混蛋 林秋普一脚踢倒了走廊里的垃圾桶 这个猛灵料让李某瞬间洗脱了杀人罪名 但是他还得继续待在拘留室里 等着另一宗罪名的审判 林秋普一蹶不振地坐在办公室里 林东雪走进去 说 哥 别气馁了 案子还没结束呢 见林秋普 见林秋普一言不发 林东雪又说 这次不是你的错 是有人栽赃陷害 你这么认为 陈氏之前对我说 这案子有嫁祸的嫌疑 你看 这一切连得太顺了 那我岂不成了自愿上钩的蠢蛋 林秋普苦笑 我有件事想问你 在李某家里找到的催情药 和死者胃里的是同一种吗 是同一种 何止同一种 老鹏做了鉴定 就是同一盒 你们在哪发现呢 垃圾袋 垃圾袋 你告诉我是他家里 是他放在门口 还没有来急扔掉的垃圾袋里 林秋普的眼睛突然瞪圆了 你的意思是 这也是嫁祸的一环 是 凶手知道李某风平不好 所以就把脏水泼到他头上 那这催情药 是怎么吃进死者肚里的 死者可是一个12岁的小孩啊 不可能没事吃这玩意吧 这是本案目前最大的一个疑点 林东雪也解答不出 他咬着手指说 但是凶手知道他吃了 所以把同一盒药 放在李某门前的垃圾袋里 上面有指纹吗 对 指纹 林秋普几乎是冲出去的 跑到技术中队 他话都不会说了 老鹏 药盒 指纹 快点 彭思觉用紫外线灯 将药盒里里外外照了一遍 没找到指纹 准确来说 是被人仔细擦拭过 他摇摇头 林秋普刚刚振作起来的精神 又一次萎靡下去 假如 这要真是李某的 不可能连他自己的指纹都没有 林东雪说 彭队长 这种药谁会买呢 夫妻 或者情人 彭思觉说 那吃下去 会有什么效果吗 比方说 身体发热什么的 林东雪一阵脸红 不会的 我分析过成分 这种药根本没什么用 纯粹只是安慰剂效应 所谓的海外代购 也是假的 国内小作坊生产的 林秋普问林东雪 你查到什么线索了 说不上线索 就是有一个人比较可疑 说来听听 林东雪说完 林秋普道 你的意思是 那孩子为了一台游戏机就杀人 然后家长帮忙分尸 在场的几名警员都笑了 林东雪有点不服气 正要开口 林秋普又说 查案不是靠嘴查的 要找证据 一定要有证据 没证据 什么都是白的 那我找给你看 林东雪转身走了 收到了林秋普的一条短信 他说 妹 需要帮助尽管开口 我支持你 他又好气又好笑 思绪回到案子上 要怎么找到证据呢 难不成悄悄地 溜进王静松家里 不行 身为警察 这种违法的事情 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去做的 正一筹莫展之际 徐晓东不知 从哪里冒出来 说 你思维怎么这么固化 分尸的话 肯定会有血流进下水道 说了等于没说 人家连浴缸都不让看 会让你进去看下水道 下水道 也未免要去家里就能看 比方说 楼下 林东雪陡然瞪大眼睛 要不是不喜欢徐晓东 真想逮着他亲一口 这个主意太赞了 简直神来之彼 第六十四章 证据确凿 林东雪和徐晓东 立即来到那个小区 通过门上贴的小广告 找到一家疏通下水道的 然后敲开了 王静风家楼下邻居的门 简要说明来意后 这户人家愿意和警方配合 管道工开始忙活起来 打开卫生间的主下水管道 用工具在里面掏 两位警官 喝杯茶吗 主人殷勤地倒了杯茶水 不客气 对了 楼上这户人家 你们了解些什么吗 林东雪问道 王师傅一家 我们虽然住一栋楼 但平时也不怎么走动 不过 我经常听见 他们家打孩子的声音 打孩子 嗯 打得可凶了 每次都是父亲打 母亲劝 打完又哄 给孩子买东西 我作为一名家长来说 这种教育方式 实在是不太好 这两天有听见吗 有啊 就是大前天下午吧 我听见东的一声 可能是孩子 把什么东西砸了 然后父亲就动手了 孩子哭得可凶了 林东雪和徐晓冬面面相去 也许那一声动静 正是死者倒地的声音 警官 管道工在叫他们 俩人立即来到卫生间 看见铺在地上的塑料布上 铺着一些从下水管里掏出来的东西 林东雪一眼就看见 里面有血块和毛发 他激动不已 林东雪即刻给队里打电话 林秋普听说找到了证据 盛赞道 干得好 我们马上就来 大约晚上六点左右 几辆警车停在小区外面 警察们上来了 屋主人惊讶地说 这是怎么了 林东雪说可能给抓个人 抓人 是楼上的 麻烦你不要声张 给明天麻烦了 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对了 他们犯了什么事 一阵敲门声 林秋普和彭思绝 以及其他警员一起进来了 众人来到卫生间 彭思绝拿出试剂和验了一下 肯定地说确实是人血 行动 警方叫来物业 去敲王静松家的门 声称是检查煤气 当对方开门的瞬间 警方一拥而入 把两夫妻按在桌子上 客厅里传来啪的一声 王静松看见父亲被改起来了 吓得手里的马克杯 摔碎在地上 林东雪走过去 说 别怕 我们只是 有些事情要问 王静松下的脸色发白 林东雪朝他屋里看了一眼 新买的游戏机 正在安装系统 我们犯什么事了 王静松父亲大吼 还装蒜 这手一花接木 玩得好啊 林秋普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so 技术人员进了卫生间 虽然这里被仔细清洗过 但经如米诺测试显示 陶瓷地砖和浴缸里 到处是血迹 还在下水口里面 发现了大量毛发 以及碎肉 铁正面前 夫妻二人再也不演戏了 他们吓得面如土色 伴随一阵稀里里的声音 一些液体 从王静松母亲哆嗦的腿间 流到地板上 尿骚味在屋里弥漫开来 说说吧 你们是怎么把那孩子杀掉碎尸的 林秋 林秋普坐在桌前 人是我杀的 不是我爸妈干的 王静松大喊 行 那你说 王静松父亲大喊 静松 别说 说了 就我们全家走完了 林秋普拍桌 这里轮得着你说话 然后他对王静松说 孩子 你已经出二了 应该有基本的判断力 坦白从宽抗拒从年 如果你还不肯实话实说 那谁也帮不了你 彭思觉插了一句 就算你们什么都不说 我们也能查明真相 那样只会对你们更加不利 王静松突然哭了 他不停地咬着嘴唇 说 警察叔叔 我交代 我全交代 王静松和杜磊 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但是两人的成绩 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王静松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 你也不学学人家杜磊 就知道一起玩 也不知道学学人家好的一面 每次听到这话 王静松就气得牙痒痒 上课听不懂 又不是他的错 他脑袋就是笨 人家杜磊就是聪明 要怪就怪自己的基因不好 父母都是笨蛋 几星期前 王静松抄抄着要买PS4 这游戏机贵得很 家里不让 说只要他考进前三十名就给买 王静松这次期中考试又考杂了 PS4自然是没戏了 但他又实在想玩 软磨硬泡地求着妈妈买 叫爸爸知道之后 爸爸说 给你这种蠢驴买 我还不如给杜磊买 谁知道 就是这句话 成了毁掉两个家庭的导火索 那天杜磊跑到王静松家里来玩 兴冲冲地给他看一样东西 正是PS4 王静松问他从哪来的 他奶奶那么穷 怎么会有钱买这个 杜磊说 不告诉你 王静松越想越怀疑 难道真是他父亲给杜磊买的 他越想越来气 两人又因为在一起玩的时候 起了点小口角 一怒之下 王静松就拿起花瓶砸在他脸上 本来并没有想杀他的 因为电视上经常拿花瓶砸头也没事 可是倒在地上的杜磊 却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 王静松吓坏了 就打电话给父亲 回来之后 夫妻二人吓呆了 冷静之后 王静松父亲问他 杜磊来他们家玩 有人知道吗 王静松说没有 他奶奶去买菜 还没回来 于是 他们就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计划 听说他们班上的李老师风评不太好 以前好像干过伪谢儿童的勾当 于是他们打算把这脏水泼到李老师头上 夫妻二人花了近两个小时 把杜磊在浴缸里肢解了 装进袋子里 趁天黑来到学校 从围墙翻进去 把尸体全部扔进李老师门前的垃圾桶里 警察果然上当了 很快就锁定了李老师 然后铺天盖地的新闻 都在说什么禽兽老师 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地 可是没想到 你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 王静松说 你真的以为警察就这么蠢吗 林秋普站起来 把人带回去 王静松下的张大嘴 说 你们不是说不抓我们的吗 你们骗人 大骗子 说吧 他朝自己的卧室冲去 被徐晓东掩急手快地拦住 王静松还在拼命挣扎 把徐晓东的手背都挠出血了 在场的警察看在眼里 心想真是一个熊孩子 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和他父母毫无原则 一味宠溺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第65章 幕后军师 王静松拼命挣扎 还在徐晓东胳膊上咬了一口 然后趁机逃掉 像头小野猪一样 在屋里横冲直撞 把桌子都先倒了 警察花了好大力气 才把他拦住 林秋普无力扶额 说 烤起来 徐晓东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看被咬伤的胳膊 说 太熊了 比我表姐家的孩子还熊 被烤在管道上的王静松 还在歇斯底里的挣扎 把手皮都拽脱了一块 夫妻二人看在眼里 眼泪默默流下 彭慈雪取出一个针管 面无表情的对他说 想不想打一针麻醉 听见这话 王静松突然不闹了 把孩子教育成这样 就算没有这档子事 以后走上社会 也会祸害别人的 林秋普又恨又鄙视的说 带走 等一下 有个细节还没说 林冬雪道 什么 崔情药 死者肚里的崔情药 夫妻二人仍然不开口 但是到了这份上 林冬雪似乎已经明白了 他问王静松 是你把药片放到可乐里面的 我以为那是 别说 王静松父亲大喊 你再敢打断 我们就把你们一家人分开 林秋普警告 林冬雪看着一脸恐慌的王静松 你以为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刚刚撒谎了是不是 你肯定不是无意中打死杜蕾的 你从一开始就打算杀他 你家里有一盒写满英文的药片 你以为那是毒药 或者你父母曾经这样骗过你 所以你把毒药放进可乐里 骗杜蕾喝下 结果没有起作用 于是你才用顿物杀了他 你击倒他之后 还反复地殴打 一直打到死为止 这根本不是意外 是谋杀 一口气说出真相 实在太畅快了 林冬雪不敢相信自己 也能做到这一步 满屋子震惊的眼神看着他 王静松一头冷汗 突然大喊 谁叫他成绩比我好 谁叫我爸妈天天拿他和我比 谁叫他有游戏机我没有 他还敢笑话我 他活该 他活该 露出争獰面孔的王静松 着实把众人吓了一跳 徐晓东问 那这药药 后来又是怎么跑到李老师那的 林冬雪回头 看着门 说 药荷是今天早上发现的 昨天我们在门外说话的时候 他们一家都在屋里 他们偷听了我们的谈话 所以才顺水推舟 完了这一处 要不是李某有不在场证据 我们真的被他们骗了 徐晓东惊道 也未辨 彭思觉说 天网灰疏而不漏 他们肯定还留下了别的证据 我们迟早会查到他们头上 我有件事要补充一下 死者并不是被打击致死的 喉咙上那一刀 才是致命伤 听见这话 王静松父亲的眼睛 瞪得大大的 林秋普问 你知道 这个男人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砍那刀的时候 那孩子突然动了 我老婆当时劝我送他去医院 可是都这样了 送到医院不还是得坐牢 所以我就 所以 人其实是你杀的 林秋普问 男人沮丧地点了点头 一屋子人沉默了 林秋普做了一个 把人带走的手势 王静松母亲突然祈求道 警察同志 我求你一件事情 我万万没想到 因为一台游戏机会闹成这样 事情发生后 我们拿积蓄 给静风买了游戏机 他还没来急完 求你们让他玩一回再走吧 你真的以为 发生这件事 全是因为游戏机 那还能因为什么 我们这么爱他 从小到大 他要什么给什么 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应该给他 早点买这台游戏机的 才不会搞出这样的误会 第二 林秋普痛心疾首地摇头 去监狱里好好反思吧 真凶落网之后 杜蕾的父母 从外地赶回来认领尸体 虽然尸体已经被缝合起来 但这丝毫减轻不了 他们沉痛的心情 任何安慰的话 都无法让他们平静下来 这种场面 是林冬雪最不愿意看到的 这案子不到三天时间就破了 专案阻力了大功 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林秋普把林冬雪交到办公室 表扬了一番 林冬雪道 哥 按照约定 行行行 我以后不干涉你 林秋普苦笑 林秋普意外的爽快 让林冬雪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说 哥 我不是说你管我不好 就是 就是什么 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不要大听广众之下说我 再怎么说 我也长大了 师哥不好 以后注意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吗 这次你干得非常漂亮 事实证据 不靠那个司机 咱们一样可以把案子破了 晚上庆功宴记得来哦 一定 林冬雪笑笑离开 在走廊里遇见了徐晓东 他问 晓东 你是怎么想出那招的 从楼下的下水道找证据 徐晓东不好意思的 骚着脑袋笑笑 林冬雪突然有一个猜想 追问道 该不会有人背后指点吧 嗯 那个 别吞吞吐吐的 其实 那是陈哥出的主意 案子全过程 我都告诉他了 我们卡住的时候 他给出了这个主意 什么 林冬雪大惊 原来徐晓东 不是林秋朴的细作 而是陈石的细作 与此同时 龙安市某外科医院里 正在照料病人的陈石 收到一条林冬雪发来的短信 幕后军师 谢了 躺在床上的小姑娘问 怎么了陈叔叔 没事 朋友发的 陈石拿起粥碗 继续给小女孩喂粥 小女孩摇头说不想吃了 陈石说 月月乖 你刚做完手术 得多吃东西才能康复 小女孩撇撇嘴 我的病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呀 别操心了 听医生的话 肯定会好的 等你好了 我带你去兜风 小女孩吃完睡下之后 陈石才小心翼翼的离开 来到医生那里 医生说 陈先生 陶月的医疗费 虽然保险公司报了一大部分 但是住院费 还有护理费 我来出吧 陈石掏出一张信用卡 大夫 他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 目前还在观察 你不要总拿这种话敷衍我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这种病 本来治愈率就不高 加上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中期 现在刚动过手术 如果化疗和药物控制的好 也许会好转 陈石探口气 他有情况再打我电话 离开医院 天色已然不走 陈石坐进车里 附近有个单子 他顺便就接了 等客人上车的时候 他打开手机看了看 记者的速度可真快 案子已经被写成报道了 这次又是游戏机背了锅 新闻标题是震惊 14岁男孩为游戏机 残忍杀害同学 胡说八道 媒体就知道乱甩锅 这个案子轰动了龙安 现在的家庭教育 确实令人堪忧 上了车的乘客接查道 那是个老人 声音中透着威严 老先生 这么晚去哪啊 陈石叼上根烟 不认识我了吗 后视镜里的眼睛露出笑意 陈石 或者我该叫你送吗 第66章 现代版金平梅 陈石转过脸 看清了对方 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布满皱纹的脸上 透着一股威严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 陈石问 陈月月 那个小正人的病情 我一直也在关注 知道他要动手术 你肯定会来 姜还是老的辣 陈石笑笑 点着了嘴里的烟 想不到你会以这种方式回来 顶着一张虚假的脸 把自己过去的老搭档 敬佩你的晚辈 耍得团团转 感觉如何 还不赖 有点像重生了 老者叹息 好好地隐姓埋名 干嘛又要回来 可能就是本性吧 本性 就像有人贪财 有人好色一样 我就是看不惯那些 罪犯逍遥法外 人都逃不过自己的本性 我也一样 不过最近确实有点太高调了 连您都注意到我了 我看也该收敛一点了 你也知道 老者笑了 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回来 我 因为背着杀人的罪名 因为那个人 还逍遥法外 不 那个人捏着我的软肋 我猜猜 是陈月月吗 他威胁你说 只要你再次现身 就会重新作案 对吗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陈时还是点了点头 烟快抽完了 他仰手扔出窗外 把双手递过去 什么意思 您不是来抓我的 老者大笑 我要是来抓你 就不会深更半夜 一个人来了 陈时啊陈时 你真是自作聪明 你以为自己的瞒天过海 没人知道吗 不 其实那个夜晚 一直没有结束 周孝的案子还没有撤销 我手下的几名精锐 一直在追查他 你做的这一切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说我包庇下属也行 训死亡法也行 但我知道 人不是你杀的 你绝不可能 对自己的上司 和女朋友开枪 只有抓住周孝 才能还你清白 所以警戒高层 默许你的小动作 实际上你的警号 还没有被削掉 在我保险柜的机密文件里 你目前的身份 是议员卧底警员 陈时一脸惊讶 然后恢复了平常那张笑脸 搞了半天我还是警察 你们可一毛钱工资 也没发给我 这案子结束之后 一并发给你 到时候可得记得吃饭哦 您老可要保重身体 活到那时候 小兔崽子 我活得肯定比你久 老者笑骂一声 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 递到陈时手上 从手感判断 那是一打钞票 领导发红包了 给陶月治病的 算我的一点心意 都是我攒下的私房钱 可不能让我老婆知道 只要师娘不坐我的车就行 老者推开门 又停下 你干什么不好 非要跑出租车 除了开车 我也不会别的啊 您难道想看到 我眼前卖臭豆腐 小兔崽子 好自为之吧 于老者下车 背着手消失在夜幕中 微托的背影 显得有些沧桑 陈时尽了一个礼 默默地说 谢谢局长 过了一分钟 他的手才放下 心里感慨万全 今晚要是不喝上一杯 怕是无法平复内心的波涛 于是他发动汽车 朝自己长去的一家酒吧开去 王静松的案件 在龙安引发了一阵轩然大波 但很快民众的视线 又被哪个明星逃税 汽油涨价的消息转移走了 一个星期后 这件事被彻底遗忘 平静的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大家依然过着普通的生活 陈时这天跑出做到深夜 和几个司机朋友 去石猴子撸撸了一顿串 累了一天 大家喝着可乐吃着撸串 痛痛快快地分享这几天的见闻 饭桌上陈时 总是最能说的那一个 滔滔不绝地讲一些耸人听闻的案件 离人要是问起 他从哪知道的 他就回答 是法制节目上看到的 然而今天的主角 却是一个叫李涛的中年司机 他眉飞色舞地 跟大家讲一段现代版精品梅 据说有个潘的少妇 跟一个父姓西门的小老板勾搭上了 纸包不住火 潘少妇的老公正好姓武 发现了这事 渐天去西门老板的公司找事 没想到一个月后 这个五姓男子 在开车的时候意外死亡 车盒人都烧成灰了 警方怀疑是西门老板买凶杀人 现在正在调查他 连公司都关门了 酒友们都说 编的吧 哪有只要巧的事情 真是 现在城里都传遍了 我寻思着吧 大概只要是姓潘的女人 遇上姓西门的男人 准没好事 这叫玄学出轨 操 我老婆就姓潘 照你这样说 你可得小心 他朋友里有没有姓西门的 我揍你压的 别道别闹 李哥 多会的事啊 陈时问 就这两天 我听一个乘客说的 陈时三两口 把手上的烤茄子解决了 说 不好意思 我家里还有事 先撤了 众人起哄 老婆忘了充气是吧 陈时上车之后 给林东雪发了条信息 现代版金平梅 这么好玩的案子 不叫上我 林东雪回复 你从哪厅说的 我们又不是猪 什么案子都找你 现在这案子 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肯定是那个西门庆干的 希望你们这回别弄错 乌鸦嘴 就盼着出风头是吧 隔日一早 林东雪来到局里 他们确实正在查 这宗案子 每当看到 卷宗他都想笑 三个人的姓氏 真是太应景了 更搞笑的是 死者吴某还有一个弟弟 也正是这个弟弟报的案 前后提供了不少证据 林东雪见过吴某弟弟武豪一次 这人是个健身顾问 练过跆拳道和散打 身材魁梧 长得也很帅气 每次一提到哥哥的死 他就激动得不行 口口声声说 要把肩腹音腹头跺下来 放在哥哥林前 大家生怕他真干出这种事 案发当时 潘某和西门庆 正在一个度假村玩 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 目前警方认定是西门庆 买凶杀人 主要再查他的账目 翻出了不少逃税漏税的证据 但还插那临门一脚 就看林秋朴今天在会议上怎么说了 第67章 新的疑点 案情会议上 林秋朴意气风发地说 各位 这案子现在有眉目了 我们查到西门庆 每次听到这名字 大家便一阵发笑 我们查到他的个人存款当中 有五万块下落不明 这笔钱消失的时间 正好就是死者遇害前后 他本人对这笔钱的去向 语音不详 那现在可以收网吗 一名警员问 还是缺证据 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 就是 这五万块到底落入了谁的腰包 只要查明 案件就破了 大家鼓起干劲 争取三天之内拿下来 大家都兴致高涨 这时突然有一只手举了起来 林秋朴说 老鹏 你有什么话要说 彭思觉淡淡地说 林队 我给你的试检复刊报告看了吗 我还没看 你说 彭思觉谈了蛋手上的文件 说 根据我的第二次解剖来看 死者脑后有一处可疑的骨质增生 死者有骨质疏松 低甲血症 肌肉松弛 脂肪沉积 静脉栓色等症状 说白了就是 体内长期缺乏菱 甲 钙 再一个 他的食道里 有大量的硬物刮擦痕迹 形成的时间 至少有三个月 死者和车子都烧成那样 你还验出这么多 嗯 所以多花了很多时间 那你的结论呢 我认为 这案子不能就这样定性 就因为当事人姓潘 姓西门 就认为是西门干的 也许凶手也是在利用这种思维 假如真是买凶杀人 那么 死者身上的这些 反常不能自圆其说 所以 这案子 一定另有隐情 听见彭思觉 公然和自己唱反调 林秋普有点气恼 说 老鹏 咱避开这个不说 且说动机 你认为 凶手会是什么动机 你避不看 这是事实 我认为 案件最终侦破的时候 这些疑点应该得到完美的解答 否则就称不上真正的破案 林秋普苦笑 老鹏啊老鹏 你这是 受谁影响 验尸是我的工作 破案是你的工作 汇报完毕 我走了 彭思觉没有结查 静止离开了 换做旁人这样不给面子 林秋普当场就发火了 可他是彭思觉 林秋普也只能忍气吞声 一双双眼睛看向林秋普 林秋普咬了咬牙道 彭队长的新发现应该重视 东雪 小冬 你俩去查明一下 其他人还是继续追查 那五万块的去向 散会 散会后 徐小冬对林东雪说 林队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单独叫咱俩去查 莫非是让我们请对位大神来救场 林东雪笑了 你现在还能听出弦外之音了 林秋普现在开口闭口 都不提诚实的名字 非要说起的时候 也只说谋好新市民 可能他觉得 身为刑侦大队队长 每次都需要请外援太丢人 我给诚哥打电话了 徐小冬问 打吧打吧 徐小冬拨通电话 诚哥 没别的事 就是案子遇到一点小麻烦 你怎么知道的 好好 肯定请 你赶紧来吧 挂了电话 徐小冬十分高兴 案子有希望了 听你这话 跟着林队就没希望了 我可没说 B B 半小时后 两人在永安豆浆 和陈石见面 吃着徐小冬请的早餐 陈石说 怎么了 不是说 这案子 不需要我帮忙吗 林东雪脸颊一阵发烫 本来是不需要的 今天彭队长提出了一些新发现 是我们之前没考虑到了 他说死者有点古怪 怎么个古怪法 林东雪取出尸检复刊报告的附件 陈石看了一会 道 聊聊案子呗 案发时间是三天前的上午 报案人正是死者的弟弟五豪 他说 哥哥失踪了两天 一开始是派出所处理的 后来又有一名拾荒者发现 郊外有一辆烧毁的汽车 里面好像有一具尸体 这才把两个案子并在一起 汽车正是死者吴某的 经DNA鉴定 死者也正是吴某 车上明显有助燃物残留 怀疑是有人把吴某杀死 放进车里焚烧 死者烧得面目全非 费了很大劲 才合车身玻璃 由于烧成那样 一直没找到致命伤口 死亡时间的判断 也是粗略估计 大概是五天前的晚上 于是乎 就开始调查死者的人际关系 五毫一口咬定 是肩负淫妇干的 让死者妻子潘秀英 和他的情人西门胜 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可以说 参与侦破的警员 一听到两人的姓氏 再看到西门胜那张贼美鼠目地脸 立即就把他当作凶手 可是这两人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 案发当时 他俩在某度假村玩 西门胜在警方面前显得很紧张 但他的证据也是滴水不漏 林秋朴越来越怀疑 是西门胜满凶杀人 所以目前的工作重点 是调查西门胜的财政支出 听完 陈时评价 武断 死者不叫武断 叫武什么 我是说你哥哥武断 就因为人家偷情 就一口咬定他是凶手 宋朝的官员 都没这么断案的 林东学脸上有点挂不住 徐晓东说 陈哥 别说是林队了 我们专案组上上下下 都觉得西门庆是凶手 破案有时候 不是得靠直觉吗 直觉和异想 是两码事好不好 那现在要怎么查呢 陈时看着手上的文件 说 老鹏的鉴定从不出错 这些疑点 我想和案件真相 一定有密切关系 重新查吧 重新查 林东雪瞪大眼 嫌累啊 要不干脆我们三个玩一盘比先 问问死者 是谁把他杀掉的 徐晓东惊喜道 这样也行 林东雪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他 说 行吧 听你的 陈时说 再给我加两个包子 吃饱喝足 陈时说 开工咯 先去哪呢 林东雪问 谁的住处比较近 武豪上班的健身房 离这里最近 那就先去这吧 三人驱车来到一家健身俱乐部 上午没什么客人 武豪在休息室里玩手游 见到有警察来访 立即激动地说 那对肩父淫妇定罪了吗 陈时问 武先生 你这么肯定 他们是肩父淫妇 有证据吗 证据我不早就给你们看了吗 这位警官是新来的 行 给你看些东西 第68章 偷情证据 武豪从自己的置物柜里取出一个包 掏出一个床单 床单好像很久没洗了 散发出一股气味 林东雪不禁捂住鼻子 武豪说 这是那对肩父淫妇 在我哥哥家里乱搞 弄脏的床单 上面还有两人的体液 我之前给法医鉴定 他们不肯鉴定 也不知道 你们工作怎么做的 陈时想笑 说 你可真细心 什么时候的事情 几个礼拜前 当时 你哥不在家吗 不在 我哥可能出门 进货去了 这对狗男女 就跑到 他卧室上搞起来 妈的 你在场 是啊 我去找我哥 碰巧撞见了 把那男的骂跑了 我嫂子 不 那见货还处处维护他 我就说你们等着 我一定要告诉我哥 所以我就保留了证据 将来我哥要是打离婚官司 不会吃亏 没想到这证据竟然在这时候 派上了用场 武豪叹息一声 眼中流下泪水 就这个 还有 武豪又掏出几张照片 全部是两人优惠的时候被偷拍的 有不少都拍到了正脸 这要拿到民事法庭上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陈石一张张翻看 说 你这个健身教练挺闲的呀 还兼职私家侦探 为我哥的事情 我没时间 也要几时间出来 他说的义正词言 陈石摇头 我们是来找命案的证据 这些只能证明两人在交往 是通奸 武豪大声说 好好好 通奸 有没有命案的证据 有 武豪掏出手机 播放了一段录音 录音中能清晰地听见 一男一女在说笑 其中有一段对话 女生 那个老乌龟一天到晚跟我吵 烦都烦死了 男生 宝贝 他亏欠你的 我补回来就是 女生 还是你对我好 当初要是认识你就好了 男生 现在也不晚 我和我家的黄脸婆 正在谈离婚的事情 等我把他赶走 我再娶你 女生 好是好 可那个老乌龟死活不同意离婚 男生 去TMD 我找个兄弟教训他一顿 女生 你是说 把他废掉 男生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让他人间蒸发 女生 亲爱的 我就喜欢你这种霸道的样子 男生 喜欢这样吗 女生 好喜欢 在录音快播到儿童不移的内容时 五豪把他关掉了 说 警官同志 这证据够充分了吧 之前来的警官 把这录音鉴定过 是真的 这是我在宾馆门外偷偷录的 当时我真想冲进去 把这对肩负淫妇给宰了 陈石摇头 这不算证据 怎么不算 他们都说了 说归说 做归做 只有能证明他们杀人事实的 才叫做证据 五豪突然使劲地揪头发 把桌上的东西 全部扫到地上去了 吓得三人往后直退 五豪用拳头使劲地敲桌子 吼道 那你们警察干什么吃的 都这么多天了 还没找到证据 每个人跑来都这样说了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警察 我去拿找证据 你们都不能把人先拘起来 用点手段叫他招供 我哥哥肯定是他害死的 我可以对天发誓 看见五豪突然变成一头发怒的熊 陈诗安抚道 你冷静点好吗 我们现在不正在查案吗 坐下来深呼吸 五豪坐下来不停喘气 说 我脾气不好 一冲动起来就这样 不好意思啊 但这件事 涉及到我哥的性命 我能不上头吗 陈诗问 你和你哥关系怎么样 这还用得着说 好的穿一条裤子 我们从小到大 爸妈走了之后 我到龙安来打工 没地方住 是他收留了我 我们俩兄弟 没有任何格度皮的话 我哥有什么好东西 总是惦记着我 瞧 这块手表就我哥送的 他露出手上的劳力士 给三人看 我想看看他的照片 五豪在手机上翻找起来 找了半天找到一张 但是拍得不太清楚 陈诗问 有别的吗 没了 我哥不爱拍照 那行吧 留个联系方式 有事情 我们再联系你 拜托你们快点 我哥昨晚还对我托梦来着 要我替他主持公道 我不是吓唬你们 如果你们还不能 把案子破了 我可就自己动手了 好好 我们尽力而为 离开俱乐部 陈诗笑了 林东雪问他笑什么 陈诗说 我刚刚在想 他要是真自己动手了 这事就太戏剧性了 说不定以后能拍部电影 没心没肺的家伙 徐晓东说 陈哥现在越来越像警察了 害怕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骂 别误会 林东雪说 他的话里 有什么一点吗 一点 我总觉得 他显得有点过于热心 再听听其他当事人的话吧 你手上有死者照片吗 林东雪从手机里翻出一张 陈诗扫了一眼 这帅小伙谁啊 死者啊 他的身份证二十年没换 只有这一张证件照 他家里也没找到他的照片 看来 他确实不爱照相 徐晓东插了一句 我也不爱自拍 手机里都是我家猫的照片 陈诗妈撒着下巴说了句有点奇怪 便没再提起此事 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 死者妻子潘秀英 潘秀英在一家医院当护士 找到那里的时候 他正好不在 潘秀英的同事 一听说有警察来 立即叽叽喳喳的八卦开来 小潘是不是把他丈夫杀了 听说肩夫姓西门 西门大官人 太巧了吧 他丈夫也姓武 长得也挺克逞的 陈诗问那名护士 你见过死者 见过一次 小潘和他逛街 被我撞见了 我当时心想 小潘长得一朵花一样 怎么丈夫这么丑 难道是家里很有钱 他家里有钱吗 几个护士又叽叽喳喳讨论起来 你们觉得小潘家里有钱吗 我感觉挺有钱的 你看他用的包 用的口红 穿的衣服 都是牌子货 下杠 那些是肩夫送的 他丈夫就是个自由职业者 说白了无业 他家哪有钱 不过他倒是有辆车 车是他老公的 而且国产车又不值钱 听他们在那里争论 也就用不着问了 陈诗换了个问题 带我瞧瞧他的工位吧 第69章 狗男女 护士们带三人来到 一间办公室 护士长一弩嘴 那是小潘的桌子 陈诗走近查看 桌子收拾得很干净 旁边的日历上 每页都写着数字 是他每天记录的 自己摄入了多少卡路里的数值 以及体重变化 看来他是一个 对自己很细心的人 一名护士说 小潘这人挺好的 对人很和善 上个月 他还送了我一包卫生巾 哎 真没想到这样的人 也会出轨 另一名护士不屑地说 你看他每天 把自己收拾得那么漂亮 结了婚还打扮 肯定是憋着偷汉子的心 女人之间的终极诋毁 就是对方偷汉子 陈诗问 他提到过自己的家庭吗 夫妻关系怎么样 几个护士无嘴笑了 陈诗也笑着问 笑什么 一名护士说 我经常看小潘去药房拿药 说是给丈夫吃的 你们猜什么要的 就是你们男人吃的那种 他丈夫可能在家宅太久了 那方面不行 刚刚说小潘偷汉子的护士 突然很大声地嗷了一声 把在场的人都吓一跳 他眉飞色舞地说 我想起来了 前阵子小潘 一直精神不太好 听说还有些月经不调之类的症状 原来是那方面没有满足 不过这几个月 他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 看来那个肩服把他弄爽了 这话听得林东雪一阵脸红 陈诗说 他今天怎么没来上班 出了这种事 哪还有心情上班 这几天一直请假 不过他的肩服有钱 也不在乎扣这点工资 听说他还打算辞职 我看用不着辞职了 等着案子破了 他怕是连工作都找不着了 那个护士说 脸上露出不懈的深情 行行 谢谢你们 离开医院 林东雪说 这帮护士真是的 一个个幸灾乐祸的 气人有效人无 人之常情嘛 不过倒也打听到一些情况 去会会那位西门大官人 西门盛是一家服装公司的老总 因为出了这种事 公司现在已经关门了 三人赶到的时候 发现不少同事在这里查账 手里抱着计算机 一项一项的核对 每一笔收支 徐晓东打去说 小李 怎么干上文职工作了 警员小李抱怨道 还不是 再找那五万块的去向 一早上眼都花 陈哥来了 你赶紧把案子破了 就我们破例苦海吧 陈诗笑道 别对我包太大信心 我就是爱玩票的 现在局里都说你是个司机神探 是吗 有没有夸我帅 看见陈诗和别的女同事有说有笑 林东雪咳了一声 查案子了 还在这里聊天 西门庆哪去了 那小子玩失踪 一早上不见踪影 家里 公司 老婆娘家 我们都跑了一遍 就是没看见他人影 一名男警员回答 扑了个空 林东雪对陈诗说 办公室里全是账本和收据 查也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陈诗做了一个撤退的手势 突然一名警员冲进来 说 找到那家伙了 他在一家宾馆 走走走 赶紧走 一帮警察赶紧下楼 三人也跟上 西门庆就在离公司几条街外的一家酒店 是辖区民警通过网络侦查发现的 根据联动机制 立即汇报给了刑警部门 一个人赶去的时候 前台告知 前台告知 他们西门庆在14楼404房 大家一口气冲上楼 这次也不完套路了 警察们直接敲门叫他出来 里面的人大喊 滚 还挺横 叫前台过来 把门打开 叫了前台过来 然而里面似乎用椅子抵住了门 怎么退也退不动 大家商量 要不要破门而入 陈石嘘了一声 直直里面 众人侧耳细听 里面似乎有女人的声音 还有床架嘎嘎摇晃的声音 亲爱的 你到了吗 我快了 快了 啊 在场的人气的想笑 真是没羞没骚 居然当着这么多人面干这个 这时 门开了 西门胜披着玉袍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他是个发福的中年男人 身材高大 红彤彤的脸上满是油光 嘴里香着一颗惊讶 怎么着 怎么着 现在警官连公民的性生活都要干涉吗 西门胜咄咄逼人的说 你可真有出息 警察到处找你 你却在这里干这个 一名警员说 西门胜做了一个抓狂的动作 我这两天压力太大 发泄一下 难道不行吗 为什么压力大 心里有鬼 胡说八道 你们好端端的给我扣一顶杀人的帽子 害得我公司关门 每天亏损几十万 我头发都要掉光了 你们到底要查什么 西门庆 滚 我叫西门胜 不是西门庆 西门胜气的跺脚 不好意思 我们就想知道 你卡林那五万块去哪了 西门胜瞪大眼睛环顾众人 说被人骗了 你少来 上次说不知道 这次又说被骗了 我们会信你吗 确实是被骗了 谁骗的 我怎么知道呢 如果我知道 早就报警了 拜托你们不要 再这样纠缠不清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还要我怎么样 还要怎么样 你们警察查案的手段太low了 拿着测谎一出来 我测给你们看 人不是我杀的 陈石往门里瞅了一眼 问 屋里是谁 我老婆 这时屋里的女人 穿戴整齐出来了 是的美貌少妇 林东雪小声说 她就是潘秀英 潘秀英说 拜托各位领导 不要再烦我们了 我们被你们搞得搬也没法上 日子也没法过 究竟要闹哪样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我丈夫是意外死的 不关我们的事情 是 我们承认偷情可耻 可这犯法吗 你们居然追到这里来 难道明天 你们还要站在床边 看着我们坐啊 潘女士 我们不关心你们的私事 只想弄明白人是怎么死的 你问我 我问谁呢 你丈夫的车上 有汽油残留 分明是谋杀 你却说是意外 是不是谋杀 我哪知道 我又不在场 拜托你们动动脑子好不好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为了偷情 有必要把丈夫杀掉吗 我大不了离婚就是了 就他那点破家产 我有什么好惦记的 对 他说的一点没错 众人扭头 出言附和他的 竟然是陈时 第七十章 五大郎骗婚 大家看着陈时 陈时说 这案子 因为某些姓氏上的巧合 大家无意识地 就把当事人和古代的一桩案件 对号入座了 却忽视了一点 现在社会 偷情不是什么 非得杀害丈夫才能完成的壮举 这根本算不上动机 西门盛拿手背拍着手掌 说 看看 还是这位警官通情达理 一看水平就很高 不像你们 我信西门有错吗 那是因为 我爸姓西门 陈时笑笑 各位先下去吧 我想单独和西门先生聊两句 警员们陆续离开了 西门盛像找到知音一样 把三人请进屋里 这是一间总统套房 看着挺豪华 西门盛从冰箱里拿了饮料 落座之后 陈时说 你别误会 我们也是来查案的 知道 查吧 我深正不怕影子邪 人不是我杀的 我压根没动过这种念头 到死也是这句话 就是 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死盯着我们不放 潘秀英附和道 陈时说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微信上认识的 我们是在车站遇见的 两人一口一声地说 陈时做了个手势 您先说 西门盛说 我们一开始是微信上认识的 聊了一阵子 感觉还不错 然后我要了秀英的照片 一眼我就爱上他了 然后我们就约出来见面 第一次见面 是在西湖公园旁边的车站 那天 你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 美得像天使下凡 你穿着西装 开着保时捷 很帅气 两人一边眉目传情 一边开始回忆 听得三人支起鸡皮疙瘩 陈时赶紧打断他们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之后就正式交往了 是的 爱得如火如荼 西门盛两眼放光地说 连陈时都快受不了了 说 我想单独聊聊 可以吗 怕我们穿工 我还是那句话 深圳不怕影子闲 楼下有个小巴 我们去那里说话 临走的时候 陈时向林东雪交代了几句 然后和西门盛 来到酒店内的一家小酒吧 西门盛要点饮料 陈时只要了一杯茶 陈时问 潘女士提到过自己的家庭情况吗 提到过呀 其实邂逅的那一刻我就看出来了 她是一个缺爱的女人 行了行了 大事人 好好说话 西门盛抱起双手 我挺同情她的 怎么说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老公式的废物 各方面都不行 认识我以前 她的气色很难看 认识我之后 经过我的勤奋灌溉 她又变得鲜活起来 唉 不要突然开车 我受不了 说正经的 美妇配丑汉 不也是常见的事情吗 呸 西门盛一脸鄙视 你知道他俩是怎么结的婚 那个老乌龟年轻的时候 冒充有钱人 拿着家里卖房的钱 带他游山玩水 花言巧语地哄骗他 当时他年轻啊 没受过这种诱惑 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哪知道老乌龟 原来是个穷鬼 怎么个穷法 就是那种 月薪只有七 八千的穷鬼了 陈时捂着胸口 感觉受到了暴击 说 我月薪也差不多是这个数 不好意思了 我不是针对你 我 对你 我是说那老乌龟 又穷又不老实 冒充有钱人 你说他最近气色变好了是不是 是的 从认识我以后 女人嘛 那方面得不到满足是不行的 多久 三个月吧 怎么个变法好 就是气色好了吗 头发也变得更黑了 你知道吗 他以前有白头发的 还有就是身体变得更丰满了 这个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陈时向捕捉到一丝线索 摸着下巴沉吟片刻 西门胜说 你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了 是不是你老婆也得不到满足 我没老婆 那你得可努力了 男人要不是长期得不到疏通 会憋出毛病的了 要不等这案子完了 我请你去个好地方 谢谢 不必了 陈时苦笑 容我饶一句 我还是想问一下五万块的事情 你怎么也关心这个 我都说了 西门胜立即暴跳起来 先别激动 你怎么说 我怎么听 西门胜又冷静下来 垂着脑袋沮丧的说 我叫人骗了 怎么骗的 那天 我不是约了秀英去杜甲山庄玩吗 突然有个陌生电话打来 听着像是她的声音 她说自己和别人发生车祸了 对方要五万块私了 要我把钱打到一张卡上 我就没有想太多 把钱打过去了 后来秀英来了之后 你怎么会上这种当 听着和她的声音一模一样吗 我也是关心则乱 现在的骗子真是防不胜防 再问一个私人的问题 请问 你们做那事的时候 保险措施怎么样 保险措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 我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 去医院做了劫砸手术 是不会有问题的了 好的 谢谢配合 西门胜站起来 伸出一只手 和您这样通情达理的警官说话 心情愉快多了 不像那些人 就知道打破杀锅问到底 您怎么称呼 有空一起吃个饭 生意人巴结警察是常有的事情 陈石笑笑 不好意思 我没有规定 好意心领了 希望你们早早把案子破了 出来和林东雪 徐晓东会合之后 陈石问 他怎么说的 他说 他当初是被武大郎骗的 武大郎冒充家里有钱 骗的婚 结了婚天天吵架 武大郎在家经营网店 生意凑凑合合 能维持生活 但也不富裕 还有就是 武士兄弟俩关系不错 他说的 骗婚这个 和西门庆说的一模一样 林东雪笑了 你还说别人 自己不宜喊他西门庆吗 那接下来去哪呢 武大郎的房子疯了吗 又不是命案现场 没疯 但是要进去看 肯定得找武豪 林东雪扮了个鬼脸 我感觉那个报案人 有点神经质 我不想再见他 他可能有点造狂症 管不住自己的脾气 说到这里 陈石突然沉默起来 第71章 可疑的报案人 林东雪问 你怎么了 想到什么了 给我再看一眼老鹏的报告 陈石拿过试检报告 仔细看过一遍 妈撒着下巴沉吟不语 说 看来还是得去一趟 之前留了武豪的联络方式 陈石打过去 说明想走访一下他的住处 武豪第一反应就是 你们怀疑我 你的住处 不就是你哥的住处吗 我们是想看看你哥的房间 武豪像松了口气似的 呕了一声 说 有啥好看的 没事 不好看也行 可我现在还在上班 我们可以等 行吧 我最时下午三点过去 市集华府小区 你们在那等我 挂断电话 陈石冷笑 这家伙口口声声巴不得 手刃肩股淫妇 要他配合的时候 又百般推诿 我明白了 徐晓东大声说 明白什么了 他是凶手 何以见得 因为陈哥 你露出了这种 胸有成竹的表情 只要你露出这种表情 就是心里有数了 陈石笑了 我刮胡子的时候 也是这表情 找个地方吃饭吧 然后去趟那小区 上车之后 林东雪问 彭队长这个结论 到底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 死者曾经有很长一段 卧床经历 我想不明白 也许只是他个人 生活习惯的问题 当事人不都说了吗 死者在家里工作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你说 我有个学医的朋友 有一次去影楼帮忙 帮一个人 美胸大的少傅 拍艺术照 那个朋友过去说 小姐 我可不可以摸下你的胸 少傅居然同意了 这个朋友一摸 告诉他 他乳房里有硬块 果然去医院一查 发现一颗肿瘤 幸好是早期 及时切除了 救了一条性命 林东雪脸颊抽搐着说 你朋友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我就是想说一点 专业人士的眼睛 往往能看到更多信息 老鹏的结论必须重视 而且应该作为推理的核心 林东雪恍然地点点头 说 哎 你和鹏队长又不熟 怎么老是一口一个老鹏 陈诗咳了一声 我这人就喜欢套近乎 不行吗 小林 滚 吃了饭赶到世纪华府小区 时间还早 在小区门口站着 实在无聊 陈诗说 给你们个任务吧 去找死者的邻居 问一件事 他家里三人的关系怎么样 那你呢 林东雪问 我也去 我们分头行动 三人打听了一圈回来 林东雪摇头 没什么发现 现在的邻里关系 都太和谐了 他们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 好多压根不知道 这栋楼有人死了 一看你问话技巧 就不行 那你问到了什么 我 我啥也没问到 人家问我 你是警察吗 给我看看证件 拿不出来 林东雪大笑 哈哈 你也有惊天 徐晓东举起手 我倒是问到一些 是他们家楼下反应的 他们说 这对兄弟关系 其实并不好 经常听见五豪 又喊又叫 摔东西什么的 你再去一趟 问一个问题 个问题 这三个月来 兄弟二人吵过架没有 还去啊 行吧 那户人家 是个好看的少妇 注意到林东雪鄙视的眼神 徐晓东忙改口 没你好看 真的 滚 少来 一会功夫 徐晓东兴冲冲的回来 说 他说 最近三个月 没听见吵架了 好像是关系变好了 是吗 陈时说着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一辆结达轿车开来 五豪带着墨镜 从车上下来 动作潇洒地摘下墨镜 说 久等了几位 随我上楼吧 五豪穿着一件 紧身T恤 把严实一样 结实强壮的胸肌 和腹肌凸现出来 看得林东雪面红耳赤 徐晓东注意到他的反应 直指自己小声说 你喜欢鸡肉 其实我也有 林东雪 瞥了一眼 徐晓东 若鸡式的身材 翻了个白眼 上楼的时候 陈时问 五先生月薪多少 不多不多 一两万左右 这个工资 在龙安市算可以了 为什么不买套房子 哈哈 我哥又不嫌弃我 我就在这住着呗 家里电视机 冰箱 热水器都是我买的 我们两兄弟 就跟一家人一样 你哥都结婚了 你们就住一起 不怕不方便 这有啥 嫂子 上班比较忙 经常深夜才回来 到了 五豪用钥匙打开门 门里原来有一帮 装修工人正在砸地板 他说 瞧见了吧 没啥好看的 家具全搬走了 为什么突然要装修 不是装修 我打算把这房子出手 反正我哥死了 房子也归我了 就一室两厅 可能也就值个五 六十万吧 出手为什么要把装修 全部拆了 毛培房不是更好卖吗 一名工人过来说 老板 你那间卧室 怎么臭臭的 撬开地板 还有屎 我弄死你 五豪立即胸向毕露 沉溺于欣赏 他身材的灵冬雪 顿时对他的印象 大打折扣 不要胡说八道 地板下面 怎么会有屎 你自己看 工人怯怯地说 五豪对陈石解释说 可能是以前养的哈士奇拉的 哪个是你哥哥的房间 就那个 没什么好看的 陈石走进去 屋子已经完全成毛培房了 他注意到这里 只有一间卧室 问五豪 你平时睡哪 睡个厅沙发啊 我买的一张大沙发床 放下一根床一样 不会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吗 那是我哥好不好 我们亲兄弟分什么彼此 陈石招手叫林东雪进来 低声说 女生的鼻子淋一点 闻到屋子里有气味了吗 林东雪嗅嗅鼻子 说有一股臭味 好像救厕所的气味 好了 各位警官 没啥可看的了 我还得回去工作 五豪在身后大声说 陈石转过身 道 上午我们去找西门盛了 他是不是有问题 你说的没错 这人确实蛮可疑的 这种人渣 就该逮起来好好审 使上点手段嘛 人肯定是他杀的 我敢拿性命担保 完事了 我请大家吃饭 五豪把胸口拍得咚咚响 好好 到时我一定来 陈石笑道 第七十二章 陈石的推理 离开小区 林东雪问陈石 你是不是已经有眉目了 是啊 陈石淡淡地答道 赶紧告诉我吧 不 我就是等揭开真相的时候 看着你们脸上又佩服又震惊的表情 林东雪嗤之以鼻 哼 那我不听了 逗你的了 我不说是因为他现在也只是一个猜想 我怕弄错 还得验证一下 等面包烤好了 再香喷喷地端出来 一个电话打到陈石手机上 居然是彭思觉打来的 他问 你在查案子吗 怎么猜到的 彭思觉避而不答 方便的话来一趟 我有些发现要告诉你 好 马上就到 我在布局里 我在一科大的解剖实验室 陈石看了下时间 已经下午四点了 他叫林东雪和徐晓东先下班吧 林东雪却说 偏步 干嘛要把我们支开 我们也要去 好好好 我觉得老鹏那边的发现 对你们可能会比较没劲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 就得什么都知道 行 上车吧 三人来到一科大 此时正是下课时间 校园里很热闹 看着校园里年轻的男男女女们 徐晓东感慨道 正进大学可真好 是啊 真好 警校可没这么好 林东雪也表示羡慕 问陈石 你上过大学吗 社会大学算吗 路过篮球场的时候 林东雪突然听见一阵破风声 扭头一看 一样不明飞行物 朝他急迟而来 他吓得尖叫一声 陈石伸出手 单手接住飞过来的篮球 吓得抱着脑袋 蹲在地上的林东雪 扭头看了一眼 原来一帮瘦得跟猴士的小伙子 正在打篮球 差点误伤到他 他们在球场上大声喊 美女不好意思啊 小混蛋 他泪目骂道 下次追点 一个三步上篮把篮球扔进了球篮 小伙子们大声叫好 林东雪瞪大眼睛 被陈石打篮球的样子迷到了一瞬 旋即又使劲拍拍自己的脸颊 恢复理智 徐晓东说 东雪 原来你喜欢会打篮球的呀 其实我也会哦 游戏里面 切 这点水准还出来了 陈石拍拍手上的灰走回来 陈哥真厉害 要不要考虑加入警队的篮球队 徐晓东笑着问 有钱拿吗 没有 不考虑 三人来到解剖实验室 一进门就感觉这里冷嗖嗖的 一大堆 乘着人体器官的瓶瓶罐罐中间 彭思觉手捧一个骷髅头 正面带微笑 徐晓东打了个寒颤 说 彭队长这是要召唤恶魔吗 我再做一个比对 他淡淡地说 把骷髅放在桌上 那里摆的全部是头骨 我以前的教授 把这地方借我用一天 我再找 找和死者后脑骨质增生相似的案件 陈 陈石说 没错 彭思觉指着一个骷髅头 这个最接近 你认为那处骨质增生是怎么形成的 大力击打 应该是生前半年以内受的伤 换处没有得到及时护理 骨质自然愈合形成了增生 可惜时间仍不能确定 陈石看着桌上的头骨 说 你在这里泡了一天 不会只查这一件事吧 你说的没错 还有一个一点我比较在意 就是死者身上出现的种种长期卧床症状 这里的遗体大多是医院送来的 我在上面找到了不少相似的案件 证明本案死者有过长期卧床的经历 林东雪插了一句 彭队长 这个长期卧床是指天天躺着不动 还是 字面意思就像植物人一样 每时每刻都躺在床上 才会有这么多后遗症 包括上厕所 吃饭 是的 我报告上写了 死者的食道有陈旧包擦伤 我怀疑有人对他使用了鼻子管为食 结论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陈石笑道 我还是不明白 徐晓东说 林东雪说 我好像明白了 你们的意思是 死者在死前曾经长期摊卧在床上 要是这样的话 他开车出去这件事就很可疑 所以 西门庆买凶杀人这个推论 恐怕要重新审视一下 可是这件事 为什么武豪和潘秀英都绝口不提 说到这里 林东雪瞪大眼睛 他们是凶手 不错不错 陈石笑道 经过了上次的案子 你的独立思考能力越来越强了 搞得我都没法 在你面前卖关子了 继续说吧 可以啊 东雪现在也出事了 徐晓东惊讶地说 林东雪琢磨着 武豪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哥哥 潘秀英是护士 照顾卧床病人是他的老本行 这件事 他可能也参与了 可是动机 动机是什么 如果搞不清楚动机 就把所有的可能性摊开看看 陈石举起手 一一数着 杀人无非这几种 蓄谋杀人 激情杀人 意外杀人 你认为是哪一种 激情或者意外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武豪脾气不好 邻居也证明 他们兄弟二人关系很差 是武豪在一场争吵中 砸中了死者的后脑勺 但是死者并没有死 而是瘫痪了 于是乎 他和自己的嫂子 把哥哥养了起来 准备在天时地利的时候处理掉 猜猜这对兄弟 为什么争吵 给你们一个提示 不止一个人反映 潘秀英的气色变好了 变得更好看 更丰满了 他的一个护士同事说 他曾经把卫生巾送给别人 他怀孕了 彭思觉冷静地说 女性在妊娠期 雌激素分泌量增加 身体会有明显变化 林东雪和徐晓东 惊讶地张大嘴 陈时笑着说 西门大官人留不下种 猜猜这孩子是谁的 五豪的 他和自己的嫂子有一腿 林东雪说 卧槽 不是吧 简直不敢相信 徐晓东惊讶不已地说 他不是一直在拼命地证明 自己嫂子和外人有染吗 陈时说 这对狗男女在眼双簧 转移我们的视线 有趣的是 他们这种拙劣的诡计 居然骗过了一堆人 警方从立案至今 有没有一个人问过五豪 他的不在场证据 真相的揭开 令林东雪和徐晓东大感震惊 徐晓东万分佩服地说 陈哥越来越快了 不到一天时间 就把案子破了 哎 你这夸人的话 怎么听着这么管 案子还没破呢 我们现在有方向了 可是怎么查是一个难点 第一 兄弟冲突发生在三个月前 三个月 他们有充足的时间 处理掉所有证据 而且尸体也经过焚烧 指纹 DNA都找不到 第二 五豪的动机非常隐秘 为了不让怀疑 他甚至心甘情愿 让嫂子和别人上床 没人能够证明 他和潘秀英有奸情 等等 只要潘秀英 把孩子生下来就行了 徐晓东说 林东雪皱眉 那这孩子得多可怜啊 被当做成堂证物生下来 完事了 父母全部坐楼 他的一辈子该怎么办 徐晓东骚着脑袋 甘大的笑笑 还是你心细 确实不太好 是啊 这孩子真可怜 投错了胎 注定来不到阳市 潘秀英怀孕少说有三个月 他现在一定特别慌 孩子必须处理掉 但是在这个结果眼上处理 就会被怀疑 所以这案子有一种慢的查法 我们等 等潘秀英去做人流 或者藏不住了 自然能证明他和五豪有奸情 以这一个谎言 就可以撬动整个案件 进而破局 夜长梦多 林东雪说 那么还有一种快的查法 想办法证明 死者在这三个月里 没有任何人见过 拿到搜查令 集中调查五豪和潘秀英 可是 关键证据在哪 这案子 恐怕不太好找到决定性的证据 间接证据也许有 让你哥哥发挥一下切而不舍的精神 盯紧了五豪往死里查 林东雪笑道 我哥哥被你说的 好像一条猎狗似的 没有 你哥哥在我心目中是笑天犬 滚 揍你哦 该回去了 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专案组 舍得他们还继续浪费时间查 西门大官人的账 离开实验室 陈时掏出烟 给彭四爵递了一根 彭四爵犹豫了几秒 才接过 他问 来过这里吗 没有 好地方啊 小姑娘一个比一个好看 是你母校吗 彭四爵望着操场上的学生 说 上学的时候 因为我性格内向 被同学欺负 有个朋友来提我出头 篮球场上决胜负 他一个人挑四个 陈时打匪所问 我要是会打篮球就好了 小姑娘都可喜欢看男生打篮球了 彭四爵突然站定 定定地看着陈时 陈时也看着他笑 然后彭四爵一开视线 仿佛在追忆网视一般叹息一声 半小时后 专案组的会议室里 惊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什么 五豪和他嫂子居然 那女人怀孕了 怀的是他小叔子的孩子 西门庆没有杀人 临时充当代言人的林东雪 被大家的惊呼声 弄得很不好意思 林秋朴听完 问 有证据吗 没有 林秋朴瞅了陈时一眼 没有证据 那这一切 全是你的推理了 一名警员说 我觉得陈时的推理 很符合逻辑 另一名警员说 对 我们相信他 又一名警员说 从目前的线索看 这是最能够自圆其说 自圆其说的假设 林秋朴瞪了下眼睛 看着一起倒戈的下属们 有点孤家寡人的悲凉感 正当他不知怎么下台的时候 陈时说 其实我也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如果不是林队先铺好了路 我不会这么快就得出这样的推理 林秋朴被下属们 齐刷刷转过来的视线 露出很不好意思 说 那就这样查吧 但是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现在的工作 分成三个中心 其一 调查一下这对兄弟的关系和履历 第二 找到证明武豪和嫂子有染的证据 其三 也是最艰巨的 找到武豪杀人的直接证据 厉害厉害 林队思路真是清晰 一下子就你出来大方向了 佩服佩服 陈时称赞道 夸得太过了 林冬雪揪着他的衣服小声说 林秋朴居然一脸受用 咳了一声 这就是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的不同之处 行了 今天先到这里 明天早点来 徐晓东举起双手欢呼 下班了 一屋子人扭头 严肃地看着他 徐晓东又尴尬地放下手 散会之后 徐晓东一定要请陈时和彭思绝去吃饭 正说话间 林秋朴走过来 现在庆功还有点早吧 等案子破了我来请 这次陈时也要来 陈时笑笑 林队请客 我肯定赏光 林秋朴咳了一声 眼睛看着林冬雪 话却是对陈时说的 干得好 然后走了 徐晓东窃笑道 林队连夸人都这么不坦诚 那你来一个 陈时说 徐晓东深吸一口气 我这就来一个马屁大半口 行了行了 等案子破了再说 大家各忙各的去了 隔日一早 林冬雪来到局里 案件有突破 大家都格外有精神 一大早就开始忙活 他发现陈时没来 发短信问他 陈时回复 你是不是拿我当同事了 我还要跑出租好吧 你们查到线索再通知我 林冬雪回过去 你帮忙不是更快 有钱拿吗 有啊 不来不来 我今天想睡个懒觉 好好工作吧 小景花 听见陈时夸自己是景花 林冬雪摸着脸笑了 一名路过的警员告诉他说 彭队长那边有一些进展 让他去一趟 来到技术中队 他突然听见彭思绝在吏翅 谁和你说的 进去一看 站在彭思绝对面的人 正是徐晓东 屋子里的其他人都一脸茫然 从没见过队长发脾气 怎么了 林冬雪问 徐晓东支支吾吾的说 我刚刚说了一个段子 逗大家乐呵乐呵 就是陈哥昨天对我说的 那个一颗声摸凶的段子 哪知道彭队长这么大反应 彭思绝扬起眉毛 陈时说的 他亲口说的 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林冬雪说 彭队 你别吓着我们 不过是个段子罢了 才不是什么段子 那个一颗声就是 彭思绝突然指住话头 环顾一屋子惊呆的人 他坐回座位 瞎编这种诋毁一颗声的段子 我听着来气 彭思绝实在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连林冬雪都瞧出来 他神态不自然 他暗存 这个段子 怎么会触到他的逆龄 第74章 严防死守 彭思绝像泄了气一样坐下来 现场安静的有些尴尬 林冬雪问 彭队长 你说有新发现 彭思绝将桌上一张打印件扔过来 淡淡的说 死因查清了 死者是死于心脏衰竭 死亡时间也要往前推六到十二个小时 林冬雪拿过来一看 说 谢谢 这个发现很重要 彭思绝挥挥手 下起逐克令 两人离开技术中队 林冬雪则被徐晓东道 你没事瞎说些什么呢 徐晓东一脸无辜 我哪知道彭队长会这么大反应 这段子的主人公 莫非是他认识的人 你自己去问呗 徐晓东拼命摇头 我可不想再犯境了 专案组全力以赴地投入对犯罪嫌疑人五号的调查当中 三天之后 林秋朴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汇总了一下手上的情报 负责调查武士兄弟背景的警员说 武士兄弟父母早早去世了 据他们的亲戚反应 兄弟二人从小关系一般 他们的父母显然更偏爱机灵乖巧的老二 老大心怀极度 二人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 老大后来来城里打工 老二还在上学 父母去世的时候是老大经手的丧事 因为没有利益主 他顺手就把家里的房产卖出去了 称以后弟弟娶媳妇再分他一份 但是老大并没有履行莫言 钱全部自己花掉了 老二后来谈了女朋友 找哥哥要钱 哥哥拿不出 两人闹得很凶 不少亲戚都来调解过 在亲戚的调解下 老大称让老二先住在他家 他慢慢攒钱将来给他买套房 可是一拖再拖 弟弟的女朋友闹掰了 可想而知 弟弟应该是满肚子活 负责调查五豪和嫂子有染证据的警员说 林队 我们这边没什么进展 潘秀英和西门庆打得火热 怎么旁敲侧击都问不出 他有别人有关系 不过倒是查到了一件事情 西门庆在五豪的健身俱乐部办过年卡 留下过个人信息 两人很有可能是通过五豪认识的 林秋普说 查得慢不要紧 千万不能让本人知道 我们现在怀疑的方向 这个我们明白 所以没敢往死里查 接下来是负责搜查五豪杀人证据的 这是由林东雪负责的 他站起来羞愧地说 我这边也没什么进展 我去找过五豪两次 他说 上个月和哥哥一起去吃过饭 我找到饭店核实 饭店称 确实见过五豪 和另一个自称是他哥哥的人一起来过 他还说和五豪一起去过族裔会所 我也核实了 店家也是这个说辞 还有 死者是开网店的 据网站显示 他这三个月销量虽然不佳 可一直在线 双十一的时候 还参加过网站的促销活动 林秋普说 狡猾的家伙 看来他早有准备 是的 他已经将所有死者的禁忌照片删除了 光靠饭店和保健会所的人嘴上说 根本无法证明 当时出现在那里的人 就是死者 林秋普现在很有信心 有彭思觉的鉴定结果 和诚实的推理当套衫 心里不虚 他说 那肯定不是死者 是五豪找来的演员 必须要想办法证明他在撒谎 林冬雪咬着嘴唇 一脸为难 林秋普对众人说 从目前的种种线索看 五豪和潘秀因囚禁 杀害死者的事情 八九不离十 死者被强行延迟了三个月死亡 他们准备了三个月 找到突破口肯定不容易 但是大家不要气馁 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脚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继续 与MBS SP 那天工人不是说在地板凤里发现了分辨 应该可以鉴定出来 那是死者的 也可以鉴定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 拿到这个 也算是个证据吧 你这是乱来 没有搜查令 能进别人家 林冬雪停住脚步 知道凶手是谁 却无法突破 这种感觉十分心骄 他说 如果工人把垃圾扔出来了呢 都几天了 垃圾肯定早就运走了 小区里一般不让扔建筑垃圾 他们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林冬雪看了下表 现在是五点钟 应该还赶得上工人下班 走走 行吧 我开车送你 两人风驰电车地来到小区 五毫家施工的工人已经下班了 林冬雪便邻居打听 这户人家施工的垃圾都扔到哪去了 邻居说 我看见他们有辆皮卡 全部拉走了 那你知道他们公司在哪吗 小施工队而已 哪有什么公司 就是墙上贴的这些小广告的吧 你挨个问他 谢过邻居 林冬雪对着墙上的小广告 挨个询问了一遍 终于找到了那个施工队 他们说 说明来意 工头说 我们敲下来的废料 都卖给另一个工程队了 他们拿去田路 一斤五毛钱的价格收购 一会带你们回去找找吧 三天前的也在吗 在的 另一名工友说 头儿你忘了 那天 五老板不是叫我们把建材全部给他 还付了两百块钱 是了是了 工头说 不好意思啊 那天的建材没了 林冬雪错愕的瞪大眼睛 徐晓东说 会有这个举动 说明陈哥的推理是正确的 五毫心里有鬼 那有什么用 还是没证据啊 林冬雪看着旁边皮卡上的建筑废料 像看着一块大蛋糕 你该不是想 死马当成活马一 找一找今天的垃圾里面 有没有线索 林冬雪当即掏了三百块钱 买下这一车废料 工友们很乐意帮他送到局里 林冬雪特别叮嘱 这是不要乱说 尤其不要让五毫知道 工友们道 一定配合 哥五老板要是被逮起来 我们能拿到工钱吗 工钱不会少你们的 他不出 我们警方也会出的 徐晓东插了一句 你们要是乱说 他跑路了 你们就真拿不到钱了 一定不说 一定不说 工友们将这堆废料 倒在市局后面的停车场上 掀起一股烟尘 惹得楼上不少同事往下瞧 刑警办案往回拉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们早已见惯不怪 就是这股粉尘实在受不了 众人纷纷关上窗户 徐晓东一阵头皮发麻 说 你打算鱼工移山 我不想今晚也睡不好觉 帮我叫几个技术中队的人过来呗 我靠 我可不去 第七十五章 留下来陪陪我 两人一起去技术中队找彭思爵借人 慢悠悠品着咖啡的彭思爵说 不行 可是 我都弄到这里来了 万一有线索呢 林东雪说 彭思爵翻起眼皮 什么叫万一有线索 知道龙安市一天有多少案件吗 我们一天要做多少鉴定工作 人手不足是这里的常态 我不可能把人借给你 去查什么万一的线索 除非你确定这里面能找到证据 林东雪灰心沮丧 说 彭队长 求你了 我不帮你 那边柜子里有个工具 你自己拿去用吗 林东雪兴高采烈地打开柜子 看见里面是一把铲子 心又沉了下来 他垂头丧气滴到了声泻 提着铲子除去清理垃圾 林东雪还是不死心 清理垃圾的时候 一直在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徐晓东等的有点着急 说 没用的 没有生物发现仪 肉眼哪能找到线索 要是陈石拿着线索去找他 他马上帮忙 我就不行 偏心 林东雪气愤地将铲子 往灰堆上一插 骂道 我帮你吧 不用 你回家吧 你呢 完事了 我就回家 哎 三百块打水漂了吧 注意到林东雪眼神愈怒 徐晓东赶忙改口 别往心里去哦 我先下班了 明天见 把垃圾弄干净之后 林东雪心里窝着一股气 他不想就这样认输 他想 健身房应该没那么早下班 找不到线索 干脆去盯五毫的烧 说干就干 他打车来到五毫的健身俱乐部下面 在一家书店站着 眼睛一刻不离楼上的俱乐部 这一站就是两个钟头 外面天渐渐黑了 他站的腿都抹了 老板过来催促几次 他只好买了几份杂志 这时 一个电话打来 听到陈石的声音时 林东雪比啥都高兴 说 你找我干嘛 你怎么不在家 你去我家了 朋友送的几只大闸线 我家没有蒸锅 想找你其乐乐的 林东雪心中一甜 语气仍然中度不高兴 你别老往我家跑 男女瘦瘦不轻知道吗 在哪呢 我在丁烧 丁烧 丁谁的烧 你哥派你去的 不是 我自己来的 找不到五毫杀人的证据 我着急 报告方位 我马上过来 半小时后 陈石的车来了 摇下车窗 招手叫他上车 坐进副驾驶座 林东雪浑身舒坦 陈石说 连个车都没有 你盯什么烧啊 不知道盯烧 一般得两个人执行吗 林东雪别着嘴 查了三天 什么也没查到 我着急 这种案子急不了 慢慢来 比较快 懂吗 说说你们的进展 陈石抽完一根烟 林东雪把目前的进展 大致说了一遍 陈石说 这家伙不简单 防守真是太严密了 依你看 该怎么查 随便查 林东雪忍不住笑了 什么叫做随便查 查案就像工程 虚虚实实懂吗 手上有证据的时候 恰恰不让对方知道 手上没证据的时候 却偏要虚张声势 并不是说 每桩案子 都不能打草惊蛇 有时候 还是得给嫌疑人 一点压力的 五毫这人脾气怎么样 暴躁易怒 是的 再加上潘秀英 现在怀着狱 哲运 他心里一定非常焦躁 两个人压力都非常大 你们就是 要让他们知道 警方在怀疑他们 隔三差五找他们聊聊 翻翻他们的垃圾袋 让他们睡不好 吃不好 他们会重新检查 自己说过的话 会相互通气 会试图销毁一些证据 这不就露出了马脚 林东雪心中恍然 说 那我们在这里盯梢 也是管用的 嗯 不过你最好别做 为什么 久坐对身体不好 熬夜对皮肤不好 去你的 林东雪笑着捶了他一拳 你说的大闸蟹呢 陈石从后座提出一个盒子 指着上面的字说 看 杨成湖大闸蟹 想吃吗 林东雪指着杨成湖 三个字后面的一个小字说 笨蛋 明明是杨成湖排大闸蟹 假的啦 靠 那老小子坑 想吃吗 你会做呀 会呀 走吧 林东雪笑道 来到林东雪的住处 陈石麻溜的把螃蟹蒸好 又剁了一只螃蟹做粥 然后弄了一碟子姜醋 把晚饭端到客厅 林东雪刚放下电话 他说 我和我哥说了 他说这个敲山正湖的思路很好 明天会跟大家说一声的 没提我吧 我说 有人建议我 他应该猜到是你了 我哥现在 对你态度复杂 又不想叫你插手 又希望你出一把力 你哥这人太要面子 孙悟空还经常请入来佛祖呢 也没有影响他的个人形象 哦 你自比佛祖 真不要脸 能不能不要跟栗子交真 来来 吃饭了 虽然不是正经的杨成湖大螃蟹 但对于每天回来只有泡面 林东雪来说 这顿晚餐还是十分尽兴的 吃完最后一只螃蟹 他仍意犹未尽 陈石笑道 别舔了 你手指都要舔突如皮了 去你的 我手艺是不是很在啊 夸我姐姐听听 我有个提议 要不我给你我家钥匙 你每天过来帮我做饭 你付我多少钱 一天五十块 一个月一千五 当然 你可以在这里吃饭 省了晚饭菜 我考虑考虑啊 感觉是个圈套 林东雪扬起粉拳 我还能解你色不成 陈石收拾碗碟 起身说 不早了 该撤了 留下来陪陪我吧 今天被彭斯觉得了 他心里还有疙瘩 提出这个要求 他脸上一阵发烫 但不是因为叫陈石留下来 而是羞愧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居然这么差 没想到陈石居然一口答应 行吧 我先把碗洗了 两人一起看了会综艺节目 可能是太累了 看着看着 林东雪就精神恍惚起来 脑袋一点一点的倾斜 最后已在了陈石的肩膀上了 他的肩膀很踏实 让他梦见小时候 在爸爸怀里睡着的情形 父母死得太早 他已经忘了爸爸的样子 睁开眼 窗外已经天亮 林东雪发现自己 睡在床上 回想起 昨晚是和陈石在一起的 他立马紧张起来 掀开被子一看 原来自己还穿着衣服 来到客厅 昨晚看电视食吃的橘子 瓜子皮 都已经收拾干净 桌上 放着便利店买来的三明治和牛奶 陈石写了张纸条摆在旁边 说 你睡着了 我先撤了 明天再盼的医院见 独此一幕 林东雪不禁露出微笑 第76章 狗急跳墙 一觉睡过 林东雪心情好多了 他发短信告诉林秋普 早上开会不来了 我和某人去医院查一些线索 林秋普表现得很宽宏大度 回到 他是伏地魔吗 连名字都不能提 当你哥有多小气 路上小心 林东雪打车来到医院 陈石正坐在大厅 跟一个大妈唠嗑 林东雪打声招呼 陈石和大妈道别 走了过来 你怎么和谁都能聊上 林东雪说 来这里打算查什么 三个月前 五家发生过一桩意外 五豪把哥哥打成重伤 当时这对狗男女 想出这一手来 那么维持死者生命的工具 是从哪来的 这里 对 从彭四角的解剖记录来看 死者当时伤得一定很重 别看他俩现在从容不迫 当时肯定慌了手脚 因为不及时处理死者 可能都挨不过明天 所以潘秀英 很可能借植物之便 从这里拿了一些医疗工具和药物 哇 我怎么没想到 林东雪欢天喜地地拍着巴掌 走 去药房看看 两人找到医院里管理库房的人员 问起最近三个月 有没有丢失什么医疗工具 负责人表示没有 我每天晚上下班都有核对 不会有缺失 陈时充分展现了人类的复读基本质 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三遍 负责人连着回答了三遍相同的话 陈时笑了 你没说真话吧 放心吧 我们不是来追究你的责任的 我们只是查案子 这件事我们不会和医院说 但如果你不说 我们可能就要找医院 仔细地核查一下 负责人露出尴尬神色 陈时事实地掏出一包玉玺 塞到他手里 大叔 帮帮忙呗 人命案 我们医院的人命案 不是 是相关人员 放心吧 不会追究你和医院的责任 大叔这才放下心 说 好吧 我说 大概是9月17号左右 丢失了一些东西 可我没有上报 为什么不上报 怕扣钱吗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那天是我孙女过生日吗 我晚上提前走了 这是要查下来 肯定得扣钱 不过我想 肯定是那贼干的 我就盯着 奇了怪了 之后没有再丢过东西 看来那个贼是临时起义的 丢了什么 负责人掰着手指说 巴比椭盐 地赛米松 生理盐水若干 鼻子管一整包 还有一些纱布 脱脂棉 医用酒精 注射器 输液管 这些东西 我都是分门别类放的 不是内部人员 不可能拿得这么准 林公雪停下在本子上记录的手 他的瞳孔慢慢放大 他心里有一种接近真相的感觉 这些东西 全部是给瘫痪卧床病人使用的 谢谢 陈石说 还有一件事 之后如果需要你作证 你可以来趟法庭吗 呃 医院会知道吗 陈石看向林东雪 林东雪说 接受法庭传唤 出庭作证是公民的义务 医院会不会知道我们不能保证 但我们警方至少不会说 希望您配合一下 这件事很重要 负责人甜甜嘴唇 耐完我就不该撬斑的 哎 我认了 到时我会去的 谢谢 于MBS 离开库房 林东雪振奋的说 看来案子有眉目了 只要找到监控录像 证明潘秀英偷过这些东西 没用的 三个月了 录像早就覆盖掉了 但至少已经可以认定 是他俩所为了 接下来呢 等 在林秋普的指示下 整个专案组调整方针 每天都去骚扰五豪和潘秀英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七天 脾气暴躁的五豪 在一次接受警察调查时 无意中说漏了嘴 你TMD要是能找到我杀人的证据 我跟你信 这句无心之言 自然成不了证据 但却像一根针一样 扎进了五豪心里 使他更加焦躁不安 同时 林秋普安排了两拨人 轮流监视五豪每天的一举一动 生活看似仍在平静地继续着 却只有极少人知道 两个犯下滔天重罪的人 正在受着痛苦的煎熬 无数双藏在暗处的眼睛 在等他们露出原形 这天一个电话打到林秋普手机上 负责钉烧的警员慌慌张张地说 林队 事情不好 那小子跑路了 林秋普大惊 吼道 你们怎么盯的人 四个人盯不住一个 不是 他下楼取车 我们以为他要出门就跟上 哪知道他 直接倒车 把我们撞了 然后逃了 路上撞了好几辆车 这小子疯了 林秋普一脸错愕 说 你们先想办法追上他 我立即派人过来 林秋普冲进办公室 叫所有刑警放下手上的工作 去枪库领枪 有紧急任务 警员们余贯而出 然而林东雪却在这个接骨眼上 打起了电话 林秋普说 给谁打电话呢 林东雪说 我问问陈时 他可能会跑到哪去 林秋普又好气又好笑 他又不是神仙 还能为不先知不成 电话那头的陈时听见了 说 开个免提 林东雪照做了 陈时在电话中说 林队 潘秀英那边 你们没有派人盯梢吧 没有 林秋普不耐烦地说 我好很可能去找潘秀英了 我不信 潘秀英是他嫂子 可实际上是他的女人 为了逃过罪责 他一直在强忍着戴绿帽子 现在这小子被我们逼急了 已经进入于死往后的状态 你觉得他第一个会去找谁 林秋普心服口服 说 冬雪 小冬 小李 你们跟我来 几人上了林秋普的车 一路风驰电撤 来到西门盛的公司 自从不再调查西门盛 公司已经恢复营业了 而且潘秀英现在不上班 基本上天天和西门盛腻在一起 林秋普叫徐小冬上去问问 徐小冬很快从楼上下来 道 职员说 他们老板在自己买的别墅里 位置在伊安小区 话音刚落 林秋普收到局里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说 队长 刚刚街警员收到一个报警电话 地址在腾飞南路的伊安小区 一个男的慌慌张张地称 有人持刀冲进家里 要杀他们夫妻二人 我来处理吧 挂了电话 林秋普神情复杂地看了林东雪一眼 说 那家伙 果然料事如神 第77章 徐小冬情凶 林秋普赶到伊安小区 就看见一栋别墅外面围了不少居民 几人手持证件分开人群 一见警察到场 居民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警察同志 刚刚有个男的冲进这栋房子 里面又喊又叫 好像是出人命案了 这人该不会是个疯子吧 你瞅瞅 他的车都撞成什么样了 大家退一退 不要妨碍警方办案 林秋普说 居民们很配合地让开一段距离 屋里不断传来西门盛的尖叫声 还有五毫的喊打喊杀声 好像在演电影一样惊心动魄 特警可能得有一阵子才能到场 等不了 几人商量怎么进去 徐晓东主动请应说 后面有个排水管 好像可以爬上去 我去吧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许开枪 林秋普交代 明白 徐晓东绕到屋后去了 就在这时 阳台的玻璃门突然被一个花瓶砸碎 吓得人群尖叫连连 五毫手里抄着一个水果刀 一手拎着西门盛的脖子 推到阳台上 潘秀英两手死死歹着五毫的胳膊 想把他拽开 被五毫一嗓跌走在地上 西门圣间外面有人 大喊 杀人了 杀人了 闭嘴 飞出 五毫拿刀柄朝他脑袋上磕了一下 把西门圣打得直翻白眼 林秋普插着腰说 五毫 放下刀 你想干嘛 五毫瞪大眼睛 看清下面的警察 吼道 我要宰了这对肩妇淫妇 还演戏 五毫提高嗓门 对下面大喊 各位街坊邻居 这男的姓西门 这女的姓潘 几天前 他俩同伙害死了我哥 杀了人跟没事人一样 整天腻在一起 警察不知道 收了西门老板多少好处 怎么都不肯破案 还怀疑到我头上来了 现在 我这个当弟弟的 出来主持公道 群众立即露出喜闻乐见的表情 大声嚷嚷 卧曹 武松在世 吴二郎 好样的 杀了他们 偷情最可耻 杀掉他们 五毫一脸受用 高声说 爷爷我就是武松转世 林秋朴回头瞪了群众一眼 却止不住这阵声浪 他心里一阵窝火 林东雪说 这家伙失去理智了 以为这样就能洗脱嫌疑 困兽之痘 林秋朴皱眉 对上面说 五毫 别演这种别角的戏了 你哥哥是怎么死的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这种挣扎 根本没有意义 五毫宛如细经上身 仰天大笑 指着林秋朴说 就是这个警察 和西门老板狼狈为奸 居然想把这案子赖到我身上 大家说 林秋朴冷笑 你真以为现在是宋朝 我们不是不宽 是人民警察 我管哪个年代 我现在就宰了他 五毫恶狠狠地说 刀子在西门圣的脖子上 划出一道血痕 西门圣被薅着头发 向后仰着脖子一动不敢动 一个人分开人群走进来 林秋朴惊讶地发现 来者正是陈时 他看看陈时 看看妹妹 林东雪说 是我把位置告诉他的 叫他了有什么用 林秋朴低声责备 五毫 认识我吗 陈时笑道 不要乱说话 你又不是谈判专家 林秋朴瞪他 但陈时没有搭理 认识 一个臭不快 五毫咬牙切齿道 切齿道 你入戏有点深啊 真拿自己当武松了 不过你好像没怎么读过 水虎吧 人家武松可是先杀的嫂子 后杀的西门庆 因为他更恨潘金莲 五毫瞪了下眼 瞅了一眼 一直贪坐在旁的潘秀英 陈时继续说 你嫂子明明现在不能动弹 可你为什么只盯着西门圣 难道不应该先杀他 因为你恨的不是什么肩负淫妇 你恨的是 这男人伤了你的女人 对吗 群众哗然 纷纷说 信息量好大 脑子要转不过来了 什么内幕啊 警官给说说吧 面对下面的嘲笑声浪 五毫的脸 仗成了猪肝色 他抱吼一声 我现在就宰了他 然后抬起手里的刀 那一瞬间 林秋朴下的心脏都停了 等一下 陈时大声说 那只举起的手 定在半空中 刀尖闪烁着寒芒 这时林东雪注意到 在他们身后 徐晓东正猫着腰慢慢接近 在场三名警察都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 徐晓东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可是在这个结果眼上 绝对不能声张 否则连徐晓东 都可能有性命危险 陈时自然也看见了 他故意拖延时间 五毫 你没有鱼死网破的必要 我们目前根本没有掌握 你的杀人证据 从法律上 来说你仍然是清白的 可是 如果杀了这个男人 你是出了这口恶气 但等着你的 可是牢狱之灾 你喜欢的这个女人 会怎么样 她会等你吗 也许一年两年能等 可十年二十年呢 她会嫁给别人 成为别人的妻子和母亲 这些和你都不再有任何关系 五毫 喜欢谁是你的自由 现在不是宋朝 你不用藏着掖着 五毫激动的手乱颤 他大喊 他本来应该是我媳妇 他就是我媳妇 就在他激动的高举右手的瞬间 徐晓东忽然扑上来 死死地扭住他的胳膊 两手滚倒在屋内 见状 几人火速踹门进屋 来到二楼 看见徐晓东 用一个十字鼓 把五毫死死地锁在地上 五毫无法挣脱 就要徐晓东的腿 疼得徐晓东大叫 却死死抱着他不放手 在几人的协助下 五毫终于被戴上手铐 他双眼喷着怒火 狠狠地盯着在场的警察 倒霉 又被咬了 徐晓东看着大腿说 接过警员小李递来的纸巾 擦了擦裤子上的血 沉实打去说 伤疤是男人的勋章吗 徐晓东哭笑不得 这种款式的勋章 我也拿不出手啊 还给我咬在大腿内侧 林秋普一脸严肃地 走到徐晓东面前 徐晓东知道 自己刚刚的行动太危险 低下头说 林队 我 干得漂亮 徐晓东受宠若惊地抬起头 眼睛里慢慢有了泪光 林秋普笑道 这孩子 哭什么 不是 我来举例两年 您这是第二次夸我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记得了 上次是去年 你夸我发心里的很精神 徐晓东的话 把大伙逗乐了 站在二楼 底下的情况一览无余 林东雪发现 沉实的车旁边 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猥琐大叔 正在不停的鼓掌 显得特别激动 那谁啊 哦 是乘客 你突然叫我过来 我正好带着他一起了 第78章 五豪的自白 特警队终于来了 把五豪押走了 听说是徐晓东勇情歹徒 特警们纷纷夸奖 问他这么勇武 要不要考虑来特警队发展 徐晓东搔着脑袋 不停地笑 西门胜受了很大惊吓 林秋普正在安抚他 潘英秀坐在床上 两眼垂泪 沉实来到他面前 地上一片纸巾 说 刚刚的话你应该听见了 本来没理由抓你们 现在你的蠢同谋 自己把自己搭进来了 到了局里 我们肯定会严加审问 你认为 以他的脾气 能够保守这个秘密多久 所以我给你一个机会 自首吧 潘英秀抬起哆嗦的手 接过纸巾 说 我们做得这么隐秘 为什么你们会发现 隐秘 在我看来 可是漏洞百出 你应该是个家教 很好的女性 从小没有撒过谎吧 潘英秀摇头 几乎没有 那你应该知道 撒谎是何等内心煎熬的事情 一个小谎尚且如此 何况杀人这种弥天大谎 诚实的表情陡然严肃 你想欺骗的 可是整个世界啊 我 潘英泪下如雨 目光犹疑 在自首之前 有个小小的请求 说吧 他把手放在肚子上 想打掉肚里的孩子 他是个孽种 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他在我肚里待一天 我就一天不踏实 西门胜突然激动地跑过来 说 你为什么会有孩子 谁的 潘秀英抬起头 哭着说 他的 他是谁 西门胜看看陈时 刚刚那个疯子的 潘秀英默然点头 原来 原来你们何其火骗我 你根本不爱我 不是的 我一开始是骗你 可你对我那么好 我开始喜欢上你了 你比他好一万倍 如果我一开始就认识你就好了 说着 潘秀英想去抱他 西门胜使劲地推开他 滚滚滚 骗子 我不认识你 你是真正的潘金莲 潘秀英瞪着眼睛 像是受了巨大打击 他突然扭头朝窗户冲去 吓得众人面色发白 陈时大声说 二楼 死不了的 只会更受罪 潘秀英扶着栏杆定在那里 慢慢蹲下来 无脸痛哭 林秋朴做了个手势 叫下属赶紧上前控制住他 和陈时一起走出这栋别墅 林东雪心中感慨万千 那名猥琐大叔乘客上前 摆着陈时的手摇晃了几下 兴奋地说 太精彩了 没想到竟然目睹到这样的事件 原来陈先生是一位侦探啊 你怎么知道 我姓陈 陈时问 车上写着呢 比人是个作家了 专门写这种小说的 陈先生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有空请你吃顿便饭 说着 作家很激动地掏出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悬疑小说家心白的名字 呃 陈时一脸为难 作家指着手机说 想起来了 这上面有你号码 那我改天联系你好了 不见不散哦 说着 他招手走了 等一下 陈时叫梅叫住他 林东雪舞着嘴笑了 说 树大招风 你这是要出名了 真是个一头热 一头热的家伙 烦死了 把人押回局里 林秋朴安排了审讯员 单独审问两人 其他人继续搜集证据 这次终于可以拿着搜查令 一路绿灯地调查了 调查那边 彭思觉亲自上阵 陈时留在局里 想听听嫌疑人的自贡 起初潘秀英一直在哭 五豪则是各种无理取闹 称自己是武松穿越 要去动物园里打老虎 把审讯已摇得哗哗作响 对付这种人 林秋朴有办法 把他扔在审讯室 晾几个小时 然后进去对他说 潘秀英那边已经招了 就看你的认罪态度了 五豪整个人泄了气 也不再演戏了 抖抖索索地说 政府 赏根烟吧 林秋朴给他点一根中华 五豪长长地呼出一口 两眼泛起泪光 说 他本来就应该是我媳妇 怎么一说 他说 当年爸妈死了 房子被他哥拿去卖了 一部分拿来付了 现在这套房的首付 还有一部分 本来是属于他的 结果他哥遇上了潘秀英 当年的潘秀英 是个水灵灵的小护士 他哥一见钟情 可是自己长得又矮又丑 于是他就发扬 死不要脸的精神 整天围着他大献殷勤 又送花又送巧克力 还买了辆车 天天接送他 用弟弟的那笔取媳妇钱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富二代 硬是将潘秀英骗到了手 后来就因为没钱 五豪谈了几年的女朋友掰了 五豪恨得要死 他哥却支支吾吾 说什么钱拿去做买卖赔了 他当时想把他哥哥 弄死的心都有 兄弟二人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亲戚出面调解 让他这个当哥哥的 以后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给弟弟买套婚房 而五豪就先住在哥哥那里 这一住 一发不可收拾 哥哥是个开网店的死宅 弟弟却有一身魁梧的身材 很快他就和嫂子暗通取款 在睡着的哥哥旁边 和自己嫂子搞得昏天黑地 那叫一个刺激 说正是 灵修普打断越说越兴奋的五豪 好好好 五豪接着说 和嫂子撕通一阵子之后 他终于知道 哥哥是用什么手段 把潘秀英骗到手的 而那笔钱 正是他买房子的钱 所以潘秀英 理应是他媳妇才对 从那之后 五豪搞得更加心安理得 潘秀英也享受着偷情的快感 但是住在一个屋檐下 总归是要败露的 哥哥终于发现了 两人之间有点不对劲 一次故意装作出门 留二人在家 然后杀了个回马枪 正好捉奸在床 哥哥满枪一份 五豪却毫无愧意 反而把陈年旧事拿出来 兄弟二人越吵越激动 哥哥声称 要宰了这个混蛋 正当他转身的时候 五豪大喊一声 老子先做了你 抄起一个板凳 就抡在哥哥的后脑勺上 哥哥当时就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 不停地吐白沫 五豪一下子 从圣怒中下醒过来 和潘秀英合计 把人干掉 扔到野地埋了 不行 警察迟早会查到 送到医院 也不行 人都伤成这样了 就活了也得坐牢 最后潘秀英说 先把命保住 再想办法 于是潘秀英当晚就去了医院 偷了一些医疗器材和药物 给哥哥输液 打针 护理 可算把命保住了 但他似乎也瘫痪了 睁着两只眼 一句话说不出来 第79章 结案 另一间审讯室里 潘秀英说 东西是我偷的 但主意全是他出的 后来呢 审讯员问 潘秀英继续说 丈夫虽然保住了命 可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五豪说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所以他就假扮丈夫 在网上卖东西 和丈夫的朋友发短信 好像丈夫还好好的一样 每天 他们把打碎的食物 灌进丈夫的胃里 给他输液 吊着命 一天 五豪看了一部外国犯罪电影 突发奇想 说这老乌龟早晚要死 不如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到时候警察来 也不至于措手不及 一听说 要对警察撒谎 潘秀英可是吓坏了 五豪安慰他说 不要紧的 警察破案率很低的 他们只能破一些简单的案件 要是把电影中那些MB的手法 搬到现实中 他们想破脑袋都破不了 于是后 两人开始执行 这个瞒天过海的计划 首先是清理现场 毁掉所有证据 删除丈夫 所有禁忌照片 然后五豪从网上 雇了几个人扮演丈夫 带他们出去玩 留下目击证人 这些雇来的人 都有一个特点 唉 丑 最后 也是最大胆的一步 五豪提出要转移警方的视线 怎么个转移法 丈夫一死 警方第一个怀疑的就是配偶 那就让他们去怀疑 潘秀英 只要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据 就能脱罪 谁也想不到人是弟弟杀的 这个思维盲区 但这样还不够 一天五豪统计客户资料的时候 发现一个姓西门的服装老板 他拍下西门盛的资料 欢天喜地地找到潘秀英 说这真是太巧了 警方肯定会想 这八成是现代版精品没吧 潘秀英一开始就觉得这主意很馊 但五豪认为一定行得通 要让西门盛当替死鬼 让警方怀疑是他买凶杀人 于是 潘秀英加了西门盛的微信 他长得很漂亮 发了几张生活照之后 西门盛这个寂寞的中年男人 果然提出见面的要求 见面之后自然是吃饭 开房 两人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不得不说 中年男人真没节操 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只是五豪受不了潘秀英 被别的男上 一天潘秀英约会回来 他粗暴地把他按在床上 说 见人 他搞了你几次 我要搞十倍 潘秀英安慰他 一定不能失去理智 要演好这场戏 才能渡过难关 到时候陪他远走高飞 说着 潘秀英突然一阵反胃 跑到卫生间去吐了 第二天一查才知道 自己怀孕了 毫无疑问 这是五豪的孩子 他害怕极了 五豪告诉他 千万不能去堕胎 警方一定会查到的 潘秀英说 那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谁都看得见 五豪说 只能让老乌龟 尽快去见阎王 五豪准备了几套 杀掉哥哥的方案 一直没拿定主意 就在几天前的晚上 丈夫突然浑身抽搐 过去一摸脉搏 他已经咽气了 潘秀英吓坏了 五豪说 别怕 按计划来 于是 潘秀英第二天约西门盛出去玩 路上用一张新的手机 卡了他五万块 目的就是为了 让西门盛的支书中 出现一笔解释不清的账目 这样做的时候 他心里很难过 因为西门盛对他很好 每天回到家 面对的是 行将旧幕的丈夫 和满心算计 脾气暴躁的小叔子 反而去了西门盛那里 才有一刻的 有一刻的安宁 在他和西门盛见面的同一时间 五豪把丈夫的尸体 放进他的车里 开到郊外 一把火烧成了灰 两天之后 五豪报警 警方开始调查这桩案子 一开始 警方似乎傻傻地 跟着他们的步调在走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 风向突然变了 那种怀疑的视线和语气 无处不在 终于 五豪被逼到了极限 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使得前功尽弃 潘秀英捂着脸哭道 我对不起西门盛 对不起自己肚里的孩子 我有罪 我有罪 审讯结束 林秋朴比较了两人的口供 说 两人口供略有出入 狗咬狗而已 这份口供 是足以定罪的了 还不够 还需要证据 彭思觉从走廊里走进来 手上拿着几张文件 老彭 搜查进行的怎么样 我们在五豪的住处 找到了一个搅拌机 虽然清理过 但是里面依旧有食物残渣 和死者胃里的成分一致 此外 我们还在里面化验到了 上呼吸道的炎症分泌物 那是什么 就是常说的谈 DNA是五豪的 众人愕然 他们眼前似乎浮现出一幅画面 五豪一边给瘫痪的哥哥打碎食物 嘴上骂骂咧咧 一边不屑地往里面吐痰的样子 难以相信 他们是亲生兄弟 林秋普释然地说 居然在证物上留下了自己的DNA 真是蠢到极点 除此之外 我派人去医院取了一批鼻子管 按照生产日期 找到了和死者使用的相同的那批 上面的纹路 和死者食道里的刮擦痕 是吻合的 嫌疑人怕麻烦 一直把鼻子管插在死者的喉咙里 没有取出来 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这个重磅炸弹 又一次让众人不寒而栗 林秋普苦笑 你上一个证据就已经足够了 还不够 这两个人 我希望他们背叛得很重 告辞了 彭思觉面无表情地说完 看了一眼陈石 离开了 彭思觉走后 空气又变得轻松起来 林秋普说 案子破了 终于破了 我毫不避讳地说 这次的功劳全部是陈石的 没有他 我们现在还在傻了吧唧地调查西门庆 过江 过江 陈石抱着拳头 冲大家拱拱 众人啪啪地鼓起掌来 徐晓东和林东雪谷的罪响 把手掌都拍疼了 林秋普拍着陈石的肩膀说 大侦探 给大伙说两句总结的话呗 陈石低声说 你整我 林秋普也低声说 整你咋的 陈石看着一张张欺望的脸 尴尬地笑笑 说 我就说一句 这案子什么时候登报 我迫不及待要和哥们吹牛逼了 一阵大笑声中 林秋普掏出一样东西 递到陈石手中 那是一张公安局的证件 陈石惊讶地打开 里面写着特别行针顾问陈石 陈石一脸不解地看着林秋普 说 林队要招安我这给队友了 林秋普笑道 没贴照片 你自己准备张好看的 回头给你盖张 记得把胡子刮一刮 第八十章 庆功宴 下班后 大家一路有说有笑地来到饭店 庆功宴倒没有多豪华 三百块一桌的菜 真正让警察们感到开心的是 案子终于破了 虽然明天也许又会有新的案子 但今天的工作完美地收官了 等待的时候 徐晓东拿着一把纸签挨个桌子走动 这是刑警二队里不成文的小规矩 抽中签的一半人可以喝酒 没抽中的不能喝 顶多喝半瓶啤酒 以防大家都喝醉 没法开车回去 徐晓东来到陈石面前 拍拍他的肩膀 亲切地喊声 陈哥 陈石摆手道 我就不抽了 今晚不喝酒 待会还能拉两个正比外快 陈哥你也太会过了吧 哈哈 谢谢夸奖 菜肴端了上来 闲聊的警员们吸了烟 迫不及待地动起筷子 这时 林秋朴和彭斯雪进来了 有人说 林队来了 说两句吧 说啥 是吧 林秋朴边走进来边说 哈哈 不客气了 呃坏了 连吃了几天泡面 可算溅着肉了 喜欢队里的气氛吗 林东雪问陈石 喜欢啊 热热闹闹的 大家相处的都很和睦 你现在成顾问了 以后也算半个队里的人了 咱俩算同事咯 提起这茬 陈石把顾问证从口袋里掏出来 我还没答应呢 我哥都说了 顾问是有津贴和交通补助的 你正好可以挣点外快 我这人自由惯了 不想受拘束 陈石把顾问证的风皮拆了 里面的证件还给林东雪 风皮揣进兜里 帮我还给你哥 什么 林东雪不敢相信 他就这样拒绝了 倒是你说的 帮你做饭 可以考虑考虑 不过得加点钱 加多少啊 我现在不过才三级小警司 一个月工资就那点 八十块一天怎么样 陈石笑着问 有点高 让我想想 陈石一扭头 发现桌上的菜已经被扫荡了一半 说 靠 这帮恶狗赶紧吃饭 陈石这顿饭吃得很不安生 陆续有警察跑来敬酒 陈哥 以后多关照我们队啊 有陈哥出马 没有破不了案子 哎 我敬你一杯 陈哥 你别跑出租了 不如来局里发展 就你这个本事 局长肯定会破个体吧 陈石敷衍着笑着 被迫喝了一肚子果汁 连菜也吃不下几口 林东雪小声笑道 活该 陈石一抬头 发现桌子对面 一双冰冷的视线在注视着他 彭斯绝压根没动筷子 就这样一直盯着他 于是 陈石倒了一杯果汁 说 彭队长 合作愉快啊 彭斯绝起初无动于衷 旁边人怂恿 陈哥谁都没进 就进了队长 给个面子吗 是啊是啊 这次能破案 你们两位是大功臣 彭斯绝挨不过面子 倒了半杯茶 站起来 和陈石杯子相碰的时候 他低声说 我早晚会查出你是谁 陈石一愣 旋即笑了 随便 人群里传来一阵骚动 原 骚动 原来林秋朴喝高了 带着谁都拍肩膀 说掏心窝子话 跟平时冷峻的他 盼如二人 老李 你喝了酒 不怕老婆骂 来 走一个 老鹏 你怎么老盯着他 不看我了 我要生气了 来来 走一个 老张老张 请你跳个舞 望着和景元老张 手拉着手 跳起交际舞的哥哥 林东雪无奈的福娥 真不想说认识他 旁边 徐晓东和几个年轻警员 正在相互串通 林队明天醒了 要是问 他昨晚喝醉之后干嘛了 我们就捅一口径 说他睡着了 庆功宴结束后 陈石载着林东雪 和喝得烂醉的林秋朴 离开酒店 首要任务 是送林秋朴回家 路上陈石问 你们兄妹俩 为什么不住一起 原因说出来 怕你笑话 前两年 我哥谈了个女朋友 说是已经谈婚论嫁了 我不想当电灯泡 就搬出来了 每次问我哥 他都说快结婚了 到时请大家喝喜酒 过了半年才知道 原来他女朋友 嫌他整天不陪人家 和他分手了 他居然死撑着演了半年 把我们都骗过去了 你说这个人 是不是死要面子 哈哈 陈石大笑 你哥也蛮可爱的 睡在后座的林秋朴 发出梦意 不许欺负我妹 来到林秋朴的住处 陈石架着林秋朴的肩膀 把他掺下来 走进小区的路上 林秋朴嘴里 含含乎乎的说着话 陈石就像红小孩一样 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茶 林秋朴住的两室一厅 是拿公鸡精买的 单身汉的家 很少有整洁干净的 他这里也不例外 一进屋林冬雪就皱眉 你们男人的屋子 怎么都跟猪圈一样 不要把我包固进来 我家至少没这么乱 谁信 把林秋朴放在床上 给他喂了些水 带上被子让他睡着 陈石悄悄地离开卧室 环顾客厅 说这房子不错 你们兄妹俩 干脆住一起得了 一起还房贷压力还小一点 住一起 那你还能来看我啊 林大小姐什么时候便这么体贴了 我猜不是什么大小姐 我考虑了一下 一天六十块干不干 七十五 林冬雪气得想垂墙 陈石明明有时候那么会照顾人 可是在钱的问题上 又总是这么计较 他自己都有点糊涂 这男人究竟是不是对自己有好感 七十吧 陈石提议 你经常晚上不回家吃饭 你需要做饭的时候 再叫我过去 可能一个月也就十来次 不算贵吧 林冬雪抱着双手 气得想笑 这女孩子钱 真是心安理得 我付出了劳动啊 当然心安理得了 哼 送我回家 上车后 林冬雪又问 你是不是缺钱啊 或者是家里有什么病人 需要医药费 陈石平静地说 没有啊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贪财 哦 我还在想 你要是急需要钱 我当作赞助好了 可以多加一些钱 好意心领了 陈石笑笑 跑出租 再加上我的一些存款 我生活还是挺自在的 那还这么抠门 这时 电台里飘来一段话 恭喜手机尾号0848的采明朋友 博得大奖2000万元 第81章 煽动藏尸 陈石说 这谁啊 运气真好 这福利彩票 已经累计三期 没人中头等奖了 林冬雪说 哇 2000万 要是我有这么多钱 不送我一点 可以啊 念在我们的交情 送你个100万吧 看来我们的交情 还不够深厚 提前谢谢 车停在林冬雪的小区外面 他早已疲倦 趁着懒腰说 明天又要一大早上班 真想好好睡一天 身无所惜 别抱怨了 早点休闲 上一桩案件的嫌疑人 很快被移交司法机关 等候庭审 局里简单召开的表彰大会上 局长除了给立下公的警员 发奖金之外 还特别拿出一个 装着钱的信封 对林秋普说 我听说 你们队里有一名 很厉害的特别顾问 协助你们二队 连破了几宗大案 林秋普敬里 双手接过 说 他没有接受顾问一职 哼 这家伙 局长笑了一声 奖金回头带给他 出了力 总得表示一下感谢 我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龙安市平均每天 就有一百多宗报警电话 刑事案件几乎天天有 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 你们的工作 比大多数岗位都要辛苦 得到的回报 比起付出来 却十分微薄 你们是这个城市的免疫系统 是人民生命安全的最监视防线 一切犯罪分子见到你们 都会闻风丧胆 我们的努力和牺牲 换来的是这座城市的治安与稳定 请大家擦亮双眼 握紧拳头 时刻也不要松懈 警员们齐刷刷敬礼 有人心里暗暗嘀咕 局长今天好像话比往常要多一些 林东雪再度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他们花了一个礼拜 破获了一宗没太大悬念的杀妻逃逸案 这天早上 林东雪接到林秋朴的电话 叫他穿厚一点 今天要去爬山 林东雪兴奋的说 哥 我们都要搞团建啊 搞什么团建啊 山上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再操紧 你早点过来 虽然又是案子 但听说要去爬山 警员们还是挺兴奋的 总算能转换下心情了 林秋朴联系大巴公司包了一辆车 载着大火朝郊外赶去 曹吉位于龙安市西南边 是个小县城 十几年前开发周围的荒山搞旅游业 可惜没什么人来 只能一边把山地承包给木材商 一边监着那半死不活的旅游业 十一月底 天气本来就很冷了 为了爬山 大家穿上了棉袄和绒服 彭思觉却仍然是西装打扮 只是加了一条围巾 当看见报案人 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的装扮有多业余 报案人是一帮出来登山的大学生 清一色穿着草绿色的冲锋衣 带着专业装备 他们是昨天发现的尸体 被当地派出所安排在这里住下 等了一宿 渐行精赶来 激动的七嘴八舌说开了 原来尸体是在一个半山腰的洞里发现的 一男一女 穿着相同款式的登山服 两人都被石头砸烂了脸 凶器应该就是扔在旁边的沾满血迹的石块 另外二人手拉着手 感觉像是殉情 殉情哪有脸都砸烂的 林秋朴说 谁知道登山路线 大学生里推举了一 举了一个大四的男生带路 另外还有该地的一名负责人 以及两名民警同藏 山路慢慢 从下面仰望山坡 几乎是垂直的 等爬到半山腰回头看 不仅感觉头晕眼花 大家很快爬得气喘吁吁 只有徐晓东和带路的大学生爬得飞快 林东雪累得不行了 坐在一块缓坡上喘粗气 徐晓东从上面扔下来一个毛巾 说 冬雪 把汗擦擦 被山风吹了 要感冒的 谢了 不行了不行了 谢一会吧 另一名警察说 大家就地休息 林东雪以为自己已经爬了半天 一看表才上午九点 这时陈时发来一条搞笑信息 林东雪顺手拍了一张山井传过去 过了一阵 陈时回复 组织活动 查案呢 在山里 累死了 加油哦 些差不多 林秋朴招呼大家接着爬 终于到山顶的时候 不少人长松了口气 恨不得跪下来仰天大喊 大学生说 还得从南边下去 洞在半山腰 为什么一开始不从南边上 林秋朴问 南边太陡了 从上面有条小路 可以进那个洞 你们怎么会知道这条路线 我们以前来过啊 那个洞里比较平坦 而且避风 在里面生活也没问题 我们原打算进去露营 没想到一进去看见有死人 可把我们吓坏了 大家歇够了吧 接着走 林秋朴招呼一声 众人拖着沉重的脚 接着走 沿着南坡 一道倾斜的小路 很快来到半山腰 那里凸起一块岩石 虽然岩石和山道之间 只隔了半米距离 但在这么高的地方跨过去 着实惊心动魄 终于抵达目的地 林东雪头一回觉得 看见尸体是这么高兴的事情 山洞里并肩躺着一对男女尸体 两人穿着很厚的登山服 脸部又被损坏 看不太出性别特征 只是左边 那具遗体的头发很长 手很纤细 由于暴露在野外 两人的皮肤动得毫无血色 像纸一样苍白 万幸这里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出没 彭斯爵带着手下的鉴定员 把周围洒落的血迹和碎屑 一一标出来 拍照固定 林秋普说 这地方来不了第二次 拍完全不缠走 老彭 有什么看法 谋杀 肯定是谋杀 尸体躺得这么整齐 地上有拖拽痕 显然是 凶手事后故意摆放的 难道他想营造出 二人殉情的假象 未免太拙劣了 彭斯爵检查了一下死者的口袋 找到了钥匙串 林钱 口香糖 润喉糖等物件 唯独没有手机和身份证 可能是被凶手拿走了 凶手损毁死者面容 显然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所以 连其他可以提示身份的物品也顺走了 他检查死者脸部 说 男性死者 这个是生前伤 女性 则是死后伤 队长 这里发现一个脚印 拍下来 第82章 尸检 彭斯爵检查完尸体 指着一块地方 对林秋普说 这里的地面有挣扎的痕迹 周围有不少血迹 看这里 有两个圆形的印记 可能是膝盖留下来的 林秋普点头 凶手应该是把死者推倒在这里 用石头砸烂了他的脸 致气死亡 然后拖到了那边 和女士摆放在一起 死亡时间确定了吗 彭斯爵摇头 这里太冷 仅凭尸斑没法确定 还得回去侧下肝温 人打算怎么带回去 这不简单 从总部叫一部直升飞机过来 林秋普当即打了电话 然后走到洞边朝下看 下面是深山老林 凶手即可能把案件相关的东西 扔下去了 找起来不斥大海捞针 他对负责人说 麻烦你们一件事 不及个民工去下面找找证物 前我们来出 也请当地派出所的同志 配合一下 民警表示 人命关天 我们责无旁贷 林秋普又问负责人 这地方平时售门票吗 这个季节不售 为什么 警官 你有所不知 这地方没什么人会来 也就春天桃花开的时候 还有些自驾游的人会来玩一玩 那时会搞个旅游活动什么的 秋天以后 山上光秃秃的 又这么冷 谁来啊 就算收门票 也不够支付人力费的 就是免费开放了 是的 不过会来这里的 都是一些登山爱好者 说到登山爱好者 负责人朝随行的大学生瞅了一眼 大学生说 我们几个都是登山社团的 经常组织登山活动 组员们之间经常说 在外面登山 千万别和陌生人一起组队 深山老林里面 没准就会发生什么 劫财劫色的事情 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 警察都破不了 哦 不好意思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林秋普皱眉沉吟 警察不怕复杂的案件 就怕简单的案件 一个人跑到街上 毫无预兆地杀掉一个人 这种案子是最难破的 如果这种临时起义的 无差别凶杀案 是发生在深山里 就更是难上加难 那 入口的地方有监控吗 林秋普又问 负责人笑着摇头 大山里面 哪来的监控 不过倒是有几个 在路口开饭店的 您可以去问问 半空中传来一阵风响 众人抬头一看 直升机来了 技术中队的人 将尸体塞进尸袋里 系在直升机放下的绳索上 慢慢掉了上去 大学生头一次 见警用直升机 逃出手机拍了几张 林秋普说 别拍 把照片删了 不好意思啊 大学生笑笑 尸体运走 大家原路返回 林秋普叫林东雪 去和这帮大学生聊聊 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又派了几个人去附近 找找目击证人 自己则去和当地派出所的人员沟通 林东雪问 要不要给陈诗打个电话 先不找他 什么案子都指望他 我们成啥了 再说了 这案子不比之前那几桩 他也未免破得了 那好吧 语恩 现场的取证工作结束 已经过了中午 大家在一家小饭馆 凑合了一顿 下午回到局里 彭思觉着手开始解剖工作 林秋普和林东雪 也来法医实验室里旁观 尸体已经被剖开了 彭思觉说 死亡时间 女性大约是七天前 男性似乎要晚一点 三小时到十二小时 都有可能 不能更准一点吗 林秋普问 彭思觉摇头 动力很冷 这个季节也没有昆虫 我们所有的手段 都无法准确推测死亡时间 你继续说 女性的年龄是23岁左右 男性是25岁左右 女性脸上的伤是死后造成的 真正的死因似乎是中毒 她的单脏 肾脏有明显中毒迹象 我在她的左侧肩胛骨后面 发现了一个针眼 是隔着衣服扎进去的 让我看看 彭思觉将那个针眼 展示给林秋普看 她说 因为女性死者较瘦弱 肌肉比较薄 所以针头扎进去之后歪了一下 但总体来看 这个角度不可能是自己扎的 什么毒呢 还在化验中 我发现她的心脏有衰竭迹象 死因即可能是毒发 引起心脏衰竭 这种毒的把目标 应该是心肺系统 林东雪说 两人穿着相同的登山服 该不会真是殉情吧 只是在殉情的过程中 被一名凶手闯进来杀害了 彭思觉到 这点无法证明 男性死者手掌上的老茧 还有他粘在纸腹上的华石粉证明 此人应该爱好登山 至于是不是和女性死者一起来的 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什么发现 林秋普问 男性死者脸骨重伤 眼球破裂 但这不是致死原因 致死原因是 血管破裂 堵塞了气管造成的窒息 死亡过程可能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凶手下手之后 死者其实还活着 他是躺在那里 在半昏半醒的状态下 慢慢死去的 听到这里 林冬雪不禁皱眉 这种死法实在太痛苦了 彭思觉继续说 对了 两人的胃容物显示 女性死者最后一餐是死前十小时 男性死者是死前两小时 两人吃的东西完全不一致 男性死者似乎在登山途中 吃了巧克力 压缩饼干和能量饮料 可以说 女性死者是空着肚子上山的 甚至没有喝过一口水 爬那个山要花四个钟头 路上连口水都不喝 林冬雪有点惊讶 看来这两人不是一起的 否则吃的东西 怎么会差这么多 林秋普断言 这只能是做旁证 女性死者有没有 彭思觉知道林秋普要询问什么 说 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的迹象 她不是厨女 还有 两人均身体健康 除了男性死者肝脏有点问题 有抽烟的习惯 女性死者有一点轻微的胃炎 另外 女死者身上有佩戴耳环 项链 手镯 戒指的迹象 但这些东西全部不翼而飞 能不能复原死者相貌 连骨碎成这样 要复原得花时间 好 就交给你了 我们去找找最近有没有人员失踪的报案 第83章 棒打鸳鸯 离开法医实验室 林秋普问林东雪 对这案子 你怎么看 林东雪想了想 答道 刚刚彭队长说了 女死者身上的手势全部不见了 我想 会不会是一对情侣来山里殉情 女孩先死了 男的 正准备自杀 却闯入一个第三者 第三者和男的起了什么争执 把男的杀害了 然后掳走了女孩身上的事物 还有两人的手机 并用石头把他们毁容 情侣 我看未必 这案子就是一桩报复杀人 只是凶手杀完人之后 把尸体遗弃到深山里 伪造成这个样子 哥 你忘了在现场发现的挣扎痕迹 林秋普一阵哑然 又说 那就不是遗弃尸体 可能是在山洞洞的手 三个人同时出现在山洞里 两名死者肯定是有关系的 不见得 他们死亡 时间差的很多 应该是一前一后死的 加上肚里的食物不一样 是情侣的可能性非常低 我认为是不相干的路人 照你这样说 难道是凶手先杀了女孩 第二个人 林秋普也想不明白 苦笑一声 越说越乱 先查吧 接下来全是体力活 专案组的警员挨个辖区走了一遍 汇总了一下近期失踪人员的报警 从中筛选出可能符合条件的 又一一走访其家人 光这个工作 就花去了三天时间 彭思觉这边有了进展 他从女性死者身上残留的首饰威力发现 这些首饰全是纯精的 经过如相复原出来的女死者面貌 是一个五官端正 牙齿整齐的女孩子 当在专案会议上展示这两样线索时 大家立即有一种直觉 这八成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 男性死者的相貌复原图 只能说相貌平平 彭思觉在深度解剖中发现 她有腰肌劳损的症状 另外 和上次陈时带来的烟灰样本做比较发现 男性死者平时抽的是五块钱一包的香烟 这样一比对 一个酷爱登山的穷小子形象 就映入了大家心中 彭思觉还说 女性死者体内的药物是琥珀胆碱 是一种骨骼积积松剂 临床上多用于局部麻醉 可引起心动过缓 心率失常 心薄骤停等 超量注射 可致人之气管禁卵 或过敏性 休克死亡 女性死者体内的琥珀胆碱 达到了致死剂量 这种药 普通人容易搞到吗 林秋普问 彭思觉摇头 这我不清楚 林秋普吩咐下去 一部分去查药的来源 一部分根本复原图 继续确认死者身份 有了复原图 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当天他们就确认了 女死者的身份 她名叫蒋梅 97年出生 就读于某大学金融管理专业 刚刚毕业一年 还没有工作 蒋梅父亲 是某银行的行长 实打实的有钱人家 千金小姐 局里一个电话 把蒋梅的父母召来了 当看见女孩 面目全非的尸体时 老俩口气不成声 负责接待死者家属的林东雪 只能尽力安抚二老的情绪 蒋梅母亲哭着哭着 突然说 都怪我们 不该逼她的 蒋梅父亲却勃然大怒道 这全是那小子害的 早知道就不该让女儿 该让女儿和她来往 林东雪问 你们说的人 是蒋梅的男朋友吗 可不可以详细地对我们说说 林东雪请他们来到一间会议室 给倒了杯茶 蒋梅母亲一直沉溺在悲伤之中 蒋梅父亲开口说 他们女儿在校期间 和一个叫成超的穷小子谈朋友 这是一直瞒着家里 后来他毕业后 父亲打算把他同学的儿子介绍给他 两人不但门当户对 相貌也很般配 见了一次面 对方对蒋梅很有好感 蒋梅却表示毫无兴趣 父母便问他 是不是在外面有男朋友了 几番追问之下 他才承认自己有个男朋友 叫成超 父母于是把成超叫到家里来吃饭 自打第一眼 他俩对这穷小子就看不上眼 既没有家教也没有涵养 口口声声说什么 以后会好好工作给蒋梅幸福 父亲一直冷笑 心说自己辛苦养大的女儿 怎么能给这个穷小子 当天晚上 父女二人就大吵一架 父亲禁止女儿 再和这穷小子来往 蒋梅不愿意 最后把自己关在门里 这件事 使家里关系闹得很僵 亲戚朋友都跑来劝蒋梅 可他就是不听 父亲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禁止他出门 可他还是经常偷偷溜出去 和那小子见面 家里人就拼命地围追堵截 搞得像打游记一样 没成想 一夜之间蒋梅失踪了 他们以为是这穷小子带他私奔 可没想到 在见面时 竟是天人永别 肯定是那穷小子杀了他 肯定是 我要告到他家破人亡 父亲满脸泪痕 恶狠狠地说 母亲也抓住林东雪的手哀求道 警察同志 我们会全力配合调查 一定要把杀害我们女儿的真凶 绳之以法 可是 林东雪有点犹豫 看着对夫妻这么伤心 又忍不住不说 其实尸体总共有两具 还有另一具男性尸体 年龄25岁左右 夫妻二人面面相去 父亲说 难道小梅真和这个穷小子 一起殉情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抛下我们 你这个不孝女 母亲拍着桌子痛哭 你们还记得程超的长相吧 可不可以去辨认一下 这对夫妻答应了 来到技术中队 技术人员给他们看 男性死者的3D复原图 他俩瞅了半天 父亲说 这没头发没眉毛的 认不出来 你还记得他什么发型 什么眉型吗 眉毛 普通的那种 发型我记得侧面露着头皮 前面续着一摞头发 想到这件事 父亲露出嫌恶的表情 我就顶看不上这种 标心立意的年轻人 技术人员在电脑上操作起来 加上头发之后 父亲说 对对 就是他 我还记得这张脸 真不知道 小眉怎么看中他的 母亲说 不是不是 鼻子不对 林东雪说 死者面部已经被破坏 鼻梁属于软骨 可能复原的不是太吻合 技术人员修改了一下鼻子 一会加高 一会放低 母亲还是摇头 眼睛也不像 父亲却一口咬定 就是这张贼眉鼠眼的脸 我记得真真的 不是的 肯定不是 母亲确信道 第84章 富二代 二老争执不下 始终无法确定 男性死者究竟是不是成超 林东雪便问 你们知道他的血型 或者父母的联系方式吗 父亲摇头 我见都不想见他 怎么会问这个 母亲说 他那天来我们家吃饭 不是说了 他爸走得走 母亲改嫁了 是农村的 哦 是了 不知道哪个穷山沟上来的 坑谁不好 非要坑我们女儿 我们上辈子欠他的 父亲狠狠地说道 林东雪又问 他住在哪 两人一起摇头 母亲说 小安应该知道 小安是谁 安旭 就是我老公同学的儿子 有一次 母亲有点羞于其耻 有一次 我把成涛的事情告诉他了 他说去教训他一顿 所以我估摸着他可能知道 行 告诉我们 他的联系方式吧 送走二老后 不多时 一个开着豪车的年轻人来到局里 此人正式追求蒋梅的安旭 得知蒋梅的死以及案情 安旭震惊地瞪圆了眼睛 恶狠狠地咬牙说 我非得活巴了那个穷小子皮不渴 林东雪冷冷地说 也许用不着你动手了 林东雪带安旭去辨认死者的复原图 安旭瞅了一眼就说 对 没错 就是他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我 安旭骚骚脑袋笑笑 前阵子 我找上门修理过他一顿 叫他离小梅远一点 当时薅着他的脖领子 按在墙上 脸对着脸 所以肯定有印象了 说话的时间 林东雪注意到 他脖子上的大金链子 晃得很耀眼 林东雪随手将这件事记了下来 安旭忙道 哎 警官小姐 我就是闹着玩 没有真揍他 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上个月 不 上上个月 要是发生了这么久 死者身上应该是留不下伤痕的 林东雪说 你这属于伤害罪 当事人如果报了警 你少不了在局里蹲几天 下次注意 下次注意 安旭陪着笑脸 我也是一时冲动 我对小梅是一见如故 他又漂亮又文静 性格我也很重义 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他 双方家长也都乐意我们在一起 谁知道这穷小子 给小梅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又送花又送首饰 可他就是对我美好眼色 他也不想想 那个穷小子能给他什么 感情的事情 林东雪忍不住想吐槽 但这种与案件无关的话 还是不说为妙 便又把花咽下去了 白口道 首饰 你记得小梅身上戴的什么首饰吗 安旭大致形容了一下 林东雪一一记下 然后向他问了程超的住址 安旭称公司还有事 就不陪他们去了 林东雪叫上徐晓东 又带了一名技术人员 来到程超的住处 房东用钥匙开门的时候说 这小子几天没回来了 还欠着三个月的房租 我打电话也打不通 真是见鬼了 当房东最怕遇上这样的无赖 警察同志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这个我们还在调查当中 不便透露 林东雪说 好好 有情况记得通知我 我这房子空着 一天就得亏五十块钱 我家老小还指着这房租生活呢 屁 几人环顾程超的住处 这里的桌椅等物 都是和房子一起租的 除了一台电脑 一些生活用品之外 基本上没什么个人物品 徐晓东打开厨房的柜子 发现一堆泡面的包装袋 说 看来他挺穷的 经常吃泡面度日 跟我一样 你好意思跟他比 你的钱不都花在游戏盒猫上了 林东雪嘲笑道 徐晓东不好意思地搔搔脑袋 程超的经济情况 确实不怎么样 抽屉里发现了水电煤气的欠费单 每个月份都有 看来他是不到欠的 断水断电的程度不交费 此外还发现了一张典当行的收据 程绪一个月前 当过一个金手镯 换了几千块钱 收入微薄 挣的那点钱 有一半是拿来维持他的兴趣爱好 画画 屋里确实发现了不少画画的工具 还有一块手绘版 林东雪打开电脑看了一下 发现没画完的漫画 网页浏览记录 全部是这类网站 他正在尝试给一家漫画网站投稿 另外 电脑桌面是蒋梅的照片 照片中的他笑颜如花 一想到这对情侣 被父母棒打鸳鸯 林东雪心中不禁升起一丝侧意 技术人员在梳子和床上 找到了一些毛发和皮屑 带回去鉴定 死者是不是成超 这次的鉴定非常关系 林东雪焦急的等着 到了傍晚下班的时候 彭思觉打内线电话 把他叫了过去 从房间里发现的DNA和男性死者吻合 彭思觉说 林东雪松了口气 身份确定了 但是林秋普就是完全另一种反应 听到这个结果之后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说 难道真是陌生人干的 会不会是安序 谁是安序 蒋梅父母给蒋梅介绍的男朋友 是个富二代 他自称曾经暴力威胁过程超 叫他和蒋梅分手 你和他谈过 下面他来了 林秋普摇头 这个人杀程超确实有动机 可他为什么要害死蒋梅 别忘了 女死者是中毒而死 而且死在男死者前面 所以 我的推理应该最接近事实 两人本来是去殉情的 有第三者跑来了 这种情况最麻烦 林秋普不停地搓着下巴上的胡茶子 哥 当地派出所有发现吗 什么也没发现 你先下班吧 今天就到这里 走到门口 林东雪想到一件事 折回来说 这个在殉情途中突然闯入的第三者 会不会就是安逊呢 林秋普张大眼睛 但位置可否 挥挥手叫他下班去吧 换了衣服下班 林东雪准备较辆出租车 陈时发来短信 晚上想吃我做的饭吗 想撸串 你请我 好好好 请你 抠门的家伙 来市局门口接我一下 五分钟就到 如果没到 请再读一遍此信息 看着这条消息 林东雪扑斥一声笑了 第八十五章 现场还原 陈时说 要带林东雪尝的新鲜的 载着他来到一家卖烤串的路边摊 虽然天已经很冷了 但客人还是挺多 点过菜之后 陈时打开两瓶汽水 说 看你精神不振的样子 是不是又碰上什么疑难案件了 哎 进展不顺啊 说来听听 林东雪就把案件说了一遍 陈时一边听一边点头 说完林东雪问 陈大神探有什么高见 没有亲眼见到 光听你说 我怕观点有点偏颇 哼 你是也被难住了吧 陈时笑笑 烤串来了 老板把烤串放下 林东雪一看 有烤羊肉 烤脆骨 烤鱼豆腐 烤茄子 除此之外 还有一样他从没吃过的 他拿起来震惊地看着 这是 烤金私勇啊 整个龙庵就这家烤得最好吃 尝一个呗 昆虫啊 林东雪打个了寒劲 陈时抓起一根放进嘴里 说 外脆里嫩 一咬下去 汁水会爆出来 尝尝呗 林东雪对这种美食尽些不明 又放下了 他说 你不觉得蒋梅的父母太过分了吗 并不 难道你也是这么适不的人 家境差距太大的婚姻 没法得到真正的幸福 爱情看似是神圣高贵的东西 但它也有物质基础 虽然物质基础不是一切 但没有物质基础肯定是不行的 父母的出发点 无非是让女儿幸福 换做你的父母也会这样想 我没有父母 林东雪神情黯淡地说 抱歉 没事 可我觉得 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也不可能幸福吧 是啊 我觉得 比起现有的物质基础 真正有眼光的父母 会看这个人的发展空间 也就是上进心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不像物质基础看得见摸的着 所以大多数家长都是这样事故 他们只看到感情可以培养 却没看到物质也是可以变动的 陈时伸手去拿最后一串烤金丝勇 却被林东雪截足先登 他皱着眉头咬了一只 虽然口感怪怪的 但在佐料和火候的加持下 倒也不是难以下眼 他挥舞着手上的小棍说 干涉别人的恋爱自由 我认为是不对的 就算蒋梅以后会后悔 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陈时笑了 你说的没错 中国父母总是把子女当作私有物 自认为理所当然的加以干涉 这正是大多数家庭悲剧的根源 顺便一提 我可是有房有车的人哦 林东雪半个鬼脸 好像我会考虑你似的 你是有车 房呢 要看看吗 好啊 吃完东西 陈时载着林东雪去他的住处 来到一片小区 陈时用钥匙开门 本以为映入眼帘的 会是一个猪圈式的家 没想到推开门一看 居然没有那么凌乱 房子比想象中要大一些 没怎么装修 陈时说 单身汉的家冷冷清清的 你居然有一套这么大的房子 林东雪惊讶道 有什么可奇怪的 给你倒杯茶 不必 喝水就行 趁陈时去倒水的功夫 林东雪朝卧室里望了一眼 卧室是最能反映 一个人生活品位的地方 陈时的卧室就一张床 一个柜子 一张桌子 桌上放着一台电脑 摆放着几本饭 几本饭最类的书籍 里面全是收拾整齐的衣服 看来他是个生活习惯 很普通的男人 林东雪关上柜门的时候 陈时端着茶杯出现在旁边 把他吓一跳 陈时笑道 偷窥别人是不是很过瘾 职业习惯 屋主人是个生活规律 没有不良嗜好的单身中年男人 要是我哪天被人杀了 警方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呸呸呸 有这样说自己的吗 你这人可真不知机会 回到客厅 这里没有电视 显得有点冷清 林东雪问 这案子 你一点想法都没有 殉情是关键 就算是临时期的杀人 为什么要把死者 摆成殉情的样子 明明知道 这样欺骗不了警察 可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 林东雪咬着指甲 也想不通这个问题 还有 你提出的推理 看似合情合理 可是你验证过吗 验证 要怎么验证 罪犯现场还原 那咱俩来试试 话说出口 林东雪有点脸红 道 不行不行 得有三个人才行 没事 你同时扮演女死者和凶手 林东雪有些犹豫 一想这是为了案子 没什么可避讳的 就放下茶杯站起来说 从哪里开始 陈石也站起来 将茶几推开 指着茶几和沙发之间的空档说 假设这是那座山洞 可以肯定的是 两人走进山洞时 没有其他人在场 林东雪点头 陈石向他伸出一只手 林东雪犹豫了一下 拉住他 他们来到山洞里 这感觉有点尴尬 让人想笑 但陈石还是一本正经的眼上了 亲爱的 你父母不允许我们在一起 看来我们只能走这条路了 林东雪想了想 说希望下辈子能够在一起 陈石比划着掏出什么 盯着林东雪说 准备好了吗 嗯 陈石恢复了平常的神态 说 你认为成超是怎腰渣的这一针 针眼在蒋梅背上 那么应该是抱着他渣的 介意吗 陈石问 明白了他的意思后 林东雪的脸烧红到耳根 他摇了摇头 于是陈石伸手将他抱住 被拥在怀里的感觉 让林东雪心脏狂跳 不自觉地缩起身体 做出小鸟一人状 他很久没被人这样抱住了 陈石的怀抱 令他感到很安心 他不知道 自己现在是林东雪还是蒋梅 仿佛他们现在真的是一对亡命鸳鸯 当陈石假装在他背上扎下那一针的时候 他突然有种强烈的伤感 涌上心头 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 他抬起头 在陈石的脸颊上轻了一下 陈石被他的这个举动惊了一下 林东雪盲同他分开 支支吾吾地说 不是 对啊 接吻 什么 林东雪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还想 我是说 两人如果殉情的话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情绪如此激动 肯定是会接吻的吧 林东雪凌乱的思绪 一下子被拉回到案件上 他顺着诚实的思路往下说 如果接吻 就会在死者口腔里留下DNA 可是这对案件也没什么帮助 未必 第八十六章 吻 林东雪说 你是在怀疑 我们在城超房间发现的DNA样本 实际上不是他本人的 老彭是怎么说的 他回忆了一下 复述了一遍彭思觉下午的话 从房间里发现的DNA和男性死者吻合 老彭是个很严谨的人 他没有轻易地说出 死者就是城超 因为这种把戏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 把死者身上的皮屑 毛发撒在家中 故意让警方发现 我们以前 林东雪捕捉到这句话 什么意思 你们是谁 一向从容的陈石居然慌乱了一瞬 说 没什么 我们就是我的意思 电视上的节目主持人 不经常说让我们来揭晓这个秘密吗 是吗 林东雪一脸怀疑 难道刚刚无意中 陈石透露了自己的过去 咱们继续吧 啊 好 林东雪的脸又红了 刚刚在陈石脸上吻的那下很轻 难道他是没感觉到 他怕他提起 又怕他毫无感觉 这次的模拟之前 从女死者死后开始 陈石站在洞里 林东雪站在洞外 陈石说 如果按你的推理 男死者这个时候在干什么 嗯 也许他没有勇气自杀 或者在看着死去的女友 看了几个小时 你和我说过 死者两个小时前还吃过东西 也就是说女死者死后 男死者在洞里酝酿情绪 准备自杀的时候 还没心没肺地吃了一顿饭 林东雪瞪大眼睛 这确实是他推理中的一个漏洞 也许 也许他不想死了 不想死 那么他就是犯了谋杀罪 他不可能不知道后果 试着逆转一下你的想法 这个时候 男死者根本不在洞里 因为他根本不是殉情的那个人 林东雪错愕极了 他吞咽一口唾沫 战战兢兢地 顺着诚实的思路说下去 殉情者没有勇气自杀 离开了 时隔几个小时之后 现在的这名男死者进来了 男死者是被人从正面袭击的 证明他对凶手毫无防备 凶手是谁呢 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个洞里 是巧合吗 凶手是之后又折返的殉情者 他知道 一旦女死者的身份被警方查出来 自己就等于犯下谋杀罪 所以他要杀人灭口 没错 陈石打个响指 他杀害了这名无意中闯入的目击者 并且毁掉了目击者和女友的脸 在摆放尸体时 他下意识地将两人摆放成殉情的样子 让他们手拉着手 因为他潜意识中认为 被毁容的这名男性 就是自己的替身 如此一来 他才能够逍遥法外 陈石的推理如此完美 简直挑不出毛病 林东雪佩服至极 但又提出一个疑问 你的推理是建立在 男死者不是成超的基础上 那就得靠法医手段来证明了 现在就给彭队长打电话 林东雪打了一个电话 彭队长听完他的要求 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和他在一起 陈石接过电话 彭思觉说 怎么看出来的 猜的 其实下午冬雪 把样本送来的时候 我就有点怀疑 房间里的皮屑 应该是自然剥落的 可是那些皮屑上 有微小的血迹 似乎是从人身上错下来的 样本中的头发带着毛囊 十分完整 自然掉落的头发 不可能这么完整 于是我去检查了 去检查了一下尸体 发现死者头皮上 被拔掉了一片头发 所以你们验的 其实是死者自己的DNA 并不是成超的 我是这样怀疑的 那就麻烦你 用平静的语气说完 彭思觉便挂了电话 这个老彭 陈石笑笑 他怎么说 林东雪接过手机 他确实也怀疑 样本是假的 这么看来 凶手极有可能是成超 你有没有看出新的一点 新的一点 死者不是成超 那个安续却一口咬定 他是 他不是在撒谎 可是 他和成超是情敌 为什么要帮他 那就要靠你们去挖掘真相了 收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 坐上陈石的车 两人一路无话 林东雪还在想 刚刚那一吻的事情 他偷眼瞧了几下陈石 他那副无动于衷 专心开车的样子 让他有点生气 他心里有点好笑 难不成自己还真喜欢上他了 和陈石相处 每次都觉得很轻松愉快 自己总是可以露出真实的一面 可他一直认为 这只是友情罢了 可是对方是怎么想的 好烦 刚才 陈石开口道 林东雪一下子坐直身体 刚才什么 刚才我遗漏了一点 能够把死者毛发和皮屑 放在成超家里的人 绝对是能够随意进出他家的人 哦 林东雪心中怨愤 还在说案子 真讨厌 到了 林东雪下了车 问他 明天你来帮我们吗 看我忙不忙 你又不上班 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 哼 爱来不来吧 早点休闲 我尽量过来 陈石走后 林东雪心里空落落的 有点不太想回家 隔日一早 林东雪上班的时候 一辆警用车 开到市局门口 从车牌上 看不是市里的 两名民警 从车上带下来一个犯人 林东雪问其他警察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回答 在那片山区 逮到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 说不定跟案子有关 林秋普对这件事 十分上心 亲自审讯 嫌疑犯自称是 曹吉的一名无业游民 因为跟一个林业老板有过节 所以才悄悄地摸进山里 拿药水 腐蚀那老板的树根 林秋普拿出女死者的照片 问 这人你认识吗 对方看了一阵 摇头说 不认识 一上午的审讯结束 林秋普 灰心丧气地走出来 嫌疑犯死活不承认 和命案有关 从他的态度看 也确实不知情 他只是在捕大鱼的时候 无意中捉到的小虾面 这样的事情 在刑事案件中经常发生 而彭思觉也有了结果 接到电话之后 林东雪兴冲冲地跑去 问 彭队长 找到DNA了吗 没有 彭思觉把报告往桌上一扔 时间太久 拓业梅已经失去活性了 提取不到第二个人的DNA 就在林东雪心脏一沉之际 彭思觉推推眼镜 慢条斯理地说 但是 第87章 真凶露面 林东雪松了口气 笑道 彭队长 一口气把话说完好吗 到底有什么发现 彭思觉拿起桌上 已经凉掉的咖啡 道 在那之前 我想听听陈氏的推理 林东雪十分无奈 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他没有命令彭思觉的权利 只好将陈氏的推理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听完 彭思觉点头 不愧是他 与不惊人死不休 每次都角度刁钻 彭队长 听你们俩提到彼此的方式 怎么好像好朋友似的 可是这个推理看似完美 却有一个漏洞 殉情者时隔几个小时后折返 他为什么回来 他是回来自杀的吗 如果是这样 那他根本没必要再杀掉目击者 显然不是回来自杀的 他大概 可能是 回来处理女友的尸体 是什么使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有没有可能 从一开始 他就没打算自杀 好了 彭队长 别掉我胃口了 快告诉我你的发现 彭思觉这才回到正题 道 女死者口中细菌的数量远超过平均值 就是说 他大概率在死前和人接过吻 但是男死者口中的细菌数量 在平均值以下 还有一点 男死者有轻微的口腔炎症 如果他曾和女死者接吻 那么 女死者口腔中 一定会留下大量的血练囚菌 幽门罗杆菌等 但我们并没有在女死者口中发现 就是说 他俩没有接过吻 应该说 和女死者接吻的是另一个人 林东雪振奋起来 陈石的推理是对的 凶手是殉情者 是承超 他立即将这个发现告林丘普 林丘普这时仍沉浸在抓错人的沮丧之中 听林东雪说完 便让专案组调整方向 全力去寻找承超的下落 这一招 又是两天 承超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期间确认了男死者的真实身份 他叫张祥 是龙安市的一名普通白领 连轴转了几天 搞得林东雪身心疲惫 这天下了班 他看见陈石的车停在外面 同事们都打去说 你男朋友来接你了 林东雪羞红了脸 上了车 说 顺道 不是 问问你们有什么进展 承超好像不见了 会不会逃到外地去了 不可能 他的个人资料已经发给交通各部门 陈石笑笑 拿过一个保温筒 林东雪打开一看 是香喷喷的鸡肉粥 令他一阵惊喜 下午闲着没事做的 尝尝看 我帮你们分担了一点工作 今天我去找了一趟安续 找他干嘛 林东雪吃着鸡肉粥 味道十分鲜美 好奇吗 咱们之前不是推理出来 安续可能在撒谎 我发现一些事情 安续虽然是某公司老总的儿子 可是他家的公司 最近好像不太景气 安续自己也欠了钱 是吗 我问他知不知道承超在哪 他明显表现得有点紧张 可是 于情于理 他都不可能向着承超啊 或者是另有隐情 有没有注意到 他带着一根金项链 注意到了 我加了他的微博 从他之前的生活照看 发现这条金项链 是他最近才买的 林东雪更加糊涂了 这和承超的失踪有关吗 不说了 先送你回家 明天我再找他一趟 哎 你可不要跑得太轻 我怕他万一知道什么 被你打草惊蛇 我的文化技巧 你还不放心 陈石眨了下眼 把林东雪送到住处 陈石便开车回家 等红灯的时候 他打开微博看了一会 发现安续多了一条可疑的微博 上面写道 出来混池早是要还的 如果你再当缩头乌龟 保证你吃不了兜着走 陈石突然灵光一现 便给林东雪打电话 可他一直没接 这时绿灯亮了 他扔下电话 立即朝安续的住处开去 安续住在一片高档小区 陈石来到小区的时候 看见一辆车开了出来 车上的人正是安续 他立即倒车 把车停在一片树影下面 等安续离开之后 便尾随上去 他拨通了林秋普的电话 简短地说道 想不想破案 什么 林秋普的语气里透着茫然 我现在把坐标发给你 派人跟上我的车 待会嫌疑人可能会现身 不给林秋普回答的机会 安续在一个ATM机附近停车 一个抱着袋子的人上了车 然后两人离开了 一路追逐 他们来到一条僻静的路上 前车突然停下 车上两人下车 陈石眯起眼睛 神情警戒 他把手机揣到内衣兜里 也下了车 看清陈石的脸之后 安续笑道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上午那个警察 他身旁的另一个人 穿着卫衣 戴着冬帽 整张脸笼罩在阴影之中 陈石用下巴一指他 说 你男朋友 滚 你长什么样 那个青年愣了一下 慢慢接下兜帽 正是蒋梅的男朋友 陈石继续说 你刚刚抱进车里的袋子是什么 钱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安续之所以愿意帮你撒谎掩饰 是因为你买通了他 虽然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突然变得有钱 但这是唯一合理的解答 你真聪明 陈石说 简直像小说中的侦探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喜耳恭听 我和小梅交往了两年 我十分的爱他 他也爱我 别在我面前提他 真恶心 安续抱吼道 你能不能不要打岔 陈石说 安续翻了个白眼 到旁边点了根烟 蹲在马路牙子上 承超继续说 他因为家境的关系 被小梅的父母嫌弃 那天去他家吃饭 他母亲问了许多刁钻问题 父亲更是说了许多难听的话 承超简直不敢相信 这样势快的一对夫妻 居然会生出像天使一样的女儿 小梅并不知道 后来他父亲还找到承超 给了他一笔钱 叫他离开小梅 不算太多 可能他觉得这十万块 就能让一个穷小子死心了 承超当然没有答应 小梅父亲便指着他的鼻子骂斗 以他的人脉 可以叫承超在龙安市 根本混不下去 不久之后 小梅的另一个追求者 那个和他门当户对的安续 找上门来 把承超揍了一顿 还把他的电脑给砸了 里面是他画了很久的画 是他的心血 承超恨透了这个不公的世界 可是又能如何 他是个穷人 第88章 天降幸运 那几个月 在小梅家人的围追堵截下 两人痛苦极了 于是他们就有了殉情的念头 承超知道这很自私 但小梅却说 离开他 他一天也活不了 还不如就这样死了 承超在网上买了注射器 和一种叫琥珀胆碱的药物 两人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 来到曹吉的荒山里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承超和朋友来这里玩过 知道这里有一个隐蔽的山洞 很适合当他们最后的葬身之地 终于来到山洞 两队亡命鸳鸯相拥在一起 希望下辈子能够在一起 承超咬紧牙关 用注射器朝小梅身上扎了一针 然后将剩下的药注射进自己身上 说到这里 他撸起袖子 给陈石看他手臂上的一个针眼 他做了一个梦 记不清是什么了 然后醒了过来 爬到洞边呕吐起来 承超一开始 以为自己已经在地狱了 回头看见小梅僵硬的身体 才知道自己没死掉 而小梅却早已咽气 承超想哭 为什么他连死都无法成功 他打算跳崖自尽 可又不甘心死后和小梅分开 他就在洞里坐着 坐了一个小时 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原来他前两天 随便买的一张彩票中的头等奖 两千万大奖 他跪地大哭 为什么老天爷如此残酷 竟要开这样的玩笑 在他终于有可以取小梅的资本的时候 小梅却已经不再人世 他爬起来 他要去领奖 狠狠地报复过去 瞧不起他的人 就在这时 一个登山者打扮的男人进到洞里 看见地上的女人 他惊讶地问起原因 承超谎称 是他女朋友生病睡着了 那男人挺热心 准备打手机叫救护车 这时承超一闪念地想到 一旦这里的事情被外界知道 自己就犯了杀人罪 而那两千万也将不翼而飞 于是乎 在男人拨通手机的瞬间 他抄起一块石头 砸在他脸上 然后将它按在地上 一下又一下地狠杂 直到他不在动弹为止 那段记忆 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一片空白 好像有一只野兽在支配他 回过神来 目以成舟 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躺在地上 承超使劲地抓头发 思考要怎么处理这状况 等等 这男的和自己差不多大 加上小梅的尸体 两人不正好是一对殉情的情侣吗 想到这里 他和男人互换了衣服 将他和小梅摆放在一起 考虑到警方越晚确定死者身份 就越难破案 他还必须毁掉小梅的脸 于是他流着泪 砸烂了小梅的脸 伪造完现场 他趁着夜色离开 去领那属于自己的两千万 有钱的感觉如同梦幻一样 那天晚上他喝酒 泡巴 找女人 一致千金 曾经对他充满恶意的世界 一下子露出灿烂的笑脸 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 有钱人的世界太美好了 从宿醉中醒来 他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 警方有DNA技术 一下就能知道死者不是他 他必须想个别的办法 想来想去 他又跑到那里 尸体还在那里 没人发现 他拔下男死者的头发 又从他身上 搓下一些皮线 带到自己的住处 撒在那里 撒在那里 留给警方发现 程超既然消失了 这里他也不打算再回来了 正要离开之际 他撞上了一脸怒容的安旭 安旭一把将他推在墙上 质问他 小梅去哪了 他失踪一天 家里人已经疯了 在到处找他 程超一直很害怕安旭 在他的武力威胁下 他竟窝囊地将小梅的死说了出来 当安旭提起拳头 要揍到他脸上的时候 他突然说 我给你钱好吗 求你保命 安旭嗤之以鼻 穷鬼 你能给我多少钱 一百万如何 安旭不敢相信 当程超真的转给他一百万的时候 这个男人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 他不但愿意帮程超演示 还提出了一些建议 比如把这笔钱 放进非自己名字的卡里 防止被警方查到 有钱的感觉真爽 自己就像网文的主角一样 程超觉得 自己倒霉了二十多年 终于时来运转了 当小梅的尸体 在深山中慢慢腐烂的时候 他在城市某个 迷烂奢华的角落里 灰金如土 享受着感官的刺激 当然 这期间 安旭也陪着他一起玩过几次 这个公子哥 知道不少好地方 他也没少找程超要钱 现在 这个奢靡的梦里 又多了一张新面孔 你打算要多少钱 程超冷笑着问 你认为钱可以收买我 陈时问 程超用大拇指 朝安旭一指 你看看他 过去对我什么态度 现在对我又是什么态度 我现在什么都看开了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钱是真的 去TMD爱情吧 过去我觉得 小梅有多好多好 因为我只有他 现在我随便甩一把钱 女人自己贴上来 孩子 你这样花钱 两千万也经不起花的 无所谓 过把瘾就死 反正我这辈子值了 陈时听见远处的车声 他掏出警员证 打开 里面是空的 他说 其实我根本不是警察 程超的嘴角慢慢打开 然后张开双手 对着天空大笑 我的运气真是天下无敌 老子是天选之子 天选之子 一旁的安旭 看见他这副嘴脸 气得把烟头扔在地上 程超笑吧 问 说吧 要多少钱 一百万以下 我现在就给你 孩子 你理解错了 我是说真警察正在来的路上 刚刚我是在拖延时间 车声越来越近 安旭慌了 大喊道 走走走 和程超逃回车上 陈时也麻溜地上了车 在他们的车还没发动起来 从后面狠狠一撞 把车撞开机密院 对到马路边上 安旭火了 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然后同时放开 高速旋转的车轮 把地上的碎狮子不断弹飞 向后飞台而出的车 撞上了陈时的车头 挡风玻璃哗叉一声碎了 陈时车里的安全气囊 被弹了出来 巨大的震战 使他的脑壳嗡的一声 额头也被碎玻璃茶 划出了血 但陈时还是不放弃 一脚油门 把对方的车 撞得横在马路上 这时 警车从两侧开过来 把他们围得死死的 陈时长松了口气 把脑袋搭在安全气囊上 安心地昏了过去 第89章 陶月月康复 陈时在医院的病床上醒过来 发现周围摆满了鲜花 花香扑鼻 鲜花丛中 是林冬雪可爱的笑脸 见他醒来 他伸出手 用手巾 替他擦拭额头的汗水 笑道 醒了 大英雄 你们不把送回家就算了 至少别把我扔到花店 去你的 这些都是大家送你的花 有我们队里的 有死者家属的 还有局长派人送的 你面子可真大 没有你的吗 凭什么我要给你送花 你还没送过我呢 陈时随手摘了一朵地给他 顺便飞了个眼风 林冬雪的脸红了一下 说 去去去 我才不要呢 你倒是省事 好好 我自己留着吧 这案子怎么样了 已经审完了 想听听吗 我之前已经问过了 除了中彩票这件事 你的推理基本上完全正确 真是想不到 安旭居然是被收买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那小子看来是毁掉了 这几天吃喝嫖赌 还被安旭带着染上了毒瘾 他还说 自己穷了大半辈子 爽了七天 够本了 枪笔都值了 我真想不明白 一个过去看上去那么有理想 有良知的人 怎么会一下子堕落成这样 有位社会学家说过 这个世界虽然很糟 但要是把穷人 富人颠倒过来 也许只会变得更糟 也许他本性良善 只是没有经受过诱惑 就像营养过剩的植物 会烂根一样 彩票可真不是个好东西 看谁中啊 要是我的话 我的本性可是不会变的哦 呸 我才不信呢 陈石突然坐起来 我的车呢 放心了 送去维修了 过两天保证和新的一样 躺得难受 怎么给我这么不崩蛋 拿我当木乃医 去叫护士过来拆掉 可是医生说 别信医生的话 林东雪没辙 去找来医生 医生诊断之后 认为可以回家静养了 就给拆了一部分绷带 陈石穿好衣服 准备去付医药费 林东雪笑道 还用得着你付 对理已经帮你付过了 看来我这次负伤挺值的 我哥叫我转告你 你下次不许再单独行动 万一把命搭进去 谁负责 这时陈石的手机响了 他把手机放在耳旁 听着听着 眼睛越瞪越大 林东雪以为是他家里出了什么事 然后一溜烟地跑了 那疯癫的样子 就如同犯境终局 喂 喂 林东雪叫没叫住 无奈地苦笑 刚刚被他抱起来的感觉 好像他还挺喜欢的 半小时后 陈石来到市里的另一所医院 拉着陶月月的手 站在医生面前 不停地确认 您的意思是 他这个病再也不会复发了是吧 医生说 是的 指数已经大幅下降 能够出现这样的好转 一是因为他比较年轻 恢复能力好 二是因为发现治疗得早 不过还是得 还是得来定期来做检查 还有 要记得吃 太谢谢你了 陈石看着陶月月 月月 想吃什么 陈叔叔 我想吃牛肉面 走着 送走了一位康复的癌症病人 医生由衷地露出微笑 突然又想起什么 冲两人的背影大声说 哎 康复期不能吃太辛亥油腻的食物 来到外面 看见久违的景色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陶月月十分开心 但是有一件遗憾的事情 他摸摸自己光溜溜的小脑袋 说 头发都掉光了 跟庙里的尼姑一样 瞧 陈叔叔给你准备了什么 陈石变戏法似的 拿出一顶鹅黄色编织帽 两段还垂着两条假辫子 戴上之后 陶月月欢天喜地 说 谢谢陈叔叔 走吧 我们吃饭去 你今天怎么没开车啊 是不是为了给我治病 把车卖掉了 车在修呢 年这么小 大夫说了 治病只要半价就行 骗人 我都听到了 给我治病花了好多钱呢 陶月月突然不笑了 陈叔叔 这个钱我以后长大了 会怀你的 好好 我等你长大 陈石伸手 在她的鼻子上刮了一下 过马路的时候 陈石把陶月月抱在怀里 病了几年 她似乎体重根本没有增长 此刻抱着这个小女孩 陈石的思绪又跳回到几年前 那时才五岁的陶月月 一声不吭地坐在衣橱里 亲眼目睹妈妈被杀害 她是周孝岸唯一的目击证人 警方从来没有对外公布她的存在 可以说 她是一张逆转的王牌 后来 当她患上癌症病倒的时候 陈石增一度以为老天爷抛弃了自己 她竭尽全力救她 终于有了回报 看来人不会一直倒霉 也不会一直走运 或许真像一些玄学家说的那样 人的气运是横定的 陶月月的康复 大概会成为一个转机 她想 但以陈石的身份生活了这么久 她早已把自己当作陈石 那个叫宋朗的人 好像已经是前世了 真不知道 当这一切结束的那天 她会选择以哪一个身份生活 陶月月问 陈叔叔 我以后住哪呀 住我家 阿姨不会不高兴吗 哪有什么阿姨 过阵子你也该上学了 功课落下不少吧 陶月不高兴地别着嘴 可我不想上学 那也不行 这宗案子平静地落下帷幕 这天深夜 整个局里人去楼空 只有技术中对的灯还亮着 彭思觉手中的血痒 正是陈石那天撞车之后 从他的车上采集到的 他此刻心情忐忑 双手不停地攥紧又放开 一气的嗡嗡声停下来了 电脑上慢慢读取出DNA信息 两组图谱重合到一起 屏幕的光印在彭思觉的镜片上 终于读取完毕 上面跳出吻合度100%的提示 彭思觉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鉴定结果 拳头慢慢攥紧 口中喃喃道 宋朗 果然是你 果然是你 眼泪慢慢淫润了他的眼眶 第九十章 临时侦探 林秋朴在办公室处理几份文件 桌上放着一杯红茶 难得一个清静的上午 这份清静并未持续太久 就被一名街警员的闯入打断了 对方悄悄门走进来 说 林队 五一新村 发现一具男尸 知道了 我马上处理 他给警员老张拨了的内线电话 发现没人接 便打了他的手机 说 老张 五一新村发现一具男尸 你带人过去处理一下 老张说 林队 我今天孙女发烧 请假在家 你找我徒弟小李吧 于是 林秋朴又打通小李的电话 小李说 林队 我正在协助消防部门 处理一宗报复纵火案 电话那头传过来 徐晓东的声音 我也在消防队 行 我找别人 打了一圈电话 今天真是巧了 所有人都有事 最后他拨通了林冬雪的电话 电话没人接 他慌张起来 连拨几次 才发现 手机铃声 是从外面办公室传来的 原来林冬雪手机 扔在单位充电 他问一名文职警员 林冬雪去哪了 对方说 请假参加交通安全课去了 他去那大麻 我忘了 他驾照还被扣着呢 陷入了无兵可用的困境 林秋朴一阵愁躇 想来想去拿起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又立马挂断 他自言自语道 真不想求这家伙 然后一狠心拨通电话 手机里传来诚实 带着笑意的声音 林大队长 找我有事 你现在在哪 人民东路 人民东路 离五一新村近吗 五分钟吧 怎么了 有案子 五一新村发现一具难尸 能不能帮我先处理一下 我的人赶过去 可能得有一阵子 现在下班高峰期 路上堵得厉害 他们不用来了 我把尸体弄回来 哎 你个外人不要乱来 放心 我知道流程 林秋朴孽如着 道 欠你个人情 完事了请你吃饭 哈哈 吃饭就免了 给奖金就行了 陈石把电话挂了 下午他带陶月月 去了一所学校 谈转学的事情 顺便买了些菜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 陶月月正不高兴 嘴觉得可以挂油糊了 刚刚电话的内容 被他偷听到了 陶月月说 陈叔叔 你要帮警察办案 是啊 我是不是面子很大 哼 陶月月想起 自己还在闹情绪 别过脸去 陈石把车拐进一个小区里 向物业出示证件 那张顾问证的封皮 保安大喜道 哎呀 你们可来了 小区里面都炸开锅了 车停哪 停在这边就可以 陈石停下车 陶月月麻溜的推门下车 他说 你在车上待着 我不 我也要看 哪有警察办案带个孩子的 你又不是警察 回车上去 陈石命令道 陶月月指着不远处的保安 你要是不带我 我就告诉他 你这个警察是假冒的 陈石无奈叹气 说 月月乖 这样吧 我答应你在家里养仓鼠了 好吗 不好 威胁力又都不顶用 见识到这小姑娘 有多将的陈石 无奈苦笑 说 不许乱碰 留下指纹 是很麻烦的事情 Yes Sir 陶月月不伦不类地进个礼 陈石掏出五十块钱 叫他去门口的便利店 买些塑料袋和橡胶手套过来 然后和保安朝发现尸体的地方走去 边走保安边简单说了下情况 尸体是在一家 位于某小区内的饭店的干水桶里 水桶里发现的 下午有人来收干水 抬的时候 发现桶子特别重 就拿棍子搅了搅 这一脚搅出一条胳膊出来 可把当事人吓坏了 发现尸体的人呢 陈石问 在呢 我们知道你们来了肯定得问 所以没让他走 你们怎么就来一个人 堵车 其他人会来的晚一点 了解 来到那家饭店门外 发现围了一圈人 都是在此就餐的时刻 听说干水桶里有尸体 他们纷纷放下筷子 把经理找出来 要求退钱 经理被一大群人围着 正焦头烂额的解释 保安说 我把经理带过来 看那场面 陈石不想成为众矢之地 摇头道 不用了 我们直接去看尸体 厨房有个后门 停了宫的厨师 都围在那里抽烟闲聊 发现尸体 他们的脸上 反而洋溢着一种幸灾乐祸的高兴劲 陈石朝黑漆漆的厨房里瞅了一眼 一块防水布上 躺着一个微微腐肿的矮胖男人 他问 你们搬的 一个厨师回答 是的 用手直接搬的 还能用脚啊 陈石摇头叹息 说 干水桶吗 这就是 旁边有一个半满的干水桶 屋里怎么这么黑啊 灯坏了 正准备找人修 结果出了这事 人群中传来一阵吵闹 小孩不许进去 陈石说 和我一起的 厨师们压抑地看着陶月月 穿过人群挤进来 把手套和塑料袋交给陈石 他给自己也买了一副小的 已经呆在手上了 他举起双手 嘚瑟地笑笑 你带这个干嘛 啥呀 脱了 你帮我拍照 会拍吗 我说拍哪就拍哪 yes Sir 陈石连上这里的WiFi 打开视频通讯 接通灵秋朴 呈现在灵秋朴眼前的画面 是一团漆黑中 躺着一个男人 他抱怨道 太黑了 没有灯 凑合一下吧 尸体怎么这么脏 陈石把镜头一向逃越远 这小孩是谁 是在干水桶里发现的 他是陈岳岳 陈岳岳是谁 还带个小孩 你给我认真点好吗 我替你把案子破了 不就得了 你能把案子破了 灵秋朴一脸不屑 不信 打赌 不 不赌 陈石笑了 他叫陈岳岳拍个照 周围每一寸地面都不要遗漏 然后转向尸体发现人 那个收干水的 问道 几点钟发现的 下午四点 你每天都这个时候 来这里收干水 是的 我总共要跑三个饭店 路线和时间都是固定的 因为养猪场离这比较远 所以得错开下班高峰期 你每天都把干水全收走 是的 昨天下午也来了 来了 也是四点 陈石又问厨师 这么大一个桶 装满得多久 厨师回答 别看这桶大 一过餐点就装满一半了 尤其是晚餐 客人点的汤比较多 平时桶就放在外面 是啊 又丑又重 哪可能放在屋里 反正也没人透 今天中午 我往里面倒剩菜的时候 发现这个桶满了 就倒在其他桶里 哪知道这个桶里抛了个人 士兵中 林秋朴说 看来人是昨晚被放进去的 调取监控 第91章 肝筒藏尸 陈石交代保安 去找找昨晚八点 到今天早上六点的监控 顺便问一下同事 有没有见过 提着大箱子 或者推着车进来的可疑人员 然后 陈石将开着视频的手机 摆在灶台上 拿起水管 林秋朴说 哎哎 别用水冲啊 尸体早就被污染了 身上都是干水 你要让老鹏全部花咽一遍 不怕累死他 你小心便 陈石打开水龙头 把尸体冲洗干净 死者是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身材矮胖 屑顶 全身上下光溜溜的 只穿了一条红内裤 左脚有只白袜子 陈月月目不转睛地看着尸体 说 这个叔叔好像很忧伤 是啊 被人杀了 能不忧伤吗 林秋朴在手机里说 不要乱下结论 你查案能不能认真点 带着小孩叫什么事 这是小孩能看的画面 林队 你在旁边安静地看着 不要指挥我 我又不是你手下 陈石说 林秋朴记得无话可说 陈石蹲下来 用戴了橡胶手套的手 拿着死者的手掌看了看 说 林队 你记录一下 死者应该是从事文质工作的 手指和指甲的磨损 只有长期使用电脑的人才会留下 这个体型 也是长期不运动的人才会有的 他凑近死者的脸闻了闻 继续说 好重的酒精味 死前应该喝了酒 或者被人灌了酒 你确定不是干水的味道 林石当起记录员的林秋朴说 你过来闻闻就知道了 我怎么过得来 陈石翻开死者的眼皮 瞳孔已经浑浊 成一状 他又捏了捏死者上肢的肌肉 道 由于死者被搬动过 事搬没有沉积 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 死亡时间是24小时左右 确定 错不了 死因呢 陈石用一根手指 扒开死者的嘴 外面的厨师见状都皱起眉头 陶月月却蹲在一旁看得很认真 还指出来 陈叔叔 他嘴里有沙子 陈石点头 提高音量 口腔里有少量泥沙 及带粉红色血迹的泡沫 皮肤微微有褶皱 刚刚在指甲缝里 也发现了泥沙残留 看来是溺斃 你刚刚还说是被杀的 陈秋普逮到了口石 陈石没理会 双手去摸死者上身的骨骼 由于死者脂肪掠后 他要用点力才能摸到骨骼 陶月月问 这个叔叔这么胖 怎么会淹死的 胖也未必就会浮起来 况且 还有人站在岸边用棍子打他 你说什么 陈秋普警觉道 肩胛骨 肋骨 颈骨 还有颅骨 有多处骨骼伤 全部集中在死者巢上的一面 可见有人当时站在岸边 使劲地打他 使他沉浸水里 致使溺斃 是谋杀 陈秋普震惊 等一下 腹部有一处淤血 这个形状 陈石听见嘎嘣一声 一抬头发现陈月月在吃黄瓜 他说 从哪拿的 桌上啊 有好多呢 我饿了 陈月月一脸无辜地说 又咬了一口 陈石笑了 叫陈月月把新买的手机给他 他先打个闪光灯 对着死者腹部拍了个照片 然后以手机为标尺 丈量那块伤痕的长度及宽度 他说 是个鞋印 长24公分 换算下来 这人的身高应该有175到180 可能是男性 他把尸体翻过来 对陈月月说 转过去 儿童不宜 于MBS SP 我不 陈石对他实在没辙 拉下死者的内裤 在腰部发现了一些淤种 这片淤种比较均匀 他说 死者被那一脚踢到墙上 腰部撞在墙上 难道不应该是一脚踹下水吗 林秋普道 事实如此 那就是 凶手与死者先发生了争执 然后凶手又将死者扔下了水 然后又牢上来 扒光衣服气湿 事实如此 林秋普说 保安进来 说找到一些线索 陈石点头 把尸体用袋子裹了几层 叫厨师帮忙抬到车上 放在后座上 后座上原本放了买回来的蔬菜 陈石估摸着 今晚没法做饭了 便提出来交给厨师 说 刚刚小鬼吃了你们一根黄瓜 这些菜 你们拿去吧 我们今天怕是开不了张了 厨师苦笑 但还是接过了 老家 我问下 饭店是不是要被封几天 没事 正常营业吧 那里不是密案现场 被陈石装在口袋里的林秋普大声说 不要擅作主张 陈石只当没听见 又说 对了 干水桶留下来 盖上盖子不要动 之后会有警察过来取取 里面可能有证物 明白 明白 这位警官 你办案可真麻溜 厨师们走后 陈月月指着车子问 这个叔叔 今晚要和我们一起睡吗 不会 他会睡在警察局里 警察会把他切碎吗 是啊 那叫解剖 是为了破案 可怜的叔叔 不要对小孩子说这些 林秋普在口袋里大喊 陈石掏出手机 说了句没流量 就把视频给切断了 陈石确认了一下车走好了 摘掉橡胶手套 扔进垃圾桶 和陈月月来到保安室 刚刚带路的保安 指着一名年轻的保安说 小王昨晚值班 他说 看见两个人提着一个大箱子进来 保安小王说 一男一女 女的穿着貂皮 下面是皮裤 头发染过 男的呢 很普通 很普通是什么意思 多高 没我高 陈石目测了一下他的身高 看来那男的不到一百七十 他问 你当时没拦下他们 我 我当时有事 在玩英雄联盟 是王者荣耀 陈石笑了 那 给我看看监控吧 打开监控 陈石快进到那个时段 果然有一男一女进来 两人推着一个特别大的箱子 男人穿着羽绒服 戴着一顶帽子 女的戴着框架眼镜 相貌很模糊 大约十五分钟后 这两人又出来了 仍然是推着箱子 但这次显然不那么费劲 应该是箱子里的东西 已经被扔掉了 陈石在纸上写了一个邮箱 说 把刚刚那份视频拷贝 发到这个邮箱上 还有 这是命案 之后法庭开庭 可能会传你当个证人 到时配合一下 有钱拿吗 保安小王问 没钱 不过会上报纸 上新闻 我去 我去 第九十二章 气势 放了尸体的车 暂时就搁在小区里 陈石把车钥匙丢给保安 交代他们 待会其他警察来了 车钥匙给他们 然后和陶月月徒步走出小区 陶月月问 为什么不开车 你猜 嗯 箱子那么大 拖着走一定很累 所以凶手一定就住在附近 纠正一点 他们不一定是凶手 只是气势者 假如他们是开车来的呢 有这种可能吗 陶月摇头 如果他们开了车 就会像我们一样 直接开进来了 用不着搬个大箱子 真聪明 陈石拍拍他的脑袋 陶月月闻到小区外面 鸡蛋饼的香气 说 陈叔叔 我饿了 不才吃了黄瓜吗 黄瓜又不顶饿 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你难道不知道 好好 陈石走到卖鸡蛋灌饼的摊子前 要了两份 顺便向摊主打听 这附近有什么晚上才开张的地方 摊主是个大姐 他打量一眼陈石 问 你要干嘛 查案 我是警察 警察还带个小孩 你说的这种地方 前面左拐那条街 最符合条件 那是什么地方 你去了就知道 给 你的鸡蛋饼 吃着鸡蛋灌饼 陈月月说 假扮警察的游戏真好玩 什么假扮 我就是 说谎鼻子是要变长的 告诉你个秘密 其实我是卧底警察 陈月月对他左瞧右瞧 道 骗人 你长得又不帅 是有联系吗 电影里面 卧底长得都很帅 少看那种打打杀杀的电影 你们大人就这样 说不过小孩 就摆架子 好好 我认输还不行吗 哇 仓鼠 陈月月跑到一个 卖仓鼠的地摊 蹲在那里 对着在笼子里 跑个不停的仓鼠 露出微笑 摊主劝道 给你女儿买一个吧 瞧她多喜欢 她不是我爸爸 她不是我女儿 两人几乎同时说出来 摊主脸上带着尴尬的笑 揣测二人的关系 陈月月冲 陈时露出可怜巴巴的眼神 陈时说 只要你期末 考到八十分以上 就给你买 狡猾 哪个条件 少废话 学肯定是要上的 陈月月又不高兴了 陈时把她硬拖走 边走边开斗 不上学就没文化 没文化长大了 就得像她一样 摆摊卖仓鼠 那不挺好的吗 上学就像你打游戏升级一样 你不升级 装备也差 等级也差 别人一刀就把你秒了 那那个被杀的叔叔 就是因为没上学吗 小孩子的问题太刁钻 搞得陈时无言以对 他说 你上学 我就同意你养仓鼠 我要养四只 好好 四只 五只 不行 只能养四只 陈月月坏笑道 那我就让他们生四百只出来 来到那条街 陈 条街 陈时才发现 这里是红灯区 沿街都是一些可疑的发廊 里面灯光暧昧 坐着一些衣着暴露的女人 陈时走进其中一间 一个大姐说 大哥 你心可真大 带小孩子来这种地方 打听的是 你们这里每天几点开始营业 怎么 要来照顾生意 下午两点营业 到凌晨四点 都这样 都这样 开张早了也没人 谢了 离开这家店 陈月月问 那个阿姨是妓女吗 是 不要问了 陈月月的神情突然暗淡下来 陈时问 怎么了 想起我妈妈了 我妈妈也是做这个的吗 陈时知道 这些事瞒不了她 陈月月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不是一般的聪明 智商高达一百四十三的聪明 她抚摸着陈月月的脑袋说 你妈妈也是做这个的 但职业不代表人品 陈叔叔 你不用安慰我的 我知道我妈妈不是好人 我们继续查案吧 嗯 这条街的尽头 有一家夜总会 开在这种地方 内容可想而知 陈时并没有直接走进去 而是走到她旁边的马路上看了看 这条马路两侧 栽满家道树 路灯老旧 在傍晚看来比较阴暗 东侧的墙根 画着各种涂鸦 夜总会一楼是空着的 堆放着一些落满灰尘的自行车 扔了不少垃圾 要坐电梯去二楼 陈时在地上看了看 并打开了手机的照明 陈月月指着一个地方说 陈叔叔 看那里 太窄了 我够不着 你帮我一下 陈月月点头 从楼道和自行车之间的缝隙钻进去 剪出来一枚牙齿 陈时拖在手掌上看 是没陶瓷假牙 他要陈月月拿出照片来对照一下 死者确实缺了一枚旧齿 陈时在周围勘察起来 要过陈月月新买的高像素手机 对着一块地面拍了张照片 陈月月问 尸体是被人扔在这里的 地上的灰尘被擦掉一大块 有水渍 显然是这样 所以死掉的叔叔 其实是被别人杀了 扔在这里 然后又被扔到臭桶桶里 是这样 可怜的叔叔 我们上去问问 叶总会还没有正式营业 服务生过来询问他们是干嘛的 陈时亮出证件 服务生忙说 警察同志 我们这里是正经营业 我们不是查这个的 问下 这家叶总会晚上有表演吗 有啊 什么表演 这阵子 请了一个不出名的摇滚乐队过来 每晚都演出 让我看看他们的道具 听说是乐队的事情 服务生就很乐意带他们去看 来到一间房间 里面堆满了表演用的乐器 陶月月指着一个巨大的箱子说 就是那个 服务生一脸茫然 陈时道 请你去把经理叫过来 好 他走后 陈时挨个检查箱子 其中一个箱子明显比别的干净 他闻了闻 又叫陶月月来闻 陶月月说 洗劫剂的味道 还有臭鱼虾身上的味道 这个应该就是正物 我们带走吧 咦 警察可以随便拿人东西 是啊 当警察真好 第九十三章 真相的警察 等待的时候 陈时给林秋普打了个电话 林秋普一上来就说 你别查了 彭队长 他们正在路上 马上就到了 尸体还没解剖 你查什么查 不要给我添乱 个人兴趣不行吗 对了 帮我找找这一片的水域 死者身高160 要淹死死者 至少得是一米四身的水域 你竟然还直视起我来了 免谈 行行行 我自己打听 你别查了 不等林秋普话说完 陈时就把电话挂了 陈月月半个鬼脸 她生气了 我管她呢 这时门开了 一个穿着皮衣皮裤 手上夹着烟头的女人走进来 陈月月说 陈叔叔 好像就是她 文言 女人一惊 把腿就跑 陈时低喝道 跑什么 我们不是来扫黄的 女人善笑着回来 听说是警察 有点紧张 你是这里的经理 一旁的服务声道 她是李姐 这位李姐是经理 李姐就是李姐 李姐说 你可以拿我当经理 陈时说 看来你是管事的 那我不都圈子了 昨天晚上是不是有人 把一具男尸扔在你们楼下 警察同志 您情况了解的太彻底了 是这样的 昨晚八点 我们发现楼下躺个人 本以为是罪汉 一摸才发现没气了 感情是个死人 你也够痛快的 这样就承认了 你当时不但不报警 还把尸体给转移了 知道给我们工作 增添了多少麻烦吗 我知道 你们迟早会来找我 我早有心理准备 侮辱尸体可是重罪 我没有侮辱他 一个死大叔 有什么值得侮辱的 知情不报也是犯罪 这我认了 要罚款 我掏还不行吗 反正这死人在哪被发现都行 就是不能在我店里被发现 要是有警车开进来 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啊 我怀疑就是对面弹的 我们两家是竞争对手 那边的死巴婆 经常挖我们这里的小姐 我说的小姐是裴酒小姐 我们这里是正经营业 行了 别解释了 越描越黑 这件事之后再说吧 我了解一下情况 当时发现尸体时 是什么情况 这里有监控吗 有没有注意到 周围有可疑人员或者车辆 没有监控 也没注意到什么可疑的 就一个大叔躺在下面 身上湿淋淋的 他没穿衣服 嗯 没穿 光着的 诚实冷笑 这句是撒谎吧 说吧 他穿着什么衣服 李姐一脸尴尬 骚着脸颊回忆到 一条西装裤 脚上只穿了一只袜子 上面是个衬衣 衣服呢 小宋帮我搬运的时候 手弄脏了 就把她的衣服扯下来擦手 随手扔在那个干水桶里 裤子也是小宋扒走的 扒死人裤子干什么 他说那裤子是牌子货 市面上两千一条 他正想买 我还说呢 死人的裤子你也要 他说他不嫌弃 就给扒下来了 叫他过来 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在那里弃尸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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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姐神情尴尬 有一次我从那家饭店点餐 吃出一只死蟑螂 要求退款 对方不但不答应 还说 那是我自己放的 我当时就火了 解释什么人 会做这种下作的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记着愁呢 怎么样 警察同志 他们饭店是不是关门大吉了 是的 如你所愿 李姐显得很高兴 那 那我可以走了吗 等一下 陶月月拉扯了一下陈石的衣服 小声说 真像个警察 陈石眨了下眼睛 也小声回答 我本来就是 陶月月冲她半了个鬼脸 不多时 小宋被叫来了 她穿的衣服很潮 身上纹了不少纹身 但这掩饰不了她经济拮据的现实 从她脏兮兮的领口 袖口看 这身衣服很久没换洗过了 李姐小声对她说 这是警察 问昨晚的事来了 小宋立即堆满笑脸 伸出手来 诚实没理会 问 你是干什么的 搞乐队的 这里的道具都是你的 是的 是租来的 为什么要气失 李姐说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 把死人扔在楼下 存心想害他们叶总会倒闭 所以就找上我 我在这里演出 要是叶总会关张了 我也没出讨饭吃 那什么蠢王齿寒嘛 就答应了 反正人 又不我们杀的 你可真是心大 知不知道这样做 等于是在增加我们的调查难度 间接帮助凶手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小宋笑笑 露出一嘴 被烟熏黄的牙齿 你贯彻的还真彻底 把死者身上的东西交出来 那些是证物 我们得带走 好的 好的 小宋去取来一个袋子 里面除了裤子 还有一个钥匙串 一个钱包 陈石打开钱包看了一眼 里面的钱已经泡烂了 此外还有一张银行卡 他拿起裤子看了看 注意到裤脚有些磨损 但是磨损得很均匀 陈岳岳说 这是仓鼠咬的 仓鼠有这么大的牙吗 陈石将东西收起来 要了李姐和小宋的联系方式 并带走了装过尸体的箱子 走的时候 李姐说 你们该不会捎带手地 把我们查一遍吧 陈石朝夜总会里看了一眼 此时已经开始营业 有些衣着暴露的女人 在走廊里走动 他笑笑 我们不查这个 离开夜总会 陈石回刚刚的小区 把裤子 箱子和钱包放在车上 林秋朴打来电话 说 查到了 附近有个公园 里面有片人工湖 不是说不帮忙吗 哼 我倒瞧瞧你的能耐 要是这案子 你单枪匹马破了 就怎么样 林秋朴顾左右而言他 有什么进展吗 陈石把情况大致说了一遍 林秋朴道 居然把尸体转移 还扒尸体身上的衣服 胆子可真大 我非得好好制止 这家夜总会不可 老鹏呢 还在路上堵着呢 哎 这个交通 你喊他老鹏 你们俩很熟吗 别在意 那片公园附近有小区吗 有 挺多的 五个呢 你慢慢查吧 林秋朴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第94章 锁定受害人 陈石挂断电话 立即拉着陈月月跑出小区 陈月月说 陈叔叔 干嘛这么着急 天要黑了 速度得快 他跳一辆出租车 交代司机去人民公园附近的小区 司机问 哪个小区 挨个去 你这车我包了 包一个小时 出多少钱 两百够吗 够够 司机发动汽车 来到一个小区附近 陈石发现 路边有一个配钥匙的摊子 立即跳下车 上前向师傅打听 不好意思 我能不能看一下你配所用的材料 你干嘛的 警察 正在查一宗案子 那行吧 陈石拿起一块金属板 和手上的钥匙串比较了一下 摇摇头 将东西还给师傅 又上了车 陈月月问 这钥匙能找到人吗 钥匙是新配的 用的好像是纯度不高的铝片 原来如此 相继问了几个小区 到第五个的时候 终于找到对上号的钥匙摊了 陈石出世那把钥匙 问配所大爷 大爷 这钥匙是您配的吗 是的 记得是谁配的吗 我哪记得 你住这个小区吗 是啊 小区里有谁家养了兔子 或者竹鼠 这我真不知道 你问物业 陈石找到物业 可算是问到了一家养兔子的人家 林秋朴又打来电话 说 小东回来了 要他过去帮忙吗 怎么过来 飞过来吗 这个点什么 交通状况不知道 陈石说 林秋朴乐了 你一天工资多少 问这个干嘛 我想好了 我和你打个赌 你今天24点之前 能把案子破了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工资 要是不行 你给我 按你的工资水准算 是吗 我一天工资800 800 吹牛吧你 行 就看你这次 怎么自掘坟墓 24点以前破案 我说不可能 任何人都不可能 林大队长 机械我的好胜心 可是很危险的 本来我都累了 打算先回家休息 现在突然又有了动力 真是太谢谢你了 哈哈 那你加油干 打听到第几个小区了 实际上 我已经找到了 死者所在的小区了 什么 林秋朴震惊地叫出来 陈石和陶月月 来到养兔子的那家楼下 他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上了楼 敲开房门 说明来意 陈石问 你们家里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 中年男子吗 没有 女主人回答 我们夫妻俩 今年才四十岁 还有个孩子 陈石察言观色 知道对方并未撒谎 又问 你们家养兔子 是的 孩子弄了两只折尔兔 折尔兔 陈月月眼前一亮 我想看看 陈石瞪他一眼 女主人笑道 在阳台呢 兔子比较臭 所以养在那里 养在阳台 陈石摸着下巴沉吟 我记得你家阳台没 阳台没有风 最近有没有谁家的裤子 掉到你家 被兔子啃了 有有有 上个月楼上的 吕师傅晾的裤子 被风刮下来了 我下班回来 发现两只兔子 正在啃裤脚 赶紧抢下来了 后来说要赔钱给吕师傅 他没要 吕师傅是干嘛的 是在什么 登具公司当经理的吧 听说和老婆离婚了 一个人过 经常见面吗 不经常 平时工作忙 没时间走动 好的 谢谢 来到楼上 找到吕师傅的家 陈月月说 要怎么进去呢 不是带了钥匙吗 我故意问的 陈月月笑了一下 陈石掏出钥匙串 刚打开防盗门 就听见身后 传来上楼声 你是什么人 上来的是两名民警 和一个居委会大妈 陈石平静地回答 市局的警察 我正在查案子 不信 你可以给林秋普 打个电话问问 我名字叫陈石 一名民警正准备拨手机 另一名阻止他道 林秋普是市局的刑警大队长 我知道他 看来这位确实是市局的同志 你们在查什么 你们在查什么 这家姓吕的失踪了 不是 我们来其实是有件重要的事 要通知他 请问你们在查什么 见对方似乎不太想说 陈石也就没追问了 道 他死了 什么 两名民警错愕地 交换了一下视线 居委会大妈说 居然一天之间 这对父子全动 大妈 你说什么 其实我们来 是通知他儿子死讯的 昨晚他儿子出车祸死了 是意外 真是意外吗 真是意外 我们问了和他儿子 一起飙车的几人 哦 那几个小子 现在还在所里扣着呢 他们晚上喝了酒 在外面也 吕师傅儿子 撞到一辆卡车上 死了 陈石露出惊讶的神色 道 如果没弄错的话 我们今天发现的尸体 应该就是这个吕师傅 这是他身上找到的钥匙 他转身 用钥匙开门 门果然开了 那三人准备进来 陈石说 别动 这里很可能是命案现场 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下 说着 他和陶月月在套鞋机上 套上塑料袋 一名民警说 他为什么可以进去 难道他也是警察 陈石套上一副新的橡胶手套 打开灯 叮嘱陶月月什么都别动 负责拍照就行 陶月月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的居所 陈设极为简陋 连电视都没有 厨房里他看见了不少老朋友 方便面袋子 他笑着说 为什么这种难吃的东西 这么受欢迎 每次都能看见 陈月月道 方便面很好吃的 比你做的饭好吃 那你给我天天吃方便面 别吃我的红烧肉 糖醋排骨 肉末茄子了 一想到没有肉吃 陈月月立即闭了嘴 陈石打开橱柜看了看 餐具挺齐全 但是很久没用过 灶台上有个电磁炉 他拧了一下煤气开关 发现已经欠费被停掉了 烧水做饭 都是用电磁炉 接着来到客厅 客厅的一脚墙皮有剥落 陈石在地上检查 发现一根落到沙发后面的数据线 从上面的灰尘看 是刚刚掉落的 陈月月说 他们就是在这里打架的吧 差不多 但凶杀不是发生在这里的 第95章 父子矛盾 陈石走进卧室 卧室也是宿静得很 一张床一台电脑 但是电脑主机不见了 他检视了一下灰尘 USB线都被扯断了 扯断的线 和刚刚发现的那根 正好是一根 陈石环顾四周 自言自语 作为一名经理 这家未免太穷了 他又发现 椅子腿在地板上 磨出不少痕迹 显然这人长期坐在电脑前 之前验尸的时候 他发现 死者腰部有一圈坠肉 另外有痔疮 都符合久坐的特征 桌子上面有不少烟灰 还有吃东西落下来的汤汁 有些建在电脑上 陶月月鄙试地说 跟你一样邋遢 胡说八道 我家很干净的 干净吗 桌子 床下面都脏的 是吗 今晚就大扫除 陶月月打开个抽屉 说 我发现了重要线索 叫你别拿手动的 陈石走过去 抽屉里有一个古怪的面具 面具是木制的 做工粗糙 应该是用车床随便扯出来的 他的右眼 鼻子和嘴部都是路着的 其他地方遮着 下面有一个卧饼 陈石拿在手上看了看 用鼻子 袖袖面具内侧 有一股大蒜味和酒味 这个面具有人逮捕 你觉得这是干嘛用的 会不会和案子有关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我认为他和案件无关 你这是武断 这话陈石前阵子 还拿来说林秋普 现在居然落到他头上了 他把面具放回抽屉 道 咱没有时间每条线索都查 这个面具不查 只顾案子本身 为什么没时间 你不是无业游民吗 你这孩子 说话别这么伤人好吧 叔叔和人打赌 这案子 要是今晚24点 以前破了 我们就可以去最好的饭店吃一顿 好不好 好 陈月月欢天喜地 陈石来到外面 问居委会大妈 户主叫什么 她不是户主 这房子是租的 吕师傅真名叫吕建业 我记得她是什么 登具公司的经理 收入不高吗 为什么住租的房子 家里这么寒酸 她妻子呢 什么时候离婚的 居委会大妈笑笑 警察同志 你这问题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她收入怎么样 至于妻子 应该说前妻 我记得他们早就离了 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居委会应该有 我去给你找找 说着 居委会大妈先下楼去了 陈石对两名民警道 这房子 待会我同事过来调查一遍 你们先别进去了 这案子 适去接手了 那她儿子的死 尸体现在在哪 在医院放着呢 哪家医院 待会法医会过去看看 三人下了楼 这时林东雪打来电话 林东雪一上来就惊讶地说 陈石 不是吧 我哥说 你在单独查案子 他现在这么信任你了吗 不是信任我 是下午你们都不在 你去哪了 我请了半天假去参加交通安全课了 过两天 我的驾照就能拿回来了 刚回居里 正好 帮我查一下死者的经济情况 我稍后会把详细资料 用短信发给你 行 你一个人能行吗 需不需要 不用 和你个打赌 我24点 以前把案子破了 无法理解你们男人 说着 林东雪挂断了电话 陈岳岳拉了拉陈石的衣服 陈石问怎么了 陈岳岳指着一个人的背影说 刚刚那个叔叔走到前面 突然回头了 我觉得有点可疑 会不会是凶手 陈石笑着刮一下他的鼻子 你前面说的都对 最后一句太跳跃了 这是我的推理 这两个警察叔叔站在这 那人一看见就走了 肯定是心虚 所以他是凶手 这叫奶门子推理 你要不要上去和他说说话 不 不去 就算真是壮大运 这人正好是凶手 现在上前盘问 也没什么可问的 陈石遵循着自己的原则 查案必须有所取舍 不能像被激光笔引诱的猫一样 追着每条线索死查 刚刚在死者屋里发现的奇怪面具 和整个案子就没有清晰的逻辑关系 所以他果断放弃 如果不这样 今晚是不可能查出来的 居委会大妈赶来 手上拿着一张打印的文件 陈石扫了一眼 说 他妻子在外地 是 那孩子判给谁的 当时是判给父亲的 但那孩子 今年已经十九了 出去打工了 说是打工 其实一天到晚 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社会上人鬼混 经常跑来找他 老子要钱 他老子不给 两人就吵 有一次吵得特别凶 把电脑上的鼠标 从楼上扔下来了 险些砸到一个孕妇 当时就是 我去批评教育他的 对了 警察同志 我有一件事情 必须得反映一下 昨天他儿子来过 是吗 大概是五 六点吧 有人看见他儿子 抱着一台主机跑下来 老吕在后面一边追一边骂 骂得特别难听 什么小兔崽子 早知道把你设墙上算了之类的 我从来没见过老吕这样骂人 他脾气一直很好 后来你猜怎么着 他儿子居然把电脑 给扔到河里去了 然后老吕一个猛子扎下去 好多人都瞧见了 吕奸叶水性怎么样 应该是会游泳的 因为当时他自己游回来 坐在岸边 一棵柳树下面哭 骂什么不孝子 会游泳啊 陈时自语 露出一缕失望的神情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不知道呀 街坊邻居过去问 他始终就说不孝子 不要钱就动粗什么的 具体什么事情 我们并不清楚 那你说的河 是哪条河 小区里面这条啊 你来的时候看见了吧 劳驾带我去那时的地点看看 陈时请两名民警先回去吧 等市局的人和他们对接 然后和居委会大妈 来到出市地点 这条河很浅很窄 流速也叫慢 其实是开发商 为了搞个绿水环绕的会头 从公园那边引过来的 陈时从地上拾起一根树枝 往水里插 整根树枝完全没了进去 这个区域的水深 应该超过了一米 他沉吟道 看来死者确实会游泳 第九十六章 坑前网游三更 居委会大妈道 当时有不少人目击到 要不要找人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不用 他后来去哪了 出小区了 你说这大冷天的 全身湿漉漉的 也不回家换身衣服 他那个年龄 不怕得关节炎啊 看 用不着问别人 问您就行了 谢谢您啊 没事没事 警察同志 老吕是怎么死的 这个不方便透露 之后我会告诉你的 留个联系方式吧 交换过联系方式 大妈先走了 她把吕建业夫妻二人的联系方式 发给林东雪 然后给林东雪打电话 说 冬雪 查一下丈夫的收入情况 有没有存款 另外给他妻子打个电话 了解一下情况 你为什么不顺手打了 连电话费都要省啊 不是 我打电话 肯定得花时间说明情况 还得安慰她 现在我最缺的就是时间 一秒都不能浪费 知道了 林东雪兴致缺缺的说 谢了 回头请你吃饭哦 不稀罕 挂了电话 陶月月用怀疑的目光 看着陈石 说 你喜欢打电话的这个阿姨 小孩子懂什么 我就懂 你给别人打电话都不笑 就和她笑 胡说 我和谁都笑 笑得没这么发自成心 陈石彻底服了 说 好好 你别瞎说好吗 知道 见不得人的事情要保密 陶月月调皮眨了下眼睛 现在已经是八点了 时间紧张 陈石离开小区 直接来到附近一家网吧 问老板 昨晚有个叫吕建业的人来上网吗 老板一查 回答 有 昨晚七点上的机 上了多久 两个小时整 做了些什么 是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打听这些干嘛 你是警察啊 陈石掏出证件 老板立马紧张起来 道 我这里全是身份证登记上网 没有未成年人 不是来查这个的 给我开台机 陈月月指着柜台后面的架子 说 陈叔叔 我要喝可乐 再来一瓶可乐 一瓶矿泉水 老板从柜台探出头 看见这个小不点 说 怎么还带小孩 小孩不能进 万一警察来查 我就是警察 对对 忘了 老板陪着笑脸 陈石上了机 打开音乐 双手抱着脑袋 靠在椅子上 陈月月跪在旁边的椅子上 用吸管喝着可乐 问 陈叔叔 为什么不查案子了 休息一会 那你的打赌能赢吗 知道吗 等待也是查案中必备的一环 我上学的事 也可以等待吗 不行 陈月月皱着鼻子 扮了个鬼脸 林东雪打来电话 说 吕建业妻子联系不上 她的财务情况 每月卡里的收入有四万左右 应该是工资真够高的 两年前 她卖过名下的一辆宝马 一年前 她卖了自己的房子 至于钱去啊 我查到她信用卡 已经刷爆了 所有钱都打进了一家 叫做盛世电子的对外账号里 有规律吗 什么规律 我看看 大概每月会打进三万元左右 有时候达到十万左右 还有一笔一百万的 天啊 陈石在电脑上 噼里啪啦的查起来 说 盛世 盛世电子公司 就是网游江湖纵横的代理公司 这家伙是个网瘾大叔 网瘾大叔 你是说 他的车 房子都卖掉打游戏了 你那边怎么这么吵 我在网吧 你已经猜到了 是的 猜的 看到他的家庭情况 还有儿子抱走电脑 我就猜到了 只是还需要确认一下 确认是哪款游戏 这个人 五十多岁了 也算事业有成 居然沉迷游戏 不是只有小孩子才沉迷吗 沉迷游戏 不分男女老少 这是本案的关键点 好了不说了 我得查案了 对了 彭队长已经在小区了 叫他把我的车钥匙 放在保安那里 之后我拒绝 陈石挂掉电话 麻溜的在江湖纵横 这款网游上开始注册 陶月月说 你觉得 那个大叔 是被游戏里的彭杀掉的 不一定 但可能有关 陈石何尝不是在赌 他在所有线索里 挑了这一条 直觉告诉他 这是最有可能的杀人动机 见了星号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 花里胡哨的画面 满屏的系统提示 还有看也看不明白的技能栏 陶月月说 好无聊啊 还没有精灵宝可梦好玩 这种游戏 出售的不是游戏性 而是成就感 花一点小钱 就能买到的无上的成就感 大人的世界真难懂 才做了一个新手任务 系统就提醒 如果花15元宝买 直上青云礼包 就可以直接跳过新手任务 升到20级 陈石骂了一句 Q&MD 不要说脏话 这种查法不行 在游戏里 得跑多少地图 才能找到线索 效率实在低下 他又给林东雪打个电话 林东雪抱怨说 我这碗螺蛳粉 今天是别想吃完了是吧 完事了 请你吃鱼翅 给我联系一下这家公司 他们这个游戏 用的是实名制 问问吕建叶 在里面的游戏角色是什么 最后一次登陆是什么时候 近期有没有发生过 装备或者物品的转移 人家理我吗 就说你是刑警 再查命案 很好使的 说得好像你试过似的 林东雪笑着把电话挂了 陶月月笑嘻嘻地说 心照不宣 你们是不是像电视剧里一样 相互喜欢 又没说出口啊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成语 看电视看的咯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有权保持沉默 哼 沉默就是默认 陈时一阵苦笑 这小丫头实在太难缠了 他甚至在考虑 要不要找个寄宿学校 把她丢在那里 等待的时候 陈时看见游戏上 有不少系统提示 无非是谁谁开箱子 获得了什么神器 谁谁打败了谁谁 他说 知道这种扎画质 扎手感的游戏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玩吗 成就感 准确来说 是一种赌博 无处不在 又不容易被发现的赌博机制 人脑中有个中枢 会在赌博的时候 释放大量的多巴胺 带来快感 让人欲罢不能 陈月月似懂非懂的眨着眼 问 什么是多巴胺 是大脑给你的一点甜头 为了刺激 去做什么事情 大脑就会适当给你一点甜头 但是人脑认为 应该去做的事情 对身体未必有益 比如 你喝可乐吃汉堡会开心 大脑认为 你应该多摄取热量 但长胖可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你喝可乐会开心 不是因为可乐好喝 而是你的大脑在欺骗你 陈月月看看 手中喝了一半的可乐 陈时问 懂了吗 懂了 陈月月递过可乐瓶 我再也不喝了 第97章 隐秘的动机 9点钟 林东雪打来电话 说 查到了 吕剑叶的账号在24区 叫什么独孤一剑 是这个区实力排行第二名 客服说 他的账号最后一次登陆 是25小时前 由于游戏内有高级装备的锁定功能 所以没有发生装备转移的事情 另外 他账号上的元宝 也就是点券和物品都没动过 谢了 你现在在哪 局里啊 还不是你这个事 现在还没走 下班吧 出去玩会游戏 我们在24区间 你先练得好 可能要充点值 之后 我把钱不及你 啊 玩游戏啊 我不感冒 要不我叫徐晓东去吧 他是个游戏达人 行 陈时扔下电脑 去吧台买了包玉璽 然后再往吧里转悠 碰上玩这游戏的人就递烟 问 老兄 装备不错呀 哪个去的 无奈玩这游戏的人太少 都没有找到24区的 倒是有个哥们说 我这个装备垃圾 昨天我在网吧里 见到一个大叔 我去 全服第一 一身神装 太MB了 是不是谢顶 有点胖 你认识啊 一起喝过酒 他的号可真MB 估计砸了几千万吧 MB坏了 我要有这样的号 睡觉动能笑醒 不过他来的时候 全身都是湿的 我就说大叔你不怕感冒啊 他笑笑说 不要紧 这哥们桌上 放着许多零食和饮料 他抱着大桶的可乐喝了一口 揉了揉通红的眼睛 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打字 刷天摩镜地 带我一个 进了队伍 队伍里有个认识他的说 他才充了一百万 别和他组队 然后屏幕上出现一个 你已被踢出组队的提示框 这哥们怒摔鼠标骂道 瞧不起人 MB 老子现在就充值 玩个游戏而已 这么上火 你在这熬几晚上了 诚实问 游戏而已 哥们好像被激怒了 你可知道 我在这上面 投了多少钱和精力 我跟你讲 这游戏装备更新换代特别快 你要是不跟上 装备就差一个级别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服第一名 做起上香的宝石和符纹 比我全身装备 加一级属性还要高 人家一刀就把我秒了 遇到那种神级大佬 我只能绕着走 像我这种不上不下 全服才排一百多名的 真的很难混 只能蹭蹭也对 花时间做装备 我TM要是也有 那么多钱就好了 你都花了一百万了 一百万 在这游戏里小case啊 悠悠 有人PK 哥们操纵自己角色 去凑热闹 里面的角色 被杀有几率 会掉落装备 于是就有一大堆 人像苍蝇一样 追着PK的大佬们跑 运气好的 能捡到一件神装 陈时注意到一个战士 死了又复活 被围住他的敌人 又一次秒杀 哥们拍桌大笑 SB 被守尸体了吧 什么叫守尸体 卧槽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他死了在登陆 血量只有满血的十分之一 被人一刀就秒了 这就叫守尸体 瞧瞧 这些人还在守尸体 那孙子不上线了 躺地上骂街呢 守尸体 陈时似乎有一些启发 谢过哥们走了 回到座位上 陶月月正用他的电脑 在玩连连看 见陈时过来便让开 他的QQ开着 徐晓东在上面找他 说 陈哥 我在新手村呢 你在哪呢 然后他截了个图 他的角色已经二十级了 可以去游戏中的王城地图 把你的号给我 陈时说 卧槽 我刚冲了一笔 微笔巨款 我可从来没给游戏 花过这么多钱 多少 一百 行了行了 把号给我 我要查案子 那好吧 我再见到号 待会我们去刷图 不用 我把我的号给你 两人交换了账号 陈时登陆游戏 陶月月惊叹 哇 好厉害的样子 用人民币度过金的角色 就是不一样 全身金闪闪的 陈时离开新手村 刚走到村口 就被一个人一刀秒了 他躺在地上骂开了 对方洋洋得意 说 有种你秒了我 陈时气得 有种想冲钱的冲动 但还是克制住了 等对方走了 他赶紧爬起来 飞快地跑到王城 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的王城 在他看来 就像一个四处伸出手 要钱的世界 在这里装备 是可以买的 经验是可以买的 面子是可以买的 连结婚也是要花钱的 他开始理解这些 玩游戏人的心情 这个世界真好 什么都能得到 就是贵了点 可是 从另一个层面想想 花个几百万 就能站在精英的行列中 被无数人仰望 现实世界中 几百万也只能买套房子 当个普通人 廉价的成就感 对友间的友情 看谁不爽杀谁的狂傲 还有被人秒了 之后拼命想反击的好胜心 就是这个扎话制的游戏贩卖的 不得不说 设计游戏的人 把玩家的心态 拿捏得十分到位 他点开风云榜 看见全服第二正是死者 然后一口气 把前二十名 全部加进好友名单 挨个询问 你认识吕剑叶吗 第一名和第三名没理他 第四名说 认识啊 就是独孤一剑吗 怎么认识的 怎么不认识 他和全服第三狂海龙傲 天天刷喇叭对骂 全服都知道他俩姓是名水 甚至还知道 吕剑叶未玩游戏老婆 都跑了 连车房也卖了 那这个狂海龙傲叫什么 邓忠明 他俩现实中认识吗 问这些干嘛 你警察 是的 你真是警察 骗你干嘛 今天航会战 独孤一剑没上线 狂海龙傲 现在已经坐上城主宝座了 难道说他出事了 未未 你要是警察的话 帮我个忙 我前阵子被盗的装备 你帮我找回来 我就告诉你一些情报 装备被盗 你怎么不找客服 陈识骂了一声 客服这两个字还屏蔽 这游戏里 屏蔽的字实再太多了 根本没法好好交谈 客服不吊我 对方回复 除非我有警方的邪查函 你是真警察的话 开一张邪查函 给我看看 告诉我 你的个人信息 你该不是骗子吧 爱信不信 对方加了QQ 游戏里是个美女 真身是个头像 搂千名搂的抠脚大汉 她发来个人信息 和一个表情 警察同志 劳驾了 徐晓东在游戏里 私信了陈诗半天 准备一起去组团刷图 见他部里 就在QQ上滴滴起来 陈诗把那人的聊天记录 接下来 说 别废话 去开一张邪查函 给这个人找装备 这难道不是滥用职权 快点 我要交朋友 第98章 江湖恩怨 等了大约20分钟 那人一直在QQ上锅躁 你怕不是个骗子吧 喂 你倒是说话 徐晓东发来一份邪查函 并附上一句 林队说了 你今晚能破案 他的信反过来写 陈诗发了一个等着瞧 就把邪查函发给那人 那人一看 激动坏了 你真是警察 失敬失敬 快点告诉我线索 开语音 打开语音 对面传来一个 娇滴滴的女人声音 情况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我忘了关便生气 然后又变成了一个 低沉的男生 独孤一剑和狂海龙奥 本来是一个工会的 他俩连起手对抗 全副第一 就是那个最NB的大佬 后来独孤一剑 出了个主意 他们分成两个工会 和全副第一打车轮战 狂海龙奥同意了 没成想分开之后 闹了些矛盾 独孤手下一个女玩家 骗了龙奥工会 一个玩家的装备 说重点 我知道他俩有梁子就足够了 好好好 您这性子可真急 陈石扫了一眼 屏幕右下角的时间 已经十点了 能不急吗 对方接着说 他俩不是有仇吗 三天两头打 全副第一反倒好 坐山观虎斗起来 前两天 独孤一剑干了一件事情 他带了一帮兄弟 去偷袭狂海龙奥 狂海龙奥也是倔 死了拼命复活 就要砍死独孤一剑 就被一帮人不停地守尸体 抱的装备 可能有几万块钱 当晚独孤一剑 还在喇叭里嘚瑟 狂海龙奥就放出狠话 说要做了他 游戏嘛 谁杀谁都很正常的 今天是工会站 狂海龙奥的公众 争这个城主的宝座 可是独孤一剑没来 刚刚狂海龙奥 已经拿下王城了 正在狂发红包 可能都发了一万多块了 看来 他今天是挺高兴的 陈石又一次听到 守尸体这个词 对方说 你在听吗 陈石一剑死了 不许瞎说 这件事得保密 我问问还不行吗 哎 你既然是警察 要不咱俩结婚吧 陈石差点凸显 有生以来 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居然出自一个 低沉的老爷们之口 对方补充道 我是说游戏里面了 我可以养你 帮你一个月升到五十级 这话太恶心 陈石都不好意思说 他在聊天篮上打了个滚 正要发送 陈岳岳做了一个 竞声的手势 示意他把语音关了 陈石关了语音 陈岳岳说 你要是拒绝他的话 他可能会到处乱说 搞不好就传到 坏人耳朵里面了 陈石笑了 这小姑娘真有心机 便答应了 对方喜不自胜 问现在能不能结婚 陈石说 结婚这种大事 改天吧 挑个黄道吉日 也行 我刷刷喇叭造势 咱俩先家的好友 我去 我居然和警察结婚 MB坏了 家王好友 陈石说 帮我打听一下狂海龙傲 也就是邓忠明的信息 我去工会里帮你问问 有种想呕吐的感觉 陈岳岳在旁无嘴头笑 过了一会 那个死人妖回来了 说 亲爱的 问到了 他住在龙安市 是个卖油漆的小老板 具体住址不太清楚 不过我问他 我问到了联系方式 陈石这边麻溜的 把邓忠明的联系方式 和个人情况 发给林东雪 拜托他赶紧查一下 此人的住址 林东雪在短信上问 确定他是凶手 十有八九 游戏里 死人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废话 他打算带陈石去升升级 他现在等级太低 在朋友面前拿不出手 还给陈石送了 两百元的升级大礼包 陈石回复 那啥 我今晚得休息了 改天再上线 行 我等你哦 默默搭 关掉游戏 陈石长松了口气 发信息给徐晓东 行了 号还给你 我去 陈哥 你坑我 我刚刚把你的号练到十级 你上我的号 有惊喜 陈石想了想 还有个地方要去 便拉着陶月月离开网吧 来到附近的公园 到了晚上 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 显得有点阴森 陈月月害怕地 拉紧陈石的手掌 两人来到那湖边 陈石绕着河岸走了一圈 发现了一根树枝 他戴上手套 把树枝拾起来 仔细检查了一下 陈月月说 这就是坏人 用来打那个叔叔的棍子 不一定是 如果我是他 会把棍子扔进水里 我估计 他也是这么做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是报仇吧 他在游戏里背首尸体 于是他把死者推进水里 不停地用棍子击打 就好像在手尸体一样 也许他并没有杀心 只是想羞辱他一番 但从结果来看 他把人杀了 陈月月笑了 笑什么 记者又有胡说八道的素材了 陈石记得 这是自己前两天 看某个新闻事发的感慨 居然被陈月月给记下来了 这小丫头真聪明 彭思绝打来电话 说 在哪 胡编 死者全身有多处骨裂 肺部 腹腔有少量积水 怀疑是转移所致 死因为溺弊 死亡时间24小时左右 我还没有解剖 现在正在赶回局里的路上 你的车还在小区 和我的结论差不多 有劳了 又和老林打赌 哈哈 回头请你吃饭 彭思绝没理睬 直接把电话挂了 林东雪打来电话 找到他的住址了 我现在带人过去 把地址给我 我也去 拿到地址之后 陈石带上陶月月 火速回到停车的小区 彭思绝提着一个勘茶香 正准备跟上警车回去 见陈石到来 说找到凶手了 从我这张自信的脸上 瞧出来了 陈石笑道 我跟你一起去 上车吧 三人上了车 陶月月喊了声 叔叔好 彭思绝盯着他的脸 看了几秒 说大病刚好 是啊 前阵子才出院 你不好奇这小姑娘是谁吗 陈石说 不好奇 彭思绝把视线转向前方 第99章 真凶落网 非要说出来是三更 邓忠明也是一个中年 李毅男人 住在自己经营的油漆店 陈石和林东雪 林秋朴他们前后脚赶到 林秋朴下了车 看看表说 十一点了 如果你弄错了 或者人不在这里 这场 独可就是我赢了哦 我说你这次也推托大了 再厉害的警察 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破案 何况你连警察都不是 陈石回敬 没准幸运之神 这次还站在我这边呢 幸运之神是你大姨娘啊 每次都站你那边 哼 我还就不信了 我敢肯定 那孙子跑路了 不可能 今晚有情会战 他一定在上网 林东雪说 你们俩个真无聊 打个赌还这么叫真 我总算知道 为什么两个中年男人 打游戏能打出人命来了 原来男人都这个德行 说着 他俩的视线 落在和陈石一起来的 陈月月身上 陈月月冲陈石喊了一声 爸 咱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睡觉 爸 林东雪震惊的张大嘴巴 他是你的 别听他瞎说 这小丫头骗子 就会使唤 他是我朋友的孩子 我待会照顾一阵子 陈石道 林东雪还是不太敢相信 看看陈石 又看看陈月月 两人似乎不太像 陈月月把陈石拽到一旁 低声说 那个阿姨 就是你的心上人吧 不要瞎说 陈石紧张起来 保密可是有付出代价的 陈石无奈道 明天中午 带你去吃必胜客 陈月月嘻嘻一笑 伸出小拇指 和陈石勾了勾 警察们守住了周围所有出入口 林秋普掏出开锁工具 上前打开卷闸门 轻轻地拉开 警员们相继钻进去 屋里只有窗户透进来的微光 大家都没开灯 林秋普打着手势 示意大家搜一搜 油气垫本就不大 似乎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 林秋普正准备奚落一顿陈石 陈石却竖起手指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然后用大拇指指旁边的架子 仔细听 能听见架子后面有动静 陈石做手势 叫林秋普帮忙 把架子挪开 后面是条向下的阶梯 这里竟然 藏了一个地下室 众人打起手电朝下走去 随着不断深入 地下室里传来一阵 噼里啪啦敲打键盘的声音 前方的一扇门里透出微光 他们走进去 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屏幕前 脸庞被照得发亮 两行青泪正在他的脸上如动 邓忠明 林秋普喊了一声 中年男子并不理会 陈石喊道 黄海龙傲 中年男子这才抬起头 目光显得很沧桑 他竖起五根手指 五分钟 我和兄弟们告个别 他打开语音 兄弟们 我知道有些突然 我要退出这个游戏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回来了 以后工会就靠你们了 好好干 争取明年跨服战拿个第一 和你们在一起很开心 真的 说着 他哭了 然后用哆嗦的手关了游戏 点上一根烟 陈石向林秋普挑挑眉毛 林秋普说 小人得志 然后他掏出手铐扔在桌上 说 自己靠上吧 怎么会这么快找到 那快找到我 我以为 你们得过一阵子 才会查出真相 邓忠明说 哟 听你这口气 是已经视死如归了 他罪有应得 谁叫他屡次三三羞辱我 做出这件事的时候 我已经做好觉悟了 我出了胸中的这口恶气 拿下了王城 迟了 邓忠明呼出一口烟 闭上眼睛 像在回味自己今晚的胜利 林冬雪鄙视的皱起眉头 说 多大个人了 为了游戏里面的纠缠 就杀人 请注意你的口气 还轮不到你这个嘴上眉毛的丫头教育我 老子是狂海龙傲 是全服数一数二的玩家 多少人仰望我 听见这个狂徒 对林冬雪恶语相向 林秋普立马火了 上前把他的双手拽过来 考上 说 我提醒你 你现在是涉嫌谋杀的犯罪嫌疑人 注意你的态度 跟我们走吧 抓人就抓人 你横什么 论年龄 我可以当你父亲了 哎呦 哎呦 怎么了 腿 腿 原来邓忠明腿不好 他拿起一根拐杖 这才能走路 诚实注意到 这根拐杖的尺寸和长度 说 这就是杀人凶器 邓忠明低头看看拐杖 说 我本来没打算杀他的 就是想教训教训那老小子 谁承想 他居然淹死了 哎 他活该 到死还不知道悔改 跟我走 林秋普喝道 把人带出来 邓忠明最后一次回头 看了看自己的店铺 说 我的账号会被没收吗 陈时对林秋普说 他的游戏账号充了不少钱 可能有个千把万 这应该算是个人财产了 我估计法庭会拿去拍卖 那就好 邓忠明好像放心了似的 拥有财力买下这个账号的人 也有资格继承我的名号 就算我人进了监狱 狂海龙傲还是会回来的 林秋普把他交给属下 塞进了警车里 林秋普说 真想揍他 林东雪说 同感 就是个神经病 陈时看了下手表 说 11点20 从案发到破案 花了7个小时 神速吗 是不是刷新你们的记录了 林秋普愤愤道 少嘚瑟 天时地利而已 希望林队愿赌输 林秋普不爽地瞥他一眼 道 收对收对 刚刚抓人的时候 彭斯爵临时照看了一下陶月月 陈时朝他走过去 彭斯爵感慨道 有些人 外表看着很普通 那张虚伪的脸下面 却藏着不可告人的身份 说这句话的时候 彭斯爵的目光 一直定在陈时脸上 彭队长今天 怎么这么感性啊 有点不像你 陈时毫不畏惧地看着他笑道 哼 彭斯爵掏出一盒烟 从中抖出一根 递给陈时 陈时伸出手 发现那是一包中南海 他的手指在半空中停顿了数秒 彭斯爵说 这是我一个朋友最喜欢的烟 我也是受他影响 开始抽烟的 陈时停在半空中的手伸向烟盒 取了一根 说 我从来不抽这种 是吗 彭斯爵冷笑一声 第100章 成人童话 哇 100章了 陈时用闪电般的速度 把案子破了 但履清整个案件 却花了三天时间 三天后 一份由属下整理出来的卷宗 交到灵丘蒲手上 他看了一下 案件发生在12月10号晚间 如果算上两人在游戏中的纠纷 可能还得提前到12月8号 12月8号 嫌疑人邓忠明和被害人吕建业 在网络游戏江湖纵横中 发生了一些纠纷 吕某恶意PK 使邓某损失了价值近三万的装备 随后 吕某又在公共频道中 叫嚣邓某是个窝囊费 恼羞成怒的邓某 当即起了杀心 他通过游戏中的人脉 打听到吕某的住址 巧的是 吕某也是龙安市人 12月10号晚间 他开着车 上门找吕某算账 当天 吕某和儿子发生争执 儿子责怪父亲 天天打游戏不顾家 一气之下 将吕某的主机强行拿走 然后扔在了小区的河里 吕某在有不少目击者在场的情况下 跳下河去捞 未果 儿子因为这是心情沮丧 当晚和朋友喝了酒标车 发生车祸死亡 试检报告已经证实 这是一桩纯粹的意外 而吕某因为不能打游戏 跑到附近的网吧 去上了两个小时网 回来时是晚上七点 天已经黑了 恰好遇上邓某 两个游戏中的对头 在现实中见面 加上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中的上男人 态度还是比较矜持的 吕某对邓某表达了歉意 准备请他吃饭 邓某却提出想一起散散步 两人来到附近的公园 邓某见四下无人 把吕某推下狐 吕某挣扎着想游上来 邓某却用拐杖不停地击打他 并叫嚣说 守我的尸体 守得爽吧 让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邓某自述 原本只想整吕某一顿 其料吕某突然沉下去了 他由于害怕不敢呼救 半小时后 吕某扶了上来 害怕事情败露的邓某 便将其尸体捞起 用停在公园外的车 运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将尸体抛弃 后经解剖发现 吕某因为之前全身弄湿 关节炎发作 腿在水中用不上力气 这也是间接死因 如果不是邓某将其推入水中 他也许会感冒发烧 但绝不可能死亡 邓某的气势地 正是某叶总会楼下 叶总会老板嫌死人会影响生意 又将其转移到附近小区 饭店的干水桶里 直到第二天晚上 被收干水的人发现 这就是案件全过程 白纸黑字清晰明了 可是重新回顾 林秋朴还是对陈时敏锐的判断力 以及洞察力感到佩服 一阵脚步声接近 陈时推门进来 说案子结了吗 罪翁之意不在酒吧 林秋朴从抽屉拿出一个信封 输了这么多钱 他还是挺肉疼的 愿赌服输 陈时笑着拿过 道 谢喽 你这个人虽然 唉 别得了便宜卖官 赶紧走 事还多着呢 你这个人虽然 但是还是挺讲信用的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少肉麻了 林秋朴一脸没好气 把上次陈时没有的顾问证 扔在桌上 这个拿上吧 你揣着假证到处查证 这是诈骗知道吗 什么假证 我那封皮里面 可什么也没有 拿着拿着 一起都合作这么多次了 我不知道 你还有什么可矫情的 陈时拿起顾问证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上次为什么拒绝 也许是他内心深处 不愿意再被这种身份束缚 不愿意再承担这些责任 因为这些责任 曾给他带来过 刻苦铭心的痛苦 见陈时拿着那张顾问证发 顾问证发呆 林秋朴催促道 拿着呀 你只算个边外顾问 不归我管 你乐意跟我们二队合作 是你的自由 陈时笑着 把证件在手掌上拍拍 说 那就先收下了 林秋朴松了口气 抱着双手靠在椅子上 道 新年快到了 队里会比较忙 你最近别跑出租了 帮我做做事吧 你刚才还说不归你管 那这证我不要了 别呀 我只是建议 行 我最近歇着 有命案发生的话 打我电话 陈时走后 林秋朴对着桌上的照片说 前辈 这个司机的出现 难道是你明明中在帮助我吗 今天陶月月被送到学校去了 陈时总算可以轻松一天 带孩子果然是件苦差事 她揣着打赌挣来的钱 逛了回首饰店 挑了一条看着还不错的项链 中午 她打电话叫林东雪出来 说要请她吃饭 林东雪答应了 陈时来到饭店 寻思着 怎么把这条项链送给林东雪 没想到林东雪和徐晓东一起来了 她说 你来干嘛 林东雪道 她非要跟来 陈哥这次可太神了 七小时破案 局里传为一段佳话 徐晓东兴冲冲的说 没说的 我得请你吃饭 用得着你请我 陈时笑了 趁林东雪去洗手间的时候 徐晓东说 诶 陈哥 你那个号 怎么有个好友 我一看 竟然是全服第四 而且还是个美女 她说要和我结婚 我整个人都猛了 啥情况 陈时笑道 你小子是为这事来的吧 也不全是了 徐晓东不好意思的笑笑 那天我和他了解了一些情况 他一听说我是警察 打算和我结婚 原来如此 不过这游戏你少玩 就你那点工资 还不够买装备的 这游戏就是个坑 带着几个排名靠前的 往死里片刻 我可算开了眼 还有这么不要脸的游戏 XXXX和他起来 简直太良心了 昨晚我和老婆刷了绘图 还蛮有意思的 放心 我不会掉坑里的 晚几天就弃坑 希望你说到做到呗 你还别说 这游戏上手了 蛮有意思的 知道为什么有意思吗 听听陈哥高见 他为那些现实中 可以纵横驰骋的侠客世界 上手容易 只需三分钟 你就会跟他们一样 爱上这款游戏 成就感 荣誉 友情 爱情 豪情 在现实中不容易得到的一切 游戏里为了你打包准备好了 我知道 打游戏的人最不爱听的 就是不过是游戏而已 但我还是想说 在这上面投入太多的人 真是傻瓜 无论游戏多美好 你也只能在现实中 吃一顿饱饭 再说了 花那么多钱 买网游里的一堆 不属于自己的数据 还不如去玩玩那些 良心的单机游戏 有道理 徐晓东点头 哪句有道理 我觉得最后一句最有道理 等元旦拿了奖金 我就买台游戏机去 你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陈时笑了 第101章 报复社会 林东雪走过来 对陈时和徐晓东说 聊什么呢 这么起劲 游戏 徐晓东说 切 你们男生都是这样 离开游戏就不能活了 林东雪落座 陈时问 最近在忙什么案子呢 一宗骗保案 真是长见识了 有一帮团伙 专门去农村 招募一批穷人 给他们买上保险 等保险生效之后 让医生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 骗取保险金 当事人拿一半 团伙拿一半 龙安市十几家保险公司都中招了 联名请警方来调查此案 人逮着了吗 陈时问 没呢 只抓到一些下线成员 他们并不知道上线是谁 全是一些没工作的地痞流氓 这帮人真是太没良心了 一颗眼睛卖多少钱 那些穷人只能拿到二十到三十万 他们还挺高兴 拉上亲戚朋友 甚至自己的家人 来做这个买卖 徐晓东感慨 当警察这几年 人性的黑暗面 我实在见过太多了 见过不少 亲手逮过几个呀 林东雪打趣道 上次的五二郎 不是我抓的吗 陈时笑道 我最近不跑出租了 给你们当当临时工 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好 几天后 陈时把陶月月 送到住家附近的一所中学 陶月月自然是百般不情愿 陈时元打算明年开春 再办转学手续 但老实的意见是 陶月月从小学五年级 就没上过学 现在入学 正好可以利用 这次的期末考试 找找不足 寒假可以有 针对性的补习功课 明年就能跟上进度了 虽然陈时怀疑 校方只是想多 挣半年的学杂费 不过那点小钱无所谓了 她也乐得 暂时摆脱这个默人精 送陶月月入学的那天 陶月月站在校门口 忧愿地说 你就眼睁睁 看着我掉进火坑 不 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赶紧去吧 陈时笑道 转学生的到来 并未给初二五班 带来多少波澜 学生们的新鲜感 只持续了一堂课就结束了 陶月月被安排在角落里的座位 谁也不认识 下课也没人找她说话 小小的心里充满孤独 几天后 班上一个叫梁总明的小胖子 和其他几个同学 在下课时围到陶月月身边 梁总明说 陶月月 你叫陶月月对吧 你爸是不是挺有钱的 每天开车送你上学放学 那不是我爸 陶月月冷冷地回应 哈 难道是私生女 我知道了 是单点 几个男生笑着议论开来 陶月月厌恶地看着他们 明显感觉到 他们身上不怀好意的态度 这时梁总明走上前 伸出一只手说 陶月月 我们做朋友吧 以后我作业给你抄 谁稀罕 我自己会做 陶月月翻了个白眼 梁总明突然一把 抢下陶月月的帽子 露出刚刚长出一点头发的秃脑袋 大笑起来 我就说嘛 一直戴个帽子 原来是个秃头 哈哈 你是尼姑吗 他肯定是得癌症了 我们离他远点 不要被传染 班上其他同学 被这帮男生的欢笑声吸引 转过视线 露出看热闹的笑容 陶月月气得浑身发抖 小群头钻得紧紧地 站起来说 还给我 你来追我呀 追上 我就还你 秃头 说着 梁总明带着兄弟们跑出去了 不少人也起哄地笑 起哄地笑起来 陶月月并没有去追赶 或是徒劳的自取其辱 梁总明就是想把他 引到操场上 让全校人围观他可笑的脑袋 他气得想哭 却咬着嘴唇强忍着 一股血味在嘴中弥漫 直到上课领响 这场闹剧才宣告结束 梁总明见兮兮地跑过来 小声地说 我把你的帽子 扔在后面的垃圾堆了 你自己去捡吧 晚了 就被石破烂地拿走了 扑头 哈哈哈哈 当晚回到家 吃饭的时候 陈时注意到 他的帽子有点脏 眼睛有点红 而且今天的陶月月 比平时沉默 陈时问 怎么了 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 没有 陶月月生硬地说 这个年纪的男生 就跟小畜生一样 如果被欺负了 千万别忍着 告诉老师或者我 一定要早点解决 否则这帮坏人被纵容下去 只会对你越来越坏 陈时的话 让陶月月心中一软 差点就想对他哭诉 但他还是忍住了 因为他有个计划 他要报复梁总明 平安夜就要到了 虽然这个节日 属于基督教国家 但近几年 在商家的鼓动之下 渐渐也成了年轻人的节日 年关将近 人人都在拼命工作 犯罪分子也不例外 市局行政二队的成员 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恨不得能奋出身来 这天陈时来到市局 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 林秋朴说 待会开个会 你也过来 开什么会 查什么案子告诉我 我直接去办 哟 几天不见 你这家伙越来越膨胀了呀 别以为每次 你都能单枪匹马破案 上次你也动用了对你的资源 我还没跟你计较这事呢 好好好 我就勉为其难的参加一下吧 林队长 提前透露一下内容呗 不是专案会 CDC的一个专家要过来 他们是来报案的 CDC 疾控中心啊 难道有艾滋病人 在外面疯狂传播疾病 别瞎猜 龙安市怎么会有这种事 半小时后 会议室里人人震惊 什么 龙安市有个女艾滋病人 在疯狂地约屁 已经有十几人中招了 现在查出了两个阳性 林秋普朝陈石看了一眼 陈石用嘴形作答 懵的 徐晓东举手问 队长 这个女人逮起来要判刑吗 要 当然要 这已经是故意伤害他人了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如果治人死亡 那就是故意杀人罪 林秋普转向专家 只查出来两个阳性 其他人呢 这个病是有三到四周的窗口期的 在窗口期是无法检测出来的 其实这个数据 还是通过他的社交账号得知的 目前他已经转移阵地了 我估计 人数可能还要翻翻 警员老张说 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我们对是负责行事 主要是凶杀案 另一个负义 对 应该让民警去抓人 专家苦笑 这个病人现在非常猖獗 我估计每天都有人会感染艾滋病 一个人感染 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感染 然后又会扩散出去 请各位不要小看艾滋病 我中心的统计数据表明 二十年前 我是一例艾滋病也没有 十年前 感染者仅现在男同圈子里 今年更新的数据显示 感染者已经达到一千人 其中三百多是非同 我拜托你们了 我知道各位的办案能力 比派出所高得多 早一秒控制住他 就有可能多拯救一个人 警员们各自发表意见 有人觉得 这不是他们的工作 有人觉得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富途 林秋普拿不定主意 看向陈时 陈顾问 你的意见呢 接下吧 陈时到 第102章 锁定目标三更 大家的目光集中向陈时 他说 我觉得警察的工作 往大了说是维稳 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虽然这不是刑事案件 可我打个比方说 各位平时在街上看到小偷 难道也不管吗 这个病人造成的伤亡 可比谋杀大得多 影响也更深远 我认为 我们应该介入 不少人点头表示同意 专家感激地说 谢谢这位同志的支持和理解 林秋普道 说说你手上的线索吧 我准备了一个PPT 麻烦放一下 专家掏出一个U盘 投影仪上出现了一个社交软件的截图 这款软件叫 帅哥帮帮忙 说白了就是原交APP 女用户在上面发布自己的心愿 比方说想要个名牌包 想去哪家饭店吃饭 男用户去完成这些心愿 玩这个APP的人 自然都是心照不宣 男用户也不是白帮忙 这个忙 是以女用户用身体交换来的 截图上的名字叫爱如潮水 照片是个卡哇伊的小脸女生 专家说 这是该病人使用的社交APP 上面显示 已经和食人见过面 目前至少有两人中招 因为艾滋病女传男的概率 还是比较低的 林秋普说 我不认什么概率 这东西 传上就是百分之百 煤传上就是百分之零 徐晓东复义 对 就是二分之一的概率 专家尴尬地笑笑 继续说 这款软件 他从一个星期前就没有用过了 估计是转移了阵点 对了 上面有他的一些生活照 你们可以看看 以供参考 专家放出照片 照片中的女孩长得很可爱 但在这个照片横行的时代 谁都不相信那是本人 照片肯定修过 第三章旁边的花枝都是弯的 能不能复原 林秋普说 一名网络部门的警员说 可以试试 但是复原到什么程度就难说了 陈石抱着双手说 用不着废这事 你说什么 林秋普扭过头 就算把照片复原出来 龙安世人这么多 难道我们要按图索记 挨个去找吗 如果他换了其他APP 想必还会用这几张照片 目前市面上比较火的社交APP 就那么十几种 我们在上面同城搜索 一定能找到他 好 这个主意好 林秋普赞道 陈石又说 如果能联系到开发商 打听到本人信息的话 或许会更快 专家说 现在的社交软件 只需要手机号就可以注册 没有个人信息 上面的个人资料 十有八九都是假的 手机号也行啊 对了 那些和他见过面的男人 最好也联络一下 谁是队长 林秋普说 你是 你是 林秋普咳了一声 分配任务 一组人去和开发商联系 搞到当事人的手机号 一组人挨个走访这些男人 通知他们 以免再发生二次传染 剩下的人全部 去注册其他的APP 想方设法找到这个女人 专家说 我中心的人会和你们一起行动 找到他 立马给他做检测 检测过程很麻烦吗 我们一般都是用 国际通用的金标法 只需要试纸就行 那就不用再多派一个人了 你把试纸交给我们队里的法医 让他来做 好的 我待会去和他说 陈时笑着低声说 林队还真不知道心疼老鹏了 专家道 有劳各位了 给你们添麻烦了 最后我想说 艾滋病人不等于艾滋病 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的事情 也是因为没有得到同情和关爱 希望大家不要歧视他 这个你放心 林秋璞点头 整个会议上 林东雪一言未发 散会后陈时过去问 怎么了 林大小姐 今天心情不好吗 不爽 谁认你不爽了 你 我做什么了 这帮出来约屁的男人 我觉得他们就是救于自取 干嘛要救他们 你插一脚干嘛 我刚刚甚至在想 该不会你也是此道中人吧 才这么积极 我们不是救他们 是救他们的家人 救他们的孩子 没劲 我想继续去查我的保险案 哎 陈时教主准备离开的林东雪 知道今天几号吗 24号 怎么了 晚上出来吃个饭 林东雪扑斥一声笑了 你是在约我吗 算是吧 陈时耸了下肩膀 那你家的小姑娘怎么办 首先 我不是他爸 其次 他能照顾自己 再说了 我会早点回去的 我考虑考虑吧 今晚可能没时间哦 谁叫某个热心肠的好心市民 替我们懒了这个活 接下来的一天 大家坐在一起 注册各种社交软件 拿着手机比较 你觉得这张照片像吗 哎 怎么都一个样 辨识度太低了 徐晓东突然站起来 各位 我找到本人了 大家凑过去一看 和陈时预测的一样 那人果然还是用的这几张照片 大家纷纷夸奖徐晓东 说他傻人有傻福 接下来呢 徐晓东一脸茫然的说 聊呗 没约过呀 老张 要不你来 我也没经验 大家看向陈时 陈时正在看报纸 说 看我干嘛 徐晓东对着笑脸说 陈哥这么风流倜傥 肯定经验丰富吧 骂我呀 不是 你帮忙帮到底吗 陈时叹息一声 拿过手机 这是一款叫冒充情侣的APP 那个人现在在线 陈时考虑了一下 拿起手机自拍了一张 看看 说 不太上镜 小冬 我拍你 徐晓东立即正正衣领 露出笑容 陈时用手机对着他 说 不行不行 不够吸引人 你到我车里 握着方向盘 戴服墨镜 一番折腾 可算把头像拍出来了 在一堆人的围观下 陈时打了一个 嗨 美女 等待许久 对方才回了一个表情 大家激动坏了 徐晓东说 陈哥继续 约他出来 哪有这么直接的 会聊天吗 陈时想了想 说点什么好呢 虽然平时他话挺多 可对着冰冷的聊天软件 实在找不到词儿 于是他翻起徐晓东的相册 找到一张猫图发给对方 然后打字道 我刚花一万块买的波斯猫 好看吗 骗人吧 大叔 见过波斯猫吗 大叔 我有那么老吗 你今年多大 十九 这时 对方发来视频请求 第103章 礼物 大家立即紧张起来 纷纷将徐晓东身后的东西搬开 以免被对方察觉到 这里是公安局 徐晓东说 我要说些什么 陈时道 说什么都行 记住你是一个家境不错的富二代 语气不要那么僵硬 徐晓东便硬着头皮按下了接受 视频通了 他动作僵硬地打声招呼 你好啊 美女 其他人大气不敢出一声 对方问 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 我是富二代啊 陈时福娥 心说完砸了 你不用上班 对方说 我 我家这么有钱 上什么办啊 徐晓东尴尬地笑笑 你家干嘛的 开矿的 呵呵 骗子吧 滚 说完 对方直接关掉视频 并将徐晓东拉黑 徐晓东沮丧个脸 陈哥 会聊天吗 别老给他带节奏 他把我拉黑了 现在该怎么办 看到长相了吗 看到了 和照片上差不多 我估计用了美颜相机 陈时环时大家 说 我们人这么多 每个人都去注册一个账号 轮流找他聊天 送些小礼物什么的 肯定会上购 于是 办公室里人人买手 都在和目标没话找话地聊天 聊了半天 总算有一个警员入了他的法眼 那名警员兴奋地说 他说明晚见面 为什么是明晚 陈时陈瘾 今晚他约了人了 看来今晚又有人要倒霉 徐晓冬说 不一定哦 林东雪走进来 我们已经联系了那几个男的 有一个男人称 上次见面只是吃了饭 并未发生关系 打算今晚一起约会的 得知这女人有艾滋病 这男的挺震惊 表示愿意和警方合作 大家一阵振奋 陈时到 先去热个身吧 于是 陈时和林东雪去找那男的 男人名叫王世伦 是个普通白领 接到警方的电话后 请假下来 和他们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王世伦说 幸好你们及时通知我 这女人真太坏了 明明知道自己有病 还要出来害人 你们可真是 我的救命恩人啊 林东雪看见她 左手无名纸上 带着婚戒 顿时露出鄙视的神情 她问 你们约在什么地方 今晚八点 我是问什么地方 今晚八点是家KTV了 我们打算下班之后见面 陈时问 你见到那女孩 感觉她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啊 很普通的一个女孩子 长得还凑合吧 皮肤也挺好的 真看不出来有这个病 有没有特别急气地表示 要和你上床 没有 我们就是吃了个饭 散散步 我是提议去开房的 可她说身体不太舒服 于是就改天了 你知道她叫什么吗 住哪 我只知道她叫孔婷婷 住哪不知道 行 那咱们交换个联系方式吧 今晚下班后 在那里见面 林东雪说 出来后 林东雪问陈时 你问这些干嘛 我在想 CDC是怎么得到情报的 会不会是谣传 B B 不可能吧 已经有两人染上了 今晚又得继续工作了 没事 逮到人之后 我们去吃个饭 这比破案轻松多了 那你是喜欢破案 还是喜欢做这俩 陈时笑笑 破案 傍晚 陈时去把陈月月接回家 给她做好饭 说 我晚上有事 陈月月不屑地说 和那个阿姨约会 不是 要抓犯人 切 我才不信呢 明天周末 允许你打会游戏 但是十点得睡觉 我尽量十点回来 陈月月半个鬼脸 警员们全部着便装 佩戴无线电 来到市中心的那家KTV 平安夜街上人流涌动 陈时找地方停车 多花了半个小时 林东雪发短信说 她在一家蛋糕店里 陈时来到那里 林东雪和徐晓东 坐在一张靠窗的桌上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见 站在KTV门口的王世伦 他换了一身新衣服 手上还握着一支玫瑰 林东雪笑说 我在想 这男的该怎么对自己老婆解释 徐晓东说 帮警察办案 老婆要是问办什么案 这一说不就露馅了吗 哎 这帮结了婚的男人 还不知检点 活该染上病 陈时说 林大小姐 你这种观点很偏激哦 我个人观点 不行吗 要是我未来老公赶出去 沾花惹草 我就把他 嗨嗨 林东雪打住话头 陈时收到一条短信 亲爱的 晚上来陪陪我 坐在一旁的徐晓东看见了 惊讶的张大嘴 陈哥 你女朋友啊 小混蛋 故意整我 是陶月月 陈时笑骂 徐晓东说 陈哥 你和一个小女孩住一起 这是不是不太合适 我也没辙 他家人都不在了 总不能把他扔到孤儿院吧 我正在考虑 要不要把他 送到寄宿室中学 千万不要 林东雪说 神情透出一丝暗淡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童年只有一次 但却会影响一辈子 还是好好地关心他吧 说得对极了 徐晓东复义 我小时候 老是因为考试考杂了 被老爸用皮带抽 都把我打出童年阴影来了 你至少还有爸爸 提到无父无母的童年 林东雪总是感到一阵心酸 陈石岔开话题 点些东西吃吧 他点了三块提拉米苏和咖啡 徐晓东感动地说 这是我认识陈哥以来 陈哥第一次请吃东西 我忘了说AA制 别别 就让我把这顿感动 吃进肚里吧 外面有情况 王世伦突然离开 他们的监视范围 徐晓东忙跳起来 跑到外面去一探究竟 趁此机会 陈石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递给林东雪 他一脸惊讶 送你的 林东雪打开一看 是条项链 他十分不好意思 送我这么贵的东西 其实也是借花献佛 上次和你哥打赌 挣了他一笔钱 收下呗 不贵了 才一千多 你最近好像变大方了 有吗 林东雪推过盒子 好一心领了 我可不敢收 第104章 小冬的告白 陈石拿手 抵住林东雪推过来的盒子 为什么不肯收 说了 太贵重了 你是怕我送了东西 就要索取回报 放心吧 我没那个意思 我说实话吧 陶月之前一直生病住院 现在病好了 我没那么需要钱了 所以看这东西不错 就买下来了 不是你自己说的 友情就是互惠互利 那你下次也送我礼物呗 我生日是10月 不 3月18号 哪有自己生日 都记错的 林东雪笑笑 收下盒子 小娜了 你戴上一定很好看 林东雪想 他这是要开始追自己了吗 自从上次吻了他一下之后 他想了很多 和陈石在一起 很轻松很愉快 他身上有种成熟的魅力 而且很会照顾人 如果他真打算追自己 他不介意给他这个机会 只是 他看了一眼陈石 你这个混蛋 态度倒是明确一点啊 徐晓东进来了 说 吓我一跳 他上厕所去了 冬雪 你脸怎么这么红 哦 这里空调开太热了 陈哥 上次那游戏 我还在玩 徐晓东没在意 坐下来继续喋喋不休的说话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 窗外路过不少情侣 王石伦在冷风中不停跺脚 眼瞅着已经九点了 陈石说 太晚了 我该回去了 该不会被放鸽子了吧 徐晓东说 出去看看 来到外面 王石伦说 各位警官 我七点给他打电话 说正在路上 可到现在也没出现 放你鸽子了 徐晓东说 不可能 又不是没见过面 上次在一起吃饭 他对我也挺有感觉的 别美了 他要不是别有用心 会出来和你见面 林东雪说 你后来打电话了吗 陈石问 打了 但都没通 哦对了 七点的时候 我好像在电话里 听见敲门声 还挺急的 我当时 新说女孩子说在路上 其实根本没出门 再打一次 陈石的语气陡然严肃 王石伦拨通孔婷婷的号码 电话一直在响 他说 瞧 又没人接 出事了 徐晓东说 不会吧 也许是在车上 没听见 林东雪说 不知道他家庭住址 没办法 我得回去了 陈石说 我们也收队吧 徐晓东去叫大家收队 陈石把林东雪叫到一旁 说 实在不好意思 本来还打算和你去看的电影 看来是不行了 今晚这个交通 估计我到家得11点了 没事了 你不送了我一条项链吗 还有一件事情 要拜托你 陈石掏出一支镀金钢笔 这个送给鹏队长 最近没少麻烦他 一点心意 就说是你送的 你为什么不自己给他 拜托了 林东雪叹息 为什么非得平安夜送 你是动画片里的小女生吗 最近商家有促销呀 好好 不过我好端端的送他东西 他不会乱想吧 不会了 他不是那种自作多情的人 那你是 林东雪笑笑 收下钢笔 陈石走后 警察陆续收队 彭思觉今晚也来了 他在一家咖啡厅 孤独的喝着咖啡 林东雪去通知收队 顺便完成了陈石嘱咐 陈石嘱咐的小任务 收到杜金刚笔 彭思觉并未表现得受宠落惊 说 帮个忙 我有样东西 拜托你送给陈石 林东雪苦笑道 你们俩个大老爷们 也太矫情了 所以 这东西 是他叫你送我的 彭思觉一脸平静地 炸出了真相 自知失言的林东雪 捂了下嘴 无奈地说 彭队长 人家的心意 你就收下吧 做贼心絮 你们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这不关你是 谢谢 林东雪一脸疑惑地 离开咖啡厅 迎面撞上徐晓东 徐晓东说 我送你回去 我打车 今晚打不到车的 我送你吧 林东雪只好答应了 平安夜虽然热闹 可是交通实在堪忧 花了近一个小时 徐晓东才把林东雪 送到他的住处 林东雪到过谢准备下车 徐晓东说 等一下 有事和你说 怎么了 徐晓东从后座 拿出一个盒子 打开 是一束新鲜的玫瑰花 鲜红的花瓣上 还沾着露珠 林东雪一脸惊讶 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人人都心怀鬼胎 想起来了 今天是平安夜 一个不放假 却有诸多功能的节日 干嘛 东雪 我想和你表白 表 表白 林东雪惊讶得瞪大眼睛 你别紧张啊 我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只是不太想当恶人 没事 其实吧 我瞧出来了 你喜欢诚哥 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表情都不太一样 有 有吗 林东雪摸着微微发烫的脸颊 我也暗恋你挺久了 可我又知道 你不喜欢我 渐渐的 我就没啥动力了 可是全单位的同事 都知道我喜欢你 这就有点骑虎难下了 所以吧 就当走个流程好了 你就痛痛快快地拒绝我 我也就死心了 不啊 谁说我不喜欢你 这次轮到许晓东目瞪口呆 他语无伦次地说 东 东雪 难不成你是个傲娇 傲你个头 我说的喜欢是like的意思 不是love 我们是朋友嘛 朋友之间相互喜欢 是很正常的 林东雪想笑 自己说话 怎么有点像诚实了 咬文嚼字的 那这个like 发展成love 有多大可能 许晓东心存侥幸地问道 完全没可能 好吧 许晓东苦笑 我开始了哦 开始吧 许晓东双手捧花 林东雪 我喜欢你 能和我交往吗 不好意思 我不能答应 这样啊 虽然明知道是这个结果 但许晓东心中 还是有一丝失落 以后还是朋友吧 当然了 花你留着吧 我也没地方放 被我妈发现 又要乱问 不行 我怎么能受 只能扔了 随便你 其实我觉得 小李对你挺好的 给你买饭 买水 还经常和你一起出任务 你可以多关心关心他 我 我真没注意到 许晓东尴尬地笑笑 倒是你喜欢成哥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东雪立马紧张起来 谁说我喜欢他了 第105章 朋友也好 此为三更 许晓东说 刚刚在店里 他送你项链 我都瞧见了 林东雪十分尴尬 说 他送我东西 也不代表什么呀 我了解你 你很少会欠别人人情 平时吃饭你都是 AA制 我送你花 你也不要 却愿意收他的礼物 林东雪脸红到耳根 你不要乱说啊 乱说什么 你喜欢成哥这件事 还说 林东雪像征信地 打了许晓东一拳 好好 保密 保密 我跟谁都不说 我该回家了 你路上小心点 好 望着林东雪消失在小区里的身影 许晓东心中 感到一丝失落 他想起在警校里 第一次见到林东雪的情景 他穿着一身警服 站在队伍里 眼神炯炯 身姿挺拔 散发着女神般的柔光 那时 他几乎是全宿舍同学的暗恋对象 后来分配到一个队里 徐晓东高兴极了 便开始展开追求的攻势 处处想着法子讨他欢心 可是却一次次被委婉地拒绝 失落的同时 他也有一点释然 给这场没有结果的暗恋 来了个安乐死 从今往后 就不必再惦记着了 朋友也好 朋友也好 他念叨着 发动汽车 虽然睡得很晚 但陈石起得仍然很早 他做好早餐 叫陶月月起床 早餐是鸡蛋火腿三明治和牛奶 陶月月却没什么胃口似的 他前阵子说吃陈石做的菜吃腻了 吃完 陶月月站起来 我回屋学习了 你这积极性还挺高 昨晚没打游戏 谁要玩那种无聊的东西 我功课差那么多 步步怎么行 你倒是替我省心 我才不喜欢学习 只是不想当岔生 岔生是每个班里 最受歧视的一帮人 这番话 陈石想笑 他掏出钱包 把两百块钱放在桌上 给你的零花钱 周末要是和朋友出去玩 身上也该有点钱 陶月月拿过钱 谢谢 不过我没朋友 没朋友可以交 他们都很幼稚 这么大了 还在看动画片 要么就打游戏 你这样很容易被孤立的知道吗 要学会融入人群 我小时候也很聪明 但是我装得很普通 陶月月半个鬼脸 才不信 陈石的手机响了 是林东雪打来的 他说 昨晚那个女的死在自己家里 今早刚接到的报案 有邻居闻到了血腥味 告诉我地址 我马上过来 陶月月在旁偷听 等陈石挂了之后 他说 为什么总是有名案 知道这个世界 有多危险了吧 在家乖乖的 中午饿了 可以叫外卖吃 我晚上回来 给我买个小猫咪吧 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的 只要你这次期末 考进全班三十名 陶月月不屑地说 大人的伎俩 你要是给我钱花 我也听你的话 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 知道吗 于二十点钟 陈石赶到案发现场 彭思绝正带人在勘察现场 林冬雪和徐晓东也在 房间里一片凌乱 像是发生过争执 客厅地板上 躺着一个女人 面朝下 血流了一地 已经凝结了 陈石戴上林冬雪 替来的橡胶手套 说 该不会是被报复了吧 说不准 彭思绝说 死亡时间二十小时左右 死因是胸腹部被砍伤 失血过多导致的缺氧 死者衣服完好 应该没有遭到侵犯 另外 在他的指甲里 发现了一些带血的皮屑 陈石道 老彭 你这次的 估计就有点不准了 昨晚王世伦七点 打电话的时候 死者还活着 死亡时间 应该是十五小时左右 我只是救世论事 进来的时候 空调还开着 室温达到了三十度 加速了腐烂过程 陈石蹲下来 和彭思绝一起把尸体翻过来 死者的毛衣 已经被血染红 左辱上方有一道劈砍伤口 腹部有三刀筒刺的伤口 陈石用尺子 丈量着伤口的长度 说 胸器宽约五公分 刀口锋利 彭思绝接着说 捅在腹部的那几下 最深的只有十公分 皮肤上留下了 胸器护手的硬痕 胸器长十公分 那么 是一把匕首 陈石说 抬头环顾四周 然后站起来走到门边 检查门锁 门锁完好 门上有猫眼 应该是熟人作案 玄关垫滑出了三十公分 入口处的架子上 有东西倒了 第一处血迹 在距离门二十公分处 凶手进门之后 用力推散死者 使他失去平衡 然后挥刀砍向他 彭思绝说 死者试图挣扎 碰到了一些电视柜上的花瓶 凶手捏着他的左肩搬过来 对着腹部捅了几刀 屋里 没有财物丢失 凶手进门直接动手 应该是报复杀人 林东雪笑道 你俩配合可真默契 你过来 你和死者身高差不多 站在这里 陈石把林东雪拉到面前 摆出筒刺的动作 摇了摇头 角度不对 凶手应该更高一点 我来 彭思绝过来 还原凶手的动作 被当作标本的林东雪 有点不好意思 角度刚刚好 那么凶手应该有一百八十 你怎么这么高 没穿得增高吧 对于陈石的质疑 彭思绝回了一个冷眼 一名警员过来 手里拿着试纸 对彭思绝说 队长 出结果了 彭思绝看了一眼 你没弄错 测了三遍 彭思绝转向林东雪和陈石 死者没有感染艾滋病 没有感染 林东雪大惊 是他本人吗 陈石提出疑问 死者的手机在沙发上 他们拿起来 手机已经没电了 于是又找来充电器连上 终于开机了 手机上有那天 他们看到的生活照 还有几个APP 上面的聊天记录 也是昨天警员们 为了调出他留下的 和死者的脸对照一下 虽然照片有修饰过 但无疑这名死者 正是孔婷婷 我把这事告诉CDC的专家 叫他再好好查查 林东雪给专家打了电话 告知此事 陈石有点口渴 站起来拉开冰箱门 随手拿了瓶未开封的饮料 林东雪说 唉唉 注意点 这又不是正午 陈石打开喝了一口 他突然疑了一声 奇怪 冰箱里的食物怎么臭了 第106章 谁和你成家 彭思觉和林东雪过来查看 冰箱里确实有股腹臭味 但是冷气仍然很足 他说 可能是买回来没动吧 他以为自己得了艾滋病 哪还有心情吃东西 略显牵强 陈石打开下面的冷冻室 发现一些冰棒也化了 化了之后又重新动起来 成了饼状 冰箱断过电 老鹏 断多久的电会变成这样 陈石问 不清楚 得做个试验 昨晚是不是停电了 如果停电的话 死亡时间要重新估计 林东雪说 用不着吧 王世仁不是说了 7点钟死者还接了电话 警员们出去找邻居了解情况 邻居称 住在这家的女孩 好像没工作 整天就在家里玩游戏 门口经常堆了不少垃圾 至于昨晚 他们没听见7点钟有动静 一个大姐反应说 前阵子有天晚上他出来 发现这女孩门口 蹲着一个黑影 正在翻什么东西 可把他吓死了 就喊了一声什么人 那人落荒而逃 地上原来是被翻开的垃圾袋 林东雪回来 把这些情况告诉陈石 陈石沉吟道 有个跟踪狂 现场暂时被封锁起来 尸体以及相关证物 全部被带回局里 从楼下经过的时候 陈石的目光直勾勾的 定在不远处的施工工地 林东雪说 看什么呢 这里施工的时候 一定很吵吧 说着 陈石来到建筑工地 向师傅们打听 他们说 昨天正常施工 一直干到晚上六点才收工 回到局里 已经是中午 吃过饭后 CDC的专家到了 专家说 闹了一个乌龙 我重新问了一遍 那两名感染者 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高危性行为 或者接受过他人血液 感染者假说 他最近刚闻得深 时间正好能对上 那第二个人呢 不可能两个人都这要巧的 同时染上病吧 林秋普问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这两人当时是一起 约的那女孩 开房间玩三屁 你们明白了吧 完事之后 女孩先走了 这两个男的 因为吃的外可药效还没过去 生理上仍处于高度唤起状态 再加上身上一丝不挂 于是假就说 嗨 哥们 试试吗 你说 你该不是鸡老吧 假说 我不是 就是好奇 你说 那试试吧 我也没尝试过 行了 不必说得如此详细 林秋普打断专家 在场不少警员 预感到了接下来的事 都在投效 所以 他俩就发生了无保护的钢胶 假就把医给传染了 他们是gay 应该不是 严格来说 这是MSM MSM的范畴比gay大得多 一些男人自身不喜欢同性 可是在某些情境下 没准就和同性发生亲密接触了 据金赛的统计数据显示 10%的男性曾经有过MSM经历 林东雪彻底刷新了三观 说 男人可真没节操 那么这两人感染疾病 与和孔廷廷发生关系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陈诗问 显然假感染疾病在前 不过这女孩走运 那次并没有感染上 正常性行为传染的几率不高 但是男男之间几率特别高 因为职场里的皮 场里的皮肤极其脆弱 林秋普说 谢谢你啊 看来是虚惊一场 我要不要通知一下 另外几个男性 不 我们来通知吧 对了 命案的事情暂时保密 知道 谢谢各位了 专家松了口气 就此告辞 陈诗对林秋普说 看来男男之间 更应该带套 你TM对谁说呢 我又不是 林秋普破天荒的 抱了个粗口 彭斯爵走进来 把一份试检报告扔在桌上 冷冷地说 死者有被强暴过的迹象 是生前发生的 死者的伤口和受伤的内伤 有轻度的挤压和撕裂 很可能是凶手伤害他之后 实施的强奸 然后又给他穿好了裤子 陈诗惊讶道 是的 死者的裤子 虽然系得很严实 但明显不是自己穿上的 里面的秋裤皱了起来 我们低估了凶手的节操 林东雪说 还有别的发现吗 死者身上找到了一些毛发和纤维 大概是凶手留下的 手指甲里的DNA为 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男性 没有找到匹配样本 死亡时间 根据现场开着空调这一点 我估计是十五小时以前 死亡时间可能得重新判断一下 现场有可能断过电 陈诗说 徐晓东举手说 我访问居民的时候 他们没有提到 昨晚断电一事 林东雪说 还有 孔婷婷怎么会认为自己 有艾滋病 然后疯狂地报复社会呢 她在几周前 应该有发生过 无保护的性行为吧 对方是否和这案子有关呢 查吧 林秋普站起来 事情永远做不完 我现在分配一下任务 下午 陈诗和林东雪又回到案发现场 这时工地正在施工 非常的吵 和邻居说话都要大声 陈诗主要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件事 昨天晚上有没有断电 邻居们一致说没有 陈诗回到孔婷婷的屋前 看见电箱在外面 她对着电箱沉吟不语 林东雪说 你怀疑有人搞鬼 有这个想法 但也不太肯定 现在这只是一个点 还连不成线 算不上什么推理 林东雪的手机响了一下 专案组弄了一个微信聊天小组 在上面及时分享情报 她扫了一眼手机说 徐晓东找到了孔婷婷经常去的夜店 不过白天没什么人 今晚看来又要加班了 陈语语一个人在家不要紧吗 她能照顾自己 我老觉得 虽然你对陈语语挺好的 可是她的成长期间 缺失了母爱 长大以后 怕是对身心健康不太好 我去拿给她母爱 买丁假发吗 还是说 你希望我赶紧成家 什么成家 你真说的出口 你和谁成家 林东雪莫名的紧张起来 陈语故意视而不见 说 吃饭去吧 晚上加班 休息日比平时还忙 第107章 圣诞夜共舞 晚上七点 两人来到夜店 因为是圣诞节 这里布置的很有节日气息 还放了一株圣诞树 上面挂满彩灯 滑灯出上 客人陆续进来 店里的气氛慢慢开始升温 一个圣诞老人 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 压低嗓音说 美女 想要礼物吗 不用了 我们是来 徐晓东 圣诞老人哈哈大笑 说 意不意外 干嘛打扮成这样 反正也要查案 正好店里的临时工 今天有事没来 我就自告奋勇地揽下这活 是不是很惊艳 拉倒吧 查到什么了吗 孔婷婷前阵子经常来这家店 所以老板认识她 听老板说 这个月10号左右 有一天晚上 孔婷婷情绪有点沮丧 喝了很多烈酒 被一个生面孔捡了尸体 从那之后就没来过了 捡尸体 陈诗说 就是女孩子在夜店喝醉了 被陌生男人带走过夜 烈焰者管这叫捡尸体 林东雪脸颊一阵抽搐 这也太不安全了吧 身为女孩子 一点警惕心也没有吗 好女孩理解不了坏女孩的想法 陈诗说 林东雪问徐晓东 当时捡尸体的男的 老板有印象吗 老板说 个子挺高的 可能有一米八左右 瘦瘦的 穿一件白衬衫 牛仔裤 带了一顶压舌梦 至于长什么样 她已经想不起来了 去哪找啊 林东雪 直犯愁 慢慢找呗 三人就在店里来回走动 寻找符合这个特征的男人 问了几个 都表示不认识照片中的女孩 夜店是郎多肉少的地方 林东雪这样的相貌和身材 惹得男人前仆后继的过来搭讪 她烦不胜烦 就和陈诗一起行动 查得累了 三人点了三杯饮料 坐下来休息一阵 林东雪发牢骚说 声色全马的地方 果然不适合我 同感 徐晓东说 我只想回家打游戏 我倒是偶尔会来 陈诗说 林东雪做了一个比仪的表情 也跟他们一样 见到女的就往上扑 我只是来喝酒 至于其他方面 我向来是隋远 陈哥有战绩吗 徐晓东的八卦之魂 被勾起来了 没有 我是老师 一看就是在撒谎 林东雪立即揭穿他 音乐响起 人们自觉地腾出一块地方 一个穿红衬衫的男人走过来 欠身向林东雪伸出一只手 由于音乐太大 并没有听清他说什么 林东雪愣了一下 抓起一把爆米花 放进他手里 徐晓东垂桌大笑 人家是请你跳舞 林东雪亮出正见 不好意思 我们是来查案的 对方仍然笑着 跳个舞也不妨碍 难道警察就没有夜生活了 林东雪又好气又好笑 这人勇气可嘉 可他实在不想答应 正思存着怎么拒绝的时候 陈诗拉着他的手 站起来说 不好意思 他正准备和我跳 男人这才明镜收兵 打脚了 陈诗把林东雪 拉到舞池中 在音乐的伴奏下 不少人已经翩翩起舞 林东雪一阵紧张 说 我不会啊 可以学 跟着我的节奏就行 来 把手给我 林东雪羞涩地抓着陈诗的手 两人开始随着节奏旋转 陈诗眼中带着鼓励的微笑 他渐渐从局促开始放开 在这种迷乱的气氛中 果然很容易忘记平时的自我 跳舞也很消费体力 林东雪的身体开始发热 心脏也在扑通通狂跳 当陈诗拉着他的手旋转一圈 在将他搂在怀中时 他的心跳飙得不能再高 视线中陈诗那张 微微带着胡茶的脸 也显得比平时要俊了 一曲终了 舞者陆续退场 林东雪泪的直喘气 用两手扇着风 陈诗问 有意思吗 没什么意思 林东雪心口不一地说道 没什么意思 你还笑这么开心 那是因为 用不着你管了 小插曲结束 三人仍旧继续查案 一直待到十点钟 全无收获 隔日陈诗早早来到局里 搜集孔婷婷人际关系的那一组 倒是成绩斐然 他们把孔婷婷前男友 好朋友 同学的照片 全部贴在一张白板上 标注出人物关系 林秋普大致说了一遍 道 任务比较重 挨个走访一遍吧 陈诗说 这种查法太笨 林秋普眯着眼说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高人一等的态度 查案大多数时候都很辛苦 那你有什么高见 孔婷婷上过床的男性 和他四人关系圈里 有没有重合的人 你认为这个人疑点最大 十有八九 林秋普立即吩咐人去查 稍后那名警员回来 说 有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张名单上 这人叫邵大海 是个建材商人 曾经和孔婷婷搞过婚外恋 给过他一些经济上的援助 陈诗说 后来怎么结束的 不清楚 孔婷婷报复社会的时候 顺带着把这个人报复了一下 我想 这两人应该有过结吧 林秋普说 老张 你今天去找这个邵大海 他瞅了一眼陈诗 笑道 就不能便宜你 你去查这个人 说着 他甩过来一张照片 陈诗翻过照片 后面写了一个名字 韩乐 他问 他和孔婷婷什么关系 一个普通朋友 以前就读同一所大学 听说他追求过孔婷婷 孔婷婷跟他一直是 若即若离的关系 林东雪凑过来看了一眼 照片上的小伙 实在算不上帅哥 他说 我懂了 备胎吗 林秋普拍拍巴掌 行动起来吧 今天争取出成果 三人去找韩乐 他在一家超市打工 见到本人的时候 他正在低头扫码 陈诗目测了一下 他身高一米八 身材也较瘦 心里灵光一现 难道是他 林东雪亮出证件 你好 我们是警察 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是孔婷婷的事情吧 韩乐说 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听到的消息 有点突然 我们几个老同学 在一起聚了聚 为他祈福 不知道是哪个禽兽干的 如果让我知道 我一定要亲手替他报仇 说着 他露出一副凶相 第108章 尸体农场 三更 陈诗问 你和孔婷婷什么关系 大学同学 朋友 不止这些吧 一定是小王说的吧 是 我是追过他 但他从来没答应过 实际上 我和他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听说他的死 我只是觉得有点突然 陈诗一直在察言观色 韩乐的视线有点闪烁 似乎有所隐瞒 他决定扔出一枚炸弹 说 你知道孔婷婷在死前 以为自己患上了艾滋病 并且疯狂地和陌生男人上床吗 什么 韩乐大惊 不可能 他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 这件事用不着你来断言 是事实 韩乐愣了半天不说话 然后道 好吧 我知道人是会变的 也许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 总在清晨的柳树下 被单词的纯洁女孩了 你知道谁和他有过结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 说了我们很久没联系了 我也不可能逮着一棵树吊死 其实我早有女朋友了 哦 那个就是 他用下巴朝收银台指了指 那里站着一个满脸雀般的短发女孩 陈诗掏出手机 准备交换联系方式 有什么情况 其实联系我们好吗 一定 那就不打扰了 林东雪频频地用眼神示意沉实 沉实视而不见 离开超市后 林东雪说 为什么不问问不在场证据 言多必失 别一下子问那么直接的问题 你觉得他说实话了吗 感觉有所隐瞒 林大小姐 你有过备胎吗 林东雪瞪大眼 问这个干嘛 女孩子都有虚荣心 喜欢那种重心拱跃的感觉 但我可从来不干那种事 徐晓东说 我当过备胎 说说感受 就是中学的时候 喜欢一个女孩子嘛 也约出来玩过 可他从来不愿意 在同学面前和我走一起 后来发现 他原来有男朋友 卧槽真是伤透了心 会想杀死他吗 林东雪好奇地问 没有吧 就是伤心罢了 当然 也有点恨他 备胎的心情果然很微妙 这个寒乐 可以观察一下看看 陈时说 陈时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鬼鬼祟祟地 进了员工更衣室 一个大姐走进来说 你们干嘛 陈时向林东雪递个眼色 林东雪掏出证件 我们是警察 我们正在查一桩 失窃案 你们有个员工 丢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昨天才报答 大姐没看清 林东雪证件上 写的是刑警 信以为真 说 怎么不找经理 涉及隐私 报案人并不想声张 可不可以麻烦你 陈时直指柜子 可以可以 配合警方工作是应该的 大姐去取来钥匙 陈时拜托他 把几个柜子一次打开 装作找东西的样子 最后才要求打开 贴有寒乐名字的橱柜 里面放着寒乐的衣服 陈时眼尖 看见一根头发 就趁大姐不注意取了下来 在衣服下面 还押着一本书 是一本名为 叶之童的侦探小说 作者心白 陈时疑了一声 上回那个作家写的 警官同志 找到了吗 没有没有 再看看别的柜子吧 装模作样的 把柜子全部看了一遍 陈时谢过大姐 就此离开 三人商量 接下来去哪查案 专案组的聊天组里 彭思学说他有一些进展 另外 林秋朴说 有一个死者的朋友 要反映些情况 离他们很近 叫他们跑一趟 陈时说 那就暂且兵分两路吧 我回去找老鹏 你们去了解情况 林冬雪稀落到 鹏队长永远放在第一位 回到局里 陈时静置来到技术中队 屋里冷得冻死人 警员们都在跺脚哈手取暖 彭思学则坐在显微镜前 目不转睛地朝里面看 丝毫不受影响 怎么了 技术中队改古墓派了 陈时调侃道 一名警员说 队长正在做冰箱里 食物腐烂的实验 房间里果然多了一台酒冰箱 陈时笑道 真敬业啊 彭思学头也不回地说 现在的常温是5度 冰箱里的雪糕要融化成那样 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另外我还看了田纳西大学的实验数据 在室温30度的情况下 尸体的腐烂会加速5个小时 尸体农场 没错 美国的三所大学 联合建了一座尸体农场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尸体 水泡 土埋 密封 泥碳柔湿 用以收集尸体 在不同情况下腐烂的数据 以供破案之用 彭思学说 案发当晚有没有断电 死亡时间的推断 会有5小时的误差 但是要怎么确定 断电是否那晚发生呢 我回来的路上冒出一个猜想 凶手是下午3点杀害的死者 然后去门外拉掉电闸 第二天早晨再悄悄回来打开电闸 站在法医的视角看 室里一直开着空调 所以会把死亡时间网短的推测 判断是晚上7点命案发生 实际上屋内一直是常温状态 这是逆向思维 如果凶手真是有意为之 他一定很聪明 诱导法医的想法 这未免太聪明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在场证据 警察找到他的时候 他可以从从容容的说 我那天晚上7点 又不在场证据 彭思学沉音片刻说 还有另一种可能 断电是之前发生的 冰箱里的食物早就坏了 命案确实是那天晚上7点发生的 别忘了 那个男的7点钟 还接到了死者的电话 我说了是猜想 大胆假设 小心证明 我觉得 你把凶手考虑得太复杂了 不 一个人想要脱罪的时候 会表现出比平时更高超的智慧 这就叫集中生智 光在这里讨论 也没结果 不如去现场再看看吧 陈时立即同意 说 等一下 我有东西要给你 他把寒乐的头发样本 给了彭思觉 和死者身上找到的毛发 比较一下吧 彭思觉把这个交给属下去做 一名警员说 队长 皮屑样本的结果出来了 DNA完全匹配 陈时一愣 问怎么回事 彭思觉说 好像不用跑一趟了 第109章 包小三是个技术活 死者指甲凤里的皮屑 就是包养过他的商人邵大海的 实际上 邵大海现在人就在局里 听到这个消息 陈时感到惊讶的同时 也有点失望 彭思觉把他的表情看在眼里 说 你是不是希望案件更有挑战性一点 哈哈 早点破案早点休闲 我巴不得呢 那个嫌疑人在哪 审讯室 一起去看看 我不去 还有工作 走吧走吧 当警察最大的乐趣 就是揭晓真相的那一刻 陈时生拉硬拽 硬是把彭思觉拉走了 审讯室里 一个谢顶的中年男人 正在拼命自变 我没有杀人 我怎么可能杀人呢 我做了那么多慈善 捐了好几所希望中学 我还信佛 我不可能杀人的 你们不要诬陷我好吧 林秋朴手上拿着刚出炉的鉴定报告 死者指甲里的皮屑就是你的 你怎么解释 这 邵大海目光犹疑 快说 邵大海吓得浑身一哆嗦 说 我那天是找过他 你们也知道 以前我和他触过一阵子 后来让我老婆知道了 然后 闹得很难看吧 我老婆带上我那几个小舅子 当街堵我 还揪着他头发打 被路人拍下来传到网上了 现在还能找到呢 龙安市打小三世平 我老婆得着我给他花了不少钱 不说 叫我当的恶人 把钱要回来 我去讨了几次 跟孔婷婷闹得不太愉快 就一直没怎么联系 后来呢 前几天他突然联系我 说一个人寂寞了 想出来开房 我当然就没拒绝了 当晚就那啥 发生了关系 我心想 他该不会还对我救情不忘吧 包小三世的技术活 就跟养猫养狗一样 养好要投入不少钱和精力呢 孔婷婷这女孩 长得挺漂亮的 拿得出手 而且没怎么念过书 女子无才便是的吗 再一个 我老婆刚查出乳腺癌 怕是没几年好活了 我就寻思趁着旧情妇人 等老婆死了 就娶她好了 所以 你就去找她 是啊 我找她聊天 给她打红包 都对我爱搭不理的 我心说 怎么女人也有拔掉无情 难道她那玩只想找刺激 所以我就上门找她 哪天 平安夜中午 我是打算约她出去吃饭的 可是她叫我滚 我就来气了 和她吵了几句 她就是那个时候挠了我一下 瞧 我手上还有道道呢 真会编故事啊 领导 我真的没编故事 这些都是事实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 天打五雷轰 行了行了 别赌咒发誓了 你知道 她为什么突然找你开房 邵大海摇头 可能是寂寞了吧 实际上 她怀疑自己 染上了艾滋病 疯狂地报复社会 顺便报复了一下你 邵大海震惊不已 那她有没有 没有 我们已经验过了 她没有得病 邵大海的眼睛 仍睁得大大的 然后把脸埋在双手之间 妈的 差一点就万劫不复了 我还以为她喜欢我呢 我这辈子 真是吃壁亏上壁当 险些死在壁上面 邵大海的话 让女记录员微微皱眉 林秋普用笔敲打桌子 说 说案发当天的事情 案发当天 呸 什么案发当天 我真的没杀人 到晚七点 你在哪 在家 我儿子可以作证 在外面旁听的陈石摇头 他不是凶手 身高体型都不服 彭思觉说 那咱们 还是走一趟吧 彭思觉提上一个勘察箱 两人回到案发现场 他们并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站在外面观察电箱 彭思觉说 握手上面没有灰尘 你往周围看看 周围都很脏 就把手这一块很干净 有人碰过 然后把灰全部擦掉了 也未必是当天 彭思觉并非是在抬杠 理不便不明 两人只是站在 两种可能性上 进行辩论 和宋王搭档的时候 他们经常像这样 激烈地讨论案情 双方都乐在其中 看着陈石专注的侧脸 彭思觉心里像有个疙瘩 明知道是那个人 却不能说出来 他无数次盗窃自己 在任何场合 宋朗这个名字 绝对不能够叫出口 那个人是背着 两条人命的再逃通缉犯 尽管他相信 宋朗是无辜的 但身为警察 他必须守住底线 眼前这个人只是陈石 一个会破案的好心市民 他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 发什么呆啊 回过神来 陈石正盯着他的眼睛 再考虑一些事情 彭思觉不动声色地掩饰过去 打开看看吧 电箱没有钥匙 直接就可以打开 陈石要过彭思觉的放大镜 对着电闸观察了一阵 说主电源被碰过 有指纹吗 这玩意是陶瓷做的 我看不出来 彭思觉打开勘察箱 在电池上接上紫外线灯 对着电闸照 他摇头说 没有 没有才可疑 如果是屋主自己动的 为什么要戴手套 警务看看吧 为了方便查案 案发现场的钥匙 由这里的居委会代为保管 刚刚上来的时候 陈石讨了钥匙 他打开门 地上的血迹尚未清理 警方用绳子圈出死者 倒地时的轮廓 两人直奔冰箱 打开来 一股腐烂的臭气扑面而来 陈石用手扇着风 一回头发现 彭思觉不知何时戴上了口罩 你倒是给我一副啊 就带了一副 这些菜烂成这样 这个季节就算放在常温下 也不会腐烂的这么严重 看来你平时不做饭 这小姑娘不太讲究 把生食和熟食放在一起 在密封环境下 这些生肉上的细菌会跑出来 加速腐烂 那也没这么快的 菜烂成这样 至少要一周时间 这些好像是吃剩的外卖 我找找 陈石去翻垃圾桶 果然找到了外卖的收据 他一一核对 这些菜确实是一周以前点的 吃剩之后就随手扔在冰箱里 这女孩的冰箱 也就是个豪华版垃圾桶 陈石沉默了 这时彭思觉发现 一块吃剩的布丁蛋糕 他拿起来看了看 这个还很新鲜 像是这几天买的 上面有保质期 到12月24号 第110章 目击证人 那块蛋糕做工很别致 上面的价格标签 要40块一盒 陈石说 这也证明不了 是那天买的 看看下面的冰棍吧 他打开冷冻室看了看 这些冰棍早就过期了 是孔廷廷去年和今年夏天吃剩了 随手扔在这里的 更加当不了证据 彭思觉说 本质上来说 你和老林一样的固执 只是你运气好 我不止运气好 而且我的直觉向来很准 陈石关上冰箱下面的门 又拿起那块蛋糕 没怎么腐烂 要怎么判断什么时候买的呢 得多买几块 做个分组对照试验 走吧 附近有家商业店 可能是在那里买的 蛋糕先放在这里 我没带冰盒 之后再来去 两人出门 对面的施工工地真的很吵 他们连说话都要大声 彭思觉皱眉道 这么吵 没人举报吗 这一片以前是纺织厂的宿舍楼 被一个老板盘下来对外出租 一个月八百 住在这里的 基本上都是在附近务工的 白天一般不在家 来到楼下 两人朝商业街走去 陈时突然注意到 有一个衣着破烂的小男孩 跟着他俩 他心想 可能是附近拾荒者的孩子 没太在意 商业街上果然有家蛋糕店 两人进去找到了那种蛋糕 导过员满脸堆笑地走过来 向他们介绍 陈时拿起蛋糕说 这种蛋糕保质期只有两天吗 是的 这种固定蛋糕追求绝对新鲜 如果两天卖不掉 我们就处理掉了 见过一个女孩来 买过这种蛋糕吗 陈时亮出手机上 孔婷婷的照片 我们是警察 正在查一宗案子 导过员摇头 没印象 要不问问我们领班 结果领班也没印象 两人买了一堆蛋糕出来 一抬头 看见街对面有摄像头 是一家酒吧安装的 但是酒吧还没有营业 这时 那个衣着破烂的小男孩 就站在街对面 叼着手指看两人 陈时笑着招手 来这边 小男孩走过来 陈时问 干嘛跟着我们啊 是不是想吃蛋糕了 小男孩点头 于是 陈时拿出一块蛋糕给他 小男孩倒过蟹 就打开包装吃了起来 吃得满嘴都是碎蟹 看样子是饿坏了 彭思觉小声提醒 做试验用的 没事 反正买了很多 这是公款 算了 不说你了 小男孩吃完 说 叔叔 你是警察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住在那楼对面的垃圾场 我昨天看到你们了 陈时蹲下来 试探地问道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小男孩点头 可我妈妈不让我说 她怕坏人报复 本来那天看你们到处找人说话 我是想说的 陈时摸摸他的头 没事 有警察在呢 不怕坏人 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那天下午 我看见那个窗户里面 有个叔叔正在欺负一个阿姨 彭思觉一症 这小孩是目击证人 哪天下午 陈时问 前天 你还记得是几点吗 刚刚吃过饭 我们家吃饭一般都是中 半都是中午两点 爸爸会从饭店捡回来 好多好吃的 那个叔叔欺负阿姨 是怎么欺负的 打他 他手里好像有刀子 我吓坏了 彭思觉有点不太相信 对小孩说 你眼睛这么好 垃圾场距离那栋楼 有五十米呢 真的 骗你是小狗 彭思觉指着远处一个招牌 叫小男孩念出来 事实证明 他视力确实不错 陈时问 后来呢 后来阿姨就倒下来了 有窗户挡着 我没看清后来怎么了 那个阿姨 后来死掉了吧 所以你们才来的 小朋友 你的发现对我们太有帮助了 来 再给你一块蛋糕 陈时正往外掏蛋糕 彭思觉按住他的手说 他既然是证人 作为与案人员 给他物质上的好处 会涉嫌贿赂 陈时露出一脸 你不是认真的把他的表情 说 一块蛋糕而已 原则问题 陈时彻底服了 对小男孩说 可不可以带我们去 见见你的家人 去垃圾场拜访着 食荒者一家的时候 彭思觉全程用手帕捂着嘴 皱着眉毛 到时候让孩子去作证 离开之后 彭思觉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说 明明亮的经济情况 却生了四个孩子 连骑马的教育都无法保障 简直是害了他们 我也有同感 不过我不像你 当面还表现得那么嫌弃 我没有嫌弃 我只是受不了垃圾场的气味 蛋糕呢 我全给那家的孩子了 彭思觉瞪大眼睛 强调道 那些是买回来做实验的 你就随随便便送人了 我再买就是了 这次我自掏腰包 真受不了你 我发现你这个人 非常没原则性 小孩的证词 虽然不能算是决定性的 但至少指明了一个方向 案件很可能是 那天下午发生的 凶手伪造室温 来让死亡时间产生误差 这就有一个疑问了 王世伦七点钟 听到的孔婷婷的声音 是怎么回事 两人带着疑问 并没有马上回去 而是去找王世伦 王世伦刚刚下班 看见两个男人来找他 笑道 那个美女没来 来了两个帅哥 问你个事 那天晚上七点 你听到的孔婷婷的声音 有什么异常吗 没什么异常啊 就是她的声音 有没有录音 怎么可能有录音 普通的通话而已 我当时也不知道 她会被杀 请再仔细回忆一下 王世伦拼命回响 仍旧摇头 彭思觉突然说 你和死者通话 没有第三人听见 没有 彭思觉转向诚实 也就是说 是你们听他说 他和死者打过电话 可不可以假设 他在撒谎呢 王世伦有点恼 这位先生说话太有意思了 我干嘛要撒谎 难不成我还是凶手的帮凶不成 当时你们虽然没听见 但也看见了 我打电话 笼共不到一分钟 一分钟 我能说什么 对了 给你们看看通话记录 陈时笑着打圆场 他是法医 看待问题 可能角度有点不一样 莫名其妙 王世伦到 第111章 新的嫌疑人 王世伦突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 我打那个电话之前 他聚集了好几次 然后才接的 电话里也就说了一句 亲爱的 我在路上了 马上就到 然后就是咚咚咚的敲门声 陈时说 谢了 天色不早 陈时和王世伦道别后 同彭思觉坐上车 彭思觉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认为他在撒谎 我以为你对什么都怀疑 如果有人声称看见了UFO 你会怎么想 先了解一下 这人精神有没有问题 或者有没有撒谎 对 不可解的事情面前 人们最理智的对策 是怀疑当事人有没有说实话 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自欺欺人 王世伦有没有撒谎 我是这么看的 第一 他没有动机 他和孔婷婷 只是有过一夜情而已 第二 他没有条件 当时他在协助我们抓孔婷婷 从下班后 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但我们已经得出结论 凶手是下午三点做的案 如果凶手是王世伦 一切就说得通了 让警方给他做不在场证据 陈时突然沉默了 这是个很大胆的想法 但又好像能说得通 你的意见呢 彭思觉催促道 保留意见 可以调查一下看看 陈时居然接纳了他的意见 让彭思觉欣慰地露出微笑 他说 还有 什么 我认为世上没有UFO 回到局里 大家正在会议室里 热热闹闹地吃火锅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吃点涮羊肉 喝罐冰啤酒 聊聊查案途中的趣事 是警员们一天难得的闲暇时光 见两人进来 林东雪让了一个座位给他们 说 便宜你们了 菜和酱都是大家买的 徐晓东说 这就叫后来居上 早知道我也回来晚一点 陈时拿起筷子 捞了一个鱼丸尝尝 说 你们查到什么了 死者有一个闺蜜 据这个闺蜜说 半个月前死者 找他哭诉了一通 原来他因为失恋去酒吧买醉 被一个陌生男人捡走开房 第二天醒来 那男人已经不见了 床上放着一件兽衣 还有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恭喜你得了爱滋 原来他也是被人报复了 纸条呢 早不知去哪了 徐晓东说 我们还了解到一件事 死者以前当过一阵子主播 就是在网上和网友互动聊天什么的 不过没什么人气 也没挣到钱就不干了 陈石说 这年头主播和作家的门槛都很低 要不我下次也直播破案 你敢 正在低头吃生菜的林秋普 抬头撂了一句 然后注意力又回到火锅了 老张 把芝麻酱给我 陈石问林秋普 那个伤人呢 放了 没证据 他死活不承认杀人的事情 我觉得他不是 我和老鹏找到了一个目击证人 靠 我还没吃上肉呢 全给捞完了 吃完再说吧 林秋普仍然很在意目击证人的事情 追问陈石 陈石说了一遍 林秋普摸着下巴思考着 案件发生在下午 那样的话 那个伤人的不在场证据 就靠不住 徐晓东还在聊主播的话题 这个女孩子 毕业了五六年 基本上就没 上就没正经工作过 不停地交男朋友 唯一算是工作的 就是当当主播 这究竟是种怎样的生活状态 陈石说 这样的人很多 逃避工作 逃避义务 只想过轻松的生活 这女还是长得好看 有本钱 所以就一直这样懒散度日 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源头上来说 和她的生活方式 也分不开关系 林东雪说 流露出一些悲悯的神色 我就不明白了 马克思说过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 为什么社会上 不想劳动的人那么多 什么啃老族 弥特族之类的 徐晓东说 我觉得 懒惰才是人类的本质 彭斯学突然发表高见 人正是因为不想劳动 才想方设法奴役他人 有了层层递进的阶级制度 在此基础上诞生出文明 高见 高见 陈石鼓掌 不太喜欢火锅的彭斯学擦擦嘴 说 我回实验室看看结果 不到十分钟 彭斯学就回来了 拿着一份报告 陈石 你给我的头发样本是谁的 怎么了 鉴定证明 这头发和死者身上 找到的 属于同一个人 在场所有人都愣证了一下 一个新的嫌疑人 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隔日下午 陈石和林东雪 徐晓东又一次去找韩乐了解情况 韩乐显得有些不耐烦 说 又找我干嘛 你们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陈石问 你这几天都没见过孔婷婷 何止这两天 我们几个月都没联系了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发现 死者身上有你的头发 韩乐愣了一下 又恢复冷静 你别蒙我 头发是没有DNA的 当不了证据 看来 你对刑珍有些研究 平时爱看这方面的小说 还有电影 那你应该知道 人体摄入的物质 会如实地反映在头发上面 你最近在吃抗抑郁的药物吧 已经服用了两个月了 我说的没错吧 韩乐一脸惊讶 林东雪及时补刀 我们可以申请搜查令 请你回局里聊聊 或者你在这里说明情况 韩乐甜的嘴唇 我是见过他一面 他电脑坏了 我去帮他修 然后我听见他哭 我就问怎么了 他说自己得了病 我当时并不知道是那个 就说需要医药费的话就开口 我想法子去愁 可他什么也没说 出于安慰他吧 我就抱了他一下 陈石察言观色 嘴角带着意义不明的笑容 他问 哪天 12月23号 日期记得真清楚啊 不过死者在24号有约会 他换过衣服 你在23号留下的头发 不会跑到24号的 另一件衣服上 韩乐支吾着 好吧 我承认撒谎了 我还不是怕你们怀疑我 才把日期说成23号的 跟警方撒谎 没好处的 我是24号见的他 韩乐承认 什么时间 上午 陈石捕捉到他 眼角不自然的颤动 他冲林东雪 做了一个动作 示意他干脆 把这人带回去审罢 林东雪说 韩先生 恐怕给麻烦你走一趟了 第112章 逮捕韩乐 韩乐冷笑 凭什么 就凭一根头发 就要把我带走 林东雪道 你别说得这么轻巧 在刑事案件中 一根头发 一片指纹的意义 是举足轻重的 陈石说 跟我们走一趟吧 别婆婆妈妈的了 我们只是了解情况 又不是要把你怎么样 陈石伸出手 韩乐向后退了一下 他一脸惊恐的后退 突然把超市里 一个货架上的东西 扫到地上 大喊起来 警察打人了 警察打人了 三人面面相去 一帮顾客和店员跑来 韩乐的女朋友也在其中 韩乐更加变本加厉地 向观众们说 这些警察一言不合就动手 简直跟流氓没有区别 陈石冷冷地说 我们打你哪里了 给大家看看你的伤 刚刚动手的就是他 韩乐指着陈石道 给自己留点面子吧 别无理取闹了 打你我们会在摄像头下面动手 陈石指指上方的防盗摄像头 韩乐的女朋友上前说 你们到底要干嘛 昨天来 今天也来 还让不让人上班 不就是他朋友死了吗 你们要怀疑人 也该拿出证据 对 没有搜查令 我是不会配合的 韩乐理直气壮起来 陈石无奈 做了一个撤的手势 林东雪微微张嘴 说 放他走 没事的 走吧 离开超市 徐晓东说 这孙子 居然敢诬陷我们 手段也太低级了 陈石说 不过他这样一闹 我更加怀疑他了 晓东 你先别回去了 就在这里监控着 防止他跑路 我一个人啊 没事 就一会 我们回去呼叫增援 那好吧 陈石和林东雪上了车 林东雪给林秋璞打的电话 叫他赶紧拿到搜查令 挂断电话 他发现车上放了一本书 和昨天在韩乐柜子里 找到的一模一样 林东雪好奇地拿起来 说 你也买这本书来看 我在想 这本书会不会对韩乐有所启发 晚上经过书店的时候 就买来看了看 上面果然有提到 用室温误导法 一判断死亡时间的手法 书上的主角 是怎么解开的 电箱上的灰尘 这案子中的凶手 倒是想到 把灰尘擦掉了 可他忽视了冰箱 现在虽然很冷 但仍然是灵上 冰棒仍然会融化 还有警方并不会纠结 这一个细节 是的 调查是多渠道的 这本书写得好看吗 借我瞅瞅呗 拿去吧 写得一般般 也不知道这个作家 是怎么活起来的 改名我也写说 林东雪笑道 你写什么 司机神探 拿到搜查令后 几辆警车开到超市 来找韩乐 徐晓东一直在门口盯烧 陈氏问 人还在吧 那个不是他吗 只见一个戴着帽子 跨着背包的男人 从超市出来 警察立即围了上去 掀开帽子 那正是韩乐本人 林东雪亮出搜查令 无话可说了吧 等我们走一趟吧 我 我没杀人 韩乐说 没人说你杀人 你跑什么 没 没跑 没跑啊 我只是 家里有急事 先回去一趟 先去趟局里吧 韩乐看看周围 一脸认怂的说 不用戴手铐吧 我怕被人看见丢脸 放心 不戴 半小时后 韩乐在审讯室里 毫了起来 不是说了解情况吗 是什么意思 怎么把我当犯人审 这次坐在他面前的是 林东雪和陈时 陈时参加审讯 是征得林秋普同意的 林东雪准备开口 陈时做了一个 噤声的手势 问道 案发当时 你在做什么 和女朋友逛街啊 几点 七点半 你怎么知道 七点半是案发时间 我说了吗 韩乐下的面色苍白 玄机用愤怒来掩饰道 这是诈供 不算的 警察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其实我不是警察 他才是 我充其量只是个顾问 主业是司机 韩乐 把你那天见孔婷婷的经过 原原本本的说一遍 林东雪道 韩乐开始兜着圈子说起来 仍然乘势 下午帮孔婷婷修电脑 然后就走了 这时那些电话响了 陈时接听 徐晓东说 陈哥 我把那小孩带来了 他说里面的人 就是那天的凶手 陈时朝单相镜看了一眼 然后挂了电话 转向韩乐 知道审讯室 为什么总喜欢弄单面镜吗 求科普 为了保护证人 现在这面镜子后面 站着一个目击证人 他已经指认你了 韩乐暴怒起来 你胡说八道 让他出来给我看看 我没杀人 就没杀人 我要请律师 告你们非法拘留 有意思吗 这样都圈子 有意思 换成你 你会承认 你这句话是承认了 没有 韩乐立即警戒 没有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承认 陈时笑了 拨那线电话 给外面的徐晓东 麻烦你去趟酒吧 找那个酒吧老板 诚哥 你怀疑捡尸体的人是他 可老板不是不记得 那人长相了吗 不是任人 认衣服 韩乐今天穿的帽子和卫衣 问问老板有没有印象 那我发照片吧 我有他联系方式 几分钟后 徐晓东在那线电话中说 酒吧老板很肯定 说那个人就是穿这身衣服的 徐晓东的声音 突然变成了林秋普 他说 刚刚我派人去了一趟韩乐家里 在浴室里找到了 焚烧东西的痕迹 焚烧物里有手套 还有天然橡胶制品 可能是安全套 另外找到了一把 和凶器吻合的小刀 清洗得很干净 彭思觉正在化验 消息来得太及时了 陈石道谢 你拿不拿得下 不行我换人了 没问题的 眼下韩乐的状态 就像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桶 每条线索都指向他 他的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 陈石放下电话 说 现在对你不利的证据越来越多了 我不信 韩乐大声说 既然你不说 我来说吧 第113章 备胎之爱 陈石说 半个月前 孔婷婷因为失恋去酒吧买醉 喝得烂醉如泥 你把她带到了宾馆 与其发生关系 然后不知出于何种心理 送了她一件兽衣和一张纸条 谎称她染上了艾滋病 从那之后 孔婷婷开始疯狂地报复社会 平安夜下午三点 你找到孔婷婷将其杀害 并在她咽旗之前 与其发生关系 韩乐紧张得满脸 是汗水 胡说八道 案发明明是晚上 我有不在场证据 下午三点 关我什么事 陈石笑道 这个伎俩 是从那本推理小说上学到的吧 你还很细心地擦掉了电箱上的灰尘 但是你忽视冰箱 断电之后 冰箱里的东西会变质 此外还有一名目击证人 林东雪说 根据卡洛斯交换原理 罪犯会在现场留下物证 也会带走现场的东西 现在我们已经在你家中 发现了一些焚烧残留 正在化验 陈石小声纠正她 洛卡尔交换原理 装逼失败的林东雪 善笑了一下 寒乐突然提高音量 不可能 焚烧是销毁DNA的最佳方式 书上说道 尽兴书不如无书 除非是充分焚烧才行 你还不想说吗 你现在挣扎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们手上的证据 可以直接送你上法庭 你现在坦白 对你而言是种解脱 寒乐汗如雨下 喉结不停地滚动 陈石寻寻善幼地说道 把天大的秘密藏在心里 对全世界撒谎 对吧 会好贵些的 我们不会取笑你 寒乐的嘴唇哆嗦着 戒备的神情 终于从他脸上消失了 他说 兽医是我记的 为什么这么做 我 我喜欢了他十年 十年啊 从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追求他 我陪他散步 请他吃饭 他难过的时候 我永远第一个道场 耐心地开导他 可他从来不喜欢我 当备胎的滋味 你们体会过吗 大二的时候 他和一个会打篮球的学长交往了 我心如刀脚 却安慰自己 没事的 只要他幸福就好 不到一年 他和男朋友分手了 我陪他坐了一整晚 我想 我的机会该来了吧 可是几天之后 他又和另一个同学走在校园里 宿舍里的人都嘲笑我 我也很难受 可没办法 再等呗 一等就是十年 我看着他男朋友 换了一茶又一茶 有不学无数的小流氓 有有钱却长得很丑的大叔 他永远不会给我机会 无论我对他多好 得到的也只有我去洗澡了 我去吃饭了 你是个好人 甚至于他心血来潮跑去当主播 和一个打赏了六个火箭的粉丝上了床 我都数不过来 他和多少人上过床 但是这里面永远没有我 永远没有我 他在我面前 永远是高冷的 不可触及的 他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在其他人眼中 却和既没有区别 请给我一颗烟 两人耐心地等他发泄完 陈时给他点了根烟 寒乐呼了一大口 继续说 可能是受到新闻启发吧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我要让他染上艾滋病 在全世界都抛弃他的时候 我向他伸出怀抱 当然这不重要 我的欺骗 只是为了得到他的爱 林东雪的脸颊抽搐了一下 机会终于来了 他又失恋了 应该说 又又又又失恋了 那晚他说 想要我去陪陪他 我知道还是老样子 听他倒苦水 然后送他回家 什么也不会发生 这一次我没有答应 而是悄悄跟踪了他 他去了一个酒吧喝酒 喝得烂醉 于是我把他带走了 在小破宾馆发霉的床上 我第一次品尝到他美好的肉体 实在太爽了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林东雪问 那不是真爱 韩乐继续说 那天晚上我干了三次 狠狠地讨回我曾经的付出 然后我把准备好的道具 放在床上 悄悄走了 果然 他之后的状态有点不对了 朋友圈也不发了 游戏也不上了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 事情有点不对 得了爱资之后 他居然去疯狂地睡男人 讽刺的是 他居然连这个时候都没考虑我 也许他只是不想传染给朋友 林东雪说 胡说八道 我一直在关注他的社交账号 他挑的猎物 全是那种刀大威猛的 和他以前找男朋友一个品位 为了他 我明明有健身的 为什么就是不选我 难道我们不是同一个物种 有生殖隔离吗 所以 我生气了 因爱生恨 我想 既然我得不到他 那么谁也别想得到他 我要杀了他 韩乐咬牙切齿地说 他把烟头扔了 语气一变 我认为 我计划的杀人计划 是完美无缺的 那天下午我找到他 我已经不想再和他说话了 开门之后我直接动手 同死心目中的女神 我的内心又刺痛又爽快 就像亲手扼杀了我 那段不堪回首的青春岁月 然后我疯狂地干他 干到厌气 又干了几次 我冷静下来 认识他以来 我头一次和他相处这么久时间 这么亲密 我哭了 有点后悔 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 不知不觉 我待到了傍晚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当时有点慌 原来他约了男人 于是我就发短信 说我马上就来了 可那男人催得不停 还打电话 想来想去 我想到一周 他不是当过主播吗 在B站上有他的录播 你们可以搜一下 陈时拿出手机搜到 那些视频没什么人气 韩乐说 这些都是我上传的 我是他最忠实的粉丝 你们看一下第三个视频 40分钟左右的内容 陈时空降到那里 孔婷婷在直播中 接了一个男友的电话 说 亲爱的 我在路上了 马上就到 然后响起一阵咚咚声 那声音并不是敲门声 而是这个直播平台上 有人进入直播间时的提示音 陈时恍然大悟 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居然就这么简单 你给王世伦听见的声音 其实就是这一段视频里的 没错 是不是连你们也骗过了 韩乐得意地笑起来 第114章 外在与内在 陈时说 虽然我们站在对立面上 但我不得不说 真是高招 谢谢 韩乐一脸受用 这诡计 推理作家都想不到吧 如果不是该死的目击证人 我相信 你们一定破不了案子 那可未必 警察破案和侦探破案 是两个概念 警察破案是具细无疑的查 熟人作案 破案率很高的 哎 小说坑我 韩乐沮丧地叹息一声 外面传来咚咚的声音 林秋普正在提醒他们 不要把审讯气氛搞得太不严肃 陈时轻轻喉咙 所以你是七点离开的 走的时候 拉掉了电闸 是的 第二天早上我又来了一趟 把电闸打开 目的就是干扰法医 对死亡时间的判断 邻居说的跟踪狂也是你吧 是我 但是我没有跟踪 其实我那几天是在踩点 那地方下午特别丑 居民都不在家中 就算大喊大叫也没人发现 所以我才挑了这样一个时间 韩乐平静地 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审讯到此结束 林东雪看了一眼陈时 该说几句总结的话了 陈时说 没什么可说的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吧 我认为这件事错不在我 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贱人 如果他不是那样水性洋化 如果他给过我机会 会变成今天这样 他活该 我也活该 我不该瞎了眼喜欢他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始终看不上我 看不起我 这位姐姐 你知道原因吗 是我穷 是我丑 是我不够高大威猛吗 呃 林东雪小声对陈时说 这个时候 不该说点发人深省的大道理吗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 我觉得你气质不好 林东雪说 韩乐仰天大笑 气质 气质是什么鬼 我第七次表白的时候 他也这样说过 我知道 这不过是借口罢了 才不是 林东雪激动起来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 你就觉得 你有点气质猥琐 你看看你的牙 且不说整齐程度 你刷牙从来不认真吧 上面都是牙垢 还黄黄的 还有 你说话总是口齿不清 听着特不痛快 再看你的脖子 你平时洗脸 从来不洗脖子吗 还有你的手指甲 里面都是污垢 看起来真恶心 最重要的一点 你走路总是驼着背 就不能挺起胸膛 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女孩是喜欢帅哥 就像男生都喜欢美女一样 但一个邋里邋遢的帅哥 和一个整洁干净的普通男生 后者更受欢迎 韩乐傻了眼 这些外在的东西 重要吗 连外在都没有 谁还在乎你的内在 女孩子都是感性的动物 当然他们 不会告诉你原因 只会说 觉得不合适 或者不是喜欢的类型 我现在告诉你 无论你是真吊丝假吊丝 一眼看上去 就像吊丝的人 永远追求 不到心仪的女生 韩乐瞪大眼睛 看着林东雪 突然把脸埋在双手之间哭了 婷婷 你早点告诉我 我改就是了 为什么要闹成这样 为什么 呃 我说的太重了 林东雪看相 雪看相陈时 没有啊 很发人深省 看来我也得注意了 陈时笑道 离开审讯室 林秋朴用奇怪的眼神 看着他们 陈时说 案子结了 你们两个以后不准进审讯室 气氛被你们搞得怪怪的 林东雪吐着舌头笑笑 韩乐当天 就被移送到拘留所了 案件结束了 林东雪要陈时陪他出去散散步 林东雪望着冬季晴朗的天空说 强加给别人的爱 确实会带来困扰 林大小姐 这是要讲故事的节奏啊 说起来不怕你笑话 我上中学那会 也有不少人暗恋我 我要是和你一个班 陈时突然杀住话头 也什么啊 继续说你的 有一次运动会上 教学楼里没有人 我回去取东西的时候 一个班上的男生突然截住我 愤怒地被我说 林东雪 你为什么老是装作不理我 我吓坏了 我平时和他根本没说过话 他说他经常看我 对我笑 可我从来不理他 更夸张的是 他居然当场撸起袖子 我以为他要打我 原来他用小刀在手臂上 刻了我的名字 也没那么夸张了 其实就是把表皮划破了 结了一层家 不过当时看 确实惊悚极了 他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你不愿意看我一眼 我很害怕 就跑掉了 那个男生好像因为这件事记恨我 后来经常在各种场合照我麻烦 直到有一天 被姐我放学的我搁奏了一顿 男人总是以为 女人不直接 爱耍套路 其实是因为女人比男人弱小 那些套路 大多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采取的策略 陈石说 对极了 林东雪打着响指 你问我对那男生有什么感觉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在当时那种环境 被他堵在教室里 我真担心他会杀了我 所以我就跑了 如果现在把这个男生拉来对质 他大概会说 林东雪冷酷无情 我对他痴心一片 他却爱搭不理 就像这次的凶手一样 明明是自己所求的太多 却要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 你觉得我怎么样 有什么缺点及时提出来 我好改正 林东雪上下打量陈石 说 穿衣风格注意一点 有点老气 陈石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 他说 我以为很新潮呢 林东雪忍俊不惊 大叔 你先了解一下潮流 再说新潮好吧 其他方面呢 说说我的内在美 嗯 说你完美 你不会骄傲吧 我会夸你诚实 林东雪笑着打了陈石一拳 笑骂道 自恋的家伙 那我呢 有什么毛病需要改的 没有 你闪闪发光的像钻石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一样 听见这句话 林东雪的脸一下子烧红到耳根 第115章 陶月的算计 知心中学出二五班 数学老师正在台上讲解同底数蜜的惩法 下面的学生有的在睡觉 有的偷偷从抽屉掏出薯片往嘴里塞 有的用课本挡着 在用手机玩网者容量 还有人在小生的聊天说笑 老师对这一幕早以细为常 讲解完一道立题 他悄悄黑板 叫同学们记下来 骗各做各式的学生中 只有一个人再记笔记 有这一个孩子听课 老师已经倍感欣慰 他打算下一个问题找他起来提问 他扫了一眼桌上的名单 那孩子好像是新转来的陶月圆 这时一个胖胖的男生举手站起来 他的脸上的通红 说老师 我要拉肚子 老师点点头 梁左铭捂着肚子 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跑出教室 然后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惨叫 老师急忙跑出去 看见梁左铭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正抱着腿 哀嚎不止 教室里炸开了锅 大家纷纷从窗户探头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更有几个梁左铭的好哥们 直接跑了出来 老师嘱咐他们 你们在这里守着 不要动他 我去烫医务室 只有陶月月不为所动 他停下记笔记的手 嘴角露出一谋冷笑 报复了这个小恶霸 陶月月一天心情都很好 晚上回家 连陈时做的饭菜 都觉得比平时要好吃 吃完饭 他放下碗筷说 我进屋学习了 你们班上有个小男孩 腿摔舌了 陈时正在看手机 家长群里正在热议此事 老师后来调查发现 不知是谁 把一个玻璃弹珠 扔在台阶上 酿成了这次意外 他活该 那个小胖子可讨厌了 是你干的吗 不是啊 我当时在教室里面 怎么可能是我 陈时问老师 那男孩为什么 上班时候突然出去 老师称他拉肚子 还补充了一句说 可能是最近气候太冷 陆续有同学闹肚子 陈时就此放过了陶月月 陶月月不屑地说 瞎怀疑 职业病 一夜无话 隔日一早 陈时居然没做早饭 陈时居然没做早饭 陈时也没说什么 自己去冰箱里 拿吐司和火腿肠 陈时冷着脸说 给我坐下 干嘛 先坐下 陈时乖乖坐在桌子对面 屋里的气氛有点不太对 他紧张地揪着衣角 陈时冷冷地说 我昨晚了解了一下 你的同学反应 你和梁左明关系不好 一星期前 他欺负过你 是 你为什么选择忍气吞声 而不告诉我 或者老师 告诉你们 有用吗 而且 我也不想和这帮幼稚的男生计较 所以 你自己采取手段报复他 我没有 陶月月大声说 小朋友 你的手法虽然高明 但是演技实在太差 陈时把一个贴着卡通贴纸的本子 扔在桌上 陈月月瞪大眼睛 你翻我书包 我本不想侵犯你的隐私 但是不查清楚 我会睡不着 这个本子上面写满了 看不懂的数字和符号 巧的是 记录到案发前一天就中断了 你在末尾画了一把小刀 似乎想表达某种决心 我问了数学老师 老师说你上课迟到了两分钟 说是上厕所去了 我推测 实际上 你是等上课领响了之后 在台阶上放了一枚玻璃弹珠 布置好陷阱 等着目标从上面经过 陶月月咬着嘴唇 露出防御的神情 坦白从宽 我不会抓你去坐牢的 是 是我干的 和你说的一样 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 从吃下石灰 到拉肚子的时间 石灰 墙上刮的石灰粉 我查过 和牙膏一个成分 不会吃死人 我用他的几个小跟班做试验 取了一个平均值 在那天早读课后 把生灰放进了梁总明的奶茶里 另外 我还观察了梁总明下楼时的布幅 他总喜欢两届一步的卖 陈时十分震惊 这个十二岁小姑娘 居然能策划出 如此精妙的犯罪手法 如果梁总明没踩到那枚弹珠呢 那就等一个星期 再来一次 阴谋得逞 一定很爽吧 那是 可爽了 他的腿摔断了 可能期末考试都不能参加 他活该 陈月月得意地说 陈月月 陈时怒拍桌子 陈月月吓得一缩脖子 脸上的笑容收敛起来 你一点都意识不到自己错了吗 谁叫他欺负我 你可以用正当手段维护自己 这是犯罪知道吗 面对陈时的恫吓 陈月月委屈地想哭 连声音都带着哭音 他总是欺负我 他活该 告诉你们又能怎么样 你们不过是教育他一顿 之前欺负我的事情 就白欺负了 陈时摇头叹息 他意识到 这件事情 要是不从源头上斩断 以陈月月的智商 以及他童年的经历 长大之后 他绝对会变成一个高智商罪犯 你必须给我去道歉 求得他本人 以及家长原谅 不 那你就滚出去 陈月月一脸委屈地想讨价还价 如果我这次期末考了全班第一 可不可以不道歉 没得商量 在陈时的强硬态度下 当天放学之后 他拉着陈月月去了医院 见到了腿上打着石膏的梁总明 以及他的家长 陈时向其家长说明事情经过 对方家长频频以震惊的神情 看向这个一直低着头不说话的小女孩 然后陈时赔了医药费 远比梁总明住院花费 还要高出一倍 看在钱的面子上 家长表示 这件事可以不追究 但倘若再发生 一定会上报学校 陈时对陈月月说 现在给我去跟梁总明道歉 陈月月一脸委屈地走进病房 刚刚他们在门上说话 梁总明早已听见 看见陈月月进来 他表情复杂 又害怕又紧张又敌视 陈月低下头 梁总明 对不起 我不敢害你摔断腿的 我叔叔已经赔了一大笔药费 还骂了我 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了 梁总明恐惧地看着他 不知该说什么 门外的陈时欣慰地点头 然而当陈月抬起头时 却表情一变 冷笑道 如果你再惹我 下次就不是摔断腿这么简单了 离开病房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梁总明的 好淘大哭声 陈时怒视陈月月 你是不是威胁他了 才没有 他是感动哭了 第116章 案中案 1月4号 网游大叔被杀一案正式开庭 林东雪和陈时一起去旁听 警方搜集的证据十分充足 半天的审讯下来 被告人邓忠明被定了故意杀人罪 判处20年有期徒刑 整个审讯期间 邓忠明都神思恍惚 好像事不关己一样 当被法警押走的时候 他突然挣脱法警 去对自己的辩护律师说了一句话 然后被强行带走 陈时上前问律师 当当他和你说什么了 我们是参与这案子的警察 想了解一下 是否和案件有关 林东雪小声吐槽 现在装警察越来越面不改色了 应该和案件无关 律师说 他让我给盛事公司打个电话 问问20年后 还能不能玩到那款网游 不愧是个玩家 离开法庭 陈时说 陶月月这孩子 有点让人无语 又怎么了 陈时就把上次他报复同学的事情 说了一遍 林东雪震惊 不是吧 这手法快赶上罪犯了 我真担心他长大以后 把自己的聪明才智 用在歪道上 这孩子还不喜欢玩 就知道学习 所有受课老师都夸他学习勤奋 一点就通 真丑死我了 我在考虑 要不要给他买游戏机 或者芭比娃娃 让他变得跟普通小孩子一样 懒惰贪玩 你不能光给他零花钱 不关怀他 怎么关怀 我一个大男人 跟一个小姑娘太亲近 怕是有那方面的嫌疑吧 所以我觉得 他还是需要一个母亲 要不你带我照顾他几天 林东雪连连摆手 不行不行 我工作这么忙 哪有时间 忙什么呢 还是那宗诈保案 我看了不少保险公司 近几年理赔的案子 揪出不少诈保的 我怀疑 他们是有人暗中指点 可是这帮人是利益既得者 死活不肯说出 幕后主使人的名字 他们从中获利的保险 是谁经手的 其中一大部分 代理人都是一个叫杨明的人 这人年转 跳槽了多家保险公司 目前下落不明 也不知道此人 是不是幕后主使人 陈时提议 要不要去吃个饭 林东雪正要答应 接到林秋朴打来一个电话 他问 庭审结束了 是啊 找我有事 我们在处理网游大叔的物证时 发现了一些东西 可能和你正在办的诈保案有关 马上就来 林东雪挂了电话 信冲冲的说 天无绝人之路 我哥发现一些线索 我们赶紧回去 林秋朴此时正在物证中心 侦查终结 一部分物证会销毁 一部分价值较高的 会被当做遗物交给继承人 网游大叔和儿子死在同一天 现在剩下的法定继承人 就只有他妻子 从案发至今 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 网游大叔的妻子 一直在外底没有露面 让林秋朴感觉有点纳闷 就在今天 王警查到他的账户上 多出了一笔两百万巨款 原来是网游大叔和儿子的人身保险金 出于职业敏感 林秋朴 林秋朴调查了一下 发现网游大叔不但有人身保险 他还给自己买了一份伤残险 生效日期就是案发前几日 听完林东雪说 仅凭这个不能断定他妻子 就有诈保嫌疑 买保险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那这个呢 林秋朴把几张保险合同的复印件 放在桌上 林东雪一看代理人的名字 写着扬名 惊讶的何不拢嘴 道 又是这个人 所以我觉得 可能和诈保案有关 证物如果你还需要 就先留着 陈时看了一眼桌上 上面摆放的 都是网游大叔案的证物 那个古怪的面具也在里面 他沉吟着 伤残险 然后把面具拿起 若有所思 放下面具 他问 网游大叔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林秋朴说 在外企上班 月收入四万多 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可他在游戏里的支出更惊人 平均每月达到了十万元 为了玩游戏 他把房子卖了 车卖了 还借了一屁股高利贷 每月光环利息就够呛 他的游戏账号一定很值钱 是的 算是个人财产 被他妻子 连同别的遗物 一起挂到网上出售了 这个账号售价高达四百万 虽然我不沉迷游戏 但我要是有这种账号 肯定没死了 怎么又聊起游戏来了 林东雪打断他俩 陈时 你觉得这面具是干嘛用的 我们一直没想明白 陈时拿起面具 说 这面具很奇怪 遮一只眼 露一只眼 下面有握手 有点像电焊弓的面具 似乎是起到某种保护作用的 既然是保护功能 为什么不把两眼都遮起来 制作他的人 是故意想梦坏一只眼睛吧 刚当你们提到网游大叔 给自己买了伤残险 而且他打游戏很需要钱 陈时言尽于此 让林东雪自己去想 他恍然大悟地拍着巴掌 这是用来伪造意外的工具 把面具遮在脸上 用腐蚀性的液体泼自己 就会让一只眼睛瞎掉 看上去好像意外一样 保险公司不会认这种意外吧 陈时说 既然是意外 一定是日常生活中 能够接触到的危险 对了 看一下他有什么遗物 陈时打开手机 登陆寄售网站 网游大叔的全部物品 都在这上面被寄售 陈时发现了一台新的CRT显示器 也就是阴急射线显像管 很大很笨重的那种 在液晶显示器已经普及的今天 怎么还有人买这种显示器来用 而且陈时记得 去网游大叔家里调查的时候 桌上摆放的是一台液晶显示器 林东雪注意到了陈时的反应 立即在网上搜了一下 说 这家公司生产的显示器 好像有质量问题 发生过显像管爆炸的事件 他买这台显示器的目的 是为了炸伤自己的一只眼 拿到保险金继续打游戏 如果他背后那个高人动作的好 他甚至可以撞到厂家 拿到一笔赔偿款 真是一十二秒 这台显示器可能做过手脚 千万不能让人买走 不然会伤及无辜 赶紧把它买下来 陈时正要拍下 上面提示已经卖出 两人惊讶地交换了一下视线 第117章 专案组组长林东雪 陈时通过那名买家的留言 找到了他的大致地址 万幸是本事的人 快递公司的刺热答是很快的 必须赶紧拦下来 陈时说 陈时和林东雪立即上车 一路连超了几辆车 陈时说 开了几年车 结果晚节不保 没事 之后 我会让到交管部门说明情况 话说 你的驾照拿回来了吧 你的车呢 林东雪吐吐舌头 上次抓贼的时候撞坏了 坏得很彻底 修可能得花十几万 我承担不起 想开车的话 可以开我的 不怕给你撞坏了 陈时想了想 说 怕 那你还是别开了 你这家伙 林东雪吹了他一拳 终于赶到那个小区 在楼下遇上了一个送快递的 陈时跑过去说 你好 你车上有没有一台显示器 我们是警方 那台显示器可能有问题 我们得拦下来 快递员说 不巧 刚刚叫三单元的住户取走了 几号住户 12004 陈时招招手 和林东雪飞快地跑上三单元 然而电梯不给力 一直不下来 陈时一咬牙 说 我跑上去 你在这里等电梯 一口气冲上12楼 陈时猛拍 那户居民的门 一个女人满脸惊讶地打开门 陈时亮出自己那张证件的封皮 说 你家买了一台显示器 对吗 是 怎么了 陈时听见卧室里 传来一对父子的声音 似乎正在组装电脑 儿子说 这根电线是插这儿的 陈时说了句 不好意思 推门进屋 来到卧室说 别用那台显示器 可能会爆炸 我是警察 这台显示器 被坏人动过手脚 什么 父亲一愣 十岁大的儿子说 这人怕不是个骗子吧 刚买的怎么会有问题 父亲说 让我看看你的证件 陈时只好掏出证件 父亲从他手中抢过 打开一看 行真顾问 假的吧 我从来没听说过 有这种偷闲 我同伴正在电梯里 马上就道 你们先 这时 儿子已经趁他们不注意 打开了电源 小男孩认为 陈时是骗子 想用实际行动 证明他在撒谎 电脑开始启动 显示器发出可疑的嗡嗡声 见状不好 陈时火速推开父亲 冲过去抱起小男孩 躲到桌子侧面 只听见砰的一声 显示器的屏幕 像爆米花一样爆开了 留下一个冒着黑烟的大窟窿 屋里自然一片狼藉 床上 墙上全是碎屑 一家三口下呆了 陈时撂下小男孩 说 幸好没人受伤 我走了 父亲一把抓住陈时 说 等一下 你们不赔偿吗 我屋子里炸成这样 小孩子吓坏了 不说精神损失费吧 物质损失费 你该赔偿吧 陈时期的想笑 他来到楼道 父亲仍然纠缠不休 追在后面说 你们明知道有问题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为什么不叫网站撤下来 这不是害人吗 万一诈伤我的宝贝儿子 这责任谁来承担 屋里传过来小孩的哭声 和母亲的哄劝声 陈时懒得搭理他 当林东雪坐电梯 雪坐电梯上来时 听见楼道里的吵闹声 惊问 怎么了 没事没事 走吧 陈时在电梯里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林东雪笑道 好心当做驴肝肺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痛折腾 搞得陈时浑身疲惫 加上中午还没吃饭 林东雪看见小区附近 有一家烤鱼店 就请他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 他们回到局里 得知危险已经解除 林秋普长松口气 说 东雪 诈宝案有你 全权负责吧 林东雪喜出望外 队长 你要提拔我 美的你 我是说 这次专案组由你来领导 我有公务要去烫省厅 这几天都不在 我想与其队里放羊 领导专案组 我能行吗 说你行 你就行 林秋普转向陈时 陈姓好心是名 就拜托你辅佐 和照顾我妹妹了 有奖金拿吗 每次发奖金短了你的 要是你在我离开的这两天 就把案子破了 过年我给你发个大红包 一下子有了动力 林队 你安心的走吧 有生以来 第一次领导专案组 林东雪又激动又忐忑 在走廊里 对着正义镜照照 说 我这身是不是太随便了 要不要换上警服 不但要换警服 还要开个记者招待会 陈时说 记者招待会就算了 你在损我 陈时大笑 平时什么样还什么样呗 专案组组长而已 又不是当上局长了 说的好像你带过专案组似的 林东雪半个鬼脸 陈时突然不笑了 我没带过 知道你没带过 你要是带过才奇怪呢 接下来该干什么呢 把药用的人都叫来 开个会说明一下案情 这案子现在线索很少 我建议集思广义 大家讨论一下怎么破 就这么办吧 把警员们召集起来 颇费了一番时间 大家得知 林东雪这次带专案组 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以为他在开玩笑 第二反应是震惊 一小时后 有时间参与着案子的警员 全部被叫到一间会议室 面对一张张 带着笑容的期待的脸 林东雪十分紧张 下面的人还起哄 组长 发号施令吧 是啊 我们该调查什么 下面越催 林东雪越紧张 说不出话来 陈时站起来说 我代替组长 把案件说一下吧 可以吗 组长 林东雪拼命点头 满脸感激 陈时说了一遍 目前掌握的情报 道 我认为这次的案件 应该分为两个目标 小目标是查明 网游大叔的妻子 有没有涉嫌诈宝 大目标是 救出这个幕后主使人 陈时讲得很清晰 大家全听明白了 徐晓东举手问 那个姓杨的保险代理人 是否就是幕后主使 目前还不清楚 但可能肯定的是 找到这个人 离真相也就不远了 陈时看了一眼林东雪 林东雪轻轻喉咙道 还有谁先发表意见的 坐在最拐角处的彭思觉 突然开口 网游大叔的儿子 是出车祸死的 有一个细节 我想重提一下 在他的尸体上 找到了微量的一幅谜 第118章 What the boy 虽然知道一幅谜 是重什么物质 但诚实还是明知故问 彭队长 什么是一幅谜 一种医疗上用的 吸入式麻醉剂 外观是一种 带一定刺激气味的 无色液体 化学成分稳定 体内生物转化极少 所以比较容易检测出来 怎么会查出这个 难道不是意外 我当时和林队指出这一点 他派人去查了 死者在出世前一天 做过鼻痘炎手术 医院使用的 就是这种麻醉剂 加上剂量不多 因此 没有被认定 是有人蓄意谋害 现在又提到他母亲 有诈宝嫌疑 我不禁再想 你认为 有人知道 他前一天用过这种麻醉剂 所以用相同的药物 来害他 这样连法医都查不出来 是的 有人说 可是虎毒不食子 他母亲怎么会谋害 自己的亲儿子 来骗取保险金 还有人说 我知道这种药 气味挺冲的 凶手要怎么让他吸进肺里 掺进烟里 马上就能察觉到味道不对吧 彭思绝回答说 在死者的证物里面 没有找到有一副 迷残留的东西 锦园老张说 那案子我参与了 我从死者亲戚那里了解到 这孩子 其实不是这对夫妻亲生的 当年他父亲想要一个孩子 可是母亲没有生育能力 便领养了一个 这男孩小时候 在一次父母吵架中得知了 自己不是亲生的 从那之后 和母亲关系就不大好 所以他连出意外死了 母亲也没来看一眼 原来如此 这么一看 还真有可能 大家纷纷说道 林东雪说 我之前和他母亲通过电话 他说过两天会回来处理后事 是个调查的好机会 在那之前 我们得多搜集一些证据 证明他有诈保嫌疑 陈石说 如果能从源头上证明 就是找到那个姓娘的保险代理人 这女人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怎么查 大家一阵茫然 徐晓东举手问 组长 诈保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啊 经济不富裕的人 我也不富裕啊 可我没去诈保 下面一阵笑声 林东雪轻轻喉咙 这些骗保人 大多是以自残的方式 来换取保险金 他们中有些是背着包利贷 有些是家里有病人需要钱 还有一部分是吸毒人员 这几个吸毒人员 我在接触之后 已经移交给戒毒所了 徐晓东突发奇想 如果我们扮成这种急需要钱的人 想办法通过这个代理人买份保险 不就可以调出他了 需要钱的人很多 你要怎么接触到他 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 我以前破贩毒案的时候 培养了一个线人 他认识不少尹君子 也许这里面就有认识那个代理人的 你的意思是 你去卧底 林东雪说 对啊 卧底 我超喜欢看 无见到的 但卧底真是太有型了 东雪 不 组长 你就满足我这个心愿吧 反正就这个案子 又不是长期的 可是 万一有危险 与MB BSP 又不是什么贩毒团伙 黑社会 炸宝二而已 不会有危险的 而且 我还练过呢 说着 徐晓东比划了两下 林东雪沉吟着 他终于体会到 当组长的不义 自己要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承担责任 在心里权衡了一下 去卧底的危险系数确实不高 时间也不会太长 更重要的是 有机会接触到幕后主使人 林东雪说 那你多加小心 做好万全措施 爷 取到卧底了 徐晓东高举双手欢呼了一声 徐晓东的线人 其实是他的小学同学 以前是学校的一爸 经常欺负徐晓东 徐晓东见到他 总是绕道走 长大之后 他混了社会 徐晓东当了警察 在一次刑警配合 缉毒大队的扫毒任务中 徐晓东亲手逮捕了他 释放之后 他见到徐晓东 就点头哈腰 猫和老鼠的关系对调了 因为这个同学戴罪立功 举报了一些同伙 他老大放出话要弄死他 所以他混不下去了 徐晓东出于怜悯 发展他当了一个线人 徐晓东在一家 KTV找到了 在这里打工的线人阿猛 阿猛笑嘻嘻地说 东哥今天怎么有空光临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 吃饭了没有 我请你啊 别客套了 跟你说件事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两人来到一间包间 徐晓东说明情况 阿猛骚骚脸颊 炸饱团伙 这我真没接触过 你那些独有里面 没有炸饱的吗 我不认识什么独有 自打上次被抓 我就彻底改邪归正了 再没碰过这个 徐晓东无奈叹气 掏出一打钞票 他把奖金塞到阿猛手里 怎么找到他 你别跟我藏着掖着 我这次不是查你的 今晚有个毒趴 他会来 聚众吸毒 跟我无关 真的跟我无关 徐晓东思量着 这是来卧底 不是来查案的 他得和这个炸饱饭交朋友 套情报 那样的话就得混进去 也许可能还要沾毒品 阿猛看出了徐晓东的心事 说 东哥是怕染上毒瘾吧 这种东西 沾了就毁了 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 我有一个主意 阿猛离开包间 五分钟后回来 拿了一根吸管一包牛奶片 他用玻璃杯 把牛奶片碾成粉末 将吸管递给徐晓东 试试 徐晓东知道这是要玩假 就拿着吸管对着鼻子上 把粉末吸进鼻子里 呛得他一阵咳嗽 眼泪都出来了 徐晓东遭不住地说 气管都要堵住了 下次换维生素片 第119章 霸王餐 林东雪这边 大家分别去走访南海意外死亡那天 和他一起飙车的几个年轻人 这几个年轻人 都是家道中落 或者父母离异 大家在一起抱团取暖 基本上都没正经工作 整天瞎混 经常深夜 开着自己用二手零件改装的车 在空旷的马路上飙车 林东雪和陈时 找到了小团伙的头头 年龄最大的男孩张经磊 找到他的住处时 他才刚睡觉 衣衫不整 头发蓬乱地出现在两人面前 林东雪亮出正见 找你了解些情况 又问 有完没完 之前不是都说了 小吕是意外死亡吗 拜托你配合一下调查 张经磊不耐烦地扎扎嘴 用长长的指甲挠脖子 皮肤上的泥垢脂往下掉 看得林东雪一阵恶心 他笑嘻嘻地说 我还没吃饭 请我吃饭 我就接受调查 二十分钟后 三人坐在附近一家中仓馆 张经磊点了一桌子菜 虎吞狼咽的样子 好像几天没进食了 林东雪暗想 这小身材 摄入这么多卡路里 居然也不会长胖 陈时说 现在是下午三点 你这顿算早饭 午饭 还是晚饭啊 哈哈 三顿一起吃 能不能把案发当时 你们去过 做过什么 仔细再说一遍 你们警察可真烦 张经磊用手抓着一块排骨 吃得津津有味 哎 饭都吃了 该开口了吧 林东雪敲着桌子说 美女姐姐 别激动 我说 她嘴里塞满食物 口齿不清地道 解决完排骨 她用力准了几下手指 才开始说 七点 我们去中青路的紫荆花饭店吃饭 吃到九点多 然后往北开去了长青路 十一点的时候 小旅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被卡车撞死了 后来我们就哪也没去了 陈时说 不对啊 意外发生地点 在南边 你们这绕得有点远 卧槽大叔 可以啊 对路况这么了解 别打岔 你们到底去哪了 就是这样走的 我们是摔飙车的 当然绕得比较远了 张经磊说得似乎合情合理 但陈时还是察觉到 他神情中的一丝不自然 张经磊说完 掏出一个电子烟抽起来 陈时问 这是什么 不是吧 大叔 这都不知道 蒸汽烟啊 你一直抽这个 对啊 原本是买来戒烟的 后来觉得有意思就玩了起来 玩了几年了 大叔你也买个试试 说着 张经磊往陈时脸上 呼出一口蒸汽 虽然不呛 但被人喷一脸 物体验也不怎么愉快 这电子烟看着挺豪华 你买得起 什么意思 我是没工作 难道就不能用这个了 换个问题 死者也抽这个吗 他不抽 他抽纸烟 没我什么事了吧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跟你们讲 你们这就是白费力气 小吕的死 纯粹就是一桩意外 没事找事 浪费我们那睡人的钱 你拿过睡吗 林东雪说 我抽烟喝酒不就等于那睡了 陈时站起来 谢谢配合 我 配合 我们走了 慢走不送 张经磊埋头继续吃饭 林东雪以为陈时真是要走 走到门外的时候 陈时拉了他一把 两人贴在入口旁边的墙上 林东雪问 又玩那一招 吕试不爽 陈时笑笑 掏出手机 打开录像功能 把摄像头从墙边推出去 这样就可以看见张经磊的一举一动 只见张经磊抹了几下嘴 立即掏出手机打电话 连打了四个 每次只简短的说一句话就挂了 陈时试着读他的唇语 警察 找我 说漏嘴 不要说漏嘴 你还会读唇 上学的时候 和一个哥们打赌完学了一点 这小子再给同伴通风报信 果然有问题 林东雪本想打电话通知一下其他警员 想想还是发信息更快 便在专案组的群里说 张经磊称他们当晚七点在中青路吃饭 九点离开 去了长青路 十一点发生意外 结束问话 他立即给同伴通风报信 如果你们问到的情报一模一样 就是有问题 收到回复 四名警员依次回复 收到 陈时收了手机 说 去那家饭店揭穿他们的谎言吧 好 两小时后 两人来到中青路的紫金花饭店 问老板 12月10号晚 有没有五个开着车的年轻人来这里吃饭 老板立即点头 有有有 我印象特深刻 林东雪说 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他们做什么了 做什么了 老板提高音量 那天就因为他们 我一天白干了 他们点了一大桌菜 吃到一半 突然说汤里 有只死老鼠 非要我赔偿精神损失费 还把我的椅子和茶杯砸得稀巴烂 我手下这帮员工都是白眼狼 初遥是一个不上来帮忙 全在旁边看笑话 我就只能跟孙子一样赔礼道歉 最后算他们免单 一桌饭菜七百多呢 后来想想 这帮人估计是来讹我的 我听同行说 他们经常干这种事 到处流窜钻 你们警方管这事吗 我们正在调查 太好了 一定要把这几个兔崽子逮起来 狠狠地发 老板咬牙切齿地说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八点左右 你确定 确定 我那天气坏了 八点没客人就关门了 离开饭店 陈石说 果然撒谎了 他们为什么撒谎呢 是不想让我知道这件事 我觉得不是 在他们的意识里 吃霸王餐可能都不算是 所以才把这家饭店告诉我们 应该是有别的事情要隐瞒 陈石站在门口 看着往来车辆 意外发生的地方 是长青路南辩 终点是不会变的 如果要去那里 我肯定会走青林路 再走一次 看看路上有什么疑点 两人开着车 慢慢经过这条路 大白天的什么线索 也看不到 眼瞅着快晚上六点了 陈石说 下班吗 林东雪笑道 我现在是组长 要以身作则 哪能这么早下班 我有个提议 去这附近的派出所打听一下 看看最近有没有发生过 什么恶性事件 好 第120章 彭思觉中毒 来到辖区派出所 警员把12月10号 发生的案件档案 全部拿出来 陈石快速翻看着 直到被其中一份 吸引住目光 他说 12月10号晚上九点 在新连路的一家奢侈品店 发生了抢劫案 林东雪兴奋地说 对上了 民警道 这案子 我们怀疑是团伙作案 店里一片狼藉 优势物品总价值 达到了五万元 陈石说 那这应该算偷 怎么写抢劫案 店里当时 有个店员在睡觉 被这帮抢劫犯殴打 现在还昏迷不醒 躺在医院里面 市局的彭队长 亲自过来 做的法医鉴定 林东雪说 彭队长可能不知道 案发时间 不然应该会告诉我们 陈石又问 锁定嫌疑人了吗 民警说 没有 本来那条街对面 有几家歌厅 当完警方领检 他们早早关门了 所以监控都没有开 什么也没拍下 歹徒似乎比较熟悉 那里的路况 避开了所有交通摄像头 林东雪道 这案子 我们拿走了 行 有劳你们了 天色已晚 陈石提议 要不你去我那里吃饭 我正好要给陶月月做 你回家还得吃泡面 林东雪笑道 恭敬不如从命 你得送我回家哦 陶月月一个人在家 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 吃了些面包垫垫 两人到家时 她正在客厅桌上 看数学书 林东雪夸奖说 好乖 一个人在家学习 我倒希望 回来看见她再玩 陈石叹息 不好意思回来晚了 我现在做饭 陶月撇撇嘴 哪次你回来早了 陈石进厨房忙活 林东雪凑过去和她搭话 她问 你几年级啊 初二 她手上捧的却是初三的数学书 从旧书店逃来的 林东雪问 你怎么在看初三的数学 初二的书我看完了 姐姐 你会这道题吗 林东雪一看书上 复杂的代数和符号就头晕 她善笑道 姐姐不会 这么笨 也能当警察 林东雪并没有被她的 童言无忌惹恶恼 说 姐姐确实是个笨蛋 理科一直学不好 每次考试都只能讨个及格 你以后想干什么呀 陈石做好饭菜端出来 见林东雪和陶月聊的正欢 陶月月心冲冲的在讲住院时 听并有说的笑话 陈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那个平时老气横秋 恶狗言笑的小姑娘吗 陈石把菜放下 说 你喜欢这个警察阿姨 是姐姐 两人异口同声的说 好好 姐姐 管我要叫叔叔 真不公平 你本来就比我大好吧 林东雪说 你平时从来不陪她说话吗 陈石尴尬地道 有什么好说的 吃饭吧 陶月月看着桌上的清炒西兰花 葱包羊肉和拌黄瓜 兴致缺缺 林东雪问 你不喜欢叔叔做的菜吗 没有热情 小兔崽子 我每天都变成花样做菜 提前准备好第二天的食材 这还叫没有热情 就是没有热情 老是一个味道 林东雪笑道 我给你做的菜吧 陈石说 你拉倒吧 你只会做泡面 于 阿二小乔然 林东雪走进厨房 对陈石家厨房不太熟悉的他 不时的大声问 油在哪 酱油是哪一瓶 听动静 他好像在煎东西 不时被热油见到 发出惨叫声 陈石一边吃饭一边笑 菜没做熟 你先熟了 做好了 太完美了 林东雪兴奋的叫道 林东雪端着他亲手做的菜出来 陈石看了一眼 差点笑出声 那也算烹饪 就是把火腿肠从中间切开 弯成一个心形 里面放一个尖弹 陈石说 他不会吃的 这小鬼嘴叼得很 陈月月夹起来尝了一口 说 好吃 比陈叔叔做的好吃一万倍 你故意气我的吧 就是比你做的好吃 两人隔着桌子 针锋相对的瞪眼 陈石彻底服了 这都行 女人心叫人揣测不透 小女孩更是外星生物般的存在 陈石对林东雪说 让你来就是一个错误 我这个监护人的权威粉碎一地 你下次别来了 就来 林东雪笑道 然后对陈月月说 姐姐有空 还来给你做饭好吗 好 陈月月清脆的答道 吃过饭 陈石送林东雪回家 林东雪在车上问 你老实交代 陈月月是不是你的私生女 有点脑子好不 如果这孩子是我的私生女 那我从十几岁 就该生活放荡才是 难道不是吗 你答案上可写着呢 你过去可是小恶不断 是拘留室的常客 那些是 陈石欲言又止 白口道 不堪回首的往事罢了 好汉不提当年糗 我还是不相信 一个过去的小流氓 怎么会发生这么大转变 变成现在的你 咱们不是有约法三章 不提我的过去吗 那是刚认识说约定的 现在咱俩都这么熟了 你也该告诉我你的经历了吧 时机不成熟 故弄玄虚 有一天 等我的一桩心病了 我会告诉你一切 好 我要你第一个告诉我 林东雪的电话响了 原来是局里打来的 他按下接听 那边传来一个 火急火燎的声音 不好了 我们队长出事了 什么 我哥他 是彭队长 前进中的汽车 突然差点撞上马路牙子 陈石立即稳住方向盘 林东雪说 别着急 慢慢说 那头说 我们吃完晚饭回来 发现彭队长倒在地上 全身抽搐 牙齿咬得很紧 脸色煞白 像是中毒了 试验室里有危险品吗 有 但我们平时都锁着 而且我检查了 没有泄露 我们马上回来 不 人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一颗大附属医院 不等林东雪吩咐 陈石一打方向盘 直接接医院的方向开去 两人十万火急地赶到医院 彭思觉躺在病床上昏迷着 一名大夫正在检查他的身体症状 旁边守着几名警员 林东雪问 大夫 他怎么了 血浅还没出来 可能是中毒了 第121章 抢劫案 陈石问 他会死吗 听到死字 大家都紧张得皱起眉毛 这是他们想问又不敢问的问题 医生说 弄清楚他中的毒之前 我无法下定论 不过他呼吸还算平稳 应该不会出大癌 一名护士进来 手中端着托盘 医生说 先打一针解毒血清扛一下 等血浅出来 再讨论详细的医治办法 医生装好注射器 卷起彭思觉的袖子 正要注射 彭思觉突然像诈尸一样 用另一只手 逮住医生的手 艰难地说 不要 解毒 队长 你醒了 大家兴奋地围上去 彭思觉的眼球不停冻着 像在努力摆脱一个噩梦般 在众人焦急的注视下 他终于睁开了双眼 艰难地说道 我自己 做的 什么 陈石问 一幅迷 想测试一下 浓度 什么意思 大家说 陈石只起身 道 我明白了 他吸入了一幅迷 用自己当小白鼠 来判断第二天血液里 会流下的药剂浓度 灵冬雪气的眼泪都出来了 说 你为什么不先通知我一声 彭思觉的舌头 已经慢慢恢复 他缓缓地说道 你不会允许的 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弄清楚 死者是否吸入了 额外的麻醉剂 虚惊一场 大家松了口气 医生说 既然是一幅迷 对身体没什么副作用 刚刚只是正常的药物反应 彭思觉在这里躺了一夜 灵冬雪留下两名警员守着他 回家路上 一想起这件事 灵冬雪还是又好笑又好气 同时也有一点感动 为了破案 彭思觉竟然坐到这个份上 隔日早晨的专案会议上 灵冬雪提到了这件事 下面一片哗然 纷纷向彭思觉 投去惊讶而佩服的眼光 他已经恢复知觉 在众人的注目下 表现得风轻云淡 然后灵冬雪说道 12月10日晚9点 发生在新连路的抢劫案 昨天去走访小团伙成员的警员们说 那几个孩子 全部同一口径 说的路径和时间完全一致 是啊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怕是早就没证据了 其实不需要证据 陈氏说 这几个人心理素质都不好 直接隔离审讯 我觉得一天之内就可以拿下 这是剑走偏锋的办法 或者说搜主意 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审讯 很容易触到非法拘禁的红线 林冬雪不敢马上决定 说 大家的意见呢 警员们纷纷表态 可以一试 陈哥这主意我觉得可行 问题是 百分百确定是他们做的吗 万一闹了一个乌龙 我们可能要摊上官司 林冬雪取了一下折中的主意 这帮人咒服夜出 不如我们上午去搜集线索 如果查到是他们做的 再审讯不迟 于是所有人一起出动 去新连路找线索 来到那家奢侈品店 老板激动的说 你们可来了 查到抢劫这家店的凶手没有 林冬雪亮出证件 我们是刑警 现在这案子我们接手 所以 可否把你知道的全部说一遍 老板说 行行 我这家店装了警报系统 案发之后 我手机上就收到了提示 到了提示 我立马赶来 然后当地民警也来了 现场那叫一个乱啊 玻璃门砸碎了 货架全倒了 我丢失了大概价值20万元的货物 当晚留在店里值班的店员小王 被打破了脑袋 血流了一地 现在还在医院昏迷着呢 林冬雪注意到 老板所说的损失金额 和民警所说的有出入 可能是为了多拿一些保险金 故意抬高了损失数目 他没计较这个细节 说 我看见这家店装了卷闸门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锁头叫他们弄坏 民警说 可能是拿一个起子 和一个锤子硬砸开的 对了 这帮小兔崽子 还在其他包上撒尿 弄得臭烘烘的 一屋子尿骚味 尿液取样了吗 啊 没有 我们随便看看 好的好的 店内已经恢复如初 林冬雪走在货架中间 发现上面摆的都是LV包包 他最理解不了这种奢侈品 上面印满了商标 好像要让全世界知道这是LV 一点美感也没有 却卖这么贵 林冬雪询问陈石的意见 丢失的物品列个清单 去二手市场上找找 陈石隔着货架问老板 丢的是哪些种类的包 老板走过来 指出几件商品 陈石说 全部是女士胯包 林冬雪说 而且一个比一个俗气 劫匪的审美真是不行 老板道 幸好他们不识货 我最贵的Speedy和Artsy两款 他们都没拿走 陈石看了一眼 说 好看 比一般的LV包漂亮多了 Speedy款式轻盈 比较适合少女 好多当红明星都用这个 Artsy是经典的波西米亚风格 奢华又不是内涵 先生 你要不要考虑 给你女朋友买一个 老板趁机推销起来 店里的东西都不标价格 这是商家的小套路 防止顾客妄嫁心切 陈石问 多少钱 老板说了一个 让陈石咋舌的价格 陈石尴尬的咳了一声 我觉得也没那么好看 林冬雪捂着嘴笑了 老板又说 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这里都是正牌进口货 这家是龙安市的总店 下面还有十几家分店 绝对正牌 你花这个价钱 就能用上和好莱坞明星 一模一样的包 好了好了 我真的买不起 去这条街上调查的警员 陆续回来 向林冬雪反馈 当天确实有警方领检 所以 这条街的夜店和歌舞厅 都早早关门了 监控器都没有开 听到这消息 老板搭了下眼睛 你们能抓到凶手吗 陈石疑惑地说道 警方领检是定期的吗 林冬雪说 肯定不是 但警方不可能一下子全检查 一般先被查到的店 会通风报信 告诉同事的同行 我感到纳闷的是 他们怎么得到情报的 既然警方有可能来这里领检 他们还在抢劫 岂不是顶风抓 对了 你问下当地民警 当天有没有组织领检 林冬雪打了几个电话 说 没有 陈石笑道 我明白了 所以警方领检的消息 是这帮小兔崽子放出来的 第122章大行伺候 警员们立即去核实这件事 回来汇报称 有一家夜店老板说 他那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 告诉他今晚警察会来 他就宁可信其有 通知了整条街 林冬雪说 老张 麻烦你跑一趟电信局 查查那四个孩子 有没有打过这家店的电话 这案件有进展 老板很激动 夸赞道 刑警就是不一样 雷厉风行啊 简直不像民警都是草包 唉 不要乱说 陈石道 问你件事 你这家店在此之前 发生过别的什么纠纷吗 这个真没有 来这家店的顾客素质都很好的 这次的抢劫 是开店五年来头一次发生 你刚刚说这里是总店 那么分店呢 这我不清楚 我可以给你分店的联系方式 陈石记下号码 对林冬雪说 这几个孩子 看似很马虎 实际上比想象中要聪明 他们喜欢践踏社会秩序 做一些小恶 来标榜自己的不羁 你怀疑 他们是有动机 才挑上这家店呢 是的 这么多分店 挨个找太慢 直接打电话问吧 两人便站在这里打电话 问了一圈 一家店的店长称 一个月前 有个女孩子试图偷一个手包 被店员发现 然后拈跑了 林冬雪将这几人中 唯一的女孩牛牡丹的户籍照片发过去 随后店长又打过来 说 对对 就是她 不过她装化得很重 跟鬼一样 衣服也有点沙马特 谢谢配合 挂断电话 林冬雪兴奋地说 确定了 百分百是他们做的 警方立即行动 把还在住处睡觉的四人弄醒 带到局里 在陈石的建议下 并没有马上审讯 而是熬他们一会 陈石说人在饿肚子的时候 判断力最差 林冬雪笑道 你真是个魔鬼 中午大家在办公室 香喷喷地吃着排骨盖饭的外卖 那四个小孩在审讯室里刚好 有没有人权 放我们出去 我们要吃饭 陈石说 再熬一会 倒是给碗方便面 他们就招了 下午两点 陈石还真买了一桶方便面 拎着一瓶开水 进到审讯室 当着恶红眼的张经磊的面 泡上方便面 用一个资料夹压上 坐下来笑眠你的问 饿了吗 你说呢 张经磊怒目而视 只要你肯说 这碗面就给你吃 说你 MB 林东雪敲桌子 注意你的身份 你们俩个是不是一对啊 每次都一起出现 姐姐 看你身材这么好 干脆去拍AV吧 穿着警服 被干肯定很刺激 我保证会撸死 林东雪气的想站起来 被陈石按住手 并在他手背上轻轻拍了下 陈石摇头示意 他别冲动 陈石说 12月10号晚上9点 你和你的小伙伴们 干了什么 干了你母亲 给你提个醒 地点是新联路 是啊 把你母亲干得嗷嗷叫 陈石露出被触怒的冷笑 他站起来 拿起泡面 端到张经磊面前 张经磊害怕地说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警察打人啊 陈石把面全部倒在他面前 说 立个规矩 你每说一句 说一句脏话 我就把审讯延长一个小时 你刚刚出口成脏四句 所以 咱们四小时后见 离开审讯室的时候 张经磊在后面大骂 放我出去 我要告你们 我要撒尿 林东雪说 我刚刚以为你要揍他 陈石说 何止揍他 我真想一拳打死他 不过对这种叛逆的孩子 打指会起反作用 激起他的逆反心 不如用钝刀子慢慢割他 林东雪笑道 大快人心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 牛牡丹先熬不住招供了 果然是他们做的 牛牡丹供出了主饭 是张经磊 现在就等这个小头目 自己开口了 四小时后 陈石和林东雪又进了审讯室 张经磊已经没什么力气挣扎了 他还因为尿急撒在了裤子上 屋子里一股尿骚味 林东雪打开空调换气 冷气让张经磊哆嗦了一下 直起身说 给我水 还骂人吗 林东雪说 不骂了 不骂了 求你们了 林东雪到了杯水递过去 张经磊贪婪的喝下 长长的喘息 说 妈的 走走 再等一个小时 陈石说 不过 刚刚这句是语气词 不是骂人 我收回 收回 张经磊就像一只被熬服的鹰 已经彻底没了傲气 陈石说 说说吧 你们那天晚上的狂欢 吃霸王餐的事情 我承认这是 不就几百块钱吗 大不了 我赔给饭店就是 你不说 我来说 陈石把案件经过说了一遍 末了拿起一张 从电信局取得的通话记录 这是你给夜店打电话 谎称有警方领解的证据 你很聪明 但又不够聪明 居然使用了用自己身份证登记的电话 张经磊牙关紧咬 一言不发 林东雪补充道 牛牡丹已经招了 而且供出了你 什么 张经磊猛的抬起头 那个贱人 老子赴汤蹈火喂他 他居然把老子卖了 这么说 你认了 陈石说 认什么 你现在的挣扎 真的很难看知道吗 一点也不严瞒 你是这个小团伙的头目 是大哥 你现在却跟一个 油嘴滑舌的小骗子似的 在这里胡搅蛮缠 你觉得出去之后 他们还服你吗 不是 我有精神病 双重人格 我有时候完全不知道 自己做过什么 说过什么 比方说 刚刚骂你们吧 那就不是我说的 张经磊又开始玩心花招 林东雪气笑了 看了一眼陈石 陈石说 上刑剧吧 行 上刑剧 张经磊歇斯底里地挣扎起来 卧槽 警察还可以明目张胆地用刑吗 我告诉你们信不信 我有个网友表哥的女朋友 是读法律的 非告诉你们不可 几分钟后 刑剧被端了进来 是三碗香喷喷的猪排饭 还有三杯冰镇可乐 陈石将其中一份 放在桌子那头 和林东雪吃开了 一边吃一边说 这家猪排饭真好吃 就是 老店了 不知道撬开了多少犯人的嘴 张经磊坐在审讯椅上 口水流了一地 终于他承认不住 这番酷刑折磨 说 给我吃一口 我招 全招 第123章 徐晓东遭难 陈石和林东雪放下筷子 擦了擦嘴 陈石说 招吧 先给我来一口 我饿得不行了 胃里跟火山爆发似的 张经磊流着口水说 少来 先说 就一口 我数到三 再不说就没机会了 一 我招 我招 张经磊说 他女朋友牛牡丹 一个月前 看中一家奢侈品店里的 LV包包 准备来个顺手牵羊 没成想被店员逮个正着 还强行搜了身 他感觉特没面子 说想要 LV包包 只要那家店呢 当时张经磊和小吕同时 在追求牛牡丹 或者说 牛牡丹同时再和两个男生玩暧昧 小吕这人很怂 但是张经磊承认他有点小帅 而且上过学比较有想法 张经磊感觉自己可能会落败 所以 牛牡丹提出的要求 二个情敌立即想办法去满足 另外 张经磊一直都很眼馋小吕那个电子烟 就趁此机会打赌 如果张经磊先搞到包包 小吕就把这电子烟给他 小吕能有什么主意 去找他那个天天沉迷游戏的 老子要钱呗 12月10号晚上 小吕上门要钱 他老爸说 马上游戏里有新年活动 暂时没钱 过阵子的 小吕说急用 他老爸说 你连工作都没有 要钱干嘛 还不是吃喝玩乐 小吕气不过 拔了电源 把他老爸的主机 抱到楼下扔到水里 没想到他老爸追下来 竟然一个猛子扎河里去捞主机 居然不管儿子 也真够奇葩的 张经磊嘲笑道 小吕没辙 但张经磊有辙 他经常几天的调查 发现总店最容易下手 对面都是一些风化场所 只要一个电话 谎称有警察要来 他们立马会关门 不会有人看到 于是那天晚上 张经磊拉着一票哥们 去吃了顿饭 然后来到新连路上 果不其然 店全关门了 整条街空荡荡的 几人动手开始撬锁 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 他们做得多了 心里毫无愧意 要是不做这个 哪来的钱去KTV 去网吧 进门之后 几人就开始狂拿东西 把货架推倒 还在上面撒尿 尽情地狂欢 牛牡丹夸他真是个好男人 还亲了他一口 被小吕看见 气得浑身发抖 没想到店里 居然还有一个店员 而且这家伙 好死不死地跑了出来 大喊 我已经报警了 团伙里的大胖 一棍子砸到店员脑袋上 店员倒地 几个男生上去 又补了几下 牛牡丹下傻了 说大胖杀人了 大胖说人没死 就是昏了 张经磊说 警察一会就来 于是他们立马逃之夭夭 那些包 现在还在牛牡丹那里 他原本是打算 等风声过去了 自己拿来用的 没想到 你们居然查出来了 我心服口服 我可以吃了吗 说到这里 张经磊已经馋得满嘴口水 陈时拿起猪排饭和可饿 放在审讯里的当板上 张经磊被烤着双手 不方便用筷子 就用手抓 贪婪地吃起来 陈时问 说说电子烟的事情 虽然你们打过赌 但当晚小吕发生了意外 按理说 应该不会在你身上 张经磊满口水食物 口齿不清地说 出车祸之后 电子烟确实在他身上 我说这东西 应该是我的 让警察拿走 岂不白白便宜了警察 警察 所以我拿走了 这没什么吧 跟你抢劫店铺的事情 比起来 是没什么 当时一整晚 电子烟有离开过小吕吗 没有 你仔细想想 哦对了 我们抢电的时候 把车停在附近 一个大院里面 小吕的电子烟 应该放在车上 林东雪看向陈时 小声说 难道是电子烟 被人加了料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了 对了 老鹏的试验 已经过去24小时了吧 去问问看 两人离开 张经磊在后面嚎 不放我走吗 把我关锯留试也行啊 这考着多难受 陈时说 你等一下 还有事情要问你 那再给我来一份啊 我还没吃饱呢 陈时把桌上 剩的两份猪排饭给他 张经磊先打开 林东雪吃过的那份 猥琐的笑笑 嘿嘿 美女姐姐的口水 真香 林东雪一阵恶心 折回去把那份饭抢走 扔在了审讯室外的垃圾桶里 来到技术中队 彭思觉果然还没下班 听陈时说完电子烟这个细节 彭思觉道 完全有可能 你的试验怎么样 我正准备告诉你们 我昨晚吸入了手术剂量的一幅谜 现在我体内的含量 是每毫升0.03微克 但是死者身上检测到的 达到了每毫升0.4微克 整整40倍 林东雪惊呼 他天才的算术 赢得彭思觉一个鄙视的眼神 是13.33倍 彭思觉说 无论死者代谢能力有多差 除非他一整天不出汗 不喝水 不排泄 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药物残留 刚刚你提到电子烟 让我化验一下吧 给 陈时已经把这东西带在身上 从口袋中掏出来 两人就在这里等待 彭思觉亲自上阵 五分钟后告诉他们 这里面有微量的一幅谜残留 陈时说 电子烟会反复注入烟油 里面的药物被不断稀释 12月10日晚上 死者吸入的一幅谜 一定非常多 多道足以令他无法控制方向盘 或者在驾驶途中昏睡 他好了 林东雪兴奋不已 真相最终揭晓的瞬间 是警察最快乐的时候 死者的死 是有人蓄意谋害 陈时说 但要怎么证明 这和他母亲领到保险金有关 他母亲当时在外地 没有作案可能 实际上 我们可以认为是幕后主使 在从中作梗 也就是说 要证明这是一宗诈保案 还是得从源头上查起 也不知道小冬查得怎么样了 一名警员急匆匆地跑进来说 外面来了一个人 全身都是血 你们快去看看吧 彭思觉带上一个急救包 和陈时 林东雪一起来到市局的门厅 只见地上捣着一个衣服破破烂的男人 身上沾满血迹 他的左手死死地按着右手 原来他的小拇指被切到了 林东雪上前查看 被陈时拦住 陈时蹲下来摇晃他 哥们 怎么了 是不是来报案的 那人睁开眼 快去救小冬 然后又昏了过去 第124章 开始你的表演 陈时把这个陌生男人摇醒 醒醒 徐晓冬怎么了 他在哪 男人再度苏醒 艰难地说 被发现是卧底了 我们被人马倒了 他在哪 不清楚 林东雪让陈时送着男人去医院 其他人包括彭思觉在内 出去分头寻找 徐晓冬最后一次联络时 发送的位置是一家KTV 他们就以那里为原心 在四周寻找 警员们焦急地走遍大街小巷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陈时打来电话 我现在过来 林东雪告知位置 一抬头发现 街对面有个男人 正用手机拍自己 拍完又鬼鬼祟祟地走了 林东雪感觉有点不对劲 通过无线电告知大家 有没有人在偷拍你们 刚刚好像有人对我拍照 我这边也是 还有我 几乎所有人都有此感觉 林东雪隐隐觉得自己踩进了某个圈套 他有点害怕 第一次领导专案组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 或者有同伴牺牲 他将怎么面对林秋普 以及大家 有人在无线电里惊呼 找到了 他在车站 一个汽车站的后车室里 乘客路过某个睡着的人旁边 纷纷无嘴窃笑 这人是疯子吧 沙马特吧 这造型也太奇葩了 躺在座椅上昏睡得正是徐晓冬 只是他的样子有点一言难尽 徐晓冬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站在海中一座孤岛上 现实中周围嘈杂的声音 被梦转化成了汹涌的海潮声 海中突然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好像是小李的声音 于是 梦把外来的刺激编进了梦里 小李变成一条美人鱼 从海里钻出来 不停地喊他 声音越来越大 终于他醒了 睡眠惺忪地看见 小李正在摇晃他 徐晓冬的苏醒 让他喜极而泣 说 你怎么会搞成这样 徐晓冬身上有些麻木 不知道是被下药的副作用 还是因为睡姿的关系 他说 我没事 没事 还说没事 你自己看 小李掏出手机 打开前置摄像头 给他当镜子使 徐晓冬一看 愣大了眼睛 他原本帅气的发型 被剃了个阴阳头 左半边光秃秃的 一节短短的发茶下面 露着头皮 周边路过的人全部在嘲笑 徐晓冬当时觉得脸红而热 外面传来一阵杂塌的脚步声 林东雪他们陆续赶来 看见徐晓冬没事 以及他的新造型 大家都不知该摆出什么表情 没事就好 林东雪长松口气 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大家回去吧 徐晓冬说 我这发型丢死人了 不行 我得去趟理发店 小李擦擦眼泪说 我陪你去 林东雪说 你俩先去吧 待会再局里见面 众人离开 看见脸上挂泪的小李 徐晓冬有点感动 说 刚刚我梦见你了 你变成了一条美人鱼 回去路上 林东雪通知陈时 人找到了 没事 歹徒把他羞辱了一顿 剃了个阴阳头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吧 回去吧 陶月月该饿坏了吧 那我就不厚道的先撤了 你别加班太晚 那人现在在一科大副院 小拇指断了 没大碍 好 回头给你报销医药费 徐晓冬剃了个板寸头回来 他又渴又饿 吃了一大碗泡面之后 才开始说自己的经历 他本来打算混进炸宝者里面 四季接触到幕后主使 在现任阿蒙的建议下 准备去参加当晚的一个毒趴 别误会 我没有吸毒 阿蒙想出一招 用墨碎的维生素片来冒充毒品 徐晓冬自以为万无一事 没想到当场都穿帮了 阿蒙跑进来说 有人来找你麻烦了 快跑 于是他和阿蒙跳窗逃命 阿蒙摔伤了脚 徐晓冬就掺着他走 两人逃进一间安全屋 徐晓冬准备联络局里 却发现无线电在逃跑途中丢失 另外手机也没电了 阿蒙说 现在那帮人还在外面 等明天一早一起回公安局 于是他们就在安全屋睡下了 没成想天一亮 徐晓冬突然被人用沾了麻醉剂的手帕捂住鼻子 然后就不省人事 再次睁开眼时 自己已经在车站了 林东雪说 来报案的那个被切了手指的男人 就是你的仙人阿蒙 什么 他被切了手指了 严重吗 被切了小拇指 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徐晓冬捶桌 这哥们真讲一切 要不是他及时来报案 我明天就没脸做人了 他直指自己的头 彭斯爵冷冷的说 还有心情开玩笑 因为你是警察 他们才没动你 既然可以剃你的头发 也就可以割了你的喉咙 或者给你注射毒品 这不是羞辱 是威胁 对我们警方公然的挑衅 林东雪愤然道 徐晓冬这才感觉到害怕 吓得面如土色 彭斯爵离开了一会 然后回来 拿了一个药片 一根吸管 说 表演一下 给我们看看 没这必要吧 看看你是怎么穿帮的 徐晓冬会议 用茶杯把药片细细碾碎 碾成面粉状 说 当时我是用纸包起来揣在怀里吧 他们吸毒的时候 用卡片把白粉切成条 我朋友阿猛 就趁着机会进来送饮料 然后我把假货放在真货下面 没人发现 请开始你的表演 林东雪说 徐晓冬用吸管对着药粉一吸 然后搓搓鼻子 摆出好像要打喷嚏时的表情 对旁边的小李说 我靠 这货正啊 小李捂着嘴笑 还行 怎么会穿帮呢 林东雪问 后来呢 那帮家伙吸了点粉 就嗨起来了 就跟白痴一样 不可能穿帮的 会不会是你的仙人出卖你了 不可能 徐晓冬大声说 他是我同学 认识很多年了 如果他出卖我 怎么会被剁掉手指 也许只是苦肉计 彭思觉说 走廊里传来一阵忧怨的呼声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林东雪愣正片刻 然后懊恼的一拍脑门 糟糕 姓张的那小子 还在审讯室里考着呢 第125章 打娘胎里就是流氓 陈时回到家 已经九点了 陈月月居然在屋里用电脑看 演习攻略 这让陈时有点喜出望外 这小孩终于正常了一点 他坐下来叹息 当警察可真危险 就在刚刚 一名人民警察 被歹徒残忍的用刀子 剔成了阴阳头 哪里残忍了 陈月月吐槽 所以 你以后千万别当警察 警察这么累 我才不当警察呢 陈时看见桌上的餐盒 说 点的外卖 我跟你说过 我知道 开门之前要大声喊几声罢 让陌生人以为 家里有大人 真乖 你在看什么 林姐姐跟我推荐的 一部宫斗戏 小孩子看宫斗戏 这部戏非常积极向上 正能量呢 陈时没看过这部电视剧 画面上女主角正在教训另一个人 好像不怎么积极向上 她表示怀疑 不过 随她去吧 开始看电视剧了 这是好事 自从上次陶月月设计报复同学之后 她一直担心 这小鬼变成未来的汉泥巴 陈叔叔 给我买几本文学名著吧 你这个转变有点突然 可以可以 明天给你买 谢谢 陈时不打扰陈月月 接受世俗文化的熏陶了 小心翼翼地带上门走了 来到客厅给林东雪发条微信 经过林老师的家访 陈月月的学习兴趣 明显下降了许多 正在认真地看工斗剧 特赐感谢 过了五分钟 林东雪才回复 别评了 有事 明早见 局里 大家还在讨论这件事 林东雪想起 他们去找徐晓东的路上 几乎每人都被偷拍了 于是他有了一个推测 对方是故意 拿徐晓东当诱饵 引出专案组所有人 掌握他们的情报 这个推测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也让他们对对手 产生了一丝敬畏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炸宝团伙 他们设计的炸宝案 差点逃过警方的侦查 设计引出专案组的手法 也极尽巧妙 这次他们面对的 是真正的高智商罪犯 警员老张说 晓东被知道身份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真是那个线人出卖的 徐晓东还在帮他的哥们辩护 不可能不可能 阿猛不会出卖我的 彭思觉说 他冲进局里倒在地上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作戏 如果他真要报警 直接打电话不就行了 林东雪突然想起来 咱门口有监控 调出来看看 他是怎么来的 众人调出监控 看见一辆车飞快地 从市局门前经过 然后阿猛捂着手 从车门里跳了出来 随后那辆车又走了 车牌被泥巴遮挡 看不清楚 徐晓东说 看见没有 我说了他不会出卖我 大家将这段监控反复地放 彭思觉瞧出一些破绽 着地的姿态是面朝下 从着地的动作 看也是有所准备 似乎是自己跳下来的 而不是被人推下来的 徐晓东说 也许是对方逼他跳下来的 警员老张说 车在经过市局门口的时候 速度放得很慢 好像是怕他摔伤似的 林东雪 屁 林东雪说 当面问问他 走 林东雪 徐晓东 还有小李赶到医院 走进病房的时候 三人发现 阿猛正鬼鬼祟祟的藏什么东西 林东雪冲过去 从枕头下抢过 是一部正在接通的电话 他立即按掉了 立声道 准备给谁通风报信 阿猛对校说 给我女朋友报个平安 小冬 你没事啊 徐晓东对他的信任 已经在种种细节中崩塌了 他冷着脸说 你是不是出卖我了 我没有 我出卖你干嘛 你看我的手 林东雪正在给局里打电话 让他们查一下这个号码 结果立即就出来了 王警告诉林东雪 办这张卡的人叫杨明 听到这个名字 林东雪的瞳孔 不禁收缩了一下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 徐晓东气得发抖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你居然出卖我 阿猛立马换了一张恶毒的面孔 小时候我把你揍得满地爪牙 MMP的 长大之后你当警察了 我却落在你手上 见到你就跟孙子一样 我TM扔你很久了 你拽什么拽 不就穿着这层皮吗 好 我现在脱了这层皮 我们出去打一架 如果现在的你还能打败我 我立马放你 这可你说的 林东雪立即阻止了这场 意气用事的鄙视 说 我是组长 我不准你们打架 徐晓东 你给我出去 阿猛得意地笑 软淡 被一个女人呼来喝去 徐晓东 你一辈子都是脑肿 一声清脆的响声 把屋里的人都震惊了 小李听不下去 给了他一耳光 阿猛脸上印着五指印 一脸阴分地转过脸 把牙齿磨得咯咯响 小李咬着嘴唇 我愿意接受处分 我只是听不下去了 同事女性 林东雪对小李的心情很理解 她说 先把这家伙控制起来 别让她和外界联系 被带走的时候 阿猛叫嚣着 徐晓东 你真有种 让女人帮你出头 软淡 徐晓东懊恼地站在原地 说 想不到我的同学竟然会出卖我 他刚出狱的时候 我对他多好 林东雪拍拍他的肩膀 别难过了 这不是你的错 晚上十点 专案组一个人都没下班 林东雪说 现在线索断了 该怎么查呢 有人说 把手上所有的诈保案 彻查一遍 总会有缺口 林东雪摇头 之前我就是这样做的 收效甚微 根本没有效果 他们是利益既得者 死活不愿意 供出幕后主使 徐晓东说 虽然这次我卧底失败了 可我觉得 卧底这招 还可以再试一下 他们也想不到 我们又派了一个卧底 不行 彭思觉断然道 刚刚我们 去找你的时候 对方已经拍下 我们所有人的脸 现在派卧底 马上就会被识破 小李说 等一下 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人 没被拍到 而且他也不是警察 徐晓东茫然地问 谁啊 陈哥 对对 这个人选太合适了 陈哥的履历 劣迹斑斑 打娘胎里就是流氓 对方肯定不会怀疑他 林东雪立即双手拍桌 不行 我不同意 第126章 卧底新人选 徐晓东说 东雪 你为什么不同意 这不挺好的吗 就是 就是不同意 林东雪支支吾吾 有徐晓东的教训在前 他不敢再冒险 而且 陈石不是警察 如果被识破 可能就不是踢个阴阳头 这么简单的了 警员老张说 卧底这招 是目前收益最大 同时风险最大的 我觉得 陈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 要不大家举手表决 5票同意 6票反对 还有两人弃权 弃权的正是彭思绝和林东雪 彭思绝说 这种表决毫无意义 最重要的是他本人的意愿 他不是警察 我们无权干涉他的选择 林东雪着急地说 以他的性格 知道我们案子查不下去 他肯定会去的 彭思绝看向他 虽然我和你一样担心他的安危 以他的实力 也一样是手道青睐 他的实力 他不过是会破案罢了 卧底是另一码事 不 他的实力不止于此 你了解他 我了解 林东雪的声音有点大 显得像在吵架似的 老张打着圆场 别争了 明天把这事告诉成哥 到时再决定不迟 小林 今天我们就下班吧 林东雪无力地点头 这一晚 他转眼难眠 无数次想给陈石打电话 但刚拨了号 又立即按掉 终于到了第二天 陈石和往常一样 准时地来到市局 看见林东雪 笑道 昨天月月一直在看 你推荐的宫斗剧 我很欣慰 下次多给他推荐一些 没营养的东西哦 你这是在损我吗 没有 夸你呢 月月这孩子 就是太聪明 太爱学习 一点不喜欢玩 我就担心他营养过剩 你没睡好 很晚才睡 哦 有件事情要对你说 早晨的专案会议上 听完大家的话 陈石平静地说 这个任务我可以接 听他这口气 后面似乎还有一句 但是 大家等着 但是 陈石望向林东雪 你得帮我照顾几天孩子 大伙松了口气 纷纷说 轮流照顾都没问题 我家也有孩子 可以让我老婆照顾他 不不不 你们千万别照顾 我只要林东雪照顾 林东雪没笑 说 你确定弄明白现状了吗 陈石点头 明白的不能再明白 专案组现在等你下锅 这个任务只能我去 如果有任何危险的话 你可以主动退出 甚至向对方提供 我方的情报自保 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明白吗 这是林东雪 昨夜深思熟虑后 想到的措施 谢谢关心 我会记在心里 于是大家一定 三天之后让陈石过去 这几天 陈石就不要来了 以免被人发现 他和警方有联系 还有 阿猛是唯一知道 陈石是警察的人 务必严加看管 绝不能让他通风报信 陈石得已悠闲了一天 下午早早做好一桌菜 把陈月月接回来 吃完饭 陈月月问 我要的文学名著呢 买了 我拿给你 陈石从屋里拿出一堆书 陈月月一本本看名字 哟 至我们中江市区的青春 原来你还在这里 我在回忆里等你 山岳不知心底事 陈月月一脸不屑地说 文学名著 陈石扬起眉毛 当代文学名著 拜托 我要参加作文比赛 看这些书 有什么帮助 你不早说 我屋里有四大名著 你要看吗 已经看过了 那些没用 西游记 全是bug 水浒传 三观不正 三国演义 看着没劲 红楼梦 斗尾续雕 不要乱说 是要谢罪的 带我去买说 陈石看下时间 书店应该还没关门 走吧 来到附近一家书店 陈月月挨个 浏览书架上的书 陈石则在另一边 看一些新出的推理小说 全部看过一遍简介之后 他过去问 选好了吗 只见陈月月正捧着一本 《非常童年》 《爱不释手》 陈石自己 从书架上抽了一本 看看简介 立即从陈月月手中夺过 说 不要看这个 你的童年已经够非常了 陈月月不高兴地撇着嘴 不是要找文学名著吗 没什么用 那些作家作文写的肯定都不好 小心作家揍你 我说的是事实 陈月月走到另一个架子上 取下几本书 有 作文技法一百招 命题作文怎么写 让初中生爱上作文 看到这些 陈石有点大跌眼镜 就要这些 这些很有用 作文是写给老师看的 老师都很傻 一看见熟练的技巧就给分 陈石被他老气横丘的样子逗乐了 说 你现在说的一套一套的 到时候没拿到奖 看你还有脸显摆布 好 给你买 我还要那个 陈月月一直架上的 非常童年 不行 回去看你的公斗剧 陈月月半个鬼脸 拎着一大袋书出来 陈石带他去一家快餐店 陈月月要了冰淇淋 巧克力圣代很快征服了 小萝莉的胃核心 他一脸享受 眼睛都眯成了两道小月牙 陈石说 我这阵子要出差 会有几天不在 那我呢 你去林姐姐家里 陈石猜他 大概会欢呼一声 但是陈月月并没有 他从冰淇淋上抬起头 咬着塑料勺说 是去当卧底吗 陈石震惊地瞪大眼 这小鬼聪明过头了吧 原来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说 我是去当卧底吗 要不要我告诉林姐姐 你喜欢他 不要不要 你乖乖地待着就行了 那你要走多久呀 你希望是长还是短 陈月月歪着头笑道 你想听到什么回答 真心话 干脆你们俩注意起吧 我是挺喜欢林姐姐的 也喜欢陈叔叔你 你俩同居不是三权其美了 放心吧 我不会当电灯炮的 你们要是想干嘛了 我把门关上 装都不知道就是了 陈石笑了 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脑门 小机灵鬼 第127章 打入团伙 三更 三天后的早晨 陈石在汽车站附近 一家脏乱差的馆子里吃馄饨 椅子发出嘎吱一声 一抬头 两个戴口罩和墨镜 裹得严严实实的人 坐在他面前 来一晚 陈石说 不了 口罩下面 发出林冬雪的声音 他今天故意穿得像男人一样 厚厚的羽绒服包裹下 原本靓丽的身材 也变得臃肿起来 准备好了吗 一切就绪 其实你们没必要来送行的 又不是三年之后 又三年的卧底任务 我过两天就回来了 嘘嘘嘘 听到卧底两字 林冬雪紧张得环顾四周 别乱说 另一个人正是彭思绝 他推过来一个针管 说 这是排汗剂 如果对方强迫你吸毒 立即注射这个 然后大量喝水 陈石推了回去 除了我自己 什么都不带 会被怀疑 大量排尿 无论有没有诚意 回来之后 立即去戒毒所 放心 我自有对策 手机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新买的卡 你们的号码 我也背下来了 老鹏 你今天有点啰嗦 早点回来 万事小心 陈石点头 转向林冬雪 小鬼呢 周末居然也不睡懒觉 一大早爬起来看书 太省心了 不要老是纵容他学习 要督促他多玩 多看电视 你要告诉他 初二不重要 初三最后半年 再学不迟 他那么聪明 还这么认真 会被班上同学孤立的 知道了 林冬雪想笑 不知内情的彭思觉 吐槽说 现在教育理念 已经变得这么回归 本性了吗 不过 这孩子是特例 时候不走 我该走了 保重 林冬雪和彭思觉一起到 离开这家早点铺 陈石穿过马路 来到一个建材市场 这是徐晓东 短暂的卧底生涯里 打探到的唯一靠谱的情报 每到周末 会有一些急需要钱的人 在这里等着 那个炸宝团伙会来 他们的暗号是 朋友 买保险吗 因为是汽车站附近 这是整个龙安 治安最差的地段 路上陈石看见 好几个鬼鬼祟祟的年轻人 其中一个 眼睛一直盯着一个 胯包的妇女 虽然知道 现在不宜打包不平 但陈石石 在按捺不住 那颗正义的心 过去和妇女搭讪 美女 包不错 对方用警惕的眼睛看她 陈石小声说 后面有小偷 别把包放在身后 然后静止走了 建材市场的一角 蹲着大两名工 手里拿着求职的牌子 一见有人经过 就举起来 陈石上去小声问 朋友 买保险吗 不买不买 俺早饭都没钱吃 买什么保险 陈石又换了一个 朋友 买保险吗 什么保险 保险公司不卖 说我是高位公主 城里人真是奸诈 问到第六个的时候 那人突然瞪大眼睛 你是杨哥派来的 然后他身后 强颜下坐着的一堆人 一堆人涌过来 纷纷说 大哥 我家里几等钱用 选我选我 我的高利贷 连利息都还不起了 债主天天赌闷 我女儿病了几年了 就等钱手术了 行行好吧 陈石没想到 有这么多竞争者 为难的笑笑 我也是买保险的 可让我找到组织了 切 大家一哄而散 陈石就在这堆人 中间坐着 身上的一包烟 很快散完了 通过打听得知 这些人都没受过什么教育 在农历听亲戚朋友 说卖只眼睛 或者卖只手 就能挣几十万 比单纯卖甚强多了 就来城里等那帮人 谈到拿到钱后的展望 大家满是尘土的脸上 洋溢起喜色 好像他们没有一个人意识到 那笔钱 是用自己的眼睛 或者手换来的 一个老乡说 俺们村有个人 用电锯砍树的时候 把手被弄断了 一毛钱赔偿 也没有拿到 还倒贴了不少医药费 与其拼命干活 把自己弄伤了 倒不如卖个手 在家躺着享受来的好 划算 陈石说 那可是一辈子残疾 俺都有老婆孩子了 少一只手也不影响 你知道 他们是要抽成的 至少抽你们一半的保险金 人家担着风险 总得赚点吧 要不指望他们 俺这手自己 多了一毛钱不值 老乡心态是真好 他反问陈石 小伙子 瞧你是城里人吧 年纪轻轻的 怎么也来卖手 陈石苦笑 欠了赌债 走投无路了 所以这个黄赌毒室 绝对不能沾的 接下来半个小时 陈石耐着性子 听老乡一直在讲赌博的危害 一辆皮卡开来 人群纷纷执起脖子 车上跳下来一个 穿皮夹克的瘦子 脸色苍白的像个病汉 还有一个 带大金链子的壮汉 两人身材 形容鲜明对比 瘦子上前问 朋友 买保险吗 就像起了化学反应 人群立即涌过去 争先恐吓地说 大哥 我家里几等钱用 选我选我 我的高利贷连利息都还不起了 债主天天赌门 我女儿病了几年了 就等钱手术了 行行好吧 听徐晓东说 他们每次只带十个人走 一星期才一次 瘦子挨个指出来 你 你 你 被选中者 像高中状元一般 欢天喜地爬上皮卡的后洞 眼看着名额不多了 陈石也顾不得谦让 把周围的人群推开 硬是挤到瘦子面前 脸对脸冲他喊 我身强力壮 腰好腿好 买几个保险都没问题 瘦子两眼一亮 一拍陈石肩膀 上车 回去的路上 大家坐在寒风中 开心地展望 拿到前后怎么花 陈石脸上笑着 心中发酸 他们被带到郊区 在一片 四下没有任何建筑的野地里 另一辆面包车 在等他们 瘦子停下车 对他们说 我们的位置必须保密 委屈各位了 然后面包车上 跳下一个人 手里拿着一达黑布袋 给每个人套上脑袋 扎紧带口 然后推散着他们上了车 面包车 每转一次弯 陈石都在心中磨迹 他把方向用数字代替 这样便于记忆 听外面 渐渐喧的声音 面包车似乎又开回城里了 果然是在故弄虚弦 故意让人以为在郊外 其实那地方就在城里 第128章 试探 摘掉头套 陈石发现自己 在一栋建筑里 所有的窗户都关着 看不见外面 这里看着像一家公司 他们一行人 现在站的地方是前台 前台里站着一名女员工 瘦子正趴在桌上登记 大惊练虎视 单单地看着他们 众人紧张地一顿不敢动 你 给我过来 瘦子挑出一个人 随他进了走廊 其他人就在这里站着等 半小时后 那人才出来 他手上拿着一打厚厚的文件 脸上表情复杂 瘦子从走廊探出头 指着陈石 你 进来 长长的走廊墙壁斑驳 两侧的门紧锁着 某扇门里 还传来女人的笑声 陈石问 大哥怎么称呼 瘦子不理他 来到一扇门前 瘦子站定 身份正带了吧 肯定带了 进去吧 推门进入 这里是一间办公室 进门是休息区 放着沙发 是办公区 一个穿西装打领带 戴金丝眼镜的男人 坐在办公桌前 点头示意陈石坐下 看一下身份证 陈石掏出身份证 西装男核对了一下陈石的脸 在电脑上搜索起来 陈石有点意外 这里居然有类似 警方户籍系统的软件 可以查询身份证上的编号 身份证自然没问题 西装男在椅子上转过来 咱们就开门见山 需要多少钱 当然是越多越好 那也得有个数字 我欠了很多赌债 至少需要一千万 西装男笑着摇头 普通伤害险 拿不到这个金额 除非是人身险 你有信得过的受益人吗 叫我去死 人都死了 我还还什么债 如果你真需要一千万 我这里倒是有另一种服务 但我不是太推荐 你可以找一个人买人身险 受益人必须是你 然后由我们来运作 我能拿到一千万吗 很难 金额太高 保险公司会合保 需要对你和受益人的身份 重新包装一下 而且生效期是两年 我等不了 看来合作不成了 那就下次好了 西装男伸出一只手 准备和陈石握手道别 其实 我来还有另一个目的 那只手缩回去 和另一只手交叉在一起 放在腿上 西装男摆出席二公厅的样子 我想加入你们 为什么 为了钱呗 无论买什么样的保险 都是一锤子买卖 而且短期内 根本挣不到我要的一千万 而且 我也不想下半辈子落下残疾 如果我加入你们 挣到这笔钱 就轻轻松松了 抱歉 我们不缺人 你们缺人 非常缺 何以见得 我注意到 这些志愿者的口音 都是陆家吉 上马庄那边的 龙安周围有几十个县 几百个村 看来你们的市场 拓宽做的一般般 你以为销售啊 这一行不是看市场 保险公司就是十几个 做完一个 做完一个 就得换一家 目前能做这个的保险公司 已经饱和了 就那些卖眼睛 卖手的老乡 一个挣二十几万 如果你的顾客基数更大 就可以找到更多的优质订单 做你刚刚说的 一票一千万的大买卖 我一般不做那个 只有百分之百能信任的人 我才会与他合作 这需要仔细筛选 对 所以你们还是缺人 西装男仰起眉毛 露出对这个男人 感兴趣的表情 他用手指摸着下巴笑道 你该不是警察吧 看我像吗 陈先生 我做这场很久了 能做的酒泉 靠谨慎和耐心两个法宝 虽然你说的天花乱坠 但我也不能立即相信你 我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真的很需要钱 我也想过好日子 女人随便玩 票子随便花的日子 我TM看透了 良心值几个钱 没良心才能混得好 我很欣赏你的觉悟 这样吧 我们待会再谈 外面还有不少老乡在等着 我去哪里等 走廊里有人会带你去 陈石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问 还没问您怎么称呼 比姓杨 瘦子不在走廊 这次换了那个壮汉 陈石来到他面前 说 杨先生叫我 壮汉用大拇指一指自己 瞪着眼睛说 我叫金刚 你好 我叫陈石 我们要去哪 壮汉用一指自己 我叫金刚 你喜欢在摩天大楼顶上打飞机 我叫金刚 是是 我知道你叫金刚 去哪呀这是 金刚转身 带着陈石走 这建筑比想象中复杂 拐过几个弯后 他们来到一扇房门前 金刚用钥匙串打开门 拽着陈石的胳膊 把他拽进去 和他宽厚的大手相比 陈石的胳膊戏得像柴火棍一样 陈石猎切一下 被推进这间不到20平方的房间 里面只有一个洗手池 一个抽水马桶 一张放在地上的发霉的床铺 一个放着杂质的架子 屋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尿液 呕出的暗水味 陈石回头的时候 注意到屋角毫不掩饰地 安装着一个摄像头 他对门外的金刚说 喂 这什么意思 软禁 我叫金刚 门砰一声关了 陈石冲过去砸门 冲门外爆火 复毒机 放我出去 陈石无可奈何地在床铺上坐下 床铺不但发霉 还湿湿地 让他觉得很恶心 掏出手机看看 没有信号 没有网络 他拿起架子上的杂志看 原来全是公司内部 印的宣传册 毫无阅读价值 某一页插图是个OL 他微笑的脸上 沾着一团可疑的白色凝固物 陈石凑近研究了一下 那应该是金页 没错 这里一定聚敬过其他人 墙上能看见用指甲 刻出来的一排正字 刻到第二十个的时候 变成了指甲疯狂抓到墙壁留下的凹痕 另一堵墙的墙角 有一些暗红色喷溅物 像是血 他联想到 被关在这屋子里的 上一位老兄的命运时 也为自己的命运 感到一阵恐慌 第129章 警察的底线 七天之后 林东雪忧心忡忡地 在案板切着蔬菜 一不小心切到了手指 他皱着眉头 把手指放在嘴里损了起来 陈石已经七天没消息了 他总是控制不住 去想象最坏的可能性 就算理性和周围的人告诉他 陈石很机灵 不会有事的 但这些想象 仍然出现在他每晚的噩梦中 这案组现在处于完全停滞状态 当然大家也没闲着 每个人手上 都有别的案子要跟 但每个人都在担心陈石 只有彭斯爵 显得比谁都冷静 在有人忍不住 想要去找陈石的时候 彭斯爵都会理智地劝阻 他说现在去找 不但前功尽弃 还可能致陈石与险境 混蛋 你不能打个电话吗 林东雪自语着 眼睛一阵发酸 不算太丰盛的晚餐做好了 他端到客厅 陶月月正在看书 林东雪不怎么约束他 他在这里可以边看书边吃东西 陶月月抬起头问 陈叔叔呢 他还没回来 林东雪微笑着说 今天 学校里有人在打听他 向你打听 不是 向我的同学打听 问他是干什么的 我同学后来告诉我的 你同学怎么说的 他是司机啊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从来不说 他帮警察破案的事 他不让说 你同学有没有说 打听陈叔叔的什么人 他说 不像什么好人 陶月月看着林东雪 姐姐 陈叔叔是不是有麻烦了 他没事 你放心吧 有我们在呢 林东雪抚摸了一下他的脑袋 姐姐有事要出去一下 你在家里乖乖的好吗 我待会去洗澡 自己小心 别被烫着 林东雪迅速穿上衣服出门 边走边打电话 局里还有几个人没下班 他说 你们先别走 我马上过来 炸保案的事情 大伙焦急的等他 见林东雪赶到 忍不住问道 陈哥那头有消息了 不是 陶月月说 有可疑人员去学校打听陈石的情报 对方在调查陈石 看来现在陈哥还活着 别胡说 他肯定活着 陈石的身份没漏洞吧 应该没有 连我们第一次看 都以为他不是好人 姗姗来迟的彭思学说 对方现在应该还不信任他 我猜他多半被软禁起来了 老张说 往好的方面看 至少他们有吸收陈石的打算 林东雪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可他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被囚禁了 被绑架了 他们有没有打他 或者逼他做什么事情 一切都是未知 彭思觉猝没到 如果我们能做点什么 让这个团伙更快相信陈石就好了 说到这里 几乎所有人都想到 这里还关押着对方的奸细 阿蒙 如果能利用他的话 可是要怎么做呢 徐晓东突然跑了进来 后面跟着小李 两人早就下班了 徐晓东说 不好意思 我收到电话才赶过来 有什么进展 林东雪说 你能不能和 不能和你那个线人谈谈 二十分钟后 徐晓东和阿蒙 隔着拘留室的铁侃兰坐着 徐晓东正惊威座 一脸愁容 阿蒙翘着二郎腿 手里夹着一根烟 冷笑道 你来求老子办事 倒是拿出一点求人的样子 徐晓东说 只要你答应 之前一切就枉不咎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给我下跪 可以 喊我一声电 可以 填老子菊花 徐晓东的脸颊抽搐了一下 慢慢的说 让我死都可以 那你去死啊 就现在拔枪对自己来一发 死掉我看 你不要太过分 灵东雪说 这个团伙覆灭之后 你也没好果子吃 我们现在是给你机会 将功赎罪 你陪我睡一觉 我就答应 灵东雪气得咬牙 彭思觉说 浪费时间 这种人就算能说服 他一扭头又会出卖我们 我们让他去骗团伙头目 等于是在帮倒忙 把诚实的命白白断送 一阵沉默 大家都在苦思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彭思觉说 我有一个办法 大家同时看向他 彭思觉说 但也有一个条件 接下来我做的事情 请你们任何人不要阻拦 只要你不越过警察的底线 灵东雪说 彭思觉提高音量 我会越过警察的底线 我希望你们不要阻止 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灵东雪皱眉 他在心中衡量着 没有什么比陈氏的安全更重要的了 他说 我批准你 所以 责任由我这个组长来承担 彭思觉缓缓点头 请把他带到审讯室 考起来 一会功夫 彭思觉走进审讯室 手里拿着一支不透明的金属注射器 阿猛不屑地扬起下巴 少跟我玩这一套 往我身上注射什么毒药 如果我不听话 就不给我解药 其实只是生理盐水 哈哈 警察是不敢杀人的 你们就是这么怂 彭思觉谈了下注射器 这里面是一种不知名的病毒 感染之后七天才能够查出来 但只要48小时 就会扩散全身 出现初期症状 如果你不在48小时内注射血清 就只有一个月好活 前提是 你能承受这一个月的痛苦 不寻短见 切 我好怕胖 来来 给大爷打一针 哦 你插得我好爽 说话间 彭思觉已经给他注射了 在场之人心里 也以为那是生理盐水 毕竟彭思觉如果真这么做 就不是丢掉工作这么简单了 更要坐楼 彭思觉面无表情地说 拿进来 他的下属 送来一个装着小白鼠的笼子 彭思觉取出小白鼠 将注射器内剩下的一丁点 注射到小白鼠体内 然后将小白鼠放在阿猛面前 就在他的注射下 小白鼠突然抽搐起来 然后四肢朝天不停地抽搐 最后咽气了 阿猛下的面如指色 你 你玩真的 同事们也惊慌地喊道 彭队长 这是犯法 快给他注射血清 我们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不要糊涂啊 彭队长 不知道的 彭思觉转过身 神情名重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 这一次 我会越过警察的底线 我从不开玩笑 第130章 软禁生活 同事们拼命地劝彭思觉 赶紧补救这荒唐的举动 但他只是一言不发 林东雪也被彭思觉的决心震惊了 他双眼情泪 知道这案子结束之后 等着自己和彭思觉的 将是什么 但 他不后悔 他大声说 安静 众人的声音突然停止 林东雪说 是我批准彭队长做的 责任由我来承担 东雪 你要想清楚 我想得很清楚 只有这样 他一直坐在审讯以上的人 才能让他为我们所用 阿猛盯着那只死老鼠 浑身抖炉筛康 嘴里不停地说 是个狠人 你真是个狠人 我要告你们 如果你认为 能在48小时内找到律师 立案取证 打完官司 请便 彭思觉说 嘴边带着冷酷的微笑 阿猛终于不再傲了 垂下脑袋 那我和你们合作 之前说一笔勾销的话 还算数吗 不算了 你已经没机会了 求你了 政府 快给我打解药 我主动帮你们 我和杨哥说 那个姓陈的不是警察 这样总想了吧 你不值得相信 我拿我的命担保 现在不就是吗 不 我拿我妈担保 如果我撒谎 我妈被17条公狗轮X 真是个孝子 给我个机会吧 给我个机会吧 过去我没得选 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阿猛流着泪说 徐晓东说 给他的机会吧 他已经看透了阿猛的人性 现在他并不是 在帮他求情 只是他知道 需要有个人出来唱红脸 林东雪说 如果你戴罪立功 就从轻发落 怎么了从轻法 妨碍司法公务罪 三个月的拘留 这一次阿猛喜结而泣 谢谢政府 出去之后 我一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和那些人一刀两断 放了他 阿猛哭着跑了 望着他的背影 徐晓东又想起他 小时候在学校里 飞扬跋扈的样子 想到他第一次被捕后 碰哭流涕发誓 要好好做人的情景 人和石头一样 都是无法改变的 徐晓东一声长叹 林东雪问彭思绝 那究竟是什么病毒 彭思绝露出一抹微笑 他的属下代为回答 是人的血液 老鼠注射了之后 发生鸣血反应 当然就死了 人是没事的 而且还是最安全的O型血 众人虚惊一场 笑着称赞 彭队长 你这招太神了 把我们都吓坏了 我就知道 你不会真干出那种事情的 也有人提出疑问 法医实验室又不是医院 哪来的血 彭思绝卷起袖子 露出一个新鲜的针眼 我就是O型血 这招也不是我独创的 是以前一个老朋友发明的 当时我也吓坏了 那位朋友 是你以前的搭档宋朗吗 老张问 没错 他教了我这一招 没想到 居然用这一招来 就其他人 陈石全身汗层层的 不时发出声迎声 他震光着膀子 在座俯卧称 用单 用单手 左手四十下 右手四十下 痘大的汗力 在他鼓掌的背肌上滑动 落在地板上 做完之后 他蹲下来喘口气 抬眼看见 墙上用手指甲画出来的症子 已经七天了 那帮混蛋 天天这样熬他 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门想了一下 陈石立即奔过去 是受宅送饭了 每天的食物都是盒饭 外面十块钱一盒的那种 但陈石等的不是食物 而是另一样东西 他满脸堆笑的说 瘦大哥 又来了 真拿你没辙 快点 我无聊的要疯了 瘦子把盒饭 从门缝交到他手里 掏出手机 听着 说有一美女坐出租车 刚上车 嘣一声放了巨响的屁 美女挺尴尬 这时司机说 屁只是食物不屈的 亡魂的呐喊 美女一笑 尴尬竟消 说 师傅 你好闻一饭 师傅摇头说 陈石也跟着笑 笑得乐不可知 笑完说 我听过这个 换一个 少来 听过还笑这么换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拉倒吧 你 明天再说 瘦子把门关了 陈石又陷入潮水般的无聊之中 如果不是他要求瘦子 每天给他念个笑话 自己可能早就精神崩溃了 陈石有点恼火 这到底算什么事 拿起一口没动的食物 全部扔到墙上去了 他倚着墙坐下来 数墙上粘的米粒 当数到第一百零四十的时候 门又开了 陈石立马站起来 期待着朝那里看 现在 即便是那帮人 要进来打他一顿 都比在这里发美好 进来的还是瘦子 陈石说 今天加羹 更个片 杨老大 说要放你出来 穿上衣服吧 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 出来吧 赶紧的 陈石几乎想欢呼一声 他快速地洗了个冷水走 擦干身子 穿上衣服 随瘦子离开 这次并没有去办公室 而是直接来到一个电梯前面 金刚站在那里 点点头 我叫金刚 我知道 陈石说 电梯开始上行 原来陈石一直都待在地下 瘦子说 金刚以前是东南亚特种兵 被一颗子弹打进了这里 他直指太阳穴 后来就只会说一句话 其他功能没受到影响吗 肯定受影响啊 唱歌 骂街 打电话 都受到了影响 我叫金刚 瘦子回头看他一眼 说 好好 一辉带你去 看来金刚虽然就一句话 却能表达不同的意思 再说几个笑话呗 陈石说 不说了 这两天委屈你了 现在杨老大信任你了 带你去个好地方玩 瘦子把手绕过来 拍拍陈石的肩膀 有女人吗 有 瘦子拉长音调 挑着眉毛 保你爽翻天 陈石暗存 明明什么也没做 为什么突然 他就信任自己了 他一下子想明白了 他们一定在外面 到处打探自己的情报 第131章 纸醉经迷 原来地上 居然是龙安市的某处 此时已是深夜 陈石跟两人进了一辆车 一路上五光十色 灯火璀璨 重见天日的感觉太好了 所以说 只要跟了杨哥 以后就不愁吃不愁穿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瘦子拿胳膊肘倒了一下 陈石 不好意思 我在看夜景 夜景有什么好看的 你被关七天试试 他们来到一家高档会所 服务生领他们进了包间 里面有两排沙发 桌上放着不少啤酒和小吃 杨哥穿着一身红西装 坐在正座上 左右各搂着一个衣着光鲜的陪酒女 他的金丝眼镜 反射着包间里的激光灯 沙发上坐满了陪酒女 簇拥着杨哥 如同环绕着君王的后宫飞平一般 瘦子搓着手笑道 杨哥真会挑地方 早就想来了 来这边 杨哥直指 那里的女人立即自觉地挪开 好好好 瘦子满脸堆笑 不是说你 他一指陈石 陈石坐下之后 杨哥说 这几天星 陈石突然抓起桌上的小糖和爆米花开始吃 然后开了瓶啤酒 蹲蹲蹲一整瓶灌下去 畅快地出口气 给跟烟 给跟烟 杨哥笑着从怀里摸出一根雪茄 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情中人 陈石搂着一个女人 叼着雪茄 杨哥要调查我 提前说一声啊 这几天可把我关苦了 那是对你的考验 做这行需要耐心 如果你连这点耐心都没有 那我认为你不合适 现在觉得呢 你的经历我很喜欢 不过你对我撒谎了 你根本没欠什么赌债 其实 我来就是想挣钱的 以前混事会的时候 吃香的喝辣的 后来老大倒了 啥也没了 只能开出租车 所以想来投靠你 陈石愣了几秒 想到一个最保险的回答 我认识阿猛 阿猛现在还被拘着 应该没法对证 杨哥笑了 难怪他 跟我强烈推荐你 陈石有点猛 阿猛为什么会放出来 为什么会推荐他 难道自己现在取得信任 和那个小叛徒有关 一瞬间的思考后 他得出一个答案 是林东雪他们在暗中助力 用了反剑剂 对 只可能是这样 陈石笑笑 出来混 果然还是靠人脉 我很中意你 今晚好好放松一下 明天来替我做事 杨哥掏出一大钞票 放在桌上 然后起身走了 谢谢杨哥 陈石拿过来 抽出一张塞到小姐的乳沟里 小姐乐得咯咯直笑 剩下的揣进自己衣服里 杨哥一走 瘦子便活跃起来 打开香槟 喷得小姐们像受精的小鸡仔一样 尖叫 金刚把脑袋 埋在一个大兄妹的双风之间 反复摩擦 瘦子则挑了最丰满的一个 开始动手动脚 还不断怂恿他们去唱歌 来来 玩个游戏 陈石拿过空杯子 在每个杯子下面压一张钱 往杯子里倒酒 冲小姐们说 喝一杯 拿一张 轮流来 我来 我来 小姐们争先恐吼地上前比试 会玩啊大叔 瘦子笑嘻嘻地说 溜会兵吗 不碰那个很多年了 今晚难得雅兴 去AMD 我扎猛子的时候 你还在你爸哭当呢 给你瞧瞧 陈石撸起卷子 给他看吸毒 留下的针眼 其实根本没有 这里灯光昏暗 瘦子也未戏瞧 陈石摆手说 年龄大 年龄大了 不沾了 你自己玩吧 瘦子笑笑 在桌上腾出一块空地 从口袋里拿出一包晶体 不少小姐见了 开心地欢呼起来 和瘦子轮流享用起来 金刚还在那里 一奶洗面 这地方待久了 怕会不妙 陈石把稀嗨的瘦子拽过来 大声地盖过音乐 这些小姐 只能摸不能干嘛 去单间 我先去爽一会 兄弟 你悠着点 陈石拍拍他的肩膀 瘦子摆手 做告别状 埋头继续溜冰 有个女孩 好像业务不太熟的样子 刚刚目睹有人吸毒 害怕地瑟瑟发抖 陈石伸手拉起她的胳膊 说 你陪我吧 服务生带陈石去了单间 其实就是一个宾馆房间 陈石一眼看见 有电视和鸡顶盒 心欢怒放 小姐有点紧张地说 大哥 玩什么呀 你先去洗个澡 你不来吗 里面有个浴缸 我想看回电视 好几天没看了 小姐故意嘟起嘴 对吗 小姐反应过来 一阵尴尬 大哥你嫌我丑 去洗澡吧 陈石打开电视 找了一部电视剧 享受精神文化 实在太爽了 小姐在床上催促 大哥 你还不来吗 她根本没听见 一部电视剧看完 桌上的零食和饮料 全被她吃光了 陈石累得头脑发胀 这里看不见外面 她一看选节目 节目才发现 已经天亮了 床上的小姐盖着被子 睡得正香 门外有人敲门 瘦子在外面说 大叔 你也太猛了吧 走了走了 陈石装作刚睡醒的样子 说 马上穿衣服 快点 楼下等你 陈石把小姐摇醒 小姐惊慌地坐起来 不好意思 大哥 我睡着了 完吗 不完了 熬了一宿泪坏了 陈石给她一张一百块 要是有人问起 就说咱俩干过了 小姐笑笑 我懂 你们男人好面子 再给一张呗 陈石又给她一张 小姐说 他们要是问 我就说干了两次 再给你一张 三次 给到第七张的时候 小姐说 一夜七次 大哥太猛了 把我干得腰都软了 这样说行吗 你可真机灵 给你凑个整数吧 陈石又塞给她三张 反正不是自己的钱 花起来毫不心疼 陈石来到楼下 瘦子和金刚正在吃早点 瘦子招手 叫陈石过来 看陈石精神头不太好 顶着黑眼圈 瘦子猥琐地笑笑 大叔你注意点身体啊 小心身体 被掏空 一夜七次郎的绰号 是白叫的 七次 瘦子笑着看金刚 我和金刚加起来 少说有二十次 我叫金刚 你就吹吧 你说一百次 他也证明不了 跟你说 溜完冰下面 硬得跟铁棍一样 我昨晚同时搞三个 还金枪不倒 那些女人都可以伤 是啊 杨哥都付过钱了 我还寻思你 怎么就逮个上 傻吧 我去 早知道我也体验一把双飞了 瘦子大笑 陈石也在笑 心里却泛起一阵强烈的厌恶 他心说 继续拿着别人的命 换来的钱疯狂吧 你们疯狂不了几天了 第132章 放长线 钓大鱼 一宿没睡 陈石在车上眯顿了一会 车停的时候 他立即醒了 问 到了 没到 带你买身衣服 瘦子说 买衣服 瞧你这身衣服 跟城乡结合不来的似的 带你换一身 金刚 你看着车 我叫金刚 两人开到城里 一家连锁服装店 是衣服的时候 瘦子说 杨哥就是这样 新来的人得调查一下才敢用 你不要见怪 我本来是见怪的 那时候我希望他再关我七天 哈哈 你太逗了 说真的 你来我挺高兴的 终于有个说话的人了 咱这个团伙就四个人 不是不是 还有不少人 小老店 今天杨哥会给我什么任务啊 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试题 瘦子压低声音 一般第一个任务会让你去揍人 揍人 到时会有人监视你 你要往死里揍 不能放水 不过大叔你肯定没问题了 你揍过的人还少吗 除了怕打出人命 别的我倒不担心 不能打死 千万不能打死 我们是卖保险的 不是黑社会 懂吗 懂 那这个考验之后呢 会让你杀人 当然 不是像你们那样 拿刀直接砍死 要做的巧 具体一点 杨哥现在手上有一个单子 被保人要死于一桩车祸 我估计他会让你做这个 瘦一人如果拿不到那五百万保险金 你就出局了 出局的意思是 让你滚了呗 我这里和你透露一下 杨哥派你出去乱说 可能会继续关你 一想到那七天的囚禁 陈时心有余悸 瘦子又说 办成了会带你见老大 杨哥不是老大 他不是 只是个中层 老大是 你见了就知道 陈时点头道 谢谢你告诉我 应该的 我还是挺希望你能留下来 以后有个说话的办 那这个制造车祸 有什么技巧 没什么技巧 剪刹车线 要剪得巧 回头我可以教你 陈时拍拍他 成了请你吃饭 太不过意思了吧 就吃饭 瘦子提高音量 好好好 挣到第一笔钱 还带你去昨晚那地儿玩 好 祝你成功 瘦子抬头 突然吹了个流氓哨 对陈时说 啊 那你有正点啊 陈时看见那边 笑容陡然收敛 凌冬雪正 带着陶月月在挑冬衣 听见有人吹流氓哨 他看过来 视线正好和陈时对上 那一瞬间 他的眼神又惊又喜 陈时微微摇头 示意他不要声张 指指陶月月 做了一个走开的手势 虽然他不想这样做 但考虑到各种不确定性 这是传递情报的天赐良机 他对瘦子说 上去试试啊 算了算了 带着孩子呢 那孩子去示意间了 好机会 瘦子用手抹了下头发 说 我觉得我今天状态怎么样 摔爆了 见你急言 瘦子大摇大摆的上去搭讪了 陈时迅速溜开 陈月月正在示意间等他 悄悄推开一条缝 露出眼睛 陈时进到示意间 蹲下来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什么都别问 林姐姐会告诉你 我接下来的每个字 你都要记在脑子里 陈月月点头 你告诉他 剑幅路49号 是坏人的位置 先别着急收网 可能还有上线 埋伏着人等我消息 坏人有一宗500万人身保险单 应该是静气生效的 他们让我去制造汽车 意外弄死被保险人 你让林姐姐想办法 做好准备后 就在全生大厦放烟花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真怪 陈时笑着摸摸他的脑袋 示意间的门没关 一个大叔打开门 看见这一幕露出鄙视的神情 陈时呵斥一声 看什么看 我在帮女儿系扣子 碍事的大叔走了 陈时说 我走了 陈月月一一不舍地搂了他一下 说 陈叔叔 你早点回来 林姐姐的饭做得太难吃了 我都不忍心揭穿他 我会尽快回来 陈时来到外面 听见一阵喧闹声 只见瘦子倒在地上 驱成了一只大虾 双手捂着装布 林东雪双手插腰 一脸鄙视 这时他看见了陈时 陈时做了一个 让他们走吧的手势 林东雪微微点头 用嘴形说了句 保重 陈时过去扶起瘦子 说 怎么了 我去试个医 你怎么就倒下了 别提了 那你又练过呀 一下子就把我 我蛋没抱吧 他低头检查 哈哈 你也太错了 对人家说什么了 我也没说啥 就夸他条子正 这也生气 母老虎吗 简直 随后他们开车来到建福路 窝点藏在一栋烂楼下面 陈时来到杨哥的办公室 他笑应地问 昨晚玩得怎么样 爽爆了 陈时笑道 今天该工作了 有事尽管吩咐 杨哥掏出钥匙 打下桌子最下面的抽屉 陈时注意到 里面有不少文件 杨哥拿出放在最上面的一张照片 交到陈时手里 今晚八点去石猴子路 打这个人 有什么技术要求吗 你看着办 别打死了就行 重伤害险 要打的他不能上班 小case 陈时收起照片 那我白天干什么 走廊上的房间有编号 004是你的 你可以在里面睡睡觉 消磨时间 晚上出发 杨哥掏出一串钥匙 交到陈时手里 走的时候 陈时说 杨哥 你还不信任我 耐心和谨慎 记得吗 做这行的两个重要因素 杨哥笑笑 来到自己的房间 陈时发现 这里有床 有冰箱 有电视 书架上摆满了令人乏味的营销杂志 他掏出手机看看 仍然没信号 便双手整着脑袋躺在床上 很快睡着了 一觉醒来 瘦子招呼他吃饭 坐一桌的 除了金刚 前台小姐 还有几个生变孔 可能都是团伙里的人 瘦子给介绍 陈时只是笑笑 也懒得记他们的名字 瘦子拍着陈时的肩膀说 这位陈大叔 可是为大贤 以前混过社会的 现在学低调了 卖保险 众人大笑 陈时说 多多关照啊各位 我先敬大家一杯 瘦子用手按下陈时的杯子 今晚不能喝酒 你还有任务呢 对对 忘了 第133章 取得信任三更 吃过饭 瘦子带陈时上了电梯 来到地面上 这十天已经黑了 远处有烟花升空 瘦子嘀咕一声 不年不节的 放什么烟花啊 可能有人举办庆典吧 陈时目测方向 没错 是全生大厦的方向 有钱人就是张扬 瘦子不屑地说 来到外面 陈时看见马路对面 有一对小情侣 另一个方向的煎饼摊上 一个大叔 正笑盈盈的招呼顾客 这几个都是局里的警察 应该是林东雪 从别队争掉过来的 看见自己人 他心里踏实许多 现在只要一声喊 大家就会蜂拥而入 把这帮人全逮捕 但是还不到时候 若不挖出上线 就算打掉这个窝点 很快又会死灰复燃 到时就更加棘手了 两人上了车 花了一个小时 来到石猴子 录一条僻静的街道 陈时说 我自己去 等你吃夜宵 瘦子拿出冰壶 准备在等待的时候 小嗨一把 这条路陈时经常来吃夜宵 他有点担心碰到熟人 便把大衣领子竖起来 在街头走来走去 手里捏着照片 和每个擦肩而过的人比对 没错 就是他 陈时有点为难 他并不想伤害别人 在原地犹豫了几秒才走过去 轮圆了胳膊 一个大耳瓜子 打在那人脸上 把他打得转了两圈 男人的酒一下子醒了 本能得有点紧张 看清陈时之后问 卖保险的 杨哥叫我来的 拜托打得真一点 不然保险公司不认账 原来他自己就是受益人 陈时一下子没有心理承担了 说 老兄 你躺下来 抱着脑袋 提着一口气别松 男人笑着直指陈时 专业人士 男人照做了 陈时说 受不了就说 男人点头 一脸视死如归的样子 陈时开始对他又踢又打 男人紧咬牙关 不断发出闷哼声 偶尔有路人看见 吓得拔腿就跑 从脚板上判断 已经踢断了几根肋骨 陈时这才罢手 叔 叔坦 男人口齿不清地说 有机会再合作啊 拜拜 担心有民警赶来 陈时跑开了 回来车上 瘦子刚刚稀嗨 摊在座椅上口角流弦 说 这么快 打人二爷 你到副架上 我来开车 两人交换了座位 瘦子递过冰壶 来一口 开车呢 陈时从后视镜 看见几个可疑的男人 问瘦子 那些人是监视我的 瘦子现在脑袋不灵光 说 是的 你也是吗 算是吧 不是杨哥不信任你 就这个流程 回到窝点 杨哥晚上不在 陈时只能回自己房间 看谈电视 这里没装鸡顶盒 只能看几个有线频道 百无聊来的生活 持续了两天 这天杨哥把陈时 叫到办公室 手上拿着一份文件 笑道 不愧是专业人士 打得那么狠 却没伤到重要器官 那名客户 顺利拿到十万的理赔金了 才十万 刨去抽成也只有五万 赌博的人没什么出息 不说这个了 这是你的下一个任务 你看一下 陈时接过他 递来的合同 那是一份人生意外险 妻子保 妻子保丈夫的 当然有丈夫的签字 也许是伪造的 理赔金额是五百万 正是瘦子提前透露的那一份 除此之外 还有被保险人的照片 各个角度偷拍的 陈时说 我要让这个男人死 死于意外 那很简单 只要让他抓着一块毛巾 把他从楼上推下去就行了 我给你的额外命题 是让他死于车祸 制造意外车祸 是这里每个业务员的必修客 某某 瘦子 就是个中老手 你可以向他请教 用不着 我对车还比较熟悉 只要把刹车片拆了就行了 光拆了不行 要不被发现 用老旧的刹车片 换下原来的 聪明 这招可以 但你得控制好 确保他撞死 你是个可塑制裁 我很看好你 现在就去准备吧 广安路有一家扶原车行 是我开的 报我名字就行 那里能找到你要的工具 瘦子不跟我来吗 那个混蛋 昨晚稀嗨了 现在还在挺湿了 叫他不要碰那个的 非不听 女人可以玩 毒品不能沾 你别给他带上道了 我不希望团队里全是瘾君子 那样会坏事 嬷嬷 早晚把他开掉 杨哥的眉眼中 透出一股狠劲 我不会沾的 好好干 你是个可造之才 杨哥轻易的 在陈石肩膀上拍拍 陈石这次单独来到地面 站在马路边 对着车水马龙发了回呆 当卧底压力果然很大 他还是更希望破案 然后他穿过马路 去那个警察经营的煎饼 摊要了一份煎饼 陈石小声说 他们派我去伪造意外车祸 这是取信于他们的 最后一次表演了 东雪他们 和被保险人在他家等你 大叔递来煎饼 有人跟踪我 让他们千万别被发现 我会转告的 放心 付钱 五块 陈石咬了一口 这手艺还值五块 然后掏出一百块钱 不用找了 陈石在街上溜达了一阵 发现自己不自觉地 想去逃月月的学校 他立即改变路线 他注意到 身后那几个钉梢的一直在 中午简单吃了点东西 便来到广安路的车行 说 杨哥叫我来的 修车师傅走过来 用毛巾擦掉手上的机油 逃出一个钥匙串 道 这一把是目标的车钥匙 这一把是他车库的钥匙 多谢 工具你自己看着拿 废弃零件在那边 需要动手脚地交给我 陈石挑了些必要的工具 修车师傅检查了一下 说 这刹车片 我帮你磨一磨 磨好之后 刹车片好像并没有被薄 陈石说 确定管用 放心吧 几下就断了 我们是专业的 多谢 你会修车吧 会 开那么多年了 傍晚时分 陈石来到目标所在的小区 站在一家书店里翻杂志 直到目标出现 他才放下杂志走进小区 目标住的是一栋别墅 车库和正屋是一体的 他把车开进车库 等待五分钟 陈石走过去 用钥匙打开车库 刚打开就看见里面有人 他迅速弯腰进来 把门锁上 除非外面钉梢的人有X光眼 不然不可能看见里面的情形 灯开了 专案组的主力全在这里 林东雪激动地冲过来 和陈石抱在一起 第134章 幕后主使 林东雪抱着陈石 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我们这几天担心坏了 我挺好 挺好的 陈石拍拍他 但是不舍得放开 温暖的拥抱 让空虚的内心得到了慰藉 好了好了 别发狗粮 但正是吧 徐晓东说 林东雪和陈石分开 尴尬地笑笑 直指旁边站着的一脸紧张的大叔 这位是李先生 就是这宗保险的被保人 这是我们的卧底 被派来杀你的人 你好你好 李先生伸出手 和陈石握了握 工作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杀完你我就解放了 林警官已经什么都跟我说了 我是结婚七年的妻子 竟然要杀我 真是同床一梦 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 救了我一命啊 团伙的安排 是让我把刹车片换了 让你死于意外 顺水推舟的话太危险 一方面不可控 一方面会害到别人 那你们打算怎么 杀我呢 林东雪说 已经准备好了 徐晓东会换上李先生的衣服 戴上假发和眼镜 在解放北路发生车祸 撞上一个路墩 实际上他会在撞击前跳车 车上放了一个假人 那种程度的撞击死不了 这个团伙可不好骗 陈石说 可是要再难度一点的话 从实际考虑 再高难度一点 徐晓东就有危险了 陈石说 就这样办吧 反正盯烧的人盯的是我 我随后赶去 用一块碎玻璃 给假人补个刀 这个时候 交警一定要出动 防止他们接近看穿破绽 我们已经和交警部门沟通过 还有 不管做的有多假 必须让保险公司里赔 拿到钱 他们才会信任我 我们会去协商 李先生激动的说 还要把我妻子逮起来 林东雪说 放心 他会受到法律制裁的 和其他诈宝犯一起接受审判 陈石说 我在那窝点里信号不通 之后见到幕后主使 我会想办法发信息给你们 我说明天出来吃饭 就是收网的意思 什么时候出来吃饭 就是终止行动 林东雪点头 希望这案子早点结束 同感 陈石笑笑 完事了 我们去看电影 我答应你 又开始了 徐晓东吐槽 陈哥 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走了 等一下 陈石把外套脱了 扔在地上 往车底摸了些机油涂在衬衫上 然后又穿上外套 这才拎上工具离开 不远处草丛里露着一张脸 陈石向他笑着 竖了下大拇指 丁烧者面无表情 陈石在一处下水井 把工具处理掉 依然回那个书店等着 八点多 徐晓东开车出来 他已然乔装成目标的样子 加上车里很暗 外面的人是瞧不出来的 丁烧的人快速跑出小区 上了一辆车 跟上那辆车 陈石心说不好 迅速追上去 一边跑一边拍车门 带上我 带上我 滚滚滚 车内的凶悍呵斥 NMB 我又没开车 叫我跑去吗 没你是了 你直接回去就成 卧槽 你算哪个聪 跟我这样说话 陈石一伸手 把对方的倒车进掰下来了 车停了 那凶悍跳下来 说 下来 说 是不是有病 说着 用手推了一把陈石 陈石面露凶相 再动我一下试试 副驾驶上的人跳下来 打圆场 大叔 杨哥派给你的任务 不包括这个 你直接回去就行 这是我亲手做的 我得看看才能放心 自己人有必要这样吗 两人合计了一下 说 你上车吧 上车之后 徐晓东早走远了 凶悍一拍方向盘 得 跟丢了 去解放北路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 说他老婆在浮泉路 跟人通奸 他现在一定往那个方向走 陈石说 何世老笑夸 还是你惊 刚到解放北路 就听见刺耳的刹车声 和撞击声 何世老看见那辆车 撞在水泥墩上 拍手笑道 成了成了 不对啊 人没死吧 凶悍道 车里烟雾缭绕 什么也看不清 陈石道 放我下去 会被看见的 凶悍说 我做你做 被看见也是我 你怕什么 陈石吼道 凶悍只好推开门 陈石跑过去 把身子探进电行的车内 假人投埋安全气囊当中 按照计划 他只需要 做个探身的动作就行了 可是突然一想 手上如果没血 说不过去 于是他抓起一块碎玻璃 一狠心在左手上滑了一下 把血在两只手上均了均 然后踩出来 离开汽车 周围的路人正在聚拢过来 陈石装作 事不关己的样子大喊 死心昏过去了 赶紧打120 快点 趁路人拿起手机 他快速离开 回到那辆车上 死了吗 凶悍问 陈石给他看手上的血 还有气 我拿玻璃茶子 给他扎了一下 撑不到医院了 狠人 佩服 凶悍竖起大拇指 两天以后 杨哥把陈石叫到办公室 他手上拿着一份文件 脸上笑意迎燃 看来是事情成了 杨哥说 有两下子 客户顺利拿到李培金了 比我想象的容易 陈石说 容易 是我们前期工作做得好 保险公司的钱 可不是好挣的 我有工资吗 别着急 工资和奖金 月底会一起发的 我现在要你 去见一名客户 见客户 干这行 沟通能力也很重要 就当做给你开个小灶 我对保险什么的 不太了解 谁说让你谈了 是我去 带上你 你在旁边观摩学习就行 陈石抓抓脖子 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杨哥说 不乐意去 这种文职工作 我真的不喜欢 生意就是这样 由不得你喜不喜欢 喜欢钱就行 去准备一下 待会出发 这次一起走的 还有瘦子和金刚 陈石突然有种感觉 要见的人 可能不是什么客户 而是幕后主使 几小时后 车开到一处 鸟林花乡的高档小区 陈石说 什么客户啊 住在这里 一定挺有钱的吧 瘦子大笑 客户 是见我们老大 陈石装出一脸惊喜的表情 在口袋里 将编辑好的那条 短信发送了出去 第135章 到底是警察 还是流氓 就你多嘴 杨哥埋怨瘦子 老大准备 见现你这个新成员 陈石说 我还以为是晚上 瘦子说 老大一般都是白天见客 晚上我们出去玩啊 走吧 几人陆续下车 陈石装作解安全带的样子 快速在手机上 拨通徐晓东的号码 然后把手机塞在车座底下 徐晓东应该会明白 这是为了让警方 可以定位到这里 终于要结束了 但他在内心告诫自己 最后一关 也绝不能松懈 他们来到顶层 一栋复合式公寓 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 打开门 把手指搭在朱红的嘴唇上说 老大还在睡觉 屋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 宁儿 我醒了 进门之后 兽子嬉皮笑脸的说 嫂子的身材还是这么好 说着 伸手在他屁股上捏了一下 想死 金刚 扇他耳光 女人冷冷的说 金刚抡起蒲扇大的巴掌 扇在兽子脸上 兽子被打得口角流血 启饶说 我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活该 杨哥低声道 几人上了楼 来到一间宽敞的卧室 床上坐着一个穿丝绸睡衣的老人 一头银发 神态威严 女人按下墙上一个按钮 上面的天花板竟慢慢打开 露出天空 仔细看才发现 隔着一层钢化玻璃 这就是幕后主使 陈石幻想着 他穿着号衣 替光头的样子 露出笑容 叫什么 老人问 陈石 看着不怎么诚实吗 杨哥和寿子应景地笑笑 小鸭 你这次是会演识英才 挖到一块宝 谢谢老大夸奖 做保险 最重要的是耐心和谨慎 老人做了一个手势 女人给递上一只雪架 替他点上 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这行吗 陈石回答 大概是因为 这是一个空白行业 不怕有人竞争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恨保险公司 十年前我得了重病 想找保险公司理赔 又开始了 瘦子嘀咕 不爱听滚出去 杨哥呵斥 那我去趟洗手间 早就听逆了这段 创业精的瘦子溜了出去 跑到楼下 从汽车的置物柜里 拿出吸毒工具 嗨了起来 杰影的感觉令他浑身畅快 他突然听见 车座下面有声音 他弯腰拾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部手机 而且正处在通话状态 瘦子不可能不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吓出一身冷汗 立即把手机关了 快速跑到楼上 当时我口袋里 只有33块 这一点钱 甚至不够明天买菜 老人还在喋喋不休地 说他创业的艰辛 看见瘦子 满头大汗地冲进来 停了下来 怎么这么没礼貌 车 车上有部手机 可能是有人故意放的 我们中间有卧底 这句话顿时 让屋里所有人惊呆了 陈石更是吓出一身冷汗 他突然指着金刚大喊 我刚刚看见他 往车座下面放东西 金刚又惊又怒地鼓起眼睛 我叫金刚 是不是你 我叫金刚 金刚 还跟我装 陈石突如其来地指控 让所有人都无暇去思考 视线全部集中在 金刚有口难辨的 焦急的脸上 陈石伸手摸起一个酒瓶 这里最危险的人 就是这个大块头 必须先把它放倒 剩下的老人 女人 瘾君子 娘炮 都不是问题 他扔起酒瓶 瓶砸在金刚头上 酒瓶碎成了渣 金刚却毫发无损 满脸躺着酒 神情暴怒 靠 话音刚落 金刚大吼一声 拦腰抱住陈石扔在酒柜上 身后的酒瓶哗啦啦全部撞碎了 酒气弥漫屋内 陈石的手掌按在碎玻璃上 被划出了血 其他人还处在猛闭状态 只有杨哥最先醒悟过来 混蛋 引狼入室了 我叫金刚 金刚抱吼着 踏起一只脚 朝陈石踏过去 陈石飞快地在就地一滚 金刚的皮靴 把碎玻璃片咔嚓咔的碾碎 陈石迅速站起来 自己的位置处在床和窗户之间 十分不利 他当机立断 从床上翻了过去 老人熬的一嗓子叫出来 我的腿 我叫金刚 金刚抓起架子上 一个陶瓷马扔过去 陈石显险地避开 陶瓷马正好砸在床上 老人痛得眼泪都下来了 腿断了 陈石来到了门这一边 杨哥面孔争鸣地扯下领带 双手撕开衣服 露出纹在胸口的一头猛虎 他说 让你知道马王爷 滚 陈石一拳倒在他脸上 杨哥的眼睛阴盛而碎 倒在地上露出身后吓傻的瘦子 瘦子哭丧着脸说 你骗我 想挨揍 陈石怒瞪双眼 瘦子自觉地闪开 陈石踩在杨哥的肚子 冲到外面 这一脚把杨哥踩清醒了 他一抬头 看见金刚的大脚跺下来 赶紧滚开 那只脚落在地板上 发出沉闷的一响 随后客厅里传来打斗的动静 杨哥推推已经扭曲的近况 捂着肚子站起来 说 老大 赶紧撤 警察要来了 保险柜里有把枪 老人阴沉地说 杨哥点头 溜到外面 陈石和金刚打得正激烈 陈石一扭腰 一记侧踹踢中金刚的腹部 竟然破得高大的对手 后退两步 这一脚 无疑是军警的招式 杨哥喃喃道 军警格斗术 金刚暴怒地冲过去 双手抓起陈石 把他举起来 像挤压一个 橙子似的 使劲的吉他 陈石疼得大叫 伸手抠住金刚的眼珠 使劲往里面按 这次轮到金刚大叫 终于撒开了手 落地之后 陈石抓着桌上一茶壶 连茶壶袋里面的咖啡 全部扔在金刚脸上 杨哥脸颊抽搐 妈的 到底是警察还是流氓 他想起自己的使命 无暇在观战 悄悄地溜进书房 陈石把能扔的东西 全部扔到金刚脸上 终于把它砸得有点发晕 然后他解下皮带 跳到沙发上 利用沙发 弥补两人身高的差距 反身勒住金刚的脖子 用力弯腰 金刚被勒着脖子 痛苦地抓闹着 在皮带和自己的脖子上 挠出一片刀刀 七 八 九 数到九 陈石撒开手 金刚软软地倒在地上 当然只是昏迷了 陈石长松了口气 这一架打得太辛苦了 浑身酸疼难当 他一抬头 发现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指着自己 第136章 真凶伏法 杨哥双手握着枪 指着陈石 他的眉头皱得紧紧的 不知是因为紧张 还是近视 陈石说 你现在开枪根本没意义 只是徒增你的罪行罢了 杨哥吼道 我就算死 也要拉一个条子垫背 陈石不屑地笑笑 我会怕死吗 我早就死过一次了 死一点也不可怕 只有活着 才会感受到痛苦和绝望 你 你真的是警察 瘦子一脸难以置信 算是吧 什么叫做算是 别打岔 杨哥吼道 转向陈石 你不怕死 那我就让你死一次 哪把假枪你吓唬谁 陈石说 眼睛瞎呀 这是真家伙 那你倒是开啊 朝这里开 手抖什么 你再害怕 你只不过是个打工的 你这份事业 根本不值得你这样做 做了他 卧室里的老人抱吼 他随手摔了什么东西 杨哥在犹豫 陈石直指胸膛 来吧 用那把假枪打死我啊 妈的 这是真枪 杨哥的爆吼声和枪声同时传出 回音在客厅里来回激荡 震得玻璃咯咯作响 瘦子吓呆了 他感觉到裤裆里有一股热流 杨哥的枪口指着天花板 那里多了一个弹孔 就在他还没把枪口放下来的时候 陈石出其不意地踩着沙发冲过来 凌空飞踹 杨哥开了第二枪 但在这一枪打响之前 陈石的脚已经落在他的胸口上 子弹在天花板上又添了一个弹孔 杨哥摔进书房里 脖子在书桌边缘诡异地弯折一下 发出清脆的咔嚓声 然后他整个人瘫在那里不动了 身体不停抽搐 陈石爬起来的时候 顺势把枪捡起来 打开弹夹确认了一下子弹术 然后回到外面 首当其冲的是瘦子 他吓得两股战战 陈石说 抱头跪下 瘦子乖乖照做 陈石进了卧室 纸巷那女人 女人也照做 然后枪口落向老人 老人皱着眉头讨价还价 我腰不好 那就把手举起来 我有尖周炎 那你就坐着 我有痴疮 我一枪打死你算了 别别别 老人慢慢举起双手 叹息道 现在的年轻人 太不知道尊重老人 因为信号中断 还在这小区到处搜查的警察 听见枪声 火速赶了上来 林东雪一脚踹门而出 双手持枪来回扫了一遍 惊讶地发现 屋里狼藉一片 地上躺着一个 墙角蹲着一个 陈石叼着一根雪茄 左手托着红酒杯 右手提着手枪 从卧室悠然地走出来 要不是认识他 林东雪差点 把他当成大boss 怎么这么慢 陈石说 看见陈石安然无恙 林东雪眼睛一酸 露出喜悦的微笑 受伤了吗 皮外伤 不要紧 林东雪示意大家把人抓起来 陈石来到林东雪面前 感慨道 好气派的房子啊 一砖一瓦 都是拿无辜者的性命换来的 谁叫你逞英雄的 林东雪在他胸口打了一拳 宇安 MBSP 陈石疼得弯下腰 你受伤了吗 林东雪又关切起来 骗你的 我好着呢 坏蛋 嫌疑人被压了出去 屋里只剩下他们俩 林东雪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绪 用力地抱住陈石 眼泪哗哗地流 你可算平安回来了 以后我绝对不让你去卧底了 说什么傻话呢 卧底生涯可刺激了 这牛皮够我吹一年呢 我还要谢谢你呢 陈石搬着林东雪的肩膀 把他推开一小段距离 用手指擦掉他的眼泪 林东雪咬咬嘴唇 慢慢地踮起脚尖 全身的重量已在陈石的身上 两人越靠越近 近到呼吸可闻 就在这时 一名警察跑进来 组长 算了 不打扰你们了 他们赶紧分开 林东雪说 怎么了 剑俘虏的窝点也端掉了 干得好 我们收队 陈石坐上车 发现彭思觉也来了 他打开一个箱子 叫陈石把手给他 彭思觉用 沾了酒精的脱脂棉 替他清洗拳头上的伤口 说 明明是脑力派 却要动武 你对我了解的不够全面 是吗 彭思觉冷笑 副驾驶坐上的徐晓东转过来 兴奋地说 陈哥 你一个人全放倒了 还徒手夺枪 这么神的吗 我一直以为你不会打架 伸手不行了 全胜十七 挑十个都不成问题 反正死无对证 随便你怎么吹 彭思觉泼冷水道 有空咱们切磋一把 徐晓东提议 不了不了 我兴趣不大 疼疼疼 老婆你清点 杨哥 真名杨明 被陈石一脚踢断了颈骨 但万幸没伤到神经 直接被送到医院去了 金刚皮糙落后没有大碍 但是在审讯室里 审讯员发现 和他交流起来很困难 瘦子进了局里 很快毒瘾发作 又撞墙又打滚 只能先送到戒毒所去关几天 审讯重点全落在那个老人身上 面对审讯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只是个生意人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林东雪说 那就聊聊你的生意经呗 请给我一杯拉菲葡萄酒 再来一根古巴雪茄 徐晓东说 没有 顶多给你根烟 那行吧 我就勉强凑合一下 给老人点上烟 他说 我恨保险公司 让人投保的时候 说得天花乱坠 理赔的时候 却比让他们吃屎还难 那年他生了一场大病 但是理赔员却从 合同里的字缝里 找到一段文字腿一样 细了文字 说这种情况不理赔 老人明明交了那么多保费 居然就被一句话打发了 他打官司 结果白白花了更多的钱 全打了水漂 他恨极了 真想拿把刀冲进保险公司 把这帮杂种全宰了 可那又有什么用 厚颜无耻的保险公司 仍然还会经营下去 坑更多的人 于是他找到许多同病相连的人 大家本意是站起来维权 一个偶然的机会 圈子里的一个人 成功诈骗到一大笔保费 大家都视他为英雄 那人就是杨明 他本身也是一名保险从业者 了解这里面的路数 这让老人受到了启发 他找到杨明 提出合作的抑郁 第137章 罪恶恋条 老人是改革开放的 第一批下海经商者 虽然这些年 生意做的都不咋的 但是积累了不少人脉 而杨明 有很强的业务能力 他俩合作初期 只是帮别人成功获得理赔 比方说买通医生 把这种病改成那种病 延长住院时间 强行符合保险条例上 苛刻的规定 他们从中挣一点抽成 这种生意挣不了大钱 老人开始寻找别的商机 一次他在新闻上看到 一个付不起 天价医疗费的穷人 跳楼自杀 当时他就想 这人死得多不值啊 如果买份人参保险 等保险生效之后再自杀 家人就能领到一笔巨款 于是乎他机灵一动 把穷人的命变成钱 何等互惠互利 何等的造福社会 这世上有那么多穷人 为了钱 他们可以去卖干卖肾 却只能挣到 少得可怜的几万块 假如换成保险 只需要剁根手指 他们就能挣到几十万 而且还是合法的 于是他们开始招募穷人 给他们买保险 保险生效之后 让医生切掉他们的手指 或者挖掉一颗眼珠 对于穷人来说 他们少一根手指 少一颗眼珠 不算什么 以此换来的巨款 却能帮他们脱贫支付 发财本来就需要代价 他们只是 换了另一种形式 来支付 老人语重心长地说道 于是乎 这生意越做越大 为了顺利骗过理配员的眼睛 他们买通一部分 保险公司内部职工 熟悉业务流程之后 几乎次次不落空 都能顺利拿到保费 和做生意也没太大区别 不知不觉间 团队已经变得非常大 好多成员老人自己都不认识 业务项目也越来越多 毕竟要养活这么多人嘛 哎 一切都被你们毁了 老人摇头叹息 拿人命换钱 你就毫无愧疚之心吗 林东雪鄙视地说 拿人命换钱 这就是你们对保险的理解 他们是自愿的好不好 那些死者也是自愿的 死者 我没有碰过人身险 我说了 团队越来越大 许多生意跟我根本无关 你推脱的可真是轻巧 我知道 你们对我这行充满误解 但是我们一直在创造GDP 我们盘活了整个保险行业 小姑娘 你见过细菌吗 一般人都觉得细菌不好 可要是没有细菌分解尸体 肥沃土壤 会有今天这美丽的地球吗 我们就像细菌一样 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 建设着这座城市 使它更加欣欣向荣 再说了 法无禁止及自由 也没人规定 呸 诈骗就是触犯法律 林东雪打断他 行行 咱们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好吧 带走吧 林东雪拿起电话 这种人是没救了 自己恶贯满盈 却以为在造福世界 被警察拖走的时候 老人还在拼命挣扎喊叫 我说 求同存异不好吗 君子何而不同 凭什么把你们的法律 强行施加在我的身上 林东雪气得想笑 徐晓东说 真能掰扯 凭什么把我们的法律 施加在他的身上 法律是保护和约束 每个人的好吗 几天后 林秋普出差回来 走进局里 眼前所见 令他大为震惊 这里人满为患 门厅里挤满了 和一贩手拉手的警察 墙角还蹲着一大溜 每个房间里 都挤满了垂头丧气 垂头丧气 入口供的一贩 为了方便找到同事 他们全部换上了警服 林东雪突然出现在 林秋普面前 一身警服的他 显得阴气逼人 他敬个礼 笑道 回来了 哥 你把哪个黑社会端掉了 诈保案破了呀 抓捕嫌疑人 总计305人 有团伙成员 还有根据他们的档案 找到的客户 干得漂亮 林秋普欣慰地 拍拍林东雪的肩膀 想要什么奖励吗 哎 林东雪叹息 等案子完了 放几天假吧 可以 给你放一天 就一天啊 真口 哈哈 陈时呢 林东雪左右张望 哎 我让他来帮忙的 怎么又开小差了 陈时跑到楼顶上 躲青进去了 跟他在一起的 是受不了吵闹氛围的彭思觉 两人站在楼顶抽烟 今天阳光明媚 远处的城市 尽收眼底 令人胸中 升起一股豪气 尤其是 想到自己刚刚保护了这座城市 这一下够忙的了 是啊 可能得忙到新年 反正我是不管了 我又不是警察 我该休息了 老陈 听说过一句话吗 没有一滴雨 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当饿的链条足够长 长得看不到全貌时 每个环节的人都会觉得 自己是无辜的 治理名言 这些人就是如此 大多部分人都认为自己 只是在做一份工作 甚至认为 是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他们一点也没有罪恶感 尘实看着远处 那片像微缩模型一样 可爱的城市远景 你觉得 都有消失的一天吗 没有 有光就有影 从私有之诞生之日起 犯罪就出现了 世上为什么会有犯罪 如果人类是社会性动物 为什么要 做出损害他人的行为 人的一半是受性 贪婪 自私 懒惰 一半是神性 高尚 无私 勤劳 这种对立存在于 每个个体之中 环境和个体的差异 会让二者的比例发生变化 受性压倒了神性 人就会走向堕落 正是 两人一起 把烟头扔了 和彭斯觉得这种轻弹 总能让城市 有种精神上的愉悦 现在如此 过去也是如此 他们能够一聊聊一整天 从社会谈到宇宙 永不疲倦 准备点上第二根烟 继续聊下去的时候 身后传来林东雪的脚步声 林东雪跺着脚大骂 大家都在忙 你们却在这里躲青线 我又不是警察 关我什么事 我是法医 审案和我无关 你们要气死我啊 赶紧给我下去 哪怕给大家道道谁也行 好多人一上午 连口水都没喝 这压都膨胀了 连你彭大队长 都敢呼来喝去了 陈石微笑着 看向彭斯觉 也不知道是受谁影响 彭斯觉也笑道 第138章 放学后 诈宝案的后续工作 多如牛毛 林东雪每天回到家 都累得浑身无力 经常连饭都不想吃 这天 结束了一天工作 回到住处 上楼梯的时候 看见房东大妈 坐在台阶上喘气 手里 提着一个购物袋 另一只手捂在胸口上 房东住在林东雪楼下 每个季度交房租 都是通过微信 平时很少交谈 只是偶然见到 才会打声招呼 林东雪问 大妈 你身体不舒服吗 没事没事 上楼的时候 有点胸闷 坐下来休息一会就好 我帮您拎吧 那谢谢你了 林东雪帮她提食物 一直来到房东大妈的住处 屋里冷冷清清 看来只有她一个人住 墙上挂着她老伴的遗照 房东大妈在周边坐下 拜托林东雪 去冲一碗红糖水 喝下之后 她气色才好一些 大妈 你没有孩子吗 林东雪问 有个儿子 怎么从来没见过她 她在外地打工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她在坐牢 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 整天跟一帮狐朋狗友 瞎鬼混 有一次帮一个朋友出头 拿刀捅死一个小流氓 出事之后 那帮朋友没有一个之声 我劝她去自首 后来法院判了误杀 判了二十年 今年已经是第十七个年头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包点饺子给她送去 大妈说这话的时候 并未流露出太多伤感 大概是内心早已接受了现实 林东雪不知说点什么好 大妈问她 你在我楼上住了快一年了 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 我是做销售的 林东雪撒谎道 哦 要不你留下来吃饭 今天谢谢你了 不料 我家里还有事 知新中学 同一天傍晚 学校里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家 只有一个教室还亮着灯 参加多余杯新概念作文比赛的几名学生 已经完成了考卷 正在检查错别字 监考老师看了下手表 说 时间到 收卷 大家辛苦了 早点回家吧 陶月月背上书包离开教室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个声音在喊 陶月月 等我一下 陶月月回头 看见一个扎着双马尾 脸蛋红扑扑的女孩小跑过来 她认出 这是同班同学魏曾玛丽 魏曾玛丽是宇文科代表 和陶月月一次交谈也没有过 主动搭话 魏曾玛丽显得有点紧张 却故作轻松地笑道 你也来参加作文比赛啊 老师叫我多参加一些活动 陶月月淡淡地回答 看不出 你还有这样的属性 我以为你一直都很冷酷呢 冷酷 是啊是啊 我们都觉得你比较冷酷 不像同龄人 抱歉 我是不是冒犯你了 哎呀 能不能陪我去趟厕所 教学楼没有人 我有点害怕 陶月月朝空荡荡的校门看去 陈时今天又没来接她 她给她办了一张公交卡 语重心长地说 她应该学会独立了 其实 那不过是大人偷懒的借口 陶月月说 走吧 走进没人的教学楼 魏曾玛丽紧张地揪着陶月月的衣服 陶月月取笑她道 你在害怕什么 害怕鬼吗 二 一 魏曾玛丽吓得一哆嗦 不要乱说了 我听人说 过去好像有个学生在这里自杀 我不听 我不听 见魏曾玛丽被吓得浑身乱颤 陶月月露出恶毒的微笑 紧张地上完厕所 两人朝外走 魏曾玛丽小声地说 我发现你其实也挺好相处的 你可以喊我的绰号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绰号了 不过朋友的话也没关系 魏曾 唉 魏曾玛丽答应你一声 你相信世上有鬼吗 不相信 那你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我先说 有一次爸爸带我去吃饭 我居然在红烧肉里吃到了一个 死人手指 不要瞎说了 魏曾玛丽挥起小拳头打他 是猪毛了 好长好长一根 哇 超恐怖的 你呢 你这辈子遇到过的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我亲眼看见 我妈妈被一个男人 一刀一刀的杀死 可能是察觉到 这女孩是个白痴 陶月月逐渐放松戒备 谈起了自己的经历 她冷静的语气 给她所说的内容 平添了一丝诡异 魏曾玛丽挥的面如土色 窃窃的问 真的吗 陶月月装出轻松的表情 眨着眼道 骗你的了 哈哈 你也真是 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妈妈 不过她确实已经不在了 是吗 真可怜 平时接你的那个 是你爸爸 是叔叔 原来你是孤儿 是啊 不许可怜我 没有没有 其实有爸妈也没什么好了 我爸妈超烦的 和你换一换也不要紧的 魏曾玛丽拙劣的安慰道 虽然话不怎么中听 但她的好意 陶月月还是心灵了 一声猫叫传来 魏曾玛丽停下 脚步四处搜索 看见一只很小的小奶猫 从教室里钻出来 冲他们叫唤 好可爱啊 魏曾玛丽 一下子被蒙到了 蹲下来摸她 还没退进的胎毛 陶月月也蹲下来 看着小猫 说 她饿了 我书包里 有中午吃剩的咸鸭蛋 魏曾玛丽取下书包翻找 找出一颗密封包装的咸鸭蛋 用牙齿咬开 包给小猫吃 小猫像是饿坏了 贪婪地吃着鸭蛋黄 魏曾玛丽说 真挑嘴 和我家伏地膜一样 不吃蛋白 小猫吃完 叫得更响了 魏曾玛丽说 她没有吃饱吗 小猫 小猫 你把鸭蛋吃完呀 说着 她拾起蛋白胃她 小猫拼命躲避 可能是不爱吃吧 我这里 有根火腿肠 陶玛丽说 从书包里 取出火腿肠 喂点小猫 她吃得很欢 但只吃了三分之一 就不肯吃了 又开始叫唤起来 小猫蹒跚着离开 地上有一滩 直日生拖地时 洒下的脏水 她凑过去 用舌头舔着 喝了起来 哇 怎么可以喝脏水 真不怪 魏曾玛丽把她抱起来 放到一旁 小猫又冲脏水爬起来 她又把她抱开 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她渴了吧 陶玛丽猜测道 第139章 集中生智 这时外面 传来车喇叭声 魏曾玛丽兴奋地说 我爸爸来接我了 她拉着陶玛丽来到校门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在车边笑盈盈地站着 魏曾玛丽嘟着嘴说 爸爸 你好慢啊 路上堵车吗 每次都是这个借口 真讨厌 好好 晚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 看着别人孩子和父母撒娇 陶玛丽一阵心酸 魏曾玛丽介绍说 爸爸 这是我新交的朋友陶玛丽 她是新转来的 学习特别好 男人点头 你好 你家长没来接你吗 要不我送你回去 是啊是啊 坐我爸爸的车吧 陶玛抬头看看 校门口有一个脏兮兮的摄像头 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个时段 学校里一个人也没有 如果这男人对他心存歹意的话 不了 他马上就到了 他说 对方也不勉强 带上魏曾玛丽走了 临走的时候 魏曾玛丽在车窗不停招手 耳畔传来喵喵的叫声 原来那只小猫跟来了 陶玛丽给陈石打了一个电话 过来接我 你还在学校 今天有作文比赛 比较晚 对了 我捡到一只小猫 想养在家里 不行 我们之前有约定 可他很可怜 那也不行 好吧 我给林姐姐打电话 让他来接我 陈石的态度 立马180度转变 好好好 我现在过来 小猫的事情 面谈吧 半小时后 陈石开车来了 陶玛丽抱着小猫 沉默地看着他 陈石说 这种野猫有细菌的 可以去宠物医院检查一下 也许他有妈妈呢 有妈妈 就不会这么晚 在外面流浪了 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 我所有问题的应付策略 是 陈石拿他没辙 说 这次期末考不到30米以内 我会把他扔出去 谢谢陈叔叔 陶玛丽欢天喜地地说 陈石只好带小猫 去了趟宠物医院 做了一遍检查 医生问陶玛丽 你给小猫吃什么了 咸鸭蛋和火腿肠 医生翻个白眼 你咋不直接为他吃盐呢 猫科动物 不能过量摄入盐分 会生病 知道吗 陶玛吐了下舌头 下次知道了 没啥大问题 这段时间不要给他洗澡 等他三个月 大来做驱虫和打疫苗 陈石买了一堆猫用品 回到家 陶玛丽心智勃勃地 逗弄小猫 让陈石倍感欣慰 也许这对陶玛丽的 健康成长有帮助 小猫被取名毛球 正是在陈石家里落户了 随着寒假的临近 各科都开始进入复习期 几乎每天都要做试卷 但一想到考完试 就可以尽情玩耍 大家学习 也有了一丝动力 这天班上发生了一件 不大不小的事 梁左明康复回来了 经过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后 他明显瘦了一圈 头发也长了 穿着一件牛仔夹克 走进班里 无适和自己打招呼的小伙伴 禁止来到陶玛丽坐位前 梁左明把陶玛丽 正在看的一本小说抢过来 刷一声四成两半 陶玛丽 这笔账我们没完 现在我回来了 你的好日子也结束了 留等着 于 周围围了一圈 看热闹不怕失大的同学 笑着议论起来 哇 他俩发生过什么 这是在挑衅吗 梁左明 欺负女孩子 你好意思 难道这是寒剧的展开 欢喜冤家什么的 梁左明狠狠地嘲说 欢喜冤家的那名同学 瞪了一眼 走开了 人群渐渐散开 陶玛丽全程没有说一句话 魏增玛丽跑过来 说 他欺负你 不行 我得告诉老师去 陶玛丽一把拉住他的手 帮我个忙 千万不许告诉老师 可是 万一他 我不怕他 陶玛丽盯着梁左明的背影说道 嘴上这样说 但陶玛丽这几天却格外小心 注意着梁左明的一举一动 康复之后 梁左明变得不爱说话了 以前因为他家里给的零花钱多 身边总是聚集这一批小伙伴 现在对这些小伙伴 他也爱搭不理了 魏增玛丽跑来告诉陶玛丽 听说梁左明现在学坏了 有人看见他和校外一帮小混混在一起 提醒陶玛丽千万当心 该来的终于来了 这天是陶玛丽当职日生 打扫完教室 他独自回家 在去往公交车站途中的一条僻静街道时 梁左明带着一帮叼着烟的小混混出现 他们是故意埋伏在这里的 因为陶玛丽回头的时候 发现身后也有几个从小麦部钻出来 两侧小麦部的店家见状 立即把头缩回去 不敢管这闲事 一圈人把陶玛串团团为定 梁左明飞扬跋扈地说 你把我一条腿弄断 今天我要打断你两条腿 别见 那多浪费 这小萝莉长得蛮可爱的 带回去玩玩 梁左明的哥们说道 三年起步 最高死刑 你要做大死啊 另一人说 大火轰笑起来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高招 陶玛丽看着梁左明 老师已经走了 没人能帮你 大不了 我也赔你医药费 反正我家有的是钱 梁左明冷笑道 你爸妈一定会替你自豪的 有些人连爸妈都没有呢 哈哈哈哈 陶玛业攥紧拳头 突然从地上拾起半块砖头 混混们哄笑起来 卧槽 真结猎女 小胳膊小腿的 当心别把自己伤着了 有种你砸啊 我们这么多人 你砸谁 陶玛业一转身 把砖头砸向旁边停放的一辆轿车 玻璃阴声而碎 警报器大作 在刺耳的警报声中 住在这条街楼上的居民 纷纷探出头 混混们慌张起来 走走走 有人要来了 梁左明说 别啊 怕什么 改天再收拾他 走走走 你给我等着 混混们落荒而逃 梁左明愤愤地看了一眼陶玛业 也跑了 一男一女跑过来 男人怒气冲冲地说 你砸我车干嘛 陶玛业挖一身哭了 用两只小拳头揉着眼睛 演示实际上没有几滴泪水的事实 一边哭一边委屈地说 刚刚有一帮小流氓欺负我 我没有办法 男人的火气等时消了一半 说那你喊啊 砸我车有什么用 女人道 老公 别说了 然后蹲下来掏出纸巾 替陶玛与擦泪 小妹妹 你家人不来接你吗 爸爸工作忙 我每天坐公交车回家 陶玛与抖动肩膀 装作抽屉的样子 阿姨 可以帮我报警吗 我怕那些坏人还在附近 男人乐了 报警 人都跑没影了 警察能干吗 女人说 老公 你看他多可怜 要不送他回家吧 男人本不想答应 看陶玛业一脸委屈 心软了 说 哎 真麻烦 你上车吧 第140章 陈石的条件 陶玛业坐到车上 女人给他递来一瓶水 陶玛与貌地说 谢谢阿姨 我不渴 男人问 你家在哪 陶玛业说了一个地址 这个点陈石肯定还在市局 这几天 他又在参与一桩案件 男人在导航上找到 惊讶地说 那地方是市公安局 你没弄错 没有啊 我爸爸就在那里上班 你爸爸是警察 行警 那你妈妈呢 妈妈早就走了 女人叹息 哎 可怜的孩子 男人说 八成是刑警的孩子 叫社会上的坏分子报复了 当警察也不容易啊 小妹妹 你以后可千万要小心 今天要不是遇上我们 你可就危险了 谢谢叔叔 来到市局 接到短信的陈石走出来 陶玛玛扑过来热情地喊 爸爸 听这口气 显然是在演戏 陈石配合地抱起他 说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两位是 别提了 今天你女儿差点让坏人报复 男人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他意想出来的事情经历 把自己描绘成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好汉 说完 陈石显得有点惊讶 男人心想 糟糕 忘了替赔偿车窗的事情 按照他叙述的版本 根本就塞不进砸车窗这一段 他吹牛吹泰果 自掘坟墓了 不过一块玻璃倒也无所谓 借此机会结识警察 实在是天大的收获 于是他满脸堆笑说 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做服装生意的 这是我的名片 他双手递上名片 上面写着 某服装公司副经理 薛承意 陈警官有空赏光 一起吃个便饭 薛承意说 陈石不好意思拒绝 说 一定一定 今天多谢你们救了我女儿 不然事情会很严重的 应该的应该的 建议永违是公民的义务吗 那啥 我们先走了 慢走不送 陈石的目光 在女人的屁股上 流连了几秒钟 屁股上方的腰部 搭着男人带着婚戒的左手 陈石蹲下来 一脸严肃地看着陶月月 告诉我事情经过 陈石觉得 这件事 陈月月没有责任 相反 他表现得很勇敢 很机智 但他不打算夸他 说 如果没有你设计陷害 他再前 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你应该反省 如果不是你告诉他真相 让他以为 那只是意外 也不会有今天的事 陈月月老气横秋地说道 陈石笑了 何着全是我的错 就是你的错 你报复同学 也成了对的了 梁左明不是好东西 未曾对我说 我没转学之前 他也欺负别的同学 他这种人活该 难道你希望 我逆来顺受 或者让老师出面 打个圆场 全天下的老师 都是一个学校教出来的 他们只会说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他为什么不欺负别人 只欺负你这种 又让人生气 又不能反驳的话 陈石被问得哑口无言 说 我们现在不谈这件事 明天再说 你说不过我 陈月月骄傲地说 仿佛刚刚发生的危险 已经抛出脑后 脑后 对 我是说不过你 所以我得考虑一下 怎么教育你这个特别的小孩 我下班一起回家 我可以去找林姐姐吗 她还在工作呢 陈月月撇了下嘴 陈石说 我带你看法医做试验好不好 好 隔日一早 陈石把早餐 放在陈月月面前 坐下来 陈月月现在长了一层 短短的头发 在家里基本上不戴帽子了 给你讲个故事 陈石说 有一天蝎子要渡河 就对青蛙说 青蛙大哥 能不能被我过河 青蛙说 不行 你有毒刺 你会熬我 蝎子说 如果我熬你 我也会淹死的呀 就被蝎子渡河 没想到走到一半的时候 蝎子熬了青蛙一下 两人便一起淹死了 临死前青蛙问 为什么 蝎子无奈地说 因为这就是我的本性 陈月月听得津津有味 说 所以你想说 我想了一晚 你的本性如此 我不该改变你 让你去学别人的样子 那样你会很痛苦 这种做法和学校有什么区别 学校教育有多么失败 我比你清楚 因为我小时候 也是一个天才 我知道 经过了昨天的事情 你心里憋着一团火 以你的性格 一定不会饶过梁左鸣 陈氏停顿了一下 我允许你报复他 陈月月意外地睁大眼睛 又恢复平静 条件呢 第一 不要被学校发现 如果被发现 不要被处分 第二 不允许进行身体上的报复 第三 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才能开展报复行动 这三条适用于这次的事件 也适用于你 以后会遇到的其他事情 第二条能不能改改 绝对不行 陈月月无奈地耸奸 昨晚想好的计划 只能作废了 陈氏心想 真是个可怕的孩子 居然已经想好了报复手段 他提出的三条看似鼓励 其实是约束 为他增加难度系数 同时防止陈月月走上邪道 陈月月的母亲是个妓女 父亲是谁 可能有十几个被选人 从小他生活在母亲的虐待和冷漠之下 后来他又亲眼看见母亲被杀 在面对警察时 年幼的他表现出的冷静 让人有点害怕 警方起初根本不相信他的证词 一个八岁大的女孩 怎么可能躲在柜子里三个小时 全程目睹 母亲被残忍杀害 却不发出任何动静 不留下一滴眼泪 陈月月的心里 握着一只小小的毒蛇 需要定期按着他的脑袋 挤掉一些毒液 才能防止他有一天袭击人 许多凶穷极恶的连环杀手被捕之后 警方错愕地发现 他们并非乖张暴力之徒 相反 他们彬彬有礼 斯文内向 对小动物极有爱心 是大家公认的好邻居 好市民 杀死陈月月母亲的男人 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人压抑太久 这个社会需要游戏 需要禁忌 需要成人文化 需要网络文学 在陈时看来 那些晚上去找小姐寻欢作乐 白天大肆鼓吹电子游戏 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的人 简直该死 还有 陈时说 你报复他之后 必须如实向我汇报 放心 我绝不是出尔反尔的大人 陈月月站起来 来到陈时身边 在他脸颊上 印下一个沾着麦片粥的纹 说 陈叔叔 你颠覆了我对大人的成见 谢谢你 陈时笑着刮了下他的鼻子 满意了 你这个小恶魔 第141章 小护士之死 年前局里 要办的案子堆积如山 陈时几乎全天都在对里帮忙 虽然他挺喜欢这种生活状态 可嘴上却总是表现出 更想回去开出租车的意愿 要是被他们知道 自己气势乐在其中就麻烦了 以后恐怕 真的就慢慢成了全职行政顾问 这天手上的一宗案子宣告结束 陈时提议 出去吃个火锅放松一下 他和林东雪刚离开市局 一名街警处的警员跑来说 林警官 现在有空吗 哟 怎么了 刚接到报警 中山医院死了一名护士 怀疑是跳楼自杀 你们去一趟呗 行 我这就去 林东雪对陈时说 处理完再吃饭吧 处理完恐怕就吃不上了 陈时说 两人上了车 另外还有一辆警车 跟着三名鉴定人员 一路来到中山医院 住院楼下面围了一圈人 多半是看热闹的病友 陈时说 麻烦让一让 警察来了 用手分开人群进到里面 地上躺着一名身穿护士制服的女人 拂面朝下 她的皮肤暴露在清冷的空气中 已然发白 死者双手分开 左腿伸长 右腿以诡异的姿势向上扭曲着 一名医生一名护士蹲在尸体旁边 护士两眼红通通的 手里握着手帕 医生说 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想看看 还有没有救 所以过来检查了一下 不是有意要碰尸体的 林东雪说 能理解 死者你们认识吗 他是 医生正要说 护士抢着回答 他是我同事杜婷 昨晚还和他说话来着 怎么今天人就没了 说着 他是起眼泪 陈石见这里人太多 叫大家散一散 同时吩咐鉴定人员拍完照 赶紧把尸体抬到病房里去 医生去找来一块白被单 和一床单架 鉴定人员抬走尸体的时候 特别注意了一下地面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 林东雪登记了一下尸体发现人的信息 发现者是个病友 早上溜弯的时候 发现这里趴个人 于是就报警了 在场的医生名叫高明 护士叫韩昭帝 是这里的护士长 韩昭帝称 死者杜婷昨天夜里值班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护士站 当时他寻夜去了 是晚上四点 大约五点钟左右 杜婷发短信给同事 称有点头晕先走了 直到今早十点被发现死于楼下 林东雪注意到 高明眼神闪烁 好像有些愧疑 他向韩昭帝询问了和杜婷 一起值班的护士名字 便道 两位先去工作吧 交给我们来处理 有问题 我再找你们 高明说 好的 我上午在心内科坐枕 见没热闹可看 人群渐渐散了 林东雪正要走 见陈石回来了 手上拿着拍照用的相机 他说 等一下 他举起相机 对准上方 不断地调节镜头 一边朝上面的窗户 看一边问 死者巡逻的楼层是哪几层 五 六 七 都是病房 七楼的窗框 好像有灰尘被试掉了 旁边墙上有些抓痕 你瞅瞅 陈石递来相机 借着相机的变焦镜头 林东雪放下相机 道 你怀疑是谋杀 说不准 上去看看呗 他们来到死者坠楼的病房 这间病房是空着的 窗户开着 屋里冷嗖嗖的 陈石用手拦了一下 拦了一下林东雪 直指地面 可能有脚印 待会让鉴定人员过来看看 两人从两侧绕到窗前 窗户平时是锁着的 防止发生意外 但从灰尘看 果然有打开的迹象 陈石让林东雪继续了解情况 陈石去看看尸体 林东雪来到护士站 杜婷的死在这里 引起轩然大波 护士们说 杜婷平时为人低调 很少与人有冲突 结下梁子被杀 就更不可能了 至于自杀的可能 一名和死者关系 较好的护士称 杜婷最近向某位医生表白 结果被拒 那两天 他情绪确实有些低落 可要说因为这个自杀 他觉得不可能 但别的原因也想不出来了 他表白的医生是谁啊 林东雪问 就是心内科的高医生 还有个问题 病房的窗户 谁可以打开 我们都有钥匙 所有病房的窗户 锁是一样的 平时基本上不开 谢谢配合 那名护士跟了上来 神神秘密地说 警察姐姐 我还有个线索 要提供 昨天晚上 我看见高医生 和杜婷单独在一起 在他的办公室里 然后我还听见杜婷在哭 当时是几点 四点左右 林东雪随即去心内科 找高明医生 林东雪问 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普通同事而已 高医生说 有人称 他几天前向你表白 但是被拒绝了 有这事 高医生刚大的笑笑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就随口拒绝了 再一个 我对他确实也没感觉 大家都是成年人 这点小挫折 不会导致他自杀吧 昨晚十二点以后 你在哪 不是怀疑我吧 我在家 可是医院的手术记录显示 昨晚有一台急针手术 你十点钟来了一趟医院 一直到四点才离开 还有人反应 看见你和杜婷 单独待在办公室里 高医生留下一滴冷汗 说 我找他 交代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这很正常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撒谎 说不在医院 高医生显得更加紧张 这是命案 我只是不想和他扯上关系 人之常情 你应该能理解 理解归理解 但我希望你说实话 这样才能还死者一个清白 听到清白这个词的时候 高医生表现得更加不自在 林东雪知道再问 也问不出什么了 就站起来道了 医生先告辞了 便离开了 林东雪站在走廊里左右环顾 这里没有安装监控 陈石打电话叫他过去 林东雪来到临时停尸的病房 死者躺在病床上 脸上的血迹已经被擦掉 露出伤痕和淤血 他是个姿色尚渴的小护士 年纪很轻 可能还不到20岁 有发现吗 陈石问 有个医生比较可疑 我正在调查 你这边呢 陈石看了一眼尸体 侧炉上有一处击打伤 藏在头发里 不容易看出来 如果说他坠楼的时候 意识是清晰的 会下意识地做出防御动作 那么腿部 手部的做事 明显会多于别处 但死者全身受伤很均匀 说明他坠楼的时候 已经没有意识了 从这种种看 死者是被谋杀的 第142章 调查医院 林东雪微微一惊 问 那死亡时间呢 鉴定人员回答 测过肝温 应该是昨晚4点左右死亡的 林东雪说 4点 他当时和高医生在一起 那个医生肯定有问题 再去找找他 别这么心急 让子弹先飞一会 对了 去看看他的宫位 来到死者的宫位 林东雪打开抽屉检查 发现液合粉底 一只口红 口红是粉色的 林东雪说 死者有化妆吗 有 而且挺心 女为月吉者容 她肯定是为了去见那个医生 所以化了个妆 那医生有问题 陈石笑笑 你怀疑他俩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你是不是一碰到渣男就来气 林东雪道 我这是为了查案子好不好 谁关心渣男的事情 你对这案子怎么看 医院人流量大 有病人 有家属 有医护人员 案件破冰阶段 先别急着把目光定在个别人身上 先多了解一下情况 听你的 你还是继续调查医生那边吧 我去找找病人里面 有没有目击证人 关于案子 我有一句忠告 你说 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 是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 除非凶手的动机和这风险相当 否则是不会有谋杀发生的 我想提醒你 别被医院里鸡毛蒜皮的人气纠纷蒙住眼睛 要时刻谨记 你所怀疑的这个人 存不存在这个巨大的动机 如果没有 基本上可以排除出嫌疑人的行列 两人来到护士站 陈石说 护士长 我想了解一下这几层楼病人的情况 护士长说 档案都在办公室 我这就去取 陈石和护士长走开了 林东雪找到死者的那个朋友 关于高医生 我还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陈石在办公室里挨个翻阅病人资料 翻到其中一份时 他停了下来 问 这人昨晚死了 护士长说 死在手术台上 只是普通的医疗事故 陈石点头 继续翻 发现昨晚有四名病人离世 都是年龄较大的 护士长一一解释 陈石想 这只是院方的说法 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 决定去病房看看 来到一间病房 家属正聚在外面哭 伤痛欲绝 虽然不太好意思开口 但陈石还是亮出证件说 警察 我想看一下遗体 家属十分配合 陈石戴上橡胶手套 掰开过世的老人的眼皮看了一下 又检查了一下试斑 死亡时间应该在昨夜两点左右 记录上显示是术后并发症凝起的心梗 这光凭肉眼看不出来 但遗体没什么太大一点 向家属道过谢 陈石赶去下一个病房 跟在他后面的护士长说 警察同志 为什么要调查这个 陈石有自己的理由 案发前后死亡的病人 应该会很快被送到病医馆 到时想调查都调查不着了 活人的话之后仍然可以找到 所以他把这个的优先级排在最前面 陈石没有直接说明 只是简单的说 没什么 怀疑一切是我们的工作 第二句遗体也没什么疑点 当陈石来到第三间病房的时候 看见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 那个中年男人胳膊上戴着黑纱 像是病人家属 看见陈石他惊喜的说 陈警官 你怎么在这 薛老板 哈哈 你还记得我了 这人就是上次送陶月月 去市局的好心路人 薛承义 薛承义拉过一个中年妇女 姐 女 介绍说 这是我爱人 这位是陈警官 果然 上次和他在一起的年轻女子 不是他妻子 陈石说 薛老板上回助人为乐 帮过我女儿一次 我还没有好好谢她 妇女堆起笑脸 没什么 他这人就是热心肠 薛承义忙地烟 家父昨晚谢时 亲戚们都过来了 陈警官来这里是做什么 查案子 陈石伸手拒绝了香烟 我想看一下您父亲的遗体 这和案子有关吗 他妻子说 我公公晚上被一口痰堵住了气管 不幸去世 怕有什么病毒 还是别看了吧 陈石说 二位节哀顺变 我这也是走个过场 希望配合一下 我也不是法医 就是普通警察 陈石心里说 其实连警察也不是 夫妻二人交换了下眼神 薛承义说 那行吧 陈石来到老人遗体前 掰开眼皮时 他立即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 眼球有明显的出血点 他回头看向薛承义 薛承义不安的脸上 立即对出笑容 陈石问 几点去世的 医院说是四五点 我们一大早收到消息赶过来的 老人在这里 没人陪吗 有 我们夫妻二人轮流看护 我妻子昨晚在这里 后半小熬不住 去走廊里睡觉 哪知道就 说着 薛承义眼圈一红 节哀顺变 来到外面 陈石说 上次的事 真是太谢谢你了 要不中午我请你吃个饭 薛承义说 抱歉得很 我今天恐怕抽不出时间 瞧我真是没眼力尽 那留个联系方式吧 好的好的 交换过手机号和微信号 陈石问 你家孩子也在知心中学上学 没有 我儿子在外地上大学 薛承义压低生意 我小三的孩子在那上学 陈警官千万别告诉我老婆 人到中年吗 你懂的 理解理解 不打扰你们了 好的 改天在一起吃饭 陈石扭过脸 笑容立即从脸上消失 他对护士长说 拜托你帮个小忙 陈石在楼下坐着抽烟 林东雪问了他的方位 跑来 说 听了一耳朵医院的绯闻 感觉都可以拍电视剧了 有怀疑对象吗 有 高医生 根据同事的证词 他应该是最后一个见到死者的 可他本人却语言不详 很可疑 动机 高医生年底要平复教授 假设他有什么丑闻 平直撑的事情就泡汤了 杀人灭口这种 可能你认为呢 杀什么人 灭什么口 有护士反应 高医生同时和好几个女生玩暧昧 我想 应该是那方面的丑闻吧 陈石若有所思 故左右而言他 死在这里的病人 除非是家属提起送诉 否则不会有法医解剖 一定有很多谋杀 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你是指 家属不想承担巨额的医疗费 这和本案有关吗 有关没关 查一查才知道 谢谢 陈石起身 从走过来的护士长 手中接过一个塑料袋 里面鼓囊囊的塞着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一个枕头 杀人绝不姑息 林冬雪好奇的说 你拿个枕头干嘛 查案子 走吧 该回去验尸了 陈石站起来往外走 两人回到局里 在附近简单吃了点东西 考虑到本案的谋杀性质 林冬雪立即申请立案 这次林秋普 还是让林冬雪来带专案组 只是分配到的人手有限 只有他 徐晓东 小李 还有老张 陈石也可以算一个 林冬雪开了一个简单的专案会议 让成员了解一下案情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不知道死者为什么被杀 但可以肯定的是 凶手大概率在医院内部 陈石补充说 这个医院内部指的是 当晚待在医院里面的人 林冬雪觉得 这次不是什么大案 梳理清楚医院的人际关系 差不多就能找出杀人动机 彭思觉走了进来 说 尸体解剖完了 死亡时间确实是昨天凌晨四点 死者没有被性侵的迹象 实际上他仍然是处女 直接死因是 侧炉上的击打伤 应该为某种钝气造成的 有个细节 死者断了一根指甲 左手食指 你们可以到现场找找看 说不定上面有凶手留下的痕迹 陈石说 我这里有个枕头 你拿点针法验一下看看 和案子有关 陈石神秘地笑道 有没有关我不知道 反正有惊喜 彭思觉露出一脸拿你没折的表情 结果陈石递来的枕头 几个一起来到实验室 彭思觉将枕头用夹子夹住两脚 掉在密封的箱子里 在下面用酒精灯加热试剂 随着点蒸气不断在箱子里扩散 就像拍鬼片一样 枕头上慢慢出现一张人脸 而且表情痛苦 林东雪惊讶道 怎么会这样 陈石解释 这是一个昨晚去世的老人用过的枕头 我意外发现 他的瞳孔内有出血点 怀疑是被人强迫致吸致死的 就叫护士长把枕头给换了下来 果不其然 这枕头是被人按在老人脸上 脸上的油脂留在了枕头上 陈石说 可能和案子无关 要查吗 查 林东雪说 杀人绝不能姑息 说来巧 当事人我还有过一面之缘 那我去找他吧 医院就交给你们去查了 陈石对着枕头拍了张照片 大概能猜到是什么情况 当事人现在会急着火化尸体 你赶紧把尸体截下来 没有尸体就定不了罪 彭思觉说 马上就去 派个手下给我 我一个人弄不了尸体 陈石和一名实习法医一起离开 他给薛承意打了个电话 称有事要找他 薛承意说 实在不好意思 我现在在火葬场 家父正准备火化 陈石说 薛老板 你这丧事流程是不是太急了 好多亲戚是从外地赶来的 赶紧把丧事办了 他们才好回去工作 等一下 死者先别火化 我马上就到 我知道了 陈石担心薛承意不守信用 又给龙安士病医馆打电话 称有具老人的遗体 警方要截下来 务必不要火化 一路风驰电撤赶到病医馆 他看见一帮 见一帮亲友 正对着一个盒子在哭 肆意生情并茂地说 薛某某老人 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英容笑貌 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 亲友里面就有薛承意夫妻二人 哭得正投入 陈石记得瞪眼睛 但也无可奈何 他站在这里等仪式结束 薛承意走过来说 不好意思啊 工作人员一直在催 还有这么多亲友等着 我实在没辙 就把家父火化了 你也太心急了吧 陈警官 你该不会怀疑我什么吧 薛承意观察着陈石的神情 事已至此 只能想办法收集别的证据 陈石笑笑 没事 没事 我给老爷子行个礼吧 太谢谢你了 陈石来到林前 鞠了个宫 两次的孝子贤孙 向他鞠躬还礼 陈石心想 这件事是薛承意一个人干的 还是夫妻二人一起干的 他的兄弟姐妹知道吗 他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薛承意杀害父亲 和护士的死 会不会有关系 只是要如何证明这层关系 薛承意过来同陈石握手 李燕 陈警官如若不嫌弃的话 待会和我们一起去饭店吃个饭吧 陈石掏出手机 给薛承意赚了五百块钱礼金 说 一点心意 不敢收 不敢收 薛承意在手机上操作 准备退回 陈石按下他的手 你不收 我可不去 拿着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开车来的吗 待会是跟我们一起坐大巴 还是开车过去 坐大巴吧 那行 还有其他亲戚朋友要招呼 我先过去了 你忙吗 不用管我 陈石脸上挂着微笑 目送薛承意走开 他和妻子低声交谈了几句 妻子眼神戒备的 朝陈石瞅了几眼 陈石厚着脸皮 冲他招招手 妻子堆出客套的笑容 陈石回去和同强的小法医说 不好意思 害你白跑一趟 你打算跟我去吃答谢宴 还是直接回去 答谢宴是要给李金的吧 我可吃不起 那你把我车开回去吧 告诉彭队长 尸体被他们烧了 我去搜集一些证据 陈哥你自己小心 小法医拿着车要是走了 被迫参加了一场葬礼 陈石倒是显得很从容 不停地和人打招呼 很快和薛承意的几个兄弟姐妹聊上了 据了解 薛承意父亲得的是食道癌 以及是中晚期了 据医生说 没几个月好活了 老人家今年八十多 也算是喜丧 亲戚们并未表现得太过悲痛 至于薛承意的经济状况 他弟弟称 薛承意的服装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 家里有三套房子 平时经常帮助弟弟妹妹们 这次父亲生病 也是他一个人掏医疗费 随后 众人上了包车 前往酒店 路上陈石 再看微信群里 林东雪那边的进展 他们花了一下午 在草丛和死者坠楼的房间寻找 可算找到了那截断裂的指甲 上面沾了一些血 不确定是死者还是别人的 已经送回去鉴定 林东雪越了解情况 越觉得高医生嫌疑很大 已经以配合调查为由 请他去局里了 第144章 喜极而国 审讯室里 高明医生反复强调 简直滑天下肢大击 我为什么要杀肚婷 我跟他关系那么好 我怎么会杀他 林东雪问 案发当时四点 你们在办公室做什么 聊天 聊天聊到他哭起来了 高医生懊恼地抓头发 他就是爱哭的女孩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说了什么 最好源源本本的复述一遍 好吧好吧 大概一个星期前 他开玩笑似的说了句 要不你当我男朋友 我当时正有一台手术要做 以为他开玩笑呢 我们平时经常这样开玩笑 我就说了句 去你的 当时我没放在心上 哪知道听其他护士说 他伤心的在办公室哭起来了 我这才知道 这小姑娘对我真心的 警察同志 别看我三十好几 我是真没怎么谈过恋爱 二十几年都在学校待着呢 老实说我也挺喜欢他的 我考虑了几天决定答应他 那天 也就是你们说的案发当天 我把正在巡夜的他 叫到办公室 拿出准备好的小礼物 希望跟他正式交往 可能太高兴了吧 他喜极而起 就这 我骗你们干嘛 高医生抓狂 林东雪接到内线电话 是彭思觉打来的 让他去取下DNA鉴定报告 林东雪让一起审讯的 徐晓东跑一趟 徐晓东来到技术中队 大伙都下班了 只有彭思觉一个人在 桌上放着一份文件 彭思觉慢悠悠地喝着咖啡说 死者指甲里的DNA 和嫌疑人一致 徐晓东一阵振奋 果然是他 老陈呢 参加丧事去了 为了查那个老人的死 上午他走得急 忘了一件事 那枕头除了正面有痕迹 反面也有痕迹 指纹 我拍了照片 彭思觉拿出一张 刚洗出来的照片 看清之后 徐晓东有点错愕 不是一个人的指纹 上面清晰地显示 是两双手附在一起 从尺寸看 底下是男人的手 上面是女人的手 徐晓东说 这足够当证据了吧 当不了 比方说 我现在拿个枕头 捂在你脸上 上面既有你的脸翼 也有我的指纹 但不能说明 是我杀了你 尸体的解剖记录 才是最关系的证据 徐晓东有点遗憾 明知道那老人是被杀的 但就是没法定罪 也不知道陈哥这一次 要怎么逆转 但他相信 陈石一定能找到破绽 徐晓东把DNA鉴定结果 送给林东雪 林东雪看罢 瞪大眼睛 心里十分激动 他站起来走到高医生面前 徐晓东也走了过来 高医生紧张地退缩 干嘛 干嘛 打人啊 把你的袖子卷起来 卷就卷 高医生撸起袖子 他的皮肤上没有伤 林东雪又要他换 另一只手来检查 也没有 徐晓东突然有个发现 说 你把脸转过去 干嘛 这是 虽然嘴上抱怨 但高医生还是照做了 瞧这脸 于NB 徐晓东指着高医生耳朵 和下额之间的皮肤 那里果然破损了一块 林东雪说 死者指甲里有你的DNA 而你的脸上有破损 你做何解释 高医生大叫 你们警察也太草率了吧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你杀了他 胡说八道 那你自己 给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我想起来了 他打了我一耳光 先编的吧 你这小同志 说话太气人了 你们是不是逮不到凶手 要抓我顶包 你当当说 你和他提出交往 他高兴的喜极而气 为什么打了你一耳光 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喜极而国吧 你都说了什么 再也不说实话 我真帮不了你了 高医生哭丧着承认 好吧 我说 我当时是对他动手动脚了 我心想 礼物也送了 你也答应正式交往了 那就是我女朋友了 那我应该可以 行使一点男朋友的正当权利了吧 比方说 摸一摸 捏一捏什么的 你不要拿那种眼神看我 我只是在说我当时的心理 然后他就扇了我一耳光 哭着跑了 我真搞不懂女人的心思 林东雪一脸鄙视 他死了 你倒是一点都不悲伤 我承认我是想玩玩的 小姑娘长那么水灵 我起了歹念怎么了 我怎么可能找个护士 我爸不打死我 你们警察 非得把别人心底的龌龊 全部逼出来才高兴 这下你们满意了 林东雪不知道这次是不是谎言 看向徐晓东 徐晓东说 我感觉是真话 高医生像找到了知己 激动地说 还是男人理解男人 林东雪打个那线电话 小人把他先拘起来 被带走的时候 高医生拼命喊叫 我不是凶手 我真不是凶手 林东雪心里他拿不定主意 不敢擅自放了 按规定 只能先拘留24小时 到时没有进展就放了 他给陈石打了个电话 那边闹哄哄的 一会时间才小下来 可能是陈石走到外面接电话了 林东雪说 死者只加上有高医生的DNA 高医生自述 是吃豆腐被删耳光 感觉不太像凶手 人现在拘着呢 你那边呢 还在吃饭呢 没什么进展 你打算加班吗 何小冬再去趟医院 找找证据 能不能回趟我家 陶月一个人在家呢 估计还没吃饭 一来一回 得花多少时间 恐怕去不了 看来他今晚又得吃泡面了 饭店这边 薛承意正在向来宾致感谢词 这里来的除了亲戚朋友外 还有一部分薛承意生意上的伙伴 没有打听到情报的陈石 略感沮丧 薛承意用枕头捂死父亲 或许只是不想花费巨额医疗费 那么 这只是一桩临时起义的谋杀 在这里是搜集不到证据的 但直觉告诉他 一定会有其他发现 陈石的眼睛在来宾中搜索着 突然注意到一个眼熟的人 薛承意的小三竟然也来了 第145章 貌合神梨 薛承意的小三 坐在梨门最近的一张桌子上 自顾自地吃东西 也不与别人交谈 陈石过去 拉了把椅子坐下 女人惊讶地张张嘴 你是那天那个 我姓陈 你怎么称呼 哦 陈警官 我叫李平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和老薛是朋友啊 他父亲去世了 我自然要来表表心意 朋友 知道瞒不过你的眼睛 那天你看见 我们在一起了 没错 我们是那个关系 不过他妻子也知道 对这件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夫妻关系这么和睦的吗 天底下什么样的夫妻都有 不好意思 我得回去了 孩子还在家呢 陈石觉得 可以找他聊聊 便站起来说 一起吧 你开车了吗 没有车 一起打车吧 也能省点钱 两人来到饭店外面 李平问 那天那个是你女儿 不是 其实我只算她的法定监护人 看她有点眼熟 是不是在初二五班上学 对啊 你家孩子叫什么 李彦彤 我是单亲妈妈 单亲妈妈不容易啊 我想跟你了解下薛成一家的情况 想了解哪些方面 你知道什么说什么呗 她是不是逃税漏税了 不不 我不是查这个的 她和一个案子有牵连 倒不是说她有嫌疑 警察的工作就是这样 什么都得调查 理解 李平想了想 她和妻子唐慧 结婚有二十年了 我感觉他们关系比较另类 唐慧和公司的晚辈有一腿 这是薛成一知道 薛成一跟我的关系 唐慧也知道 就好像是办公开始的 她从来不丑不闹 貌合神力的夫妻 对对 你总结得很准确 我想 可能是因为 唐慧是她的结发妻子吧 我听薛成一说 两人以前一起患难过 创业之初 她家穷的叮当响 东拼西凑借了一大笔钱 薛成一一咬牙全投资出去 得亏投资对路 慢慢有了起色 生意这才上了道 她还说 当时发生过一件事 也算是比较走运 老天爷没断了她的财路 什么事呢 她没说 她创业是哪一年 01年还是02年来着 还知道些什么吗 李平又聊了些别的 听完车也来了 李平说 陈警官 一起坐车呗 陈氏说 不好意思 有些事情 我得去和薛成一核实一下 那改天再聊吧 谢谢你了 陈氏回到饭店 客人已经散了 薛成一喝高了 正在好淘大哭 哭喊着 我没尽到长子的义务 我不笑 不笑啊 几个弟弟妹妹都在劝 说他做得足够了 父亲是安心走的 一旁 妻子唐慧冷眼看着 那表情让陈氏产生了兴趣 看见陈氏过来 薛成一突然不哭了 大着舌头说 陈警官 你怎么还没走 陈氏说 你喝多了吧 我送送你 UMB 不用不用 谢谢你今天能来 我叫我弟弟送我 别客气了 陈氏把薛成一搀扶起来 送到车上 自己坐进了驾驶座 薛成一拍打着他的肩膀说 你这个朋友够义气 走 到家里 咱们接着喝 唐慧拉开车门坐进来 说 谢谢陈警官了 没事的 上次他帮了我女儿 我还没好好谢他呢 唐慧一脸微笑 当陈氏转过脸时 却从后视镜里 看见一双阴沉的眼睛 导航上有薛成一的住址 陈氏一边开车 一边和夫妻二人闲聊 到家之后 唐慧把薛成一掺进家门 撂在沙发上 薛成一口齿不清地说 水 给我水 唐慧去卫生间 接了一盆冷水 走到客厅 直接泼在薛成一身上 薛成一一个机灵 酒全醒了 骂道 你疯了 你才疯了 把一个警察招来 你找死 他女儿上次被小流氓骚扰 是我出手相助 我对他有恩 他不可能怀疑我 再说了 这是他想怀疑 也找不到证据 我警告你 薛成一 我们做过什么 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清楚 你最好谨慎一点 我 我知道 知道就好 赶紧把爸的遗物烧了 不要留下线索 薛成一嘀咕一声 妈的 冰窖一样的家 我真是一秒也不想在这里待 唐慧冷笑 你以为我喜欢这个家 自从你做了那件事后 这个家就只剩下空壳了 陈时并没有马上走 他在楼下抬头张望 站了半天 不见这对夫妻开灯 他心里嘀咕 回到家也不开灯吗 真是一对奇怪的夫妻 离开小区 他问了一下林东雪现在在哪 立即打车来到医院 医院里 杜婷坠楼的房间 彭思觉 林东雪 徐晓东三人正在寻找证据 彭思觉拎着生物 发现一在地上搜寻 找到几根头发和纤维 是不是和案件有关 得等回去鉴定之后才知道 地板最近拖过 没有太多灰尘 脚印不是很明显 几乎没有取证的价值 彭思觉说 林东雪掏出一个钥匙 这是死者身上找到的窗户钥匙 打开看看吧 打开装有防护栏的窗户 一股冷风灌进来 三人直打哆嗦 彭思觉用手电筒罩着窗户边缘 说 蹭掉不少灰尘 他取了一些样 准备回去和死者身上的灰尘做比对 林东雪试图还原现场 死者是抚面朝下摔在地上的 凶手应该把他抱到窗台上 坐在上面 然后从后面推了下去 彭思觉提醒 死者外套的背部有点开线 徐晓东惊叫一声 这里有指纹 两人将视线投向那边 在窗台右侧的墙壁边缘 有四个手指印 彭思觉用手电罩了一下 摇头说 模糊了 恐怕很难提取 是死者留下的吗 林东雪下意识地朝窗台另一侧看 发现那里也有指印 他们比对了两侧的指印 发现这个姿势很奇怪 假如是凶手留下的 他双手扳着窗户两端 用胸口把死者顶下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凶手的手臂应该非常的长 长得像刘备一样 也不可能是死者反抗留下的 因为事件已经证实 坠楼时 他已经死了 两个手印粗息不同 彭思觉提出一个想法 凶手是两个人 第146章 陈石的推理 两个人 徐晓东试图在脑海中 重建当时的画面 那是什么动作呢 让死者坐在窗台上 两个人搬着窗台左右 另一只手抵在死者背部 同时用力推下去 彭思觉根据目前的线索 得出推测 好古怪啊 假如说我和彭队长 现在要把徐晓东推下去 我们会怎么做 林东雪说 哎 别拿我当例子 徐晓东尴尬地说 彭思觉煞有介事地讨论起来 我会抬他的上半身 你抬下半身 把他的背搭在窗台上 然后抬起他的双腿 让他倒下去 这是最省力的方式 第二省力的方式呢 林东雪问 两人一左一右 抬着他的腿 抱起来 扔出去 彭思觉说 就像小孩子玩阿鲁巴一样 林东雪笑道 你们别说了 我恐高 想想都害怕 徐晓东说 他们还在讨论 讨论了几种扔人的方式 可能是开着窗户的缘故 徐晓东越听越觉得全身恶寒 根据两人的讨论 凶手采取的是 最不省力的一种方式 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难道有什么隐情吗 林东雪沉吟着 一是敢 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 三人回头 看见陈石站在那里 陈石说 怎么不开灯 要吓死人啊 他一边进来 一边拉灯线 原来灯坏了 你刚刚说什么 林东雪问 小冬 你坐在病床上 陈石说 陈哥 能不能不要拿我做例子 陈石不由分说 把徐晓东按在床边 自己和林东雪绕到他身后 两人模仿凶手 每人用一只手 抵着徐晓东的背 陈石说 一起用力推 一 二 三 哎呀 徐晓东被推出床去 看不出来什么仪式感 林东雪说 那是因为 你置身室外 站在凶手的角度考虑一下 他们杀了人之后非常恐慌 死者也许是他们中的一个 用顿物砸死的 另一个只能算目击者或者帮凶 杀人者不能让同伴置身室外 所以二人必须同时用力将死者推下去 责任平摊 林东雪恍然大悟 就好像两人同时握着一把刀 捅死受害者一样 是的 把死者推下楼的过程 就像在暗示 他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别想出卖另一个人 会一起杀人 他们的关系一定非常亲密 兄弟 朋友 或者夫妻 林东雪揣测着 是一男一女 指引明显属于一男一女 彭思觉说 去外面看看 四人来到外面 站在这个病房门口 正好能避开前方护士站的视线 再往前走一个门 就正好能被那里值班的护士看见 陈石划定了一个范围 命案应该是在这扇门到走廊尽头之间发生的 陈石沿着这段距离勘查了一遍 地面每天早晨有清洁工清洗 早就没有痕迹了 他问 高医生的办公室在哪 六楼 我们所处位置的正下方 林东雪说 去看看 高医生的办公室就在楼梯旁边 位于楼梯这一侧 林东雪说 按照高医生的话 他企图吃死者的豆腐 被扇了一耳光 死者跑掉了 于 阿尔塔晚上的巡逻路线是什么 具体一点 陈石问 从五楼护士站走到东边 回头 走到西 上六楼 从西走到东 上七楼 从东走到西 然后走楼梯回到五楼 我们去趟五楼 四人下到五楼 从楼梯下来 迎面就可以看见一个病房 504病房 陈石走进空荡荡的504病房 说 按照护士每晚的巡逻路线 只要护士经过这里 他就不会再经过第二次了 是这样的 林东雪说 但是 死者那晚却经过了第二次 因为他被高医生试图开游 慌乱中他跑下楼 一眼看见这个病房里的 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个病房 就是薛成一父亲去世的地方 昨晚四点 林东雪恍悟的同时 又有一种毛骨悚然感 在那个寂静的凌晨 死者慌慌张张张跑下楼 一眼看见504病房里 一对夫妻正在用枕头 杀害自己的亲人 陈石继续推测 他的第一反应是上前阻止 没想到被对方用力敲打头颅 也许当场死亡 然后这对夫妻想处理掉尸体 他们把尸体抱到七楼 从一间空病房的窗户推下去 伪造成自杀 全在这里圆上了 徐晓东震惊 陈哥真厉害 我们以为你在划水 没想到剑走偏锋 把案子破了 少拍马屁 陈石笑笑 你的推理还缺一环 彭思觉说 死者当时是不是往楼下跑的 问高医生呗 陈石道 四人立即回去 高医生坐在拘留室里垂头丧气 听见有人来 立即扑到栏杆上说 我不是凶手 放我出去 陈石把一份饭递给他 说 找你何时一件事 该说的我都说了 还有什么要问呢 高医生接过饭 死者从你办公室跑出去 是往楼下跑 还是往楼上跑的 陈石问 高医生辞着眼睛回忆半上 说 楼下 你确定 五楼到六楼的防滑条松了 踩在上面会有响声 我每天都走 所以很确定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 看来事情的真相已经昭然若揭 陈石说 放了吧 高医生激动万分 还是这位警官通情达理 林东雪说 下次对女生尊重一点 一定一定 高医生走后 徐晓东说 对了陈哥 彭队长在那个枕头上新发现 还没有给你看 他们来到技术中心 当看见枕头上的指纹时 陈石有点惊讶 两个人一起动手干的 有这么默契的吗 林东雪也表示震惊 这可是师父啊 陈石 你今天参加葬礼 有什么发现 我感觉 这对夫妻关系奇怪 明明貌合神离 却又有一种特别的默契 感觉像是 被什么事情捆绑在一起 是这个吗 林东雪指着枕头上的指纹 我觉得 他们这个状态 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对了 有人提到 01年的时候他创业艰辛 他说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 老天爷没断了他的财路 陈石的眼神陡然冷峻 查 挖出这对夫妻的秘密 第147章 陷阱 薛承义从宿醉中醒来 脑袋一阵阵发胀 他洗了把脸 看见妻子坐在卫生间里面 无表情地烧东西 薛承义找来了一个购物袋 在下面垫上打湿的卫生纸 然后唐慧将盆里的灰烬 全部倒进去 再在上面放一些别的垃圾做演示 屋里虽然开着暖气 却仿佛冷到冰点 薛承义率先打破沉默 等这是结束了 去办离婚手续吧 凭什么 唐慧冷冷地说 凭什么 薛承义的火气上来了 吼道 你杀了我爸 他的命就更金贵一点是吗 我现在有钱给他治病 不像当年 当年那是没办法 才出此下策 姓薛的 你别忘了 如果当初我妈不是突然死了 你现在还是一文不明 我妈享受不到的 你爸也不配享受到 你这个歹毒的女人 薛承义咬牙切齿 我歹毒 当初我做了多大牺牲 没有去盗发你 我们的命是捆在一起的 谁也别想落单 否则 大家一起死 薛承义气得嘴唇哆嗦 这是楼下的门禁响了 薛承义拿起达克机 声音地问 谁 是我 老陈 陈警官 薛承义的语气 180度转变 找我有事 我不是在查 那个护士的案子吗 昨天看你忙没说 今天来问问 我马上下来 薛承义给唐慧递眼色 将那带垃圾藏了起来 然后迅速穿好衣服下楼 唐慧叮嘱 你要小心点 他是警察 贼得很 别说漏了嘴 他查的是护士的案子 护士是谁杀的 你心里不清楚 记住 我们当时出去吃夜宵了 什么也不知道 你蠢啊 警察会核实的 就说那家店关门了 我们又回来了 薛承义下楼 笑着打声招呼 说 陈警官吃早饭了吗 一起 不用了 我去你家里坐坐 刚办完丧事 乱得很 老婆还在收拾 走走 我们去外面吃饭 两人来到一家早点谈 简单要了几份食物 陈诚问 都说女人和小孩的钱 最好赚 薛老板这服装生意 挺挣钱的吧 薛承义笑笑 还成吧 勉勉强强 你这生意 哪一年开始干的 早就干了 一开始不怎么行 到零两年才有点起色 但哪行都不容易啊 我问你几个问题 就是普通问话 行 你说 我一定知无不言 案发当晚四点 你有看见什么 可疑人员出入医院吗 薛承义摇头 四点 我记得我和老婆出去吃夜宵了 吃了什么 本来是打算去一家馄饨店的 不巧关门了 就回来吃一口泡面对付一下 你父亲不是也是这个点歇实的吗 薛承义吓出冷汗 道 是的是的 我是说打算 回来发现父亲的呼吸机停了 于是赶紧叫来护士 才发现人已经走了 然后给亲戚朋友们打电话 闹到天亮 也没吃上一口东西 节哀顺便 哎 人已经走了 也该放下 该放下了 两人闲聊了一阵 诚实的电话响了 其实是他 自己设置的闹钟 他假装接听 什么 七楼发现重要线索了 你们先别动 我马上过来 薛承义傻傻地看着他 陈石兴奋地说 找到一些嫌犯留下的线索 没准今天案子就能破了 我先过去了 星星 你先忙吧 陈石来到医院住院部七楼 林东雪和徐晓东在这里等他 这里是顶楼 病人一般都不愿意住这 所以只要医院没满员 这层就没什么人 陈石手里拿的拖把 搁在走廊上 嗯 有进展吗 徐晓东说 薛承义01年入股了这家服装公司 投资了约50万左右 下半年公司扩大市场 股价翻了一倍 他当上了副经理 陈石说 这孙子故意告诉我是零两年 林东雪道 我在医院查了一下 巧的是 薛承义岳母01年罹患胃癌 住院期间突然死亡 薛承义并没有提出要医院赔偿 院方也就稀释宁人了 老天爷没有断他财路 看来事情很明了了 薛承义当时不想把投资的钱拿出来 给岳母治病 所以把岳母杀害了 那这次他父亲的死呢 以他现在的财产 给父亲治病应该不在话下 林东雪说 陈石想到枕头上的两对手印 说 薛父的死是还债 唐慧知道薛承义杀害自己母亲的事情 他在夫妻和母女之间选择了前者 没有告发薛承义 成就了他的誓言 二十年来 夫妻被这个秘密捆绑着 就像王硕在小说中说的那样 童话中两个贪心人挖地下的财宝 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 虽然迅速埋上了 甚至在上面种了树 栽了花 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 看见树 看见花 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只骸骨 现在 薛承义的亲生父亲躺在医院里 唐慧要求他还债 于是两人一起杀害了老人 不巧的是 被一个小护士撞见 两人只能杀人灭口 林东雪感慨 如果不是小护士撞破 这件事可能就永远没人知道了 徐晓东说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未必 一个患有绝症的老人的死 一般情况是不会被人怀疑的 更不会接受法医解剖 明布局 关布究的想法 广泛存在于民间 如果不是小护士 这个秘密将永远埋藏在黑暗中 可是要怎么找到证据呢 林东雪说 证据肯定是有的 小护士的手机不是还没找到 这对夫妻忙着丧事 我想证据 他们还没有处理干净 我布了一个局 等薛承义来自投罗网 布局 这时 楼道传来脚步声 陈石压低声音 小冬 你先躲起来 五分钟打我电话 说什么都行 徐小冬从另一头走了 从楼梯上来的 果然是薛承义 陈石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 说 薛老板 你怎么在这 哦 过来办些手续 看见你车停在下面 知道你在上面办案 就上来打声招呼 薛承义笑道 眼睛瞅了一眼 被警戒线拦住的房间 逮到真凶了吗 别提了 鉴定人员在路上堵着呢 应该一会就到 这时电话响了 陈石接听之后 你先控制住现场 我马上到 他慌张的对薛承义说 又出案子了 你帮我盯一下 这里面有重要线索 千万别放人进去 一会鉴定人员就来了 好好 你放心去吧 薛承义点头道 陈石拉着林东雪下楼了 林东雪笑道 这就是你部的局 他会上当吗 做贼心虚 一定会上当 第148章 秘密 陈石和林东雪 在缓步台上站了一会 他给徐小冬发短信 叫他看看薛承义在干嘛 徐小冬回复说 进屋了 走 陈石和林东雪折返回来 陈石冲警戒线里面大喊 谁在里面 正在病房里 用拖把拖地的薛承义 吓得一哆嗦 转过头上笑道 我看见地脏了 就进来拖一拖 陈石冷着脸说 我都说了 里面有重要线索 不许任何人进来 不包括你是不是 难道你在帮凶手销毁证据 我 我没有 林东雪说 妨碍司法 不好意思 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薛承义哭丧着脸 别给我扣这么大罪名好不好 我没做什么 真的 出来吧 薛承义灰溜溜地放下拖把出来了 跟陈石求情说 陈警官 我最了解我 我不可能是凶手 那往我父亲去世 忙得焦头烂额 我好端端地杀个小护士干嘛 回局里再说吧 你这就没意思了吧 上次如果不是我 你女儿就被小流氓糟蹋了 你不能这么坑我 一马归一马 如果你确实是清白的 我会向你道歉 薛承义垂头丧气 逃出手机 林东雪从他手中抢下来 说 干嘛 给我妻子打个电话 家里有事 我得交代一声 什么事 我们来通知吧 陈石接过薛承义的手机 交给徐晓东 叫他去薛承义家 再给唐会打电话 称他丈夫在局里 确保他不会畏罪潜逃 自知大势已去的薛承义 眼神黯淡下来 来到局里 陈石没有把薛承义烤起来 还给了他一杯水 陈石说 咱们也见了不少回了 就别都圈子了 案发当时四点 你在干什么 我都说了多少遍 我和妻子出去吃夜宵 陈警官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给你看个照片 陈石拿出枕头正反面的照片 让薛承义看 顺手拿走了他的水杯 薛承义吓出一身冷汗 脸上堆笑说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陈石用戴着手套的手 拿起薛承义摸过的水杯 这上面有你的指纹 比对一下就知道了 薛承义汗如雨下 但还是不愿意开口 陈石打那线电话 有鉴定人员进来取走杯子 薛承义下的不停吞咽唾沫 等待过程 屋里静悄悄的 十分钟后 鉴定人员送来一份报告 陈石看了一眼 递到薛承义面前 完全吻合 枕头上是你的指纹 我看不清楚 你拿近一点 陈石拿近了一些 薛承义突然抢下来 过程一团塞到嘴里吞下去了 陈石和林东雪都笑了 薛承义现在已经失去理智 居然做出这么幼稚的反抗 陈石说 吃饱了没有 没吃饱 再多打印几份给你 看多了吧 在这里 你没这个权利 立 反正我不会说的 我知道你们不敢对我怎么样 我要求请律师 薛承义看了一眼摄像头 你不肯说 那我来说 陈石把他推测的案情述说了一遍 薛承义全程冷汗如铺 等陈石说完 他吞咽着口水道 你 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 就像亲眼看见一样 陈石直指自己的眼睛 对我而言 和亲眼看见也差不多 你还想隐瞒到什么时候 对了 你妻子已经被带来了 正在另一间审讯室里 如果你还不说 或许他的版本会对你更不利 薛承义的心理防线 终于被彻底击溃了 垂头丧气的说 我说 01年 薛承义做生意屡屡失利 他东拼吸凑了一笔钱 准备投资朋友的一家服装公司 没成想在这个结果眼上 岳母患了重病 需要巨额的手术费 眼看着钱一笔一笔花出去 薛承义忧心忡忡 可是在亲戚朋友眼中 他做生意 有钱 好像根本不会有这种烦恼 某天深夜 薛承义考虑再三 决定不向命运屈服 他试图用枕头捂死了岳母 这一幕 碰巧被从厕所回来的堂慧看见 两人争执不休 薛承义哭求堂慧成全他 岳母的病史无底洞 他不愿意把自己的人生 全部搭在上面 面对丈夫的哭求 堂慧最终答应了 两人一起将岳母杀害 半年后 薛承义的生意成功 但他心里一直扎着一根刺 每次面对妻子 都觉得有点坐我不安 这个秘密 使得夫妻二人 渐渐貌合神离 形同陌路 即便双方各自出轨 也互不干涉 时间一晃到十几年后 薛承义的父亲病倒住院 薛承义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那天晚上 十几年来 从未对他笑过一次的妻子 扔给他一个枕头 说 该你还债了 薛承义虽然不情愿 但在妻子称要告发他的威胁下 最终还是把枕头 放到了自己父亲的脸上 他下不去手 妻子便按着他的手按下去 直到父亲不再挣扎 两人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却听见后面传来一个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一名小护士 目击了他们杀人的一幕 夫妻二人吓坏了 小护士准备去护士站叫人 妻子立即拿起拐杖 朝小护士脑袋上砸下 在后来唐慧叔叔的版本里 小护士是薛承义杀的 随后两人把小护士的尸体 弄到楼上 从一扇窗户扔出去 伪造成跳楼自杀 在之后 薛承义叫来亲戚朋友 当天就举行了火葬 他以为万无一失 没想到警察在那时 就已经注意到了他 薛承义感慨一声 也许这笔财命中注定就不是我的 我过了十几年吃喝不愁的日子 现在该还债了 陈氏说 如果当初你不愿意给岳母看病 大可以把她带回家 停止治疗 何必做这种事情 现代医疗确实昂贵 患者量力而行是 无可厚非的事情 那样的话 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 会骂我没良心 毕竟我当初一穷二白的时候 唐惠他仍然愿意嫁给我 他嫁给了我不少经济上的援助 到头来 还是为了面子 人活着 不就是给别人的看的吗 外表光鲜 内心肮脏 有钱人哪个不是这样 我只是比较倒霉二爷 薛承义自嘲地苦笑一声 陈时言尽于此 起身说 薛先生 祝你好运 第149章 杀玩者 百倍血肠 寒假来临前 期末考试的成绩发放了下来 一堆学生挤在学校的公告栏前 争先恐后地 查看自己的名次 学校 在总会420分这个及格线上 画了一条道道 当看见自己 这次考了427分 显显地及格了 魏曾玛丽兴奋地举起双手 欢呼一声 过年总算可以在七大姑八大一的 狂轰烂炸下 保住一条小命了 他继续在榜单上 寻找陈月月的名字 找了半天才发现 他竟然排在第一行 年级第12名 全班第二 魏曾玛丽震惊地合不容嘴 一溜烟跑回教室 陈月月正坐在座位上看小说 魏曾玛丽手舞足蹈地说 陈月月 陈月月 知道你这次考了多少名吗 年级第12 全班第二 没啥可惊讶的 老师已经告诉我了 你是不是作弊了 明明你才转学几个月 陈月月笑道 考试很简单吗 简单 你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请吃饭 请吃饭 好好 待会请你吃麻辣烫 一堆女生走了进来 魏曾玛丽认出来是班长李彦彤 这次 她依旧稳稳地坐在全班第一的宝座上 李彦彤像众心拱月般 在一帮小姐妹的簇拥下 静止走过来 相貌 成绩都出类拔萃的李彦彤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众人的焦点 浑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魏曾玛丽赶紧让开 陈月月从小说上抬起头 看见李彦彤停在自己面前 满脸对笑地说 陈月月 我真是小瞧了你 没想到第一次参加考试 就是全班第二 还是不如你 陈月月淡淡地说 哈哈 有空吗 我想邀请你一起去TTV 出去吃东西了 看见这个转学生 明目张胆地拒绝班长的邀请 李彦彤的小姐妹们 纷纷叫嚷起来 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我家彦彤 很少主动请别人的 不就考个第二名吗 拽什么拽 李彦彤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李彦彤做了一个手势 大家同时晋升 瞧得出来 他在这个小团体里 拥有绝对的威严 李彦彤抱着双手 语气傲慢地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觉得 你应该多和我们这些 优等生在一起玩 和插身玩 只会越玩越笨 陶月月站起来 她个头比李彦彤矮小 只能仰着脸和她对话 陶月月不卑不亢地回答 和谁做朋友 是我的自由 我希望你不要来烦我 魏曾 咱们走 陶月月拉着魏曾玛丽的手走开了 魏曾玛丽感激地说 陶月月 你对我太好了 居然为了我拒绝了李彦彤 我都快要爱上你了 那家伙 很虚荣 我不想和她惹上关系 魏曾玛丽回头看了一眼 我不在乎她怎么想 只要她别来烦我就行 年前陈时告诉队里 什么案子都不要来烦她了 好心市民打算舒舒服服地过个年 单方面宣布放寒假 明年再见 这天陈时带着陶月月 去商场采买年货 陶月月吃着糖葫芦 突然发出一句抱怨 学校真是个没劲的地方 这是考了全班第二的学生说的话 陈时正在挑选对联 同龄人真的很 人真的很幼稚 明明自己是小孩 却偏要模仿大人 愤出阶级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学校里的人际关系 可是不去维护 就会受人欺负 有人欺负你 暂时没有 学校确实是个看似单纯 实际上复杂的地方 我的原则向来是独善其身 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也希望这样 寒假就好好玩吧 不要考虑这些了 想吃什么汤 我要那种奶汤 陈时的电话响了 是林东雪打来了 他按下接听 林大小姐 我不是说有案子别找我吗 这案子可能必须有你出面了 你哥让你来找我的吧 你猜中了 唉 带孩子吗 我马上过来 陶月月扬起脸问 我可不可以一起 可以 不过乖乖听话 陶月月进了个礼 我保证 随后 陈时带着陶月月来到市局 市局的警察早已和他混熟 见到他就点头打招呼 陈哥来了 陈哥 怎么还带个孩子 亲戚家孩子 放寒假了 陈时如此解释道 冬雪呢 二楼 来到二楼 经过某间会议室的时候 听见里面传来愤怒的喊叫声 我不要你们查这案子 我要送了 我只要送警官 陈时在门前停下 朝里面看 只见一个老爷子 正在发无名夜火 和他共处一室的警官们 显得十分尴尬 林秋普和林冬雪 从走廊上走了过来 林冬雪冲 陶月月找招呼 放寒假了 林姐姐 陶月月开心地抱住他 怎么还带个孩子 林秋普皱眉 已经很乱了 再别添乱了 放心吧 他很乖的 林大队长 什么情况 你瞧见了 这老人是龙安知名的大企业家陆启星 今天上午 分局在郊区发现一辆轿车 车里有一具男尸 现已查明 死者就是陆启星的长子陆震东 陆启星情绪失控 致电各大媒体 准备登一则让凶手血债血肠的广告 就是这个 林秋普掏出手机 照片上是还未刊印的平面广告 用血淋淋的字体写着 杀我而者 必叫你百倍血肠 启星敬上 林秋普接着说 幸好被急事拦下来了 要不然 今天可就热闹了 局长已经做出七天内破案的承诺 可是这老爷子 指明要宋朗来调查 其他人一概不入他的法眼 有钱人果然任性 宋朗是谁啊 宋朗你都不知道 林秋普既惊讶又鄙视 他是龙安市二十年来最传奇的警察 也是我曾经的前辈 你那两下子 连他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还有这号人物 有空我真想拜会一下 你见不着他了 那你找我来干嘛 让我冒充宋朗 委屈你一下 老爷子有点糊涂 可能不记得宋朗的长相了 你就说你是骗骗他 只要顺利把案子破了就行了 陈时陈因再三 可我不能接啊 第150章 冒充宋朗 林秋普说 为什么 陈时说 我还得买年货 大后天就是除夕夜了 让我好好过个年行不行 林秋普养起眉吗 这就是你的借口 林东雪道 其实也不是非让你接 我们已经派了好几名警员冒充宋朗 他都说不是 让你试试看吧 我没点和宋朗相了 年龄差不多 气质 林秋普不甘心地承认 也有那么一丁点接近 陈时摇头 你刚刚说 他已经通知了媒体 这案子势必会全程轰动 我不想抛头露面 所以我不会考虑的 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到辞了 陈时拉着陶月月离开 身后会议室的门被撞开了 陆启星的视线 锁定在陈时的背影上 惊喜万壮地说 宋警官 你是宋朗 陈时无奈地叹口气 转过头说 我不是 你认错人了 哪知道看见正脸 陆启星更加激动 激动的胡哨都在打仗 他说 这说话的口气 你就是宋警官 绝不会错 陈时被搞得无语 尽量客气一点说 老人家 你认错人了 我真不是 陈时静止走了 带着陶月月去吃了点东西 然后继续买年货 下午四点才回家 回家一看 门口停着徐晓东的车 他无奈地叹气 来到自家门前 林东雪 徐晓东两人都在 徐晓东笑嘻嘻地说 陈哥原来住这里啊 这里的房子多少钱一平米啊 买的时候五千多 现在可能已经八千了 找我还是为那案子 进来坐吧 让两人进屋 陈时给拿了饮料 徐晓东投一次来 好奇地东张西望 林东雪说 老爷子一口咬定你是送了 非要你来接这案子 我就不明白了 警方什么时候 变成私家侦探所了 案子还分谁接的 你们照常立案 查案就是了 话是这样说没错 可他不愿意配合 按死者的死亡时间推断 他大概是最后一个 见到死者的人 这线索很关键 陈时无奈摇头 媒体 已经压下去了 我哥答应了龙安市几家媒体 案子侦破之后 给他们第一手资讯 侦破期间 他们不会露面 让我看看吧 林东雪松了口气 从随身携带的袋子里 掏出现场照片 尸检报告等 陈时浏览了一下照片 死者死状惨不忍睹 背上 胸前中了不少刀 脸上还被泼了一次腐蚀性的液体 面孔已经难以辨认 经DNA鉴定 死者和陆老爷子的匹配程度 达到99.9% 就是陆震东本人 死亡时间为72小时左右 至此原因还没有查明 死者身中许多刀 其中有几刀刺进了主要脏器 彭斯爵在报告上称 没有出现防御性伤痕 意思就是说 死者是被直挺挺的刺入刀具的 要么是昏迷 要么是被麻醉了 死者身上的刀伤 有些已经烂成一片 根本无法确定 哪一刀是最先刺入的 后续解剖 恐怕也不太能查清 另外 另外 棋尸地点是南城沟附近 没有监控 目前也没找到目击证人 放置尸体的车辆 就是死者本人的 验尸报告上提到 死者少了一截手指 是右手大拇指 怀疑是死后被利刃切掉的 陈时仔仔细细地看 直到能背下验尸报告上的每个字 他问林东雪 死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富二代 毫无疑问 人际关系当然是比较复杂的 和他传过绯闻的网红 就有五六个 不过放在富二代里 人品还算好的 有自己运营的公司 也没有闹过什么 诚实叹气 帮个忙吗 林东雪双手合十笑道 他为什么会认识宋朗 五年前 他二儿子被绑架 绑匪索要赎金一亿人民币 是隆安市轰动一时的特大绑架案 警方派了许多人去参与调查 当时身为刑警二队队长的宋朗 提出绑架案是假的 是二儿子一手策划的 后来在和绑匪讨价还价 交付了一千万赎金之后 警方在一座郊外的废弃建筑里 找到了二儿子的尸体 后续调查证明 宋朗是对的 这绑架案是二儿子一手炮制的 只是他选错了帮手 帮手在见到钱之后临时起义 杀害了二儿子 目前仍在通缉中 如果当初专案组听了宋朗的建议 不交赎金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场悲剧 你参与了这个案子 我没有 道哥参与了 当时他只是个小警察 正是因为这宗案子 宋朗成了他心目中无可取代的偶像 感觉一般般嘛 也没多神 这话你当着我说就算了 可别和我哥说 谁说他偶像的坏话 他就跟谁姐 老人家真是惨 先是没了二儿子 现在大儿子又死了 沉实叹口气 天不早了 留下来吃饭吧 小冬 还没吃过我做的菜吧 好啊好啊 徐小冬兴奋的说 喂 去办案子了 林东雪催促 几点了 明天再去吧 我可不想帮劳模 对了 告诉你哥 这案子既然由我来侦破 我要绝对的权限 任何人不得插手 如果中途有人干涉 我退出 如果有记者出现 我需要动用警方资源 却得不到配合 我退出 三点都能遵守 我才答应 你现在架子越来越大了 林东雪苦笑 是你们强人所难在先 怪不着我 林东雪通过电话 转达了陈石的意思 林秋朴虽然又好气又好笑 但还是批准了 陈石拿出食材 准备做火锅招待二人 在厨房忙活的时候 陶月月跑来 陈石把正在切的火腿片 塞一片到他嘴里 陶月月嚼着火腿片说 你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宋叔叔 当初不是宋叔叔 拜托你照顾我的吗 噓 陈石把手指搭在嘴唇上 这我们三人之间的小秘密 不要说出去好吗 对林姐姐也要保密 陶月月盯着火腿片 陈石又为了他一片 说 除我之外 对谁都要保密 知道了 第151章 富二代 官二代 隔日一早 陈石来到市局 先去复看了一遍尸体 然后把这次专案组的 全部交到会议室里 陈石坐在林秋朴 平时用的桌子上 手里拿着尸检报告 大咧咧的说 案子都了解了吧 两个任务 去查一下死者的人际关系 每个人最后一次 见到死者的时间 案发时的不在场证据 给我弄来死者住宅 公司 气势路段 周围的所有监控视频 我见了一个专案组群 群号是XXX 有线索直接在上面说 完成自己的任务 可以去干别的 我不要求你们24小时待命 就这样 解散 大家面面相去 这专案会议 开得也太简洁了吧 陈石静止走了 叫上林东雪 徐晓东 说 我们去拜会一下陆老爷子 林东雪苦笑 你这个专案组组长当的 也不具体分配一下 谁去做什么 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警员 让他们自由发挥吧 陈石说 上了车 林东雪发现 陶月月也来了 他换了身心买的萝莉装 手里捧着一本书在看 林东雪冲他打过招呼 小声对陈石说 你打算带着孩子查 有影响吗 不是说给我完全的自由吗 陈石笑笑 你这也 不说你什么了 平时没空陪陶月月 难得放寒假 我带他出来玩玩 具有钱人豪宅参观的机会 可不是每天都有的 你可别自信过头了 万一这次没能在限定期内 把案子破了 看你有什么脸去见我哥 陈石做了一个OK的手势 我爸 你放心 有人说 有钱人的房子 不是拿来住的 而是拿来炒的 陆启星就是如此 他在全球有豪宅15座 自己却住在酒店里 当然是自己的酒店 这家五星级酒店 位于龙安市最繁华的地段 房间标价是普通酒店的1.5倍 但因为陆启星本人住在这里 总有人愿意来这里入住 近距离感受一下富豪的气息 到正应有山不在高有龙泽灵的那句话 有人揣测 陆启星五年前痛失爱子之后 患上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从来不在一个房间待两个晚上 这个说法 还没人能够证实 四人来到酒店 由服务员带领着 乘坐一部私人电梯上到顶楼 带他们来到一间奢华的总统套房里 这里已经有客人了 是个戴金丝眼镜 头发梳理整整齐齐的年轻人 年轻人冲来者露出疑惑的神情 陈时说 我们是警察 哦 你好 年轻人上前握手 我是镇东的朋友 听说他出事了 过来表示一下哀悼 老爷子在里面呢 你们要去见他吗 贵姓 免贵姓贾 贾行云 我姓陈 陈字的音还没发出来 林东雪在旁咳嗽了一下 陈时立即改口称 我姓宋 宋警官 贾行云笑笑 眼睛却瞅了一眼林东雪 警察找你问话了吗 陈时问 没有 那我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好的 您说 贾行云的视线 仍然定定地看着林东雪 看我 陈时直指自己 你没这位女士好看 开个玩笑 您说 贾行云笑笑 你和陆震东什么关系 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我知道 他身边不乏自称 不乏自称是他好朋友的人 但我和他的关系 如果非要排排序的话 我可能是第一的好朋友 我俩认识多年 无话不谈 亲如兄弟 那你一定知道 他和谁有仇吧 略知一二 贾行云提供了几个名字 陈时一一记录下来 然后陈时问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2月2号中午 经死亡时间推断 陆震东可能就是那天遇害的 陈时提起兴趣 问 你们什么时候见的面 在一起做了什么 中午 在一起吃饭 地点是离这儿不远的胜利饭店 聊了什么 个人隐私 无便透露 谢谢配合 小冬 你到胜利饭店 核实一下 徐小冬答应一声走了 贾行云冲林东雪说 怎么称呼 姓林 林黛玉的林 贾行云笑笑 林警官有男朋友吗 陈时咳了一声 别妨碍 我们办案好吗 贾行云满脸对笑地说 要个联系方式不影响吧 可以吗 林警官 林东雪正苦欲 找不到拒绝的话 陶月月突然拽了一下她的手 说 林姐姐 我要上厕所 林东雪露出得救的表情 道 我这就带你去 碰了一鼻子灰的贾行云并不冷 脸上仍然挂着笑 对陈时说 希望你们早点还震动一个公道 借你吉言 贾行云坐回沙发 继续品完一件古董 这屋子很大 陈时走到里间 才见到陆启星本人 他披着一件真丝睡衣 头发蓬乱地站在窗前 俯瞰下方的车水马龙 看上去略显憔悴 听见身后的脚步声 陆启星愧然常叹 想不到到老去无人送终 可悲可叹 陈时说 陆老 我不是来安慰你的 我只想尽快把案子破了 我希望你把知道的一切 全部告诉我 陆启星转过脸 宋浪 你这个冷血的家伙 对我来说 效力第一 如假包换 如假包换 陆启星激动地指着陈时 你就是宋浪 五年前他也是这样 对我说话的 这世上不卖我陆启星面子的警察 只有他 说说情况吧 一边吃一边说 陆启星拿起床边的电话 简单交代了几句 然后请陈时坐下 陈时站着没动 问 你们父子关系怎么样 老师说 不太好 小时候 郑东 郑杰两兄弟母亲走得走 而我又忙公司的事务 我只能用物质来弥补父爱 郑东花钱无度 交接一帮胡鹏狗友 和女明星闹绯闻 离婚四次 但和郑杰比 他简直是的老实孩子 老二郑杰实在太荒唐 但的那些都不叫人事 五年前 我一怒之下 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他才搞出绑杀的闹剧 最后把自己小命搭上 也是报应 陆启星长叹一声 那件事之后 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郑东身上 希望他成为我的接班人 也许是希望的太多了 我们父子关系一直不太好 他身边有什么经常往来的人 陆启星早有准备 拿出一个小本本 带上老花镜 念了几个名字 按他认为的嫌疑度排列 排在第一的是一个叫孙慎友的人 听名字就不是好东西 此人是陆郑东的秘书兼生活助理 第152章 陆老爷子被捕 之前陈时和彭斯爵分析过 凶手似乎对死者怀有深仇大分 男性的可能性较大 陈时把这张嫌疑名单记录了一下 继续问 最后一次见到你儿子是什么时候 2月2日晚上 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陆启星的眼睛 有意无意地朝袖子瞥了一眼 道 谈了些公司上的事情 他自己搞个小破影视公司 一毛钱没挣着 纯粹就是瞎完 我希望他把那公司停了 来我公司做事 毕竟我也没几年好活了 在这个房间 对 在这个房间 陆启星又看了一眼袖子 他几点离开的 8点 陈时暗存 这和死亡时间非常接近 很可能陆启星是最后一个 见到陆振东的人 问个别的问题 你有私生子吗 回答出乎意料 陆启星说 挺多 你身边有吗 陆启星大笑 从我40岁公司上市起 几乎每年都有女人抱着孩子来找我 趁是我的私生子 不就是想要钱吗 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 剩下那个呢 你去查吧 我不太清楚 回头我让秘书 把公司高层的名单给你 一阵香味飘来 佣人在外面说 老爷子 吃早饭了 陆启星说了句 稍等 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卡 拍到陈时手中 这里面有20万 没有密码 作为破案的支出 完事了 我还会给你一笔报酬 谢了 陈时收下 我就有一件事拜托 这次查案归查案 大公司嘛 有些猫腻是正常的 希望宋警官能够睁一只闭一只眼 放心 我不会再把你弄到看守所去了 有你这话 我就放心了 陆启星拍拍陈时的手 有宋警官在 我儿子的案子一定能破 来来 吃东西 两人来到外面 一桌饭菜已经备齐 贾行云还在那里望眼欲穿的 等灵冬雪回来 陆启星招呼一声 大侄子 过来吃一口 不了不了 还有事 来吧 客气啥 于是贾行云过来落座 吃饭的时候 旁边有庸人示例 陆启星给陈时加菜 道 尝尝这个 刚运来的野味 什么玩意 野鸡 陆启星看向庸人 庸人说 老爷子 是井鸡 对对 井鸡 宋警官没尝过吧 慢着 是什么 井鸡 陆启星有点猛 陈时拿起盖子 把那碟菜盖住 打电话给林秋普 派几个人过来 有人食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谁啊 陆启星 别闹 查你的案子 你不配合我 我可以立即退出 给我快点 陆启星起饶道 宋警官 你这就太不给面子了吧 都说了查案归查案 你把我弄进去 这多难看啊 少废话 还有其他野味吗 待会要看看你厨房 就这一只 陆启星哭丧着脸 贾行云吓呆了 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半小时后 陆启星在警笛声 和路人的围观中 灰溜溜的被烤走了 林冬雪站在陈时旁边舞 时旁边舞着嘴笑 才说两句话 你就把报案人烤走了 这是什么剑走偏锋的路数 他太爱事 而且我也没冤枉他 被塞进警车里的陆启星 忧愿地瞅了陈时一眼 何时信息归来的徐晓东 看见 惊讶到 什么情况 一会对你说 你何时的怎么样 陈时问 贾行云和陆大少那天 确实在一起吃饭了 徐晓东的眼睛 朝旁边看了一下 贾行云正好走出来 说 我没撒谎吧 吃了什么 陈时问 韭菜炒鸡蛋 紫菜蛋花汤 青椒土豆丝 还有鱼香肉丝 林冬雪震惊地看向贾行云 贾行云微笑耸肩 有钱人就不能吃便宜的饭菜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郑东的微博 他有晒那天的美食 我也挺惊讶的 我和酒店合适了两遍 确实是吃的这些 徐晓东说 陈时对贾行云说 看来你们娇情不浅 哈哈 是的 有情营水宝 我和郑东的关系 没得说 我可以走了吗 警官 有事还会找你 没问题 贾行云向林冬雪 飞了个眼风 镜子离开了 陶月说 陈叔说 那房间里有好多好吃的 我可以去吃吗 陈时笑道 一起 林冬雪说 哎哎 查案了 别这么悠闲 放着也是浪费 一起吃吧 我可不要 四人回到刚刚的房间 陈时和陶月月不客气地开动起来 当然 刚刚那叠锦机 已经作为物证拿走了 陈时一边吃一边说 不尝尝有钱人的饭菜吗 我都看不出 是什么东西做的 林冬雪苦笑 算了吧 我待会还是吃快餐好了 林冬雪掏出手机 看了下死者的微博 贾行云所言不虚 二月二日 陆镇东果然有晒那天的美食 还是一道一道晒的 东方香草搭配玉子碎 让人品出陶渊明的意境 这说的是 韭菜炒鸡蛋 腌子海苔鸡蛋浓汤 如同沐浴在新鲜的海风中 这说的是紫菜淡花汤 Potato Green Pepper 热烈奔放 奢华的胆观盛宴 这是青椒土豆丝 特条微辣酸甜之菊 猪柳瓣长葱 一场洛可可式的味觉邂逅 这是鱼香肉丝 林冬雪扑吃一声笑了 贾行云是干什么的 陈石问 林冬雪搜了一下 管二代 父亲是个处级干部 刚刚掉到市里 自己在经营一个艺术传媒公司 一个搞影视 一个搞传媒 果然气味相投 陈石沉映着 徐晓东 你抽空看看 陆镇东的影视公司 做的都是些什么项目 出过什么作品 有人敲门 陈石喊了声进来 一名大堂经理 带着一群服务生 清洁工进来 林冬雪露出疑惑的视线 陈石说 是我叫进来问话的 陈石来到他们面前 说 二月二日 陆镇东来过这里 陆启兴本人已经证实 当天在场的人 请举下手 几个人纷纷举手 陈石叫其他人先出去 只留了一个 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人说 父子二人下了一会棋 闲聊了半个钟头 然后陆镇东就回自己的住处了 陈石换下一个 还是这份说辞 问到第四个 他不再问了 说 连措辞都一模一样 这帮人事先被关照过 第153章 消失的监控 林东雪说 难道你怀疑 陈石说 谈不上怀疑 我只是想知道案发当天 死者所有的经历 但我知道 陆老爷子肯定不会对我坦诚 所以 你把他弄走了 那是碰巧 陈石笑笑 叫所有人进来 陈石在这帮人面前来回走动 说 我知道陆老爷子关照过你们 叫你们隐瞒一些事情 也许还给过你们一些封口费 不过让我查明陆镇东的死 我需要了解所有的情报 这里有20万 陈石举起一张储蓄卡 不少人眼前一亮 我的手机号是138XXXX 我等着你们中间出现一个勇敢的叛徒 来告诉我那晚发生的事情 放心 我会绝对保密 大唐经理善笑道 宋警官 这不太好吧 没你是了 出去吧 酒店的人前脚离开 彭斯绝后脚进来 手里提着一个勘茶箱 喊了一声 老宋 斯绝 开始吧 林东雪小声吐槽 你俩还真办上了 彭斯绝居然把灯关了 然后打开勘茶箱 取出紫外线灯 林东雪瞪大眼睛 你怀疑这里是案发现场 陆启兴可是他父亲啊 亲属关系 不是我排除怀疑的理由 紫外线灯 一寸一寸地面地搜查着 林东雪有点紧张 可能在内心深处 她接受不了亲人相杀这种真相 陶月月仍然在吃东西 表现得特别平静 把两人的搜查 当作下饭菜 紫外线灯扫过沙发旁的地毯时 突然有了反应 陈石立即把地毯揭开 彭斯绝在上面喷洒试剂 一小片喷剑状血迹清晰地 呈现在众人面前 不会是真的吧 林东雪捂着嘴 如果是谋杀 这点血液未免太少了 陈石的话 让林东雪放下心 彭斯绝用酒精浸湿的棉签取样 放进室馆里 然后打开了灯 一名警员进来 是在酒店内调查监控视频的同事 他尽了个礼 说 宋警官查到了当天死者 离开酒店的录像了 放出来看看 大家把桌子腾出一块 那名警员放上一台笔记本电脑 彭斯绝低声说 扮演宋郎 有什么感觉 没见过的人 我也不知道像不像 你可以指点一下 陈石耸肩笑笑 他比你英俊 这技术难度可太高了 视频里出现了死者离开酒店的画面 拍到的只是背影 他走到门厅 把一个垃圾桶踢倒了 看似很生气的样子 陈石又播放了一遍 在一个地方停下 指着画面中的一处说 看 他捂着左臂 可能是受伤了 父子俩发生了冲突 林东雪惊讶道 你们回局里探望一下他吧 但我怀疑他患有老年痴呆 因为他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看自己的袖子 很可能他对当天的事情没有印象了 老鹏 你先别急着回去 和我去死者的住处看看 陈石转向陶月圆 你跟林姐姐一起 还跟我一起 跟你 那可能是命案现场哦 我不怕 与安 陈石打个响指 就这样分工吧 林东雪带上血液样本 和徐晓东回局里去了 陈石 彭斯绝 陶月月驱车赶往死者的住处 陆镇东住在一片高档小区 早已有警员来到这里调取监控视频 见到陈石之后告诉他 物业称 那天的监控视频被人洗掉了 谁干的 不清楚 可能是高级黑客干的 没有留下痕迹 保安怎么说 有一名保安当晚值班 他称 九点左右 看见死者开车进来 十一点死者开车离开 冲他点了下头 两次都刷了门禁卡 有记录可以作证 十一点 死者还活着 陈石将视线转向彭斯绝 彭斯绝说 气湿野外三天 细菌 温度 湿度 都是会影响腐烂的不可控民族 死亡时间的判断 确实会出现几个小时的误差 他们来到死者的住宅 大门警锁 陈石问 那位宋警官会撬锁吗 会 这可尴尬了 我不会 陈石笑笑 哦 彭斯绝怀疑地看他一眼 旋即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装在正屋袋里的钥匙 解释到 死者身上找到的 用钥匙打开门 一股灰尘的气味涌出来 彭斯绝戴上口罩和手套 并给陈石递来一副 他没有准备小孩子的 对跟在后面的陶月月说 什么也别碰 好吗 陶月月乖乖点头 这是一套月层公寓 虽然有点乱 但家具十分精致高档 陈月月感慨 陈叔叔家 要是这么漂亮就好了 那得多做好事 争取来事投个好胎 陈石笑道 我挣钱给你买啊 好 我等着那天 不许失言哦 彭斯绝看着两人的互动 露出微笑 陈石不客气地进来 就打开冰箱 开了一瓶饮料 给陈月月喝 自己从雪茄河里 取出一只高级雪茄 在墓河里发酵过的雪茄 香气诱人 他忍不住想尝试一下 彭斯绝瞪他 自觉一点 出去再说 陈石把雪茄收进口袋 招来彭斯绝的白眼 两人依次调查每个房间 发现一间刺卧的地板缝里 有微量血迹 彭斯绝拉上窗帘 喷洒卢米诺世纪 这个有趣的工作 交给陈月月 自己提着紫外线灯勘查 有人更换过床单 上面的床单没有血迹 但是反面沾了一些 下面的床垫渗透了许多 甚至在床板上也能检测到 地板上也有 只是被人仔细擦拭过 但在卢米诺世纪的反应下 完全显现出来 这样的出现量 显然这里是案发第一现场 彭斯绝反复检查 说 左边柜门和左侧地面 有喷溅状血迹 承载住了床单 衣物 枕头 或者是一个人 陈石说 凶手躺在床上 一部分血液落在他身体上了 那么死者是什么动作 趴在凶手身上 凶手是个女人 也有可能 死者在和凶手搏斗 你觉得杀完人之后 他会做什么 去浴室清洗身体 第154章 天价吉他 正要去浴室 陶月月突然说 喷死你 喷死你 原来他正在用卢米诺试剂 喷一只从地板缝里 钻出来的小虫子 彭四爵说 别动它 小心被咬 他用镊子夹起来 放进室馆里 仔细观察了一下说 室之油盐 鹰油盐 一种节肢动物 捕食蟑螂 白蚁之类的小昆虫 陶月月说 我小时候被它咬过 起了一身红疙瘩 陈石说 这么干净的家 也会有昆虫吗 彭四爵道 石木地板有白蚁也是正常 而且地板还开着 温度达到了25度以上 陈石用手指 在架子上碾了碾 查看手指上的灰尘 从灰尘量看 有一个星期没打扫了 有虫子倒也不奇怪 这里应该会雇保姆 或终点工吧 他们来到浴室 仍然用卢米诺试剂 检查血迹 这里也有大量的血迹 主要集中在入水口附近 有人在这里冲洗过 除了血迹以外 彭四爵还找到了一些纤维和毛发 其中有几根很长的头发 似乎是女人留下的 待会可以让人来采集一下指纹 彭四爵给自己的属下 打了个电话 陈石来到外面 陈石拿在手上 撑开来 说是根琴弦 进门右手边第二个房间 是死者的书房 这里装了一把锁 死者身上的另一把钥匙 这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三人打开门 所谓书房 里面并没有书 而是陈列着一些个人藏品 吉他 油画 签过名的棒球之类的 彭四爵看见这里的空调还在运行 说 温度和湿度控制的很细致 是为了保护藏品 真是花心思 对于有钱人来说 这些收藏 只是钱换了另一种方式陪在身边 陈石打开吉他陈列柜的玻璃柜门 拿一把在手上 你别弄坏了 这吉他很名贵的 彭四爵提醒 陈月月扯扯陈石的衣服说 这些吉他不就是木头做的吗 为什么这么贵 因为是出名的人用过的呀 你看这上面 写的什么啊 医生处方吗 陈石看不懂琴箱上的签名 老彭 你认识吗 彭四爵摇头 没什么研究 陈石将吉他放回去的时候 发现一些蹊跷 陈列柜似乎是为五把吉他定做的 但这上面只有四把 他向彭四爵讨了放大镜 研究上面的灰尘 说 少了一把 被人拿走了 刚刚我在客厅发现了一节断掉的琴弦 会不会 这就是杀人动机呢 有可能 我认识一位鉴定乐器的人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两人各自掏出手机 专案组群里 大家已经查到不少线索 陈石还没来及细看 他发了一条消息 死者住宅的终点宫或者保姆 谁能联系上 给我个联系方式 一会功夫 有人发来一条号码 有后员真是轻松 陈石想 他拨通这个号码 是个女人接的电话 陈石说明身份 称想见他一面 就在陆振东的家里见 等待期间 陈石发现 屋子里有一个摄像头 上面的灯仍然在亮 彭四爵说 太好了 有监控 陈石拿起来看看 说 没用 这是个智能看家宝 里面的存储卡被人拔掉了 陈石点上雪茄 畅快地吸了一口 在屋里走来走去 试图将目前的线索整合起来 陈月月说 陈叔叔 我可以吃冰箱里的冰淇淋吗 有吗 你自己去拿 彭四爵皱眉 你能不能不要把这里当自己家 自觉一点行吗 陈石厚颜无耻地笑道 这些东西反正是要过期的 陈月月打开冰箱 惊呼一声 呼一声 哇 好多吃的 陈石瞅了一眼 冰箱里有速冻馄饨 速冻饺子 速冻元宵 微波炉米饭 他叫彭四爵过来看看 彭四爵拿起来 这些食物都粘在了一起 他说 应该是一起采购的 可能买了有半个月左右了 死者难道是打算宅在家里过冬 陈石打开冰箱上层 食材也买了不少 都是些高价食材 死者应该不是那种 爱吃速冻食品的人 谁会爱吃速冻食品 彭四爵吐槽 陈石关上冰箱门 视线停在旋转楼梯的扶手中部 他走过去摇了摇那里 这里松了 上面磨掉了一块漆 好像被绳子之类的磨过 说着 他深吸一口气 说打进屋来 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 好像有 彭四爵说 我早就发现了 是狗狗的味道 陶月月说 死者养狗了 但是为什么狗用品一样也没看到 难道被处理掉了 彭四爵道 陈石立即挨个打开抽屉和柜子 果然在衣柜下面 发现了狗屎盆 狗玩具之类的东西 他拿起接近脸盆大的狗屎盆看了看 看样子还是个大型犬 狗可能被凶手杀掉了 有没有可能 这条狗咬过凶手 彭四爵提出自己的想法 可以到附近找找看 但我觉得希望不大 陈石说 有人敲门 是那名乐器鉴定师来了 一进门他就说 这不是陆公子家吗 你来过 彭四爵问 听说过 一星期前 陆公子拍下了一把皇家具用过的吉他 价值超过了四千万人民币 这是乐器收藏圈里的一桩大新闻 陈石问 陆震东玩乐器 他只是收藏 自己不懂音乐的 我曾经和他一起吃过饭 听说他去世的消息 蛮震惊的 请来鉴定一下吧 乐器鉴定师拿起四把吉他挨个鉴定 这四把各个价值不菲 但其中并没有陆震东一星期前拍下的那把 陈石取出在地板上发现的琴弦 问 这是吉他弦吗 是的 一把名贵的吉他掉了弦 会影响品项吗 我也不是太懂这个 有些名贵吉他卖的是工艺 有些卖的是附加值 你可以理解成琴淮 他这把肯定是后者 掉根弦也是不影响价值的 这把皇家具用过的吉他值四千万 对的 那么假如现在有个人拿着他想出手 能出得了手吗 就拿我来说吧 如果现在有人愿意以一千万 将这把吉他卖给我 我是很乐意买下的 而且我买了也不会生涨 不怕买假吗 不怕 吉他不像字画 容易造假 他属于小众的藏品 保质度相当的高 可不可以帮我留意一下 谁手上有这把吉他 有奖励吗 吉他鉴定人露出一嘴咽牙笑道 陈石也笑了 我相信陆老爷子对提供线索的市民 绝不会吝啬的 我不介意到时候多吹捧你几句 好的 我一定会多加留意 送走吉他鉴定人 陈石自言自语 一个胡鹏狗友 为了一把天下吉他 动手杀人 这案子就这么简单 轰动全城的案子 未免就是最复杂的 彭思觉说 但愿如此 我还盼着过个安生年呢 这是你心里话 你管我 第155章 狗 吉他鉴定人刚走 这里的钟点工就来了 陈石洗了个杯子 给钟点工大妈倒了杯茶 请他坐下 说 这家业主被杀的事情 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 上午有警察找我问过话 不好意思 我还得再问一遍 你平均几天来一趟 都做些什么 每天都来 就是帮忙打扫家 有时候也顺便买买东西 你身上有钥匙吗 有一把 但是那屋的没有 钟点工直指书房 那屋好像放了一些值钱的东西 业主不让我动 我每天过来打扫完就走 一般就待三个小时 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 或者在睡觉 要是你给过其他人吗 钟点工激动起来 诅咒发誓道 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别激动 警察什么可能性都得考虑到 钟点工嘴上说着理解 但神情依然看得出来不太高兴 陈石又问 你最近来了吗 最近 业主半个月前说 最近不要我来了 还给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为什么 我没问 问了他也不会说 可能要出去旅游吧 有钱人 生活就是比较忙 还有其他什么反常的吗 钟点工想了想 道 对了 我最后一趟来的时候 业主教我买了一堆速冻食品 陈石起身 从冰箱里拿出几袋 嗯 这些 对对 我这里还有小票 给你过目一下 陈石接过小票 也没看就收进口袋 问 业主平时和谁来往 有注意吗 真没注意 我一般都是上午来 每次来他都在睡觉 平时也不怎么交谈 这家里养狗了对吧 一条金毛犬 叫什么风魔小太郎 我记不住 就叫他汪汪 汪汪可喜欢我了 可能一个狗被关在家里太闷的慌 我一来他就特高兴 我的工作内容里面 也包括照顾狗 我天天都会带他去小区里遛上一圈 咦 怎么没看见汪汪 被我们带走了 陈石撒谎说 钟点工说了一堆照顾狗的细节 陈石向他道过谢 他临走之前陈石说 对了 冰箱里那些速冻食品 放着也是浪费 你拿走吧 可以吗 钟点工喜出望外 彭思觉邓陈石 陈石视而不见 找个大袋子 把速冻食品全装起来 让钟点工拿走了 钟点工走后 彭思觉说 你最好不要老干这种假公祭司的事情 陈石不以为然的说 那你把这些饺子 元宵 全部装进正物袋 放进正物室展览三个月 等长毛了 再还给死者家属 彭思觉气得说不出话来 去外面走走 找找那条狗 陈石提议 然后叫陶月月留在这里 待会计数中队的人 到了好友人应门 彭思觉又惊讶又鄙视 你叫一个小姑娘 留在凶暗现场 太不负责了吧 陈石问陶月月 一个人待这儿怕吗 不怕 陈石笑着对彭思觉说 月月都没意见 你哪来的意见 彭思觉一阵无语 一条金毛犬 加上钟点工 每天都有六狗 小区里不少人都认识它 陈石向小区 向小区里的居民打听 一部分居民表示没留意 到时有几个有狗人士表示 有半个月没见到那条金毛了 狗和狗之间也有社交圈 哪条狗叫什么 公的母的 谁家养的 这些狗主都比较清楚 小区比较大 有十几个单元 两人转了一大圈 一无所获 陈石突然看见一个石荒的 上前亮出证件 你好 和你了解一些事情 有没有见到一只金毛犬 石荒者拼命摆手 表示不知道 并准备离开 陈石见他举动有点可疑 便道 放心吧 我们不会找你麻烦的 提供线索的话 还有奖励 什么奖励 石荒者的神色有点活动 陈石掏出一百块钱 石荒者伸手要接 陈石又把手缩回去了 道 先说那条狗在哪 石荒者窃窃的说 我要说他被吃了 你们会把我烤回去吗 谁吃的 你吃的 捡破烂的刘老太 就住在小区外的立交桥下来 那天晚上 我闻见他在炖什么东西 怪香的 他跟我讲 是在垃圾桶里 捡到的一条死狗 你们心也真大 不怕被人要死的吗 啊 石荒者吓得无嘴 看样子 他也吃了一点 陈石安慰他说 放心 这狗是被人打死的 可以带我们去见 那个刘老太吗 钱先给我 陈石说 我们来的时候 经过了那座立交桥 下面根本没住人 那地方也不允许流浪汉呆 你再说谎吧 石荒者尴尬的笑笑 我这不是 怕你们找麻烦吗 我知道 那狗只好多钱 真要我赔我 可赔不起 能不能坦诚一点 都说了是警察查案子 不会找你麻烦的 石荒者承认道 那死狗是我捡的 也是我煮来吃的 瞅着挺大的 其实没多少肉 就吃了两顿就没了 不过狗肉是真相 我都没怎么放调料 就贼香了 陈石笑了 我不关心这个 是哪天 2月2号 不对 是2月3号凌晨 这小区的垃圾桶 每天晚上9点 会统一放在外面 等着第二天清早 垃圾公司的过来收 我有时候会去翻翻 那天晚上 我看见一个人 把一个大蛇臂带 扔在垃圾桶里 等他走了 我就过去打开 里面是一条死狗 还热乎着呢 我弄回去 吸吸就顿了吃掉了 彭思觉立即激动起来 问 看清的人长相了吗 大晚上的 根本看不清 是男是女 你总知道吧 男的 也可能是女的 当时太黑了 我注意力全在袋子上 陈石道 那个蛇皮袋呢 石黄者说 哥我那里了 你要 陈石又掏出一百块 这张是提供线索的奖励 这一张买这个蛇皮袋 好吗 好好 我带你们去 两人随着石黄者 来到他位于小区附近的住处 一座烂尾楼的地下室 这里黑漆漆的 彭思觉不免有些紧张 仔细环顾周围 确认没有什么异常才敢走下来 陈石打趣道 住的环境不错呀 冬暖夏凉 比我家都敞亮 石黄者笑说 您就别埋太我了 石黄者找了半天 找出一个蛇皮袋 彭思觉狐一地说 你这里这么多袋子 确定不会弄错 陈石拿在手上摸摸 看见一个英文logo 笑了 肯定不会错 这袋子外面还真买不到 第156章 老年痴呆 所谓的蛇皮袋 其实是LV新出的一款男士胯包 除了上面有个英文logo 看上去几乎和蛇皮袋一模一样 石上这东西 有时候是很令人费解的 陈石自然没有声张 不然石黄者肯定不愿意 一百块钱给他 他倒不关心包的价值 陈石注意到包的底部 有几块不显眼的污渍 看上去像是血液 陈石把包折叠起来 问 那抖什么样 你第一眼看到的 像是被勒死的 吐个舌头 对了 我这里还有项圈 也给你了 谢了 陈石和彭思觉准备告辞 石黄者突然说 不对啊 我提供线索就给两百块啊 电视上警方征集线索 都上万的 你没赚差价吧 陈石乐了 你可以到网上搜 警方目前没发布悬赏令 再者说 你如果看见那人的长相 这条线索值几万块都不为过 可你现在这点线索 就值两百块 石黄者懊恼地拍大腿 早知道我瞅瞅 他长啥样了 两人就此告辞 陈石将蛇皮袋交给彭思觉 说 上面有血迹 可以验验看 彭思觉接过查看 可能只是狗血 试试看吧 技术中队的人已经过来 在屋里开始大扫除 一样样证物被封装起来 陈石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女人在电话里说 警察同志 我有线索想提供 你在哪 我还在上班 你方不方便来酒店一趟 到了打这个电话 陈石挂了电话 对彭思觉笑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果然出现叛徒了 我去一趟 彭思觉点头 我留下来取证 陈石招呼陶月月 随他一起走了 与此同时 市局的审讯室里 林东雪正在和陆启星聊天 陆启星颇不耐烦地说 不要解体发挥 把我弄到这里 是吃那只野鸡的事情 你问我那天晚上的事情干嘛 2月2号晚上 您儿子被人杀了 您不想破案了 想 做梦都想 那请你告诉我 当天晚上 您和陆振东发生争吵 是为了什么 这件事和他的死没有关系 陆启星有点恼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律师马上就到 说着 陆启星又看了一下自己的袖子 林东雪注意到这个细节 他说话的时候 总是要瞅一眼袖子 贸然伸手去看他的袖子 对方肯定要脑的 林东雪想了想 陈时在这里会怎么做 他有了一个主意 问抽根烟吗 来根软中滑 陆启星不客气地说 林东雪到林秋普的办公室 拿了包烟和打火机 进来给陆启星点烟 陆启星伸手的时候 他清楚地看见他的袖子上 写着一些字 2.2 震东吵架 2.3 徐的合同 2.4 找狗 那些字外人看不明白 似乎只是写给自己看的 诚实猜测的没错 陆启星患上了老年痴呆 有些事情 他可能自己都不记得了 林东雪问 什么时候开始的 您的老年痴呆症 陆启星的手抖了一下 盯着林东雪 不要瞎说 我管理这么大一家公司 我怎么可能有老年痴呆 那你为什么要在袖子上写字 那跟你无关 跟你无关 陆启星固执地说 那线电话响了 原来陆启星的私人律师到了 林秋普命令他不要再问话了 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再问下去 林东雪一阵焦急 拍着桌子说 难道你实际上知道 是谁了陆震东 却想不起来了 林秋普和一个男人一起进来 林秋普命令道 不许再问了 陆先生的律师到了 林东雪置若网闻 他看出陆启星的神情 已经露出几分慌乱 继续追问 还是说 那天晚上 你们父子发生的争吵 和他的死有直接关系 够了 别问了 林秋普大声说 你给我出去 陆启星气急败坏地说 他的死和我无关 是孙 陆先生 律师大声打断 不要再说了 贵公司已经委派我 全权代理你的案子 你是谁 陆启星面露凶向地说 律师苦笑 你是您的律师 林秋普把林东雪揪出来 小声责备 你想害我们吃官司吗 那老头明明知道线索 就是不肯说 承煦 办案要讲承煦 讲法律 不然我们警方到底在维护什么 他刚刚说 杀他儿子的人姓孙 你听见了 够了 别说了 写份检讨明天交上来 不写 林东雪断然拒绝 你不在这个专案组 我不受你管 律师带着陆启星走出来 刚当那名警察 涉嫌非法拘禁和审问 不过陆先生宽宏大量 我方保留起诉的权利 林秋普留着冷汗说 我会教育他的 律师说 很好 希望不要有下一次 我的委托人购买 使用野生保护动物一事 我现在就去办理 取保侯审手续 麻烦带路 林东雪气冲冲地离开 准备去找陈石 这时已经是傍晚 没想到陈石自己回来了 他笑道 林大小剑 谁惹你了 林东雪说 那个老头子太滑头了 什么也不肯说 他今年初 查出有老年痴呆症 这点我已经 向他的一名手下核实了 另外我还了解到 2月2日晚间 父子二人确实发生过争吵 好像老爷子还动了手 用一个碟子 把陆震东打伤了 为什么争吵 那个证人并不清楚 当时关着门 其他人都在外面 但是他说 在争吵中多次听到微博 贾行云 那笔钱之类的话 林东雪挑起眉毛 和贾行云有关 你这么一点发现 也没有吗 也不是 老爷子提到一个人 他怀疑是他杀了陆震东 我只知道姓孙 孙甚有 陆震东的秘书 兼生活助理 这个早上他就告诉我了 我也派人去查了 可是这人目前下落不明 林东雪叹了口气 结果还是没有帮上忙 你真的花了20万 买通了他的一名手下 诚实大笑 从口袋里 掏出那张陆起行给他的卡 我耍了一个花枪 我只是说这里有20万 并没有说 要给提供线索的人 那个小叛徒知道之后 很不高兴 骂我是骗子 你可真坏 这钱我不打算用 完事了 我会退还回去 放心吧 虽然我是假警察 但也不会给你们 真警察面子上我会 第157章 父子矛盾 三更 说话间 陆老爷子和律师走了出来 陆老爷子呵呵大笑 宋警官 你可真会坑我 一只鸡就让我被拘留了半天 老爷子 没人虐待你吧 没有没有 大家都挺客气的 拜托宋警官 下次别玩这出了 去我那吃饭 我叫厨子给宋警官 做个你最喜欢的糖醋排骨 公务再生 明天再去拜访 一定要早点破案 给我玩一个交代 陆老爷子扭头对律师说 去把我车开来 律师苦笑说 我不是司机 我是律师 你是律师 陆老爷子有点吃惊 律师瞅了一眼陈时和林东雪 催促道 言多必失 老爷子 咱们赶紧回去吧 陈时望着陆启兴的背影 妈撒着下巴沉吟 居然还记得这件事 林东雪说 儿子死了 也没见他多难过 场面上人 早就练得喜怒不形于色了 陈时说 专案组里 现在有谁还没下班 要开会 开什么会 请大家吃饭 林东雪一阵高兴 说 我去叫他们 陈时请专案组的几人来到 附近一家小有名气的 潮汕牛丸火锅店 这是陶月月几天前说 想来吃的地方 点餐的时候 她显得特别开心 要了许多牛丸 肉卷 蔬菜拼盘和粉条 陈时说 你给我吃完啊 陶月月慢条斯理的说 不每样点一份 我哪知道想吃什么呢 这家店的红油火锅里 煮着婴儿拳头大的牛肉丸 筋道十足 咬开里面还有甜料 如果煮的时间够久 里面的甜料化了 还会爆浆 一顿饭 大家吃得很开心 吃得差不多 陈时才说 聊几句案子的事情 不影响大家吃东西的兴致吧 案子就是我的生活呗 随便说 景元老张的话 引来一阵欢笑 从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线索看 2月2日 晚死者在家遇袭 他丢失了一把天价吉他 然后他的生活助理孙某 离其失踪 调查显示 孙慎有几乎就是陆老爷子派给儿子的保姆 死者公司的事务 生活的事务 孙某都有经手 他肯定是知道这把吉他的价值的 诚哥的意思就是 孙某建材起义 杀害陆震东 抢走天价吉他 徐晓东说 我只能说 表面上是这样 可是这个推理 并不能解答目前所有的一点 我认为还是需要推敲一番的 晓东 你查到什么了 呃 我今天一直在看震东影视公司出的作品 一些网络大电影 我算是大开眼界 啥玩影视公司啊 就是陆老爷子给他弄的幼儿园 拍的都是一些草点满满的东西 近视装逼 耍酷 泡妞这样的内容 主角要么是退伍兵王 要么是千年妖王 要么就是万界神王 反正都是王辈 对了 主角全部是陆震东自己演的 那张面瘫脸 念着中二的台词 看了之后 我保证 你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看了你就会知道 竹梦演艺圈 居然也是不不错的电影 于MB BSP 不要老吐槽 说正经的 竹梦吃了口菜 继续说 这个影视公司 就是陆震东闹着玩的 片源还贼难走 都是付费的 当然是步步赔钱 最新的一部 连十个订阅都没有 我怀疑这影视公司 除了满足他这个富二代的虚荣心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方便他泡妹子 因为我注意到 按时间排序 平均每两到三个片 会换一查女主角 其中有几个 确实是陆震东交往过的女朋友 这些女主角演技咋样 是正经学表演的吗 林东雪好奇地问 你见过小孩子过家家吗 演技比那个还差 剧组自己也知道 是陪有钱少爷玩的 一个个都不走心 有钱人真会玩 林东雪感慨 当然陆震东这个富二代 和出现在新闻上的 那些富二代相比 已经算相当安分守己了 自己整个影视公司 自嗨也不祸害谁 陈时说 把每部片的信息整理一下 剧情 拍摄时间 投资金额 卡斯 这条线你来跟吧 明天去一趟他们影视公司 徐晓东说 行 我明天去长长见识 看看这家公司什么样 陈时问 老张 你查到什么了 陈时问了每个人的进展 目前的线索多如牛毛 根本瞧不出孰轻孰众 陈时安排了一下工作 让每个人盯一条线就行 火锅已经加了几次汤 大家也快吃完了 陈时问陶月月 烦了吗 陈月月在玩手机 目不转睛地说 没事 你们聊重要的事情吧 陈时拍拍她的脑袋 待会带你吃冰淇淋去 老张笑道 我女儿要这么懂事就好了 林东雪夸奖 月月真乖巧 然后对陈时说 对了 你觉得2月2日 晚上发生的争吵 和命案有关吗 说不准 但我知道他们在吵什么了 吵什么 大家期待听到陈时的推理 都放下筷子 陈时说 陆启星想通过儿子 和贾星云的关系 向贾星云当官的父亲行贿 但是儿子却把那笔钱花掉了 什么 你怎么猜到的 大家震惊到 贾星云的父亲 刚刚在龙安上任 负责土地审批这一块 是份美差 而陆启星的产业里 房地产是个大头 2月2日 吃的菜是韭菜炒鸡蛋 紫菜蛋花汤 青椒土豆丝和鱼香肉丝 还高调地晒在微博里 当晚父子二人的争吵中 提到了微博 贾星云这两个关键词 日理万计的陆老爷子 难道会为这种小事大发雷霆 甚至打伤儿子 他们还提到一个关键词 那笔钱 什么钱呢 这钱和吃饭 和贾星云肯定有关系 虽然我没见过陆震东 但他的性格 从他拍的这些烂片 也能瞧出一二 他是个爱玩的大男孩 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一定很反感这件事 巧合的是 在案发前一星期 陆震东拍下一把天价吉他 他手上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钱 所以我得出大胆猜想 这笔钱是本来拿来行贿的 陆老爷子利用儿子的友情 去做龌龊勾当 引起了陆震东的反感 他并用这种行为来报复父亲 所以才有了这场父子间的激烈争吵 第158章 震东影视公司 说完这番长篇大论 陈石加了口菜 给自己倒了一杯冰镇柠檬饮料 饭桌上一片安静 老张率先打破陈墨 陈哥的推理 我觉得几乎就是事实 想不出破绽 陈石笑笑 老张 你就别着我受了 喊我小陈德了 林东雪问 这和命案有关吗 贾行云父子 会因为没拿到钱杀人 陆老爷子 会因为儿子把事情办砸了 杀儿子 都不可能 然而这件事 几乎和命案同时发生 陆老爷子在掩饰他的同时 势必会掩盖掉一些案件的线索 所以我明天会去和他当面对质 对了 说到这里 我想到一件事 死者小区的保安称 有黑客把监控视频洗掉了 我怀疑是陆老爷子干的 东雪 你去查一查他最近和哪些人接触过 总之 命案为大 在命案面前 当事人不能有任何秘密 陈哥说的是 大家纷纷点头 他们似乎早已忘记 陈石只是个司机 可是现在 大家相信他 就像相信一名资深警探 陈石看看锅里 要不要再弄点主食吃 不吃了不吃了 回家睡觉 明天继续查案子 辛苦各位了 陈月月说 明天也要查案子 陈石说 你不想来 就在家里睡觉 不啊 我想来 不过 我想跟林姐姐一起 那你自己去和她说吧 隔日一早 陈石带着陈月月 一脸疲惫的出来 在市局 林东雪依然和往常一样精神 笑着问 怎么了 没睡好 陈石揉了揉太阳穴 我这个自由职业者 还真不适应你们朝九晚五的生活 陈月月举起手说 我检举 陈叔叔昨晚喝酒了 你个小叛徒 陈石笑骂一声 对了 这小鬼想跟你一起 可以吗 林东雪笑笑 行啊 月月 你今天可别跑丢了 不会的了 陈月月半个鬼脸 陈石说 我和徐晓东 去那个公司看看 林东雪说 你怀疑那边有线索 还是不放心徐晓东 都不是 公司是一个盲点 公司的人和陆震东的朋友圈 没有交集 我想多了解一下 还是自己亲眼所见 比较靠得住 简单吃了顿早饭 陈石和徐晓东 赶往那家镇东影视公司 本以为这家公司 应该停业了 可是没想到 成员还在正常上班 只不过看他们上班 好像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懒洋洋的对着电脑 剪片子 写剧本 联系网站 工作时间随意摸鱼 还有人公然在打魔兽事件 一片祥和啊 陈石感慨 一名女员工过来问 找谁 警察 想见下负责人 我就是 切不说话 来到一间简易的会客厅 陈石说 恕我冒犯 贵公司不知道 总裁被杀的事情吗 为什么还在上班 嘘嘘 这千万不能说 负责人紧张起来 你还没有通知他们 昨天我才接到 陆总父亲的秘书 打来的电话 这消息 简直是晴天霹雳啊 这里几十号员工呢 一下子没工作了 我昨晚失眠了一整晚 不知道该怎么说 三人同时扭头 朝窗外 还在努力工作的员工们看去 心中感慨不一 负责人表示 你们是警察 陈石看向徐晓东 徐晓东善笑道 陈哥你年龄大 长得比较有说服力 陈石道 年轻人应该历练一下 这种事 你早晚要面对的 我怕我说了 他们不信 有什么不信的 你有警察证啊 两人都不愿意当这个恶人 负责人说 还是我来说吧 不过二位 可不可以站在我旁边 陈石点头 这个月工资 能发放吗 陆总在这里 有一笔流动资金 本来是打算做芯片的运营成本 我是想拿来发工资 可这是公款啊 他们根本不理我 我现在也是一筹莫展 可能在陆启欣公司人眼中 这个影视公司 根本不算正经公司 陈石说 我是这个专案组组长 这笔钱待会我公募下 然后你拿去发工资 还有遣散金 我会智慧陆总父亲那边呢 太谢谢你了 负责人磨起泪来 感动哭了 不是 一想到公司就这样没了 心里难过 虽然我也知道 这家公司不挣钱 可是大家相处也挺融洽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我明白 就是难过 两人陪着负责人去宣布这个大消息 公司里瞬间炸开了锅 人们议论纷纷 一些女员工为此流下眼泪 看来陆总在他们心目中 形象还是不错的 陈石对徐晓东说 清朝末年有一艘军舰 横跃太平洋去执行任务 回来的时候发现 已经是民国了 传上那批人的心情 大概就是如此吧 等众人安静了一些 负责人称 遣散金待会 我会让会计发放 现在这里有两位警官 想问大家一些问题 希望大家配合调查 陈石点头致谢 要了一份名单 挨个了解情况 这公司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 什么部门应有尽有 徐晓东在他耳边小声说 这里面大部分员工 都在陆振东拍的烂片里 跑过龙套 在现实中见到 我还有点小激动吗 你可以要签名 陈石说 陈石先叫过来一名人力主管 问 我看了名单 这里有策划 编剧 剪辑 为什么没有演员 我们看了贵公司的作品 每部戏里 至少有四到五名主要演员 人力主管称 演员不算公司成员 每次拍戏 都是临时找来的 拍完就走了 去哪找的 影视学校啊 陈石微敢吃惊 嗯 演技就那样 不是 都是影视学校 还选刷下来的 每年还选 陆总就带上我们几个 去门口盯着 看见那些愁眉苦脸 走出来的小姑娘 就过去递名片 这些女孩年龄不大 都有明星梦 看见陆总谈吐不俗 又是正规的影视公司 就上当了 不是 我是说就签约了 陈石笑了 刚刚是不是说漏嘴了 拍这些网络电影 是不是醉翁之翼不在酒啊 陆总在公司年会上 确实说过 我们公司不是要拍 让观众满意的作品 是要拍让他满意的作品 我知道你们觉得 那些都是烂片 可我作为一名老员工 说句良心话 陆总是真心追求艺术 可能是没有艺术细胞吧 你们怀疑 他是不是打着拍片的幌子 完全规则 我可以拍胸脯担保 陆总这人 虽然女朋友三个月一换 可为人还是挺正派的 不确定关系是不会乱来的 徐晓东说 拍过片的女主角 都是他历见女朋友吧 任立主管顿了顿才承认 都是 第159章 至尊无敌东坡肉 陈石又问 那这些演员 片酬怎么样 三线明星什么价 他们什么价 对我们也从不拖欠工资 隔三差五还有奖金拿 还组织出去旅游 陆总这公司 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有一点好 就是不差钱 听得陈石都有点羡慕了 他继续问 陆总现在的女朋友是谁 担着呢 担了多久 任立主管回忆道 好像11月才跟他上一个女朋友掰了 差不多三个月了吧 谢谢你 陈石又叫来策划 他对演员比较熟悉 个个都能叫出名字 陈石开门见山地问 陆总现任女朋友 或者说正在追求的人是谁 程艳 他也是女主角吗 呃 他参演的这部片 现在还在剪辑当中 感觉陆总这部戏 拍得挺认真的 是不大制作 相对之前来说 有他的照片吗 策划从电脑上 找出一张 徐晓东说 感觉陆总审美都一个样 不过这女孩明显好看一些 也更年轻一些 策划说 为了追她 陆总花了不少钱 有一次在片场 买了9999朵玫瑰 陈石问 这姑娘为什么没答应 呃 据传闻说 她不喜欢男人 也许只是拒绝陆总的说辞吧 对了 新拍的这部片叫什么 至尊无敌东坡肉 讲什么的 剧本我没怎么看 你可以问下编剧 陈石又把主笔编剧叫过来 问他 你是编剧 这剧本是你写的 编剧说 不不 其实每部片都是陆总自制 自编自导自演的 他才算主笔编剧 我们就是帮忙润色一下 我知道说死人坏话不好 陆总这人吧 脑洞大 但肚里没什么墨水 经常一拍脑门 想出一个idea 就开个创作会议 或者自己写出来 初稿就跟狗屎一样 我们想办法把它捋顺 弄得好看一点 这部片子讲什么的 就是讲中华美食变成了人 然后联手打败杨快餐的故事 主角是东坡肉 女主角是杨春面 反派是汉堡包 有点意思 给我分剧本看看 可是 这个版权目前还是 放心吧 我们只是为了破案 看完就销毁 对了 没剪辑的片子 也给我们一份 编剧去打印了一份剧本 又从剪辑师那里 考了一份毛片 陈石翻看剧本非夜的主创名单 从编剧那里 把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记录在上面 感觉没什么可问的了 陈石打算就此告辞 负责人问 警察同志 能不能和陆总父亲沟通一下 让这家公司继续运营下去 是啊是啊 您面子大 说一声吧 大家都用期待的眼神 看着陈石 陈石知道真相很残酷 但还是得告诉他们 他说 你们也知道 这家公司的存在 就是给陆总找乐子的 根本挣不到钱 陆启兴是个商人 他不会让这家公司 继续存在下去 早点另谋出路 才是正经事 可我们是个团队 有影视制作的经验 也积累了不少人脉和资源 就这样放弃了 负责人仍不甘心 恕我直言 电影这东西 这年头是个人都能拍 但它也是商品 要卖出去 本来是泼冷水的话 没想到导给了一部分人启发 策划说 策划说 只要我们把这些片子卖出去 公司就还有希望 编剧说 对 我们可以多写一些 迎合大众的题材 多点搞笑和煽情 拍一些比较轻松好看的东西 干脆遣散金 大家都别领了 留着做下一部电影的启动资金 拍什么呢 我觉得 今天这事倒是可以改编一下 就叫老板没了 哈哈 有意思 可以尝试一下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又重新找到了希望的火花 打算拯救这艘莫勒船长的沉船 对于众人的盲目乐观 诚实只是摇头苦笑 但这是他们的事情 他不变之会 办公室里气氛高涨之际 一个长头发的男剪级师 从工位上站起来 把手里的帆布包甩在背上 冷冷地说 早点认清现实吧 这家公司 只是一座恐惧英丸的象牙塔 你们在这里待了几年 其实什么经验也没学到 走到外面 仍然是废物一个 我不陪你们玩 我要我那份浅散机 有人说 卓轩 你怎么说话的 平时陆总带你不薄 剪辑师冷冷回应 他已经死了 再逃避现实也没意义 你们好自为之 陈时就此告辞 和徐晓东到外面找了家饮咖 说 欣赏一下陆总的一座吧 徐晓东尴尬的笑笑 好 瞻仰一下 没加特效 没配音 只经过粗略剪辑的毛片 看起来特别难受 看到三分之一陈时就吃不消了 按下暂停 揉着太阳穴说 不行了 如出一折的灵魂演技 不过能看出来 男主角对女主角有意思 几段感情戏都演得挺投入 女孩却有点僵硬 好像不太愿意配合似的 没错 我出去透口气 陈哥 给我带杯可乐 陈时来到外面 听见有人在争吵 争吵双方 一个是刚刚在公司里见过面的剪辑师 一个是尹咖老板 老板说 帅哥 你要看的这些片都太冷门了 城里哪家尹咖也没有啊 你挑几部新上映的看呗 你把钱退给我 本店盖部退款 要不你看看黄渤的新片 我不看那种东西 进来的时候说什么片都有 这不是诈骗吗 把钱退给我 不是 你要看的那些片 到街上打听打听 什么玛利奥 单巴 谁听说过 是玛利奥 巴瓦 剪辑师运动的纠正 把钱退给我 双方争执不下 陈时走过去 对尹咖老板说 没有顾客要看的电影 把钱退了就是 买卖不成仁义载 老板一纸墙上 这里写得清清楚楚 盖部奢欠 盖部退款 照你这样 墙上写什么就是什么了 你那个没有法律效力的 公安局来了你 还是得退钱 为了五十块叫公安局 我服了 老板掏出钱 退给这名青年 陈时拍拍剪辑师的肩膀 说 怎么来这散心啊 心情郁闷 公司那帮 SB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 要拍什么片子 一个个都不肯面对现实 年轻人有梦想也是好事 哪怕梦想会破灭 剪辑师冷笑 梦想是件奢侈品 他们就不明白这道理 陆总追求得起 他们玩不起 这剪辑师看着不到三十岁 说话却很老成事故 陈时对他有了点兴趣 道 兄弟 请你喝一杯 第160章 锁定嫌疑人 剪辑师卓轩说 不用了 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 就直说吧 陈时笑笑 聊聊天而已 警察也是人啊 你在这里干嘛 看那个毛片 觉得剪辑怎么样 嗯 没什么感觉 我不太懂这个蒙太奇 卓轩好像挺满意着回答 这就对了 好的剪辑师看不出痕迹的 你根本不知道片源到我手上是什么样子 是我一段一段剪成现在这样的 这公司 大家都是闹着玩 什么编剧 导演 摄影 真给他们一个本子叫他们拍 根本不知道怎么入手 只有我一直在研究剪辑技术 拿这坨狗屎练手 我自夸一句 我的剪辑技术 完全可以去正规影视公司求职 难怪你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陈时给递了根烟 卓轩到了声线 陈时注意到 他用的是左手 说 你知道公司里 谁和陆总走得比较近吗 肯定不是我 我从来不讨好他 只是干自己的工作 小李 小徐 小马他们几个 到时候和陆总关系不错 好到去他家玩 卓轩一瞬间露出戒备的眼神 说 这应该算是一种公司文化吧 陆总会让表象好的员工 去他的豪宅吃顿饭 那帮SB以此为殊荣 我是从来没去过 2月2日晚间 你在哪 警官 你可真够直接的 我在家打游戏 那你穿几码的鞋 四十码 那啥 留个联系方式吧 有需要的话 我还会找你 卓轩掏出手机 交换了一下号码 他手机也是 放在左侧口袋 卓轩说 我觉得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走了 我得去一家影视公司 参加面试 祝你好运 回到包间 徐小冬已经把毛片看完了 摊在沙发上喘气 说 精神污染 这种活我再也不想干了 走 我们去拜访一下 这部片的女主角 徐小冬一下子来了精神 好啊好啊 女主角也是个美人呢 陈时给程燕打电话 程燕称自己不在家 正在一家话剧社面试 两人直接赶往那里 坐在观众席上旁观 程燕今天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上台向评委问候 评委问他 有什么才艺 程燕说会唱歌 于是现场轻唱了一段 程燕的唱功 只能说一般般 评委递过去一个本子 叫他念念台词 于是 他生情并茂地朗读起来 啊 爱情是蜡烛 给你光明 风一吹就熄灭 爱情是飞鸟 装点风景 评委交换了一下意见 叫他回去等通知 程燕便行了个礼下来了 陈时向他招招手 程燕走过来说 陆振东他真死了 是的 我们正在查着案子 暂时不要生长 你们想问什么 我知道的 全告诉你们 我们去过他的饮食公司 他们说 陆振东近期一直在追求你 可你没答应 有这事 坦白说 他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 行 就算他家里再有钱 我也提不起兴趣 有人说你喜欢女孩 是借口吗 程燕白了他一眼 这位大叔 什么年代了 不要这么庸俗好不好 非要给人贴上取向的标签 我喜欢的人 只是还没有出现 他是男是女 这都不重要 我只知道 当我看见他的第一眼 就知道 他的心非我莫属 徐晓东插了一句 程小姐 我觉得你平时的表现 比电影里的表演自然多了 这不废话吗 这是真实的我呀 你知道什么叫表演吗 表演就是把喜怒哀乐的外在反应 在镜头前复刻出来 我知道 演技这东西 我还需要磨练 毕竟我还年轻 生活阅历有限 程小姐有啥梦想吗 当然 是当大明星咯 像范冰冰那样 成为全民一营的对象 真不好意思 程艳捂着发烫的脸颊笑笑 我们聊聊案子好吗 陈时说 你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陆振东 是什么时候 程艳伸手挠了挠胳膊 到 半个月前 一起去郊外拍摄外景的时候 公司的人都在 之后一次也没联系 没有 他不是在追求你吗 程艳又挠了挠胳膊 他的袖子是半透明的 陈时注意到 他那里的皮肤红肿了一小块 程艳咬着嘴唇说 没有 可能是知难而退了吧 他又不是那种痴情男 陈时打量他的脸 你气色好像不太好 最近忙着面试 着急上火 所以没休息好 面什么事 警官 你在说废话吗 找工作养活自己啊 可你不是跟那家影视公司 签了合同吗 程艳慌了一下 说 那点钱不够花的 而且现在 也没什么活 我出来找找工作 不犯法吧 谢谢了 告辞 两人离开 上车之后 陈时却不慌不忙地掏出烟 徐晓东问 陈哥 接下来去哪 等 等 等什么 留点悬念嘛 程艳从话剧射出来 走得很快 陈时这才发动汽车跟上 他进了一家网吧 陈时和徐晓东也上去 远远地看着 徐晓东说 他在看网页 等了五分钟 程艳仍然盯着网页 一动也不动 又等了二十分钟 网页上好像谈出什么消息 他打了几个字 然后又盯着网页发呆 陈时说 是某论坛的私信窗口 能看清是哪个网页吗 看不清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程艳总共发了十几消息 然后关掉网页 关机 等电脑屏幕完全黑下来 才去结账下机 陈时露出冷笑 询问有时候并不重要 观察当事人被询问后的态度 往往能得到更多信息 陈时说 他有手机 却不通过手机发信息 要跑到网吧和别人联系 陈哥 你认为这里面有猫念 可是他到底说了什么 知道他可疑就足够了 该回去了 第161章 被隐藏的录像 刚刚离开网吧 林东雪打来电话 说 陆老爷子 好像雇佣了私家侦探 不光我这边发现了 其他同事也在调查期间 发现有可疑人员 在四处打探消息 这些可疑人员 显然都来自市里 一家小有名气的侦探社 陈时说 看来陆老爷子 根本没打算让警察来查案子 你手上有证据吗 老张拍下了陆老爷子的秘书 和私家侦探私下会面的一段视频 不知道能不能算证据 发给我 我去会会他 另外联系一下经警部门 准备调查一个 有行贿嫌疑的企业家 你又要把他弄进去 他太爱事 陈时风驰电车地 来到陆老爷子居住的酒店 陆启星刚刚送走 两名生意上的伙伴 见到陈时来挺高兴 说 希望宋警官这次来 带来的是好消息 你雇佣了私家侦探 陆启星呵呵一笑 我都请了警察了 何必话说天足 难道我就这么不相信警察吗 陈时直指自己的眼睛 虽然我不是宋王 但我这双眼睛 对说谎的人 还是很敏锐的 徐晓东吓呆了 陈时怎么可以随随便便 自保身份 陆启星微微一惊 你不是宋王 那你是谁 晓东 你出去一下 我有事和陆老爷子单独说说 等徐晓东离开病带上门 陈时说 老爷子 咱俩相互都坦诚一点好吗 你虽然有老年痴呆 可是我注意到 你健忘的范围 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以前的事情 却记得一清二楚 你为什么会把我 错认成宋朗呢 因此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你第一眼就知道 我不是他 而且你还知道 我虽然不是警察 在局里却挺有面子 你 到底是谁呢 陆启星拿起一只雪茄 你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陆启星慢悠悠地 剪开雪茄 用火柴点着 这些动作暴露出 他在掩饰心中慌乱 陈时伸手拽过 他刚点着的雪茄 在烟灰缸里暗灭 说 贾星云的父亲 刚刚在土地局上任 你想通过儿子 和贾星云的交情 向贾处长行贿 结果你那个不听话的儿子 却把钱拿去买了吉他 于是二月二日晚上 你勃然大怒 打伤了他 证据呢 证据让金锦去找吧 查查你的资金流动 就一清二楚了 其实我已经跟那边 打过招呼了 陆启星脸色一阵煞白 然后笑了 从雪茄河里取出一根 递给陈时 我给你一张空白支票 你可以自己填 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 因为我不是警察 所以收买起来更容易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人的呢 实不相瞒 有个叫西门盛的家伙 跟我是合作伙伴 我通过他知道的你 他说 你不是警察 却比警察还厉害 局里人人卖你面子 现在我总算明白 为什么他们卖你面子了 你跟宋朗一样 聪明 敏锐 让我来查案的目的 就是为了中途收买我 好防止 我们在查案途中 把你行贿一事 拔出萝卜 带出你的调查出来 你太聪明了 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谢谢陆老爷子台 你现在告诉我 你把什么线索藏起来了 陆启锐撕了一张支票 签上名字递过来 用眉毛示意陈时 先把支票填了 这支票便是他的定心单 陈时填了他才敢说实话 陈时刷刷地写上一个数字 陆启锐呵呵一笑 再多填两个零 我也不介意的 说吧 你们是不是在镇东家里调查 是 我告诉你 白费力气 因为我藏了一段监控录像 当晚十一点 镇东从小区出来了 为什么要藏这段录像 因为陆启锐涅如着 他离开前半小时 贾行云和他一起回去 是我让镇东跟他道歉 并改天邀请他和他父亲吃饭 然后送上一份大礼 你是不希望贾行云被牵连 进而影响到你和贾处长的关系 老爷子 你儿子都死了 你还这么在乎生意 我是商人 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 就连我两个儿子的死 我也要利用一下 看看哪些人可信 哪些人不可信 陈时一阵佩服 哦 可以把录像给我吗 可以 但不能让别人看到 而且 我要你保证 查案归查案 不要干涉我的事情 我已经给你指明方向 我儿子的秘书孙慎有罪可疑 我雇的私家侦探 也不是吃素的 随即 陆启锐交出一个U盘 陈时笑了笑 其实我的手机刚刚一直开着的 陆启锐一双花白的眉毛 微微一扬 干嘛 还想敲一笔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我不是警察 但也收买不了 陈时掏出支票 刷刷撕碎 然后取出手机通话 可以抓人了 唉 这就太没意思了吧 陆启锐慌张起来 有意思 多有意思 看着您这样的权贵二进攻 你抓我也没用 第一我没有行贿事实 第二 我可以马上叫律师过来保我 随便你 陆启锐丧气的摊在沙发里 你跟宋朗一个德行 都是油烟不尽 我布了这么大一盘棋 却坏在你手上 老爷子 你儿子死了 你两个儿子全死了 别再继续钻营了 好好安度晚眠不行吗 这话让陆启锐认清了现实 捂着脸哭起来 我的振洁啊 你还活着该多好 尽管大儿子更听话一些 但陆启锐就是更喜欢 那个不省心的二儿子 陈时有点同情他 也许五年前他二儿子被杀之后 老人的心就已经一片死灰了 半小时后 陆启锐在警笛声中 被警察烤着双手带走了 一头白发在冷风中 显得格外沧桑 徐晓东打心眼里佩服 说 二进攻太NB了 还有第三次吗 陈哥 那得看他自己 陈时笑笑 回局里看看这份录像 陈时发了消息 叫回所有专案组成员 回局里看这份录像 和陆启锐说的一样 十点半左右 贾行云坐着陆振东的车 进入小区 贾行云大约停留了 二十分钟就走了 四十分钟后 陆振东的车开了出来 经过保安室的时候 他还点头打了个招呼 不少人感到灰心 这份录像完美地证明了 陆振东并不是在小区内遇害的 陈时一直摸着下巴不说话 突然说了句 停 第162章 金屋藏胶 陈时将陆振停在陆振东经过的瞬间 倒回去又重新放了一遍 然后又放了一遍 然后又放了一遍 陆振东在经过小区门口时 做了两件事 刷门禁卡 点头打招呼 但由于角度的关系 实际上只能看见一只手拿起门禁卡 以及陆振东的下巴动了一下 门禁卡是红外线感应的 并不需要递上前 只要对准 小区门口的抬杠就会抬起来 连看了四五遍 有人发现一点 说 手的位置不对 好像不是陆振东的手 而是从后面伸过来的 我也注意到了 陈时说 没错 这段视频能调节一下对比度吗 警员在播放软件上操作起来 随着对比度上升 画面的颗粒度越来越浓重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 陈时不断指挥 往前一针 再往前一针 停 盯着画面 不少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陆振东点头的那针画面 在他下巴上出现了一只手 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 由于车内光线昏暗 加上陆振东下巴的阴影遮挡 正常情况下 很难瞧出来 他冲保安点头的动作 正是这只手 托着他的下巴完成的 陈时得出结论 当时在车里的陆振东 已经死了 凶手正准备 把他弄出去弃尸 徐晓东问 死人要怎么开车呢 这是辆德国车 车里很宽敞 驾驶座可以坐两个人 陆振东的尸体 已在司机身上 从保安和监控器的视角看 就好像他坐在驾驶座里一样 坐两个人 不是很紧吗 有人提出异议 如果身材娇小就没问题 比如说 身材娇小的女人 另一名警员道 林东雪分析说 人的脑袋是很重的 这只手能单手托起脑袋 说明这人力气不小 可能是个男人 徐晓东说 我发现 这只手是右手 这人应该趴在驾驶座后面 地门进卡的应该也是这只手 显然 当时车内有三个人 开车的人 陆振东的尸体 趴在驾驶座后面的人 陈诗让把录像倒回去 倒到最早的时间段 快静着看了一遍 大约在贾行云离开之后不久 一辆黑色摩托车出现在门口 上面有个全身黑皮衣的骑手 因为小区有保安 骑手单腿撑地停下来 交谈了几句 然后走了 骑手也戴着黑色手套 林东雪说 这人应该就是凶手 陈诗说 极有可能保安没有放他进去 他可能是把车停在小区附近 翻墙进来的 小区的墙不算很高 经常有拾荒者爬进去 老张问 开车的人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众人的视线集中在陈诗脸上 陈诗说 那个人一直在死者家里 可能被陆振东囚禁了 因为陆振东在案发前半个月 让终点工暂时不要来 并且买了大量的速冻食品 金屋藏娇 是个女人 林东雪震惊地说 陈诗立即分配任务 明天去找这辆黑色摩托车的所有者 保安和小区外面的店主再询问一遍 还有 他觉得陆振东的公司可以重点调查一下 看看最近公司员工有没有买过药 买过什么药 当然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再次走访一下 走访一下贾行云 老张问 那目前嫌疑最大的 失踪的孙慎友和那把天下吉他 不用再查了吗 陈诗说 那是凶手释放的烟雾弹 吉他不是杀人动机 不过孙慎友再找找看 我不是怀疑他杀了人 我是怀疑他被陆老爷子的人拘禁了起来 大家下班吧 这时已经是七点 在外面等待的陶月月肚子早饿了 陈诗说 抱歉抱歉 带你吃饭去 想吃什么 昨天那个 那个太贵了 换一个 快餐吧 拉着陶月月的手走出来 一辆豪车停在市局前面 陆老爷子在律师的摊扶下走了下来 说 宋警官 你可真是把我坑惨了 咱们能不能到此为止 有钱真好 一定交了不少保时金吧 陈诗笑道 那些都是小意思 宋警官 还没吃饭吧 我请你吃顿饭吧 陈诗问陶月月 要去吗 陶月月小声说 气氛会很甘大吗 那倒不会 你只管吃东西就行 那就去吧 我也想吃好吃的 陈诗转过脸 笑意迎然地说 既然陆老爷子请客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大冷天 吃顿火锅吧 没出现 除了火锅 就没吃过好的了 我请你吃法国大餐 上车 来到一家高档的法师餐厅 陆启欣发现 陈诗和陶月月是真不客气 菜单上所有没吃过的 都点了一样 以他俩的经济水平 除了面包 应该都没吃过 陈诗拿蒜蓉面包 抹上鱼子酱 卷着鹅干吃 手里端着红酒杯 陶月月爱上了法师大蜗牛 像吃螺丝一样 一个接一个掏 面前堆了一堆油腻腻的空壳 陆启欣几乎没动刀叉 笑着问陶月月 蜗牛好吃吗 好吃 谢谢爷爷 想不想天天吃啊 想 老爷子 你咋不吃 好久没见人在我面前吃这么欢了 和我坐椅桌上吃饭的人 要么是有球于我 要么是我有球于他 从来都吃不香 陈诗停下 说 你请我吃饭 也不是免费的吧 宋警官 忘了 我姓陈 陆启欣看了一眼袖子 说 对对 陈先生 我觉得你很有能力 帮警察铺完师大财小用 要不你来我公司吧 我让你天天吃这些 陈诗笑了 我来你公司能干吗 端茶倒水吗 你可以帮我救出那些心怀鬼胎的人 帮我分析和击款竞争对手 重要的是 你能挣到很多钱 我已经老了 白手起家 奋斗一生 却落得个晚景凄凉 每天看着股东大会开会讨论怎么分配我的钱 我心里想笑 他们一个个都盼着我早点死 好占有我的一切 我希望身边有个信得过的人 帮我打理一切 陈先生 我很中意你 我认为 你这样的人 应该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用途 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我并不缺钱啊 陆启欣大笑 不缺钱 在我眼里 你们人人都缺钱 第163章 挡箭牌 陈石问陶月月 你觉得呢 陶月月说 这就是电视上的坏蛋说的 给你一生繁荣富贵吧 陆老爷子大笑 小朋友 爷爷可不是坏人 爷爷只是很有钱 所以很多人惦记我的钱 所以我希望你叔叔来保护我 陈石说 你儿子的案子怎么办 能怎么办 陆老爷子摇头 反正他已经不在了 凶手查不查得出来 他也不会回来了 我只是希望 下一个受害者 别变成我 陈石看看盘中餐 说 法国大餐 真好吃啊 考虑一下呗 替我做事 可是 来吃法国大餐的人 都穿西装 穿礼服 我这人不爱穿西装 崩得难受 我也不喜欢周围都是仆人 每天会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 我更不喜欢天天打电话 指挥这个指挥那个 每天睡不好吃不香 精神压力巨大 早早就泄定 陆老爷子静静地看着他 等他往下说 陈石继续说 想吃法国大餐 就得付出代价 选择那种不喜欢的生活方式 我承认 法国大餐比鹿串好吃 可是吃鹿串的那种生活 恰恰才是 我想要的 宁其死味 流骨而贵乎 宁其身而夜尾于途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我挺满意现在的活法 不过交个朋友 我倒是不介意 能经常和陆老爷子一道吃饭 也是我这个小司机的荣幸 你TM真是沾上毛笔猴还精 不打算替我工作 还想经常来吃法国大餐 火锅也可以了 陆老爷子气得笑了 没见过比你脸皮更厚的人了 服务员 陆老爷子叫过服务员 低声吩咐了几句 一会功夫 服务员送来一张卡 陆老爷子说 这是这家饭店的贵宾卡 你可以带上小朋友 经常过来吃东西 你哪天要是真遇上什么麻烦 我可以帮你 陆老爷子点头 有你这句话 这顿饭就没白请 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拜托你别再把我弄到局里了 我一把老骨头 哪受得了这个 可以可以 我问一句 你的私家侦探 调查到什么程度了 我已经让他们撤了 不妨按你们办案 这两天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案子 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尽快查出凶手吧 行 我们告辞了 拉着陆月月离开 陆月月说 那老爷爷有多有钱 陈时直指面前的高楼 他打个响指 就把这栋楼买下来了 那你干嘛不答应 挣点钱不也挺好 你在政治课上学过吧 钱是什么 一般等价务 是的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有钱人也不是傻子 他给我钱 我就得付出等价的劳动 不辞辛苦 安钱马后的伺候他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懂吗 懂了 陈月月点头 希望你早点有钱吧 哈哈 借你吉言 那我就可以不劳而获了 陈月月一本正经的说道 隔日 陈月月实在不想跟着查案了 在家睡起懒觉 陈时就和林东雪一起去找贾行云 并给他看了监控中的一顿 贾行云坦然的说 那天晚上 郑东和老爷子吵架 心情郁闷 我陪他去家里喝了点酒 不用隐瞒了 陆老爷子已经招了行贿一事 不 是企图行贿 陈时说 贾行云养起眉毛 你们查的可真细致 是 郑东一个星期找到我 说他爸想给我一大笔钱 让我爸把一个工程给陆老爷子 郑东挺烦的 因为我们交情不浅 他觉得 这样做事在玷污我们的友情 我告诉他 钱他自己留着吧 我会和我爸打声招呼 不过显然陆老爷子并不放心 2月2号晚上 非叫他把我请到家里 送了我一件小玩意 不值钱的哦 我心里想笑 老一辈人对人情事故看得太重 我爸也是这样 总是说什么关系我 人脉 社交资源 烦得不行 那笔钱呢 郑东拿去买吉他了 他喜欢收藏这个 我估计 老爷子就是为这事和他吵的 那晚你去他家 看见那把吉他了吗 看见了 不愧是四千万拍下的吉他 闪闪发光 每根弦都透着人民币的味道 那把吉他有破损吗 没有 包装塑料纸 非常完好 贾行云的态度很坦诚 说话间隙 还一直在盯着林东学校 陈诗问 还有一件事想问你 当时陆震东家里 有其他人吗 贾行云立即紧张起来 我不能说 这关乎震东的名誉 陈诗笑了 贾公子 你这个态度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 陆震东在自家囚禁了一个女人 对吗 你不会从我这里知道一个字 那我问些别的 离开小区的时候 注意到什么可疑人员了吗 有没有看到 小区外面有辆黑色摩托车 贾行云不假思索地说 有 小区外墙下面 停了一辆黑色本田摩托车 车牌号 我怎么可能记得 谢谢配合 两人准备告辞 贾行云追上来说 林小姐 赏脸一起吃个饭呗 林东雪没理他 慢慢地伸手 挽住诚实的胳膊 冲贾行云 扬了洋溢对弯月戏眉 贾行云顿时明白过来 十分绅士的明经收兵 难怪你们总在一起 果然警察还是喜欢警察 恕我冒犯 出来后 林东雪说 这小子倒挺有绅士风度 人长得也还可以啊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 不是我的菜 你还要继续挽住我的胳膊吗 林东雪脸上一红 赶紧把手拿开 小声道 谢谢你给我当挡箭牌哦 陈时笑笑 我还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类型 肯定不是开车的大叔 哼 林东雪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陈时掏出手机 看看专案组群里有什么进展 一条来自徐晓东的消息 正在刷屏 孙慎友的家人被绑架了 地址在 陈时立即叫住林东雪 有情况 赶紧上车 第164章 私家侦探 绑架的事情是徐晓东发现的 陆老爷子的私家侦探 为了找到孙慎友 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 还去他老婆娘家赌人 昨天把他老婆绑架了 陈时和林东雪赶到的时候 徐晓东刚刚拿下一个私家侦探 两人都有点鼻青脸肿 显然是动过手 私家侦探穿一件长风衣 戴顶帽子 双手被靠着蹲在地上 眼神很是不愤 陈时说 谁叫你们这么干的 陆老爷子的指示 他仰起半张脸说 顿时来起 你们查过命案没有 除了调查一下出轨 什么也没查过吧 私家侦探不再说话了 陈时问 人呢 送医院去了 去看看吧 徐晓东把私家侦探送到局里 陈时和林东雪去了医院 被绑架的妇女倒无大碍 打着点滴正在床上休息 一个小男孩正在床前哭 见有陌生人进来 妇女惊慌起来 小男孩伸出双手 护在妈妈面前 眼神充满戒备 林东雪亮出正见 小朋友别怕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警察 我们来了解一些情况 好把绑架你妈妈的坏人抓住 妇女虚弱地说 风风 你去外面待一会 妈妈和警察说话 陈时和林东雪 在床前端了把椅子坐下 陈时说 身体还好吗 没事 那帮畜生 我说我不知道我老公去哪了 他们就给我使坏 穿着皮鞋踩我的手指头 还为我吃芥末 简直坏透了 陈时看了一眼妇女 被纱布包裹起来的手指 心中一阵不忍 我们一定会延惩他们 并且叫他们赔偿所有医疗费 林东雪说 谢谢你们 甚有他是不是杀了人跑路了 谁说的 那帮坏人说的 他杀的人 好像还是陆家大少爷 陆启兴势力大得很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陈时问 最后一次见到你丈夫 是什么时候 妇女回忆着 到半年前 半年前 陈时惊讶 警察同志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夫妻关系 几乎是名存实亡 就因为他干这份工作 每天跟着陆总屁股后面转 就跟过去的大内总管似的 当然 收入是高 他干这几年 家里房子就买了三套 可这管什么呀 我就跟守活寡一样 当初他从小职员 晋升为总裁助理 还挺美的 说自己这下子飞黄腾达了 早知道 我就让他把这工作辞了得了 他一年都不回来几趟 有一次好不容易放一天假 是陆总去菲律宾参加一个活动 他回到家 椅子还没雾热 陆总打电话来说 洗牙器没带 让他坐飞机给送去 你说 这叫什么事 说出来 不怕叫你们笑话 我们夫妻俩很久都没有新生活了 我知道他一个三十好几的男人 整天陪着陆总到处玩 收入又高 在外面肯定有女人 我劝他回来看看儿子 他就说自己 在忙事业 狗屁的事业 不就是给有钱人当保姆吗 他对我的存在意义 可能就是每个月寄来的那笔生活费 我也是没辙 为了把儿子 拉着大只能忍着 我是听说陆总被人杀了 才打电话给他 可是电话打不通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敢报警 后来陆家就派人来找麻烦 问这问呐 在家里乱翻 把儿子都吓坏了 我们就躲到娘家去 谁知道昨天我出 昨天我出门买菜 被一帮男的用手帕捂住嘴 拖到车上去了 我吓坏了 真以为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 说到这里 妇女呜呜地哭起来 陈时庆幸 昨晚没有在饭桌上 答应陆老爷子的邀约 这种有钱而不自由的生活 对他而言就是肿折磨 等妇女哭够了 陈时问 他在那里买了一套单间 方便陆总随叫随到 警察同志 孙慎有不可能杀人吧 他收入挺高的 不可能干这种 建材起义的事情 你有他住处的钥匙吗 没有 不过 你可以打开配电箱看看 他喜欢在那地方藏把钥匙 有信息拜托你们 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会的 另外 被绑架不是件小事 我们会帮您起诉陆氏集团 不不不 妇女惊慌地说 陆家势力那么大 我哪得罪得起 他别来招惹我就好了 我不敢招惹他 有警察给你撑腰呢 陈时说服了半天 妇女才答应起诉 和提供被绑架的证据 陈时联系了彭思觉 让他派个法医过来验伤 离开病房 陈时长出口气 林东雪说 你该不会又想请陆老爷子喝茶吧 简直是个老畜生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他儿子的命比别人都金鬼 你冷静点好吧 去个地方 林东雪预感的一点没错 陈时直接开车去了陆老爷子所在的酒店 林东雪苦笑 看来你是认真的 你在这里等我 我上去教训教训他 万一你干出什么过火的事情怎么办 不行 我得跟着 陈时掏出电话 先报了警 然后静止上了酒店 陆老爷子正趴在床上 一名技师在替他做精油按摩 见陈时进来 挥一手让技师出去 宋警官 有进展了吗 我姓陈 我问你 是不是你叫私家侦探乱来的 陆启兴坐起来披上毛毯 朝窗外瞅了一眼 说 陈先生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我儿子死了 我能不着急上火吗 是 我是叫他们可以用点手段 自己体做了什么 我是一点不清楚 他们把人从十六楼扔下去了 不可能 陆启兴大惊 我只是 只是他们 可以把那女的绑起来审问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 被炸出来的这句话 原原本本的 入进了陈时口袋里的手机上 陈时摇头 说 老混蛋 你草贱人命 小混蛋 轮得着你说三道四 别以为我怕你 你又不是警察 你再对我不客气 我嫩死你信不信 陈时掏出手机 接着说 恐吓危险 我个人就可以起诉你 陆启兴的脸色 一秒便回温和 气话 气话了 我是看你们警察查来查去 就是不查孙慎勇 明明他嫌疑最大 所以我着急啊 就雇了一些私家侦探来帮忙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陈时说 去跟警察解释吧 陆启兴神情大变 哎哎 你这人太没意思了 我昨晚还请你吃饭来着 第165章 社局 随后 陆启兴戴着手铐 被警察押走了 临走前眼神很是悲重 对陈时说 除了送朗 从来没人敢这样对我 我跟你没有任何交情了 以后你再随便进这里 我就到你私闯民宅 一路走好 这次你的律师也保不了你了 陈时说 望着陆老爷子被带走 林东雪说 听我哥说 宋朗这人刚正不阿 眼里从来不揉沙子 当初调查陆二公子被绑架一案时 顺便查出了陆氏集团做的几件坏事 五次把陆老爷子请去喝茶 五次 陈时故作惊讶 看来我还得努努力 得了吧你 林东雪笑道 这事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陈时做了个手势 去孙慎友的住处看看 他们又回到陆镇东居住的小区 找到孙慎友的住宅 一个小单间 用配电箱里找到的钥匙打开门 只见屋里一片凌乱 垃圾桶里一眼就能看见安全套 纸团等物 沙发上还扔着胸罩和女士内裤 由于长期没通风 屋内气味也不太好闻 陈时捂着鼻子说 这位孙先生看来善与人交啊 真是个渣男 有妻子还在外面乱搞 林东雪鄙试地说 里里歪歪看了一遍 这里除了乱 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 陈时去走访了一下左右邻居 他们都是各个各的 没人关注过这家的事情 陈时坐在沙发上点上烟 说 我有个猜想 凶手杀了孙慎友 把尸体藏了起来 一起藏起来的 还有那把吉他 伪造成孙慎友杀人抢劫跑路的假象 林东雪说 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孙慎友本人就是凶手吗 我在专案组群里看到 出事之后 孙慎友买了几张去外地的机票 火车票 还有汽车票 那只是障眼法 我已经确认过 他的身份证 近期没有在机场 火车站 汽车站 任何一个可以离开龙安市的地方 留下过记录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能证明 陈时站起来打开衣柜 举出一根用旧的皮带 围在自己腰上 屋主经常插的那个皮带眼扣上之后 明显比陈时的腰围大一圈 林东雪立即明白了 他很胖 监控里的人是瘦瘦的 是的 而且你看冰箱里有刚买的酒和食物 电脑和席梦思床也是新买的 墙上的日历停在2月2号 说明他挺喜欢目前的生活状态 应该不会去主动破坏它 那把吉他市值4000万不假 但出手也是一个问题 他会蠢到为了这个杀人 断送自己的前途 没有充足的理由 人是不会杀人的 陈时站起来 这里没啥可看的 去陆振东家再看一眼吧 林东雪说 我还没去过呢 陆振东家里 已经经过了甚密的取证调查 到处都留下了采集指纹的粉末 不少东西被拿走了 比上次来要空许多 那半盒雪茄还在 陈时拿了一根 坐在一层的桌子边 从这里可以看见刺卧的门 此刻是开着的 陈时说 贾行云知道 陆振东藏了一个女人 也许他那天看见了 你觉得 那女人会是谁呢 大概率是 大概率是 陆振东正在追求的诚验 陆振东求而不得 索性把他囚禁起来 我相信 他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陆振东想法奇葩 又有一个有钱的爹 对他来说 世界就是绕着自己转的 陈振东在查看手机上的 专案组群 说 他们查到了 成燕的朋友反应 他前阵子一直联系不上 后来他自称是旅游去了 这里还有一条线索 成燕的手机 有近半个月没打过一次电话 他在2月3号 直接把卡换了 称自己的手机丢了 凶手是他 或者那个来救他的人 这人和成燕关系亲密 是的男人 是个很聪明 很细致 也很大胆的人 杀了人之后 他想到让孙慎有失踪 来转移警方视线 陈振东的尸体 却高调的气在野外 并在身上刺了许多刀 那些刀伤 是死后刺的 彭队长不是说 如果是生前刺的 经过小区门口的时候 保安就算看不出来 也会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那些伤是离开小区之后 刺的 用热毛巾敷一遍体表 然后刺入凶器 在死后两小时内 是可以制造出 神似生前创伤的效果 这样可以严重干扰警方的调查 认为凶手 是一个怀着深仇大恨 预知陆振东于死地的人 林东雪惊讶地张了张嘴 陆振东囚禁程艳在先 这人只是来救他的 就算一时失手杀了陆振东 他也不会被判得太重 可他居然杀了另一个人来圆谎 这岂不是又背上更重的罪名 看来他非常爱程艳 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程艳应该没有男朋友吧 就算有 他也不会让我们知道 杀了人之后 两人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联系 以防被警方怀疑到 这应该是最为正常的反应 陈石叼着雪茄陈吟 不对 他们有联系过 程艳不是那种坚强的女孩 他一个人扛不住 如此巨大的心理压力 陈石立即掏出手机 给老张打电话 让他去做一件事情 安排完 林东雪笑道 你点子可真多 这招会管用吗 就算不管用 也没什么损失 陈石笑笑 今天就此收工吧 看看明天能不能钓到大鱼 陈石的笑容突然凝固了 因为他看见专案组群里 出现一条新线索 有警员查到 陆振东公司里 有一个员工这段时间 买过消炎药和止疼药 是附近一家药店证实的 并且有监控录像作证 居然是他 陈石望着卓轩的名字 微微有点意外 陈石群发了一条消息 通知大家 明天一早不用去单位 直接来这个地址 隔日早上七点 某小区附近的一家网吧下面 穿着便衣的专案组成员到齐了 这是陈燕家附近的网吧 陈石的钓鱼计划 其实很简单 包下这家网吧 让网管把电脑上的还原系统给卸了 只要陈燕来这里上网 就能知道他登陆过的论坛 至于怎么让陈燕来 陈石打算派个资深警察过去 问些问题 给他制造心理压力 在警察离开后 他有很大概率会来这里上网 联络他的同伴 林东雪说 老实说 我都有点同情这女孩子了 要被你们利用他的软弱面 引出他的男朋友 陈石冷酷地说 做了错事就得承受代价 这就是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 第166章 真凶露面 警员在这里盯着陈燕家的窗户 其他人安逸地去网吧里上网 网吧已经包了下来 可以随便上 徐晓东打开江湖纵横 陈石看见他一身金灿灿的装备 骑着一个又像驴又像麒麟的坐骑 陈石说 你还在玩这破网游 徐晓东美美地说 我老婆包养我 整天给我好装备 升级贼快 你老婆 林东雪养起霉吗 游戏里面的啦 徐晓东解释 这时有几个男孩进来上网 网吧老板称 已经被包场了 男孩信心地走了 陈石叫老张把他们调进来 并告诉他们 可以免费上网 但只能在指定的机位上 且不能叫其他人来 被叫回来的男孩很开心 过来给陈石递烟 说 大叔 你们是警察呀 在执行秘密任务吗 陈石瞅一眼他嘴上的汗毛 说 美满十八岁吧 今天不予追究了 上网网滚回去写寒假作业 还有 不许和我们交谈 且 警察了不起啊 陆续放了三四拨小孩进来 只是有他的理由 要是陈燕一进来 发现里面全是闷声不吭的大叔 肯定会起疑的 林东雪叹息 天罗地网不好 就等这只金丝去了 警察们也不知道干点啥好 毕竟平时不怎么上网 有人招呼打两把英雄联盟 立即得到响应 大家分成两队搓了起来 红队的剑胜勇猛无比 连赢了两把 输掉的一方懊恼无比 有人囔囔 这个剑胜是谁啊 陈哥吗 不是 陈石叼着烟头 一脸郁闷 我是被你们按在地上摩擦的那只题目 好奇的警员四处寻找起来 走到林东雪面前 他突然把窗口醉小化 假装在听歌 众人说 东雪 该不会是你吧 林东雪这才打开游戏界面 果然是他 引来一阵惊叹声 林东雪不好意思的说 跟我哥玩过一阵子 不是我技术好 是你们太菜了 可以可以 带带我呗 我来红队 陈石一秒叛变 陈哥 你太狡猾了 等待开局的时候 陈石给下面钉烧的 警察打了个电话 那警察说 陈石还没有动静 好像还在睡懒觉 陈石说 下面冷 你先上来吧 换小冬去盯一会 徐小冬不爽的说 为什么是我 你来玩的 还是执行任务 赶紧的 说吧 陈石继续投入到游戏里面 直到九点 徐小冬上来汇报 他起床了 陈石叫所有人把游戏停了 派一个面向最凶的警员去拜访他 大家安静的等着 二十分钟后 派出去的人有了回音 说 问了不少问题 感觉他很紧张 行 你先找地方躲起来 或者回局里去 陈石通过电话说 陈石去吧台 盯着网吧的监控界面 约莫一小时后 陈石才穿戴整齐的出现 果然是来上网的 陈石交代老板表现正常一点 其他人赶紧各干各事 众人或开着电视剧 或开着游戏 眼睛却齐刷刷地盯着入口处 陈石终于进来了 神情显得心事重重 他并没有察觉到什么意义 没一样 在吧台开了一台机器 然后开始上网 他的位置正好就在陈石和灵冬雪 能看见的地方 其实那空出来的一整排 都是陈石故意安排的 陈石又一次上了某论坛 在私信窗口打字 等待回音 其他人一边盯梢 一边通过聊天软件交换信息 一小时后 陈石下机走了 直到他消失在外面 陈石才站起来 把门关了 网吧里的几个小孩囊囊 不让我们走了 别废话 接着玩 以后让你们走 警察们凑到陈石用过的电脑前 打开机器 他登陆过的论坛 果然可以看到 而且由于 他没有登出直接关的机 可以直接进到他的账号里 那是一个普通的影视剧交流论坛 陈石点开私信窗口 只能看见今天的通话内容 但这已经足够 燕 警察刚刚来找过我 他们好像怀疑到我们头上了 燕 在吗 燕 给我滚出来 Mac 干嘛呢这么着急 Mac 就照我们排练的那样说 警察都这样 故意炸你 别上当 燕 可我好害怕 我想你 我感觉快扛不住了 能不能晚上来见我一面 Mac 我也想你 但我们现在绝对不能见面 不能让警察猜到 我们有关系 Mac 那些信你烧了吗 燕 烧了 冲到下水道了 Mac 听着 警察和陆家都在查失踪的那人 我的计划没有出现漏洞 燕 万一找到尸体怎么办 Mac 不可能 警察绝对找不到 他们顶多以为是失踪 警察的破案率 没电视 上演的那么高 很多案子 他们十几年都破不了 放心吧 我们这次也能顺利度过劫难 因为有老天爷在帮我们 燕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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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我也想你 非常的想 亲爱的 不要泄气 不要入出破绽 就算在警察面前 有些问题可以不回答 这是你的权利 懂吗 燕 我懂 上午我要去面试 地址是在 XXX 要不你来一趟 我看你一眼就好 我们不用说话 Mac 我不能来 我爱你 所以我必须谨慎再谨慎 一个人小心点 燕 放心吧 期待早点见到你 Mac 我也期待 看完这段聊天记录 大家交换着惊讶的神色 真凶终于浮出水面的瞬间 总是令人无比激动 陈哥的推测 完全没错 徐晓东佩服的说 程燕看来不是凶手 这个Mac才是 想办法把他调出来 陈石指着给我滚出来 干嘛呢 这么着急 这两行道 语气和上下明显不一致 这两句应该是暗号 他把手放在键盘上 酝酿着措辞 林东雪说 他的语气 你能学得来吗 万一穿帮 就弄巧成桌了 查IP地址 徐晓东说 陈石接受了两人的提议 放弃原本大胆的 引蛇出洞计划 说 叫个王景过来查吧 对了 叫老鹏也过来一趟 记得带上采集指纹 和DNA的装备 第167章 去把他捅穿吧 一小时后 王景和彭思爵赶到了 王景坐下来 将自己带来的笔记本 插在电脑上 只花了十分钟 就有了结果 说 对方应该是用的无线网络 IP落地在金帽路的一家网吧 陈石一挥手 马上去那里 众人火速赶到金帽路 意外地发现 这里是一处生鲜市场 里面确实有一家网吧 正是对方刚刚待过的地方 陈石让徐晓东上去 调看监控录像 自己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除了这家网吧以外 并没有其他的监控录像 而且人来人往 环境异常嘈杂 陈石掏出手机 试图连上这家网吧的WiFi 说 这网吧的WiFi覆盖挺广 完全可以避开监控在旁边上网 只不过需要密码 林东雪说 那人肯定去过网吧 才知道密码 我上去查查 陈石摇头 人流量这么大 查起来很费劲 他低头看地面 突然把自己的鞋脱下来 对着鞋底纹了纹 然后穿上 又叫彭斯爵把鞋脱下来 彭斯爵嚷着 干嘛干嘛 还是被强行脱了鞋 陈石闻过鞋底笑道 于欣慰 来过这里的人脚底 都有于欣慰 马上召集那家影视公司 所有人说有紧急事情 把鞋还我 彭斯爵皱眉道 林东雪说 如果这人不是公司里的呢 陈石一边用手指 转着鞋一边说 没事 一下子排除掉这么多人 剩下的就好查了 他们外聘的演员就那几个 走吧 老陈 你个混蛋 彭斯爵在后面单脚跳着 追上匆匆离开的众人 镇东影视公司的全体员工接到通知 在中午之前陆续赶到公司 陈石在楼下便利店 买了一袋子一次性拖鞋 让进门的人全部把鞋换了 由彭斯爵做个简单的鉴定 计划看似万无一失 可是林东雪却提出质疑 万一那人把鞋换了怎么办 这倒是把陈石问住了 他说 你的心越来越细了 没错 这人不会乖乖就范 小冬吗 林东雪左看右看 是不是被你扔在生鲜市场的网吧了 陈石无奈服额 见过公司所有人的 除了徐晓东只有他 他说 我自己下去盯梢 每进来一个人 我都会说一声 陈石跑到楼下一家饭馆坐着 目光一刻不离公司正门 员工陆续到齐了 彭斯爵那边一一汇报 说他们的鞋底都没问题 十一点多 卓轩姗姗来迟 进了公司后 陈石通过专案组群通知大家 又上去一个 应该是最后一个 等待五分钟 林东雪回复说 他没进来 他也没下来 下来几个人 搜 陈石跑进公司 公司并没有别的出口 但是一楼一个窗户下面的墙上 清晰的留下半个鞋印 显然那小子从这里 逃到公司后面的小巷了 陈石一边跑出去 一边发消息 他逃到小巷去了 陈石来到后巷 小巷是东西走巷 他选择了朝东走 那边人比较多 来到这条街上 陈石四下环顾 发现一家服装店里站着卓轩 陈石走过去打招呼 干嘛呢 正准备去公司 卓轩十分平静地说 找我们有事 是 有事 陈石的目光落在他脚上 怎么突然 怎么突然想起来买鞋了 警察什么时候 连这个也要管了 陈石掏出手机 发送了自己的位置 很快大火都来了 卓轩这才显得有些紧张 故意不耐烦地说 要查什么赶紧的 我还有事呢 不好意思 恐怕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陈石伸手 突然抓住卓轩的右手 他本以为卓轩这只手 是被狗咬伤了 所以一直在使用左手 可是卓轩竟然毫无反应 横四角说 老陈你干嘛 人这么多 你别乱来 是腿 陈石明白过来 你的腿被狗咬伤了 所以你近期 买了消炎药和止疼药 对吗 敢不敢脱了裤子 让我们看看 卓轩露出戒备的神情 凭什么 想逮捕我 拿出证据 明明猎物就在眼前 却不能逮捕 陈石有点气恼 说 找 他没离开过这家店 找到那双鞋 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大家分头去找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卓轩换下来的鞋 陈石注意到 卓轩嘴边露出 一缕不屑的冷笑 他换位思考了一下 藏在什么地方 是最安全的呢 一个拎着袋子离开的顾客 闯入陈石的视线 陈石突然明白了 那双鞋被卓轩 放进某个顾客的袋子里 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了 如果不能在此处逮捕卓轩 恐怕就要绕很多弯路 陈石一咬牙 说 留一个人盯着他 其他人赶紧分头去找 他把鞋藏在某个顾客的袋子里了 说出这句话时 卓轩露出一丝惊慌 陈石暗想 果然没错 众人分头去找 在茫茫人潮中 每看见一个拎着这家店袋子的人 就像发现宝一样 兴奋地跑过去 终于 林东雪在公交车站拦住了一个顾客 他自己都不知道 袋子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双旧鞋 找到了 林东雪在群里兴奋地说 回服装店集合 众人赶回来 林东雪将那双鞋交到陈石手上 陈石闻了闻鞋底 冷笑 好重的鱼腥味 就是他 卓轩依然顽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证明这鞋是我的 就算是我的 又怎样 我们回去会慢慢和你解释这一点 卓先生 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吧 同一时间 陈石派人把程艳也接到了局里 两人被隔离开 陈石和林东雪坐在卓轩对面 陈石说 你挺擅长藏东西的 卓轩冷冷地看着他 交代吧 2月2号晚上 你在哪 做了什么 我说过了 在家打游戏 陈石举起手机 上面有张照片 这摩托车是你的吧 不是 行 看来你还有点不太适应这里 你先在这里屡一屡思绪 我们去和程艳聊聊 当陈石站起来时 明显注意到 卓轩露出慌张的神情 他的嘴唇动了动 欲言又止 来到外面 彭思绝正巧赶来 说 装狗尸体的袋子里的血液有三种 狗血 死者的血 还有一个未知的血样 经DNA鉴定 陈石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真相里我们就剩一层窗户纸了 去把他捅穿吧 第168章 禁忌游戏 和冷静的卓轩不同 程艳面对警察表现得十分紧张 当警方摆出几样证据之后 他很快招供了 他供述 陆震东从几个月前就开始追求他 但他对他毫无感觉 觉得这人就是个被惯坏的巨婴 认为全世界都围着自己转 拍片的时候 程艳认识了卓轩 卓轩是个既聪明又有趣的男孩 两人相谈甚欢 程艳挺喜欢他的 可能这就是灾祸的起点吧 也许是陆震东心生极度 一天晚上 程艳和卓轩散步之后回家 被一个男人强行拖到车上 打了一针 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被绑在一张豪华的大床上 陆震东穿着单薄的衣服 一脸吟笑地看着他 他吓得大哭大喊 陆震东说 这里就你和我 省点力气吧 陆震东倒没有对他实施强奸 只是把他晾在那里 不让吃饭 不让喝水 更过分的是 不让他上厕所 他拼命喊 求你让我上个厕所吧 我受不了了 喊得嗓子都哑了 陆震东才进来 一脸吟笑地说 只要你喊我主人 我就放开你 程艳心里恨透了这男人 宁愿撒在床上 躺在臭烘烘的尿里 也不愿意屈辱于他 闻到尿骚味的陆震东冲进来 破口大骂 看你像不像一头母猪 然后取出一个小鞭子 抽打他 那鞭子应该是情趣用品 打人并不疼 可是让程艳感到异常的屈辱 教训完程艳 陆震东拿来一瓶矿泉水 一脸吟笑地说 喊你主人 我就给你水喝 程艳气得把嘴唇都咬破了 用最难听的话骂他 陆震东就一脸吟笑地 把谁倒在他胸口 让他看得见 却喝不着 然后把他晾在那里 自己走了 显然 陆震东求而不得 动起了歪主意 用这种调教的办法 让程艳屈辱 但陆震东实在不是一个 合格的调教者 第二天他自己先失去了耐心 他跑进来 看见程艳已经奄奄一息 去煮了一大碗饺子 气愤地往程艳嘴里塞 骂道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别TM死了 给我吃 给我吃 程艳吃着这个恶心的男人 施舍的食物 默默流下眼泪 吃完 陆震东说 你只要听话 我就把你放了 好不好 程艳点头 陆震东居然真的把他放了 解脱之后 程艳立马就往外跑 可是他被绑了一天 手脚无力 加上本身就是女孩子 陆震东气急败坏地把他抱起来 扔在床上 重新绑上 这时的陆震东迎信大发 扑在程艳身上撕他的衣服 程艳扭着头默默流泪 一点反应都没有 陆震东厌恶了 放弃了强奸 说 每个女人都对我头怀送抱 就你还想带我胃口 我警告你 玩过火了 我是会生气的 一天又一天 程艳心如死灰 漆黑的房间里 时间变得如此漫长 他想吃东西 想喝水 想听一些声音 想看见一些会动的东西 为了换到一点生存的资源 他只得假装屈辱 一口一个主人 喊得陆震东飘飘欲仙 陆震东以为自己赢了 去开饮料给他喝 做饭给他吃 当然 陆震东根本不会做饭 连速冻食品都煮得一塌糊涂 塌糊涂 人的容忍能力 确实会慢慢放宽 就连陆震东松开他的绳子 扑在他身上动手动脚 他也不那么觉得恶心了 只是像狗一样跪着 贪婪地吞咽着速冻水饺 和速冻面条 那晚他被陆震东强暴了 但他能回忆起来的 只有速冻水饺没煮透 面条有点烂 另外吃进嘴里的床上的纤维 让喉咙有点痒痒 陆震东还是不放心他 出门之前就把他绑起来 一脸吟笑的道别 亲爱的 我去上班了 晚上再来看你 承燕机械地说 主人 走好 晚上陆震东回来 他买了一套新盏盏的女仆装 承燕已经非常听话 任由他带到浴室 这是他七天以来头一次洗澡 身上已经臭不可闻 洗干净之后 陆震东坐在客厅 一脸吟笑地说 不用穿内衣 直接穿上这个 承燕感觉自己早已没了屈齿心 在他面前穿上女仆装 陆震东一脸吟笑地说 早这样听话不就得了 女人果然都是需要皮鞭才能征服 承燕回忆说 当时的一切就像噩梦一样 梦里的陆震东 就是一个带着吟笑的恶魔 陆震东对他的管束渐渐放宽 可以让他在屋里走动 回来之后 就是为他吃东西 强暴他 陆震东对自己那方面还挺自信 有一次完事后 他说 我发现你有点性冷淡 别的女人都能高潮 就你不会 承燕冷冷地说 那些女人骗你的 就那两分钟 你妈都不会高潮 说什么呢你 陆震东一耳光打在他脸上 陆震东有时候 还会讲他那些无聊的往事 我第一个女人呢 是家里的女仆 那是我十三岁时候的事情 他认为 这种破事很精彩 谁都爱听 承燕感觉自己 已经变成一具木偶 只是内心深处 藏着一团小小的叛逆 他想趁陆震东睡着的时候 隔开他的喉咙 把屋里那条讨厌的狗吊死 把这间房子烧了 但李志告诉他 他没法反抗 陆震东很强大 陆氏集团很强大 他们动动手指 就能碾死他 唯一的希望就是 继续忍耐 等陆震东把他挽腻了 放他走 有一天晚上 承燕突然有了一个 更加恶毒的想法 趁他现在还喜欢他 他要死在他面前 对 上吊 拖着舌头 拉出一地排泄物 叫陆震东看见 做一辈子噩梦 叫他一辈子布局 死是上帝 留给每个人的 一扇解脱之门 显赫富贵 如陆震东者 也操纵不了死亡 说干就干 承燕找了一条 结实的狗绳 在二楼栏杆上 拴好一个绳套 然后踩着椅子站上去 屋里那条死狗叫起来 陆震东被惊醒了 跑出来大喊 我的吉他 然后他看见 准备上吊的承燕 他疯了 把承燕拽到地上 扇他耳光 怒吼道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去死 为什么要背叛我 承燕恶狠狠地瞪着他 双目如刀 他恨这个男人到了极点 陆震东气得发抖 指着他说 我要给你一个教训 明天我要让一个人来 让他看到像母猪一样的你 第169章 犯罪始终三更 第二天 陆震东一直到晚上九点才回来 承燕穿着脏兮兮的女扑装 陆震东不会洗衣服 在屋里玩 他发明了一种游戏 把用盐盐过的肉喂给狗吃 狗吃了之后 闲得直叫 承燕就倒了一碟子酱油给他 这狗就傻了巴基的舔 舔完叫得更响了 最后受不了跑去喝马桶里的脏水 承燕把这条臭狗 当成陆震东 用他来发泄心中的屈辱和愤怒 晚上九点 陆震东进了屋 叫承燕回房间躲起来 原来他带客人回来了 那应该是 他的一个朋友 两人在客厅喝酒聊天 不时发出吟笑声 他们说了什么 承燕已经记不清了 只记得一句对话 震东 金屋藏娇啊 出来 让兄弟看看嫂子呗 刚洗完澡 不方便 哈哈 看你迫不及待的样子 不打搅你的好事了 客人走了 陆震东才进次卧 他在承燕面前毫无羞辱 换上一套家居装 手里端着红酒杯 坐在椅子上盯着承燕迎笑 门铃响了 陆震东一咕噜爬起来 眉飞色舞的说 贵客来了 当那人走进来的时候 承燕的眼睛瞪得不能再大 竟然是卓轩 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不停的说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你还知道羞辱 卓轩 你就站在这里 看我怎么干他 陆震东说 卓轩的声音透着愤怒 知道了 原来 陆震东给他的惩罚就是 在他喜欢的男生面前羞辱他 击溃他的自尊心 陆震东总是很有创意 陆震东立马解开裤袋 他准备开弓 承燕缩在枕头里瑟瑟发抖 他不愿被卓轩 看到自己这个丑陋下贱的样子 陆震东强行把他扳过来 双手按着他的手 开始实施强奸 承燕满眼泪水 他看见后面一动不动的卓轩 慢慢抽出一把刀 陆震东还在赢 笑 你叫破喉咙也没人 就在这时 卓轩一刀 扎进陆震东的脖子 血喷了一床都是 承燕吓得尖叫 陆震东慢慢扭过脖子 不敢相信地看了一眼卓轩 然后倒下去了 尸体就压在承燕身上 卓轩把这男人恶心的尸体推开 拽起承燕 双眼炯炯放光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 你把他杀了 没事的 我套过他的话 没人知道你在这 我有周密的计划 但需要你配合 说出这句话的卓轩 眼神充满自信 感染了承燕 他抱住卓轩 感觉他的肩膀强壮有力 像一位来拯救他的骑士 卓轩把染了血的床单抽出来 将地板擦拭一遍 然后和承燕将尸体抬下去 这时那条狗冲过来 咬住卓轩的腿 卓轩疼得大叫 承燕心想 主人都死 看你还横 他拿起旁边的狗链子 拴在狗环上 然后抛过楼梯的扶手 把狗拽了起来 他早就想这么干了 心里一阵痛快 狗在半空中挣扎着 终于死掉了 承燕心中的一口恶气出了 他觉得自己 已经变成了卓轩的同伙 卓轩没有说话 麻溜的开始收拾房间 擦掉指纹 并从书房里取出一把吉他 一把扯断琴弦 扔在沙发下面 承燕不解的看着他 卓轩说 我已经杀了另一个人 是他的助理 警察 李 警察肯定会怀疑 是助理偷了这把昂贵的吉他跑了 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 你最聪明 承燕吻了他 现在我们把事情弄出去 经过保安那里很危险 你必须配合我 会开车吗 学过 确认家里已经收拾干净 两人离开 我对这个人渣的死一点也不感到悔恨 他活该 是卓轩救了我 承燕以这句话结束了他的供述 审讯员又询问了一些细节 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了近三个小时 陈石和林东雪一直在外面听着 听到一些部分的时候 林东雪不禁捂住嘴 陈石没有予以评论 听完之后说道 去听听另一个人的版本吧 卓轩已经在审讯室里待得不耐烦了 见陈石进来 摇晃着手铐说 快放我走 你恐怕走不了了 承燕已经什么都招了 你骗我 你们警察总喜欢这样说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 陈石叫林东雪进来 他手上拿着一份 承燕口供记录的复印件 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 即便他看了 也不会影响他这边的供词 看见上面的文字 卓轩不禁哆嗦起来 不知道是出于恐惧 还是憎恨 陈石从他手中夺过 在审讯桌后面坐下 说 说说你的故事吧 卓轩目光游异着 终于开了口 他说 承燕在拍戏的时候 和他有了感情 只是没想到 陈镇东这王八蛋横刀夺爱 居然把承燕掳到家里 用调教的形式逼他就范 那几天卓轩疾疯了 四处打听承燕的下落 终于机会来了 陈镇东居然自信到 要他围观他强暴承燕 以此来击溃他的自尊心 卓轩便抓住这个机会 就吓了承燕 如果我不出手 谁能替我主持这个公道 你们根本不知道 陆家人在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面前的嘴脸 他们一手遮天 横行霸道 我只是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卓轩说 杀死另一个人 来稀释你自己的嫌疑 这叫做最正确的选择 陈石问 你们被耍得头头转吧 卓轩居然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陈石摇头 你的计谋 在电影中或者会奏效 可这里是现实 你是不是 还有什么没交代 交代什么 能说的我都说了 一个人撒谎 说明他要掩盖的东西 值得赌上一把 你现在差不多连命都没了 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吗 陈石露出一丝恶毒的笑容 是他对你的爱 我们生没法在一起 被为父不仁的王八蛋拆散 但来世仍然可以做情侣 林东雪厌恶地说 你是不是糊涂了 承燕没有犯罪 他是被害人 你才是杀人凶手 他还可以度过自己的人生 但你要在监狱里待到死 卓轩瞪了下眼睛 这个青年似乎沉浸在 亡命鸳鸯的假象中 忘了法律对刑事责任的划分 陈石慢慢地说 我想跟你聊聊 最开始 陈石的惊人之语 让林东雪惊讶地瞪大眼睛 你是说 陈石点头 转向脸色煞白的卓轩 你收了陆振东的钱 把陈燕转让给他 所以他才会放心地 让你去参观 也许最开始 甚至是你亲手把他 送到这个恶魔手中的 你胡说 你胡说 卓轩激进崩溃 这样好了 你告诉我们实情 我们绝不会告诉他 让他永远认为 你是一个为他牺牲的 完美男朋友 或者你不说 我去告诉他真相 当然 我的推理可能会比真相 还要夸张 卓轩冷汗如注 陈石的话击溃了 他的心理防线 他终于开口 陆振东 答应给我 四千万 人渣 林东雪低声骂道 什么时候 陈石问 半个月前 他找到我 提出这个条件 我一开始肯定是断然拒绝 可是当他把价 加到四千万的时候 我这辈子都挣不来这么多钱 我想换成别人 也会这么做的 不要把别人想得和你一样 林东雪鄙视的说 接着说 陈石道 卓轩双目湿润 嘴唇如冻着 声音也随之发颤 我心里当然也挺难受的 可是一想到 我能拿这笔钱 给我妈治病 给家里买房子 完成自己的电影梦 我就动摇了 那天我约陈彦出来 散步的时候我漫不经心 他说的话我都没听进去 后来送他回家了 然后陆振东开车来找我 我们在陈彦回家的路上等他 是我 是我把他拖进车里的 陆振东给他扎了一针 他笑着跟我说 放心吧 我会好好对待他的 双赢 然后陈彦就失踪了 我每晚都去他家下面 却发现 他的窗户一直不亮灯 打电话也打不通 我找到陆振东问怎么回事 陆振东又笑着跟我说 小姑娘停降 需要花点时间 我揪着他的领子问 你把他怎么样了 他说 Easy Take easy 我不可能伤害他的了 我这么喜欢他 怎么可能伤害他 我说 那他人呢 陆振东回答 在我家 哎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最近看了一部外国电影 一个男的把一个女的关起来 像宠物一样养着 慢慢那女的就爱上这男的了 你不要那样看我 我不是变态 这是必要的手段懂吗 我向你保证 我不伤害他 只是调教而已 我恶心透顶 一想到 自己亲手把程彦推进这个火坑 便恨透了我自己 于是我不自觉地开始看各种BG片 犯罪片 似乎潜意识中 我想杀掉陆振东而后快 我每天都在煎熬着 尤其是晚上 一想到陆振东那禽兽再怎么玩弄他 我就恨得不行 根本也不能寐 为什么世界是如此扭曲 有钱人可以为所欲为 人类已经快完蛋了 越有钱的人 拥有越多的交配权 但这些有钱人的基因 却是丑陋自私的 如此一来 优良的基因渐渐消亡 丑陋的基因不断延续 人类终将灭亡 林东雪怒拍桌子 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说正事 他失踪达到两个月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杀人计划 卓轩眼神恶毒的说道 仿佛回到了那个 计划杀人的夜晚 我插一句 你拿到钱了吗 陈诗说 没有 陆振东开了一张空投支票 我问他了 他说 他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不过他父亲近期会给他四千万 他承诺过一个星期给我 可是过一个星期 他又来找我 说哥们对不住 今天有个拍卖会 有把吉他太赞了 我就买下来了 听这话时 我差点当时就把他宰掉了 可是他又说 吉他他嘚瑟两天就给我 这吉他是会不断升职的 比四千万还值 我信了他的鬼话 那把黄家鞠用过的吉他 屁 他是这样忽悠我的 吉他呢 我拿走了 和他助理的尸体 都藏在我家里 陈诗这次有点意外 我以为你会藏得更加隐秘 卓轩摇头 如果警察怀疑到我 怀疑到来搜查家里的地步 我藏哪里都没用 所以不如就藏在家里 尸体不会发臭 因为我买了一个大冰柜 放在里面 那把吉他的话 我希望你们卖了之后 把钱给我妈 你们也可以拿一点 我不会说的 林东雪一脸鄙试 陈诗说 那把吉他不是你的 陆振东并没有正式赠予你 那还是他的财产 审理结束后会 交给他的家人处置 什么 卓轩低下头 原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陆振东什么代价也没花 白完了他半个月 便宜了他 我恶心的快吐了 林东雪的鄙试 已经上升到顶点 陈诗说 我有点不明白了 你杀陆振东的动机 到底是因为他没有履行承诺 还是因为他横刀夺爱 兼而有之 两个因素 哪个更大呢 爱情 卓轩顿了顿才说 在那么多钱面前 也不是什么不能割舍的东西 换做你 我绝对不会 背叛所爱 陈诗说 所以 如果当初陆振东给了你吉他 结局就是 皆大欢喜 他得到成念 你得到钱 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吗 一切都晚了 你是楚男吗 卓轩愣了一下 如果打飞机不算数的话 那应该是 那你估计会当一辈子楚男了 卓先生 祝你好运 陈诗站起来 审讯到此结束 林东雪跑到外面 发现大家都在 他尝出了一口气说 本以为是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原来全是恶心透顶的东西 旁听的众人 也是个个震惊 徐小冬问 陈哥 这是要对那女孩子说吗 不用说了 就让他以为自己爱上的 是一个完美的男孩吧 陈诗掏出一张卡 是陆老爷子给的那张 有二十万金额的储蓄卡 这钱是陆老头给我的 本来我打算结案之后 装个壁如数退还 现在我改主意了 给那女孩找个好点的心理医生 剩下的全给她了 就说是 我们一起捐的 算是一丁点心理安慰 林东雪苦笑 故事的结局 还是用钱来平复内心的创伤 钱 也是分好与坏的 陈诗笑道 外面突然理化升空 大家一阵惊叹 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有人突然想起 今晚是除夕 靠 忙的都忘了 太好了 在新年前把案子破了 陈哥威武啊 在大家欢乐的声望中 林东雪却拉着陈诗 悄悄走开了 两人来到办公室 陈诗说 有礼物要送我 哈哈 你猜对了 林东雪从抽屉里 拿出一条真枝围巾 挂在陈诗脖子 亲手帮她椰好 围巾上有可爱的小花 陈诗很喜欢 说 谢谢 就一句谢谢 林东雪背着手 注视着陈诗的眼睛 陈诗比她高 她不得不踮起脚 要不 今晚来我家吧 陈诗提议 林东雪脸上一红 陈诗接着说道 陈诗接着说道 陈诗估计在家饿坏了 我给你做年夜饭 晚上一起守岁 林东雪心头掠过一阵小小的失落 但想想也不错 应该会是一个温馨 又难忘的新年夜吧 第171章 刘姥姥上城 2月12日 正月初三 陆震东的案子 仍在进行最后的取证工作 警察们还在辛苦加班的时候 陈诗这个好心市民 就显得比较轻松了 可以在家舒舒服服地过个年 龙安市下了一场大雪 陈诗一大早就兴奋地不行 穿着一身红的像小辣椒似的新衣服 跑到外面搓雪球丸 还非要陈诗陪她打雪仗 陈诗说 我得出烫门 你在家乖乖的 在外面玩雪别跑太远 小心被坏人拐走 又要去给林姐姐送饭 哼 都不关心人家一下 陈诗故意说道 然后又笑起来 我学林姐姐学得像不像 臭小鬼 那两天 她点不着外卖 我才去送饭 又不是天天送 陈诗脸红的辩解 行了行了 你去吧 我玩一回就回去学习 给我回去玩游戏 寒假作业都写完了 还学习什么 陈诗今天要见的人是陆启兴 也可以说是受邀请去见他一面 开车来到陆启兴的酒店 服务员带他上楼 空荡荡的大房子里 陆启兴坐在床边 对着窗外漫天雪景 手中拿着一瓶香槟 背影格外苍凉 陆老爷子 新年好啊 陈诗打招呼 陆启兴像木偶一样 慢慢扭过头 顿了一会才说 宋警官 我姓陈 陆启兴颤巍微微的站起来拿杯子 陈诗说 不不 开车呢 他自己从床头取了根雪茄款待自己 看看我 过年了 人人都合家团聚 我却是孤家寡人一个 您这是活该啊 案情你已经知道了 陆大少爷不愧是您的儿子 无耻的样子 很有您当年的神韵 春晚上的半蓝明星 我都一起吃过饭 甚至上过床 可是却没一个人陪我看春晚 这是炫耀呢 还是抱怨呢 哎 进门一盏灯 出门一把锁 晚景七两啊 您要不干脆死了算了 陆启兴瞪他 安慰一下孤独的老人 会死啊 老混蛋也值得安慰 您怎么没在拘留室里过新年 那里挺热闹的 个个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我给了被绑架的女人一笔钱 他不会起诉我了 有钱真好 是吧 你想不想有钱啊 不想 陆启兴喝了一口酒 摇头 要是郑杰还活着就好了 虽然他不成器 但我最喜欢他 您这个大儿子 是买避运套送的哈 你要钱就跟我说嘛 何必玩这一出 陆启兴养天长叹 然后去取杯子 准备给陈时倒酒 陈时说 我开车 喝 陪我喝 一醉放休 陆启兴另脸 我开车 喝这个 陆启兴拿了一瓶 无酒精的芋条酒过来 陈时只好陪他走了两杯 老人发泄了一通 想念了二儿子五次 稍带提了一句大儿子 然后想起案子 说 媒体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他们准备头版头条的 刊登这案子 话我说了 收不回来 你们警方帮忙美化一下 有些内容 掂量着往外说 原来是这事 陈时也怕自己被人关注 说 我可以和局里沟通一下 不过我要求 一个字也别提到我 稿子发出来之前 让我过目一遍 可以 老爷子意外痛快地回答 于MBS SP 干杯 干 怕老爷子健忘 陈时特意把这件事写下来 放在桌子上 陈时就此告辞 却被老爷子叫住 杀害震洁的凶手 还在逍遥法外 警方仍在通缉 那不就是没逮着 我希望在死前 看到这个混蛋被枪毙 我现在悬赏一百万 老爷子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万 如果一个月内 你逮到这凶手 这五百万归你 陈时想笑 老爷子 我只是个司机 又不是警察 我去哪抓人 你已经证明 你有这个能力 我很看好你 五百万不想要吗 不行 我话就放在这里 一个月 五百万 绝不食言 我要让杀震洁的家伙 血债泄肠 陈时没再说话 静止走了 他回忆了一下 那个绑架案的主犯 名叫季春马 破案之后 一直在潜逃 早就阴性全无 想找到他完全就是 大海捞针 去他妈的 反正这老头健忘 酒醒了 就忘了这事了 陈时开车回去 路上大雪漫漫 行人和车辆都很洗手 经过季东路的时候 陈时看见一个 农村打扮的老太太 和一个小孩 在一家银行外面的台阶上坐着 老太太一直捂着胸口 陈时把车道回去 问 老人家 上城走亲戚 老太太一开始 不知道是和他说话 愣了一下 看见陈时之后 脸上堆起笑容 我想打听一下 这个 老太太戴上老花镜 打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这个精灵华府怎么走 上车吧 我带你去 哎 狗蛋 扶姥姥上车 一老一小上了车 陈时说 忘了说 我这是出租车 去那里贵不贵 要是太贵 我还是坐公交车好了 我看看啊 陈时装无作样地研究了一下手机 您给五块钱吧 行行 老太太打开一个手帕 这就是她的钱包 从里面找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 交到陈时手里 陈时拧开水杯给她 老太太满口称谢 虽然自己的嘴 已经干得起皮了 但还是先给小孩喝了一口 然后自己才抿了一口 把杯子递还给陈时 半小时后 陈时带她来到那小区 老太太口音重 保安表示听不懂 陈时下车问 您找谁啊 我外甥女 叫王喜凤 陈时把这话向保安说了一遍 保安显得不太耐烦 查了查业主信息 说没有叫这名字的 您再查查 真没有 陈时说 业主可能是她家人的名字 老太太 你外甥女嫁人了吗 三十好几了 应该嫁人了 她老公叫什么 啊 你说她家属啊 我不知道 上次见她的时候才这么点大 老太太用手笔划着 那你在龙安 没有别的亲人吗 没有 我妹妹去年刚去世 当时我没能来 她就生下这一个女儿 我趁着大过年的 带着外孙过来看看她 你有她电话吗 没有 身份证呢 不知道 陈时无奈地笑笑 这样吧 我有个当警察的朋友 我叫她查一下 那太谢谢你了 第172章 冷淡的亲戚 电话那头 林东雪听明白陈时的请求 不禁苦笑 陈师傅 大下雪天的 你在外面学雷锋啊 知道了 我帮你查查 电话先别挂短 等待片刻 林东雪说 嗯 龙安是叫这个名字的 有14个 居然还有两个是男的 陈时问老太太 你妹妹叫什么 刘翠珍 陈时转告林东雪 林东雪说 找到了 我给房产局打个电话 五分钟后 一条地址发到陈时手机上 陈时念给老太太听 凤宁路红府豪园三单元1209 老太太感激地说 太谢谢你了 我带你过去吧 那这车费 算你五块钱吧 好好 搗蛋 上车了 路上 陈时发现 手套箱里 还有些新年买的小糖 他抓了一把给小男孩 说 吃点糖吗 小男孩窃窃地不敢接 老太太说 还不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不用客气 陈时笑笑 老人家贵姓啊 姓刘 你们这大冷天的 还出来跑出租 怪不容易的 不是 我走亲戚 顺路而已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四十分钟后 来到了洪府豪园小区 刘老太太一口一个谢谢 领着狗蛋下车了 一路打听 找到王喜丰的住处 两人 却被门禁挡在下面 一脑一小都不太明白这东西的用法 在下面站着 直到有别的住户下来 刘老太太忙拦住说 劳驾 我找住在这栋楼的王喜丰 对方上下打量老太太 说 不认识 住几号啊 刘老太太打开一个烟河纸 是刚刚那好心司机 帮忙抄下来的住址 递给住户看 住户替他按了1209 门禁里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谁啊 喜丰吗 我是你呀 大过年的 来看看你 刘老太太对着门禁大声说 刚刚那名住户窃笑着走了 哪个姨 刘翠娥 刘翠娥 你是我妈的那个妹妹 农村的 对对 谁来了 那头有另一个女人在说话 农村的亲戚 真是的 非要这时候来 刘老太太脸上善善的 却仍然维持着笑容 她以为这个小装置 对方是能够看见自己的 上来吧 门锁咔一声打开了 刘老太太自语道 城里的玩意 真是搞不懂 赶紧拎着狗蛋上楼去了 两人上了楼 王喜凤已经打开门迎接 她似乎刚刚睡醒的样子 头发没梳 妆也没化 穿着一件真似睡衣 微露着一抹苏胸 狗蛋在村里 从没见过这么漂亮性感的女人 脸灯失红了 被姥姥在后面推着催促道 快喊姨娘 姨娘 这小孩谁啊 王喜凤不耐烦地问 刘老太太满脸堆笑 是你表哥拴子的孩子 没出过村 我带她来玩玩 王喜凤瞥了一眼脏兮兮的狗蛋 神情中满是厌恶 你来城里 怎么不先打个电话 刘老太太又陪着笑脸 双只手不知道哪网里放 故左右而言她 一大早坐大巴车来的 好不容易才找到这 多亏遇到一个好心的司机师傅 要不可能还找不着这里 不着这里呢 进来吧 换鞋 两人小心翼翼地进屋 屋里很是凌乱 看样子住在这里的人不太爱打扫 一向喜爱整洁的刘老太太 看着有点闹心 她弯着腰找拖鞋 这里没有给小孩准备的 只能让狗蛋穿一双女士拖鞋 王喜凤懒洋洋地椅在沙发上 当点上一根薄荷香烟 突然扎呼起来 别穿大双 LV拖鞋 几万块一双呢 脚干不干净啊 就穿 穿旁边那个 刘老太太尴尬地指指旁边的拖鞋 这个 换好鞋 屋里走出来另一个女孩 比王喜凤年轻一点 面相看着比较和善些 她从客人点头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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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喜凤摊开一只手掌 介绍说 这是我的助理 瓶子 去你MD 我什么时候成助理了 瓶子姑娘笑着把一个抱枕 扔到王喜凤身上 那我说你是谁 我媳妇 就知道占我便宜 瓶子伸手到茶几上拿烟 狗蛋扯扯刘老太太的衣角 说 姥姥 我想拉屎 在外面怎么不说 刘老太太低声呵斥 忍一忍 一会就走了 我忍不了 拿你没办法 刘老太太问 喜凤啊 茅菜在哪 那边是卫生间 王喜凤玩着手机 眼皮不抬地说 当看见洁白干净的卫生间 刘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 叫狗蛋在马桶上坐着 狗蛋说 坐着拉不出来 最后只能蹲在上面 刘老太太小声说 尿尿的时候 把小JJ按着点 尿到外面 把人家的地弄脏了 就不好了 狗蛋脸蛋红红地点头 因为衣服穿得厚 蹲在马桶上 也不太舒服 身后的门哗啦一声拉开 王喜凤像个抓紧的正方一样 闯进来 柳没倒树 尖戏嗓门又扎呼起来 我就知道 刘老太太陪着笑脸 小孩子没用过 不习惯 菜外面不辣 跑这里来啦 怎么着 还肥水不流外人铁啊 一老一小脸红到耳根 瓶子过来劝说 你别把小孩子吓到 王喜凤一脸嫌弃 拉完记得把马桶边擦干净 趁狗蛋上厕所 刘老太太把放在门口的麻袋 提到屋里 打开来一样样放在茶几上 说 自家晒的笋干 木耳 还有雪里红 带给你们尝尝先 瓶子说 看着怪不错的 王喜凤仍旧一脸厌恶 城里什么都买得到 不用费这个劲 一点心意 刘老太太搓着手笑道 你妈已经过时快一年了吧 走了有一年了 唉 不容易啊 年轻时到城里闯 嫁了两个男人 好不容易才给晚辈 挣下一套家业 王喜凤冷冷地说 我妈死的时候 什么都没留下 医药费我就贴进去好几十万 这房子是我自己买的 喜凤 你在哪个单位上班呢 自己做生意 王喜凤含糊地回答 那好 那好 你跟你妈一样 有本事 能挣钱 不叫我们 你大老远跑来 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刘老太太像自证清白似的说道 我就是想 这亲戚之间不经常走动 都生疏了 也该过来看看 你们了 下次你们有空 也可以到我们那玩玩 看看你表哥 王喜凤鄙试地说 我才不到农村去呢 第173章 算计 刘老太太像挨了一耳光似的 动得僵硬的脸上 仍然维持着笑意 你们工作忙 我是说有空吗 吃饭了吗 还没呢 一大早赶来 一口饭没吃 王喜凤拿起手机 我交个外卖吧 一起吃 不用破费 随便搞点家常便饭就成 我们农村人 粗茶淡饭习惯了 瓶子笑道 阿姨 城里交外卖很省事的 电话都不用打 哦 你们城里变化最大了 刘老太太点头 王喜凤叫完外卖 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看起春晚的重播 她笑的时候 刘老太太也跟着笑 不时指着电视说 这个小瓶演员 演了多少年了什么的 王喜凤并不理她 狗蛋从卫生间出来 瓶子招招手叫她过来 从糖盒子里 抓了一把小糖给她 虽然空气里满是尴尬 但瓶子这个小小的举动 却让狗蛋又小的心中觉得 这个瓶子姐姐是好人 一会功夫 有人敲门 刘老太太下给赶紧 从小马扎上站起来 瓶子笑着示意她坐下 阿姨 是外卖来了 哦 瓶子将外卖取进来 招呼大家吃饭了 外卖是一个超大的盒子 另外还有几个小盒子装的米饭 打开一看 是条香喷喷的烤鱼 上面堆满红彤的辣椒 刘老太太说 哦呦 这么辣我不能吃 嗓子受不了 没事 看着辣而已 王喜凤夹了一块子鱼背上的肉 眼睛仍然盯着电视机 瓶子给狗蛋夹了一块 狗蛋小声道谢 扒进嘴里突然吐出来 对刘老太太小声说了句什么 刘老太太赶紧放下筷子 双手合十念生罪过 王喜凤厌恶的瞅了一眼 狗蛋吐在茶几上的一坨鱼肉 生硬的说 怎么 不爱吃啊 刘老太太说 我们那不吃黑鱼 黑鱼是河上边的笑鱼 吃了要遭罪的 王喜凤的厌恶上升到极点 要不是看四个人吃饭 我也不买这么大的了 瓶子也说 那都是迷信 哪有什么不能吃的 我们经常吃 不还是好好的 刘老太太陪笑道 没事 我吃点辣椒就行 王喜凤说 这像什么话 你放心的吃 没事的 瓶子说 我们平时不也吃 哪有什么事 小朋友 你吃啊 狗蛋摇头 刘老太太脸上实在挂不住 用胳膊嗓了嗓狗蛋说 吃吧 别给人家添麻烦了 姥姥 狗蛋抬起脸 有点不敢相信姥姥的叛变 你看姥姥都吃 刘老太太自己夹了一根 吃起来 吃吧吃吧 瓶子催促 狗蛋默默咬了一口 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口中的鱼肉味同嚼辣 王喜凤像得胜似的 头一次露出笑容 这就对了吗 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封建迷信 这顿饭吃得并不怎么愉快 没牙的刘老太太 不停扎巴嘴 中途还被辣椒皮裤到嗓子眼 跑到卫生间去咳嗽 吐出的那口浓潭 落在马桶上 响声清脆 搞得王喜凤都没食欲了 她扔下筷子 点上根薄荷香烟 不顾狗蛋滴滴的咳嗽声 问 你们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明天就回去吧 坐早上的车 刘老太太说 那我这里也住不下 要不带你去招待所吧 雨安 MBSP 不用不用 不要破费 就一晚上 在沙发上对付一下就行了 王喜凤扭过头直翻白眼 瓶子打圆场说 招待所不花几个钱的 那 那好吧 吃完这顿下午三点的午饭 王喜凤把盒子全部装到袋子里 用抽纸擦抹了一遍茶几 然后把袋子系上 扔在门口 瓶子饭后还是 习惯性的从冰箱拿出一瓶保健醋饮 王喜凤走过来低声说 今天别喝了 你喝他们也跟着喝 十几块一瓶呢 桌上的开心果 碧根果也收起来 给他们磕点瓜子就得了 他们要待到什么时候 谁知道 可能吃完晚饭走吧 这帮穷亲戚真麻烦 谁还没几个穷亲戚 瓶子去厨房倒了杯水 王喜凤见刘老太太 一直坐在茶几旁边的小马闸上 说 你倒是坐沙发上啊 怕弄脏 刘老太太笑道 此家人 怕什么 来来 你坐这看电视吧 那不好意思了呀 刘老太太坐到沙发上 软软的质感把他吓一跳 一上午奔波 加上刚刚吃过饭 再加上王喜凤的声音很催眠 刘老太太的困意渐渐涌上来 他一开始还强撑着 就电视节目发几句不痛不痒的感慨 后来实在受不了 就睡着了 正在看电视的王喜凤 听见旁边传来嘀嘀的憨声 瞅了一眼熟睡的刘老太太 脸上的厌恶无以复加 一声脆响从卧室出来 王喜凤跳起来 冲进卧室一看 原来狗蛋打碎了一个陶瓷小百贱 狗蛋垂头丧气 一声不吭 妈的 你个熊孩子 什么时候跑进来的 谁允许你进来的 啊 说话 打碎东西 连句对不起都不知道说 真没佳教 王喜凤一根指头 戳在狗蛋额头上 狗蛋被戳得裂切一下 脸颊烧得更红了 瓶子闻声跑进来 怎么回事 你看看怎么回事 王喜凤恶声恶气的对狗蛋说 滚出去 狗蛋灰溜溜的走了 瓶子看见地上的碎片 又不值钱生什么气 我的东西被人打碎 能不生气 我最讨厌别人进我房间 那也得分什么人吧 瓶子暗示性地笑笑 王喜凤现在显然没心情开玩笑 骂道 闭上你的闭嘴 老了 老了 狗蛋正在外面 正试图把刘老太太咬醒 瓶子的眼珠转了转 说 你前两天不是把姐夫的一件古董打碎了吗 怎么了 就说是熊孩子打碎的 叫他们赔钱 穷成那样 他们赔得起吗 王喜凤冷笑 赔不起正好叫他们走 我想用客厅的跑步机都没法用 这主意好 不准现场 刘老太太正好带着狗蛋进来 说 咋回事啊 喜凤 孩子把东西打碎了 多少钱 我们赔 王喜凤看着地上的碎片 说 赔 赔得起吗 这是我老公买的古董 值十几万呢 刘老太太被这数字吓得咋舌 一巴掌扇了狗蛋脸上 你怎么回事 叫你不要乱碰 不要乱碰 这下倒好 狗蛋捂着脸十分委屈 当他看清地上的碎片时 说 那个不是我打碎的 还说谎 刘老太太更加生气了 又失了一耳光 第174章 陌生的街头 狗蛋捂着被打红的脸颊 眼睛里擒着眼泪 王喜凤抱着双手 得理不饶人的说 真没家教 打碎东西还不承认 孩子还小吗 瓶子说 小 七 八岁还叫小 我朋友家的孩子这么大 被教养的多知书打理 哪像他 看着就让人讨厌 刘老太太再也笑不出来了 脸上尴尬极了 小心翼翼地问 要不 我们出去买一个赔给你吧 赔什么赔啊 这东西 你以为满大街都能买到 外甥女 真是对不住 我说你们好端端的 来什么城里 走不走动的 亲戚不还是亲切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突然跑来很影响我们的 下次要来 能不能先打声招呼 刘老太太低着头 耳朵烧得烫烫的 王喜凤一脸得胜的表情 看了一眼狗蛋 狗蛋正用凶恶看他 像条被踢了一脚的小狗 王喜凤鄙试地说 孩子这么大了 也该管教管教 小时候又砸坏东西又撒谎 长大了 不知道干出什么 缺德冒烟的事情 这么没教养的东西 还带到人家里 不是成心给人添毒吗 是是 您说的是 刘老太太点头 听语气 对方是不打算追求古董的事情了 只要不追究 哪怕嘴上说的难听点 他也可以咽下去 狗蛋气不过 大吼一声 我没有 狗蛋 刘老太太想扯住他的衣服 没抓住 狗蛋跑到王喜凤面前 咬着牙 两眼喷火 拳头死死地攥着 四指骨节发白 指甲深深地切进了肉里 王喜凤吓得后退 提高音量 尖纷地说道 想干嘛 小王八糕子 杀人放火呀 你可真有出现 不许再这样说我 狗蛋把旁边小桌子上的一套古丝茶具 全部扫到地上 然后扭头跑了 摔门的声音很重地在屋里回荡 狗蛋 狗蛋 刘老太太急得要去追赶 干嘛 王喜凤瞪大眼睛 他一把揪住要离开的刘老太太的衣领 说 老不死的 赔钱 我这套茶具 是从俄罗斯买来的 好几千呢 外甥女 刘老太太两眼情累 拼命想挣脱 去找他的外孙 算了算了 他哪赔得起 瓶子打圆场 你就知道装好人 王喜凤迁怒于他 一掌 把瓶子推开 然后恶声恶气地对刘老太太说 好好地待在农村 你跑城里干嘛 以为城里人就整天享福 能拉扯你们一把 呸 做你的美梦吧 我们也过得不容易 奋斗了好些年 才有了这套房子 我跟你讲 你今天不把我这套茶具赔我 我就报警 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 刘老太太双手合十 祈求道 你少提她 提她我就一肚子火 生了我又不负责任 老了没人 要了来投奔我 管她吃喝 给她治病 我欠她的 你们刘家人都不是好东西 不扯这些 赔我钱 刘老太太已经急得不行了 掏出手帕 把里面的零钱 全部扔在地上 说 我赔 我赔 王喜凤低头看钱的时候 刘老太太正扣开她的手 喊着狗蛋追下去了 瓶子把钱拾起来 数了数 递到王喜凤面前 不到两百块 穷鬼 跑到城里来祸害我 王喜凤愤愤地把那把钱抓过来 一辈子别来了 最好出门被车撞死 你这就太毒了 就太毒了点了吧 瓶子笑笑 王喜凤愚怒未消 一巴掌打在她脸上 剑壁 少在这里充好人 装唇去男人面前 装去 但我不知道你什么货色 必跟心一样脏的剑壁 瓶子捂着脸不敢吱声 弯腰收拾起碎片来 狗蛋跑到楼下 蹲在垃圾桶边呜呜地哭起来 刘老太太追赶下来 抱住她也哭了 一边哭一边打她的屁股 当然 打得很轻 你就不能给姥姥省点心 叫姥姥这张脸往哪割呀 我弄坏的不是那个 他们在说谎 狗蛋辩解 别说了 别说了 姥姥 我想回家 明天一早 我们就回去 好吗 狗蛋点头 止住了眼泪 刘老太太拉着狗蛋 走在热闹而陌生的街上 可算找着一家宾馆 刘老太太从袜子里 摸出一张一百块钱 说开个房间 嗑瓜子的服务员说 两百块押金 我身上就一百块 通融一下 那不行 弄坏东西谁赔啊 附近有招待所吗 不知道 天色见目 狗蛋看见一家商店 说 姥姥 我想喝可口可乐 不行 万一钱不够 就回不了家了 可口可乐又不贵 看一眼商店 刘老太太说 行 买一瓶吧 顺便把钱冲开 服务员说 现金啊 我这里没有五十块的 给你九张十块的行吗 行想行 零钱方便一些 服务员拿出九张十块的 当着刘老太太的面 点数了一遍 笑着说 你拿好 问一下 附近有招待所吗 你往前走 左拐 走一百米 那条巷子里有不少 谢谢 两人朝那里走 终于找到一家 不收押金的招待所 一晚上只要二十块 去掉坐车的三十块 剩下的钱 还可以吃个饭 付钱的时候 刘老太太突然发现不对劲 明明九十八块钱 怎么变成了五十八块钱 她一头冷汗的数了三遍 又检查了一遍口袋 钱才催促 快点啊 不住了不住了 不好意思 真是的 浪费时间 拉着狗蛋离开 狗蛋问 老了 为什么不住了 刘老太太不开口 还在心疼丢失的钱 被人偷了 不可能啊 钱都是放在棉袄的暗兜里 而且小偷要偷 不可能还留几张 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最后只能归结于 自己不小心弄掉了 她一阵肉疼 吃完一顿牛肉粉丝汤 刘老太太拉着狗蛋继续走 寻找可以过夜的地方 绕来绕去 她发现眼前的景色有点熟悉 抬头一看红府豪园 四个大字 门口的保安正冲一辆 驶出小区的轿车敬礼 轿车拍了几下喇叭 刘老太太赶紧拉着狗蛋离开 车上好像坐着瓶子姑娘 正在和一个男人有说有笑 她根本没注意到 从车旁经过的一老一少 老了 我讨厌这脸 狗蛋说 别说了 还不是因为你 刘老太太叹气 这趟上城太不值当 第175章 王喜凤之死 像野狗样被网吧 饭店 KTV驱赶了几次之后 刘老太太总算找到一个 不会被人赶走的过夜之处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人 一个银行旁边的自助取款处 刘老太太抱着狗蛋 坐在铺了报纸的地上 不知道几点了 外面的车越来越少 路灯清冷 坐着睡觉很不舒服 但她还是渐渐睡意涌来 狗蛋说 老了 我想尿尿 到外面树丛里尿 狗蛋出去了 刘老太太实在太困了 很快又睡着了 一辆卡车经过 把刘老太太吵醒了 她突然发现 狗蛋不在外面 吓出一身冷汗 立即跑到外面去找 狗蛋 狗蛋 刘老太太心急如焚 不知不觉走到 红府豪园小区 保安室里 保安趴着睡着了 刘老太太朦胧地认为 狗蛋也许会来这里 在小区里 她压低声音喊着 狗蛋 狗蛋 突然一个声音 闯入她的视野 她喜出望外地跑过来 抱住狗蛋喜气而泣 你跑哪里去了 你要急死姥姥 狗蛋不说话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她抬起头 看见狗蛋脸上红红的 像是染上了什么 她衣服上也红红的 那红红的 也沾到了自己身上 闻起来像是 血 刘老太太拉着她的手 出什么事了 你哪里伤着了 狗蛋仍然不说话 两只擒着泪的眼睛 在黑夜中闪烁 啊 杀人啊 快来人啊 某洞楼里 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那声音像指甲划过玻璃 打碎了夜晚的宁静 刘老太太不敢相信地 看着外孙 用手指抹去她脸上的泪 狗蛋 你做什么了 说话呀 你说话 无论她怎么用力 摇晃外孙的肩膀 狗蛋就像受到了 巨大刺激 怎么也不肯吱声 一日一早 林秋朴 林冬雪 横思绝和徐晓东 站在一片狼藉 到处是血迹的某公寓间内 床上躺着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 喉咙被切开了 脑袋向后痒的 好似要断了一样 她定格在 用双手艰难地捂着喉咙的动作上 客厅里是另一具女人的尸体 背后被捅了很多刀 血几乎把她的睡衣染成了粉红色 看她的动作 似乎是想爬向门口求救 林秋朴说 死者为两名女性 客厅里 这个叫王喜凤 32岁 无业 卧室里 这个叫秋平 26岁 林秋朴问 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林东雪想了想 对徐晓冬说 把警务通给我 林东雪输入身份证 查询了一下她的个人信息 道 你说巧不巧 昨天陈诗拉了一个老太太去探亲 因为找的人搬家了 她拜托我查了一下 就是这个王喜凤 是她本人 没错 老太太 林秋朴看向尸体 沉吟着 彭思觉刚刚对卧室那具尸体 做了初步的尸检 道 不可能是老太太干的 死者有被性侵的迹象 这个凶手好像挺心大的 留下了金斑 林秋朴朝墙上看了一眼 墙壁的装饰板上 清晰地印着一个血纸印 他说 不是一般的心大 语恩 MBSP 彭思觉说 指纹的话 我们发现了五组 除了两名受害者的 还有两组呢 彭思觉用紫外线灯 朝旁边的架子扫了一下 那里已经洒了一层铝粉 上面有四个较小的指纹 他说 这组指纹在门框上 椅子上 茶几上都有出现过 从宽窄 大小 清晰度 和咒者推测 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留下的 也许是命案之前留下的 不 其中有五个指纹沾了血 从凝固程度看 显然是在命案中 或者命案后不久沾上的 一个孩子 林秋朴微微吃惊 另一组是个老人的 同样出现在茶几 沙发 门上 林东雪说 这老人 莫非就是陈诗仔的那老太太吧 要不把他叫来问问情况吧 你打电话吧 林秋朴嘀咕一声 都快成我们队里常驻人员了 趁林东雪给陈诗仔打电话 林 彭二人去看尸体 彭四爵说 割喉致死 身上只有这一刀 干净利落 是个使刀的老手 床上的死者腿在地板上 上身摊在床上 鞋把整个床单都染红了 死者的睡衣下面 什么也没穿 内裤被扔在旁边的床头柜上 林秋朴说 这个姿势 莫非 彭四爵的猜测也是一致 说 性交过程中 一刀割喉 猝不及防 死者身上连防御性伤势都没有 很角色 彭四爵发现 死者的小腿上也有出血 那里被切了一大块肉 血流的并不多 他看过很多尸体 一眼就从切面周围皮肤的延展程度看出来 是死后切的 这有什么意义吗 难道是报复 林秋朴说 彭四爵摇头 另一具尸体就比较惨了 锐气捅刺致死 伤口密集的集中在背部 腰部 林秋朴说 这两个女人什么关系 如果只是普通朋友 另一个女人和凶手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这个王 王喜凤 彭四爵提醒 这个王喜凤为什么穿得这么简单 好像来的是自己的男朋友一样 林秋朴扭头看向卧室 走过去用手活动了一下那扇门 这扇门没有锁 隔音性也极差 林东雪说 据我了解 女性就算关系再好 也不会在别人的男朋友或老公面前 表现得这么从容 徐晓冬道 男人也不会啊 以前在锦校住宿舍的时候 我铁哥们的女朋友来了 我也会把裤子穿上的 林东雪说 你平时都不穿裤子 男生宿舍嘛 你懂的 晓冬 打开电视看看 林秋朴说 现在家家都用的鸡顶盒 可以准确知道 关电视的时间 是调查命案的一个重要辅证 鸡顶盒上显示的关机时间 是11点23 林东雪拿过遥控器 打开一个视频 说 声音不大 声音 林秋朴一愣 玄机明白过来 你是说 凶手如果预谋杀人 会把音量调高来掩盖动静 你便聪明了吗 林东雪嗨嗨的笑笑 一名技术人员过来说 凶器找到了 他盛上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上面沾着血迹 技术人员秤 是被丢弃在厨房盥洗池中的 林秋朴有点迷惑 凶手竟然是性骄途中突然杀人 难道手上一直戴着这把刀 第176章 人肉面条 三根 彭斯爵把刀拿在手上看看 光凭直觉 还不能确定 是不是这把刀杀害的两名死者 他交给技术人员 带回去鉴定 那名技术人员说 厨房的锅里 好像还煮了些什么 大家一部厨房 打开锅盖 里面是一锅吃剩的面条 上面扶着一层冻住的油脂 林秋朴用筷子捞了几下 说 血里红肉丝煮挂面 彭斯爵好像想到什么 拿起案板 用沾了酒精的棉签 在上面抹了几下 然后放进试剂盒 盯着试剂盒中的化学药剂 彭斯爵说 上面有人写 这锅里恐怕是人肉 死者身上消失的那块 众人望向锅中 顿时感到不寒而栗 凶手杀完人之后 肚子饿了 居然顺手 从尸体上割下一块 来煮面条吃 这种毫无人性的凶手 林秋朴从今以来 也只遇过几个 他说 带回去鉴定一下 外面有人说 陈哥来了 声音里透着惊喜 林秋朴心想 现在谁是队长啊 一边走出去 一边酝酿着打招呼的话 突然发现 陈氏还带个小姑娘 林秋朴大惊 道 小孩不许进来 出去出去 陈氏说 月月寒假日记没素材可写 我正好带他来参观一下 你以为这里是海族馆吗 出去出去 陈氏送陈月月吐吐舌头 林冬雪说 月月 我带你出去转转吧 林秋朴交代 顺便调取一下监控录像 陈月月被拉走的时候 扭头冲林秋朴扮了个鬼脸 林秋朴想 这女孩怕不是陈氏轻生的吧 林秋朴对陈氏说 我知道你能力强 林大队长 我没有膨胀 今天真是凑巧 赶紧把事情办案 我还要回家做菜 这还不叫膨胀 不说这个了 昨天你拉了一个老太太 怎么了 老太太找一个叫王喜凤的亲戚 再次来到这个洪府豪园 陈氏就心想 该不会这妖巧吧 他看着地上的尸体 说 他就是 正是 彭四觉说 这里发现了不少老年人的指纹 还有一样沾满这组指纹的东西 说着 一名技术人员从厨房的柜子里 拿出一个麻袋 里面装的全部是笋干 雪里红和木耳 一想到这雪里红当过人肉的配菜 现场不少人都有点想吐 陈石拿起里面的东西闻了闻 林秋普问 有什么发现 这是 陈石震惊 怎么了 这笋干不错呀 是烟熏出来的 纯天然污染 比超市卖的好多了 你们不当证物的话 我能不能带走 林秋普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说 行行 你全带走吧 尤其是那个雪里红 一定特别好吃 一想到 待会陈石知道锅里煮的东西 肯定会毫无食欲 林秋普心里 就涌起一阵幸灾乐祸的愉悦 陈石瞧见周围人神情有益 暗存大概有什么隐情 他没再提这件事 站起来拍拍手说 老太太确实戴了这个袋子 他也跟我提到 我提到是这三样 老太太几点来的 下午接近三点左右 路上他外孙一直在嚷恶 我猜他们应该是在这里吃的饭 陈石把自己知道的全说了出来 多大的小孩 可能还没上小学 五六岁吧 彭思觉说 这里发现了小孩的卸指纹 他要么和凶手有联系 要么就是目击证人 凶手有留下什么吗 金斑 指纹 鞋印 凶器 全套成堂正供 这次的凶手倒是挺豪爽的 让我看看 彭思觉带陈石把现场看了一遍 当看见锅里的食物时 陈石居然还闻了闻 说 肉丝炒过 放了姜丝和料酒 凶手做这碗面的时候 异常冷静 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家伙 他应该没有吃人的嗜好 只是屋里躺着一具年轻健康新鲜的尸体 而冰箱里又没有肉 顺手拉了一块肉 在他看来 这和鸡肉 牛肉没有区别 不要说我们都知道的结论 林秋普说 凶手身高175以上 体重超过160斤 皮肤光滑 没有胡子 两眼较小 眼距偏大 他是个逃犯 你怎么知道 陈石歪了歪脑袋 简单的推理 加上一点心理画像知识 我平时也做饭 从他使用的算 姜 还有这口大锅看 他为了吃一顿单人夜宵 煮了一大锅面条 几乎全吃完了 可见他大概身材偏胖 两名死者 穿着简单甚至暴露的衣服 深夜 把凶手迎了进来 证明凶手和死者 是朋友以上的关系 也许其中一个是他的情妇 屋内 没有打斗痕迹 水果倒是屋里 最容易拿到的凶器 杀人是临时起义的 在他产生杀新之前 仍然发生了一次性行为 可见这人长期性压抑 接触不到女性的原因 也许是被动的 加上他根本不在乎 留下自己的DNA 指纹 因此我猜测 这人是个通缉犯 众人的眼神里头着钦佩 林秋朴说 他身上背着命案 所以不在乎再添两条 小王 这房子是护主是谁 王喜凤 警员小王回答 而且他的资料中 没有提到他有丈夫 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母亲离婚两次 已经死了 生父也不在了 还有一位继父 陈氏说 王喜凤好像没挣进工作吧 买房子的钱 十有八九十这个情妇出的 这里显然是这位逃犯的 一个避风港 这案子的关键在于 一个逃犯 为什么突然要杀害自己的情妇 不对 王喜凤是他的情妇 另一个邱平呢 也许两个都是呢 陈氏离开厨房 来到卫生间 顺手掀开马桶 马桶里面漆黑一片 有人在这里烧过东西 这个细节 居然被所有警员忽视掉了 陈氏接过彭斯爵递来的橡胶手套 把马桶里的碎片掏出来 一样样看 橡胶制品 有香味 化妆品 这是口红 还是个名牌 明白了 林秋朴以全杂掌 这男人杀了情妇 他买的这些化妆品全部烧掉了 笑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陈氏笑道 先别急着下结论 我去卧室看看 第177章 寻找流氓了 陈氏来到卧室 四周看了一遍 然后趴在地上 检查柜子底部 他掏出一块碎瓷片 说 这里有个碎片 没沾什么灰尘 应该是刚刚打碎的 林秋朴对警员们说 你们也该学学这种 巨细无疑的精神 陈氏环是所有家具底部 说 把床挪开 彭斯爵让人先把尸体搬到客厅 然后把床搬开 床下面有一个塑料小碟子 还有几半苹果 苹果早已氧化变色 陈氏招招手 凶器 他拿过凶器 比对了一下 一半苹果上的洞眼 正好和凶器吻合 床边的架子 靠近床的那一溜空着 似乎是随手放杂物的 陈氏将碟子放在上面 说 凶器当时应该是放在这里 插在削好切好的苹果上 他转向尸体 也许他的临时起义 是在办事过程中发生的 我明白了 徐晓东兴奋说 他发现自己被虑了 胡说八道 林秋朴斥责 说说看 陈氏鼓励道 徐晓东不好意思地说 可能是秦父的新姿势 是他以前没试过的 觉得自己可能被虑了 于是一怒之下就杀了手 顺手把另一个也杀了 作为动机的话 未免有点牵强 人是不会随便杀掉另一个人的 陈氏道 徐晓东搔搔脑脑 这种事情也分人吧 有丢失什么吗 陈氏问 林秋朴说 死者的钱包被扔在地上 里面只剩下身份证 卡和钱应该都被取走了 还有一个抽屉 似乎是放手似的 也被拿空了 什么卡 从死者抽屉里的 申请信用卡的文件看 应该是中行的 联系一下银行 看看这张卡在哪里取过钱 林秋朴差点说了句 好的 这才想起自己是队长 咳了一声吩咐下去 联系一下银行 看看这张卡在哪里取过钱 现场没什么可看的了 陈氏说 案子交给你们 我去找那个老太太和小孩 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放心 陈氏下楼的时候 正巧撞上林冬雪和陶月月 林冬雪说 哎 这么快就调查完了 我去找那个老太太和小孩 这里留给你们继续调查吧 下雪天 你开车小心点 老司机了 放心 陈氏眨了下眼 等陈氏拉着陶月下楼 林冬雪想起一件事 说物业的监控显示 昨晚十点半 有个小孩进了小区 十点五十分 有个老太太进了小区 二十分钟后 两人一起离开 显得有些慌乱 陈氏点头 谢了 林冬雪来到屋里 林秋普问 监控有拍到一个胖胖的男人 进入小区吗 好像没有 但是拍到了那个老人和孩子 另外 保安称 昨天傍晚看见死者秋平 和另一个男人坐车离开 晚上九点同一辆车送他回来 送他的男人驾车独自离开 冬雪 小冬 你们去查一下这条线索 小冬和小李一起吧 我和陈氏去找那个老太太 林冬雪提议 也行 老鹏 我们去小区里看看 林冬雪追上刚离开的陈氏 的陈氏 陈月月开心地说 林姐姐 你又来了 林冬雪说 队长批准我和陈叔叔一起行动了 陈月月自觉地解开副驾驶的安全带 说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小鬼 都跟谁学的 陈氏笑着埋怨 林冬雪问 去哪呀这是 派出所 在附近一家一家打听太慢 不如直接看监控 这片辖区有监控联网 三人来到派出所 林冬雪说明来意 民警带他们来到区公共安全科 整墙的大屏幕里都是街面上的监控画面 陈月月头一次看见 十分震惊 问 做什么坏事都会被警察看见吗 是啊 遇上坏人的话 跑到监控里就安全了 陈氏说 民警调出红府豪远小区附近的监控 果然在11点10分左右 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小孩走出来 走得很急 另一组来自银行的监控显示 他们是在自动取款处过的夜 一直到早上5点才离开 陈氏难难自语 年纪这么大 不怕冻出毛病吗 难道是钱被偷了 他又注意到另一件事 说 这是中行的自动取款处 中行怎么了 林冬雪问 一会再说 民警不断调出京城的监控视频 画面显示 5点左右 老太太沿着凤鸣路走到广兴路 之后 转到东三强路 陈氏说 这是要去车站 一直看监控 要花不少时间 所以他们是用八倍速在看 一个镜头里 老太太突然坐了下来 小男孩显得很着急 路人经过不少 纷纷避开二人 城里人 就怕遇上碰瓷的事情 民警说 骗子把人们的信任都消耗光了 诚实感慨 老太太和小孩在那里坐了有半个小时 去了一家饭店 过了一个小时才出来 然后直接去了车站 老太太并没有去买票 而是不停地和路人说话 监控到此为止 民警说 这是刚刚的视频 他们还在那里 赶紧去找他们 三人立即离开 赶到车站 陈石让陶月月留在车上 自己和林东雪分头去找 途中遇到巡逻的警察 就拜托他们一起帮忙找 终于 他在一家副食品店找到了老太太 老太太拼命地向一个胖胖的男人道歉 胖男人揪着她的衣服不放 小男孩显然气急了 正在踢胖男人的脚 但他力量薄弱 就不了老了 陈石上前亮出证件 呵斥道 干嘛呢 这是 胖男人见警察来了 对笑说 警察同志 你来得正好 瞧见地上没有 恶心死了 叫我怎么做生意 我要罚他的款 罚款 罚多少 二十 又不算多 刘老太太见陈石来了 十分高兴 是你啊 师父 我不知道 这里不能土瘫 实在对不住这位兄弟 可我确实没钱 陈石看向店主 板着脸说 不懂法律 只有政府机关有罚款的权利 私人罚款是违法的 店主脸上善善的 说 搞得这么脏 叫我怎么做生意 体谅一下吧 谁家没个老人 谁老了 没个身体不舒服 老太太 我们走吧 店主又说 等一下 我举报 这老不死的是骗子 我看见 他一上午都在广场上找人要钱 就算不是骗子 也是违法乞讨 第178章 目击证人 刘老太太十分为难地说 我没有骗人 我钱是丢了 没办法回家才找人要的 唉 我这张老脸 一上午都丢尽了 林东雪和民警们 接到陈石的信息 匆匆赶到 陈石对店主说 这是我们来处理吧 忙你的吧 见警察到来 刘老太太显得很慌张 这些神情没有逃过陈石的眼睛 刘老太太说 谢谢你啊 师父 我们先走了 你能去哪啊 不是说钱丢了吗 有困难 可以找民警啊 陈石笑道 刘老太太看了一眼警察的制服 又看他身后揪着自己衣服的外孙 不禁哆嗦了一下 拼命摆手说 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 我家人一会就来接我 没事的 陈石拦住他 其实我们是有一桩案子 希望您配合调查 案子 我不知道什么案子 他拉着孙子又要走 林东雪过来说 老太太 只是配合调查而已 不会把你们抓起来的 见无路可逃 刘老太太有点心虚 他只知道 陈石是个好心司机 好奇地问 师父 昨天你不还开出租车吗 今天怎么又成警察了 陈石笑笑 其实我是警察的朋友 您渴了吗 大家把这一老一小 带到车站的临时港厅 给他倒了杯热水 看刘老太太的样子 似乎比昨天憔悴不少 陈石问 吃饭了吗 吃了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您不是要走亲戚吗 唉 刘老太太叹息一声 把昨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外孙狗蛋打碎了 王喜凤家的一件古董 把人家惹恼了 止鼻子 骂他们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 刘老太太 就扔下身上所有的零钱 当作赔偿 幸亏他身上 还藏了一张印记的百元大钞 去商店对开之后 到招待所一看 只剩下五十了 考虑到还要坐车 就不能住招待所 两人在街上到处晃荡 最后找着了一个 自动取款处过夜 这一夜过得很不舒坦 他一把老骨头酸得不行 早上因为没吃东西 没喝水 头晕得厉害 在走到车站的途中 心脏实在受不了 就不争气地吃了点东西 所以钱不够买车票了 差着十几块钱 只好在车站到处找人要 说到这里 憋了一肚子委屈的刘老太太 磨起眼泪 狗蛋也是泪眼汪汪 陈时注意到 狗蛋棉袄的袖口 有一块暗红色印记 记得没错的话 昨天这孩子衣服 还是展展新的 林东雪说 刘老太太说 对对 狗蛋买了一瓶可口可乐 她说没有五十块 就找我十块的 数的时候正好九张 那是种骗术 就跟变戏法一样 把钱对折起来数 一张变两张 你自己还不知道少了 刘老太太恍然大悟 这些人心眼也太坏了 陈时问 你们昨晚一直在 自动取款处待着 哪也没去 没有 没有 刘老太太拼命否认 看了一眼狗蛋的表情 陈时心里已经明白 故意看了下手表 对警察们说 今天真谢谢大伙了 快中午了 我去买点盒饭给大家吃吧 老太太 你也吃一口吧 雨安 MBSP 谢谢你了师父 要不是遇上你 我真不知道 刘老太太演一番 低头着手怕 苟蛋很懂事地替他抹泪 别客气 对我只是举手之劳 陈时招呼林东雪离开 说 小孩一直不说话 表情也很奇怪 她肯定是目击到了什么 刘老太太以为小孩杀人了 所以一直在否认 昨晚去过小区 别看她是个老实人 但也有事独知情 再加上不懂法律 不知道儿童杀人不用坐牢 她肯定什么也不肯说 那怎么办 这就得看文化的技巧了 这次我们不能再说 什么案情不方便透露了 我们得让老太太清楚地知道 狗蛋不是凶手 我们也不会抓她 仅仅是想听听她的证词而已 你同意吗 为什么要我同意 陈时笑了 这里只有你一个真刑警 当然要你同意了 同意同意 林东雪也笑了 陈大侦探的一切行动 肯定都是不会错的 陈时去车站的麦当劳 买了一份麦辣鸡腿宝套餐 和一份儿童套餐 然后又买了一大袋子 快餐盒饭和矿泉水 她回到车上 把麦辣鸡腿宝套餐给陈岳岳 陈岳岳看见儿童套餐 说 给谁的 一个小朋友 对了 岳岳 有件事想拜托你 和破案有关吗 有啊 大有关系 我会让一个老太太 和一个小孩住到咱家 你不介意吧 我会装作不介意 陈董事 陈时摸摸她的脑袋 那孩子可能目击到了命案 有心理应激障碍 可能不愿意和我们说明情况 我需要你去接近她 问出真相 陈岳岳扬着眉毛 问出真相 他们就走了 是的 我试试看吧 你们大人就会利用小孩的心理 完事了 还带你去上次那家法国餐厅吃东西 陈岳岳扁了下嘴说 真扣 上次那老爷爷给了你一张卡 你又不用花钱 回到民警港厅 陈时分发食物 头一次吃儿童套餐的狗蛋 表现得特别欢喜 但仍旧一言不发 刘老太太又说了不知多少个谢谢 吃完东西 他说 师父 太谢谢你了 没事的话 我们得赶紧回家了 陈时和林东雪交换了一下视线 林东雪说 是这样的 大妈 你们昨天去过的洪府小区 发生了一桩命案 我们正在调查中 刘老太太手里的谁撒出一点 他神色慌张地说 跟我们有关系吗 陈时接口道 死者是王喜凤 以及他的室友邱平 啊 陈时注意到 刘老太太又不自觉地看了一眼狗蛋 刘老太太说 他是叫谁杀掉的 可怜我那妹妹 就这样绝了后了 林东雪说 根据现场留下的证据 凶手应该是一名成年男性 我们刚刚立案 还在调查中 监控记录显示 昨晚十一点前后 您和您外孙去过那个小区 我们认为您的外孙 是非常重要的目击证人 我们需要他的证词 才能抓住凶手 怀您外甥女一个清白 第179章 通缉犯现身三更 刘老太太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酝酿半赏才说 会影响到狗蛋以后上学 找工作吗 不会 我向您保证 只是配合调查而已 万一坏人报复怎么办 我就这一个外孙 放心 有我们的保护 你们绝对安全 刘老太太终于放下心 摸着狗蛋的脑袋说 狗蛋 你昨晚看见什么 就跟叔叔阿姨说 他们是警察 是为了抓坏人 狗蛋戒备地盯着林东雪 陈石小声说 应激障碍需要一段时间 陈石说 刘老太太 这阵子 你就先住到我家 吃喝住都是警方提供 不收钱的 家里需要联系一下吗 我想打个电话给儿子 刘老太太拉着陈石的手说 师父 遇上你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你昨天就帮了我们 今天又要麻烦你 真是怪不好意思的 陈石说 不客气 谁让我是警察的朋友呢 手机给你 你打电话吧 刘老太太打完电话 陈石再上这一老一小 以及林东雪回到住处 小猫猫球看见陌生人来 支溜一声 钻到沙发下面去了 陈石把自己的卧床腾出来 让二人住着 告诉他们一些电器的用法 唯一的遗憾是 没有电视看 想看什么可以在电脑上搜 刘老太太千恩万谢 见地上脏 拿起扫帚扫起来 陈石说 不用 刘老太太笑道 没事的 我就是闲不住的人 陈石就随她去了 林东雪感慨 忙了一辈子的老人 跟我外婆一样 陈石叮嘱了陶月月几句 留了两百块零花钱 准备回局里继续查案 陶月月却扯住她的衣服 陈石蹲下来问 怎么了 家里有人 我害怕 陶月月瞥了一眼厨房 陈石知道 陶月月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对陌生人 怀着巨大的不安全感 她说 要不你跟我们去局里 晚上再一起回来 陶月月想了想 看得出她在犹豫 她说 算了 我留在家里 我会克服的 真怪 陈石摸摸她的脑袋 别欺负那个小弟弟 回到局里 林秋普问 目击者呢 陈石说 是个小男孩 受了惊吓说不了话 我让她在我家住一会 哦对了 这是他俩的指纹 老鹏应该能提取下来 陈石抬起手 他手上拿着一个塑料袋 里面是刘老太太摸过的饭盒 和小男孩用过的纸杯 林秋普接过 一定要尽快 凶手查到了吗 你可能想不到是谁 绝对是个重磅炸弹 不要卖关子 季春嘛 听过这个名字吗 陈石瞪大眼睛 这不正是五年前 陆家二少绑架案的主谋吗 不久前 陆老爷子还提到他 现在他居然自己出现在龙安市 莫非真是命运安排 五年前 陆家绑架案的那个季春嘛 没错 你怎么知道 陆老爷子对我说的 我想看一下当年的卷宗 了解一下案情 东雪 你带他去档案市 完社过来 我有些任务要派给你 从档案市取出那份尘封的卷宗 翻开飞夜 在一串名字中 看见宋廊两个字 陈石心中感慨万千 五年了 五年了 想不到这案子 也有重启的那天 林东雪被尘埃 呛得打了个喷嚏 揉揉鼻子说 最不爱来这里 这一排都是未侦破的案件 一想到还有那么多危险人物 在世上流窜 晚上就睡不踏实 东雪 你要是有五百万打算怎么花 五百万 全款买套房子 是绰绰有余了 按隆安的房价 能买套很宽敞的房子 突然说这个干嘛 林东雪笑道 告诉你一件事 你不要叫 你眼里 我就是那么不冷静的人 等陈石说完 林东雪叫道 陆老爷子要给你五百万 冷静的林东雪 你说 我要还是不要 要啊 为什么不要 你又不是警察 两个公民相互赠予财产 是合理合法的 可我不想欠那老混蛋人情 等你抓到凶手 是他在还你的人情 这种大海捞针的案子 靠我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必须动用整个警队的资源 我个人拿报酬 这算什么 让我考虑一下吧 选一种良心踏实的方式 发财了请我吃饭 林东雪笑着戳他 好 我请你吃法国大餐 陈石把一根手指搭在唇边 对你哥保密 当暗示里冷的冻角 陈石换了一个地方 警员石堂方看这份卷宗 泛黄的纸张 透着一股年代感 参与案件的警员 要么已经牺牲 要么升职调走了 要么就是退休了 当年对宗绑架案 歹徒提出要六千万赎金 专案组拟定的策略 是先假意屈从 再引出真凶将其擒货 宋朗这个刑警 并不在专案组中 只是陆老爷子 听说他能力比较强 非要他充当顾问 交付赎金当天 陆老爷子的代理人 不断接到歹徒电话 前后换了五个地方 然后歹徒提出 把钱分割成十份 放在十个地点 宋朗立即察觉到不对劲 告诫专案组 立即停止行动 按照他的推理 歹徒的目的 只有六百万赎金 他们会拿走十分之一 迅速的撕票并转移 警力不是无限的 专案二十个人 倘若分割成十份 同时去盯十个地点 行动力将大打折扣 此外 宋朗根据陆家二少的失踪现场 以及他最近的经济情况 得出一个更大胆的猜想 绑架案 即可能是陆家二少自导的 一场闹剧 一心求稳的专案组 采纳了宋朗的第一个建议 立即终止行动 一直拖到晚上 直到一根带着陆家 二少戒指的手指被寄来 陆老爷子再也无法冷静了 声称不让警方再插手 他自己派人去放赎金 别说六千万 六亿都不如我家 振洁一根小拇指金贵 陆老爷子原话如此 后来的发展 果然和宋朗预测的一模一样 歹徒拿走了十分之一 消失无踪 一个电话也没有打来 隔日 据一位护理员的报警称 在山里听到枪声 警方赶到 在一间废弃小木屋里 发现三具尸体 两具显然是歹徒同伙 一具正是陆家二少 现场的痕迹显示 还有一个人不见踪影 后查明 此人名叫季春马 是陆家二少的狐朋狗友 死掉的那两名歹徒也是 陆家二少根本没有 被捆绑和虐待过 被切除的小拇指 属于其中一名歹徒 绑匪剁自己的手指 去威胁苦主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整个绑架案 是陆家二少自导自演 只是这场闹剧发生了意外 这个意外 就是剑材起义 背后捅刀的季春马 第180章 贾公子 陈时拿起卷宗中夹着的 季春马的照片 那是一个胖胖的男人 皮肤白净 两眼很小 显得有点张头鼠目 陈时叹息 如果当初没有放这笔赎金 也就不会有剑材起义的事情发生 他并非自言自语 刚刚翻看卷宗的时候 彭思觉默默地端着托盘 坐在他对面 彭思觉有个毛病 不爱跟一堆人一起吃饭 所以下午三点才吃上午饭 闻到糖醋排骨的香味 陈时十分自觉地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吃起来 我记得没错的话 那笔钱中有警方做了标记的 他是怎么逃脱五年之久的 彭思觉说着 抢过筷子 陈时吐掉骨头 银行不长眼 可是这家伙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是个父亲破产的过气富二代 六百万够他浪五年的 东躲西藏的同时 居然在龙岸买了房子 养了两个情妇 他又抢过筷子 加了一块糖醋排骨 眼下出现的线索 好像在告诉我们 这案子另有隐情 你再吃我就揍你了 我帮你试试味道 陈时厚颜无耻的诱生筷子 彭思觉用手盖住碗 谢谢好意 林队发现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视频 大家正在讨论 你确定不要看看 不够软 没有做的好吃 陈时把筷子还给彭思觉 看着碗中所剩无几的糖醋排骨 彭思觉苦笑 无耻的家伙 喂 卷宗 帮我还到当案室 谢了 陈时头也不回地说 大家正在会议室里看一段视频 那是中行提供的 画面中显示是昨晚九点半到十点 一个戴着帽子的胖男人 站在取款机前不停地取钱 存钱 谁啊这是 陈时挨着林东雪坐下 记春吗 身材比五年前还胖了些 心态多好的人 才能在跑路途中发福 陈时感叹 银行数据显示 这个人拿着一张属于王喜凤的卡 不停地存 取一万块钱 直到达到日取款上限为止 他在取款机前 就这样整整站了半个小时 网上流传着一种不知真假的骗术 在纸币上贴上双面胶 然后存入在一张张取出 有可能沾出额外的钞票 刘景元也提出这个猜想 但银行证实 这台ATM机并没有丢失钞票 视频已经被翻来覆去看了四遍 大家小声地讨论 ATM机那花花出钞票的声音来解压吗 暂停一下 陈时说 往后一点 好 暂停 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陈时身上 他指着投影幕不说 他在干什么 看钱啊 林秋普不解地说 正常播放 视频正常播放 看完这一段 所有人都没瞧出一点 陈时说 他看钱总共用了一分钟 看一百张钱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林秋普说 你认为他在看什么 陈时想起彭思学刚刚说的 特殊记号的钱突然有了灵感 到 找钱 找 找钱 你们去趟中行 找找有没有一张号码 被警方记录 方记录在案的钞票 这时有人跑进来 说 林队 重要发现 给王喜凤账上 打钱的人叫史思静 平均每三个月打一次 最低十万 最高五十万 持续了五年 五年 一屋子震惊 这正是季春马逍遥法外的时间 那人继续汇报 我们查了一下 史思静五年前 是奉来一传媒公司的一名职员 通过银行给他打电话 他说自己早就从那家传媒公司离职了 目前在一家学前教育公司上班 月收入只有六 七千 他自称 根本不知道 有这张信用卡的存在 有人盗用他的信息办的卡 林秋普说 奉来一传媒公司 我怎么这么耳熟 陈时掏出手机查询了一下 网页上跳出的信息 令他大胆吃惊 这家公司的总裁 正是陆大公子的朋友 贾星云 陈时说 贾公子五年如一日的 给一个逃犯打钱 怎么有一丝被敲诈的味道在里面 林秋普太过激动 站起来的时候 把椅子都带倒了 他点了几个人 说 我们这就去会会贾公子 陈时说 等一下 贾公子的父亲光很大 现在没有明确证据去找他 万一落下口时 专案组会很被动 最好的办法是让我去 第一我不是警察 第二 我见过他几次 林秋普考虑了一下 陈时说的有道理 他说 你见过他之后 如果觉得必要的话 我会派人监视他最近的行踪 不 是宝货 如果纪春马的敲诈对象是贾公子 现在因为某种原因 纪春马干出这种极端的事情 他的下一个目标 很可能是贾公子 陈时叫上林冬雪一起 贾行云看林冬雪挺顺眼 美人在前 说不定他就开口了 来到贾行云所在的公司 已经是傍晚五点 陈时把车停在那里 却没有立即下车 林冬雪好奇的说 你在犹豫什么 我突然想 会是贾行云吗 他的动机是什么 有必要现在见他吗 不问怎么知道 问了会说吗 尤其是他这种圆滑的官二代 林冬雪把一只手搭在陈时的胳膊上 说 问陆老爷子会不会更方便一点 父亲往往是最不了解儿子的人 他未必知道 陈时叹息 走吧走吧 打声招呼也好 不同于陆大公子那家 重在参与的影视公司 贾行云的传媒公司 是真的有盈利 正儿八经地运营着 坊间传闻 贾行云自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 立志不混官场 自己创办公司当总裁 贾行云年轻英俊 家境令人献煞 学历高 又是白手起家的单身总裁 对于广大 痴女来说 不斥于小说中走出来的霸道总裁 想嫁到贾府的人 踏平了他家的门槛 果然一进公司 陈时就看到几个姿色亮丽的女员工 林冬雪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说 哎哎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大叔呢 陈时便解说 我在想啊 这些漂亮妹子 该不会是别有居心的 来这家公司工作的吧 不管怎么来的 这也算是吸引人才的一种手段 来到前台 漂亮的前台小姐称 知道他去哪了吗 很抱歉 不知道 第181章 哪里般配了 陈时正要告辞 贾行云和一个美艳的女秘书 从电梯里出来 两人有说有笑 陈时瞅了一眼前台 前台小姐尴尬地说 是贾总这样交代的 别来无恙啊 贾公子 陈时打招呼 陈警官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贾行云对女秘书交代一声 小花 你去车上等我 方便聊聊吗 这边请 公司里有个休息间 弄得像高档咖啡厅一样 贾行云从咖啡机里 倒了三杯咖啡端过来 坐下来 笑盈盈地看向林东雪 林姑娘今天换发卡了 真是越看越美了 林东雪不好意思地 用手拨了拨头发 陈时问 关于五年前 陆家二少被绑架一案 你了解多少 贾行云贪手 我当时只是个局外人 了解的应该不会 比你们更多 你认识一个叫史思静的人吗 贾行云用手指戳着太阳穴 稍作回忆 说 认识 是我公司一个被开除的员工 罗用公款炒股 被发现了 我没有起诉他 让他自己卷铺盖滚蛋 这和五年前的案子 有什么关联吗 陈时盯着他的眼睛 请把最后一句话 再重复一遍 这和五年前的案子 有什么关联吗 陈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贾行云笑了 别人兴趣广泛 心理学也有所涉猎 人撒谎的时候 会过分注意语句本身 动用的是左边的逻辑脑 受其控制的右半边身体 会不自觉地出现小动作 陈警官是怀疑我撒谎 你懂得还挺多 我撒谎了吗 陈时笑笑 看来贾公子挺清白的 方便透露一下 你们又在查什么案子吗 贾行云望向灵冬雪 陈时说 可以透露 但你要保密 我们有可能近期会抓住 害死路郑洁的凶手 以及幕后主使 最后一句话 不至于重磅炸弹 连灵冬雪都表现得很惊讶 贾行云神情依旧平静 只是瞳孔皱地收缩了一下 然后咧嘴笑了 助你们早日破案 还郑洁一个公道 告辞之后 林冬雪迫不及待地说 幕后主使是什么意思 是你献边的 陈时在台阶上停下 推测出来的 纪春马这五年来 为什么能安安稳稳地活着 还有大笔的钱花 有人一直在资助他 这人参与了五年前的绑架案 却连警方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一定非常有钱 他为什么不杀人灭口 以绝后患 我想 纪春马手上有他的把柄 一件会同归于尽的证物 证物 纪春马在杀人之前 疯狂地存钱 取钱 我猜想 他在找一张有特殊记号的钞票 杀人是他没有找回证物之后 采取的下下策 现在纪春马暴露了自己 手上也没有威胁幕后主使的证物 你猜 他会做什么 于死网破 陈时笑着摇头 那是你的上帝视角 幕后主使并不知道 纪春马手上的证物已经没了 纪春马可能会孤注一掷地去找他 要求他提供保护和帮助 但是纪春马速度得快 一旦证物落入警方手中 他就没有任何底牌了 林冬雪陈寅 我想不明白 那张钞票只能定计春马的罪 为什么能够威胁到幕后主使 钞 票上应该有别的东西 能够揭示幕后主使身份的东西 所以 你怀疑贾行云 贾行云是目前我们视线中 嫌疑最大的人 我也是在读 陈时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又玩起那一套 他和林冬雪 在公司附近的小巷埋伏起来 五分钟后 贾行云开车离开 来到一个路口 同行的女秘书下了车 贾行云驾车独自离开了 可一度上升了 天色不早 陈时送林冬雪回家 林冬雪说 去看看刘老太太吧 行 林冬雪给徐晓冬打了个电话 问起专案组的进展 徐晓冬说 别提了 中行的人说 经理下班了 保险库打不开 非要我们明天再去 哦对了 通缉令下来了 给你们传一份 两人的手机一起响了 陈时拿起来看看 说 这个寄春马 为什么如此稚嫩 电话里徐晓冬说 监控里拍到的脸太模糊了 没办法 只能用他以前的证件照 来印通缉令 陈时呕了一声 若有所思 你们那边怎么样 徐晓冬问 陈时勾勾手指 要过林冬雪的电话 和林队说一声 派人监视贾星云 他这几天去过哪里 见过什么人 要全部弄清楚 挂了电话 林冬雪说 才打过招呼 直接就监控 这次是抓通缉饭 当然得下点功夫 回到家里 刘老太太已经做好了饭 还把家里收拾一心 这让陈时颇感意外 刘老太太搓着双手笑道 多亏陈师傅 今天收留我们祖孙俩 做点家常便饭 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望着一桌饭菜 陈时说 看着就很好吃 饿了吧 赶紧吃饭吧 狗蛋在卧室里打游戏 把键盘拍得啪啪响 不时说一句 打死你 打死你 看样子十分投入 陈时小声问陶月月 你俩出的怎么样 普通小男孩而已 陶月月直指自己 不过我这个姐姐扮演得很好 说话了吗 没有 刘老太太劝了半天 才把狗蛋拉过来吃饭 吃饭的时候 狗蛋就坐在他腿上 刘老太太一勺一勺的喂他 注意到其他人的视线 狗蛋才不好意思的 自己动筷子 刘老太太说 狗蛋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一年到头就跟着我 要什么给什么 都给关坏了 狗蛋在下面踢刘老太太的脚 似乎对他接自己的短 有点不太高兴 刘老太太哄着 好好 姥姥不说了 男孩子还是应该独立一点 陈时说 话是这么说 咱家就这一个宝贝孙子 能不金贵吗 说着 刘老太太加了一筷子菜给狗蛋 刘老太太问 陈师傅和林姑娘是在出对象吗 两人立即否认 没有没有 我觉得 你俩看着挺般配的 我老人家一辈子瞧过不少人 不会错的 林东雪下意识地瞅了陈时一眼 心想 哪里般配了 第182章 密一 隔日早上 陈时独自驾车 来到利明路的一片城中村 这里乱搭乱见现象严重 地上积满雪容后的泥泥脏水 一些无所事事的青年 蹲在一起抽烟 见有外人进来 便投来戒备的视线 陈时找地方停车之后 就有几个鬼鬼祟祟的青年 过来看他 这辆红色宝马 陈时说 开着行车记录仪呢 别打歪主意 什么意思 臭大说 青年感觉受到了侮辱 走过来 其中一人还朝车轮胎踹了一脚 陈时掏出证件 笑容可惧地说 想和我聊聊 几人见识警察 立即坐鸟受散 在九区十八湾的丝搭建筑中走着 传入耳中的是小孩的哭声 夫妻的争吵声 狗的吠声 这片老城区 说是龙安市的内脏也不为过 但这种脏乱差的地方 不是一纸规划书就能产平的 来到一家根本没生意的小卖部 柜台后面一个黄发青年 正在投入地玩着手游 陈时说 找杨医生 谁介绍的 没人介绍 我就是他的客人 陈时直指自己的脸 为了陈时的名字 黄发青年打了个电话 然后才带他到后面 这里藏了一间地下室 走进地下室 感觉就像 来到某个杀人狂魔的小乐园 老旧的瓷砖墙壁上 积满可疑的污垢 空气里飘着一股血和消毒水的味道 一扇装了毛布里的门后面 有人影在晃动 那里有个声音在说话 一个星期后来拆线 这段时间注意忌口 按时服药 陈时在外面抽了一根烟 杨医生才从手术室里出来 他的顾客并没有一起出来 其实手术室有另一个出口 防止顾客和顾客撞上 杨医生穿着手术服 上面的血迹一层叠一层 感觉像个刚刚杀完猪的屠夫 宋警官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链鱼五旬的医生笑道 蟹顶的脑袋上堆砌几道皱纹 我现在不是宋警官了 对对 陈时 找我有事 杨医生抿开银制酒壶抿了一口 这个医生 曾经是国内顶级的整容医师 记忆精湛 私生活却不怎么检点 因为赌博欠了还不清的高利贷 后来有个黑道大哥 愿意拉他一把 条件是他要给黑道大哥换张脸 那位大哥当时背了命案 于是他就把这当成银盛 专门给跑路的黑道整容 他这里还有一项VIP服务 彻底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连个人信息都能包办 这些被替换的人 往往是失踪了十几年 却没有正式宣布死亡的人 在警方那边也能查到 或者效仿克格勃的手段 从医院买到死因的资料信息 履历一片干净 随便怎么伪造都没问题 最近还好 陈石问 老样子 客员是不愁 但警察也没少来烦我 给你看个照片 陈石从手机中翻出一张通缉令 是个犯下灭门案潜逃的嫌疑犯 眼睛冰着杨医生的脸 他是你的客人吗 杨医生瞅了一眼照片 摇头笑笑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顾客资料 我是不能泄露的 能平平安安活到今天 全靠我口封言 外面想冻死宋朗的人也不少 说不定他们中 还有人坐过你的出租车呢 语人方便 语己方便吗 诵 陈先生 陈石翻出另一张通缉令 仍然在观察杨医生的微表情 问 这个呢 哎呀 别难为我好吗 我想好好活着 这个呢 这次陈石翻出的人 才是寄春马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虽然他嘴上这样说 但陈石已经从他的神情中 瞧出一点线索 他应该没见过寄春马 陈石拿出第四张 他呢 看见照片上的脸时 杨医生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摇头 无可奉告 陈石突然激动起来 抓住杨医生的肩膀 他在这里换过脸 你有毛病 我说了无可奉告 别瞎猜 陈石放开杨医生 莫名的产生一阵危机感 这四张照片 正是害了他的周孝 本来是用来当作试探杨医生的参照数据 没想到竟然有意外发现 陈石说 和这个人做生意 你可得小心点 他是条疯狗 放心 我背后有人罩着 比你安全多了 杨医生整整衣服 我可什么都没说 是你自己瞧出来的 保重 没事别来烦我了 我活儿多得要命 陈石离开城中村 中午十一点赶到市局 问彭斯爵有什么发现 彭斯爵给他看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从中行找到的百元钞票 这就是当年绑架案中 被做过标记的钱 彭斯爵指着装在证物袋中的钞票 说 左下角有一块污渍 是人写 我正在比对 原来如此 上面有幕后主使的DNA 这无疑是没核弹 陈石恍然 幕后主使 陈石将自己的推理说了一遍 彭斯爵点头 有道理 这张钱怎么会被花出去 显而易见 是被情妇不小心用出去了 于是季春马选择了杀人灭口 来阻碍警方的追捕 还有一样要给我看的东西呢 第二样东西 是在现场垃圾袋里发现的碎片 总共有两组 一组似乎是陶瓷玩偶百件 一组是黑色瓷片 应该是个小罐子 林秋普怀疑是个古董 正在找专家来鉴定 另外 死者的一些情报也更新了 两人应该都是季春马的情妇 同时在外面各自有情人 他们的收入来源 一部分是季春马的钱 一部分是各自的情人给的 陈石说 两个情妇住在一个屋檐下 真和谐 彭斯觉拿起一份专案组内部发的文件 说 年轻的死者邱平 是三年前搬进来的 应该是季春马在潜逃途中 认识并包养的 据邱平的第二个情人透露 王喜凤是个醋坛子 经常冲邱平发火 邱平一肚子委屈 只能对外人倾诉 大房和二房 我觉得 他们更像大房和通房丫鬟 你这边呢 作案解剖了 邱平的死亡时间 是当晚十点左右 王喜凤的死亡时间 似乎要晚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流血太多 导致肝温下降的缘故 但不会超过十点半 这两人与死亡的凶器 是同一把 其他的细节 你自己看尸检报告吧 十点半 陈石回忆着 狗蛋是在之后去的现场 凶手当时还在那里吗 第183章 暗度陈仓 这案子严格来说 属于陈石能力之外 专案组全员几乎都跑了出去 四处调取监控 访问目击者 能调动的民警 协警 全部派出去了 下午陈石无所事事的 在彭斯爵的实验室里 用电脑看电视剧 其他人更忙得的 鉴定工作 看似风平浪静 困难只有从业者自己才能体会 目前的工作重点 是钞票上的可疑DNA 但彭斯爵和对了十几个对象 都没有找到匹配的 看他一无所获 陈石把耳机摘下来说 试试假星云的DNA 要是有的话 早就是了 那就先别验了 敲门是个穿风衣的陌生大叔 他说 您好 我是做古董鉴定的 笔姓张 上午林队长打电话给我 怎么他人不在 彭斯爵说 东西在我这 刚刚拼出三分之一 能鉴定吗 可以可以 请一步吧 三人来到一间实验室 两名警员在一张桌子上 拼两组碎片 古董鉴定师戴上手套 拿起其中一小片看看 说 这是新词 工厂流水现生产的 不值钱 麻烦看看另一份 古董鉴定师 托起一块黑色碎片 用放大镜看了半天 说 这黑又一看就是君词 然后瞅了一眼其他碎片 形状应该是个小烧酒瓶 是古董吗 陈石问 我再看看 呃 这应该是清朝的仿君词 如果完整的话 市场价十万左右 陈石不关心他的价值 他说 这小酒瓶能放东西吗 没人会这么干吧 我只是说可能 放一张钱可以吗 可以 不过不推荐 为什么 钞票上细菌很多 可能会影响到器物的品项 谢谢 辛苦你了 不客气 送走古董鉴定师 陈石提议 验一下这上面有没有细菌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彭斯学说 这个小酒瓶装过这张钞票 两者的细菌成分差不多 陈石说 看来寄春马是拿他来装这张重要的钞票 结果不小心打碎了 王喜凤看见是钞票 没考虑过它 可能存在别的意义 就存到银行去了 没想到 却招来杀身之祸 不对 这东西是狗蛋无意中打碎的 彭斯学说 小男孩打碎东西 是十二号吗 是 可是银行记录显示 钱是在十号被存进去的 陈石看向桌上的两组碎片 突然明白了 古董是王喜凤自己打碎的 狗蛋打碎的 是另一个不值钱的百件 王喜凤暗中将碎片掉包了 想趁机额留老太太一笔 彭斯学摇头 这只是你的推理 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地点 但未必就有关联 有关联 陈石肯定地说 如果钱是十号存进去的 早就不在ATM机里了 寄春马当晚就不会疯狂地存钱 取钱愚蠢地在监控下面暴露自己 这么做就说明 王喜凤告诉他钱是今天存进去的 顺理成章的 放钱的容器 便是当天来串门的狗蛋打碎的 他为了推脱责任 一定会这样说 那么 这和案子有关系吗 还是你为了满足推理欲望 这点小细节都要梦青 有一点关系 记得命案现场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邻居 门是开着还是关着的 秋朴说是虚掩着的 邻居感觉不对 就打开看了一眼 寄春马如此冷静地杀手 临走会忘记关门吗 当然不会 他把狗蛋物关进了屋里 门是狗蛋离开时打开的 狗蛋会出现在那里 也和王喜凤的栽赃分不开关系 狗蛋家虽然穷 可他却是千倾地里的一根毒苗 受尽宠爱 在家里根本没受过委屈 他受到王喜凤的栽赃 间接导致自己和姥姥回不了家 义愤难消的他 当晚准备去报复一下王喜凤 比如在门口撒泡尿 或者踹一脚门 没想到他撞进了杀人案 蝴蝶效应 没错 陈时看了一眼手表 今天好像也没什么结果 早点下班吧 出去吃顿饭 彭思觉正在考虑中 陈时的手机响了 林东雪在电话中说 陈时 赶紧来怡红衙府小区 贾行云刚刚和一个可疑的人见面 陈时送彭思觉说 去瞧个热闹吗 走吧 两人驱车来到怡红衙府小区 专案组的人全在这里 一副要抓捕真凶的驾驶 林东雪说 冰烧的警员反应 下午五点左右 贾行云和一个裹得很严实的人 一起进了这栋楼 陈时说 还等什么 财宝礼物吧 可是咱们没有正式程序 这样私闯民宅可以吗 两个办法 一个是我冲上去 完事了 你们把我抓起来 一个是就地埋伏 等他出来 怎么能想出这么馊的主意 林东雪笑着埋怨 彭思觉说 他的车停在哪 陈时反应过来 笑道 我有一个更好的馊主意了 二十分钟后 一阵急迫的敲门声 在贾行云住处的门上响起 他衣冠不整地打开门 扬起眉毛 陈警官 林小姐 别误会 找你是私事 我不小心刮花了你的车 通知物业打听到你的住址 上来谈一下赔偿的事情 陈时贾行星的笑道 贾行云皱着眉毛 太巧了吧 无巧不成书 陈时朝屋里看 谁在里面呢 你女朋友 你们无权过问 但是我不喜欢被警察一直怀疑 我可以放你们进来看一眼 但请你们绝对保密 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进了门 贾行云立即把门关延时 来到卧室里 一个美女披着浴袍正在喝酒 她戴着墨镜 陈时第一眼注意到她有猴结 第二眼发现 好像有点眼熟 是不是 林东雪惊呼 拍电影的贾行云棋吗 大明星说 行云 你朋友 是警察 不知道在查什么 烦得要死 我就说嘛 你怎么有这么普通的朋友 两位 我和贾行云是朋友关系 如果明天报纸上出现 任何我的绯闻 我会发律师喊给你们 身为男性的贾行云棋 却戴着一顶假发 陈时盯着假发若有所思 看什么看 小兄 告你性骚扰啊 蒋玉齐呵斥 第184章 狗蛋的证词 贾行云说 我送他们走 然后关上卧室门 看见当红奶油小生 出现在龙安市一名富二代的床上 林东雪震惊地说不出话 半晌才问 你们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都和你没有关系 任何定性我们关系的词语说出来 都会玷污我们的关系 所以请林小姐 不要做任何联想 出了这扇门 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这只是我的私生活 不伤天害理 陈时举起手 不好意思 打扰到你们 我能借个洗手间吗 贾行云一脸不屑 别玩套路了 想要我的DNA 马桶很脏的 我直接给你吧 贾公子这么合作 真让我有点意外 因为我是清白的 但是作为交换 我要你们告诉我 你们怀疑我什么 有棉签吗 贾行云取来一个棉签 林东雪在他的口腔上 必取了一些样本 放进证物袋中 然后履行承诺 将警方对他的怀疑告诉了他 所以你们怀疑 是我策划了五年前的绑架案 贾行云大笑 我真佩服你们的脑洞 怀疑一切是我们的工作 林东雪有点恼目的说 干得好 干得好 贾行云鼓掌 其实我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林小姐如果愿意陪我共进晚餐 我可以告诉你们 林东雪皱眉 恕我冒昧 你不是喜欢男人吗 我喜欢一切美的事物 陈时自嘲说 看来我长得还不够英俊 贾行云十分嫌弃的看他一眼 望向林东雪 目光再度变得柔和 考虑一下 如果幕后主使不是你 而你又知道 那么这个人是陆振东 对吗 陈时说 贾行云的神情一瞬间慌乱 说佩服 佩服 你拆穿了我的底牌 谢谢你提供宝贵线索 那啥 不打搅了 今天的事情如果乱说 我会起诉你们 贾行云最后叮嘱一句 下楼的时候 林东雪说 陆振东不是死了吗 季春马手上的证物又有什么意义 你应该站在季春马的角度思考问题 五年来 他一直靠这件证物 勒索陆振东 勒索的同时 自己也就有风险 现在陆振东死了 而警方根本没有发现这件事 他匆匆赶回龙安 准备毁掉证物 毁掉这张钞票 他就能从头开始 没想到 没想到在这个结果眼上 暴露了一切 上的案子还没结束吧 还在做后续工作 那就顺便查查陆振东的财物 下来之后 等待的警察们 迫不及待地问发现了什么 陈时说 弄错了 他和女朋友在共度凉宵 闹了个乌龙 大家失望地叹息 陈时把DNA样本交给彭思觉 说 这是贾星云的DNA 你顺便比对一下陆振东的DNA 陈时回到家 已经快八点了 刘老太太吃完饭睡着了 狗蛋还在投入地打游戏 陶月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捧着一本陈时书架上的 犯罪心理学的书在看 陶月月老气横秋地和尚书叹息 当姐姐可真累 这小孩精力太旺盛了 陈时打开桌上扣着的 装有剩菜的碟子 他开口了吗 陈月摇头 一天都在玩 我感觉他心情不错 就是不怎么说话 想出门吗 好啊 带上他 好吧 陈月的语气一下子消沉下来 扒了几口饭 陈时进去对狗蛋说 狗蛋和叔叔出去转转吗 狗蛋摇头继续玩着穿越火线 嘴上模拟着开枪的声音 那我和月月一起出去吃冰淇淋了 你在家乖乖的 别把你姥姥吵醒 月月 想吃什么冰淇淋 听说有新出的品种 满满一大杯冰淇淋 上面淋上这么厚的巧克力酱 中间还撒满巧克力碎 这么好吃的吗 我也要来一杯 吃完再来一杯大可乐 太美好了 两人一唱一和 狗蛋立即在诱惑之下动摇了 游戏也不完了 愣愣地看着他们 陈时拍拍他的头 说 在家乖乖的 我们一会就回来 当他们穿好衣服的时候 狗蛋跑出来 揪着陶月的衣服一声不吭 陈时说 你不想让我们走 狗蛋摇头 你想上厕所 狗蛋摇头 你不说话我怎么知道 你想要什么 狗蛋吱吱呜呜地说 冰淇淋 穿上衣服 走吧 来到附近一家快餐店 一杯巧克力盛袋 就让狗蛋的眼睛 眯成了月眼 陈月月说 真单纯 这样就收买了 武士不孝白布 干正事吧 陈时说 能不能告诉叔叔 你那天晚上 在那个房子里 看见了什么 狗蛋突然一脸惊恐 瞪大眼睛 畏惧地看着陈时 嘴巴周围涂满了巧克力酱 还是不行吗 难道真要找心理医生 我来试试和他说 陈叔叔 你到外面待一会 陈时走到外面 隔着玻璃 看着两个小孩 一开始一直是陈月月在说话 慢慢的狗蛋开口了 话越来越多 等了足有半小时 陈月月勾勾手指 陈时扔了咽头走进去 陈月月小声说 他说了 我录下来了 陈时很高兴 对狗蛋说 我们回家吧 狗蛋摇头 直指快餐店里儿童中心 陈时说 那你去玩一会呗 狗蛋揪了揪陈月月的袖子 说 姐姐赔 陈月月骗他 姐姐是大孩子 那里只需小孩子进去 我们在这里看着你玩 好吧 狗蛋信以为真 一个人跑去玩耍 陈月月掏出手机 播放一段录音 狗蛋的话断断续续 中间夹着陈月月的话 内容概括起来 大概是这样 那天狗蛋打碎了一个小玩意 他记得是白色的 王喜凤破口大骂 谁料他把姥姥找来 却发现地上的碎片变成了黑色 王喜凤说这是古董 只好多好多钱 因为这坏女人撒谎 他被姥姥打了一下 狗蛋气得要命 就把桌上一堆小杯子打碎了 然后跑掉了 晚上他和姥姥 只能在一个又冷又亮的小房子里过夜 狗蛋心想这一切都是 坏女人造成的 这里离坏女人家很近 于是他就趁姥姥睡着 渐渐进了小区 循着记忆他 找到了坏女人家 原本是想报复一下他 可是没想到 门并没有关炎 他推开一条缝 闻到屋子里 有股很重的气味 坏女人趴在地上 两眼瞪得大大的 第185章 女装大佬 狗蛋不知道坏女人是不是摔倒了 他盯着坏女人半天 坏女人一动不动 便搭着胆子进屋 他对死亡的概念还很模糊 陈时插了一句 狗蛋有个想法 坏女人家里有钱 要是偷偷拿点钱 姥姥就不用睡又冷又硬的小房子了 他悄悄绕开地上的血 进了卧室 发现瓶子阿姨也倒在床上 狗蛋认为瓶子阿姨是好人 上去摇晃他 想把他弄醒 结果粘了一手红红的东西 客厅里传来脚步声 狗蛋吓坏了 随手在家具上擦抹了一下 然后躲到床和窗户之间的缝隙里 缩起身体 一动不敢动 那个人走进来 哼着鸽 脚踩在地板上的动静 清晰地传到狗蛋身上 他这时才感到害怕 捂着嘴眼泪不停地流 差点就想大声喊姥姥 然后他听见鸽东西的声音 那人走了 狗蛋悄悄抬头 确定那人不在了 但他不知道 那人到底是走了 还是在屋里 他就钻到床下面 趴着一动不敢动 屋里安静极了 能清楚地听见 厨房里传来烧东西的声音 然后是稀溜稀溜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吃面条 中途那人还说了句话 好像在说 骚臂 跟你说过 别碰那东西的 然后是沙沙的声音 持续了好议会 然后是烧东西的声音 噼啪噼啪的 有股很呛人的烟味 狗蛋捂着嘴 不敢咳嗽 不知过了多久 一声重重的关门声 接着屋里就是一片安静 狗蛋这才敢钻出来 他发现瓶子姐姐的腿 被割掉一块肉 红红的 吓死人 他又摇了瓶子姐姐几下 一想坏人可能还会回来 于是赶紧打开门跑掉了 再后来 就遇上了走进小区 找他的姥姥 陶月月关掉录音 这段录音的大部分 都和警方对现场的推测差不多 除了狗蛋听到的沙沙声 陈石喊了一声 狗蛋回家了 回到家 狗蛋又欢天喜地地要玩游戏 陈石拉住他 说 明天还想不想吃冰淇淋 狗蛋点头 那你回答叔叔一个问题 你不用说话 点头或者摇头就行 狗蛋犹豫了一下 点头 陈石走到窗帘旁边 用手抹撒窗帘 说 你听到的沙沙声是这个吗 狗蛋摇头 陈石撕了一张日丽 在手里搓 这个呢 仍然是摇头 陶月月取出一支铅笔 在本子上写字 陈石说 这个 摇头 是变了屋里所有的东西 狗蛋只是摇头 陈石习惯性地摸着下巴思考 突然摸到了自己几天没刮的胡茬子 他立即明白过来 来到卫生间 在脸上涂上T须泡沫 用T须刀刮 问 这个吗 狗蛋拼命点头 沙沙声持续了多久 我现在继续刮 你数着时间 把胡子刮完 陈石说 时间比这个长吗 狗蛋点头 陈石大笑 懂了 懂了 原来如此 于MBS SP 网组里发了几条信息 这一晚都没怎么睡踏实 第二天醒了 立即赶到局里 彭斯爵说 你昨晚在群里发的什么 为什么要我们调查死者买的化妆品和假发 查了吗 林队一大早就带人去查了 他现在对你的意见相当重视 如此可叫 你这边怎么样 彭斯爵举起一张文件 DNA比对结果 钞票上的血迹 和陆振东的DNA 百分之百匹配 陈石陶醉的闭上眼 仰起头 揭开真相的瞬间 就像窥见宇宙真理般的痛快 某个彻底未眠的人可不这样认为 说的是我吗 有没有空 陪我去现场看看 上了车 陈石从置物柜里 拿了一罐红牛给彭斯爵 彭斯爵打开拉环 说 五年前的绑架案 全部是陆振东一手策划的 不是 原本的调查没有错 绑架案是陆家二少爷自导自演 只是陆振东顺水推舟 买通了其中一个人 把假绑架变成了真绑架 动机呢 为了得到父亲的爱 我这么说 是不是很奇怪 换一种说法吧 你知道陆老爷子 有多虐爱二少爷吗 翻翻过去的新闻 就知道陆家二少 是个多荒唐的人 但他无论做了什么 老爷子都可以一笑置之 可是对陆振东 却好像不是轻生的一样 各种严厉要求 父亲的偏爱 造成了这场悲剧 父亲就不应该扮演一个 急于宠密的角色 没错 这对兄弟的母亲 是父亲的前前前前任妻子 根本没有参与过他们的成长 来到犯罪现场 这里已经被简单打扫过 血迹已经没有了 只是放着一些标号牌 陈时首先核实了一下狗蛋的证词 果然在床边和床下 能找到狗蛋趴过的痕迹 然后他打开马桶 马桶里的灰烬已经没了 马桶内壁仍然残留着焦黑的痕迹 陈时问 烧的东西呢 彭思学回答 带回去化验了 没什么线索 就扔在证物室里 狗蛋称 他当晚听见了沙沙声 经我反复询问 已经确定 沙沙声是剃毛发的声音 剃毛发 陈时取来一个垃圾桶 在里面套上塑料袋 然后把灌洗室下面的管道拧开 随着污水流出 一些细碎的毛发也落入袋中 这当然只是一小部分 下水管内壁还有不少 陈时从厨房取来吸水纸 垫了厚厚一层 把塑料袋里的东西倒出来 彭思觉掏出折叠式的放大镜 开始研究那些毛发 说 切口整齐平滑 是被剃下来的 除了胡子以外 还有一些别的毛发 需要带回去鉴定 不妨先推测一下 从粗细和弯曲程度看 这应该是腿毛 胸毛 陈时笑了 凶手杀完人 仔细地刮掉了身上的毛发 然后烧掉了一些化妆品和假发 其实他烧掉这些东西的目的 是为了掩盖一件事 自己拿走了一些 剃毛 假发 化妆品 难道 凶手男扮女装 陈时摊开手 这就是我们苦苦寻觅 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第186章 来世再见 这一天 大家只做了一件事情 确认诚实的推理是否属实 重新检查监控 里面并没有找到 当晚有可疑的女人离开小区 显然凶手有某种方式避开监控 下水管道中的毛发 经鉴定 全部属于寄春马 通过核对两名死者的网购账号 和被烧毁的假发 化妆品残骸发现 现场丢失了口红 粉底 眉笔 假睫毛各一份 此外还有一顶黑色长卷发的假发 警方立即修改了通缉令 重点调查城里十几家卖假发的 以及葛服装店 抓通缉犯不比破案 一晃十几天过去了 这期间 刘老太太称家里有事 在征得警方同意后 带着依依不舍的狗蛋离开了 然后就是陶月开学 这天陈时 和抓案组的几人在一起吃饭 林东雪抱怨 抓人真累啊 每天在街上蓝胖胖的中年女人问话 问得我都烦 徐晓东说 还有 局里天天有女装大佬 来做客 我去 大开眼界 前两天逮住几个在公园卖赢的 全部是男的 我好奇 问他们是怎么和客人交易的 他们拿枪拿掉的跟我说 这是商业机密 还有一个女装大佬 带着硅胶 跟真的一样 还有一个比女人还漂亮的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男人 我都要弯了好不好 我现在都怀疑 街上走的妹子 有几个是真的 老张说 那家伙出现在几个服装店的监控里 可是一直没找到本人 太滑头了 不愧是逃了五年的通缉犯 小陈 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这次真没有 看运气吧 抓人本来就是辛苦活 我先撤了 去接陶月月 今天是陶月月开学头一天 接上她之后 路上陈石一直在东桥西桥 陶月月冷不丁地说 陈叔叔 你喜欢胖女人 哈 你一直在看路边的胖大妈 警察正在抓一个胖大妈 我看见了就留意一下 是那个人吗 陶月月指着路对面一个金发大波浪大妈 她跨着一个小包 慢慢地走着 陈石路过大妈身旁 从后视镜瞅了一眼 突然觉得有点神似通缉犯计春马 说 我到前面掉个头 是她吗 不确定 如果是的话 待会我做这个手势 你马上下车 你要跟她殊死搏斗 我打算同归于尽 骗人 掉头回来 陈石把车慢慢开到胖大妈身边 摇下车窗说 大姐 坐车吗 那人上下打辆陈石的车 说 你这是出租车 听她的声音 显然是故意捏着嗓子 看她的脸 和寄春马太像了 此人是寄春马的 可能十有八九 今天真是红运当头 她暗想 私人出租车 陈石回答 寄春马一脸狐疑 说 去草店装多少钱 五十 行吧 寄春马坐上车 看见副驾驶上的陶月月 说 怎么还有个小孩 拼车的话 你得算我便宜一点 一点 不是 这是我女儿 寄春马不说话了 低头看手机 陈石发动汽车 经过某条街的时候 路上有警察在盘查 寄春马突然慌张起来 说 别走这条路 换一条 好好 这就掉头 陈石做了一个手势 陈月月立即推门下车 陈石迅速拔掉钥匙 从另一边下车 寄春马意识到不对劲 也准备推门 却发现打不开 他隔着玻璃露出恶狠狠的神情 声音也变得粗犷了 你什么意思 警察通知 这里有通缉犯 陈石大喊 见警察跑过来 寄春马努力撞门 把车门都撞出一条缝隙 车就停在马路中间 后面被迫停下的车 不停按喇叭骂街 咣当一声 寄春马肥胖的身子 撞出车门 摔在地上 包里掉出证件 手机还有一把小刀 他抓起小刀 正准备做困兽之斗 被陈石一脚踹在脸上 脑袋上的假发飞了 鞋底传来的质感告诉陈石 应该把他的一颗牙皮踹松了 臭司机 我花了你 寄春马气急败坏的大吼 路人见状纷纷围了过来 给远处赶来的警察 增加了一道障碍 陈月月从路边花坛抓了一把土 撒了寄春马一脸一嘴 寄春马怒斥 我宰了你们 你们看什么看 老子是杀人犯 看来我们找对了 陈石抓起路边 一辆共享单车 往寄春马脸上对 一寸长一寸强 寄春马的小刀 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 陈石用自行车连对他 对得寄春马胖胖的身子 根本起不来 嘴里不停地骂着难听的 威胁的话 打架这种事情 双方都是双手双脚 当然要靠工具来增加优势 人类本来就是使用工具的动物 所以不丢人 这是陈石领悟出来的街头武学 自行车压制的寄春马 毫无反抗之力 不少路人掏出手机来 陈石心想糟糕 露了脸了 警方终于赶到 给寄春马戴上手铐 当他们准备向这名 跃跃冲进去 林东雪还没下班 他问 寄春马呢 见义勇为的司机 不是你吧 就是我 我说呢 谁这么勇敢 人正在押送的路上 一会就到 帮个小忙 当时情况紧急 不少路人拍到了我 警方出面 删删帖子和微博 我不想出名 你真是低调啊 行 我会和我哥说一声 听说寄春马落网了 警察们全部到门口迎接 一辆派出所的警车开来 灰土头脸的寄春马 被压了下来 他身上仍然穿着女装 假发却早已没了 果然是他 太好了 终于结案了 大伙格外高兴 寄春马在人群中 看见陈石 顿时面孔争鸣起来 臭司机 原来你是警察 我是警察的朋友 好小子 等老子出来 非嫩死你不可 身上背着至少五条人命 证据充足 对此我只能说 希望来世再见了 第187章 寄春马的供述 审讯室里 寄春马吃着大份的盒饭 一五一十地交代他的罪行 他本来也是富二代出身 结果家道中落 父亲有一天喝多了酒 用小刀把动脉割开 坐在银行 唯一没有没收的豪车里 狂飙十几公里 想看看 自己是先失血而死 还是先撞死 父亲具体怎么死的 寄春马不知道 但他恨死了自己的父亲 死就死了 秀什么秀 还把他唯一一辆 泡妞的豪车给搭进去了 他除了一身花钱的臭毛病 什么也没留下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 所以就只能靠朋友帮衬 他走动最多的 便是陆家兄弟 尤其是陆家二少 人称龙安是孟长郡 广交朋友 性格好爽 虽然说是出了名的顽固 但男人女人都爱他 陆家二少曾经说过 他不在乎朋友比他穷 在有钱在他面前都是穷人 寄春马整天就吹嘘拍马 跟着陆家二少吃吃喝喝 后来陆震东找到他 希望他做一件事 没错 陆震东要他玩无见到 把陆家二少的情况汇报给他 靠着打小报告 寄春马得到一笔笔可观的收入 后来陆震东的条件升级了 要他坑陆家二少 陆家二少搞女明星 他就去把记者找来 陆家二少开车撞人 他就去把记者找来 陆家二少头脑一热 要玩摇滚 寄春马受陆震东指使 在他们住的酒店里 藏了一包海洛英 然后报警 不过 不管怎么坑 陆家二少 还是集陆老爷子万千宠爱于一身 永不失宠 也就是吸毒的事情有点过了 陆老爷子怕宝贝儿子学坏了 禁止他在跟摇滚乐队来往 同时送到了戒毒所 控制他的经济 那几个月 陆家二少没钱花 急得抓耳挠腮 一拍脑门 想出绑架这个馊主意 说服身边几个狐朋狗友参与 包括记春马 陆家二少信誓旦旦的保证 就算被警方拆穿也不要紧 又不是真绑架 到时候 他会去保他们 大家为了钱 就开始了这场闹剧 这时 陆震东联系上记春马 希望他如此这般 记春马吓坏了 以前也就是暗中下半子 现在陆震东 居然叫他杀害亲弟弟 把假绑架 变成真绑架 但是在陆震东 开出的天价报酬面前 他还是屈服了 毕竟 无体不情 好吃懒做的记春马 一直都处在缺钱的状态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当时杀人的工作 陆震东也有参与 工具就是他带来的 在杀害那几人的过程中 因为一名死者的反抗 陆震东的一滴血落在赎金上 记春马留了个心眼 把那张钱藏了起来 当做以后威胁陆震东的证据 这五百万赎金 当然是不能花的 因为陆震东偷听了警方的对话 赎金里面藏了几百张 做了标记的钱 钱后来全部被烧掉了 除了记春马手上 这关键的一张 本以为事情会这样不了了之 可是没成想 警方中间有个厉害角色 拆穿了整件事 一下子怀疑到记春马头上 在警车开来逮捕他的那天 记春马跳窗逃命 如有神柱般 狂奔十几里 逃到郊区去了 在郊区避风头的苦日子 让记春马心有不甘 他想陆震东凭什么 就能两袖清风 置身事外 于是他给陆震东打电话 称自己手上有沾了他血液的特殊钞票 如果记春马过不下去 就会去自首 上面这滴血陆震东是绝 震东是绝对解释不清的 陆震东只能给他打钱 帮他准备假证件和车辆 提供一些物质援助 跑路的日子虽然苦 但有钱拿倒也开心 记春马其实一直就没有离荣安市太远 就在周围转悠 偶尔还会回来一趟 尝尝故乡的小吃 渐渐的 似乎风头过去了 警察盯得不是那么严了 他找了个情妇 一边继续敲诈陆震东 一边用情妇的名义买房 存钱 后来他又找了一个情妇 大方王喜凤不乐意 但架不住他一顿揍 最后还是同意住在一起 只要记春马回来 就找两个情妇乐呵乐呵 其实他知道 这两个女人背地里很不老实 不过无所谓 本来就是钱色交易 而他 很有钱 跑路五年 他已经摸索出一套规律来 知道警方什么时候查得紧 什么时候查得松 风头紧的时候 他就去乡下躲一阵 风头松再回来 前段时间 他在新闻上看见陆震东叫人杀了 震惊的同时也松了口气 这段危险的勒索关系终于结束了 手上的钱应该够他过很久 他打算回龙安市 把那张钞票毁了 以后就宅在家里过日子 有两个女人相伴 何其痛快 万万没想到的是 回来之后 王喜凤告诉他说 放钞票的古董 不小心打碎了 纪春马瞪着眼睛问 里面的钱呢 王喜凤说 你说那张脏兮兮的一百块 我顺手存到ATM机里了 纪春马气急败坏 连夜去那台ATM机取钱 可是没找到 他知道这下子完了 不过也没完 毕竟他是跑路专家 警方会通过钱找到王喜凤 而王喜凤知道他太多的事情 所以王喜凤必须死 至于第二个情妇邱平 反正也不能让他活着 只能说他倒霉 纪春马板着脸回家 不知道死到临头的王喜凤 还不停地问 怎么了 没事吧 你倒是说话啊 纪春马先逮着邱平 毫日了一顿 毕竟这段时间 一直没碰女人 之后很长一阵子 恐怕也没机会碰 为什么不找王喜凤 一是邱平更年轻漂亮 二是 他把自己火气上来了 把王喜凤掐死 爽了之后 纪春马抓起水果刀 一刀将邱平割喉 然后来到外面 王喜凤看见他身上的血 尖叫着想逃出去 纪春马从后面一刀刺中他 他倒地之后 又反复地刺 悬泻心头的愤怒 是这女人毁了他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杀完人 纪春马有点饿 去厨房找吃的 这倒霉女人 实在不是过日子的人 厨房里什么也没有 冰箱里 全TM是面膜 他在地上看见一袋子单货 柜子里找到一包挂面 可是没有肉 他从小就是无肉不欢的人 思来想去 邱平那白白嫩嫩的肉倒是不错 于是乎 他跑到卧室 在邱平腿上拉了一块 细细地切成肉丝 煮了一碗香喷喷的雪里红肉丝挂面 吃饱喝足 便开始实施他完美的跑路计划 如果不是警方冻结了王喜凤的信用卡 不是陆震东的死 让他断了经济来源 不是那个混蛋司机认出来了他 你们死也逮不到我 纪春马冷笑一声 结束了自己的供述 第188章 被金钱羞辱三更 注意言辞 被骂成混蛋司机的诚实 抬起头 我就说 混蛋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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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春马晃动着脸颊上的肥肉说道 陈石鹿袖子 我不是警察 打你也不要紧 不过我不打你 看你白白胖胖的 到监狱里有人收拾你 纪春马一瞬间面色苍白 玄机又自我安慰 老子是杀人犯 在监狱里地位最高 只有我收拾别人的份 有个细节想问你 王喜凤不知道你是通缉犯 知道呀 但他以为我是那种通缉犯 偷税漏税什么的 他这个傻女人 只要自己有钱花 就不在乎 你五年前杀掉的三个人 手法明显很业余 这次却表现得熟练而冷酷 这五年里 是不是还有过度 我是说 你身上有别的案子 呵呵 我不说 为什么 这就是罪犯的智慧 我留到监狱里面 等哪天馋了 想吃肉了 再料 给你们警方增加点破案率 爱说不说吧你 我又不关心 陈石扭头问林东雪 还有什么遗漏的吗 这案子证据很充足了 可能明天会带他回现场 重新指认一下 接下来就等庭审了 我会很配合你们的 纪春马说 我巴不得死刑立即执行 老子今年四十 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死而无憾 我这么娇贵的身子 才不要在监狱里受苦 最好赶紧死了 来时再投胎个富二代 你就是一头 不怕开水烫的死猪 陈石夸奖说 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的一生 就像曹雪晴一样 红楼梦算个屁 我的人生比他丰富多了 曹雪晴听见 都想从棺材爬出来揍你 陈石说 对了 既然你想死得痛快点 何妨多撂几个案子 争取判个重的 监狱里可不好过 没有肉吃 纪春马沉吟着 看看手上吃光的快餐盒 说 再给我来一份 我就给你们讲讲 我十四年杀的几个人 林冬雪和陈石离开审讯室 换另一批审讯员来熬他 离开之后 林冬雪回头瞅了一眼监控器 说 看他讲话时得意的嘴脸 简直就是个畜生 形容得太贴切了 欲望当头 得过且过 和动物完全没有区别 林冬雪看见这个胖胖的男人 就恶心 不过他也没恶心他多久 不久就转送看守所 等待法律程序 半个月后的某天 陈石去见了一面陆启星 告诉他真凶已落网 听完真相 陆启星摇头叹息 事已至此 无可奈何 这一切全是震动的错 我就不陪你分析是谁的责任了 告辞 等一下 今天几号 三月十五号 混蛋 你故意的是吧 我说三十天内抓到凶手 你却第三十一天跑来告诉我 真的吗 陈石故作惊讶 居然忙忘了 看来我是真没有财运 五百万您自己收着吧 陈石离开的时候 陆老爷子在后面愤怒地摔东西 一个个都不把我放眼里 有钱也是我的错吗 没想到陆老爷子阴魂不散 第二天 陈石被林秋朴一个电话叫去 他意外地发现 院子里多了几辆新盏盏的警车 说 对你发财了 我还想问你 为什么陆老爷子 会突然送几辆警车给我们 另外 他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林秋朴取出一个信封 里面有一张五十万的支票 和一封短信 信上说 假清高 我偏不让你清高 五百万不要 这五十万拿着 否则我全程登报感谢你 最后一句话 切中了陈石的软肋 他苦笑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咦 发财了 林秋朴瞅了一眼性 我怎么没遇上这样的好事 被有钱人拿起来羞辱 现在就有一个 你叫我一声前辈 我把这个给你 陈石拿支票 拍打林秋朴的脸 滚 当得起前辈这二字的 在我心目中 只有一个人 喊不喊 五十万哦 不要脸的货 一想这张纸 就是一套房子的首付 林秋朴还有动摇了 钱 收回 陈石及时刹车 刚刚只是 稍微考验一下林队长 看来你是一位 不会被唐一炮弹打败的好同志 林秋朴气得瞪眼 说不出话来 陈石拍拍他的肩膀 和大伙说一声 晚上我请吃饭 林秋朴说 晚上聚餐倒是省了一笔钱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妹妹生二级警司了 第189章 林东雪搬家 2月24日 今天是元宵节 林秋朴叫大家早点回家陪陪家人 林东雪回到住处 一边走一边考虑手上案件的某个细节 当他走到门口时 突然说了声 糟糕 几天前房东说 他儿子提前释放了 想把房子收回来 给儿子住 为表歉意 房东愿意推半年的房租 约定交割的日期就是今天 可他这两天忙忘了 居然没联系搬家公司 他打开门 最后看一眼自己租住了五年的地方 心中有些不舍 无奈还是查询了几家搬家公司的电话 可是对方都说 今天不行 得预约 林东雪拿着手机一阵茫然 东西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找谁帮忙呢 徐晓东 打扰他私生活 实在过意不去 林秋朴 他哥要是知道房东违约 一定会找上门来说理 闹得很不愉快 所以不考虑 最后剩下的人选只有陈时了 林东雪苦笑 除了警察的小圈子 自己居然连个帮忙的朋友都没有 打过去电话 陈时说 你找下住的地方了吗 没呢 先找个便宜的宾馆凑合着 慢慢在寻合室的地方 那你先收拾东西吧 我马上就来 林东雪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楼下传来咣当一声摔门声 伴随着一声爆火 我一个醒满释放的 那些地方根本不要我 你别再到处求人了 半分钟后 一个穿着军绿色棉袄 替着假光头的中年男人 出现在林东雪房门前 正往外搬箱子的林东雪 愣正了一下 我 我以为你已经搬走了 男人神色尴尬地说道 这就准备搬呢 中吧 我帮你 唉 不用 男人自顾自地替林东雪 把箱子搬到楼梯口 搞得林东雪很不好意思 男人说 真对不住啊 我突然回来 害得你还得搬家 没事没事 刚刚的话 你是不是都听见了 像我这种人 哪个单位也不敢要 我妈到处求人找关系 人家拐弯抹角地拒绝 怕他还热脸去贴冷屁股 我看着心酸 说着 他两眼一红 林东雪不知道怎么安慰 道 可以试试自由职业 比如开个网店什么的 我试试 他支吾一声 去屋里继续搬东西 在一个箱子里 他看见了警校的教材 惊讶地问 小姐姐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警察 刑警 是的 那你会瞧不起我这样的人吗 林东雪顿了顿 道 我记得 你母亲说过 你是过失杀人 对吧 他在一个小椅子坐下 垂着脑袋说 法庭上是这样判的 在监狱里 我没有一天不悔恨那一天 人年轻的时候 总会干傻事 然后用一辈子去弥补 他摇头 重获自由了 就好好珍惜现在吧 三十几岁 也不算年龄太大 他又是一阵苦笑 抬头看着林东雪 那视线让林东雪有点畏惧 他说 我叫乌序 你呢 林东雪 我知道这有点难以启示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小忙 乌序之无道 我十几年没碰过女人了 什么 林东雪吓得后退 语恩 不不 别误会 我是说 能不能摸摸我的脑袋 你可以拒绝的 我不想强人所难 林东雪第一反应 就是想拒绝 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职业 正式将他送进监狱的刑警 连刑警都对他避之不及 接受改造 重新做人的话 岂不是就是一句空谈 你过来 乌序答应一声 把脑袋凑过来 林东雪在他头发 短短的头皮上抚摸了几下 那姿势就好像摩顶兽戒一样 为了冲淡空气中的尴尬 林东雪说 别走歪路 好吗 我知道你这阵子会过得很艰难 一定要挺过来 别再让你妈妈难过了 乌序点头 落下泪来 谢谢你 小姐姐 外面传来气声鸣笛声 林东雪说 我得走了 你自己好好的 我帮你搬东西吧 楼下开了一辆清卡 开车的人居然是陈时 林东雪说 你怎么开辆卡车来了 找朋友接的 陈时下了车 冲和林东雪一起搬东西的乌序说 兄弟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上车后 陈时提议 先去我那里凑合几天吧 反正有床睡 你再慢慢找地方呗 林东雪想 有陶月月在家 也不算孤男寡女 而且就待几天而已 她问 需要我掏房钱吗 哈哈 我是那么见外的人吗 晚上请我和月月吃顿饭吧 我家都没班 请吃饭 好好 请你们吃烤鱼 事业 二队的人都回家团聚了 林秋普在办公室处理完几份文件 喝了口碑中已经凉掉的咖啡 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这时有内线电话打来 是接线平台那边的 电话里说 林队刚接到民警那边转来的电话 双塔路的电路场小区 听见呼救声和打斗声 民警上门发现了一名中年男子的尸体 行 我来处理吧 放下电话 林秋普想吊人 想想算了 自己来处理吧 今天元宵节 让大家都写着好了 他从技术中队路过了一下 果然彭思绝还在加班 林秋普说 老彭 有命案 跟我走一趟呗 一小时后 两人赶到现场 三名民警站在门口 民警简单描述了一遍 发现尸体时的情形 两人进到屋里 只见一片凌乱 地上导致一个浑身血迹的男人 彭思绝说 真可悲 是啊 一个单身汉独自在家遇害 不 我是说 元宵节 我们两个单身汉 却在这里查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感性了 赶紧工作吧 民警已经通过警务通核实过 死者周太阳 56岁 元国营电镀厂职工 厂子倒闭之后 在一家私人电镀厂上班 曾结过一次婚 没孩子 不久之后离婚 一直是个老光棍 林秋普取出数码相机拍照固定 彭思绝把死者单薄的衣服剪开 发现他身上纵横交错的遍布着中空状瘤伤 这应该是棍棒或者皮带留下的 除此之外 裤子被吞到一半 露出长满座窗的臀部 彭思绝在死者的肛门附近 发现了一些粘性物质 他用棉签沾了鞋 凑近观察 说 像是润滑油 死者的脖梗和耳根附近有斑点状烫伤 是生前造成 在尸体不远处的地上 就扔着一个电烙铁 上面明显有烧焦的人体组织 难不成是性虐待 林秋普揣测道 第190章 建议勇为 仅凭这些 还不能下定论 彭思绝说 林秋普转身去检查门锁 门锁虽然是被闻到血腥味的警察撞开的 但当他检查锁心时却发现 并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屋主的衣服挂在门边上一个衣架上 要是串也别在裤子上 家里开着窗户 有点冷 地板脏兮兮的 平时屋主就穿着鞋走来走去 也不换拖鞋 想找到凶手的鞋印 工作量估计会很大 厨房里有吃剩的一塑料盒子 泡胶压杂 林秋普拿起盒盖上的外卖单 瞅了一眼 是7点10分送来的 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头 还有一叠酒鬼花生 林秋普回到客厅 把电视机打开 这个单身汉没有装机顶盒 所以无法推测遇害时间 他询问民警 报案人是怎么发现的 报案人是来收水电费的物业 闻见屋子里有煤气味 又没人印门 就报了警 我们来了之后 把门撞开 发现尸体 煤气是因为灶上的水烧开 把火熄灭了 已经关掉了 当时是9点左右 彭思觉掰开死者的眼皮说 死亡时间两小时左右 应该在7点到8点之间 那么这名奉餐员 很可能是最后见到死者的人 考虑事情的时候 林秋普的烟影又发作了 下意识地朝茶几上的烟灰缸看了一眼 死者看来是抽十块钱的中南海 然而 一堆白色的烟地里 却有一根其他颜色的 林秋普走过去 拿起来一看 那居然是一根 颇为昂贵的微型雪茄烟 他比较了一下这根烟地 和其他烟地上的咬痕 又去掏了一下死者的口袋 死者口袋中 只有一包中南海 他得出结论 案发前后 有人进来过 这人肯定在屋内停留过一阵子 才会留下一根烟地 他把这个发现告诉彭思觉 彭思觉用镊子夹起来观察 然后从勘察箱中 取出一根真实温度计插进去 看见上面的毒树 抽这种烟的人非富即贵 彭思觉直指死者 他见这种有钱人 穿着倒是挺随意 那应该是关系很好的人 要不要叫陈石过来 不过 林秋普连连摇头 总不能什么案子都找他吧 这几天还在抓通鸡犯寄春马 那案子基本上是林东雪和陈石在负责 眼下警力是严重不足 林秋普觉得这个单身汉的死 应该不是什么大案 自己搞定就行 两人把该取证的全部取证一遍 现场暂时封锁起来 明天让技术中队过来 再采集一遍指纹和鞋印 尸体用尸袋封装了起来 拜托民警帮忙送到了局里 林秋普说 你先回去吧 我走访一下附近居民 大冷天 你自己多加小心 警车开走后 林秋普走访了一下左邻右舍 他们当晚没有听见什么异常 至于死者周太阳的情况 他们称周太阳是个单身汉 平时很少跟人来往 就是一个人在家喝酒看电视 经常看到很晚 一名邻居大妈说 听说老周最近好像把前妻的房子卖了 卖了五六十万的样子 他前妻没孩子吗 有吧 有一则老周后吹嘘说 他儿子在外面混得多好多好 我说从来没见过 没见过你儿子 感觉关系不太好的样子 继父吗 可以理解 他前妻听说得了精神病 精神分裂什么的 十年前去世了 名下的房子搁了十年 找了不少房产中介 老周才拿到大红本 转手就卖掉了 林秋普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下来 到了生线 又去了趟物业那里 然而小区摄像头坏了很久 什么也没拍到 站在小区门口思考了一会 翻翻手中的笔记本 外卖棋手的电话记录在上面 于是他拨了过去 外卖员居然是个女的 林秋普说 你好 我是刑警 晚上你给一名叫周太阳的客人 送过餐队吗 是这样的 周太阳刚刚被发现死在家中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你到解放路北的一家便利店 我在这里 林秋普来到那里 店里只有一个店员 正在理货 林秋普问 你是 我就是送餐的棋手 甘萍 我打两份工 九点以后就在这里看店 甘萍是个二十几岁的女孩 很白很瘦 眼睛大大的 扎着一条长长的麻花辫 挺辛苦的吧 习惯了就好 警察同志 要喝饮料吗 不了不了 问几个问题就走 甘萍反应 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 他和往常一样 放下东西 就走了 林秋普说 当时是几点 我这里有送餐记录 你可以看一下 甘萍掏出手机 APP上清楚地写着 每一单的送餐和收获时间 周太阳是七点十分收的餐 紧接着七点二十三分 甘萍又去了另一个小区 从记录看他 完全没有嫌疑 也许你是最后一个 见到死者的人 请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任何线索都可以 林秋普仍不放弃 啊 这个客人脾气有点不好 我明明是准点送到 他还骂我怎么这么骂 你说了什么 道歉啊 说路上堵车 然后就走了 其他呢 其他 对了 因为电梯一直没下来 我走的楼梯 一个男人和我擦肩而过 不知道这算不算 描述一下 楼梯里光线很差 所以我也没看清楚 感觉和你差不多高 穿着一件例领风衣 对了 他戴着口罩 发型嘛 好像头发有点长 遮到耳朵了 当时是几点 七点二十分以前 因为我七点二十分 送了另一单 林秋普将这些线索 一一记下 道歉离开 他过了马路 突然听见一阵吵闹的动静 回头一看 几个不三不四的男人 好像是喝醉了 边走边吵吵 推门进了那家便利店 本不想管闲事 但见这几个男人半天不出来 林秋普还是穿过马路 来到便利店 只见那几个男人围着甘平 一脸见笑地说 上什么班 陪我们去玩玩吗 一边说话 一边还动手动脚 甘平像受惊吓的雏鸟一样 缩着脖子 他一抬头 视线和外面的林秋普 看个正正 眼神里充满求助的意味 现在还有这么复古的流氓 林秋普嘀咕一声 进了便利店 立即道 放开他 第191章 喝酒了还是失恋了 男人们纷纷扭头 刚刚骚扰甘平的男人说 管年币的闲事 林秋普问甘平 甘平拼命摇头 林秋普气正词严地指着他们说 这是性骚扰 已经触犯法律 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婊子痒的 轮到你来教训我 听见这话 林秋普心头顿时起了一阵无名夜火 那男人伸出手来 林秋普不确定 对方是要抓自己的衣领 还是要动手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林秋普一拳揍过去 打在对方的脸上 他踉跌着摔倒在货架中间的过道中 林秋普及时踉出警官证 挡在其他几人的拳头前面 看清楚后 他们顿时吓得酒醒 连忙搀扶着癌痘的同伴离开 甘平说 太谢谢你了 林警官 这帮小流氓经常深夜 跑来偷东西 说是偷 就是明目张胆地拿 害我经常要自己垫上 今天不知道在哪里灌了猫尿 又来找麻烦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报警的 店里又不是没有监控 别总想着小事话了 这种人知道你软弱 就会不停地来欺负你 我记住了 你的手 林秋普看自己的拳头 他果然不擅长动武 刚刚那一拳 好像磕到了男人的牙齿 把纸背的皮肤磕破了 因为肾上腺素的作用 居然没感觉到疼痛 这回才觉得有点火辣辣的 我去给你拿点服擦擦 甘平离开了一会 林秋普看见桌上放着他的手机 拿起来 锁平画面 是当红小鲜肉蒋玉奇的写真照 老实说 这些娘里娘气的小生 他真不知道到底哪里好 却有那么多女生喜欢 好像林东雪也挺喜欢他 甘平回来 用脱脂棉 战战点服给他擦拭 林秋普好奇地问 你家人呢 一个人来龙安打工 我家人 我家里情况有点复杂 不太像说 哦 没事 尊重你的个人隐私 林秋普插开话题 对了 我妹妹也喜欢这个蒋玉奇 是吗 甘平两眼一亮 你有妹妹啊 今生的 是的 也是警察 你们家可真幸福 幸福 一想起林东雪和自己平时的僵硬关系 林秋普完全一头雾水 实不相瞒 我来城里 是为了找我哥的 我亲哥哥 小时候他离家出走 一直没和家里联系过 望着甘平垂直的脸 林秋普起了一丝恋隐之心 问 找着了吗 找着了 有一次突然看见他 穿着一个扣子 都比我全身值钱的名牌 坐着赠光瓦亮的豪车 前庸后醋 非常的耀眼 你没有去认他 他现在混得太好了 已经不像过去的他了 我有点不敢去认他 这算什么 哥哥混得那么好 亲妹妹却打着两份功 辛苦维持生计 你是不是有什么影忠 甘平低头玩着衣角不言语 林秋普又说 我觉得他一定也很想见到你 毕竟你们是一起长大的亲人 血浓于水 告诉我他叫什么 我回去帮你找一找 千万别 等我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我会去见他的 拜托你 千万别让他知道我在龙岸 好吗 好吗 甘平言辞恳切 眼神真诚 林秋普只好退让 说 不好意思 一听到这种事情 我就有点过分激动 并不是想干涉你的私事 我知道 你是好人 应该也是个好哥的吧 你妹妹一定很依赖你吧 林秋普不知该如何作答 正好有客人进来买东西 便插开话题说 我该走了 有什么事要找你的话 我还会再来的 路上慢点 林秋普回到车上 甘平的话令他有所触动 假如林东雪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受苦 被人欺负 他一定不能忍受 于是他给林东雪发了一条信息 妹 无论人生多艰难 哥永远是你坚强的靠山 林东雪回复 你喝酒了 还是失恋了 林秋普感觉一片真心 被扔进垃圾堆 攥着手机养天许久 现实中的妹妹和理想中的妹妹 果然是有差距的 回到局里 已经是十点多 各办公室都灭了灯 只有技术中队还亮着 彭四爵刚刚做完解剖 正在喝咖啡 林秋普进来坐下 问 有什么发现吗 因为助手不在 尸检报告还没有打印 只有一份手写的笔记 彭四爵将他推过来 林秋普看见上面写着 编号 Triple X 男 56岁 死亡时间 201X年2月24日 晚间21点左右 胸 肩 上肢 有中空撞伤痕 侧腹有轻微淤肿 肋骨骨裂 肘部 后脑 肩膀有刮擦伤 脖梗 及耳根附近有斑点状烫伤 右肩胛骨右侧肌肉 发现一处针眼 毒物尚未鉴定 中毒 林秋普问 不太确定 我拍了照片 在这里 这个针眼扎得不是太专业 针头好像弯曲了 导致针眼周围淤肿了起来 凶手扎针的动作 应该相当粗暴 怎样的弯曲 彭四爵拿起一支注射器 稍稍折了一下 从伤口的破损程度看 大概是这样 林秋普拿在手上比划了一下 在脑中试图重现当时的情形 大概两人正在发生激烈争执 他记住注射器弯曲的样子 说 明天我去找找 能找到凶器 帮助会很大 我觉得希望不大 注射器这种东西 太容易处理掉 死者身上没有防御伤 没有 看来死者是任人摆布的状态 注射的会不会是麻醉剂 不 我敢肯定是毒药 死者身上的伤并不足以致死 解剖的时候 我发现一些中毒迹象 做了病理窃骗 明天接着化验 林秋普继续看报告 后面写着 唇 指甲青子 双眼睫膜有出血点 大脑珠网膜下腔无出血 脑内有钙化造型成 脑膜紧张 诸网膜充血 脑回变宽 脑勾变窄 明显中毒体征 肺脏出血 双肺广泛散布出血点 千年小血管内 充满凝血块 肺间至血管淤血 肺泡臂毛细管内 白细胞明显增多 心急大血管内 血液呈流动状 肝脏出血 肝脏会管区纤维组织增生 扮演细胞浸润 脾脏出血 林秋普放下报告 说 看来这死者身体不好 也难怪 年龄都这么大了 彭四角摇头 这些都是应激症状 死者应该长期处在 高压的生活状态下 心理或者生理的 林秋普微微一惊 直观地看起来 死者的日子 应该过得蛮悠闲的 想不到他会有什么压力源 他放下报告 今天太晚了 明天继续查吧 走 我请你吃叶消去 第192章 杀其老混蛋 隔日一早 林秋普像往常一样准时起床 穿戴洗漱后 发现眉角多了几根毫毛 手里捏着镊子 对着镜子叫了半天静 心里总算舒坦了 这才吃早饭 然后给阳台上的盆栽浇水 并修剪枝条 这是一株金银花 是当年宋朗送给他 改善办公室环境的 原来只是小小的一盆 经过精心的培养 现在已经长了一大盆 林秋普有个固执的念头 觉得 只要这株金银花还活着 宋朗就一定 还活在世上的某个角落 就像金银花的别名忍东一样 他相信宋朗一定在蛰伏着 准备向命运反击 来到单位 依旧是分秒不差的八点整 一路上和其他队的同事打招呼 他来到刑警二队的办公室 却发现里面只有几个人 或看报纸或吃早饭 就你们几个 派出所打来电话 说发现一次寄春马的人 冬雪把人都拉走了 林秋普十分无奈 毕竟寄春马是目前的大案子 他说 没有要紧案子的人 待会来趟三号会议室 昨晚在双塔路 发现一具中年男子的尸体 一会功夫 人到齐了 春假期间警务繁忙 可供驱使的警员 仅有五个 面对五个人也好 五十个人也好 林秋普依然用平时的严肃语气 开始述说案情 然后分配了一下任务 第一是复刊犯对现场 找找遗漏的线索和物证 第二是调查死者的人际关系 尤其是他前妻及孩子 第三是 目前有人正称 看见一名可疑男子 在案发前进屋 证据也显示 死者可能接待过一名男性 搞清此人的身份 林秋普来到技术中队 彭斯觉交一份正式的试检报告 和一份毒物鉴定书交给他 林秋普说 你动作真麻溜 一大早就弄出来了 死者身上发现的是氢氢酸 氢化物 毒药之王 能弄到氢化物的渠道并不多 而且 死者是一名电镀工 在他工作的场合就有氢化物 我听说苦性人里 也含有氢化物 是 所以氢化物会有浓重苦性人味 其实那就是氢化物本身的味道 不过从苦性人里 提炼高纯度氢化物 难度巨大 至少需要一吨的信任 哈哈 看来是不太现实 那我就从死者所在的单位查起吧 你再看下试检报告 我补充了一个细节 死者的直肠和肛门 发现了水性润滑剂 但是直肠黏膜完好 没有被侵犯的迹象 凶手是个同性恋 还不能下定论 林秋普披上外套 驱车来到周太阳工作的地方 空气中充满了重金属的刺鼻气味 他想在这里工作 对身体肯定不太好 这里的负责人还不知道周太阳遇害了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不知道是不是病了 其实周太阳昨晚遇害了 死在家中 我是来了解情况的 什么 老周他负责人大惊 林秋普感觉 他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 平时周太阳和谁关系比较密切 负责人说了几个名字 林秋普挨个叫来询问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感觉这几人都没什么作案嫌疑和动机 不过他们倒是提到一个人 周太阳的徒弟吕一才 只是这人已经离职了 为什么离职 林秋普问 问 被问话者回答道 我记得好像是弄砸了一批订单 害厂子损失了不少钱 就叫他主动离职了 你有这人的联系方式吗 要到联系方式 林秋普马不停蹄的去找吕一才 路上买了个煎饼果子对付一口 路上给局里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查一下吕一才的通话记录 下午两点 他在一家麻将馆找到吕一才 看样子 吕一才好像没什么正经工作 整天就是瞎混 林秋普把吕一才叫到外面 说 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你和周太阳的关系如何 吕一才骚了骚乱的头发说 关系不错呀 他以前是我师父 带过我 逢年过节 我都去他家走动 陪他一起喝酒 最近一次联系 是什么时候 警察同志 你也知道 我现在离职了 所以就没怎么联系他了 最后一次见面 是三个月前 不对吧 林秋普看了一眼 手机上同事发来的通话记录 电信局的记录显示 你们近一个星期还在通话 还挺平凡 最后一次是前天 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吕一才神色慌乱 不停地骚脸 林秋普问 你的性取向是什么 吕一才顿时光火 这关你什么事 和案件有关 我不得不问 我性取向很正常 莫名其妙 你还没回答 我上一个问题 你们最近通话是聊些什么 吕一才皱眉道 这是个人隐私 现在你师父死了 你的隐私 我也必须过问 人不是我杀的 他杀我还差不多 你说什么 自知试言的吕一才 吓得脸色苍白 林秋普越看这家伙 越觉得可疑 说 不好意思 你得和我们走一趟 配合调查 哎 有你这样搞的吗 我说了我没杀人 昨晚我就在这里搓麻将 不信你可以问 林秋普怕这家伙借机跑了 执意坚持 请你配合一下 麻烦死了 林秋普把吕一才带了回去 早上派出去的警员 已经回来了几个 向林秋普汇报了一下调查进展 周太阳的前妻李肃 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李超 二女儿李梅 办户口本的时候 这两个孩子都还小 没有身份证号 李肃后来得了精神病 两个孩子离家出走 户口本一直没更新 所以警方只查到这两个名字 这两个名字雷同率实在太高 全省搜到了几千个 这还没考虑 他们改名的可能性 至于李肃 他2002年 患了精神分裂和躁狂症 但到了精神病院 他病情明显好转 医生认为 造成李肃心理创伤的根源 就在家庭 医生还发现 李肃有长期受到家暴的迹象 听到这个诊断 周太阳居然立马 把李肃接回家中疗养 同年 李肃死在自家 周太阳迅速举行了火葬 连亲人都没有通知 之后十几年 周太阳一直在找各大房产中介 将李肃的房子据为己有 今年才得偿所愿 就是个杀气的混蛋吗 林秋普自语道 第193章 林秋普的方式 骂谁呢 林队 一个声音突然说 林秋普抬头 发现林东雪回来了 笑道 没什么 手上的一个案子 你这边人手不足吗 要不要我从专案组里 分几个过来 不用了 你专心抓通缉犯 这案子 我自己办就行了 那我走了哦 看着妹妹 现在已经是个独当一面的警察 林秋普欣慰的笑了笑 旋即进了审讯室 吕义才被晾了半天了 见林秋普进来 莫名紧张起来 林秋普并没有急着开口 他慢条斯里的整理手头的文件 拨弄一下记录仪 喝口茶 这也是一种施压的手段 他一直在用眼角观察吕义才的反应 看得出来 他身上一定有事 折磨吕义才差不多了 林秋普才开口 你和死者周太阳 近期频繁通话 都聊了些什么 我师父想我了 看来他挺喜欢你的呀 你不说 我们是可以查的 一旦查出什么 你的处境就很被动了 现在你还有主动坦白的机会 主动坦白 这什么意思啊 警官 我没有杀人 你不要像看着杀人犯一样看我 既然没有杀人 有什么不能说的 林秋普重重一拍桌子 吓得吕义才一哆嗦 林秋普说 不说 行 我陪你耗着 吕义才的心理承受能力 显然不行 瑟瑟发抖地说 我说 但是你们别管我行吗 林秋普交叉双手放在桌了 定定地盯着他 当年在厂子里 有一批货出问题了 厂长追查下来 我师父居然拿我当替死鬼 害我丢了工作 我就想吧 你不认我不义 反正我手上有他把柄 加上我最近确实是缺钱 就找他要了些钱花花 什么把柄 零两年他老婆死了 其实不是自然死亡 是信州的下毒害死的 我为什么知道这事呢 因为有一次我值班 信州的半夜三更溜进车间 他说手机忘了 我当时留了一个心眼 一检查发现 装化学原料的铁罐被人冻过 那是剧毒的东西 平时管得很严的 一个月后 他老婆就死了 他居然先火化后发丧 你说可不可疑 一次喝了酒 我借着酒精暗示 我知道这件事 哪知道信州的就记下了 不久之后 他摆了我一道 害我丢了工作 我真是气疯了 他不让我好 我也不让他好过 于是我就找他要钱 警官 这不算敲诈吧 要了多少钱 二 三 三 四 四 五多万吧 有没有个准数 吕义才汗如雨下 终于承认 十几万 你手上有证据啊 他这么听你的话 没有啊 他这就叫做贼心虚 没有证据 是不是不算敲诈 现在周太阳死了 没人会去起诉他 但林秋普就是不告诉他这一点 除了这个呢 吕义才回忆到 我觉得他想害我 怎么一说 因为 因为我找他要钱 我俩关系一直很僵 他还经常在朋友圈里指桑骂怀 说自己今年犯小人什么的 七 到底谁是小人 这阵子他一反常态 说要请我吃饭 都请了七回了 我一直推托 红门爷哪能去 万一他在饭菜底下点料 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毕竟这家伙有前科 周太阳死了 你是不是松了口气 林秋普故意诱导地问道 可不是吗 人不我杀的 真不是我杀的 我可以对天发誓 信周的一定是得罪了别人 这叫恶人自由恶人魔 说说你元宵节晚上的不在场证据 在我想好那里吃饭 有联系方式吗 林秋普记录下来 事后会去核实一下 便将吕逸才先放了 临走时叮嘱他一句 最近不要离开龙安市 彭思觉给他发信息 叫他来一趟 林秋普来到技术中队 见去现场取证的人都回来了 问 有新发现 彭思觉手上拿着一张照片 递过来 现场取证的时候 我们在五斗厨下面 发现一块暗阁地板 林秋普瞅了一眼 暗阁里藏了一个小瓶子 他说 东西在哪 在这呢 这个茶色小瓶子 里面的东西都不用验 二十毫升杀一栋楼的人都够了 一个交投低管 还有一张储蓄卡 我顺便给银行打了电话 这张卡是刚刚办的 二十二号才开户 里面存了 彭思觉伸出一只手 郑重其事到五百万 这么多钱 周太阳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户主是谁 一个叫王胜利的人 林秋普回忆着 那天晚上 有个有钱人去过他那里 这张卡莫非就是对方给的 可是 他给周太阳钱干什么 有没有 可能是买凶杀人 对方让周太阳毒杀某个人 不过 刚刚从审讯室出去的小子已经证实 这瓶毒钥是给他准备的 和这张卡关系不大 林秋普环顾众人 除了这个呢 找到鞋印和指纹了吗 指纹总共找到了五组 还在鉴定 鞋印实在太乱了 采集不到完整的 一名技术人员 尴尬的笑笑 再采 没有完整的 那就采不完整的 林秋普说 可是 那里的地板真的很脏 这是命令 林秋普表现得十分强硬 这趟我和你们一起去 众人求助似的 看了一眼彭思觉 彭思觉见死不救地低头看文件 他们十分无奈 椅子还没有雾热 只能重返现场 林秋普回到现场 在小区周围寻找凶器 他把每个垃圾桶都翻遍了 招来不少六弯的大妈的异样眼神 找了整整一下午 全无所获 林秋普站起来的时候 眼前阵阵发黑 林秋普并不气馁 这就是他查案的方式 不靠灵光一线的顿武 靠的是巨细无疑的调查 他坐在花坛边抽根烟休息一会 一名遛狗的大妈路过 说 小伙子 是不是丢了什么值钱东西 在这里撅了一下午屁股 林秋普笑笑 由于不想透露命案 什么也没说 局里打来电话 手下说 林队 我们找到神秘访客的照片了 第194章 加班 继续加班 林秋普一阵振奋 说 我马上回来 风驰电车赶回局里 原来专案组成员从交管所 找到几份监控视频 里面清晰地拍到一辆 劳斯莱斯幻影 从小区附近的十字路口离开 其中一张照片中出现的人 和送餐员甘评描述的人 十分接近 他们认定 就是出现在案发现场的神秘访客 当林秋普看见驾驶者的脸时 惊讶地说 怎么好像在哪见过这个人 想起来了 他叫贾星云 他看了一眼手表 现在是四点 来得及 走 我们去会会的 一行人赶到贾星云的公司 向前台出示证件后 前台打电话请示了一下 贾星云在电话中说 让他们上来吧 林秋普独自进了办公室 贾星云的办公室 乍一看很朴实 可是林秋普知道 就那张整块非洲铁山 雕出来的大写字桌 价格就在六位数 更不要说墙上的水墨画 和架上的孤本书 详细情况见面再说吧 贾星云正在通电话 对林秋普点头 示意他做 林秋普不理睬 只有站着 才能给对方心理上的压力 他一直站着 等贾星云挂断电话 开口道 想不到又见面了 我以为来的 会是陈先生 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早知道 会有警察来找你 贾星云呵呵一笑 不过林大队长 亲自登门拜访 真是彭壁生辉 抽烟吗 林秋普做了一个谢绝的手势 道 知道你事多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我正在查一宗命案 请告诉我 你2月24日晚的行踪 贾星云咧嘴一笑 我去了一位姓周的先生家里 就是 你所谓的犯罪现场 他的坦诚态度 令林秋普大感意外 他寻思这小子早有准备啊 林秋普正色道 那你应该知道 我想问什么 知道 问我干了什么 你干了什么 保密 贾星云贪手一笑 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 在你离开不久 周某就被发现 死于家中 说你有重大嫌疑 也不为过 你在那里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我要你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死于家中 贾星云原本镇定的脸上 突然变得慌张起来 尸体在家里 林秋普暗暗呐喊 这是什么反应 刚刚他不是清楚地称 犯罪现场吗 这又是什么把戏吗 林秋普双手扶着桌圆 继续盯着贾星云的眼睛 向他施压 贾星云恢复冷静 我的律师正在赶来的路上 你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就刚刚啊 你进来的时候 所以你现在问我什么 我也不会说的 要抽烟吗 林秋普瞪眼 这小子绝对有问题 当然 聘请律师确实是他的权利 但是一旦律师插手 就会变得十分被动 林秋普苦思在律师赶来前 撬开他的嘴的办法 如果宋朗在这里 他会怎么做 林秋普猛拍桌子 周太阳的死 和你有关 林大队长 这里可不是你的办公室 我都说了 律师来之前 我什么都不会说 好 好 那我就等你的律师过来 林秋普气得无话可说 他走到外面透口气 回忆起宋朗告诉 宋朗告诉他的话 宋朗曾说 案子不是用嘴茶的 为了自保小孩都会撒谎 言语之外的信息 往往更重要 刚刚贾星云的反应 十分古怪 到底是为什么 他怎么也想不通 宋朗还说过一句话 无论警察都讲道理 也是别人的生活 闯入者 用不着太没守成规 只要不触及底线就行 稍后 律师来了 贾星云笑容可惧地说 林大队长 我和律师沟通一下 请你先回避 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你们沟通期间 不能接 打电话 和外界有任何联系 以免你只派别人 去毁掉不利的证据 贾星云耸间 当面将桌上的电话线拔了 然后手机关机 林秋普在外面站着 这扇门的隔音效果不错 听不见里面在说什么 他吩咐下属 去公司四处调查 把贾星云的车也查一下 和案件有一点关系的线索 全部别放过 可是 我们没有搜查令 下属说 不需要搜查令 他有重大作案嫌疑 这就足够了 出了问题我担着 大家四散开来 林秋普仍像门神一样 守在这里 果不其然 贾星云手下的职员 见警察突然到处调查 又打不通贾星云的电话 便跑上来请示他本人 林秋普义正词严的对那几名员工说 你们贾总正在和律师说话 有什么事可以对我说 我要提醒你们 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命案 而我们手上已经证据证明 贾总和命案有莫大关联 一听这话 员工们不再坚持了 对警方的调查听之认之了 门开了 贾星云和律师走出来 贾公子显得神情平静 说 你现在可以问话了 换个地方吧 随便 林秋普把两人在盗局里 警员们查到不少东西 贾星云的车 确实是监控上出现的那辆 劳斯莱斯幻影 清洁工到过的垃圾里 找到了和现场相同的烟蒂 这种烟很贵 公司上下 只有贾星云一个人抽得起 烟头作为政务带回来了 一名秘书称 2月22日 贾星云让他卖掉贾星云的几只股票 将500万提现存入了一个账号 用的身份证 信息也是秘书的 这名秘书就叫王胜利 更衣室里找到了贾星云的一套衣服 和监控中拍到的一模一样 另一名员工称 2月25日上午 贾星云让他去给自己洗车 去现场的技术人员也回来了 经过第二次细致的调查 他们找到了三组鞋印 一组是死者的 一组似乎是贾星云留下的 最后一组比较小 感觉是个女人留下的 在他们打印的房间平面图上 标注出每组鞋印出现的具体位置 林秋普注意到 后两组鞋印都曾出现在客厅里 林秋普挺满意 说 看 认真查 还是能查到东西的 怕脏怕累 还怎么查 技术人员们苦笑 请示道 林队 我们可以下班了吗 去看看彭队长那边 有没有工作 如果他说没有 就下班吧 众人欢呼一声 他们都知道 彭队常人很好 很少要他们加班 然而他们一走 林秋普就拿起电话 给彭斯绝打过去 老彭 指纹和鞋印的详细鉴定结果 今晚十点以前要送到我办公室 专案组警员办案发笑 心里替那几个 倒霉的技术人员默哀 然而下一秒 默哀的对象就变成了自己 林秋普将视线转向他们 先去吃个饭 吃完饭回来 继续工作 今晚十点之前不许下班 第195章 和贾公子周璇 林秋普进到审讯室里 坐下来开始询问 贾公子 2月24日晚 你去了哪 律师代为回答 我的委托人称 他去了周太阳家里 做私人拜访 时间 几点到几点 律师看了一眼笔记 6点40到7点20 确定 我的委托人时间观念一向很强 不会有错 而且 当晚8点他有约 从周太阳家中到约会地点 当好是30分钟左右 你们可以去核实 林秋普看了一眼 手边的笔记本 贾行云的车 第一次被监控拍到 是7点30 倒是能对得上 可是甘平说 他7点20离开那栋楼 和贾行云擦肩而过 在他的描述中 当时贾行云正上楼 难道甘平在撒谎 看来审讯结束后 有必要再去见一次甘平 林秋普问 你当时走的电梯 还是楼梯 律师询问了一下贾行云 两人窃窃私语 律师代为回答 楼梯 因为楼层不高 加上电梯一直没下来 你和周太阳身份如此悬殊 是怎么认识的 工作上的关系 什么工作上的关系 一个是传媒公司的老总 一个是电路工人 律师询问了一下贾行云 道 这个和案件无关 有没有 官是我来决定的 你只需要坦白事实真相 警官 请注意你的语气 不要动吼我的委托人 林秋普气的瞪眼 有个律师夹在中间传话 实在是难受 他一直觉得 律师就是个合法撒谎的职业 他说 换个问题 你为什么给周太阳五百万 委托人不承认 有过此事 是吗 林秋普冷笑 拿出银行传真过来的文件 银行已经证实 在死者家中发现的一张 有五百万人民币的储蓄卡 属于你的秘书 而你二十二号 让该秘书卖掉你的几只股票 开了这个账户 怎么解释 律师再次和贾行云低语 这次时间特别长 林秋普耐心等待 看他们又抛出什么可笑的理由 律师终于问完了话 用平直的语气说 那只是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 我可不可以理解城市买卖 请问买的是什么 卖的又是什么 一个创意 林秋普冷笑 创意 真聪明 连证据都不用拿出来 现找的词吧 律师提醒他 注意言辞 林秋普懒得理睬 质问道 请问贾公子 什么创意值五百万 律师不紧不慢地道 一句广告词 我的委托人 曾征集广告词 周太阳先生的创意 打动了他 具体是什么 商业机密 真是拙劣到 令人发笑的谎言 林秋普现在更加肯定 那五百万和命案有关系 他冷静了一下 逃略还有什么突破口 又把卷宗翻了一遍 林秋普决定剑走偏锋 向贾行云透露 一部分案情 2月24号晚9点 周太阳被人发现 死在家中 身上有多处 被虐待的痕迹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不出所料 听到尸体 贾行云表现得有点惊讶 律师强调 这种不确定的问题 恕我无法回答 于NBS SP 如果你再不承认 去周太阳家里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接下来会对你很不利 律师再次请示贾行云 林秋普听见贾行云在说 不要联系我家人 没事的 你先走 律师一直在争取 但贾行云执意如此 终于贾行云本人开口了 被林秋普说 林大队长 请问怎么都不立法 重大作案嫌疑 我可以将你暂时拘留 这是你的权利 我没有意见 贾行云举起双手 坦然一笑 贾公子 律师大惊 然后对林秋普说 依照法律 你们只能拘留24小时 这个不用你教 林秋普拿起那线电话 叫人进来 贾行云被带走了 临走前他笑道 住过不少地方 拘留所还是头一次 蛮新鲜的 我保证看守所会更新鲜 律师大声说 请不要威胁我的委托人 然后他对贾行云说 贾公子 明天我来接你 晚一点也不要紧 贾行云笑着点头 贾行云被带走后 林秋普感到浑身无力 这样脸皮厚的 嫌疑人他 还是头一次见 不对 还有一个姓陈的 但不管怎么说 贾行云也够奇葩的 丝毫没有替自己脱罪的打算 想到陈时 他想 要不要找陈时帮忙 他摇头否定了这个 一傻而逝的念头 这案子 他自己能搞定 绝不求助陈时 现在已经是七点半了 林秋普随便去食堂对付了一口 便来到甘平所在的便利店 只是来得比较早 甘平还没来上班 一直等到八点五时 才见甘平走来 甘平抬头问 林警官 找我有事吗 林秋普亮出笔记 你那天对我说 七点二时离开周太阳家时 撞上了一个可疑男人 是啊 怎么了 我们找到了这个可疑男人 你俩的证词相互冲突 他的版本里 七点二时正是他离开的时间 甘平一脸惊讶 低头回忆着 林秋普亮出手机上假星云的照片 问 是他吗 甘平摇头 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只记得身高 衣服 另外我没有撒谎 七点二时后 我送了一单 你可以到公司查证 那个客人 就是在那前后收获的 告诉我他的联系方式 林秋普抄露下来 说 我没有怀疑 你的意思 只要这些细节 要搞清楚 明白 明白 而且 可疑男人现在已经被拘留了 我不该对你透露这个 希望你们早些抓住凶手吧 甘平微笑道 林警官 我给你拿瓶饮料吧 不用不用 甘平跑进便利店 拿出一瓶热饮 硬塞到林秋普手中 在冷冽的夜风中 揣着着温暖的小瓶子 林秋普感觉 连内心都温暖了起来 他随后给外卖公司打了电话 并走访了一下那名顾客 两者都证实 甘平七点二时后不久 确实送了一单 也就是说 在案发时间段 甘平根本不在那小区 想到这里 林秋普莫名的 有种安心感 可是整个案子 却一下子 似乎进了死胡同 甘平云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他应该在隐瞒什么 可从时间上看 他是完全没有作案嫌疑的 第196章 惊人的发现 林秋普对着桌上 所有的文证 物证苦苦思索 这里面会不会有破绽 破绽究竟在哪里 一阵脚步声惊动了他 他抬起头 看见一个穿着棕色长风衣的身影 徐徐走来 来着两手插兜 嘴角叼着香烟 脸上带着自信爽朗的笑容 林秋普像目睹神迹的朝圣者一样 大张着嘴 钱 前辈 宋朗一巴掌拍在桌上 小林 不要被这些所谓的线索 蒙蔽双眼 那我应该 宋朗把所有文件从桌上扫开 像雪片一样 哗啦啦漫天飞 他潇洒转身 摘掉嘴中的香烟 手指向门口 真相早已出现 在你未曾注意的角落 其实凶手就是 发着光的大门 出现一个黑影轮廓 林秋普惊恶地张大嘴 凶手就是 黑影轮廓渐渐清晰起来 林秋普无比激动 凶手就是何身 黑影终于露出真面目 是个穿着清朝官服 挂着潮珠 面带油腻尖笑的胖男人 林秋普的脑袋猛然向下一沉 从梦中惊醒 原来他坐着 看文件看睡着了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走廊里已经一片漆黑 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办公室 看了眼桌上的照片 虽然这是一个荒唐的梦 可林秋普还是认真考虑了一下 这案子里有没有出现哪个名字 很像合身的人 好像并没有 他哑然失笑 他柔柔鼻梁 振作精神 拿起文件重新审视一遍 死者是中毒而死 凶手却用皮带抽打死者 用烙天烙死者 以及在下体涂抹润滑油 似乎是打算插入某物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些多余的事情 凶手似乎是在报复死者 死者一定对凶手做过类似的事情 皮带抽 烙天烙 以及强奸 从手头的证据看 死者并不是一个好丈夫 作为前妻一双儿女的继父 他会是一个好父亲吗 显然不会 死者前妻的儿女一直没找到 这会不会是一个重大突破口 就算不是 他也得查明 只要有一个遗漏的角落 那么最终的真相就称不上真相 他是这样认为的 林秋普提笔在文件右上角 写上儿女两字 画个强调的圈 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查出这点儿女是谁 撑个懒腰 今天实在太累了 赶紧回家睡觉吧 隔日清晨的专案会议上 林秋普宣布 本案有一条线索一直没有进展 就是死者前妻儿女的身份 我要你们去查明他们是谁 现在在哪 下面的警员说 可户籍资料库里 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身份信息 想别的办法 是别的渠道 总会找到的 给你们三天时间 必须办到 大家哀叹一声 打起精神继续努力 林秋普在办公室里 将手头的线索重新梳理一遍 他觉得 可以再从现场的监控入手 虽然小区 然小区正门的监控坏了 但周围商店的监控还有不少 或许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想到这里 他立马跑了一趟现场 把周围所有店铺 能搞到的当天的监控视频 全部拷贝一份 这花了一上午时间 看这些监控 花了他更长时间 其他人都被他派出去了 他只能自己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 用四倍速看 单调无声的监控 看得他脑壳疼 一边看 一边拿清凉油抹太阳穴 强行提神 一家服装店的监控视频中 一个穿着黄衣服 骑着电瓶车的娇小身影 一闪而过 过了几秒 林秋普才反应过来 连忙退回去看 身影似曾相识 他又找到对面店铺 同一时间点的监控视频 也就是2月24日晚8点整 这段视频里 清晰地拍到了此人的脸 不错 正是单屏 他对着市区地图定位了一下 单屏出现的地方 是另一个小区 等等 他急忙翻开自己的笔记本 单屏在案发 当晚8点整 进入了旁边的小区 该小区他本人声称 只去过一次 就是那天晚上7点20分进去送餐 顾客也核实了是这个时间点 难道他在撒谎 林秋普有点不敢和不愿意相信 但为了查明真相 他还是把这段视频 倒回7点20分 这里没有出现单屏 他索性倒回7点整 眼睛不眨地盯着屏幕 看了一个小时 监控不会撒谎 单屏是8点整进入小区 8点15分离开的 他在撒谎 点餐人也在撒谎 单屏整整晚了一个小时 才去送第二单 那么很有可能 他在案发现场停留的时间 比他所说的要长 林秋普立即驱车 赶到干瓶所在的便利店 才想起他现在还没上班 现在是下午5点 他犹豫要不要打干瓶的电话 他并不希望 这个楚楚可怜的女孩子是凶手 但如果事实如此 他也会一查到底 他的内心充满毛笨 林秋普拿起电话 拔通又挂断 最后他决定 先去找那名点餐人 他进入小区 敲开门 业主好像一天 都窝在家里打游戏 穿着睡衣 顶着鸡窝样蓬乱的头发打开门 门里传来游戏的喧闹声 说 2月24日晚7点23分 有一名女送餐人来送餐 你昨天是这样对我说的 没错吧 没错啊 怎么了 业主表现得很轻松 送往前辈 有通过微表情 肉眼测谎的绝技 但他可没有 林秋普说 可是门口商店的监控显示 那名送餐员 当晚是八点整抵达这里的 对此你做何解释 我怎么知道 你能记得自己前天的早饭吗 记得 牛奶卖片 你记得我可不记得 谁每天记这种 无关紧要的小事 太冷了 我得关门了 林秋普迅速用脚抵住门 一字一顿认真的说 这才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证据显示 你和他都在撒谎 告诉我为什么 第197章 嫌疑人逃跑 有病啊 我又不认识他 我帮他撒谎干嘛 业主提高音量 掏出手机翻了翻 瞧 上面清清楚楚 我那天是7.23确认的收获 确认收获是可以提前点的 我提醒你 作为正式犯法的 请你和我回去协助调查 林秋普掏出手铐 看见手铐 业主立马怂了 警官 警官 你听我解释 先把那玩意收起来 林秋普盯着他的眼睛 业主搔搔头 那天 他7.20打电话给我 说自己摔了一跤 得去趟诊所 我一听是个女孩子 就说没事我可以等 没成想他居然晚了一个小时 我当时快饿死了 就发了火 他一直跟我赔礼道歉 就这样 所以 你就原谅他了 甚至不惜在警察面前撒谎 在林秋普威慑的目光下 业主汗如雨下 好吧好吧 我说实话 就说你陪我上床 我就不投诉你了 后来呢 第二天早上他就过来了 算是守信吧 我们就在那屋干的 不过体验实在太糟糕 他全过程一动不动 也不叫一声 跟奸尸一样 说到这里 业主面带一丝得意 既然他都履行承诺了 我就说到做到了 我可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隐瞒了 没了 没了 我可以发誓 看着这家伙 林秋普热血冲脑 真想一拳揍到他脸上 但他还是克制住了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人渣 是是 我是人渣 求你别考我 庭审的时候 你要来作证 一定 一定 林秋普告辞 去便利店的路上 他思绪万千 直到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 属下打电话来说 林队 我们查到死者前妻的儿女了 南海改名周杰瑞 今年27岁 女孩改名甘平 今年23岁 怎么查到的 可靠吗 林秋普尽量让自己的声音 显得正常 可靠 是房产中间那里打听到的 死者要占有前妻的遗产 得让两个孩子 签署放弃的合同 中介也是 找了好久才联系到他们 行 你们先不要下班 再距离待命 等我指示 林秋普在便利店附近等着 8点50分 甘平出现了 他满脸微笑的打招呼 林警官 又是你啊 案子查的怎么样 林秋普走过去 寒风中站了太久 肌肉都僵硬了 他说 你为什么可以表现得如此冷静 什么意思 你有个曾有名叫李梅 你的哥哥叫李超 你们的母亲叫李素 我正在调查的死者周太阳 正是你的继父 这又能说明什么 你对我撒了谎 2月24日晚上7点20到8点 你伪造了一单订单信息 这40分钟 你在哪 做什么 我要你和我回去 协助调查 协助什么调查 你说呢 林警官 不必了 我承认是我做的 人是我杀的 我只是做了那个老混蛋 曾经对妈妈 对我做过的事情 我知道只包不住火 从你第一天走进便利店 我就想 也许你会把我抓走 我并不讨厌你 如果我最后要被逮捕 我宁愿是你 林秋普逃出手铐 走吧 甘平苦涩一笑 我去和同事说一声 今晚不能交班了 要害他多加一晚上上班了 林秋普看了一眼便利店 点头同意 甘平进了店 隔着玻璃能看见他再和同事说话 林秋普叹息一声 掏出烟 因为风大 他不得不低头用手拢着打火机的火苗 当他抬起头时 甘平不见了 林秋普立即扔了烟冲进去 问店员 甘平呢 换衣服去了 啊 那扇门 你找他 林秋普穿过货架 走到那扇门前面猛敲 尽管他不认为甘平会跑 但嫌疑犯是绝对不可以离开自己的视线的 敲了足有半分钟 没有反应 林秋普有种不祥的预感 立即撞开门 一道路灯光照在他惊恶的脸上 原来更衣是有一扇被封住的窗户 上面的木板刚刚被人撬开 工具显然是扔在旁边的一根撬棍 店员不解的跑过来 说 你干嘛 为什么把门撞坏 他人哪 林秋普急躁的样子 吓着了店员 他说 不 不知道 林秋普追到外面 人群中早已没有甘平的身影 他懊恼地朝旁边的路灯干锤了一拳 立即给属下打电话 叫他们赶紧过来 嫌疑人跑了 把整个二队的警察全部叫来抓人 警员们立即出动 林秋普向店员问了甘平的住址 是附近的一间连租房 他赶过去 却没发现甘平有回来过的迹象 他思考着甘平可能会去的 突然想起甘平提到过他哥的事情 于是给当地民警打电话 让他们查询一下周杰瑞的信息 查询的结果令人震惊 民警告诉他 龙安市叫周杰瑞的人只有一个 这人就是演员蒋玉琪 周杰瑞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字 用来躲避狗仔的追踪 有一次我看见他 穿着一个扣子 都比我全身值钱的名牌 坐着赠光瓦亮的豪车 前庸后醋 非常的耀眼 甘平是这样说的没错 甘平的手机上有蒋玉琪的照片 当时他以为这女孩只是在追星 却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 蒋玉琪 听林东雪说 甘平和蒋玉琪是好基友 所以 甘平也卷入了这个案子 一切线索突然在林丘普脑海中 连接成一整块 林丘普跳上车 火速赶到蒋玉琪在龙安市的住处 却扑了个空 蒋玉琪的管家告诉他 蒋先生十分钟前接到一个电话 匆匆走了 他说去什么地方了吗 没说 林丘普给下属们打电话 让他们试图定位蒋玉琪的手机号 十分钟后 蒋玉琪的手机号被成功追踪到 他正沿着载腐路在快速移动 第198章 追凶 林丘普手握方向盘 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手机开了免提放在面前 他一个接一个拨出电话 叫二队所有人沿着载腐路去追赶蒋玉琪 林队 看到他的车了 要拦下吗 电话里 属下请示道 林丘普想了想 说 不 不要拦 跟着就行 目标不是他 是甘平 林东雪的电话打进来了 他按下接听 林东雪说 哥 我查了一下 蒋玉琪去的方向 好像是这对兄妹以前住的地方 是电渡厂的旧家属楼 但已经拆了 后来的新楼只见了一半 是洞烂尾楼 给我坐标 我先去那边 你在车上吗 我坐小冬的车呢 拿到地址之后 林丘普吩咐离那里进的人赶紧赶过去 其他人还是跟着蒋玉琪 他一打方向盘 抄了一条劲道 踩下油门 一路风驰电车 当来到那片烂尾楼时 已经有一批警员到了 林丘普跳下车 看见他们在抬头看 寻着视线望去 楼顶上坐着一个人 从那单薄纤细的身影看 似乎正是甘平 林队 这小姑娘好像 要寻短剑啊 老张说 你们在下面守着 我上去 联系消防队的人过来 在下面把缓充电铺好 林丘普一口气冲上楼顶 只见甘平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衣 坐在边缘 他的辫子已经解开 长发被叶峰不断吹动 他手里包着大白兔奶糖 往嘴里塞 脸上两行泪痕印着月光 脚边已经满是奶糖纸 林警官 甘平 别犯傻 从上面下来 甘平摇头 自顾自的说 小时候家里很穷 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半斤奶糖 但那时候 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后来妈妈嫁给这个男人 介绍人把他胯得天花乱坠 人前他确实是个大好人 可是没人知道 他在家里的样子 他整天就是喝酒 打妈妈 打我们 妈妈受不了跑了几次 他就到处诉苦 妈妈被找回来 他就狠狠地揍他 我和哥哥只敢在旁边看着 一声也不敢吭 后来妈妈得了精神病 我们就成了他的发泄对象 他打我哥哥 用烙铁烫他 用皮带抽他 唉 强奸我 一次又一次 哥哥离家出走了 走的时候他说 等他将来成了人上人 一定要报复这个老混蛋 有一天 妈妈突然死了 我知道不能再待下去了 于是葬礼的第二天 我就跑了 我每天都在盼着长大 变得强大起来 好报复他 林警官 我并不后悔做了这些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林秋朴痛心疾首地说 你用不着为了一个人渣 搭上自己的命 甘平两眼空洞 眼泪不停地流 你们虽然天天和杀人犯打交道 却不知道杀人的感觉吧 杀死他的时候 我无比痛快 痛快地哭了起来 原来这个十几年来 在现实中 在噩梦里折磨我的男人 居然也是这样的不堪一击 像条狗一样死掉 你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的 法律 甘平面露慕容 我妈妈被他打逮 跑到街上找警察 老混蛋却说 妈妈精神病发作 妈妈又被警察送了回来 那个时候 你们哪怕多问一句 多看一眼 也不会上他的当 可警察什么也没做 就像完成任务一样走了 在我们弱小无力 渴望 力 渴望拯救的时候 没有奇迹发生 只能靠我自己 用我这双手去杀掉他 林秋朴无言以对 说 你先下来 换个地方谈好吗 林警官 我真的很羡慕你 你和你妹妹 能渐渐康康的长大 能够朝夕相处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很好的哥哥 妹妹 一声呼唤 吸引了两人的视线 林秋朴回头 发现蒋玉琪上来了 身后跟着其他警员 他们怎么拦都拦不住他 蒋玉琪再也不是电视上 那个光彩夺目的形象 而是两眼悲戚 步步迟出 哥 甘平摇摇欲坠的站起来 露出微笑 林秋朴下的手心冒汗 能最后见你一面 我就满足了 知道我哥是个 万众敬仰的大明星 我真的好高兴 你怎么这么傻 蒋玉琪痛心疾首地说 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来找我商量 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做 我不想连累你 你这么有名气 这么多人喜欢 那些都不重要 蒋玉琪拼命摇头 从上面下来 让哥好好抱抱你 听话 好吗 你已经做了傻事 别再犯傻下去了 甘平看来心意已决 神情坚毅 老张劝道 姑娘 你这案子 未必就会被判死刑 你哥哥一定会替你找 最好的律师 你年纪轻轻的 还有大好人生等着你 别做傻事 甘平似乎有点动摇 林秋朴趁机道 你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 想想你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你死了 他该有多么痛苦 活下来吧 逃避不能解决问题 甘平咬着嘴唇 盯着蒋玉琪 你们都走 蒋玉琪突然大喊 都是你们这帮警察 把他逼到这一步 少在这里猫哭耗子 给我滚 蒋先生 你冷静点好不好 林东雪说 上前想抓住他的肩膀 轮不到你指挥我 蒋玉琪一把挥开林东雪的手 你们什么都不懂 我本来已经想到完美的杀人计划 如果不是我妹妹抢先一步 你们根本查出来 完美的杀人计划 林东雪扬起眉毛 蒋玉琪自知失言 瞪着眼睛不说话 这时甘平突然尖叫一声 原来林秋朴猝不及防地冲过去 将他拽了下来 蒋玉琪立即奔过去 却看见林秋朴将一副手铐 清脆地戴在甘平的手腕上 这让蒋玉琪怒火中烧 他突然抱起 揪着林秋朴的衣领朝楼外推 大吼 嘴上说得好听 什么大好人声 你们还不是要抓他 我们的人生 对你们来说 就是一笔破案奖金罢了 你们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只会在这里干涉别人的事情 生怕蒋玉琪做出冲动的事情 警察们围了过去 林秋朴却伸手阻止大家 他对蒋玉琪说 你可以骂我们 诋毁我们 这是我们的工作 人我们必须带走 你先给我去死吧 我进监狱里陪我妹妹 蒋玉琪猛地揪住林秋朴的衣领 往外推去 突然一只手 从后面揪住蒋玉琪的领子猛拽过去 身体本就单薄的蒋玉琪向后裂浅 手从林秋朴的衣领上松开了 拽他的人正是林冬雪 第199章 雪落无声 林冬雪把他搬过来 气愤地说 当着我的面 他一拳打在蒋玉琪脸上 把他揍倒在地 这一拳磕破了那张俊脸上的一小块皮肤 血流了出来 林冬雪感觉拳头阵阵发疼 心中怒火更胜 气得他 呼吸都紊乱了 蒋玉琪摸摸脸上的血 愣着眼睛说 我要告诉你们 叫你们统统丢了饭碗 林冬雪吼道 随便 少在那里打感情牌 谁没有过悲惨的童年 杀人就要付出代价 无论你是谁 冬雪 林秋朴赶紧拦住冲动的林冬雪 生怕他在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蒋玉琪站起来准备还手 被其他警察组拦住 最终他和甘平都被带走了 回到车上 林冬雪的气才消下去一些 林秋朴抽出湿巾 帮他擦拭弄伤的拳头 林冬雪苦笑 这一下 我可能要被起诉了 毕竟揍得可不是一般人 看那家伙要推你下去 我气坏了 没事没事 林秋朴轻拍他的肩膀 微笑道 哥会替你摆平 甘平被捕之后 他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 但林秋朴却没有亲自参与审讯 从第一眼见到 他就希望这个女孩和案子没有关系 但越查越证明他的嫌疑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结案当天 林秋朴去见一趟贾行云 两人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贾行云问他要喝点什么 林秋朴 一杯水 贾行云还是给他点了一杯碧罗春 说 预期准备告你们暴力执法 我知道 律师函已经寄到了 你来找我 不是想叫我从中卧旋吗 卧旋 不 我来是为了别的事情 我要搞明白案子的每个细节 所谓的完美杀人计划是什么 事已至此 你没必要隐瞒了吧 这件事对案子似乎没什么帮助 但林秋朴就是想弄明白 贾行云反问 世上有完美的杀人计划吗 不存在 杀人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只有不够细心的警察 我是蒋玉骑士多年朋友 我知道他同年发生过的事情 他一直想报复自己的继父 为此咬紧牙关往上爬 可是身价越高 就越不自由 那天陈先生找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其实正在商量这件事 我们在 商量一个完美杀人计划 最后我想到了 哦 林秋朴很感兴趣地向前轻了轻身子 所谓完美杀人计划 就是不杀 我对蒋玉骑说 这老混蛋交给我来处理 我会让他人间蒸发 我的计划吗 就是给他一大笔钱 让他离开龙安 隐姓埋名 蒋玉骑会认为我已经把人杀了 并处理掉了尸体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完美 林秋朴皱起眉头 有种被戏耍了的感觉 所以案发当日 你跑去找他 给了他一大笔钱 是啊 蒋玉骑和甘平不愧是兄妹 行有灵犀 居然在同一天实施杀人 当我得知老混蛋确实死了之后 我第一反应是蒋玉骑做的 所以我尽量拖延 希望能帮到他 没想到是这种结果 哎 林警官 你觉得老混蛋该死吗 没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无论何种理由 贾星云拍拍巴掌 不会是林警官 但你心里也认为他该死吧 那不重要 贾 重要 贾先生 开庭的时候可能会传唤你 谢谢你的茶 看了一眼桌上一口未动的壁罗春 林秋朴起身走了 下一个要见的人是蒋玉骑 来到蒋玉骑家门外 林秋朴正了正衣领 深吸一口气 上前敲门 管家打开门看了他一眼 说要请示一下 一会功夫回来说 蒋先生不在 我可以等 林秋朴瞅了一眼门上的监控器 真的不在 没事 多久我都可以等 随便你吧 林秋朴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足足站了三个小时 打话机突然响了 里面传来蒋玉骑的声音 你少来这套 这官司我告定了 你们都等着吃瘪吧 可以谈谈吗 没什么可谈的 赶紧走 我待会要出门 行 我等你出门 沉默片刻 蒋玉骑说 烦死个人 进来吧 门开了 林秋朴来到客厅 蒋玉骑穿着一件真丝睡衣 坐在沙发上 手里托着一杯红酒 眼神屁腻 我只给你五分钟 请你不要起诉林东雪 如果当时不是他阻止你 你真的把我推下了楼 现在 你就不会在这里了 不要跟我说如果 没有如果 事实是他打了我一拳 看看我的脸 因为这一拳 我损失了几千万 我可以适当赔偿一部分 哈哈 蒋玉骑大笑 赔偿 臭调司警察 你拿什么赔偿 如果不是我妹妹犯了事 你连站在这里 和我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蒋先生 请你放尊重一点 我呸 你害了我妹妹 你妹妹也别想好 我要叫你们身败名裂 我那一千多万粉丝的口水 就淹死你们 等着上头条吧 你们 林秋朴闭上眼睛 深吸了口气 他能感觉到蒋玉骑的怒意 可以的话 他不想使用那个 林秋朴掏出一个U盘扔过去 蒋玉骑仰手接住 一脸不解 叫管家取来笔记本电脑 看了上面的内容之后 他面色大变 说 你威胁我 我没有威胁你 只希望你收回成命 只要你不起诉林东雪 这段执法纪录仪拍下的录像 我可以马上销毁 蒋玉骑的脸颊抽出两酒 说 算你狠 来到外面 天空中飘起了雪花 林秋朴的脸颊一阵发烫 他很少做这种事情 但为了妹妹 他心甘情愿 这时林东雪打来电话 刚喊了一声 他就迫不及待地说 蒋玉骑答应不起诉你了 哇 你怎么办到的 林东雪一阵惊喜 哥 你太厉害了 说了会替你摆平的 林秋朴笑笑 对了 那女孩今晚准备送往看守所 他最后想见一个人 林东雪说 林秋朴看了一眼身后的别墅 说 行 我会通知的 通知谁啊 他想见你 林秋朴微微一惊 渐渐昏暗的夜空中 雪花寂静地飘落 第二百章 平静的一天 三月二十日 林东雪下班回来 用陈石给她的一把备用钥匙开门 屋里传来陶月的哭声 林东雪急忙换鞋换衣服 冲卧室里说 月月 怎么了 是不是陈叔叔出事了 比那更糟糕 小猫生病了 呜 林东雪哑然失笑 进屋一看 陶月月怀里搂着毛球 毛球在不停抽搐 还流口水 陶月月抬头问 林姐姐 怎么办 她是不是要死了 对这情况 林东雪也束手无策 说 赶紧去看医生吧 两人立即将猫装进猫包 带到宠物医院 一检查发现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是饮食不均衡导致的缺钙 打完营养针之后 毛球又活蹦乱跳的了 这一顿折腾 回来已经是七点多了 陈石早就回来了 做好了晚餐再等他们 他说 猫没事吧 你怎么知道的 林东雪说 哦 你看见我们都不在 对吧 陶月月蹲在地上 把小猫从包里放出来 一回到熟悉的环境 毛球又很活跃的跑来跑去 在家具上跑酷 陈石脸上笑着 嘴里却抱怨 养这种东西可真麻烦 一个家本来就麻烦 陶月月说 咱这个家的构成 也太奇葩了吧 捡来的猫 捡来的孩子 然后陈石的手指一向林东雪 不再说什么了 林东雪说 我明天就搬走 本来今天下班早 打算出去找找房产中介的 这话你都说了半个月了 赶紧吃饭吧 陶月月说 林姐姐 你干嘛老要搬走 在这里住着不挺好的吗 毕竟不是自己家 租的房子也不是自己家啊 林东雪无言以对 陈石说 那就找呗 找到合适的 我帮你搬家 或者你付我房租 大家双赢 少来 林东雪一本正经的 不知道第几次启示 明天 明天我一定搬走 不能老待在这里 祝你成功 老实说 在陈石这里住着还挺舒服的 陈石爱干净 收拾得很整洁 三人作息时间也一致 互不打扰 一想到要去新的地方 打扫 整洁 摆放 交各种费用 林东雪就有点头大 他在心里说 不管怎么样 明天一定得搬走 不能老赖在这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 果然他很快找到了合一的出租屋 在陈石的帮助下 麻溜地搬了家 走的时候 陶月月还不舍得他 林东雪摸着他的脑袋说 姐姐经常会来看你的 新家住起来挺舒服 在这里的第一天晚上 林东雪睡得格外香甜 一觉到天亮 起来之后 趁着懒腰去上厕所 一开门 发现陈石正在客厅桌边玩手机 林东雪震惊 你怎么会在我家 你家 周公什么时候兼职房产局的了 林东雪左右看看 发现这里还是陈石的家 原来搬家的事情 全部都是南科一梦 难怪顺利地跟拍电影似的 几个画面一闪回就完事了 身上一阵寒冷 林东雪才发现自己 穿得过于单薄 上身是件印着美洋洋的T恤衫 虽然是和尚的尺码 但由于胸部的挺拔 把衣服挑高 露出衣 露出一小片雪白的肚皮 下身只有一条粉色小裤裤 露着两条光溜溜的大腿 林东雪尖叫一声 胆紧溜回屋里换衣服 陈石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 说 有必要吗 我要偷窥 早在你屋里装摄像头了 你没有真做吧 林东雪隔着门问 做了 还露成别到处慢 臭大叔 林东雪当然知道是假的 胆紧吃饭吧 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晚 月月都上学去了 林东雪推门出来 已经换好衣服 桌上放着两碗香喷喷的面条 面是筋道有嚼劲的关妙面 汤是 昨晚熬的骨头汤 上面握着嫩嫩的水包蛋 撒着碎海苔和葱花 香菜 还放了两片肉蒲 陈石家里早餐的规格过于奢华 林东雪起初几天还不太适应 受宠若惊地问 为我做的 因为工作忙 林东雪经常不回来吃晚饭 但早餐是必吃的 陈石的回答令他哭笑不得 小家伙不在 吃点好的 洗漱之后 林东雪尝了一口汤面 说 好吃 一如既往的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你做饭又好吃 又懂生活 人嘛 长得还也可以 怎么就一直担着呢 你猜 通过这段时间 同居观察 陈石出了抽烟 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要说经济吗 有车有房 算是中上水准了 难道是某方面的原因 当然那种话 不是女孩子该问的 不知道 林东雪说 一天到晚关心别人的私事 你不也没有男朋友吗 我才不会跟你凑合呢 陈石一口面汤喷出来 拿纸巾擦纸 林大小姐 你这脑回路 我有点跟不上 放心吧 我不是那种人 林东雪挑起一块紫面 不能再赖在这儿了 明天必须搬走 星星 祝你成功 窗外阳光静好 林东雪望着阳光照射的角度 觉得有点不对劲 连忙去卧室取来手机 发现已经九点了 我迟到了 是啊 八点我喊你来着 你说就起来 结果就到九点了 林东雪无奈望天 最近疲劳过度 居然睡过了 果然还是陈石家的床太舒服了 他悲愤地继续吃面 为这个月的全情奖而心疼不已 吃完面条 陈石说 我送你 和往常一样 林东雪坐着陈石的车去上班 他一般会通过 Abby多付些车钱 毕竟白吃白做 有点过意不去 今天毫无疑问是迟到了 但林秋朴居然没打电话过来骂他 单评的案子结束之后 林秋朴有相当长一阵子 一直沉默寡言 另外 自己因为去年历的功 身为一级警司 在队里执比林秋朴 老张低一点 从那之后 林秋朴就很少责骂他了 今天应该又是平静的一天吧 看着窗外渐渐匆忙起来的城市 林东雪喃喃道 平静的就像大案子要发生钱一样 陈石说 乌鸦嘴 第201章 空中案件 林东雪来到局里 迎面走过的人打完招呼都说一句 东雪 你迟到了 林东雪惭愧地笑笑 他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打开一份卷宗 目前手上没什么案子 要侦破 只有几桩刑事案的善后工作要处理 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 几个同事在聊心拍的电视剧 徐晓东拿文件做掩护 在玩手机 看起来是个平静祥和的一天 走廊里突然传来脚步声 然后他收到一条林秋朴群发的消息 通知所有人去会议室集合 大家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 来到会议室 除了林秋朴 和一队队长老梗 平时不怎么露面的局长也在这里 似乎是出了什么案子 局长拍拍巴掌 示意大家不要说话 然后看了一眼老梗 老梗说 不好意思 突然把大家召集过来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架从海南飞来的飞机 刚刚在龙安机场迫降 迫降原因是 机上发生了刑事案件 一名老人在经济舱被杀害 航空公司已经安排所有乘客在酒店住下 现在乘客意见很大 闹得挺厉害 航空公司和警方协商 为我们争取了六个小时 下午三点飞机会起飞 在此期间 我们必须侦破这宗命案 绝不能让凶手和其他乘客一起离开 众人惊恶地窃窃私欲 局长再次示意大家晋升 道 情况就是这样 本来这是一队的案子 但事发突然 我们必须集中全部力量 你们二队去年破案最多 能力最强 侦破工作由二队进行 外围工作交给一队 程序上的问题我来负责 你们放开手去查案 不必有所顾虑 局长 有搜查令吗 有人请示 有 我已经签过字 机上每个人 你们都可以调查 飞机上总共多少人 总计近两百人 有167名乘客 空城人员12名 每个人都有嫌疑 可以这么说 除了死者 不 死者也未必就没有嫌疑 彭思学说 没有看过尸体 我们不清楚是不是自杀 局长手肯道 小彭说得对 每个人都有嫌疑 大家震惊 六小时内要从两百多人中 揪出凶手 这能办到吗 行了 不啰嗦了 大家带上必要的东西赶赴现场 记住 六个小时必须侦破 我等你们凯旋过来 局长和老梗离开后 林秋普分派任务 除了几个有重要工作 实在走不掉的 和负责网络调查的人员 整个二队这次全部上场 林东雪拘手请示 林队 我去把陈时叫来 叫吧 和他说 让他务必分秒必争 拿出所有手段 林东雪给陈时打电话的时候 其他人陆续离开 陈时在电话里说 有挑战性 我喜欢 这案子要是能破了 你们二队就长脸了 说大话 现场都没看到呢 你赶紧来吧 在门口等我 我五分钟就到 五分钟后 陈时的车停在门口 招手叫林东雪上车 陈时迫不及待 问起案件的情况 林东雪一口一都不知道 他说 我刚刚和你说的 就是我知道的全部情报 有意思 老实说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你长这么大 没坐过飞机 你坐过吗 有一次出差坐过 窗外的阳光照在脸上 脸上 林东雪渐渐发困 居然就睡过去了 睡梦中 感觉有东西在推他的脑袋 惊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脑袋 搭在陈时的肩膀上 他在不停耸肩 对美人到了 前面就是机场 林东雪不好意思的 擦掉嘴角的口水 打着哈欠说 我今天怎么这么犯困 生理期 滚 林东雪挥舞小拳头 知不知道要尊重别人的隐私 尤其是这种事情 别打了别打了 小心车毁人亡 林东雪立马乖乖坐好 果然还是犯困 他想 最近累着了吧 整个春节期间 就没好好歇过 把车停下 两人走进机场 尘世感慨 真大呀 他们四下张望之际 听见有人在喊他们 扭头一看 徐晓东站在一个通道 前面正招手 机场为警方 开了一条特殊通道 可以不用安检 直接进去 陈石来到门口 却停下了 说 我想过一下安检 看看他们的正常程序 晓东 你坐过飞机吗 游乐场的算吗 我们一起 乘客这么多 别添乱了 林东雪说 我和你们说 一遍流程就是了 不过 这种事情 还是自己感受一下 比较真切 陈石说 拿你没办法 三人亮出证件 要求从安检通道经过 陈石的感想是 果然很严格 来到后机室 他们看见不少 穿着警服的警察 在现场走动 这些都是一队的人 二队的人 现在在飞机上调查 陈石问 老鹏呢 验尸呢 机场提供了一个地方 给他验尸 徐晓东说 看看去吧 快走到的时候 徐晓东驻足道 哎呀 早餐吃的有点咸 我去喝点水 陈石摆他一眼 你就直说 不想看验尸德了 被戳穿的徐晓东 一脸善笑 林东雪道 就在这里等我们吧 机场提供的验尸间 是一个空置的小仓库 门外 站着一名同事 推门进去 倒没闻到臭味 原来彭斯爵还没有开始解剖 只是在仔细检查尸体 一张空床上 躺着一个全身赤裸的老人 须发皆白 旁边地上铺的 防水布上是他的衣服 按着人形摆好 胸口处的一滩血迹清晰可见 陈石蹲下来审视血迹 从凝固程度看 死亡时间三小时左右 是三个半小时 我刚刚测了肝温 彭斯爵说 怎么死的 陈石站起来 去看尸体 彭斯爵手里拿着两尺 指着老人喉咙附近 力气灌喉 由于座椅的角度 血大部分逆流回了气管 导致窒息而死 时间紧 我不打算解剖了 重点查查凶器吧 利益气 飞机上有吗 不但没有 而且不可能有 过安检的时候 任何金属物都会被探测出来 利益气不可能允许被带上飞机 即便是空城人员 也没有剪刀 小刀之类的东西 林队已经问过了 彭斯爵拿起一张纸 上面有他根据伤口形态还原的凶器图 伤口开口四厘米 伸六厘米 乘六十三度斜脚下切 应该是一把两侧不锋利 却有着尖锐末端的物件 好像锥子 彭斯爵纠正 扁平的锥子 第202章 乘客矛盾 扁平的锥子 陈石摸着下巴沉吟 还有别的发现吗 彭斯爵说 死者的牙齿松动 牙龈和嘴唇内侧均有出血点 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瓶药 他拿起一个塑料小瓶 上面都是英文 这上面写的是安眠药 具体成分还得化验 不过除此之外 有个更关键的线索 死者指甲里好像有皮屑 那太好了 只要查一下所有乘客的DNA 就能锁定凶手了 林冬雪道 我看看 陈石说 彭斯爵拿过死者的手 地上放大镜 陈石对着指甲缝隙看了一回 说 这是皮屑吗 怎么颜色 验过了 是人的皮屑 但还有一些纤维物 衣服上的 我去现场看看吧 陈石和林冬雪出来 徐晓冬问 怎么样 有发现吗 回头对你说 小冬 你帮我做个试验 陈石道 试验 陈哥尽管吩咐 你去找把剪刀 或者小刀之类的 想办法不被查出来 看看能不能混过安检 那要怎么做 人家有金属探测器 陈石看了眼徐晓冬的鞋子 说 我记得刚才不是脱鞋了吗 你的鞋子上有金属物 如果把力气藏在鞋帮里面 也会被查出来吗 好吧 我这就去 陈石和林冬雪 来到机场跑道 一架客机停在这里 一帮乘客挤在台阶上囊囊 把行李还给我们 没我们同意 谁允许你们调查了 舱门处守着几名警察 拼命地解释 但是乘客就是听不进去 陈石苦笑 好热闹 林冬雪说 得 上不去了 双方争执不下 这时林秋普 坐着一辆机场的车来了 跳下车 手里拿着搜查令 说 这是搜查令 陷在机上发生了恶性命案 所有人必须配合警方调查 凭什么 你说调查就调查 耽误的时间谁配 一个穿皮衣的光头 站出来喝道 不少人受其怂恿 跟着囊囊 他们声称自己 有重要的会议 有亲人病危 被迫滞留在这里 本来就情绪焦躁 见有同伴 光头更加嚣张 放我们走 一个老头死了而已 就要把我们所有人扣下来 你们警察也太不讲道理了 林秋普冷着脸 如果再闹事 我是有权利拘留你们的 拘留老子试试 知道我是谁吗 光头拍着胸脯 东雪 把他拷起来 林东雪立即上前 光头吓坏了 往人群里钻 却被陈石一把揪出来 光头怒目而视 威胁性地扬起拳头 陈石不紧不慢地说 袭警了 你是不想走了是吧 有话好好说吗 何必闹这出 光头满脸堆笑 当林东雪要给他上靠子的时候 双手还往后面藏 林秋普下定决心 要杀鸡警猴 道 再反抗我叫人来了 终于光头被戴上手铐 其他人也不敢再说什么 在那里小声嘀咕着 骂警察不讲理 林秋普说 调查归调查 你们的财物 我不会动分毫 请大家放心 请大家先回酒店等待 不要擅自离开 在机场人员的引导下 这帮乘客陆续走 客陆续走了 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林秋普看了看表 肘眉到 十点二十 足足浪费了一个小时 陈石问 他们在哪家酒店 机场边上的一家四星级酒店 有监控吗 肯定是有的 问这个干嘛 凶手既然在这帮人里面 这段时间或许会有异动 派个兄弟去盯着吧 行 我交给一队去处理 三人上到飞机里 先去了头等舱 警员们在这里挨个打开行李检查 望着狭窄的过道 林秋普说 头等舱到经济舱 只有这一条通道 这不废话吗 飞机上每道哪都是一条通道 陈石说 林秋普面上无光 但还是克制住了 直至两边的门 前面是驾驶室和头等舱灌喜室 这边这道门隔开的经济舱 门后面也是冠喜池和空姐休息处 有道帘子遮挡着 我问过空姐 起飞之后 两舱之间没有乘客来往 头等舱的八人全部排出嫌疑 林东雪说 也未必 我不怎么相信人证 这里又没有监控器 陈石道 有是有 只不过现在看不了 林秋普说 你是说黑盒子 去经济舱看看吧 三人一步经济舱 掀开帘子 就看到一个座位 用警戒线拦了起来 因为空间有限 警戒线只是在地上向征兴地围了一圈而已 林秋普指着靠过道的座位说 这是死者的座位 陈石朝前方瞅了一眼 所有人的脸都是朝着这边的 当时机上开灯了吗 案发时间是早晨六点左右 飞机起飞时间是四点 大部分乘客要么没睡 要么起个大早 为了方便乘客休息 机上开了小夜灯 光线比较昏暗 旁边没坐人吗 林秋普拿起一份表格 所有乘客名单 陈石瞄了一眼 死者名叫邓世荣 他旁边的座位空着 在里面靠窗的座位的乘客 名叫李昭蒂 小字写着女 五十八岁 林秋普说 这个李大姐当时睡着了 戴着眼罩 并没有听到什么异常动静 一个目击证人也没有 陈石问 我们还在挨个问话 但好像是没有 陈石想象着机上的情景 陈寅道 死者被戾气刺猴 牙龈出血 牙齿松动 他让林东雪坐在那里 然后自己蹲下来 一手虚掩着林东雪的嘴 一手比划着握有凶器的样子 朝他的喉咙刺去 我认为凶手是这样作案的 这是当时那种情景下 最保险的方式 陈石说 哦 和我想的差不多 林秋普注意到 陈石眼神古怪 提高音量 我真这么想的 好了好了 我没说 怀疑你的推理能力 明明就是啊 林秋普小声嘀咕 林东雪岔开话题 凶手到底是蓄谋 还是临时起义呢 二者兼有吧 我觉得 陈石说 死者是干嘛的 得罪过谁 还在查 我们检查一下行李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第203章 现场调查 林秋普先行离开 这里就交给他俩 陈石盯着死者的座位厮口 一言不发 林东雪催促说 帮忙查行李 你先查着 我有些地方想检查一下 陈石掀开帘子 进了空城人员休息室 林东雪和其他警员 把行李架和座位下面的行李 挨个取出来调查 每确认过一个 就在乘客名单上画个圈 当打开一个真皮手提箱时 林东雪摸到箱子外壁 招呼其他人过来看 可是手边没有力气 正发愁间 徐晓东跑进来 说 陈哥 陈哥呢 林东雪站起来 突然感觉头晕 好一阵才缓过来 他说 你那个试验做完了 做完了 试验证明 机场的检查也是有漏洞 瞧 徐晓东脱下鞋 从鞋垫下面 取出一个折叠小剪刀 我过安检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发现 我鞋里藏了东西 正好 剪刀借我使一下 接过剪刀 林东雪皱眉 这什么味儿 徐晓东骚头笑笑 藏在鞋里 能有什么味儿 林东雪用剪刀 才开那只可疑的 真皮手提箱 在家层里发现了一些药片 徐晓东惊呼 毒品啊 想不到还有意外发现 林东雪把行李主人的 姓名标注出来 画个号问 这些药片就先扣下 待会化验了再说 陈时先开帘子出来 说 查完了吗 还有一半呢 林东雪眺望漫长的过道 我觉得行李里面 不会找到凶器 凶手没那么蠢 检查一下座位和垃圾袋 说着 陈时拿起一个垃圾袋 在里面发现了 食物的包装纸 以及一片皱巴巴的锡纸 他说 我去找老鹏 你们接着忙吧 喂喂 不帮忙啊 林东雪喊没喊住 他人已经走了 徐晓东说 陈哥就是这样 想到一出是一出 不过他的感觉总是很准 别傻站着了 一起查 除了这个箱子之外 他们还在另一个箱子里 发现了一些刀具 这个发现令所有人惊呼出来 可当林东雪拿起来时 却发现手感不对 原来是像胶刀 戳在手上就弯了 毫无杀伤力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标记了 该行李的主人姓名 所有行李检查完 已经十一点了 林东雪泪的不行 这时 陈时和彭思觉上飞机了 彭思觉手中拎着一个勘察箱 陈时笑着问 检查完了 你倒轻松 也不帮忙 林东雪抱怨 不好意思 我想到一件事 所以去叫老鹏过来帮忙 对了 鹏队长 这里有些药片 请你帮忙化验一下 有几个可疑的箱子 我去问问他们的主人 陈时接过药片看看 问 箱子里找到的 是的 别管这个了 还剩不到四小时 这案子按部就班的查 到后天都查不出来 你去见见空城人员 问他们起飞之后 哪些乘客用过卫生间 所有从死者身边经过的乘客 都记录下来 对了 你注意下 谁穿了深蓝色卡其布的外套 而且衣服上 尤其是袖子上有轻微破损 彭思觉交代 林东雪点头 我这就去 其他警员离开后 陈时对彭思觉说 开始吧 彭思觉拿起试剂 和手持紫外线灯 开始在地上采集 他从厕所一直采到过道 而陈时则在检查 飞机的小厨房 说是厨房 其实只能加热个食物 老彭 彭思觉一回头 一样东西制过来 他伸手接住 是个用锡纸包起来的东西 还温着 这是 陈时手上也有一个 说 飞机餐 汉堡包 我刚刚加热的 先点点吧 你能不能别老 把犯罪现场当自己家 你不吃我吃 陈时打开咬了一口 这是他有生以来 吃过的最难吃的汉堡 就是一个大面包 中间加了火腿长片和菜叶子 一点味道也没有 索性不吃了 他把面包取出来 放在一个座位上 然后将锡纸抹平 仔细地折叠成点平锥状 用它去扎面包 锡纸折成的刀 居然能轻松刺进了面包 陈时用锡纸刀戳了戳手指 虽然很尖 但还不至于把手指戳破 于是他改良了一下 把锡纸刀折得更紧致更尖锐 这次居然把手指戳破了一小块 看着手指上的血珠 他好像捕捉到一线灵光 老陈 陈时连忙准掉手指上的血 跑过去 只见彭思觉手中的紫外线灯 照出地板上的一处血迹 血不是太多 成擦是状 彭思觉说 这血好像被人用脚抹掉了 陈时回头看看 距离死者的座位 隔着两排座位 后面也找到了 总共三处 平均十公分 有一滴血 彭思觉又往前照了照 前面没有了 只有这三处血迹 陈时推测 这是凶器上滴下来的血 死者伤口上的成分 你化验了吗 还没出结果 不过要倒是查明了 是种镇定类药物 死者应该生前服用过 处于神经抑制状态 所以在遇害的时候 几乎没有挣扎 厕所有血迹吗 没有 那边的厕所呢 去看看 两人来到另一头的盥洗池 彭思觉对着地上 马桶里喷了点卢米诺事迹 用紫外线灯去照 什么也没发现 然后他又检查了一下灌洗池 出乎意料的是 灌洗池上竟然有微量的血迹 这血迹是心境留下的 可能是死者的 凶手在这里洗过手 那头杀人 跑到这头来洗手 换成我也会这样 死者一旦被发现 大家的注意力都会在前排 后排几乎没人注意 凶器会不会也在这里面呢 彭思觉直指马桶 我听说飞机上的排泄物 会被抛洒到半空中 冻成一根蓝色的冰棍 是真的吗 一些对重量要求很高的飞机 会这样做 但这种型号的刻机不会 排泄物会被存储起来 回到地面之后 由地勤人员回收 这属于常识吗 什么 我是说 凶手会知道这件事 而放弃通过马桶 处理凶器的打算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 第204章 凶器的猜想 光靠揣测 无法得出真相 于是彭思觉用棉签 把马桶管道四壁取样 用血蛋白试剂盒 来鉴定是否含有人血 虽然马桶很脏 但彭思觉却做得一丝不苟 最后几个试剂和均显示 这里没有任何人血 看来凶手没有 往马桶里扔凶器 幸好 陈石说 什么幸好 他要往这里扔了 你们还得打开 存储排泄物的盒子 拿棍子脚 想想的画面就很好笑 陈石忍不住乐了 彭思觉白了他一眼 排泄物也好 内脏也好 骨骼也好 对我来说 只是蛋白质组成物 区别只是构成不同 心态真好 灵修普打来电话 叫他俩赶紧过来吃饭 吃饭时间只有20分钟 吃洗了手 说赶紧走 彭思觉对着他的背影大吼 我还没采样 快点了 这案子 你就别只望 按部就办的办了 彭思觉还在 在灌洗池的血迹那里 采了样本 然后随陈石离开 原本一队是打算 给所有二队同志 送喝饭的 但灵修普想趁着 吃饭的功夫 交换一下情报 于是包下后机室内的 一家餐厅 让所有人都过来一趟 看见陈石来了 灵修普说 现在是中午12点 下午3点 飞机就要起飞 吃饭抓紧点 那你还点这个蒸菜 热乎乎的 吃着多吗 陈石说 灵修普瞪眼 只有这家能包下来 别抱怨了 你们量一量再吃 我们先开个小会 我这边查到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邓世荣 是济南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 同时也是股东 持股27% 他今年已经退休了 在海南老家待着 因为公司有一次 重要的股东大会 所以才做这趟 红眼航班赶来 人际关系嘛 挺复杂 可能查个三天三夜 也都查不清楚 但飞机上的所有乘客 和他并没有交集 有没有人买过 这家公司的保险呢 老张问 我会继续调查的 林东雪提议 这个就放在询问里面 挨个问吧 很好 就这样 徐晓东说 听说乘客都在闹呢 说警方怎么办案的 查一上午不去找他们问话 害他们在酒店干等 案子又不是拿嘴查的 我们肯定要搞清楚 现场状态在询问 老鹏 你那边呢 彭思觉说了一下 尸检的事情 这是他的一名属下说 队长 含有不少驴粉 驴粉 陈石拿筷子敲敲碗 站起来 各位 凶器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转向陈石 陈石从口袋中 摸出用锡纸折成的刀 说 飞机上提供过一次航空餐 是用锡纸包的汉堡包 我试了一下 把锡纸折叠成这个形状 完全可以刺破皮肤 他举起左手 给大家看手指上的伤口 锡纸 林秋普有点怀疑 锡纸这么软 怎么能刺入皮肤 林队知道用口香糖开椰子 用纸刀开西瓜吗 只要速度够快 软的东西也是可以刺入皮肤的 说着 陈石夹起一根鸡腿放在桌上 高举锡纸刀 一下子刺进了鸡腿 那鸡腿 众人惊呼 原来如此 彭思觉说 是的 飞牛顿流体 在高速运动中 是可以维持原状的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湿淀粉 还有 你能不能别用我的鸡腿示范 很好 突破性的进展 林秋普拍手大赞 人群中有一只手举了起来 林秋普说 小冬 有什么话要说 呃 大家是不是弄错了什么 锡纸不是锡吗 明明死者伤口中发现的是铝粉 锡纸的成分 其实是铝 锡纸就是铝箔纸 只是香港那边叫成锡纸 后来都这样叫的 不少人给徐小冬科普了一下 徐小冬十分惭愧 笑道 好吧好吧 又学了宝贵的一课 林秋普说 如果凶器是这个 处理起来一定很方便 是的 凶手可以握成一团藏在身上 随手扔掉 甚至有可能 他又从彭思觉的碟子里 拿起一根鸡腿 咬了一口 吃掉 厚颜无耻 彭思觉小声说 陈石说 航空餐应该人人都领到了 可以查一下 谁的垃圾袋里没有锡纸 东雪 我让你问空城人员的事情 问了吗 问了 他们说 有不少乘客都从死者座位走过 人数太多 记不清了 那就别管了 只查锡纸吧 谁没有锡纸 就找来问话 林秋普有个猜想 那空城人员自己呢 他们也能接触到锡纸 万一是他们做的案呢 你要是不放心 你自己查 经济舱乘客我来 好 我不赌概率 头等舱和空城这边 我来调查 大家赶紧吃饭 吃完饭继续工作 陈石坐下 彭思觉拿起那张锡纸看看 握成一个团 说 凶手如果把锡纸握成团 扔进马桶 血迹是有可能一滴不漏出来的 看来我还是得检查一下 飞机里的蛋白质 你这种说法更恶心好吧 能不能不要再吃饭的时候说 陈石继续品尝 刚刚那根顺手牵羊来的鸡腿 好吃吗 真好吃 你也尝尝 看着空荡荡的碟子 彭思觉只能无奈地 夹起一筷子西兰花 陈石说 那玩意先别查了 去借根金属探测器 找找乘客去过的地方 看看凶手有没有随手扔掉 也行 锡纸上面如果有指纹 很容易提取到 林东雪凑过来 哎 我们的方向是不是跑偏了 上午不是说 在死者指甲缝里查到了DNA吗 为什么不把所有人的DNA采集下来 挨个比对 彭思觉摇头 设备在局里 即便不算一来一回 时间也太紧了 那么多人的DNA全部查一遍 得花很长很长时间 现在只能找到凶手之后 当做定罪的证据 陆续有人吃完 擦擦嘴去蛋活 陈石说 不等你了 林东雪一阵着急 狼吞虎咽地把剩下的饭吃完 扔下碗筷就往外走 结果猛地一站起来 突然头阵阵发晕 这次晕得更迟久更强烈 然后他眼前一黑 便栽倒在地 第205章 射局擎胸 看见林东雪突然晕倒 大家都吓一跳 愣在原地 林秋普过去查看了一下 说 继续工作 抓紧时间 我送他去医院 虽然很想关心一下 但陈石知道 距离飞机起飞 只有不到三小时了 他对彭思觉说 走吧 众人来到飞机上 仔细搜查 把每个袋子里 没有发现锡纸的乘客 全部记录下来 这就花掉了半小时左右 机场实在太大了 陈石让一队帮忙 把乘客安排好 二队成员赶到的时候 一队队长老耿说 你们要问话的乘客 全部带出来了 你谁啊 小林呢 之后再告诉你 陈石拍拍他的肩膀 谢了 老耿 见其他人都跟着陈石身后 老耿十分纳闷 嘀咕道 这到底谁啊 路过的徐晓东回答他 正对之宝 陈石和酒店沟通 安排了一些空房间 每两名警员问一名乘客 加快效率 彭思觉带着技术中队的人 找凶器去了 他和徐晓东来到一个房间 屋里躺在床上抽烟的人 居然就是上午的光头男 他立即站起来 胆掉身上的烟灰 笑着递烟 叫什么 陈石卸绝了香烟 自己从口袋掏出一宝 光头男凑拐点烟 说 冯大宝 陈石注意到 名单上有林东雪打的问候 上午在行李中发现的可疑药片 也是这人的 难怪上午阻挠警方查行李 下午又变得如此殷勤 查一下 有没有前科 陈石说 徐晓东用警务通查询了一下 说 走私 蹲过几年楼 冯大宝说 我就是一个开网店的 搞海外带购什么的 没坑谁没害谁 自己脚扛手 替搬运一些东西回国内卖 怎么就成走私了 那是实在是冤得很 不问你这个 这人你认识吗 陈石亮出手机上死者的户籍照片 死掉的老头啊 我之前就没见过 在机上你领到了飞机餐吗 领了 难吃的一臂 我扔了 扔哪了 就厕所旁边的垃圾桶 陈石觉得他没说谎 挥挥手 走吧走吧 哎 您可真是爽快人 那我走了哦 徐晓东低声问 陈哥 咋不问药片的事 哪有那闲工夫 和飞机降落地的警方联系一下 叫他们查吧 陈石叫进下一名乘客 开始询问 姓名 机场的医务室里 林东雪悠悠行转 发现手背上打着点滴 林秋普陪在旁边 他脑袋还有点晕 慢慢坐起来说 哥 我怎么了 贫血症 让你平时总熬夜 熬夜是谁害的 我昏迷的时候 没有喊谁的名字吧 你怕喊谁的名字 被我听见了 才 才没有 一看墙上的钟 林东雪一阵吃惊 都已经两点了 案子怎么样了 还没有进展 林秋普一直在通过手机跟进 他的眉头拧了起来 一名机场人员和老张一起赶来 机场人员说 林队长还没抓住嫌疑人吗 飞机准备起飞了 机场让我过来催一下 还有 还有多久 那么多人 肯定得提前半小时登机 林秋普一阵忧愁 问老张 叫你查的线索 空城和头等舱都没有嫌疑 陈时那边也没进展 他咬着牙自语 林东雪拽掉输液管 说 来不及了 一起走吧 你给我躺着 林秋普命令 输液什么时候输不行啊 非要现在 我已经没事了 一站起来 林东雪又感到头晕 不过比刚刚好多了 林秋普也不再坚持 说 走 去酒店 几人来到酒店 惊讶地发现 大家居然在门厅些着了 陈时站在门外抽烟 好像没事人似的 林秋普不太敢相信地问 你 你查出来了 没有 这批人里面没有嫌疑人 那你 林秋普把陡然拔高的音量控制下来 那你还这么悠闲 没法查了 我还能干吗 林秋普记得简直要抓狂 陈时不紧不慢地举起手 数着手指说 老鹏在乘客经过和待过的地方 没找到凶器 行李检查了两遍没有问题 飞机每个角落都查了 没有问题 你想说什么 凶器在凶手身上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 有什么招 赶紧使出来吧 林秋普看了一眼手表 已经两点十五分了 秒针分针地走动 让他心生急躁 我有什么招 我又不能透视 陈时说 透视 机场不是有X光吗 林东雪说 对了 这就是我的主意 让所有人再过一次安检 然后登机 不出意外 凶手会被截下来 如果这招不灵呢 林秋普质疑 彭思觉从门里走出来 推推眼镜道 如果老陈的主意不管用 我会随机一起飞 采集所有人的DNA 带回来进行比对 希望不要用到这招 赶紧通知大家登机吧 看来陈时是故意要等到这个时候 事已至此 也没别的办法 林秋普叫机场人员 通知大家准备登机 另一面安排所有人 去安检处盯着 机场临时开通了一条安检通道 一听说终于可以回飞机上了 乘客兴致高昂 只要能坐到飞机上 哪怕不起飞 他们心里也是踏实的 对于要再过一次安检的要求 机场方面给出了合理解释 大部分人都欣然接受 安检通道附近 警员们怀着坠坠不安的心厚者 拍着长队的乘客 一个接一个通过安检 每当有人身上查出金属物 大家都会一阵紧张 旋即又证明 只是一场虚惊 那些不过是硬币 钥匙 手机之类的 管用吗 林秋普表示怀疑 凶器并不大 凶手完全可以藏在酒店里 放心 他们出来之前并不知道安检的事情 陈时自信满满 而且一队 现在正在酒店检查 他们住过的地方 林秋普的电话响了 是劳梗打来的 他说 小林 酒店里面没什么异常 辛苦你了 不辛苦不辛苦 明明是 我们请你们帮忙的 就在这时 人群有个小伙子 显得神色慌张 不停地和后面的人调换位置 陈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一指他 大家会议 慢慢包围过去 像锁定猎物的狼群 第206章 围凶报仇 三更 见警察们围过来 小伙 显得更加慌张 推开人群往外走 陈时把手在他肩膀上一搭 说 去哪 上厕所 先安检 安检完让你上 管天管地 管不了拉屎放屁 我上厕所 你们还要管 有没有人权 小伙瞪着眼 低的一声 让小伙一阵错愕 低头一看 一个金属探测器 贴在他腹部上 手持金属探测器的 正是彭思绝 这是他借来的那台 陈时冷笑 身上藏了什么 把外套脱了 小伙脸色铁青 嘴唇哆嗦 一言不发 众人把他带到旁边 在陈时的催促下 他只好将外套脱了 彭思绝又咽了一遍 当金属探测器 经过他的腹部时 仍然有反应 起码毛线衣也脱了 小伙咬着嘴唇 脱了毛线衣 当彭思绝准备探测的时候 却被他一伸手按住手腕 小伙祈求道 给我留点尊严吧 我认了 是我干的 贵姓 李维廷 陈时瞅了一眼名单 他两次都躲过了询问 心想这小子挺机灵的吗 换个地方聊聊吧 大家来到一间空置的威尔P休息室 从这里可以看到登机的人流 李维廷望着下面 感慨一声 我以为我能跟着他们一起上飞机 在他对面 坐着林秋普和陈时 其他人在外面候着 林秋普说 人是你杀的 李维廷垂下脑袋 点了点 为什么 也许是天意吧 那你坐在这里也是天意了 别动圈子了 我认识那个人 他就是害死我哥的家伙 几年前 我哥从他的公司买了一份保险 后来我哥查出癌症 可是保险公司却以种种原因拒绝李维 当时在我哥病房里 玩弄文字游戏的家伙 就是这死老头 我记得不行 拿烟灰当打了他 谁成想就因为这一时冲动 后来在法庭上 我们败诉了 我哥一毛钱李维都没有拿到 后来 我哥在绝望中自杀了 留下我嫂子和孩子 我嫂子连粪工作都没有 还欠了许多债 只能出去打林工 我时常也会接济一下 这次我去济南 就是看了他们 没想到 竟然在飞机上 遇到这老畜生 看看他戴的手表 看看他用的手机 还有他在电话里 谈的几千万的声音 我呸 这些都是无数像我哥 这样的人的鲜血换来的 我冥冥之中 好像听见我哥的声音 他告诉我 杀了这老头 替他报仇 所以我就 怎么会想出这种 别出心裁的方式呢 陈石拿出自己用锡纸叠的刀 怎么想出来的 李维挺冷笑 我哥当年就是这样自杀的 他在重症病房里苦挨日子 又不想拖累家庭 就拿午饭 用到的锡纸舌了把刀 自己割喉死了 应该是刺喉才对吧 没错 把这把刀刺进 那老畜生的喉咙时 他连叫都不叫一声 杀了他我一点也不后悔 这就是报应 就算我没有出手 总有一天 也有其他人出手 你还以为 这是梯天行道 林秋普有点听不下去了 陈石更关心案件本事 说 凶器在你胃里 是的 李维挺承认 原本我以为 就算飞机上发现了尸体 也会到济南再报案 没想到半路就迫降了 我没法处理凶器 就握成一团吞进肚里了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有人看见了 没人看见 推理懂吗 陈石说 李维挺惊讶地看着陈石 你很厉害 佩服 佩服 于 问个小细节 你把自己的垃圾袋 和其他人堆掉了 是 我和旁边的人兑换了一下 之前你们找人问话的时候 我还庆幸了 看来警方没注意到我 果然还是我太天真了 没想到你们还有后手 林秋普和陈石 交换了一下视线 看来真相大白了 陈石问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还是那句话 我不后悔 不过 我进监狱之后 可不可以把我的房子卖了 把我的存款 全部给我嫂子和侄子 你很善良 放心吧 我们会告诉接手 这案子的检察院的 谢谢 谢谢你们 李维挺热泪盈眶 林秋普把带着手铐的嫌疑人 带出来 交到一队队长手中 这时刚刚到三点 飞机正起飞 从窗外缓缓掠过 破纪录了 林秋普倍感轻松地笑笑 是你领导有方 陈石谦虚道 人被带走后 老梗十分激动 握着林秋普的手说 二队简直神了 六小时情凶 难怪局长会把这案子 交给你们处置 也不是我的功劳了 林秋普看一眼陈石 陈石微微摇头 他不想太高调 于是林秋普改口道 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小令 这个人请我欠你的 下次有什么需要帮助 尽管开口 不客气 案子告捷 大家都很轻松 徐晓东请示 队长 今天案子也破了 可不可以提前下班 让我们去放松一下 没到下班时间呢 回去继续工作 顿时一片怨声 林秋普招手对陈石说 冬雪今天晕倒了 算他个病假吧 你送他回去早点休息 告诉他别熬意了 你怎么不自己去 我 我付你车费 养备哦 趁火打劫 行行行 其他人还要继续 苦哈哈的工作的时候 林冬雪已经坐着 陈石的车回去了 望着窗外的暖阳 林冬雪说 突然想起来 明天是周末 哈哈 可以睡懒觉了 小令同志 要不要给你买点补品啊 林冬雪脸上一红 我自己买了 对了 今天难得下班走 我去趟中介那里 找找靠谱的房子 今天就算了吧 你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我陪你去 后天再搬家 林冬雪想了想 又一次被懒惰打扮 说也行 这天晚上 林冬雪一觉睡到第二天九点 起床的时候 闻到一阵香味 客厅里陈石和陈月月 正在研究新买的豆浆鸡 红枣豆浆的味道香飘满屋 林冬雪突然感动的心脏 扑通扑通跳 说 你居然特地为了我买了这个 自作多情 我自己想喝豆浆而已 口是心非的家伙 林冬雪一阵想笑 享用完又香又甜的红枣豆浆 他毅然决然地说道 今天我去看看房子 争取明天搬家 这次说到做到 陈月月问 林姐姐 你干嘛老要搬家 住在这里不好吗 可能就是他安心 住在这里的自我安慰吧 陈石一语道破天机 你这人 嘴真的很亲爱 林冬雪对陈月月说 我跟你陈叔叔 又不是那种关系 老师住在这里 传出去不好听 等你长大就懂了 陈月月吐吐舌头 我不用长大也懂的 那你们不如干脆 就发展成那种关系好了 林冬雪脸上一红 没想到陈石反应更剧烈 他一口豆浆喷出来 一边擦指一边说 小孩子不要瞎说 第207章 撕心怨怨 林冬雪趴在床上 盯着笔记本电脑 电视剧里演的什么 他都不知道 心里满满都是怨愤 每次提到要搬走 他都是那句助你成功 哪怕虚情假意地挽留一下 他也会开心一些的 搞不懂这家伙在想什么 卧室门外 陈月月和陈石在交谈 陈月月说 朋友发信息给我 问我要不要去他家玩 去呗 有个朋友多不容易啊 他是个笨蛋 你不介意我和他玩 学习都是假的 朋友才是真的 十几年后 你还记得学过的东西 跟朋友一起玩的事情 倒是记得很清楚 给你点零花钱 我走了哦 行 晚点回来 林冬雪小声嘀咕一句 哼 没心没肺的家伙 他又看了回电视剧 突然陈石在外面喊 冬雪 Help 林冬雪赶紧他上拖鞋跑出来 原来陈石正在厨房里炸丸子 两手都是肉馅 一旁的油锅正沸腾着 陈石说 赶紧把火关小 我高估了自己搓丸子的速度了 林冬雪一阵想笑 把火调小 陈石松了口气 不紧不慢搓出一个丸子 裹上面包糠扔进油里 滋滋地炸起来 你还真是喜欢做菜啊 星期天就在家里炸东西 难得买到忌菜 做个忌菜肉丸子 可以吃好多天呢 闻闻 香不香 陈石把手凑过来 去去去 别蹭到我鼻子上 那你到时候别吃 不吃就不吃 我今天就去找房子 明天就搬走 林冬雪赌气地说 心想你再说 祝你成功啊 我马上就走 帮我撮毁丸子 陈石提议 不了 我走了 龙岸这么大 你知道去哪找吗 赶紧把丸子做完 我开车带你去一家靠谱的中介 林冬雪低声哼了一声 去洗干净手 陈石教他 怎么搓肉丸子 要放在手心里转 转成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球球 然后裹上面包糠就定型了 林冬雪心想搓个丸子而已 有何难 但是肉线在手掌中 就是不听话 越搓越扁 陈石都已经有三四个丸子下锅了 他这边一个还没成型 你别用那么大力气啊 又不是橡皮捏 陈石拿过他的手 手把手地教他 终于一个不规则的丸子成型了 被陈石的大手握着手 让林冬雪一阵脸红耳赤 他抬头看他 他还在一本正经的解说 你这个太大了 掌握不好油温 用三根手指 一次捏一点肉馅就行了 你这手小 得四根手指 林冬雪伸手在他鼻尖上抹了一点 陈石抬起头 一脸无奈 林冬雪被他的表情逗笑了 调皮 陈石也伸手在他鼻子上抹了一下 敢搞我 林冬雪抓了一大把 别别别 这个很难洗的 陈石告扰 油锅砸了一下 吓了林冬雪一跳 赶紧跳到一旁 陈石说 赶紧做完吧 丸子都炸老了 就知道做丸子 林冬雪嘀咕一声 终于把一大碟丸子做出来 陈石用筷子夹起一颗 递到林冬雪嘴边 尝尝 你做的 林冬雪撩起头发尝了一下 说 好吃 清香爽口 一点也不油腻 也不油腻 晾在这里吧 等凉了再放冰箱 我陪你出去 坐进车里 陈石还真在导航上定位了一家房产中介 林冬雪心里一阵失望 两人一路无话 林冬雪瞅着外面的风景 突然视线中出现一家烤鱼店 车就在这里停了 林冬雪惊讶地望向陈石 陈石说 中午了 先吃个饭吧 我就今天一天休息 下午搬家 晚上还要收拾 不急于一时 你不是最爱吃这个吗 谁说我爱吃这个了 烤鱼只算我第二喜欢吃的 我最爱吃的是麻辣烫 陈石摊开手 装作记录东西的样子 好好 我记下来了 这就去吃麻辣烫 林冬雪扑吃一乐 行了行了 别跑了 就这家吧 然而烤鱼店人满为患 取了号要等很久 林冬雪说 去吃快餐也可以 好久没吃了 今天是你在我家待的最后一天 当然要吃顿好的了 没事了 以后又不是没机会见面 林冬雪说 心中一阵微微失落 找到一家快餐店 点了两份套餐 陈石要的是可乐 汉堡和薯条 林冬雪要的是红茶 汉堡和蔬菜沙拉 相对低卡一些 陈石尝了一根薯条 大为称赞 炸得不错 你尝尝 他伸手递过来 林冬雪想也没想 就开口接了 吃下去才觉得不好意思 旁边一对情侣也在这样做 别人岂不会认为他俩是 林冬雪低头默默吃自己盘中的食物 心中思绪太多 完全没什么胃口 吃了一半就饱了 这时 一个小和尚走过来 单手行佛里 说 小姐 你不吃了吗 呃 林冬雪有点不好意思 还吃呢 打扰了 小和尚去另一张桌上坐下 他并不像那些垂头丧气的乞丐 就好像在庙里吃斋饭一样淡定 对着桌上的剩饭和掌行李 然后开始吃客人剩下的薯条和玉米粒 他吃得很从容 也很认真 吃完 他把桌子收拾干净 垃圾装在盘子里 倒进垃圾桶 又去别另一张桌上 吃客人剩下的食物 林冬雪一直盯着小和尚看 说 你说这和尚是真的假的 怎么跑到快餐店来化缘 真是稀奇 人家心里不在乎这个吧 你的意思是 他是真和尚了 我觉得是假的 现在哪有外出化缘的和尚 不都待在庙里 想方设法的正香火钱吗 一样米养百样人 中国这么大 你也不能断定 就没有云游僧人啊 陈石起身 干嘛去 结个善缘 陈石走过去 也行个礼 说 师父 这玩意也吃不饱 我施舍你些钱 去买个馒头吧 善灾 和尚还礼 陈石掏出五十块 和尚居然不收 他摇头笑笑 买馒头用不着这么多 十块钱足够 不瞧 我身上没零钱 没事 我有手机 和尚掏出一部 很便宜的山寨机 陈石用微信赚了十块钱 和尚感激地说 施主仁慈 一定会受到佛祖保佑的 林东雪觉得好笑 暗暗嘀咕 和尚还用手机的 一看就是假的 上当了吧 第208章 小和尚 陈石回来继续吃东西 林东雪瞅一眼那和尚 道 瞧着吧 他一会 就会拿个开过光的护符卖给你 打赌 行啊 谁输了 谁请晚饭 两人等着 和尚差不多填饱了肚子 走过来又向陈石行个礼 然后走了 林东雪目瞪口呆 陈石笑笑 看来是个真和尚 也未必啊 不要总是凭感觉乱猜好不好 我猜没有乱猜 现在街上骗子横行 我见到这种人 就先默认为他们是假的 那是你的思维方式 我就不说啥了 撤吧 两人去取了车 当刚发动 小和尚就同他们擦肩而过 陈石摇下车窗 问去哪压师傅 要不要烧你一程 小和尚行礼道 谢谢施主 我想去公安局 林东雪惊讶的同陈石 交换了一下视线 问他 小师傅 你去报案啊 陈石招手 你先上来吧 这边不让停车 小和尚好像没坐过轿车 半天拉不开车门 还是陈石探出身子 替他开的门 走进来之后 林东雪说 我就是刑警 你要报什么案子 小和尚挺激动 说 阿弥陀佛 遇上两位施主 真是天大的缘分 借问一下 人命案是刑警管的吗 刑警就是专门负责这个的 林东雪回答 看来小和尚没什么常识 仔细观察 发现他格外年轻 由于剃了头发的缘故 看着甚至有点像未成年 不过面孔倒挺清秀的 如果好好捣翅捣翅 也是个回头率颇高的小帅哥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年轻 就当了和尚 瞧哈 陈石笑笑 咱们俩个 一个开车的 一个是警察 正好都是你需要的人 有我就不需要你了 林东雪说 小师傅 你要报什么案子 一言难尽 这样 我们换个地方 坐下来说吧 陈石把车在这条街兜了一圈 停在一家茶社下面 三人上了楼 小和尚只要了一杯清茶 他对着桌子和掌行李 然后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小本子 推了过来 那是个很老很旧的本子 林东雪记得 上小学的时候用过 上面还有过时的卡通图案 边缘已经严重磨损 纸质泛黄 打开一看 上面用铅笔画着几个小人 好像拙裂的莲环画一样 第一幅画面里 三个人坐在一起聊天 画面的透视角度很迷 其中两人明明是被冲观众 却又能看见脸 第二幅画面里 一个男人在殴打另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抱着尸抱着的腿求饶 第三幅画面里 一男一女在屋子里 男人好像在欺负女人 外面进来另一个男人 头上冒着火 第四幅画面里 男人假用一样不知道是什么的工具 打在男人你的头上 男人假表情凶恶 一个女人跪在地上 眼睛里夸张地落下泪珠 这些画面 看似出自孩童之手 反而更添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看得灵冬雪后背深寒 他抬头问 小师父 这是 这上面画的 是坏人杀害我父亲 强夺我母亲的经过 我当时只有五岁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这是我后来画下来 画下来的 我只记得这些了 你叫什么 多大了 陈石问 我叫陈玄 今年十八岁 能详细说说这件事吗 好的 小时候 我住在龙安市 父母十分恩爱 我母亲叫英温 叫我拼音十字 每天在家带我 我父亲叫陈光 蕊华工厂的员工 每次他休息 都会带我出去抓蜻蜓完 后来父亲好像认识了一个人 大概谈一笔生意 我记得不是很轻了 谁料 这人是个衣冠禽兽 竟然 竟然侵犯我母亲 我父亲找他理论 却被他持刀砍死 我至今还记得 父亲被杀害之前冲我喊的话 陈玄 藏起来 快点 我逃到外面 一边哭一边跑 竟然迷路了 后来被一个乡下的方丈捡到 就做了庙里的小沙迷 方丈他人很好 他抚养我长大 教我佛法和做人的道理 告诉我 世间一切皆是果报 不要一心执迷于报仇 我在庙里待了十几年 今年方丈他老人家园记了 我还是放不下这桩心事 想到城里报警 替我父母讨个说法 陈石翻着这本笔记 剧情果然和陈玄所说如出一辙 他说 虽然还在追溯期内 但是这案子这么久远 证据可能早就不存在了 只有你一面之词 很难办的 需要多少钱 我可以去筹 警察查案不要钱 我是说 这案子很困难 可我母亲 可能还活着 她也许被坏人霸占了十几年了 小和尚陡然激动起来 陈石同林东雪交换视线 陈石说 你还记得什么吗 小和尚摇头 不多 我记忆很模糊了 这事我们说了也不算 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也好 小和尚和石双手 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 但这十几年里 我无日无夜 不会梦到那个夜晚 求施主一定不要敷衍我 我会会日日祈祷 你放心 这事我们一定放在心上 你最近还在城里吧 有地方住吗 出家人云餐露宿习惯了 不要紧的 那留个联系方式吧 小和尚掏出手机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就此别过 小本门就由陈石揣走了 离开茶楼之后 林东雪说 这种案子怎么查 什么头绪都没有 何老鹏 你跟他们研究一下吧 切 我哥肯定会说 瞎胡闹 连个尸体都没有 要我怎么查 两人随后赶到局里 林秋朴果然还在加班 正对着电脑 写一份报告材料 听明白两人的转述之后 他瞪大眼睛 瞎胡闹 连个尸体都没有 叫我怎么查 林东雪暗暗发笑 用嘴型对陈石说 我说的没错吧 我不是叫你立案 你把林东雪 徐晓东 还有老鹏借我试试 我先查着看看 有眉目了再立案不迟 林秋朴一脸无奈 只要他们本人同意 林东雪举起手 林队 我想跟进试试 这案子 看着蛮有挑战性的 这种眉头末尾的陈年旧案 对你起不到什么历练的作用 没历练过 怎么知道没作用 行吧 我给你们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没有进展就算了 好的 哥 林东雪兴奋的答应 第209章 艰难破冰 三更 离开办公室 陈石去技术中队找彭四爵 林东雪跟在后面说 连尸体都没有 你找彭队长干什么 思维别这么僵化吗 十几年里 没准哪里早就发现了这具尸体 只是无人认领而已 如果用小和尚的DNA去比对一下 没准就找到他父亲了 是哦 我怎么没想到 然而今天彭四爵居然休息了 陈石道不气馁 对值班的人说 我可不可以拿一套抽血的家伙 陈哥尽管拿好了 拿了工具 陈石给彭四爵打电话 约他出来吃饭 电话中 彭四爵的音量高了八度 你约我出来吃饭 还有谁 东雪 还有谁 没了 吃什么 我知道你不喜欢吃热腾腾的东西 我知道拱州路有一家宿宅馆 特别不错 我早想去试试了 AA制 林东雪请客了 陈石说 林东雪在旁蹦他 我五点整道 你们如果迟到十分钟 我就走了 挂了电话 林东雪说 干嘛要我请 刚刚是不是打赌书了 说好的一顿晚餐呢 林东雪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愿赌服输 我把小和尚也叫上 陈石给小和尚发短信 告知地址 小和尚回了一个双掌合十的表情 陈石笑道 不愧是出家人 五点钟 陈石和林东雪 赶到拱州路的宿斋馆 看见彭斯爵正在和小和尚说话 陈石心说 这两人还不认识 就自己先熟悉起来了 走近一听 他们居然在说 佛法云 大千世界是由众生的业力构成的 世界之外还有世界 多如横河沙树 佛法并非施主所说的唯心主义 科学已经证明 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 你那套陈词烂调 根本站不住脚 但施主不可否认 它的唯物性和思辨性 佛教并非宗教 而是一门哲学 是古人认知万物的一种方式 卧槽 你们在这儿乱到 陈石说 彭斯爵一脸尴尬 说 这小和尚太能说了 出家人也与时俱进了 行了行了 吃饭去吧 彭斯爵发现 小和尚跟来了 向陈石投来疑惑的视线 陈石说 一起的 小和尚和长对彭斯爵道 施主您好 素斋馆装潢一新 四人落座 大家轮流点菜 点了糖醋排骨 麻婆豆腐 照烧海参等 小和尚盲说 阿弥陀佛 起身准备离席 陈石说 放心吧小师傅 这些都是豆腐和面筋做的 我在网上查过 在这家素斋馆 是不会破解的 他们连葱蒜都不会放的 有劳施主费心 出家人六根清净 粗茶淡饭就行了 没事 你来 就是天双筷子而已 我们再给你另点 岂不是浪费钱 小和尚这才被说服 不再言语 等菜上桌的时候 陈石把案情交代了一下 彭斯爵不停看向小和尚 显得有些惊讶 事情过去这么些年 当再次提起时 小和尚显得很平静淡然 人的记忆 的记忆 彭斯爵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人的记忆靠不住 但不管怎么靠不住 这么重大的事情 我想他不会记错的 如果他撒谎呢 哦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 彭斯爵后半句 是对小和尚说的 查查看吧 查到就查 查不到就只能那样了 陈石说着 拿出从局里 拿的抽血工具 见要抽血 小和尚有点紧张 彭斯爵解释了一下 DNA这码事 小和尚这才乖乖配合 任期抽了一管子鲜血 我回去比对一下 彭斯爵说 但是 关于你的故事 我有几点疑问 第一 你亲眼看见父亲被杀害 第二 除了父母之外 你难道没有别的亲人 可以投奔 第三 恕我冒犯 当时你才五岁 后来直接出了家 你对男女之事 应该不太了解吧 你看见的 到底是坏人 强奸你母亲 还是你母亲和坏人偷情 你能确定吗 最后一个问题过于刺耳 小和尚的身体震动了一下 他合掌行李 说 第一 我当时看见父亲 被砍得浑身是血 几乎奄奄一息 你母亲在做什么 他被坏人绑了起来 我认为这是你记忆的 自我合理化 你母亲可能并没有被绑 只是你在回忆中修改了细节 让母亲袖手旁观的行为 变得合理了 小和尚的嘴唇哆嗦着 他低着头 不停念阿弥陀佛 让自己平静下来 林东雪冲彭斯爵说 彭队长 这些细节之后 我们自己在讨论 小和尚终于冷静下来 说 第二 除了父母 我在龙安还有一个小姨 小时候见过几面 但我并不知道 他住在那里 所以出事当晚 我慌不择路 跑到了山里 第三 我确实不懂男女之事 但我父母十分恩爱 被坏人霸占的时候 母亲惨叫不断 那难道也是你认为的偷情 彭斯爵默默摇头 看来 他还是不太相信小和尚的回忆 其实诚实也不相信 在他看来 杀人可能确有歧视 整个事件的真相 未必如同小和尚回忆的那样 陈诗问 还记得季节吗 大热天 因为我穿着汉衫 短裤 逃跑的时候 我把膝盖擦破了 现在还能看见伤疤 林东雪一直在翻看那本笔记 他指着第三幅画的右上角 说 这个半空中的十字架是什么 我记得是窗户上出来的东西 一个十字架形状的光 对了 就像那种玻璃 小和尚指指餐馆内的隔断 上面装了菱形花纹的毛玻璃 陈诗站起来 走到隔断后面 把手机打开闪光灯贴在上面 这种玻璃脱光之后 就会出现十字形花纹 陈诗说 像这样的 小和尚摇头 更大一些 下面比较长 那不就是真的十字架吗 林东雪震惊 难不成是某个教堂附近 小和尚又补充一句 我记得是粉色和紫色的光 不停闪烁 很刺眼 彭思绝在手机上查了查 翻到一张色系图给他指认 小和尚很肯定地指出 其中两个颜色 彭思绝又叫他辨认了一下别的颜色 确认了一下 他不是色盲或者色弱 教堂就算节日装上彩灯 也不会用这种艳丽的颜色吧 林东雪说 陈诗摇头 未必就是粉色和紫色 白光和红光能配出粉色 而紫色是由蓝光和红光配出来的 蓝白胶织的LED灯倒是很常见 所以那玻璃是红的 红的 小和尚一阵心惊 眼里倾起泪花 没错 玻璃上全是我父亲的血 第210章 贪嗔痴 林东雪记录下来 我们可以从教堂查起 13年前的龙安市 应该没几所教堂 你父亲待过的蕊华工厂 又是什么地方 陈诗问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家一药厂 应该父亲每次回家 身上总有一股药味 蕊华 蕊华 华瑞 我记得龙安市有一家华瑞药厂 是那个吗 小和尚骚着脑袋 一头雾水 陈诗问 你父亲有口音吗 有 我在寺里接触相课 一次听见一个人 口音很像父亲 就多问了一句 他是来自河南的 那应该没错 他肯定是有口音 把场面念错 我们照着 这个毒音再找找 陈诗说 林队给了几天期限 彭斯诀问 七天 七天 你连案发现场都未必能找到 就算凭你 也未必能破案 不碰碰运气怎么知道 陈诗见服务生端着盘子过来 菜来了 吃饭吧 然后服务生却把盘子 给端到另一张桌子上 林冬雪拍着桌子说 哎哎 我们先来的 他们才来五分钟 怎么他们先吃上了 服务生声音的说 我不知道 问后台 什么态度 林冬雪掏出手机 差评 差评 陈诗按下他的手 有点尝试没有 吃完再给差评 一会功夫 服务生跑回来 冲另一桌陪笑脸 把菜又端到陈诗这一桌 说 不好意思 上错菜了 林冬雪瞪大眼睛 人家都吃过了 美女 这么兢兢计较干嘛 也没吃多少 你可真大方 彭思绝说 万一他们有传染病怎么办 不可能不可能 都是熟客 服务生笑笑 他们姓什么 我怎么知道 姓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确定 他们没有传染病 彭思绝一本正经的说 那边的顾客听见了 显然有点不太高兴 把碗筷弄出很大动静 算了不吃了 抱歉 林冬雪站起来要走 陈诗和彭思绝也跟着走了 小和尚挨不过面子 站起来走了 服务生找来经理 在后面喊 客人客人 给你们打八折好不好 打七折 五折好不好 林冬雪头也不回地离开 争了口气 心里挺美的 小和尚和长道 女施主 犯不着为一时得失动怒 林冬雪刚刚升起的一丝的意境 又烟消云散了 陈诗说 我们去哪吃饭呢 我不吃了 我会去工作 彭思绝就此告辞 小和尚说 不嫌弃的话 我这里有些干粮和咸菜 说着 他开始解身上的搭连 陈诗盲说 不不 说了请你的 怎么能叫你请 我们回去 随便吃一口 那我自便了 小和尚拿出馒头和榨菜 开始吃起来 陈诗羡慕地说 出家人真是看得开 像我们这些俗人 每天就为了些俗事 些俗事争来争去 在小师傅面前 就显得太渺小了 谁说的 俗事也有俗事的快乐 我买东西就很开心啊 不过 要是吃东西方面 我能像小师傅这样豁达 大概就不怕长胖了 林冬雪说 也不尽然 小和尚嚼着馒头说 我几位师兄都长得胖胖的 虽然吃的也是素斋 但心宽体盘 陈诗说 小师傅没地方住吧 要不去我 林冬雪突然拧了一下 陈诗的手背 陈诗的音量陡然拔高 忙改口 去我家附近的一家招待所 这样我们也方便联系 善灾 善灾 三人上车后 林冬雪小声说 你家里有陶月月和我 住个小男孩多不方便啊 是我考虑不周 陈诗笑笑 找了一个招待所 把小和尚安置下来 小和尚和长道谢 两位施主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那件事情 你们尽力而为就好 一切随缘 陈诗便顺着他的话说 我相信老天爷 会为你沉渊招雪的 借施主急言 回到家 陈月月已经回来了 再看书 她在朋友家 已经吃过饭了 陈诗从她卧室里 接了电脑 陈月月说 又有案子啊 是啊 电脑接我用一碗 陈诗在客厅装好电脑 开始对着谷歌地图查找 看得太过入神 居然忘了吃饭这码事 林冬雪本想提醒她一声 突然想 不如自己露一手好了 于是去厨房打开冰箱 陈诗家的冰箱 永远堆满食材 只是她厨艺感人 压根不会做什么菜 想来想去 还是下面最方便 于是煮了观妙面 笨手笨脚地 煎两个鸡蛋 下了几个早上榨的丸子 放几片洗好的青菜 等面煮熟的时候 林冬雪掏出手机 打开知乎 昨晚她在知乎上提了个问题 我住在朋友家里 感觉挺好的 自己反而不想找房子了 朋友会不会觉得我 耐着不走了 下面居然有人回答了 那人说 这种事情 还是应该和朋友沟通一下 他要是觉得 你的存在 不会打扰到他 甚至住在一起 挺好 那就住一起好了 关键是要开口去问 好多事情 都是因为当事人 太过含蓄闹成误会 或者遗憾 话只有说出来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人ID酱油大师哥 说了很多 也有不少人在 或许是安慰剂效应 看完这段长篇大论 林东雪感觉心中的疙瘩 舒坦了些 便给了这人 一个最佳回答 他又追问一句 那朋友是男的 我是女的 我有一点喜欢他吧 突然住在一起 是不是不太合适 扑扑的水声 传进耳朵 林东雪回过神来 原来面煮沸了 水不停地往外慢 厨房里 一瞬间满是蒸汽 他吓得尖叫起来 陈石火速冲进来 麻溜地关火 打开盖子 教育他说 这种面 最好不要盖上盖子住 林东雪别别嘴 我想给你弄个晚饭嘛 本来说要请你来着 谢谢 陈石伸出一只手 可能自己觉得不大合适 手伸到一半 又缩回去了 行了我来弄吧 下次我来弄哦 好好 下次你弄 林东雪来到客厅 电脑桌面上 开着谷歌地图 以及其他的网页 他好奇地凑过去看 发现竟然是知乎 点开一看 账户ID叫酱油大师哥 林东雪 差点没叫出声 这时陈石从后面 端着面进来了 第211章 求锁 听见身后的脚步声 林东雪立即把网页恢复原状 麻溜地坐到桌子对面 拿起手机扇扇扇 把那问题扇个一干二净 陈石浑然不知识地 放下碗筷 又坐回电脑前 突然说 咦 怎么没了 什么没了 刚刚在知乎上 看到的一个问题 知乎是什么 你连知乎都不知道 交友网站吗 哎呀 我看你真是白活了 陈石稀溜溜地吃起面条来 林东雪一边吃面 一边打开手机知乎 丑丑陈石都发过些什么 他是个知乎常客 什么问题都回答一下 有人问 挖掘机好学吗 我想去祥兰 又担心拿不到毕业证 陈石顶着ID在下面说 谢妖 我是十年从祥兰毕业的 挖掘机其实挺好学的 我们那届有五十个学生 最后基本上都毕业了 有人问 混黑社会是什么体验 陈石在下面说 谢妖 实不相瞒 我十六岁就出来混事 和几个死党败了过二个 后来跟一个大哥混 有人问 亚硝酸炎能杀死人吗 陈石在下面说 谢妖 我是做化工合成的 我们实验室就经常能接触到亚硝酸炎 类似回答 总共有五十多条 如果全是真的 怕是八辈子也经历不完 林东雪鄙视的笑笑 小声嘀咕 男人就爱吹牛 他另外注册了一个小号 关注了陈石 粉丝数正好到一百 看看他 以后还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陈石盯着屏幕说 厉害 我粉丝终于破百了 离知乎大咖 只有一步之遥 什么知乎 编呼吧 你这不是知道吗 自知失言的林东雪便继续埋头吃面 陈石对着屏幕念 瑞华宠物医院居然真的有啊 不过才开了十年 要去看看吗 除了这个呢 华瑞药厂 华瑞食品加工厂 任华路冰淇淋店 只有这家宠物医院读音最接近 你看现在的地图有什么用啊 哪里能弄到以前的地图 市政规划处 这个难度太高了 对了 教堂找了吗 真有不少 大大小小有十几个 不过没有一个是在这家宠物医院附近 我觉得不靠谱 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明天去看看 林东雪通知了徐晓东 隔日两人来到局里 第一时间就去了技术中队 问彭思觉DNA比对有什么结果 彭思觉只是摇头 道 比对了十几个无人认领的尸骨 都对不上号 看来希望不大 陈石说 我记得医院有一个基因库 那是用来寻找失踪儿童 亲属留下的 建立时间不到十年 小和尚不算失踪儿童吗 好吧 我试试看 反正就七天 看你怎么折腾 嘴上说着不要不要 心里还是挺诚实的嘛 陈石拿手指戳着彭思觉 打去道 放尊重点 彭思觉整了整衣服 旁边的属下都在笑 吓都在笑 三人立即出去调查 徐晓东感慨 案子我已经听说了 那小和尚母亲 被坏人霸占了十几年 怕不会早不再人世了吧 一线希望 百般努力 尽力而为吧 林东雪说 上午十点 三人来到瑞华宠物医院 陈石向这里的工作人员打听 果然医院才建立不到十年 陈石想了想 说 这家宠物医院 为什么叫瑞华 哦 是因为我们老板叫赵瑞华 老板以前做过什么 也是经营宠物医院的 不过运营的不太好 倒闭了 我想见见他本人 三人等到中午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驱车赶来 对他们笑脸相迎 问 不知道三位远道而来 是为了调查什么 我这家宠物医院 一直是正经经营 从来没有过逃税漏税的事情 我们只是打听一个人 叫陈光 他妻子叫英温 有印象吗 陈光 陈光 中年男子敲打着脑袋 没印象 有资料吗 没有了 几年前系统被人黑了 以前的就资料都丢失了 您还记得以前的宠物医院 在什么地方 员工又住在哪里 医院好像是在洛阳路 员工就住在旧近 你上那打听一下吧 离开宠物医院 林东雪说 可能吗 宠物医院和药厂 差距有点大 小和尚的记忆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偏差 他不是说 父亲身上总有一股药味 宠物医生也不是没有可能 三人来到洛阳路 已经是下午三点 陈时和徐晓东 分头去打听了 林东雪掏出手机 打开地图 看了看附近 这片区域好像拆迁过两次 哪还能找到原来的地方 而且 这附近也没有教堂 最近的一家在五公里外 这时陈时通过四人 自己建的专案组群发来语音消息 来这边 十字路口 林东雪赶去 陈时 徐晓东 正在和一个大爷说话 那大爷耳聋眼花 一句话要重复几遍才能听清 他用牙齿漏风的嘴说 我以前邻居是有一个姓陈的 一家三口 他长得像这个人吗 陈时掏出手机 上面是昨天在饭店偷拍的 小和尚的脸 大爷艰难辨认了一会 摇头 不记得不记得 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还记得那片小区的地址吗 那儿 不对 好像是那儿 似乎是哪儿 大爷指了半天 终于确定了 赶到那里一看 早就变成一片新建成的小区了 陈时无可奈何地插着腰 有点气馁 徐晓东说 或者我们去趟辖区派出所 如果这里有人失踪 肯定会有人报案吧 也行 陈时叹息 往外走的时候 陈时看见一个刚跑步回来的大爷 穿着一件印着雨通汽车字样的衬衣 他盯着那四个字发呆 林东雪拿手在他面前晃晃 看什么呢 也许小和尚看见的不是十字架呢 小和尚说 当时是个大热天 夏天教堂会挂霓虹灯吗 我的印象里只有圣诞节才会挂 顶多再加个感恩节 这都不是夏天的节日 况且霓虹灯的话看起来会是空心的 小和尚并没有提到这点 据我所知 没有哪家教堂会用LED灯来做十字架 说着 陈时走过去 问那大爷 请问 您在这个雨通汽车场上过班的吗 第212章 窘境三更 大爷一愣 说 是啊 在这厂子干了好多年了 老师父了 前些年才退下来的 为什么打听这个 陈时勾勾手指 林东雪过来亮出证件 说 我们再查个案子 一看见警员证 大爷十分激动 一拍大腿说 苍天有眼啊 你们可算来查那个了 王八蛋厂长贪污公款逃到国外 害我们厂倒闭 他是不是被逮回来了 呃 不是 我们是刑警 在调查一宗刑事案件 是不是我们厂长全家被灭口那事 有这事 林东雪震惊 唉 我真希望有这事 那王八蛋厂长姓丁 这孙子 坑了我们厂几把号人 大爷 大爷 陈时勾阻止他 继续放飞自我 跟你打听一件事 你们厂的标志晚上会发光吗 会闪光吗 什么颜色 会发光 白色和蓝色 一到晚上 雨通汽车这几个字就闪光 大老远都能看到 为什么打听这个 后来这几个发光字坏了吗 您先别问为什么 坏了呀 研究师秀就坏了呗 为什么打听这个 坏了哪些 嗯 见大爷犹豫 陈时换了一种问法 拿手指在手掌上写这几个字 问他十三年前这几个字 能看见哪些部分 十三年前 我记不清了 不过我记得 这个雨下面的十字 是最后坏的 因为里面的灯泡是一条线路 厂子快倒闭那几家 晚上就只能看见一个十字了 三人一阵振奋 陈时继续问 哪一年倒闭的 07年 知道厂子的地址吗 问了地址之后 陈时还索要了大爷的联系方式 三人来到雨通汽车厂的旧址 这里已经被开发 成了楼盘 林东雪说 沧海桑田啊 去哪找当年的十字 最好找到这家厂的老人问一下 那字有多高 我们就可以排除掉 这个高度以下的楼层 陈时回头 十三年前 这里应该不是这样高楼林立 林东雪看了下时间 今天已经没时间再查下去了 他顿时觉得希望渺茫 第一天连这点线索都没找到 陈时说 分配一下明天的任务 咱们三个就别绑在一起行动了 和老人家 闲聊我比较擅长 所以十字的事情我去调查 小冬去辖区派出所 找找失踪报案 东雪还是查成光 因为两人的详细资料 今天就这么散了 徐小冬问 收工 太好了 提前下班 回家玩耍 徐小冬高举双臂 两人一阵侧目 林东雪说 能不能别高兴得这么明目张胆 说实话吧 我觉得这案子查不出来 十三年了 房子都没了 找到尸体也烂没了 就冲你这句话 陈时提高音量 请我们吃饭 对对 打压士气 必须请吃饭 林东雪也帮着枪 啊 我冤死了 好吧好吧 别吃太贵的 把徐小冬宰了一顿之后 两人饱饱地回到住处 陈时顺便去看望了一下小和尚 小和尚在招待所里做晚课 见两人来下床合掌行礼 陈时也还礼 说 小师傅 这里住得还好 还行 小和尚气色明显比昨天好些 看 些 看来休息得不错 就是隔壁白日轩盈 不堪入耳 我适当提醒了一下 那两位施主已经改过自新了 陈时扭头 看见墙上的鞋印 可以想象到 隔壁的小情侣 今天有多扫兴了 你身上有钱吗 有一点 吃东西了吗 给你买点吃的备着吧 简单一点就好 两人带小和尚去附近一家超市 小和尚指 挑了一些榨菜 泡菜 馒头 煎饼 对熟食柜台里 香飘四溢的熟食毫不动心 当看见有宰杀活鱼的 他就驻足合掌 念上一段往生咒 林东雪说 佛心坚定 颇有大师风范 小和尚说 女施主过誉了 执迷于俗臣恩仇 我也不算六根清静 陈时说 我们今天一天都在调查 放心 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谢谢二位 小和尚诚恳地说道 你会算命吗 林东雪突然问 我不会 不过怪女施主品貌言行 一定会结下善缘 修得善果 真开心 见你激烟 陈时说 这话我也会说 林东雪白他一眼 从你这张世俗的嘴里说出来 完全没有那种效果 女生就是迷信 要你管 回到家 陈月月已经自己解决了晚饭 在屋里看书学习 陈时准备把电脑搬回去 陈月月说 不要了 你和林姐姐一起看电视用吧 我桌上没电脑 还舒服些 家里没有电视 因为陈时觉得 电视里都是些垃圾 还不如上上网 他问林东雪 要不要找部电影看看 林东雪说 好啊好啊 最近都没怎么上网 也不知道出了些啥新片 找了部新上映的喜剧片 两人坐在沙发上看 怕熏着林东雪 陈时一直忍着没抽烟 贫血症刚刚好转现的林东雪 看着看着又开始犯困 脑袋慢慢倾斜 最后顺利在陈时的肩膀上着陆了 陈时低下头 发现他已经发出轻微的憨声 陈月月出来拿饮料 看见这一幕 露出看热闹 不怕是大的笑容 陈时指指面前抵住膝盖的茶几 让陈月月把茶几挪开一点 他好把林东雪抱回屋里 陈月月却跑到次卧 拿出一张毯子盖在林东雪身上 然后走了 陈时用嘴型不停地骂 混蛋 回来 陈时低头看睡着的林东雪 觉得他真是可爱极了 女孩子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好看 这么好看的女孩子 却偏偏又去干最累最危险的工作 实在叫人心疼 他眼前又浮现出 曾经深爱的另一张脸 那位已是之人 正是他心头的魔咒 所以他处处对林东雪装傻充愣 他害怕林东雪有朝一日 也会被杀害 那个仍逍遥法外之人 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他换个姿势搂住林东雪 轻轻拨开落在他白皙侧脸上的一柳头发 却听见咔嚓一声 原来陈月月不知何时跑出来了 手里举着手机正在拍照 陈时威胁性地举起拳头 叫他把照片删了 陈时威胁性地举起拳头 林东雪搁在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显然是陈月月将照片发给他了 陈时顿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只能慢慢伸出两根手指 像从猫肚子下面偷走垫子一样 小心翼翼地夹住手机的边缘 拽出来 结果拿到手上一看 傻眼了 靠 指纹锁 第213章 一夜温柔 陈时深呼吸了几下 让心情平静下来 他记得林东雪是右撇子 指纹锁大概是右手食指或拇指 于是他慢慢调整姿势 由于位置的变化 林东雪滑了下来 脑袋枕到了他的腿上 不过这样一来 下手倒是更方便些 陈时抓起林东雪的右手 他纤细修长的手指 好似玉葱一样漂亮 指甲虽然从来不做美甲 却修得很整齐 看着叫人挺舒服的 拿起林东雪凉凉的小手 陈时把他的拇指 按到指纹锁上 没反应 他又视了一下食指 手机低的一声 把他吓坏了 低头看林东雪 他睡梦中咕弄了几句 并没有被吵醒 陈时狂跳的心脏 这才平复下来 去翻看林东雪的微信 原来陶月月耍了他 他发给林东雪的 不是刚刚那张照片 而是毛球的萌照 小混蛋 陈时骂了一声 把微信信息设置于未读 锁平在毛毯上擦干净指纹 又塞回林东雪的口袋里 老是这样 也不是个办法 陈时慢慢把茶几推开 茶几是玻璃底座 好看归好看 可就是有一个缺点 推的时候会发出刺耳的响声 陈时一点点往外推 心跳如肋骨 终于腾出了 可以站起来的空间 他把林东雪身上的毯子裹好 小心翼翼地把它抱起来 林东雪很轻 轻得相片羽毛似的 把他公主抱抬起来的时候 陈时甚至在想 太瘦了 以后多做点好吃的 把它喂饱 陈时十分小心地 将林东雪送进次卧 放到床上 盖好被子 这才长松口气 有种功德圆满的感觉 没想到这时 身后的房门突然关上了 外面传来把门反锁的声音 陈时一抹口袋 钥匙和手机都在客厅 肯定又是那死小孩在捣鬼 他扑到门上 冲外面说 把门开开 我保证不打死你 晚上你就跟林姐姐在一起吧 明明喜欢她 干嘛不说啊 陶月月说 这死小孩什么都懂 你给我回来 啊 我困了 睡了 陈时仰天长叹 这叫什么事 他回头 屋里一团漆黑 借着门缝透进来的一点光 能看见躺在床上的林东雪 他十分郁闷地 在床边的椅子坐下来 思考着 屋里并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睡 床就那么一点大 要是睡在上面 难免有身体接触 闷闷地坐了一会 他决定睡觉 在这里坐一整晚不限时 而且 中途要上厕所 会很麻烦 一觉睡到天亮是 唯一可行的方案 他合一蹭到林东雪的床上 林东雪侧身向着窗户 他抱着双手脸冲天花板 鼻子里能闻到林东雪 头发里淡淡的香味 无数次他想翻身抱住它 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胡思乱想了一阵 迷迷糊糊中 林东雪竟然翻身 把他抱住 脸凑得很近 陈时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 轻轻地凑过嘴唇 就在嘴唇相处的瞬间 林东雪突然睁开眼 然后白皙的脸颊上 泛起红韵 他本来就有一对 饱满圆润的苹果鸡 蒙上红韵之后 更像两个成熟的苹果 陈时被他可能的样子蒙到了 伸手开始解开他的扣子 林东雪害臊地用双手捂着脸 捂着脸 却没有丝毫抗拒的意思 就在不可描述的事情 即将发生的时候 陈时醒了 原来只是个梦 不过两人居然在熟睡中换了姿势 陈时侧过了身子 林东雪面冲他 左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陈时借着客厅的微光看手表 已经五点了 不行不行了 得赶紧想办法撤 他轻手轻脚地 拿开林东雪的胳膊 轻手轻脚地站起来 走到门边 一拉把手 惊喜地发现 陈月月已经从外面把锁打开了 七点半 林东雪准时醒来 他哀了一声 看看自己身处的床 想不起来 昨晚是什么时候睡的 不过更让他在意的是 昨晚好像梦见了一个人 一开始好像是哥哥 然后变成了没见过面对爸爸 最后变成了诚实 梦里 那个人搂着他 非常温柔 想到这里 一阵红韵犯上脸颊 他摸着脸颊说 莫名其妙的梦 今天早上 依旧是先去趟局里 然后三人分头行动 陈时载着徐晓东去了那一带 放徐晓东在派出所附近下车后 陈时找到昨天的老大爷 老大爷刚起床 在小区里溜弯 陈时又清早餐又买烟 套了一番近乎 他这才答应 带陈时去厂子就职看看 来到雨通汽车厂的就职 老大爷背着手走来走去 说 我记得厂子门楼有着三层楼高 那个字吗 大概得有四层楼高 朝向呢 正难 厂子见的时候侧过风水 妥妥正难 盯着空无一处的半空中 也瞧不出所以然 陈时索性实际操作了一下 辞别大爷后 他打电话将徐晓东叫来 看见陈时手上拿的东西 徐晓东惊叹 这什么呀 我定做的石子啊 还有竹竿 还原一下十三年前 小和尚从窗户看见的东西 对了 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没什么进展 十三前的失踪人口里 没有符合条件的 十字是塑料泡沫做的 质地很轻 当两人将竹竿一节节接起来 将十字举到半空中时 不少居民走过来驻足为官 徐晓东脸上善善的 说 陈哥 人家都看热闹呢 随他们看就是了 一个大妈过来说 小伙子 你们这是干嘛 哥半空中说个十字架 是不是办丧事啊 办丧事得和我们居委会说一声才行 陈时笑道 不是不是 我们再查案子 他做个动作 徐晓东立即亮出证件 大妈又问 查什么案子 我从没见过这样查案子的 哎呀 您就别问了 每个人都要回答一遍 我们到晚上也弄不完 放心吧 弄完就撤了 绝不影响你们 徐晓东见周围人都在笑 暗暗嘀咕 丢死人了 弄好之后 陈时说 你在这时守着 我去周围转转 看看哪个角度最吻合 卧槽 我一个人在这处着大旗 怕什么 这里的人又不认识你 李扬说过 热爱丢脸 徐晓东环顾周围的人群 脸上烧得烫烫的 说 你快去快回 第214章 不愿面对 陈时离开小区 每走一段路就停下来 用手指做取景框 回头估算一下 那个挑在半空中的十字 始终在他的视野中 小和尚的话里 画得很清楚 窗户成田字形 十字站了左上角 徐晓东隔个几分钟就发短信 来脆 好了没 转悠了一个小时 中途不知道爬了几次楼 陈时突然在一片高楼中 发现一栋老旧居民楼 大概有六层高 虽然老旧 却刷了一层新漆 楼下贴着招租告示 租金倒还便宜 似乎是被人整个盘下来 往外出租的 陈时挨个单元楼跑 四单元六层的楼梯间窗户里 能清楚地看见 那个十字在半空中摇晃 位置和画上的十分接近 陈时去敲一户租客的门 发现没人印门 为了省点麻烦 他环顾四周 这里没有监控器 便从铁丝窗上 拆下两根铁丝 戳进锁眼里 三下五除二把门打开了 这房子还没有人租住 屋里刚刚装修过 一股假醃的气味 进门失调过道 旁边是卫生间和厨房 前面是卧室 里面放了一张空荡荡的床架子 阳台已经被封了起来 陈时从窗户看去 十字完美地出现在窗户左上角 他一阵兴奋 但并没忘记 自己现在是擅闯民居 于是 他用餐巾纸 把自己的脚印擦抹干净 推到门外 联系房东 房东上来之后说 警察同志 你在查什么案子 不会影响到 我们租房子的生意吧 陈时说 是个就案子 不会妨碍你们 问一下 这栋楼以前是做什么的 家属楼 哪个单位的家属楼 以前是汽车厂的家属楼 因为住不满人 厂里就往外出租 给一些打工的人住 我也是汽车厂的老员工 退休之后 把这里盘下来 对外租 以后拆迁 还可以拿一笔拆迁款 不亏 您还挺有生意头脑的 劳架 把这屋子打开看看 房东显然是个怕事之人 掏出钥匙之后说 警察同志 屋里不会有什么死人吧 我声明 我虽然是房东 但这里住的人跟我没关系 我不负责任的 放心 我拎得清 进到门内 陈时对着窗户上的十字 拍个照片 发消息叫许小冬 收摊子过来 然后对房东说 我可不可以租下这房子 哦 我明白了 丁烧坏份子是吧 是是是 最短能租多久 要租就得租个季度 一个月行不行 我们也不是住 不到一个月就腾出来了 警方肯定不会和你耍赖的 房东还在犹豫 陈时说 我多出半个月房租 那行吧 就当做我对你们工作的支持 房东笑竹言开地说道 当即通过微信转过账 陈时拿了钥匙 稍后徐小冬赶来了 徐小冬私下环顾 说 真是这地方啊 MBR 陈哥 我们找着13年前的犯罪现场了 也别高兴太早 看着墙 看着地板 不知道翻修过几次 证据可能早就没有了 陈时心想 可以把小和尚叫来 一方面是指认 另一方面故地重游 他或许能回忆起什么 陈时打电话 问林东雪有什么进展 林东雪说 还有一会呢 我一会联系你们 眼瞅着快中午了 陈时便和徐小冬 简单吃了点东西 去招待所叫来小和尚 下午三点再次回到这里 一进门 小和尚一脸茫然 格局是没错 可是环境好像 13年了 外面拆了右键 参照物早就变了 小和尚四处检查 当摸到墙上一块凹陷处时 他突然眼泪涌了出来 拼命点头 是这里 是这里 当时我看见父亲被坏人伤害 我害怕极了 手里钻了一根钉子 下意识地就在墙上戳开一个小洞 那柱凹陷离地面不到一米 符合小孩子身高 只是位置比较靠门 从这里看不见卧室 陈时问 你往前走了吗 走了 要不然 我怎么会看见窗户上的光 你父亲当时已经 已经被砍了很多刀 玻璃上 地上 墙上 全是他的血 陈时环顾卧室 想象着那个昏暗的夜晚 一名狂徒当着小和尚的面 残忍杀害他父亲的场面 整个屋子里一片血红 如同地狱 回荡着狂徒的大笑声 陈时摇头 那种出血量 你父亲当时很大可能已经死了 凶手在分尸 就算还没咽气 也不可能和你说话 而且他和你说的话也有问题 他为什么要说 陈玄 藏起来 平时他喊你全名 这屋子的格局一目了然 藏起来有什么意义 在那种环境下 难道不应该是叫你跑才对吗 我记忆中就是如此 小和尚两眼情泪 好像受到了亵渎 阴量突然提高 你母亲呢 当时在干嘛 被坏人绑了起来 扔在床上 就是那里 小和尚指了下左手边的墙 你父亲平时喊你什么 玄玄 你母亲呢 臣 小和尚猛然抬头 我很确定 那句话是父亲喊的 陈时再次摇头 这句话 无论是母亲喊的 还是父亲喊的 有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 你执意要说 是父亲喊的 事实如此 我提出一个 更合乎情景的假设 这句话是你母亲说的 当时她并没有被绑起来 还是躲在卫生间里 你走到卫生间门口 你可以看见卧室 你母亲可以看见你 坏人只顾着分尸 加上她逆着窗外的光 并未注意到你进来了 所以你母亲才会叫你藏起来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小和尚拼命否认 你根本没经历过 你懂什么 人的记忆站不住脚 这点我是很同意老鹏的 而且 人会为了维护立场 或者重要的人 主观的修改记忆 你进来的时候 你母亲根本没有被控制住 她仍然有行动力 她对你父亲的死袖手旁观 你胡说 你胡说 小和尚大吼 转身拉开门跑掉了 卧槽 咋这么冲动 要追吗 徐晓东问 让他自己冷静一会吧 已经是成年人了 丢不了的 陈石低头点上根烟 继续审视这间屋子 第215章 一线希望 林东雪打来电话 说老陈 陈光 因为这两个人的户籍资料 根本查不到 包括读音相同的我也看了 没有符合条件的 可能根本就不是本事人口 不是本事的 那总该有赞助证什么的吧 那得去辖区派出所找找 十三年前的档案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陈石将视线一向徐晓东 徐晓东顿时明白了 说 行 陈哥 我去查吧 陈石继续讲电话 其他还发现了什么 彭队长这边有一些 可能比较重大的发现 他要你回来一趟 这就回来 陈石和徐晓东 暂时分道扬镳 陈石刚刚开车上路 就看见小和尚慢悠悠地走在路上 陈石跟上去 放慢车速 摇下车窗说 小师傅 上车吧 局里有新发现 小和尚似乎还在置气 一言不发地上了车 他坐在后座上 合掌道 施主 刚刚是我不对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不错不错 不是 出家人不该犯称剑 我今晚会近时来自省 唉 陈石叹口气 我活得比你大 我遇到过无数次这种情况 两个人因为同一件事情 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说圆的 那个说方的 人的记忆是会变的 可每个人又最愿意相信自己的记忆 你跳出来想一想 究竟是你的说法对 还是我的推测对 施主你自己也承认是推测 不是事实 又如何站得住脚 你记忆力怎么样 很好 佛经只要看三遍 我就能背下来 好吧好吧 暂时搁置争议 一路来到局里 林东雪迎面走来 说 彭队长等你们呢 不着急 队里那个画像专家在吗 在 找他干嘛 你随我来 陈石对小和尚说 找到画像专家 陈石要求复原一张人脸 小和尚摇头说 事隔多年 我已经想不起来坏人的长相了 我不是让你复原坏人的脸 我让你复原彭队长的脸 那天吃饭你见过他 仅仅隔了三天 你认为我的记忆不好 记忆是分很多种的 文字逻辑记忆 形象记忆 小和尚不愤地哼了一声 接受挑战 在画像软件上挨个挑 最接近彭斯爵长相的五官 最后拼出来的时候 画像专家笑着摇头 这哪是彭队长啊 鼻子有点不对 我再试试 小和尚仍不服输 林东雪把陈石拽到外面 说 你这是唱哪一出啊 粉碎他对自己记忆的自信心 你平时不是不把证词当回事吗 这次不一样 事隔久远 小师傅的证词非常重要 所以我 必须让他证实自己的记忆 实在不行的话 还有一招 陈石两眼阴沉 催眠 最后 小和尚总算拼出一张 自认为最接近的彭斯爵长相的画像 画像专家打印出来 三人拿着去见彭斯爵 看见真人小和尚才恍然 和他回忆出来的 根本不是一个模样 陈石轻拍小和尚的肩 你还认为自己的记忆靠谱 小和尚低头不语 彭斯爵说 在看什么呢 于MBS SP 你 陈石亮出画像 并说明原位 彭斯爵推推眼镜 这不是演员张若军吗 便招法夸自己帅 陈石说 胡说八道 他为什么会把我的样子 记成张若军 张若军演过法医李明 难道你在哪里看过 于是产生了记忆污染 小和尚愣愣地不说话 林东雪给他看法医李明的剧照 小和尚才承认 在小饭店画员的时候 电视上播过 我是见过这个人 这就叫记忆污染 老彭是法医 而且有点严厉 你下意识地 把他回忆成张若军的样子 诚实得出结论 人的记忆根本不靠谱 先不谈什么记忆了 谈谈靠谱的科学吧 彭斯爵把一张DNA鉴定报告书递过来 医院的亲子鉴定库里 找到了一名他的近亲 名叫尹玲 小和尚震惊地瞪大眼睛 是我小姨 你母亲姓尹啊 林东雪惊讶道 早说我就能少费点力气了 他立即将这件事 在专案组群上发了一遍 省得徐小冬那边白费力气 小和尚十分惭愧 我当时不识字 只知道父母名字的读音 所以就继承了陈光 银温 陈石问彭斯爵 这个尹玲能联系上吗 这里有他的号码 陈石挨个拨打尹玲的电话 手机 要么停机 要么已经换了机主 好在医院的资料上 还有备用联系人 是尹玲丈夫的 陈石满怀希望地打过去 仍然打不通 林东雪无比泄气 好不容易有条像样的线索 又中断了 陈石说 这上面还有他的地址 走一趟吧 小和尚说 我也去 陈石对彭斯爵说 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案发现场 房子我租下来了 你要不要去采集一下坟迹 现场什么样 我拍下来了 陈石给他看照片 彭斯爵盯着照片数秒 说 你觉得能采到什么 除了你刚谈的烟灰 把地板撬开 把墙纸撕掉 你赔啊 我赔 陈石补充 一句 如果正式立案 就是对立赔 彭斯爵大摇起头 我个人极不赞同你们这种 对警务资源无限制浪费的做法 势力不讨好 我自己 还有别的工作要处理 哎呀 老彭 行了行了 我这就去 彭斯爵向下属交代一声 明天早上他不过来了 直接去现场调查 手上没工作的人 也可以一起过来 属下询问 队长 是新案子吗 不 是一桩没什么 真破希望的就案子 彭斯爵看着陈石的眼睛说 只是某人喜欢 有挑战性的工作 陈石 林东雪 小和尚赶到引灵过去的住址 看见新展展的小区 陈石抱怨 中国为什么这几年竟盖房子了 林东雪道 这里好像是回千楼 可以找老住户打听一下 不用了 引灵既然住在这里 肯定有户口 直接去派出所吧 随即来到辖区派出所 明景去搜索引灵的资料 随着打印件一起送来的 还有一份卷宗 林东雪说 这是怎么回事 他出事了吗 他失踪了 十年前就失踪了 一直没找到 明景说 第216章 团队信念差 三更 三人找了张桌子 翻看卷宗 当看见里面 夹着的引灵的照片时 小和尚激动地拿起来 两眼情泪 这就是我小姨 十三年了 我终于看到亲人的照片了 陈石让他自己激动一会 和林东雪继续看卷宗 上面说 2005年3月份 邻居报警称引灵失踪了 之所以会发现 是因为引灵家中养了一条狗 主人几天没回来 狗饿疯了 把电线都咬了 叫得十分凄惨 陈石看见照片上 是一只藏鸥 他说 十年前养藏鸥的人 家里一定挺有钱的 引灵确实挺有钱的 资料上 说他是个个体户老板 做服装生意 属于八面玲珑的那种人 不过照片上的他 个头娇小 长相甜美 看着一点也没有 女强人的感觉 引灵父母早亡 其他亲戚都远在河南老家 他在龙安市 只有一个姐姐尹温 案发后一直没联系上 案件的调查结束于一年后 实在没有线索了 警方才终止调查 将卷宗数之高阁 这时 徐晓东打来电话 语气有点激动 陈哥 我查到引温了 小和尚激动的凑过来听 陈石说 他人在哪 失踪了 我手上有一份卷宗 要不要带回来 带回来吧 陈石挂了电话 林东雪叹息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顺便还会把窗户焊死 陈石不肯就此放弃 指着卷宗说 这上面还提到了 隐灵的一些朋友 我们去打听打听 算了吧 林东雪摇头 这种调查离我们的初衷 越来越远了 我们只有四个人啊 像这样查 查到明年都查不出来 陈石突然站起来 拉住一名警察问 同志 这案子是谁负责的 警察看看卷宗上的签名 说 这三个警察 都是老同志了 现在就姓张的 这位还在 我想见见他 见到张警官 他说时间太久没印象了 而且 这案子 当时主要是他的同事 刘白青在调查 张警官说 老刘正驴脾气 当初跟着案子杠上了 整天也不在单位露面 挨了几次处分 后来 后来怎么了 他被局长训斥几句 叫他不要再盯着案子了 他一赌气 撂下警徽辞职了 张警官直指卷宗上的时间 他辞职的时间 就是这案子 终止调查的时间 因为其他人是 真没这个耐心查下去了 我能见他一面吗 他现在在一家保安公司上班 我把他的联系方式 抄给你们 三人赶去 又扑了个空 天色已经不早 陈时今天跑了不少地方 说 明天继续调查吧 小和尚虽不情愿 但还是点了点头 说 明天我要跟你们一起 可以 但有个条件 请讲 你今晚得吃饭 别惩罚自己 没有意义 小和尚沉默片刻 和长道 我知道了 陈时 林东雪回到住处 陈时累得整个人 摊在沙发上 林东雪也回屋摊着去了 坐了一会 陈时居然打起瞌睡 还挣扎着起来 准备点个外卖解决晚餐 这时林东雪发来一条信息 老陈 我肩膀算得要命 可不可以 不行就算了 陈时一脸无奈 大步走进林东雪的刺悟 得刺悟 说 坐起来 干嘛 林东雪一脸不解地坐起来 陈时开始给他按摩肩膀 林东雪滴滴地尖叫一声 不知道是因为惊讶 还是被捏疼了 陈时放缓了些力道 说 这样可以吧 嗯 真舒服 林东雪低头发红的脸颊 你为什么突然帮我按摩 不是你 你手机呢 陶月月借去完连连看了 陈时对着空气攥了一下拳头 个死小孩 他只能就泼下驴地说 怕你累坏了 明天没法查 谢谢喽 两人静静地不说话 林东雪突然道 过几天我就搬走吧 万一我哥知道 行 陈时心中虽有不舍 但怎么能说出口 等这案子结束了 我帮你搬家 好的 谢谢你了 客气什么 我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们算是很好的朋友吗 算吧 哦 林东雪心中生起一阵小小的失落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是这样问的 陈时总不能说 不是吧 一夜无话 隔日一早 陈时被一条消息提示吵醒 彭思觉在群里说 现场发现一次人类的组织 陈时搜一声爬起来 麻烈地穿衣服 去叫林东雪起床 结果一开门和林东雪脑门碰脑门 林东雪捂着脑门笑道 你也看到了 是的 赶紧走吧 两人去街上小和尚 赶到犯罪现场 屋里没开灯 彭思觉抱着双手坐在床边 陈时进来就说 你一宿没睡 我熬夜习惯了 跟你无关 找到的东西呢 彭思觉抬起手 手中有一个饰管 里面有一丁点 类似皮肉的东西 林东雪发现 墙纸全部被剥开了 墙上的石灰涂层 也被刮掉大半 是彭思觉一寸一寸找到的 具体还要化验 不过没有比对样本 就毫无意义 彭思觉说 比对样本 这里就有 陈时直指小和尚 小和尚说 没错 那一定是我父亲留下的 我有句话要说在前面 就这一点人体组织 当不了杀人的证据 我回去休息一会 下午再继续 老鹏 嗷一宿就别开车了 我送你吧 付车钱 彭思觉做了一个 极度鄙视的表情 不麻烦你 我坐出租车 你们把这东西送回局里 让他们化验吧 另外 叫他们不要过来了 这巴掌大的地方 我一个人搞得定 三人回到局里 将这份样本 交到技术中队 林东雪说 已经第四天了 我们居然才只找到 被害人的DNA 这进度 是不是太慢了 量变引起质变 我相信不久之后 就会一下子豁然开朗 这是自我安慰呢 还是在安慰我呢 我发现 我们团伙的信念很差 怎么一个个都怀疑 这案子破不了 陈石突然神情一变 糟糕 出什么事了 忘了吃早饭了 去吃永安豆浆吧 你个混蛋 吓我一跳 林东雪笑着捶了他一拳 第217章 突破进展 三人去吃早饭 顺便把徐晓东也叫来了 徐晓东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说 这是从派出所那里 拿到失踪案卷宗 昨晚我回来的时候 你们已经不在了 要看一下吗 拿来吧 陈石接过 翻了一下 问小和尚 你母亲是做什么的 他没工作 不 上面写着 他是个收银员 请给我看看 小和尚接过 再次看见母亲的照片 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些只是复印件 小和尚看其中一张 其他人就看别的 林东雪念出上面的字 失踪时间05年 和案发几乎同时 陈石注意到 与案人员的签名 说 这案子 刘警官也参与了 他不是另一个辖区的吗 徐晓东说 可能是自己申请加入的 看来这位刘警官 十分上心啊 林东雪对小和尚说 小师傅 你手上那张 让我们看看 没什么内容 只有家母的生活照 他递过来 林东雪接过 说 你母亲长得很漂亮吗 姐妹俩都漂亮 谢谢 小和尚和掌行礼 一张照片中 尹温穿着毛线衣 手里拿着一把铁梳子 梳池很密 林东雪好奇地说 这是什么梳子 宠物用的 徐晓东说 你家养宠物了 林东雪问 嗯 小和尚回忆着 养过狗 不过养的时间不长 因为我害怕 爸爸就送走了 几只 好几只呢 特别大的狗 陈石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下 递给小和尚看 问 是这种 对对 就是这种狗 特别凶 我经常被他吓哭 这是藏鸥 林东雪猛然想起 尹林家也养了藏鸥 十三年前 龙安市卖藏鸥的地方 应该不多 陈光又是个宠物医生 失踪的三个人 都和动物有关 陈石站起来 走 去查 就在这时 他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陈石按下接听 那边是一个阴沉的声音 你在找我 你谁啊 对面一阵咳嗽 似乎是个老人 昨天你不是在我公司 留了联系方式吗 刘警官 早就不是警察了 叫我老刘就行 你们找我有何贵干 实不相瞒 我们是刑警 想找你打听一些事情 十年了 市局终于对这案子重视起来了 老天有眼 来我家吧 接下号码后 陈石挑挑眉毛 山穷水 锦衣无路 柳暗花名 又一村 别得意太早 林东雪泼着冷水 他只是个派出所民警 能知道多少线索 四人立即驱车来到 刘警官的住址 刘警官牵着一条金毛 在楼下等他们 他看上去五 六十岁 头发斑白 但精神渐朗 两眼炯炯有 眼炯炯有神 几位是刘警官问 陈石挨个给介绍了一遍 当知道小和尚的身份时 刘警官十分激动 那案子 居然还有目击证人活下来了 小和尚行礼 阿弥陀佛 你们随我上楼吧 刘警官道 刘警官的家在六楼 他一边慢吞吞地上楼一边说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你们在查的三起失踪案 和其他几宗案子是有联系的 从十几年前开始 我一直在追查这案子 我认为 这根本不是失踪案 而是命案 但我拿不出证据 没法说服上级 当时闹得很僵 所以我就主动辞职了 但这十几年来 我一直在跟进这案子 盯着那王八蛋 但一直没找到他的破绽 哪个王八蛋 陈石问 到了 刘警官停下来开门 打开门之后 众人眼前一亮 这哪是什么住宅 根本就是一个私人侦探事务所 五块白板挨着墙摆放 上面贴满了照片和纸条 并用线标注出人物之间的关系 为了看得清楚 屋里还装了几盏聚光灯 对照这些白板 关上门 刘警官吩咐 这些是 林东雪金鳄的环顾四周 最早的失踪案 发生在98年 失踪者是个卖狗的贩子 姓白 后来这案子 当然是不了了之了 直到几年后的另一桩案子 引起我的注意 随后我一直在留意这些失踪案 搜集了这些资料 从98年到15年为止 隆安市发生过三十七可疑的失踪案 而所有失踪者 均和一个人有交集 刘警官一指冲门的白板 那上面贴着一个男人的照片 四周像阳光一样 刘红 刘警官带着沉重的分量 改念出这个名字 一个九十年代 靠贩卖藏熬发家的商人 他在郊外有自己的养狗厂 他是目前隆安市最大的狗商 单独的失踪案 看不出来什么 但连在一起就会发现 所有党在刘红发家路上的人 无论是卫生检疫员 竞争对手 黑社会 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 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四人错愕不已 徐晓东说 隆安市居然藏了一个连环杀人犯 为什么刑警队从来没立官 没有尸体 就只是失踪案而已 根本不会出现在刑警面前 刘警官叹息 而且作案间隔也比较大 跨个的辖区 我曾呼吁 把这些失踪者并案调查 却没有引起上级重视 只能我一个人担干 林东雪说 他养葬傲 在郊外有狗舍 难道那些失踪的人 哈哈 刘警官大笑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为了弄清真相 我深夜溜进去 一块一块掰开狗屎检查 结果引得狗群狂交不止 差点就被活丝了 诚实诚音道 那些人应该不是这样消失的 狗的消化到极短 人身上有许多零件 是狗消化不动的 比如头发 牙齿 它能够逍遥法外二十年 说明它有别的高招 试了试了 徐晓东说 我夹毛吃的头发都土上好几天 就算是藏熬 也不能把一个大活人吃干净 小和尚盯着白板上 自己亲人的三张照片 沉默不语 眼睛亮晶晶的 刘警官又说 知道我为什么住在这吗 几人摇头 刘警官把窗帘拨开一道缝 抑指对面的窗户 那里 就是刘红的家 第218章 老猎人 陈诗问 刘警官 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唉 快十年了 刘警官感慨到 点上一根烟 有时候觉得我就像一个猎人 追着这头野兽追了十几年 自己也搞得像头野兽一样 您是一位好警察 陈诗敬佩地说 不敢当不敢当 刘警官连连摆手 我是个废物 跟了这么些年都没把案子破了 还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对了 你们要这里的资料吗 我可以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你们 陈诗说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如把这房子 借我们待几天 省得搬来搬去了 您整理的这些都很专业 看着也方便 刘警官当即从钥匙串上 卸下一把钥匙 成 钥匙就交给你了 这两天 我去陪陪我母亲 有进展第一时间联系我 我比谁都想看到这孙子落网 外面传来一阵汽车发动声 刘警官立马跑到窗边往外看 说 我都能听出来 三人还在朝窗户看 小和尚突然推门出去了 徐晓东说 他不是要干什么冲动的事情吧 拦着他 林东雪说 三人立即下楼 只见小和尚站在小区的路中间 对着那辆马自达和掌行李 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 露出半个身子 拍着车身骂道 真你马会挑人要饭 起开 臭和尚 刘红体格壮说 穿一件花衬衫 脖子下面带着一根老粗的金链子 副驾驶座上 还坐着一个女人 标准网红脸 咸咸的下巴 眼睛大大的 脸上粉厚的 估计一笑就会开裂 多半是他的情人 小和尚站着不磨窝 他一直在盯着刘红的脸看 刘红骂骂咧咧的 从钱包里抽出五十块钱 扔在地上 滚滚滚 去找个婊子开洋婚吧 然后他发动汽车 小和尚这才闪到一旁 等刘红走了 三人上前 林东雪问 小师傅 你干嘛 把我们吓死了 小和尚紧锁着眉头 眼里有泪光闪烁 没错 就是他 当年杀害我父亲的人 就是他 那张脸 多少年我都忘不了 他一定会罪有应得的 陈时说 陈时叫徐晓东 先送小和尚回去 小和尚说 自己可以回去 三人又回到屋里 开始阅读刘警官 留下的这次资料 资料数量极多 三人一直看到下午两点 眼都花了 徐晓东 哀悠一声瘫在椅子上 在学校准备考试的时候 都没这么累过 你们饿了吗 我叫点外卖来吃吧 随便弄点呗 陈时说 来 我们说说各自的发现 林东雪说 我是从98年的 世踪案开始看的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 刘红的发家史 九几年的时候 他还是个 严谨卖狗的狗贩子 后来搞了两只 藏熬自己配种 那两年 藏熬被炒得很厉害 他小挣了一笔 有了自己的宠物店 刘红真正发迹 是靠售卖一种叫 雪熬的藏熬品种 我查了一下 雪熬可名贵了 一只能卖到三万多 而普通的宠物熬 只值三 四千 不过刘红的雪熬 红的雪熬血统 好像不太纯正 在98年到07年 刘红身边失踪的人 包括三名同行 一名CKU犬类血统鉴定师 和他的妻子 一名宠物医生 也就是小和尚的父亲 一名防疫站的工作人员 一名律师 以及其他几个 瞧不出关联的人 集起失踪案之后 整个隆安市 就只有刘红一家卖雪熬 价格也稳定在两万五 这里面的动机 太清楚不过了 徐晓冬说 看来他杀人 都是有目的性的 跟那些杀人 取了的变态杀手 不太一样 陈诗说 我估计他这雪熬是假的 为了一家独大 不停地铲除 阻碍自己发展的人 这家伙杀人 已经成了一种 解决难题的思维模式 越杀越熟练 你有什么发现 从98年到15年 前后发生了 30多起失踪案 我把这些失踪案 归纳了一下 总结出了 刘红杀人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是98年到00年 他只杀了一名同行 该同行是当时 龙安做狗类 买卖生意中的一霸 甚至有涉黑背景 我觉得 这次杀人被动成分比较大 第二阶段 从00年到07年 他的杀人动机性很强 与此同时 他慢慢成为了 龙安最大的狗伤 随后有三年左右的空白期 又出现了几个失踪案 失踪人员各行各业都有 唯一的共同点 是和刘红有交集 这个阶段 他再给自己洗白 什么 两人震惊 我注意到 第三批失踪的人 年龄都和刘红相仿 其中有几个 还是他的老乡 而且 他们混得都还不错 我猜 这批是他的朋友 甚至是一个团伙 他们知道刘红的底子 所以刘红在杀完外人之后 开始清理这批朋友 让他们带着秘密 永远消失 徐晓东倒吸了一口凉气 佩服的说 我们看的都是一样的资料 怎么诚哥就能看出 这么多门道 可能因为你女朋友 老给你发短信吧 陈石轻描淡写地说 徐晓东一阵惭愧 当当他确实 开了一会小差 和小李发短信来着 不过 我们现在讨论的 只是失踪案 没有尸体 不知道犯对手法 也无从推断 这到底是一个人作案 还是多人作案 陈石叹息 对 找到尸体最关键 去刘红的狗舍看看 林东雪说 太堂扑了吧 总得找个理由 陈石沉吟着 找什么理由啊 依我看 深更半夜翻进去 随便调查 徐晓东说 林东雪脸颊抽搐着 狗舍里养的 可全是脏骚啊 我可不敢深夜进去 先去周围看看情况 再商量对策好了 陈石说 下午 三人来到刘红在郊外的狗舍 一看名字 居然挂着 笑天唇中全养殖基地的牌子 陈石说 名字起得真够狂的呀 养出来的 都是笑天犬吗 徐晓东吐槽 我们要怎么进去 要不要 打着买狗的幌子 陈石朝里面看 里面有几个工作人员 这里当然 不能直接买狗 也会被赶出来 四周没有别的建筑 荒郊野外就这一间狗舍 费声极力可闻 他嘀咕一声 看来真得走鞋到了 第219章 潜入调查 陈石掏出手机 拨通了彭四爵的号码 彭四爵昨天 熬了一宿还在睡觉 被电话吵醒 撒开起床气 干嘛 干嘛 我们有突破性进展 要不要听听 不听 那见面再说吧 对了 你在疾控中心 有认识的人吗 我们想前进一家 郊外的狗舍调查 要快 彭四爵一声不吭地 把电话挂了 陈石笑道 看来是想办法去了 等消息吧 你也推有自信了吧 林东雪吐槽 接下来呢 忙了一天 我回去休息一会 陶月月该放学了 陈石说 那我回局里 看能不能说服我个 正式立案 林东雪说 林东雪回到局里 把目前的进展告诉林秋普 林秋普大摇齐头 你们查到现在 也只是查出 这人跟30多起失踪案有关 并不能证明是刑事案件 林东雪激动起来 所有失踪的人 都和他有交集 而且 这些人的失踪 都为他的事业发展 扫出了障碍 难道还不能断定 此人有杀人嫌疑吗 况且 还有小和尚的证词 林同志 你不要这么主观好不好 警察如果都不讲法律 那谁来维护社会秩序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 美国曾经有一起案子 凶手和死者酒后发生口角 凶手当着一酒管人的面 把死者碾死了 然后把车洗得干干净净 你说人正是充足的吧 可是警方愣是没法定罪 最后几乎把车拆了 才找到小指甲盖大的一片血迹 这才定了罪 没有证据 就算是你亲眼看见也不行 人是可以抓来 但到了法庭上 判个证据不足 无罪释放 有什么意义 哥 林同学乞求道 好了好了 我再给你宽限两天 不 五天好了 我还想多要几个人 林秋普一脸忧愁 我这边也在查案子 得了 拨给你两个人吧 谢谢哥 林同学欢喜地离开了 林秋普望着他的背影笑了笑 陈时刚到家 便接到彭思觉的电话 彭思觉说 我联系了一个疾控中心的朋友 过两天 他会安排一次 卫生状况的抽查 打算怎么行动 你自己准备一下 过两天啊 能不能明天 我刚说好 择日不如撞日 就明天吧 隔着电话 都能听到彭思觉的叹息声 陈时说 抽不抽查的都无所谓 我们主要是查明 斗舍主人的杀人证据 干脆把疾控中心的服装 和证件借来 我们自己弄就得了 这可是违规的 你脑袋里哪来 那么多条条框框 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上午 我们局里见 认识你真倒霉 隔日一早 陈时来到局里 发现门口 停着一辆疾控中心的车 彭思觉拉下脸 找疾控的同学 借了服装和证件 总共有五件 陈时问 昨天找到的证据花咽了吗 我发现你这个人 越来越不客气了 刚认识那会 还带早餐来 至少还有点虚情假意的客套 现在搞得跟我上司一样 忽来使去的 我欠你的 陈时离开一会又回来 拎着一大包早餐 招呼技术中队的所有人吃 大家开心的凑过来 彭思觉摸了摸豆浆 还很热 他不屑的说 当买的吧 你不说我虚心假意吗 心里明白就行 何必当面戳穿 陈时甜不知耻的笑着 哼 彭思觉把一份报纸 扔给陈时 自己看 陈时瞄了一眼 不是陈光的DNA 是人类组织没错 但和小和尚 没有血缘关系 也不要紧 说不定那屋子里 有别人遇害呢 我有个疑问 那屋子的窗户 有这么高吧 彭思觉拿手笔划着 暗小和尚的描述 当时溅出来的血 把整个窗户涂红了 以至于窗外的灯都变色了 可是一个人的血量 没这么多 说的也是 陈时沉映着 不考虑这些 只要我们找到 一个人的证据 就足够了 陈时的早餐 也不是白请的 等大家吃完 他说 现场取证我也不会 就五件衣服 我占一个名额 进去参观实在浪费 随即 他抽了四名手下 大家换上疾控中心的白大褂 仅用勘察箱过于显眼 于是他们 又从附近超市 买了几个塑料手提箱 把勘验血迹的家伙 藏在里面 准备妥当 五人开着疾控的车走了 陈时开着自己的车 在着林东雪远远跟上 今天徐晓东有别的任务 让他去调查一下 刘洪的人际关系 当然 不能够调查的太明 以免打草惊蛇 陈时把车 停在狗舍不远处的树丛里 开始摆弄手机 他新装了一个APP 弄了一会 终于有图像出来了 林东雪好奇地凑过来看 这是什么 老鹏身上 带了一个微型摄像机 这是他现在拍到的画面 彭思觉那边 大家进到狗舍 亮出CDC的证件称 要检查这里的卫生状况 工作人员表示要联系老板 彭思觉说 你给他打电话 我们先检查 工作人员说 不行 老板交代过 有外人进来 都得通知他一声 哼 彭思觉冷笑 那行 你请示他吧 我们走了 叫他下个月自己来 我们部门交罚款 别啊 工作人员忙拦住说好话 同时给刘虹打电话 请示完毕才说 老板说可以检查 彭思觉带着人 开始装模作样地 检查犬舍里的卫生 饮水 犬只打疫苗的证件等 彭思觉慢吞吞地翻看疫苗本 问他们是在哪里打的 又打电话何时 趁此机会 他的手下开始在犬舍里调查血迹 半小时后 一行人出来了 工作人员客气地送别 回到车上 诚实迫不及待地打电话 问怎么样 能找到才奇怪吧 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没事 就当做个排除法 中午我请大家吃饭 你这饭也不是白请的吧 我想把犬舍周围也查查看 第二百二十章 狭路相逢 中午在某饭店的包间里 大伙都在议论刚刚的见闻 你见到那藏鸥多大 一直没有 我的天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狗 跟猪一样大 人骑上去都没问题 是啊是啊 那狗屎喷跟脸喷一样 一顿 估计得吃上十来斤 一般家庭谁养得起这个 光吃肉就受不了 林东雪好奇地问 狗舍里真有传说中的雪凹 有有有 一名技术人员说 我在一间屋子里看到了 白白的 跟雪一样 那不是雪凹 彭思觉说 是一直得了白化病的脏凹 白化病未光 所以要关在屋子里 队长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他的鼻子也有点泛白 那人道 林东雪大感意外 原来刘洪受卖的雪凹 只是得了白化病的宠物凹 白化病是具有遗传性的 这些得病的脏凹 被刘洪拿来近亲繁殖 身体肯定一代不如一代 想到这里 他不禁替这些可怜的狗狗鸣不平 陈石问 我从摄像头上看得不太清楚 你们在犬舍发现焚烧炉 暗示 地下室之类的地方了吗 没有 大家一致摇头 很普通的一间犬舍 他是怎么处理尸体的呢 陈石陈瘾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值班表 六个员工轮流职业班 每周日老板自己过来看班 说是人手不够 这地方荒郊野外的 把关门上谁也进不来 也不敢进来 晚上有人进来狗 肯定一起叫 彭思学说 人肯定是叫狗吃掉了 在座的其他人都这么认为 警察也不是傻子 没起失踪案发生之后 他们肯定会来这里调查 一片指甲 一出血迹 就足以让刘洪倒霉 因此 我觉得人不是被狗吃掉的 犬舍只是个障眼法 彭思学的看法和陈石相近 今晚我们在周围找找看 周围那么大地方 大海捞针啊 陈石厚颜无耻地笑道 不管找着找不着 我明天还请你吃饭 不 请你三天 拿倒吧你 吃完饭 彭思学直接走了 大有撒手不管的样子 陈石却对林东雪说 他一会想办法去了 人家明明是不爽 被你当苦力 书业有专攻吗 我要是能找 我自己去找了 对了 你能搞到警犬吗 警犬都在特警那边 要搞得通过手续 我来给彭队长提个醒 陈石从网上搜了一张警犬的表情 发给彭思学 彭思学懒得回他 徐晓东那边查到刘洪 在室内有三处房产 除了被刘警官监视的那套住宅 另外两套都是郊区的别墅 周围扔棍子打不着狗的那种 另外 他有一个以前合伙的朋友 叫李彪 李彪过去 有狗舍三成的股份 后来把股份转让给了刘洪 自己现在是个富贵闲人 就靠存款过着一世无忧的日子 徐晓东说 我从工商局查到 刘洪的狗舍现在红红火火 李彪十年前转让的这笔股份 都升值了百分之二百 他一定感觉亏死了 你又不知道内情 你怎么就知道他亏了 也许李彪是刘洪的朋友里 比较听话 较听话的一个 一直顺着他 所以才活到今天 陈石说 你的意思是 李彪很可能知道刘洪的事情 我们要不要去找他 林东雪说 找他有什么用 他十几年都没出卖刘洪 说明两人是利益共同体 晓东 你盯着李彪 盯 监视啊 用不着那么麻烦 每天去瞅一眼就行了 林东雪说 为什么不直接去盯刘洪 陈石妈撒着下巴说道 我有一个想法 刘洪作案会不会有同伙 李彪会不会是同伙 下午陈石和林东雪 还是去刘警官那里 琢磨资料 看他一起起失踪案很枯燥 也很郁闷 就像看世界未解之谜一样 越看越抓心脑肺的难受 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陈石将所有失踪者的照片 摊在地上 分门别类的摆放 考虑再三 又换一种方式摆放 林东雪注意到 他一直眉头紧索 这起特殊的命案 似乎连陈石也给难住了 转眼到了五点 林东雪说 别看了 出去吃点东西放松一下 这么郁闷的案子 我也是头一次遇见 陈石把一打照片 像扑克牌置在地上 给我一具尸体就好了 乌鸦嘴 不要乱说 两人出了门 在小区里散步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商量吃点什么好 突然看见小和尚在路上徘徊 林东雪过去说 小师父 你怎么又跑来了 小和尚和尚行礼 昨天见了那个杀父仇人之后 我内心难以平静 所以我想再看他一眼 你看他又能怎样 用眼神杀死他吗 如果我佛门弟子 真有诅咒之术 哪怕下 阿比地狱我也要诅咒死他 可惜这是空想罢了 小和尚叹息 你们为什么不抓他 证据啊 小师父 陈石说 你别拽下转摇 万一刘红认出你 起了杀心怎么办 如果他杀了我 你们就可以逮住他了 小和尚一脸认真地问 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小师父 交给人民警察来吧 你千万别乱来 林东雪说 小和尚若有所想地点点头 臭和尚 还在这要犯 一个粗哑的嗓门从后面传来 三人回头 说话的人居然是刘红 他手上还牵着一条藏骜 似乎是下来遛狗的 刘红的注意力 从小和尚转移到了林东雪身上 他色眯眯地打亮了一遍林东雪的身材 视线最后停留在他的脸上 说 美女 别上当 他是个骗子 见天在这小区要钱 昨天我还给了他一百 林东雪不想起冲突 笑道 我跟着小师父请个福 我妈姓这个 你也住这啊 刘红来得近 几单元几号啊 有空我去拜会拜会 我那里有个小玉佛 正好送给你妈 我不住这 那你住哪 你喜欢狗吗 加个微信吗 刘红眯着眼盯着林东雪看 眼睛里都快流出哈喇子了 你再骚扰我女朋友试试 陈石指着刘红说 林东雪心中一动 虽然知道 陈石只是站出来替他挡箭 可听他说出我女朋友 这四个字时 还是很开心 第221章 科学调查 刘红露出十分轻蔑的表情 一家女百家球 我说两句话 爱着你什么了 美女 你瞧她这个图别样 你跟她 我都替你布置 管得着吗 你 林东雪索性 也不给她好脸色了 赶紧滚 别再眨眼 陈石更不客气 妈的 信不信我叫狗咬死你 来啊来啊 我还不信 你敢纵犬伤人 陈石巴不得这家伙 犯点事 好把他逮起来 刘红一脸不愤 脸上的横肉抖动着 他掏出电话 我这就叫人收拾你 我也叫人 陈石掏出手机 假装拨了三个号 民警同志吗 绣球小区有个男的 养大型犬 好大一只脏骚 吓死的人 你们赶紧来吧 算你狠 刘红忙收了电话 逃之夭夭 没中的货 我还指望他 过来打我呢 陈石遗憾地说 你也太有牺牲精神了吧 这家伙真讨厌 林东雪说 陈石对小和尚说 今晚我们还要继续调查 你别在外面晃悠了 老老实实在招待所待着 等我们消息 小和尚行礼 我会替二位念经 保佑你们平安的 谢谢你的好意 彭思觉打来电话 叫陈石去参加一个饭局 陈石挺稀罕的 说 你请我吃饭 头一回啊 不是我请你 我有个同学是考古系的教授 毕业之后就没研究过 突然来求他 总得联络一下 我最不擅长这种场合 你过来应付一下 男的女的 这有什么关系吗 也对 你在哪 我马上过来 地址我发给你 考古系 我感觉我和他会有共同话题 我最爱看鬼吹灯了 彭思觉陡然提高音量 饭桌上 你别提什么盗墓小说 更不准说什么国音盗墓 不许瞎说 知道吗 是是是 我看你眼色行事 饭局想必是件很搭的事情 林东雪就不来了 他和小和尚一起回去了 林东雪和陈月月 在家吃过外卖 一直到九点 陈时才发来信息 他口气很兴奋 无人机 彭队长真有办法 赶紧来狗舍 林东雪便打了辆车 来到狗舍附近 陈时的灯亮了两下 给他引路 陈时 彭思觉 徐晓东三人都在 此外还有一个 谢顶的教授模样的人 彭思觉说 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同学 你好 林东雪和他握了握手 地上放着一台无人机 林东雪对着玩意很好奇 说 大晚上的 无人机能看到什么呀 这可不是一般的无人机 上面装了辐射探测器 是我们田野考古用到的 用来找地下的骨师 教授解释 我们平时总以为 放射性物质就那几种 其实一切物质都有放射性 只是强弱的不同 人的骨骼腐烂之后 也产生灵 会有一定的放射性 卧槽 太先进了 盗墓小说里都没提到 徐晓东兴奋的说 不要在我同学面前提盗墓 彭思觉再次强调 没事没事 盗墓小说 我也挺爱看的 当得消遣 鬼吹灯 还是盗墓笔记 小东 你给我把嘴闭上 彭思觉立声道 野外风很大 陈时催促赶紧开始吧 教授打开一个笔记本 电脑放在地上 操纵着无人机冉冉升空 画面上很快就出现了 红红绿绿的色块 教授说 这些是周围的放射员 瞧 这几个红的就是我们 我们身上这么大辐射 徐晓东震惊 主要是带了手机的缘故 教授开始专心制制的 操纵无人机 那画面看着很费解 不是专业人士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突然 教授说 这里这里 有灵反应 在哪 我把无人机降下来 他落下的位置 就是放射员 教授收了笔记本 五人一起赶往那里 远远地看见 无人机停在一处山坡上 陈时说 我去把车开来 车上有工具 陈时开来车 拿出两把折叠铲 彭思觉说 你有没有精致一点的 别挑了 十点了 赶紧干吧 教授自告奋勇 教他们用方钩法挖掘 这样不容易伤到骨骸 很快土里出现了白骨 众人一阵兴奋 教授拿起来吹掉灰 对着手电筒看 又递给彭思觉 彭思觉说 人身上没有这种筋骨 这不是人骨 狗骨 陈时说着 从地里拎出一个狗头窟窿 忙了半天 这是狗骨 徐晓东失望地说 陈时说 教授 你接着用无人机探测 这狗骨我们来挖 好的 陈时和徐晓东 很快把一整幅狗骨挖了出来 放在地上 几乎能拼出一只完整的狗 这时教授说 又找到一处 几人把狗骨先收起来 坑埋了 兴冲冲地赶到下一处 结果挖开 还是狗骨 如是再三 他们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 在狗舍周边三百米处 总共发现了五具完整的狗骨 每个人都有点气馁 大晚上的 大家都又冷又困 陈时从车上拿出一些巧克力 势力价分给大家 一点甜食入腹 才勉强有点抵御严寒的热量 林冲雪说 这狗骨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怎么会这么完整 显然不是有人吃完狗肉扔掉的 而且这些狗骨都比较大 难不成是藏骚的 陈时回头看了一眼黑暗中的狗舍 彭思觉从土里拾起一块肋骨 翻来覆去地看 说 骨又完好 应该没被烹煮过 这是完整的尸体埋在土里 被腐蚀成这样的 又或者就是活埋 能看出是活埋 还是死埋吗 陈时问 这得化验 缺氧的状态 我明白了 徐晓冬兴奋地说 你们看这五具狗骨 正好是五个方位 难不成是有人在进行 某种神秘的仪式 陈时说 我车上还有薯片 有人要吃吗 林冲雪说 有喝的吗 卧槽 都不理我 我的分析 难道没道理吗 徐晓冬怨念地说 彭思觉好像想到什么 在土里刨了又刨 说了一句 没有 然后站起来就跑开了 第222章 打草惊蛇 几人赶紧追赶彭思觉 平时不怎么运动的彭思觉 此刻居然跑得连徐晓冬都追不上 他跑到第二个坑 一声不吭地开始跑吐 其他人跟过来 林冲雪说 彭队长 到底怎么了 什么没了 彭思觉捧起一堆图仔细看 然后又站起来去检查第三个坑 大家很无语 只好在跟上 彭思觉跑得太快 居然摔了一跤 陈时说 瞧他开心的 跟着拿到压岁钱的孩子一样 没良心的家伙 林冲雪说 彭思觉停在第三个坑 仔细检查 众人可算赶上他了 林冲雪说 彭队长 别卖关子了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对啊 别一个人神神叨叨了 说出来分享一下 陈时说 我也体验一回卖关子的感觉 彭思觉对陈时说 唉 陈时蹲下来 老彭最聪明了 全是 全省最好的法医 什么线索都逃不过 你的火眼金金 被夸爽的彭思觉 这才款款到处实情 你们都没注意到吗 毛发 土里面一根毛发都找不到 腐烂了吧 徐晓冬猜想 陈时说 毛发虽然是有机物 但分解毛发的细菌很少 正常情况下 要五十年才会完全腐烂 彭思觉接查到 从周围的植被和土壤的颜色看 这些骨骼被埋下 也就几年而已 为什么没有毛发 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被埋的时候 就没有毛发 我懂了 这是个变态 把狗剃了毛活埋 没人理睬徐晓冬 陈时说 狗被扒皮了 扒皮 林冬雪惊讶 为什么要扒皮 这会不会和尸体的消失有关呢 林冬雪思考着 狗被扒了皮 埋在这里 皮不见了 尸体也不见了 我懂了 徐晓冬叫道 狗皮被托在人身上 荡成脏熬卖掉了 所以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亏你想得出来 林冬雪埋怨 过去不是有一些江湖艺人 能伪装成狗吗 所以我想 徐晓冬的瞎说 却引起沉实的一阵思索 狗皮和失踪 说不定真有直接关联 就在这时 一道强光射来 有辆车开来了 车上的人走了出来 从车灯投射的影子看 他手里 还拎着一根棍撞物体 谁 林冬雪下意识地去摸枪 才想起霉带 我们五个呢 啪嗒 过去看看 陈石怂恿道 于是五人站起来 朝对方走去 双方相隔甚远 当走到一百米左右时 那人突然掉头就跑 神速地发动汽车跑了 鬼鬼祟祟 可疑 陈石跑过去 掏出手机 对着地上的轮胎印 拍了一张照片 教授看了下表 各位 陪你们查案 虽然也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可现在多一点 咱是不是该回去了 陈石说 今晚辛苦你了 改天我再请你吃饭 不辛苦不辛苦 希望你们早日破案吧 这一宿陈石就没睡踏实 翻来覆去地考虑这件事 还在梦里梦见一只大狗 他突然站起来 变成了一个人 挺恐怖的 把他吓醒了 睁眼一看 天色已经懵懵亮 家里两个女孩 一个猫都在呼呼大睡 他索性起来 做早饭 对着窗外 慢慢变换着亮起的 折亮起的天色 煎鸡蛋卷 心情倒也格外敞亮 早上八点 林东雪撑个懒腰来到客厅 看见桌上有一盘鸡肉 坐下就尝了一块 有点淡 大早上吃鸡肉 那是猫吃的 我放桌上晾着 旁边 毛球正在扒桌子 迫不及待地想吃早餐 为了缓解尴尬 林东雪学了一声猫叫 喵屋 陈石从厨房出来 你这么大年纪 卖萌是不是有点晚了 那也比你小 吃吧 这是你的 哎 每天起早贪黑 昨天路上听见两个 和我一样大的女生在聊天 我都听不懂她们说什么 平时一点娱乐活动也没有 案子结束了 我请你去看电影 不要你请 我在你这住 我请你吧 一想到案子结束 可能要搬家 林东雪突然又郁闷了 转念一想 自己难不成是打算赖着不走了 两人的手机一起响了 是群里的消息 徐晓东在群里说 早上 刘红和李彪见面了 在无理街的一家牛肉面馆 陈石拿着手机在查什么 林东雪便把消息念了一遍 陈石说 我看见了 你在干嘛呢 查个东西 林东雪好奇地凑过去看 陈石在看网上的轮胎照片 陈石说 找到了 这个是马自达的轮胎 和昨晚现场拍到的一样 当时来的是刘红 深更半夜跑到狗舍 我猜除了他也不会有别人 刘红这反应耐人寻味啊 他显然意识到有人在查他 但他的第一反应是 去见李彪 说明什么 李彪知道他的底子 说得很好 不过 先去刷牙再吃饭好吗 林东雪别别嘴 好去刷牙 陈石猜想 刘红现在怀疑李彪出卖他 假如刘红对李彪下手 他们就有突破口了 陈石心里也挺矛盾的 既盼着刘红露出马脚 又不希望再有人遇害 想来想去 他决定兵刑险着 今天去见一次李彪 扩大这两人之间的嫌隙 当然 如果李彪感觉自己 有生命危险 愿意主动作证 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发短信告诉徐晓东 让他盯着李彪 自己和林东雪一会过来 九点钟 没有工作的李彪吃完早餐 去一家戏园子听戏 三人正好在门口堵住他 李彪长得胖胖的 一对三角眼上下打量几人 说 找我 林东雪亮出证件 我们是刑警 想了解一些关于刘红的事情 什么刘红马虎 我不认识 陈石说 你们十年前是合伙人 一起经营过一家狗舍 后来你把股权转让给他了 你不认识他 李彪一难为难 道 站着说话怪累的 到戏园子里坐坐吧 太吵 那去查坐吧 四人来到附近一家查坐 李彪倒是很客气 点这点啊 陈石注意到他手上戴的珠子 手指上的大金戒指 嘴里的金牙 手里的纹丸核桃 身上穿的绸挂 心想 果真是个富贵贤人 陈石说 就不绕弯子了 他把几张照片 一一摊在桌上 这几人都是刘红的朋友 想必你也认识几个 他们前几年陆续失踪 我知道 都叫刘红那小子杀了 李彪说 第223章 一丝破绽 陈石喝了口茶 李先生 你是认真的吗 李彪突然拍腿大笑 你觉得呢 林东雪说 我们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 我们是刑警 现在已经对刘红丽案调查 他身上的事早晚要曝光 你如果知道什么情况 最好早点告诉我们 对你对我们都很有利 陈石赞许的看了一眼林东雪 这番话说的颇有水平 可李彪就是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说 我能知道什么 我又不是他 这些人的失踪 难道全是巧合 你怎么不找他本人问 看来这人是不打算说实话了 陈石说 李先生 你这核桃不错呀 实货人 李彪来劲了 这叫墨盘狮子头 我玩了有好些年了 我听人说 玩核桃能养人 是真的吗 这玩意 就是一个说道 陈石居然跟李彪聊了半天 闻玩核桃 李彪聊得嗨了 临走的时候还留了名片 说 下次再一起讨论这个 离开茶室 林东雪说 死鸭子嘴硬 什么也不肯说 你聊题外话怎么聊那么开心 聊了两个小时了 我故意的 陈石说 警察找李彪谈了两个小时 如果这是让刘红知道 他会怎么想 没有破绽 我们就自己制造破绽 杀了三十人的人 心里能踏实 打死我也不信 林东雪惊讶 你想拿李彪当诱儿 是有这个打算 不过不打算让他死 你哥派给你那两人 加上小冬 这几天就别干别的了 全天后监视着李彪 同时也是保护他 咱们来一出 影射出洞 听说又要执行苦差事的徐小冬 一脸惆怅 说 陈哥 放心 管用的 其实陈石心里想的是 这也是在碰运气罢了 来到放车的地方 一个扫地大妈说 小伙子 你这车可得看好咯 刚才有个男的 一直在你这车旁边转悠 男的 长什么样 个不高 凶巴巴的 三人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神 陈石四下环顾 旁边一个便利店门口有监控器 他们立即来到便利店 要求看一下监控视频 画面里果然出现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 拿手机对着车牌和轮胎拍照 然后又用手拢着脸 露出正脸 居然是刘红 林东雪说 他居然跑来查我们 肯定是昨晚看见我的车了 这家伙反侦查意识很强吗 陈石说 不要紧吗 没事 我车上啥也没有 而且我又不是警察 这一天仍是毫无进展 大家都有点郁闷 刘红如果就此收手 可能就真的只能眼睁睁看着逍遥法外了 第二天 林东雪准备再查查刘红的资料 连同他家人全查一遍 找找突破口 陈石还是去刘警官的家里 接着从资料里挖线索 傍晚时分 陈石眼睛都有点花了 徐晓东发来消息称 今天刘红和李彪又见面了 在李彪家里 拉着窗帘 看不清楚干了什么 不过刘红待了三个小时 第二 林东雪在群里说 刘红怀疑李彪 我们要不要再去找他一次 陈石说 不着急 李彪有我联系方式 他如果真想找我们 会主动联系我的 林东雪抱怨 郁闷啊 什么时候才有进展 从来不说话的彭思绝突然冒一句 不要在群里抱怨 打击士气 我们约法三章 从今天起 谁也不许抱怨 林东雪下得赶紧说 好的 我下次注意 陈石去停车场取车 刚发动 刘红的马自达从面前经过 然后他到了回来 下车关门 过来敲陈石的窗户 陈石摇下窗户 说 干嘛 你谁啊 你管我是谁 刘红冷笑 我车管所有熟人 我查了你的牌照 你就是个普通人 为什么跟警察在一起 为什么要调查我 那天的小和尚又是谁 陈石默默掏出证件 用手指挑开 刘红眯着眼瞧 说 呦 顾问 了不起啊 你这么在意我查你 心里有鬼吧 刘红用大拇指指着自己 老子杀了人 怎么样 我就算当着你的面这么说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刘红拿左手拍着右手 所以说 一边凉快去吧 别没事找事 浪费那帅人的钱了 不管你怎么查 我底子都很干净 白臂无瑕你懂吗 陈石气的咬牙 突然推开车门下去 一步步把刘红逼退 你觉得自己 还能嚣张几天 你以为我们查到什么 还要跟你说一声 送你一句话 上帝要人灭亡 必先让人疯狂 就凭你 刘红推了陈石一把 动手啊 不动手不是爷们 陈石挑衅说 刘红瞥了一眼 陈石车上还开着的记录仪 突然堆起笑脸 替陈石把衣服里整齐 说 刚刚一时冲动 抱歉抱歉 要不你打我一拳 果真狡猾 居然不上当 刘红笑嘻嘻的说 回家还有事 不聊了 有空一起吃饭 把你那个漂亮的女朋友 也带上 刘红把自己的车停好 拎个大袋子走开了 一闪而过的时候 陈石注意到 他袋子里有样东西 似乎不是他自己用的 袋子上有沃尔玛的字样 陈石立即给林东雪打电话 问 在哪 在家 你怎么还不回来 我和月也点了外卖 你手上有刘红的照片吗 我需要查个东西 可我刚点了外卖 到绣球小区 我在门口等你 陈石在小区门口等着 半小时后 林东雪赶到 陈石一言不发地 带着他来到附近一家沃尔玛 拿着手机上刘红的照片 挨个收银台询问 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为什么突然跑到超市来查 我和刘红碰得正着 我注意到他的购物袋里 有一样东西 似乎不是他自己用的 我不太确定 终于有一名收银员称 刚刚这名先生来过 查询收银机上的信息 刘红买过的东西 统统显示在上面 陈石一条条看 手指停在一处 林东雪注意到 那是一包卫生巾 第224章 艰难求索 陈石说 看来我没看错 林东雪说 咱们手上掌握的情报显示 刘红没结过婚 虽然情人倒是换了好几个 但一直是单身状态 他屋里会不会有别人呢 不太可能吧 如果有另一个人 刘警官早就发现了 他可是在那盯了十年 林东雪想了想 这卫生巾 也未必就是女人用的 我听说 有的男的得痔疮 也会垫这个 或者垫在鞋里吸脚汗 现在案件就像铁板一块 找不到破绽 有一丝怀疑的苗头 就不能放过 明天开始 监视刘红 可咱们没有人手 陈石直指自己 我不是人手吗 刘警官的屋子 正好用来监视 你能不能帮我 弄到监视的设备 监视 林东雪拧着眉毛 那很辛苦的 不要紧 心里悬着事业 不能被更难受 这两天 拜托你照顾一下月圆 林东雪拗不过他 那好吧 陈石回家 取些生活用品 车开到小区门口 两人看见小和尚在门前转悠 陈石招呼他上车 原来小和尚来找他们 又不知道陈石的具体地址 只好在小区门口站着 小和尚要问的 自然还是案件的进展 林东雪为难的说 小师傅 你别着急 我们的调查一直没停过 对不起 我只是有点着急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叫上我 哪怕帮两位施主扫地做饭 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 我心里也踏实现 陈石说 你能做的 就是好好待着 等我们消息 隔日上午 陈石拿着林东雪 从队里取来的窃听器 望远镜来到刘警官家 他安置好窃听器 这玩意会射出一束激光 感应玻璃的震动 把声音传过来 然后陈石就端把椅子坐下 开始了一整天枯燥乏味的监视 晚上林东雪下班过来找他 问有什么进展 看见屋里放着两个黑袋子 陈石戴着手套正在翻 林东雪吓了一跳 你把他扔的垃圾都弄来研究 生活垃圾 也能多少了解到一个人的生活 林东雪用手扇上污里的臭味 你要是警察 这个精神早给你熏发奖牌了 别说风凉话了 过来欣赏一下 陈石把垃圾一样样拿出来 让林东雪做记录 都是些普通的生活垃圾 香蕉皮 包装袋之类的 瞧不出什么名堂 陈石晚上在这里过夜 第二天下午 林东雪再次来的 看见陈石整个人都憔悴了几分 他披着一件外套 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脖子上挂着望远镜 地上全是瓜子壳和烟头 林东雪问问他身上的胃 说 你要不要出去洗个澡 我来监视一会 不用 我身上的胃没那么重吧 你觉得呢 今天有什么发现 垃圾还是那几样 另外 我把他说的话录下来了 陈石打开手机 播放几段音频 内容全是标子 吃饭 到爸爸这边来 去把那个雕过来 林东雪说 这都是在和狗说话 是 听不出蹊跷之处 陈石摸着 已经有了一层胡茶的下巴 你到外面洗个澡吧 过两天回家洗 还省钱 我可不喜欢 有味道的男人哦 陈石闻闻自己身上的气味 无奈地说 替我盯一回 知道 知道 到了第三天 林东雪来看望他 陈石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都有点违密了 叼着烟头说 没有进展 就此收手吧 林东雪劝道 没有进展 其实就是进展 什么 陈石摊开本子 这些是我这三天 记录的所有垃圾种类 很普通啊 卫生巾去哪了 无论是用过的 还有包装纸 我都没有在垃圾中看见 林东雪扫了一眼 果然没有 他说 一般卫生巾 会放在厕所的垃圾里 那个未翻得抵朝天 我甚至搞到了 沾了流红电雪的卫生纸 送给老鹏化验了 他现在不想 跟我说话了 呃 我还没吃饭 待会一起吃 陈石漫不经心地说 为什么买了卫生巾 却不往外扔 他把卫生巾煮了吃了 你意思是他屋子里有个女人 但他不想 被人知道这件事 有可能 大有可能 你又窃听 又监视 有发现另一个人存在的迹象吗 没有一丁点迹象 包括刘红不在家时 我也一直盯着对面的窗户 家里只有狗的动静 那就是你想多了 这三天 刘红的情人来过一次 两人出去开了房 刘红似乎从来不带外人进屋 窃听器突然想了一下 像是开门的动静 陈石立即拿起望远镜 从窗帘缝隙朝对面看 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林东雪说 出去吃顿饭吧 我真担心你的精神状态 梦到这里吃 陈石一直在瞅着楼下 有个普通大妈打扮的女人下楼了 林东雪好半天才回来 为了犒劳一下陈石 他买了两大包丰盛的菜肴 满满摆上一桌子 有林东雪陪着一起吃饭聊天 陈石感觉很解压 林东雪说 政务室里有台无人认领的电视 明天我给你带来 陈石笑笑 你当过日子 不用 吃完东西 林东雪陪陈石说了会话 这才告辞 刚走到小区门口 徐晓冬在群里说 大事不好 李彪失踪了 林东雪赶紧回去找陈石 陈石正给徐晓冬打电话 陈石质问道 你们三个人轮着监视 这也能跟丢 徐晓冬委屈地说 李彪好像有点察觉 今天晚上去一家洗浴中心 一直没出来 我们就进去找 调监控才发现 他从一楼的窗户翻走了 过去多久了 快两个小时了吧 他没回家 没有 他常去的几个地方 我们也看了 都没有 陈石跑到窗边 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对面 说 刘红还在家里 怎么办 林东雪着急地问 不管了 直接去李彪家里调查 我们还没有正式手续 甚至都没立案 这是私闯民宅 眼下管不要这么多了 我有种预感 李彪可能不会回来了 第225章 新的失踪案 坐上车 陈石说 以前我有个邻居 是个不正业的男孩 后来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挺懂礼貌的一个小女生 每次楼道见到我 都会打招呼 林东雪静静聆听着 那男孩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好几次听见 他在屋里打那个女孩 我就去敲门 女孩都说没事 虽然我能听出 他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以后他俩会分手 谁知道愈演愈烈 男孩经常把一些 不三不四的朋友带回家 一整晚家里音响震天响 音响的声音 掩盖着女孩的哭声 持续一整晚 林东雪捂着嘴 他们对他做了什么 不得而知 陈石摇头 我报过警 警察来了之后 他们说是闹着玩 女孩也这样说 直到有一天晚上 那女孩浑身是血的 来撬我的门 我又一次报了警 哪知道在警察来之前 男孩把女孩身上的血擦干净了 连抹布都烧掉了 女孩告诉警察 什么也没发生 他说话的时候 男孩一直在旁边地眼色 警察没辙 就准备走了 我实在是气不过 就当着警察的面 把男孩狠狠揍了一顿 然后你被带走了 是啊 我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坏人在我面前逍遥自在 可是有的事情 真的让人很无奈 法律也有触及不到的地方 我猜你一定很喜欢蝙蝠侠 电影我倒是喜欢 不过 我并不是怎么认同这种法外正义 我还是相信法律的 法律确实不完美 但却是人类最接近完美的秩序和规则 如果因为它有不完美的地方 就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认为是愚蠢的 人类所有灿烂辉煌的制度 都是从不完美 慢慢走向完美 这中间会走弯路 更需要无数人的奉献 我很好奇 你因为这事被拘留了几天 七天赔了些钱 我明白了 你履历上那些斑斑劣迹 是不是都是这样留下的 陈氏摆手 那些啊 少年轻狂而已 不想提 两人随后来到李彪的家 徐晓东和当地民警也赶到了 来到李彪家门前 民警说 这锁一开 闹不好就是擅闯民宅了 你们确定 没办法 紧急情况 初遥是我担着 林东雪说 那成 民警拿开锁气 砰一声 把锁头敲掉了 推开门 李彪的档案显示 他是离异独居 屋里陈射一看 架上放着各种文丸 古董 陈氏说 进来的人记得把鞋套上 有手套戴手套 别破坏现场 门口有套鞋机 大家把鞋套上 进屋四下查看 陈氏检查了厨房 卫生间 卧室 证实李彪家里 确实没来过外人 看 徐晓东找到一张照片 上面写着 陶星镇荣昌首服拖拉机场 四组合影留念 日期是1997年 陈氏挨个扫过上面的脸 说 这几个失踪的人 包括刘红 李彪 原来过去都是同事 怎么会没查到这条线索呢 陈氏雪懊恼 可能是没有正经手续的私人工厂 陈氏说 在一个抽屉里 他们找到了成他的钞票 为了防虫柱 还撒了不少张脑丸 陈氏拿在手上翻着 从中抽出一张 这是去年的钱 这钱应该是李彪最近得到的 都是不连号的钞票 送钱的人很谨慎啊 难道李彪一直带着刘红的把柄 暗中敲诈 陈氏雪猜想 李彪不会真的失踪了吗 徐晓冬说 找 一定要找到李彪 陈氏雪 于是他们又回到洗浴中心那里 调取了周围所有的监控 一直查到晚上十点 终于在一个监控里 看见李彪走到路口 上了一辆SUV SUV的车牌号只拍到前六位 于是他们打电话给车管所 把十个可能的号码全部查了一遍 在这十个号码中 赫然出来了刘红的名字 车是刘红的 李彪凶多吉少 陈氏雪雪 他傻吗 明明有警察盯着 为什么要上刘红的车 徐晓冬说 不对啊 这监控的时间 刘红不是在家吗 林冬雪说 眼下只能继续查这辆车 三人在交管局待到很晚 终于找到了这辆车的监控视频 八点十分 该车消失在环城路的一条岔口 此后一直没再出现过 徐晓冬困得不停撑懒腰 林冬雪也快熬不住了 陈氏盯着屏幕思索 林冬雪说 明天再查吧 我跟林队申请立案 我担心已经来不及了 陈氏摇头 回家休息吧 这一宿 陈氏自然也没睡好 第二天 林冬雪费了很大口舌 才说服 林秋普对这宗失踪案立案 大量警力的投入 让调查变得从容了一些 调查证实 李彪名下 确实有不少与其收入不符的财物 证明他有一个秘密的获利渠道 李彪包养了一个小三 小三称 李彪一次喝醉了 曾吹嘘自己 帮哥们处理过尸体 警方怀疑 李彪早年间 很可能参与过刘红炮制的失踪案 交管局那边一直有人盯着 当天晚上 大家都收工了 一个电话打到林冬雪这里 说 我们发现那辆车了 他现在在荣城路上 停着还是行驶中 行驶中 往南 可能要去刘洋路 林冬雪立马召集能调动的所有人 包括陈时和徐晓东 去追那辆车 来到刘洋路时 终于发现了这辆车 林冬雪很激动 左右寻找 陈时说 找什么呢 警戒灯啊 我车上哪有 林冬雪便叫其他人把警灯装上 四辆警车追着那辆SUV 其他人纷纷让道 场面煞事壮观 陈时凭借熟练的车技 连超几辆车和SUV骑头并进 林冬雪摇下车窗大喊 停车 警察 对面也摇下车窗 里面坐的居然是刘洪 他笑嘻嘻地说 又见面了 美女 叫你停车 啊 我耳朵不好 听不清楚 哦 刘洪酝酿了一口痰 见状不妙 林冬雪赶紧把车窗摇下 那口浓潭巴唧一声 砸在玻璃上 陈时怒不可遏 太嚣张了 我把他别到路边去 别激动 车速这么快 小心出事故 刘洪的车越开越快 后面的警车也不得不停速 陈时一直在看导航 突然说 糟糕 他打算 话音未落 只听见轰的一声 那辆车笔直地开进江里去了 见起巨大的水花 第226章 失踪的真相 众人把车停下 围到江边 亲眼看着那辆SUV慢慢沉了下去 大家的心也沉了下去 刘洪从漩涡里钻出来 可灼尽的油 才又到岸边 伸手说 警察同志 拉我一把 一名警察把他拽上来 立即给烤上手口 刘洪浑身冒着水蒸汽 说 酒驾而已 至于吗 我认了还不行吗 林东雪走过去说 车里面有东西吧 你以为沉到江里就没事了 刘洪总监 那就麻烦你 帮我捞上来吧 下次我带你兜风啊 美女 林东雪气得想打他 他当即联系人 准备打捞 陈石却说 不对 障眼法 如果刘洪处理尸体的手段 这么漏 他早就被捕了 那李彪现在在哪 去狗舍 两人火速赶到狗舍 狗舍和陈车地点 在龙安市两头 花了三小时才赶到 听见车声 狗舍里万狗齐飞 两人下车 发现门上铁将军把门 陈石咬着牙 返回车上拿了一根撬棍 林东雪说 这太明目张胆了吧 还是翻墙吧 墙头有碎玻璃 你确定 会留下疤的 那你还是撬吧 陈石又回到车上 放下撬棍 拿来两根铁丝 对着锁岩捅了几下 锁居然开了 林东雪差异坏了 你不是不会开锁吗 可不可以替我保密 好吧 林东雪心想 为什么会开锁 还要装不会 两人举着手电进到狗舍 狗叫的那个欢 林东雪下的心脏狂跳 一直紧紧地 戴着陈石的手 陈石来到值班室 扫了一眼墙上的值班表 今天应该是有人值班的 为什么没人 他们把能打开的房间 全部看一遍 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 陈石来到狗舍 对着狗群不停地看 然后又来到一个小房间 对着铁门敲了几下 林东雪说 你在找什么 还记得上次来 这里养了一只雪鸥吗 是啊 狗没了 狗没了 林东雪恍悟 你前两天说 每次有人失踪 就有一条狗陪葬 所以李彪还是失踪了 两人来到狗舍外面 陈石仔细在地上寻找 不时用手捏起土纹纹 荒郊野外 夜深人静 林子里传来诡异的咕咕声 林东雪心跳如肋骨 一直逮着陈石 不敢放手 陈石突然定定地注视一块地面 蹲下来歪着头 说 看 有拖叶痕 两人寻着这道痕迹一直走 发现一块带有血腥味的土地 这里明显被人翻动过 陈石直接拿手刨 刨着刨着 那股血腥味 混合着土腥味的气味越来越重 终于 土里露出一条死狗 一直被剥了皮的藏痕 林东雪下意识地捂了下嘴 由于浑身的皮都被剥掉了 那只狗的眼睛和牙齿凸在外面 在寂静的午夜里 格外渗人 一张狗皮 就可以让一个人凭空蒸发 陈石沉吟着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藏痕很大 一直有几十斤 和一个人也差不多 但体型还是有差别的 除非把小腿锯掉 塞到肚子里 让尸体披上狗皮 人尸就成了狗尸 那么狗尸又怎么处理 宠物活葬场 林东雪猜测道 没错 陈石激动地抓住 林东雪的肩膀摇晃 宠物活葬场 不需要任何手续和证明 交钱就可以火化尸体 烧成一把灰 就没人能认出来了 龙安有这种地方吗 陈石在手机上查了一下 有一处 开了十年了 我们现在就去 路上陈石打电话给彭思绝 叫他带上化验的设备 彭思绝很不高兴 一声不吭 直接把电话挂了 当他们赶到那家宠物活葬场时 从市里出发的彭思绝 居然先到了 宠物活葬场 比起人的活葬场 自然要简陋不少 就是郊区的一套大院房 屋子后面有一根长长的铁烟囱 彭思绝看看表 等了你们十分钟 赶紧赶紧 说不定还能找电来 陈石急匆匆地往里面跑 这个时间 活葬场已经关门了 陈石狂敲门五分钟 才有人开门 说干嘛干嘛 火化宠物明天再来 警察 啊 把三人让进去 陈石问 今天有人来火化葬熬吗 有啊 工作人员说 老大一只 毛雪白雪白的 真好看 我还说烧了怪可惜的 做成标本多好 来的人是谁 一个阿姨 在哪烧的 咱这就一个炉子 来到焚化间 陈石要打开炉子检查 工作人员说 不行不行 炉子里面还有余温 打开会烫伤的 骨粉呢 人家没药 全倒到后山上了 陈石执意要去寻 却发现后山上白白一片 都是宠物的骨粉 这里面也有没烧碎的骨块 他拾起来看 彭思绝说 没用的 骨灰是验不出DNA的 验验看 人体分为有机质和无机质 DNA只存在于有机质里面 火化的温度高达上千 把有机质全部烧光了 剩下的全部是带 灵 炭 你认为能验出什么 陈石懊恼地对着骨灰锤了一拳 林东雪说 这里面有没烧碎的骨块 能拼出来什么吗 就算拼出一根完整的骨骼 又能证明是谁呢 除非把颅骨整个拼出来 但那种几率 无限接近灵 陈石站起来 这是我见过的 最简单又最没有破绽的手段 彭思学说 也不是没有破绽 这一路上肯定会有DNA留下 哪怕微乎其微也是铁证 明天就把这里封锁起来 我带人仔细调查 行 去沟通一下吧 陈石告诉工作人员 要把这里封锁起来调查 工作人员惊讶得张张嘴 为什么 那狗是走私的 唯一条狗至于吗 这你就别问了 把你们老板联系方式给我 好吧 你自己给他说 那个号码 陈石好像在哪见过 他问 你们老板是谁 姓刘 全名 刘红 一听这名字 三人愣了足有十秒 第227章 刘红的秘密 林东雪惊讶不已 刘红卷自己搞了一家宠物火葬场 专门用来焚尸 陈石把两人叫到旁边 陈石说 能把刘红抓起来吗 酒驾 撞坏公共设施 侮辱执法人员 现在人已经逮起来了 不过顶多关了24小时 林东雪说 那就先这么着吧 趁这机会 好好找找证据 能不能去他家里 我是了 这混蛋装了报警器 翘锁会被发现 还是不要想了 彭斯爵斥责 你们怎么能一脸平静地说这种话 没有手续搜查别人家是违法的 一点警察的自觉性都没有 陈石回他 说一说不行吗 我还想买把枪弄死他呢 彭斯爵瞪了他一眼 陈石又问工作人员 把藏熬送来火化的是个女人 多大年龄 三 四十岁 有点准数没有 不是 他戴着墨镜 围巾 皮肤挺光滑的 我看不出真实年龄 身高多高 跟我差不多 不过穿了高跟鞋 有监控器吗 没有 问了也是白问 这是刘洪的地盘 他怎么可能装监控器 当即林东雪就叫工作人员 把钥匙交出来 这地方会封锁24小时 第二天 彭斯爵带上大队人马来这里取证 徐晓东去江边捞车 林东雪去审讯刘洪 这次陈石没有参与 想也不用想就知道 刘洪肯定是不会料的 审讯室里 刘洪虎脚蛮缠 嬉皮笑脸 故左右而言他 陈石在外面看着 气得真想进去揍他一顿 一名警察过来说 陈哥 外面有人找你 是个和尚 陈石来到门口 问小和尚 你怎么来了 听说凶手抓住了 是真的吗 从哪知道的 网上 我也有手机的 陈石不知如何回答他 说 案子正在办 一时半会不会有结果 你回去等消息 每次都让我等消息 我怎么能待得住 小和尚意识到 自己太激动 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我不该冲你吼的 对不起 陈石拍拍他的肩膀 我知道你比谁都着急 等了十三年 不着这两天 小和尚还是不肯走 就在外面的长椅上 坐着等结果 徐晓东从外面进来 嗯 冬雪呢 陈石答 审讯中呢 车子捞上来了 捞石捞上来了 不过干净得很 等鹏队长验一验看吧 我觉得笑渺茫 刘洪陈车 只是为了给另一个人争取时间 另一个人 小和尚惊讶地说 我现在不方便说 因为还没查出来 晚一点我再告诉你 也好 火葬场不但被关闭调查 昨天所有见过那女人的工作人员 都被请 员都被请来 做画像 这会儿结果出来了 画像专家给了陈石三张拼凑出来的照片 陈石一看 三张都戴着墨镜 围巾 唯一能看到的嘴和脸 也各不相同 画像专家耸肩 他们都没仔细看 只能搞出这个结果 陈石把三张画像反复看 还叠在一起 对着灯光桥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动静 陈石立即赶去 只见小和尚拎着刘洪的衣领 气急败坏地吼道 杀人凶手 你一定没有好报 刘洪旁边的这一名西装男 似乎是他的律师 不停地警告 你再不松手 我就起诉你 诽谤 威胁我的委托人 刘洪倒也不还手 耿着脖子说 警察都是死人吗 小师傅 别冲动 林东学等人上前 好不容易才把小和尚劝消停 刘洪整了整弄乱的衣领 哼了一声 跟律师走了 被众人压住的小和尚咬着牙 两眼喷火 陈石问徐晓东怎么了 徐晓东说 刚才刘洪的律师来把他保走了 小师傅一看他走 就不冷静了 换成谁也冷静不了啊 现在一切就看彭队长的调查了 陈石忠心希望彭思觉能有进展 这案子就像现在泥潭里 寸步难行 刘洪在门口和律师道别 坐上一辆出租车 刘洪的说都这么些年了 你们警察局的茶还是这么难喝 刘警官听出他的暗示 他是想说 老子又一次禁局里平安回来了 刘警官说 刘洪多行不易必自闭 你也别太猖狂了 刘洪黑黑冷笑 摸出烟来 在烟河上蹲了蹲 我还真不是嘲笑你们警察无能 主要是我个人能力太强了 你还是劝劝你那些同事们吧 别再费那个劲了 能逮住我的人还没出声呢 刘洪上前拍拍刘警官的肩膀 逮天一起喝酒 十几年老对手 咱都快成朋友了 刘警官甩开他的手 不稀罕 哼 看到我现在什么样 再看看 你混成什么样 请你喝酒是抬举你 给点不要脸 刘洪唾了一口 走开了 回到家的刘洪却突然谨慎起来 他像往常一样 从口袋里摸出放大镜 检查了一下门锁 进门之后 趴在地上瞧了又瞧 那里有一层薄灰 完好无损 他这才放下心 看来警察没趁他不在家溜进来 藏凹彪子见主人回家 立即扑上来 还是你对我好 人啊 都是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他抬头 窗户的亮光照不见的暗处 一个穿着白衣睡衣的女人 静静地站着 刘洪眼睛看着他 嘴上却说 彪子 吃饭了 他给狗倒了一大碗狗粮 从冰箱里拿出速冻牛排 放进微波炉解冻 白衣女人像个鬼魂一样 安静地来到厨房 刘洪嘴上大声说 彪子 来这儿 女人走过来 跪在刘洪面前 刘洪抚摸他的长发 刘洪倒吸一口气 闭着眼睛对着天花板 几分钟后 他长满横落的脸颊 一阵抽搐 跪在面前的女人 喉咙蠕动了一下 将口中的东西咽了下去 刘洪摸着他的头 大声说 乖狗狗 然后他蹲下来 低声说 我在举脸 好像看见你儿子了 第228章 斯德哥尔摩笑影 听见这话 那神情呆滞的女人 瞳孔微微扩张了一下 刘洪捏着女人的下巴 仔细打亮他的脸 尽管曾经美丽动人 但岁月也不饶人 他的眼角 又多了一道鱼纹尾 没错 跟你长得很像 那小和尚就是你儿子 刘洪压低声音说 他 不给女人开口的机会 刘洪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呵斥道 说过多少遍 在这屋子里 你不许说话 女人畏惧地看着他 刘洪伸出手 女人视为原谅的信号 开始舔刘洪 长满老简的手掌 舔得全身心投入 刘洪继续用很低的声音说 李彪真是做得太冒险 不过也没办法 谁叫那小子出卖我 跟警察通上气 我花那么多疯口费 养个白眼狼出来 早知道就不该留一手 这两天 警察还在密切注意我 这里不安全了 你去安全屋待着 没我只是不许离开一步 女人拼命点头 刘洪抚摸着女人的头发 及耳朵 当年你儿子 应该是看见我的脸了 如果需要杀掉他 你会亲自动手吗 女人犹豫地半秒 重重点头 真乖 所有人都背叛了我 只有你还在我身边 等这阵子风声过去了 我好好收拾你一顿 赶紧滚吧 女人依依不舍地 还要舔他的手 刘洪推开他 赶紧滚 别让人看见 女人开始收拾东西 刘洪在屋里大声斗狗玩 眼睛不时朝窗外偏 女人裹好围巾 戴上墨镜 拿着一包东西走了 来到楼下 她谨慎地东张西望 确定没有可疑的人才走出来 当她离开小区的时候 一双沾满泥巴的僧鞋 悄悄跟了上来 小师傅呢 林东雪处理完一些事情 问刚刚和小和尚在一起的警察 警察说 走了呀 要拘留他吗 不用了 随他去吧 专案组的警员都待在会议室里 不少男同志抽着烟 熏得屋里乌烟瘴气 大家都在等彭队长那边的消息 终于 彭思觉风尘扑扑地回来了 众人赶忙迎上去 问着问哪 彭思觉说 一个个问 我哪回答得过来 林东雪说 找到DNA了吗 没有 其他的呢 脚印 头发 一些纤维 正准备化验 陈时过来说 头发让我看看 彭思觉拿出一个正物袋 里面明显是个女人的头发 很长 陈时说 先验这个 用得着你说 大家苦等结果 自然脱落头发 当然是验不出DNA的 但是能够验出染色体和性别 三小时后 彭思觉拿着一份报告出来 女人的头发 年龄在37岁左右 她的身体状态较差 似乎是生活在长期缺乏光照的地方 严重缺乏维生素地 陈时若有所思 勾勾手指 叫凌冬雪到一旁 说 陈光的母亲失踪的时候 我记得是24岁 如果她活着 正好是37岁 你这想法 未免太天马行空了吧 一点也不 失踪的人里 符合这个年龄的 只有尹文一个人 你怀疑她还活着 于 我早就怀疑了 一开始我就觉得 小师傅的记忆有点失真 当我试读当年的真相 发现她的母亲 很可能并没有被刘红虐待和杀害 事情真相可能并不复杂 就是刘红和尹文偷情 被陈光发现 陈光或许威胁了刘红 于是刘红杀人灭口 小师傅说 看见刘红打她母亲 他看见的 很大概率是两人偷情而已 如果尹文真的活着 我们就有了一个重量级人症 也许就能给刘红定罪了 我担心 担心什么 彭队长说 头发的主人长期 生活在没有光照的地方 我担心尹文是被囚禁了 一个人被囚禁了13年 会发生什么 疯掉 人的心里会与环境 不断建立平衡关系 当外界难以改变的时候 内心就会去适应它 接受它 就好像一个南瓜被铁箍箍起来 南瓜的里面会不断变硬 变得像木头一样 假如一个人被囚禁 失去人身自由 连生命都受到威胁 渐渐的 他就会为了生存放弃尊严 去取悦绑架者来换取生存的资源 甚至于爱上绑架者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是 当然你说的疯掉 也是另一种平衡方式 可是尹文如果疯了 肯定会不受控制 刘红就不会把他留在身边这么久 他还活着 就说明他有利用价值 他恐怕已经不是过去的尹文了 就算我们找到他 他也不会是指控刘红 林东雪听得一阵恶寒 眼下真的毫无办法了吗 陈石又说 不过找到尹文也不是没有意义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证据 说得对 我们需要扩大调查 我去试试申请搜查令 林东雪去找林秋朴 林秋朴断然道 不行 局长不会签字的 林东雪说 李彪的失踪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错过这次机会 可能就真的只能看他逍遥法外了 林秋朴叹口气 失踪还没立案 你们就跑到失踪者家里去搜查 这本身就已经违规了 当时是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 也不是你违反规章的理由 这是完了 你写份检查给我 林东雪懊恼的敬礼 知道了 林东雪准备走 林秋朴叫住他 等一下 我可以就这宗失踪案去试试看 情况特殊 或许能搞到法庭的搜查令 不过你得保证 林东雪已经忙了一天 在局里守着也没啥意义了 陈时便载着林东雪回家 路上他们还在讨论案子的事情 来到小区附近 陈时说 我们把小师傅找来 再好好问问吧 你这样戳他伤口 他会乐意吗 此一时彼一时 他现在已经看到杀父凶手了 说不定心太变了呢 于是两人来到招待所 管理员却说 小和尚今天没回来 陈时打电话也打不通 林东雪说 是不是跑出去吃饭 手机没电了 我前天才给他买了一大包食物 他去哪吃饭 也许他也想换换口味呢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在局里 他好着刘红领子嗷嗷叫 你呢 和你一样 陈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不会去做什么冲动的事情了吧 第229章 路出獠牙 两人放心不下 林东雪打电话给局里的同事 让他们看看监控 一会功夫 一段视频发到林东雪手机上 是公安局外面的监控拍下的 刘红刚刚坐上出租车 小和尚便拦下一辆车 紧跟着刘红消失在画面左侧 林东雪着急的说 这个傻子 他去跟踪刘红 有什么用 我还记得小师傅说过 如果刘红在杀人 是不是就可以逮捕他了 该不会 恐怖的想象 射住了两人的心 他们立即赶到刘红居住的小区 这时也顾不得许多 他们直接来到刘红家敲门 刘红却不在家 屋里的狗狂吠不止 陈时向林东雪 借了两根发夹 准备撬锁 这时有人从楼梯上来了 原来是刘警官 刘警官说 看你们急匆匆跑进来 我撵都撵不上 怎么了 林东雪说 刘警官 你见到一个小和尚 白天来这里吗 我帮你打听打听 门口保安我都认识 十分钟后 一名保安说 白天见到一个小和尚 感觉鬼鬼祟祟的 一会猫在树后面 一会缩在车下面 林东雪问 他是不是在跟踪谁 哦 保安想起来了 好像是个女的 穿着围巾戴着墨镜 身上是一件风衣 去哪个方向了 看监控吧 刘警官说 保安根据回忆 找到那段监控 一纸画面 瞧瞧 就是他 画面里 有个裹得很严实的女人 从小区离开 小和尚便尾随在后面 陈石皱眉道 出事了 三人又去路口 找下一个监控 一家便利店的监控拍到 两人一前一后 去了五一路 三人找了一个又一个监控 最后来到拱州路 这里店铺稀少 没有监控可查 林东雪已经打电话 叫了支援 陈石环顾四周 说 去周边的小区看看 联合了三个小区 才有了一个保安称 见到一个小和尚进来过 林东雪问 他出来了吗 呃 没印象 有监控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这小区比较老 监控坏了 刘警官说 看来他很可能在这里 你们的人一时半会到不了 我去叫上我公司的保安 过来帮忙找吧 林东雪说 谢谢你了 刘警官 不客气 但愿他不要出事就好 陈石一直在考虑什么 问保安 我看见墙上 有许多招租告示 这里租房子的人多吗 是有不少 房租怎么收 个人交易 我们又不插手的 水电费 你们总得收吧 让我看看水电费的表格 保安也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 拿出这一年的水电费清单 陈石一行行扫事 林东雪问 你看这个干什么 这里没有监控 地段老旧 刘洪很可能在这里租了一个安全屋 角兔三窟 一直是他的作风 陈石的手指落在纸上 如果有用水用电 远低于平均值的公寓 很可能就有刘洪的安全屋 林东雪恍悟 帮着一起找 两人找到了三个基本 不怎么用水用电的公寓 于NB BSP 此时已经是晚上八点 小区里黑灯瞎火 他们挨个去敲那三间公寓的门 都没有反应 两人信信地离开 林东雪的脚突然被什么割了一下 拾起来一看 居然是一粒佛珠 他拖在手上打量 这佛珠是不是他的 陈石回头去找 又在草丛里找到了第二粒 是他的 他就在这里 某间漆黑阴冷的地下室里 小和尚被反绑双手坐在地上 嘴里塞着布条 双眼不停流泪 屋里没有电器 只有一只蜡烛作为照明 一个女人安静地站着 手里提着一把赠亮的刀 烛火在刀尖跳动 两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对视 已经不知道待了多久 女人走过来 把小和尚口中的布条扯下 小和尚大口喘气 说 妈妈 真的是你吗 尹温抚摸着他的脸 说 你是 陈光 你真的是妈妈 妈妈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回答他的 却是陡然戳到下巴上的尖刀 尹温两眼空洞 说 你不该跟我到这里的 妈妈 警察正在调查那个畜生 你不要 一巴掌打在小和尚脸上 尹温用毫无感情波动的声音说 不许你这样说他 你到底怎么了 妈妈 尹温用刀尖在小和尚的脸上 划出一道口子 温热地血流了下来 他说 我是他的女人 小和尚感觉像被背叛了一下 瞪大了眼说 你傻了吗 他是杀死爸爸的凶手 又一道耳光打过来 尹温像机器人一样说 听着 我是他的女人 你不该出现在这里 我要杀了你 让你人间蒸发 尹温咯咯地笑起来 笑容玄机平复 任何要害他的人 我都不会饶过 哪怕是你 小和尚看了一眼 抵在喉咙上的尖刀 将生死置之都外 我不怕死 但是死之前 请告诉我 你还记得十三年前那个夜晚吗 还记得爸爸吗 尹温摇头 支持自己的胸口 你妈妈早已经死了 对不起 尹温舔掉刀上的血 跪下来 左手将小和尚的脑袋 按到自己的胸前 右手的刀抵在他的心脏上 他哼起一首歌谣 睡吧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 怀里的小和尚 一边颤抖一边哭泣 他能感觉到刀尖的重量 不断压迫心脏 这时门突然开了 刘红拎着一袋子食物进来 看见这一幕 刘红把袋子一扔 过来一脚踢倒尹温 揪着他的头发骂 杀个人磨磨叽叽 唱你MB的歌 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拍电影啊 尹温闷声不响地 承受刘红的拳打脚踢 他拼命试图跪下来 又被刘红踢倒 几次三番 他终于顺利跪下来 用舌头舔着刘红的鞋 刘红这才气消 说趴着 尹温像狗一样趴下 刘红在他的背上坐下来 压得他娇小的骨架咯咯作响 他看着小和尚 小和尚咬紧牙关 嘴唇都被咬破了 一股血味弥漫口腔 戏剧性的一幕啊 十三年前 你这样看着我 十三年后 你还是这样看着 看我玩你妈妈 杀你爸爸 你什么也做不到 刘红 你必遭天前 小和尚恶狠狠地诅咒道 哈哈 如果这个世界真有报应 他会是现在这个烂样子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杀人放火经腰带 修桥补路无尸骸 这世上根本没有正邪 只有强弱 刘红用大拇指指自己 我很强 你们弱爆了 第230章 密实恶斗 小和尚盯着刘红 两眼充血 刘红扯起尹温的头发 他的脑袋也被提了起来 他一只手拍打尹温的脸 告诉你儿子 你是什么 我是母狗 是婊子 尹温两眼空洞地说 哈哈 你个骚扬 真想把你吵死 刘红扔下尹温 对小和尚说 看见了吗 这就是你朝思夜想的母亲 他站起来 废话到此为止 今天是你找死 怨不得我 他拾起刀站起来 习惯性地往小和尚头上抓一把 结果没抓到头发 骂了一句 连个毛都没有 小和尚恶狠狠地看着他 突然张嘴 咬在刘红的左手虎口上 刘红惨叫一声 扔了刀 扇了小和尚几个耳光 他才把嘴撒开 刘红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看虎口上渗血的牙印 他气急败坏 一脚把小和尚踢倒 边踢边骂 就你 TM不省心 叫我 怎么 跟警察 解释 小和尚默默忍耐着 不哭不喊 这是他唯一能拿出的骨气 尹温看着被打的小和尚 咬着嘴唇 他突然跑过来 一声不吭地拉住刘红的胳膊 刘红一脸震惊 好像受人背叛一样质问他 做什么 同情你儿子 尹温不说话 固执地扯着他的胳膊 刘红反身一耳光 把他扇到地上 女人都是 这个贱样 自己儿子就下不了手 刘红揉了揉 被咬坏的手 骂骂咧咧地拾起刀 一脚踏住小和尚 死到临头的瞬间 小和尚看见尹温跪在地上 两眼滚下热泪 这让他看见一丝生的希望 呼唤道 妈妈 救我 不等他喊出第二遍 就被刘红一脚踢在嘴上 小和尚满嘴是血 赠量的刀尖就悬在头顶上 就在刘红要刺下去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 很急切的敲门声 刘红瞪了瞪眼 骂声倒霉 捂着小和尚的嘴 从裤兜里抖出一块帕子 胡乱塞到小和尚嘴里 然后他冲尹温不停地摆头 低声说 躲起来 快啊 外面 林东雪拍了几下门 没人应答 对陈石说 看来没人 等一下 陈石在地上寻 这里是地下室 多半被荡成仓库使用 一个人也没有 光线自然也极差 陈石故意大声说 撤吧 然后一脚踹在门上 可是居然没踹开 林东雪小声说 喂 别干这种事 有人进来过 陈石肯定地说 继续踹门 那扇门似乎被加固过 踹了三角才打开 屋里黑漆漆地 堆满了剑材 照明只有一根蜡烛 这一幕 让陈石感到很反常 绕过剑材围城的横道 两人看见地上 倒着小和尚 他身上很脏 沾着血 两眼瞪得大大的 林东雪心里咯噔一下 当看见小和尚的眼睛眨了一下 这才放下心 他们来得还算及时 林东雪赶紧把小和尚 嘴里的布取出来 小和尚大喊 后面 不等回头 一样重物便敲 物便敲打在肩膀上 然后他被重重踹了一脚 从剑材堆上 一跃而下的刘红 举起手里的铁棍 准备砸林东雪的脑袋 这一幕 从陈石的视角 看得一清二楚 来不及多想 他向前一跳 抱住刘红 撞到墙上去了 刘红用胳膊肘 朝陈石的背上顶了几下 他的力气很大 打得陈石两眼冒惊心 陈石的双手略微松了一点 刘红立即从背后 抽出一把刀 不给陈石任何反应机会 一刀刺向陈石的腹部 感觉到有力气戳到身上 陈石立即用手攥住 手掌传来火辣辣的痛疼 林东雪挣扎着爬起来 突然感觉前面有人 他下意识地一闪 一把刀就从鼻尖掠过 抬头一看 一个劈头散发的中年女人 手里握着刀 难道她 就是消失了十三年的尹温 林东雪和尹温之间 隔着小和尚 害怕误伤到她 林东雪赶紧跑起来 往剑材队侧面跑 尹温也从另一边追过来 双手握刀 杀起腾腾 陈石抬起头 和刘红四目相对 刘红应笑 来几个都一样是死 陈石一记头锤 砸在她的鼻梁骨上 刘红惨叫一声 用尽全力撞开陈石 手里的刀从陈石的拳头里 抽了出去 划出一道又深又长的血痕 光的一声 门被关上了 陈石的第一反应 是把小和尚 拖到相当安全的地方 侧面传来一声闷响 原来林东雪一脚 把尹温踹倒在地 尹温正好看见这一幕 胡乱挥着刀 朝陈石砍过来 陈石用力把小和尚 拽到旁边 自己朝反方向一闪 躲开尹温的刀 他的攻击毫无章法 全凭一捕风劲 嘴里哇哇乱叫 陈石不得不避让 刘红瞅准机会 突然把小和尚拽起来 抱在怀里 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大吼 都不许动 糟糕 陈石鑫说 还是演变成最麻烦的局面了 林东雪也赶来了 看见这一幕 不敢再轻举妄动 刘红拿刀指着两人 刚再往前一步 我就宰了他 陈石说 刘红 你傻了吗 我们现在没有指控 你的直接证据 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杀人 刘红的眼中 流露出一瞬间的犹豫 小和尚大喊 不要管我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啊 还挺大公无私 你再喊一句试试 啊 小和尚一声惨叫 刘红的刀出进了他的肩膀 为了增加他的痛苦 他还左右转了两下 尹温看着这一幕 眼中落下泪来 刘红抱着小和尚 慢慢推到门边 冲尹温说 开门 开门啊 臭婊子 愣着干嘛 尹温一动不动 他的头发披在脸上 看不见表情 灵灯雪 有种不好的预感 陈石慢慢往前挪了几步 被刘红察觉 用刀指着他 站住 再往前 刘红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眼睛瞪得好像要爆出眼眶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尹温手中的刀 插进了他的侧腹 他抬起头 流着泪说 不要伤害我儿子 第231章 该来的 终于来了 刘红难以置信地看着尹温 艰难的张张嘴 他调转手中的刀 不知是打算杀了小和尚 还是向尹温报仇 尹温像疯了一样尖叫一声 把刘红推倒在地上 用刀子一下一下戳他的身体 从诚实的角度 只能看见刘红抽出的双腿 在动弹了 尹诗和灵冬雪 交换了一个错愕的眼神 就算尹温已经被洗脑 他毕竟是个母亲 保护孩子的冲动 是刻在基因里的 尹温站起来 眼睛空洞得像已经死了一样 小和尚坐在地上 身上溅了不少血 屋子里的三双眼睛 都在看着他 尹诗说 尹温把刀放下 你是受害者 法律会保护你的 尹温对他的话置若网闻 他冲小和尚露出温和的微笑 陈光 对不起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然后他举起刀 在自己的喉咙上切了下去 不要 小和尚大喊 陈诗和灵冬雪冲过去 两人试图止血 但是尹温的伤口太深了 几条大血管全被切断了 怎么无也捂不住 来不及了 陈诗悲伤地摇了摇头 尹温的抽搐越来越微弱 最后不再动弹 他的瞳孔已经散开 脸上却带着一抹笑容 小和尚被松绑之后 立即爬到尹温的尸体边 和掌念起大悲咒 眼中不断滚出泪水 看着这一幕 林冬雪也受到感染 热泪盈眶 直到警察来之前 这间寂静地充满血腥味的屋子里 都回荡着小和尚 喃喃的送经声 三天后 陈诗 林冬雪 以及其他警察 打开刘红的家门 饿了几天的狗 对他们狂飞不止 好不容易才安抚下来 为了些狗粮 警方开始搜查这里的每个角落 刘红是个谨慎的人 并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实际上 陈诗发现一个柜子后面藏着暗门 他推开一看 后面有一个小隔间 不到五平米 是在卧室多气了一堵墙隔出来的 小隔间的墙壁未经粉刷 露着整齐的红砖 墙上钉着一根钢钉 拴着一条金属狗链 地上有一些生活垃圾 吃过的饭盒 用过的水杯 马桶 还有卫生巾 林冬雪简直不敢相信 说 尹文就在这里被关了13年 陈诗说 改造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 卧室旁边多了一道门 从这间密室出来 可以完美避开窗户的监视 从正门离开 李彪消失那天 尹文就是这样 从我眼皮底下出去的 他就心甘情愿 当刘红的奴隶 甚至替他杀人 谁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也许心理学家 会对尹文的案例很感兴趣 但陈诗不愿意细想 在这个狭小的隔间里 他看见了人性最阴暗 扭曲的一面 一个人是可以完完全全 变成野兽的 一头藏在人皮之下的野兽 小和尚穿着一身洗干净的僧衣 胸前的搭脸里 装着母亲的骨灰 陈诗问 以后有什么打算 还继续当和尚 小和尚惨淡一笑 经历了那晚之后 我一直想让内心平静下来 可是却总挥之不去 我总在想 人性为什么如此可怕 佛经中没有答案 所以我想四处云游 历练一下自己 林东雪说 在外面自己小心 小和尚和掌行礼 截然一身 无所畏惧 希望我们有缘再见 他背上搭脸就走了 一身朴素的僧衣 消失在市井喧嚣中 林东雪说 你说他将来 会变成一个大师吗 大不大师的 我倒不关心 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吧 陈诗说 突然 两人发现靠得太近了 林东雪正要拉开一点距离 陈诗说 对了 今天有时间吗 怎么 要请我吃饭 林东雪笑着问 陈诗的手 从林东雪的另一侧绕过来 打开手中的两张票 买了两张电影票 又不知道和谁一起看 欲盖弥章 林东雪笑骂一声 把脑袋 搂着林东雪的身体 陈诗感觉一阵甜蜜 自己也该踏出这一步了吧 那天晚上发生的凶险 多多少少改变了他的想法 危险并不仅仅来自 那个通缉犯 危险潜藏在许多地方 所以 更应该珍惜眼前 两人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傍晚回家 陈诗打算做一顿好吃的 另外商量一下住房的问题 他电脑里有一份出租合同 打算叫林东雪 以后就住在这里 不过 就拿出一张纸吗 似乎有点单调 想来想去 他决定出去买一束花 一束浪漫的玫瑰花 汤蹲在锅里 陈诗把手洗了 说 出去一下 林东雪扔下手中正在削的苹果 说 我也去 坐在沙发上玩平板的陶月月 察觉到空气微妙的变化 自觉地回屋去了 考虑到要给林东雪一个惊喜 陈诗说 不用了 我马上就回来 你要什么我给你带 一瓶国力城 好 陈诗去附近的花店 买了树新鲜的玫瑰 往回走的路上 一个穿着卫衣的男孩撞了他一下 陈诗狐一地回头看看 感觉身上多了什么东西 一摸 口袋里多了一个信封 陈诗打开一看 错愕地瞪大眼睛 他扭头去追那个可疑的男孩 对方早已消失失踪 微微的刺痛感 把他的思绪拉回现实 原来手中的玫瑰被钻得太紧了 他沉默地盯着玫瑰 摇了摇头 最后将它塞进了垃圾桶 第232章 耻辱烙印 4月3日 林东雪坐车上班的路上 一直心绪不宁 昨晚陈诗说出去一下 一直到8点才回来 做好的饭菜都凉了 回来之后就皱着眉头 一言不发 当林东雪试图安慰他的时候 他却说 东雪 明天搬家吧 别住在这里了 林东雪如梗在喉 半夜用枕头捂着脸哭了 他甚至想 陈诗大概对他没有感觉吧 昨天在电影院两人还拉了手 为什么突然之间 态度180度转变 他实在想不通 上班最苦闷的事情 就是遇到一些私人问题 来到单位 还得强颜欢笑 林东雪和迎面而过的同事 微笑着打招呼 坐到办公桌上 翻看手头 等着处理的几宗案子 眼睛盯着文件上的字 却看不进去一个字 思绪早不知飘到哪里去了 他前几天写的 备忘签贴在桌边 要去彭队长那边 取一份DNA鉴定报告 于是他来到技术中队 彭队长好像正在做解剖 林东雪自己在桌上翻了翻 无意中看到一份卷宗 是几年前的案子 上面居然有宋朗的名字 平时经常听人提到宋朗 也不知道这人是何方神圣 出于好奇 他坐下来打开卷宗 案件发生在三年前 龙安市于两个月间 接连发生了几起连环杀人案 每个犯罪现场都有两名死者 他们的关系都是情侣 离异夫妻 父子这些 而且凶手故意留下一个 鲜明的犯罪签名 一张照片里 拍下了某名死者颈部的烫伤 那是一个正三角形 中间有一些奇怪的花纹 像是用烙铁之类的东西烫上去的 经过一系列调查 警方大致锁定了一名叫周孝的嫌疑人 但一直没有逮到他 这时 专案组内部出现了变数 有证据显示 第三起命案的犯罪现场 出现了宋朗的指纹 巧的是 这起命案的受害者 正是宋朗一直没能找到证据绳制以法的 其他案件的嫌疑人 有人怀疑宋朗搭顺风车杀人 借机报复 专案组暂时将宋朗停职 但他却自己单独调查 某天深夜 几声枪响惊动了警方 警察赶到时发现宋朗的搭档秦洛希 以及上司李牧倒在血泊中 死因以为枪伤 后来在现场发现了宋朗的指纹 脚印 血手印 警方认定宋朗有重大杀人嫌疑 对其展开追捕 宋朗也从此不知所踪 这份卷宗只是客观的叙述 却看得林东雪后背声寒 他太过投入 甚至没注意到 彭思觉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身后 东雪 林东雪吓了一跳 回头打招呼 彭队长 看这个 老案子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 这案子你也参与了 宋朗真的杀人了吗 彭思觉一脸疲惫地坐下来 从抽屉里取出一包烟 拿在手上蹲了蹲 想想又放了回去 说 你会突然开枪打死 我和陈石吗 不会 肯定不会 人的行为是有连贯性的 我和宋朗认识很多年 我知道他的为人 死者秦洛希是他的未婚妻 而李牧是他在警校的教授 以及后来的师父 他不可能杀人 但是 别人不这么想 第二为什么 宋朗太出名了 当年的警戒传奇 他平均2.5天破一个案子 各分局 各县及其他外事的公安局 经常来找他帮忙 他毕竟是个人 没那么多精力 所以推到的案子更多 长此以外 不少人认为宋朗孤高自傲 虽然这些人根本没见过宋朗 当时出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局里甚至请来心理学家分析 心理学家认为 宋朗有严重反社会人格和强迫症 他搭顺风车杀人未遂 就开始了报复灭口 根本一派胡言 他的智商不会留下这么多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可是这上面的证据很充足 如果是有人嫁祸陷害 难道没有漏洞吗 漏洞一定是有的 一定是有的 只是还没找到 彭队长 你为什么突然看这个老案子 你过来 有东西给你看 林东雪穿上无军衣 随彭思觉来到验尸房 铁床上躺着一具男性尸体 已经解剖完毕 被重新缝合了起来 从肚气到脖子有一道长长的缝合线 看得林东雪一阵发寒 彭思觉掰过死者的脖子 他错愕地说当年那个连环杀手 是 这个细节警方没有对外公开过 不可能有人模仿他的手法 这案子是他做的 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昨天晚上 彭队长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耻辱烙印 耻辱烙印 早在18世纪 精神病人被当作邪灵附体 和麻风病人杀人犯关押在一起 被人粗暴地对待 法国精神病学家菲利普 皮内尔在一起参观精神病院时 发现了一名被关押的病人 脖子以下全部是密密麻麻的烙印 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原来病人每次发病 护士就用烧红的烙铁 强迫他安静下来 皮内尔受到极大震撼 花费一生建立了现代精神病学 让病人得到治疗和照顾 当年这个用来虐待病人的烙铁 被后人称作耻辱烙印 意思就是精神病学史上的耻辱 放在皮内尔的博物馆展览 后来又被拿出来拍卖 落入一名不知名的买家手中 周孝故意模仿这个 是想传达什么想法 他觉得别人都是疯子 不是模仿 我亲自化验过伤口的铁锈成分 他用的是真正的耻辱烙印 我刚刚提到的不知名买家 正是周孝的受害者之一 从那之后 他就拿这个当做自己的犯罪签名 林东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望着冰冷的尸体 他想 这个疯子又回来了 但这次没有宋朗可以对付他 又会有多少人遭殃 彭思觉突然说 对了 你把卷宗给陈氏看看 我想听听他的想法 他脑筋活络 又是局外人 说不定有新看法 彭队长 卷宗是不让拿出去的 那你就再看一遍 然后口述给他 好吧 宋朗和你关系很好吗 嗯 假如 我是说 假如 宋朗真的杀人了 你会怎么做 亲手逮捕他 然后辞职 第233章 三张照片 陈时今天没有去跑出租车 而是在市里到处转 他手上拿着三张照片 正是那个神秘少年 放在信封里塞给他的 第一张是陶月月 第二张是林东雪 第三张是他自己 三张照片 都用红笔画了一个叉 三张都是偷拍的 对方的用意再明显不过 这是无声的威胁 最近他也侦破了不少案子 不排除是某个嫌疑员的亲友做的 但他心中一直有张脸挥之不去 周笑 他昨天考虑了一整宿 从今往后不再协助破案了 从龙安市搬走 不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但如果不逃避 就会有人死 照片上的暗示 已经再清楚不过 死的将会是陶月月 或者林东雪 他拿着照片 在找偷拍的位置 陶月月平时生活简单 很容易就确定了偷拍的角度 是他放学路上的一个小象 林东雪这张 不太容易看出来 自己这张就更看不出来了 照片上的自己 看着似乎有点陌生 也是 本来就不是自己的脸 跑了快一天 下午陈时回到家 他浑身疲惫 只想回家喝点酒 来到楼下的时候 一辆卡车正在卸家具 陈时没有多想 静止上楼 对面的门开着 一名身材靓丽 带着眼镜的女士站在那里 陈时发现 他身后的房间 空空如也 新班来的 陈时问 你好 我叫顾悠 以后大家就是邻居了 美女伸出手 陈时和他握了握 工人搬着沙发上楼梯 楼道里本来就很窄 顾悠闪到陈时这一边 他身上的茉莉香水 飘进陈时的鼻子里 陈时瞄了一眼 身材真是好极了 不好意思 能去你家待一会吗 一时半会 估计搬不完 顾悠笑道 你不亲自盯着吗 万一把你家具磕着碰着 不要紧 又不值钱 那 随意吧 进到陈时家中 顾悠左右打量 嗯 房子不错 比我那个要大一点 陈时给他倒了杯水 你房子买的 买的 听说这片要拆迁 真的吗 估计还得等好些年 你一个人住啊 不 陈时犹豫了一下 不知该怎么说 还有个女儿 单亲爸爸 陈时从冰箱 拿出一瓶红芳 给自己倒了一杯 顾悠说 不好意思 我可以喝一杯吗 陈时心想这女人 有点不客气啊 但毕竟是客 也只好说 我给你拿杯子 顾悠就着岩石杯 喝了一口 打量着手中的酒杯说 我喜欢威士忌的口感 很醇厚 这是便宜货 你要是喜欢 可以自己买瓶支花式来尝尝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司机 我是心理医生 在这里经营一家心理诊所 这是我的名片 陈时接过名片看了一眼 顾悠的气质确实很知性 陈时注意到 他指甲边缘的磨损 还有手腕内侧的老姐 应该是从事长期 对着电脑工作的人 陈时说 难怪你和我说话的时候 总是盯着我的鼻子 哈哈 社交心理学的法则 说话的时候 注视眼鼻间的三角区 最为得体 怎么称呼 陈时 陈先生对心理学也有研究 只是感兴趣罢了 我想 我们还是有点共同语言的 你至少不会问你知道 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这种问题 心理学研究的是 心理活动的规律 和发生原理 而不是他的内容 说句闲话 你认为真有读心术吗 你认为呢 顾悠环顾四周 陈先生应该曾受过 什么重大创伤 表面上从容豁达 内心却缺乏安全感 长期处在压力状态 你有逃避现实的冲动 怎么看出来的 这个家一走进来 给人感觉温馨舒适 客厅是给外人看的 是表人格的体现 而卧室象征着理人格 陈先生的卧室非常凌乱 说明 你刻意把好的一面 呈现给外人 另外 我注意到 茶几上没有任何锋利的东西 比如剪刀 水果刀 牙签 说明你内心缺乏安全感 总要把隐患消灭干净 陈时站起来 把卧室关上 笑道 卧室不是我住的 不过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不愧是学心理学的 顾悠准备再倒一杯酒 陈时把酒瓶拿开 说 我还有点事情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和你聊天很愉快 送走顾悠后 陈时嗅了嗅 屋里还有股香水味 他赶紧把空调打开换气 顾悠用过的杯子也清洗干净 甚至连桌上的指纹都擦了擦 他哑然失笑 不知道自己这么谨慎干嘛 怕灵冬雪回来 闻见香水味 心里不高兴 今天 灵冬雪应该要搬走了吧 虽然他也喜欢灵冬雪 但他不想 把他卷入危险之中 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正确呢 他心中很是迷茫 五点钟 灵冬雪回来了 陈时说 我不是要赶你走 只是觉得 住在一起不大合适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去收拾东西 房子找好了吗 找好了 已经付了定金 那我给搬家公司打个电话 看得出来 灵冬雪今天心情不大好 陈时心中叹息 对不起 等搬家公司的车来的时候 陈时点了灵冬雪喜欢吃的外卖 两人坐在客厅 灵冬雪的几包东西就放在门口 灵冬雪说 对了 这个事情要告诉你 他把上午看到的卷宗 以及那名连环杀手 再次作案的事情 告诉了陈时 陈时的反应出乎意料 他抓住灵冬雪的肩膀说 你确实是相同的烙印 嗯 彭队长是叫我问问你的看法 哪里是问看法 彭思觉分明是通过灵冬雪 把这件事告诉陈时 陈时沉音片刻 摇头道 光听你说 没什么印象 下次给我看看卷宗好了 外面传来车声 灵冬雪走到窗户边望了一眼 苦笑道 搬家公司先到了 看来吃不上外卖了 那个 这阵子谢谢你照顾我 陈时不说话 低头思考 老陈 等等 你不用走了 以后就住在这里 第234章 是他什么人 灵冬雪十分诧异 这又是唱哪一出 陈时说 以后你就住在这 每天尽量早点下班回来 如果晚于六点 我亲自去接你 我都交了定金 算我的 那你不是怕麻烦吗 不要紧 我想通了 他想通了 让灵冬雪一个人住 反而更不放心 现在周孝确实回来了 那三张照片 很大概率是他送来的 所以要保护灵冬雪 没有比眼皮底下更安全的 但灵冬雪还在置气 说 不用了 我本来也打算搬走的 他拉着拉杆香药走 陈时用手按住墙 挡住去路 认真的说 这间卧室我租给你 一个月三百块 灵冬雪别撇嘴 不稀罕 灵冬雪还是走了 路上赌气的想 昨天给我脸色看 打我走 今天又不让我走 以为我是他什么人 想着想着 眼眶一阵发酸 来到新家收拾一通 忙到八点 身上弄得很脏 他烧了热水准备洗澡 结果拿手一试水 好像被针扎了一下 再试一下还是这样 灵冬雪立即去找房东 房东正跟几个朋友搓麻将 屋里烟味弥漫 格外吵闹 灵冬雪敲敲门说 我的热水气漏电 房东叼着烟 烟熏的眼睛睁不开 漫不经心的说 美女 我明天叫人去看看 这么晚点还有电工 你今晚将就一下吧 自摸 灵冬雪气不打一处来 回到住处 发现陈石站在门口 手里踢着一个袋子 灵冬雪十分诧异 说 你来干嘛 陈石举起袋子 你洗漱用品都没带 给你送来 还有化妆品 灵冬雪气得笑了 那是护肤品 我又不用化妆品 对对 你天生丽志 用不着化妆 也甩那些网红几条街 灵冬雪强忍着笑 说 进来吧 别站着了 陈石打量他的新住处 说 一千一个月 倒不算贵 你怎么一脸不爽 热水器漏电 房东在那打麻将 说明天找电工 我帮你看看 电的东西 还是别碰了 万一 没事 我车上有工具 陈石举取来工具 关了电闸 把热水器敏开检查 他指着一个地方说 这热水器 根本是新瓶装旧酒 外面是新的 里面都老化了 你用的时候 还是烧完水 把插头拔了吧 租的房子就是麻烦 我什么时候 能用自己的家 林冬雪一阵惆怅 要不要我见你一笔首付 不要 那我以后不得 天天对你笑了 别人对我笑 我还不见呢 林冬雪笑了 又想起还在生他的气 故意收敛住 陈石修理热水器的时候 突然全身颤抖 牙关打架 林冬雪吓坏了 赶紧揪他的衣服 陈石笑了 骗你的 考考你的应变能力 林冬雪气的垂他一下 手腕却被陈石抓住了 卫生间里本来就局促 加上马桶 占了三分之一空间 林冬雪被拽着手腕 几乎已到了陈石怀里 他的脸颊一阵发烫 陈石说 昨天赶你走 不是你的原因 是我的原因 你别生我气了好吗 我有什么权利生你气 我和你 又没什么关系 林冬雪白皙的脸颊 又红了几分 像个刚刚成熟的苹果 反正我正宗向你道歉吧 这房子要是住不下去了 随时欢迎你搬到我呢 搬你呢 我下次收你房租 这样你就住得心安理得了吧 一个月三百怎么样 三 BSP 三百也太便宜了吧 百名要是让我白住 你别老对我好 我会有心理负担的 我怀疑你是不是 林冬雪点着他的胸口 一字一顿地说 居心叵测 我是真心真意提议的 六百怎么样 我平时还在你那吃饭 六百也太便宜了 那就八百吧 一千好了 市面上差不多也是这个价 有我们这次还价的吗 君子国 两人相互看着 同时笑了 一阵水流哗啦啦地喷洒下来 吓得林冬雪赶紧跳出来 原来陈石的后背 不小心碰到了淋浴开关 两人都淋了一脑袋水 真倒霉 林冬雪苦笑 别动 陈石拿了一条干毛巾 替他擦拭头发 他宽厚的大手 隔着毛巾覆盖在他脑袋上 能感受到手掌的热量和压力 林冬雪的心脏砰砰直跳 屋子里没开灯 一片寂静 林冬雪情不自禁地想 伸手抱住陈石的腰 突然又想 自己在干嘛呢 他连忙克制住冲动 说这样就行了 反正一回还得洗澡 你的头发也湿了 陈石随便抹了一把 说 我头发短 不要紧 那个 林冬雪脸红红的 屋子里的气温 似乎比当台也升了几度 你没吃饭吧 我交分外卖 我自己叫就行了 不生我气了吧 本来就没生你气 住你那儿也是零食的 我哥要是知道我们住一起 不得骂死我 我迟早要搬出来的 我一个女孩子 在你那也不方便啊 反正 你不管住了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晚上早点回来 门一定记得锁 明天我给你装个插销 陈石摊开手 你给我一把 明天白天 我过来给你装 干嘛突然这样 林冬雪受宠若惊的说 担心自己的安危 不正是高级行事的关心吗 可能是上一个案子太危险 让我有点害怕 老实说 我很喜欢 林冬雪一阵紧张 不由得竖起耳朵 陈石继续说 很喜欢和你在一起聊天 吃饭 破案 你可别突然殉职了 林冬雪拿拳头 捶了一下陈石的胸口 笑骂道 乌鸦嘴 晚上十点 陈石回到自己家 陶月月还没睡下 他说 把人赶走 又跑过去 大人真是矫情 你怎么知道 我去林姐姐那了 你进门的时候 笑得很猥琐 会形容吗 你们今晚交配了吗 没有 等一下 说什么呢你 陈石立即瞪大眼睛 拿出监护人的威严 为什么不能说 于衣上来说 这只是一个中性词 而且 我们已经上过生物课了 我妈妈又是做那种职业的 我早就知道了 老实说 国外孩子小学就普及性教育了 中国家长却遮遮掩掩 一听到 小孩说这种话 就大发雷霆 性本身只是生物学上的一种行为罢了 猫猫狗狗都会发春 大人认为 小孩不该了解 无非是自己思想龌龊罢了 你那本心理学书说 爱情是以性为基础的人类高级感情 你喜欢林姐姐 想和她交配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一方面不让小孩去了解 另一方面 小孩被人性侵 又指责他们不懂保护自己 你们这就是一种双标和话语霸权 我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诚实心服口服 不过 这两个字实在太那个 你能不能换种说法 你说哪个比较好 想了想 好像没什么正经词汇 陈石说 家里说说就行了 在外面 你还是正常一点吧 所谓正常又是什么 你指的是 其他同龄人行为的平均值 你今晚是不是苏格拉底附体 过来和你说个正经事 第235章 你是宋叔叔吧 20分钟后 听完陈石的话 陶月说 那个人要回来杀我了 目前只是危险 但可以肯定 他又开始作案了 从明天起 你放学必须早点回来 不要走人流稀少的小路 尽量和同学结伴 我只要有时间就去接你 我不怕他 陶月月 是是 知道了 这些是宋叔叔和你说的 啊 是 宋叔叔一直在追捕这个犯人 他从来没放弃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呢 会的 陶月月狐疑地看他一眼 故意说 如果见到他 我想告诉他一些事情 关于我的目击证词 你可以先说 我给我听听 当年我并不是躲在柜子里 看妈妈被杀死的 我是站在旁边的 陶时一阵惊讶 他饶过你了 陶月月点头 因为回忆起往事 他暗暗揪了一下裤子 这个动作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惧 那天深夜 我闻到一股气味 就不能动弹了 然后那个人进来了 打开灯 开始强暴我妈妈 他性侵了你妈妈 对啊 之前我也提过 可我记得 陶时突然杀出话头 糟糕 这个细节 没有逃过陶月月的眼睛 陶月月说 强暴我妈妈的事情 我故意撒谎的 陈叔叔 你其实就是宋叔叔吧 为什么这么说 感觉 你有很多地方很像他 你总是说 他和你还保持联系 可是当年我根本没见过你 更没见过你和宋叔叔同时出现 你很会破案 宋叔叔也会破案 你们有许多小习惯很相似 比如开车的时候 习惯用手指拍打方向盘 还有你经常对着镜子 检查自己的脸 明明长得不帅 还这么自恋 陈时一阵佩服 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陶月月 他把两根手指放在嘴唇上 这是咱们之间的秘密 对谁都不要说 宋叔叔 陶月月激动地扑到陈时怀里 哭了起来 陈时拍拍他的背 当着别人的脸 可别喊这个名字 嗯 陶月月擦着眼泪点头 你刚刚说的 目击到的真相是什么 他让我和妈妈选 谁去死 妈妈说让我死 我说 我愿意去死 他就笑着对妈妈说 自私的母亲 还是你去死吧 妈妈后悔了 不停地说愿意自己去死 可已经晚了 他把刀插进了妈妈的胸口 所以 你就在旁边看着母亲被杀 当年为什么不说真话呢 因为我当时希望他跑掉 我恨我妈妈 我感谢他杀了他 让我成为孤儿 所以 你其实看到了他的长相 是的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撒谎的 我后来知道他杀了很多人 他不是好人 不要紧 陈时抚摸他的脑袋 案子还没有结束 到法庭上 记得说真话 会有那一天吗 会的 还有一个问题 你既然恨你妈妈 当时为什么要选自己去死 陶月赶上地说 我是妈妈稀里糊涂生下的孩子 他一直把我当成一个雷坠 就算他死了 我也不会幸福 所以我想 死了反倒更轻松一些吧 结果他放了你 真是讽刺 我觉得那个人 和我 和我有点像 是 陈时严肃地说 他也有不幸的童年 不同的是 不同的是 我有陈叔叔 小机灵鬼 陈时笑着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早点睡吧 陈月月睡下之后 陈时也洗漱准备睡觉 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 尽管过去三年 还是不太习惯 他突然发现一个小细节 立即取出照片 和镜子中自己的脸比较 看清楚之后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低声骂了句 混蛋 全完这一手 第二天 陈东雪去上班 迎面见到林秋普 林秋普说 气色不错呀 昨晚睡了的好觉 陈东雪说 来得正好 我这里有个案子 你去处理一下 可我手上还有三宗案子没搞完 那些交给别人吧 我这个案子比较合适 两个孩子失踪了48小时 家里记得跟什么似的 失踪案 陈东雪有点不解 我们什么时候 连失踪案也管了 上次你查的 不也是失踪案吗 我当时给了你多少帮助 是不是该还我人情了 林东雪十分无奈 林秋普又说 而且这个失踪案 可能已经演变成命案了 警方在小孩家里 发现了一样东西 所以转到了我们这边 你随我来一下 林秋普带着林东雪到办公室 交给他一个本子 本子上贴着 当红偶像的贴纸 散发着一股廉价的香味 打开一看 字迹捐绣 一看就是女孩子的 林东雪往后翻 赫然看见一篇文章 标题为 我杀了我弟弟 看完两页后 他被上面阴暗 压抑的文字震惊了 抬头看着林秋普 林秋普说 失踪者蒋惠和蒋明 是一对同父异母的姐弟 蒋惠今年十六岁 蒋明十三岁 四月二号晚上 蒋惠放学没有回家 父母急得到处找 后来发现蒋惠也不见了 于是去派出所报了案 再后来在蒋惠的抽屉里 发现了这个 以及美工刀 橡胶手套 怀疑装有毒药的瓶子 派出所那边 便移交给了我们 瓶子 我已经拿给鹏队长化验了 同父异母 弟弟是后妈生吗 是的 找人的活 我实在是 你不用找人 派出所负责找 你只需要确定 是不是一起命案 如果是 我们正式立案 如果不是 那就撤出来 好吧 我现在就去 林东雪打车 去往蒋惠的住处 路上仔细阅读了 这篇日记室的文章 来到蒋惠家 发现父母 爷爷妈妈都在家里 一家人郁闷地坐在客厅里 爸爸抽着烟 妈妈和奶奶正在抹泪 爷爷哀声叹息 孩子走丢了 对这个家庭打击巨大 当得知林东雪是刑警之后 奶奶灯时血压升高 差点就要晕过去 林东雪盲说 您不要误会 目前这案子 还没有演变成刑事案件 我来是了解一些情况 警察一查又一查 来了解情况 我家明明呢 奶奶伤感地说 你就知道关心明明 会会不也失踪了 你从昨天到现在 半句都没有提过他 爷爷义愤填膺 明明弄丢的 现在刑警都上门了 他肯定是把明明 妈妈说着眼泪下来了 如果不是你们 平时总偏着明明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说来说去 都是你这个后妈的错 爷爷气得大吼 林东雪心想 看来这个家庭 问题很大 第236章 失踪的孩子 林东雪连忙打着圆场 防止一家人吵起来 然后他决定挨个询问 第一个当然是一家之主 孩子的父亲 两人来到讲会的房间 林东雪的第一印象 是讲会是个极为叛逆的女孩 屋子里贴了不少 摇滚明星的海报 架子上的书 也都是悬疑恐怖类的 上面一列全是小说 下面是杂志 胆小鬼 男生女生 不客 这些 桌上最引人注目的 是一个骷髅形状的笔筒 林东雪问 讲会平时是个怎样的孩子 哎 警察同志 我可以抽烟吗 请便 父亲点上一根烟 叹息一声 都怪我 结婚那几年 一直忙生意 很少在家陪他们母女俩 我那是农村出生 小时候家里苦 来到龙安之后 看到金银店面 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司 打拼这些年 没少吃苦 男人嘛 家庭事业不可能都顾全 我在外面应酬很多 经常不能回家 林东雪打断他 不好意思 我想听的是 讲会的事情 哦 对不住 讲会这孩子挺聪明的 上小学的时候 书法比赛拿过一等奖 然后也比较省心 我吧 可能算不上什么负责的爹 可能是因为我在外面应酬太多 和他生母关系一直不大好 但我生活费从来没少寄过 我挣一万 给家里打六千 讲会从小物质上 是没亏欠过什么的 他出生第三年 我认识了华梅 也就是先任妻子 当时我原配 闹得不可开交 一次还在路上拦车 揪着华梅的头发打他 搞得特别难看 我承认 明明的妈是小三上位 可他对我事业上比较支持 我不是世俗认为那种 亦有钱抛弃原配的渣男 因为当时我根本没什么钱 后来生米煮成熟饭 华梅怀了明命 我正式和前妻离婚 惠惠判给了我 虽然我不常回家 但惠惠从小到大 我在经济上 从来没亏欠过他 他要什么我都给买 我心里从来不偏袒谁 两个孩子 我是一碗水端平 林东雪暗暗叹息 这不还是在说自己吗 林东雪问 问一句 蒋明的生日是哪一天 6月16号 蒋惠呢 嗯 父亲搔着头 7 8月份吧 你说一碗水端平 我看不见得吧 我手上这个笔记 是蒋惠自己写的 他说 你是个神仙 很少露面 永远笑嘻嘻的 却猜不透你的想法 他说 我确实事业太忙 没有办法顾到家 要不怎么会让我爸妈 照顾这两个孩子呢 林警官 你结婚了吗 我可以不说吗 别误会 我是说 等你结婚就明白了 男人都是以事业为重 毕竟肩上的担子重啊 成天在家 陪着老婆孩子的男人 铁定是个没出息 吃软饭的货 林东雪吃之以鼻 换了个问题 两个孩子失踪之前 你注意到什么异常没有 父亲摇头 不知道 我也是得知这消息之后 匆匆从外地回来的 为此耽误了几十万的生意 为什么小孩子长大了 长大了都不省心 是啊 挣钱比较重要 林东雪讥讽到 父亲一拍大腿 对对 还是你比较民事理 没有钱什么都白谈 我为了这个家做了多大牺牲 就是没人明白 你是个懂我的人 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不必了 别误会 父亲善笑着 我意思是 下次你就不用特意跑一趟 来了解情况了 我想和明明的妈妈谈谈 可以可以 我叫她进来 后妈一进来 就指着墙上的海报说 警察同志 你看看 这孩子整天脑袋里在想什么 你闻到屋子有一股烟味没有 她平时偷着抽烟 不是 那是她爸爸刚当抽的 哦 不过她也抽烟 被我带到过好几次 她居然跟我说 不要我管 我是后妈没错 可我从来没偏过心啊 自打嫁进这个家 我就本本愤愤侍奉公婆 扫地做饭全是我做 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 有些小孩就是不知感恩 你知道 她什么鬼的心吗 我找照片给你看 后妈掏出手机翻照片 林东雪瞥了一眼 上面全是讲明的照片 后妈尴尬地说 呃 一时半会找不见了 我和你形容一下吧 她一个女孩子 剔个男生一样的头 还戴耳环 而且只戴在一只耳朵上 搞得不伦不类的 她在学校里 竟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生处在一起 经常很晚回家 我还闻到她一身酒气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 跟那些男孩在一起 能干些什么 对了 她还买一些首饰 买书 买CD 她平时零花钱也不多 你说 她一个女孩子 从哪弄的钱 我都不敢往深处想 她父亲说 蒋惠平时要什么 她就买什么 你听她说 后妈提高音量 她哪有时间 就是往家里寄钱罢了 蒋惠一个月零花钱八百块 当然了 我怕她乱花 所以平时一点一点给她 不过这钱我从来不贪污的 该谁的就是谁的 蒋明零花钱多少 我们是一碗水端平 蒋惠八百 我家明明也是八百 不存在偏心哪个孩子的 后妈坐下来 叹口气 小时候她还挺懂礼貌的 还喊我阿姨 后来上了初中 整个人就变了个样 动不动摔锅挂碗的实性子 我稍微说她两句 她就顶嘴 骂我是小三 是狐狸精 甚至离家出走 不止一次了 这孩子简直浑身是刺 碰都不让碰 平良心说 我没动着她饿着她 我是真心拿她 当自己孩子养 可她倒好 好心当了驴肝肺 她爸平时在外面忙工作 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趟 要不是我家明明听话懂事 我真不知道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要是她敢对我家明明怎么样 我 我就和她拼了 后妈抹起眼泪 两个孩子失踪前 你注意到什么异常没有 异常 什么线索都行 比如他们说要去哪里 那天早上 蒋惠和我吵架 说我毁了这个家 她说话总是这么刺耳 她好像还说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她盯着我的眼睛说 总有一天要叫我后悔 蒋惠心里肯定没别什么好水 还有那本日记 什么杀死弟弟 天了 一个小孩子 居然想这么可怕的事情 如果她真敢 对我家明明怎么样 我 第237章 谋杀嫌疑 林东雪怕她太激动了 便说 我想参观一下蒋惠的房间 好的 我带你去 一进蒋惠的房间 林东雪感觉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墙上挂着蒋惠小时候的艺术照 一副虎头虎脑的样子 桌上放着一台配置豪华的电脑 旁边胡乱扔着许多漫画书 垃圾桶里 还有吃剩的零食包装 后妈甘尬地说 屋里乱 还没收拾 两个孩子失踪了 我哪还有心情收拾 失踪当日 蒋明说过什么吗 没说什么 他前一天熬夜学习太晚 第二天一早迟到了 爬起来就赶紧去学校了 他们分别在哪上学 他俩都在实验中学 一个在初中部 一个在高中部 蒋明最近没和你说过什么 哦对了 他说 想养一只猫 我不同意 初三学业这么重 哪有闲工夫养猫 我家明明可能是进入叛逆期了 和我们沟通不多 整天就是待在屋里 我为了了解孩子 也做了不少功课 我经常和他学校老师聊天 明明喜欢玩什么王者荣耀 我自己也下来看看 我怕他用脑过度 还给他买了一些保健品 这一盒就是一千块 一提到儿子 后妈的话匣子便打开了 林东雪立即指住他 问姐弟俩关系怎么样 能怎么样 葛过葛的 平时除了一张桌子上吃饭 很少说话 小时候倒是经常一起玩 长大之后 都有自己的事情了 这也是难免的 蒋惠的日记上提到一些事情 我想和你核实一下 好的 您尽管问 有一次 蒋明拿了蒋惠的U盘 去网吧考游戏 把蒋惠做的一个文档给删了 蒋惠很生气 回家和他吵架 你却把蒋惠骂了一顿 有这事 好好回忆一下 哦 想起来了 有一次他俩是吵架 提到U盘什么的 我当时正在和人打电话 听见客厅吵得不行 就说了蒋惠两句 说他当姐姐的 怎么不知道 牵绕着弟弟一点 日记上说 你不只是说了两句 还对他说 再不知好歹 迟早让你滚蛋 没有没有 后妈拼命否认 我什么为人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我不可能说这种话 林东雪心想 要是陈实在就好了 一眼就可以看穿 他是否在撒谎 林东雪不再计较这件事 又说 不过蒋惠倒是挺懂事的 他主动去和蒋惠道歉 还安慰他 叫他别哭了 我家明明是挺懂事的 这孩子可善解人意了 有一会 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日记上写的 有一次蒋惠感冒发烧 在床上起不来 你一大早把他拎起来 叫他站到卫生间里 你给屋子消毒 而他穿着睡衣 在卫生间站了半个小时 林东雪的转述 已经非常客观了 日记上继续的这一段 更加触目惊心 这孩子胡说八道吗 我那次是早上急着要出门 家里有爷爷奶奶 万一被传染上不得了 再说 这感冒你传染我 我传染你 我传染你 最后都好不了 我也是为了大家着想 所以 我叫他起来一下 我给屋子消消毒 我当时说话的语气 比棉花还轻 绝不存在像他说的那样 凶巴巴的吼他 林东雪暗想 我根本没听你当时的语气 当然也许是后妈 已经看过日记了 后妈又说 警察同志 你不要听他夸大其词 我根本不存在 虐待他什么的 我对两个孩子 是一碗水端平 无论是蒋惠还是明明 绝不会偏袒谁 要是明明感冒了 我也会给屋子消消毒的 他还说 你扇过他耳光 当着蒋明的面 不存在 事情起因你还记得吗 我想想 有一次我顿了之机 他不爱吃 把碗灌了 我就拍了下桌子 说你对谁识性子呢 我真的没打过他 林东雪设了一个圈套 他只提起山耳光的事情 后妈却原原本本 把起因说出来了 说明 山耳光是真的有过 林东雪说 蒋惠不是这样说的 你不听他一面之词 他说 他对花生过敏 这件事全家都知道 你却在菜里放了花生 所以他就不吃了 然后你动手打了他 什么花生过敏 明明和蒋明是一个爹 他怎么不花生过敏 他就是找茶挑的刺 我对两个孩子 是掏心掏肺 从来没有骗过谁 他在外面 接触了一些不良少年 灌输了一些不好的思想 回到家就找我的茶 你知道他还打过吗 什么时候 几个月前 我才说了他两句 他就推了我一把 我差点摔倒 我这个岁数 要是伤筋动骨 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倒好 自己打完人 还跑到屋子里去哭 好像自己受了天大委屈似的 林东雪对这个女人一阵反感 他大概已经知道 蒋惠在家中的处境了 他好像也明白 林秋朴把这案子 派给他的用意 从感情上 从小无父无母的他 多少能够理解 蒋惠的处境和内心 就算事情真像大家想的那样 或许也能搜集到一些 对蒋惠有利的证据和证词 林东雪说 我想仔细调查一下 两个孩子的卧室 可以可以 林东雪戴上手套 开始检查蒋惠的抽屉 抽屉里除了漫画书 游戏碟 没什么值得注意到的 就是在蒋惠的枕头下面 发现了一本布刻 杂志 他又打开电脑 上面有登录密码 于是给局里打个电话 叫个懂电脑的警员过来 然后林东雪又去了蒋惠的房间 在蒋惠的抽屉里 发现了一张银行卡 林东雪收作正午 他取下架子上的书 从书籍边缘的磨损程度看 蒋惠应该都看完了 他注意到 书里有些句子 用圆珠笔标注了出来 这些部分都是一些杀人 毁尸的具体方法 难道这小姑娘 真的杀了地点 林东雪仔细检查 还有什么遗漏 海报后面 CD盒里全部看了一遍 然后又翻了翻垃圾桶 垃圾桶里面罩了一个袋子 当他把袋子拿起来时 发现下面有一个包装塑料纸 是用来装注射器的 第238章 走访学校 装有可疑药物的瓶子 注射器包装 显然蒋惠失踪的时候 身上藏了一个装满药物的注射器 这时 信息科的小王来了 林东雪拜托他解开蒋明的电脑密码 花了十分多钟 密码被破解了 蒋明的桌面很乱 放的全是游戏图标 和一些二次元的图片 看来 蒋明平时生活的主题 就是玩乐 蒋明的QQ是自动登陆的 最近联系人里 有个标注姐的人 两人最后一次聊天 是在失踪前的晚上 姐 别打游戏了 死肥宅 我在隔壁都听见动静了 蒋明 知道知道 马上就睡 烦死了 姐 没忘了明天要干嘛吧 蒋明 知道 打完这把我就睡 林东雪暗存 两人约好了 一起去某个地方 当然 这也许是蒋惠 为涉及杀害蒋明部下的陷阱 虽然他没见过蒋惠 但以一个高中女生 想处理掉一具初中男生的尸体 显然是非常艰难的 最好的方式 就是引诱此人 到埋尸地点再杀害 林东雪继续翻看聊天记录 出乎意料的是 这对姐弟平时经常聊天 有时蒋明 还会对他说学校的事情 倾诉自己青春期的烦恼 蒋惠的口气虽然不大好 一口一个死肥宅 但看得出来 这个姐姐并不讨厌他 无论大人怎样偏心 孩子之间的关系 总要单纯得多 林东雪觉得对蒋惠 还不够了解 于是又去和爷爷奶奶聊聊 两人说了很多 但都不在点子上 他们口中的蒋惠乖巧聪明 蒋明聪明讨喜 林东雪想 去学校找蒋惠的同学和老师 说不定能多了解一些情况 于是 他来到两个孩子就读的实验中学 此时 是下午最后一堂课 林东雪来到蒋惠所在的班级 看见一个戴着变色眼镜的中年男人 背着手站在窗户前 神情冷峻 窗户旁边的学生还没有察觉 用书遮挡着 抱着手机笑嘻嘻地玩 中年男人伸出手 在玩手机的学生脑壳上狠敲了一下 然后把手一摊 那学生一脸沮丧地交出手机 中年男人压低声音说 下课来办公室一趟 看来这位是班主任 没收了手机 他又危言地扫尸一圈 这才离开 林东雪过去说 你好 蒋惠是你班上的吗 班主任上下打量他 你是蒋惠的家人 我是警察 哦 蒋惠还没找着吗 已经立案了 我来是了解一些情况 我们去办公室谈吧 来到办公室 班主任大咧咧地 翘着二郎腿坐下 拿起保温杯喝了一口 突然注意到林东雪站着 说 你坐 你坐呀 我站着就行 那搞得不好意思了 对 我也站起来说话吧 别别 我还是坐下吧 班主任笑嘻嘻地问 你看这挺年轻的 是派出所的 怎么称呼 姓林 能请您说说 讲会平时的状态吗 不要提他 一提他 我就一肚 就一肚子活 我就没见过 这么不听话的学生 好几次公然顶撞我 有一次我上课 逮到他玩手机 我要没收 他居然说这是他的私人财产 我没权利这么做 你听听这叫什么话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班上学生如果都这样 我还上什么课 还有一点 他经常跟一些成绩不好的男生鬼混在一起 我们学校对早恋抓得很严的 我把他们叫来谈话 你知道他说什么 活活把人气死 他说他 就是喜欢某某 学校能管他的身 管不了他的心 某某是谁 高翔 也是个刺头 班主任摆手 班主任难做呀 还有一点 他思想也有问题 他经常在周记里说 应试教育怎么怎么不好 是 他平时喜欢看书 是比较有文才 仗着自己发表过几篇文章 就适才傲武 我最瞧不上这种女孩子 我觉得 他家教就有问题 讲会父母离异 你知道吗 哦 好像听说过 你说他发表过几篇文章 在哪发表的 哪是什么文章啊 都是些小说 我找给你看 班主任从抽屉里 拿出一打杂志 扔在桌上 翻给林东雪看 你看看这些东西 都是些什么不堪入目 误人子弟的内容 竟是些暴力色情的 中央几次说要禁止 我看见一本收一本 这里面十本有八本 是我从讲会那没收的 他还屡教不改 每个月都买来看 这上面有讲会发表的 我听语文老师说 讲会在上面写小说 具体是哪几篇 我不是很清楚 语文老师呢 今天下午没他的课 没来 我可不可以见见高翔 一会放学我叫住他 你喝水吗 不用 这个高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两人是臭味相投 其实警察同志 讲会失踪一点都不奇怪 他这样叛逆的小孩子 哪天杀人了 我都不奇怪 我真不知道 他家里是怎么教出 这样的小孩的 你们找到他之后 一定要好好批评教育一顿 我说话不管用 你说话 他兴许还能听进去一点 他失踪前 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班主任回忆了一阵 摇摇头 我都懒得多看他一眼 没注意到什么 对了 他是在哪失踪的 这是不会追究学校和我的责任吧 这倒不重要 重要是找到他 怎么不重要 班主任还要说话 这时下课领响了 林东雪说 麻烦你找一下高翔 好 你稍等 老师下了课陆续进来 林东雪一个外人 待在这里有点尴尬 就移步到了门口 一会功夫高翔来了 实验中学每个学生 都要穿校服 但他却把校服系在腰上 显得很特立独行 高翔 高翔愣了一下 表情夸张地说 哇 警察有长这么漂亮的 林东雪一阵无语 我找你是为了 知道知道 讲会吗 警察姐姐请我吃个冰淇淋呗 就在校门口 林东雪也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说 走吧 高翔欢呼 你真好 第239章 有个姓的女孩 来到校外的冰淇淋奶茶店 高翔喋喋喋不休地 向林东雪介绍 哪款冰淇淋好吃 林东雪说 你自己点吧 我不吃这个 姐姐是怕长胖吗 你身材很好啊 高翔谄媚地说 我们能不能说正经事 好好 高翔故意正经危坐 你问吧 我保证知无不言 你和蒋惠什么关系 同学 朋友 哥们 不止这些吧 你们班主任反映 蒋惠曾经在办公室 说喜欢你 他那是故意气班主任的 我真不知道 早恋这个词 是谁发明出来的 学校又不教怎么谈恋爱 难道毕了业的人 就更适合谈恋爱 这句话是蒋惠说的 是不是很经典 我跟你说 他老有才了 写小说证稿费 经常请我吃东西 我跟他真的就是朋友 无话不谈的那种 跟你说个小秘密 我其实 喜欢姐姐这样的预解 林东雪 故意摆出冷漠的脸 蒋惠有提过自己的家庭吗 提过呀 他后妈就是个变态 经常骂他 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 有时候还动手 而且 他后妈从来不当着他爸 他爷奶的脸打他 都是背着打 蒋惠特恨他 巴不得他去死 他甚至跟我讨论过 怎么弄死一个人 你确定 那不是为写小说取材 可能吧 蒋惠也说过这话 每次想弄死后妈 就写成小说 挣了银子心情就舒服多了 他一个月搞费 一两千吧 他都拿去买CD 买书了 他可喜欢看书了 我是不爱看书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也说不清 就是经常一起聊天 有几次他在家受了后妈的气 跑出来找我 我请他喝啤酒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蒋惠也有 自己喜欢的人 我也有 好几个女朋友 我跟他在一起比较轻松 感觉跟哥们一样 那他和弟弟的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 我看他俩经常聊天 有时候一起放学 我还问他 怕不是要搞德国古科吧 哦 这是个梗 你自己到网上查查就知道了 我接着说蒋惠了 虽然蒋惠给人的印象很酷 很有个性 但我知道 他其实心里挺苦的 小时候父母离婚 爸爸又跟小三生了个儿子 他家里也偏心的严重 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就知道了 有一次下暴雨 蒋惠没带伞 就在教室门口站着 眼睁睁看着后妈开车 从初中部接走弟弟 他只能临着雨回家 还得了感冒 你觉得蒋惠会到什么地方 前两天来的警察已经问过了 我说了几个地方 他妈妈哪 他朋友家 他姨家 不知道你们找了没有 林东学想 这些大代蒋惠的家人 早已经找过了 他没忘记自己的任务 便问 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蒋惠会杀人吗 不会 高想十分肯定 就算杀人 也是杀他后妈 警察姐姐 他杀人了 我只是假设而已 失踪前他有什么异常吗 和往常一样啊 对了 那天我们班和隔壁班有篮球比赛 我是主力 我叫蒋惠来丢我加油 他没来 说有事情先回家了 其他还有什么想说的 嗯 我那天好像看见 像看见蒋惠从化学实验室偷了一个东西 一个小瓶子 我问他干嘛的 他说杀人用 哪天 就失踪前一天 高祥突然捂住嘴 他不会真的杀人了吧 他这个年龄不犯法的吧 他没杀人 你别瞎猜 也别乱说 遵命 高祥不伦不类的静个礼 警察姐姐 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号吗 我要找你的话 会直接来学校 你这两天好好上学就行了 不是 我也想当警察 想找你了解了解 高祥嬉皮笑脸的说 好好学习 才有机会上警校 林东雪站起来走了 林东雪回到局里 林秋普在办公室等他 林秋普问 查出什么了吗 蒋惠失踪前和弟弟约好 放学后去某个地方 他手上可能有一个装有药物的注射器 但我觉得 他没有杀害弟弟的动机 因为从种种线索看 姐弟俩关系不错 林东雪拿出那本笔记 还有 蒋惠平时爱写写小说 在一些杂志上发表 我回来的路上 把这个又看了一遍 我感觉这不是日记 应该是一篇没写完的小说草稿 当时 这里面提到的 被后妈虐待的事情 似乎都是真的 不过就算这样 他也没有杀害弟弟的动机 那么 报复后妈这个动机呢 对一个女人的报复 最狠的莫过于 让他失去孩子 他杀害弟弟 然后跑掉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林东雪想了想 平心而论 我认为不是 但不可否认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行了 这案子 你继续跟吧 民警那边查的怎么样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一无所获 明天你可以到派出所 去了解一下 与此同时 陈石趁着警察下班来到局里 一路上 尽量不被二队的人看到 他知道彭思觉肯定没下班 果然 彭思觉正坐在办公室里 对着电脑喝咖啡 陈石说 来请你吃饭 顺便 彭思觉说 后面的才是重点吧 想看看 你对东雪提到的那具尸体 怎么 感兴趣 有点兴趣 彭思觉便带陈石 来到地下室的停尸间 拉开一个柜子 那具男尸 已经冻上了一层霜 看见尸体驳梗出的耻辱烙印 陈石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下意识地伸出手 彭思觉将一副手套甩给他 陈石缓过神 戴上 检查了一下烙印 这是真的 警方没有对外公开过这个细节 就算有人瞧过 也无法模仿得这么像 陈石 不 宋朗曾经看过许多次 那图案几乎印在脑子里 周笑又回来了 陈石 陈石 彭思觉的换生 将他的思绪拉回现实 陈石抬起头 笑笑 听说是个被通缉的连环杀手 我想瞧瞧卷踪 当案是已经下班了 明天吧 好 哦 说好请你吃饭呢 省省吧 假惺惺 你倒是给我一个证明 我是真惺惺的机会 彭思觉鄙视地看着他 钉鼓牛排 第240章 参间去世 彭思觉回办公室关灯 关门 发现林东雪站在这里 林东雪和陈石四目相对 惊讶地说 你怎么跑来了 之前答应 说请彭队长吃个饭 平时没少麻烦他 表表心意 陈石献边理由 吃什么啊 牛排 一起 牛排啊 林东雪在犹豫 他不太喜欢西餐 要不老彭 我们去吃火 陈石转过脸 注意到彭思觉面入寒霜 好好 牛排就牛排 我好多年没吃过了 林东雪怕破坏他俩的关系 忙说 彭思觉问 找我有事 之前林队给了你一个茶色小瓶子 里面的东西花咽了吗 我让助手弄呢 还没出结果 我现在有条线索 这东西是从学校偷的 中学化学实验室 我亲自看看 彭思觉来到毒物鉴定室 拿起小瓶子摇晃了一下 用手扇着风闻闻气味 然后用试纸沾了一些 又点燃 接着取了一些放入试剂观察反应 他很快有了结论 二甲基亚风 一种含流有机化合物 有微量毒性 这东西注射进身体 会致死吗 得看伎量 一整个针管 会死 陈石问林东雪 什么案子 待会说吧 来到牛排店 林东雪发现 牛排也没想象中那么贵 趁着等餐的时候 他和陈石聊了聊案子 陈石断定 女孩没杀人 动机不够强烈 我也这么想的 你怎么知道 动机不强烈 彭思觉问 首先他和弟弟关系没那么差 其次从他的兴趣看 内心比同龄人要成熟 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 还有他写东西 他有朋友可以倾诉 说明他内心还算健全 但几个人的叙述 都带着强烈主观倾向 从这些 还不足以还原他的内心 彭思觉说 让冬雪继续查呗 这时 牛排送上来了 陈石对彭思觉说 敞开吃 闻客气 彭思觉急急鄙视地看他一眼 都是套餐 你就别装客气了 你可以点别的呀 服务员 彭思觉叫来服务员 询问店里有哪些红酒 哪种最贵 当听到服务员说 价格是两千的时候 陈石立马咳嗽一声 说 老彭 你不是还要开车吗 下次吧 彭思觉问服务员 红酒可以买回家喝吗 可以 也可以存在这里 下次继续喝 陈石一脸无奈 为接下来的荷包大出血 心痛不已 灵冬雪暗暗发酵 谢谢 那我来瓶西瓜织好了 彭思觉微笑着对服务员说 陈石立马开始演戏 瞧不起我是不是 想喝红酒 你就点吗 两千块的红酒而已 我可不想被某人在心里骂 你这是不给我机会啊 别再说我假惺惺了 难得请你吃饭 平时谁请的动你这顿大佛 于MB BSP 是吗 看在你如此有诚意的份上 彭思觉问林冬雪 冬雪 你想喝红酒吗 好啊好啊 我反正不开车 听说红酒对身体好呢 没问题 陈石一打响指 打起菜单对服务员喊 一瓶XXXX 彭思觉拽过菜单 看见XXXX后面的价格是两百块 说 鸣鱼挺标准的呀 那当然 谁还不会标两句外语 沉石按自庆幸逃过一劫 晗 虽然两百块也不便宜 但比两千能接受 红酒送上来之后 沉石给林冬雪和自己倒了一杯 拿在手中摇晃着 说 两百块的红酒果然香气扑鼻 正要喝 彭思觉用手罩住杯子 说 开车就别喝了 不要紧 这一杯我出门前就代谢掉了 彭思觉很严肃 开车就别喝了 好好 听你的 沉石无奈的拿起西瓜汁 林冬雪把杯中的红酒一口干了 说 真好喝 喝五十块的就是不一样 你这样喝要醉的 陈石说 是吗 林冬雪又倒了一杯 等林冬雪四杯下肚 陈石发现 他脸上居然连红韵都没有 说 看不出来 你还挺能喝 彭四觉说 冬雪 你体内的节酒没含量 应该比常人高 不清楚 反正我从来没醉过 林冬雪又倒了一杯 我觉得 你可以干份兼职 帮人代喝 陈石开玩笑说 林冬雪半个鬼脸 喝酒也要看和谁一起 和不认识的人有什么意思 和我比较有意思 臭美 和彭队长比较有意思 彭四觉倒满一杯西瓜汁 祝你破案顺利 林冬雪举杯 祝你早日脱单 给我换一句 林冬雪下的土舌头 祝你事事顺心 两人碰杯 各自饮尽 三人这才开始吃牛排 彭四觉刀叉用得很熟练 把牛排切成小小的块 蘸着酱汁送进嘴里 林冬雪对刀叉就比较生疏了 半天切不开 彭四觉拿过他的刀叉 说 这样 这样 怎么舒服 怎么吃 你直接用手抓都没关系 陈时直接切大块吃起来 跟没有格调的人 说不到一块 彭四觉冷冷道 会吃牛排 就叫有格调 不是会吃牛排有格调 格调是到什么场合 做什么事情 有些人就是喜欢 拿粗俗和廉价笑料 包装自己的美品 处处摆出置身室外的样子 其实骨子里非常的漏 幸好说的不是我 林冬雪注意到 陈时切牛排的动作变了 好奇地说 老陈 你怎么不像刚刚那样吃了 陈时把一小块 切得很细的牛排送到嘴里 冲彭四觉挑眉 我只是想向某人展示一下 我也是会用刀叉的 恭喜你啊 彭四觉漫不经心地对付食物 林冬雪暗暗发笑 这两人真喜欢痘嘴 果然男人都是长不大的小孩 他继续切牛排 抱怨一句 这顿吃完又得长胖了 第241章 商场的血迹 陈时回到家 把陶月月叫到客厅 打开电脑 插上U盘 运行一款软件 他说 哎 我们给那个犯人画个像 陶月月说 这不是公安局里拼脸的软件吗 你从哪儿导到的 借来的 借 借的时候 那人不在电脑前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了 弄完我就删了 两人用软件中的鼻子 眼睛 耳朵拼凑了半天 陶月月一直皱着眉头 花了一个小时 终于拼出来一张脸 陈时问 他就是周孝吗 呃 感觉不太像 陈叔叔 我已经记不清了 那好吧 陈时叹息一声 把软件删了 不过再见到 我大概是能认出来的 隔日 林东雪来到负责讲会 讲明失踪案的派出所 因为最近一直在打拐 所以 两名未成年的失踪派出所 比较重视 他们这几天 去了不少地方 收获到还是有一点的 某酒店的监控 在两个孩子失踪 第二天 拍到了一个 穿着实验中学校服的身影 那个身影 从巷子一闪而过 摄像头原本冲对着走廊的 隔着玻璃 捎带拍到了巷子里面 画面不是很清楚 明警放出来给林东雪看 林东雪说 这校服是女学生的 从旁边的参照物看 身高 体型和讲会 也有点接近 明警说 你们去了那里吗 这段监控 是我们在网上发布了 提供线索的选手 昨晚才收到的 准备现在过去 林警官要和我们一起吗 好 一起吧 林东雪坐明警的车 来到现场 航道狭窄 一边是马路 一边是酒店 明警们在这里 发现了一枚钮扣 一次校服上面的 除此之外 还发现一只死猫 是只杂死的小母猫 眼睛已经非常浑浊了 当队照着手机上 监控录像的截图寻找时 最后他们停在一扇门前 林东雪推门进去 发现是某家电商城的安全通道 他进去查看了一下 明警去找负责人 负责人称 商场每晚六点下班 这扇门就锁上了 明警问 4月2日晚上8点 确定锁门了 肯定锁了 这时林东雪从门里出来 说 我刚问了员工 他们说 商场虽然六点下班 但只要还有顾客 员工就得下班 有时候到晚上8 9点才下班 谁说的 负责人有点紧张 放心 我们不是劳动局的 我们是警察 4月2日晚上 有个孩子进来过 你们这有监控吗 监控都在商场里 随即 警察们查看了监控 果然找到了4月2日下午六点 两个孩子走进来的画面 毫无疑问是蒋惠和蒋明 林东雪像当时还在上班的店员询问 他们表示没印象 每天见的客人太多了 林东雪暗存 为什么进来两个 出去一个 难道 林东雪从商场内部进入安全通道 每层楼有4个安全出口 安全通道在商场外面环了一圈 两侧小巷各有一个出口 通道里面是有楼梯可以上下的 雨安 现在是白天 安全通道里没什么人 只有一个清洁工在扫地 他把安全出口拉上 发现是需要钥匙才能锁住的 于是向负责人询问 所有安全出口的钥匙 是不是统一的 谁手上有钥匙 负责人说 钥匙每扇门都能开 总共有三把 一把在我这儿 一把是备用的 放在保安室里 一把员工轮流用 轮到谁谁下班锁门 当天谁锁门 我给你找来 找到那名员工 他说那天晚上7点就锁门了 林东雪问 你检查里面了吗 这有什么好检查的 里面除了清洁用品 又没什么好丢的 一楼外面的门是怎么锁的 从外面锁的呀 林东雪记录下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后 另外给他拍了张照片 回头核实一下 如果当晚他7点锁了门 旁边酒店的监控是会拍下的 他顺便给锁和钥匙 这种锁好开吗 林秋普回复 好开 略懂开锁的人都能打开 他又找来4月3日早上 打扫这里的清洁工 清洁工说 没注意到什么 就是顶楼楼梯 那有一只死猫 我给扔出去了 除了死猫还有什么 哦 还有几朵花 拿塑料纸包着的 我心想这谁啊 搁这里猫办丧事呢 你稍等一下 林东雪带他去行道 问是不是这只死猫 清洁工连声说 对对 就这死猫 你们查这个干嘛 暂时不便透露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他把死猫装带 和民警道别 回到局里 彭斯绝化验了一下 一会就出来结果了 他说 这只猫被人注射了 二甲基亚风 中毒死的 蒋惠从学校 偷了二甲基亚风 他不是要杀弟弟 从现场放置的花束看 大概是给这只猫 进行安乐死 我不太懂兽医 你可以找个宠物医院 打听一下 这只猫 是不是得了疾病 这个不用查了 失踪的孩子才是重点 查案子不必聚细无疑 要有所取舍 把精力放在刀刃上 这是林东雪 从陈石那里学到的 猫从哪来的 一家商场的安全通道里面 失踪的孩子去过那里 我进去的时候 感觉不太好 里面又空又近 还没有监控 除了员工偶尔进来抽根烟 平时基本没人进来 如果有人把门锁上了 商场那么嘈杂 里面发生什么 外面都听不见 既然这样 我派几个人给你 去现场采个样 谢谢你了 彭队长 下午 林东雪带上几员技术警察 过来取证 一人负责一个楼层 林东雪在一楼焦躁的 走来走去 他很矛盾 既希望案件有进展 又害怕演变成刑事案件 电话响了 一名警察说 三楼发现血迹 大家立即赶过去 地上喷了卢米诺试剂 在紫外线灯下 血迹一览无余 而且有清晰的擦拭痕迹 林东雪感觉有点头晕目眩 说取证 带回去化验 第242章 死的是谁 技术警察把血样带回去 林东雪跑了一趟蒋家 他需要父母双方的DNA 来判断那是谁的血 一听到这消息 后妈当即要晕倒 父亲过来扶他 他一耳光扇在父亲脸上 说 我家明明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你冷静点好不好 是不是明明的血 还不一定呢 怎么可能不是 监控都拍到蒋会跑掉了 那肯定是他的血 母亲捂着脸哭起来 我就知道 那小金人没安好心 我平时可是一碗水端平 从不骗着谁 他居然 居然做出这种事来报复我 不要再说了 父亲揉着发红的眼眶 爷爷奶奶听见动静 问 孩子找着了吗 父亲冲里屋说了一声 没呢 警察让我们去协助调查 来到楼下 正好撞上上午一起 查案的民警同志 民警说 林警官 我们找到了蒋会 这个消息 无异于晴天霹雳 后妈又一次要晕倒 他倒在父亲 怀中哭起来 出事的是 我家明明 是明明啊 你陪我明明 父亲也不知说什么好 林东雪问 在哪找到的 民警看了一眼夫妻俩 示意林东雪到旁边说 后妈撒起泼来 有什么话 当着我的面说 不要怕我接受不了 那小街人到底躲哪去了 林东雪说 女士 请你冷静点 我们还在调查 我家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能知道 林东雪十分为难 最后由民警送两人去公安局 这才清静下来 那名民警说 当着家长的面 说出来恐怕不太好听 那女孩的身份证信息 出现在一家保监会所 保监会所 嗯 这地方之前被扫黄了三次 怕不是什么好地方 见到本人了吗 突然去问 他们也不会承认的 已经联系了扫黄大队 现在去突击检查 最时七点就有结果 我到时会通知你的 麻烦你们了 林东雪回到局里 看见夫妻俩 正在走廊上坐着抹泪 后妈手里攥着一份文件 林东雪进去问彭思觉 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一半 血样和父亲的99%匹配 彭思觉盯着 还在工作的血液离心机 林东雪心想 死者是蒋明 大概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吧 还有必要验吗 彭思觉问 验一下吧 两孩子是同父异母 原来如此 早知道的话 我先验母亲的好了 结果还有多久出来 半个小时 外面不断传来后妈的哭声 林东雪待在彭思觉的实验室 不敢出去 怕他们问起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当警察最难熬的 无疑是面对死者家属 任何安慰的话 都弥补不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过来 彭思觉说 林东雪以为有结果了 连忙过去 彭思觉却从抽屉里 拿出一盒饼干 说 没吃饭吧 垫垫吧 谢谢彭队长 彭思觉 这人的特点就是 两人不说话待在一起 也不会觉得尴尬 因为他 向来如此 林东雪嚼着饼干 酝酿着呆会合适的说辞 其实他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虽然警察不应该有主观情绪介入 但警察也是人 从个人情感上 他非常同情蒋惠 一想到蒋惠杀人之后 自暴自弃 他不禁有些心痛 结果出来了 林东雪几乎是跳起来 谁的 鱼 和母亲的血样不匹配 血液是女孩的 怎么会 林东雪震惊 这是事实 彭思觉平静地说 赶紧去告诉家属结果吧 不对 民警明明说发现了他的 林东雪猛然响起 民警说的是身份证信息 并非找到了本人 蒋惠死了 身份证落入了别人手中 只有这种可能了 得知血样属于蒋惠 后妈迫气微笑 兴奋地对着父亲说 我们的明明还活着 还活着 太好了 父亲也松了口气 明明没事就好 死的看来是那个小贱人 这一下可好了 以后再也不用受他气了 激动之下 后妈暴露了自己的真心话 说什么了你 父亲呵斥 为什么不能说 明明是我儿子 这两天 我求佛祖 求耶稣 只盼着明明没事 只要他没事就行 其他人我不在乎 你再说一句 我抽你 两个都是我孩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父亲怒斥 林东雪都看不下去了 说 两位 喜事讲会的 但我们没找到尸体 他也许还活着 我看世兄多急 后妈话没说完 父亲一巴掌 扇在他脸上 后妈火了 捂着脸说 蒋正辉 你打我 我现在去找明明 找不到我不回来了 我死外面 然后他扭头走了 父亲呵斥几句 站住都没叫住 他善笑着对林东雪说 让你见笑了 你还是赶紧追吧 父亲犹豫了一阵 还是追了出去 林东雪冲着 对夫妻的背影叹了口气 彭思觉端着咖啡杯走出来 说 绝大多数婚姻都是不完美的 所以我才遵循独身主义 残缺的家庭对孩子真是不公平 我下班了 送你一程 我想去趟派出所 走吧 两人来到辖区派出所 彭思觉把车停在外面等他 等待的时候也没闲着 他放了一首舒缓的音乐 从手套箱里 拿出一张面膜敷在脸上 放低座位 闭目养神 扫黄大队得胜归来 听说冲进去的时候 会所的人叫妓女和嫖客藏了起来 扫黄大队到处找没找着 突然发现 一个窗户上面的灰尘 被蹭掉了一块 打开窗户一看 警察们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了 只见一溜披着毛毯的男男女女 蹲在楼下穿菜馆的招牌钢架上 险些酿成坠楼事故 从业人员目前全部被拘留了 几名调客 有的还在拘留 有一个交了保释金走了 林东雪立即去见了奖会 果然 那根本不是奖会 是一个从业没两天的女孩 民警拿着奖会的身份证问 这张身份证是哪来的 女孩很害怕 说 我不知道 是老板给我弄的 你自己的身份证呢 我没有身份证 你怎么可能没有身份证 没身份证 你怎么跑到龙安的 问了几次 他一直坚持这个回答 民警说 大概他有什么案底 所以冒用了别人的身份证 这种事情经常有 做这种行业的流动性很大 经常有一些吸毒 赌博的人员在里面 拜托你帮我查一下 身份证的来源 好的好的 有结果我会告诉你 路过一间办公室的时候 林东雪看见一个嫖客 正跟路口供的警察 嬉皮笑脸 胡搅蛮缠 心想 这帮男人真龌龊 对门的桌上 放着一份口供 上面有张照片 他的视线不由的被吸引了过去 林东雪拿起来一看 眼睛睁得圆圆的 第243章 找到蒋明 三更 林东雪回到彭思觉的车上 神情很沮丧 彭思觉瞅了他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表示关心的话 林东雪说 你有没有这种体会 吃一块美好的蛋糕 中间突然出来一只蟑螂 是不是很恶心 我不是很明白 你想表达什么 男人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哪种地方 嫖娼 时色 性业 与其说 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 倒不如说欲望 就是构成人性的基础 只是有些人 宣泄欲望的方式不合法罢了 如果你的好朋友去那种地方 你怎么想 不怎么想 那是个人自由 而且我也不扫黄 这是与我无关 林东雪说 彭队长 你可真是豁达呀 他瞅了一眼导航 说 我想去华光小区 陈诗佳 算了算了 还是回家吧 林东雪连连摆手 彭思觉瞅了他一眼 没有多问 蒋惠 蒋明失踪一案 目前已经被定性为刑事案件 隔日正式一交到公安局立案 林秋普给林东雪拨了一些人手 身份证的事情 很快就查明了 那名姓工作者 是从一个贩卖身份证的黑市商贩那里 买到蒋惠的身份证的 而信息贩子秤 是从垃圾桶捡到的 捡到身份证的地方 离两个孩子去过的商场很近 林东雪立即想到了那名清洁工 再次去找他 当林东雪问他 有没有捡过一张身份证时 清洁工表现得十分慌张 却仍识口否认 林东雪说 如果你不肯说实话 我就请你去局里协助调查了 别别别 我可不想在档案上留下什么污点 以后恐怕就找不着工作了 说实话 警官 捡到东西不算犯法吧 大罗不当得利 也是违法的 林东雪先敲山正虎一下 对方慌了之后 又补充道 要不要起诉你 取决于你的态度 从同事那里学到的这招 果然奏效了 清洁工结结巴巴的说 那天我是捡到一个钱包 里面钱不多 就百十来块 我拿了 钱包呢 下班路上 我扔到垃圾桶了 钱包里还有什么 身份证 银行卡 是个女的 林东雪从手机中 找到讲会的照片 问 她吗 是她 警官 不会起诉我吧 其他还有什么要补充呢 嗯 我那天好像听见 安全通道里有人在喊 不过也没当回事 就没过去看了 几点 大概六点多吧 林东雪想 讲会可能出事了 那么监控里拍下的人是谁 讲会是短头发 讲明也是 姐弟俩身高相仿 会不会是 两人互换了衣服 如果讲会被人杀害了 那么尸体在哪 为了弄清真相 她在安全通道里来回寻找 发现一条垃圾通道 她推开门 用手机照明 朝里面看 看见通道内壁上 粘着一层干涸的血迹 于是 她立即把专案组的人叫来 在附近寻找 也联系了处理垃圾的公司 对方称 当天没有看见什么尸体 警察在巷子里 找到了几处不太明显的血迹 显示尸体被转移到了路边 附近的交通监控 拍下了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 当晚将一个黑塑料袋 裹起来的东西 扔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车上 查出这些线索 花了将近一天时间 汽车主人的身份还在调查中 这天傍晚 民警那边打来电话 说 林警官 小男孩回家了 什么时候 刚刚 他好像受了刺激 一直不说话 林东雪立即赶到蒋家 蒋家现在可热闹了 父母 爷爷奶奶都围着蒋民嘘寒问暖 在门口 他还见到了蒋惠的班主任 班主任正在和警察说话 见到林东雪点头打个招呼 说 学校比较关心这个事 让我过来看看 蒋惠还没找着吗 蒋惠可能不会回来了 说出这句话时 林东雪心情有点沉重 门里一家人欢声笑语 怎么 蒋惠他 一会再说吧 林东雪进了屋 后妈笑道 这位林警官 为了找你们花了不少心思 还不谢谢人家 蒋明抱着肩膀 一言不发 蒋明的外套已经脱了 林东雪注意到 旁边的椅子上 放着一件女学生的校服 后妈摸着她的脑袋 一脸宠溺地说 这孩子也不知道说句话 蒋明 你姐姐呢 林东雪问 蒋明不说话 后妈打着圆场 孩子在外面待了两天 怕是受了刺激 今天先让她休息一下吧 要不明天我们去趟公安局 父亲呵斥 说什么呢你 小慧不是我们孩子吗 你就知道 关心明明 我关心明明怎么了 明明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小慧是我女儿 是你女儿 也没见你多疼她 从小对她又打又骂的是谁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父亲抱吼 够了 蒋明大喊 姐姐是为我而死的 一屋子安静了下来 班主任文生跑进来 不合时宜地发问 你说什么 蒋明死了 怎么死的 蒋明两眼含泪 嘴唇颤抖 那天我们放学 一起去那家商场 那里有一只得病的小猫 很可怜 姐姐说要给他安乐死 给他打了针 我们本来想把他放在天台上的 结果门打不开 就只好放在楼梯上 我们下楼的时候 被一个男的堵住了 他看着我笑 问这问哪 还动手摸我 我心想 这是个变态 姐姐把他推开 他突然掏出一把刀 我们赶紧往下跑 发现四楼的门被锁上了 外面很吵 听不见我们拍门 结果那个变态追来了 我害怕极了 姐姐叫我和他换了外套 他说他去引开变态 我赶紧下去报警 结果 结果 我下楼的时候 听见姐姐的惨叫声 他叫变态杀了 说到这里 蒋明已经气不成声 屋里人人惊讶 林东雪问 你后来怎么不报警 我手机没电 跑到附近的警察局 结果看到警察的样子 我害怕了 为什么 因为变态就是个警察 第244章 连环杀手现身 屋里的人 视线又集中到林东雪脸上 林东雪回忆了一下 商场保安的服装 问 他戴帽子吗 肩上有肩章吗 没有帽子 衣服和警察很像 那应该是个保安 我以为保安也是一种警察 蒋明嘀咕道 林东雪立即出去打电话 让专案组的人赶紧去商场 把保安控制起来 他随后就到 另外给林秋普打了个电话 说明情况 林秋普沉默了几秒 说 挑小男孩下手 这可能是个跨省通缉犯 屋里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哭声 是后妈 他边哭边说 会会啊 我一直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怪我以前对你不够好 奶奶也在抹泪 站在门口的班主任 揉着眼睛说 蒋会是个勇敢 有担当的学生 我会把他英勇的事迹告诉学校 不 告诉报社 林东雪什么也没说 离开了 走到楼下 楼上传来一声摔东西的声音 蒋明在大喊 够了 你们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姐姐活着的时候 你们从来没对他好过 楼道里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蒋明没穿外套冲了出来 林东雪叫住他 你要去哪 蒋明站住 我不知道 外面可能还有坏人 别乱跑好吗 我们还需要你协助破案 蒋明点头 姐姐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吧 我知道 你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 他们从来没对姐姐好过一天 我妈妈从小就把最好的东西给我 坏的 馊的 烂的都给姐姐 只要爷爷奶奶不在家 她就用难听的话骂姐姐 还叫她去死 我不止一次 听见姐姐在屋里哭 我很难过 可我什么也不能为姐姐做 有时候我觉得是自己欠她的 因为我来到这个世上 她才过得这么痛苦 你不用自责 这不是你的错 我父亲就是垃圾 蒋明泪流不止 我恨他们 一看到他们现在装腔作势 我就觉得恶心 林东雪一阵难过 过去抱了抱她 说 每个人都选择不了自己的父母 不过你 很快就长大了 好好珍惜你姐姐 为你换来的人生吧 蒋明哭着点头 你们会抓住坏人吗 抓到了我 第一个告诉你 林东雪来到商场 警察们已经把所有保安全部叫来 也问过他们的不在场证据 一名保安称 那天他生病先走了 衣服放在登衣室 第二天发现被人偷了 他自己又买了一套新的 林东雪的手机响了一声 是林秋普发来的一条通缉令 那人名叫老黑 是个专挑小男孩 下手的连环杀手 在外省犯案两起 最近有情报显示 他出现在龙安市 之后的种种调查显示 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此人 为了防止龙安市 出现第二名受害男童 林秋普给专案组派了更多人手 全力击捕老黑 大家都进入了 没日没夜连轴传的状态 三天后 某小学附近 一双躲在树丛后的贪婪的眼睛 盯着放学的小男孩 盯梢者手中拿着一台老式相机 时不时拍下一张照片 大叔 干什么呢 大叔猛地转头 看见一个满脸堆笑的男孩 脸色病态的苍白 细嫩的皮肤和精致 复合精致的五官勾起了老黑的性质 他黑猶猶的脸上泛起笑容 接儿子放学 顺便拍个蝴蝶丸 说着 他对着少年拍了一张照片 商量的是 我没钱上网 能不能借俩钱 你怎么还我 你想要我怎么还 捕捉到话语中的挑逗异味 大叔伸手去摸对方的手 说 陪我玩玩 哟 少年抽出手 原来好这口啊 大叔挺时髦的嘛 行啊 一晚上五百块怎么样 我去 你不是个卖的吧 滚你MB的 再骂我几句 我爱听 大叔色迷迷地说 你这个贱婢 去哪玩啊 附近有个公厕 关上隔间 没人看见 MMP的 会玩 大叔挺高兴 没想到还有一桩艳雨 路上他没少吃少年的豆腐 摸着他紧致地屁股说 我以前有个男朋友 跟你一样大 不 可能还小一点 后来怎么分的 没分 我把他杀了 真的假的 哈哈 你真信 来到公厕 里面没人 两人进了隔间 大叔兴奋地已经绑印了 迫不及待地上手 对方抓住了他的头发 绕到了后面 扯得他的发根有点疼 不过他不介意 原来你喜欢 话没说完 他的脑袋被重重地 砸在抽水马桶箱上 他根本想象不到 一个兽皮猴样的少年 会有这样的力气 对方一下又一下 砸得他意识恍惚 眼前已经血红一片 像死猪一样 摊在马桶上 他血红的视野里 看见对方正在用打火机 烤一块三角形的铁片 被火光照亮的脸冷笑 这里只能有一个连环杀手 一扇不容二虎 懂吗 烤汤的铁片摁在了 他的脖子上 他想叫却叫不出来 因为嘴被捂住了 随后 一个尖锐的东西 从后背穿刺了进来 贯穿了肺野 大叔眼睛瞪得 像要挤出眼眶 血从对方堵在他嘴上的 手指缝隙间 不断慢出 你自己作死 跑到这里来 抢我风头的人 我是不会饶过的 少年从相机里取出胶卷 用打火机点着 扔在慢慢没有呼吸的大叔背上 老黑的尸体 被人在某小学附近的公厕发现了 玄机送到了公安局 林秋朴 林东雪文讯赶来 彭思觉还没开始解剖 指着死者脖子上的三角烙印说 耻辱烙印 是那个人干的 他 他怎么会杀别的罪犯 难不成 老黑得罪了他 林东雪十分惊讶 你知道周孝的案子 林秋朴说 这家伙杀人 没什么固定目标 有权有势的他杀 风尘女子他杀 普通市民他也杀 彭思觉说 之前有心理学家 给他做过测写 他是个心智不成熟 人格不稳定的凶手 对他来说 杀人是种挑战 就像游戏一样 沉寂三年 不知道他现在的目标 又是哪些人群 林秋朴很头疼 这个最麻烦的连环杀手回来了 可是现在没有宋朗了 就算有宋朗又怎么样 就连宋朗 不都被他祸害了吗 第245章 被遗忘者 林东雪问 周孝怎么会这么准确的 找到老黑 比我们警察还有效率 林秋朴说 老黑的通缉令 在网上能看到 身份信息都很详细 再一个 他是同性恋 在同志的小圈子里 容易打听到 彭思觉说 他也不是一下就找到的 这几天 龙安市陆续有几名男子被杀 唯一的不同是没有耻辱烙印 事后证明 这些男子都是同志 林东雪感慨 毫无人性 林秋朴叹息 麻烦的家伙回来了 看来得恋爱侦查了 我去和局长说一声 几天后 蒋辉的尸体 在老黑临时住处后面的菜地里被找到 看见小女孩的尸体 林东雪不由伤感 报纸上刊登了此事 以花旗少女 为救弟弟英勇牺牲的大标题 登在头条上 同时电视台还做了一次访谈节目 节目现场 大屏幕中 是蒋辉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留着一对麻花便 笑容灿烂 后妈对着镜头抹眼泪 我家惠惠是个 很听话懂事的孩子 平时对弟弟特别好 总是把最好的东西让给弟弟 我虽然是个后妈 可这样的孩子 怎么能不让人恋爱 记得一次 我家惠惠换了感冒 惠惠自己跑到卫生间 让我给她的卧室消消毒 她说爷爷奶奶年龄都大了 万一传染上不得了 真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怎么老天爷就把她带走了呢 父亲说 惠惠小时候家里穷 所以她很早就自立了 经常帮着做做家务 特别省心一孩子 我的工作虽然忙 但平时只要有时间 就回来陪陪她和明明 惠惠的生日是7月18号 每年这一天 不管多忙 都要买份生日礼物给她 毕竟她从小离开了生母 我得多疼她一些 手心手背都是肉吗 惠惠还特别有才华 爱看书 小学时候 我就给她买了四大名著 还经常写一些文章发表 拿了稻费之后 还给爷爷爷买了一台按摩机 瞧 这是她在周记里写的 我的爸爸 看着这些文字我心里难过 我希望惠惠的悲剧 不要再发生别的家庭中 谢谢警方抓住了凶手 班主任说 蒋惠在我印象中 一直是个有主见 有担当的学生 他在学校品学兼优 我从来没因为 他学习上的问题发过愁 而且还经常帮助一些 成绩差的同学 蒋惠在我们班上 还是公认的才女 他在杂志上发表过不少小说 都是描写校园生活的 写得生动有趣 精彩分成 说起来 我也是她的粉丝呢 我经常在班会上表扬她 作文写得好 让大家都学一学 她的作文经常在同学间传看 主持人问 蒋惠写的小说 可以在这里读一读吗 班主任有点尴尬地说 我今天没带 不过 我这里有一篇 她在学校得奖的作文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念 论骨气 骨气是什么 老师是这样说的 班主任念到一半 就被主持人打断了 主持人说 由于蒋惠的弟弟 也是这次案件的受害者 节目组出于保护未成年的目的 就没有把她请到现场 但从爸爸妈妈 还有老师的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 蒋惠是一个听话懂事 有思想有主见 更有才华的花季少女 她的不幸事事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讲到这里 后妈和父亲都揉起眼睛 班主任也掏出手帕 林冬雪啪一下 把会议室里的电视关了 其他警察一头雾水 徐晓冬说 咋不让看了 那根本就不是蒋惠 林冬雪气鼓鼓地离开了 林冬雪的气氛 一直到看到一篇微博 才缓解几分 微博名叫我的姐姐 天下最苦 上面发表的 正是蒋惠没写完的那篇小说 原原本本地记录了 她在家中被后妈虐待的种种 一时间引起热议 然而不到两天时间 微博连通账号消失得干干净净 大家的关注 也很快转移到了别的事情上去了 林冬雪想 世人永远无法通过舆论了解到真相 活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和脸面撒谎 唯有亲历者 才能记住那个女孩真实的样子 世上只要有一个人还记得她 她就没有真正消失 第246章 另一个陈石 4月12日 陈石戴着手铐 由一直低着头的林冬雪 和徐晓冬押送到审讯室 不少警察跑出来惊讶地围观 小声地询问同伴 怎么了 陈哥怎么会被抓 陈石的表情 与其说是平静 倒不如说是冰冷 仿佛是为了不让别人看穿她的内心 她克制着脸上的每一条肌肉 彭思觉冲了出来 身上有大片打翻的咖啡子 她瞪大眼睛 老陈 陈石苦笑一声 冲她微微摇头 人群传来一阵异动 林秋普来了 她冷着脸走到陈石面前 用一根手指戳着她的胸口 你不是陈石 你到底是谁 三天前 周孝的案子已经成立了专案组 局长特别关照林秋普 让那名姓陈的顾问也参与进来 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 陈石又被请来了 她翻过卷宗 看过尸体 确信地说是同一个人做的 这家伙居然会杀别的连环杀手 怎么有种一山不容二虎的感觉 林秋普说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gay圈打听 发现所有见过周孝真面目的人 全被杀了 现在都躺在停尸房里 现场也是干干净净 根本一点线索也没给我们留 通缉令呢 悬赏加了又加 一点也没进展 难搞 我今天先走了 喂 你不查了 我回去屡屡思路 你那位厉害的前辈都没查出来 我有什么神通 一下子找到他 林秋普头一次见陈石认怂 连环杀手本身就棘手 周孝又是一个目标不固定的连环杀手 即便在FBI 追捕一名连环杀手 往往要耗费十年 乃至几十年 陈石还有些私事要处理 几天前 彭思觉发了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给他 东雪好像看见你嫖娼了 你去龙江派出所自己找找吧 陈石心里骂娘 那是当然不是他做的 他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 周孝寄来的照片 根本不是他本人 而是另一个陈石 应该说是真正的陈石 用意再清楚不过 他打算揭开陈石的假面孔 他又去了一趟整容的杨医生那里 质问他 为什么这张脸的主人又出现在龙安 还TM跑去嫖娼 还被抓了 杨医生表示很无辜 陈石这个人确实是失踪了 法律上被判定死亡 再说当时也是宋朗自己选择了这张脸 陈石头疼不已 这是谎言的代价 他必须找到这个缺口 把他堵上 下午 陈石驱车来到龙江派出所 满脸堆笑的对值班民警说 那个 我前两天嫖娼被逮了 我好像留错联系方式了 叫什么 陈石 倒挺诚实的嘛 行 我找找去 民警拿了一份文件 说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让我看一眼 我那天喝多了 我怕留了老婆的号码 被他知道我就完了 知道怕 你还去那种地方 已经改过自新的 真的 陈石拿过卷宗 看了一眼号码 背下来 然后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离开派出所 他就拨了一下 发现打不通 气愤的骂道 王八蛋 假的 口供上有写地址 陈石只好开车 去那里碰碰运气 在那条街 那条街来来回回 转悠了一下午 陈石也不好向人打听 总不能指着自己的脸说 知道我住在哪吗 他想 或许能碰到本尊的熟人 然后套出话来 结果一无所获 眼瞅着傍晚了 陈石坐进车里 郁闷地点上根烟 本尊的存在 无疑是个定时炸弹 本尊是个 劣迹累累的前黑社会分子 他在龙安饭点什么事 或者被周孝杀了 自己就要跟着倒霉 陈石垂着 微微作疼的额头 看着后视镜 里面映出这种粗犷的脸 他仿佛看到了 过去的宋王 宋王有一张 五官清秀俊朗的脸 最后一次凝视他 是在杨医生满是血污 和消毒水气味的 地下手术室里 杨医生叹息 可惜了 宋警官 这么一张漂亮的脸 从此不要了 如果舍弃这张脸 能换来一次翻盘的机会 我不在乎 宋王嘴上说 心里却一阵刺痛 那时的他 满脑子都是秦洛西的死 他已经心如死灰 来 挑一挑 这些都是 可以用的空白身份 杨医生打开一达照片 照片后面 写着他们的履历 宋王看得直皱眉 这些都是什么人 不是强奸犯 就是拐卖犯 杨医生说 没办法 正经人怎么会凭空消失 你想在我这里 找张明星的脸 那是不可能的 你确定能整得一模一样 我的技术 绝对值这个价钱 你大可放心 亲妈都瞧不出来插扁 可我得提醒你 只能换一次 手术对脸骨 肌肉的修整 是不可逆的 如果还想换第二次 风险实在太高 我是不做的 搞不好会整成面谈 宋王看到陈时的照片 说 救他吧 这张倒还可以 有点难认为 开始吧 宋王闭上眼睛 和过去道别 那天是10月10号 陈时睁开眼 有个男人在敲车窗 他本想摇下车窗 说不在客 当看到对方的脸时 愣住了 如同照镜子一样 两人审视着对方的脸 那人冷笑 我还真不知道 我妈什么时候 给我生了的孪生兄弟 下午看见 你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 我就注意到你了 上车 男人坐进副驾驶座 说 我叫陈时 你怎么称呼 我也叫陈时 对方笑得快抽过去了 突然笑容收敛 手中多了一把小刀 抵在陈时的脖子上 会玩啊 想杀我灭口 还弄个人来顶替我 这张脸 花了不少钱吧 他伸手来捏陈时的脸 陈时说 我是警察 我TM还省长呢 我知道你可能不会相信 三年前我被人陷害 背上杀人罪名 换了这张脸 当时我以为 你已经不再认识了 这么说 你是宋朗了 你知道我 对方大笑 出来混的 谁不知道警戒传奇的名号 看见他得绕着走 哥们 你这牛皮吹大了 你要是宋朗 我今晚请你大宝剑 我真是宋朗 曾经是 虎谁呢你 413案件的嫌疑人是谁 李波 独勇杀人案呢 徐海 这些都是未对外公开的案件 当然 道上人物也许会知道 对方瞪大眼睛 慢慢收了小刀 我们去富贵人家会所 第247章 私人恩怨 陈时说 我才不去那种地方呢 还有 你前两天是不是嫖娼被抓了 害我背个黑锅 本尊拍着陈时的肩膀笑道 男人吗 常跟JB 难道只是用来撒尿的 那天也是倒霉催的 我刚把那女的衣服脱了 警察就来了 害老子憋一肚子火 正好今天去泄个火 总不可能今天也倒霉吧 你能不能省点险 别到处瞎搞 哎 宋警官 是你刀用我的身份好不好 我凭什么听你的 杀人放火 都是我的自由 陈时无奈叹息 我给你钱 你可不可以离开龙安 这就是你今天找我的目的 多少钱 五万 逗我呢 五十万 再加个零 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五十万是我仅有的存款 爱要不要 哈哈 本尊大笑着拍打陈时的肩膀 宋警官 其实当年我出来混的时候 是很仰慕你的 你现在变成了我 我感觉跟做梦一样 好像老子变成神探了一样 钱我是不会要你的了 我失踪这几年在金三角卖药 挣了不少钱 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我还回那边 什么 哈哈 瞧你的反应 逗你的了 其实我这几年在湖南帮人收高利贷 对了 你也叫陈时我也叫陈时 怪麻烦的 拿这个名字喊我吧 本尊掏出一张身份证 上面的脸是他的 名字却是王大吉 陈时挑着眉毛 你有两张身份证 嫖娼被抓 却留陈时的名字 那种丢人现眼的事 当然不会用真名了 对了 王大吉现在是我的真名 主要是以前犯了些事情 黑白两刀都在找我麻烦 陈时捶着微微做疼的额头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 王大吉梅花色舞的说 走走 我们去富贵人家 那里的小姑娘水灵的狠 滚 我要去接孩子 哟 你有孩子 你孩子就是我孩子 一起 留个联系方式 回头我再来找你 不了 你晚上八点来富贵人家 不见不散哦 说吧 王大吉推开车门走了 混蛋 站住 陈时叫眉叫住 眼睁睁看着他扬长而去 陈时去学校接陶月月 见他一脸心事重重 陶月月说 陈叔叔 是不是和林姐姐吵架了 比那严重多了 哦 不方便说 我就不问了哦 真怪 月月 以后可千万别撒谎 一个谎 往往需要无数个谎去圆踏 你们大人总是自己做错了事 才想起教育小孩子一顿事吧 我可从来没拿你当小孩子 那我今晚能吃垃圾食品吗 不能 陶月月扮了个鬼脸 送陶月月回到家 叮嘱他 晚上千万别出门 自从知道周校回来之后 陈时给自己家和林东雪的住处 都装了看家宝和警报器 以防万一 他开车来到富贵人家保健会所 这条街都是灯红酒绿的场合 陈时抬头看见墙上的监控器 没有进来栋建筑 在阴暗处站着等王大吉 于 王大吉才拎着袋子出现 笑嘻嘻地说 我来得准时吗 准时是北京时间不准 陈时讥讽道 来来 把衣服换上 王大吉从袋子里 掏出和自己身上一样的夹克衫 干嘛呀你 换不换 不换 我现在就去抢劫一家便利店 让监控拍到脸 看警察逮谁 陈时十分无奈 只好换上衣服 王大吉和他贴肩站在一起 笑嘻嘻地说 不错 身高也差不多 咱俩这一战就跟亲兄弟一样 我真想把你弄死 堂堂宋警官 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呢 对了 你现在还是警察吗 陈时掏出证件 王大吉一看 大呼小叫道 刑事顾问 MBR 看来你还在干老本行 那个陷害你的家伙 逮住了没有 其实我有线索 王大吉嬉皮笑脸的样子 完全看不出是不是在撒谎 陈时狐疑地说 真的 真的 只要你配合我 我就告诉你 我不但告诉你 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我就离开龙岸 绝不给你添麻烦 我警告你 不许犯罪 是是是 一定 你在这等我 我去上面找个人 王大吉上去了 等了三根烟的功夫 王大吉突然跑出来 脸上沾着血 一边跑一边喊 打那个王八蛋 然后他往夯道里一尊 陈时瞪大眼睛 只见后面追来两个人 一个瘦得跟猴似的 光膀子 纹着一条青龙 另一个胖胖的 胸口有只下山猛虎 两人都穿着 喜玉中心的玉袍 对方一见到陈时 立马表情一惊 陈时挥拳 就朝他的鼻子砸过去 瘦子倒地身影 胖子吼了一声 张开双手来扑陈时 陈时往反方向一跑 在墙上借了一灯 跳起来一脚踢在胖子胸口 对方亮腔着一屁股 坐倒在地 杀人须见血 既然都动手了 陈时也不打算让他们起来 冲过去 好起胖子的大金链子 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 恶声恶气地说 再惹老子试试 瘦子跪地求饶 陈哥 对不起 我不该上嫂子的 什么 陈时心里一惊 脸上却继续半饿 以后再龙安 我见 你们一次揍你们一次 滚 两人爬起来跑了 胖子远远地喊 鸭丢等着 周围有不少人围观 陈时转身进了巷子 王大吉蹲在垃圾桶后面招手 他鼻子上塞了一个纸团 笑个不停 挺厉害地压宋警官 应变能力真强 呸佛呸佛 为什么要去招惹别人 那两人一看 就不是好东西 我招惹他们 王大吉愤愤地说 知道我这趟 为什么回龙安吗 半个月前 我在网上下毛片 居然看见我麻子跟别人干 干我麻子的 就是这个瘦子 起得我蹊跷生年 如果不是这一路上 稍微冷静了下来 我今天非宰了他不可 你媳妇 不 是女人 他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 因为三年前 我把他们老大的一根手指剁了 那老小子放出话 要剁我十根手指头 我出去避避风头 他们找不着我就搞我女人 简直江湖败类 王大吉两眼冒着凶光 他站起身 兄弟 去找我女人 第248章 没救了你 陈氏说 你打算干嘛 找他算账 对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住址 还得请你帮忙 你在警察那边 人脉肯定硬吧 找他可以 但是不许做冲动的事情 我不会了 我就拿个针线 把他那里缝上而已 哈哈开玩笑的 王大吉笑着拍陈氏的肩膀 我可爱看你这表情了 我很爱他的 我不会拿他怎么样 我打算给他钱 让他离开这里 真的 骗你是小狗 我老婆叫什么 苏瑞娟 这是他的身份证号码 陈氏掏出手机 给一个合作过的民警打电话 套了几句近乎之后 陈氏请他查一下 苏瑞娟现在的住址 对方很快查到了 告知陈氏 两人开车来到那片小区 一路上 王大吉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 这几年干下的光荣事迹 陈氏听得头疼 那哪是光荣事迹 分明是他要还的债 王大吉在小区里寻找妻子的住处 当发现妻子的窗户拉着窗帘时 大骂一声 家里肯定有人 然后三步并坐两步上了楼 陈氏赶紧追上来 在他准备敲门之前拦住他 给我冷静点 我冷静着呢 王大吉喘着粗气 屋里飘来一对男女的轩吟之声 王大吉低声骂道 贱人 又律我 通奸不犯法 打人犯法 你给我到楼下去 一边听一边骂 见人 不知道哪里找来的野汉子 MB的 还挺持久 跟我干的时候 也没这样叫过 气死我了 气得我都硬了 陈氏在旁边听他的碎碎面 心说这位人凶爱好独特呀 就不再操心了 他跑到上面的楼梯 坐着抽烟 等王大吉把事情处理完 王大吉故意在等待时机 他对陈氏说 我等那家伙快射的时候敲门 把他下阳尾 哈哈 陈氏无奈地翻了下白眼 听见屋里有男人开始叫 王大吉才狂拍门 大喊 苏瑞娟 开门 你男人回来了 别装了 我知道屋里有人 等了五分钟 门才打开 陈氏从楼梯栏杆的缝隙 撇见一个衣冠不整的女人 王大吉拨开他 进门到处寻 野汉子夺男呢 哪有什么野汉子 你个死鬼三年不回来 害我守活寡 我买根棒子 自己爽爽还不行吗 我擦 躲在洗衣机里 兄弟 这招我早就玩过了 不灵 一个很害怕的男生说 大哥 我错了 滚滚滚 然后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子 抱着一堆衣服跑出来 连鞋都没穿 王大吉开始教训妻子 给我解释一下 那段视频怎么回事 什么视频 你说什么视频 你个死鬼跑路了 那帮混蛋来找我 他们给我下了药 还强奸我 你现在来找我算账 你可真有出息 那混蛋我已经把他收拾了 我TM看了十几遍 你那是被下药了 我看你倒是挺享受的 我一个女人 我能怎么办 跟他们拼命 你又不回来 我一个在这里 叫天天不婴的 女人哭了起来 少给我装 我不在家这阵子 你给我戴了多少绿帽子 说话 我就绿你 怎么了 你这个王八蛋 遇到事情就知道多 你长得卵蛋 就是撒尿的吧 贱人 看 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就是贱 我不贱你 怎么会喜欢我 TMD 现在就收拾你 然后屋里传来了女人的叫声 王大吉喘息着说 快失成一条河了 你这贱人 女人咯咯的浪笑 沉实叹息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听这些 五分钟后 两人似乎完事了 在屋里说着悄悄话 沉实已经不耐烦到极点了 这时林东雪发来消息 我去你家找你 沉实回复 我现在在外面拉客人 林东雪没回复 沉实心想完了完了 立即下楼去敲那扇门 女人在屋里说 外面有人 王大吉说 我新收的小弟 怎么不叫进来 楼到底多冷啊 叫进来干嘛 三屁啊 想得美 我看看他长啥样嘛 跟我一样帅 骗谁呢 除了郭富城 谁有我家成哥帅 小剑人 真会哄人 看我在收拾你一顿 沉实又敲门 王大吉喊了一声 滚到楼下等我 然后嘀咕一声 现在的小弟 越来越没规矩了 女人说 你要有事就先走吧 你这次回来 不走了吧 放心 不走了 你什么时候娶我 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就娶你 这些钱你拿着 沉实 你当我什么人 我爱的是你的钱吗 你爱的 还不是有钱的我 两人一起笑了 听见开门声 沉实赶紧到下面的缓步台站着 王大吉一边穿衣服 一边下来 瞪了沉实一眼 催毛 家里有事 走吧 就在这时 女人追了出去 两个沉实都站在缓步台上 被看见就歇菜了 王大吉麻溜地窜了下去 苏瑞娟跑来 对沉实说 刚才下去的是你小弟 是啊 这个没规矩的货 沉实尽量学着王大吉的口气 苏瑞娟朝下面张望一眼 是挺没规矩的 看见嫂子也不来问候一声 然后她拉过沉实的手 把一道符放在她手心 说 我在大卑斯替你求的平安符 你带着 沉实只好收下 谢了 苏瑞娟突然抱住沉实 来吻她 害怕穿帮的沉实 只好配合着眼下去 两人进行长达一分钟的舍吻时 王大吉就站在下面的楼梯上 双手攥拳做抓狂的动作 吻吧 苏瑞娟搂着沉实说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我不求别的 只求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 你还在外面鬼魂一天 我就继续绿你 你这贱人 对 我就是你的贱人 苏瑞娟微笑着说 又要吻上来 沉实扶住她说 我得走了 我等你回来 沉实下楼的时候 苏瑞娟在上面喊 那谁 好好照顾你老大 下了楼 王大吉拍着沉实的肩膀大笑 我马子的舌计是不是很赞 你还没体会到另一种舌计 我警告你 你可别趁我不再跑来绿我 沉实擦着嘴上的口水 愤愤地说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没节奏 哎 他那副见到骨头里的样子 我真是爱死了 没救了你 第249章 林东雪的嫌弃 三更 路上 沉实和王大吉说好 不许干涉他的事情 王大吉答应得很干脆 把车开到小区楼下 沉实看见林东雪站在那里等他 王大吉眼前一亮 我去 你马子 太正点了 从头到脚的正点啊 给我老实点 王大吉 老实待在车上 不许干涉我的事情 王大吉模仿着他的口气 然后推车下去 直奔林东雪跑过去 沉实万念俱灰 恨恨地咬牙 林东雪看见沉实走过来 说 不用上去了 这些话不想被月月听见 怎么了 王大吉问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我不明白 你别装了 只会让我更瞧不起你 你该不会是说嫖娼那是吧 算你有自知之明 林东雪怨愤地说 我一直觉得 你这个人很神秘 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又会破案 各方面都优秀 我想你肯定是有秘密的 但我没想到 你居然背着人 我心里简直 诚实仰天长叹 完了完了 这个锅这辈子也甩不掉了 王大吉伸手放在林东雪肩膀上 林东雪很烦地甩开他 别碰我 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王大吉深情地说 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去找女人吗 我不想听 我走了 王大吉拉住他的胳膊 那天我想你想的不行 一个人寂寞得很 就去洗个澡 看见一个牛很像你 特别像 我就 不过我跟你发誓 我是带了套的 陈石抓狂地锤打方向盘 他忍不了 悄悄地推门下车 陈石一边走一边 给彭思觉发短信 快给东雪打电话 说有重要的事情 把他支开 回头和你解释 然后他来到外面的小卖部 买了一瓶喷漆 回来之后 王大吉还在填着脸解释 林东雪的眼神 已经充满鄙视 这时 林东雪的手机响了 林东雪接听 彭队长 找我有事 什么重要的事 然后他走开了 陈石大步来到王大吉身后 一拍肩膀 王大吉转身的瞬间 陈石拿喷漆 喷了他一脸 王大吉低吼 干嘛 给我走 陈石扯着他的衣领 把他拽到旁边的花丛 指着鼻子警告 再乱说话试试 在这里待着别动 哪牛喜欢你 王大吉笑嘻嘻地说 陈石恶狠狠地指着他的脸 用眼神威胁 然后扔了喷漆 回到刚刚说话的地方 林东雪打完电话回来 说 我走了 以后别做朋友了 你破案 我不会跟你一起了 你找小冬他们吧 陈石心中万马奔腾 这TM叫什么事 他诚恳地说 我错了 对不起 刚刚不还狡辩吗 怎么突然就认错了 林东雪双眼擒着泪花 你跟我道歉干嘛呀 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我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因为没了你这个朋友 我会很难过的 你难过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走了 林东雪转身离开 陈石追上去 两人一言不发地 走到小区外面 林东雪转过脸说 你别跟来了 我看见你就恶心 我知道你生气 想骂我就骂一顿吧 林东雪再也忍不住了 一想到你去那种地方 和那种女人 做那种事情 我就恶心得不行 你这个人 怎么可以一点没有原则性 好歹你还是对里的顾问呢 你说只去了一次 谁信啊 谁知道你以前去了多少次 要不是那次被抓了 我们都被蒙在鼓里 以为你是个 多正经多善良的人 我做什么才能弥补呢 从我眼前消失 林东雪转过流泪的脸 朝一辆出租车走去 陈石心中刺痛 也窝了一肚子火 他转身朝小区里走去 王大吉从花丛中跳出来 说兄弟 你红女人不行吗 这种事哪能认错呢 我好不容易帮你挽回的机会 全摆下了 陈石现在 只想一拳头揍扁这张脸 他吼道 你给我滚出龙安 和谁俩呢 我才是陈石 你是冒名顶替的 要鬼也是你滚 别动手 动手我未必会说 陈石坐下来 双手抓头发 思绪一片凌乱 王大吉说 我能不能找个地方洗把脸 脸喷成这样 我怎么见人 你家是不是在附近 想都别想 唉 王大吉拿手戳他 看得出 你挺喜欢那妞的 其实还有一招 你不是会破案吗 陈石看着他 那天我并不是奔着玩具的 我是去找一个人 这人害死了我兄弟 当然 没找着 那里的妞又太水灵 我就顺便玩了一下 你兄弟 我可不可以先洗八脸 这气干了不好洗 跟我上楼 陈石带着王大吉进了家 陶月月见陌生人进来 立即警戒起来 陈石说 月月别怕 是朋友 王大吉说 我跟你爸爸 好得跟一个人一样 他不是我爸爸 卧槽 原来家里还养个肝的 王大吉话没说完 被陈石扔过来的毛巾 盖在脸上 王大吉洗干净脸之后 陈月月的嘴长得大大的 说 两个陈叔叔 事情是这样的 陈石说明之后 陈石说明之后 陈月月听懂了 问 那我要怎么喊呢 喊他王大吉就行了 喊王叔叔 王大吉 真不懂事 一看你平时就没教育好 王大吉抱怨道 说正事 陈石呵斥 好好 说正事 王大吉点上根烟 四年前 我和那兄弟在一家公司上班 别拿那种眼神看我 我虽然瞎唤 但也有工作啊 干的是保安 年末的时候 公司不发工资 一帮民工兄弟去闹 我信出王八蛋老板 敢扣民工工钱 所以我就和兄弟 半夜去撬了他们办公室的保险柜 把钱发给大家了 只不过 保险柜除了钱 还有一个优盘 我也稍带着拿走了 没成像我和兄弟被监控拍到的 更没想到 公司居然没报警 非但不报警 老总还找到我们 说要用一大笔钱买走优盘 我心说可以啊 那里面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当然了 我也不蠢 如果东西交出来 我们怕是没好果子吃 所以明面上我一直抬价 抬得对方肯定付不起 暗地里 里面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一些表格什么的 我看不懂 顺手给格式化了 拿去装毛片 后来弄丢了 第250章 风风光光挣小钱 陈时怒道 你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你就没意识到 那东西有多重要 王大吉辩解说 那是在他们来找我之前 我哪知道 那优盘里面有秘密 哪个公司 玉华阿姨药厂 陈时在手机上搜了一下 一条新闻跳了出来 这家药厂的一批药物有问题 害死了九名病人 病人家属联名起诉之后 公司赔偿了总计三百万 新闻的日期是五年前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已经相当久远了 陈时确认了一下 问王大吉 你拿走优盘是四年前 准确来说是三年前 当时快过年了 这家公司五年前害死过人 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们还有什么好隐瞒呢 难道是其他黑幕 我这些年走南闯北 见得多了 稍微大一点的公司 底子都不干净 竟是些藏屋内垢的事情 还没我们黑社会干净呢 至少我们黑得很透明 陶月月插了一句 陈叔叔 既然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留下证据 大人说话 小孩一边去 王大吉不耐烦地说 不许对陶月月这样说话 陈时警告 你这样教育小孩 闭嘴 陈时转向陶月月 解释说 因为这些信息 对他们也很重要 比方说贪官的账本 如果他自己不记账 收了钱不办事 就会得罪人 一言以蔽之 这些信息的重要性 大于风险 所以才会被保存下来 既然在U盘里面 说明在电脑中也有吧 可能吧 陈时问王大吉 接着说你的事情 你兄弟怎么死的 就是那是发生后不久 有一天他被人乱刀砍死 死在一条小巷里面 你知道这案子谁办的吗 肯定不是我 否则我不会没印象 是李木办的 你认识这警察吧 案子结果没侦破 你们警察办案率 可真不行 你当时为什么不提供线索 因为我身上也有案子 王大吉咧嘴一笑 见到警察 我躲还来不及 怎么会主动往上凑 不过我心里清楚 肯定是玉华那帮孙子杀人灭口 我也是那个档口 得罪了一个老大 跑路的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这趟回来 我是打算给兄弟报仇的 不瞒你说 那天去保健会所 我身上揣了把军刺 准备囊死一个混蛋 谁 就是玉华老总的秘书后院 三年前我兄弟死了之后 他就辞职了 却得了一大笔钱 那家保健会所有他的股份 算半个老板 他经常去玩 你调查的挺清楚吗 那当然 我和那兄弟一起出来混的 就像陈浩南和山姬一样 我发誓要给他报仇 陈石进屋拿来一个本子 说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每个细节都要说 宋警官 你这么上心啊 废话 谁想背个嫖娼的黑锅 这案子 我尽全力侦破 看来 你是真心喜欢的妞 王大吉黑黑的笑 花了三个 那三个小时 陈石把王大吉知道的线索 全部记录了下来 每个细节都仔细确认过 因为这案子 不仅仅是发生在王大吉身上的 也是发生在陈石身上的 他必须经得起询问 王大吉说的口干舌燥 自己去冰箱拿了瓶饮料 缠着威士忌一起喝 他坐下来笑嘻嘻地说 那妞真心不错 你们搞了吗 陈石不理睬 还在看本子 王大吉兄弟孟二狗的死看起来 和玉华公司并没有事实上的联系 一切都是王大吉的揣测 没有王大吉的证词 谁都不会联想到玉华公司 也难怪当年李牧没有侦破 案件已经隔了三年了 线索早已不复存在 这案子能侦破 比钟大乐透还难 王大吉撑个懒腰 说 哥们 明天再搞吧 我晚上睡哪 你不回去 陈石惊讶地说 回哪去 那我走了哦 被你家附近的人 看见我可不负责 陈石无奈服额 那你睡沙发吧 陈石半夜被咳嗽 抽马桶的声音吵醒 出来看见王大吉正在洗脸 此时已经是五点了 王大吉说 妈的 昨天吃海鲜吃得闹肚子了 又吐又拉的 你晚上打呼 真的很吵 陈石皱眉 哈哈 抱歉吵到你了 天快亮了 出去吃早餐 不用了 我在家里吃 瞧不出还是个家庭主夫 不错不错 我就勉为其难 尝尝你的手艺吧 原来做饭的对象换了 热情也会大打折扣 陈石随便烤了几片面包 抹上果酱 热了三杯牛奶 两人坐下来吃东西 陈石问 幽盘里的东西 你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这猪脑子 能记住什么 你不是宋朗吗 天底下没有宋朗破不了的案子 道上都传言 千万别犯在宋朗手上 宋朗也有破不了的案子 陈石叹息 宋警官 叫我陈石 自己教自己 乖乖的 好吧 老陈 今天有什么打算 我去局里找找那个案子 看看能不能再次调查 你白天待在这里 哪也别去 那不得憋死我 我这里有电脑 你可以随便用 有女人吗 你是种猪吗 我在屋里待不住 我出去转转 放心吧 今天我会小心点的 不给宋警官脸上抹黑 叫我陈石 一会功夫 陶月月出来吃早餐 她一直紧备的看着王大吉 不管王大吉怎么逗她都不搭理 王大吉是个话牢 问着问呐 问陈石 这小姑娘是你私生女 没经过她同意 我不会说她的身世 哎呀哎呀 对一个小屁孩 有必要这么尊重吗 陶月月报复性的说 陈叔叔 这就是你常说的那种烂大人吧 是啊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 以后就变成这样 王大吉不生气 反而笑了 对对 不好好学习 就跟我一样 整天挣大钱 好好学习 就跟你陈叔叔一样 风风光光的挣俩小钱 第251章 意外坠楼 陈石来到局里 从档案室里找到孟二狗的案子 孟二狗确实是被人砍死的 警方定性为一起流氓斗殴致死事件 一犯是个和孟二狗有梁子的小混混 案发之后他失踪了 目前仍在通缉中 李牧办案一向谨慎 不会搞出冤假错案 陈石仔细看了取证过程 没什么毛病 他才想 也许这案子和玉华公司根本没联系 因为王大吉也拿不出明确证据 一切都是他的一面之词罢了 所以他直接去调查玉华公司 联系上当年起诉玉华公司的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的人说 负责那案子的刘律师 上午不在龙安 得晚上才能回来 陈石没辙 只好去信息科查一下 玉华公司内部的几个人 首先是老总马万里 这人现在还在玉华公司当总裁 在龙安他有五套房产 老总秘书后院 三年前离职 但是和王大吉说的有出入 他是在孟二宝死之前就离职的 目前没有固定工作 生产部经理朱卷 三年前意外坠楼死亡 还有一个是王大吉昨天说的 一名叫杨粪的精算师 警方的资料也显示 他是三年前意外坠楼死亡 看出一丝蹊跷的陈石 立即赶去负责这起案件的派出所 总局的刑事顾问证 在这里果然也比较好使 陈石顺利拿到了该案的卷宗 整个卷宗只有寥寥几页 朱卷坠楼的时候 房门是反锁着的 唯一一把钥匙在朱卷身上 拿推理小说的术语 来说就是密室状态 在他房间里 发现了喝了半瓶的酒和一些小菜 据现场线索推测 他是在喝酒之后 试图开窗 失足跌落 陈石拿起照片来看 死者是仰面朝下摔在地上的 背上有大片灰尘 他记下了出事地点 当即赶去看一看 那房子早已搬空 由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负责出售 陈石没去麻烦中介 自己直接把锁鞘开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三室两厅的屋子 屋里空荡荡的 他站在屋子中央 回忆着照片上的情形 在脑海中复原每样家具的摆设 当时有一张桌子靠近窗户 窗户是左右开门的推拉窗 如果站在桌子上开窗 确实有坠楼的风险 但他又不太相信 这只是单纯的意外 怎么可能两个人 在同一时间段相继坠楼 过于巧合的事情 往往另有隐情 然而 当时两起案件并未被并案调查 加上玉华公司被起诉 已经过去两年了 没能引起重视 陈时又去了另一个辖区派出所 看了一下精算师阳分的卷宗 同样 卷宗上瞧不出太大疑点 由于家属不同意尸检 最后就已意外结案 阳分出事的地点 去年已经拆迁了 跑完三个地点 已经过了中午 陈时随便吃了点东西 一个电话打到他手机上 是刘律师 他说 你找我 我是警方的人 想找你了解一下 玉华公司的事情 那案子已经过去五年了 家属们也拿到赔偿了 实在不好意思 可以 你来我事务所吧 来到那 来到那家律师事务所 刘律师和陈时 简单寒暄了几句 就切入正题 他把一打文件交给陈时 说 这是当年起诉玉华公司的证据 九名患者吃了他们的要死亡 虽然舆论上 对这家公司一片生透 可我取证 也费了不少功夫 官司打了快一年 才拿到赔偿金 他们的要有什么问题吗 这章上面有提到 这家公司生产的 量军假素注射液里 含有会致人 肾功能衰竭的二甘醇 早在1937年 美国就发生过同类事件 至107人死亡 那名主任药师 因不堪社会舆论而自杀 为什么会混进二甘醇呢 我花了不少功夫才查清 原来药物中 有一种辅料饼二醇 采购员为了图便宜 买了有相近功能 却有毒的二甘醇 玉华公司是怎么辩护的 他们当然是说意外了 把锅全部甩给采购员 事后公开道歉 并把采购员开除了 只不过 什么 我怀疑 他们还在用这个配方 因为我代理了这案子 在医疗诉讼 这块小有名气 这两年我陆续接到患者电话 他们说 用了玉华公司的药之后 出现不良反应 没有人死吗 有 说出来 你恐怕要吓一跳 在这五年里 就有17名患者死亡 玉华公司全部选择庭外和解 赔偿了事 钱掏得倒是挺痛快 你刚刚提到 1937年美国的同类案件 当时那个药师 真的是自杀吗 或者是被人灭口了 刘律师大笑 陈警官看来喜欢阴谋论啊 那么久远的事情我不知道 也没有证据 我是问你的看法 我觉得 有事蹊跷 当然 这是我们私下里说说 玉华公司的采购员 和主任药师还活着吗 活着呀 你能证明 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刘律师拿起电话 看来律师也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挂了电话 他和陈时闲聊了一会 半小时后 电话响了 刘律师接听之后 神情大变 对陈时说 五年前的那名主任药师死了 怎么死的 意外坠楼 陈时露出冷笑 阴谋的气息扑面来 这恐怕不止灭口这么简单 这三个意外坠楼的人 应该知道公司的核心秘密 所以才会被意外坠楼 至于这秘密是什么 所谓秘密 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 一个人的秘密 说穿了 不过是裤裆子里的那点事 一家公司的秘密 肯定是关乎切身利益 陈时说 刘律师 我的阴谋论是不是很准 刘律师站起来说 陈警官 如果你们要调查玉华公司 我可以出一把力 当然了 起诉的时候要聘请我 如果上升到刑事案件 会有检察院来提起公诉 应该不会请律师 哦 对 刘律师失望地坐下 但有线索记得告诉我一声 毕竟我关注玉华公司 也有好多年了 说是宿敌都不为过 一言为定 第252章 你打算一辈子当我 陈时手上拿着三份死亡证明的传真件 分别是从两个辖区派出所 和外地的派出所发来的 他走进林秋朴的办公室 说 看看 有什么共同点 意外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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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三人属于同一家公司 我想立个案子 你立案 你连警察都不是 你可以让东雪来立案 查案全部交给我 林秋朴摇头 这都哪一年的案子了 你怎么翻出来的 你知道 我们现在警力多紧张吗 周孝那案子 还要不要查了 陈时双手按在桌上 拜托 林队 你帮我一次 完事了 我会全力帮你抓周孝 不是 你这个 林秋朴露出牙疼的表情 你怎么查 有证据 拜托 这是我的私事 我要替一个朋友讨回公告 其实这案子 我早就想查了 见陈时如此恳切 林秋朴也只好让步 毕竟陈时帮二队破过不少案子 还个人情也是应该的 于是他拿起电话 当听说要和陈时一起查案时 林东雪说 我不干 我不和他一起查案 一边说 一边愤愤地看了陈时一眼 以往听说要和陈时一起查案 林东雪总是表现得很踊跃 林秋朴察觉到妹妹态度的转变 问 你们之间是不是闹什么不愉快了 没有 我自己还有事情吗 林东雪生硬地说 陈时说 我只求你帮我查这一次 以后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查案 随便你 这案子和我一个朋友有关 实不相瞒 我在心里压了三年 每一天我都在想他 为什么现在才说 林秋朴问 我觉得咱们现在关系够硬了 你会帮助我 所以 你一开始接近我们也是有目的的 你忘了 一开始是你们兄妹把我请来的 我算是顺水推舟 这案子是我的私事 但真凶依然逍遥法外 也是你们的公事 陈会说 林秋朴冷笑 东雪 去办立案的手续吧 林东雪忍气吞声地说 最后一次和你办案 专案小组玄机成立 也就林东雪 徐晓东 小李 老张几个熟面孔 陈时把案情说了一下 听完大家相互议论 老张捧着保温杯说 小陈 这案子完全是你的猜测 并没有证据啊 我相信 只要查下去 证据是会慢慢浮出水面的 其实我已经锁定了一个人 玉华公司老总的秘书后院 在三人相继死亡之后 他从公司离职 却得到了大笔钱 他现在在龙安经营一家保健会所 前几日我去那里找他 不成想被当作嫖娼抓了起来 交了罚款 林东雪错愕地瞪大眼睛 老张说 你不早说 为什么要一个人行动 我怀疑 后院还害死了一个人 是我一个朋友 只不过我没有证据 你们也知道 我以前的履历不怎么光彩 打架斗殴的事情没少干 算是半个混接面的 后来才改邪归正 因为涉及到我的过去 我多少有点不太愿意对你们提起 怎么查呢 老张说 从动机入手吧 重点查玉华公司这几年的支出情况 另外我 另外 我会找个律师 他当年起诉过玉华公司 或许能提供一些帮助 分配完任务 也快到下班时间了 陈石说不着急 明天开始调查 林东雪却流了下来 他神情复杂 陈石知道 他的话奏效了 所以 你嫖娼被抓 是因为这个 事实上 我那天根本没有发生交易 陈石掏出一张纸 这是我银行卡近期的支出明细 不信你可以看一下 谁要查你的账 有原因也不早说 害我以为 林东雪愤愤的走了 陈石松了口气 这夜算是翻过去了 用一个谎言 胡住了另一个谎言 欺骗林东雪的感觉 实在不好受 他给刘律师打了电话 表示想从他那里获取帮助 费用由陈石自己来承担 刘律师却大度的表示 可以不要钱 但这是如果公开 报道上必须提他一笔 对于小有名气的律师来说 关注度比钱要重要得多 陈石考虑 要不要送林东雪回家 正犹豫时 王大吉打电话过来 说 兄弟 出来吃饭 本想拒绝 但一想到王大吉是个不稳定英子 还是盯着比较放心些 于是他回答 在哪 我去找你 王大吉居然跑到一条商业街 陈石把车开到他旁边 招手叫他上车 王大吉坐进来 嬉皮笑脸的问 有进展吗 立案了 明天开始调查 真有你的 办事真利索 今晚请你吃顿好的 不过我觉得 你兄弟孟二狗的死 和玉华公司关系不大 那你怎么立的 玉华公司背着其他案子 只要能把狗约的老总和秘书拉下水 谁的案子都不要紧 送他们坐牢 就是告为我兄弟的在天之灵 不像你的风格 我以为你会直接弄死他们 我去 我又不蠢 出来混的也不能随便杀人 我们砍人都是有分寸的 只有刚混见面的愣头青 才拿君子把人囊死 杀过人吗 送马子堕胎算不算 王大吉笑嘻嘻地说 陈时放下心 虽然这个身份劣迹斑斑 但至少没背上人命案 陈时带王大吉 来到一条僻静的小街 找了一家馆子 王大吉说 你也推穷了吧 这种地方有什么好吃的 走走 去满汉楼吃顿硬菜 第一 这条街没有监控 第二 这家饭店的糖醋排骨不错 用得着这么小心吗 你说 你是双胞胎不就得了 我现在是顶着迷天大谎 在警察面前转悠 不得不小心 坐下之后 王大吉闲着没事 包桌子上的算完 他说 兄弟 你顶着我的名字三年 有没有惹上什么麻烦 有几次 不过我比较机灵 把车王有监控的地方开 找我的麻烦的人就走了 那是怂 没想过再当回宋朗吗 整容手术是不可逆的 就算再整一次 也不一定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风险太大 那你打算一辈子当王了 第二百五十三章 算法 三年了 陈时早已习惯了这个身份 当别人说起宋朗的时候 他就好像在回忆 另一个特别熟悉的人 但那并不是自己 尘实淡淡的说 反正一辈子也不长 自己过得舒心就好 身份什么的不重要 万一我哪天死了 我麻子 就拜托你了 真是便宜死你了 但你不能让他看穿 你不是我 只要对他来说 我还活着就行了 另外 这里有张卡 密码是我手机号后六位 里面是我这些年挣的钱 不多 一百来万 你拿去花 你这是干嘛啊 脱工吗 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 我十六岁跟大哥上街砍人 到今天还在蹦打 已经够本了 混混混 混你的头啊 不能跟你老婆 找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 好好过日子 嘿嘿 拿着 拿着 我微信和卡绑定了 要用钱我随时取 很方便的 陈时勉为其难的收下 说 你是不是还有事瞒着我 我就不能有点隐私了 对了 玉华公司的事情 你真的一点线索也没有了 嗯 王大吉回忆着 我得喝点酒餐的想起来 你陪我喝 我要开车 干一瓶皮的不碍事 滚 饭菜上来 王大吉非要陈时陪喝酒 陈时只好以饮料跟他干杯 三杯白酒下肚 王大吉的面色活泛了些 其实仔细观察 王大吉的脸有点胖 下巴上有几个不起眼的火疙瘩 多半是生活不规律造成的 我前些日子派小弟去盯梢 他和我说 听见他们在谈什么算术 算术还是算式 算法 对对 算法 算法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算法 他们提到了公司 收益之类的词 我不太明白 算法 算法 有件事 陈时一直有疑惑 既然药的配方有问题 为什么还要用它 每年还要打官司赔钱 玉华公司生产的这种药物 是国内使用最广泛的 比同类型的进口要便宜一倍 基本上每家医院都在用 虽然五年前被告了一次 但对它好像没什么影响 那件事 早已淡出公众视野 吃完饭 王大吉要去散散步 说好些年没回龙安了 陈时只能做赔 路过一家玩具店 王大吉买了一个芭比娃娃 说 送给大侄女的 昨天去你家也没带东西 他不玩这个 不是吧 那玩什么 我懂了 玩电动的 王大吉猥琐的笑 我揍你啊 我说的是遥控飞机 你想哪去了 老板 再拿个遥控飞机 包起来 陈时说 你干嘛跟我这么客气 老实说 我觉得你这朋友可骄 过去我认识的那帮狐朋狗友 嘴上说着两位插刀的话 竞杆背后捅刀子的事情 道上的人都这尿性 能认识宋警官 也是我的荣幸啊 咱俩这就算朋友了 你的交友门槛 也退低了吧 其实咱俩早就见过面了 你大概不记得了 你刚当上实习警察的时候 有一次 你去扫荡一家地 一家陛下赌场 当时 王大吉突然不说话了 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前方 只见昨天揍过的兽子 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的赶来 冲进刚刚两人吃饭的馆子 先捉踹椅的闹腾起来 卧槽 王大吉说 这狗东西 今天又来找茬 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走 赶紧走 陈石揪着王大吉的衣领 往巷子里推 这时 一名小弟看见了陈石 用手中的棍子一指 老大 他在那 陈石心想这都什么事 一边朝对方走过去 一边掏手机拨号 他站在那堆人面前 亮出手机 报警了 赶紧滚 不是吧 瘦子大笑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怂了 还报警啊 我没看错吧 一帮兄弟 也跟着轰笑起来 陈石在犹豫 要不要把证件掏出来 但如果在这里暴露身份 着实麻烦 就在这时 从小混混身后的小巷里 冲出来一个 带着塑料猪八戒面具的男人 手里抄着一根板凳腿 一棍 敲在一名混混头上 然后一脚把他踹开 不用看都知道 那是王大吉 王大吉大呼小叫 大哥 兄弟们在后面 马上就到 我去 赶框我 砍他 瘦子一阵手臂 陈石无可奈何 抓起旁边沙县小吃的鲁锅 朝这帮人脸上洒去 烫得他们嗷嗷直叫 脸上挂着鸭腿 豆腐肝 陈石直接一记侧踹 把最前面的小混混送走 撞翻了后面好几个人 王大吉在后面 已经放倒了两个 一时间小混混手尾难顾 陈石飞快地抬腿落腿 踢翻树人 瘦子万没想到 这么多人 竟然会被两个人 打得自乱阵脚 傲羞成怒 像个东阳武士似的 双手举起棍子 王大吉冲过来 轮棍子往他身上猛揍 打得瘦子连连起饶 陈哥 不敢了不敢了 走 陈石大喝 王大吉一犹未尽 又打了瘦子挤棍子 这才拔腿跑路 跑进一条小巷 王大吉大笑 江湖败类 十几年前 打架都是有讲究的 要么单挑要么裙架 带一帮人来打一个人 这是不讲道义 妈个鸡 现在混见面的 越来越没规矩了 真TM不想处理 你这些破烂事 但愿这帮人 别被警察逮住 不然我们就穿帮了 你真报警了 我没有 路边的人不会报警了 哈哈 这一家打得痛快 走走 再找个地方喝酒去 回去吧 别在外面浪了 也成 去你家喝 晚上王大吉 又在陈石家里过夜 半夜那呼噜声 吵得他辗转反侧 隔日一早 陈石来到局里 在门口碰见 对着煎饼摊子 纠结的林东雪 怎么了 没带钱啊 陈石过去问 想家的薄脆 又怕长胖 不家吧 又不好吃 林东雪歪着脑袋考虑 目光落在陈石脸上 扮了个鬼脸 看来他昨天睡了一觉 心情已经重置了 不再纠结他那件事了 陈石对摊主说 来个豪华版的 再来杯豆浆 摊主爽快地答应一声 好嘞 第254章 我喜欢你 林东雪啃着煎饼 和陈石在公安局 旁边的路上转悠 陈石说 你不生我气了吧 为什么要生你气 已经知道是误会了 不过 你以前是混混 那种地方也没少去吧 是没少去 不过早改邪归正了 你放心吧 陈石只能认账 你说话真搞笑 你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放心 我是你们的顾问啊 我丢脸 就是你们二队丢脸 就是你丢脸 所以请你代表组织放心 林东雪笑了 好好 你改邪归正了 我很放心 说着 把吃完的煎饼包装 揉成一团 扔进垃圾桶 嘴上沾了东西 在哪 林东雪拼命地擦眉 沾上的那一边 过来 陈石伸手帮他 抚去了嘴角的碎屑 此刻两人 街上人流洗手 陈光刚刚唤醒这座城市 林东雪看着陈石的眼睛 说 我对你不爽 也不是因为什么了 就是觉得认识你这么久 所以 那个 他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措施 我知道 你喜欢我 林东雪的脸一下子红了 眼睛看着别处 当然了 我也喜欢彭队长 也喜欢小冬 也喜欢老张 我也喜欢彭队长 也喜欢小冬 也喜欢你 虽然陈石以前也说过喜欢自己的话 但他明显感觉 这一次的意义不太一样了 趁着四下无人 陈石用双手 陈石复住林东雪的脸 林东雪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 然而期待的美好一刻没有发生 陈石突然缩回手 林东雪朝他看的方向看去 林秋朴刚从停车场走出来 一看见 两人站在一起 立马跑过来 林秋朴看见林东雪一脸面红耳赤 则问陈石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啊 林东雪脸更红了 你 你给我过来 林秋朴把陈石拽到一旁 比起拳头说了半天话 这才离开 陈石回来了 林东雪问 我哥说什么了 大体意思是 让我不要欺负你 就你还能欺负我 你敢欺负我我就打你 林东雪挥起小拳头 饶命啊 别跑啊 你 林东雪一路追打陈石 直到跑到市局门口 才恢复正经的样子 刚刚并没有离开 而是躲到小树丛里旁观的林秋朴 惊讶得自语自言 不是吧 真的好上了 今天还是继续查玉华公司 大家把能找到的书面资料 全部搬到一间会议室里 期间彭思爵把陈石叫到技术中队 说 三个派出所发来的资料我都看了 除了意外坠楼这一点之外 我还注意到一件事 三名死者都是晚上八 九点死亡的 这个时间段小区一般没什么人 不是 他们在死前都刚刚吃过晚餐 口服麻醉药的话 生效时间也差不多是两到三小时 陈石摸着下巴 我想起来了 其中一个人桌上还有没喝完 有没喝完的酒 可是酒里面没有咽出什么 当然这是老伎俩了 杀完人再把食物掉包 说得好像你以前破了不少案子似的 彭思爵议讽道 玉华公司的主任钥匙死在自己老家 当时派出所把尸体送到当地公安做了尸检 法医查出了 他体内可能有药物残留 碍于地方公安局的硬件水平 没有验出来 不过那名法医很敬业 他觉得是有蹊跷 就留了一份肝脏样本 我已经和他取得联系 现在那份样本正在寄来的路上 好 天无绝人之路 你嫖娼那事 是怎么跟东学解释的 你这话题切换得也太自然了吧 反正已经没事了 我就不指责你的人品了 指责我人品干嘛 彭思觉白他一眼 自己以后多小心 别老干这种媒谱的事情 离开技术中队 陈石还在琢磨彭思觉这句话 在影射什么 其实他早就猜到 彭思觉已经猜到自己身份了 毕竟过去那么亲密 但正因为他是彭思觉 所以不必担心他会泄密 花了一上午 大家把手头的资料整理了出来 三人死亡的顺序是 主任钥匙 6月7日晚9点死亡 生产部经理 8月13日晚8点死亡 经算师 9月1日晚9点死亡 由于发生在外地和龙安市的 两个辖区 全部被独立当作意外坠楼 没有并案调查 另外通过秘书侯月的 银行卡和信用卡查到 主任钥匙死亡前后 他去过主任钥匙的老家 在三人陆续死亡期间 他陆续网卡中存了总计400万元 全部是小了小了存的 存在了6张卡里 陈石说 看来侯月是杀人灭口的执行者 背后有人给予他物质奖励 从利益链条上看 有这个财力和动机的人 就只有总裁马万里了 林东雪说 五年前御华公司 害死人遭到起诉 当时为什么不杀人灭口 要等两年后 老张发表观点 我看啊 总裁 秘书 生产部经理 主任钥匙 精算师 这几人都是利益共同体 可能是事后分赃不均 起了内讧 分赃 分什么赃呢 都把人害死了 赔了钱了 公司还有证得不成 林东雪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问到了点子上 这也是陈石最想知道的 杀人灭口 究竟有什么好处 徐晓冬举手问 弱弱的问一句 精算师是干嘛的 就是帮企业算账的 算账还用得着 专门聘请一个人 自己拿台计算器 不就得了 他们算的不光是账 还是收益 效率之类 涉及到一些很复杂的算法 都是些高等数学的东西 一般人算不了的 陈石突然发现 他用了算法这个词 脑中灵光一现 把你们查到的 玉华公司这几年的账目 全部给我 去找一个精算师算算看 里面有没有什么漏洞 没什么漏洞啊 这些都是精紧那边拿来的 看得我头疼 他们没有逃税漏税 不是逃税漏税的问题 是他们使用这种药物配方 有多大收益 站在门口的彭思绝听见了 说 不用找精算师了 高等数学我比较在行 我来算吧 另外 地方公安局寄来的样本送到了 我已经让人去化验了 第255章 推理真相 大家反正手上没事 就都跑到彭思绝的办公室 桌上放着一个玻璃瓶 徐晓冬看着里面的东西惊叹 好像脏脏包 那是肝脏 在福尔玛林里抛了三年 彭思绝纠正 我知道 我就是想到了脏脏包 下班去买一个吃 徐晓冬被灵冬雪白了一眼 陈氏说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们坚持使用这种骇人配方 明明每年都在赔偿 那么一定是有收益的 知道结果逆推过程 花不了多少时间 彭思绝拿起纸盒笔 我算算看 很快 彭思绝在纸上写满了符号和数字 看得大家眼花缭乱 他不停地点头 原来如此 是这样 徐晓冬说 彭队长 能不能解释一下 别打岔 林东雪说 花了半个小时 彭思绝把结果告诉他们 网上的数据表明 全国每年使用这种药物的病人 有二百万 年销量达到了一千万盒 我以此为基数进行计算 如果他们使用有毒却廉价的B物质 比无毒却昂贵的A物质 要多挣六千万左右 去掉他们赔偿数额的年平均值 仍然是有转头的 一言以蔽之 使用有毒配方 就算每年打官司赔钱 也比使用无毒配方的利润 要高两个百分点 陈时兴奋的收缩瞳孔 和我猜的一样 他们内部有一套年利润算法 把打官司赔偿 也算作一个变量 五年前害死人不是无心之举 那是他们计划内 可控的损失而已 太恐怖了 林东雪皱眉 为了两个百分点的利润 居然把人命荡而系 老张说 对于一家大公司来说 两个百分点的利润 也是天文数字了 彭斯爵说 我这只是粗略计算 但真实数字不会差太远 陈时说 这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一旦公开 就不是打官司那么简单了 每一个使用过这种药物的人 他们都得赔偿 赔到破产为止 所以为了守住这个秘密 他们不惜杀人灭口 徐晓东说 动机是有了 可人是怎么杀的呢 现在不是密室状态吗 再去看看吧 陈时 林东雪和彭斯爵 来到生产部经理猪圈死亡的地点 这次不是翘锁进来的 而是通过房产中介拿到钥匙 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陈时说 房门反锁 唯一一把钥匙在死者猪圈身上 凶手把人推下楼之后 要怎么离开 林东雪去看了看窗台 说 窗台很窄 旁边倒是有根排污馆 不可能 彭斯爵断言 排污馆经不住一个人的重量 而且 如果窗台上有脚印 警察不会没注意到 林东雪突然想通了 其实很简单了 把人推下去之后 拿着钥匙锁门 然后再把钥匙放回死者身上就好了 你这也是一个办法 陈时说 人掉下去之后 周围肯定会有人过来 凶手真的可以在尸体上做手脚吗 彭斯爵表示怀疑 八 九点的小区 应该没什么人 如果你是凶手 要策划一场伪造成自杀的谋杀 稍微有一个不确定因素 就会害死你 陈时打断他们 冬雪的发散思维很好 我们再进一步想想 钥匙可以不在尸体身上 为什么死者一定要在屋子里呢 死者当时是被麻醉的 凶手完全可以 把他拖到外面 在同一垂直线上的其他地点推下楼 这样钥匙就医 钥匙就一定在尸体身上了 天台 林冬雪恍然大悟 三人又来到天台 朝下看一眼 真的很高 从这里掉下去 一定会摔死 陈时注意到天台的边缘 上面居然没装栏杆 只是在地上刷了层表示危险的红油漆 林冬雪说 往下看好恐怖啊 摔死其实也不怎么痛苦 彭斯爵说 空中那几秒就足够恐怖了 急速下落的过程中 一些人会吓晕过去 基本上没感觉 林冬雪半个鬼脸 我可不要 他退后一步 扯住陈时的衣角 陈时说 从这里掉下去 是正面着地 还是背面着地 彭斯爵说 那得看什么姿势 彭斯爵的手机响了 他接听之后 对陈时和林冬雪说 查到了 肝脏里面有微量的流盆妥纳 是种静脉注射麻醉剂 口服也有一定效果 而且不容易验出来 还好我那里样本比较齐全 效率真到 林冬雪赞到 他杀无疑了 陈时说 我注意到照片 死者背后有大片灰尘 说明他曾经躺在地上 应该是躺着摔下去的 一翻身掉了下去 面朝地面 哈哈 我好像明白了 凶手把麻醉后的死者 放置在天台边缘 然后就走了 随着麻对要效力渐渐消失 死者自己在昏睡中翻动身体 就掉了下去 如果死者朝反方向翻身呢 林冬雪提出质疑 大部分人睡觉都有固定姿势 比如 你喜欢朝右边睡 观察一下死者床上 枕头上的压痕就能猜到 陈时说 这招看似简单 实际效果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好 彭思绝一脸狐疑地看看陈时 又看看林冬雪 思绪又回到案子上 严实杀人 既伪造了意外 又制造了不在场证据 这个高招 他连续用了三次 都没被警察看穿 动机 杀人手法都已经清楚 去会会嫌疑人吧 可我们还没有证据 林冬雪说 你有认识的黑客吗 彭思绝说 你又想用违规的手段 陈时不理他 总裁的电脑里 可能有关于算法的文件 如果能搞到 不愁没有证据 林冬雪说 我倒是认识一个 我去找他 陈时交代 顺便叫小冬 查查后月三年前 有没有买过刘肯妥纳 查不到也不要紧 林冬雪先下楼去了 彭思绝走在陈时后面 说 冬雪都被你叫坏了 明明是上道了好不好 陈时笑道 陈时让局里的徐小冬 查了一下后月现代的住址 独自一人来到他家 你是后月 是啊 你谁啊 陈时亮出证件 后月的神情立即变了 抢下证件打开一看 你不是警察 跟警察一样 我们已经立案调查贵公司了 你说那家洗浴会所 上周不是才勒令亭业整顿吗 还装算 我说的是玉华公司 玉华公司 后月推了下眼镜 你们可真会查 我三年前就离职了 第256章 王大吉之死 陈时冷笑一声 推开后月进了屋子 后月就跟个向日葵似的 转动身体 一直盯着他 不带其他人来 也有陈时自己的原因 他准备用王大吉的经历 诈一诈后月 毕竟这事已经隔了三年 想单纯靠证据来定罪 是不太现实的 陈时说 后先生 你看我不觉得眼熟吗 后月说 你是大明星 不知道这小子 是善于伪装 还是真没撒谎 陈时并没有从他 一闪而逝的表情中 捕捉到什么异样 玉华公司好像每年 都有要害死人的事件发生 你们要赔偿一大笔钱 你作为总裁身边的秘书 应该很清楚吧 你是不是有兵 我都说了 我早离职了 你给我出去 我很好奇 玉华公司 为什么一直坚持 使用有毒的配方 再不出去 我叫保安了 后月用愤怒 掩饰着慌张 我今天来找你 自然有我的原因 三年前 有人委托你去做一件事 准确来说是三件 你完成得很出色 拿到了一大笔钱 后月的眼睛更圆了 旋即恢复平静 那只是意外 你想多了 我说了是什么事情吗 陈石冷笑 知道警方为什么突然调查你吗 后月阴沉地问 为什么 我手上有个U盘 里面有你们的一些秘密 也是那三个人死亡的原因 后月满头大汗 什么U盘 又突然爆喉 不 你给我滚 后先生 我还会来找你的 陈石顾忌重施 从电梯下到下一层楼 又跑回来 从钥匙孔偷窥后月的反应 后月在屋里走来走去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他得自己倒了杯酒 却发现 手抖的全部洒出来了 考虑半天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部手机 给一个人打过去 后月说 刚刚来了一个人 说自己知道三年前的事情 还说他手上有个U盘 电话那头的人说 是警察吗 后月说 是个警方的刑事顾问 他说已经立案调查了 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突然要接这个案子 白痴 肯定是有把柄落入他们手中了 当时叫你做干净点的 你是不是留下什么尾巴了 后月说 我做得绝对干净 不可能被查到的 如果要查 三年前早该查了 哼 做得干净 警察怎么会找上门 后月再次强调 不是警察 只是个顾问而已 拿钱办事 你必须把这事处理干净 如果处理不好 你自个就去死吧 说吧 对方把电话挂了 后月气愤的把桌上的杯子摔了 他走进卧室 打开笔记本电脑 插上U盘 开始运行几个黑客程序 他记得刚刚那人叫陈时 应该可以在民政局 车管所 税务局的系统里 查询到他的资料 陈时在门外 把后月的举动看在眼里 也听到了一部分他说的话 果然这家伙心里有鬼 明确了方向 接下来就可以全力攻坚 离开小区 陈时将这件事 告诉了专案组的其他人 众人十分兴奋 林东雪说 东雪说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徐晓东说 陈哥怀疑的一点也没错 陈时说 慢慢查吧 明天我去和林队说一声 看能不能再增加一点警力 陈时单方面宣布 今天下班了 回到家 陈月月正在包力支持 但是 王大吉在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桌上堆了不少东西 陈时稍感意外的说 你买的 是啊 在这住了几天 意思一下吗 你去搞两菜 咱俩喝一杯 我买了好酒 王大吉拿起一瓶枝华氏18年 你倒挺客气的嘛 陈时说 我今天去见后月了 看来这小子有鬼 人就是他杀的 不过眼下的难题 仍然是证据 你们警察办事 就是太奖程序 换作我的话 直接把他绑来 慢慢料理这孙子 少来 被监控拍到的还不是我 你那个优盘钥匙在的话 能省多少麻烦 王大吉骚头傻笑 当时哪知道这么重要啊 陈时无可奈何地去做饭 陈月月跑到厨房 陈时带着围裙 一边包瞎一边说 还没好呢 今晚弄个你喜欢吃的 陈叔叔 陈月小声说 王大吉身体好像不太好 今天他又吐了 是吗 陈月走后 陈时一边做饭一边思考 他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 王大吉在骗自己 王大吉 陈时把他叫来 王大吉屁颠屁颠地进来了 一瞅锅脸 我去 你这手也可以啊 快赶上大饭店的师傅了 我尝一个 陈时打开他的手 自己就着盥洗师洗了一把手 说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得什么绝症吗 什么绝症 你想多了吧 你的眼珠为什么发黄 别动 让我看看 陈时凑进去看 王大吉突然拨一声 亲在陈时嘴上 然后跳开大笑 陈时恶心坏了 擦了半天嘴 王大吉说 自己亲自己 挺有意思的 你也没整个硬菜 我出去买只烤鸭回来 喂 站住 陈时叫没叫住 王大吉已经走了 他把几盘菜放到桌上 等了半个钟头 也没见王大吉回来 对陶月说 别等了 吃饭吧 王大吉以后就住这了 不会的 等着案子完了 他就走了 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虽然长得跟陈叔叔一模一样 但是一点也不如你 谢谢夸奖 陈时心想 王大吉只是举止放浪 人品倒还不坏 吃完饭 王大吉也没回来 陈时打他手机居然关机 他心想这个浪荡子八成 又去拿鬼混了 忙了一天 晚上放松一下 他上了回网 九点钟 突然一阵狂敲门 林东雪在外面喊 月月 月月 陈时去开门 吓了一跳 林东雪 徐晓东 林秋普都来了 对方也是一脸震惊 你怎么在这 死的那个是谁 陈时一惊 王大吉死了 林秋普突然指着陈时说 等等 先把他烤起来 第257章 你到底是谁 几小时前 王大吉出去并不全是为了买烤鸭 他快憋不住了 冲到楼下 他在一棵树下狂吐起来 呕吐物中带着血丝 嘴里弥漫着一股胆汁的苦味 他愤怒地对着树垂了一拳 眼里擒起泪水 点根烟 越抽嘴越苦 索性把烟扔了 王大吉溜达着来到外面 来到一条烤鸭店 要了一整只烤鸭 还有花生米 想了想 又要了脑花和肘子 王大吉知道自己食日无多 每顿饭都可能是最后一顿饭 不过他很喜欢这个新认识的朋友 他正直 坚毅 果断 完全就是自己的反面 他希望这顿饭能吃得丰盛些 老天让他在生命的最后认识送往 他已经十分感激了 拎着大包小包往回走的路上 突然巷子里窜出一个人 一棍子打在他头上 从脑壳和棍子碰撞的声音 还有他多年挨揍的经验判断 那是根铁棍 王大吉倒在地上 被那人拽着裤腿 拽进巷子里 他看见一个面孔苍白的少年 嘴上挂着病态的笑 他掏出一个三角形的烙铁式的物体 用打火机烤着 说 你本来不该死的 要怪就怪另一个人用了你的脸 王大吉并没有被打猛 他脑袋早年受过伤 有一处骨质增生 刚才刚好打在那里 所以他还有意识 他躺在地上 装作任人摆布的样子 心里盘算着 听说话 这家伙应该是奔着陈石来的 少年俯下身 准备在他的身上落下印记 就在烙铁接触到衣服的瞬间 王大吉睁开眼骂道 去NM吧 然后双腿尽全力一踹 踹在对方脸上 趁少年向后裂前 他爬起来就跑 脚步还有点蹒跚 路人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他 一口气跑回小区 一个站在面包车旁边的眼镜男问他 怎么了兄弟 王大吉抬头 对方愣了一下 不过王大吉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慌张地说 有手机吗 借我用下 有 眼镜男往口带一掏 然后一块帕子捂在他口鼻上 王大吉的意识 便沉入了一片黑暗 陈时戴着手铐 由一直低着头的林东雪 和徐晓东押送到审讯室 不少警察跑出来 惊讶地围观 小声地询问同伴 怎么了 陈哥怎么会被抓 陈时的表情 与其说是平静 倒不如说是冰冷 仿佛是为了不让别人看穿他的内心 他克制着脸上的每一条肌肉 彭思觉冲了出来 身上有大片打翻的咖啡子 他瞪大眼睛 老陈 陈时苦笑一声 冲他微微摇头 林秋朴冷着脸走到陈时面前 用一根手指戳着他的胸口 你不是陈时 你到底是谁 林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口袋里有身份证 你可以自己看 巧了 死的人身上也有身份证 他也叫陈时 有人盗用了我的身份信息 你就把我抓起来 不止盗用信息这么简单 跟我进来吧 东雪 你在外面等着 林东雪强硬地说 不 我也要参加审讯 林秋朴立声道 你得避闲 避什么闲 陈时又不是我男朋友 这是命 这是命令 林东雪满脸悲伤地看了一眼陈时 陈时小声安慰他 轻者自轻 这审讯室 我又不是没进过 对了 拜托你回去照顾一下月圆 好 这就去 陈时坐在审讯里上 林秋朴和另一名审讯员落座 林秋朴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陈时 一名司机 同时也是警方的行政顾问 有意思吗 我们上午才说过话 其实从你第一天出现 我就怀疑你的真实身份 你过去明明是个混混 突然间变成了神探 这说得通吗 你又来这套 自己想的就是对的 死的人是谁 长得像我 你怎么知道的 陈时知道 按林秋朴的习惯 不会告诉被审讯人太多信息 但这样下去 这审讯不知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陈时说 我从你们刚才话的话判断出来的 似乎死了一个和我很像的人 他也叫陈时 他已经不能来这个审讯室 被你折腾了 所以 你就来折腾我 那你认为 我应该怀疑谁呢 你应该先做尸检 查明那个冒名顶替的人 究竟是谁 又是怎么死的 你倒是提醒了我 林秋朴冷笑 拿起电话交代起来 彭队长 来取他的血化验DNA 看看这俩是不是双胞胎 陈时皱眉 别费劲了 我没有双胞胎兄弟 林秋朴听见外面有动静 走到外面大声说 都回去 我知道 你们和陈时都数 如果想弄清谁才是冒名顶替者 更应该仔细地去查 这时彭思觉进来了 在陈时的手上采写 陈时苦笑 老彭 你应该相信我的 彭思觉低声问 嫖娼的人不是你 审讯室里有录像机 陈时不想被拍到嘴形 所以什么也没说 反正彭思觉都已经明白了 我真觉得 你应该趁现在揭开身份 彭思觉说 还不到时候 陈时在心中默默地说 采霸写 彭思觉走了 林秋朴训斥完手下进来 陈时说 等吧 我会证明我是谁的 可不可以让我看看尸体 你想得美 看见陈时被拷走 陈月月知道 肯定出事了 他赶紧把王大吉买的东西 全部收起来 桌上的第三副碗筷 以及杯子也收起来 自己和陈时用过的 放进了盥洗池里 然后 他用拖把把地 仔细拖了一遍 王大吉碰过的地方 也全部擦拭一遍 做完这些 他仔细找找 还有什么遗漏的 突然发现 沙发垫下面 压了一部手机 这是王大吉的 打开一看 里面的内容已经删空 只有一个视频 视频是王大吉 深夜在卫生间里录的 他在视频中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宋警官 有件事 我骗了你 外面忽然传来一些 可疑的动静 陈月月盲关了手机 紧张地盯着门 听上去似乎有人在撬门 陈月月吓得心脏狂跳 立即用手机 大声地播放一段新闻 外面那人似乎察觉 家里有人 撬门的动静也消失了 陈月月坐在沙发里 两手逮着膝盖 惊魂未腐 整整半个小时 他一直维持着这个姿势 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那扇门 直到外面传来 林冬雪的喊声 月月 你在家吗 第258章 查明身份 陈月月去给林冬雪开门 一看见熟悉的人 他立马情绪失控 扑到林冬雪怀里 林姐姐 刚刚有人敲门 我好害怕 没事 我会陪你的 林冬雪安抚道 陈月月抬起脸 陈叔叔被抓了 他 很快就回来了 别担心 林冬雪忧郁地想 盗用身份信息罪 关心死的那个陈石是谁 但愿陈石没事吧 不 他一定不会有事 他在心里说 彭思觉带来了 DNA化验结果 很显然 两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陈石故作镇定地说 那个人冒充我 为什么不是你冒充他 我冒充他 我要冒充别人 为什么不挑个好点呢 你看过我的履历 知道我有多普通 你的户籍信息上提到 你有父母在核去镇 想弄清谁是冒名顶替者也好办 把陈石的父母请来 做一个DNA化验就行 我父亲今年七十 母亲六十三 年龄很大了 身体都不好 你能不能别让他们 大老远的跑一趟 你是怕当面对峙 我怕和我爹妈当面对峙 搞笑呢你 你派个人去镇上医院 以体检的名义 拿到他们的血液样本 带回来 不就得了 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也行 不过在此期间 我要拘留你 退一万步说 盗用身份信息罪 不过是拘留罚款 我拿人格担保 我不会离开龙安的 不行 因为你是熟人 所以我更不能训思 这是不说 发生在你身上 就是发生在冬雪身上 我也一样拘留 陈石拍了拍巴掌 铁面无私的林队长 带走 等一下 那人死在我家附近 我不会告诉你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我可能猜到 是谁杀了他 玉华公司的案子还没结束 我建议你现在派人 把后约控制起来 我会安排的 陈石被带到了一间 单人拘留室 床还没坐热 徐晓东跑来 提了一大袋子吃的 喝的给他 说 陈哥 我们都相信你是清白的 这点吃的你拿着 不用 我吃过饭了 给你拿瓶水吧 你藏好 被林队看见 要骂我了 小冬 通知专案组的人 赶紧去抓后约 人可能是他杀的 知道了 又过了一会 一名警察过来 送吃的河水 说 陈哥 林队就这样 我们知道 他肯定是清白的 不到一个小时 陈石床底下全是矿泉水 他暗暗苦笑 也不知道这一劫 能不能渡得过去 同时他也为 王大吉的死感到意外 王大吉的死 他有间接责任 他白天不该去找 后月敲山震虎的 可是暗王大吉的说法 后月应该知道 他手上 有对自己不利的优盘 原本陈石以为 后月会提出收买的条件 哪里出错了 陈石暗存 拘留实在是很无聊 晚上林冬雪 带着陶月月来看他一次 今晚陶月月 就去林冬雪那里过夜 里过夜了 他们走后 陈石整着双手 睡在床上 数了半天阳才 渐渐有了困意 隔日一早 陈石被敲蓝丹的声音吵醒 揉揉眼睛 看见是林秋朴 林秋朴板着一张脸 陈石笑道 打算放我走了 想得美 去取DNA的人还在路上 你好好待着 玉华公司的案子 案子我接手了 那个叫后月的跑了 你家小区的监控拍到了他 现在已经封锁了 所有交通要道在通缉他 去他家搜一搜 后月看起来是个精明人 说不定手上 捏着总裁的把柄 这你就别操心了 林秋朴掏出一个煎饼地进来 听着 如果你坐牢 我是不会允许冬雪和你来往的 死马昭之心 短暂的探视之后 林秋朴被彭斯爵叫到了法医实验室 昨晚的死者已经解剖 光着身子躺在解剖床上 从喉咙到腹部有一道长长的缝合线 他和陈石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林秋朴不由感慨说 好像在看着那家伙一样 解剖的时候 我是把脸盖住的 彭斯爵淡淡地说 有什么发现 鼻腔和牙龈有出血点 在他的呼吸道里 检验出了影迷 应该是被人用沾了影迷的帕子 呜在脸上 死因是高空坠落 但是一般的坠楼者 在下落过程中 会下意识地做出防御动作 绷紧全身肌肉 全身各自的撞击伤程度 各不相同 但这名死者撞击伤很均匀 正面毫无防备地拍在地面上 多处内脏破裂出血 所以他死的时候是昏迷状态 和三年前玉华公司的那几名死者一样 林秋朴的眼圈红红的 他昨晚熬夜 把玉华公司的案件档案看完了 没错 还是用了那种手法 其他发现呢 这名死者有胆囊炎和肾癌 已经是晚期了 什么 从肝脏里的药物检测判断 他好像没怎么接受治疗 如果他没有被谋杀 大概也只能活一个月左右 这张脸整过容吗 这是林秋朴最关心的 看不出来 要么没整过 要么就是三年前整的 脸上没有填充物什么的 目前没找到 林秋朴不说话 这次他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眼前这名死者 全身都是心臼伤痕 腰部 腿部有脂肪堆积 显然长期生活不规律 他才更像那个混混出身的陈石 眼下坐在拘留室里的那个 破案能力碾压大部分警察 总爱嬉皮笑脸 性格豁达又自律的家伙 十有八九才是假冒的 但他心里又很矛盾 一直以来和陈石合作 他已经有点喜欢他了 可身为队长 他绝不会迅思枉法 他一定要得出真相 死者腰部有一处不太明显的烫伤 似乎是死前不久留下的 彭思绝还在说验尸结果 彭队长 你觉得哪个才是陈石呢 林秋朴问 我只相信DNA鉴定结果 彭思绝平静地回答 第259章 重返现场三更 待在拘留室中 简直度日如年 昨晚隔壁关了一个酒驾的司机 说了一会风话就睡着了 一大早被领导保释走了 陈石一整天已在墙上闭目养神 到了傍晚 林秋朴又来了 手上拿着的东西显然是DNA化验报告 陈石叹息一声 酝酿着要怎么度过这一关 为什么要冒充陈石 林秋朴冷冷地问 我本来就是 陈石只能死咬着不松口 两人静静对视了足有一分钟 林秋朴好像放弃了似的 把DNA报告从栏杆缝隙踢过来 刚刚炸你一下 看来你是真的 你父母的DNA和你99%匹配 彭队长亲自化验的 陈石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他极力克制住喜悦 没有伸手去接 说 你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你少来了 我拘留 你不到24小时 是符合规定的林秋朴掏出手机 去取样本的警察说 你父亲得了病 怕是癌不过今年了 陈石知道林秋朴还是信不过自己 于是接过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用流利的方言说 爸 我是陈石 等陈石打完电话 林秋朴眼中的怀疑 才慢慢减去 陈石交还手机 后悦逮着了吗 逮着了 在他家里找到作案工具 另外还在电脑中 塑到了一些东西 还在解密中 你倒是神速 我不占你的功劳 是你先铺好了路 我们才这么快的 陈石想 如果后悦不是狗急跳墙 杀了王大吉 又愚蠢的跑路 也不会这么快被逮捕 但是后悦居然能找到自己家 某种意义上来说 王大吉是替陈石去死的 陈石说 我想看看那人的尸体 林秋朴带陈石来到停尸房 看见王大吉的尸体 陈石心中有点难过 他尽量平静地说 长得和我真的很像 他身上有两张身份证 一张叫陈石 一张叫王大吉 后面这张也是假的 我们现在还闹不清 他为什么要冒名顶替你 真身又是谁 不过 我已经让人在DNA库中寻找了 看看有没有案底 陈石微微瞪大眼睛 这要是真找到了 这个死掉的 岂不是变成了宋王 他已经猜到 是彭斯爵把两人的血样调换了 冒充谁不好 冒充我 陈石说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不过不代表我不怀疑你 你肯定有秘密 只是暂时还没被查出来 算了吧 你的直觉什么时候准过 和林秋朴告辞 陈石立即去了技术中队 万幸今天彭斯爵早早下班了 其他人也都下班了 他习惯性地去取自己的车 走到车库才想起他没开车 彭斯爵开着自己的车出来了 在他旁边停下 推开副驾驶的门 陈石上了车 正在考虑 要不要说一句谢谢 彭斯爵说 我只帮你这一次 我的DNA是不是还 是不是还在比对 那个我亲自负责 我会告诉林队没找到 居然连我也要撒谎 我欠你的 车里一阵安静 彭斯爵开着车 上了高速 陈石发现 这好像不是他回家的路 你跟我说实话 当年你对韩洛西和李牧开枪了吗 彭斯爵十分平静地问出 心底藏了很久的问题 没有 你打算去哪 回当年的现场 我设想过无数次 重新见到你的那天 要做什么 扇你一耳光 问问你过得好吗 想来想去 最想做的 还是知道当年的真相 老彭 陈石心中有千言万语 彭斯爵伸出一只手 阻止他开口 天擦黑的时候 两人来到郊区一座仓库 陈石看着天边的火烧云 好像又回到了那天 三年前的那天晚上 韩洛西打电话来 说 李牧被抓了 他让我一个人去 否则就杀了他 你别上他的当 那是圈套 这也是唯一一次 逮捕他的机会 宋王在电话中拼命地喊 韩洛西说了一句 我爱你 就把电话挂了 宋王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他 通知了警方 自己率先赶了过去 走进仓库的时候 他看见韩洛西进了一间仓库 立即追上去 几声枪响令他心迹不已 当他来到阴暗的仓库里 发现韩洛西和李牧倒在血泊中 他抱起韩洛西的尸体 心乱如麻 泪水不停滚落 脚步声惊动了他 他立即抓起地上韩洛西的配枪 只向那个罪魁祸首 追捕了一年多 他头一次看见周孝的庐山真面目 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年轻人 周孝说 宋警官 你不是一直想逮捕我吗 你打算在这里杀了我 去死吧 人渣 宋王的内心充满怒火 扣下扳机 即便在这个时候 警孝的训练仍旧体现在他的下意识中 他的第一枪打中了周孝的肩膀 没有第二枪 那是最后一颗子弹 宋王徒劳地扣着扳机 周孝一脚踢在他的手腕上 枪飞了出去 然后朝他脸上撒了一把粉末 宋王凭住呼吸 却仍然吸入了一些 大脑顿时昏胀起来 周孝的笑脸在视野中扭曲变形 忘了告诉你 他俩身体里的子弹 也是从这把枪里射出来的 大神探宋王 竟然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上司和搭档 明天报纸上的头条 一定很值得期待 宋王猛然醒悟 他踩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可是被药物麻醉的大脑 像冻结了一般 无法思考 他只有一个意识 自己要活着替韩洛西报仇 于是他踉跄着往外跑 尽全力走到附近的小山上 躺过一条河 这才栽倒 在冰冷的河水中 躺了一个小时 才被山下的警笛声吵醒 车开到了那间仓库前面 彭思觉熄了火 下车 陈时又回忆中惊醒 再次回来到这里 恍如隔世一般 和我说说当时发生的事情吧 彭思觉说 第260章 当年的真相 两人走进空荡荡的仓库 陈时诉说了 当年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三年过去了 心里的伤疤早已结痂 但再次碰他 还是会隐隐作疼 彭思觉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韩洛西的枪 最多只有八颗子弹 你进仓库之前 听到了几声枪声 三枪以上 这里回音很大 听不清楚 知道卷宗里是怎么写的吗 没看过警方卷宗的陈时 摇了摇头 彭思觉继续说道 韩洛西的枪 被找到的时候是空的 上面只有他和你的指纹 另外沾了李牧和韩洛西的血 现场找到了五枚子弹 韩洛西身上有两枚 李牧额头有一枚 经唐线痕鉴定 全部来自韩洛西的枪 我亲手射了一发在周孝身上 按理说 现场只会找到四枚射空的子弹 难道周孝弄到了警用子弹 你确定 他有这个神通 警用子弹是很难搞到的 就算能搞到 也会留下线索 老鹏 你做尸检的时候 发现了什么异常 李牧身上有韩洛西的血 韩洛西身上有李牧的血 但是李牧的死亡时间 要早三个小时左右 李牧额头的伤口 似乎被人冻过 陈时在仓库里来回走着 眼前重现当年的一幕 陈因这字语道 多出来的这颗子弹 是怎么回事 彭思觉说 如果周孝有意陷害你 为什么要留一发子弹给你 我觉得是他失误了 六四是紧用手枪的弹夹 可以装七发子弹 但韩洛西总在枪堂里顶着一颗 他的子弹数量是七架一颗 当时我听见枪声跑进来 周孝没有太多时间检查 匆匆卸走弹夹 却没想到枪堂里还有一颗 你朝他开枪的时候 手里的枪比平时轻吗 他的表情很震惊吗 陈时摇头 我想不起来了 当时我冲到了巨大冲击 这些细节已经很模糊了 但无论如何 我不可能对韩洛西和李牧开枪的 还原一下现场吧 彭思觉提议 两人模拟了一下现场的情景 彭思觉站在周孝的位置上 陈时站在当年宋朗的位置上 他记得那里 他是跪在韩洛西的尸体旁的 他的身上沾满了韩洛西的血 彭思觉突然有个想法 据说意大利黑手党陷害警察 会把死者身上的子弹挖走 在伤口中塞入某名警察的弹头 我在想 实际上并没有多出一枚子弹 李牧脑袋里面的那颗 正是你打进周孝肩膀的那颗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李牧的枪眼被人动过 他提前已经用另一把枪射杀了李牧 并取走了伤口里的子弹 所以李牧的死亡时间要早三个小时 所以他故意留给我一发子弹 就是为了让我射出去 这颗子弹不能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 并且他可以方便地取出来 塞到李牧的枪伤里 他自己的身体是最合适的 但如果我这一枪是打他的要害呢 周孝知道 你不会 在一名嫌疑人手无寸铁的情况下 身为警察的你不可能射杀他 如果你做了 那就是谋杀 而且现场的情况你根本解释不清 你当时已经离职了 身份敏感 此前周孝给你栽的 你栽的脏 虽然证据不足 却早已在警察心中埋下对你的怀疑 我当时真的很想杀了他 陈氏叹息 开枪的瞬间还是故意偏移了枪口 我想逮捕他 这个疯子 但往好的一方面想 周孝身上这出三年前的枪伤 是证明你无罪的有利证据 如果真的存在的话 彭斯觉得最后一句话让陈氏苦笑一声 韩洛西又是怎么被夺枪反杀的呢 我听见枪声道赶到现场 可能只有五分钟 韩洛西的身手那么好 怎么会被杀害 陈氏突然想起一个让他惊恐的细节 我想起来了 周孝穿着和李牧一样的衣服 他的手腕上有勒痕 什么 周孝假扮成李牧 背对着韩洛西躺在地上 在韩洛西搬过他的肩膀确认的时候 周孝把他弄晕了 你听到的枪声 其实是周孝开枪射杀他 以及向四面开枪 他留了一颗子弹给你 就是为了让你拿起枪 对他开枪 彭思觉顺着他的思想说下去 韩洛西身上 确实找到了微量的麻醉药物 陈氏闭上眼睛叹息 我为什么会冲这样的圈套 因为你太爱他了 韩洛西是你的弱点 李牧是韩洛西的弱点 我后来听说了 李牧是他的生父 李牧离婚之后 韩洛西随了母亲的姓 彭思觉说 眼下要洗脱你的罪名 就得逮捕周孝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 你会恢复以前的身份吗 在志友卓卓的注视下 陈氏摇头 那天晚上宋郎已经死了 对我来说 那个名字是个诅咒 是一段不愿想起的往事 我现在这样也挺好 你在逃避 随你怎么说吧 还有一件事 你看见了周孝的脸 对吗 陈氏从钱包的夹层里 掏出一张纸 是一张铅笔素描 他当时凭印象画下来的 彭思觉接在手中审视着 陈氏说 还记得三年前 我们给他做的犯对心理测嫌吗 当时你提出周孝可能不是一个人 他的犯罪风格 目标极不稳定 也许是两人或者多人合作 你的观点 是他有多重人格 但我现在更倾向于你的看法 因为当时在极短时间内 挖出身体中的子弹 他一个人不太能办到 现场可能还有另一个帮凶 就算我那一枪杀死了周孝 这个帮凶 也可以完成对我的嫁祸 他真的很想毁掉你 彭思觉感慨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知道周孝这个名字的吗 他自己在现场 用被害人的血 在墙上写下的 从那时起 周孝成了这名连环杀手的代号 消息灵通 神出鬼没 手法干净 目标不确定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 周孝其实是个团伙 也许这团伙中的某个人 曾经栽在宋朗的手中 所以他们才设计了这场精心准备的嫁祸 死掉的那个王大吉 你见过吗 彭思觉突然问 见过 其实他被杀之前 就在我家里 第261章 王大吉的秘密 彭思觉一惊 你怎么找到他的 龙安是这么大 我想不可能是偶遇吧 陈石便把三张照片的事情 告诉了彭思觉 里面那张我的照片 其实不是我 周孝想戳穿我的假身份 正好这时候 王大吉嫖娼被抓 我顺藤摸瓜找到他了 你对所有人 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你不也有分 陈石笑道 周孝想戳穿你的身份 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王大吉死掉 他的尸体出现在公安局 你就百口莫辩了 可王大吉却是被后院杀了 等一下 王大吉身上有一处可疑的烫伤 难道说 周孝找过他 彭思觉立即往外走 陈石也上了他的车 回局里的路上 彭思觉说 冬雪有点像韩洛西 哪里像了 一个是菜鸟 一个是景笑的优等生 我说长相啊 你不是一直喜欢这个类型的 在景笑的时候 你就喜欢追着这种女生 呜 陈石无言以对 彭思觉果然还是了解他的 还记得有一次 行了行了 陈石连忙止住 宋王已经是过去式 不要再提了 两人来到局里 发现陶月月居然在 林冬雪的办公室写作业 林冬雪说 晚上要加班 所以把他接来了 案子有进展了吗 我们在后院的电脑中 发现了一些东西 待会再说吧 我和老朋友有点事情 月月 我待会接你回家 林冬雪怀疑自己听错了 之前不是对着案子挺上心的吗 怎么突然兴趣又转移了 望着两人并肩 走在一起的背影 林冬雪心里酸溜溜的想 这两人怕不是有剧情吧 彭思觉从停尸房 将王大吉的尸体 随身物品用推车 送到法医实验室 无影灯下 看着死去的王大吉 沉实满心感慨 说 兄弟一路走好 其实就算没有被杀 他也活了多久 肾癌晚期 沉实瞪了下眼睛 似乎明白了什么 两人检查了一下 王大吉身上的烫伤 彭思觉拿着放大镜说 是死前不久留下的 一开始我以为是凶手搬运过程中 碰到了什么发烫的物体 这个长度 和耻辱烙印很接近 沉实断定 两人开始仔细检查 王大吉身上 检查他的每一片指甲 衣服缝隙 最后 彭思觉在王大吉的鞋底 发现了一些东西 他用显微镜看了看 说 像是人体表皮 烙印在腹部上 他应该是躺在地上 对着周孝的脸踹了一脚 总之 我拿去化验吧 沉实一阵振奋 这将是抓住周孝的一个突破口 当然 按照他的推测 周孝如果是个团伙 也仅仅是抓住一个周孝而已 沉实把陶月月接回家中 家里还是和昨天离 和昨天离开时一样 沉实里外检查了一下 陶月月把王大吉用过的杯碗 买的东西 全部收起来了 他夸奖了一声 陶月月说 王叔叔给你留了一部手机 在哪 陶月月取出来 沉实打开里面的视频 视频中 王大吉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 宋警官 有件事我骗了你 我那兄弟 就是打架被小混混砍死的 和玉华公司没有半毛钱联系 我们也没去那当过保安 更没有优盘什么的 我告诉你这些 都是我后来自己查的 我TM几个月前查出有胆囊炎 平时大鱼大肉吃太多 倒不是什么要死的病 结果 TMD用了几个月药之后 医生突然告诉我 我得了肾癌 我才三十多岁啊 我一开始还不相信 跑了好几家医院 后来在网上查到这家公司 害死过人 可是全国都在用这种药 TMD 我十六岁出来混事 跟大哥砍人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居然TMD这样 落到这样一个下场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那天 我不是去调查后悦的 我TMD就是打算弄死他 再弄死玉华公司的老板 为社会除个祸害 结果没弄成 后来就遇到了你 我想 这是天意吧 宋警官 我知道你超厉害的 可你只查命案 我一心盼着 你替我主持公道 于是就编了这样的谎言 我TM真不甘心啊 王大吉哭得说不出话 最后挤出一句 谢谢你 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龙安了 我打算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安安静静的死掉 看完视频 陈时良久说不出话 最后才说 傻瓜 为什么不说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王大吉 撒了幽盘的谎 陈时也不会去找后悦试探 王大吉的死史后悦得以定罪 冥冥之中 或许真有老天爷在安排 也说不定 尽管只相处了几天 但陈时对王大吉 还是有些感情的 他把视频又看了一遍 点击删除 陈月说 我不喜欢他 不过他也好可怜哦 我会替他完成医院 还他一个公道的 带着复杂的心情 陈时早早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被电话吵醒 林东雪语气急迫地说 我们找到后悦了 但是 什么 他被杀了 陈时立即赶到局里 解剖台上躺着一具尸体 正是那天见过一面的后悦 他的脸上被打上了耻辱烙印 很经典的周孝士 杀人手法 胸口一刀毙命 干净利落 彭思觉说 看来这次杀人目标很明确 后悦抢了他的猎物 所以他要泄愤 神通广大 这家伙 居然在警察之前找到了后悦 老彭 猎物什么的 当着林队的面可别说 我自有分寸 林秋朴和林东雪一起进来了 林秋朴也是刚刚接到通知 看见尸体 他十分震惊 已经第二次了 他为什么要截胡警方的嫌疑人 难道这家伙现在转性了 开始主持公道了 真相只有等抓到他才清楚 彭思觉淡淡的说 看来这案子结了 我们要怎么处理那个 林东雪问 第262章 没人记住灯的名字 三灯 林东雪说的 那个正是在后悦电脑中 找到的一些机密资料 看来总裁给他大笔的钱 除了表彰工作 还有几分封口的意味 所以 知道这个秘密的几人都死了 后悦还活得好好的 后悦电脑中的这些资料 被设置了定时发送给几家报社 幸好警察及时发现 将定时发送解除了 里面的内容是 玉华公司近十年来详细的收益状况 还有一套计算成本和收益的算法 除了一些细节不同外 大体和诚实猜测的一样 玉华公司把使用有毒原料害死的人命 当作可控的损失 办公室里 几人看到了这东西 简直太可怕了 林秋朴说 这东西 如果真落到报社手里 会造成大面积社会恐慌的 我看还是请示一下局长吧 不过仅凭这个证据 玉华公司高层应该一个都跑不了 我还有一个疑问 死掉的假陈石是怎么回事 彭斯学说 从尸检报告看 他应该是受害者 可能他采取了什么维权手段 触及到了这个秘密 才被杀了灭口 不是 后遇要杀的人是我 陈石直指自己 然后杀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这也太巧了吧 林秋朴看向陈石的目光中 仍带着几分怀疑 有些事情就是巧得没法解释 林秋朴仍旧不太相信 但毕竟DNA鉴定结果在那 他说 我去和药监局 经紧那边联络一下 同时请示一下局长 准备逮捕这些人渣 林东雪突然问 请示完局长 这是会向社会公开吗 十有八九不会 这种事怎么能公开 知道全国有多少人 在用玉华公司的药吗 造成大面积恐慌 是很麻烦的 恐慌的背后 是玉华公司 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不能光治标不治本 民众有知情的权利 等你当上局长 再发表个人意见吧 都别看了 林秋朴把电脑关了 该干嘛干嘛去 后续工作还有很多呢 老陈 这案子是你起的头 你也来帮忙 这次谢谢你了 陈石说 不客气 林秋朴走后 林东雪还在纠结 我真不希望看到 这种事情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最后谁也不知道 好像压根没发生过一样 站在林队的位置上 他必须考虑周全 彭思学说 他一会就会回来 电脑上的资料可能被删掉 你们有没有打算 陈石怂恿着 每一桩惊天新闻的背后 都有一个勇敢的揭露者 彭思学说 局长的命令还没有下来 我们现在爆料 顶多是擅自行动 不算违抗命令 B B 这么说 你们要干坏事了 林东雪笑道 陈石打开电脑 电脑上有密码 彭思学试了一下 林秋朴的生日 密码无效 林东雪报了一串数字 说 我的生日 试了一下 居然成功登陆 林队果然是一个 陈石准备吐槽 揍你啊 林东雪脸红红的威胁道 好好 不说 我找找啊 陈石把资料打包 通过自己的邮箱 发给刘律师 准备发送的时候 他说 你们先出去 我不是警察 不要紧的 是不是警察 爆这么大的料 都不是小事 彭思学把手 付在陈石握鼠标的手上 这锅 我怕你一个人背不动 算我一个 老彭 陈石感动的看着他 你手怎么这么凉 当解剖完 也算我一个 林队要是发火 我来扛 林东雪兴致勃勃地说 将手放在彭思学的手上 不知道他 该发多大的火 陈石笑笑 肯定是雷霆震怒 林东雪笑嘻嘻地说 发送 陈石点了下去 一枚即将震动 全国的重磅炸弹 被点燃了引线 陈石并不后悔 做了这件事 社会的公正和秩序 是一盏盏灯照亮的 现在的世界 比以前更好 但没多少人 记住灯的名字 我的存在 能让这个世界更好一些 正是这份信念 让他重新回到警察当中 某个阴暗的房间里 少年对着镜子 检查自己的脸 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气愤的一拳砸碎镜子 血从紧握的拳头上 流了下来 处在待机状态的电脑 想了一下 少年坐到电脑前 开始打字 做得很好 漆黑的电脑上 闪出这样一行字 我的DNA可能 被警方拿到了 他们不久 就会知道我的身份 少年回复 一阵沉默之后 对方回复 打算逃吗 不逃了 我要让那个信送的付出代价 我会在这座城市 完成一次华丽的羡慕演出 你是好样的 记住 死亡是逃离这个世界的 唯一手段 能去见到我哥哥 我很开心 少年脸上露出笑容 他继续打字 对了 你的肩膀一到下雨天就疼 别着凉 谢谢你给我新的人生 谢谢 对方回复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保重 朋友 这段信息消失后 屋子里又回归一片漆黑 第263章 风波之后 林东雪加起烤鸭 葱丝和黄瓜丝 裹进面皮 塞进嘴里 称赞一声 嗯 太好吃了 陈石提议 要不要喝点啤酒 林东雪拍着巴掌说 好呀 好呀 彭思觉慢条斯理地卷着面皮 说 东雪 平时聚餐你也不喝酒的呀 跟你们在一起不一样 林东雪笑笑 女孩子要是被人知道 能喝 饭桌上肯定要被灌的 今天是4月16号 一条大新闻轰动了网络 玉华公司的害人算法 目前在各大门户网站 已经上了头条 已经有近万名受害者 准备联名起诉玉华公司 但是作为爆料的三个人 心情却不怎么高涨 林秋普知道之后 把林东雪处分了 罚了半年的奖金 彭思觉和林秋普 虽然是贫瘠 但这件事 自己也有份 主动向局长提出接受处分 陈石是个局外人 除了挨了顿骂 倒没什么损失 他今天请彭思觉和林东雪 吃顿饭 缓解一下郁闷的心情 彭思觉不爱吃热腾腾的食物 林东雪又对牛排 热料什么都不感兴趣 于是三人挑了这家 小有名气的烤鸭馆 吃吃喝喝到六点 大家郁闷的心情也好了些 陈石提议各自回家 林东雪说 你送我 陈石说 今天打算喝点酒 没开车 另外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 好吧 我自己打车回去 林东雪略感失望地说 路上小心哦 离开饭店 陈石和彭思觉并肩走在路上 说 你很反常啊今天 往常不都主动送东雪回家吗 因为今天打算 去见另一个女人 谁啊 彭思觉反应倒是平平 死掉的真陈石 给了我一张卡 里面有一百多万 另外 他还有一个女朋友住在龙安 我想这钱 我拿着心中有愧 给他女朋友吧 这么晚去 要不你陪我 省得单独见面尴尬 毕竟我顶着他 男朋友的脸 你是法医 也可以给他解释一下 不去 我喝多了 回家睡觉 无情无义的家伙 和彭思觉道别 陈石来到苏瑞娟的住处 虽说君子不期暗示 但他想 还是在室外见面比较好 就站在楼下 拨了苏瑞娟的电话 号码当然也是从 王大吉的手机上得到的 一会功夫 苏瑞娟穿着睡衣 兴冲冲地跑下楼 看见陈石 眼前一亮 立即抱住他 拿脸在他胸前蹭 说 死鬼 打你电话 也不接 这两天跑哪去了 那个 陈石一阵尴尬 轻轻把他推开 你去换身衣服 我有事跟你说 你不要我了吗 苏瑞娟恐慌地问 你在想什么呢 去换衣服 在这里等我哦 苏瑞娟换了衣服下来 拉着陈石的胳膊 问上哪吃饭 陈石咳了一声 说 嫂子 嫂子 姓陈的 你是不是在损我 我是跟你大哥睡过觉 不过那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你是不是想找他吵架 你冷静点 听我说 费了半天功夫 陈石才把话说明白 听到真相的苏瑞娟 自然是不敢相信的 他抓起陈石的袖子 撸起来看了看他的手臂 说 他的手上有刀疤 你真的不是陈石 你为什么要顶着他的脸 我有我的原因 这点我已经和他说明了 他说明了 苏瑞娟不敢相信的瞪大眼睛 哭了起来 陈石掏出纸巾给他 苏瑞娟不接 直接在他的衣服上擦掉眼泪 等哭够了 苏瑞娟才说 也好 他整天在外面瞎混 我一直担心 他每天被人砍死 这样死了也好 像个正经人一样 陈石告诉他的 不全是事实 他说 王大吉是得了肾癌晚期 为了不遭罪 自己跳楼自杀了 那家医药公司 现在已经被有关部门查封了 眼下玉华公司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这套说辞 倒也能圆得上 陈石掏出银行卡给他 说 这是他留下来的钱 密码 是他手机号后六位 大概够你生活一阵子了 苏瑞娟揉着眼睛接过卡 这钱真是给我的 是的 他抬头盯着陈石的脸 你和他真是一模一样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身份给你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过 你跑来送钱 我想你应该是好人吧 我是好人 看来这个混蛋到头来 还是做了一件好事 苏瑞娟叹息 其实我觉得她是个很好的人 嫂子 没事的话我该走了 苏瑞娟拉着陈石的手 以后可不可以常来看看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长得这么像他 看着你 我心里就感觉他还活着一样 有一数秒 陈石回答 对不起 我不能来 一次也不行吗 苏瑞娟祈求说 陈石默不作声地走了 如果和他扯上关系 怕是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他不打算再来找他了 对着夜空长出了口气 这一夜算是翻过去了 但更加艰巨的挑战 还在前面等着他 周孝已经卷土重来 他也不必再低调下去了 这一次 他会逮捕周孝 林东雪从饭店出来 正好赶上下班高峰期 半天没打到车 这时 一辆巡逻车在他身边停下 车上的警员说 林东雪 啊 你是 林东雪觉得对方有点眼熟 上次 你不是来我们派出所查过案子吗 我叫罗海峰 哦 是你啊 是不是打不着车 要不要烧你一程 不用了 我 后面的车在不停按喇叭 罗海峰催促说 上来说话 林东雪犹豫了一下 还是上了车 罗海峰说 你要回家呀 你家在哪 我送你过去 反正巡逻呢 那怎么好意思 你到前面那个路口停下就行 我坐公交车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上回那小女孩的失踪案 多亏你提供了不少帮助 龙眉大眼的罗海峰 望着林东雪微笑 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其实也没帮到啥 林东雪想起上次的案件 一阵苦笑 你怎么一个人巡逻啊 冥警一般不都是两人吗 我搭档未言又犯了 有点滴烧 我让他先回去歇一会 当冥警真容易搞坏身体 谁说不是呢 其实我也想调到刑警部门去 虽然也不轻松 但破案比巡逻有意思多了 你以为破案有意思 破案也很枯燥的 经常要查案查到很晚 一桩命案得花一周 甚至更久的意思 有时候纯看运气 但我听说 你们二队去年破案率很高的 第264章 调解纠纷 林东雪剑快到公交站了 这里就行了 谢谢你 我有个小忙想请你 不行就算了 罗海峰说 什么 其实我刚刚接到一个报警 要去调解一桩纠纷 这事比较麻烦 有个男的 因为女朋友闹分手 他不同意 竟然把女朋友的家占了 威胁说要把他的猫杀了 女孩吓得不敢回家 刚刚报了警 对了 你看微博了吗 罗海峰递过手机给他看 微博上一个男人抱着猫 握着刀 面孔猙獰 说女朋友董某 如果今晚12点不联系他 就把他的猫杀掉 罗海峰叹息 那女孩现在在局里哭呢 求我们救救他的猫 林东雪很震惊 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偏执男 这不触犯法律吗 我国虽然有动物保护组织 但是没有动物保护法 除非这对情侣之间 发生了什么冲突 比方说 男的打了女的 才算犯法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简直恶心透顶 林东雪越看微博上 那男人的嘴脸越来气 是啊 这事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想 你是刑警 或许能镇住他 你是觉得我是女人 所以他比较容易听进我的话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罗海峰不好意思地承认 我是这样想的 我进去稳住他 你把猫抱走 或者你稳住他 我去抱猫 好 我帮你 谢谢 可能是触到了怒点 林东雪也极讨厌这种偏执男 打着爱的名义伤害对方 在他看来是最龌龊的事情 就在赶往现场的路上 那男人又更新微博了 在晒自己和女友交往的照片 以前他送给他的礼物 在下面说 自己有多么多么爱他 可是 他却背着自己偷人 原本骂声一片的评论区 突然分成了两派 有人说男的不对 两人没有结婚 对方喜欢谁 都是个人自由 还有人说 女的出轨不对在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如果不是双方都有错 事情怎么会激化到今天这一步 反对派又说 无论怎么样 杀猫都是错的 动物有什么错 为什么要承受人类的怒火 知识派说 你们就是一帮猫奴 就因为当事人说要杀猫 你们就无脑喷 街上杀猫杀狗的多了 你怎么不去管管 然后 双方抛下理性 开始互相撕 还有人猜测 博主的籍贯事 说了两句对该省的轻蔑话 立即有该省人站出来还击 然后离提十万八千里的 互开地狱炮 这时 罗海峰接到所里的电台通讯 问他有没有抵达现场 罗海峰说 路上堵车 我正在赶去的路上 刚刚的女孩和家属 一起去现场了 你赶紧过去 避免发生什么突发事件 五分钟就到 五分钟后 两人来到小区 找到那栋单元楼 楼下的花坛上 一个衣着靓丽的女性正在哭 旁边站着安慰她的 似乎就是她的父母 罗海峰上前询问 董小姐 你怎么跑到现场来了 董小姐擦着眼 擦着眼泪说 我实在担心我的秘密 她要是敢动她 我和她拼了 当着警察的面说什么呢 董小姐的母亲说 不就是只猫吗 猫重要还是人重要 你们出了三年了 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 那什么微博我也看了 这事是你不对 你赶紧去道个歉 不就是只猫吗 董小姐生气的说 秘密对我就像家人一样 比家人还珍贵 她这个禽兽 居然拿猫来威胁我 你们就只看重 她工作好 家境好 根本不知道 她平时对我什么样 她对你怎么了 她打你了 不是 她这个人控制欲很强 每次我下班回来 晚了她都要问东问西 她经常翻我 手机查看聊天记录 检查打车记录 还挨个试探我的男同事 甚至别人在我朋友圈点个 赞她都要吃醋 你们相信不到 这人有多病态 有一次我做噩梦哭了 她非但不安慰我 居然问我是不是梦见前男友了 我当时一肚子火 她居然就为这事 跟我三天不说话 非逼着我道歉 妈 我不想跟这种男人过一辈子了 在她面前 我没有任何隐私 母亲叹息 你这是生她的气 所以只看到她不好的一面 当初她追求你的时候 捧那么大一束玫瑰花 去你公司楼下喊你 你生病 她搬斗不上手着你 我看着 都觉得这孩子是真心喜欢你 她对你要不是真心实意 怎么会这么关心你 我不要这种关心 董小姐尖叫道 在她面前我根本不是个人 是个动物 是条小狗 母亲盲安慰说 你消消气 消消气 老太婆 少说两句吧 一直没搭枪的父亲责备道 母亲嘴还是闲不住 低声说 人哪有完美的呢 她那个条件 你去哪再找第二个 两口子总是得磨合磨合的 而且就是认识 这次要不是你和别的男人 我没有 董小姐抓狂的尖叫 罗海峰安慰说 董小姐 你先冷静一下 我过去 和她协商一下 求你 把秘密带出来 不然她真的做得出来 董小姐满脸泪焚的说 我们尽量 罗海峰和林东雪 来到公寓前敲门 屋里的人从猫眼看了一眼 隔着门冷冷的说 谁来都没用 让她自己来找我 罗海峰说 马先生 闹分手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不过你拿一个无辜的小动物 来威胁女朋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能不能不要做这么幼稚的事情 我触犯法律了吗 我就问你 我触犯法律了吗 猫的事情确实不犯法 可你不能占着她的房子吧 我占着她房子 笑话 这房子首付一半是我的 这几年的房贷也是我还的 我只是待在家里 她自己不愿意回来 谁知道她又跟野男人干什么去了 一想到这我就 一声闷响 似乎里面的男人 在用拳头捶墙 林东雪听不下去了 怒拍门 渣男 给我滚出来 董小姐和你谈场恋爱 整个人卖给你了是吧 还大老爷们呢 伤害一只猫算什么本事 有种你去动物园打老虎啊 你以为你这样能留过她 第265章 偏执男 罗海峰被林东雪的抱起 吓了一跳 拼命用眼神示意 门里的男人冷笑 说我渣男 你不问他做了什么 跟个来路不明的男人去开房 我对他那么好 那么关心 他居然心甘情愿被别的男人搞 TM一想到他被别的男人压在身下脚 我就浑身来气 那是人家的自由 林东雪怒斥 没结婚之前 和谁上床都是个人自由 就是因为有你们 这种女人 社会才这么败坏 日市风下 长得一副骚样 我看你以后 老公头上的绿帽子也少不了 我真替他感到悲哀 林东雪气的 如果带了配枪 真想对这门蒙打几枪 罗海锋芒示意林东雪 别说话了 对门里说 马先生 请你不要人身攻击好吧 我们是来调解你们的纠纷的 调解 滚犊子 我请你们来了吗 那么多杀人放火的你们不管 来管我这个守法市民 前两天爆出大新闻 一家医药工厂 使用害人配方 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你们不去管那个 来管我 你能不能客气点 把门开开 我们好好谈谈 林东雪踢了一脚门 隔着一扇防盗门 装什么硬罕 门里传来冷笑 不是我不开门 要是他也有 你们叫他自己来 开了门你打算怎么样 林东雪质问 杀了他 再自杀 刀位已经磨好了 警告你 我可是刑警 刑警 我好啪啪 我还没杀人 你就要逮捕我 门里传来一阵病态大笑 林东雪气得直钻拳 罗海峰赶紧把他带到外面冷静一下 林东雪意识到自己有点冲动 说 不好意思 我看见这样的男人 心里就来气 理解理解 可能你们刑警处理问题的方法 和我们民警不太一样吧 他不是犯罪分子 只是个市民 调解知道吗 好 我不再乱说话了 林东雪望着那扇 装了栏杆的窗户想 这男的要是死在里面就好了 比如什么煤气泄露之类的 罗海峰又去找董小姐 说 你身上有钥匙吧 董小姐拼命摇头 不 我不去 我不去 我不想见到他 求你们把猫带出来我就走 房子我不要了 家具也不要了 你们就不能找几个特警过来 把门撞开吗 这又不是刑事案件 特警不会来的 你把钥匙给我 我去和他说说 不不 不要 母亲劝道 你把钥匙给警察同志 又不要你自己去 我害怕 我害怕他知道我在这里 董小姐捂着脸哭 姐姐 别难过了 林东雪坐下来 拍着他的肩膀说 这不是你的错 这种偏执男 依我看早分早好 跟他在一起 还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呢 董小姐被说中心砍 挖得哭出来 抱着林东雪 林东雪轻轻拍打他的肩膀 唉 这位警察同志怎么乱劝 都说您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 两口子有矛盾 是可以协商的吗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母亲说 见林东雪和女儿不理他 又对罗海峰说 你是不知道情况 那孩子父母都在银行工作 家里独生子 可能小时候是惯了点 性格有点别扭 有点别扭 不过他对我家女儿是真心实意的 当父母的还不是盼着儿女 有个门当户对的婚姻吗 董小姐大吼 你这样认为 你去和他结婚好了 说什么瞎话呢 母亲瞪他 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 就像你跟我爸一样 吵了几十年 那我们不也过来了吗 我们过来人看 你们这都不叫事 说出来让人笑掉大牙 喂只猫闹得沸沸扬扬 好吗 这个点还没吃饭 饿着肚子 陪你 你还不知足 你们要你们来 你们走 父亲说 少说两句吧 母亲说 我是他妈 为什么不让说 你把钥匙给我 我进去和那孩子说说 说着 母亲伸手 要拿女儿的包 董小姐用身体护着 哭着说 不给 我宁愿吞到肚里也不给 你们不要来掺和我的事情 哪来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讲 母亲硬要多 林东雪打开她的手 说 干嘛 当着警察的面抢劫 怎么说话的 我自己女儿我不能管 还轮得着你们外人了 母亲明显有点动气 我看 你们这个家庭也有问题 你是警察吗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信不信我去举报你 去呀 随便 林东雪站起来 忽在董小姐前面 罗海峰忙打圆场 说 大妈你别动气 她不是派出所的 不是派出所跑这来 瞎掺和啥剑 母亲大声说 我愿意 林东雪表达着自己的强硬 母亲气得不行 把气又撒到女儿身上 指着她说 这是都是你挑起来的 你就是贱 跟别的男人上床 这是发生在谁家都不是小事 别说杀了猫了 杀了你我都不奇怪 我怎么养下你这样的女儿 你少说两句吧 父亲立刻 母亲气得头也不会走了 罗海峰准备去追 父亲说 随他去 就没见过这样的妈 然后自顾自掏出香烟 耳畔回想着董小姐哀伤的哭泣声 林东雪想 这个家庭真是有问题 罗海峰说 我再去和这男的谈谈 你劝劝董小姐吧 没帮上什么忙 真是抱歉 林东雪愧疚的说 不不 你今天陪我来 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 林东雪问董小姐饿不饿 她点点头 于是她带着董小姐 先行离开小区 问她想吃点什么 挑来挑去 董小姐找了一家热料店 热料店装潢的还挺清新 董小姐点了寿司 林东雪注意到一个体格 特别健壮的女服务员 不禁多看了几眼 警察小姐 我真的没有出轨 董小姐抽抽搭搭的说 林东雪安慰说 那不是重点 不是 我真的没出轨 我怀疑她在我衣服里装了定位器 因为这阵子 她总知道我去哪了 回来就各种逼问 我气得不行 那天晚上 索性关了机去住酒店 我就是要故意报复她 那天晚上 她果然跑来了 说没装定位器谁信啊 还好被酒店保安拦住了 我听见她在楼下 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 心里特痛快 第266章 爱的胁迫 董小姐继续说 我那天早上醒来 一开机吓坏了 你猜她打来多少条未接电话 多少 五百多条 这也太恐怖了 她一整朽眉合眼 都在打我手机 短信我没数 里面全是接电话接电话 微信也全是她的消息 她说 如果我一小时不接电话 她就在自己胳膊上画一刀 每小时她发一张图片过来 整整划了十刀 天啊 林东雪算是刷新了三观 她就是这样 和我争吵不打我 不摔东西 但她自残 你见过争玩架 自己拿老虎钳子 把牙扒掉 扔到我杯子里的人吗 她就能干出这种事 不吵架的时候她说 她太爱我 又不知道怎么表达 所以只能这样 我原谅过她 原谅过很多次 但我后来明白 她改不了了 她就是个控制狂 怎么会和她在一起的呢 当初她追我 追得很热烈啊 就是那种愿意 为你上刀山下游锅的感觉 哪个女孩不敢动 我觉得热烈追求的人 性格中就带点偏执 再加上家里说 她家境怎么怎么好 条件怎么怎么好 一开始对她没感觉 后来也渐渐动心了 问你个问题 你母亲是你亲母亲吗 董小姐不吃乐了 我妈是不是看着不像亲生的 她和我爸当年是介绍认识的 几十年都在吵架 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 都能吵得不可开交 我爸喜欢的东西 我妈一概不喜欢 没毛病也要找出毛病 我爸最疼我 所以我妈就嫌弃我 从小又打又骂都是她 这一代人觉得 婚姻就是这样 其他那样的婚姻 根本不幸福 对对对 董小姐万分赞同 条件 家境都是假的 两个人能处得来才是真的 可是家人永远看不到这些 我之前有个特别喜欢的男朋友 就因为家境不好 我妈劝我分了 还叫来一堆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劝 我哭了一整晚 最后还是分了 警察小姐 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一个 一想到那个人 林东雪的脸上便泛起红欲 你家里也干涉吗 我是个孤儿 有时候很羡慕有爸妈的人 不过和你比较起来 反而觉得自己很幸运 你确实很幸运 我都羡慕你 董小姐叹息 自从那晚之后 她就到处说我出轨了 把黑的说成白的 现在满世界都以为我出轨了 我根本不敢回家 我怕她把我怎么样 这几天一直躲在朋友家里 我最担心的 就是我的秘密 没想到她这个禽兽 真的做出这种事情来了 林东雪轻轻拍打她的手背说 别怕 一会你把钥匙给我 我进去劝说她 可万一 林东雪亮出证件 我是刑警 她打不过我的 董小姐还在考虑 这时徐晓东发来微信 说 网上那个分手杀猫男 你看了吗 林东雪打了一个我在现场 正在犹豫 结果手一抖发出去了 徐晓东惊讶地说 真的 你怎么跑去现场了 事情解决了吗 于 没呢 发个位置给我 我也来凑凑热闹 你别过来了 我一会就回去了 是不是朋友 林东雪懒得理她 过了一会 徐晓东说 哈哈 我自己查到了 网上已经人肉出这个混蛋了 我马上来 林东雪轻说 你来又能做什么 外面一阵热闹 董小姐过来说 怎么了 不是出事了吧 走 去看看 两人来到小区 见到一辆采访车 一名记者拿着话筒 站在马某公寓前 正对着摄像机说话 我们现在就在现场 目前这个事件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当事人董小姐 已经选择报警 我们来 采访一下现场的罗警官 摄像和灯光一转 照见了旁边的罗海峰 他神情尴尬地说 一小时前 警方上门协商 但马先生不愿意开门 只能隔着门交谈 我劝他 不要做冲动的事情 大家都是成年人 用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等罗海峰说完 记者便收回话筒 罗警官 从行为来说 马先生触犯法律了吗 董小姐见状 忙躲到树后面 小声地对林东雪说 不要拍到我 我不想被采访 怎么会跑来记者的 林东雪惊讶到 两人暂且离开这里 这时徐晓东的车进了小区 他笑嘻嘻地打招呼 说 哇 好厉害 记者都来了 你有没有上电视啊 没有 你赶紧把车停了 把挡在路中间 等我一下 徐晓东停了车过来 看见董小姐 装作惊讶地说 哇 美女 你是东雪的朋友 她就是当事人董小姐 林东雪介绍 这是我同事徐晓东 一个不怎么靠谱的刑警 有你这样介绍人的吗 听林东雪说完事情经过 徐晓东愤然发表感慨 怎么可以杀猫 猫多么可爱 简直是人渣 林东雪不屑地说 你眼里就只有猫 我代表的是一种名义 人类的事情牵涉到猫 这就不应该 见到它了吗 没呢 一直闭门不出 董小姐突然说 糟糕 我的包呢 不是落在热料店了吧 林东雪说 可不可以麻烦你 陪我去取一下 林东雪陪董小姐 折返日料店 那名身材健瘦的 女服务员递过包 说找这个吗 董小姐检查了一下 包里东西都在 向服务员道过谢 又请服务员倒了杯水 董小姐掏出一瓶药吃了 说不好意思 我的身体不太好 不能熬夜 而且有记者在 我不想抛头露脸 现在整个网上都在骂我 把钥匙给我吧 我来处理这件事 保证把猫给你找回来 董小姐取出钥匙环 第267章 同行是冤家 董小姐走后 林东雪和徐晓东 去找罗海峰 罗海峰说 拿到钥匙了 那我们进去吧 徐晓东说 罗警官 进去之后 我把那男的按倒 你们赶紧救猫 罗海峰无奈地说 我们是来调解纠纷的 他不是犯罪分子 你们千万别动粗 三人准备进单元楼 记者跑来说 罗警官 你们要做什么 罗海峰亮出钥匙 说明情况 记者说 不行不行 我们还在采访董小姐的父亲 等采访完了 还要采访一下马先生 然后再一起进屋子 罗海峰说 现在都九点了 我想早点把事情处理完 好下班 给您造成不变 申表歉意 记者毫无歉意地说 我保证一小时就弄完 您组织一下语言 待会进屋 可不能NG的 我说 你们能不能别拍了 林东雪不耐烦地说 您体谅一下 这是电视台要采集的新闻素材 我也是奉命行事 再说了 看你们交涉也不怎么顺利 有摄像师和记者跟着 亮那男的也不会太嚣张 对你们工作也是有利的 三人无可奈何 只能干等 罗海峰笑道 我们民警经常上电视 都习惯了 反而你们行情比较神秘点 什么案子都是无可奉报 大概民警比较接地气一点吧 徐晓东掏出手机 蹲在地上玩起王者荣耀 起来 有点刑警的样子没 林东雪踢他一脚 这是你男朋友 罗海峰问 不是不是 我有女朋友 他是单身狗 徐晓东忙澄清误会 你猜狗呢 罗海峰一阵振奋 朝林东雪的侧颜 多瞅了一眼 记者采访完董小姐父亲之后 摄像师和录音师跟在后面 浩浩荡荡地准备去采访马先生 这时 又一辆采访车进来了 车身上的logo 是某知名网络新闻台的 一行人全愣在原地 车上跳下 一个穿着红夹克衫的谢顶大叔 身后跟着摄像师 大叔握着话筒说 各位观众 这里是某某新闻的耿大叔帮你忙 今天我们接到许多热心观众 打来的电话 称有一名男子 因为女朋友提出分手 霸占了他的房子 还扬言 如果女朋友十二点不联系他 就杀死女朋友的猫 所以 耿大叔来到现场了解一下情况 什么情况 徐晓东震惊到 电视台的记者过来 说 干嘛 我们先来的 耿大叔说 这还分什么先来后到 小区又不是你们电视台开的 草根网络新闻 还挺嚣张是吧 我们收视率到 就嚣张怎么了 现在谁还看地方台 林东雪一阵愕然 这两个记者他在电视上都见过 但不知道私下里原来这么狠 罗海峰说 这两家电视台好像是对头 双方越吵越凶 大有动手的架势 两把工作人员挤到一起相互推散 罗海峰说 糟了糟了 赶紧上前调解 耿大叔眼前一亮 警察同志 你能给说说现场的情况吗 然后递过话筒 喂喂 电视台记者挡在话筒前面 这位警官我们已经采访过了 要采访 你自己再找一个去 给我让开 耿大叔喝道 就 SP 就不让 警告你 我机器可开着的 你这丑恶嘴脸我全录下来了 明天给你报曝光 谁怕谁 我们机器也开着的 哈哈 你曝光有人看吗 现在谁家还装有线电视 我们一天的点击率 都比你一个星期的收视率高 那又怎么样 我们是正经电视台 不像某些私人搞的草根网络节目 我们有公信力 不远处的林东雪抱怨 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罗海峰见双方越吵越凶 打着圆场说 两位 两位 大家都是奔着一个目标来的 没必要在这上面争 你是网络新闻 你是电视台的 双方受众又不一样 我看一起 采访好了 有道理 耿大叔冲记者伸出手 把你采访的素材给我 什么态度 死大叔 记者横眉怒对 做个手势 走走 不理他们 我们去采访当事人 电视台一方气势汹汹的 来到那套公寓的窗户外 记者正准备敲打窗户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有人把车里的彩路机弄坏了 记者拍拍话筒 发现没有声音 和自己的人调查了一下 原来有人 往彩路机里泼了水 短路了 记者怒冲冲的过去质问耿大叔 耿大叔冷笑着说 可能老天爷不帮你吧 王八蛋 竞争归竞争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就太卑鄙了 说谁下三滥 我们一直没挪过窝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 警察在场呢 你拿出证据啊 双方大吵起来 罗海峰又开始劝 林东雪看着这一幕露出苦笑 趁着电视台在修理设备 耿大叔开始采访现场的居民 罗警官和董小姐父亲 这一闹就闹到十一点 林东雪等不了了 过去催促罗海峰 快到十二点了 赶紧调解吧 林东雪一扭头 发现摄像机正对着自己 耿大叔递上话筒 美女 你也是警察吗 林东雪一阵不知所措 罗海峰立即打圆场说 各位 马上就到十一点了 你们双方都放下争执 赶紧跟我进去调解吧 重来一遍 重来一遍 耿大叔说把放下争执那句去掉 罗海峰无奈地对着摄像头又说一遍 马上就到十一点了 现在我们进去调解 双方记者走在一起 却精卫分明 各拍各的 浩浩荡荡地来到窗户前 对里面喊话 喊了不知多少遍 马先生打开推拉窗 从栏杆里露出一张不耐烦到极点的脸 滚 这是我的私事 用不着你们这帮外人来掺和 耿大叔说 先生 你先冷静一下 说说你的委屈好吗 我的委屈 我没有委屈 叫那贱人联系我 否则免谈 来一万个记者都没用 先生 你这态度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最讨厌你那个什么耿大叔帮你忙 进TM或心迷 有个女的被家暴 你跑去劝了一通 完事了你一走 那女的又被打了一顿 你TM解决过什么问题 帮你忙 帮NM呀 帮帮你自己吧 网上不是说你正在闹离婚 两个孩子不跟你了吧 自己过着这德性 还去调解别人家的矛盾 叫人笑掉大牙 我们是好行好业 好NMB 马先生 升NMB 第268章 意外之死 三更 耿大叔气得直钻话筒 当着镜头又不便发作 电视台记者在旁边偷笑 然后记者上阵 说 马先生 你看 现在警察都来了 女方家长也来了 你这种处理问题的手段 是非常幼稚的 哪个成年人没经历过感情的挫折 马先生冷冷地说 管你屁事 我警告你 再不开门 警察可是要采取强制手段了 警察 马先生大笑 我又没犯法 他敢砸门试试 我再说一遍 叫他联系我 否则一切免谈 马先生 你这样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吗 马先生暴怒起来 你怎么不去采访 采访他 为什么要出轨 这社会就是因为 有你们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 才适风日下 记者同志 好像你也传过什么不好听的绯闻吧 听说你和台长有一腿 才在一年内 从底层记者 爬到台花的位置上 不 记者想骂人 还是忍住了 我最恶心你们这帮记者 观众想看什么 就播什么 三年前你曝光一家肉联厂 害人家倒闭关门 几千名员工失业 那家厂明明是有合法执照的 就因为一个顾客吃坏肚子 你们跑去对着最脏的地方拍一桶 随意歪曲事实 什么法治新闻 社会实况 我看都是大行作秀吧 我们能不能 拿出就事论事的态度 记者十分无奈 马先生禁止离开了 双方摄像师把机器举高 可是屋里黑乎乎的 什么也没拍到 然后记者和耿大叔 对着镜头 开始各自做一番总结发言 就在这时 一阵水流从窗户滋出来 人群大乱 大家尖叫着跑开 记者还倒霉地挽伤了脚 他灯势发作起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 董小姐跟着你这种男人 一万顶绿帽子 回答他的是 砰一声关窗户的声音 看完这场闹剧 林东雪说 秀才遇到兵 当记者也不容易啊 罗警官 我们上吧 好 见三人准备进单元楼 一名摄像师跑来说 等一下 我们把机器弄好 一起进去 罗海峰看看表说 你们能不能快一点 六个小时了 马上马上 徐晓东戳戳林东雪 指向一个方向 记者正坐在花坛边上哭 等大叔在一旁安慰 机器万幸没出大故障 半小时后 一波人重整旗鼓 挤进楼道里 罗警官拿着钥匙准备开门 插了半天插不进去 说 钥匙不对 摄像机上的灯光照见所眼 仔细一看 有人往里面塞了铁丝 林东雪说 该不会是他自己干的吧 徐晓东说 把锁砸了吧 罗海峰说 不行 砸门就违法了 我们是来执行法律的 怎么能自己违法 可是还有十分钟 那只猫就 杀猫并不违法 哎 真是太无奈了 我去 你们还在拍 徐晓东看了一眼镜头 要不重来一遍 你们声音可以大一点 刚刚都没采集到声音 耿大叔说 林东雪 屁 林东雪早已不耐烦 说 我不陪你们折腾 我走了 徐晓东说 东雪 你现在还受处分了 在记者面前注意点形象 这个没路上吧 会剪掉的 会剪掉的 耿大叔沉默 无奈 大家只好把进门这一段 重新来了一遍 林东雪感觉就跟在演戏一样 一点也不真实 但也许 这就是大家想看到的真实吧 录完之后 林东雪看了一眼手表 说 十二点一分了 在场所有人都打开手机看微博 微博上什么也没有 大家不停刷新 突然有人惊呼一声 这是怎么回事 这 这是猫吗 不对 是个人 林东雪再次点击刷新 当看到微博里刚刚发出的照片时 他错愕不已 虽然画面模糊 却仍能看出来 马先生倒在地上 脑袋上全是血 赶紧砸门 谁去打120 林东雪说 我去联系微博官方 赶紧删贴 罗海峰说 现场并没有合适的工具 徐晓东去罗海峰车上拿了一个开锁器 对着门锁猛砸了几下 把锁头整个砸掉了 推门的瞬间 后面的记者等人一涌而入 摄像机举得高高的 双方都急着拿到这条劲爆新闻 别拍了 别拍了 保护现场 林东雪大声说 把人往外推 可人实在太多了 他根本顶不住 徐晓东按住两台摄像机的镜头 同时用胸口抵挡住人流 大吼 不准拍 让我们拍一条 拍一条就走 就拍十分钟 记者和耿大叔祈求说 林东雪说 不行 这是刑事案件 没有局里的批准 不准拍摄 门外的人拼命往里面推 大部队已经起进客厅了 徐晓东说 东雪 不让拍他们肯定不走 把他们机器砸了 林东雪咬牙 事后我来赔偿 唉 这些可是记者 你不要乱来 大家听我说 大家听我说 罗海峰在门外大喊 都冷静一下 我有个提议 众人这才消停下来 罗海峰说 林警官 这是发生在记者眼皮下面 我看无也捂不住 不如让他们拍一点吧 双方正确认的时候 罗海峰又说 但拍归拍 不要破坏现场 你们只能进去一名摄像师 拿到素材之后 要和公安局取得批准 耿大叔说 只准一名摄像师进去 我们两家电视台呢 你们也算电视台 电视台记者吐槽说 罗海峰说 素材你们自己协商共享吧 让一个人进去 就已经是违反规定了 现场的脚印 指纹被破坏很麻烦的 众人不肯 林东雪看了一下微博 上面显示了发送人的位置 他举起手机说 仔细看看微博 这张照片 是通过这间屋子的WiFi发送的 如果是他杀事件 凶手极有可能还在这里 一听这话 原本踊跃的众人 突然间被泼了凉水 一名摄像师当即撂挑子 我不干 我不干 我不想被杀 好说歹说 总算有一个电视台的小伙 愿意担当临时摄像师 第269章 糟糕 不是做梦 林东雪给局里打了个电话 还有几个值班的 他让拍一样警车过来 客厅里并不一样 客厅右手边有个窗户 就是刚刚马先生 接受记者采访的地方 下面养了一大缸鲸鱼 再往前是卧室 一只黑猫喵一声跑出来 把进来的几人吓一跳 林东雪说 别让他跑了 他身上可能粘了什么痕迹 徐晓东哄着把猫抱起来 走到卧室 林东雪倒吸了一口凉气 身后的摄像师大叫一声 险些没把机器摔到地上 马先生倒在地上 头上全是血 他跪在旁边试探了一下 他的脉搏 呼吸 两样生命体征都没了 林东雪又掰开他的眼皮 看了一下 说 瞳孔散了 人已经死了 地上的血不是很多 墙上溅了一些 周围和床上倒是很干净 林东雪迅速离开卧室 把厨房 厕所甚至大衣柜全部搜了一遍 确定没有人躲在屋里 他一阵惊恶 怎么办到的 窗户根本进不了人 门也是锁着的 居然在这么多人眼皮底下杀人 徐晓东抱着猫说 确实是他杀吗 肯定是他杀 不然是谁发的微博照片 我看肯定是有位 纪高人胆大的网友 看不下去了 出手相杀 别瞎说 不过还好 这只猫活下来了 徐晓东去逗猫 你叫什么 一回功夫 警车开到现场 拍照固定 然后将尸体带走 现场暂时封锁起来 明天再让技术警察过来取证 但门锁没了 得有人留下来看着才行 罗海峰说 事情发生在我们辖区 我留下来看着现场吧 林东雪说 不用了 你开的是警车吧 还得回去交车 现场交给我们刑警来处理好了 对了 那帮记者还没走 罗海峰说 那辛苦你了 我去应付记者 说话搂着点 自有分寸 林东雪叫徐晓东 把猫带回家养一晚上 明天带到局里 守现场 林东雪说 熬夜不是家常便饭吗 我陪你吧 不用 你回去休息 明天一早过来 我叫陈石陪我 陈哥要了 也行 我就不当电动炮了 徐晓东跑去 把自己的车开来 停在现场旁边 让林东雪晚上 就在车里待着好了 比较暖和 然后他带着猫先走了 林东雪犹豫要不要 跟陈石打电话 几次准备拨号又放弃 虽然很想有个人陪 但转念一想 这案子看起来不简单 还是让陈石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好来破案 其他人都走后 林东雪就坐在 徐晓东的车里 玩会手机 发发呆 到凌晨两点 实在困得受不了 他把座椅放下 瞇了一会 车窗外突然有个黑影 用手指敲车窗 林东雪吓了一跳 拿手机一照 照见陈石微笑的脸 过去他一直觉得 陈石长得太粗犷 看久了却 觉得很有男人味 林东雪欣喜地推开车窗 陈石说 往里面挪挪 我刚把座位误热 你就不会去副驾驶 真不贴心 那你坐我腿上 也行 陈石挤进来 林东雪骑在他身上 两人温情款款地对视 陈石说 你脸上有脏东西 在哪 在哪 于MB 好像在这 陈石越凑越近 两人呼吸可闻 然后顺其自然地吻了起来 由前吻发展成激烈的身吻 然后林东雪就醒了 回味过来是个梦 他难为情地捂着发烫的脸 这算是春梦吗 不过真是个美梦 如果睡的地方再舒服一点 可能不会这么快醒来吧 但要是不醒的话 接下来会和梦里的陈石做什么呢 一想到这里 他捂着脸黑黑的笑 脸颊一直羞红到耳根 车外有人敲窗 林东雪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说 陈石 隔着玻璃 外面的人并没有听见 说 林警官 是我 用手机一照 原来是罗海峰 林东雪把车窗摇下来 惊讶地说 罗警官 你怎么来了 现在才凌晨四点 回局里小睡了一会 不太放心 就过来了 我以为你和同事一起呢 怎么一个人待着 一个女孩子在这多不方便 没 没事 要不要去上个厕所 外面有家通宵营业的快餐店 麻烦你替我守一会哦 一起吧 大晚上的 小区里一个人也没有 万一凶手还在附近就麻烦了 罗海峰拍拍腰 我和所里说明了情况 把配枪带上了 去快餐店解决了生理问题 出来 林东雪看见罗海峰在柜台买了些吃的喝的 他说 吃点东西能提提神 林东雪十分过意不去 我把钱给你 没事了 又不值多少钱 一个男人对自己好 多半是有什么想法 林东雪不想白领别人的情 趁罗海峰正要用支付宝结账 掏出一百块给柜台 罗海峰说 这么客气干嘛 还是公司分明吧 两人回到车上 林东雪闷闷地吃着东西 罗海峰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题 林东雪随意敷衍着 觉得好尴尬 好难熬 还不如一个人待在车里自在 要不要给陈氏打电话呢 他想了好多次 最后都否决了 毕竟他不是警察 这不是他的职责 还是让他好好休息 明天才能破案 那样的话 自己一夜辛苦也值得了 林警官 冒昧地问一句 你有男朋友了吗 罗海峰说 有 可是 当当那个徐警官不是说 不要听他的 我的事情他不知道而已 这样 那你男朋友是警察吗 暂时保密 好吧 好吧 碰了个软钉子 罗海峰显得有点善善 天色总算亮了 熬夜的人都有体会 一开始醉困 后半夜反而清醒 天一亮就感觉浑身疲惫 林冬雪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结果又梦见陈石了 陈石在敲窗户 林冬雪摇下窗户 抱怨说 你怎么才来 我接到短信 马上就来了好吧 你该不会守了一夜吧 是啊 冷死了 林冬雪心想 既然是梦 那就快点发展 以免醒过来 我好想你哦 啊 陈石一愣 这梦境的发展 好像有点奇怪 林冬雪突然发现 自己身上盖着罗海峰的外套 手上还攥着手机 他在睡着前 给陈石发了短信 并赴了地址 他死命捏了一下自己的脸 疼得格外清晰 糟糕 这不是做梦 是现实 第270章 密室杀人 林冬雪的脸 一下子红到耳根 忙用手捂住脸 陈石从另一侧拉开车门进来了 林冬雪从指缝 看见他手里拿着一袋东西 陈石说 给你买了些早点 林冬雪依旧不肯把手从脸上拿开 刚刚距离那么近 他肯定听见了 绝对听见了 一想到自己的心声暴露出来 他便羞愧得无地自容 要不要吃点皮蛋瘦肉粥 陈石打开一个盒子 陈石用勺子咬了一点 递到他嘴边 张嘴 林冬雪张嘴吞下 陈石一勺一勺 为了半碗皮蛋瘦肉粥 然后用拇指 将他嘴角粘上的一丁点逝去 林冬雪从指缝 看见他准了一下拇指 你看你像个警察吗 要你管 林冬雪把覆在脸上的手向门一样打开 有和尚 这件外套是谁的 还是一件警服呢 林冬雪这才放下手 脸上仍然烧烧的 他说 昨天有个民警和我一起 不是 是我和他一起 看来这小伙挺关心你的 陈石注意到 车上吃剩的快餐包装 我 我又不稀罕 要不要下车走走 坐了一晚上 身体都僵了吧 林冬雪默默点头 下了车 陈石陪着林冬雪 绕着单元楼溜达一圈 林冬雪把案情大致说了一遍 陈石一边听一边点头 密室杀人啊 是啊 你觉得可能吗 所有的密室杀人 要么是自杀 要么就是假密室 那这案子 你有把握吗 越怪异的案子越好破 反而是那种干干净净的案子 最棘手 我看没问题 去现场看看吗 等老鹏来了一起吧 陈石停在凶杀现场的窗户外面 打量起来 林冬雪想 刚刚那句想你了 他是没听见吗 大概还是听见了吧 故意装傻 大叔果然都是圆滑的生物 想到这里他就来气 伸手准备锤陈石一拳 陈石突然转身 林冬雪立即把拳都背在身后 陈石说 以后别这么傻 现场万一凶手在附近 你能对付 记得打电话给我 我想 你又不是警察 你没必要受这个辛苦 你想你想 你都不告诉我 凭空揣测我的想法 也许我愿意陪你呢 你为什么愿意陪我 谁叫你长得好看呢 切 真是肤浅 林冬雪假装生气的说 陈石又去检查卫生间的窗户 因为这套公寓在一楼 飘窗和卫生间都装了不锈钢栅栏 陈石观察卫生间窗户栏上的灰尘 说 上面的灰尘被蹭掉了 难道凶手是从这里进来的 不可能吧 当时一堆人在那里站着呢 林冬雪直指身后 那帮记者是不是很吵 不但吵 他们的打光气还特别亮 林冬雪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 难道凶手就是趁我们注意力不在这里 掰开栅栏进了屋里 如果真是这样 凶手一定个子很高 力气很大 这帮记者也真是的 他们要不是跑来采访 可能事情早解决了 就不会闹出人命了 说到记者 谁把记者叫来的 难道不是他们自己来的吗 我想是有人提供了新闻线索 两拨对头的电视台记者同时出现 我想不是单纯的巧合 恐怕是凶手叫来的 期间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电视台采访车上的机器 被人泼了水 发生了短路 他们怀疑是网络新闻那边做的 两边差点没动手 耽误了整整两个小时 如此看来 这也是凶手干的 果然什么案子 经陈时一分析 马上就变得清晰起来 林冬雪一阵恍然 记者的突然出现 是凶手故意布置的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死者应该是十二点前后遇害的 我们看见微博的时候 凶手可能还在现场 一看你就不怎么玩微博 微博不是有定时发送功能吗 有吗 如果凶手发完微博才逃跑 未免太过于极高人胆大 我想大概率是延时发送的 当时开门的时候 一大帮记者冲进来 场面特别乱 凶手有没有趁这个时候逃跑呢 这个待会进了现场再看 等到七点 几辆警车开进小区 徐晓东从车上跳下来 说 诚哥真在这里赔了一夜 我靠真爱啊 不是 我才赖 陈时纠正 一 东雪 你一个在这里待了一宿 有什么大不了的 赶紧办案吧 林东雪说 熬了一宿 确实感觉有点疲倦 不过还能支撑一回 几人随着彭思觉和技术警察进入现场 分散开来四处取证 昨天记者留下的脚印 确实造成了许多不便 客厅入口处几乎全是脚印 陈时扫了一眼尸体发现的地方 说 这个血液喷射量 看来是用钝器杀死的 锤子之类的 老彭 我怀疑凶手是掰开栅栏进来的 过去看看 彭思觉N了一声 随陈时进了卫生间 陈时感觉 他今天心情有点不大好 窗户下面就是马桶 当然窗户上面有帘子 陈时从各个角度观察马桶和抽水箱 说 没有脚印 但是灰尘被试去了一块 有点奇怪 如果一个人站上去 脚印肯定会有的 彭思觉取来紫外线灯 结果证明 这里并没有脚印 但是在卫生间的瓷砖上 发现了微量的血迹 上面有纹路 似乎是凶手留下的斜脚印 彭思觉叫人 把这几块瓷砖整个撬走 带回去做鉴定 陈时来到客厅 四下环顾 说 这是个高手 做得真干净 破不了了吗 林东雪担忧地说 别急嘛 慢慢查 对了小冬 你和微博官方联系一下 看看这个账户 是不是延时发送的 具体是什么时候发出的 还有一个问题 发送地址 是可以修改的吗 好的 我这就打电话 对了 死手的手机呢 一圈技术警察都说没找着 死者身上也没有 或许是叫凶手拿走了 三人就此离开现场 等彭思觉那边弄完 一起回局里 林东雪说 有没有感觉 彭队长有点不太对劲 是不是没休息好 陈时猜测到 第271章 讨论案情 等彭思觉他们出来的期间 林东雪连连打哈欠 陈时建议 你睡一会吧 熬了一整宿 不赶紧补觉的话 几天都缓不过来 林东雪又打了一个大哈欠 白天睡觉 生物中岂不是紊乱了 不会的 去车上睡一会 不要 中午我回局里 秘议吧 陈时折返犯犯罪现场 出来之后 叫林东雪跟他来 原来他讨了彭思觉的车钥匙 打开车门 彭思觉的这辆宝马 果然舒适多了 陈时从手套箱里 找出一副面膜 给林东雪敷上 我都担心你十年后 皮肤变得像老太太一样 陈时说 林东雪半个鬼脸 十年后 你还能看得着 不管我看不看得着 我还是希望你漂漂亮亮的 说着 陈时把面膜敷在他脸上 仔细抹平边缘 冰冰凉凉的面膜 果然很舒服 林东雪心想 陈时怎么知道 彭队长车上有面膜的 两人有这么熟吗 不过 看平时两人说话逗趣 倒真跟认识了 好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敷着面膜 躺在座椅上 林东雪渐渐睡着了 陈时这才下车 这会现场勘查完了 技术警察拎着勘查箱往外走 陈时问其中一人 死者手机找着了吗 找着了 在彭队长大脸 他还在里面 是的 对了 老彭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太好 那名警察压低声音 陈哥 和你说 最近彭队长不知道怎么了 每天早上都不太高兴的样子 是因为上次的处分 有一阵子了 我们也不知道原因 陈时心里有了点数 这时彭思绝出来了 把一个装在正务袋中的手机 递给陈时 说 在沙发下面发现的 已经没电了 陈时拿过看看 问 你怎么了 一大早愁眉苦脸 别乱形容 遇到什么问题 记得告诉我 谢谢 不必 陈时拿出烟 递给他 彭思绝说 还在工作呢 抽根烟有什么影响 彭思绝仍旧不肯接 陈时索性抽出两根 叼在嘴上点着 将其中一根递给他 彭思绝才 勉为其难的结果 抽了几口 当发现林东雪 在自己车上睡着了 脸上还附着面膜 彭思绝说 拿我的东西做人情 回去给你买一包好不好 不用了 一直到局里 林东雪才醒过来 扭头发现开车的是彭思绝 他说 啊 不好意思 我怎么睡着了 没事 你再睡一会吧 林东雪感觉 已经有点精神 就下车了 技术警察把现场 带回来的证物拿去化验 彭思绝亲自负责解剖 陈时被林秋普 叫去讨论周孝的案子 那案子 目前还没有进展 林东雪去申请立案 上午十点 专案组成员在会议室集合 彭思绝念了一遍初步试检报告 死者男 年龄27 年龄27岁 死因是钝气 杂击颅骨 保持的蜘蛛膜破裂出血 颅骨表面呈放射状破裂 右侧整骨附近有对冲伤 但是凶器的形状稍有点奇怪 我拍了照片 彭思绝从文件夹里取出照片 以及自己根据伤口形态化的凶器局部草图 大家挨个传阅 大体像的锤子 可细节又不太像 感觉是个很软的锤子 彭思绝继续说 通过肝温判断 死亡时间12点左右 众人面面相去 表示惊讶 也就是说 凶手在杀人之后 立即拍照片发微博 然后还在林东雪和记者的眼皮底下 从密室状态的屋内逃走了 有没有可能是自杀呢 一名警察问 伤口受力的方向 是不可能是死者自己完成的 况且 还有这张照片 我比较了一下 照片上的死者 和我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排除了伪造的可能 彭思绝又亮出一张照片 是死者领检的时候拍的 大家传看照片 最后照片到了陈石手中 陈石反复比对 除了光影 背景的不同 血是一模一样 他甚至仔细比对了 死者额头上血迹的形状 看来 照片是在死者死亡后立即拍摄的 现场存在第二个人 是毋庸置疑的 林东雪不太敢相信 会有这样的杀人手法 他询问徐晓东 微博客服是怎么说的 他们和我解释了一下 定时发送这个功能 设置定时发送之后 信息会立即存进服务器 到了预定时间 会自动修改链接 他们搜索了昨晚的服务器 这条微博不是定时发送的 就是12点1分发出的 而且 上面显示的位置并非造假 就是在死者的WiFi覆盖范围内 众人惊叹 有人向林东雪确认 东雪 你们冲进去时事几点 12点2分 我们得知出事了 进去的时候 门锁被人塞了铁丝 小冬具取了开锁器 打开门之后 汽车想进来拍摄 我们一直在试图阻拦 最后我们真正看到尸体的时候 是12点10分 我留意了一下手表 8分钟 凶手完全可以从卫生间逃跑 有人提出想法 不 卫生间的窗户栅栏 外面的窗台 凶手没有从这里经过 彭思觉肯定地说 林东雪说 况且我进屋的时候 卫生间的门是开着的 我一眼就能看到里面 那么窄不可能藏人 更别提从那里掰开栅栏逃跑了 陈石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 他把纸举起来 这是我根据记忆还原的现场户型 两个窗户 都装了不锈钢栅栏 都处在进屋能一眼看见的地方 大家看着这张纸 陈石说 排除掉不可能 剩下的就是唯一答案 当时凶手已经不在屋里了 立即有人提出质疑 死亡时间和微博发出的时间都证明了 十二点前后 凶手在屋里 我觉得陈哥说的凶手不在屋内 也属于不可能 所以唯一答案是 凶手当时躲在屋里 凶手是在你们进来之后 趁乱溜出去的 这个说法 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陈石也不争论 只是不置可否的笑笑 林东雪说 不可能 进来的人全部是记者和摄像师 他们也是一起离开的 这帮人平时彼此都很熟悉 就好比我们中间混一个陌生人进来 一眼就能察觉吧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质疑者道 凶手是电视台里的人 第272章 岩石发送的真相 林东雪说 我觉得不可能 当时我和小冬把人往外推 客厅左边是斜架 藏不了人 右边是门 门后面倒是可以躲人 但得从我和小冬面前绕过去 徐小冬复议道 对啊对啊 除非凶手像忍者一样 附在天花板上 质疑者说 你说过现场没开灯 你确定看清了 确定 于是乎警察分成两派 就这问题争执不下 陈石并没有参与进来 仍然在看彭思学的文件和照片 我说 陈石一开口 大家瞬间安静下来 从凶手发送微博来看 他对这次犯罪表现得非常从容 假如我是凶手 我一定有万全的离开房间的方式 才敢发微博 把外面的人引进来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 凶手用某种方式 严实发送了微博 他本人早已离开现场 质疑者说 陈哥 我知道你是聪明人 所以总爱琢磨这些刁钻的犯罪手法 可凶手未必有你聪明 可能他就是用我说的笨法子 不 凶手绝对是个聪明人 试想当时是什么处境 那男的在微博引起热议 无数人在骂他 人肉他 两家电视台来采访他 警察就在他家外面 如果凶手是奔着私人仇恨来杀人 他绝不会挑这个时机 这实在太冒险 可凶手偏偏迎难而上 制造了一场不可能的杀人案 还发微博来炫耀 因此我认为 他是个绝顶聪明 绝顶冷静的人 陈时的话 说服了不少警察 他们纷纷点头 林东雪感觉再讨论下去 也没什么益处 就此分派任务 既然有人怀疑电视台的人 就让他去调查电视台的人 其他人还是继续调查小区内的情况 解散 林东雪宣布 众人离开后 会议室里还坐着林东雪 彭思觉 陈时 徐晓东几人 徐晓东说 我发表一点不成熟的建议 我觉得凶手是个热心网民 昨晚大概八点左右 这男的地址 就被公布在网上了 谁都有机会 作案 是不是范围有点大 陈时拍巴掌说 晓东的意见非常好 哎 你不是在损我 徐晓东有点心虚 不啊 我也这么认为 凶手肯定是从网上得知这件事之后 采取的手段 你的定位是准确的 林东雪说 大致范围有了 昨晚十一点 那男的还活着 我们就调查十一点以后 出入小区的人 另外 我要去见见蒋小姐 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 你昨晚拿到了蒋小姐的钥匙是吧 陈时突然问 是啊 怎么了 把钥匙给我 我要还给人家 锁都砸了 还什么 那也是证据 徐晓东说 东雪 我和你一起 我把猫还他 彭思觉说 猫先拿到这里检查一下 于是 徐晓东回家娶猫去了 彭思觉继续做深度解剖 陈时和林东雪 在技术中对外面坐等 陈时拿着手机一直在看 看得格外认真 突然笑了 网上什么不靠谱的猜测都出来了 还有人说是高维度的智慧生命干的 干的 所以可以离开密室不被发现 要真是这样 案子别查了 你在看啥 林东雪凑过去 不是吧 网上已经讨论的铺天盖地了 昨晚那条微博发出去 再加上有记者游场 你觉得这是能捂得住 幸好是凶手自己发的 不然林队该骂我泄露消息了 网上有什么说法吗 没有 一群没见过现场的键盘侠 能说出什么深刻的结论 林队 林队 有人在喊 林东雪一阵紧张 我哥来了 哦 喊我呀 那名警察说 林队 我们有一些发现 你喊我名字就好 吓我一跳 好的 林队 陈时问 你现在是个小队长了 林东雪不好意思的笑笑 最小的那种 技术警察在手机的钢化膜上 发现了唾液霉 和死者的唾液霉比对了一下 不匹配 从其活性判断 是十个小时留下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鉴定不出来的微量成分 手机膜上有唾液 多吗 林东雪危敢吃惊 多 可以说整瓶都是 技术警察道 林东雪张张嘴朝陈时看去 陈时说 太奇葩了吧 真正意义上的舔瓶 凶手难不成有什么奇怪示好 发现了什么 彭思觉从法医实验室出来 身上带着消毒水的气味 手下将发现又说了一遍 彭思觉亲自看了一下 说 是唾液霉没错 对了 我发现这个唾液霉的主人 身体不太好 口腔里细菌含量极高 彭思觉N了一声 亲自往分成数分的样本里 分别滴入试剂 然后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他说 这人何止身体不好 他的唾液霉里 还没有淀粉霉 什么是淀粉霉 林东雪问 彭思觉解释说 就是人口腔中 一种分解淀粉的生物霉 在绝大多数杂食 或草食动物 口中都有 林东雪皱着眉头思考 这人平时不吃淀粉 难道他在减肥 陈时笑个不停 惯性思维害死人 那明明是食肉动物的唾液 现场哪有食肉动 林东雪恍然大悟 那只猫 彭思觉拿起手机来看 猫舔过屏幕 小王 你说上面 还有一种验不出来的成分 是种非溶解物质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成分 试验室里 也找不到匹配的样本 那名技术警察回答 陈时说 猫为什么舔屏幕 上面一定涂了猫爱吃的东西 这个问题等小冬来了 大概就能搞清了 等待期间 陈时拿起死者遗物一样一样看 林东雪注意到 他在拿蒋小姐的钥匙 和死者的钥匙串比较 便问 发现什么了吗 一个大发现 蒋小姐的这把钥匙 可能开不了那扇门 第273章 长得老挖塞了 我看看 彭思觉过来检查了一下 你的说法不严谨 只能说 这里面没有相同的钥匙 拿锁头试一下 陈时提议 索眼被铁丝堵实了 复原不了 除非把锁从中间锯开 干吧 陈时打个响指 你是谁的领导啊 彭思觉呛他一句 林东雪说 彭队长 就拜托你检查一下 这把钥匙 是不是和锁对应的 彭思觉 这才吩咐下去 让人去找工具来切具 这时 徐晓东拎着一个猫包 兴冲冲的来了 他把猫包放下打开 那只猫很认生 一看见陌生人 就往徐晓东怀里钻 徐晓东不停的哄着 林东雪说 这猫跟你 倒是挺能处得来嘛 那当然 谁叫我是猫薄荷体质呢 徐晓东不无得意的说 不是说要化验吗 彭思觉将猫全身 各处的毛剪下一些作为样本 然后拿个玻璃让猫来舔 猫无动于衷 不停往徐晓东衣服里钻 彭思觉说 又换了一个棉签 对猫命令说 张嘴 彭队长 你这样不行呢 我需要他的唾液 徐晓东掰开猫嘴 让彭思觉取了些样本 林东雪看见猫一嘴尖牙 粉红色的舌头上 都长着秘密的道刺 徐晓东居然也不害怕 狗是杂食动物 猫却是地地道道的肉食动物 据说猫经历了千万年 依然没有被驯化 一想到人类身边 大量生存着这种小型肉食动物 另外还发现了一种物质 可能是猫爱吃的 你有什么思路吗 甜的吗 徐晓东问 林东雪笑了 甜的咸的 你以为化验员还尝一口吗 徐晓东骚头笑道 我是想说 如果带甜香味 可能是化毛膏或者营养膏 化毛膏更黑更有一点 这两样大多数猫都挺爱吃 陈哥 你家不也养猫吗 你不知道这个 我家都是月月在养 我根本不关心 除了偶尔产下屎 去现场找找 林东雪提议 不用查了 买个化毛膏和营养膏来比较一下 陈石说 徐晓东说 陈哥 麻烦你去附近的宠物店买吧 这猫离开我就害怕得不行 陈石跑了一趟 回来彭思觉说 唾液确实是这只猫的 就他来说 化验猫的唾液倒还是头一回 然后比对了一下化毛膏和营养膏 彭思觉很快得出结果 手机上残留的是营养膏 和你买的成分相似 看来有人把营养膏涂在手机上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林东雪说 为了发微博 陈石断言 猫舌头真的能触动屏幕吗 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 陈石当即掏出手机 打开一个APP 在屏幕上涂了营养膏 让猫来舔 这只猫犹豫了半天才伸出舌头 果然把屏幕舔动了 实验虽然是成功了 但林东雪仍有一丝怀疑 猫舌头又不比人手指 万一没舔到发送件呢 你应该站在凶手的立场来思考 这种严实机关本身就带有几率性 成功了他的犯罪会锦上添花 失败了也没多大损失 毕竟他已经把人杀了 看似神乎奇迹的犯罪手法当中 往往都带有一定的巧合 林东雪 屁 林东雪沉吟 原来如此 这就是凶手严实发送微薄的方法 这么说来 你是对的 凶手是提前把人杀了 放好手机离开现场的 彭思觉提醒 肝温显示死亡时间是12点左右 误差不会超过10分钟 10分钟足够了 林东雪说 不对 11点50我们全部站在门外 小冬你还记得吧 记者让我们再录一遍 当时我们在门外 站了15分钟都有 徐晓冬证实这个说法 陈时沉默地思索起来 林东雪突然想起来去见蒋小姐 陈时说 我不去了 我想在这里仔细考虑一下 林东雪 徐晓冬带着猫走了 彭思觉给陈时拿了一杯咖啡 问 这次连你也被难住了 陈时笑了 不 我很喜欢这种思维游戏 越离奇的暗走 反而越兴奋 失败怎么样 没什么太重大的发现 魏容误显示 死者在死前12小时里 吃过米饭 生鱼 紫菜 鸡肉 豆芽 土豆这些 还喝了不少碳酸饮料 我去现场看看 陈时来到现场 已经有警察在这里调查了 他们调取了小区入口的监控视频 内容比较多 得回去慢慢看 陈时转了一圈 问了些居民 确定这里只有一个入口 当然翻墙也不是办不到的 所以他绕着小区外面走了一圈 检查哪里有异常 下午一点 陈时来到附近的街上 看见有一家日料店 他记得彭思觉说 死者为容物中有米饭 生鱼 紫菜 组合起来不正是日料吗 他来到店里 中午人并不多 一名穿着白色饭店制服的女服务员 笑脸相迎 一拉下 日本人 厨师长高声说 可拉倒吧 他跟我都是东北营 奏回那一句日语 女服务员说 客人里面请 吃点什么 陈时笑笑 这里就一家日料店 这几条街 就我们这一家 厨师长回答 送外卖吗 送啊 墙上有外卖电话 你要点外卖 陈时扫了一眼 说 你们没用美团 点餐的都是附近小区的 自己送就得了 你吃点什么吗 有生鱼吗 有有 有三文鱼 金枪鱼 你要哪种 都来一份 打包带走 好嘞 女服务员倒上一杯抹茶 陈时询问 店里几个人啊 五个 店长 厨师长 两服务员 还有一个帮厨的小伙 你是警察吧 你怎么知道的 陈时笑着问 昨天小区不是发生命案了吗 今天一大早就看见警察 在小区进进出出 查到什么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 厨师长说 死的就是那个杀猫男 微博上都在说这件事 这种偏执男 死有余辜 女服务员说 明明是女的出轨在先 也不能全越男的 厨师长说 你不知道情况 昨晚那女的和一个警察在这里吃饭 我都听见了 她压根没出轨 都是那男的捏造的 对了 那女警察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长得老挖腮了 我昨晚为了瞅她 萧劫鱼的时候 差点没削着手 第274章 送餐员小顾 陈时说 你是说 蒋小姐在这里吃过饭 是啊 你认识那警花 认识 她就是负责这案子的 厨师长一脸花痴的说 不会吧 可不可以告诉她 我有线索 你有什么线索 昨晚她和那女的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厨师长说的信誓旦旦 陈时笑了 这些内容 她自己不比你清楚 倒也是 厨师长又粘了 闷头做寿司 陈时给彭思觉打电话 问她死者的手机开机没有 彭思觉说 开了 上面全是 她给蒋小姐发的信息 打的电话 你看下最近联系人里 有没有这个号码 陈时把墙上的外卖电话 念了一遍 稍后 彭思觉回答 有 是中午打的 谢了 先别吃饭 待会请你吃日料 陈时报了电话 说 其实你们还是有线索的 真的吗 厨师长十分兴奋 死者昨天中午 订了你们家的外卖 有印象吗 我没什么印象 小姑大概知道 小姑是谁 就是另一个女服务员 送餐都归她管 长得刀高大大 拿网络上的话说 就是女汉子 女服务员提醒道 你可别当着小姑的面说 不然她又笑你 厨师长善笑 私下说说嘛 陈时问 他人呢 还在送餐 一会就回来了 警察同志 死者点过我们家外卖啊 那我们能上新闻吗 也许吧 陈时笑笑 厨师长很高兴 太好了 我们这小拨店 也要上新闻了 我给你多捏几个 三文鱼寿司哦 谢谢 一会功夫 厨师长说 小姑回来了 陈时扭头看见一个 身材健硕的女孩 骑着红色电动摩托车 带着红色头盔在门口停下 她走进店里 拿着水杯喝了一大口 大咧咧的擦着嘴 厨师长咳嗽一声 小姑 这位是警察同志 她有话要问你 昨天中午 你给死者马建军送过餐队吗 小姑愣着眼 一声不吭 就是三单元1020 小姑摇头 她的手机里有这里的送餐电话 是昨天中午打的 小姑仍然摇头 厨师长翻一道 小姑是想说不记得了 我们一天送几十单 不可能都记得 警察同志 小姑这人比较内向 不爱说话 陈时掏出手机 翻出死者的照片 有印象吗 小姑点头 你中午看见死者 有什么异常吗 小姑摇头 谢了 有什么要问的 我再来找你 这两天一直营业吧 最后 这句是问厨师长的 厨师长拼命点头 营业营业 我们过年才休闲 你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陈时笑了 这种热点 有什么好蹭的 陈时拿着寿司外卖 回到局里 技术中队里 其他人都午休去了 彭思绝一个人在看 个人在看书 陈时把外卖放下 一个小发现 小区旁边有家热料店 陈时把芥末和酱油 挤在盒盖上 彭思绝加起一块尝尝 说 味道还可以 挺正宗的 我是不明白 日料有什么好吃的 米饭上面放一片生鱼 省事 你喜欢 我改天买些三文鱼自己做 我去你家干嘛 我可以送来 不必 你别跟我先引起 你说你情商有多地 吃着别人的 还说难听的话 陈时夹起一块寿司 往彭思绝嘴里塞 彭思绝瞪了他一眼 但还是吞下了 这时 林东雪和徐晓东回来了 徐晓东眼前一亮 讲究啊 午饭吃寿司 然后拿手捏了一块 彭思绝把筷子一扔 不吃了 细菌污染 徐晓东无辜地说 彭队长 我不是有意的 寿司不都是抓着吃的吗 然后又拿了一块 卧槽 这是真鱼子吗 哪可能是真鱼子 真鱼子得多贵 林东雪说 咦 这家也卖樱花卷 陈时说 我在你昨晚和蒋小姐 吃饭的地方买的 你可厉害 居然查到那里了 蒋小姐怎么样 还好 她今天早上都知道了 倒不怎么难过 我为了钥匙的事情 蒋小姐说 那把钥匙 就是开那扇门的 她给我看了钥匙串 她总共就三把 车钥匙 父亲家钥匙 还有这把钥匙 样子不一样 不可能拿错 林东雪想尝块寿司 陈时把自己的筷子 踢给她 林东雪加了一块樱花卷 会不会有人掉包了呢 陈时说 掉包 林东雪咽下寿司 不可能吧 她的钥匙一直没离开 等一下 我们去日料店吃饭的时候 包落在那里 后来去取的 是一个特别健壮的女服务员 递给我们的 那个女服务员啊 我印象挺深的 她也是中午给死者送餐的 哇 这有点巧 是单纯的巧合 还是有什么那在联系 等锁头的比对结果出来 再说吧 彭思觉接了一个电话 说 去趟车库 四人来到地下车库 技术警察借来了固定架和切割机 考虑到火星飞溅和噪音过大 所以在地下车库里进行作业 彭思觉点过头后 带着防护镜的手下便开始切割 伴随锐利的金属切割声 火星不断飞溅 林东雪嫌那声音太过尖锐刺耳 一直捂着耳朵 陈石说 把嘴张开 林东雪听不清 整个车库里都是正耳欲聋的切割声 陈石伸手 把他的下巴往下一拉 林东雪以为他在戏弄自己 张嘴做事 朝他的手指咬去 陈石忙把手缩回 无意中看见这一幕的徐晓东 在旁边不停地比心 但没人理他 锁终于切开了 等切面冷静之后 彭斯爵把死者的钥匙比对了一下 说 这把是的 然后又比较了一下蒋小姐那把 这把显然不是 陈石说 两种可能 蒋小姐给错了钥匙 或者钥匙被人掉包了 林东雪说 如果是掉包的话 只可能是在包落在热料店的那段时间内 我们要不要再去一趟 第275章 警察都有两张面孔吗 陈石说 暂时不用去 等手上有明确证据再说吧 彭斯爵说 对了 这把假钥匙上面 提取到了一枚完整的陌生指纹 如果你们有怀疑对象 可以比较一下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看当晚的录像 12点前后 出入小区的 每个人都要仔细识别 这项工作费时费力 到晚上5点半 陈石说 我该走了 接月月去 林东雪揉着微微发胀的太阳穴 我们还得加会班 明早的案情讨论会上 告诉你结果 注意消息 一直忙碌到8点 士兵上每个 在案发后离开小区的人 都被识别了出来 做成简单的照片 贴在白板上 徐晓东扎舌说 这些人全部要问一遍吗 差不多吧 林东雪扫着一张张脸 这里面居然没有送餐员小顾 原本他还对小顾有一丝怀疑 现在看来 他是无辜的 但有一张面孔 引起了林东雪的注意 竟然是本不该 在现场的蒋小姐 视频记录显示 12点20他离开了小区 隔日早上的专案会议上 大家把查到的线索 汇总了一下 电视台和网站的人 已经仔细确认过 他们彼此作证 案发前后并没有人离开过 此外 关于是谁打的热线电话 电视台那边嘴上说帮忙查 却好像不怎么上心 一直没联系警方 网站那边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 打的是主编的手机 上面显示是匿名号码 也无法查证 看来那帮记者 不在嫌疑范围内 林东雪总结说 负责这一块的警察 依然不愿放弃 我觉得应该再多花点人力 核实一下他们的证词 好了 咱们这个小组就这点警力 电视台先放一放 我手上有条线索 那晚九点 蒋小姐称身体不是回家休息 但在监控视频中 她12点20分 又一次离开了小区 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猜测到 要说作案动机 蒋小姐有十足的动机 你刚刚说 她给你的钥匙是假的 说明真钥匙可能在她手上 而且 她对现场环境比较了解 有作案条件 今天就把她找来问问吧 陈时问 蒋小姐什么时候进小区的呢 林东雪说 我翻了一下前面的视频 她是11点半进小区的 众人惊叹 完全在作案区间内 这时 徐小冬姗姗来迟 从后门悄悄进来 林东雪看在眼里 说 小冬 你迟到了 徐小冬签就的说 我家猫生病了 一大早去要趟宠物医院 对不住啊 不知道怎么训斥人的林东雪 只好说一句 下不为例 彭思觉突然问徐小冬 什么病 猫抓热 什么是猫抓热 是一种细菌性传染病 医生还问我有没有被抓伤 我说没有 人被抓伤会怎么样 感染发炎吧 林东雪正想提醒他俩 不要在会议上说话 彭思觉突然站起来走了 林东雪觉得有点没面子 咳雷医生说 咱们去找蒋小姐吧 十点左右 蒋小姐被请到审讯室里 突然被带到这里问话 她看上去非常慌张 对走进审讯室的林东雪说 林警官 我没犯事啊 你抓我干嘛 只是问话 林东雪坐下 你不必紧张 要喝水吗 妈 这时 其他人都在外面看着 蒋小姐说 不必了 有什么胆紧问吧 问完我还得上班 4月16日晚8点 我们一起吃了饭 然后9点你说身体不是回家了 对吗 对 这些你都知道的 然后呢 什么然后 你一直在家吗 一直啊 小区的监控显示 你11点半进入小区 12点20离开 你有什么想说的 蒋小姐一惊 只拍到我一个人 就算不怎么擅长审讯 林东雪也捕捉到了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 她说 你当时不是一个人 不不 就我一个 林东雪把一把钥匙放在桌上 你把这把钥匙给我 让我去调解这件事 还记得吧 记得 但这把钥匙是假的 打不开那扇门 怎么可能 蒋小姐一紧张 把装着水的塑料杯打翻了 林东雪冲单面镜窗户 做了一个手势 立即由警察进来 把水杯收拾起来 水杯实际上 是被拿去技术中对化验 结果很快出来 指纹鉴定显示 钥匙上的陌生指纹 不属于蒋小姐 看来是另一个人的 林东雪通过内线电话 得知鉴定结果 冲蒋小姐说 你男朋友马某是 那天晚上十二点前后死的 你知道这件事吧 知道 微博都看见了 你也有作案动机 不不 我没有 我要是有杀人的本事 事情就不会闹成那样了 蒋小姐拼命否认 林东雪继续说 我们认为你有作案动机 现在时间上也吻合 如果你继续否认 对你很不利 蒋小姐不停搅着手中的手帕 紧摇嘴唇 她说 你们警察都是两张面孔吗 那天晚上你还安慰我来着 现在去跟审犯人一样 林东雪说 我只是公事公办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审讯 我觉得你面对我 可能没那么紧张 蒋小姐看了一眼记录仪 说 可以关掉这个吗 不行 但是你说的话 我们会保密 由于许久 蒋小姐终于开口 首先我没有杀人 其次她也没杀人 她是谁 我前男友 就是我和你提过的 被我家人拆散的那个男生 其实我骗了你 我出轨了 但不是马建军想的那么不堪 我只是 偶遇了自己的前男友 和他倾诉我现在的处境和遭遇 他还是很爱我 我答应再做他女朋友 当然这一次 我们不打算让别人知道 其实宾馆的事情是我故意的 我知道马建军疑心病重 我故意那样做 伤他的心 以为他会肯放我走 谁知道这个偏执狂 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 蒋小姐 我不会谴责你的 毕竟这个男生才是你的真爱 林东雪说 如果林秋普在现场 肯定得骂他审讯的时候 说不该说的话 谢谢 蒋小姐已怕是累 那天我前男友 是现任男友知道了这件事 称要去收拾这个偏执狂 我怕他做出极端的事情 况且 记者和警察还在场呢 于是就跑到小区阻止他 时间就是你说的11点半 第276章 真正的杀人时间 林东雪打那线电话 叫警察搬进来一台电脑 播放当晚的监控视频 大概在10点半左右 有个男人进入小区 蒋小姐指着屏幕说 这就是他 然后快进视频 12点19分 蒋小姐又指认出了 和他一前一后离开小区的该男子 林东雪问 他和你在小区里的时候 一直没离开你的视线吗 没有 我保证 但他是先来的 他不会杀人了 真的不会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男生 从来没有跟人闹过矛盾 那天要不是因为我的事 他也不会急眼 你们在小区干嘛 说话 我一直在劝他 其实我很担心我家秘密的 但我还是劝他 说梦没了就没了 你千万不能做冲动的事情 我情愿不要那房子 也希望和他好好在一起 林东雪心里清楚 就算那男生先进的小区 也不可能杀人 因为11点10分 马某还活着 林东雪说 我想要他的联系方式和姓名 之后 我会去核实一下他的证词 林警官 我向你保证 他不会杀人 放心 我们不会冤枉好人的 等查明真相的那天 我会第一个通知你 谢谢 蒋小姐写下联系方式后 林东雪又问 还有件事 那把钥匙 你最后一次拿他开门是什么时候 两天前 我不知道他怎么打不开门 你们试了吗 林东雪送蒋小姐离开 却发现彭思觉和一个白大褂 站在走廊上 彭思觉说 蒋女士 你的猫是不是得了猫抓热 我不知道 蒋小姐一脸茫然 怎么了 彭队长 林东雪问 可能是个比较重要的发现 蒋女士 可不可以把猫带来 让这位兽医检查一下 见蒋小姐在犹豫 林东雪说 这样吧 兽医跟我去他家里检查 陈时站出来说 我来开车 四人来到蒋小姐的住处 其实就是他男朋友的房子 林东雪发现 这里乱归乱 却布置得很温馨 不像马某住的地方 一尘不染 却让人有种压抑感 桌上放着蒋小姐和她的照片 上面的蒋小姐明显年轻一些 蒋小姐说 这是以前拍的 她居然一直留着 我很感动 看来她很爱你 蒋小姐看了一眼 站在门口的陈时 小声问林东雪 那个警官是不是你男朋友 啊 这个 我注意到你俩不经意间的眼神交流了 我觉得 你们挺般配的 谢谢 林东雪说 脸上有点发烫 猫见到陌生人 就窜到沙发下面去了 好不容易才逮到 兽医检查完毕 说 这猫有生病的迹象 具体还得去宠物医院做个愤检 她抓过你吗 没有 咪咪一直很乖的 从来不咬人 抓人 陈时问 她和马某的关系怎么样 都说宠物随主人 我和马建军经常吵架 所以 咪咪也不怎么 也不怎么喜欢她 有时候马建军想抱她 她吓得尾巴都会炸起来 还哈她 哈她 林东雪说 就是猫的一种威胁动作 陈时记得 自己家毛球刚来的时候 也经常这样 关心猫咪健康的蒋小姐 想去趟医院 四人驱车来到宠物医院 半小时的检查之后 医生肯定的说 这猫身上 确实带有 汗塞巴尔通体病毒 就是俗称的猫抓热 陈时将结果告知彭思觉 彭思觉淡淡的说 回来一趟 我可能有些重大发现 两人回到局里 彭思觉将马某 已经解剖过的尸体 又拿了出来 他拿着尸体的手说 手背上有一道 轻微红肿的抓痕 我一开始判断 是猫抓的 所以就没写进报告里 但你没想到 这只猫带了细菌 陈时说 是 看来死者被抓伤之后 并没有妥善处理 有轻微的感染发炎 所以他的肝温 比正常人要高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判断错了死亡时间 死亡时间是11点左右 林东雪一阵惊讶 陈时说 我记得你说过 死者未溶物里 有大量碳酸饮料 现在也找到了四个可乐罐 是同一天喝的 因为他身体不适 所以才大量喝可乐 可乐里面含有 和止疼药相同的成分 咖啡因 加上有冰爽感 会让低烧的人 感觉很舒服 可乐本来就是一种感冒药 只是因为口感好 才成了饮料 林东雪说 这不可能 11点10分 死者隔着窗户 和我们说话 摄像机记录下来了 我也是亲眼看见的 说话的是本人吗 陈时问 绝对是 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话 声音一模一样 你没看到脸 房间里黑 不过我能看到一个轮廓 就是他 彭队长 他虽然有过感染发炎 但当时会不会已经退热了 从血样看 应该没有 陈时说 凶手设置一个 延时发送微波的机关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以为 死者死于那个时间 死者肯定是死于12点以前 但不会 早于11点10分 林东雪强调 不如我们去趟现场 实测一下凶手 需要花费的时间 陈时提议 于是 三人重返现场 林东雪站在窗外说 11点10分 那男的隔着窗户骂记者 大概说了两分钟左右的话 然后他进去了 又过了五分钟 他隔着窗户朝外面喷水 把记者的机器都淋湿了 陈时在手机上记录 这样计算的话 11点17分 死者还活着 后来呢 记者们检查机器 换衣服 花了大概20多分钟 当时你在哪 就在单元楼下面站着 徐晓东 罗警官和我在一起 我记得你说 之前电视台采访车里的机器 被人淋了水 是啊是啊 电视台怀疑是 耿大叔那边的人做的 双方差点没动手 你的注意力 一直在单元楼入口处吗 不是 我怎么可能半个小时 盯着同一个地方看 当时我也不知道 这里有面发生 第277章 我甚至有点欣赏他 今年最后一个 陈时走来走去思考着 他环顾现场 在脑海中重现当时的情景 突然说 他为什么要对记者喷水 赶记者走呗 还能为什么 林东雪说 用什么喷的 应该是鱼缸旁边的水管子 你当时在哪 离开窗户了吗 肯定啊 虽然我没有被泼到 但出于本能 害怕他在喷水 就走开了 走开多久 十分钟左右 我那边记者 机器有没有弄坏来着 徐晓东和罗警官在干嘛 罗警官也在询问记者情况 徐晓东 我都懒得说他 他盯着那女记者 被弄湿的胸部一直看 所以 当时单元楼入口是个真空区 几乎没人注意到这里 大家都忙于处理突发情况 陈时的语气透着兴奋 林东雪惊讶地朝单元楼入口望去 在入口两侧有花坛 彭思觉也注意到那里 拿起紫外线灯对着那里照 说 有脚印 这脚印有点奇怪 重点在脚尖 这人是蹲着走掉的 不是吧 林东雪大为震惊 你是想说 对 陈时微笑点头 水是凶手喷的 死者隔着窗户骂完记者 来到卧室 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凶手一锤致命 然后拿起水管对着你们喷水 趁你们乱作一团逃离现场 林东雪惊讶地捂住嘴 有这么胆大的凶手吗 胆大而心细 彭思觉想到什么 拎着勘察箱去了现场 陈时说 其实是可以证明的 当时记者的机器是开着的 应该有拍到凶手的影子 对 我怎么没想到 彭思觉在窗户说 进来一下 两人进入现场 彭思觉正在提取水管上的指纹 他说 指纹好像只有男主人自己的 不过这根水管 应该常年浸在鱼缸里 长满了险 末端有一处的险被擦掉了 上面却没有任何指纹 陈时顺着他的思路说道 凶手戴了手套 所以才擦掉了险 却没有指纹 林东雪心服口服 问陈时 你怎么会想到的 陈时笑笑 换位思考 如果我是凶手 会怎么逃离现场 林东雪不懈地别了别嘴 彭思觉盯着鱼缸发呆 最后取了一些鱼缸中的水 彭思觉静止回局里去了 陈时和林东雪赶往电视台 此时正是傍晚 电视台里盲成一片 谁也没功夫招呼他们 林东雪说了几遍 我们找 对方瞅他一眼 匆匆走开了 陈时说 再播晚间新闻吧 我们自己进去吧 合适吗 你有警官正怕什么 电视台里有一间间房间 两人找到一间视频编辑室 推门进去 看见一堆人对着电脑在剪片子 或端着盖浇贩 或抽着烟 或抓头骚耳 他们个个看着都不怎么高兴 整个屋子里 弥漫着被工作压迫的哀叹 看着跟一帮奴隶船里的奴隶似的 林东雪说 我以为重案组就够辛苦了 一个死气沉沉的大叔问 谁让你们进来的 林东雪亮出证件 警察 我想看一下 4月16日晚上 在光华小区拍到的视频素材 于MBS SP 找他 大叔一指对面那颗被器材埋住的光头 光头剪辑师懒懒地问 什么素材 4月16日晚上 光华小区的视频素材 就是杀猫男的新闻 他在电脑上搜了搜 又问 几号 4月16日晚上 哪 光华小区 什么内容 林东雪一脸无奈 杀猫男 这个 已经播出来了 你们自己到网上搜吧 我们要看原版 原版有什么好看的 乱七八糟的 你们哪单位的 警察 林东雪说 看来这位人兄有点健忘 为什么看这个 我们领导同意了吗 陈石掏出五十块给他 说 兄弟 出去吃个饭吧 我们自己看就行 哦 你不要乱删 陈石把林东雪按坐在椅子上 林东雪用鼠标操作着 说 哇 视频原文件好大 几十个G 我们带的U盘 好像没用了 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那一段 画面中 记者正在说话 突然从阳台喷出一道水流 然后镜头一阵摇晃 晃得根本看不清 林东雪倒回去看 重复了几遍人看不清楚 陈石说 放到编辑软件里 一针针看 哎 人家还开着文件呢 你别乱搞 这样 新建 导入 好了 因为俯身操作 陈石的脸和林东雪挨得很近 他都能看清他下巴上的胡子茶 他笑道 你怎么啥都会 我是谁 陈石得意的笑笑 柳头看见林东雪 被屏幕光照得红扑扑的脸蛋 一针一针的看 两人发现 窗户里根本什么也没有 水管就像凭空出现 突然开始喷水 陈石调节一下对比度 果然在画面中根本没拍到人 林东雪咬着指甲 没拍到人 你觉得正常情况下可能吗 哦 你是说 这人故意蹲下来 朝外喷水 看来这人很忌讳被拍到正脸 林东雪又把视频往前倒了一些 当马某和记者说话的时候 镜头清晰地拍到了他的脸 看来和陈石的推测一样 喷水之人不是马某 就在这段视频里 林东雪发现了一样东西 他用鼠标却发现没反应 陈石拿过鼠标 将画面放大 这里 他指着一个地方 我看见了 马某辱骂记者的时候 身后的卧室门居然微微开启了一下 林东雪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凶手居然是在死者和记者说话的时候 悄悄潜入了卧室 陈石说 我觉得喷水是凶手的神来之笔 并非预谋 马某会和记者说多久的话 说完话 会不会进卧室都不可控 林东雪说 如果马某当时走进客厅呢 凶手可能会采取另一套计划吧 只是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个凶手可谓聪明 大胆 心细 我甚至有点欣赏 他了 喂 你不是认真的吧 第278章 锁定真凶 视频原文件实在太大 林东雪只考了几个截图离开 出来之后 林东雪说 以凶手的最快速度判断 杀人 离开小区至少得花十分钟 11点27以后 离开小区的人都有嫌疑 没准你会在视频上 发现意想不到的人 你是指 天不早了 我送你回局里 然后去接约远 回到局里 林东雪把小区的监控视频又看了一遍 案发当时11点半 一个汽车红色电动车的身影离开小区 不是吧 他终于明白 陈石指的是谁 原来他也在怀疑日料店的小顾 把视线倒回去 小顾是11点5分进入小区的 完完全全在作案区间内 林东雪立即给陈石打电话 激动地说 是小顾 他在作案前后出入过小区 陈石显得很冷静 这个女孩两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 我就有点怀疑他 这下坐实了 现在去找他 我等不了明天了 急性子 好好 我马上来 半小时后 陈石开车来了 还给林东雪带了一份自制的便当 林东雪打开看看 说 你家的晚饭 是啊 正吃饭呢 被你叫来 我吃过了 谢谢哦 我在车上吃好了 两人开车来到小区旁边的热料店 这个时间正在营业 但是店里没有小顾 一进门 那个东北女服务员又鞠躬说 一拉瞎 是警官你啊 厨师长很激动 多半是因为看见林东雪 擦擦手从柜台后面出来 说 大晚上的 还在查案子吗 林东雪问 小顾呢 送餐去了 厨师长招呼女服务 给两位倒茶 坐下问 找小顾干嘛 了解情况吗 他也就那天中午 送过一次餐罢了 陈石说 你们这里送餐到几点 说是到晚上九点 但要有客人点 还是会送的 四月十六日晚上 送餐到什么时候 四月十六日 哦 星期三啊 送到十点 小顾有辆红色电动车 是他自己的吗 是啊 他下班就骑走了 林东雪和陈石交换了一下视线 陈石继续问 可不可以介绍这个小顾的情况 小顾有啥好介绍的 他这孩子吧 性格比较内向 不过干活还是挺勤快的 他在这里干了三四年了 说话的时候 厨师长一直笑眯眯的看着林东雪 女服务员插话说 小顾刚来的时候老吓人了 厨师长责备道 那是个人隐私 能瞎说吗 林东雪说 可以和我们说说吗 放心 我们肯定会保密的 这个 这个 在林东雪面前 厨师长没有斗争 太久就屈服了 小顾刚来的时候 脸上一块一块都是烧伤 衣服破破烂烂的 拎得大帆布包 说自己几天没吃东西了 能不能在这里打工 他当时已经跑了好些店了 看他形象不好都不要他 我瞅着这孩子挺可怜的 就和店长商量收留了他 事实证明 我的眼光没有错 小顾确实挺省心的 我看小顾的脸 没什么呀 林东雪说 你不晓得 他这两年挣的钱 全拿去做纸皮手术了 现在还算有点人样 其实要仔细 时要仔细看你 就会发现 他脸上有几块皮肤颜色比较浅 哎呀 这都是个人隐私 拿到这说合适吗 你们打听这个干嘛 查案子 都这样 什么都得调查一下 哦 李姐 对了 自从那天这位警官上门之后 我家的客人还真变多了 陈时兴说 这大概是错觉吧 他又没做过什么宣传 对了 小顾住哪 陈时问 他一会就回来了 我知道 我问下地址 厨师长给了个地址 陈时带林东雪先行离开 林东雪说 不等他 陈时说 先去他家看看 不解其意的林东雪 跟着陈时来到小顾的住处 位于附近的一片单元楼 找到小顾的公寓 陈时掏出钥匙 面对林东雪惊讶的视线 陈时解释道 这是那把假钥匙 我从老鹏那里借来的 你怀疑小顾换了钥匙 用自己家的钥匙 换下了案发现场的钥匙 没错 陈时把钥匙插进去 却根本拧不动 他检查了一下 笑了 他把锁头整个换了 你看 完全是新的 门上涂着红油漆 但新香的锁头上面一点油漆也没有 而且 赠光瓦亮 可见是刚刚换的 这个举动足以证明 小顾有重大嫌疑 没想到 一个和死者毫无瓜葛的人 居然会杀人 林东雪说 陈时直指自己的脸 从他的经历看 或许是对蒋小姐 有同病相怜之情吗 一想到将要逮捕他 林东雪的心头 未免有几分沉重 两人折返日料店 小顾已经送餐回来 趴在桌上玩手机 女服务员说 小顾 警察找你 小顾抬头 神色微微惊讶 林东雪和陈时在他面前坐下 林东雪说 那晚我们见过 小顾点头 当时蒋小姐的包拉在这 还是你还给他的 小顾再次点头 林东雪组织了一下语言 切入正题 你4月16日晚上几点 送的最后一餐 小顾回忆一下 用指头比划了一下酒 然后你10点下班的 小顾点头 可是 我们在小区入口的监控视频上 看到你11点进入小区 11点半进入小区 请解释一下 你去小区里做了什么 小顾瞪大眼睛 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的厨师长 准备过来打圆场 被林东雪用手势拦下了 陈时一直在手机上查着什么 小顾慢慢开口 她的声音有点沙哑 私事 什么私事 小顾不说话 林东雪找陈时要了钥匙 这把钥匙 你熟悉吗 小顾的神情越来越紧张 眉间有一滴冷汗庆出 这时陈时对着手机说 你的名字叫顾小婷 4年前你 因为和男朋友提出分手 被对方泼硫酸导致毁容 这件事当时轰动一时 陈时观察小顾的脸 做完直皮手术 又改了发型 你的样子稍微有点变化 小顾咬着嘴唇 低下脑袋 陈时一字一顿地问 4月16日晚上 你去马建军家里做了什么 第279章 一吻病情 顾小婷紧张地盯着陈时 不说话 店内的其他人 察觉到气氛不太对劲 都停下手中的事 朝这边看 陈时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顾小婷依旧保持沉默 林东雪说 顾小姐 和我们回去一趟吧 说着便准备掏出手铐 就在这时 顾小婷突然掀翻桌子 整张桌子迎面来 上面的调味品全部打翻了 林东雪吓得一声尖叫 在千军一发的关头 一只结实的手臂挡住了桌子 陈时用一只手 替他挡住桌子 他用力推开压在两人身上的桌板 说 追 两人朝外追 顾小婷骑着电动车 正在加速逃跑 当追到一个巷口时 由于速度太快 顾小婷的电动车翻了 他爬起来 就往巷子里钻 陈时冲在前面 追的耳畔呼呼风响 眼瞅着前面就是马路了 顾小婷像一道红色的影子 直接从飞驰的汽车中间冲过去 一时间刺耳的刹车声 碰撞声 不绝于耳 当陈时冲进马路时 一辆急杀的轿车 把他擦了一下 撞倒在地上 陈时感觉半边身体都抹了 然而更糟糕的 还不止于此 右侧车道上 一辆装满货物的卡车迎面来 卡车拼命鸣敌 根本杀不住 陈时错愕的面旁 被雪白的车灯照亮 这时 一只手把他拽起来 在他被拽到旁边的瞬间 卡车带着风从身后开过 令他难以置信的是 救下自己的 竟然是顾小婷 陈时只犹豫了半秒 便反手抓住顾小婷的胳膊 心里觉得 好像有点恩将仇报 但他也是没辙 刚刚这一幕 被后面的林东雪看在眼里 他吓得两眼情泪 尽管如此 他并没有忘记警察的本分 过了马路之后 给顾小婷带了上手铐 陈时对顾小婷说了句 谢谢 顾小婷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马路上有几辆车追尾 但万幸无人伤亡 这里暂且交给 交警来处理 两人先把顾小婷押回局里 一路上 不管陈时怎么搭枪 林东雪都不开口 他一直紧咬着嘴唇 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为了不让陈时看见 脸一直朝向窗外 半小时后 顾小婷被带到公安局 送进了审讯室 林东雪的不满才爆发出来 他对着陈时的胸口捶了一拳 哭着骂道 混蛋 你不知道我刚刚有多害怕 干嘛那么拼 你又不是警察 死了也不算劣势 我 陈时找不到安慰的话语 林东雪又捶了他一拳 我父母就是死于车祸 虽然我那时小 没有亲眼看到 可你知道 这对我是多大的心理隐隐吗 我一直到刀中 还经常梦见他们的死 东雪 对不起啊 林东雪向情绪失控一下 抱着陈时大哭 他哭得像那孩子一样毫不掩饰 温热的眼泪 渗进了陈时的衣服 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 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 陈时知道说什么也安慰不了他 知道他太 知道他太在乎自己了 于是便用宽厚的大手 捧起林东雪的脸 在他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林东雪也顺势抱着陈时的脸 两人由前吻发展到深吻 暗夜无边 冷风阵阵 两人却被一阵来自心底的暖流 温暖了全身 饱含爱意的深情一吻结束之后 林东雪的脸颊 羞红到耳根 心脏砰砰直跳 他眼视似的 拨着病脚的头发 然后抬头注视陈时的双眼 此时无声胜有声 林东雪又一次搂住陈时的脖子 陈时微笑着压低声音说 等办完案子的 十分钟后 两人进入审讯室 不适合手铐的顾小婷 一直在左右妈撒自己的手腕 陈时把一瓶温热的咖啡递给他 说 谢谢你救了我 我欠你一个人情 没 没什么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不该死 顾小婷低着头说 你认为马建军是坏人 陈时用温和的语气询问 陈时坐下 拿起手边的文件是一份打印出来的报道 他说 三年前 你被偏执的男朋友破硫酸导致毁容 后来你来到龙安打工 慢慢攒钱做直皮手术 开始新的人生 无意中你知道了杀猫男的事情 你在他身上 看到了自己男朋友的影子 所以决定替蒋小姐出头 陈时说自己对案情的推测 那天晚上 蒋小姐在日料店用餐 把包落下 给了你一个绝佳的机会 你发现他的钥匙和你的型号相同 便悄悄替换下来 正巧那天白天 你去送过一次餐 了解马建军屋里的样子 所以 你策划了一场 激进天衣无缝的谋杀 你于十点五十分进入小区 趁记者在采访其他人 悄悄进入单元楼等待时机 当马建军隔着窗户和记者说话的时候 你进入屋内 前进卧室 等马建军说完话进入卧室 藏在门后的你 一锤将其杀害 然后你朝窗外喷水 使记者大乱 你迅速用马建军的手机拍照 并利用猫设置了一个 严实发送微博的机关 然后翘无声息地离开现场 你不光心思缜密 运气也极好 想小姐落下包 潜入屋子 没有被察觉 冒在十二点铁食手机上的营养膏 这些都是 需要运气才能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 顾小婷慢吞吞地说道 是老天借我的手让她死 如果我的行动哪一步没有成功 就会放弃整个计划 可我们不会抓老天爷 你是行动人 我们只会抓你 顾小婷低着头 我并不后悔 我曾经被一个偏执男害了 毁了我的一生 那种男人以为自己 爱另一个人 就可以随便控制和伤害 他们根本就是 没长大的熊孩子 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希望世上 不要再有其他女孩子 受这种罪 如果我这次没有被抓 我会继续帮其他女孩子 直到有一天 我被抓为止 她抬头 你说我运气好 我运气并不好 遇到了你这样的对手 如果你刚才没救我 现在大概你也不会坐在这里 总之谢谢你 我只是 顾小婷看着林东雪 不想让这个姐姐伤心 那天我看到她安慰蒋小姐 我觉得她人很好 谢谢你 林东雪由衷地说 我会一辈子记住的 第二百八十章 我欠你一个正式告白 三更 陈时问 还有个问题 凶器是什么 你刚刚说是锤子 其实不是 是用不包起来的冰块 拿来给生鱼片保鲜的 杀了那个偏执男之后 我把冰块放进了 马桶的水箱里 大概早就融化了吧 不被我烧掉了 聪明的手法 不过 你用自己的钥匙 来替换蒋小姐的钥匙 不怕被发现吗 当时我想 如果你们怀疑到我头上 钥匙是不是我的都不重要了 不过那天你来日料店 我还是害怕了 就把锁头换掉了 窗户上的灰尘 也是你擦的 是 我想让你们以为 凶手是从那里进出房间的 陈时看了一眼报道 你为什么不去杀当年的男朋友 还是说 你早就动手了 顾小婷摇头 那个男的 因为故意伤害罪 被判了刑 现在还在牢里 我真希望能等到他出狱的一天 亲手了结他 所以 这几年我拼命锻炼身体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正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 男性有伤害女性的能力 所以我想 我要变强 变得比所有男人都强 就没人可以伤害我了 但是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啊 小顾 陈时叹息 你说的没错 这个男权社会的基础 是男性更强壮 也不用承担生育的辛苦 男女平等是文明的终极目标之一 虽然还没有真正实现 但至少 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很多 男女平等的世界 既不是男人像女人一样弱 也不是女人像男人一样强 而是所有男性学会尊重女性 所有的机会 对男女都是相等的 那不是靠暴力来实现的 靠的是制度和社会的一点点进步 靠的是每个人的改变 顾小婷露出微笑 在那一天没有到来之前 我做的事情仍然是有意义的 我希望我的事情能够上报纸 至少让那些偏执男知道 欺负女孩子 是有可能死的 陈时和林东雪交换了一下眼神 林东雪说 我会想办法联系一家靠谱的报社 谢谢 后来蒋小姐知道这件事后 要求来见顾小婷一面 并愿意为她承担聘请律师的费用 这案子在三个月后开庭 开庭之日 法庭外人山人海 其中一大半都是声援她的女性 顾小婷身份特殊 既是曾经的受害者 又是这一次的施暴者 引起了各界关注 网民们为她的量刑 多少争论的面红耳赤 最终 她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这些都是后话了 审讯结束 顾小婷被暂时拘留起来 还有一些后续工作要做 但今天的工作总算结束了 来到外面 林东雪叹息 可怜的女孩子 不 就事论事 她一点也不可怜 陈氏说 杀人手法之缜密 心态之良好 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危险的罪犯差 我庆幸及时带到了她 于MBS SP 刚刚还说男女平等的话 难道你只是为了升华一下审讯室里的气氛 当然不是 我尊重女性 顾小婷是个危险的嫌疑犯 但她没有邪恶的内心 从她救我就看得出来 是啊 可怜的女孩子 要是没遇到你的话 嗨嗨 警察能说这种话 我真觉得 那些偏执男活该找不到女朋友 喂 你不是这种吧 你以后会不会查我手机 限制我和别人交朋友 追问我前男友是谁 林东雪抬起头 笑着妄想诚实 诚实说 你是你 我是我 谁也不属于谁 我们的关系 仅仅是我喜欢你 如果我给你戴绿帽子呢 那我可能要策划一场完美谋杀了 哈哈 你暴露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呢 比如呢 你请我吃夜宵 我再告诉你 凭什么我请你啊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 你好意思叫我请你 就好意思啊 怎么了 谁叫你是我呢 砰 有 抱歉 林东雪心里咯噔一下 脸上笑意渐渐退去 难道刚刚那个吻仅仅是安慰而已 陈石笑着 继续说道 我欠你一个正式的告白 林东雪心花怒放 拼命克制着想 笑出来的冲动 故意严肃认真的说 那你好好策划一下 找个机会补上呗 陈石轻轻捏了一下他的耳朵说 我请你吃夜宵 谁叫你这么可爱呢 哼 算你实台阙 林东雪挽住他的胳膊 半个身子几乎倚靠在陈石身上 结实的身躯和他散发出的温度让他内心一阵甜蜜 他心想 这个傻瓜终于愿意迈出这一步了 不知道我等你等的好辛苦 案件结束 今天终于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了 当然也会是个浪漫的夜晚 两人找了一家海鲜大排档 点了一堆吃的之后 陈石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之后 立即说 回去一趟 老鹏有一些重要发现 明天吧 我饿坏了 林东雪撒着胶说 炒锅里的海兔子的香味让他馋得不行 手机上的信息写着 我查到周孝的身份了 看着一脸期待的林东雪 陈石还是坐了回去 回复一条 明天一早我过来 第281章 老鹏得了抑郁症 隔一早 陈石跑来找彭斯爵 他坐在办公桌前 手里抱着一杯咖啡发呆 陈石说 昨晚的信息 彭斯爵慢腾腾地将咖啡放下 对着电脑敲打起来 说 周孝留下的DNA 在库里并没有找到匹配样本 我稍微放宽了一点匹配率 发现了一个已经被注射死刑的犯人 是他的近亲 电脑上出现一个人的资料 那人叫王孙磊 犯下多起故意杀人罪 于五年前被执行死刑 陈石盯着这张脸良久 说 他是被宋朗亲手逮捕的 饮料投毒案 王孙磊在某品牌的饮料中 注射情化物 导致龙安十几人中毒身亡 当时被判定是无差别杀人案 但宋朗却认为他是有目标的 果不其然 逮捕本人之后发现 他真正想杀害的是 自己的前女友和他男朋友 其他人只是妨碍警方调查的陪葬品 我调查了一下王孙磊的资料 发现他有一个弟弟 名叫王孙旭 王孙磊被捕的时候 王孙旭只有12岁 作为杀人犯的亲属 在社会上肯定处处碰壁 遭人排挤 他会走上邪路也不奇怪 周孝就是他 你说过 你认为周孝仅仅是个团伙的代号 我们拿到的DNA大概率是属于王孙旭的 他就是那天要杀害王大吉的人 可能也是其他几宗命案的制造者 诚实沉映着 找到他就能顺藤摸瓜 找到整个团伙 找到当年杀害韩洛西的人 我把这消息告诉林队 不用了 我已经通知了 现在正在全程缩捕着孩子 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目标 突然间近在咫尺 陈时甚至有点不太敢相信 周孝这名字是他的一块心病 今年真的能了却这块心病吗 他希望如此 安静的办公室里 只有彭思觉慢慢喝着咖啡的动静 陈时说 下午有空吗 怎么可能有空 那就晚上 你今晚别加班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重要吗 对你比较重要 林东雪今天仍然要处理上 一起案件的后续工作 陈时还是老样子 案子破了就甩手不管 继续开出租车 这阵子经常查案 开车反而成了一种放松 客人上车 选定地址 送到那里 就像完成一个简单的小任务 从心理学上来说 人会从简单的任务中得到乐趣 游戏正是如此的存在 傍晚 林东雪听见窗外传来熟悉的车声 飞快地和组员交代一下明天的任务 然后说 今天不用加班了 下班下班 他穿上外套跑出来 拉开车门冲进车里 和陈时拥吻在一起 五分钟的甜蜜相拥之后 陈时轻轻把他的肩膀推开 说 今晚想不想去游乐场玩 和你在一起就行 林东雪骑坐在陈时腿上 搂着他的脖子 爱情的滋养 让他的脸色变得红润 不是 我得带个人 老鹏 为什么啊 我怀疑 陈时说完 林东雪惊讶地道 彭队长得了抑郁症 我是这么怀疑的 感觉他最近心情很差 我想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吧 老鹏这个人是个工作狂 不懂得休息 我真担心 他哪天崩溃 你对他真好 是不是吃错了 陈时笑着用手指 轻戳了一下林东雪的额头 一会功夫 横思绝坐到车上 说 东雪也在 我们是要去查案吗 是的 陈时撒谎道 那我 屁 那我去拿上工具 不用不用 半小时后 横思绝被带到某商场的娱乐中心 虽然不是周末 但也有不少带着孩子的家长 横思绝不大喜欢热闹的地方 微微皱着眉头 查 他问 不着急 要查的人还没来 你要不要玩玩射箭 没兴趣 陈时向柜台说 射箭 三个人 彭思绝不情不愿地 被拉到射箭的场合 陈时知道 这家伙性格被动 就在旁边勾引 自己拿起复合弓和剑 有模有样地射起来 公开如满月 剑去却不像流星 而是划着抛物线飞出去 掉在靶子下面 怎么回事 拉得不够开 陈时又来了一剑 仍然不理想 彭思绝看不下去了 说 你的方法根本不对 拉得不是闲 而是剑 不是很明白 要不你来一下 让开 彭思绝拿起弓箭 做示范给陈时看 搜一剑正中剑吧 陈时说 厉害 风采不减当年 林东雪在教练的指导下 已经射了三剑 基本掌握了方法 他提议 彭队长 我们比赛吧 你不知道 我大学时候 唯一参加的社团是什么吗 这个 彭思绝再次拉弓 这次他已经找准状态 搜一剑命中红星 林东雪补长说 哇 好棒 我提议每人十剑 以总分计算 陈时说 我不想玩 赶紧办正事吧 彭思绝准备放下弓箭 这就是这么事 你别磨叽了 拿你没办法 射完箭 陈时又带着彭思绝 去玩了其他项目 保龄球 乒乓球 射击等等 陈时观察他那张 古井不拨的脸 丝毫没感觉到 眉毛和嘴角有上扬的趋势 那对于彭思绝 来说就是心情好的象征了 七点半 三人在这里吃甜点 彭思绝已经显得有些不耐烦 今晚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今晚 陈时慢吞吞地说 就是带你出来玩玩的 我感觉你最近压力有点大 情绪不太高涨似的 对啊对啊 彭队长 心情好可是大事 林东雪复义 彭思绝扔下甜点勺 你无聊不无聊 我需要你来关心吗 我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 没有时间陪你们耍 你的心里出问题了 重要吗 重要 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了解你 你对自己太过严苛 从来不知道适当放松 我担心你 你认识我多久 彭思绝故意问 当着林东雪的面 陈时自然不好到处实情 说 虽然不久吧 但友情不是看时间长短 知道吗 认定别人心里有问题 给予所谓的帮助 本身就是一种狂妄自大 我是成年人 我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谁来帮助 彭思绝站起来 去哪 上个厕所 结果彭思绝没再回来 十分钟后 陈时收到他的短信 谢谢关心 我很好 当陈时要结账的时候 服务员说 那位先生已经付过了 陈时无可奈何地 对林东雪苦笑一声 这个别扭的人 我想 你方法不对吧 林东雪说 第282章 民工之死 4月21日傍晚 某建筑工地的集装箱住宅 结束一天辛苦工作的民工陆续回来 等着盒饭送到 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抽烟 闲聊 说的都是 今天这么多少 准备给家里寄多少钱 还有老婆孩子的事情 已经是七点了 订得盒饭还没送到 一些人开始不耐烦 说 要饿死我们啊 找公投问问去 一帮人去找公投 公投说 已经打过几次电话了 送餐的人说出了点意外 怕是来不了了 表达完愤懑之后 民工们打算去附近的大学城吃饭 走不走啊 一个民工催着床上的小柯 小柯刚刚睡了一会 爬起来问 去哪 大宝剑你去不去 发钱了 还真信了 今天送餐的来不了 我们去聚餐 顺便搞两瓶啤酒 走起 哎 我裤子呢 外面的人在催 朋友把裤子扔在小柯脸上 说 我先走了 你TM等我一下呀 你又不是不认识 帮我点个锅包肉 小柯穿好衣服 困倦地撑个懒腰 这一觉睡得有点反胃 魏孙阵阵地往上犯 他就着保温杯喝了口水 感觉没有压下去 桌上不知谁放了一瓶碳酸饮料 他拿起来喝了一口 感觉舒畅多了 小柯突然发现 瓶盖里有个古怪的图案 对着光瞅了半天 这是啥啊 他又喝了一大口 把喝空的瓶子 扔进挂在墙边的塑料袋里 这时 一个人进了屋 那人像个幽灵一样 逆着外面的光站着 看不清面孔 小柯 老郑 这个可疑的人走进来 突然从袖子里 伸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小柯吓得大叫 妈呀 抢劫啊 钱都在工头呢 你 话没说完 一样硬物刺进了他的腹部 慢流的血液在内脏中 像绝地的洪水般字翼奔流 小柯徒劳地大张着嘴 偶出带着碳酸饮料味道的鲜血 那人一手抓着他的肩膀 另一只手反复刺着 直到小柯的意识渐渐昏沉 慢慢地倒在地上 陈时回到家里 听见陶月月居然再和人说话 那件事情之后 我就一直很害怕陌生人 陈时兴说 大概他在跟谁网络聊天吧 陶月月虽然发育迟缓 但也该到了开始一段 有始无终的网恋的年龄了 结果屋子里还有另一个人的声音 是个女人 过去发生的事情 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人格 我们改变不了它 而是要学会去悦纳自己 陈时打开门 看见陶月月和邻居顾幽坐在一起 陈时微微惊讶地说 顾小姐 你怎么 我是爱送苹果的 和月月聊了两句 顾幽笑笑 旁边桌上有一盘鲜红的苹果 你也太客气了 邻里邻居的 没什么 我该回去了 不送了 顾幽走后 陈时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 说 你不是害怕陌生人吗 林姐姐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 不也是陌生人 我觉得 这个顾姐姐挺好的 我愿意和她聊天 交到朋友是好事 在三张照片送来后不久 顾幽突然搬来 还找她聊天 陈时不是没怀疑过她 她借用局里的电脑查过 顾幽确实是个正经的心理医师 有自己的诊所 履历也十分干净 顾幽送来的是 几十块一斤的进口苹果 陈时想拿点东西卸她吧 家里有一瓶没开封的百灵坛 是上次王大吉买的 陈时拿上准备出门 送酒 陈时不禁有种 进了心理诊所的感觉 一个人住啊 是啊 一个人 我性格比较自我 出过几人男朋友都分了 我以为心理医生性格 应该比较柔软一些 工作是工作吗 喝酒吗 不不不 我待会要走 顾小姐 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 陈时说了一下彭思觉的症状 顾幽立即回答道 是抑郁症的前期症状 我的方式是不是有点不对 带她去玩 好像没什么成效 抑郁症就像心理的感冒一样 人感冒的时候没有食欲 抑郁的时候 也会觉得 这些玩乐索然无味 其实我建议让你朋友来我诊所 系统的治疗一下 你应该说服她 心理问题并不代表人格有问题 也不丢人 但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你说的朋友不是你吧 不是不是 真的是个朋友 这是我的名片 顾幽用纤细的手指 夹着一张名片递过来 谢谢 陈时刚和陶月月吃完饭 林秋朴一个电话打来 说 某建筑工地发生了一个案子 感觉比较蹊跷 你来一下 陈时匆匆出门 来到出事的建筑工地 现场开来四五辆警车 在集装箱住宅外面 围了警戒线 技术人员在里面拍照固定 警察正在询问死者的同事 吃饭了吗 林队 陈时来到林秋朴旁边 没呢 接到报警就过来了 死者是个民工 据同事 反映他人际关系简单 只有几个工友朋友 和远在农村的亲人 没有欠过债 没有得罪过谁 案发时间大概是七点左右 原本工地是订了餐的 但送餐人员 称他把电动车 停在路边去买烟的时候 有人把电动车开走了 导致不能送餐 所以这些工人 就去附近的大学城聚餐 把还在睡觉的死者 落在后面 后来怎么打电话也不接 回来之后 发现人倒在血泊里 身上中了五六刀 现场没有财务遗失 似乎是个难办的案子 我把你叫来 就是为了听这句 林秋朴白了他一眼 第283章 杀人瓶盖 三更 等技术人员拍完照 两人戴上手套 鞋套进了现场 狭窄的集装箱 住宅里有八个床铺 尸体拂面倒在地上 血流的到处都是 血腥味充斥鼻腔 陈石嗅闻了一下 闻到一股甜味 四下查看 发现床头柜下面有个空瓶子 这是一种国产的碳酸饮料 已经喝空了 陈石拧开瓶盖 发现瓶盖中有个奇怪的图案 他对着瓶身扫了一眼 又从工人们放空瓶子的袋子里 拿出相同的瓶子 一次拧开看 他把瓶盖递给林秋普 说 瞧 这是什么 林秋普对着光瞧了瞧 说 一只黑蝴蝶 这款饮料没有有奖兑换活动 这个瓶盖很可疑 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犯罪签名 龙安市又出现新的连环杀手了 林秋普说 他心中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这种情况 林秋普拿着饮料瓶出来 询问工友 一个工友称 饮料是他买的 买回来就打开喝了 没注意到什么瓶盖 后来随手放在桌上 可能是死者打开喝了 工友害怕地问 是不是饮料里面有毒啊 应该没有 林秋普说 陈石想到了十年前的饮料投毒案 这案子 莫非是当年凶手的弟弟做的 当然 这猜想目前还没有根据 凶手的手法干净利落 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这次大概率会是连环杀人案 林秋普把陈石叫到车边 问 你和我妹妹是不是在交往 怎么看出来的 陈石笑道 他最近的变化 我能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他喜欢你哪点 不过这是他的自由了 谢灵队成全 你少来 我这里有样东西 你回去看一下 林秋普从车里拿出一个信封 郑重其事地交到陈石手上 陈石准备拆开 林秋普说 哎 办案要紧 你回去再看 现场警员走访了一下周围 这里几乎没有监控录像 看门大爷一开始称自己当时一直在港 但当意识到命案的严重性后 才说实话 原来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称 孙女放学路上被车撞了 老伴手机又打不通 于是翘班去医院确认情况 大概走了一小时左右 原来根本没出事 林秋普问 你的手机号码谁知道 旧亲戚朋友 我也没给外人留过 陈石说 这次的凶手神通广大 看似不经意的杀手 其实早布置好了一切 我叫你来 不是夸凶手厉害的 我又不是神 目前这点线索 我跟你一样没头绪 早知道不叫你来了 但我觉得 饮料是个关键 去附近小卖部 便利店把同款饮料全部买下来 你去办吧 我在找找目击证人 林秋普发扬巨细无疑的精神 把周围能问的人全部问一遍 能调的监控录像全部调一遍 与此同时 陈石把附近几条街的便利店 全部跑了一遍 买下所有这款饮料 依次拧开检查瓶盖 八点半 陈石回来 林秋普郁闷地抽着烟 看表情就知道没有进展 陈石摊开手 手中有三个有蝴蝶图案的瓶盖 他说 在三家便利 家便利店找到的 我向店主打听了 他们的供货渠道 都是同一个人 监控还没看 你可以派人去看看 你的意思是 买到这种瓶盖的人就会死 是不是似曾相识 十年前的饮料投毒案 这次的凶手把他升级了 变得难度更高 也更凶残 难道凶手 是顶着周孝名字的王孙旭 目前来看 很有可能 查吧 林秋普叫人去这三家便利店 找监控录像 自己和陈石 找到这条街的饮料供货商 那人是个代理商 他自称附近的便利店和超市 都是他送货的 林秋普要求检查他的库存 代理商带两人来到一个小仓库 打开一看 里面是成箱的饮料 这种碳酸饮料 大概就有一百多箱 林秋普原本打算买下来检查 看到这个数量 他呆住了 说 能拆开吗 那不行 拆开就没人要了 我买十箱 按批发价算吧 好嘞 代理商给搬了十箱 林秋普和陈石 一次打开瓶盖 很快脚边 已经堆得全是瓶盖 这些瓶盖都是正常的 陈石说 看来是在店里动的手脚 说着 他就着一瓶饮料喝一口 如果买到这个瓶盖的就会死 那现在应该和厂家通知 让他们停止向各大经营点发货 厂家恐怕来不及了 应该通知所有市民 不要购买这款饮料 行 这就办 林秋普立即打电话 陈石说 这些拆开的饮料怎么办 到了吧 也没人喝 我拿几瓶 不 拿一箱吧 你倒是真客气 收对之后 陈石先回去了 到家他把林秋普 交给他的信封打开 里面居然是一室两份的合同 上面写着和冬雪交往的注意事项 里面具细无疑地列出 林冬雪讨厌吃的东西 讨厌做的事情 一方出轨 林冬雪意外怀孕 和其他想到想不到的 意外状况的应对条款 陈石震惊了足有十秒钟 天底下有这样操心低哥吗 合同最后要求陈石签字 按手印 并写明本合同保密 陈石把两张纸揉成一团 扔进了外面的垃圾桶 隔日 陈石早早赶到局里 林冬雪见到他说 是真的吗 杀人瓶盖的事情 目前还只是猜测 立案没有 林队已经通知待会去开会 队里一大半的警力 都进了专案组 看看他会上怎么说吧 九点的专案会议上 林秋普说明情况 下面一部分不知情的警员 倍感震惊 林秋普眼圈黑黑的 昨晚应该熬了一宿 他关掉灯 用投影仪放了几段视频 视频中清晰地拍到一个 穿着黑色卫衣的男人 走进便利店 来到饮料货架 手法极快地从袖子里 划出一样东西 塞到货架中 相同的内容 分别出现在 陈石买到该瓶盖的 三家便利店 林秋普说 犯罪嫌疑人 很狡猾地没有露出脸 但从身高 年龄判断 十有八九是王孙旭 一名警察举手问 买到有蝴蝶图案 瓶盖的人就会被杀 那凶手又是怎么确定的 第284章 人心的扭曲 林秋普说 我们仔细检查了 死者手中的瓶子 和在便利店买到的 没有异常 没有追踪器 没有破损 底下一阵骇然 林秋普继续说 我已经在公安局的微博上 公布此事 让广大市民 近期不要购买这款饮料 这对于生产厂 当然是个大打击 从昨晚到尽早 我接到厂商打来的几十个电话 他们甚至请了律师 不过不必担心 这些问题我来应付 你们只要查案就行 还有一件事 昨晚发生的 不是第一起命案 是第四起 在一片惊叹声中 林秋普拿出几个 装在镇物袋里的空饮料瓶 这是近期 由各处分局接手的命案 死者有宅男 有一家三口 有司机 现场无一例外 发现了这种瓶盖 值得注意的是 一家三口的案子里 夫妻双双被杀 小男孩只是被打晕了 但小男孩目前惊吓过度 无法提供线索 老张询问 被杀的人除了这个 没有任何共通点 是的 那他岂不是自断后路 只要加大宣传力度 让大家都别买 就不会再有人遇害了 我看未必 陈时说 再怎么加大宣传力度 总有人不知情 而且 这款饮料比较廉价 比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要便宜五毛钱 口感也比较地道 在龙安周围的 广大乡镇的小卖部 都能找到 那里的人 可没有看微博的习惯 凶手就这么神通广大 只要买了这个瓶盖的人 就能杀害 林秋朴说 凶手给我们的印象正是如此 在饮料瓶中做手脚 他原本可以投毒 却选择亲自出现来 杀害购买者 难度是投毒的十倍百倍 他就是要彰显自己的强大 无所不能 徐晓东说 既然这样 完全可以反其道横之 我们自己买下 这种带图案的饮料 他岂不是会找上门来 陈时说 我已经买了 昨晚我跑了几家便利店 买了几十瓶 中了一个奖 我已经打开喝掉了 瓶盖就在身上 看看他会不会来杀我 众人一阵亚然 林秋朴说 你胆子也忒大了 碰运气而已 林秋朴分配任务 今天大家什么也别干 把全城各处的便利店 超市跑一遍 只买这种饮料 如果发现有奖 就调取监控录像 把凶手的活动范围 确定下来 彭思觉去化验图案 幽默的成分 看能不能从源头上找到它 林秋朴说 另外 打开的饮料直接倒掉 不要再喝了 万一凶手预测到 我们的这一步 在饮料中下毒就麻烦了 说这话的时候 他一直盯着陈时看 这间会议室 就当做临时办公室 林秋朴弄了一张详细的 龙安市全图挂在墙上 每一个中过奖的便利店 全部用图标标示出来 陈时教主准备出门的林东雪 说 等我一下 我陪你一起查案 林东雪说 去便利店 我一个人就行了 你又没车 打着多麻烦 等我一会吧 陈时把这四起命案的 现场照片和试检报告 都看了看 他看得愁眉不展 林东雪问 没有发现 应该是同一个 是同一个人干的 我和你哥一样 都害怕连环杀人案 尤其是这个人 陈时想起 宋朗当年亲手 逮捕王孙磊时的情景 他是一个一事无成 懦弱无能的青年 为了报复前女友 和他的现任男友 想出了这种 藏木于林的杀人手法 当被逮捕的时候 王孙磊痛哭流涕 很快把罪行全部交代了 那时的王孙旭 还只是个小孩子 宋朗上门去取证 遇到了他 宋朗本想安慰几句 王孙旭却恶狠狠地盯着他 说 你们都是坏人 总有一天 你们要付出代价 没想到十年后 这个走上邪路的孩子 真的采取行动了 从王孙旭试图杀害 王大吉这件事看 他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的 这案子是冲着自己来的 很可能陈时的真实身份 会在逮捕王孙旭的 那一刻曝光 这个人怎么了 林东雪问 把陈时从回忆中 拉回现实 哦 按照我们的推测 周孝是个小团伙 王孙旭在前几次的杀人中 已经积累了 相当的经验和技巧 他是个很棘手的家伙 我有个疑问 他模仿自己亲哥哥的案子 岂不是暴露了自己 他早就暴露了 王大吉的鞋底 有他的DNA 老鹏已经查到了他的身份 看来他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才开始疯狂作案 他似乎没打算留后路 人心的扭曲真是可怕 对于一个服刑人员的亲人来说 社会对他是冷酷的 他从小到大周围 全部是冷漠 拒绝和歧视 但不管怎么说 走上报复社会的道路 就是他自己的不对了 陈时苦笑 警察的工作 不就是摘除这些一类吗 就像医生摘除肿瘤一样 手中的资料看完了 陈时和林东雪 开车去了一家大型超市 在超市里 他们听到不少人在议论此事 有人说 该公司的股票一夜跳水 好多买了这只股票的人 赔了几十万 还有人说一些 营销号再蹭热点 说什么碳酸饮料的 十大害处之类的 两人在货架找这款饮料 却没有发现 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 你们没看微博吗 公安局说 这饮料有问题 所以全部下架了 林东雪亮出证件说 我们就是警察 饮料我们全要了 哦 这样啊 我去和经理说一声 超市正发愁 饮料卖不出去 得知警察来了很高兴 以批发架全部处理给他们 两人在外面的下水道旁边 一瓶一瓶的开 开一瓶倒一瓶 引得路人侧目 开了一百多瓶 林东雪沮丧的说 没中奖 我这边也没有 看来这家超市他没来过 突然在想 会不会是竞争对手 雇了这个人 专门要搞臭 这家饮料公司的 哈哈 应该不至于 碳酸饮料市场可口 和百事两家 竞争的不亦乐乎 这款国产饮料 本来就是家缝里求生存 就算如你所说 一旦真凶落网 雇佣他的公司 岂不是自坏名声 这种营销太不靠谱 我也就是一说 看着下水道里的碳酸饮料 林东雪说 这次破案经费要报表了 第285章 凶手的藏身处 林大队长 求你给我们一条生路吧 在全市打通销售渠道 花了几百万 你这一条微博发出去 今天上百家代理商 打电话来说 取消合作 退货的零销商 更是不计其数 我们损失已经上百万 公安局的接待室里 公司派来的法务代表 和销售经理 泪流满面地说 林秋普说 实在没办法 有不法分子 利用柜厂的饮料作案 紧急情况 我们必须以市民的人身安全 作为首要考虑 法务代表说 那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几千号人 就不是人命了吗 今天全厂停产 什么时候恢复生产不知道 工人问我们 为什么要停产 我们也无法回答 才死了四个人而已 你要活活饿死几千人 销售经理说 是啊 你们警方现在做的 才是正宗不法分子下怀 他就是要祸害我们公司 害我们破产倒闭 林秋普一脸无奈 对方以为他无动于衷 竟然要当场下跪 林秋普忙说 对不起 现在这个情况 我只能也必须这么做 我向你们承诺 等事情过去之后 我会在微博上 恢复跪场的名誉 那时候已经晚了 现在都晚了 两人面容悲气 好不容易把两名代表送走 林秋普有种焦头烂额之感 他回到会议室 此时已经过了中午 不少警员陆续回来 林东雪和陈石也进来 林东雪甩着手腕对陈石笑道 拧了一上五瓶盖 手都酸了 林秋普暗自叹息 可以的话 我也想去拧瓶盖 大家把发现汇总一下吧 林秋普说 新百货公司 福满家超市 发现了三瓶 这是发票 中连路的加勒福 发现了一瓶 这是发票 林秋普一一在地图上标出来 看着最后结果 他说 看来嫌疑人不是全是 多了埋了炸弹 他只在这两个区活动 陈石说 公安局也在这个区 他胆子不小哦 林秋普白他一眼 有没有一点有建议性的意见 陈石走到地图旁边 说 看这里 还有这里 这几处都是高速公路 直线距离很近 但要是开车 的话得绕一大截 从嫌疑人放置炸弹的机动性看 他应该没有开车 是不行的 根据犯罪地理画像来看 他的藏身之处 可能在这里 陈石用手 当圆规划了一个圈 拿图钉将原新处标出来 好 我们现在就搜这里 林秋普说 警员们即刻动身 来到那几条街 挨门挨户搜查 重点盘查一些私人的出租屋 搜查进行了三个小时 日暮时分 徐晓冬在电台里说 喂喂 我找到了 晓冬 注意电台秩序 林秋普吼道 我是徐晓冬 我在春华街31号 发现了一间可疑的住宅 里面有那多瓶子 我去 突然徐晓冬的声音 被一阵爆炸声淹没 大约过了一秒 远处才传来一声爆炸声 只见一栋楼上有硝烟滚出 分散在各地的警察 立即往那里赶去 离 赶去 离得比较近的林冬雪和陈石 率先找到那栋单元楼 下面占满了不明情况的群众 林冬雪冲进楼里 拍了几下电梯按钮 但电梯一直不下来 他只好和陈石 沿着楼梯往上爬 一口气爬上20楼 林冬雪大喊 小冬 小冬 我在这 徐小冬说完一阵咳嗽 楼道里全是烟灰 能见度极低 陈石掏出手帕 给林冬雪捂住口鼻 两人冲进去后 发现徐小冬坐在一间公寓外面 脸上黑乎乎的 旁边的防盗门变形了 透着滚烫的热度 怎么回事 陈石问 我刚刚进门 发现一个纸箱子 就碰了一下 听见低的一声 我赶紧冲出来把门关上 然后就碰一下爆炸了 林冬雪松了口气 你小子反应可真快 徐小冬拍着耳朵 耳朵差点震聋了 拉我起来 随后其他警察上来了 带门冷却下来 他们推门进去 屋里焦黑一片 不少地方还在燃烧 有一股呛鼻的塑料燃烧的气味 陈石看见几个相同的瓶子 陈石拿起一瓶 没被烧坏的碳酸饮料 拧开一看 里面果然有酱 他用手指堵住瓶口 使劲的摇 准备充当一个临时灭火器 林秋朴说 唉唉 不要乱搞 都已经这样了 陈石将堵住瓶口的手指 移开一点 喷出的液体 便浇灭了周围的小火苗 林秋朴嗅了嗅 说 汽油的味道 是拿汽油自制的炸弹 目的就是销毁证据 运气好的话 还能拉个警察垫背 陈石看向徐小冬 你来的时候 门没关吗 关着的 不过 我一踩门垫 发现有东西个脚 掀起来一看 果然是钥匙 林秋朴则被说 你应该通知我们的 门没开 我哪知道里面不对劲 徐小冬说的不无道理 要是美善打不开的门 都联系他 再叫来排报专家检查一遍 这场搜查三天都完不成 这是意料之外的情况 幸亏徐小冬机灵 身手敏捷 才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警员们清理了一下现场 找到在塑料上 绘图的丙细油墨 大量的该款饮料瓶 地图 以及简单的生活用品 一本烧焦的书的非夜 写着屋主留给造访者的话 你们的正义不堪一击 真够狂的 林秋普说 一名警察上来 说 问了房东 房子是前两天才租出去的 钱已经付了 但还没有签合同 所以不知道身份证号码 我给房东看了照片 房东确认就是王孙旭 陈时从垃圾桶里 捡起一张纸 展开来看看 说 这是物业在每家每户门上 贴的清理消防通道的单子 从下面的时间 看是今天贴的 王孙旭今天还在这里 林秋普说 也许他刚刚还在这里 看见我们搜查才撤离的 立即封锁附近所有路口 第286章 直面凶手 三更 警察立即封锁周围路口 林秋普亲自带人 拿着王孙旭的照片 在街头店铺询问 陈时还是和林东雪一起行动 问了几家店 一家便利店称 不久前 这个年轻人来店里买过东西 有监控吗 林东雪激动地问 别看监控了 什么时候 买了什么 陈时说 四点半左右吧 买了一堆雪碧 还有一些三明治 店员说 陈时拿起一瓶雪碧看看 说 混蛋 他还打算继续杀人 这次要用雪碧 不是 你看这瓶子 和那款碳酸饮料很像 他一定是事先囤好了 饮料外包装和瓶盖 这些东西更容易携带 林东雪惊讶到 所以 哪怕现在 全市都没有卖那款饮料 他还是有作案工具 那如果把所有便利店盯死了 他岂不是就不能作案了 总不能自己拿着饮料 在街上卖吧 陈时沉吟着 说的也是 王孙旭选择的作案手段难度巨大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这里面另有玄机 林东雪把消息通过无线店通知大家 和陈时在这条街继续搜查 某小区的保安称 不久前看见这个少年进来 穿着黑色卫衣 因为不是小区居民 所以保安拦下来询问 他自称是走亲戚的 小区里有不少单元楼 正当两人私下打探的时候 一个花盆从楼上坠落 吓得周围群众一声尖叫 陈时抬头看了一眼 说 上楼 两人找到坠物的公寓 陈时敲门没有反应 他用肩膀用力撞门 撞了三下门才开 里面果然有情况 只见一对母女被绑在地上 嘴里堵着袜子 阳台上 被绑得像个区的父亲躺在地上 刚刚那个花盆 就是他用头顶下去求救的 桌上有一些吃剩的食物 一碗方便面还冒着热气 陈时见状 立即冲出门去 他凭直觉判断 王孙旭是往楼上走的 大部分单元楼 可以从天台移动到其他单元 他跑到顶层 发现天台的锁被人撬开了 推门来到天台 此时正是傍晚 远处夕阳如火 天台上空空荡荡 陈时四下寻觅 突然发现一根锡在栏杆上的绳子 他冲过去一看 一个跨着腰包的黑衣少年 用绳子系在腰间 正在建筑外墙 慢慢下降到马路上 此人正是王孙旭 此刻王孙旭已经下降到五楼的高度 在这种处境下 四目相对 他不慌不忙地露出微笑 把两根手指放在鹅脚向前一甩 做了一个致敬的动作 陈时咬咬牙 准备顺着绳子溜下去 但当他用力一扯 金属栏杆却松动了一下 这栏杆根本承受不了两人的重量 他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把绳子解开 让王孙旭摔死 王孙旭大喊 宋警官 这可是真正的谋杀哦 你难道想再换一张脸 陈时给林东雪拨电话 说 东雪马上去北侧的墙边 我再给这家人松绑 王孙旭正在用绳子下楼 快点 这就去 王孙旭显然意识到了危险 加快了下降的速度 眼瞅着他到达二层时 陈时突然把绳子扯开 王孙旭重重地摔在地上 痛苦地攻着后背打滚 周围不少路人聚集过来围观 于MBS SP 他是坏人 抓住他有奖金 陈时冲下面大喊 但围观群众并没有一个赶上前的 该死的旁观者效应 陈时心里骂道 火速冲了下去 用上自己的最快速度 当他跑出小区时 听见几声枪响 只见一辆黑色SUV在路面上连续超车 他跑到林东雪旁边 见他手中的枪冒着烟 询问怎么了 林东雪气愤地说 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有辆车突然把他载走了 冷静点 这不是你的错 陈时心中遗憾 嘴上却安抚着 都是我的错 林东雪一脸不甘 逃逸的SUV上 驾车人说 玩连环杀人 你还不够专业 我只帮你这一次 下次好自为之 王孙旭揉着隐隐坐腾的脊椎说 我没想到 他真敢把绳子解开 一个失去过一切的人 比你想的要拼命 王孙旭摸着自己的背包 谢谢 接下来才是重磅好戏 您就拭目以待吧 随后赶来的林秋璞等人 听说了情况之后 都觉得十分惋惜 林秋璞说 看来真凶是王孙旭无疑了 而且他有同伙 东雪 你那几枪朝哪开的 对着天 我应该朝他开枪的 林队 我并不是推卸责任 当时路人太多 我不敢 林东雪懊恼地说 你做得对 在那种情况下不能开枪 我们是警察 抓捕坏人 也要遵守原则 林秋璞对其他说 我们的侦查方向是正确的 这一次 我们把王孙旭逼得无路可走 下一次一定会逮捕他 陈时一直沉默着 王孙旭喊的那句送警官 还营绕在耳畔 等到逮捕王孙旭之日 大概就是自己 真实身份曝光的时刻 刚才他确实有股冲动 想摔死王孙旭 但他做不到 就算现在自己是陈时 心里的那条警察的底线 也依然存在 老陈 怎么不说话 林秋璞问 我在想 他怎么不杀那家人 害自己暴露 看来他在遵守 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 没买到瓶盖的人不杀 陈时说 当成一场游戏吗 好 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林秋璞的手机响了 接听之后 他神情大变 说 王孙旭又作案了 这么快 警察们纷纷震惊到 看来今晚要加班了 陈时给陈月打电话 说今晚回不来 让他自己放学路上小心点 陈月说 放心吧 我已经到家了 现在外面有坏人 你晚上把门锁好 不要出门 知道吗 我到家会打电话给你 好 知道 陈月月挂断电话 坐在他对面的 顾佑面带微笑地说 陈叔叔好像挺忙的 是啊 经常加班 刚刚说的那些 你听明白了吧 嗯 我想和你玩个好玩的游戏 顾佑掏出一个小纸包 脸上笑容依旧灿烂动人 把这些粉末 放进陈叔叔的水里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 只要他顺利喝下去 我就给你奖励 第287章 顺风车杀人 发生命案的地点 也在王孙旭的活动范围内 林秋朴一行人赶到的时候 彭思觉正带着人在现场取证 什么情况 陈时说 林秋朴白了这个宣兵夺主的家回眼 道 彭队长 说明一下情况 彭思觉说 死的是这家的女主人 死亡时间应该是中午12点左右 在午睡中途被人乱刀捅死的 丈夫带孩子出门 下午4点发现病报了案 现场有喝了一半的饮料 以及那种瓶盖 林秋朴拿起茶几上喝了一半的饮料 拧开看了一眼 茶几下层有个饼干盒 里面放了各种收据和票根 其中有超市的清单 证明这家人确实买过这款饮料 卧室里 女主人穿着睡衣倒在床上 死状和王孙旭的手法倒很接近 门外 丈夫在痛哭流涕 不少邻居在安抚 林秋朴叫丈夫进来询问 丈夫拼命摆手说 不敢进来不敢进来 看见我老婆的样子 我就 说着 丈夫又磨起几滴伤心泪 林秋朴便走到外面去问话 陈时对技术警察在客厅地板上 发现了一行脚印很感兴趣 那明显是个女人的赤脚印 只有前半部分 似乎是踮着脚 走到门边又走回去 陈时来到卧室 没有去看尸体 而是蹲在地上 研究那双毛绒拖鞋 拖鞋的一直在床边 另一只被踢到了床底下 陈时沉吟着 女主人应该是没找到拖鞋 所以赤脚去开的门 可如果进来的是个陌生人 回来的脚印不会这么整齐 林更雪压低声音说 你怀疑是顺风车杀人 老鹏 你看 这是王孙旭做的吗 陈时问 手法比较接近 还没有深度尸检 不太清楚 去检查一下厨房里的刀 于是 三人来到厨房 把锄刀全部喷一遍试剂 上面并没有找到人血 陈时直指灌洗池 这里 灌洗池里也没有血迹 然后是马桶 一打开马桶 陈时闻到一股很重的消毒水气味 这里也没有咽出血迹 但彭思觉凭办案经验判断 马桶被人用力清洗过 林冬雪皱着眉毛 要不要这么阴暗 报案的是丈夫 就怀疑人家 不是我们阴暗 现场本来就可以 陈时走到冰箱旁边 拉开冰箱 拿起那排饮料挨个检查 瞧 这些饮料都被打开过 又被人拧了回去 如果是女主人干的 未免说不过去 她为什么要全部拧开 专挑有杀人瓶盖的来喝 喝完之后 还放在茶几上 就好像故意召唤 王孙旭的降临一样 彭思觉说 化验一下是谁喝的饮料 好主意 诚实赞道 彭思觉将死者的唾液煤 和瓶口的做了比对 结果发现不吻合 她来到外面 丈夫正在生动地 对林秋普形容案发时的情景 彭思觉说 嘴张开 干嘛 林秋普会议 却故意说 现在的DNA都得采样 是为了方便排除 哦 理解理解 采了丈夫的唾液煤之后 彭思觉用试验盒 做了简单的鉴定 她说 大致吻合 十有八九是一个 九是一个人 陈时说 妻子被杀 丈夫从容地喝掉一半饮料 放在桌上 然后报案 这显然不合逻辑吧 顺风车杀人没跑了 真阴暗 这种男人 林冬雪嫌弃地说 三人来到门外 丈夫还在生情并茂地描述 林冬雪在林秋普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话 丈夫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陡然杀住话头 林秋普说 贵姓 刘 刘先生 我想请你和我们回去一趟 协助调查 协助调查 丈夫提高音量 看着邻居们 有什么话在这里不能问的 我家遭遇了这种不幸 你们不去抓凶手 把我带回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怎么了 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希望你配合一下 你不是在怀疑我吧 你们警察怎么当的 就知道拿老百姓开涮 我都说了 当时我和儿子在外面溜弯 陈时说 协助调查这四个字 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 心知肚明就好 既然给你留了面子 就配合一点吧 别搞得在邻居面前不好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丈夫汗下如雨 突然把腿就往楼梯跑 结果传来哀压一声 他摔在楼梯上 警察立即冲上去 将他烤了起来 陈时笑道 我说什么来着 林秋朴冷冷看着他 你不要乱插嘴 万一嫌疑人受伤你负责 陈时耸奸 今天没我啥事了 我回去了 明天见 在邻居的议论分分中 丈夫被带走了 这男人性格软弱 在审讯室里 架不住林秋朴的 一顿心理攻势 立马招了真相 原来他早就想杀妻 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手法 这次突然发生了 这个连环杀人 他就认为是天赐良机 于是跑到超市 买了一堆这款饮料 果不其然中了奖 妻子有五睡的习惯 中午他带孩子出去散步 孩子在儿童乐园玩的时候 他跑回来 用准备好的刀刺死妻子 然后把饮料喝掉 一半放在桌上 处理掉身上的血衣和凶器 若无其事地继续带孩子玩 然后四点回家 晚上八点 陈石刚到家 收到林东雪的一条短信 顺风车杀人 已经被拘起来了 顺风车杀人 是最不靠谱的事情 警方连续接触同类案件 突然冒出来一个理鬼 很容易就穿帮 再者 警方不可能公开连环杀人的 所有细节 这些细节警方知道 凶手知道 但外人不知道 陈石本来想说这些 又嫌麻烦 只回了一句 今天一天挺辛苦的 早点回家休息 路上注意安全 好 明天见 林东雪平直的回复里 陈石也能感受到 一丝恋人的温度 陈石今天累坏了 随便搞了碗面条 陈石出来问 坏人逮到了吗 没呢 你这两天回家 记得跟同学一起走 坏人是那个人吗 不是 陈叔叔 我给你弄杯喝的吧 陈月月悄悄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纸包 第288章 完美致敬 陈月月跑到厨房 倒过了一会 端出一杯饮料 陈石一直在琢磨案子 拿起来喝了一口 突然喷了 说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月月 你把门锁好 哪也别去 陈石抓起外套往外跑 临出门识问了一句 你弄得啥玩意 又甜又咸的 奶茶呀 这是什么喝法 奶茶用不着放盐 门在陈石身后关上了 陈月月端起剩下的半杯 尝了尝 咋咋嘴说 确实放多了 陈石在车上 给林东雪打电话 问他在哪 林东雪说 在外面吃饭 为这发给我 你现在哪也别去 我来找你 好 林东雪一阵茫然 是重要的事情吗 我马上就到 半小时后 陈石找到那家小饭馆 专案组的几人正在聚餐 陈石在上林东雪网局里开 林东雪问 到底怎么了 突然一脸严肃的出现 这两天住我家 啊 渴我东西 我一会去你家一趟 从现在起你不要单独外出 上下班必须有我送 去你家是可以了 但我想知道理由 保护你 林东雪以为陈石在开玩笑 笑了 又发现陈石的表情很认真 来到局里 陈石拉着林东雪 就去了技术中队 彭思觉还没下班 正对着电脑在工作 陈石说 瓶子 瓶子 什么瓶子 前几个案子的塑料瓶 验一下唾液霉 和死者匹不匹配 虽然彭思觉很想吐槽 几句陈石的冒事 但见他这么急匆匆的进来 猜想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办 就默默去办了 二十分钟后 结果出来 彭思觉说 民工案 瓶子上面有民工的唾液霉 一家三口 也吻合 宅男 吻合 司机这个瓶子上面没有唾液霉 这是怎么回事 林东雪哑然的看着陈石 陈石心中的猜想 落到了实处 他说 今天的顺风车杀人案 给了我灵感 为什么凶手 要选择这种难度极高的杀人方法 他制定的游戏规则 只是障眼法 实际上 他有自己早已拟好的杀人名单 解释一下 彭思觉也不太明白 我们都以为 谁买了瓶带就会死 凶手前三起案子 确实是这么干的 但从第四桩案件开始 他就不是这么干的 他只是杀掉想杀的人 然后把倒掉一半的饮料放在现场 我们就会以为 死者的死 仅仅是因为中了奖 没错 所以我们怎么防都防不住 无论他要杀的人中 没中奖都会死 为什么凶手不直接投毒 因为杀人瓶盖更容易操纵 这次依然是藏木玉林的杀人 对十年前那宗投毒案的完美之境 两人语速太快 林东雪勉强跟上他们的思绪 连环杀人是假的 这次只是有多个目标的谋杀 没错 他搭自己的顺风车 可这个没有喝饮料的死者 只是个司机而已 这司机怎么得罪他了 查吧 大家都下班了 明天吧 陈石对林东雪说 帮我倒杯水 林东雪拿起旁边的水杯 陈石说 我想喝你个办公室的茶叶 你是不是找理由支开我 林东雪笑道 有话跟彭队长说吧 那我到门外等你 林东雪离开后 陈石对彭四爵说 我担心他会盯上月月或者冬雪 之前送照片的也是这个人 今天他喊了我一声送警官 是吗 大哥当年是你亲手逮捕的 你害怕这案子 是对你的一场报复行动 是啊 陈石惆怅地说 如果我身份暴露 恐怕你一眼 我不要接 彭四爵打断他 你自己多加小心 保护好冬雪 其实我一直想说 既然选择隐姓埋名 你就不该再和警察缴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宿命吧 陈石苦笑 陈石转身离开 彭四爵突然说 你想过对客没有 王孙旭被捕 很可能抖出你的身份 林队早就怀疑你 只是没人点破这层窗户纸 一旦他有了方向 查清你是分分钟的事情 陈石黯然摇头 走一步看一步吧 陈石回到车上 林冬雪微笑着看着他 和彭队长说什么悄悄话呢 陈石也看着他 等林秋普知道自己是谁 和林冬雪在一起的时光 也就到此为止了吧 谎言总有被拆穿的那一天 但他没想到 来得如此之快 一想到这里 陈石内心一阵刺痛 他还想和林冬雪 做许多愉快的事情 于是他凑过去 在林冬雪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林冬雪说 干嘛呀 你今天有点反常哦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你看我这张坦诚的脸 你还坦诚 从认识你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你的过去 现在可以说了吗 一个人不想提自己的过去 要么是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要么是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你觉得我是哪种 不可告人的秘密 林冬雪戳着陈石的胸口 笑着说 知道还问 陈石也笑了 陈石去林冬雪家 取了些生活用品 林冬雪说 这次可不算同居哦 等王孙旭被逮捕 我还会搬回来的 陈石说 放心吧 你又不是没在我家住过 况且 还有月月这个小灯泡在呢 月月听见 不知道做何感想 林冬雪来到陈石家 月月得知她来很高兴 上前拥抱 林冬雪说 一阵子不见 月月又长大了吗 有吗 我看着 还跟小孩子一样 陈石一边挂衣服一边说 那是因为 你们天天见 林姐姐 这次打算住多久 陶月月问 等这次的坏人抓住了 我就搬回去住 哦 那我希望这次坏人 永远不要被抓 哈哈 那姐姐恐怕要睡不着觉了 林冬雪刮了刮她的鼻子 第289章 甜蜜的小误会 三更 等林冬雪睡下 陈石才洗澡 躺在沙发上 虽然是沙发 但展开跟床一样 只是陈石心里装着事 一直难以入眠 她甚至有种冲动 现在就去告诉林秋普 自己是谁 省得这个把柄被人捏着 好像头顶悬着一把 达摩克利斯之剑 放在旁边的手机 滴了一声 陈石滑开一看 林冬雪发来一条短信 说 睡不着 要不要我陪你聊聊天 陈石感到一阵甜蜜 可转念一想 不对 这明显不是林冬雪 说话的风格 于是她回复 小混蛋 又玩这手 打完字 想了想 又删掉 万一真是林冬雪发的呢 思来想去 她决定亲自去确认一下 于是亲手亲脚 推开林冬雪的卧室 借着客厅里的微光 她看见林冬雪 被朝自己睡着 被子滑落下来一点 露出一段白玉石的肩膀 看着熟睡的林冬雪 陈石心中涌起一阵柔情 也掺杂着一些感伤 说再见的时刻就要到了 这段刚刚萌芽的感情 随着她身份的揭开就要结束 她爱着林冬雪 希望能与她度过一生 到白发满头的年龄 一起回忆生命中的苦与乐 想到这里 陈石心如刀脚 她默默地关上门 又回到沙发上 床上期待半天的林冬雪 不敢相信地扭头看看 这家伙居然只是推开门看看就走了 自己的手机上 还有那条刚刚发出的短信 睡不着 要不要我陪你聊聊天 也许她是不想发展太快吧 林冬雪感受到了陈石的真心实意 把脸埋在被子里 傻傻地笑起来 第二天早上 陈月月刷牙的时候 陈石问她 你昨晚 是不是又偷灵姐姐的手机 给我发短信 陈月月惊讶地看着她 满嘴泡沫地说 我没有啊 海底来 你少玩这种把戏 上次被你耍过一次 陈月月不屑地扮了个鬼脸 陈石还准备数了她几句 林冬雪从卧室出来了 陈石便去准备早餐 陈月月出门之后 陈石回味着这件事 觉得哪里不对 难道真是林冬雪发的短信 她抬头看着林冬雪 林冬雪一本正经地 吃着麦片粥 也愣愣地回看她 陈石说 昨晚睡得还好吧 挺好的 这里都习惯了 你几点睡着的 十点半 不 十一点 林冬雪脸上悄悄泛起红韵 陈石想起短信时间 是十点半左右 从林冬雪的口误判断 应该是她发的 也就是说 自己推开门 像吃汗一样 盯着她的背影 看的时候 林冬雪其实是醒着的 陈石顿时觉得无比尴尬 顿时整个屋子里都是尴尬 两人在尴尬中对视了半天 林冬雪红着脸 咳嗽一声 你昨晚 干嘛打开我的卧室 我看看 你睡着了没有 哦 这条短信是什么意思 林冬雪的脸更红了 咬了半天嘴唇 眼珠左右转动 吞吞吐吐地说 就是说说话的意思 我又没叫你进来 啊 时间不早了 该上班了 来到市局门口 林冬雪准备下车 陈石突然叫住她 准备吻一下她的脸颊 假 两人暂时还没有对外公开恋情 在人前要保持正经 这是上午最后一次温存的机会 正当两人越挨越近 外面有人敲打车窗 是林秋普 林冬雪的脸灯时红到耳根 林秋普问 干嘛呢 陈石盲解释 冬雪安全带卡住了 帮她解纳 林秋普一脸狐疑 说 车别停在这 影响别人 赶紧挪开 马上马上 陈石笑容满面地说 等摇上车窗 他俩准备继续刚刚的事情 突然又有人敲车窗 原来是徐晓东 他表情夸张地说 马路对面那家甜点店 可丽饼买一送一 赶紧去吧 谢谢啊 我们吃过了 陈石说 咦 你们干嘛呢 冬雪安全带卡住了 帮她解纳 哦 我跟你说 去了一定要买香草味的 可好吃了 知道知道 陈石把车窗摇上 和林冬雪准备继续刚刚的事情 当两人凑得很近时 林冬雪笑着说 不会又有人跑来打扰吧 没这么邪乎吧 正当陈石准备稳下去的时候 又有人敲车窗 这次是彭思觉 陈石无奈地摇下车窗 又有什么事 我车好像坏了 你抽空帮我看看 为什么要用用 彭思觉怀疑地 打量一脸满脸羞红的林冬雪 停了车 就去 你们在做什么 冬雪安全带卡住了 帮她解纳 说完 陈石把车窗摇上 说 这次不会有人打扰了吧 算了吧 等晚上再说 不等林冬雪说完 陈石便在她的嘴唇上 亲吻了一下 一吻之后 林冬雪羞红着脸 却又不舍得和陈石分开 陈石轻轻点了下她的额头 行了 晚上再说 在早晨的案情会议上 陈石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林秋普觉得很有建设性 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查一查 死掉的司机 名叫王长友 在某班家公司挂名 但主要跑长途货运 两人先去了他的公司 向他的同事 打听王长友 认不认识王孙旭 问了一圈 一个司机师傅说 王孙旭我不知道 但我听他说过王孙磊 这俩人有联系吗 王孙磊怎么了 说归说 你们不会把我拘留吧 那得看你说的 林东雪正要说 被陈石用了一个手势阻止 陈石说 你说吧 我们保证不拘留你 警察说话可要算数啊 当然了 这是主要是王长友干的 我也就帮的忙而已 有一年冬天我们聚餐 他提到一个叫王孙磊的家伙 杀了他妻子 虽然警察已经把王孙磊逮起来了 可王长友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后来一次巧合 他得知一个司机的儿子 和王孙磊的弟弟 在一所学校上学 于是有天晚上 他带上几个人去找那孩子 把他家一通杂 还把那小子打得满地找牙 当然了 这是全是王长友干的 我发誓我没有动手 后来我还问他 对方会不会报警啊 王长友说 他敢报警 一个杀人犯的弟弟 兄债弟偿 这是他应得的 林东雪一阵愕然 果然王长友的被杀 是有预谋的 第290章 被嫌弃的童年 陈石问 哪一年 零几年 零九年吧 师傅压低生意 王长友前两天叫人杀了 是不是和这事有关 那人会不会找上我 我发誓我真没动手 林东雪说 当时的孩子只有十几岁吧 还是个孤儿 你们一帮大老爷们 去欺负一个小孩子 还瞒了这么多年 你们良心上真过得去 师傅说 谁叫他哥杀了人呢 他哥被警察逮了 这口气找谁出 我这话是替王长友说的 我发誓我真没动手 我就是砸了几个暖壶而已 再说了 那小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上梁不正下梁歪 据他学校老师反应 他平时小偷小摸没少干 在学校里就是个温审 人人都闭着 我看这样的孩子长大了 也不是好鸟 陈诗说 好了好了 不会追究你责任的 你自己这两天 可得小心点 师傅和长说 我从今天开始烧高香 保佑你们早点抓住他 那孩子在哪所学校读的书 三十七中 出名的垃圾中学 你们也知道的 师傅面带讥笑 你家孩子在哪中学 林东雪问 实验中学 重点高中 师傅自豪地说 词别师傅 林东雪一点不爽 陈诗说 怎么了 看到这种赤裸裸的骑士 我心里就不爽 我和我哥也是孤儿 上的学校也不怎么好 同年里 别人的一句冷嘲热讽 都会让我痛苦很多年 我不敢想象 一帮成年人 公然冲进一个孩子 家里施暴 会给他留下怎样的心理阴影 今天的王孙旭 是被这帮人造就出来的 这就是仇恨的链条 站在链条 每一节上的人 都认为自己是有理的 是受害者 所以 法律不问内心 只看行动 阻止施暴 才能中断仇恨 别伤心了 陈诗轻抚了一下 林东雪的后背 林东雪惨然一笑 前面那堆话 都比不上这句管用 过去发生的事情 成就了现在的我们 我们改变不了它 而是要学会去悦纳自己 陈诗县学县麦迪说道 我爱的正是现在的你 也许过去一件小事的改变 我们都不会走到一起 好了好了 有嘴滑舌的 接下来去哪 我想去王孙旭的学校看看 确定下一个受害者 没错 中午时分 两人来到王孙旭 过去就读的中学 三十七中只有初中 但王孙旭只念到初中毕业 就没再念了 他承受不起高中学费 为了养活自己 各处打工挣钱 来到教务处 负责人一开始 说不知道这个名字 但当从学生档案中 看到王孙旭的照片时 负责人一拍脑门 这小子啊 想起来了 不是那个杀人犯的弟弟吗 这是他在您回忆中 唯一的印象 陈诗笑着问 负责人尴尬地说 倒也不是说歧视 我们老师平时聊天 哪个学生家里有钱 哪个学生父母是大官 肯定都知道的 这孩子的班主任一说 他哥哥干过什么 我们自然就印象深刻 这么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记得他是杀人犯的弟弟 并没有什么歧视的意思 您要体谅 陈诗说 我不是来问这些的 这孩子是你班上的吗 我带过他物理课 不过他班主任不是我 是蔡老师 班主任对他怎么样 那肯定是一视同仁了 我们学校虽然升学率 不算全是最好 可毕竟是公立中学 试的方面 你大可放心 不存在什么 体罚学生的事情 不像那某某中学 眼看着这位老师 要开始滔滔不绝地批判同行 陈诗连忙打断 情况是这样的 这孩子现在在到处杀人 已经有一个过去 欺负过他的人 被杀害了 不是吧 我当年就说 这孩子长大了 绝不是好鸟 老师震惊到 然后注意到 和陈诗站在一起的 美若天仙的女警官 投来鄙视的目光 顿时自残行贿 陈诗继续说 我们来这里不是 听好话的 我们想确定 他有没有在校期间 被人虐待过 因为这可能关系 到下一宗命案 关系到您认识的 某人的性命 当然 你说的话我会保密 我说的话 也请您保密 老师尴尬地搔着头 说 班主任对他虐待什么的 我可以保证没有 只是 偶尔有点特殊对待 你们应该懂的吧 毕竟我们也是平头老百姓 这种杀人犯的弟弟 谁敢招惹啊 怎么个特殊对待法 就是让他坐后排嘛 坐在那个垃圾桶旁边 基本上三年没换过座位 然后值日 选班干 上自习什么的 他爱参与不参与 基本上就是不管他 我去上课的时候 看见后排有个学生趴着睡觉 还拿粉笔扔他 那孩子瞪我的目光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就好像要杀了我一样 后来班主任告诉我说 这孩子不要管 他是杀人犯的弟弟 随他去 从那之后 我就不管了 班上46个人 我就当做只有45个人 考试发试卷 不管他考几分 也不当重说 就放在讲台上 让他自己拿 点名的时候 到他就跳过去不念 当这个学生不存在 所有老师都不管他 拿他当空气 你知不知道 正是因为 你们这样无视他 一口一个杀人犯的弟弟 才会把他逼上邪路 老师尴尬地说 我们也是平头老百姓啊 甚至可以说 我们老师阶层 比一般老百姓更怕事 就拿这位美女来说 假如你哥哥是杀 注意到林东雪的眼神变化 老师忙改口 就拿下面那个扫地的来说 比如他家里出了个杀人犯 我们肯定是 不敢跟他接触的 躲得远远吧 你说歧视 我承认是有点歧视 我们对这种人 不可能一视同仁 因为我家里也有老婆孩子 我有个什么事不要紧 万一家人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诚实无奈地想 杀人犯的某某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就像霍桑小说中的红字一样 是个被诅咒的身份 避开他们只是 出于安全考虑 人们的关爱 只有确认对方是安全的时候 才会给予 人人如此的时候 对于当事人来说 整个世界都是冷漠和歧视的地狱 他自己也背着杀人罪名 刚刚患上这张脸的时候 网络上到处是对宋朗的辱骂和斥责 电视上 大言不惭的专家分析着 宋朗走上邪路的原因 那时他也切身体会过 这种透骨的含义 第291章 徐老师之死 老师继续说 不过正应了那句话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孩子伪食不值的人同情 有一次化学实验课上 他不小心打翻硫酸瓶 把一个男生的腿烧伤了 那男生是班上的尖子生 种点苗子 跟他一点交集都没有 你们说他 为什么要伤害他 说白了是 视罗罗的妒忌 妒忌这孩子家境好 有老师宠着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我都不愿意回忆 我爸有哮喘病 每天都得带着吸入剂 办公室也背着 有一回 我身上都要吸光了 急匆匆来办公室拿药 结果一吸肺管子像烧起来一样 差点没死过去 幸亏抢救及时 才捡回一条病 医生说我的药理 被人掺了粉笔灰 我心说谁这么害我 调查来调查去 也没查出结果 但据说 只是据说 有人看见这孩子白天动过 我办公桌 你说他好端端的害我干嘛 报案了吗 诚实问 没有 学校不想把事情闹大 于是乎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过 我倒也因祸得福了一回 当时我正跟几个老师竞争教导主任 要上公开课 我怕误了 硬是提前出院来上课 校领导 说我精神可嘉 后来就把教导主任给我当了 还有人酸溜溜的说 我是在严苦肉计 哦 这些都是题外话 不说也罢 陈时继续问 除了老师的冷淡 王孙旭在学校被同学虐待过吗 嗯 据我所知 有 有一次我下班 看见几个男生在操场上打他 是他班上几个成绩不好的 我当时就喝止了 真的 老师一脸尴尬地说 喝是喝了 我大喊 你们干嘛呢 但他们说是闹着玩 我就没说什么 走了 经常欺负他的学生 叫什么名字 赖伟 有学生档案吗 老师找出赖伟的学生档案 给陈时看 陈时用手机拍下来 老师说 其实现在想想 这孩子也是可怜 不过也不是人人对他都不好 人间自有真情在 有个老师 叫许念强 对他就特别关心 我记得这孩子过生日的时候 许老师还给他买了一个蛋糕 许老师这人骂 心善 特别关心 这些不受重视的学生 林东雪说 那这位许老师 应该知道不少他的情况 陈时问 许老师在哪个班 他 老师咳了一声 说 他早就辞职了 为什么 这么说 是不是不太合适 大概是得罪人了吧 有人举报他性侵学生 学校出于生育考虑 就没有再续约 当然 我知道许老师是个好人 不可能干这种事 感觉许老师是个异类 大概是被排挤了吧 林东雪说 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也不是坏人 干嘛要排挤他 我个人平息而论 从来没有做过亏心 好了好了 陈时打断他 谢谢你 有情况再联系你 不要紧 那啥 学校不会出啥事吧 这两天小心点 尤其是门口的监控 一定要确认正常工作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情况 马上联系我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陈时并没有危言耸听 按他的预测 学校师生可能会是 王孙旭下一批谋杀目标 老师很害怕 频频点头 离开学校 陈时直接去车去找赖伟 学生档案上 只有他父母的地址 两人从赖伟父母那打听到 他现在的地址和工作单位 又听了一耳朵 夸自己儿子的话 离开这里 陈时给赖伟拨过去 电话居然打不通 陈时说 不会已经出事了吧 你个乌鸦嘴 能不能说点好的 不是我乌鸦嘴 我觉得这个校园小恶霸 很可能是 下一个被杀目标 那就去他家吧 走 路上林东雪 查询到赖伟公司的电话 询问之后 对方告知赖伟 今天一直没来上班 打电话也不接 林东雪心中的不祥预感 又上升了几分 中午甚至顾不上吃饭 下午一点 两人找到赖伟的住处 敲了几下门 无人应答 只好离开 下水管道鸡血啊 真没素质 血凝成块 很容易堵住的 陈时走过去一看 下水道里确实有股血味 这些脏水 是从居民楼里留下来的 陈时立即招手说 去赖伟家 可能出事了 两人冲上楼 陈时对着门猛撞了几下 当门被撞开的瞬间 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扑鼻而来 林东雪惊讶地捂住嘴 客厅里有一道脱形的血迹 顺着他来到卫生间 只见一个男人躺在里面 手里攥着半瓶饮料 林玉头开着 水哗啦啦地流淌 把男人身上的血 冲进下水道 陈时关掉林玉 翻开男子的眼皮看了看 说 来晚了 大概昨晚就被杀了 我联系局里 林东雪说 因为没戴手套 陈时没有仔细检查尸体 他在屋里到处看看 发现吃剩的泡面 饼干包装 饮料瓶等 床铺凌乱 看来王孙旭不但杀了人 还在这里过了一夜 从王孙旭如此密集的 作案频率来看 老师打电话 问除了奈伟 还有谁欺负过王孙旭 嗯 我不知道 你问徐老师 他应该清楚 徐老师现在在二龙路 经营一家CD店 这个点应该在的 陈时挂了电话 对林东雪说 你在这里守着 我去二龙路找徐老师 一个人不害怕吧 陈时指的是 林东雪独自在这里对着尸体 林东雪说 我没事 你小心点 陈时用最快速度 抵达二龙路 时间已经是傍晚 这条街上有不少CD音响店 他向其中一位老板打听 老板说 你找许念强 他就在斜对面 没开门 你喊吧 他一个人住在楼上 一个人住 对啊 是个老光棍 你有电话吗 我有电话 但里面没他号码 老板故意搞了个笑 那家门面店侧面有个楼梯 二楼便是店主住的地方 陈时上了楼梯敲门 他突然发现 门坝上有一个血手印 心里升起一阵强烈的不祥欲感 同时也伴随着一阵疑惑 为什么最关心王孙旭的老师 也成了他的猎物 第二百九十二章 死的一定是坏人 陈时不及多想 用肩膀把门撞开 屋里一片狼藉 床上躺着一个满身鲜血的中年男子 在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半瓶饮料 陈时身后传来一声尖叫 回头一看 正是刚才那个音响店老板 陈时亮出顾问证 别怕 我是警察 杀人爱啊 你先别走 我靠 你不是要怀疑我吧 我们邻里邻居的 就算有竞争 我也不会下这黑手 没怀疑你 了解下情况 陈时给局里打过电话 问他老板 认识这人吗 许念强呀 你对他了解多少 这条街都管他叫徐老师 听说以前是学校老师 人马挺和善的 对谁都笑咪咪的 尤其跟小孩子处得来 邻居李大姐的孩子 还请他补习过数学 夸他教的好人也好 我平时也问他 怎么不在学校继续当老师啊 每年放寒暑假多爽 他说不挣钱 想创业 人际关系呢 特别好 跟谁都笑咪咪的 我不是说这个 我说他认识哪些人 有家人吗 听说离婚了 孩子判给母亲了 五十多岁一个人过 每天早上就出来跑步 今天我还纳闷 他咋不开业呢 感情出了这事 嘖嘖 警察同志 这谁干的啊 今天有看到可疑人员进屋吗 没有 老板身后不知不觉 聚集了一批围观群众 一个大妈说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男的 在敲他门 徐老师打开门 聊了两句 就放他进去了 陈时亮出手机上 王孙旭的照片 问 是他吗 没看到正脸 个子差不多这么高 穿一身黑 跨个包 看来是王孙旭无遗了 也许许念强自己都没想到 他开门迎进来的是一个死神 陈时让大家不要看了 他进屋关上门 检查了一下尸体 死亡时间初步断定 是十小时前 让陈时比较震惊的是 许老板身前一片红 白衬衫几乎被染成了粉红色 不知道他身中多少包 看着这些伤就可以想象到 王孙旭当时的愤怒和狂乱 即便是杀死 曾经欺负过他的两个人 他也没有如此不冷静过 陈时拿起桌上的瓶子 拧开看看 果然又是杀人瓶盖 他冷笑道 夕阳镜都被拆穿了 还玩这手 环顾屋内 陈时看见满架子的书 都是一些名著和古典文学 雅铃 碧利器 在看卫生间 收拾得异常干净 连瓷砖缝隙都是洁白的 可以看出 许老板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 生活有规律 格调高雅 在书架中间 他看见两个批本子 拿出来一看 第一个本子里面 全是剪贴的报纸 都是发表在报纸上的学生作文 这些学生无一例外来自三十七中 下面的推荐老师 全部是许念强 另一个本子 更让陈时惊讶 里面记录了不少学生的生日 爱好 家庭出身等 从墨水颜色 开始记录了许多年的 在最早的节夜里 有王孙旭的名字 后来写着 1990年1月14日 家庭比较特殊 哥哥王孙满是福 满是福行人员 这孩子内心自卑 故意表现的浑身是刺 喜欢的东西还不清楚 性格刚强 不服输 主要问题 是摆脱哥哥的阴影 在这一页上 还有其他几个学生的名字 可能和王孙旭是同班同学 陈时用手机拍摄下来 打算之后走访一下看看 陈时朝那句面目全非的尸体 投去视线 怎么看都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难道说 他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时 外面传来警笛声 陈时打开门 林东雪和彭思雪一起来了 彭思雪说 两个案子同时发生 人手都指引不过来了 没事 这里空间小 你一个人应该没问题 你帮我拍照 彭思雪递过相机 林东雪说 我来拍吧 他没经验 当得到死者 居然是许念强的时候 林东雪万分震惊 不停向陈时确认 不会弄错了吧 就是他 没错 彭思雪大致检查了一下尸体 说 死亡时间应该是早晨七点左右 身上的伤 能辨识出来的有九十三刀 看来他对这名死者 怀着强烈的憎恨 简直疯了 明明徐老师是最关心他的 林东雪捂着嘴说 有没有注意到 桌子上的书是正面朝下放的 还有 书桌放在进门一眼看不见的地方 东西的摆放也过于整齐 说明这个人 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强迫症 他恐怕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光鲜 这算什么马后炮的受害者有罪论 彭思雪说 死的就一定是坏人 就是论事 一个男人 屋子里全是格调高雅的书 没有任何与性有关的东西 我认为 他处在长期的性压抑中 被压抑的利比多就会通过其他途径释放 我想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林东雪摇头 我认为不是 王孙旭杀他 恰恰是因为徐老师是唯一关心过他的人 就好比一个被冻僵的人接触到温水 也会觉得烫 他扭曲的内心觉得 徐老师的关心是种侮辱 以前是有这样的案子 嫌疑人把帮助过自己的人杀掉了 话说你那奇怪的结论 是怎么得出来的 你家里不也没有和性有关的东西吗 那是因为我藏得好 陈时笑了 林东雪顿时像被刷新三观似的瞪大眼睛 老鹏 你家里肯定也有飞机杯之类的吧 陈时想拉个活生生的例子 滚 陈时看了下时间 已经五点了 陈月月差不多该放学了 他打电话给陈月月 准备叫他在学校等一会 电话居然打不通 陈时一阵慌张 他见林东雪还在帮忙拍照布定 暂时不想惊动他 说 我先去接月月 一会过来 林东雪说 好 你直接去局里吧 等陈时来到学校 正看见陈月月和同学 有说有笑地走出来 他按了几下喇叭 陈月月跑过来说 陈叔叔 你怎么来了 不是叫你别单独回家吗 和我同学一起啊 手机怎么打不通 昨晚忘了充电 上车吧 陈时总算长长地松了口气 第293章 迟来的道歉 三更 把陈月月送到家 陈时看见顾优在门口修剪灌木 便说 顾小姐 这些花草都是小区里面的 你义务修剪啊 顾优笑笑 从窗户看见这几根黄叶子 心里难受 就出来捡一下 我有点强迫症 陈月月站在门口扮鬼脸 陈时也回个鬼脸 然后陈月月进去了 陈时确实有点是想问顾优 刚刚在彭思觉 灵冬雪面前 卖弄了一把精神分析理论 他自己实在不是专家 就对顾优说 有件事想请教你 请讲 一个男人性压抑 从屋子里哪些细节看出来 他浴室里 有没有一条颜色鲜艳的毛巾 有什么说到吗 浴室是个很私密的地方 排泄 洗澡 都和性有关联 如果是独居状态 可以反射出一个人的潜意识 如果一个男人 用一条颜色鲜艳的毛巾擦拭身体 有一种性行为的意味在里面 说明他对性非常渴求 果然是专家 陈时心悦诚服 是你朋友 还是你啊 不不 和朋友吹牛打赌来着 谢谢啊 不客气 顾优优雅的微笑一下 陈时自信满满的 对灵冬雪发短信 许念强卫生间里 有没有一条鲜艳的毛巾 稍后 林冬雪回复 真有爱 怎么了 和案子有关 看来我的分析是对的 这里面的学问 我待会和你说 陈时走进自家卫生间 突然看见一条彩虹颜色的毛巾 按道一声卧槽 立即从端子上扯了下来 陶月月的脑袋从他身后冒出来 说 陈叔叔 你拿我的毛巾干嘛 嗯 拿错了不好意思 陈时又挂了回去 陈时麻溜的做了晚饭 给林冬雪带了一份便当 一想到彭思雪那张臭脸 总不能一个人 是另一个人看吧 于是又给他准备了一份 然而 茄汁盒包蛋只剩一个了 他不知道该放在谁盒子里 夹过来夹过去 这份犹豫 被坐在桌子对面 拖着脑袋的陶月月瞧在眼里 他说 陈叔叔 还有谁在你心里 和林姐姐一样重要的吗 你给我写作业去 小心我告诉林姐姐 陶月月威胁一声 走了 你敢 对了 晚上别出门 我回来会打电话 知道 陈时主意已定 还是给彭思雪吧 但不能让林冬雪发现 于是用菜小心地盖起来 这才盖上盖 陈时来到局里 大家都没有下班 彭思雪刚刚做完解剖 和林冬雪在办公室里讨论案情 陈时说 有什么新发现吗 测了单温 死亡时间分别是昨晚八点 和今早七点 两人的伤是同一把凶器造成的 公寓里的男性尸体身上 有轻微的殴打痕迹 是死后留下的 显然是报复赖伟对他的虐待 从中年人的尸检来看 他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可是处在强硬机状态 似乎最近正在经历一件重大变故 身上的伤是一把凶器留下的 大概第四刀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后面九十多刀 全部是凶手的宣泄 我就说 这个人压力大吧 你有没有检查他下面 是不是长期没有性生活 滚 时间里没有这一项 项 来来 吃饭 给你们哥带了一份 打开盒饭 林冬雪赞叹 你才回去两个小时 就做了这么多菜 哈哈 排骨是事先炖好的 尝尝软不软 好吃 林冬雪加起第一块排骨石 发现下面有个蛋 还有荷包蛋 我最爱吃这个 陈石心想糟了 给错了 漠不作声 彭思觉已经吃了一半 意味深长地看了陈石一眼 现在要说 荷包蛋是给他的 只会同时得罪两个人 陈石只好将错就错 说 老彭 彼此留点面子 大家都是虚伪的成年人 你心里明白就好 没事 谢谢你带的饭 这是真心话吗 大家都是虚伪的成年人 你心里明白就好 林冬雪笑的喷饭 连忙捂住嘴 太尴尬了 从鼻子里喷出米了 我去趟洗手间 办公室只剩下两个人 彭思觉问 你们在交往 怎么看出来的 社交距离 陈石暗暗惊讶 彭思觉果然敏锐 连两人平时说话时 微妙的距离变化都发现了 他说 你说 你是不是闷骚 暗暗观察我们 冬雪知道你的秘密吗 他什么都不知道 白纸一张 说到这里 陈石又有点心塞 随着案件的进展 秘密公之于众的那一刻 就要到来了 但还能怎么样 待来的总会来 好好珍惜眼前的相处 这些美好的回忆 无论之后他会怎么样 都会温暖他孤冷的心 就像沙漠旅人手中干枯的苹果 有时候支撑一个人 活下去的东西 只是那一道光而已 凌冬雪 就是他如同长夜的三年里 找到的一道温暖的光 这次我不会逃避了 我会面对一切 陈石说 彭思觉默默咀嚼着食物 突然说 号码 什么号码 死者死于七点 现场的目击证人 说是六点半看见王孙旭的 死者在六点半之后 拨了一个号码 刚刚我在死者手机上看到 没意识到这件事 这个号码是死者 面对凶手的时候拨出去的 那它一定非常重要 很可能是死者 冒似提醒下一个受害者 陈石说 彭思觉立即放下饭盒 穿衣服收拾勘查箱 陈石说 你这架势 是打算直接去验尸吗 按王孙旭的杀人频率 你觉得这个人还活着吗 武断 凌冬雪从外面跑进来 说 怎么了怎么了 彭思觉说 可能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了 去信息科定位一个号码 不必了 陈石一手拿着自己的手机 一手拿着装在 证物袋里的死者的手机 我打通了 我们是警察 你认识许念强吗 对面是个软糯的女孩的声音 慢吞吞地说 她是我初中老师 今天早上她打电话给你 对吗 是的 我当时还在睡觉 挺突然的 她在电话里哭得很厉害 说向我道歉 道歉 第294章 童年的恶魔 陈石和林东雪交换了一下视线 陈石对电话中说 你叫什么名字 曹丽娟 曹丽娟 我们现在能来找你吗 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 啊 这么晚了 林东雪勾勾手指 要过电话 说 小妹妹 我们只是找你了解一些过去的事情 不会耽误太久 好吧 我家附近有个咖啡厅 就在那见面吧 记下地址后 两人便驱车前往 路上林东雪说 王孙旭杀许老板 逼他打电话道歉 我想 许老师可能是个伪君子 英雄所见略同 陈石说 两人抵达咖啡厅 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小姑娘 站在门口招手 曹丽娟看见林东雪惊叹一声 哇 你也是警察吗 姐姐长得真好看 林东雪笑笑 说 我们去里面坐吧 三人走进咖啡厅 点了三杯喝的 路上陈石已经和林东雪讨论过 决定告诉他 徐老师的死讯 于是林东雪说 我们之所以找你 是因为徐老师今天上午被人杀了 什么 曹丽娟一脸惊讶 说明情况之后 曹丽娟说 杀他的人 是王孙旭吧 你怎么猜到的 当年发生那件事之后 我就猜到 有一天会是这样的结局 曹丽娟捧着咖啡杯 神情寄聊 说说当年的事情吧 你们觉得 徐老师为人怎么样 和善 耿直 关心学生 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 他在人前就是这个样子 整个世界都被他骗了 徐老师总是会挑班上 最不受待见的学生来关心 像这贴心的大哥哥一样 他有一个本子 记录着每个学生的生日 喜好和家境 当年的我因为家里穷 在班上被人嘲笑 受人欺负 徐老师就像一个天使一样出现了 但后来 才知道他根本就是一个恶魔 他是一个很擅长用斯文 软弱 来包装自己的人 他的话总是能让人相信 就算错的是他 你也会认为 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 包括我在内 经常会在放学后去徐老师那里 他会帮我们补习功课 尤其是考试之前 他会让我们做模拟试卷 这些卷子里有考试中的题目 大家心照不宣 以为这是徐老师对我们的关照 有时候 徐老师会把我们叫到宿舍里 聊聊学校的烦恼 他喜欢听音乐 都是那种很文艺的歌 受他影响 我一度也喜欢朴树 许葳 后来一听到他们的歌就想吐 有一阵子 我发现 他经常把一个女生 叫到宿舍里待到很晚 出于好奇 一次我偷偷在门外听他们聊什么 但是我却听见了那种声音 就是男人和女人 我明白 林东雪说 你们以为和学生上床 就是他最大的秘密吗 和他对我们做的事情相比 那根本不算什么 有一天 徐老师 徐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 说了什么我已经忘了 那天他的表情有点恐怖 我害怕的说要回家了 他却把我推倒在床上 开始脱我的衣服 事情发生后 他反复暗示我 那天的事情 对谁也不许说 如果我说了 他会动用一切关系 让我退学 那时我已经初三了 家里又穷 如果在这个时候退学 我可能永远都没学上了 我想了很多 为什么他要强奸我 我做错了什么 或者有什么让他不满意 或者是他喜欢我 就算是那时 我仍然认为 他一定是有理由的 可后来从王孙旭那里 我知道了事情的全部 你们应该知道 王孙旭的家境吧 他哥哥是杀人犯 班里所有老师 同学都躲他远远的 只有徐老师特别关心他 实际上 徐老师是在利用他 他让王孙旭 替他做一些事情 曹丽娟的眼眶已经湿润 他擦拭了一下 继续说 班上有个男生 家里都是高官 徐老师想巴结他们 通过他们的关系 调到更好的学校 结果却被羞辱了一顿 怀恨在心的徐老师 就让王孙旭 在化学试验课上 故意打翻硫酸瓶 烧伤那个男生 因为这件事 王孙旭差点退学 最后是警方出面才平息 半年之后 徐老师和其他几个老师 竞争教导主任的位置 他又想到了 王孙旭这个沉默寡言的中仆 于是他暗中指挥 让王孙旭去害另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差点就死掉了 可没想到 后来当上教导主任的 还是这位老师 徐老师很生气 觉得王孙旭办事不利 他对他说 你让老师很失望 老师要给你一个惩罚 这样你才会真正成长 他的惩罚就是我 王孙旭暗恋我 于是徐老师强奸了我 并拍了照片 给王孙旭看 林东雪不敢相信的瞪大眼睛 曹丽娟尽力克制着眼泪 继续说 直到徐老师被人举报性侵 离开学校 我还在调查他的事情 他一直在笼络这些差声 贫困声 用温柔的语言和暗示 让他们去做各种事情 去刺探老师的隐私 在学校里造谣 去祸害某个奸子生 这些不受重视的学生 为了得到他的关心 心甘情愿地当棋子 而他就像坐在网中的蜘蛛一样 暗中操纵着一切 我后来才知道 徐老师在这期间 学校里发生的许多事情 都与他有关 包括一个女生的跳楼自杀 他根本就是个恶魔 遗憾的是他只能死一次 我真希望他有一百条命 让每个被他害过的学生 杀死他一次 林东雪和陈时终于明白 王孙旭两眼情泪 牙关紧咬 疯狂地暴虐徐老师的尸体时的表情 曹丽娟低着头看起手机 桌上一阵沉默 林东雪不知道问什么好了 陈时说 小妹妹 你和王孙旭关系怎么样 一般般 但后来知道他喜欢我 可能就多关注一点 不过我们没有交往 毕业后也就没联系了 他今天没来找你吗 林东雪一阵惊讶 在下面扯他的衣服 暗示他不要问这种问题 曹丽娟惊讶地抬头 陈时眼光如炬地看着他 首任了徐老师 他一定最想联系的人就是你吧 你有没有收到陌生的信息 电话或者邮件 长达半分钟的沉默后 曹丽娟说 他来我家了 第295章 最后的目标 陈时文言立即站了起来 曹丽娟说 大叔别费劲了 他早就走了 他来你家做了什么 他几点走的 我不会说的 曹丽娟态度坚定 果然警察就是这个样子 就算我撕开伤疤给你们看 你们也只想抓住他 只想破案 你们根本没有人类的感情 这是我们的工作 陈时说 林东雪说 你不了解现在的他 他在杀死徐老师之前 杀了其他几个人 那些人和他根本没有仇恨 他们一样有家人 对那些家人来说 失去亲人的痛苦 是一辈子的 曹丽娟搅着手指 只是内心动摇地表示 林东雪不想再逼他 对陈时说 走吧 等一下 曹丽娟叫住他俩 王孙旭上午来的 和我说了很多话 他已经意识到 自己会被逮捕了 他告诉我 他的计划就要完成了 还剩下最后两个 那两个人是造成 他整个童年的罪魁祸首 我懂了 他打算 陈时突然不说话了 他闻到一阵鲜血的气味 陈时突然把曹丽娟的胳膊 从桌子下面揪出来 只见他的左手腕上全是血 一把沾着血的美工刀掉在桌上 旁边的客人尖叫着站起来 曹丽娟惨然一笑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多拖延 你们几分钟 让你们晚一点 说着话 他的嘴唇越来越白 然后晕倒在陈时身上 傻孩子 陈时骂道 立即用美工刀裁开桌布 让林东雪过来帮忙 给他做了简易的包扎 然后 陈时把他抱到车上 火速送往医院 这一路上 林东雪都在忍着泪水 打电话叫专案组的其他人到医院 来集合 电话打完 陈时将一只手 放在他的肩膀上安慰道 没事的 不会有生命危险 对不起 只是替这女孩感到难过 林东雪说 他知道 作为刑警 不该这么不坚强 想哭就哭吧 哭也是一种宣显 陈时说 林东雪不吭声 只是固执地摇了摇头 曹丽娟手腕上的伤口并不深 就是血流得有点吓人 送到医院半小时后 医生说 已经脱离危险 这时 其他警察匆匆赶来 林东雪说 对不住 今晚大家都没得休息了 去某某小区调查一下 王孙旭今天去过哪里 不必了 陈时说 我知道王孙旭最后两个要杀的人是谁 孙树和宋朗 当年逮捕他的两名警官 孙树早已离职 现在就住在龙安市里 至于宋朗 早就失踪了 面对大家惊讶的目光 陈时解释说 我之前看的卷宗 所以知道这两个名字 老张说 我知道孙树的住处 林东雪道 现在就去找他 把他保护起来 不要再有人遇害了 路上 老张通过电台和大家说明了一下孙树的情况 孙树性格火爆 是当年局里出名的火爆刑警 曾经在宋朗的专案组里是名得力干将 他和宋朗的师父李牧是一辈的 命运弄人 就在孙树要身为大队长的那年 一次和歹徒的枪战中 孙树误伤一名路人 孙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拿出自己的积蓄各处活动 希望局里把那颗子弹 说成是歹徒枪里的 这种做法无疑 做法无疑是错上加错 使他的问题更严重了 于是他不但被撤了职 还以刑贿罪被判了五年 在牢里 孙树被自己亲手逮捕的罪犯 打瘸了一条腿 出来之后一蹶不振 现在在一家饭店里打工 过得十分潦倒 前几年 还经常有老一届的警察 常去看望他 偶尔接济一下子 随着这几年老警察退休 孙树渐渐也被人遗忘了 说到这里 老张忍不住叹息一声 如果不是犯了这个错误 现在他恐怕已经是科长了 孙树打工的饭店 是一家烤乳猪馆子 他住在厨房后面 一个小房间里 既帮厨也看门 众人抵达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 门虚掩着 半导体里传来黄霉戏 地上有一滩鲜血 糟糕 来晚了 林东雪说 陈石指指墙边 用来关小猪的铁笼子 这应该不是人血 找谁 一个穿着脾胃裙的中年男人 从里面走出来 身上都是猪血 神情有点凶巴巴的 你就是孙警官 陈石说 找抽事吧 我这得姓向的警察 孙树看见老张 立即明白了来者的身份 老张 好久不见 怎么了 兴师动众的找我有什么事 林东雪说 孙先生 有人要杀你 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哈哈 孙树大笑 烂命一条 爱谁谁 还用得着保护 这一届警察 长得这么好看吗 我叫林东雪 林东雪 你难道是那个 对 林秋普是我哥 我说呢 这么水灵的女孩 怎么混进队里的 原来是有关系啊 小姑娘 当警察不容易 你看看我 你哥怎么没来啊 没脸来吗 当年不是我让位 他混不到队长的位置吧 林东雪心头直冒火 他克制着情绪说 孙先生 我们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 你现在随时有生命危险 如果你不肯接受保护 我们就对你强制性拘留 孙树坐下来 拿起二锅头抿了一口 让我猜猜 说是保护 其实是拿我当诱饵对吗 要不是还有一点利用价值 我这条烂命 根本没人关心是吧 林东雪攥了下拳头 陈石说 你当警察的时候 说话也是这么没礼貌吗 你谁啊 孙树翻起眼皮 我不是警察 和你一样是普通公民 你要再这样说话 我会揍你一顿 大表拘留一顿 陈石捏着拳头 MLGB 你再说一遍 孙树站起来 找揍事吗 陈石和他眼睛对眼睛 陈石早已想明白一件事 有些人讲不通道理 给他点颜色看看 是最直接的方式 曾经的孙树 是个值得尊敬的老警察 现在的他 完全沦为一个势快 陈石对他毫无同情之心 林东雪小声 劝陈石不要冲动 并用手拽他的胳膊 两人瞪了半天 孙树的神情突然软下来 掏出烟说 消消气 抽根烟吧哥们 那啥 你们想怎么保护 就怎么保护吧 别影响我工作就行 果然 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祸 陈石心中冷笑 第296章 保护目标 三更 林东雪分配了一下 留几个人在这里贴身保护孙树 又派几个人着便衣 在四周调查 其他人回家休息 明天一早过来换班 留守在这里的 包括陈石 林东雪 徐晓东 老张 孙树很快就把他们当空气了 回屋里烫猪毛 那是一只刚刚宰杀的小乳猪 竟在热气腾腾的大木桶里烫着 木桶周围全部是凝结的猪血 孙树嘴里叼着烟 熟练地用钩子 把烫透的乳猪拽出来 用铁刷子刮他提表的毛 整个屋子里都是一种猪腥胃 老张说 老孙 你怎么还干这活啊 孙树被烟头熏得眼睛眯着 饭店里的烤乳猪都得前天现杀 这活儿都是我的 一桌烤乳猪咽三千多 妈的 老子一个月工资都吃不起 你这些年受委屈了 委屈 我一个服过行的 到哪都没人收留 能找着这份工作就不错了 你们当警察风风光光的 一个月能挣不少钱吧 警察的那点工资你不是不知道 孙树冷笑 继续卖命得刷着猪毛 看着孙树累弯的腰 陈石也有点心酸 不过他是陈石不是宋王 只能装作不认识这个人 干完活 孙树说 我晚上要值班 你们要是都在这 我就先睡着了 行 你睡吧 有我们盯着 屋边有热连厂的车来卸货 记得叫我 孙树拧开茶杯 从抽屉里掏出一个药瓶子 倒了两粒在手心 准备咽下 陈石立即上前 先别吃 这是降泄压的药 孙树不耐烦的说 小心为妙 你从现在开始 一切入口的东西 我们都得检查 得得得 查吧查吧 陈石仔细检查了每个药丸 还拧开了几个看看 这才允许他吃药 孙树睡下之后 很快传来憨声 一整晚在这里盯着很无聊 大家只能看看小说 或者玩会手机 期间买了一顿夜宵来吃 屋里有暖气 倒不算太冷 两点多的时候 老张和徐晓东都困得不行了 趴在桌上或躺在椅子睡觉了 林东雪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 之前他还在和陈石玩 猜猜我是谁 姐们 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陈石把车钥匙给他 说 老熬夜对皮肤不好 你到我车上睡一会吧 你呢 我就是夜猫子 熬夜不要紧 林东雪打个大哈欠 不了 两个人盯着保险些 万一真出了什么事 后悔也来不及 陈石把车钥匙塞到他手中 去睡个一小时 我三点叫你 林东雪还是同意了 把脸凑过来说 晚安 陈石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 说 晚安 陈石搬来一张椅子 对着门外坐着 确保林东雪和孙树 都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凌晨的城市一片寂静 心中翻腾着往事 他想到孙树 想到王孙旭 想到自己 每个人都是由无数个过去堆砌起来的 命运如此无常 一个选择就会改写一生 不知不觉间 一整宿过去了 大院外面开来一辆卡车 司机跳下来敲门 大家都被惊醒了 孙树揉着睡眼说 送肉的来了 别愣着呀 帮忙卸货 冷冻车 屁 冷冻车上卸下来一扇扇猪肉 老张说 不是烤乳猪馆子吗 怎么还卖这个 不能光吃烤乳猪啊 其他的菜也卖的 你退后 陈石说 检查一下每扇猪肉 确保里面没东西 哎呀我说 你神经过敏啊 这玩意能藏人 那个凶手之前用过一次自制炸弹 万一在猪肉藏一个呢 大家把卸下来的猪肉全部检查过 才放心的让孙树去碰 蛋完活 孙树要去吃早饭 也由老张和徐晓东全程跟随 孙树笑道 好吗 我一个打工的 还有两个保镖 七点半 换班的警察来了 陈石叮嘱他们 孙树入口的一切东西都要检查 饭店里的监控 要确保正常工作 如果有可疑人员 马上调查清楚 陈石这才载着林东雪回家 到家发现陶月月没去上学 原来今天是周末 陈石说 月月 我待会给你老师打个电话 给你请几天病假 这两天 你一直在家待着 哪也别去 林东雪说 你要不要这么小心 王孙树怎么会来找陶月月呢 我没有安全感 陈石说 对了 今天我去买两部便宜的手机 你和月月一人一步 以免发生联系不上的情况 林东雪笑了 买手机就算了吧 你要是真担心出什么事 回头我给大家一人 弄一个扭扣式的GPS定位 专案组人手一个 好 今天就搞定 两人睡到下午 简单吃过东西 就去了孙树那里 今天彭思觉也来了 仔细检查过孙树住处的每个角落 但孙树并不领情 反而冷言冷语 因为当年孙树开枪误伤平民的鉴定报告 正是彭思觉写的 又是一夜平静 当天亮的时候 守了一晚上的陈石松了口气 虽然白天也未必安全 但天亮起来 总是叫人心里踏实一些 早上七点 孙树打着哈谦起床 说 这一届警察办事能力真不行 不就一个连环杀人犯吗 这么久都待不着 一个个长得到漂亮 我看都是绣花枕头 说吧 孙树就着保温杯 吃了早上份的酱血压药 众人早已习惯他的冷嘲热讽 陈石说 你抓过连环杀手 抓过呀 421特大投毒案你知道吗 知道 但他算不上连环杀人 而且功劳也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是你的呀 孙树冷笑 你知不知道 这次要杀你的人 就是王孙磊的弟弟 王孙旭 是他 孙树震惊 见过他 孙树回忆道 他哥判刑之后 我经常去看望他 不过那孩子 好像挺恨我们警察的 本身是个孤儿 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哥哥 还被判了刑 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渲染 周围人都管他叫杀人犯的弟弟 能不恨我们吗 哎 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步 二十几岁的孩子 前程都不要了吗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陈石说 如果他真要来杀我 我真想好好说说他 看看我 犯过错 服过刑 妻离子散 还不是咬牙活着吗 活着不容易 但是堕落很容易 看来 你内心还是很正直吗 虽然外表讨人闲 陈石笑道 孙树也笑了 去NMD 第二百九十七章 勇斗真凶 交班的警察来了之后 陈石和林东雪才开车回去 林东雪困得直打哈欠 流着眼泪说 天亮之前还在想 早上要不要去吃牛肉面 现在一点食欲也没有 只想睡一觉 果然老人说得一夜吃头猪 不如一叫呼 还是有道理的 这么一说 我也有点想吃牛肉面了 不去不去 回家睡觉吧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林东雪的电话响了 他接听之后 神情大变 什么 出什么事了 孙树中毒了 现在正往医院送 陈石立即拐了个弯 准备去医院看他 一辆卡车突然逆着车流迎面冲来 驾驶座里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 咧嘴笑着 陈石下意识地把车往左打 突然想到 林东雪坐在副驾驶上 又全力朝右打 但已经晚了 卡车轰一声 撞上陈石的车 巨大的冲击力 使得车玻璃轰然震碎 两人的脑袋被弹出的气囊接住 汽车在路面上滑行 直到撞上飞机动车的栏杆才停住 陈石感觉脑袋里像有一群马蜂似的 嗡嗡作响 他抬起流着血的额头 看见林东雪的脸埋在气囊中 已然昏迷 东雪 东雪 陈石试探了一下 林东雪只是昏迷了过去 脉搏倒还正常 那辆卡车横在路面上 使得车流完全被阻断 王孙旭从驾驶室跳了出来 手里把玩着一把蝴蝶刀 静止朝他们走过来 果然 最后一个目标是自己 陈石咬咬牙 从林东雪的腰间 拔出配枪 取出手铐 一脚踹开变形的车门冲下去 用枪指着王孙旭 王孙旭没想到 陈石会用枪指着自己 微微一惊 把手举了起来 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你敢开枪吗 宋警官 陈石的手在颤抖 枪口根本瞄不准 三年前的事情 给他留下了 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意识到这一点的 王孙旭大步走过来 陈石很下决心 对准天空一口气 射空了所有子弹 枪声响彻数公里远 然后扔了枪 两手攥拳 一牵一后拉开架势 有种 王孙旭奔跑过来 反手抄刀 跳起来就朝陈石的胸口扎来 陈石的全部注意力 都在王孙旭握刀的手上 他一把抓住那只手腕 左拳打在王孙旭胸口 王孙旭反手一刀 割伤陈石的手背 抽回刀子来回舞动 逼得陈石不断后退 瞅准一个机会 陈石一脚 把王孙旭扫倒在地 没想到王孙旭 竟然顺势一刀 扎在陈石的腿上 陈石腹痛难当 一脚把他踢开两米多远 王孙旭捂着胸口站起来 从左侧口袋 掏出第二把蝴蝶刀 两把刀在手中捂得飞起 空手占白刃 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陈石的伸手 比一般警察好些 但比武警差得远 他心里盘算着 打败王孙旭不现实 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得想法子拖延时间 他问 怎么下的毒 孙叔吃的喝的 我们都检查了 你怎么做到的 罪犯都有炫药的心理 王孙旭也不例外 他大笑 放在药里 宇安 MBSP 要是我亲自检查的 那是胶囊 我知道你们会拧开检查 所以我把致死剂量的毒药 用透明胶粘在胶囊内侧 你们是发现不了的 岩石杀人 真聪明 不过 你既然已经去过孙叔家里 为什么不早动手 如果我早动手 你们就会集中所有力量对付我 我就杀不了你了 你是最后一个 你死了之后 我无论是被捕还是被杀 都值了 你觉得王孙蕾看到你现在这样 会高兴吗 不许你提他的名字 王孙蕾激动的吼道 是你们害了他 然后毁了我的一生 是你们一点一点把我变成怪物 现在是你们还债的时候 我们毁了你的一生 是你哥毁了你的一生 从他策划那场愚蠢的投毒案开始 他的一生和你的一生都搭进去了 臭警察 你知道我度过了怎样的童年 王孙蕾咬牙切齿 知道 比狗都不如的童年 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 全是你们造成的 陈时冷笑起来 然后变成大笑 王孙蕾恶狠的质问 你笑什么 命运本来就是不公的 这世上比你更不幸的人有很多 他们并没有选择去杀人 是你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 你选择了当人渣 还要拿自己悲惨的童年 作为遮羞布 把一切推到别人头上 你连作为一个人渣都不合格 杀人让你有一种 自己无比强大的错觉 那只是自我安慰而已 死在你手上的人 只是怕你 却不为你 因为你不过是被命运打败的懦夫而已 一条疯狗咬了再多人 也没人会敬畏他 更没有人记住他 王孙旭紧紧攥着拳头 牙齿咬得机遇碎裂 他两眼喷火 抱吼道 废话说够了吧 去死吧送往 远处已经传来警笛声 陈石惊心动魄的响 再拖延几秒钟 再拖延几秒钟 他把大衣脱下来 猝不及防地扔在王孙旭身上 然后一脚踹过去 王孙旭摔倒在地 身后警车围了上来 警察纷纷掏枪 大喊 不许动 王孙旭心烦意乱地扯掉身上的衣服 陈石立即上前 把他手中的刀踢开 然后用膝盖顶着他的背 把他的双手靠在背后 喂 你也不许动 警察大喊 自己人 陈石说 他贴着王孙旭的耳朵说 你已经赢了 我知道你会把我的身份抖出来 想说就说吧 我已经厌俊了欺骗和谎言 我累了 这次我不会再逃避 我和你一起下地狱 王孙旭侧着脸 用一只眼睛瞪着陈石 他的鼻孔愤怒地吸动着 粗重地喘息 吹开路面上的灰尘 直到警察过来接手 陈石才敢去查看林冬雪的状况 半小时后 林冬雪被送到医院 医生说并无大碍 只是轻度脑震荡 需要静养几天 看着林冬雪 带着呼吸面罩的脸 陈石心如刀脚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了吧 他有点遗憾 到了最后 居然没有机会和他吻别 第二百九十八章 达摩克里斯之见 审讯室里 林秋普看着这个面孔苍白的少年 一想到他差点害死林冬雪 林秋普心中便有一股愤怒 但他极力压制下去了 维持着一个审讯员的冷静 审讯开始前 他们做了很多功课 搜查了王孙旭的临时住处 种种证明表明 今年初的极其冠着周孝名字的谋杀 都是王孙旭所为 王孙旭毁掉了自己的硬盘 但从复原的部分来看 他一直和某人用自己编写的聊天软件通讯 内容不是明了 不过警方怀疑 暗中指点王孙旭 还有那天 开车把他救走的人 就是通缉犯周孝 王孙旭和周孝 就像学生和导师的关系 或者按照诚实的推测 周孝只是一个小团队 共同塑造的罪犯形象 但王孙旭从年龄 资历 手法上看 显然不是其中的核心成员 即便如此 这次逮捕王孙旭 也算是一个重大进展 姓名 王孙旭冷笑着不说话 姓名 王孙旭 到了这里 容不得你不开口 无论林秋普说什么 王孙旭始终不开口 此时审讯室外面站满了人 只有林东雪没来 他今天刚刚康复 虽然很想来 但陈时还是劝他在家里休息 主要是不希望 让他看到自己戴上手铐的样子 一天前 彭思觉解破了孙树的尸体 他那天中毒 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 尸检证明 死因事情化物中毒 毒药是警方保护孙树之前 就放进了他的胶囊里 陈时来找彭思觉 倒不是关心这个 他心里憋闷 想找人说说话 这两天他噩梦不断 不断梦见自己 被戴上手铐的样子 但他下定决心 这次不再逃避 绝不逃避 彭思觉给他端了一杯咖啡 劝慰道 其实你也不必忧心忡忡的 就算王孙树说了 也只是一面之词 他拿不出证明 毕竟有DNA鉴定结果 正视你的身份 那是我这辈子 唯一一次撒谎 你不懂 林秋朴早就怀疑我了 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方向 一旦王孙树说了 林秋朴就会查到底 我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 你认为他会说吗 有不说的理由吗 拉一个自己恨的警察垫背 换成我 我一定会的 此刻 陈时的手心里满是汗水 周围警察都在注视着 审讯室里的王孙树 也许某个瞬间 这些视线就会转向他 带着震惊和迷惑 王孙树的嘴唇除了冷笑 一直没有别的动作 审计持续了半个小时 记录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林秋朴从没遇见过这么嘴硬的 他试图用一次心理攻势 王孙树 你杀死的徐老师 曾经对你十分关怀 但实际上是利用你 我知道你对他恨之入骨 可是你想一想 周孝不过是另一个徐老师罢了 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王孙树脸上的笑容收敛了 他说 你什么都不懂 看见他开口 外面的警察一阵振奋 林秋朴的审讯技术 果然是过硬的 我不懂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你仔细想想 周孝让你以他的名字去杀人 难道不是在利用你吗 现在你坐在这里 他为你做了什么 他是我的导师 告诉了我生命的意义 这些 你们这些肤浅的警察 是不会明白的 他告诉了你什么 让我这个肤浅的警察 听一听呗 王孙树又露出冷笑 整场审讯 他听说过这一次话 之后两个小时一直沉默着 最后 林秋朴彻底放弃了 叫人把他先关起来 王孙树的视线 突然一向单面镜 仿佛隔着那面镜子 在和后面的陈石注视 他笑着说 对了 抓我的警察在外面站着吧 怎么 我知道他的一个秘密 陈石闭上眼睛 该来的终于来了 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回头一看 他迎上了彭思觉安慰的眼神 你想说什么 林秋朴盯着他的眼睛 他干过你妹妹 王孙树仰天狂笑 把他带走 林秋朴愤怒道 当王孙树被押走的时候 意味深长地看了陈石一眼 陈石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 王孙树被严密看守 陈石费了很大功夫 才找到一个和他单独说话的机会 这天深夜 陈石带了一些吃的 喝的 来到拘留室前 王孙树正坐在地上 在用卫生指折小船丸 王孙树眼睛不抬地说 你该不会是来感谢我的吧 我只是好奇 那么好的机会托我下水 为什么不说 说不定哪天 我在监狱里 想吃顿汉堡包 就会抖出这件事 在此之前 就让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悬在你头上吧 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折磨 让你提心吊胆 让你夜不能寐 让你崩溃 王孙树露出险恶的目光 而且 我并不希望你早早退场 我的朋友们 还想和你玩玩呢 没有对手的游戏 该有多无聊 总有一天 你们会在监狱相见 王孙树大笑 你们追捕我们 分析我们 其实你们什么都不懂 你们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杀人 为什么选择 当这个世界的叛逆者 这个世界欠你们的 王孙树再次大笑 他扑到栏杆上 脸被栏杆挤得变了形 他压低声音 用一种惊悚的语气说 因为这个世界是假的 这些规则都是假的 看着你们努力地维护它 遵守它 我就觉得搞笑 你就留在这个虚伪的世界 顶着虚伪的面孔 像蛆虫一样 继续挣扎吧 陈石微微震惊 眼前这个人 精神已经异常了吗 他说 就算你装疯卖傻 也还是要去监狱 别指望去精神病院 王孙树的脸上 带着一种 看破一切的不懈的笑容 陈石好像明白了 他的那位精神导师 给他灌输的 是疯狂的思想 抛弃理性的人 无疑是最危险的存在 那么 你们还有几个人 王孙树慢慢竖起一根手指 手指后面 是一双如同狂热信徒般坚定的眼神 他是神 你战胜不了的 第299章 不可告人的小游戏 三更 4月22日傍晚 陈月月越来越喜欢住在 隔壁的固忧了 陈石虽然很关心自己 也不像一般大人那样 拿他当的小孩子 但毕竟是个男人 不够细腻 林东雪像着贴心的大姐姐 陈月月很喜欢和她在一起 林东雪身上 就像自带一层柔和的光玉 也许因为太耀眼 有些话题 她不太愿意和林东雪提起 只有顾忧 她好像有种魔力 陈月月在她面前 愿意说出心底最隐蔽的秘密 和她聊天总是很愉快 很有收获 这个早早放学的下午 顾忧带来了奶油草莓 和陈月月一边吃东西 一边闲聊 陈月月说起了自己 最近在学校收拾了一个 看不顺眼的女生 让对方吃了哑巴亏 回顾这件事的时候 陈月月的嘴角 不禁流露出得意的微笑 顾姐姐 你是不是觉得我内心很阴暗 月月 你相信天生的罪犯吗 你是不是想说 我就是 十九世纪 基于对罪犯的生理解剖 有人提出了 犯罪补相学 犯罪遗传学的假说 至今仍有人认为 犯罪的基因是会遗传的 一些人生来就是罪犯 当然 环境会塑造一个人 这类人或许会成为 优秀的政治家 体育选手 文学家 也可能堕落为罪犯 政治家 文学家和罪犯 内心是一样的 陶月月虽然听不太懂 但觉得很有吸引力 人们总渴望了解的 都是自己 他们心中 都有一种挑战秩序 打破规则的侵犯性 决定他们成为哪种角色 是后天的环境和教育 但从潜意识层面上来说 杰出的政治家 和堕落的罪犯 是一样的 我的内心也是如此吧 但我不想当罪犯 陈叔叔会伤心的 顾佑微笑着 掏出一个小纸包 我想和你玩个好玩的游戏 把这些粉末 放进陈叔叔的水里 只要他顺利喝下去 我就给你奖励 为什么 这个游戏叫做犯罪模拟 想试试成为投毒犯的感觉吗 当然 游戏只是游戏 不会真正触犯法律 这里面只是盐而已 顾佑当着她的面 倒出一丁点 再手心舔了一下 盐是咸的 既然是投毒 你要考虑遮盖 或隐藏它的味道 这种思维方式 和真正的投毒犯是一样的 有什么规定吗 陶月月接过纸包 不能被发现 不能告诉外人 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陶月月看着纸包 说 好 我做 陶月月出色地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周末 她又来到顾佑家里 顾佑的家里很整洁 让人觉得特别舒心 桌上放着两杯红茶 顾佑优雅地坐在沙发上 问 第一次投毒 感觉如何 太简单了 也没什么感觉 大概是因为我 并不讨厌陈叔叔吧 凡事都是循序渐进的 想体验真正的犯罪吗 陶月月咬着手指 犹豫着 她不确定这个女人 是不是藏着什么险恶的用心 从很小的时候她就明白 坏人脸上是不写字的 顾佑把一只 把一只手放在陶月的脑袋上 温和地说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小爱好 犯罪模拟 它是个游戏 模拟真实的犯罪 释放心中的呃 我一直认为 内心需要合理的宣泄 才能保持健康 这个游戏 就如同给你的潜意识 装一个压力法 作为游戏 它是有规则的 第一 最低限度的违反法律 第二 绝对不要被发现 第三 不允许掺杂私人感情在里面 你可以不玩 但我觉得 犯罪模拟 比你在学校收拾同学 要有益得多 陈叔叔说 当一个坏人想说服你的时候 会省略弊端 只说益处 如果我想说服你 我就不会告诉你他的风险 我们会潜入别人家里 假装谋杀 绑架 盗窃 但如果被发现 擅闯民宅 也足以被拘留 陶月月在犹豫 这个游戏听上去如此有趣 戳中了他内心 那个想打破秩序的学道 他不禁颤抖起来 我考虑一下 直到四月结束 迎来五月 学校放了三天假 陶月月在四月三十号晚上 就写完了全部的作业 五一这天 经营心理诊所的顾忧 反而比平时要忙 直到晚上他才见到顾忧 虽然一天的咨询 让他很疲惫 但仍对这个小客人的造访 表示欢迎 你想通了 顾姐姐 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游戏 跑到别人家里恶作倔 冒着犯法的危险 我是个心理咨询师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收费的垃圾桶 每天要倾听别人的烦恼 和他们共情共鸣 长此以往 我知道我的内心是会出问题的 我需要做一些事情 来宣泄心理的肮脏 我可以去玩SM 去和男人上床 可惜我是个心冷淡 而且本质上来说 我厌恶与人交流 我的潜意识 就像错东复杂的下水道 要定期疏通 这些脏水才不会漫出来 污染我内心 那所美丽的小房子 我们的内心是个傲娇的家伙 他想要闲的 就会让你对唐发火 他从来不说 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只能让你去猜 你要证实他的欲望 适当地给他一些替代品 他才不会毁掉你的一切 你想要什么 我想犯罪 我想杀掉一些人 我想毁掉这个世界的秩序 顾佑的眼中 透出一道凶光 玄机柔和下来 但我知道 这是社会所不允许的 所以我玩这种游戏 作为替代 桃月的心头一阵颤动 顾佑直白地说出的内心欲望 也是他内心的欲望 他知道自己的内心 像一团浑浊漆黑强劲的暗流 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犯罪是一种记忆 你要先学习 顾佑微笑道 随我来 来到卧室 顾佑把一个抽屉整个卸出来 放在桌上 里面的东西 让桃月月惊叹 那是一个固定在木板上的锁头 从中间被切开了 横截面被玻璃封上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构造 原来锁的内部 是如此精巧复杂 顾佑掏出两根脑钩 要成为优秀的罪犯 你必须先拥有 随意进出房间的能力 开锁是第一步 他将脑钩捅进锁眼 飞快地对准锁有锁住 轻轻一转 锁便打开了 桃月月叹为观止 顾佑递来脑钩 达到我的速度的一半 就算合格了 我会手把手地教你 桃月月的心脏扑通通跳着 看着顾佑微笑的脸 他好像找到了一扇 通往秘境的门 第三百章 穿越课 经过几次审讯 王孙旭一点线索也没透露 林秋朴十分无奈 正式结案之后 便把他移交到看守所 等待法律流程 陈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把王孙旭放出去 然后跟踪他 王孙旭大概率会和周孝结处 林秋朴考虑了几秒 还是否决了 说 这不是警察该做的事情 五一节到来 警察们还是没得休息 最近发生了一起金殿抢劫案 虽然没有人伤亡 但因为涉案金额太大 歹徒又持枪 所以转到了刑警这边 大家夹着班 发着温和的牢骚 这案子 可是陈时对抢劫案没什么兴趣 说曹操曹操道 这时陈时风风火火的进来了 和迎面走过的警察打招呼 警察问他 陈哥 今天也下班 我家毛线的班 今天休息 找老彭去玩 彭队长在会议室呢 来到会议室 彭思觉正走出来 陈时说 和我去的地方 很重要 我今天 你今天不上班 我看了假期工作安排表 是你自己跑来下班的 我是说 我今天有工作 工作狂 走吧走吧 彭思觉被陈时硬拽走了 上了车还在抱怨 如果你不说去什么地方 别指望我配合 有种你跳车 看着窗外 彭思觉说 刚刚那句话 只是理性的抗议 放心吧 绝对是个好地方 保证你今天会很舒服的 从深到心 全方面的舒服 彭思觉叹息 猜想应该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上次陈时硬拉他去玩 让他有种被欺骗的不快 其实他自己隐隐感觉到 自己可能有些心理问题 但他认为 这也在可以控制的范围 无需别人过分关心 工作对彭思觉 是件神圣的事情 大多数人都为工作 做出牺牲 或身体 或心理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当汽车停在一家 名叫天川的心理咨询 是前面的时候 彭思觉瞪了一下眼睛 立即推门下车准备走 陈时从另一侧绕过来 推着他的肩膀 你不要这么抗拒好不好 我已经预约了 给个面子嘛 我没病 不需要来这里 你不要嚷嚷 搞得好像我送你进精神病院似的 彭思觉只能瞪他 奈何平时不怎么锻炼 力气不如陈时 只能任由他把自己推进建筑里 上了电梯 彭思觉知道 挣扎也没用了 整整依领说 放尊重点 我自己能走 陈时笑着看他 你说你这么大人了 自己心里出了问题 也不知道来看看 彭思觉不服气地说 我可以接受心理咨询 但不是因为我心里有问题 我是要证明我心里没问题 然后你要为你浪费我的时间道歉 怎么都行 这家心理咨询室 就是顾忧经营的 进来后 陈时和顾忧打了声招呼 顾忧请彭思觉进了一间咨询室 并给他安排了一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 接受心理咨询期间 陈时在外面走来走去 他以为彭思觉会有抗拒地表示 没想到里面居然静悄悄的 他好奇地把耳朵贴到门上 想听听里面在说什么 顾忧走过来说 陈先生 咨询内容应该保密 还是给你的朋友留点空间吧 陈时尴尬地笑笑 我们去休息室喝杯咖啡 顾忧提议 能抽烟吗 可以 来到休息室 顾忧端来咖啡 在陈时面前坐下 他说 看来你挺关心你朋友的 看他工作压力这么多 把自己搞出了抑郁症 实在有点 放不下心 那就是关心的表示了 是个很重要的人吗 陈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索性岔开话题 你会催眠吗 会 假如 我是说 假如 一个嫌疑犯什么都不愿意说 能通过催眠套出话吗 首先 催眠成功与否 主要被催眠对象 如果他本人非常抗拒 是很难成功的 其次 催眠带有诱导性 司法行动中 通过催眠得到的证词 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倒不是为了得到证词 只是想套出一些情报 看来是不行 你觉得 我能把你催眠吗 顾忧笑着问 陈时思考了几秒 如果躺在催眠以上 自己应该不可能敞开心扉吧 他说 恐怕不行 我不是一手暗示的类型 你说的假如 我想只会比你更难 不会比你简单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想了想 陈时掏出证件 说 当邻居这么久 还没告诉你 我帮警察铺案 哦 陈月月其实已经告诉我了 是吗 这小孩 什么都说 你俩最近关系不错呀 可能是气质相近吧 那孩子很聪明 经历过一些痛苦的事情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有共同之处 陈时并没有追问下去 主要是觉得 和顾忧还没那么熟 转为称赞咖啡不错 这时 一个男人从一间咨询室冲出来 大喊 你们都不相信我 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 骗子 全是骗子 看清这男人的装束 陈时愣了一下 那人居然穿着一身青色的长衫 宽袍大袖的 像个古代人一样 当然发型 还是现代人的造型 短短的平头 随后 一名女心理医师走出来 说 李先生 李先生 冷静一下 我并没否认你的意思 男人居然捂着脸哭了 我知道 你们拿我当疯子 其实我根本没疯 是这个世界不愿意接纳我 本王从几千年前穿越过来 人人都不待见我 我想念我的父皇 陈时张大了嘴 指着这个汉服男 心理咨询室也接受这种病人 你们又够广的呀 这个人啊 顾忧压低声音 我们都怀疑他有精神分裂和妄想症 一直说自己是穿越客 已经来咨询三次了 他付了钱就是客人 也没有往外赶的道理 而且我个人并不赞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我觉得 那是剥夺人权的行为 陈时听说心理问题分三个层次 心理问题 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 他说光靠咨询能治好这种妄想症吗 顾忧笑着摇头 咨询师只是在帮他重新建立认知 目前还没有成功 我觉得可以从认知上粉碎他的妄想 比如他掏出微信付钱 这不是古代人拥有的知识 以此就可以撬动他的妄想 不是 他没有手机 也没有身份证 更没有钱 那他怎么付的咨询费 一枚金元宝